前世,他身具绝世天资,却受到不公平对待,师弟诬陷,师姐厌弃,师父冷眼相待,最终寒恨而死。 重来一世,江涵绝不再委屈自己,愤而判出宗门,以绝世天资加入紫霄建宗,是要和他们断得一干二净。 可没想到,师父师姐竟然开始后悔,哭着求我回去。 江涵冷笑,都判出宗门了,还求我回去干什么? 后悔?后悔有什么用?我绝不原谅。 地仗,我的东西,就是毁了也绝不给你。江涵,就是你抢了小师弟的飞剑,你还不承认? 小师弟好心劝你还回来,你竟然还污蔑小师弟。 嘈杂的声音将江涵惊醒,他抬眼一扫,看到几张极为熟悉的脸。 纪玉禅严肃地看着他,江涵,你说实话,你是不是抢了小璇的飞剑? 听到这熟悉的话,江涵眼中的迷茫彻底散去。 看来是重生了,他记得这一幕,自己意外在黑龙崖下捡到一柄蕴含先天神雷的飞剑。 有飞剑相助,可极大增加他的实力,这对十年来一直寸功未尽的江涵来说,简直是天大的机缘。 他拖着重伤之躯,满心欢喜回踪,想着自己凭此飞剑,获得更多灵药,以此助击成功,师父和师姐肯定不会再讨厌自己。 可谁知他刚回踪,就被三师姐冷着脸,抓去了执法堂。 店内小师弟可怜兮兮地跪在堂前,哭着说江涵抢了他的飞剑,求师父为他做主。 三师姐在一旁添油加醋,说小师弟多么可怜,好不容易得到的飞剑还被江涵抢走,把江涵说得十恶不赦,恨不得把他当场灭杀。 前世江涵抵死不认,说飞剑是自己捡的,自己在外数月根本没见过小师弟。 没想到师父继语禅听到这话,勃然大怒。 呵斥他没有担当,连承认错误的勇气都没有,满口谎话,不知悔改,简直是烂泥扶不上墙。 江涵还想辩解,可师父直接出手,把他打得境界跌落,抢走飞剑送给小师弟。 又罚江涵入后山禁地闭关三年,日夜承受刚风刮骨之痛。 等江涵被放出来,小师弟临旋早就筑击成功,从此轻云直上,把江涵远远甩开。 再次经历这一幕,江涵只觉得可笑。 江涵,师父问你话呢?装什么哑巴? 你这贱人,平常就总勾搭那些不三不四的散修。 现在更是连师父的话都敢不听,你简直该死。 三师姐陆敬雪,满脸嘲弄,说话间更是处处针对江涵。 全宗上下,谁不知道小师弟乖巧懂事,心思单纯,怎么可能会污蔑你? 你但凡有点脑子,也不会说出这种混账话。 肯定是你极度小师弟的机缘,仗着修为高,欺负小师弟。 师父,江涵以前就手脚不干净,经常偷到宗内宝物。 这次更是做出这种大逆不道的事,若是再不严加管教,以后肯定更加无法无天。 小师弟灵璇低头抹着眼泪,感激地看了三师姐一眼,随后转头可怜兮兮地看向江涵。 对不起师兄,我,我不是故意惹你生气的,可我确实很需要这柄飞剑,师兄你就还给我吧。 大不了,以后我再帮师兄找一柄就是。 三师姐一听,立马急了。 小璇,你跟他道什么歉,分明是这贱人的错。 说完转头瞪着江涵。 江涵,你别以为不说话,就能躲过去,快把飞剑交出来。 纪雨缠皱眉,冷声开口。 江涵,我再问你最后一次,到底是不是你抢了小璇的飞剑? 江涵心底冷笑,这还有什么好问的? 反正不管自己说什么,他们都只相信小师弟灵璇的话。 我确实有一柄飞剑。 纪雨缠一愣,似是没想到江涵这么快承认,随后怒喝道。 果真是你干的,你这个废物,烂泥浮不上墙的东西,为师平常怎么教你的? 想要飞剑不会自己去找? 竟敢抢小璇的机缘? 我看你就是欠管教。 江涵没回话,一拍储物袋,取出一柄雷光闪烁的飞剑。 紫色雷霆在殿内格外耀眼。 灵璇大喜,也顾不得装可怜了,目光死死盯着江涵手中的飞剑。 江涵瞥他一眼,冷笑一声,这飞剑可不是小师弟的。 贱人,你胡说什么? 三师姐露进雪,怒喝一声。 人证物证俱在,你还想抵烂? 还不快把飞剑交出来? 我看三师姐是老糊涂了,这是我自己的东西,为什么要交出去? 江涵疑惑。 贱人,你敢骂我? 三师姐露进雪大怒,身上气势暴涨,指着江涵就欲发作。 够了。 纪雨缠脸色一素,化神器的威压,瞬间充斥整个大殿,众人面色顿时白了几分。 江涵,别装傻,快把飞剑还给小璇,罚你去后山禁地闭关三年,此事就此作罢。 江涵,只觉身上压力越来越大,纪雨缠的眼神也越加冷漠。 你要是再不知好歹,别怪为师不顾师徒情义,亲自出手教训你。 师父息怒,别气坏了身子。 小师弟凌玄又恢复了一脸可怜兮兮的样子,泪珠不停在眼眶中打转。 师兄,你别再惹师父生气了,快把飞剑还给我吧,我都已经原谅师兄了,师兄还想怎样? 难道非要师父出手,你才会把飞剑还给我? 江涵看着凌玄那茶里茶气的样子,心底冷笑。 若不是重活一世,他恐怕还真以为凌玄是在为自己说话。 前世就是因为凌玄一次又一次的栽赃陷害,才让师父师姐对自己越加厌恶。 而且,自己每次被惩罚后,他又装模作样来安慰自己,让自己对他特别感激。 江涵原本天资极好,只用了三年时间就修炼到了炼气期大圆满。 可在凌玄入宗之后,江涵却突然修为停滞,无论他怎么努力都始终无法突破到助击。 而且只要他获得机缘,无论是法宝丹药,还是天才地宝,大部分刚到手不久,就会莫名变成凌玄的,然后被师姐以各种手段全给抢了去送给凌玄。 江涵也怀疑过凌玄有问题,可凌玄深得师父师姐信任,自己就算去找他们说清楚,他们也根本不会帮自己。 被诬陷栽赃那么多次,江涵已经对他们彻底失望。 这群女人眼睛都是瞎的,自己对他们百般讨好,送了那么多宝物,却根本比不上凌玄两具讨好的马屁。 甚至,自己省吃俭用攒下来,送给他们的法宝丹药,被他们转手就送给了凌玄。 要不是得了自己那么多宝贝,就以凌玄那低级砸凌根,修为根本不可能增长这么快。 如今一切重来,江涵深深明白,什么仕途情深,同门情义,全都是狗屁。 只有自己的实力,才是真的。 重活一世,他不想再和凌玄纠缠,他现在只想找个地方安心修炼。 以他的天资气韵,化神器,甚至更高的修为,也不过是时间问题。 等他修为提高,这一笔笔账,有的是机会和他们好好侵犯。 凌天宗这鬼地方,他是一刻也待不下去了。 听到了没有,江涵,小师弟都原谅你了,你还不快把飞剑交出来。 三师姐路径学咬牙切齿,江涵这个贱人竟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骂他,要不是有其他人在场,他真想一巴掌拍死这个贱人。 凌玄,我的机缘,你永远也别想抢走。 谁知江涵根本不理他,他看着还在得意的凌玄,用力握紧飞剑,趁着众人没反应过来,全身凌厉鼓动,右手抬起猛的一握。 我的东西,就是毁了,也不会给你。 飞剑化作一道紫光,速度飞快,在所有人眼皮子底下,瞬间炸成无数碎片。 住手,贱人你敢。 第二张,好,我现在就走。 我的飞剑? 凌玄这次真的要哭了,那可是蕴寒先天神类的飞剑啊。 千年难遇的极品宝物啊。 他要是得到将其内的先天神雷吸收炼化,必然会实力大增,不出两年就能助击成功。 眼看就要到手了,没想到就这么被这件人给毁了。 浪费,太浪费了。 但凡细细感悟一下,有极大可能提升灵根资质,他竟然就这么毁了。 这个废物是想气死我。 凌玄恨的后曹牙都要咬碎了,可他还要维持绿茶人设,硬是不敢骂出声,憋得眼眶通红,眼泪哗哗的掉。 江涵,你干什么?众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江涵一向逆来顺受,平常不管他们怎么打他骂他,他都不敢反抗,甚至还得陪着笑脸,连一声惨叫都不敢发出来。 可今天这是怎么了?竟敢当众忤逆师父?还把小师弟的飞剑给毁了? 贱人,你该死。 三师姐陆敬雪看到凌玄哭得梨花带雨的模样,李智瞬间被愤怒淹没,抬手一掌把江涵打飞出去。 那是小玄的东西,你有什么资格毁掉?江涵一个猎切,身体重重摔在地上,脸色瞬间一片雪白。 呸!江涵吐出一口血沫,撑着地面艰难起身。 什么凌玄的东西?你哪只眼睛看到这是他的东西了? 陆敬雪一愣,他确实没证据证明这是凌玄的东西,可小师弟那么乖,他说是江涵抢了他的,总不可能骗他。 我不管,就你这个废物,浮缘浅薄,哪来的机缘得到这种宝物? 小玄的气运一直很好,法宝丹药从来不缺,只有他才有资格得到这种飞剑。 你如果不是抢的,根本不可能得到这种宝物,凌玄气运好。 哈哈哈哈,我呸!江涵大笑又是一口血沫涂在地上。 我倒想看看你气运有多好。 你要是能叫我一声爷爷,我就信了你的鬼话。 众人都惊呆了,这是宗主清传弟子能说出来的话。 林天宗可是修真界五大宗门之一,在场的哪个不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他们自认自己一向知书达理,貌似天仙,谁见到他们不是一副彬彬有礼的模样。 何时听过这种粗俗的话? 粗笔!恶心!你简直无药可救! 一向温柔,醉洗干净的师父姬雨缠,气得浑身发抖。 涅障!我平日怎么教你的? 毫无教养,不知礼数,我当初就不该把你带回来。 教我? 哈哈,你说这话也不怕遭雷屁。 江涵冷笑,除了把我带回宗门,你可有教过我一天。 那时候我才五岁,你把我丢在山上就不见了。 我一个人在山上每天啃野菜续命,要不是我运气好,找到了一株果树,怕是早就饿死了。 我在山上摸了两个月,才爬到山顶。 你们一个个嫌我穿的破,嫌我脏,直接把我丢在外面,不让我进去。 要不是遇到个塌了一半的洞服躲进去? 我怕是早就被冻死在外面了。 修炼功法,是我偶然遇到一个好心的外门弟子,用攒了好久的灵草灵果换来的。 修炼没人指导,我只能一点点摸索着修炼,要不是我命大,恐怕早就灵气暴体而亡了。 纪雨禅一愣,她现在才意识到,自己好像从来没有管过江涵,也从来没关心过她是怎么修炼的。 这些年修炼用的资源,全是我自己在无数大山中采来天才地宝和别人换的,别人都以为我是一个穷散修。 谁能想到我是灵天宗宗主的清传弟子? 够了,你给我闭嘴。 纪雨禅感觉自己威严被挑衅,大声呵斥。 不管怎么样,我都是你师父,你这是什么态度? 就算你说的都是真的,你现在不也活得好好的。 我那么做都是为了锻炼你,都是为了你好。 可你看看你现在像什么样子,目无尊长,无法无天。 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师父? 哼,江涵冷笑,我叫了你十三年师父,可你眼里有我这个徒弟吗? 纪雨禅脸色一沉,他好像确实从未在意过这个徒弟。 可那又怎样,纪雨禅大怒,我是你师父,我怎么做还轮不到你来指手画脚。 师父,你别怪师兄,师兄也是为了突破瓶颈,我没事的,大表让师兄再找一柄飞剑,还给我好了。 林玄红着眼眶,都怪我实力太弱,要不然飞剑也不会被师兄抢走,师兄也就不会惹师父生气了。 江涵心底冷笑,这小碧罗春打得一手好饭盘,上着眼药,还想让我给他找宝贝,做梦呢? 还是小玄怪,纪雨禅心疼地摸了摸林玄的脑袋,转头怒斥江涵。 你看看小玄都懂事,都这个时候了,还在听你说话。 可你竟然还抢他的飞剑,我当初真是瞎了眼,才会带你这个狼心狗肺的孽障回宗。 陆镜血厌恶地看了江涵一眼,开口道。 师尊,事已至此,不如把这剑人赶出宗门,让他去帮小玄寻找另一件蕴含先天神类的飞剑。 林玄脸上一洗,下意识开口拱火。 三师姐,你别赶师兄走,虽然师兄经常偷到宗内宝物,还摔碎了师尊最喜欢的龙文佩,可他肯定不是故意的,他修为那么低,要是离了宗门,在外面可怎么活啊? 纪雨禅脸色一沉,那龙文佩可是用品相极好的万年寒玉所致。 本是他用来压制杂念的,可却被江涵摔碎。 最过分的是,江涵被抓到之后,既然死活不承认是他的错,气得自己差点滋生心魔,最后只能打落他两层境界出气。 小雪你别说了,这个孽障犯下大错,这次我说什么也容不下他。 纪雨禅眼神冷冽,就按静雪说的,江涵,你给我滚出去找蕴寒先天神雷的宝物,什么时候找到了,什么时候再回来。 江涵心底一喜,原本还发愁怎么逃跑,没想到机会这么快就来了。 好,我现在就走,找不到这种宝物,我绝不回来。 江涵压下心底兴奋,陈卓连转头,快步往外走去。 纪雨禅有些恼,他还以为江涵舍不得宗内优越的条件肯定要大闹一通。 他都已经准备出手教训这个孽障了,没想到他竟然直接走了,他就这么不想待在这里。 他哪里对不起这个孽障了,让他走他就走,他简直一点面子都不给自己留。 陈静雪痴笑一声,师父你看这个贱人,脸上难看的都快哭出来了,还装着一副急着要走的样子。 要我说啊,他根本舍不得走,装出这副样子,是想等着师父叫他回来呢。 三师妹说的对,他肯定舍不得走。 二师姐柳寒月满脸嘲讽,林天宗可是有一座极品灵脉坐镇, 附近更是有五条高级灵脉环绕,山上灵气极为充足,可不是外面能比的,不出十日,他肯定哭着求着要回来。 纪语禅一听,觉得有理,心里顿时放松不守。 我先跟你们说清楚,这次不管他怎么求你们,你们都不能放他回来。 特别是小玄,你心肠最软,平常连路边的野狗都不忍伤害,但这次,不管这孽障怎么装可怜,你都不能放他上山,明白吗? 林玄心里早就乐开了花,文言立马装作忧心忡忡的样子。 是,徒儿一定听师父的话,这次不管师兄怎么求我,我都不会放他上山。 纪语禅心未点头,还是小玄怪,这孽障,最近越来越无法无天,这次我说什么,也要好好制止他。 说是这么说,可不知为何,纪语禅看着江涵的背影,总觉得有些莫名心慌,念头杂乱,引有滋生心魔的征兆。 第三章,退宗,退宗。 江涵回到自己的洞府,手脚麻利的,开始收拾东西。 刚才击毁飞剑后,有一丝先天神雷突然钻入丹田,离开灵天宗后,先找个地方落脚,尽快把这一丝先天神雷炼化吸收。 灵气充足的伏地都被宗门把持,还是得加入宗门才行。 时间后,就是修真界五大宗门招收弟子的日子,到时候选个宗门加入,抓紧时间提升修为。 前世,江涵是被灵璇害死的。 灵璇资质不好,按说他怎么也不会是江涵的对手,可诡异之处就在这里。 自从灵璇加入灵天宗后,江涵的修为再无寸境,明明时机已至,随时可以破镜。 可无论他怎么努力,每次突破时,都会以毫厘之差失败,怎么也无法提升。 这也导致他处处被灵璇压制,后来修为始终比灵璇第一个大境界。 回想以前,自己修为停滞,被师父师姐嘲讽讥笑。 心灰意冷之下,为了讨好六个师姐和师父,做了许多出力不讨好的事情。 送大师姐天才地宝,帮他清除杂念,助他稳固根基。 送二师姐几品炼丹炉,助他突破四品炼丹师,送他们灵丹妙药,几品法宝。 只为了他们能不再讨厌自己。 可是,他们却只当这是自己应该做的,经常是一点嫌弃的,结果自己送的宝贝。 还说自己送的东西太脏,要不是看在小师弟的面上,他们根本就不会收。 可明明那些东西早就被江涵清理得一尘不染,也不知道他们到底在嫌弃什么。 里面若是有灵璇能用的,他们甚至当着自己的面,转手就送给灵璇,助他修炼。 灵璇在他们的帮助下,修为快速提升,最后为了突破化神极限,血迹无数生灵,助他渡劫飞升。 师父师姐配合他暗散自己,挖走自己的灵根和剑谷,只为助灵璇增加一成渡劫的把握。 想到自己做的那些事,江涵真想给自己一巴掌。 自己也太贱了,就算养条狗,摇摇尾巴,也能得两句好话吧。 可自己对他们那么好,最后却只落得个生死盗消的下场。 怪不得灵璇每次看到自己都笑眯眯的,心里指不定怎么嘲笑自己傻逼呢。 而自己当时,竟然丝毫没有察觉,甚至在大师姐到心不稳,要走火入魔的时候,耗费精血帮他稳固到心。 江涵精疲力尽之后,又拿出他准备破镜用的九转悬火单,帮他恢复伤势,稳固根基。 谁知大师姐清醒后看到他,勃然大怒,说江涵偷偷溜进他房间图谋不轨,直接把他毒打一顿丢了出去,还呵斥江涵别对他有什么不切实际的想法。 他这个废物,和他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江涵竭力解释,可大师姐根本不听,还说他这次能安然无恙,全靠小师弟送的护身符保佑,跟你这个废物有什么关系。 他甚至在所有人面前警告江涵,让他以后离他远一点,永远也不许靠近他。 那次之后,江涵彻底成了全宗的笑柄,成了一个心术不正的龌龊之辈,就连新入宗的弟子都敢用鼻翼的眼神看他。 回想起自己做的那些事,江涵忍不住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自己那时候怎么像个傻子一样,拿自己的资源去帮他们成长,到最后又被他们设计害死。 他白白攒了那么多的资源,到最后全都便宜了林玄。 江涵一拍脑门,强行打退这些屈辱的记忆。 眼下最重要的是赶快跑路,只要离开林天宗,天大地大,何处去不得? 这些恶心的事,永远也不可能发生。 在屋里迅速扫荡一番,只要用得着的东西,统统收进厨物袋里。 他气运一直很好,这些年攒了不少的天才地宝,虽说浪费了许多,可剩下的加起来大概还有三千种品零食。 不算多,不过这已经是他全部的家底了,应该够他突破到筑基。 看着住了十三年的洞府,江涵没有丝毫留恋,抬脚往外走去。 江涵现在还是重伤之躯,可他丝毫不顾伤势,一路跑得飞快,目标直指山门。 江涵本就不受寄予禅待见,入宗以来连个正式的拜师力都没有,更没有把他收入宗门御碟。 所以他想脱离宗门非常简单,直接走就行。 而江涵入宗以来,从未得过宗内的修炼资源,所以根本没人会在意他。 在决定要走的一瞬间,江涵顿觉身体猛然轻松了不守,好似一直压在心头的大山突然被移开了一般,心境变得极为通透。 江涵一路往山门狂奔,江涵,你要去哪儿?你给我站住。 一声怒吼响起,江涵转头一看,竟然是掌管直视堂的长老。 他心底冷笑,这老东西平常没少要自己孝敬,可自己现在都要走了,谁还理他? 江涵就当没听到,往山门狂奔而去。 混账,请敢不理我。 直视长老脸色一沉,看在一千块中品零食的份上,我才给你上了宗谱,这才刚给你办好,你就敢给我甩脸色? 混账东西,真是给你脸了。 我看这宗谱,还是话就好了,我看你到时候怎么求我。 直视长老冷哼一声,急匆匆往直视堂而去,他要把江涵的名字划去,下次再想入宗谱,那就不是一千块中品零食能办的了。 江涵一路奔到山门,就算身受重伤,仍是觉得无比畅快。 江师兄,一个有些稚嫩的声音传来。 江涵转头一看,原来是七师妹,这丫头经常提自己说话,是宗内唯一一个对自己还算不错的人。 可惜这丫头修为太低,在宗内能保住自己资源就不错了,有些事还是瞒着他比较好。 小师妹,江涵停步,取出两瓶助机丹,这玩意对他没用,吃再多也不能破镜,索性帮小师妹一把。 助机丹虽然是低级丹药,但是炼制的材料难寻,就算是灵天宗清传弟子,他也分不到太多。 这些助机丹你藏好,千万别跟别人说事,我给你的。 江涵把助机丹塞进小师妹怀里,转身就往外走。 小师妹一惊,这可是助机丹啊。 师兄正式准备突破助机的时候,这两瓶助机丹也不知攒了多久,怎么全给自己了? 他心中隐隐有了不好的预感,可还没反应过来咋回事,江涵的身影已经快消失了。 江师兄,你去哪儿? 我出去一趟,你好好修炼,多保重。 江涵说完,也不等小师妹回话,掏出两张神行符,贴在腿上飞速朝山下跑去,只留下小师妹一人站在风中凌乱。 江师兄,苏灵溪握紧手中的助机丹,他觉得师兄好像变了,那份时刻挂在身上的自卑,好像扑然不见了,身上隐约多了一丝轻松的气息。 走出灵天宗护宗大阵的那一刻,江涵只觉浑身一阵舒爽,隐隐听到一道咔嚓的声音。 他头顶隐隐显出一道黑色的枷锁,不过此刻枷锁之上有了一道粗大的裂缝,倒到金光自裂缝中绽放。 禁锢他十年之久的境界壁垒,竟然也有了松动。 要助机了?江涵心神激荡,十年了,这一天他已经等了十年了,为了助机,这十年他付出了太多,眼下瓶颈终于松动,他怎能不激动。 可现在不是迫近的好时机,先找个洞府疗伤才是上策,他吞下一颗疗伤丹药,速度再次快了三分。 身后的灵天宗越来越远,江涵却没有回头看一眼,他虽然有心帮小师妹脱离泥潭,可现在他自身难保,实在有心无力。 而且,小师妹浮缘身后,不是命薄之人,等他修为够高,有机会自然会帮他一把。 至于宗内其他人,他才懒得管。 既然师父师姐都嫌弃他,独独喜欢林玄,那他倒想看看,当师父滋生心魔,大师姐道心破碎,二师姐原因重伤,三师姐身重剧毒。 这一到到劫难降临之时,还有谁来救你们? 第四章,修真界第一天才。 林玄正在洞府打坐修炼,突然喷出一口鲜血,脸色瞬间萎靡,眼中惊骇万分。 怎么回事?宿命锁链怎么突然断开了? 这可是我花了十万气韵值买的道具,哪是能随便解除的? 你一句连接断开,就想敷衍我。 真的,只要找到那个废物,再重新绑定就可以了。 只要不高于一个大境界,成功率能达到95%,那没问题了,江涵那个废物再给他十年,他也到不了足迹。 再信你最后一次,这次如果再失败,我就投诉你。 不用追,他跑不掉,他最在意的师父师姐都在这儿,跑到了和尚跑不了庙, 我就不信他不回来。 没有宗门坐靠山,那废物一个练气期,顶多在外面待上十天半个月,我等着他回来求我。 新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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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今天是五大宗门收徒的日子,经过几天的休养,江涵的伤势早已恢复。 炼化了那一丝先天神雷后,修为更是水道渠成一般,没有丝毫阻碍地突破到了筑基期。 当他突破的那一瞬间,头顶的枷锁在一阵咔咔声中彻底碎裂。 江涵时隔十年,再次感受到了天地间活跃无比的灵气,浑身舒爽无比。 根据前世记忆,自己是在三十年后,灵璇结丹之后,自己才能突破到筑基期。 那时的灵璇是多么的意气风发,师父师姐把他宠得满面春风,猖狂的不可一世。 也就是那时,灵璇开始露出獠牙,他更加肆无忌惮地羞辱江涵,联合师姐排挤刁难江涵。 更是经常出手抢夺江涵的机缘,动辄对他打骂发泄,江涵只要敢反抗,师姐们立马就会出手打压。 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让江涵几近崩溃,甚至差点滋生心魔。 可现在,灵璇才只是炼气七十三层而已。 而江涵已经突破境界,禁锢已破,灵璇再也威胁不到他。 前世灵璇带给自己的绝望与痛苦,这一世定要百倍还他。 江涵收起思绪,走出临时洞府,遇见直冲天际。 修真界五大宗门,每个宗门都有不同的侧重,而最适合江涵的,就是排名第五的紫霄剑宗。 因为,江涵乃是变异雷灵根,更深具天生剑谷,和紫霄剑诀契合度极高,乃是天生的剑修。 紫霄剑诀可是天阶九品的功法,比他现在修炼的黄阶一品炼气诀,不知好了多少倍,而且更加契合他的灵根属性。 修洗紫霄剑诀后,江涵的修炼速度最少可以提升五倍以上。 原本他的修炼速度就比寻常修饰快上不熟,炼化了先天神雷之后,吸收雷灵力的速度又能增加五成。 而且,紫霄剑宗后山还有一座雷池境地,如果能在那里修炼,以自己的修炼速度,最多十年自己一定能解单。 解单期后,在这修真界也有了一定自保之力,到时根据记忆去各个秘境收集资源。 有了庞大的资源相助,百年元英,三百年化身,不是不可能。 到时候,他就有了复仇的资本。 更何况,雷灵力对付灵玄这种协修本就有优势,再加上他还会是同阶无敌的剑修。 以雷系剑修的强大杀伤力,我倒看看,灵玄你拿什么党? 江涵疗伤之地,距离紫霄剑宗不远,遇见半日后就到了紫霄剑宗山门。 入宗手续很简单,当紫色雷电从侧灵玉杯冲天起的那一刹,负责选拔的结单期指示长老差点从座位上摔下来。 等到再次确认之后,江涵立刻被指示长老特殊关照。 越过所有入门流程,在一道道复杂极度的眼神中,直接被带到了宗内主殿。 变异雷灵根?紫霄剑宗宗主雷青川一脸难以置信地看着江涵。 不是他不信,而是雷灵根太过少见,紫霄剑宗起码有两千年没听过雷灵根的消息了。 华神七那是板上钉钉的,甚至达到华神极限,渡劫飞升也不是不可能。 一个未来的华神修士,对于现在青红不接的紫霄剑宗来说,简直就是救命稻草。 千真万确啊宗主。 只是长老满脸兴奋,这雷灵根天才可是他发现的,宗主的赏赐绝对少不了。 刚才已测试过两次,测灵玉杯显示,确认是变异雷灵根无误。 雷青川右手放在江涵肩膀,灵力一转,心中瞬间明亮。 好好好,果然是变异雷灵根。 这是,天生剑谷。 哈哈哈哈,天助我眼。 雷青川疯狂大笑,看着江涵的目光那是越看越满意。 有了变异雷灵根,三个月后的灵渊秘境开启,紫霄剑宗定能一雪前耻,从此摆脱连续垫底七百年的耻辱。 虽说普通灵根也能修炼紫霄剑爵,能够以非剑调动雷电之力,可终究比不过变异雷灵根的修炼速度。 威力更是只有雷灵根的三成。 更别说他还有天生剑谷,这可是千年难得一遇的剑修天才。 剑修本就同阶无敌,再加上杀伤力极高的变异雷灵根,越阶杀敌都是常态。 可以说,只要江涵能晋升化神,那他就是整个修真界杀伤力最强的修士,最少可保紫霄剑宗三千年无恙。 江涵,你可怨入我门下,为紫霄剑宗,清传弟子。 雷青川的声音非常急切,紫霄剑宗这些年运到极差,也就他的几个徒弟好一点。 而且,其他弟子大都是平庸之辈,中层战力颇有些清皇不接。 江涵的加入,就是给紫霄剑宗续命的。 他已经打定主意,如果江涵不同意,无论付出什么代价,他就算求也得求他留下。 弟子愿意,江涵点头,这本来就是他的目的,没必要扭扭捏捏的。 哈哈,好,好,好。 雷青川大喜,从此以后,你就是我雷青川的第七位清传弟子。 你师姐这会儿不在,事态紧急,就不等他了,先举行拜师礼。 等他回来了,你们再慢慢聊。 他生怕江涵反悔,急忙对执事长老吩咐道,快去准备拜师一事,再向其他宗门送帖子。 明天就举行拜师礼,让他们都来看看我收的新弟子。 哈哈,宗主且慢。 一位长老匆匆开口,拦下了执事长老。 宗主三思,现在我子消见宗示威。 若是失职天资暴露,恐怕其他四大宗门会做什么小动作。 虽然我们不怕,可也是个麻烦。 不如低调一点,等到陵渊秘境结束之后,再昭告天下也不迟。 雷青川沉吟,这等天资的弟子,若是被那群老不死的知道了,铁定要动手抢夺,到时候威逼力又不说,搞不好还会下黑手。 而且,江涵隐藏修为,也能在陵渊秘境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想到这里,他点头同意,也好,不过倒是委屈了小涵。 小涵你放心,日后为师,一定给你补办一个最盛大的拜师礼。 雷青川眼神中的感情不似作假,江涵心中微荡,这就是被人关心的感觉吗? 可笑他曾经那么卑微地讨好纪玉禅他们,却始终没有获得一点善意。 而他只是刚到紫霄建宗,就能被人真诚相待。 原来不是自己惹人厌恶,只是他们厌恶自己罢了。 压下心底悸动,江涵冲着雷青川行礼。 全凭师父安排。 看到江涵如此懂礼书,雷青川更加满意。 他不中这些俗礼,可偏偏这些俗礼,能最快看出一个人的心性。 总之,这个弟子,他非常满意。 雷青川心未点头,吩咐直视长老,江涵入宗之事,万不可泄露一丝风声。 你去灵剑阁领一柄地阶八品飞剑作为奖励,再去请其他几位长老来此做个见证。 地阶八品飞剑? 直视长老心脏剧动,他万万没想到宗主竟然这么大方。 要知道,修真界法宝从低到高,分为黄阶、玄阶、地阶、天阶,每个级别再分一到九品,一品最低九品为高。 他不过一个结单中期的长老,所用武器也只是一柄玄阶五品飞剑。 就这还是他费尽心血,脱了不少关系,花费了三十年贡献值才换到的平常珍惜的锦,根本不舍得拿出来用。 地阶法宝只有圆英七长老才有资格使用,他原以为宗主赏自己瓶丹药就可以了。 没想到,宗主竟然直接赏了一柄地阶八品法宝,而且还是所有法宝中最难得的飞剑。 这一柄飞剑若是放在外面,怕是价值百万上品零食,就连圆英老怪都要出手抢夺。 而最顶级的天阶法宝更是极为稀少,只有宗主和几位化神七长老才有资格使用。 只是长老感激地看了姜寒一眼,若不是姜师侄,我也得不到这么大的好处。 看来以后要多和姜师侄接触接触,万不能让这些好处便宜了他人。 谢过宗主后,只是长老飞速离开,去请其他长老前来。 长老们来得很快,这事能赶来的都是紫霄剑宗高层,修为最差的也是圆英七高手,甚至还有两个化神七老怪。 拜师一事很简单,江涵接过直视长老准备好的拜师茶,向雷青川敬茶之后,拜师里就成了。 好,喝了这杯茶,我就是你师父了。 雷青川心情极好,掏出一柄紫光闪烁的飞剑地来。 那飞剑通体缭绕紫色雷电,强大的威势压的人呼吸急促,一看就致不是凡品。 竟然是天阶八品法宝奔雷剑。 一位长老惊呼,雷师兄,你这也太偏心了。 当初为了这柄奔雷剑,我可是求了你三年,把你伺候的比我爹都舒服。 就这,到最后你都没舍得给我,怎么江世纸一来,你就舍得了? 奔雷剑可是雷师兄的成名法宝,乃是无价之宝,雷师兄平常可宝贝的锦,之前更是放话,就算给十万几品零食都不卖。 长老满脸羡慕,江世纸有福啊,此剑一出,犹如宗主清灵,在这修真剑,谁见了你都要礼让三分。 雷青川大笑,就是如此,你们也别不服气。 你们要是有变异雷灵根,再有天生剑谷,我早就把奔雷剑送你们了。 什么?变异雷灵根?天生剑谷? 一众长老目瞪口呆,他们原以为只是宗主随便收了个弟子罢了,没想到竟然是这等级别的天才。 真的假的,师兄你不是消遣我们吗? 天生剑谷就已是千年难遇的剑修奇才,变异雷灵根更是数千年才有的几道天资,这两种天资急于一身。 我还从未听过这等天资。 若是真的,那师职就是紫霄剑宗第一天才。 不,是整个修真界第一天才,未来必定问鼎修真剑,我紫霄剑宗也能再现当年辉煌。 一道道神识疯狂又谨慎地扫向江寒,众长老的目光越发火热,果然是变异雷灵根。 天生剑谷? 哼,紫霄剑宗低调了这么多年,也是时候让他们回忆一下被紫霄神剑支配的恐惧了。 说得对,近些年那些肖小之辈越发猖狂,他们怕是旺旺,当初我紫霄剑宗以一对四把他们压着打的时候了。 这次灵约秘境,我们定要一雪前耻,把属于我们的资源全都夺回来。 雷青川想起紫霄剑宗这些年受到的屈辱,再看看眼前一脸猛逼的江寒,真是越看越满意,心情大好。 哈哈,紫霄剑宗崛起之日,静在眼前。 江寒,这是为师曾经用过的奔雷剑,乃是天阶八品法宝级别,足够你用到原因期了。 多谢师父。 江寒双手接过,只觉手中一麻,体内凌厉不受控制地躁动起来,缭绕剑身的一股雷电剑气,刺得他寒毛直竖。 他现在用的武器只是一柄最低级的黄阶二品长剑,就这也花了他五百块下品零食,让他心疼了好久。 没想到师父出手这么大方,竟然是天阶八品飞剑。 江寒心底感动万分,这柄飞剑何止是用到原因期,就算是化神期也足够用了。 师执,我这也没什么好东西,这个天阶一品法宝飞天缩你收着,此宝虽然破费零食,但顿速堪比原因。 师执,这是天阶六品法宝风雷削,动如闪电,更能让你施展顺移神通,原因以下绝对追不上。 这是天阶六品灵宝封天凯,可挡化神初期,修饰攻击。 七品凤元丹,可助你凝炼灵力,壮大神魂,增加破镜几率。 这储物袋中有一百万上品零食,你拿着当零花。 江寒心中震动,他何曾经历过这种场面,以前在灵天宗的时候,师父师姐对他动辄打骂。 而那些师叔每次看到他也是一脸不屑,全都认为他是个没用的废物。 觉得他丢了宗主的脸面,别说送法宝丹药了,就连一口水都没让他喝过。 江寒心中感动,接过法宝丹药,对这几位师叔一一败过。 等他忙完,回到刚安排好的洞府,天色已经彻底暗了下来。 江寒看着洞府中间三丈大的一汪灵泉,心中感慨万千。 不愧是仅次于宗主的洞府,这灵气浓郁程度比当初住的那个残破洞府好了何止千百倍。 拿出刚到手的紫霄见绝,江寒眼中光芒闪烁。 根据记忆,还有半个月时间,雷灵秘境就会开启。 据说那里有一道三色雷灵,可辅助修炼雷属性功法。 更有传言,这雷灵可促进灵力进化,有机会在雷灵力中诞生一丝寂灭神雷。 寂灭神雷可是天节中的神雷,威力极强,一般修饰处之即死,哪怕只有一丝,那也不是寻常修饰可以抵挡的。 若是将其修炼到高深,出手即是漫天寂灭神雷,就算是高出他一个大境界,也必会被辟得神魂俱灭。 三色雷灵,江寒势在必得。 这雷灵秘境是初次开启,知道的人不多,若是提前去守着,有极大几率将雷灵抢到手。 一切准备就绪,接下来只等雷灵秘境开启了。 第五章,他怎么敢的? 半月时间转眼即逝,灵璇坐在灵天殿内看着正在谈笑的几位师姐,心情极为烦躁。 这都过去一个月了,江寒到底跑哪里去了? 原本他还能耐心等着,可这都多久了,别说回来了,那个废物就连一点消息都没传回来。 难道真死外边了? 五师姐,你和师兄关系最好,最近可有师兄的消息。 你是说江寒那个贱人,少清玉眼皮一抬,谁知道他死哪去了,你管他干嘛。 就是,小师弟你别管他,师姐刚得了几坛清神酿,可以助你凝练神识,你快尝尝。 陆敬雪满脸宠溺的递来酒杯。 多谢三师姐。 灵璇这会儿实在没心情喝酒,可又不能发作,只能接过酒杯忧心忡忡地开口说道。 可是师兄出去这么久了,我实在有些担心,要不就让师兄回来吧。 我没有蕴含先天神类的宝物,也不要紧的,万一师兄受伤了,可怎么办? 小璇,你就是太善良了。 纪宇禅不愿,是不是那孽障求你了? 我当初怎么跟你说的,不管他怎么求你,你千万不能心软。 可是,我实在担心师兄,林璇眼眶一红,可怜巴巴的低头。 纪宇禅看得心里一软,既然小璇帮那孽障求情,那就让他滚回来吧。 他这次敢做出这种大逆不道的事,等他回来,我非把他打得半死不可。 师父说的对,这个贱人竟然敢欺负小璇,这次我非要打他几十个耳光不可。 谢师父,林璇大喜过望,心中得意至极。 江涵啊江涵,你还想躲起来? 师父下令让你回来,我看你敢不敢抗命。 三师姐,麻烦你联系师兄,让他快回来吧。 不要,我看到那个贱人就烦。 陆敬雪下意识就要拒绝,可一看到林璇那红红的眼眶顿顿时心软。 好好好,看在小璇的份上,我就勉为其难地联系一下那个贱人。 陆敬雪掏出传音御检,一道灵爵打出,御检瞬间放出一阵白光,飞在半空盘旋。 江涵,你这个贱人,陷你一个时辰内给我滚回来。 向小璇磕头认错,要是敢迟到,看我不打死你。 陆敬雪高傲地把一道灵光打在御检上,那表情就好像是在施舌乞丐一般嫌弃。 可不过片刻,那白光忽然消散,御检飘然落回陆敬雪面前。 这是,陆敬雪一愣,随后脸色难看至极地骂道。 这个贱人,他不幸挟视地再次打出一道灵光,可和之前一样,御检只盘旋片刻就落了下来。 陆敬雪气地破口大骂,贱人,竟敢切断我的御检传音? 什么?不可能。 几位师姐明显不信。 三师姐,你是不是弄错了? 那个小杂种平常最怕错过我们的传信。 每次只要一找他,小杂种不管在做什么,都肯定会在一个时辰内赶回来。 那见人肯定在耍手段,是不是想逼着三师姐多找他几次? 他想得美,陆敬雪大怒,还敢跟我耍手段? 等他回来,看我不打得他半死。 我才不要上他的当。 老五,你和他关系好一点,用你的传音御检联系他。 五师姐邵清运满脸不愿,这个小畜生连三师姐的传音都敢切断,简直无法无天。 说吧,他也取出传音御检,试着联系姜涵。 小畜生,快给我滚回来,敢给姑奶奶耍手段,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可他试了三次,御检传音根本传不出去。 啊,这个小畜生,竟然把我的御检联系也切断了。 少青运气的差点把御检捏碎。 小畜生,等我找到你,非扒了你的皮不渴,让我来。 四师姐夏浅浅一脸得意,这个杂种平常最怕我,我就不信,他敢把我的御检联系切断。 可片刻之后,夏浅浅满脸错愕地盯着飘落的御检,眼中的怒火再也压制不住。 怎么可能,这个杂种,他竟然连我的御检联系都敢断开。 他怎么敢的? 啊,夏浅浅双目通红,大妈不已,给我等着,小杂种。 杂种,这次你们谁也别拦着我,我非打死他不可。 他这次就算给我磕头求饶,我都不会原谅他,他别想再让我收他的灵药。 四师姐说的对,我们以后都不收这个畜生的东西,他就算求着我们收,我们也不要。 我都要看看,到时候是谁着急? 几个师姐不断大骂疆寒,暴躁的气息在店内不断冲撞。 小师妹苏灵溪看着几位破口大骂的师姐,心里颇有些不是滋味。 他以前只是觉得师姐们对师兄不太好,可他实在没想到师姐们竟然对师兄有这么大的恨意。 若是师兄这会儿真回来了,怕不是要被他们生生撕碎? 现在想起师兄临走前说的话,苏灵溪心中有了一些明误。 师兄这次离开只怕是预谋已久,整天生活在这种地方,谁也受不了啊。 至少苏灵溪觉得自己肯定受不了,别说十三年了,哪怕是十三天他都受不了。 师兄,恐怕再也不会回来了,走了也好,至少不用再受罪了。 苏灵溪低头不再看发疯的师姐,尽量不让他们发现自己。 够了,季玉禅目光灵厉,威压一放,吓得正在发疯的几人瞬间安静下来。 灵溪,去喊你大师姐出关。 除了我以外,那孽障最喜欢的就是你大师姐,让秋双去联系她。 苏灵溪点头应是,去把正在后山闭关准备渡劫的大师姐墨秋双叫了出来。 回来的路上,墨秋双已经知道了事情经过,此时一进大殿,立马高声发问。 那小畜生想耍手段,就让他自己耍去呗,找他回来干嘛。 你们又不是不知道,小畜生为了讨好我们,任由我们打骂都不敢还手,他又怎么舍得真切断传音遇见。 不过是想以此威胁我们,想让我们着急,去找他回来罢了。 哼,我偏不找他,我就不信他,真能忍得住。 他离了林天宗什么也不是,肯定扛不了多久,最后绝对会回溜溜回来,求我们原谅。 墨秋双无比自信,可苏灵溪却不这么认为,他还记得师兄离开时的背影,那股坚定是他从未见过的。 师兄这次离开,绝对是下了大决心,肯定不会这么轻易回来。 苏灵溪隐隐隐有种感觉,师姐们这次恐怕真的猜错了。 可他没有说话,只是暗暗下定决心,听师兄的话,努力修炼。 这林天宗,绝不是久留之地。 不行,你现在就联系他。 继玉禅眉心紧皱,心中隐隐不安。 墨秋双见师父发话,极不情愿地逃出御检传音。 小畜生,快给我滚回来。 如果一住乡之内,我在林天宗见不到你,后果自负。 掐绝一指,御检刚刚飞起,就再次飘落。 墨秋双瞪大眼睛,这小畜生竟然把他的御检联系也切断了。 他不是最喜欢自己了吗? 每天一有机会,就跟在自己屁股后面。 虽然自己警告过他许多次,不许靠近自己。 可那小畜生过不了多久,就又凑上来。 就算他打他骂他,他也会躲在远处偷看他。 可这次怎么回事啊? 江涵竟然切断了他的御检联系。 他怎么舍得的? 我不信。 墨秋双大怒,切断我的御检联系。 他怎么敢的? 他就不怕我再也不理他吗? 第六章,都怪那个贱人。 墨秋双不幸挟实地不断掐绝,一道道灵光打在御检上, 把传音御检打得不断抖动,仿佛下一刻就会碎裂。 他被弃了郊区不断颤抖,可不论他是多少次, 还是一条消息都发不出去。 直到季雨禅出手打断,墨秋双才仿佛刚清醒过来, 口中不断咆哮。 他怎么敢的? 他就不怕我生气吗? 这次我绝对不要原谅他,这个贱人。 你们知不知道江涵是什么时候断开联系的? 为什么现在才发现? 季雨禅面色不悦,还不是怪那个杂种。 武师姐邵清韵很是愤怒, 他总是借着给我送吃羊草去除寒毒的借口, 没事就用御检联系我。 我就骂了他几句,又去揍了他一顿, 警告他以后不许用船因御检联系我。 对,都是江涵的错, 他实在太烦人了。 三师姐陆敬雪愤恨地说, 他总是给我发消息请教炼丹术的问题, 炼丹术那是他能学的。 他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 这不是故意恶心我吗? 再说了,我自己炼丹的时间都不够, 哪有时间教他这个废物? 所以我就把他骂了一顿, 让他不要找我, 以后再敢用御检联系我, 欠一次打他一次。 从那以后, 他就不敢再用御检联系了。 纪雨缠没想到, 竟然还发生过这些事情。 难道从那时候起, 江涵就没再和师姐们用御检联系过? 那你呢? 纪雨缠看向大师姐墨秋霜, 那孽章最喜欢缠着你。 你记不记得, 他是什么时候断开联系的? 我哪知道? 墨秋霜咬牙切齿。 那个废物, 每次我在修炼的时候, 他就用御检联系我, 一会儿送灵药, 一会儿送法宝, 把我烦得不行。 我要是不揍他一顿, 他肯定不会消停, 那样我还怎么修炼? 这个废物, 就是欠收拾。 对呀, 师父, 陆敬雪大骂, 你是不知道, 那个贱人有多烦? 有一次我正在炼制巨神丹, 他竟然去炼丹房找我, 说找到了一个上品法宝级别的炼丹炉, 要送给我, 害得我那炉丹药, 差点报废。 我哪还有机会安心炼丹? 纪宇禅柔了柔眉心, 脸色沉得要滴出水来, 他还真不知道, 几个徒弟竟然和江涵还发生过这些事。 浅浅, 你呢? 你记不记得? 江涵平日最怕老四下浅浅, 因为夏浅浅脾气暴躁, 江涵但凡说错一句话, 就会被他拳打脚踢。 可就算这样, 江涵要是得到什么好东西, 还是会给夏浅浅送去, 夏浅浅心情好的时候, 倒是对江涵不错。 在纪宇禅看来, 夏浅浅对江涵气是挺好的, 动手时极有分寸, 虽然会让江涵在床上躺个十天半月, 但是不会伤到根基, 只是略失小城罢了。 所以, 纪宇禅觉得, 夏浅浅应该不会不让江涵联系他, 惹他生气了, 打一顿就好了, 他不会做得太过分。 夏浅浅沉默片刻, 看着手中的玉剪, 怒气突然消散不少。 我倒是没有说过不让他用玉剪联系我, 不过, 夏浅浅顿了一下, 怒到, 都怪那个杂种。 我突破到结丹七大圆满的时候, 那个杂种竟然只送了一个上瓶法器手镯, 我要那种垃圾有什么用? 他这不是故意侮辱人吗? 所以, 我一气之下, 下手重了一点。 我也没打太狠, 还不是他太废物, 轻轻碰一下腿就断了, 他从那以后就没找过我。 这个杂种真是小气, 我又不是故意下重手的。 而且, 在他养伤的时候, 我都没有打他, 他还敢跟我耍脾气。 季宇蝉蝉一黑, 他算是听明白了, 这几个徒弟, 全都联系不到姜涵。 都怪姜涵, 他要是老老实实的, 哪有这么多事? 陆敬雪一脸厌恶, 还不是他太让人讨厌, 要不然, 我们也不会骂他。 师父, 你就别管他了。 那个废物不过练气期, 他在外面待不久, 要不了几天, 肯定会回来求我们原谅他。 对呀师父, 管那个废物干什么吗? 就他那胆小怕事的样子, 他受不了, 肯定会自己跑回来的。 五师姐少庆运很是不乐意, 等他回来, 我觉得要好好收拾他一顿, 竟敢断开我的御检联系, 真是反了天了。 五师妹说得对, 我也绝对不会放过他。 这次我要把他另一条腿也打断, 看他以后还敢不敢乱跑。 几位师姐纷纷表态, 可是师兄一个人在外面, 我真的很担心。 林璇有些着急, 虽然他确信江涵绝对舍不得离开他们, 可这都半个月了, 再拖下去, 万一江涵死在外面怎么办? 整个宗门的气韵大半都在那废物身上, 他要是死了, 自己去抢谁的气韵值? 还是快把师兄找回来吧, 他修为太低, 脾气又倔, 万一在外面惹到人被打死, 不是给宗门丢人吗? 纪玉禅点头, 小璇说的也有道理, 那就把那孽章带回来吧。 秋双, 你修为最高, 这件事交给你了, 小璇回去专心准备注击, 那孽章的事情你不用操心, 你大师姐肯定能把他带回来。 是, 师父, 凌玄应下, 师父, 干嘛要我去找啊, 我才不想见那个废物, 墨丘双一点不愿意, 你就当为了小璇, 那个废物死不死的, 没有一点关系, 但是不能影响小璇注击, 你明白吗? 墨丘双看了看凌玄, 无奈应下, 那好吧, 小璇放心, 我绝对会把那个废物带回来, 你安心准备注击, 凌鱼蜜境马上就要开启, 你去领三瓶注击单, 务必在秘境开启前注击, 千万别想太多琐事。 纪玉长挥了挥手, 其他人该干嘛干嘛去, 别影响小璇修炼, 凌鱼蜜境事关五大宗门的资源分配, 万万大意不得。 墨丘双带着几位师妹走出殿外, 这个废物真是多事, 老老实实的不好吗? 非要抢小璇的宁灵草, 真是没事找事。 说到这里, 他脚步突然一顿, 你们谁知道江涵的洞府在哪? 我去看看能不能找到线索。 江涵的洞府? 不知道, 我没找过他。 我也不知道, 不过肯定不在山顶, 山顶的洞府, 除了我们几个的, 其他的都是空的。 七师妹应该知道吧? 我记得你和他关系不错。 啊? 苏灵溪一惊, 他确实知道, 可他不想说。 这些师姐都没安好心, 师兄好不容易离开, 要是再被他们抓回来, 绝对要被欺负。 我不知道啊, 我也没去找过师兄。 苏灵溪眨扮着大眼睛, 看起来格外天真。 这, 几人面面相去, 他们万万没想到, 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 竟然没人知道江涵住在哪里。 正当几人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 跟在后面的灵循忽然开口。 我知道, 我带大师姐过去, 我也去。 四师姐下浅浅, 飞身跟上。 我去任任路, 等把他找回来, 我要每天去揍他一顿出气, 打完左腿打右腿, 右腿打完打左腿, 我看他还怎么跑。 第七章, 这破地方, 狗都不乐意住, 江涵怎么会住在这里? 墨丘霜有些怀疑, 放着山顶灵气充裕的洞府不住, 竟然住在灵气这么细薄的地方。 大师姐, 你是不是忘了? 夏浅浅皱眉看着那有些破旧的大门。 江涵刚来的时候, 一身破破烂烂的, 也不知道从哪个粪坑里爬出来的, 又脏又臭, 就被我们从山上扔下去了。 估计他不舍得走, 就爬到这里, 找了个洞府住下了。 这么一说, 墨丘霜也想起来了, 江涵刚上山的时候, 确实浑身又脏又破, 不过他记得, 那时候小江涵的眼睛很好看, 大大的眼睛中, 干净的没有一丝杂质, 看着他的时候, 眼中满是好奇和羡慕, 墨丘霜心中忽然有些触动, 可转眼就被他抛之脑后, 还真是个废物, 把他扔下去, 还不是为了考验他的毅力, 再爬上来不就好了吗? 林天峰的高度也就一千多丈罢了, 一眨眼不就到山顶了? 这话说的连灵璇都被惊到了, 再带不下去。 大师姐, 你们慢慢找, 我先回去修炼了。 行, 你去吧, 别为这是分心, 安心修炼, 我肯定把他带回来。 等到林轩离开, 四师姐下浅浅一掌劈向洞府大门, 上面的防护阵法根本挡不住 结单器的攻击, 瞬间就被攻破。 这废物这么穷的吗? 用的这是什么垃圾阵法, 怕是连助击器的攻击都挡不住。 墨丘霜看着消散的阵法, 心中一动, 转头看了一眼林轩离开的方向, 随口问道, 四师妹, 我听说这次江涵被赶下山, 是因为他抢了小璇的飞剑? 对啊, 江涵不知道发什么疯, 小师弟好不容易得到一柄蕴含先天神雷的飞剑, 原本打算助击用的, 竟然被他设计抢走。 先天神雷, 你可知具体细节, 墨丘霜一惊, 紧紧盯着夏浅浅, 倒是知道一点, 夏浅浅回忆了一下, 听小璇说, 他那天去后山用钢锋炼体, 意外得到一柄飞剑, 费了好大功夫才带回来, 没想到回来的路上, 竟然遇到了江涵那个杂种, 江涵眼红小师弟的飞剑, 竟然直接动手, 将飞剑抢走。 师父知道后大怒, 让三师姐把他抓去执法殿, 当时我就从他身上感应到了战天神爵的气息, 人证物证俱在, 嘿, 师姐你猜怎么着? 你绝对猜不到, 那杂种简直胆大包天, 都抓到头上了, 他竟然还不承认, 还当着师父的面, 把飞剑给毁了, 夏浅浅又全握紧, 学着江涵当时的动作, 就这样, 直接就毁了, 连师父都没反应过来。 毁了? 墨秋双惊讶? 对啊, 直接毁了, 当时我都惊呆了, 江涵以前一直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 那天也不知道是不是疯了, 竟敢故意和师父对着干, 气得三师姐, 差点把他打死。 这样啊, 墨秋双沉音片刻, 你确定他是从小玄手里抢走的? 那肯定啊, 小玄都说了, 就是他抢的, 而且他身上确实有飞剑, 绝对错不了, 就是他抢的。 怎么了大师姐, 你怎么对这个感兴趣? 夏浅浅有些疑惑, 大师姐一向只知埋头修炼, 根本就没管过宗内所事。 没什么? 墨秋双摇头, 我只是想不通, 小玄身上有不少玄接法宝, 甚至还有地接法宝护身, 就算是遇到住机后期修饰, 都能全身而退。 而江涵只是练气漆, 并且身上连一件像样的法宝都没有, 他怎么会被江涵抢走飞剑? 夏浅浅一愣, 好像确实是这样, 不过他马上反应过来, 肯定是江涵出手偷袭。 对, 绝对是这样。 小玄一向心软, 一定是顾念同门之意, 不忍对江涵出手, 却没想到江涵竟然狼心狗肺, 突然出手夺走宝物。 师姐你别忘了, 江涵经常偷宗内法宝灵草不说, 还经常灭杀宗门豢养的灵兽, 他就是一个阴狠歹毒的小人, 做出这种事情根本不奇怪。 何况小玄心思单纯, 肯定是被那个杂种骗了, 能把他抓回来, 我一定要替小玄出了这口恶气。 也许吧, 墨秋霜身为修炼天才, 对战斗自然不陌生, 这件事他却有些想不通。 或许是我想多了, 墨秋霜摇头甩去那些不切实际的想法, 抬头看向江涵的洞府, 走, 进去看看, 希望能找到些线索, 这个废物真是一点用处没有, 还总是惹事, 只会耽误修炼。 可墨秋霜一进去就惊呆了, 怎么会这么破啊, 这从哪个垃圾堆里捡的烂桌子, 难看死了, 还有这凳子, 这是在山上捡的石头吧。 夏浅浅满脸嫌弃, 灵气这么稀薄, 怪不得他修为一直无法增长, 这灵气养个灵兽都费劲, 又小又破, 灵气匮乏, 还没外门弟子的洞府吼, 而且连个窗口都没有, 他这些年到底怎么住的? 墨秋霜心里有些不是滋味, 再怎么说, 江涵也是他师弟, 就算资质不好, 那也不能是这些苦。 直视堂那些家伙, 难道都是死的不成? 这么多年, 就没一个人管过这事。 江涵也真是废物, 直视堂这么对他, 他就不能说一声, 就算自己再不喜欢他, 为了师父的面子, 自己也绝对会替他出头。 因为这不只是江涵一个人的事, 这关乎的是师父的脸面, 一宗之主的弟子, 怎么能住在这种破旧的地方? 直视堂这是在打师父的脸, 等下自己就去直视堂要个说法, 这群废物, 这是吃了雄心抱子胆, 竟敢连师父的脸面都不放在眼里。 他是真的万万没想到, 江涵竟然一直住在这种地方, 这么小的地方, 连他洞府的万年红玉床都放不下, 这真的能住人。 不过不得不说, 洞府里收拾的倒是挺干净的, 东西虽然破了点, 但是很整齐, 唯有上面那一层灰尘有些碍眼, 看着灰尘的厚度, 恐怕有一个月没进过人了。 一个月? 夏浅浅一愣, 他就是一个月前被师父赶下山的, 这么说, 他当时根本就没回来。 墨丘霜心里有些不是滋味, 轻看口气, 先找找吧, 看能不能找到什么线索。 咦? 这些是什么? 夏浅浅看着墙边的石柜有些疑惑, 墨丘霜顺着他的目光看去, 当看清那是什么之后, 他心底一颤, 一段被遗忘的记忆忽然涌上心头。 第八章, 他这就是装可怜, 这是墨丘霜一把将那东西抓在手中, 这是外门弟子的衣服, 怎么破成这样啊? 江涵怎么会有外门弟子衣服? 夏浅浅有些疑惑, 这是他刚来的时候, 用山上踩的灵果, 和一个外门弟子换的衣服, 墨丘霜回忆着当时的情况。 对, 他当时就是穿的这件衣服, 衣服太大, 他自己减短穿上的, 看起来不伦不类的, 后来被师父看到, 还把他骂了一顿。 夏浅浅疑惑, 看了夏浅浅一眼, 你给他送过衣服吗? 我为什么要给他送衣服? 他脏死了, 他的东西我才不要碰, 我怎么可能会给他送衣服? 夏浅浅一脸嫌弃, 那就是了, 墨丘霜皱眉, 他以前又没有除无袋, 一个几岁的孩子, 我们不给他衣服, 他怎么穿? 你没发现, 他从来没穿过青传弟子的衣服吗? 他以前穿的都是瘦皮, 后来穿的都是在山下集市买的衣服, 连清洁正法都没有的凡人衣服, 不只是衣服, 你看他住的洞府里面, 全是些破破烂烂的东西, 连一件值钱的东西都没有, 真是个泥腿子, 又不是没有零食, 怎么连个好点的衣服都不舍得买, 真是够抠门的, 夏浅浅不以为意, 而且, 这不是直视弟子要做的事吗? 他缺什么, 跟直视堂说就是了, 他自己不说, 我们管他干嘛, 他可能不是不说, 墨丘霜沉阴片刻, 把直视弟子叫来问一下就知道了, 说完, 他取出传音御检, 换来了直视弟子, 大师姐, 陆师弟, 江涵的日常起居可是由你负责, 江师兄, 陆飞一愣, 随即小心翼翼地看了夏浅浅一眼, 夏浅浅挑眉呵斥, 看我干什么, 问你什么你就说什么, 墨丘霜瞪了夏浅浅一眼, 陆师弟放心, 你直说就是, 我保证夏师妹不会为难你, 陆飞松了口气, 多谢大师姐, 江师兄的日常起居确实应该是由我负责的, 不过刚开始没多久, 我给江师兄送清传弟子配套物品的时候, 被夏师姐看到, 夏师姐说, 江师兄还没有举行拜师礼, 不配穿清传弟子的衣服, 不配用清传弟子的物品, 所以就让我把衣服物品全拿回去了, 并且也不用再负责江师兄日常起居用度, 墨丘霜眼睛瞪大, 这么说, 江涵他从上山开始, 就是一个人在生活, 那时候他才五岁啊, 你怎么敢的, 夏师妹说不让管, 你就不管了, 大师姐饶命, 陆飞吓了一跳, 冷汗刷刷往下流, 大师姐息怒, 这件事我向您说过的, 您当时也说了, 不用管他, 还说山上灵气充足, 动不死人, 正好趁着体弱, 借用寒气断体, 以后不容易生病, 我, 墨丘霜一致, 继而怒吃到, 我说不让管你就不管了, 大师姐息怒, 我只是个杂役弟子, 自然是听师姐的命令, 实在不敢自作主张啊, 陆飞低着头, 心中富费不已, 自己只是个杂役弟子, 还不是你们说什么就是什么, 我要是不听话, 怕是早就被你们打死了, 墨丘霜气的不轻, 只觉闭关这些天, 好不容易吻下来的心境, 一下子就被迫得七零八落, 那他为什么不穿鞋子, 我记得刚见到他的时候, 他就光着脚, 他总不至于没有鞋子穿吧, 陆飞低头想了半天, 这才小心翼翼的开口, 江师兄有鞋子的, 不过确实没有穿过, 当时宁对他说, 穿着鞋子不利于感悟天地, 要光着脚, 才能更好地连接天地之气, 领悟天地奥妙, 墨丘霜猛了, 他当时只是随口一说, 难道江涵当真了, 他一直没穿鞋子, 脚没事吗, 陆飞有些诧异, 怎么可能没事, 江师兄那段时间, 为了进山找吃的, 每天都会把脚弄伤, 他脚底全是一道道伤疤, 不过江师兄天资聪慧, 自己配了草药智商, 后来长出茧子后, 就没怎么受过伤了, 前些年, 有一天将师兄突然下山, 用采的灵草灵果, 给自己换了好多衣服鞋子, 这才把身上那些瘦皮衣服换掉, 怎么会这样, 墨丘霜心神如遭重创, 他万万没想到, 自己随意几句话, 竟然对江涵造成了这么大的伤害, 那时候, 他才只是一个五岁的小孩子, 本该备受宠爱的年纪, 却被丢在大山中自生自灭, 不但没有保暖的衣物, 连护脚的鞋子都不能穿, 还要自己在大山中采叶果宝负, 墨丘霜深吸口气, 挥手赶走路飞, 有些失神地回到了江涵的洞府, 这个江涵真是废物, 夏浅浅满脸不愿, 装可怜给谁看呢? 师姐只是随口说一句, 让他好好感悟天地, 他就故意光着脚, 这不就是想让大家都看到, 故意和师姐做对吗? 不愧是扇下来的泥腿子, 傻了吧唧的就会给师父丢人, 真不知道师父为什么带他上山。 墨丘霜听到这话, 只觉一阵心寒, 他以前怎么没发现, 五师妹竟然这么刻薄, 他可能只是太害怕了, 不敢忤逆我们。 墨丘霜抚摸着石柜上的一把木剑, 这是他之前磨练星晋时雕刻的木剑。 江涵看到后, 整天眼巴巴地跟他讨要, 他烦不过就随手丢给他, 没想到他能保存得这么好, 简直跟新的一样。 这么多年来, 师父从未问过江涵的事, 其他师妹也一样, 从来没人关心过江涵。 这个洞府, 之前是一个废弃洞府, 我记得还塌了一半的, 是江涵自己收拾收拾住在了这里。 我们的洞府都建在灵脉灵泉附近, 里面灵气都化作了石质。 你再看看他这个洞府, 远离灵脉, 灵气稀薄, 连山下散修的洞府都不如。 他说起来是师父的清传弟子, 可却从没享受过清传弟子的待遇。 我们每年都有十套新款的玄界无品的新衣服, 鞋子配饰那些, 只要有了新款, 必定会给我们送来。 可江涵呢? 他连想要一套普通的外门弟子衣服, 都要自己辛苦采灵果去换, 被师父看到了, 还要挨骂。 而这些, 还只是我们看到的。 他在灵天宗这么多年, 到底受了多少苦? 夏浅浅有些无言, 可还是硬得头皮开口。 那是他故意和我们作对, 自己不愿意用罢了。 宗门每个月都有阅历, 清传弟子, 可是每个月都能拿到三万块中品零食的。 而且每个月都能领到新衣服, 他自己不去领用, 可不怪我们啊。 又在健身打了几道防护禁制, 又小心翼翼地放回原位。 你何时见过执事弟子, 给他送过阅历? 师尊当时收他入门的时候就说过, 江涵资质不厚。 而且, 灵根与我灵天宗功法不合, 日后很难有大成就。 所以, 为了不浪费宗门资源, 要等他平易力修炼到炼气期之后, 才会给他修炼功法和资源。 在这之前, 他什么都得不到。 啊? 夏浅浅惊呆了, 没功法, 没资源? 那怎么修炼? 灵根不合? 那把他带回来干嘛? 他小声多呢? 可是他现在已经是炼气期大元满了, 师父应该早就给过他功法和资源吧? 应该没有。 墨丘霜深吸一口气, 你们可能没注意, 但我对修炼之事比较敏感, 江涵修炼的功法, 只是修真界通用的黄阶一品炼气诀, 并不是清传弟子, 才能修炼的天阶九品功法灵天宝典。 我怀疑, 师父根本就没有给过他功法和资源, 师父估计早就把这件事忘了。 墨丘霜越说, 心中就越肯定, 江涵最近实在太奇怪了, 以前一直唯唯懦懦, 胆小怕事。 这次在师父面前, 竟然一点不害怕, 还说了那么多大逆不道的话。 再结合他这次突然失踪, 这次的事绝对不简单。 要是没有那一次次的失望, 他绝对不敢这么疯狂。 会不会是对他们太失望, 断开联系, 是觉得以后再也不回来了。 想到这里, 墨丘霜有些着急, 虽然江涵确实很讨厌, 可毕竟陪了他十三年, 也是他看着长大的孩子, 多少也有些感情。 而且他还是林天宗宗主的清传弟子, 如果就这么走了, 但让别人怎么看林天宗? 林天宗可从来没有过弟子叛逃的情况, 他绝对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如果真是他们做错了, 他愿意以后补偿他, 希望江涵只是出去散散心, 可千万别干傻事。 走, 我们去问师父, 如果江涵真的没有修炼资源, 还被我们欺负这么久, 恐怕这次放他下山, 真的要出事。 谁欺负他了? 夏浅浅撇嘴, 那都是跟他闹着玩的。 你看他不也玩得很开心吗? 每次打他的时候, 他都是笑嘻嘻的, 分明是很开心吗? 墨丘双气急, 一巴掌拍在夏浅浅脑门。 就你打得最厉害, 以后再跟你算账, 快给我去见师父。 第九章, 大不了不打他就是了。 哎呀, 干嘛呀师姐, 夏浅浅揉了揉后脑勺, 心中怨气翻腾, 该死的江涵, 都怪你。 江涵再怎么样, 也是我们师弟。 你这样对他, 总归是不太好。 等他回来了, 你别再随意打骂他了。 师姐, 你还真准备找他回来啊? 夏浅浅疑惑, 你不是一直觉得江涵烦人吗? 他走了不是挺好的, 以后再也不会在山上烦人了。 墨丘双身形一致, 却没接话, 深化顿光朝着灵天殿飞去。 他承认自己以前确实觉得江涵烦人, 可自从刚才开始, 小江涵天真纯粹的大眼睛一直在他脑海中盘踞, 那眼中没有一丝杂质, 看向他的目光中只有羡慕和崇拜, 还有一丝胆怯。 不知道为什么, 他对江涵的厌恶已经散去大半。 秋双可是找到江涵了? 纪玉禅正在主位打坐静心, 看到墨秋双这么快回来, 略微有些诧异。 没有, 宗内弟子都没有看到他, 不知道他去哪了。 这个孽障, 去哪了也不知道说一声, 还让我们这么找他, 真是不知理数。 纪玉禅很生气, 都怪江涵这个废物, 他好不容易才清除掉的杂念, 瞬间又占满心头。 墨秋双看了下前前一眼, 见他没有开口的意思, 沉默片刻后, 说道, 师父, 您以前说过, 只要江涵能达到练气期, 就给他修炼资源, 他现在已经练气期大圆满了, 您之前有没有交代过执事堂给他发放阅历? 我不记得了, 你问这个干嘛? 纪玉禅低头看向自己的大弟子, 他那个废物, 资质愚钝, 卡在练气期大圆满十年, 一直无法助击, 就算再修炼也没用, 不过是浪费资源罢了。 墨秋双心里一沉, 这么重要的事情, 师父坚望了。 而且, 怎么又变成江涵浪费资源了? 之前答应过的, 就算是浪费, 那也该给他。 师父这样做, 难道不害怕滋生心魔吗? 我只是想知道, 他带了多少零食出去, 要是没有零食的话, 他应该跑不远才是。 纪玉禅皱眉, 我哪有时间管这种闲事, 每日直到你们修炼就够了, 哪有心思管这种小事? 你去喊直视堂萧长老来一趟, 你们的阅历一直是他负责, 他应该清楚。 墨秋双一想也是, 自己真是急糊涂了, 所有弟子阅历都是直视堂负责的, 他直接找萧长老就行了。 想到这里, 他拿出传音预检, 联系萧长老来大殿。 萧长老接到消息后心里一喜, 他批了江涵的退宗审核之后, 就一直在等着宗主降赏。 可左等右等, 眼看一个月过去, 宗主那边还没有一点消息, 正着急呢, 这消息就来了。 拜见宗主, 不知宗主召见, 所为何事? 萧长老心里美滋滋, 帮宗主赶走了这么大一块心病, 不知道宗主会怎么赏我。 萧长老, 江涵这个月的阅历可有发放。 啊? 萧长老一愣, 江涵都退宗一个月了, 还管他阅历干嘛? 不过宗主既然问了, 他也只能如实回答。 回宗主, 根据您的指示, 江涵一直没有发放阅历, 并且清传弟子的福利资源, 他也从未发过。 墨丘双呼吸一致, 果然, 江涵果然一直都没有修炼资源, 怪不得, 怪不得他这次会发这么大火, 是他们以前太过分了。 对, 一定是因为这个, 要不然他不会那么生气的。 夏浅浅同样吓了一跳, 江涵怎么会一直没有修炼资源? 他明明只用了三年, 就达到了炼气期大圆满, 自己当初有无数资源可用, 也花了五年才修炼到炼气期大圆满。 如果江涵有修炼资源支持的话, 会不会更快? 难道一年就能炼气期大圆满? 为什么江涵天子这么好? 师尊却说他资质愚钝。 纪玉禅沉思片刻, 终于想起来了。 我好像确实说过, 江涵资质愚钝, 心性不佳, 为了磨炼他的心境, 锻炼毅力, 所以没有给他发放阅历。 墨丘双不知道该说什么, 现在看来, 师父说的确实没错, 江涵卡在炼气期大圆满十年没有寸镜, 确实是浪费资源。 可他毕竟是师父的清传弟子, 一点资源都不给。 他留在灵天宗还有什么意义? 如果这件事放在他身上, 他也是绝对受不了的。 哼, 纪玉禅突然冷哼一声, 这个孽障一直就心术不正, 这次肯定又盗取了宗内宝物, 要不然他怎么会这么久不回来? 还好我没同意给他阅历, 就他这种心性, 给他再多资源也是浪费。 此话一出, 众人顿时沉默, 江涵确实经常被抓到偷到宗内宝物, 虽然不知道他把宝物藏到哪里去了, 可小璇亲眼所见, 他怎么也来不掉。 不过就算是这样, 也不该不给他资源吧? 林天宗缺这点资源吗? 林天宗可是修真界五大宗门中排名第二的超级宗门, 掌握着数不尽的灵矿秘境, 更有无数资源产业。 外门弟子不说, 单说清传弟子, 他们每个月的阅历都很多很多。 他们是根据修为发的阅历, 墨丘双云阴七大圆满, 只要再度过一次雷劫就能晋升化身的修为。 他每月阅历有三十万中品灵石, 还有五万的上品灵石, 其他材料丹药更是随意去用。 更别说师父心情好, 还会给些赏赐, 他还掌握着几条灵石矿满。 修为低一点的老四老五, 他们这些结丹期, 每月也有十万的中品灵石可用, 丹药更是随便用, 材料只要不是太过分, 也能随便用。 就算是修为最低的灵玄, 每月也有三万中品灵石可以用, 也就筑基单因为材料稀缺, 所以少一点。 可姜涵呢? 别说几万中品灵石了, 他连一块下品灵石都没有。 据墨丘双之前得到的消息, 姜涵想要修炼, 只能满大山地寻找灵草灵果, 去集市和散修换取灵石才行。 他还只能偷偷去换, 因为师父知道了会骂他, 骂他给宗门丢人, 为了一点资源竟然去集市摆摊, 没有一点宗门清传弟子的样子, 他们都觉得有些难以置信。 特别是墨丘双, 他想不通姜涵这些年是怎么过的, 这种事情, 无论发生在谁的身上, 他都受不了吧。 可姜涵, 竟然忍了十三年? 师父, 我们不缺这点资源吧? 为什么一点都不给他? 墨丘双心神激荡之下, 没忍住问了出来, 我还不是为了他好。 姬雨禅有些生气, 秋双这是什么意思? 是在质疑我。 他以前只是一个被人遗弃的孤儿, 要不是我把他带回来, 他现在还在街头沿街乞讨。 他那么小的年纪, 给他资源他也不会用, 正好也能锻炼一下他的心情, 要不然, 他怎么凝聚到心, 晋级原因? 现在让他受的苦, 都是为了让他以后的路更平坦。 你怎么连这都不懂? 墨丘双呼吸一致, 可是, 没什么可适的。 姬雨禅心烦意乱, 快去把他找回来, 不用他再去找凝灵草了, 让他快回来, 给我念清心咒, 要不是看他清心咒念得好。 能助我清除杂念, 我早就把他赶出去了。 让他找个灵草, 他竟然敢断开御检联系, 真是没把我放在眼里, 等他回来, 看我怎么收拾他。 师父说得对, 夏浅浅听师父这么说, 觉得好像确实是这样。 姜涵他不是最会找灵草灵果吗? 宗内又没人等他抢, 那么多东西还不够他用呢? 而且那废物确实缺乏管教, 上次竟然敢偷我的御灵珠, 简直是胆大包天, 等他回来, 我一定要好好教训他。 墨丘霜心里一沉, 这个他确实没法反驳, 可是姜涵他不应该过得这么惨啊。 师父, 你注意过姜涵的衣服吗? 衣服? 季雨禅一愣, 他的衣服怎么了? 不就是些凡人的衣服吗? 说起这个我就来气, 林天宗哪里对不起他, 他竟然连宗门的衣服都不愿意穿, 你说他还能有什么用? 墨丘霜眼中闪过一丝悲哀, 可是师父, 姜涵他没有宗门的衣服可以穿啊? 宗门根本没有给他发过衣服, 他又没有零食, 只能去买那些凡人的衣服穿啊。 这话说的, 把夏浅浅吓了一跳, 赶紧往后退了半步, 低着头, 生怕师姐把他干的事说出来。 墨丘霜接着说道, 不只是衣服破, 他的洞府中, 竟然连一张辅助修炼的浴床都没穿, 他每天只能睡在冰冷的石床上, 问出来, 为什么不能给他一身好点衣服, 不给他辅助修炼的宝物? 我们林天宗, 难道缺这些东西吗? 这不是连杂役弟子都有的吗? 你说什么? 姬雨禅大怒, 萧长老, 这是怎么回事? 你们执事堂就是这么做事的。 萧长老一惊, 慌忙否认, 冤枉啊宗主, 这都是您的吩咐啊, 您说要锻炼姜涵的心境, 不能太搅管他。 所以, 姬雨禅一愣, 他确实说过这些话, 萧长老看宗主不说话, 接着开口, 而且, 几位狮子也没有给姜涵送过东西啊, 我还以为这是宗主特意锻炼姜涵心境, 你别乱说, 我们干嘛要给他送东西? 这不是你们执事堂的事吗? 夏浅浅吓了一跳, 生怕把事情引到自己身上来, 艾继雨禅突然叹了口气, 怪不得姜涵总是偷东西, 原来他是真的缺零食, 可这也不是他偷东西的理由, 他语气一变, 他简直胆大包天, 不只是我们的法宝灵药, 竟然连宗门的宝物都敢偷, 星星简直差到极点, 这件事不要再提了, 先把他找回来再说, 大不了以后, 你们别总打他就是了, 墨修双还想再说些什么, 可突然觉得说什么都是多余的, 正想趁机退下, 却突然看见萧长老脸色苍白, 眼神呆滞, 萧长老, 你怎么了? 萧长老浑身一个哆嗦, 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他算是听出来了, 宗主只是让江涵下山去找法宝, 可江涵竟然直接跑了, 最关键的是, 他那天看到江涵再和苏诗志告别, 还把突破用的注击单都送给了苏诗志, 他以为江涵再也不回来了, 就在宗门名册上把江涵的名字给划去了, 那可是宗主的清传弟子, 他竟然没请是宗主, 直接把江涵逐出宗门了, 眼下宗主已经开始找人, 瞒是绝对瞒不住的, 这种事稍微一查就能知道, 还不如坦白从宽, 也许, 也许宗主不会怪他, 不行, 不能这么说, 这样宗主一定会怪罪, 萧长老心脏狂跳, 脑中思绪电转, 不如就说江涵是主动退宗的, 这样宗主也许不会怪罪自己, 萧长老眼睛一亮, 对, 就这么说, 是他自己要退宗的, 不关我的事, 宗主, 萧长老嘴唇颤抖, 江涵他, 他, 他, 你快说, 江涵他怎么了, 墨秋双心中一紧, 忽然有种不好的预感, 就连说话的声音都下意识急切起来, 萧长老深吸一口气, 一咬牙, 一闭眼, 大声喊道, 江涵他早在一个月前, 已经办理了退宗手续, 场中忽然安静下来, 只剩下萧长老的声音, 在不断回荡, 过了片刻, 最先反应过来的纪宇禅一声大喝,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谁退宗了, 萧长老头一仰, 一副慷慨赴死的模样, 大声喝道, 江涵, 在一个月前, 办理了退宗手续, 第十章, 你为什么不反抗, 碰, 纪宇禅坐下千年轻心目所致的椅子, 轰然炸成无数碎线, 化神七大圆满的威压, 将萧长老死死压在地上, 丝毫动弹不得, 萧长老, 你确定退宗的是江涵? 我的师弟江涵? 墨丘双脸若冰霜, 指尖控制不住的颤抖, 你想清楚再说话? 他想了很多很多, 以为江涵最多是出去散散心, 可他万万没想到, 江涵竟然敢直接办理退宗, 他怎么敢的? 怎么敢的呀? 他们对他再不好, 那也是他的师父师姐, 他怎么敢这样对他们? 当真一点余地都不留吗? 就算师父一直没为他举行拜师礼, 但他们可是一直把他当作师弟看待的。 不止墨丘双难以置信, 夏浅浅更是被吓得不轻, 江涵竟然退宗了? 他以前怎么没看出来, 这个废物胆子这么大的? 他不知道退宗意味着什么吗? 寻常弟子也就罢了, 他可是宗主清传弟子啊, 哪是能随随便便就退宗的? 师父绝对不会放过他。 师父息怒, 墨丘双定住心神, 江师弟平常罪事胆小, 这事肯定只是一时糊涂, 我这就去把江师弟抓回来。 寻常看了他一眼, 压下心中不安, 微压一收, 冷哼道, 我料他也没这个胆子, 退宗。 哼, 你去把他抓回来, 不就是些资源吗? 他想要, 给他就是了, 一点小事竟然倒成这样。 这孽障真是小肚鸡肠, 日后难成大气。 说着, 他抬手一挥, 直接把墨丘双和夏浅浅推出大殿, 又看向趴在地上快被吓晕过去的萧长老。 萧长老, 你说清楚, 江涵到底是怎么退动的? 是谁给他批的? 我身为他的师父, 竟然一点消息不知道。 完了, 萧长老眼一闭, 恨不得现在直接晕过去, 可在华神眼皮子底下, 他实在做不到, 只能抖着身子详细说着当日的情况。 另外, 墨丘双低着头往外走, 双拳用力, 钻得纸节有些发白。 师姐, 江涵他夏浅浅看着墨丘双的模样, 有些犹豫, 见墨丘双不理他, 他连忙快步跟上去。 江涵他肯定是偷了东西, 拿出去卖零食了, 要不然他绝对不会这么急着跑的。 墨丘双脚步一顿, 转头看着夏浅浅, 你亲眼看到他偷东西了? 声音有些冷, 墨丘双现在只觉得无力, 他们到现在还没有意识到问题所在, 这是江涵偷东西的问题吗? 江涵被他们羞辱, 被他们像对待畜生一样随意打骂, 不给吃的喝的, 也不给穿的用的, 修炼资源更是一点都没有。 他在林天宗算个什么? 就算是灵兽疯养的猪狗, 也要管个一日三餐吧? 他们这是根本没把他当人, 他们这是把自己的师弟当作猪狗。 身为林天宗亲传弟子, 修真界有名的天才, 更是无数弟子敬仰崇拜的对象, 他们到底都做了什么? 他们整日以欺负江涵为乐, 认为把那个小屁孩耍得团团转, 是件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 甚至还经常探讨怎样欺负他更有乐子。 而自己这些年都干了些什么? 他一直都知道师妹们在欺负江涵, 他不救他也就罢了, 他竟然还和其他人一起虐待他。 这是一个大师姐应该做的事情吗? 墨丘双星湖中朵朵青莲颤动, 他的道心愈发不稳, 好似下一刻就要破碎。 江涵这些年一直被他们欺负, 活得连狗都不如。 我虽然没有亲眼看到, 可小萱亲眼看到了呀, 夏浅浅的声音把墨丘双拉回现实。 远的不说, 就说今年师父的龙文佩, 我的玉玲镯, 小萱的宁玲草, 二师姐的定灵珠。 特别是三师姐的七色莲, 那次江涵可是被抓了个正的, 三师姐就出去一会儿, 七色莲就不见了。 你说不是他偷的, 还能是谁偷的? 而且大师姐你忘了, 他以前经常偷看你修炼, 没事总喜欢在你洞府附近转悠, 肯定是准备趁你不在的时候去偷东西。 墨丘双脸色复杂, 江涵确实经常跟着他, 可一开始并不是偷偷看他的。 而是江涵来找他玩, 他觉得烦, 直接把江涵狠揍了一顿, 让他没事别来找自己。 从那以后, 江涵就不敢光明正大的来找他了, 就算碰到他, 也会立马躲到一旁, 不敢让自己看到。 那时候他才七岁吧, 总是躲在自己洞府外面, 自己一出门, 他就远远看着, 他以为自己发现不了, 可要不是因为自己感觉不到他身上的恶意, 恐怕早就出手戳瞎他的眼睛了。 自己对他还算好的了, 实在受不了了, 才顶多打骂一下, 而且自己有分寸, 不会下重手。 其他师妹对他才是苛刻至极, 只要有一点看他不顺眼的地方, 他们就会对他又打又骂, 还罚他吃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甚至他们兴致来了, 还让他做一些侮辱性的动作逗他, 比如三师妹就最喜欢让江涵给他洗脚, 他一个原因期休士, 还需要洗脚, 用净尘术洗得绝对干净。 而且他不是一直嫌弃, 江涵脏吗? 这会儿又不嫌弃了, 可他就喜欢这样, 一边享受着江涵的伺候, 一边骂他废物, 他也只是享受这种践踏江涵尊严的快感罢了。 还有四师妹下浅浅, 他已经不止一次打得江涵断手断脚, 基本只要被他看到, 江涵就要被揍一顿, 若不是山中有无数灵药可用, 恐怕江涵早就被他们欺辱至死了。 想到这里, 墨丘霜只觉浑身冰冷, 师妹们欺负江涵这么久, 他以前为什么没有发现? 或者说他早就发现了, 可当时根本没有意识到, 他们是在欺负江涵, 他可能只把这种事当作平常。 他们实在太可怕了。 可话又说回来, 江涵为什么不反抗? 他只要和自己说一声, 自己肯定会帮他警告师妹们。 难道他连反抗的勇气都没有吗? 哎呀, 大师姐, 小璇有事找我, 我先走了呀。 夏浅浅话没说完, 就化作顿光瞬间消失不见。 墨丘霜脸色一沉, 这个四师妹, 江涵就是被他欺负走的, 现在人还没找到, 他竟然还有心情去玩。 冷哼一声, 墨丘霜叫来陆飞, 陆飞是负责江涵日常起居用度的杂役弟子。 虽然他收到命令不用再伺候江涵, 可他毕竟经常在山上做任务, 和江涵接触的比较多。 而且, 若不是他刚开始时照看着江涵, 江涵恐怕过得更加艰难。 陆师弟, 你可知道, 江涵以前下山后经常去哪? 陆飞原本心里极为忐忑, 还以为自己哪里惹到大师姐了, 没想到竟然是询问江师兄的事。 真是奇怪, 江师兄入宗十三年, 大师姐他们从未管过江师兄, 今天竟然连续找自己两次。 回大师姐, 江师兄经常采集山上的灵草灵果下山售卖, 一般是在山下的交易集市, 主要是卖给那些散修。 卖给散修? 墨丘霜疑惑, 他怎么不卖给宗门灵妖阁? 那不是方便得多。 这个陆飞顿了一下, 以前其实还好的, 江师兄偶尔采到稀有灵草, 也会卖给林耀阁。 可自从有一次江师兄卖灵草的时候, 被宗主发现, 宗主骂他给宗门丢人, 哪有清传弟子整天卖这些低级灵草的, 无务正业, 白下了宗门多年的栽培。 宗主把江师兄大骂一顿, 并且交代江师兄不许再售卖灵草, 所以林耀阁从那以后, 根本不敢再收江师兄的东西。 墨丘霜只觉心湖青莲剧烈抖动, 阵阵巨浪冲得他胸口发闷。 过了好一会儿, 他才缓过来, 可是声音虚弱了许多。 那你可见过他藏过什么东西? 墨丘霜有些紧张, 就是因为江涵总是偷东西, 他们才越发言恶他。 特别师尊一向极恶如仇, 交出这样一个弟子, 让他一直觉得脸上无光。 没见过, 陆飞坚定摇头, 他一直觉得江师兄不是会偷东西的那种人。 何况, 宗主他们丢的都是高阶宝物, 随便一个都能卖出天价, 江师兄要是真拿了, 哪至于每天满山采灵草度日? 墨丘霜松了口气, 没见过就好, 只要没有实证, 那就还有希望。 至于小玄说他亲眼所见, 以前墨丘霜确实深信不疑, 可自从知道小玄被抢了宁灵草之后, 他就一直有些怀疑。 就算江涵偷袭, 恐怕也破不开小玄的护身法宝, 更别说打败他了。 而且, 江涵真的有那个本事, 偷这么多宝物吗? 小玄, 他真的是亲眼所见吗? 第十一章, 不行, 他不能走, 万一他是看错了呢? 墨丘霜定了定神, 认真地看着陆飞。 还有一件事, 你知不知道江涵为什么总是偷偷跟踪我? 还有师妹他们, 江涵, 他是不是真的喜欢偷窥? 啊? 偷窥? 陆飞明显吃了一惊。 大师姐, 这个应该是没有的吧? 江师兄那时候才六七岁吧? 怎么可能会有这些想法? 哼, 墨丘霜如遭雷击, 他怎么忘了这回事? 江涵当时还那么小, 他才多久, 修为不过练习七层, 那么小个娃娃怎么可能会偷窥? 可他们为什么会认为江涵是在偷窥? 大师姐, 您问这些干什么? 陆飞有些担心, 江师兄是不是出事了? 这个月我都没有见过他。 墨丘霜突然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听到这话脸色更是有些复杂。 他没事, 只是下山去散散心, 过不了多久就会回来。 可是, 江师兄身上没钱啊, 他每天只能采些低级灵草去卖, 那些东西不值钱的, 他就算再节省, 也在山下待不久的, 除非他不用灵石修炼了。 墨丘霜心中一痛, 他现在才想起来, 自己好像也从未送过江涵灵石和法宝, 唯一的一把木剑, 还是炼心食用普通灵木索客, 根本不值钱。 不止自己没给, 其他师妹更是不会给。 至于七师妹, 他虽然和江涵关系好一点, 可他的资源自己都不够用, 怎么可能给江涵? 他们得到宝贝的时候, 第一个想到的从来都是灵玄, 法宝丹药功法灵物, 他们每个人都给他送过好多, 灵石更是不计其数。 可江涵呢? 他们好像从未在意过。 你放心, 我一定会把他带回来。 墨丘霜神色逐渐坚毅, 不管怎么样, 江涵始终是他师弟。 他承认以前有些亏欠江涵, 所以, 这一次他不会再看着他受苦了。 既然师父不想教他, 那他就把他带回来, 亲自教导。 那就好。 陆飞松了口气, 随即有些犹豫着说道, 大师姐, 你别怪我多话, 江师兄偷窥这种事根本不可能有。 他那时候那么小, 正是需要关爱的时候, 可却没有父母照顾他。 也许, 江师兄是觉得师姐比较亲切, 所以才会总想跟着你们的。 亲切? 墨丘霜心中一痛, 他这些年一直在闭关准备度最后一道雷截。 每次出关都能看到江涵在洞府外, 把他烦得不行, 所以说的话也很重, 根本不考虑他能不能承受, 骂得非常难听。 他自己听了都受不了, 可就算这样, 他也觉得自己亲切。 自己对江涵很亲切吗? 自己对外人也许比较好一点, 可对江涵应该是比较严厉才对。 至少他还记得, 他每次看到江涵的时候, 心里面只有烦躁和厌恶。 不行, 我现在就要把他带回来。 墨丘霜急切转身, 朝着山下飞去。 他感觉心中很慌, 他好像一直误会了江涵, 他要找他问个清楚, 那些事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为什么从来没有反驳过? 为什么打他的时候他不说, 骂他的时候他也不说? 他到底在害怕什么? 难道自己对他那么严厉? 竟然让他连解释都不敢。 元英七顿速极快, 眨眼就到了山下集市。 元英大圆满的神石, 瞬间覆盖整个集市小镇, 强势扫过集市每一寸土地。 林天宗驻集市负责人感应到这蛮横的神石, 还以为是嫡媳, 吓得他立马飞到集市上空。 直到看清是墨丘霜后, 才暗松了口气, 上前打招呼。 墨丘霜这是怎么了? 可是, 有哪个不长眼的惹到失职了? 墨丘霜只当没听见, 怎么还是没有? 师爹, 你到底去哪儿了? 墨丘霜心绪大乱, 这里没找到, 还能去哪里找? 修真界太大了, 单是林天宗势力范围就方圆数千万里, 其他四大宗门的范围也差不多大, 更别说还有无数大大小小的宗门势力。 真要找起来, 谁知道找到什么时候? 失职客要帮忙的? 师叔别的本事没有, 但要是想在集市找个物件, 还是轻而易举的。 谁知墨丘霜根本看都不看他一眼, 神石一收, 只冷漠地说了句不劳叶师叔费心, 就瞬间远去, 叶师叔站在原地, 脸色阴沉, 再怎么说他也是他师叔, 他怎么能这么跟自己说话? 可他不过一个原因初期, 就算再不满, 也不敢多说一个字, 只能等着墨丘霜离去之后, 满脸不悦地落下去喝闷酒。 墨丘霜失落地回到宗门, 就看到几个师妹正陪着林寻饮酒赏花, 好似江涵的失踪和他们没有一点关系, 他本想让他们帮忙一起找江涵回来, 可现在看到他们这个样子, 心中一沉, 立马断了这个念头。 而且, 就从他们之前对江涵做的那些事情来看, 他们也许根本就不想让江涵回来。 大师姐回来了, 快来喝酒, 这可是能凝练心神的禁神酿。 陆敬雪话还没说完, 就感觉大师姐眼神冰冷扫过, 吓得他立马把剩下的话咽了下去。 哼, 墨丘霜冷哼一声, 懒得理会他们, 静止回了洞府, 只留下几个师妹念面相去。 大师姐这是怎么了? 谁又惹他生气了? 还能是谁啊? 肯定是江涵那个杂种。 三师姐陆敬雪满脸怒气, 大师姐一直在稳固到心准备肚结, 也就江涵那个不长眼的会招惹大师姐。 该死的, 要不是他, 我也不会被大师姐骂。 三师姐别生气, 大师姐也是太着急了, 凌玄习惯性给江涵上眼药。 江师兄这次确实太任性了点, 出门这么多天不联系, 也不怪大师姐着急。 哼, 这个贱人, 等他回来, 看我不打死他。 陆敬雪眼神狠辣, 以前是我对他太过宽容, 倒是让他觉得自己无法无天了。 诶, 师姐不知道吗? 次师姐夏浅浅突然开口, 知道什么? 几个人疑惑地看着他。 江涵退终了呀, 他以后不会回来了。 你说什么? 凌玄脑袋嗡的一声, 吓得他把手里的杯子都给丢了。 小雪你别上心, 夏浅浅以为凌玄是不舍得江涵走, 赶紧上前安慰。 江涵他走了也好, 有他在, 我们看着也烦, 走了就没人碍眼了不是? 我就说这家伙是个白眼狼。 陆敬雪有些愤怒, 师父养他这么久, 他竟然连招呼都不打就跑了, 别让我看到他, 要是让我遇到, 非打死他不可。 别管他了, 走就走呗。 二师姐柳寒月眼皮子都不抬一下, 他那么大人了, 总不会被饿死。 再说了, 小雪对他那么好, 他一点都不知道感激, 还整天和小雪对着干, 走了倒是清静。 小雪你也别难过, 师姐明天带你去新罗城逛逛, 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我请客, 保你马上忘了姜涵这个废物。 我也要去, 听说七星阁又上了新款剑鞘, 明天刚好去看看。 我也去, 姜涵那剑人走了, 我终于可以养灵兽了。 我可怜的孟秋, 才养了一个月, 竟然被那个剑人偷吃了, 我当时怎么就没打死他。 夏浅浅越想越气, 不行, 我这次还要养孟秋, 下次遇到那个剑人, 让孟秋把他吞了。 可是, 可是, 林玄疾的话都说不出来了。 姜涵怎么能走啊, 还退宗? 我说, 最近宗门气运怎么一直在降? 原来是这样。 怪不得最近事事不顺, 怪不得宿命锁链会断开, 原来姜涵竟然退宗了。 他走了我怎么办? 没有气运之我怎么修炼? 他怎么舍得的? 他不要他的师父师姐了吗? 他不是最在意他们吗? 到底发生了什么? 不行, 我要去找他, 现在就要去找他。 林玄眼神一狠, 心中默念, 系统, 锁定姜涵位置。 第十二章, 寂灭神雷。 姜涵看着手中上蹿下跳的三色雷铃, 直到现在还没回过神来。 他原本想着自己偷偷进入秘境, 和一同进入其中的修士整个你死我活。 可他万万没想到, 自己只是随口一提, 师父竟然直接带着三位化神长老和二十多位原音长老, 陪他一起硬闯雷铃秘境。 更是有数百位金丹弟子封锁秘境入口, 除了紫霄建东的人, 其他人谁也别想进去。 他全程都没有动手, 长老们一路强势闯关, 不过三天时间就把雷铃秘境轰了地对穿。 没想到这里竟然有一个雷铃, 不过这个雷铃看着有些奇怪, 你有把握吗? 雷青川看着那雷铃也有些惊讶。 这里面竟然有一股让他都觉得心惊的力量, 虽然那股力量还有些微弱, 但若能炼化之后蕴养成长, 那将是对敌的一大杀气。 姜涵果然有大气韵, 可他才筑击初期, 真的能独自炼化吗? 心里暖洋洋呢?弟子有一套炼化雷铃的方法, 最多一个月一定能炼化成功。 雷青川心未点头, 看来姜涵是早有准备, 你有分寸就好, 但要切记, 若是是不可为, 千万不要勉强, 一切以自身安危为重。 待雷青川离开, 姜涵取出在雷铃逆境得到的紫色欲减, 细细感悟少许, 就将炼化方法计输。 原来是这样, 姜涵沉思片刻抬手打出一道道法诀, 原本还有些狂躁的雷铃迅速安静下来。 等到最后一道法诀打完, 雷铃浑身一阵, 化作一道雷光, 瞬间冲入姜涵丹田。 哄, 姜涵根本来不及反应, 只觉心神俱颤, 丹田一阵剧烈抖动, 无数狂暴的雷电之力疯狂冲击他的周身经脉。 三色雷电缓慢融合, 逐渐向着黑色靠拢, 其余的紫色雷电顺着经脉不断游走, 慢慢化作雷灵力再汇入丹田。 刚刚稳定下来的修为在雷电之力的冲击下开始缓慢增长, 照这个速度下去, 怕是要不了多久就能达到驻击中期。 师父, 找到姜涵的位置了。 临天殿中, 林璇一脸兴奋, 花了五天时间, 终于定位成功。 姜涵啊姜涵, 我看你往哪里跑? 在哪里? 等到林璇拿出地图标出具体位置之后, 纪雨缠眉头一皱。 这是紫霄剑宗附近, 那里全是野蛮的剑修。 姜涵去那里干什么? 墨丘霜看着地图, 脑中生出一丝不好的预感。 师父, 姜涵他不会是加入紫霄剑宗了吧? 不可能。 纪雨缠冷笑, 就算紫霄剑宗再差, 那也是五大宗门之一。 选人的时候, 他们多少还是会挑一挑的? 就姜涵那不入流的资质, 一个十年无法助击的废物, 他凭什么加入紫霄剑宗? 可是, 墨丘霜沉默片刻, 还是鼓起勇气反驳。 若是姜涵有充足的资源, 未必不能助击。 而且, 小璇也已经上山十年了, 他不也没助击吗? 为什么小璇不助击就没事, 姜涵却要被当成废物。 住口! 纪雨缠脸色一冷。 小璇虽然没有助击, 但他每年都有进步, 可姜涵呢? 他十年来修为没有寸进, 我凭什么给他资源? 他要是能像小璇这样, 每年最少提升一个境界, 我能不给他资源。 说到底, 还是姜涵废物罢了? 他若真有信心突破, 怎么不来找我要资源? 我又不是不给他。 默秋双呼吸一致, 好不容易平复下来的心境又开始波动。 他真的很想大声反驳师父, 可是他忽然想到自己以前不也是这样想的吗? 自己以前也叫姜涵废物的。 师父说得对, 姜涵不过是一个废物罢了, 他自己没本事, 大师姐你说再多也没用。 陆敬学咬牙切齿, 这几天因为姜涵的事, 搅得小璇心神不宁, 他都五天没和自己一起出去玩了, 姜涵实在该死。 姜涵去紫霄建宗, 肯定是去投奔那些不入流的散修去了。 我当初就该一巴掌拍死那些家伙, 姜涵以前虽然废物, 可至少也听话懂事, 哪像现在这样, 动不动就敢跟我们生气, 肯定是被那些废物散修叫坏了。 姬雨禅同样是这么想的, 一个人性格不会突然大变, 一定是有人安的使唤。 这次把姜涵找回来, 一定要好好教训教训他, 他要是再敢没事找事, 就把那些散修抓来, 当着他的面全杀了, 让他好好看看不懂事的下场。 墨秋双听到这话, 只觉浑身冰冷, 这是一个师父应该说的话吗? 姜涵在山上本就没什么能说得上话的人, 他们都不愿意理他, 他也只能和一些散修聊得来了。 要是真当着他的面杀了那些散修, 墨秋双不敢再想下去。 好了, 知道他在哪就好办。 姬雨禅随意吩咐道, 秋双去一趟, 把他给我抓回来, 小璇继续修炼, 你要尽快住机, 这次灵渊秘境, 我要你力压同代弟子, 成为修真界新代弟子的第一人。 吩咐完之后, 姬雨禅的目光, 好奇地投向陆敬雪。 敬雪, 你这剑销哪里买的, 以前怎么没见过? 一听这个, 陆敬雪可就来精神了, 立马拉着姬雨禅说起了七星楼的新款剑销, 还有前几天去逛街的趣事, 店内很快热闹起来。 墨秋双看着他们其乐融融的模样, 心中一阵烦闷, 起身离开灵天殿, 朝着紫霄剑宗的方向飞去。 一个月的时间很快过去, 姜汗体内炼化的雷灵也终于到了最后关头。 随着最后一丝紫色雷电化为灵力, 三色雷灵中的红色和紫色终于全部消失, 只剩下一丝极细的黑色闪电盘踞在丹田之中。 哄, 姜汗身上气势暴涨, 瞬间冲破, 最后一层枷锁, 修为再进一步, 竟然直接到了筑基大圆满, 体内灵力充盈, 只差一步就是甲丹镜剑。 姜汗抬手换出奔雷剑, 灵力注入之后, 只见奔雷剑上原本紫色的雷电中, 竟然掺杂了一丝极细的黑色雷电。 那黑色雷电只有头发丝粗细, 若不是姜汗细心寻找, 恐怕还真不易发现。 但是, 别看他只有一丝, 可那上面却散发出一股寂灭, 虚无的气息。 这就是寂灭神雷。 看着这不起眼的寂灭神雷, 姜汗抬手, 对着面前一指, 奔雷剑竟瞬间消失。 姜汗只觉眼前一花, 无声无息间, 不远处上瓶法器级别的玉琢, 竟悄然泯灭, 转眼间化作了无数黑色的灰尘, 飘散开来。 好可怕的杀伤烈。 姜汗被吓了一跳。 他之前可是试过, 还为炼化雷灵的时候, 他用奔雷剑全力一击, 也只能将玉琢射得对穿。 可这寂灭神雷紧紧碰了一下, 那玉琢竟然直接化为了飞灰。 不过, 威力虽大, 可驱使奔雷剑极耗灵力, 只一击就耗费他大半灵力。 还是要找一柄低阶飞剑使用, 奔雷剑只能当作底牌使用。 看着地上的一地灰尘, 姜汗心疼得不行。 那一个玉琢, 拿去外面少说也能换上三万块中品零食, 他以前两年也赚不了这么多零食, 这下可亏大了。 正想着, 雷青川的声音忽然从门外传来。 姜汗, 我刚才感应到禁止被迫, 可是发生了什么? 姜汗心中一暖, 没想到师父这么关心自己, 竟然一直用神识注意着自己洞府的动静。 他赶紧起身开门, 将雷青川迎了进来。 多谢师父关心, 弟子只是境界有所突破, 手仰试了下功法。 雷青川却好似没听到他说的话一般, 眼睛死死地盯着洞府中央的那堆黑灰。 这是, 寂灭的气息。 第十三章, 他是我的师弟。 这是, 雷青川挥手招起一股飞灰, 只见一年, 飞灰竟然化作更小的灰尘飞散。 师父你看, 姜汗唤出奔雷剑, 骑上一道细小的黑色闪电不断闪烁。 这是你炼化那雷灵得到的? 雷青川感应着上面气息, 眼皮蹬蹬直跳。 这个气息他再熟悉不过, 他曾亲眼见过一次, 那是一道贯穿天地的黑色神雷。 虽然只有一道, 可却把那化神七大圆满的邪修, 瞬间劈得灰飞烟灭。 刚才他还有些怀疑, 可现在他已经十分确定, 这真的是寂灭神雷。 寂灭神雷可是天节时才有的天罚之雷, 乃是天道所属, 他还从未听说过有人能掌控寂灭神雷。 若能将寂灭神雷修炼到高深境界, 姜汗是否能如天道行为伐那般, 挥手间就能将化神七大圆满的大能, 劈得灰飞烟灭。 他不可思议地看向姜汗, 不过炼化一个雷灵而已, 竟然能诞生一丝寂灭神雷, 这该是何等逆天的气域。 而且, 姜汗刚来的时候只是助击初期而已, 这才不过一个月, 修为竟然提升到了助击大圆满。 就算有炼化雷灵的功劳, 可这等修炼速度也是闻所未闻。 雷青川看向姜汗的目光越发火热, 但是寂灭神雷就足以让他越接对战。 再加上姜汗这恐怖的进击速度, 恐怕修为很快就能达到化神。 到时再把雷池那一道紫霄神雷也给收服。 到时挥手间两种神雷齐出, 万千敌手瞬间魂飞魄散, 又是何等震撼的场景。 恐怕那时下界将无人可以承受他一击之力, 就算是飞升灵界, 有这两种神雷傍身, 也足以让他成为一方强者。 雷青川越想越兴奋, 乐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 好好好。 有寂灭神雷在手, 再加上筑击大圆满的修为, 这次凌渊秘境之战, 你定能夺得魁首, 我紫霄建宗, 终于可以一雪前耻了。 哈哈哈哈。 师父, 这凌渊秘境到底是什么? 江涵有些好奇, 师父已经不止一次提到凌渊秘境了。 他前世虽然听说过这个东西, 可却从未进去过。 凌渊秘境乃是五大宗门决定未来百年资源分配的地方。 雷青川辉秀将地面的飞灰全部收起, 又丢出一张中品法宝级别的黑色石桌, 招呼江涵坐下。 每过百年, 五大宗门都会将各宗二十年内入宗的天才弟子送进凌渊秘境, 让他们在里面搜寻天才地宝。 等到一个月期满, 秘境关闭后, 所有弟子将收获全部上交, 五大宗门已获得天才地宝的价值高低定名次, 以此分配下一个百年间的资源。 说到这里, 雷青川轻叹一声, 我紫霄建宗已经连续七次获得最后一名了。 这七百年间, 无数灵况和资源秘境被迫拱手让人, 这次若是再不翻身, 恐怕以后会越来越难。 江涵听明白了, 然后问出了最关心的问题, 不知这次进入凌渊秘境的弟子们, 修为有多高? 放心, 早就打探清楚了, 修为最高者就是阴阳宗的萧若欢, 也不过是贾丹境界。 可阴阳宗的功法, 虽然速成, 但前期杀伤力不足, 其他人大多助击而已, 以你的实力, 有祭灭神雷在手, 就算贾丹境来了, 你也挥手可灭。 听到这里, 江涵心中已然有数, 当即坚定道, 师父放心, 这次凌渊秘境之战, 弟子定竭尽全力, 将其余四宗的资源全部夺到手。 好, 哈哈, 雷青川挥手带着江涵顺一道洞府外, 对着不远处另一座洞府喊道, 宇成, 来见见你师弟。 话音刚落, 一道黑衣身影忽然出现, 对着雷青川微微点头, 师父, 江涵瞳瞳一缩, 又是瞬移, 这可是元英七才有的神通, 来,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雷青川拉过江涵, 这是你小师弟, 江涵, 说完又指着黑衣女子说道, 江涵, 这是你大师姐, 杜宇成, 江涵恭敬行礼, 大师姐, 杜宇成, 嗯, 声音很冷, 似是不愿多说, 眼神更是没有看他一眼, 一看就是性格冷淡高傲之人, 好了, 宇成你带江涵下山转转, 你们多培养培养感情, 雷青川说完就消失不见, 只剩下两人站在原地相顾无言, 杜宇成缩在袖子里的拳头悄悄攥起, 脸上却看不出丝毫波动, 声音更是十分平静, 走, 话音刚落, 江涵只觉眼前一花, 二人就到了一处热闹的街道上, 墨秋霜有些狼狈地回到客栈, 进了自己房间打坐调膝, 他不知道江涵具体在哪里, 只能漫无目的地在这附近找了二十多天, 方圆百万里内, 除了紫霄建宗的山门, 其他地方全被他翻了个遍, 可却连江涵一丝踪迹都没有发现, 看来江涵极有可能真的是在紫霄建宗内, 想到这里, 他就一阵心痛, 灵天宗就算再不好, 江涵在灵天宗也是清传弟子, 以他的天资, 若想进入紫霄建宗, 恐怕只能做一个最普通的杂役弟子, 而杂役弟子, 不但日常任务繁多, 没有时间修炼, 所得资源更是极少, 可以说聊胜于无, 墨秋霜轻叹一声, 江涵再怎么说也是他的师弟, 他是绝对不会看着他执迷不悟的, 他本想让师父出面, 把江涵要回来, 可他又不想回灵天宗, 现在的灵天宗只会让他心烦, 师父和师妹们整日饮酒品茶, 赏花观月, 江涵已经失踪这么久了, 他们怎么还能玩得这么开心, 难道他们当真一点不在乎江涵? 师弟, 你到底在哪? 墨秋霜轻叹一声, 却忽然心有所感, 猛地转头看向窗外, 当才他好像感应到一个熟悉的气息一闪而过, 江涵, 那是江涵的气息, 他绝对没有看错, 哄, 原因大圆满的神石瞬间笼罩整个城镇, 墨秋霜焦急之下, 顾不得这里是紫霄见宗的底盘, 他只想确认一下, 刚才那人到底是不是江涵, 片刻后, 果然没错, 是他的气息, 墨秋霜大喜, 神石沿着气息一路追去, 咚, 可他刚追过去, 一道极为凌厉的神石轰然冲来, 将他的神石积得粉碎, 可墨秋霜不经反省, 就在那里, 墨秋霜突然消失, 再次出现, 已到了江涵上空, 当那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眼前, 他不禁鼻子一酸, 多日来的委屈, 全部涌上心头, 眼泪差点掉出来, 他想问问江涵, 你到底为什么要走, 有什么话不能说出来, 我可是你大师姐啊, 你就这么不信任我, 他在天上看了好久, 直到江涵身边的女子抬头看来, 他才终于冷静下来, 杜宇诚, 墨秋霜眉头紧锁, 这个疯子怎么在这里, 而且, 好像和江涵在一起, 他一个瞬移挡在江涵身前, 声音有些急切, 江涵, 你怎么和这个疯女人在一起, 你知道她是谁吗, 江涵正在街上转悠, 虽然大师姐实在太冷漠, 但他毕竟第一次跟师姐一起逛街, 多少还是有些兴奋, 可就算他努力找话题, 他顶多就是恩一声, 别的一个字也不多说, 正在江涵想着说些什么的时候, 一个熟悉的身影, 竟然如此突兀地出现在身前, 还问出了那莫名其妙的话, 当看清来人后, 江涵今天所有的好心情顿时消散, 他冷冷地看了莫秋双一眼, 转头就走, 他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天, 可没想到竟然会这么快, 按照他原本的计划, 纪雨缠他们应该不会这么快就开始找自己, 更不应该这么快就找到自己的位置, 这群疯子自己都跑这么远了, 怎么还追来, 见江涵不理自己, 莫秋双心头一疼, 连忙挡在江涵身前, 缓声喊道, 师弟, 江涵无路可走, 终于抬头看向莫秋双, 可他的眼神却极为冷漠, 丝毫没有莫秋双预料中的开心, 我不是你师弟, 你找错人了, 声音很平静, 平静的就像是在对着陌生人一样, 听到江涵这冷漠无情的话, 莫秋双只觉得胸口一阵闷痛, 眼眶瞬间就红了, 他嘴唇颤抖, 就连说话都有些小心翼翼, 我是你大师姐啊, 师弟, 你, 你不认识我了吗? 我这些天一直都在找你, 你怎么会在这里, 快跟我回去吧, 小萱这些天一直很担心你, 说着他一把抓住江涵的胳膊, 眼神祈求地看着他, 江涵眼神没有丝毫波动, 这会儿装什么可怜呢? 当初我求你们不要打我的时候, 你们怎么不可怜可怜我? 撒开, 师弟, 师父他们都很想你, 小萱都快急疯了, 你快跟我回去吧, 你放心, 这次有我护着你, 他们不会再打你了, 江涵冷笑, 想我, 哈? 别逗了, 你们恨不得我死在外边, 你们非这么大劲, 想把我弄回去, 又是想干嘛, 想把我关小黑乌血狗叫, 还是又想试一下, 打断几根骨头我才会晕, 江涵一把甩开墨秋霜, 大步往前走去, 江涵, 跟我回去, 你有什么委屈, 我们回去和师父说, 师父不是不讲理的人, 只要你好好说, 他一定会原谅你的, 墨秋霜上前抓住江涵两条胳膊, 红着眼睛看他, 江涵挣脱不得, 丝毫不顾墨秋霜原因大圆满的修为, 嘲讽反问, 墨秋霜, 我只问你, 你说这话, 你自己信吗? 我, 墨秋霜一致, 哼, 看来你也明白, 江涵吃笑一声, 松开吧, 我大师姐还在看着呢, 别让他误会, 你大师姐? 墨秋霜心中一颤, 什么大师姐? 我不是你大师姐吗? 他心底一沉, 缓缓转头看向一旁, 只见杜宇成正面无表情地看着自己, 杜宇成, 你怎么还在这里? 他现在是我大师姐, 江涵平视着墨秋霜, 墨秋霜, 你走吧, 我和你们林天宗已经没有关系了, 我现在是紫霄建宗的清传弟子, 你说什么? 墨秋霜觉得心脏一阵抽搐, 你怎么可能是紫霄建宗的清传弟子, 以你那天资, 进了紫霄建宗, 顶多做个杂役弟子, 墨秋霜大怒, 你怎么还不长记性, 都什么时候了, 还是满嘴谎话, 就算是杂役弟子又怎么样, 有什么不好意思承认的, 你要记住, 就算你再废物, 你也是我林天宗的人, 你是我师殿, 我不会不管你的, 我已经退宗了, 姜涵大喊, 不, 我不同意, 墨秋霜的眼泪顺着脸颊流下, 倔强地看着姜涵, 只要我不同意, 你永远都是林天宗的姜涵, 永远都是我的师殿, 不, 杜宇成突然开口, 他伸手抓住姜涵的胳膊, 冷漠地看向墨秋霜, 他是我的师殿, 第十四章, 你就是故意气我, 随着杜宇成的手搭上来, 姜涵感觉身上压力骤然消失, 来自墨秋霜的暴躁气息, 似乎全被杜宇成隔绝开来, 感激地看了杜宇成一眼, 却发现他根本没看自己, 而是面无表情地看着墨秋霜, 杜宇成, 你让开, 墨秋霜冷眼看着杜宇成, 我带我师弟回去, 跟你有什么关系, 他在你们这里不过是个杂役弟子, 只有在林天宗才能给他更好的发展, 清传, 杜宇成的声音很好听, 也很简单, 对, 他就是我们林天宗的清传弟子, 你应该明白清传弟子的分量, 所以, 你赶快让开, 墨秋霜手上逐渐用力, 想把江涵拉过去, 可杜宇成丝毫不让, 用灵力护着江涵, 说出了近百年来最长的一句话, 江涵是紫霄建宗的清传弟子, 你说什么, 墨秋霜愣了一下, 接着脸色一变, 不可能, 墨秋霜瞪大眼睛, 大喝一声, 江涵他资质极差, 你们宗主怎么会看不出来, 他不可能收江涵做清传弟子, 杜宇成你非要跟我过不去, 墨秋霜大怒, 你再不放手, 别怪我跟你不客气, 想打架, 杜宇成咧嘴一笑, 露出两颗尖尖的小虎牙, 笑得很是开心, 只是他的眼神却逐渐嗜血癫狂, 终于能打架了, 他嘴角咧开, 笑得越发疯狂, 浑身蓝色雷电劈啪闪烁, 目光死死地盯着墨秋霜, 来, 轰隆咚, 晴朗的天空忽然暗下来, 头顶不知何时汇聚了看不到边际的黑云, 无数蓝色雷电在其间撞击闪烁, 发出叨叨震耳的雷鸣, 一柄闪烁着蓝光的小巧飞溅, 自他丹田飞出, 其上无数雷电化作水汽营绕旋转, 渐渐直指墨秋霜, 哄, 无边的压力瞬间笼罩整个城镇, 无数修饰凡人被雷声震晕过去, 只有少数金丹以上修饰, 侥幸逃脱, 墨秋霜被一股极为凌厉的契机锁定, 他眼神惊惧, 头皮发麻, 他其实话一出口就后悔了, 修真剑谁不知道, 紫霄剑宗杜宇成是个疯子, 平常冷着脸一句话都不说, 但只要谁敢惹他, 他就像疯了一样追着你狂砍, 根本不管你怎么出手, 他就拿着飞剑砍砍砍, 以伤换命, 疯狂至极, 他可是剑修啊, 那同阶无敌的攻击力一出, 谁能抗得住, 只要被他击中一箭, 若是没有极品灵保护体, 必死, 要是没死, 再来一箭, 还是要死, 而且杜宇成天资极好, 乃是极品水灵根, 若不是他心境有缺, 他是早就渡劫化神了, 所以大家遇到杜宇成, 基本是能躲就躲, 谁也不想跟他有牵扯, 可墨秋霜万万没想到, 杜宇成竟然敢在这么多人聚集的城镇内动手, 他真的不怕伤及无辜, 被执法唐降罪, 杜宇成你疯了, 墨秋霜咬牙, 第一次对上这个疯子, 没想到和传闻中一样棘手, 墨秋霜体内凌厉疯狂运转, 虽然不想和杜宇成拼命, 可要真的动手, 他也不怕, 正在二人僵持之时, 突然一阵斯拉斯拉声响起, 江涵身上衣物竟然承受不住压力, 直接爆裂开来, 啊, 墨秋霜瞳孔一缩, 抓住江涵的手, 开始颤抖, 江涵身上只剩下少许碎裂的布条, 遮住关键布围, 裸露的皮肤上满是一道道猙獰的疤痕, 而且江涵格外瘦弱, 看起来就像皮包骨头一样, 身上看不到一丝饱满的肌肉, 这一幕场景, 让墨秋霜心中一疼, 立马用神识探查江涵身体情况, 气血虚弱, 五脏不调, 劳累过度, 根基不稳, 还有这么多暗伤影疾, 墨秋霜眼眶一红, 鼻尖泛起一阵酸楚, 他怎么也想不到, 江涵身上竟然有这么多的伤口, 而且他身上那些伤疤, 有许多分明是还没愈合, 就被再次撕裂, 所以纵横交错, 布满了全身, 他难以想象江涵到底受了什么苦, 要是一般人, 恐怕早就受不住了, 可江涵呢, 这么多伤, 他竟然忍着不说, 这是怎么回事, 你怎么受了这么重的伤, 你知不知道自己身体的情况, 身体这么虚弱, 是不是没有好好吃饭, 还有这么多伤口, 为什么不用伤药, 竟然留下了这么多伤疤, 你是故意想让我心疼的吗, 墨丘霜说着说着, 眼泪差点流出来, 你现在要好好休息知道吗, 你也不看看自己身体, 都什么样了, 还出来乱跑, 还跑这么远, 你快跟我回去, 我帮你调养身子, 墨丘霜红着眼说了一大堆, 可他却发现江涵根本没理他, 看着江涵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他更加心痛, 以前江涵可从来不会这样看他, 现在的他, 好像没有了一丝感情, 只留下了麻木, 可以前江涵看到他就会开心, 每天笑嘻嘻地, 活力四射, 总是变着法地跟他说话, 他只要略有回应, 就算是骂他, 他也能开心好久, 他整天在他洞府附近转悠, 就为了能看他一眼, 能和他说上一句话, 只要一看到他出现, 不管他当时在干什么, 总会第一时间跑到他身边, 带着他好不容易踩到的低级灵果, 献宝似地讨好他, 明明没有过去多久啊, 可为什么江涵会变成这样, 他的眼中甚至带着一丝厌恶, 回去? 回去干嘛? 回去继续给你们当狗吗? 江涵冷笑, 丝毫不在意自己的伤疤被他看到, 不会的, 师弟, 绝对不会的, 我会好好对你, 以后再也不会有人欺负你, 墨秋双说得很急, 可江涵依然不为所动, 哼, 又是这样, 江涵用力挣了一下, 还是挣不开, 我在临天东的时候, 你们根本没有把我当人看, 我只是一个你们随手可气的玩物, 你现在说得好听, 我若是真的回去, 恐怕又要被你揍一顿, 再把我打断双腿丢在山脚, 让我自己爬回去, 不, 不会的, 你放心, 绝对不会的, 墨秋双疯狂摇头, 啊? 你以为我还会信你吗? 江涵眼神一冷, 让开, 这里是紫霄见宗, 不是你临天宗, 你敢动我, 是想引起两宗大战吗? 墨秋双被他看得心中一凉, 那冷漠的眼神, 比杀了他都难受, 而且江涵怎么能这么跟他说话, 他可是看着他长大的, 他怎么能这么无情? 江涵用力挣扎, 这次墨秋双倒是没再用力, 让他很容易就振脱开来, 墨秋双想要再抓, 可却不敢再动, 生怕让江涵心生不满, 我是真的想带你回去, 江涵, 你给我一个机会, 我会证明给你看,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 绝对不会打你的, 别以为我不知道, 江涵冷喝一声, 现在不打, 不代表以后不打, 你不打, 不代表别人不打, 墨秋双同样的把戏, 用一次就够了, 你还想骗我几次, 你连和他们一起诬陷我的时候, 可有过一丝内疚, 我为你清除杂念, 稳固道心的时候, 你可有一丝感激, 墨秋双, 不要自欺欺人了, 江涵的声音很冷, 你就是一个没有感情, 自私自利的人, 不要再装作一副 为我好的样子了, 江涵看着墨秋双 那一副要哭出来的模样, 轻声道, 说真的, 你现在这个样子, 让我觉得恶心, 第十五章,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大师姐, 我们回去吧, 江涵笑着招呼杜宇成, 师叔们送的许多法宝还没练话, 他还要赶在陵渊秘境开启前熟悉法宝, 哪有时间跟他们浪费口水, 杜宇成早就恢复了清冷模样, 文言看了看江涵, 又看了看墨秋双, 见他确实没有要打的意思, 这才轻轻点头, 嗯, 话音刚落, 他挥手带着江涵瞬移消失, 只剩下墨秋双无神的站在原地, 骗子, 自私自利, 恶心, 终止不住的倒退术步, 直到江涵消失许久, 他才缓缓回神, 他没想到江涵还记得那么久远的事情, 那次林玄不小心把师父养的玉髓汁给吃了, 林玄当时还小, 他怕师父责怪, 于是找到三师妹帮忙, 想找到一猪一样的补救一下, 没想到师父竟然那么快发现玉髓汁不见了, 情急之下, 林玄说都是江涵干的, 三师妹也作证, 把一切都推到江涵身上, 起初江涵死活不承认, 墨丘霜就告诉他, 只是一起演场戏而已, 只要他承认, 他保证不打他, 并且还承默, 只要他愿意承认, 就让三师妹带他去林丰山采药, 江涵这才同意, 谁知师父看江涵承认之后, 勃然大怒, 直接出手把他狠狠教训一顿, 又罚他闭关三个月不许出门, 等江涵闭关出来, 找到墨丘霜质问, 不是说好的只是演戏吗? 为什么师父会打他? 墨丘霜觉得江涵怎么这么傻, 真是好笑, 只是说他不打他, 又没说师父不打他, 他甚至还把这事说给其他师妹, 让大家都乐得不行, 甚至多次当着江涵的面, 拿这件事嘲笑他, 墨丘霜撬脸苍白如雪, 心壶清廉剧烈颤动, 一片莲花似是经不住这股波动, 在震动中悄然脱落, 然后消散, 破, 墨丘霜喷出一口鲜血, 气息快速违米, 就连境界都有些不稳, 隐隐下跌落, 他满脸颓废, 没想到江涵竟然这么记仇, 那已经是七年前的事情了, 他为什么非要抓住这些小事不放, 墨丘霜抹去嘴角血迹, 抬头看向不远处的紫霄剑踪, 师殿, 那个疯女人太过疯狂, 你在他身边早晚要出事, 不管你怎么看我, 不管你还要恨我多久, 我都要把你带回去, 墨丘霜看着心壶中缺了一片的清廉, 更加坚定了这个念头, 多谢师姐, 江涵对着杜宇成恭敬行礼, 若不是他在, 今天他恐怕真要被抓回去了, 不, 不用客气, 杜宇成四世顿了一下, 话还没说完, 一个瞬移就不见了踪影, 江涵疑惑, 不知为何, 他总感觉, 大师姐看起来有些紧张, 也许是错觉吧, 原音大圆满的剑修, 还是化神以下最强, 还有什么能让他紧张的, 江涵回到洞府, 取出飞天缩开始炼化, 此物顿速堪比原音, 有了他, 在陵渊秘境将无人可以追上自己, 虽然此物需要耗费上品灵石催动, 可他现在最多的就是上品灵石, 甚至连几品灵石都有两百颗, 还需要找一柄品接地下的法宝飞剑做掩护, 把奔雷剑藏起来留作后手, 还要再稳固一下境界, 若能再进一步, 晋级假单境, 就算不用奔雷剑和寂灭神雷, 也能横扫灵渊秘境, 墨秋霜拖着疲惫的身体, 回到林天宗, 知道了江涵的下落, 他也放心不少,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 修炼又极为刻苦, 修到不过三百年, 修为已是原因大圆满, 对内温和耐心, 对外冷酷果断, 已是修真界有了名号的强者, 虽然道心有缺, 但也绝不是江涵所说的那种, 凉薄无情, 不变是非的人, 他现在非常疑惑, 江涵最近为什么对他们这么反感, 或者说, 墨秋霜胶去一抖, 头皮一阵发麻, 他忽然发现一个事实, 他和师妹们, 还有师父, 他们好像下意识对江涵非常厌恶, 对, 就会被重罚, 就算是路上见面, 多看他们一眼, 都会被莫名其妙打一顿, 可这是为什么, 他们明明都是天赋极佳的天之骄子, 心性也是极好, 是怎么变得这么恶毒的, 是因为他刚来的时候, 师父的交代让从小锻炼他们, 为了锻炼他, 把只有五岁的他丢下, 让他自生自灭, 对他不管不问, 随意呵斥, 只为磨炼心境, 是不是从那时候开始, 他们就下意识地, 把他当作了可以随意欺辱的对象, 亦或者, 是他第一次偷东西, 被小锻抓到, 师父对他打骂之后, 他却一言不发, 默默忍受的时候, 对了, 一定是这样, 墨秋霜闭上眼睛, 任由泪滴顺着脸颊滑落, 就是这样, 他才会从心底里觉得, 将寒心术不正, 软弱无能, 他们要好好教导, 把他这些坏习惯全部改掉, 如果他发怒, 他们就把这当是磨炼心境的成果, 可他那时候, 明明非常喜欢他的, 每次有好东西, 都会小跑着送来, 明明他才是最需要灵果修炼的那个, 可他第一个想到的人, 是他, 他只想能帮到他修炼, 可他又是怎么对江寒的, 墨秋霜有些哽咽, 泪水如开了闸的洪水般, 倾泻而下, 墨秋霜强行掐断自己的思绪, 他不敢再想下去, 他怕自己受不住那种痛苦, 他怕那已经有了缺口的道心, 再次崩溃, 山顶好像和他离开时没有区别, 师妹们还在玩闹, 林玄还是第一个跑过来, 询问江寒的情况, 师父还在稳固道心, 可他却觉得这个林天宗格外的陌生, 江寒走了这么久, 他们除了刚开始愤怒一下, 后面怎么好像已经忘了这件事, 只剩下自己再努力把江寒带回来, 那可是一起生活了十三年的师弟, 他们也是看着他长大的, 他们怎么还能进得下心, 怎么还能玩得进去, 墨秋霜只觉得心中一片寒冷, 不该这样的, 他们明明不该这么冷漠的, 不应该的, 大师姐, 找到江师兄了吗? 林玄一脸期待的看着墨秋霜, 可墨秋霜却有些生气, 他忽然觉得林玄说话的声音有些烦, 想找江寒你就去找啊, 整天在冬里玩闹, 他回来了, 就一脸焦急地跑来问一下, 这是真的在关心江寒吗? 他忽然没了说话的兴致, 没理林玄, 直接顺意离开。 第十六章, 他真的不在乎了吗? 等到看清眼前的场景, 墨秋霜才发现, 自己竟然又到了江寒的洞府, 走了这么多天, 洞府内的灰尘诱厚厚了不少, 看着残破凄凉的洞府, 墨秋霜心底一阵悲哀。 江寒竟然一直住在这种地方, 他们师姐妹一直住着灵气充足的上好洞府, 生活起居都有杂役弟子照料, 什么都不用操心, 可江寒却一直生活得这么贫苦, 不仅要自己找吃的, 还要和山中灵兽抢资源, 一点点摸索着修炼。 可他作为大师姐, 整整十三年, 没有经过一次江寒的洞府, 这真的正常吗? 他每次去林玄洞府给他送丹药的时候, 可曾想过江寒, 墨秋霜鼻尖酸色, 一挥袖, 凭空生出一阵清风, 将洞府内的灰尘全部卷去洞外, 将柜子上的杂物全都露了出来。 这事, 墨秋霜愣愣地看着墙边的石柜, 除了那把小木剑之外, 又看到了几个物件。 他还有印象, 这些东西是他们几个随手丢给江寒的东西。 那时林玄终于有了气感, 突破到炼气七一层的时候, 他们送了许多法宝单要给林玄, 让他稳固境界, 助他修炼。 当时江寒站在不远处可怜巴巴地看着, 一副想要又不敢靠近的模样。 那模样好像被他们欺负了似的, 三师妹没忍住就骂了他几句贱人, 没出息, 把他骂得红着眼圈, 差点哭出来。 后来还是林玄不忍心看江寒这么可怜, 就求他们丢了些不要的小玩意给江寒。 他们为了不让林玄伤心, 勉为其难地找了些最没用的东西给他。 他给的是最低级的流影珠, 二师妹给的快被养死的枫灵花, 三师妹给的一把快要断了的长剑。 他记得很清楚, 就算都是些垃圾, 江寒当时还是笑得非常开心, 把这些东西紧紧搂在怀里, 一点都不嫌弃。 现在这些东西都被好好地放在柜子上, 上面有不少擦拭过的痕迹, 表面很是光滑, 想必他每天都会细细擦拭一遍。 就连那盆枫灵花都被放在洞府内唯一有阳光的地方, 此时花开的正宴也被养得很好。 可以看出江寒是真的很喜欢这些东西, 可现在他最爱的这些宝贝却仿佛垃圾一样被丢在这里。 墨秋双感觉心脏都在颤抖, 他那么喜欢这些东西, 为什么还要把它们留在这里? 难道他真的不要它们了吗? 江寒他真的不在乎了吗? 墨秋双仰着头, 肩膀不断颤抖。 他送的那枚流影珠被郑重地放在石柜最中间的位置, 下面还用一个木盒装着, 里面垫着柔软的野兽皮毛。 五,墨秋双眼眶通红, 用力捂住嘴巴, 眼泪不受控制的一出, 顺着脸颊滴答落下。 他一眼就认出, 那块皮毛是筑基七妖兽的后颈皮, 那可是最少要两百块中品零食才能买到的。 江寒那么穷, 每天卖那一点灵果, 能卖多少零食? 恐怕都不够, 他修炼的。 他为了买这块皮毛, 也不知攒了多久, 才把零食攒够。 墨秋双已经能想象到, 江寒坐在冰冷的石床上, 捧着几块碎零食, 冲紧着要买瘦皮垫的模样。 他做这么多, 竟仅仅是为了更好的保存他送的垃圾。 墨秋双哭得停不下来, 泪水根本止不住, 眨眼间模糊了他的视线。 没想到, 江寒这些年过得这么苦, 他只恨自己为什么没有早点来江寒的洞府。 如果他早点知道这些, 早知道江寒这么喜欢, 他以前肯定不会那么对他。 江寒, 他做了这么多, 可他是怎么对他的? 墨秋双小心地捧着那枚流影珠, 身体无力地摊在墙边, 泪水从眼角不停滑落。 他知道自己以前是怎么对待江寒的, 他一直都知道。 那些回忆不断冲击他的脑海, 他从未像现在这样狼狈过, 就算是曾经深陷魔冤, 被万魔视心的痛苦, 也不及现在的心痛。 墨秋双颤抖着抚摸上流影珠, 灵力缓缓注入其中, 生怕伤到他。 他想看看江寒这么小心保存的流影珠, 里面到底保存了什么珍贵的东西。 一道光幕自流影珠中冲出, 在半空徐徐扑开, 一行大字显现出来, 这是大师姐送给我的礼物。 字很大, 可能是为了将他的喜爱全部装进去。 自己还有些稚嫩, 但一眼就能看出写字之人非常的用心。 呜呜,墨秋双再也忍不住, 哭声从指缝一出, 眼泪迅速将地面打湿大片。 心好痛, 他的心脏不断抽搐, 心壶中波浪滔天, 小小的清莲开始剧烈晃动。 再这样下去, 道心肯定会再次破损, 可他根本控制不住自己, 他细细感知着那字里行间的喜悦, 那满满溢出的都是江涵曾经对他的喜爱和依赖。 字迹缓缓消失, 紧接着出现的就是他的模样。 那是他在打坐时的样子, 他能看到自己灵力的目光直射而来, 直接将这一幅画面打碎。 墨秋双记得这一幕, 那天他正在修炼, 江涵又跑过来找他玩。 他当时正在练心, 哪有时间跟他玩。 江涵竟然因为这个打断他的修炼, 把他气得不轻, 直接骂了他一顿, 把江涵赶走了。 可现在看着那冷漠的眼神, 他发现自己都认不出来。 原来他曾经看向江涵的眼神是这么的冷漠无情, 一幅幅画面不断出现, 有他的也有师妹和师父的。 虽然不是同一个人, 但是做的事都一样, 那就是对江涵的态度特别差, 他没有从这些画面中看到一副好脸色。 就连心境最为平和的师父, 看向江涵的眼神也是冷漠的没有一丝感情。 如果只是态度不好也就罢了, 可其中还夹杂着无数打骂江涵的画面。 打他最多的就是三师妹, 其次是师父, 也有他。 江涵一次次被打到奄奄一息, 那些伤势让人看着就痛, 他当时还那么小, 他们到底怎么下得去手的? 墨丘双看得心脏一抽一抽的痛, 他难以想象江涵到底是怎么坚持到现在的。 可就算都是不美好的回忆, 江涵还是如此郑重其事的, 把这些画面当作珍宝一样保存着。 画面不知不觉间到了最后一幕, 里面出现的是他的身影, 而江涵则是双腿弯折, 满脸痛苦地趴在泥泥中, 虽然鲜血早已将他身下染红, 可他紧咬着牙, 一声不吭。 江涵, 你给我滚, 别再拿着你那些破灵果来恶心我。 墨丘双面若寒霜, 对着江涵破口大骂。 我警告你, 你再敢靠近我的洞府, 我就不止打断你两条腿了。 滚远点, 别再让我看到你。 啪, 画面戛然而止。 第十七章, 再热的心也会变冷。 洞中呼得静了下来, 只剩下阵阵抽烟声从墨丘双指缝溜出。 泪水再次模糊了他的视线。 他记得这一幕, 他当时正在修炼, 感悟天地大道, 凝炼几身道心。 江涵又带着踩到的灵果过来献饱, 他不知在哪听说了他道心受损。 竟然不顾自身安危, 跑去大山深处踩到了一株凝神香。 他还记得, 当时江涵跑到自己洞府的时候, 眼睛都在放光, 他以为终于可以帮到他, 所以非常的开心。 可墨丘双当时本就心烦, 对他只有嫌弃, 见他又来找自己, 只觉得烦躁无比, 心境剧烈波动, 根本不管他说什么。 直接出手打断了他的双腿, 把他大骂一顿, 从山顶扔了下去, 冷眼看着他在大雨中艰难爬回洞府。 那一道弥漫半座山峰的血印, 他至今都记忆犹新。 那次他可是下了重手, 为了让江涵常常记性, 特意留了一道灵力在江涵体内, 硬是让他瘫了半年才站起来。 那次之后, 江涵果然不敢再来找他, 就算想见他, 也只敢躲在远处偷看。 当时墨丘双只觉得自己机智, 甚至把这件事当作功绩, 向师妹们炫耀, 向他们传授自己摆脱江涵的心得。 当时江涵到底是怎么撑下来的? 他后来又是怀着怎样的心情, 面对自己呢? 墨丘双不敢想, 江涵到底有多么坚强? 这要是换成他, 恐怕早就崩溃了, 可江涵竟然还能面不改色地面对他们。 碰, 又是一片青莲脱落, 消散, 墨丘双的气息再次跌落, 眼看就要落回原音后期。 他的脸色越发苍白, 可他仿佛不知道一般, 只是无神看着手中的流影珠, 眼神呆滞。 现在想来, 江涵对他是真的很好, 只要他认为是墨丘双需要的东西, 他就会第一时间送来给他。 可他回报了什么? 他对江涵永远都是嫌弃, 永远都是厌烦, 就连一个好脸都没给过他。 记得有一次, 江涵意外获得了一枚百年珠果, 那可是足以让他提升一个小经济的灵果。 他当时在那里不眠不休地蹲了五天, 硬是熬到守护灵兽出去觅食, 才找到机会把珠果采了回来。 可他丝毫没有犹豫, 一刻都不敢休息, 带着珠果跑到他的洞府, 要把珠果送给他, 只为让他吃到最新鲜的珠果。 珠果而已, 虽然对江涵珍贵, 可对他来说, 那就是一个没用的果子, 特别是江涵送来的, 那更让他嫌弃。 墨丘霜还记得自己当时的模样, 他冷冷地看了一眼, 那还挂着露珠的珠果。 在江涵满脸惊喜中结果, 正当江涵还想说些什么的时候, 他随手就扔给了旁边摇着尾巴的孟秋。 孟秋是四师妹下前前养的灵虫, 他可是丝毫不嫌弃, 一口就把珠果吞了下去。 当时江涵看着这一幕, 脸色瞬间僵住, 红红的眼睛愣愣地看着孟秋, 好久之后才委屈地看向墨丘霜。 他当时还不敢生气, 强撑着笑, 夸了声孟秋接得好, 然后一声不吭地转身离去。 墨丘霜当时只觉得有趣, 抱起孟秋就去和师妹们分享江涵的丑态。 墨丘霜从来都没想到, 自己竟然这么恶毒。 她可是临天宗的大师姐, 天赋好, 出身好, 样貌好, 性子虽然有些冷淡, 但从不轻易惹事, 修为在各大宗门同代弟子中, 都是顶尖, 一直都是全宗门的偶像。 她对待众弟子极为和善, 就算是杂役弟子和他打招呼, 他也会以眼神回应。 可他这么优秀, 竟然对江涵, 他的师弟做出了这么混蛋, 恶毒, 残忍的事情。 他不敢想象江涵当初是多么的绝望, 最喜欢的师姐对他下那么重的手, 还有那一次次恶毒的嘲讽谩骂。 墨丘霜想起江涵刚见到他时, 眼中的羡慕与崇拜, 随后变成喜爱和敬仰。 可他却一直对江涵怀有无边的恶意, 每次看到他都只有嫌弃厌恶。 江涵的纯真就是在他一次次的羞辱中渐渐磨灭, 直到最后变成了无边的冷漠。 那份喜爱和崇拜被他亲手磨灭, 让原本对他无比敬仰的江涵, 心中只剩下了末世。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 墨丘霜把头埋在双膝, 蜷缩在墙边放声大哭。 我本可以和他好好相处, 可为什么会这么恶毒地针对他? 他觉得自己好坏, 好无毒。 墨丘霜裤的撕心裂肺, 心壶疯狂震动, 又是一片青莲剥落消散, 他的境界彻底跌落到原音后期。 可这些比起他对江涵的伤害来说, 根本不值一提。 江涵被他打断双腿扔下山的时候, 有多绝望。 他拖着扭曲的双腿, 用双手一点一点爬上来的时候, 该有多么的痛苦。 曾经那个缠着他, 就算被打骂, 还满脸笑意的江涵, 就是被他生生磨灭的。 动! 墨丘霜心神俱阵, 眼前一黑晕了过去。 第十八章, 为什么都讨厌他? 终于成功了。 江涵身影瞬间消失, 又从另一个地方突然出现。 风围靴的瞬移距离只有百米, 比原音强者的瞬移差太多了, 不过在助击期, 足够用了。 可惜灵力消耗太大, 以我现在的灵力, 只能瞬移一次就会灵力枯竭, 消耗一枚上品灵石, 也只能瞬移十次。 江涵扔掉手中被吸干灵力的上品灵石, 心中一阵可惜。 他以前辛苦忙碌一年, 省吃俭用才能换到一块上品灵石, 可现在, 竟然只瞬移几次就用掉了。 还有风天凯, 他身上出现一道光照。 据师叔所说, 这风天凯只需一块上品灵石, 就可以维持十日, 可抵挡化神初期修饰的攻击。 咚咚咚, 一阵敲门声响起。 江涵起身开门, 门外杜宇成身穿一袭黑色长裙, 趁着他皮肤愈发白皙, 手中捧着一套紫色长袍, 面上没有一丝表情。 衣服, 送你。 他一眨不眨地盯着他, 没有任何多余的话, 但压迫感十足。 江涵有些无措, 这还是第一次有人送他衣服。 他慌忙在自己衣服上擦了擦手, 抹去那不存在的灰尘, 这才小心翼翼地接过衣服。 这衣服也不知是什么材质, 拿起来轻弱无物, 手感极为丝滑。 杜宇成见江涵接过, 脸色明显放松不少, 随后不知想起了什么, 翘脸突然一紧, 小声说道, 师父说, 让你安心修炼, 不用担心灵天宗。 杜宇成一口气说完, 这才悄悄松了口气。 江涵听得眼眶一红, 师父不仅没有嫌弃他以前的过往, 而且毫无保留地信任他, 甚至还主动帮他挡住灵天宗的抱负。 他深吸口气, 行李道, 多谢师姐, 师姐。 话还没说完, 杜宇成就已经消失不见, 江涵探头朝外面看了看, 不知所措地摸了摸脑袋, 正想转身回去, 杜宇成竟然再次出现。 有事? 江涵一脸猛, 师姐要不要进来喝杯茶? 不, 杜宇成再次消失。 江涵抹了抹眼角, 有了师父的话, 他心底的阴云彻底烟消云散。 回到洞府, 他拎起衣服左看右看, 除了前些年他自己买的衣服之后, 这是他第一次收到新衣服。 仔细看了一会儿后, 江涵迫不及待地把衣服换上。 好轻, 感觉像没穿一样。 江涵神识扫过, 忽然一致。 天残若云袍, 原因及防御, 脸膝, 净尘, 凌峰阵, 小型巨灵阵, 这竟然是天接一品的法宝。 江涵心中震动, 衣服类的法宝最是稀有, 更何况是天接一品的高阶衣服。 这种宝物, 整个修真界都没有多少, 至少整个灵天宗, 也只有墨秋霜和寄宇禅才有。 而大师姐, 不过和她第一次见面, 就送了这么珍贵的宝物。 江涵除了感动之外, 还有些无措, 她不知道该怎么报答她。 还有师父和师叔们, 他们都带自己很好。 江涵攥紧拳头, 修真界以实力为尊。 若要报答他们, 只有尽快提升修为, 强势压制其他四大宗门的天才, 将资源抢回紫霄建宗, 助宗门壮大。 还有两个月时间, 接下来去雷池, 吸收雷灵力壮大寂灭神雷。 雷池中雷灵力极为充裕, 灵渊秘境开启之前, 应该可以让寂灭神雷壮大两倍以上。 江涵抬首, 一缕寂灭神雷在指尖跳远, 散出阵阵空气虚无的气息。 有了壮大后的寂灭神雷, 就算在秘境中被围攻, 也不再惧怕消耗, 还有封天凯防御, 再用上品灵石恢复灵力, 就算遇到百名助击, 也能全身而退。 在他的记忆中, 紫霄建宗虽然有七位化神七剑修作阵, 顶尖战力意志极强, 可新弟子中一直没有能承接大人之人, 处于亲皇不接的状态。 现在看来, 大师姐天赋应该极高, 只是为何前世从未听说, 紫霄建宗有弟子晋升化神? 听师父说, 大师姐好像道心有缺, 自己刚好可以助人清理心神杂念, 稳固道心, 不知道对大师姐有没有作用, 有机会, 一定要试一下。 江涵按下决心, 既然已经来了, 修真界第一宗门, 墨丘霜悠悠睁眼, 只觉心底一阵空虚, 心弧中的震动已经平复下来, 可他的道心却破出一个极大的缺口, 他仰面躺在凹凸不平的地面, 无神地望着洞顶, 脑中不断回忆着江涵在宗内的点点滴滴, 记得有一次, 墨丘霜已带他去魔灵洞采药为诱饵, 让他去帮林玄背黑锅, 那是他第一次带江涵出门, 他还记得当初江涵有多兴奋, 路上紧紧拽着他的衣摆, 把他恶心地不行, 可江涵却丝毫不觉有什么问题, 直到他烦得不行了, 打了江涵两巴掌, 他才极为不舍地放开手, 那次他是和二师妹一起去的, 他也不知道二师妹为什么要去, 只记得到地方后, 他突然接到三师妹传信, 有事先走一步, 让二师妹照顾江涵, 可等他再次见到江涵, 却是一个月之后, 当时的他满身是血, 伤势极重, 不知道到底经历了什么, 当时他远远看一眼, 只觉得嫌弃, 嫌弃他没本事, 还去什么魔灵洞, 觉得他受伤全都是活该, 可现在想想, 当时有很多问题, 比如二师妹为什么要陪他去魔灵洞, 而江涵又是怎么受伤的, 他为什么没有帮江涵治伤, 明明他一直很善良的, 平常小选手只破了皮, 他都担心的不行, 可江涵伤成那样, 他为什么只有嫌弃, 墨丘霜飞升而起, 盘膝少许, 勉强稳住境界不再继续跌落, 这才起身离开江涵的洞府, 回到山顶, 没有看到林玄的身影, 其他师妹也都没了踪迹, 只有纪玉禅还在灵天殿静心, 墨丘霜不知道师父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好像心境极其不稳, 性格时好时坏, 最近一直在稳固心境, 可却好像没有太大作用, 脾气越来越暴躁, 墨丘霜神识外放, 开始搜索柳涵月的位置, 柳涵月乃是阵法天才, 小小年纪不但是原因初期的修为, 更是无品阵法师, 而且他人长得漂亮, 性格也好, 是宗内众多弟子仰慕的对象, 最关键的是, 柳涵月同样非常讨厌江涵, 他想知道, 柳涵月当初到底为什么非要和他一起去魔灵洞, 江涵的伤和他到底有没有关系, 而且, 柳涵月到底为什么那么讨厌江涵, 难道他只把江涵当做一个可以随意欺辱的对象吗, 涵月他有没有对江涵做过比他更恶毒的事情, 第十九章, 他这是背叛, 柳涵月正在翻看刚选购新款首饰, 见到墨秋霜心中一惊, 师姐, 怎么回事, 你怎么伤这么重, 是谁下的手, 墨秋霜抬眼一看, 柳涵月脸上的愤怒焦急不似作假, 无妨, 墨秋霜看了一眼他新买的玄结五品簪子, 心底一阵冰冷, 二师妹, 他有这么多零食, 每个月都能买最新款, 价值十万中品零食的簪子, 可却没有一颗零食去照顾江涵, 想起江涵卖领草时, 为了一块下品零食和别人讨价还价的模样, 墨秋霜更加难受, 江涵现在是在紫霄建宗, 可紫霄建宗常年垫底, 好的资源早被他们四大宗门分了个一干二净, 他们只能捡一些垃圾资源, 穷得叮当响, 而且大部分资源都堆给了杜宇成那个疯子, 还有那几个变态, 哪有多余的资源给江涵修炼, 江涵本可以享受到林天宗的大量修炼资源, 可却被他们逼得放弃了一切优待, 什么都没有了, 墨秋霜心底欲其欲堵, 看向柳寒月的眼神更是带上了几分怒意, 这一切都是他们害的, 柳寒月被他看得有些发毛, 心头的愤怒也散了许多, 事件, 怎么了, 发生了什么事啊, 墨秋霜摇了摇头, 压下眼底怒气, 轻叹道, 小璇呢? 柳寒月嘴角一瞥, 师父让他闭关去了, 说是林渊逆境开启在即, 给小璇找了一堆辅助破镜的灵果和助击单, 让他到了助击再出关, 说着, 柳寒月叹了口气, 语气颇为不舍, 也不知道小璇修炼得怎么样了, 他最近因为江涵那件人的事, 一直心情不好, 修炼的时候根本静不下心, 也不知道秘境开启前能不能出关, 墨秋霜皱眉, 师父太偏心了, 江涵之前破镜的时候, 他怎么不给点灵果和助击单, 他要是对江涵好点, 江涵也不至于离开, 算了, 不说这个, 墨秋霜抬头看着柳寒月, 我找你来, 是想问你一件事, 什么事, 柳寒月从未见过大世界这么严肃的模样, 感觉有些紧张, 墨秋霜紧盯着柳寒月的眼睛, 一个月前, 江涵到底有没有抢小璇的宁领草, 啊, 柳寒月一愣, 我不知道啊, 墨秋霜脸色一愣, 不知道, 你不知道, 那你当时为什么要说是江涵抢的, 我, 柳寒月一致, 是小璇说江涵抢了他的, 所以我以为, 你以为江涵抢了, 所以就在大殿上那样骂他, 墨秋霜眼眶一红, 你都不知道到底是不是江涵做的, 你就直接给他定了罪, 除了他还有谁, 柳寒月眼神飘向一旁, 谁不知道江涵最喜欢偷东西, 而且他最喜欢偷小璇的东西, 小璇那天连山门都没有出, 除了江涵那个贱人, 宗内有谁敢去抢小璇的灵草, 墨秋霜咬牙, 谁说江涵最喜欢偷东西的, 你们有亲眼见过他偷东西吗, 当场抓过他吗, 这, 柳寒月低头, 有些紧张地抠着自己新买的玄阶七品剑鞘, 你们从来没有抓到过江涵偷东西, 墨秋霜指甲掐进肉里, 怒道, 林天宗这么多人, 你们凭什么说是江涵偷的, 这件事又不是我说了算的, 柳寒月有些生气, 大家都说是江涵做的, 我也就跟着说了他几句, 谁知道他那么小心眼, 这点小事他还生气, 墨秋霜眼睛瞪大, 这叫小事, 这算什么大事啊, 柳寒月无所谓地说道, 都是些不值钱的小玩意, 他只要认个错, 就算给他又怎样, 谁知道他那么死心眼, 死活不认错, 那就只能打他一顿出出气了, 我们那么说, 也只是想要他一个态度罢了, 不管是不是他抢了小玄的宁灵草, 但小玄说他抢了, 他交出来就是了, 谁知道他竟然敢和师父顶嘴, 这件人没有一点格局, 挨打根本不冤, 墨秋霜浑身颤抖, 眼泪滑落, 原来是这样, 怪不得江涵要走, 怪不得江涵丝毫不留恋, 师姐, 你这是柳寒月一看墨秋霜哭了, 顿时有些慌, 墨秋霜抹了抹眼角, 仇也道, 江涵和我们生活了这么多年, 就算你们再讨厌他, 也不能这样对他吧, 他哪里对不起, 你们了, 他除了有点烦人, 其他倒也还好, 柳寒月见墨秋霜没事, 这才放下心来, 我也不想这样的, 可师父不是说要磨练他心境吗, 我们也是为了他好, 多吃点苦没坏种, 磨练心境, 墨秋霜苦笑, 寒月, 我们可曾这样磨练过心境, 小璇这样磨练过心境吗, 好像没有, 柳寒月想了想, 可我们跟他不一样吧, 他只是师父一时兴起带回来的废物, 哪能跟我们比, 废物, 墨秋霜疑惑, 江涵真的是废物吗, 他在没有资源的情况下, 三年就修炼到了炼气七大圆满, 这是一个废物的修炼速度, 为什么他们要说江涵是废物, 难道仅仅是因为他一直没突破助击, 可小璇修炼十年了, 也没到助击啊, 还是说, 所以才不教他修炼法诀, 不给他修炼资源, 还骂他废物, 找借口磨炼他的心境, 不叫不养, 对江涵气如打骂, 让他自生自灭, 还要他自己长成一个绝世天才, 这怎么可能, 墨秋霜无比窒息, 养条狗也要给点吃的吧, 师姐, 你怎么突然这么关心江涵, 他是不是又闯祸了, 柳寒月有些疑惑, 师姐可从来没关心过江涵的事, 今天这是怎么了, 受了这么重的伤, 不去疗伤, 竟然一直问这些鸡毛蒜皮的琐事, 哎, 墨秋霜长叹一声, 我找到江涵了, 他现在是紫霄建宗的弟子, 他竟然加入了紫霄建宗, 柳寒月眼睛瞪大, 就他那个废物, 紫霄建宗也要, 墨秋霜看他一眼, 紫霄建宗不仅收了他, 还把他收作了清传弟子, 什么, 柳寒月惊呼, 这不可能, 江涵苦修十年多位住击, 紫霄建宗封了不成, 要这个废物干嘛, 也许, 江涵资质并不差, 墨秋霜想起江涵面对自己时的冷漠, 开口说道, 我那天见到他时, 他已经住击了, 柳寒月郊躯一阵, 怎么会, 他怎么会突然住击, 之前明明, 对, 江涵在林天宗苦修十年未曾住击, 可以离开林天宗, 马上住击成功, 墨秋霜轻叹, 为什么会这样, 柳寒月有些迷茫, 不知道, 墨秋霜心脏抽搐, 不过我想, 这一切一定和我们有关, 我们, 柳寒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想了许久, 咬牙反驳道, 他就算住击了又能怎样, 林天宗住击修饰多不胜数, 我们不缺他一个废物住击, 更何况, 师父只是说他两句, 他就敢退宗, 他这是背叛, 我绝不原谅他, 第二十章, 我们真把他当作师弟吗,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背叛, 墨秋霜鼻尖一酸, 我只知道, 江涵他在林天宗, 从来没有拿到过一点修炼资源, 他能有现在的境界, 全靠他自己的努力, 既然我们不愿供养他修炼, 他重新选择一个愿意供养他修炼的宗门, 难道不可以吗, 他没有修炼资源, 柳寒月惊讶, 这怎么可能, 我们每个月都有三十万中品零食随意支配, 他就算少点, 三五万总是有的吧, 这些不都是修炼资源吗, 这是师父亲口所说, 墨秋霜苦笑, 师父, 柳寒月一愣, 他原以为大家都有资源随便用的, 所以从来没有关心过江涵修炼, 江涵在灵天宗这么久, 师父不给他资源也就罢了, 可你们呢, 你们可曾给过他一块零食, 墨秋霜咬牙, 你们为什么这般苛待他, 我可是不止一次见到你们糟蹋他采的灵果, 那可是他唯一的修炼资源啊, 江涵每次得到好一点的灵果,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们, 他拿着灵果来献宝, 你们为什么不收, 不收也就罢了, 为什么还要当着他的面给扔了, 要么就是喂给灵兽, 我那是柳寒月有些不知所措, 又不是我求着让他送的, 而且大家都这样, 我也没太过分, 不就轻轻打了他几顿, 再说了, 师姐你不也一样, 墨秋霜一致, 算了, 我这次找你, 试问另外一件事, 听到师姐不再久者不放, 柳寒月终于松了口气, 师姐你说, 墨秋霜紧紧盯着他, 上次我带江涵去摩灵洞, 你为什么要一起去, 啊, 那次啊, 我那是柳寒月有些不自然的看向旁边, 说实话, 好吧好吧, 柳寒月深吸一口气, 还不是怪江涵, 他没事总喜欢偷看我不证, 师姐你也知道, 我研究阵法的时候, 最不喜欢别人看了, 他去了会影响到我, 我骂他打他都没用, 那天刚好听到, 你要带他去摩灵洞, 所以, 所以, 你就把他一个人丢在摩灵洞, 自己回来了, 墨秋霜气急, 摩灵洞可全是助击以上的妖物, 甚至连金丹都有不少, 他没想到, 二师妹竟然这么狠心, 把只有练习期的江涵 丢在那么危险的地方, 我那也是为了能安心研究阵法呀, 要不是江涵总去烦我, 我也不会这样对他, 柳寒月脖子一梗, 再说了, 我有分寸的, 只是把他放在摩灵洞外围而已, 谁知道江涵那么废物, 不就一些助击器的妖物而已, 他竟然都打不过, 墨秋霜气得不行, 身体都隐隐发抖, 他没想到柳寒月做出这种事, 还能装作没事一样, 丝毫不觉得他有错, 就因为这点小事, 你差点把江涵害死, 墨秋霜指着柳寒月大骂, 你说江涵打扰你研究阵法, 你教训他没错, 那小璇呢? 小璇也经常去找你, 打扰你研究阵法, 为什么你从来没有觉得他烦人? 柳寒月一撇嘴, 那能一样吗? 小璇可是我师弟, 他来找我, 我当然不会嫌他烦啊, 说完, 他生怕墨秋霜在问什么莫名其妙的问题, 先一步问道, 师姐, 到底怎么回事? 江涵都已经叛变了, 我们把他抓回来就是, 你总问这些大麻, 墨秋霜眼眶一酸, 眼泪再也控制不住, 哗哗往下流, 江涵他不是叛变, 是我们把他逼走的, 我要把他带回来, 我要补偿他, 柳寒月一惊, 师姐你是不是疯了, 江涵他自己没本事, 怎么能说是我们逼他走呢? 墨秋霜悲凉的大笑三声, 红着眼眶看向柳寒月, 江涵有什么错, 他只是想和我们待在一起而已, 我们就对他又打又骂, 我们那时候都不给他修炼资源, 又不知道他修炼, 他凭什么还要留在灵天宗? 而且, 你说小璇是师弟, 可以随时去找你玩, 那江涵就不是我们师弟了吗? 他为什么不能去找你玩? 为什么你看到他就会厌恶, 就会觉得他烦? 不只是你我, 包括师父和其他师妹, 他们所有人都不喜欢江涵, 同样的事情, 只要小璇做了就没问题, 但只要江涵敢做, 我们就会讨厌他, 厌恶他, 欺辱他, 打骂他, 我们这样对他, 真的有把他当作灵天宗亲传弟子吗? 柳寒月愣愣,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墨秋双摇头, 也许, 我们从来没把他当作师弟, 柳寒月彻底呆滞, 他们没有把江涵当作师弟吗? 他不知道, 可是仔细想想, 他们好像确实一直在忽视江涵, 同样是师弟, 林玄就可以得到他们的宠爱和照顾, 而江涵什么都没有, 他甚至连一件青传弟子的衣服都没有, 更别说是其他了, 而他们这么多师姐, 竟然没有任何人关心过他, 更别说给他买衣服什么的, 他们连这个念头都不曾有过, 他刚上山的时候才五岁, 一个人在山上摸索了两个月才爬到山顶, 当时他该有多害怕啊, 我难以想象, 他在山顶刚见到我们时是什么感觉, 也许是庆幸, 开心, 害怕, 可能还有些忐忑与迷茫, 但我能想象到, 当被我们嫌弃, 被我们辱骂, 被我们从山顶扔出去的时候, 他一定很害怕, 很绝望, 他那时候才五岁啊, 韩月, 他只是一个刚懂事的孩子, 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对他, 墨秋双五只眼睛哽咽, 韩月, 我们都不是无情之人, 不说师弟了, 就算是在外面见到一条野狗, 也不会这样无情吧, 可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从来没有把江涵当人看, 为什么一直都在欺负他, 为什么一直把他当作仇人, 可他不是我们的师弟吗, 墨秋双抬头, 满是泪痕的翘脸看着柳韩月, 韩月, 为什么, 为什么啊, 第二十一章, 因为信任才会被骗, 劈啪, 雷霆在江涵掌中炸开, 化作无数戏碎的电蛇, 在他身上疯狂跳动, 体内紫硝剑爵快速运转, 飞速吸收雷电之力, 直到一刻钟后, 电蛇才缓缓散去, 不愧是雷池, 好恐怖的气息, 好浓郁的雷凌厉, 江涵站在雷池边缘, 看着无数不停游动撞击的紫色雷电, 极为兴奋, 看来我还是小瞧了雷池, 这种强度的雷电, 恐怕就是普通助击器修饰, 碰到了也要重伤, 不过, 强度越高, 我吸收之后, 提升的也就越多, 吸收这一道最边缘的雷电, 虽然被寂灭神雷, 抢走大半雷电之力, 可也让体内灵力固化了一丝, 看着雷池中数之不尽的雷电, 江涵大喜, 如此看来, 两个月将丹田灵力彻底固化, 形成假丹丹佩, 并非不可能, 试探过雷电威力之后, 江涵心中有底, 闪身跳入雷池, 从边缘开始, 不断抓取雷霆炼化, 浑身紫芒闪烁间, 自身灵力和寂灭神雷, 开始快速壮大, 柳汉月呆呆地看着墨秋霜, 他也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 他在脑中拼命回忆, 想要知道到底为什么会这样, 可最终, 他也只能摇头, 我不知道, 墨秋霜没有逼迫他的意思, 见他这副模样, 继续开口说道, 你有看过江涵身上的伤吗? 柳汉月身体一颤, 眼中有些惊慌, 伤? 是, 什么伤? 墨秋霜看出了他的慌张, 可却没有点破, 我看过, 他回忆起在紫霄剑宗山下, 江涵浑身伤痕累累的模样, 眼中再次湿润, 那一道道疤痕, 我不知道他到底经历了什么, 有心伤, 也有旧伤, 体内还有暗急, 气血虚弱, 根基不稳, 五脏六腑都有问题, 你知道他这些伤是怎么来的吗? 那, 那不会是柳汉月更慌了, 他已经想到那是什么了, 可正因为这样, 他才更加慌张, 就连说话都有些磕磕绊绊的, 没错, 就是你想的那样, 墨丘双心口一阵阵抽搐, 他看着柳汉月说道, 那都是我们打的, 江涵最喜欢的师姐打的, 柳汉月胸口一痛, 脚下踉枪后退一步, 下一刻却又狡辩, 可他, 为什么不去智商? 智商? 哼, 墨丘双摇头苦笑, 江涵怎么治? 他找谁治? 柳汉月一愣, 那他怎么不找我, 他从来都没说过, 墨丘双眼中闪过悲哀, 这个二师妹, 到现在还没想明白问题关键, 如果江涵找你, 你会帮他治伤吗? 我当然, 柳汉月忽然顿了一下, 不说话了, 你不会, 墨丘双失望摇头, 就算江涵去找你, 也会被你再打一顿, 你不会帮他的, 我承认, 我以前很讨厌他, 柳汉月咬牙, 可这还不都是他的错, 要不是他经常偷东西, 我也不会这样对他, 而且他胆子那么小, 就连说话都唯唯诺诺的, 难看死了, 他这个样子, 谁不讨厌他, 还有他的伤, 那也不全是我打的, 师姐你应该知道的, 我下手一直都有分寸, 最可恶的是三师妹, 就他下手最重, 江涵的暗伤, 肯定都是三师妹打的, 墨丘双冷笑, 江涵真的经常偷东西吗? 韩月, 你不傻的, 真的假的, 难道你看不出来吗? 有哪一次是真的有抓到证据的, 又有多少次, 是你们栽赃他的? 这些你比我清楚才对, 柳汉月张了张嘴, 又不知道说什么, 墨丘双抹了把眼泪, 三师妹确实过分, 他不止一次诬陷江涵, 甚至欺辱完江涵之后, 还经常和我们炫耀, 我是真的搞不懂, 他为什么会对江涵有这么大的敌意, 江涵也是他的师弟啊, 为什么在他眼中却好像仇人一样, 有事没事就要去打江涵一顿, 柳汉月心中一颤, 他也不知道三师妹为什么会这样, 而且第一个喊着江涵抢了小玄宁领草的, 也是他, 现在看来, 江涵也许根本就没有抢小玄的东西, 也许是小玄看错了, 可三师妹竟然根本不管事情缘由, 当场就把江涵抓来定罪, 逼着他把宁领草交出来, 可更怕的是, 当时他们所有人都没有怀疑过, 甚至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 他们可都是天资卓绝, 受无数弟子敬仰的天才啊, 怎么会变成这样不分青红皂白, 就被人定罪的恶人, 墨丘双看着他, 你还记得师父的龙文佩是怎么被摔碎的吗? 柳汉月感觉鼻尖有些酸, 他艰难点头, 记得, 当时, 灵玄拿着师父的龙文佩把玩, 在花园不小心将其摔碎, 他怕师父责罚, 求着我们帮他想办法, 于是我们把江涵骗去林药园, 伪装成江涵踩碎龙文佩的样子, 让师父以为是江涵把龙文佩摔碎的, 这些你应该都知道, 柳汉月心口一痛, 我知道, 江涵为此被师父打落境界, 休养了一年才好, 他当然记得很清楚, 因为, 就是他去把江涵叫到林药园的, 可他当时并没有觉得这件事有多么残忍, 他那时候看着江涵无措的样子, 甚至觉得有趣, 还和师妹们一起嘲笑他, 江涵当时脸上没有愤怒, 他只觉得惊慌, 他以为真的是自己不小心踩碎了龙文佩, 哭着向师父道歉, 说他不是故意的, 柳汉月当时笑得很开心, 觉得江涵真的像个傻子一样, 那么好骗, 可他从未想过, 江涵是因为信任他, 才会这么容易上当, 你现在还觉得, 你没有对江涵造成很大的伤害吗? 你还觉得, 没有分寸吗? 墨秋双冷冷地看着他, 柳汉月心弧俱阵, 虽然他不想承认, 可是他确实对江涵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抽空去江涵的洞府看一眼吧, 他留下了一些东西, 墨秋双轻叹, 你看了之后, 应该就能明白了, 柳汉月木然点头, 他猜测江涵的洞府可能有一些真相, 可他又有些不敢去看, 江涵他, 怎么会加入紫萧剑宗? 墨秋双看他一眼, 他有一身的伤药质, 他还要修炼, 需要不少的修炼资源, 加入紫萧剑宗, 大概也是为了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修炼环境吧, 资源? 林天宗缺资源吗? 柳汉月又想起江涵一直没有修炼资源的事情, 顿时不知道说些什么, 可他的资质, 柳汉月有些犹豫, 江涵的资质应该是没问题的, 我那天看到他的时候, 他已经是筑基大圆满, 只差一步就能进入贾丹境, 墨秋双声音低落, 这本该是他们林天宗的天才, 可却被他们亲手逼走, 柳汉月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自己的洞府的, 他感觉今天知道的一切都颠覆了他曾经对江涵的认知, 他还不敢去江涵的洞府, 他不知道那里到底是什么东西在等着他, 以他们曾经对江涵做的那些事, 江涵再怎么骂他们都不过分, 他不敢去, 那是江涵血淋淋的伤疤, 他不敢去看, 柳汉月第一次感觉到了恐慌害怕, 他真的不敢去, 第22章都是江涵的错, 林天殿既雨缠气色已经好了很多, 可他此刻眉头紧皱, 严肃地看着墨秋霜, 道心不稳, 怎么这么严重, 发生了什么, 是不是江涵又惹你生气了, 不怪江涵, 是徒儿道心不间, 墨秋霜眼中生起一抹悲哀, 都这个时候了, 师父竟然还在怪江涵的不是, 是不是不管发生什么事, 在他眼里都是江涵的错, 哼, 果然是这个废物, 继遇禅冷哼一声, 这孽障越来越不像话, 你可是他师姐, 他竟然把你气成这样, 真是不知好歹, 你可是找到他了, 墨秋霜有些犹豫, 他不知道该不该和师父说, 他自己去劝江涵回来倒还好些, 若是师父知道了, 一怒之下, 跑去紫霄见宗要人, 就雷青川那户犊子的模样, 恐怕是真会打起来, 这样一来, 江涵恐怕会更恨他, 思虑片刻, 墨秋霜还是决定先不说, 昨天我在紫霄见宗附近, 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但还不确定, 等我确定了, 再来回禀师父, 紫霄见宗, 纪雨缠失笑, 真涅症不会以为跑到紫霄见宗, 我就没办法了吧, 果然是没脑子废物, 他该不会以为, 我会顾及紫霄见宗那些猛夫吧, 纪雨缠有些生气, 骂他几句就敢给我闹脾气, 他是真觉得自己可以和我对着干了, 墨秋霜瞪大眼睛, 他仿佛第一次真正认识自己师父, 明明是他们对江涵打骂, 把他逼走的, 现在怎么怪江涵的不是了, 他一咬牙, 撞着胆子问道, 师父可知道江涵为什么要走, 为什么走, 纪雨缠疑惑, 不就是因为我说了他几句, 跟我闹脾气吗, 墨秋霜深吸一口气, 江涵这些年过得很不好, 身上还有许多伤势, 身体非常差, 虽然没有伤及经脉, 但若不及时治疗, 恐怕还会留下暗疾, 纪雨缠一惊, 他每天在宗内待着, 连宗内大笔都不敢去参加, 哪能受什么伤, 你确认他不是自己弄了些伤口, 想言苦若即装可怜, 墨秋霜一致, 他很想说, 江涵怎么可能会这样装可怜, 可他不知道该怎么反驳, 他好像说什么都没用, 师父总能把错怪到江涵身上, 师父现在这恶意满满的模样, 就连他都感觉绝望, 而当初江涵独自面对时, 又该有多绝望, 江涵就是在这种环境里长大的吗, 也许江涵的离开, 就是因为师父, 看来不告诉师父, 果然是对的, 如果让他知道了, 江涵肯定会被他强行抓回来受罚的, 墨秋霜心底苦涩, 不像是他自己弄的, 应该是墨秋霜顿了一下, 应该是他受罚的时候受的伤, 受罚时留下的伤, 纪玉禅疑惑, 他有伤为什么不去治, 后山的灵乳泉乃是灵天宗独有的疗伤胜水, 他为什么不用, 说起这个墨秋霜也不清楚, 灵天宗所有弟子都可以用灵乳泉疗伤, 江涵不可能不知道, 他为什么不用, 为什么非要强忍着痛苦不去治疗, 难道真的像师父说的那样, 江涵是在严苦肉继, 看墨秋霜不说话, 纪玉禅冷声道, 把负责江涵日常起居的杂役弟子叫来, 他应该知道, 我倒看看, 这孽障到底打的什么主意, 难道是怨恨我惩罚他, 故意不治伤, 想要以此让我难堪, 陆飞很快赶到灵天殿, 他心里很慌, 这段时间已经上山顶好多次了, 这可不是好兆头, 宗主, 大师姐, 墨秋霜看到陆飞, 迫不及待地开口询问, 陆师弟, 我记得你说过, 江涵经常受伤, 那你可知道, 江涵为什么硬扛着伤势, 不去用凌辱权之伤, 陆飞一愣, 怎么又是江涵, 他们不是从来不关心江涵死活的吗, 最近这是怎么了, 可他只是个杂役弟子, 这些事哪轮得到他操心, 由于片刻, 他开口道, 宗主, 江师兄不用凌辱权之伤, 是因为, 因为, 说到这陆飞忽然顿住, 脸上冒出一阵冷汗, 因为什么, 墨秋霜一击, 下意识爆发出气势来, 强大的气势压得陆飞身体一颤, 差点摔倒, 陆飞抬头一看, 发现纪雨缠正冷着脸看他, 当下不再犹豫, 咬牙开口, 是因为宗主不让江师兄用, 胡说八道, 话音刚落, 纪雨缠顿时大怒, 我何时说过这种话, 你想清楚再回话, 陆飞被吓了一跳, 当即顾不得太多, 急忙接着道, 宗主息怒, 宗主事务繁忙, 可能不记得了, 江师兄刚来的时候, 身上就有许多伤势, 那时我带他去后山取灵乳泉, 被宗主看到, 宗主当时就发怒, 把江师兄大骂一顿, 还说不让他再去取灵乳泉, 陆飞抹了把冷汗, 江师兄听了宗主的话, 以后就再也没去过灵乳泉, 他后来一直采些灵草, 自己研究着疗伤, 怎么可能, 纪雨缠脸色难看, 目光冷冽, 我怎么会说这种话, 陆飞, 你敢骗我, 弟子不敢, 陆飞后背都被汗水打湿, 他急忙一拍储物袋, 掏出一枚刘颖珠高声宝, 宗主明见, 弟子并未说谎, 当时有刘颖珠记录, 刘颖珠, 纪雨缠眼睛一眯, 打开, 我倒要看看, 到底是怎么回事, 陆飞一听, 连忙掐绝打在刘颖珠上, 一道光木瞬间出现在半空, 宗主, 真的不让江师弟使用灵乳泉吗? 画面中是陆飞在向纪雨缠汇报, 纪雨缠听后挥了挥手, 随道, 他不过一个凡人, 那点小伤, 用灵乳泉也是浪费, 这种小事以后别来烦我, 是, 陆飞拱手退下, 空中画面一黑, 再次化作流影珠落下, 便中近了片刻, 陆飞感觉四周灵气忽然暴躁了许多, 这个孽障, 纪雨缠怒喝一声, 他那时候肯定是惹了什么祸, 不然我绝不会这么生他的气, 说完, 他看向陆飞, 江涵当时到底干了什么, 你细细道来, 陆飞不敢怠慢, 一五一时道, 当时将师兄正准被用灵乳泉疗伤, 好像是身上沾了一点泥土, 宗主觉得他太脏, 就把他骂了一顿赶走了, 师父, 墨丘霜满脸震惊地看向纪雨缠, 他没想到, 师父竟然这样可待江涵, 纪雨缠被墨丘霜的眼神气到, 我那只是气话, 江涵真是太废物, 我不让他去, 他就不去了, 他就不会偷偷去, 我又不会一直盯着他, 我真是对他太仁慈了, 交出这么个无能, 懦弱的玩意, 自己没用, 还留着那些伤给谁看呢, 让别人看到了, 还以为我们在虐待他, 说着, 纪雨缠又看向陆飞, 不让他用灵乳泉, 他就不会用灵药之伤吗, 灵药阁那么多灵药, 他为什么不去用, 非要留着伤给我添赌, 第二十三章, 他就是死, 也得死在灵天宗, 陆飞心中苦涩, 宗主去灵药阁拿药, 是需要灵食的, 江师兄他, 没有灵食, 纪雨缠一致, 他忽然想起来了, 他从没给过江寒修炼资源, 陆飞小心翼翼地看了纪雨缠一眼, 这才接着说道, 江师兄极为聪慧, 没有灵乳泉和灵药, 他就自己寻找灵草智商, 而且, 那些野生灵草都是年份很少的低阶灵草, 大都是没人要的, 只有偶尔走运才能采到好一点的, 所以江师兄去采来用, 也没人说什么, 那你呢, 纪雨缠冷喝一声, 这怎么又扯到我身上了, 他慌忙行礼, 宗主明鉴, 那日在灵乳泉时, 您就曾警告过, 谁要是敢帮江师兄取灵乳泉, 就打断他的腿, 弟子只是杂役弟子, 实在不敢为逆宗主, 纪雨缠冷哼一声, 脸色越加难看, 这个废物, 那时候倒是听话, 不让他用它, 还真不用了, 现在有脾气了, 都敢和我对着干, 墨秋双低着头, 心里泛起阵阵苦涩, 他没想到, 江涵原来过得这么惨, 他明明踩到过不少美容去扒的灵草, 可江涵自己从来不用, 全都拿来送给他们了, 可他当时竟然还嫌弃灵草太过低接, 甚至还当着他的面把灵草扔掉, 墨秋双心痛难忍, 纪雨缠越想越气, 这个废物, 一点小伤都治不好, 他还能有什么用, 有那么多伤势, 也纯属就由自取, 他若是老老实实的像小玄那样乖巧, 又怎么总是受罚, 小玄来这么久了, 从没犯过一次错, 江涵他就是活该, 陆飞把头埋得更低, 装作什么都听不到的样子, 秋双, 纪雨缠忽然转头看向墨秋双, 你去把江涵给我抓回来, 他以为发的脾气就能走了, 纪雨缠冷笑, 我要让他知道, 没有我的允许, 他哪里也去不了, 能把他找回来, 看我不废了他, 才练气气就敢跟我讲, 真是烦了天了, 看来是我以前对他太仁慈, 让他以为我不敢教训他了, 墨秋双听得出师父这是真的生气了, 可还是硬着头皮开口, 师父, 江涵已经退宗了, 退宗了又怎样, 纪雨缠冷着脸, 他以为退宗了就能自由了, 哼, 那我就再给他上一课, 没了宗门, 他一个散修, 还不是我想怎么捏就怎么捏, 等把他抓回来, 我要让他再也不敢提退宗这两个字, 师父, 墨秋双大喊一声, 打断了纪雨缠的话, 江涵都已经这样了, 你为什么还总想要教训他, 他到底哪里做的不对了, 我是他师父, 我想怎么教训他, 就怎么教训他, 纪雨缠眼神冷练, 墨秋双没想到, 师父竟然说出这种话, 心底的痛再也压制不住, 眼眶瞬间通红, 江涵在林天宗, 没有修炼资源, 没有人指导修炼, 连杂役弟子都不如, 你什么都没教他, 什么都没给他, 你算什么师父, 墨秋双, 纪雨缠咬牙, 你怎么各位是说话的, 你是不是疯了, 江涵是我带上山的, 我想怎么对他就怎么对他, 可他已经走了, 他已经退宗了, 纪雨缠怒视着他, 我说了把江涵带回来, 就他那一身臭脾气, 在我们眼皮子底下都治不好, 再让他在外边待几天, 谁知道会不会再惹出什么大祸, 你别跟我讲, 我带他回来还不是为了他好, 就他现在这废物样子, 再不好好交交, 以后不得气势灭祖, 墨秋双气急, 眼泪哗哗流下来, 可他在林天宗什么都没有啊, 师父你不喜欢他, 师妹们也不喜欢他, 为什么就不能让他离得远远的, 起码他在外面还能有条活路, 放肆, 纪雨缠一掌将扶手拍碎, 大鹤道, 你的意思是我不给他活路了, 墨秋双浑身聚颤, 就现在这样, 你口口声声说要废了他, 江涵回来还有活路吗, 我做这么多, 还不是为了磨练他的心境, 能让他以后成就更高, 江涵都没说什么, 你倒是跟我吵起来了, 纪雨缠突然冷静下来, 盯着墨秋双说道, 还是说, 你也长脾气了, 想退宗, 弟子不敢, 墨秋双低头抹去泪水, 我只是心疼江涵, 他在灵天宗受了太多苦, 师父, 为什么非要他回来, 就当没有他这个人不行吗, 纪雨缠看了他许久, 脸色缓和许多, 缓缓摇头, 不行, 我不管你听他说了什么, 但我告诉你, 江涵, 必须要留在灵天宗, 这件事没得商量, 墨秋双崩溃了, 他激动大喊, 为什么, 为什么啊, 师父, 他资质不好, 修为也不高, 更没有特殊的天赋, 墨秋双, 你给我记住, 江涵, 他就是死, 也得死在灵天宗, 他永远也别想跑, 你给我滚, 去把他抓回来, 你若是办不到, 我就亲自出手, 我倒要看看, 他有没有能耐从我手里逃走, 墨秋双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大殿的, 他只觉得天都要塌了, 师父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师父以前明明很温柔的, 大师姐, 你这是怎么了, 墨秋双抬头一看, 顿时再也忍不住, 眼泪哗哗往下掉, 韩月, 师父他, 他忽然不知道该怎么说, 难道说师父要逼死江涵吗, 恐怕说了也没人信, 师父, 师父怎么了, 柳韩月一惊, 墨秋双沉默片刻, 没事, 他抬手抹去泪珠, 问道, 我要去找江涵, 你要一起吗, 柳韩月偏头看向一旁, 我, 你不想去, 墨秋双问, 我不知道, 柳韩月的声音很是纠结, 墨秋双轻叹一声, 那好吧, 他说完就化作顿光瞬间远去, 迅速离开了灵天宗, 江涵, 墨秋双现在不知道自己是重什么心情, 说实话, 他其实不太想带江涵回灵天宗, 可师父的话, 他又不能不听, 但话又说回来, 修真界这么危险, 江涵再怎么也只是一个小小助击, 他也不放心江涵一个人在外面, 许久之后, 他眼神逐渐坚毅, 江涵必须跟我回去, 要不然, 等到师父出手, 他一定跑不掉, 而且回到宗内, 有我亲自护着他, 师妹他们也不敢再欺负江涵, 墨秋双下定决心, 这是最好的办法, 第24章, 什么狗屁亲情, 都见鬼去吧, 可是, 江涵真的会跟他回来吗? 墨秋双想起以前, 自己对江涵做过的那些事情, 心中越发没有底气, 记得有一次, 墨秋双炼丹缺了一位主要, 仙云草, 仙云草并不是高阶灵草, 可其外表和普通杂草类似, 而且气息极其微弱, 非常难找, 江涵得到消息, 独自进山找了一个多月, 不知从哪里采到一株千年仙云草, 兴高采烈地来到他的洞府, 拿着仙云草要送给他, 可墨秋双看到江涵并没有觉得开心, 反而看着他, 只感觉到恶心, 觉得他脏, 他采的灵草也一定是脏的, 所以墨秋双那次没要他的东西, 又把他骂了一顿赶走了, 他还记得江涵当时一脸不知所措的模样, 他应该也不知道哪里做错了, 分明是好心帮师姐采到灵尿, 却被师姐骂了一顿, 正要把江涵赶走的时候, 刚好灵玄去找他, 看到了江涵手中的仙云草, 当时就表示他想要, 墨秋双一听, 当即抓过江涵的仙云草, 在江涵开心的目光中, 转身把仙云草递给了灵玄, 当时江涵脸上开心的笑容瞬间僵硬, 呆呆地看着灵玄对他撒娇感谢, 可他们没有再看江涵一眼, 江涵在原地待了很久, 最后只能失落地转身离开, 那时候墨秋双并没有感觉到哪里不对, 可现在回想起来只感觉心脏抽搐, 浑身发浪, 他以前怎么那么滑, 泪水刚从眼角滑落, 就被风吹散, 墨秋双哭的撕心裂肺, 江涵明明是特意为他采的灵药, 他为什么会嫌弃江涵, 还当着他的面, 把他辛苦采来的灵药送给别人, 而且一直到最后, 他连一句感谢都没有说过, 甚至都不屑于再去看他一眼, 想起那时江涵转身时的眼神, 墨秋双就心痛到无法呼吸, 那眼神里面满是失望和落寞, 他一直到最后, 也只是想得到一声自己的夸赞罢了, 可为什么, 他连一声夸赞都不舍得给他, 甚至连一声敷衍都没有, 就那么无视他的付出, 糟蹋他的努力, 类似的事情多不胜数, 但是墨秋双记得的就不下百见, 他只是渴望得到师姐的关爱, 他有什么错, 可自己到底做了什么, 他所有的付出只得到了一次次的伤害, 哪怕一个鼓励的眼神, 善意的微笑都没有得到过, 墨秋双浑身颤抖, 是他亲手把最喜欢他的姜寒给弄丢的, 啊, 他崩溃式的仰天大寒, 泪水止不住的流下, 紫霄剑爵不愧是天阶九品功法, 并且非常适合雷属性剑修修炼, 比炼气爵强了何止千倍, 当初修炼炼气爵, 姜寒最多只能吸收深周六成灵气, 其他的灵气则全都被浪费掉, 而紫霄剑爵不但吸收雷灵力的速度极快, 而且能将身体四周的灵力全部吸收, 不浪费一丝一吼, 而且炼化速度极快, 以前他三天才能炼化一缕灵气, 而现在, 只需要几个呼吸就能炼化一大团灵气, 仅仅经过一天的不断吸收, 姜寒体内的灵力就已经有了一点固化的迹象, 就连纪念神雷也好像粗了一丝, 由于时间紧迫, 姜寒稍一适应之后便向雷池中央走去, 越是往内, 雷电的力量就越强, 但是雷电内蕴含的灵力也就越多, 而且更加精纯, 噼啪, 姜寒抬手抓住一道扭曲的雷电, 此处距离边缘已有百步距离, 雷电肉眼可见的粗壮不少, 而且颜色也更加深邃, 黄暴的紫芒刺得他汗毛直立, 啪, 雷电化作无数细小电蛇, 顺着毛孔疯狂钻入姜寒经脉, 好在他早有准备, 闭眼内是体内灵力迅速包裹住无数电蛇, 同时运转紫霄剑绝将其快速炼化, 约莫过了两刻钟, 他再次睁开眼睛, 其内兴奋之色一闪而过, 果然没错, 此处的雷电中雷灵力的精纯度极高, 这一道雷电足以抵得上边缘处五道雷电的灵力, 照这个速度, 恐怕要不了两个月就能晋级贾丹镜, 贾丹镜后只需度过一道结丹雷结, 即可晋级结丹期, 到时就算灵渊秘境中有意外发生, 我也能当场度结结丹, 结丹成功后, 只要原因不出, 在秘境中谁也奈何不了我, 想到这里, 江涵转头看向雷池外面, 那里杜宇成正盘息而坐, 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他, 自从知道他要在雷池修炼, 杜宇成就一直跟着他, 也不靠太近, 只是坐在不远处帮他护法, 被人盯着修炼, 江涵刚开始时急不习惯, 可渐渐地, 他慢慢喜欢上了这种感觉, 自从来到紫霄剑综后, 他一直过得非常开心, 不用担心睡觉的时候, 被零售的吼声吓醒, 不用担心正在修炼的时候, 被师姐的传音御检强制打断, 不用担心和师姐说话时突然被骂, 也不需要自己去采灵草, 换取修炼资源, 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美好的让他有些不敢相信, 可眼前的雷池和师姐又是那么的真实, 让他不得不相信, 这一切都是真的, 杜宇成见江涵看来, 一惊之下, 慌忙低头看向地面, 手指紧张地握拳, 过了片刻, 他仿佛才想起来自己是大师姐, 小心翼翼地冷着脸看向江涵, 有事, 声音冷淡, 却带着些不易察觉的紧张, 江涵总觉得师姐哪里不对劲, 但却说不清楚, 他笑着摇头, 目光看向无尽的雷电, 不管怎么回事, 既然你们对我好, 我必然不会让你们失望, 这一事, 我会帮紫霄建宗成为修真界最强宗门, 至于亲情啊关爱啊什么的, 统统见鬼去吧, 我再也不需要了, 二人再次沉默下来, 只剩下无数雷霆的轰鸣声不断响起, 又过了五天, 杜玉成突然抬头看向远处, 片刻后轻声开口, 莫秋双又来找你, 见不见, 江涵眉头一皱, 不见, 麻烦师姐拦下他, 好, 杜玉成点头, 挥手向空中打出一道灵光, 哄, 一道巨大的天雷贯穿天际, 天空瞬间陷入黑暗, 紧接着无数道耀眼的紫色天雷凭空出现, 在四周不停闪烁, 瞬息间就将整个紫霄剑宗完全包裹, 空中忽然出现五十多道身影, 每道身影的气息最少都是元英七, 有不少都是江涵之前见过的师叔们, 一群大能在半空中如灵大敌般看向阵外, 可等了许久, 也不见有任何动静, 发生了何事? 谁开的护宗大阵? 有人忍不住大声询问, 护宗大阵? 江涵一惊连忙飞到杜玉成身边, 这可是有强敌来袭时才会打开的, 难道姬玉禅也来了? 正疑惑间, 雷青川的身影忽然出现, 他掐绝打在半空, 无数雷电再次发出一声轰鸣, 随后迅速散去, 接着他冲着众人大喝一声, 无事, 都回去吧, 等到诸多强者散去, 他冲着杜玉成暗号, 我的小祖宗暗, 不过一个盗心破损的原因后期, 你把他赶走不就行了, 开什么护宗大阵啊? 他夸张地捂着胸口, 你知道这一下要多少几品零食吗? 五万块几品零食啊, 五万块啊, 就那么一小话, 杜玉成好像知道自己做错事, 脸蛋通红, 低头搅着食指, 一副认错的模样, 江涵见状连忙拱手认错, 师父息怒, 世界也为了保护我, 一时情急才会如此, 师父您要罚就罚我吧, 见江涵这样, 雷青川脸上的心痛瞬间消散, 心未点头, 不错不错, 有担当, 不过这也不是什么大事, 谈不上罚不罚的, 江涵诧意抬头, 那可是五万块几品零食啊, 在灵天宗要是这样, 他怕是会被打得半死, 他原本都准备好受罚了, 可没想到师父竟然不怪他, 就这么轻描淡写地接过去了, 雷青川说完, 美好气地瞪了山门外眼, 转身对着江涵说道, 放心, 有我在, 就算寄予禅来了, 他也奈何不得, 你要记住, 紫霄见宗永远是你的后盾, 若是有什么不方便做的, 尽管跟你师姐说, 他办不了的, 我来办, 你只管安心修炼, 其他事不用操心, 还请师姐帮忙挡住他, 雷青川欣慰点头, 放心, 他们进不来, 说完, 他一个瞬移消失不见, 陆宇成红着脸悄悄抬头看了一眼, 又看看江涵同样瞬移消失, 第25章, 或许, 他们从未在意过, 江涵也不再耽误, 转身回到雷尺中, 继续吸收雷电之力, 一个月很快过去, 江涵再次深入二百余步后, 才终于停下, 再往前, 那就不是他现在能承受的雷电了, 前方全是无数深紫色的雷霆, 足有常人大腿粗细, 但是远远看去, 就能感受到里面蕴含着的恐怖气息, 就算是结丹七, 要是不小心碰到, 恐怕也要受伤, 可就算他没再深入, 现在吸收的每道雷电之力, 也比边缘处强上二十倍左右, 那精纯的雷电之力, 他每次接触都能感到身体一阵发麻, 经过这些天的吸收, 将含体内灵力已经有半数灵力转化为固态, 变成了一颗小小的紫色丹胚, 悬浮在丹田之中, 就算还未彻底凝固丹胚, 将含体内的灵力, 也比助击大圆满时多了四十倍, 只要将体内剩余的灵力, 也全部化为固态, 那就能真正达到甲丹镜, 到时, 体内灵力将会比助击大圆满, 足足多出百倍左右, 就这还是因为寂灭神雷, 抢走了太多灵力导致, 如若不然, 他恐怕早就凝聚丹胚, 甚至可以提前尝试, 镀一镀那杰丹雷姐, 而寂灭神雷也没让他失望, 吸收了大半的雷电之力后, 原本只有头发丝粗细的寂灭神雷, 现在已经有筷子那么粗, 壮大之后的寂灭神雷威势极强, 他围着丹胚不停转动, 疯狂吞吸雷霆转化而来的雷电之力, 那愈发强大的吞吸之力, 足足能强否尽八成雷电之力, 与之相对的, 还有他的气息也愈加恐怖, 就连江涵自己都能感受到一阵头皮发麻, 要是被其击中, 恐怕就算是杰丹中期也要受伤, 若是杰丹初期甚至有可能当场陨落, 杜玉成早在半个月前就回来了, 据他所说, 墨丘霜倒也没闹, 知道江涵不想见他就一直在山脚等着, 江涵懒得理这个前大师姐, 他实在想不通都已经这样了, 还非要找他干嘛, 闹来闹去的有意思吗? 摇头不再多想, 他随手抓爆一道雷霆, 继续吸收雷电之力, 不断壮大灵力和寂灭神雷, 杜玉成瞪大眼睛, 看着江涵在雷池内捏碎一道又一道雷霆, 虽然已经看过多次, 可他还是忍不住诧异, 江涵到底是什么怪胎, 怎么可以这么粗暴地吸收雷霆之力? 他在紫霄剑宗三百余年, 见过不少来雷池修炼的人, 包括他自己, 全都是极为小心地摄取一道雷霆, 然后用紫霄剑爵一点点将雷霆练化, 练化后的灵力还要缓慢地吸收消化, 才能真正转化成自己的灵力, 这样下来, 通常三五天才能炼化一道雷霆, 就这已经极快了, 可江涵呢? 他简直就是在生吞雷霆, 只要抓到雷霆, 他竟然直接捏碎吸收, 简直粗暴至极, 更恐怖的是他的身体, 这么粗暴地吸收雷霆之力, 竟然毫无损伤, 简直匪夷所思, 难道是因为变异雷根吗? 杜玉成极为羡慕, 初次听师父提起雷根的时候, 他还不觉得有多厉害, 毕竟他自己也是几瓶水灵根, 并不比雷霆根差多少, 只是没那么适合紫霄剑绝罢了, 可现在亲眼见到雷霆根修炼, 他这才发觉, 原来差距竟然这么大, 好像紫霄剑绝就是为江涵量身定做的一样, 契合度极高, 江师弟果然是天动奇才, 只要给他时间成长, 日后必定是一方巨拨, 以他日后的实力, 绝对可以夺回属于紫霄剑宗的辉煌, 杜玉成粉泉紧握, 眼神隐隐兴奋, 已经过去一个月了, 江涵既然还没有出来, 莫秋霜有些坐不住了, 当时杜玉成那个疯女人可是答应他, 只要回去就会告诉江涵, 自己在等他的, 按说以江涵的性子, 只要他知道师姐来找他, 他肯定会出来见他才对, 就算江涵再生气, 这段时间气也消得差不多了吧, 可这已经一个月了, 他怎么还不出来, 莫秋霜抬头看向紫霄剑宗山门, 莫非杜玉成那疯女人故意耍我, 没把我来找江涵的消息告诉他, 此来想去, 莫秋霜觉得这个可能性最大, 不然江涵绝对不会不理他的, 除此之外, 更让莫秋霜着急的还是纪雨禅的态度, 自从他从灵天宗出来之后, 纪雨禅从未问过他江涵的消息, 就好像已经把这件事情忘记了一样, 莫秋霜心中一片冰冷, 师父当时说得那么严重, 他还以为师父有多关心江涵, 没想到也只是一时冲动罢了, 这都过去一个月了, 如果师父真的关心江涵, 真的想把他带回去, 然后师父可是一天发十几个传音, 生怕小璇在山下吃亏, 并且还让他一直暗中保护, 直到确保小璇安全回踪, 也许师父从未关心过江涵, 他一直在乎的从来都只有灵选, 而且不只是师父, 就算是其他师妹也同样不喜欢江涵, 嫌弃他天资太差, 嫌弃他不知礼数, 嫌弃他又穷又抠, 送个礼物竟然只会送一些低阶灵草, 也就偶尔能送个勉强入眼的法宝, 还是些款式特别旧的老古董, 他们甚至还会阻拦其他弟子照顾江涵, 别说灵食灵药了, 就连其他弟子和江涵说话都会被他们呵斥, 让他们离江涵远一点, 别染上他那一身臭毛病, 墨丘霜心里难受, 他们对江涵真的太苛刻了, 正想着墨丘霜神色一动, 传音御简迅速飞出, 韩月, 有什么事? 师姐, 见到江涵了吗? 柳韩月说道, 墨丘霜轻叹, 还没, 他好像在闭关修炼, 一直没见他出来, 他在山脚等了一个月, 杜与诚的神识也在他身边监视了一个月, 有杜与诚这个原因大圆满的剑修盯着, 墨丘霜就算再想见江涵, 他也只能在山脚等着, 若非如此, 他恐怕早就找机会溜进去了, 他原本还想借着拜访之明进去, 再找机会把江涵抢走, 没想到杜与诚根本不吃这一套, 不管他说什么, 杜与诚只当没听到, 气得墨丘霜破口大骂, 可不论他怎么说, 杜与诚就是不说话, 甚至把杜与诚逼急了, 就会直接操控雷霆对着他脑袋披下来, 虽然伤害不高, 但也能把他弄得一肚子火, 墨丘霜这几天, 气得后槽牙都快咬碎了, 柳涵月说道, 对了师姐, 我这次找你, 是因为小璇筑机成功了, 师父要给小璇办个庆功宴, 让你回来一趟, 墨丘霜都惊呆了, 庆功宴? 筑机办什么庆功宴? 小璇筑机成功, 这是喜事啊, 大家都很开心, 师父想办就办了, 墨丘霜长叹一声, 师父他不是要找姜涵吗? 怎么又去办什么庆功宴? 还只是一个筑机的庆功宴? 我不回去, 我要找姜涵, 墨丘霜果断拒绝, 还有, 韩月你为什么不愿找姜涵? 我, 柳涵月一慌, 他原本以为自己已经忘了, 可没想到, 师姐竟然又提起这件事, 墨丘霜一听就明白了, 他抬头看向不远处的紫霄建宗, 你再害怕, 柳涵月沉默, 这么多天, 他其实早就有了预感, 可是, 他不敢去接触那个真相, 那个足以让他崩溃的真相。 第26章, 到底是谁的错? 韩月, 害怕是没用的, 有些事, 你早晚都要面对, 不只是你我, 还有师父他们, 都要面对, 墨丘霜语气低沉, 有些事, 他不想说得太清楚, 但他们应该明白才是, 柳涵月脸色复杂, 他当然明白, 可是, 江涵曾经特别崇拜他, 还总是偷偷研究他布置的阵法, 尽管他什么都不懂, 可他眼中闪烁的亮光, 是那么的骄傲, 仿佛那阵法是他布置的一样, 柳涵月为此不止一次骂江涵, 他觉得, 这是他的作品, 像江涵这种泥腿子, 又脏又贱的东西, 根本不配看他的阵法, 就算江涵卑微地讨好他, 疯狂地崇拜他, 柳涵月也只感觉到厌恶, 他不知道江涵当时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不管怎样, 江涵始终是我们的师弟, 他是我们从小看着长大的, 墨丘霜声音低沉, 我们以前终究是错了, 严禁于此, 你好自为之, 柳涵月一惊, 师姐, 我, 我会去找他的, 墨丘霜收回遇见, 抬头看向雷霆轰鸣的方向,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谁知道江涵要躲到什么时候, 他要尽快带江涵回灵天宗, 不能再耗下去了, 由于片刻, 他一咬牙, 飞升而起, 立在半空, 看向紫霄剑宗山门, 神石迅速冲出, 高声喊道, 江涵, 我知道你在里面, 师姐没有别的意思, 师姐只想求你出来见一面, 可以吗? 声音在空中回荡, 墨丘霜蓝脸忐忑地等待回应, 可过了许久, 下方还是一点动静都没, 他又等了片刻, 见江涵没有一点要出来的意思, 狠狠一咬牙, 再次喊道, 江涵, 我只是想和你说几句话, 你放心, 我绝对没有别的意思, 你要是不出来, 现在我就在这一只喊, 江涵无奈睁眼, 这个阴魂不散的家伙, 为什么非要找他? 他原本以为, 只要不理他, 墨丘霜待不下去就走了, 可他实在没想到, 一个原音大能, 竟然会用这种手段, 逼一个助击修饰去见他, 可他又不能因为自己的事情, 影响其他同盟的修炼, 此刻不得不结束修炼, 起身飞出雷池, 杜宇诚早在墨丘霜刚开始喊的时候, 脸色就沉了下去, 见江涵出来, 认真问道, 杀了他, 江涵诧异, 大师姐好之间, 他摇头, 多谢师姐, 不过我们不用动手, 这样太便宜他了, 说完, 他欲见而起, 朝着山门外飞去, 一落地, 江涵就冷声开口, 墨丘霜, 咱们又不熟, 你总来找我干什么? 听到这话, 墨丘霜鼻尖一酸, 却连忙忍住心痛, 勉强露出一个微笑, 师爹, 你最近过得怎么样? 大家都很担心你, 你先跟我回去好吗? 江涵果断拒绝, 不回, 我实在搞不明白, 我都已经退宗了, 你为什么总想把我抓回去? 而且我都退宗这么久了, 离你们那么远, 你竟然还能追过来? 墨丘霜眼圈一红, 我不是, 师弟别误会, 我只想让你跟我回去, 江涵冷笑, 不管是不是, 我都不可能跟你们回去, 看到江涵如此决绝, 墨丘霜心底狠狠一颤, 师爹, 对不起,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墨丘霜捂着嘴巴, 声音乌叶, 别, 江涵厌恶的皱紧眉头, 要哭丧回家哭去, 别在这恶心人,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就是想把我骗回去, 好去讨林玄欢心对吧? 不是, 我没有, 师弟你相信我, 我真的只想让你跟我回去, 墨丘霜眼眶更红, 你还记得上一次吗? 江涵冷漠地看着他, 那天林玄心情不好, 你们为了讨他欢心, 你们逼着我去和灵寿决斗, 害我废了一条胳膊才活下来, 你可还记得? 不, 不是的, 墨丘霜双眼满是血丝, 我只想让你跟我回去, 我会向师父解释的, 绝对不会让你再受苦的, 师弟, 你给我个机会, 我会证明给你看, 解释? 哼, 江涵失笑一声, 解释什么? 你怎么解释? 解释你只是一时犯傻, 才会退宗的, 师父和大家都很担心你, 只要你愿意认错, 师父不会, 认错? 认什么错? 我哪里有错? 江涵打断他的话, 直到现在, 你还认为是我的错? 你看到我偷你簪子了, 江涵盯着墨丘霜的眼睛, 你看到我抢灵犬宝物了, 墨丘霜气息一致, 你看到我交坏同门, 把他们变成废物了, 江涵声音越来越大, 你告诉我, 你们真的看到我犯错了吗? 墨丘霜哭着摇头, 他确实没亲眼看到, 可是, 你们从来都没有证据, 你们根本就不能证明, 这些事是我做的, 江涵大喊, 墨丘霜, 你还要我认什么错? 第27章, 你就不能忍一忍, 我, 墨丘霜顿了一下, 你当时为什么不解释? 解释? 江涵都被气笑了, 我解释的还少吗? 可你们信不吗? 每次江涵只要一解释, 就会被他们骂他没有担当, 骂他不敢承担责任, 骂他没有认错的态度, 他们从来都只相信林玄的话, 甚至林玄只需要看他一眼, 他们就能来治他的罪, 他们何曾在意过江涵的想法? 墨丘霜眼中满是血丝, 他盯着江涵开口, 你为什么这么僵? 江涵, 他毕竟是师父, 你为什么就不能退一步? 他不明白, 江涵到底在讲什么? 他只要认个错, 还有自己替他说话, 他不就可以回到林天宗了吗? 不就可以继续见到他们了吗? 他不是最喜欢他们吗? 他为什么非要这么拒, 为什么一步也不肯退让? 退一步, 江涵踏前一步, 死死盯着他的眼睛, 墨丘霜, 你摸摸自己的良心, 我退得还少吗? 你们骂我箭肿, 说我是你腿子, 随意打我骂我, 我可有说过什么? 你们说我穿得像个乞丐, 骂我修炼太慢浪费资源, 说我卖灵草给你们丢人, 我说过什么? 江涵红着眼睛, 双拳用力钻紧, 可这一切, 是因为谁? 还不是因为你吗? 你们不给吃不给穿, 你们什么都不给我, 从小到大, 我没有用过, 你们一颗零食, 更没有吃过你们一粒丹药, 我现在所有的一切, 都是我自己拼来的, 退一步。 江涵笑得悲凉, 我还能退到哪里? 他猛地踏前一步, 血红的双眼死死盯着墨秋霜, 你告诉我, 我还能怎么退? 江涵从未想过, 把这些话说出来, 他以前从没觉得纪雨禅他们做得不对, 他只是下意识地依赖他们, 只是想多靠近他们, 他喜欢他们身上的味道, 那是一种很亲切的味道, 所以, 就算被欺辱, 他也从未抱怨过, 可是, 他一次次的退让, 换来了什么? 是他们一次又一次的欺辱打骂, 是变本加厉的诬陷, 他们从未在意过江涵的死活, 他们只把他当作可以随意欺辱的玩物, 他们从未把江涵当作自己人, 他们眼里从来都只有林玄, 不然, 为什么林玄可以拥有他们的关心, 为什么林玄可以和他们一起玩闹, 为什么林玄可以向他们请教修炼的问题, 而自己呢? 江涵闭上眼睛, 任由泪水从眼角滑落, 自己只要靠近他们, 看到的从来都是嫌弃与厌恶, 听到的从来都是谩骂与嘲讽, 既然你们那么嫌弃我, 厌恶我, 那我就离你们远远的, 我再也不会去打扰你们, 这不是你们最想要的吗? 我都已经离开了, 为什么还要来打扰我? 等到江涵再次睁眼, 他的眼中只剩下冷漠, 我现在已经有了新的生活, 有真心教导我的师父, 又非常关心我的师姐, 他看着墨秋霜, 声音冷得像万年寒冰一般, 刮得他脸颊生疼, 我不想再看到你, 我不想再见到你们任何人, 墨秋霜, 不要再来打扰我, 他声音忽然变大, 我以前一直是散修, 从来没有过师父, 更没有师姐, 你不要再来找我, 现在的我, 再也不是你们可以随便欺负的人, 墨秋霜愣愣地看着江涵, 他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江涵, 对不起, 他轻声嘀喃, 眼泪哗哗流下, 可他好似没有发觉, 甚至下意识地伸手, 想帮江涵擦去眼角泪滴, 啪, 江涵毫不客气地拍掉他的手, 别碰我, 他深吸口气, 情绪逐渐平静, 不要再来打扰我, 你别以为我会怕你, 真把我逼急了, 大不了于死网破, 墨秋霜下意识想要追上去, 可他刚抬脚, 一道雷霆轰隆劈在他脚边, 他知道那是杜宇成的警告, 他只能站在原地, 愣愣看着江涵的背影, 身体不断颤抖, 脸上白的, 没有一丝血色, 他没想到, 江涵竟然会这样对他说话, 更没想到, 他竟然这么恨他们, 这么绝情, 可这真的怪他吗? 墨秋霜转身, 一步一步朝山下走去, 他承认, 他以前可能对江涵不是太好, 可话又说回来, 那还不是因为他自己不争气, 他那时候根本没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对, 江涵为什么不提醒他一下, 如果他能勇敢一点, 早点告诉自己, 说清楚他有多辛苦, 自己又岂会坐视不理, 他如果能再勤奋一点, 早点突破境界, 早点注击, 他们又岂会骂他废物, 可江涵竟然只会怪他们欺负他, 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现在的江涵真的好陌生, 他还是更喜欢之前的江涵, 那个即便被他们打骂, 被逼着做他不喜欢的事, 也会笑着和他们说不碍事的那个江涵, 那一次二师妹为了惩罚他, 把他丢在魔灵洞, 导致他身受重伤, 差点被魔灵吞噬, 他杀出重围后, 独自在荒野中走走停停, 足足耗费了两个月才回到林天宗, 而那时的他们正在山顶弹心论道, 引路赏花, 没有一个人在乎江涵在哪里, 江涵回来后没有埋怨, 没有愤怒, 他只是自己一个人默默回到洞府养伤, 墨秋双遇到他的时候, 他还笑着和他打招呼, 有些忐忑地和他说, 对不起, 让师姐担心了, 那时候自己是怎么回的, 墨秋双脚下一顿, 他想起来了, 他当时说, 担心, 四座多情的废物, 你死了, 我都不会担心你, 江涵那时候应该很绝望吧, 墨秋双嘴唇颤抖, 泪水止不住地流下, 呜呜, 他忽然蹲下, 捂着脸放声痛哭, 好过分, 墨秋双真想打自己两巴掌, 他怎么能说那种话, 怪不得江涵这么恨他, 怪不得他那么伤心, 可能, 真的是他的错, 不, 墨秋双突然顿了一下, 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错, 是他们所有人的错, 他只是, 他只是被他们影响了, 要不是他们那么欺负江涵, 自己也不会对他有偏见, 对, 这都是他们的错, 凭什么要让我一个人承担, 墨秋双缓缓起身, 转身看了眼江涵消失的方向, 眼神逐渐坚定, 师殿, 我不会放弃的, 他飞身而起, 顿速极快, 朝着灵天宗飞去, 不能再拖下去了, 他要带二师妹去江涵洞府看一看, 他要换回他的良知, 他想要二师妹帮忙, 帮忙一起把江涵带回去, 第二十八章, 他真的不回来了吗? 柳寒月站在江涵的洞府门口, 脸色有些苍白, 师姐, 真的要去吗? 他有些不安地看着墨秋双, 去, 必须去, 墨秋双沉着脸, 这些事情你早晚都要面对, 我在外面等你, 事已至此, 柳寒月知道自己不能再逃避了, 他深吸一口气, 抬脚踏进洞府, 第一眼, 他就看到了柜子上的一块阵盘, 那阵盘他很熟悉, 他记得这块阵盘, 那是江涵突发奇想, 要学习阵法的时候, 用来练习的阵盘, 那时候, 江涵经常缠着他, 想要向他请教阵法的问题, 柳寒月一听, 只觉得好笑, 嘲讽他一个废物, 哪来的胆子, 阵法一到, 对天资要求极高, 就你这傻子, 还想学阵法, 他本想就这样, 把江涵骂走, 没想到江涵那么有毅力, 任他如何打骂, 铁了心要学阵法, 无奈之下, 他就告诉江涵, 只要江涵能在三天内, 不动用灵力, 抓来一百条毒蛇, 他就愿意教他阵法, 他知道江涵一直怕蛇, 这么说, 也只是想让他知难而退, 说完当场就忘了, 可没想到, 江涵竟然当真了, 他竟然真的不眠不休地, 抓了三天毒蛇, 而且没有动用灵力, 当江涵拿着三大筐毒蛇来找他的时候, 把他吓了一跳, 根本不记得是他让江涵抓的毒蛇, 一张把江涵和毒蛇全轰了出去, 给我滚, 江涵你这个疯子, 你竟敢拿这么多蛇来吓我, 你是不是想死, 二师姐, 不是你说的, 只要我不用灵力抓到一百条毒蛇, 你就教我阵法吗, 当时江涵脸色苍白, 脸上挂着讨好的笑, 小心翼翼地跟柳寒月解释, 我现在抓够一百条毒蛇了, 你说好了, 可柳寒月当时只想离蛇远一点, 根本不管江涵怎么样, 看他还不走, 当即大怒, 我说让你抓蛇你就去抓, 我说让你死你怎么不去死, 他又是一掌把江涵扇飞, 大声呵斥道, 我才不要叫你这个废物, 给我滚原点, 再敢来烦我, 我就把你丢进蛇谷喂蛇, 过了没几天, 柳寒月听说江涵中了蛇毒, 差点没命, 他怕江涵出去说他坏话, 还特意警告他别乱说话, 当时他并没有觉得哪里不对, 反正他也没说错, 江涵就是个又傻又笨的废物, 他也不敢给江涵送解毒的灵药, 他怕被其他师妹看到了, 会笑话他, 可现在, 他脸色苍白, 心神俱颤, 柳寒月一刻也不想再待下去, 他现在, 只想转头就走, 可脚下却不受控制的上前, 轻轻拿起那块破损的震盘, 这是一块很常见的震盘, 这样一个空震盘, 在集市上只卖三千块下品零食, 他从来就不屑于用这种垃圾震盘, 记得有一次, 那是江涵被他赶走后没多久, 他伤势恢复后, 不敢再求他教他震法, 只敢一个人对着他洞府外的震盘, 模仿着刻画, 可柳寒月当时看到之后, 勃然大怒, 把江涵骂了一顿, 不让他看, 废物东西, 你看得懂吗, 装什么呢, 也不看看自己什么样, 还学震法, 也不嫌丢人, 你就算看一百年也看不懂, 别在这恶心我, 你再敢来看我的震盘, 我就把你眼珠子抠出来, 当时江涵连忙跟他道歉, 失落无比地走了, 可莫过多久, 江涵竟然又来找他, 二师姐, 我学会课震盘了, 你快看, 这是我课好的震盘, 江涵脸上那开心的笑容, 他直到现在都记得很清楚, 可柳寒月根本不想看他那狗屁震盘, 一个练气期, 修炼还没搞明白, 就想搞震法, 所以, 他当时看着江涵递过来的震盘, 没有去接, 先是一掌把震盘拍得四分五裂, 然后一巴掌把江涵扇倒在地, 对着他大声呵斥, 你到底要我说多少遍? 啊, 你没有那个天分, 你学不来震法, 你是个废物, 你是个废物, 你知道吗? 当时江涵都被吓傻了, 他咬着嘴唇, 任由眼泪顺着脸颊流下, 呆呆地看着地上碎裂的震盘, 对, 对不起, 江涵低着头, 左脸迅速肿起来, 可他却仿佛不知道疼痛一般, 一声不吭, 他缓缓蹲下身, 牙齿死死咬住嘴唇, 泪水混合着血水落在地面, 颤抖着双手捡起一块块震盘碎片, 把碎片抱在怀里, 沉默着离去, 全程没敢看他一眼, 那时候, 柳寒月只觉得江涵可笑, 又不是小孩子, 碰一下就哭得稀里哗啦的, 果然是烂泥浮不上墙, 没用的废物, 可现在回想起来, 他只觉得心脏一阵阵抽搐, 就连呼吸都有些不畅, 心弧更是掀起阵阵液, 原本就不算坚固的道心竟然开始松动, 陈丰德记忆一幕幕出现, 柳寒月脑中发出一声轰隆巨响, 贯穿石海的闪电, 将他的记忆强行撕开一个大口子, 噼啪, 大雨倾盆下, 江涵跪在他的洞府外, 任由雨水将他衣衫杂湿, 低着头一声不吭, 柳寒月心间一颤, 他记得这天, 江涵, 你说, 你为什么要用这种垃圾灵果为养子弄雕? 那时候他站在门口对着江涵大声呵斥, 只因为他觉得江涵给他丢了面子, 南宫可是灵福宫的圣女, 他的灵宠更是天阶灵兽的幼崽, 我就让你采些灵果喂喂他, 你就拿这种垃圾, 这种不入流的垃圾灵果喂他, 咱们林天宗什么时候连高阶灵果都没有了, 你知不知道给我丢了多大的人, 你让南宫以后怎么看我, 要不是子孟雕飞要缠着你, 我才不会让你陪他, 可你这个废物竟然连这点小事都干不好, 我真不知道你还能干什么, 你就给我跪在这, 什么时候想明白了, 什么时候再起来, 师姐对不起, 江涵终于抬头, 他扁着嘴看向柳寒月, 脸上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 可是这已经是我能找到的最好的灵果了, 我不要听你的借口, 柳寒月指着他大骂, 你没有灵果不会去吃食堂药, 他们那里什么灵果没有, 非要你在这冲大头, 我去了, 江涵声音忽然低了下去, 可是他们不给我, 住口, 柳寒月一巴掌把江涵打飞出去, 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在推卸责任, 而且, 紫梦雕不就是碰了你一下, 你竟然还敢吐血,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小心思, 是不是想趁机索要灵石, 我没有, 我那是江涵大喊, 可他话没说完就被柳寒月打断, 我不管你有什么理由, 他满脸嫌弃的看着他, 错了就是错了, 我只是没想到, 你竟然一点担当都没有, 江涵, 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我警告你, 以后再也不许来找我, 要是再让我看到你, 我建议次打你一次, 当时江涵被他大骂一顿之后, 脸色惨白, 浑身颤抖, 满脸委屈, 却又极为畏惧地看着他, 直到他跪了三天, 晕倒后, 才被杂役弟子带回去, 那天之后, 江涵就不敢再来找他了, 就算远远看到, 他也是马上躲起来, 等他走了他才赶出来, 那时候, 柳寒月只觉得无比解气, 甚至还和师妹们分享怎么让江涵恐惧, 可现在, 他好慌, 他可是修真界有名的天才, 修为高, 正法之道天赋更高, 而且性格温柔, 知书达理, 谁见了他不再一生才智过人, 清秀高雅, 可他怎么会做出那种恶毒的事情, 江涵可是他的师弟啊, 他怎么会那样伤害他, 而且这次师姐回来后, 跟他说了很多, 那是江涵对师姐说的话, 也可能是对他们说的话, 我不想见到你们任何人, 再敢来惹我, 大表于死网破, 这些话真的是江涵说的吗? 柳寒月有些心慌, 江涵真的是被自己逼走的吗? 他不会真的不回来了吧? 第二十九章, 他就像一只露出肚皮的野狗, 被你肆意欺辱, 柳寒月用力捂着胸口, 呼吸急促, 他感觉心里好慌好慌, 胸口好痛好痛, 他不敢再待下去, 转身冲出洞府, 弯腰大口大口喘着粗气, 过了好久, 他才勉强缓过来, 无力地倚在墙边, 愣愣看着不远处, 江涵开垢的菜地, 他以前从没发现, 江涵竟然自己种菜吃, 师姐, 他视线有些模糊, 我们以前是不是太过分了? 墨秋霜偏头看他, 眼神灰暗, 没有立刻回答, 片刻后才轻轻点头, 嗯, 真的很过分, 可是柳寒月有些挣扎, 他猛地抬头看向墨秋霜, 声音有些颤抖, 可那也不是我的错啊, 要不是他不听话, 我又怎么会那么对他? 他要是能懂事一点, 我也不会, 你真的这么想? 墨秋霜历声打断他的话, 我, 柳寒月张了张嘴, 你要真这么想, 那就不用再说了, 墨秋霜说完, 转身朝山下走去, 柳寒月见师姐要走, 心中生起一阵恐慌, 他连忙起身, 朝着墨秋霜大喊, 江涵他就没有错吗? 要不是他总是惹我生气, 我会骂他吗? 要不是他不思进取, 我会嫌弃他吗? 要不是他总傻兮兮的, 我会讨厌他吗? 柳寒月声音急切, 师姐, 你知道的, 我在别人面前从来不骂人的, 只有江涵, 只有他总是惹我, 所以我才会这样对他, 够了, 墨秋霜怒喝一声, 寒月, 你一向聪慧, 我以为你能明白, 可我实在没想到, 你竟然是这么想的, 他转身看着柳寒月, 声音中满是失望, 江涵说的没错, 他从来都没有师父, 更没有师姐, 柳寒月心底一颤, 怎么没有, 我就是他师姐, 你也是他师姐, 怎么会没有, 我们算什么师姐? 墨秋霜指着那一片菜地, 你看看这是什么, 江涵他缺衣少吃, 沦落到自己种菜的地步, 你竟然都不知道, 不止这个, 江涵没饭吃的时候, 你在哪? 他生病了, 自己找要治病的时候, 你在哪? 他最渴望帮助的时候, 你在哪? 墨秋霜说话毫不留情, 他冷冷地看着柳寒月, 你说是江涵惹你生气, 可你有没有想过, 你为什么会生他的气? 柳寒月一惊, 他每天脏兮兮的, 还总拿些低阶的邻果恶心我, 那是他最好的邻果, 墨秋霜大怒, 他的邻果, 全是自己进山彩的, 宗门附近的邻山, 哪里有高阶邻果, 稍微好一点的邻果, 都在邻药园里, 你让他去哪里, 给你找高阶邻果, 去偷去抢吗? 柳寒月呼吸急促, 可是, 没什么可是的, 墨秋双冷眼看他, 他一次次地接近你, 不过是想得到一点关心和爱护, 他把自己的一切, 都向你毫无保留地敞开, 只是想得到你的认可, 可你呢? 他曾经那么喜欢你, 每天便招法地讨好你, 可你看看, 你都做了什么? 打他, 骂他, 你除了欺负他, 你还会做什么? 甚至直到现在, 你竟然还在埋怨他, 他转身向着山下走去, 你要是不想以后后悔, 你要是想让江涵回来, 你要是想让他原谅你, 就跟我一起去找他, 只要带他回来, 以前的种种, 我们都可以补偿, 柳寒月心脏抽搐, 哀求地看着墨秋双, 可明天就是小萱的庆功宴, 我若不去, 小萱会失望的, 他眼睁睁看着墨秋双越来越远, 丝毫没有要理他的意思, 片刻后, 柳寒月一咬牙, 飞身朝着墨秋双追去, 我去, 我去把江涵带回来, 紫霄建宗, 山门外集市, 新雷城, 江涵花了二万块上品零食, 买了一柄玄接九品的青雷剑, 作为常用法宝, 此剑乃万年青雷目所致, 其上有丝丝青色雷电环绕, 其速度极快, 威力就算是笔之地皆异品的飞剑, 也不遑多让, 更重要的是, 这柄飞剑很省灵力, 以他现在半固态的灵力, 用青雷剑打上十天半月都没问题, 不过, 若真遇到势均力敌的敌人, 他自然不会傻傻地和对方拟来我往, 只需奔雷剑一出, 就算对方是假丹镜也必死无疑, 江涵向杜宇成打了声招呼, 转身向紫霄剑踪飞去, 只剩下一个月的时间, 他还要继续凝炼灵力, 壮大寂灭神雷, 最近他的生活很是惬意, 每天就是不停地修炼修炼, 但要法宝什么都不缺, 有了紫霄剑踪的支持, 他想做什么都非常顺利, 有雷池无数的雷霆之力, 供他吸收壮大, 还有杜宇成这位原音大圆满的剑修贴身保护, 他可以心无旁骛地提升修为, 这么多优势叠加下, 他可以确定, 灵渊秘境结束后, 他必定可以结单, 结单之后, 那些宝物, 就是他未来对抗林天宗的资本, 虽然江涵非常不喜欢纪玉禅他们, 可他不得不承认, 林天宗非常强, 但是宗内的六位化神七大能, 就足以让寻常修饰仰望, 更何况, 包括纪玉禅在内, 共有两位化神七大圆满的强者, 化神七大圆满已经是下界最强战力了, 他们只需渡过到新雷节之后, 就可以飞升灵界, 拥有更多的寿命和未来, 除此之外, 林天宗还有两百余位元英七高手, 成千上万数之不尽的金丹助击修饰, 但是林天宗一宗之力, 就足以横扫其他所有中小型轮派, 江涵若是想要向纪玉禅他们报仇, 就等于是和林天宗为敌, 他需要有足够无敌的力量, 才有希望将他们全部覆灭, 不过, 也许用不到他, 单是一个林玄, 也许就够了, 林玄心机深沉, 杀伐果断, 只要对他有好处的宝物, 他必定用尽手段, 哪怕拼得两败俱伤, 也要将其夺到手, 前世, 林玄将整个林天宗当作他的资源库, 以一宗之力, 供养他一个人, 修为增长飞快, 只花费了二百年, 就修炼到了化神期, 而且有纪玉禅他们做他的后盾, 但凡敢反对他的, 不出三日, 必定出事, 江涵始终对林玄抱有最大的警惕, 林玄明明天赋不好, 可修为提升却异常的快, 他仿佛没有瓶颈一般, 而且修为越高, 提升越快, 甚至连雷劫都没有, 只有飞升时, 才有一道血煞天劫, 他开始时, 只敢陷害江涵, 可当江涵被所有人抛弃, 被他彻底踩在脚下后, 他形势风格突然大变, 变得无比张扬冷酷, 开始对各宗天才进行打压, 动辄杀人夺宝, 极其冷酷无情, 现在江涵离开了林天宗, 林玄下一个目标将会是谁, 他很期待看到那一幕, 而且, 林玄秘境开启后, 只要不出意外, 这么多底牌在手, 他有很大的希望夺得第一, 将林天宗的资源全部抢来, 若是林玄也参加秘境的话, 江涵不介意找机会, 把他提前干掉, 正想着, 两道身影忽然挡在面前, 江涵, 快跟我回去, 第三十章, 我就是你们的报应, 江涵皱眉一看, 脸色一变, 极为恶心地看着他们, 墨秋霜你有完没完, 我说了不去不去不去, 你是不是听不懂人话, 墨秋霜眼眶一红, 咬着唇欲言又止地看着江涵, 江涵, 我们特意来找你, 你乱发什么脾气, 柳涵月听到江涵如此无理的话, 一股怒火直冲脑门, 他当即怒喝一声, 指着江涵就开骂, 我们好心来接你回去, 你这是什么态度, 好好的林天宗你不带, 莫名其妙退宗, 还加入紫霄建宗这种破落户, 犯了这么大的错, 我们都没怪你, 你竟然还敢跟师姐发脾气, 我实在搞不懂, 你到底在闹什么, 柳涵月说着, 伸手就朝江涵抓来, 我不管你在闹什么脾气, 今天你必须跟我回去, 谁跟你闹了, 给我滚开, 江涵恶至极地看着他们, 直接祭出轻雷剑, 剑光四溢, 虽然不能对他们造成伤害, 可还是让他们一惊, 江涵, 你干什么, 柳涵月惊呼一声, 立刻停手, 震惊地看着江涵, 就连墨秋霜也一脸惊慌, 他们实在没想到, 江涵竟然敢反抗, 干什么, 江涵冷笑, 体内灵力毫无保留地注入飞剑, 我还想问问你们, 想干什么, 光天化日之下, 你们两个竟然敢跑到紫霄剑宗闹事, 看你们这样子, 还想强行把我抓走, 他手掐剑绝, 死死盯着柳涵月, 你们是不是忘了, 我现在是紫霄剑宗清传弟子, 你们敢在紫霄剑宗动我, 是不是活腻了, 轰咙咙, 天空忽然暗了下来, 杜宇成不知何时, 已经飞到江涵头顶上空, 飞剑雷光缭绕, 蓝色剑气漫天飞舞, 灵力的契机将柳涵牢牢锁定, 杜宇成, 江涵, 你疯了, 我可是你师姐, 你要连和外人一起对付我, 柳涵月大惊失色, 江涵不过住击漆, 他挥手可灭, 但是杜宇成可是化神七下最强剑修, 单是被那契机锁定, 他就感觉浑身发寒, 眉心一阵刺痛, 外人, 哼, 江涵吃笑, 对我来说, 你们才是外人, 柳涵月听到这话, 只觉呼吸一致, 身体隐隐颤抖, 他刚才虽然是准备动手, 可他只是想把江涵带回去而已, 只要回到林天宗, 不管江涵想要什么补偿, 他都有信心满足他, 可他万万没想到, 江涵竟然直接祭出飞剑, 甚至想要和他动手, 他一个助击, 他怎么敢的呀, 柳涵月强忍住内心恐慌, 柔声开口, 江涵, 你不是一直想让我教你正法吗, 我现在答应你, 只要你跟我回去, 我就同意教你正法, 柳涵月, 你是不是聋了, 我说了不回就是不回, 就你那垃圾正法, 在这恶心谁呢, 狗都不学的玩意, 你还挺骄傲, 江涵丝毫不客气, 指着柳涵月的鼻子大骂, 柳涵月心底一颤, 眼眶瞬间通红, 可是, 你不是一直想让我教你学正法吗, 我这次没骗你, 我真的愿意教你, 滚一边去, 谁要跟你学, 江涵被气得发抖, 我不回去, 不回去, 你还要我说多少次, 以前的江涵已经死了, 从我退宗的那天就已经死了, 江涵深吸口气, 我不管你们为什么非要把我抓回去, 可我告诉你们, 我和林天宗早已没有半分关系, 不管你们想干什么, 不管你们怎么威胁我, 我都不会回去, 永远都不会回去, 柳涵月不可置信地看着江涵, 江涵, 你非要跟我闹是不是, 你非要惹我生气是不是, 闹, 是谁在闹, 你们跑到我紫霄见宗大喊大叫, 一言不合就要动手, 你现在说是我在闹事, 江涵咬牙, 我现在不是那个任由你们欺负, 一直不敢还手的江涵, 你们若是再不走, 别怪我不客气, 柳涵月浑身冰冷, 他这次真的只是想为江涵好, 可他为什么不领情, 江涵, 你在胡说什么, 我带你回去, 还不是为了你好, 可你看看你在干什么, 你是不是闲得没屁事, 管我干什么, 谁求着你要你为我好了, 江涵冷冷地看着他, 我早就说够你们了, 一群虚伪的女人, 我都跑这么远了, 你还想来管我,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在想什么, 我告诉你, 绝不会再去给你们当狗, 江涵, 你真是疯了, 你看到我是谁, 我是你师姐啊, 你最喜欢的师姐啊, 柳涵月瞪大眼睛, 滚一边去, 谁喜欢你这个老东西, 也不看看自己多大岁数了, 在这装什么呢, 江涵破口大骂, 我告诉你, 你们这次抓不到我, 以后也别想抓到我, 柳涵月, 因果循环, 报应不爽, 你们曾经对我做的恶恶, 早晚有一天会降临到你们身上, 如果天道没有报应, 那就让我来做你们的报应, 你说什么, 柳涵月心神震动, 犹如被天雷劈中, 满脸不可思议地看着江涵, 他没想到, 江涵竟敢这么恶毒地诅咒他, 他心胡俱颤, 到心青莲剧烈晃动起来, 只听咔的一声, 一片莲花忽然飘落而下, 噗, 柳涵月突然吐出一口鲜血, 身体一阵晃动, 江涵仰天大笑, 柳涵月, 你的报应已经来了, 柳涵月满脸呆滞地看着江涵, 心中无比惊恐, 江涵月一直胆小懦弱, 无论怎么被他欺负, 他都不敢反抗, 而且连一句脏话都不会说, 被他打了还要笑嘻嘻地认错, 又怎么可能这样对他说话, 说这种冷漠无情, 恨意滔天的话, 还敢诅咒他被天道惩罚, 更过分的是, 他还骂他老, 柳涵月咬牙切齿, 江涵这是在挑衅, 他是不是以为加入紫霄建宗, 他就不敢动他了, 柳涵月心中生起怒火, 他已经压了江涵十三年, 绝不可能让他骑在头上侮辱, 江涵, 你最好想清楚再说话, 紫霄建宗, 不可能永远护着你, 柳涵月眼神冰冷, 体内隐隐叙事, 怎么, 还想动手, 江涵丝毫不怕, 直视着他的眼睛, 我已经被你们气入了十三年, 我在灵天宗每天都过得心惊胆战, 那么久, 我都挺过来了, 我还有什么好怕的, 江涵拿着上品灵石, 吸收其内灵力, 疯狂注入封天凯, 一道光照缓缓出现, 将他稳稳护在其中, 你若想动手, 最好直接杀了我, 如若不然, 往日所有仇怨欺辱, 他日我必百倍奉还, 你敢, 柳涵月大怒, 抬手一招, 无数光环瞬间拔地而起, 眨眼间形成一道彩色光照, 将方圆百里全部笼罩在内, 可下一刻, 一道蓝光破空而出, 速度极快, 凌厉的剑气发出一声清脆的剑鸣, 剑间直刺柳涵月, 无数巨大光照, 发出一阵剧烈波动, 转眼间崩溃散开, 第三十一章, 江涵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江涵只觉眼前一花, 那蓝色剑芒竟让他瞬间失明, 待他再次看清周边, 却见柳涵月满脸惊恐地站在原地, 眉心悬停一块黑色罗盘, 死死挡着一柄蓝色飞剑, 杜宇成, 你干什么, 我找我师弟, 关你什么事, 柳涵月面色惨白, 心中惊恐万分, 这疯女人真的好强, 那一剑看似平平无奇, 可他拼尽全力, 竟然才勉强挡住飞剑一击, 而且他此时倒心受损, 境界隐隐不稳, 若是再来一剑, 自己肯定挡不住, 柳涵月, 我师姐是在帮我, 你狗叫什么, 江涵冷笑, 你口口声声说我是你师弟, 但我可用过你一点资源, 吃过你一口饭, 我出事的时候, 你可有帮过我, 江涵, 你, 你竟敢骂我, 你混蛋, 柳涵月大怒, 他压根听不到江涵后边说的什么, 他只听到了江涵在骂他, 江涵竟然敢骂他, 江涵看着他, 我压根不欠你们, 江涵, 你们欠我的那些, 我早晚要收回来, 你要是还不死心, 我不介意让你先付点利息, 江涵, 不管怎么样, 我都是你师姐, 你认也得认, 不认也得认, 柳涵月脸色越加苍白, 嘴角阴阴, 渗出血迹, 可他却好像不在意身上的伤势, 只愤怒地瞪着江涵, 师姐, 你是个神万亿, 韩师姐, 你打我骂我如我的时候, 你怎么不说你是我师姐, 你栽赃陷害我的时候, 你怎么不说你是我师姐, 江涵惨笑一声, 指着柳涵月鼻子大骂, 现在我过得好了, 你又跑过来说是我师姐, 你哪来的脸, 啊,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 你竟然是这种货色, 你说什么, 柳涵月大怒, 双目血红, 直接一口金血喷到罗盘上, 罗盘瞬间爆发出一片星红的光芒, 气势陡然暴涨, 强行挡住飞剑, 他趁着激发法宝前力争取的一刹那, 抬手就要朝江涵拍来, 住手, 韩月, 你冷静一下, 我们不是来打架的, 墨丘霜突然发力, 拦下了暴怒的柳韩月, 江涵, 你也闭嘴, 韩月再怎么说也是你师姐, 你怎么能这么骂他, 就算他以前做的不对, 可他现在真心和你道歉, 你就不能大度一点, 江涵看着墨丘霜, 失笑一声, 大度, 墨丘霜, 你让我扇一巴掌, 你再大度一个给我看看, 墨丘霜眼眶一红, 江涵, 你怎么会变成这样, 你可别演了, 江涵忍住恶心, 这会儿又开始装好人了, 早干嘛去了, 你俩别在这恶心人了, 哪来的回哪去, 出来逛个街还能遇到疯狗, 呸, 真踏马晦气, 江涵不懈地瞥了他们一眼, 招呼一声杜宇成, 扭头就走, 别走, 江涵你站住, 柳寒月还想追, 可下一刻, 蓝色飞剑陡然发力, 血红螺盘根本抵挡不住, 轰的一声碎成漫天粉末, 一抹蓝芒在他瞳孔中迅速放大, 就在柳寒月目入绝望之时, 飞剑忽然一顿, 刹那间停在他眉心, 柳寒月被吓得身体一将, 冷汗瞬间打十一山, 死死盯着眉心的飞剑, 一动不敢动, 好在杜宇成没有杀星, 要不然, 刚才那一剑, 他就已经死了, 直到江涵的身影消失, 飞剑才一晃顿去, 啊, 柳寒月发泄式地大喊一声, 愤怒地瞪着江涵离开的方向, 墨丘双看到他这个样子, 也只能轻叹一声,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江涵是真的疯了, 他竟然丝毫不顾同门情谊,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对他们出言不逊, 师姐, 江涵是真的完了, 他竟然敢联合外人打我, 他还敢骂我, 他竟然敢骂我, 师姐, 他骂我啊, 柳寒月双目血红, 双拳紧钻, 气得咬牙切齿, 我要告诉师父, 他以为紫霄建宗护得住他吗, 这个废物, 我一定要把他带回来, 他别想掏, 寒月, 墨丘双大喝一声, 声音直震柳寒月心神, 那些事以后再说, 我们要想办法把他带回去, 江涵姿势不好, 紫霄建宗却为何如此看重他, 事出反常必有妖, 墨丘双一脸严肃, 紫霄建宗一定有谋划, 甚至极有可能会伤害到江涵, 我们要尽快把他带走, 只要能把他带回林天宗, 他早晚会原谅我们, 和我们和好如初的, 柳寒月怒火中烧, 师姐, 我要把江涵以前做的那些偷鸡摸狗的事情, 全部说出去, 不管紫霄建宗是不是真心培养他, 只要他们知道江涵干的那些事, 他们一定不会花费资源培养一个小偷, 小偷? 墨丘双冷眼看来, 被栽赃误陷的小偷, 柳寒月一致, 我也没冤枉他多少次, 其他人丢的东西, 也都是他偷的, 等我回去找到证据, 我要让他身败名裂, 竟然敢骂我, 我倒看看, 他被紫霄建宗赶出来之后, 还能去哪? 到时候, 他还不是得乖乖回来认错, 到时候, 我们再好好补偿他就好了, 他一定会原谅我们的, 江涵不是小偷, 墨丘双眼神坚定, 他绝对不是那样的人, 都是你们陷害他, 不可能, 除了七师妹, 其他师妹都丢过东西, 他们怎么可能都去陷害江涵, 他们又不是疯了, 柳寒月咬牙切齿, 他竟然敢骂我, 简直大逆不道, 我一定不会放过他, 寒月, 墨丘双脸色复杂, 你是不是快要杜劫了, 柳寒月一愣, 是, 怎么了, 你注意控制一下心境, 你现在这样, 我怕你扛不住问心结, 怎么可能, 柳寒月刚想否认, 可想到自己刚才做的事, 忽然感觉一阵心境, 他刚才都做了什么, 他怎么会这么容易发怒, 他怎么会想要害江涵, 心境波动巨大, 性格喜怒无常, 且暴虐施杀, 这不是走火入魔的前兆吗, 师姐, 我刚才柳寒月浑身聚颤, 眼中满是后怕, 他刚才, 差点又着了道, 你千万不要乱来, 稳住道心, 万万不可单独去找江涵, 墨丘双无比严肃, 江涵在紫霄间东部出来, 我们也没有办法, 如今只能告诉师父, 让师父拿主意了, 好, 柳寒月点头, 我刚才, 他顿了一下, 有些犹豫着说道, 我刚才倒心崩溃了一夜, 墨丘双深深看他一眼, 我也不知为何, 柳寒月一惊, 豁然抬头, 师姐, 难道你也, 嗯, 墨丘双语气悲凉, 也许, 这就是报应, 如果我们当时对江涵好一点, 或许就不会变成这样了, 呜呜, 柳寒月无嘴痛哭, 怎么会这样, 这都是我的错, 是我对不起江涵, 我一定会把他带回来的, 不管怎么样, 他就算打我骂我, 我也认了, 就算是让我求他, 我也要求他原谅, 可江涵现在根本不会见我们, 墨丘双红卓眼, 心里很不好受, 今天江涵骂得实在太脏了, 他从来都是高高在上, 何时被人指着鼻子骂过, 还骂得这么难听, 江涵现在这样, 肯定是恨极了他们, 柳寒月抹了把眼泪, 我去找师父, 师父一定有办法, 第32章, 他必须把用掉的资源全还回来, 林天宗, 林天殿, 你说什么, 愿惊地看向柳寒月, 江涵被紫霄建宗那不要脸的老匹夫, 收作清传弟子了, 这个孽障, 他是不是知道我和姓雷的不和, 故意气我, 纪玉禅愤怒至极, 江涵这是在挑衅他的权威, 亏我养他那么多年, 他倒好, 说走就走, 没良心的玩意, 墨丘双和柳寒月站在旁边不敢出声, 纪玉禅怒火冲天, 这个孽障, 他以为走了就没事了, 我偏不让他好过, 他不是要退宗吗, 我要他把这些年, 吃我的, 用我的东西, 全部还回来, 消耗了我那么多资源, 他说走就走了, 哪有那么好的事, 我要他哭着回来求我, 墨丘双不可置信地看着纪玉禅, 小声提醒道, 可是师父, 江涵他这些年, 并没有用宗内一点资源, 吃的用的, 全是他自己做的呀, 纪玉禅大怒, 不可能, 他说没用就没用了, 这废物真是没救了, 心术不正, 用了宗内的资源, 竟然还不承认, 显至无药可救, 我倒要看看, 他没了灵天宗的资源供给, 他还怎么修炼, 就靠紫霄建宗那破落户, 哼, 说完, 他一直留寒月, 去把校长老叫来, 我要好好算算, 江涵他到底用了我多少东西, 我要连本带地的全要回来, 墨丘双听到师父说的这些话, 只觉心底冰冷, 师父难道不知道, 江涵从来没有用过宗内一点资源吗, 而且他现在已经晋级驻机后期大圆满, 身上隐约有宝光涌动, 明显是得到了紫霄建宗扶持, 他还会在意灵天宗的资源吗, 秋双, 你让其他人都算一下, 看看这些年, 他们给江涵花了多少零食, 送了他多少资源, 到时候全都要江涵还回来, 他一块零食也别想从我这带走, 纪玉禅明显气得不轻, 不断地来回踱步, 师父, 我们没给过江涵资源, 我们什么都没给过, 墨丘双只觉悲哀至极, 师妹他们看到江涵, 就对他又打又骂, 别说给零食了, 那些用不上的低阶资源, 就算是喂狗也不会给江涵, 哼, 没给过最好, 纪玉禅看向匆忙进来的萧长老, 脸色一怒, 萧长老, 你算一下, 江涵这些年用了多少资源, 包括吃的穿的用的, 全都要算清楚, 这个孽障, 简直没有一点规矩, 他下山散散心也就罢了, 还敢跑去紫霄建宗给我添堵, 这次我若是再不管教管教, 他怕是要反了天了, 这次我定要好好治治他, 让他知道, 惹怒我会是什么下场, 这叫什么事啊, 萧长老擦了擦额头冷汗, 江涵怎么又惹到宗主了, 这混蛋玩意在宗内就不受待见, 怎么出去还这么能惹是生非, 把宗主都弃成这样了, 可是江涵真的没用过宗内资源, 因为都没给过呀, 他看着纪玉禅欲言又止, 想直接说又怕宗主怪罪, 急得老脸上红, 有话就说, 纪玉禅瞪他一眼, 化神气势外放, 把萧长老鸭的瞬间跪下, 禀宗主, 萧长老跪在地上, 一咬牙, 低着头说道, 江涵他, 他没有用过宗内资源, 更没有享用过清传弟子福利, 所以, 所以什么, 纪玉禅眼神凌厉, 萧长老身体颤抖, 结结巴巴的开口, 江涵他, 他不欠我们林天宗什么东西, 不可能, 纪玉禅怒喝, 我就不信, 他这些年什么都没有拿过, 吃的用的, 修炼功法, 没有, 都没有, 江涵他吃的都是山间野果, 穿的是兽皮, 后来才自己下山买的衣服, 修炼功法, 是采来林果, 和别人换的基础炼器诀, 废物, 废物, 没有你不会去找, 纪玉禅怒火冲天, 我就不信他什么都没用过, 给我去查, 他一定偷偷用了什么, 萧长老慌忙爬起来, 哆哆嗦嗦地拱手行李, 是, 是, 我这就去, 哼, 纪玉禅冷哼一声, 转头看向墨秋霜, 这个废物, 肯定私底下偷偷用了资源, 我就不信, 他没有资源还能修炼, 你记不记得江涵都偷了什么, 把东西列个单子, 去找他要回来, 莫秋霜心底苦涩, 师父, 江涵没有偷我的东西, 也没有偷师妹的东西, 你说什么, 纪玉禅诧异, 以前不是总抓到江涵偷东西吗, 他因为这事挨了多少打骂, 你现在跟我说, 他没有偷, 修双, 我告诉你, 他现在已经不是你师弟了, 你不要再包庇他, 犯了错就要受到惩罚, 这是为了他好, 现在再不管教他, 他以后只会变成一个贼, 莫秋霜瞟了眼柳寒月, 见他没有要说话的意思, 一咬牙, 狠心说道, 小玄说他丢过一串南海采猪, 不过不确定是不是江涵拿的, 纪玉禅怒道, 哼, 我就说他手脚不干净, 除了江涵, 还有谁会偷东西, 把这个记上, 我要他连本带地的还回来, 莫秋霜有些犹豫, 师父, 这个也不能确定是江涵拿的, 万一是小玄记错了, 不可能, 纪玉禅一挥手, 除了江涵, 没人会偷东西, 绝对是他干的, 他若不承认反倒正合我意, 到时我去陵运山借亏天境一用, 亏天境可观过去发生的所有事情, 他若死活不认, 我就让紫霄建宗所有人都看看, 他们宗主到底收了个什么弟子, 亏天境, 莫秋霜一惊, 不行啊师父, 这样会让江涵身败名裂的, 我就是要他身败名裂, 纪玉禅咬牙切齿, 他敢跟我对着干, 就敢想到会有怎样的后果, 他这次闹这么大, 我要是再不让他尝尝记性, 以后还怎么管教他, 可是万一是小玄记错了呢, 莫秋霜犹豫抑着说道, 使用亏天境可是需要消耗十年寿命的, 师父您不必如此啊, 无妨, 纪玉禅冷笑, 用江涵的寿命就可以了, 他一个练气期, 量他也不敢反抗, 莫秋霜豁然一惊, 只觉浑身冰冷, 心脏止不住的抽搐, 他万万没想到, 师父竟然这么狠心, 他急忙开口反驳, 师父三思, 将含他修为低微, 寿缘本就不多, 只怕会被亏天境, 损伤根基啊, 损伤根基? 纪玉禅冷笑, 他损伤根基, 管我什么事, 若不是他偷东西, 我又岂会如此, 可是, 莫秋霜还想说话, 却被打断, 够了, 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 哪来那么多废话, 纪玉禅怒吓一声, 你去找小玄问清楚, 看看还丢了什么, 每一剑都要他还回来, 纪玉禅心中怒气, 久久不能平复, 江涵这次实在太过分了, 竟敢加入他, 一直最看不起的紫霄剑宗, 紫霄剑宗那种没落, 宗门有什么好的, 他竟然敢放弃灵天宗优越的条件, 转头紫霄剑宗门下, 江涵这是什么意思, 他是想说, 灵天宗比不过紫霄剑宗, 真是幼稚, 我倒要看看, 当紫霄剑宗知道, 你是个什么货色之后, 还会不会要你, 倒是被紫霄剑宗赶出山门, 我看, 你还能逃去哪里, 我等着你来求我, 纪玉禅想到这里, 顿时解了不少气, 墨丘霄只觉得一阵凶闷, 他觉得自己真的做错了, 他不该让二师妹把这件事告诉师傅的, 纪玉禅心情舒爽不少, 见墨丘霄一副闷闷不乐的模样, 开口说道, 好了, 为师也不是不讲理的人, 只要他好好认错, 乖乖回来受罚, 我也不是不能原谅他, 你去看看小玄吧, 他助击的庆功宴你没来, 他可一直在念叨你呢, 一说到灵玄, 纪玉禅脸上满是掩不住的开心, 江涵那个废物, 修炼这么多年也只是练气气, 小玄和他年龄差不多, 现在都已经助击了, 废物就是废物, 和小玄比起来, 简直就是云泥之别, 墨丘霄心中苦涩, 犹豫片刻, 还是说道, 师父, 江涵已经助击大圆满了, 第三十三章, 离了灵天宗, 他什么都不是, 什么? 纪玉禅一惊, 在他的印象中, 江涵一直资质极差, 苦苦修炼十年, 修为竟然没有寸进, 别说是和灵玄比了, 他连普通的内门弟子都不如, 这才离开灵天宗多久, 不过两个月而已, 他竟然从练气气, 直接进击到助击气大圆满, 这怎么可能? 不可能, 你是不是看错了? 这是我亲眼所见, 绝对墨丘霜刚要解释, 却被纪玉禅打断, 不可能, 纪玉禅眼中满是不屑, 他不过一个废物, 别说助击大圆满了, 就算是助击气都不可能, 两个月进击, 助击大圆满的, 我听都没听过, 再说了, 就算是助击大圆满, 那也肯定是, 吃了不知道多少灵药堆出来的废物, 墨丘霜一惊, 急忙辩解, 不会的, 江涵不会做这种自损根基的事情, 他就算想要助击, 也不会这么不顾身体, 这样对他有什么好处, 柳寒月冷静了不少, 想了一下开口说道, 会不会是为了参加凌渊秘境, 此话一出, 几人顿时诧异, 纪玉禅怒道, 绝对是这样, 那个废物肯定是为了参加凌渊秘境, 自甘堕落, 用灵药硬生生堆到了助击大圆满, 这个废物, 真是要气死我, 他以为助击大圆满就很厉害了, 我要让他知道, 他离开了凌天宗, 什么都不是, 纪玉禅咬牙切齿, 这次小玄也会去参加凌渊秘境, 我要他当着紫霄建宗的面, 把江涵打个半死, 我要让他看看, 只有我, 才是真的为他好, 墨丘霜先是一惊, 转而一想, 这样也好, 让江涵知道, 用灵药堆出来的修为, 没有一点用处, 他只有在凌天宗, 才能得到真正的重视, 他现在一直躲在紫霄建宗不出来, 纪玉禅问道, 墨丘霜一想起这个, 就开始心痛, 江涵骂人的话, 仿佛还在耳边回荡, 是, 估计是为了躲我们, 故意躲在紫霄建宗内, 不过, 只要灵渊秘境开启, 他肯定会出来, 对了, 纪玉禅忽然想到了什么, 江涵是不是和山下一群伞羞, 走得很近, 墨丘霜想了想, 点头, 好像确实有这个事, 他以前经常去山下集市卖灵药, 认识了一群伞羞, 哼, 果然是废物, 也只能和废物结交, 纪玉禅看向墨丘霜, 既然他不仁不义, 那就别怪我了, 你去把那群伞羞抓来, 等到灵渊秘境开启, 当着他的面, 将那群伞羞全部虐杀, 让他好好看看, 这就是跟我做对的下场, 什么, 墨丘霜惊恐的瞪大眼睛, 不行, 据说那群伞羞对江涵很不错, 如果当着他的面虐杀他们, 会让江涵心境崩溃的, 墨丘霜毫不犹豫的拒绝, 如果我们真这么做了, 江涵以后还怎么修炼, 心境崩溃, 无法凝聚到心, 他以后将再也无法修炼, 修炼, 纪玉禅怒吓, 他一个废物, 修炼什么, 他就是修到死, 也无法结诞, 我就是要让他看看得罪我的下场, 我要让他知道, 除了回来向我认错, 他就只能去死, 纪玉禅眼神冷漠, 看向墨丘霜, 只要他能来求我, 我自会帮他凝炼心境, 祝他凝聚到心, 他若是不识好歹, 我自然不会跟他客气, 可是, 柳韩月有些犹豫地看了看墨丘霜, 又看向纪玉禅, 江涵资质好像不错的, 你们或许忘了, 他刚上山的时候, 只用两年就修炼到了炼气气大圆满, 见二人看来, 他接着说道, 他可能是卡在瓶颈, 所以一直未进击注击, 这次可能是下山后有了奇遇, 所以修为才突破得那么快, 纪玉禅一惊, 你说的可是真的, 江涵修炼到炼气大圆满, 只用了两年, 柳韩月点头, 师父当时在闭关, 可能不太清楚, 我特意找陆师弟问过, 他花了一年时间, 攒了许多灵草灵果, 换来炼气绝后, 只花了两年, 就修炼到了炼气气大圆满, 纪玉禅有些不幸, 你不是被骗了吧, 他要真是天资极好, 又怎么会十年无法住击, 还有, 他怎么还要攒灵果换炼气绝, 你们怎么不把灵天宝典交给他, 墨丘霜和柳韩月对视一眼, 双双沉默, 突然急匆匆闭关去了, 他们以为江涵只是被师父随手抓回来, 养着玩玩的, 所以才会对江涵多有忽视, 见二人不说话, 纪玉禅也没有多想, 哼, 不管他是天资好还是吃了药, 他敢跟我对着干, 那就是欺师灭祖, 纪玉禅烦躁至极, 我这次一定要好好制止这个废物, 我要让他一辈子都忘不了, 要他以后再也不敢和我作对, 墨丘霜低着头不说话, 他不知道该怎么说, 如果他真的承认江涵天资很好, 那岂不是说明, 是因为他们那时候不教导江涵修炼, 所以才导致的这一切, 可师父就没错吗, 要不是他把江涵扔在那里不管不问, 他们又怎么会这样对他, 秋双, 你去通知其他人, 让他们好好想想都丢了什么, 我要让江涵把偷走的东西加倍还回来, 要让他知道离了林天宗, 他什么都不是, 纪玉禅说完, 挥手把二人赶了出去, 他现在心里很烦, 感觉有一股无名怒火疯狂涌起, 烧得他气息不断波动, 墨秋双有些无神地走在路上, 他心里很乱, 他原以为师父会出面把江涵带回来, 可他万万没想到, 师父竟然会这么狠心, 先是要击破江涵心境, 再用被他偷走的东西, 让他在所有人面前身败名裂, 到时留在他面前的就只剩下两条路, 要么在众人面前以死明智, 背上无数骂名, 要么就只能被紫霄建宗逐出宗门, 到时候他不得不回来, 求着师父收留他, 不然他必死无疑, 可造成这一切的不正是因为师父吗? 要不是他太过轻视江涵, 他也不会过得那么苦, 说不定早就住击了, 而且那些东西真的是江涵偷的吗? 墨秋双有理由怀疑, 毕竟他诬陷过江涵, 二师妹也诬陷过江涵, 三师妹也和他一起诬陷过江涵, 那么其他师妹也有可能是在诬陷江涵, 如果是这样, 墨秋双浑身发了, 那到时候如果真的用了亏天镜, 他们将会看到什么? 想到这里, 他脚步一顿, 绝不能用亏天镜看师妹他们, 不过, 小涵绝对不会撒谎, 墨秋双忽然抬头, 江涵也不止一次偷小涵的东西, 但小涵脾气很好, 从来没怪过江涵, 他最不可能诬陷江涵, 大不了, 用亏天镜来看江涵偷小涵东西的场景, 那样就绝对没问题了, 墨秋双想到这里, 心中放松不少, 架起顿光, 直接朝着山下急事飞去, 他还要去抓那些伞修, 虽然他也不想这么做, 可失命难为, 而且师父可能只是吓吓他罢了, 到时只要江涵能主动承认错误, 师父也不会真的杀了那些伞修。 第三十四章, 他到底是不是我们师弟? 柳涵月有些失神地回到洞府, 习惯性激活防护阵盘, 准备打坐静心, 随着阵法被激活, 无数金光拔地而起, 柳涵月看着那无比熟悉的图案, 却忽然震住, 心底生起一阵苦涩, 他记得江涵有一次想要研究这块阵盘, 为了讨好它, 特意去抓了一只青蜂虎幼崽, 要送给他, 可他那时候特别讨厌江涵, 觉得他特别脏, 特别恶心, 又怎么会收他的东西, 哪怕是一只很漂亮的青蜂虎幼崽, 他当时大声呵斥, 让江涵离他远一点, 江涵那时很听话, 听到骂声立刻停在远处, 只让小狐崽晃晃悠悠地向他跑来, 可他不喜欢江涵, 连带着江涵送的东西也不喜欢, 当时他直接一键把小狐崽刺得通透, 然后随手扔到江涵面前, 面露嘲讽地看着他, 当时江涵眼眶瞬间红了, 呆滞地看着小狐崽尸体, 可他到最后也没多说什么, 只是沉默地抱着小狐崽的尸体下山去了, 当时他只觉得解气, 可现在回想起来, 柳涵月去感觉觉非常难受, 不就一块正盘而已, 他为什么就是不愿意给江涵看, 不给也就罢了, 为什么还要三番四次地羞辱他, 柳涵月眼眶一酸, 眼泪差点掉出来, 他擦了擦眼角, 起身出了洞府, 直往江涵的洞府飞去, 他记得好像在江涵的菜园旁边, 看到过一个小土包, 他想去看看是不是那只小疯虎的脉骨之处, 可他刚赶到, 却看见墨秋霜正站在菜园外, 师姐, 你怎么在这? 墨秋霜没有回头, 轻声道, 我去急事找了一遍, 发现那群散修早就跑了, 他们消失的时间正是江涵走的时候, 柳涵月一惊, 这么说, 江涵早就知道我们会对那些散修下手, 说着, 他鼻尖一酸, 江涵他是不是一直在防着我们? 墨秋霜惨笑道, 他防着我们也是应该的, 毕竟我们一直那样对他, 柳涵月沉默, 他知道自己做过什么, 眼下实在不知如何开口, 不只是我们, 墨秋霜接着道, 整个林天宗内谁不知道江涵不受待见, 所有人都看不起他, 甚至山下那群, 墨秋霜顿了一下, 山下那些散修, 竟然没人知道江涵是林天宗的清传弟子, 江涵去卖了那么多铃果, 他们都以为江涵是在附近艰难谋生的散修后辈, 江涵第一次下山卖灵草的时候, 是他们带着江涵去买的衣服, 带着他熟悉怎样卖货, 看他可怜, 还经常照顾他生意, 怎么会, 柳涵月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为什么就连那些蝼蚁般的散修, 都这么照顾江涵? 墨秋霜的声音有些哽咽, 可我们身为他真正的事件, 本该是最应该照顾他的人, 可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我最近甚至经常怀疑, 想想柳涵月, 涵月不只是你我, 还有师父, 还有其他师妹, 他们都是这样被江涵的, 可我实在不明白, 这到底是为什么? 我们不该是这种刻薄之人才对, 涵月, 你有没有想过, 到底是为什么? 我不知道, 柳涵月红着眼摇头, 我是因为江涵明明资质差, 却总是想跟我学正法, 所以才讨厌他, 我记得你说过, 还因为这个打了他许多次, 柳涵月心口一痛, 那是因为他趁我不在, 站在远处偷看我刻正盘, 所以才打他的, 你和我们说过, 你说, 那次打的还有点重, 柳涵月捂住心口, 有一次南宫来找我, 他被子梦雕打了一下, 谁知他竟然直接吐血, 我以为他是想敲诈灵石, 就把他骂了一顿赶走了, 墨秋霜沉默片刻, 那只子梦雕可是原因初期的灵兽, 可能没控制好力道, 那次江涵确实受了伤, 听说躺了半个月才下床, 呜, 柳涵月无嘴痛哭, 泪水眨眼间灵石地面, 为什么会这样? 就算是杂役弟子犯错, 我们也不会骂他, 为什么一到江涵, 我们就会这么可怕? 是啊, 到底是为什么? 墨秋霜无神地看着他, 声音很是疑惑, 劈啪, 随着最后一丝雷电被炼化, 江涵体内的所有灵力, 终于全部固化, 这里的雷电之力果然充足, 没想到只用了十天, 单胚就完全凝炼成功了, 如今他体内的灵气, 已全部化为了一颗拳头大小的紫色单胚, 只不过此颗单胚暗淡无光, 还需渡过杰丹雷劫之后, 才能真正拥有杰丹气的神通, 虽然还未渡劫, 可体内灵力比之助击大圆满时, 足足强了120倍还多, 若是渡过雷劫, 恐怕能达到200倍以上, 江涵挥手祭出奔雷剑, 心面一动, 奔雷剑化作一道紫芒, 瞬间冲入地面, 转眼又从百米外快速冲出, 不过一个呼吸间, 奔雷剑竟来回穿插了数十次之多, 将地面冲出上百个黑漆漆的洞口, 可就算如此频繁地使用, 江涵也没有感到丝毫吃力, 反而有了种随心所欲之感, 这和筑击大圆满时, 强行催动奔雷剑的感觉, 简直是天壤之别, 奔雷剑所好灵力, 已在我承受范围内, 只要不动用剑绝, 再加上有上品灵石不断补充灵力, 我就能一直使用奔雷剑对敌, 江涵思虑片刻, 还是将奔雷剑收起, 不过奔雷剑太过显眼, 还是留作后手为妙, 不只是单胚凝结成功, 寂灭神雷也壮大不少, 江涵抬手一挥, 一道鸡蛋粗细的黑色雷霆突然出现在手中, 绕着他的手掌不断跳动, 神雷一出, 四周的雷霆竟像有灵性一般, 奇迹避开就连轰鸣声都小了许多, 寂灭虚无的气息又强了不少, 江涵看着手中神雷, 脑海逐渐平静下来, 也不知是不是受到神雷气息影响的缘故, 如今的寂灭神雷, 怕是结单中期修饰也扛不住, 只可惜没机会是一下, 江涵摇头收起神雷, 只怕是没人愿意尝试神雷的威力, 不说别的, 但是感受到神雷的气息, 就能让人下意识心惊胆战, 这要是打在身上, 恐怕不死也得脱层皮, 若是能在秘境遇到灵璇, 定要拿他实意是神雷的威力, 江涵眼中冷芒一闪, 如今单胚已成, 是时候准备去世灵洞天了。 第35章, 谁也不能欺负他, 这段时间开启的洞天福地, 江涵大多都记得很清楚, 其中对他帮助最大, 也是最急需的, 就是世灵洞天, 世灵洞天中并没有太多法宝资源, 可那里有一丝极其珍贵的虚无规则本源存在, 虽然只有一丝, 但若能加以感悟, 也有机会领悟到吞噬意境, 吞噬意境, 号称可吞噬万物, 将万物化作灵器补充自身, 虽然一些强大的材料和修饰, 能抵挡这种吞噬之力, 但江涵记得, 只要将吞噬意境修炼至圆满, 悟出真正的虚无规则之后, 就可以真正意义上的吞噬万物, 虚无规则可是世间排名前三的超强规则, 仅在生死规则之下, 而且至今并未听说有人能自行领悟, 虽然吞噬意境比之虚无规则简直微不足道, 但也可以强化吸收灵力, 甚至能吞噬敌方的灵力攻击, 而且意境本身就是极其难得之物, 只有原因期修饰那种强大的神识, 才可以连通天地, 从天地规则中领悟一丝极其微弱的意境, 而能在杰丹期领悟意境的修饰, 有哪个不是天资卓绝之辈, 若江涵真能领悟吞噬意境, 那就多了一个和灵天宗对抗的本钱, 有了吞噬意境帮助, 能让他修炼速度更快, 所以这是灵动天, 他必须要去, 吞噬意境, 他必须得到, 士灵动天开启的时间, 在三个月后, 在这之前, 他还有许多东西要准备, 进入士灵动天后, 所有灵力都会被无形的规则之力缓慢吞噬, 只有存放在储物袋中的物品不受影响, 到最后, 所有人都要靠灵丹恢复自身灵力, 可灵丹一出储物袋, 效力立马会被吞走七成, 自身能够吸收的灵力仅剩三成, 这时, 拼的就是谁灵丹多, 等到灵丹消耗完, 修士就只能靠肉身搏斗, 所以, 江涵要准备足够多的灵石丹药, 用来恢复自身灵力, 到时, 他就能以充足的灵力优势, 碾压其他修士, 想到这里, 江涵起身离开雷池, 遇见朝着宗内丹顶阁飞去, 负责丹顶阁的长老, 正是那日送了七品凤圆丹的云诗书, 乃是化神出气的修为, 哟, 这不是僵尸值吗? 江涵刚落到丹顶阁门前, 江涵行礼, 云诗书, 哎, 试之这次来, 可是要取些丹药, 走, 我带你去看看, 云长老说着, 伸手拉着江涵胳膊就往阁楼内走去, 二人一路来到三楼, 只见云长老大手一挥, 木门打开, 一股激进浓郁的灵气夹杂着灵药的清香, 顿时扑面而来, 这间屋子从外面看着不大, 可一进到屋内, 却一眼看不到头, 想来是刻了空间阵法, 试之取丹药, 可是为了结丹, 这有一瓶破元丹, 可增加三成结丹几率, 江涵跟着云长老进入屋内, 听到此话连忙行礼, 云诗书, 试之此来, 是想取一些恢复灵力的丹药, 恢复灵力? 云长老思索片刻, 挥手取出一堆丹药灵草地来, 这瓶是百灵丹, 一粒即可恢复结丹后期修饰十成灵力, 这是七色莲, 一片可恢复结丹初期修饰八成灵力, 这是龙灵丹, 足足三十多种灵药, 从炼器期到原因期的都有, 全是可以恢复灵力的丹药, 等云长老说完, 江涵怀里已经抱了一大堆, 不知市值需要多少, 你说个数, 我一定安排得妥妥当当, 云长老说道, 江涵看着怀里这一大堆灵药, 低头沉思, 除袋还有些零食, 但不知道购买多少, 他犹豫着问道, 这些丹药要多少零食? 零食? 零食, 宗主交代过, 只要市值需要, 所有资源无限量供应, 他说着, 伸手指着屋内, 指着那数不尽的大大小小的柜子箱子, 屋内这些灵药, 市值要多少拿多少, 随便拿, 一颗灵食也不要, 不要灵食? 随便用, 江涵瞪大眼睛, 这么多灵丹灵药, 恐怕最少也价值几百万上品灵食, 或者上千万上品灵食吧, 甚至可能更多, 可听云长老这意思, 就这么让他随便用, 当然是随便用, 你说要哪种, 我给你找, 云长老一看江涵这模样, 就知道他在想什么, 别不好意思, 既然你不说, 那我可替你拿了, 云长老说着, 抬手一招, 一个个玉箱从四面八方飞来, 又在他面前不断消失, 江涵呆呆地看着漫天飞舞的玉箱, 每个箱子都有一丈长宽, 这里面得有多少灵药? 每种灵药, 我都装了五百箱, 云长老笑着递来一个紫色的储物件, 他看着江涵有些局促的样子, 安慰道, 别有负担, 这些都是你应得的, 只要你能在灵渊秘境拿到好成绩, 无论用了多少资源, 那都是值得的, 江涵心中颤动, 眼眶微红, 这是他第一次收到别人赠送的丹药, 而且是这么多的灵丹灵药, 搁在以前, 这么多灵药, 他就算在山中挖上几千年, 也挖不到, 在灵天宗的时候, 更是没人给过他一颗丹药, 可在紫霄建宗, 师叔既然说送就送, 这么多灵药, 比天洁法宝还要珍贵, 他心中感动, 深吸口气, 极其郑重的双手接过储物件, 师叔放心, 我绝不会让师叔失望, 不只是灵渊秘境, 还有更多的洞天福地, 各种法宝资源, 灵石矿脉, 全都会是紫霄建宗的, 江涵满怀激动的何云长老告辞, 出门又遇到了杜宇成, 师姐, 江涵恭敬行礼, 这些天杜宇成寸步不离地保护着他, 他心中一直十分感激, 杜宇成抛过来一个愈合, 轻声道, 万年欲棒单, 能治好你身上伤势, 江涵一颤, 他自然知道杜宇成说的是什么, 那些伤, 他本以为自己不会在意, 可这一刻听到杜宇成的话, 还是忍不住心脏颤抖, 原来, 师姐一直都记得, 原来, 师姐一直在想办法替自己治伤, 谢谢, 江涵用力握紧愈合, 低声道谢, 他原打算留着这些疤痕, 让自己永远记得被他们欺辱时的痛苦, 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 可现在他改主意了, 江涵抬头, 眼神逐渐坚定, 过去的终归是过去了, 他现在有了真正关心自己的师父师叔和师姐, 他们带自己很好很好, 让他第一次感觉到了来自亲人的温暖, 林天宗那些人算得了什么, 他们有什么资格让自己一直记着, 他们不过是修行路上的绊脚石罢了, 等力量足够, 一脚踢开就好, 他看着杜宇成第一次笑得那么放松, 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只是一个十八岁的少年, 师姐, 我要下山, 他突然想通了, 自己何必总是躲着他们, 他本就是自由的, 就算遇到了那些人又如何, 他有师姐护着, 不怕他们, 就算师姐打不过, 他还有师父, 在这里谁也不能欺负他, 第36章, 缺得是干多了, 也不怕遭雷劈, 这几日江涵没有在修炼, 每日在山下集市行逛, 见到好吃的好玩的全都买下来, 大肆挥霍零食, 这是他十八年来, 第一次这么挥霍, 他买的不是玩物, 也不是美食, 他买的是他这十八年来对自己的亏欠, 厨物袋中的零食如流水般不断消耗, 可江涵却极为满足, 他的心境也越发通透, 心弧之上甚至隐隐出现一抹极为模糊的剑影, 剑星, 江涵一眼就看出这是剑星雏形, 虽然只有一抹虚影, 可他却感受到了一股很是模糊的意境, 以及一道一往无前, 绝不回头的气势, 没想到阴差阳错之下, 竟然提前鸣雏了剑星, 江涵神石退出星湖, 有了剑星加成, 飞剑威力又能在天七成, 只等结单后, 蕴养出本命飞剑, 剑休一道才算入门, 说起来, 还不知怎么培养本命飞剑, 他转头看向杜宇成, 只见杜宇成正努力, 把两串糖葫芦藏在身后, 冷着脸往前走, 师姐, 尝尝, 很甜的, 江涵也拿着两串糖葫芦, 鼓着腮帮子咬得嘎吱响, 见杜宇成不说话, 反而把手缩进袖子里, 他也不在意, 张口又咬下一大颗红果, 那酸酸甜甜的滋味, 让他眼睛都眯了起来, 这是他第一次吃到糖葫芦, 虽然以前他在即市, 也经常看到糖葫芦, 可一串糖葫芦, 就要五块下品零食, 这都够他买一个月口粮了, 他可舍不得花在这里, 十多年后, 江涵总算吃到了 以前心心念念的糖葫芦, 可却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江涵, 突如其来的声音, 让江涵下意识皱眉, 抬眼一看, 发现墨秋霜正在不远处, 一脸温柔地看着他, 这几天的好心情荡然无存, 他觉得自己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这家伙怎么还来缠着自己, 不管他想干什么, 江涵都懒得理他, 甚至一句话都不想跟他说, 就当没看到他, 静止从墨秋霜身边走过, 没看他一眼, 墨秋霜脸色一僵, 连忙拉着躲在后面的柳寒月, 拦在江涵面前, 小涵, 墨秋霜努力保持着微笑, 小涵, 你别激动, 我不是来抓你的, 江涵冷着脸看他, 墨秋霜,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我们以后再没有半点关系, 你还整天缠着我说一堆废话, 你烦不烦, 墨秋霜眼眶一红, 小涵,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是真心想和你道歉的, 江涵没说话, 只冷冷地看着他, 小涵, 我知道你想干什么, 墨秋霜掏出一个愈合地来, 可不管你想怎么做, 身体都是最重要的, 你身体那么多伤势, 如果不及时治疗, 恐怕会影响你修行, 我特意找了一盒冰激丸, 你吃了这个, 不出一个月, 伤势就能治愈八成, 江涵吃酵, 你又想耍什么花招, 这个治疗身体疤痕效果很好的, 墨秋霜温柔地看着他, 世界以前受伤的时候, 都是用的冰激丸, 一点疤痕都不会留的, 只要你吃了, 我还得谢谢你, 江涵咬下一口糖葫芦, 好笑地看着他, 这倒不用, 墨秋霜看到江涵手中的糖葫芦, 微微皱眉, 师父从来不让他们吃这些街边的东西, 可江涵, 他想了想, 还是没敢多说, 只要你能接受我的道歉, 我就很满足了, 小涵, 以前都是我不好, 以后我一定会好好补偿你的, 这冰激丸你先收着, 还有什么想要的, 你跟师姐说, 师姐都会给你, 江涵不屑一笑, 别说得那么亲热, 不知道的, 还以为我和你关系多好呢, 这冰激丸我可用不到, 你还是留着自己用吧, 以后受伤的日子可多着呢, 墨秋霜一致, 小涵, 我, 江涵连忙叫停, 打住打住, 墨秋霜,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这冰激丸我可不敢吃, 怎么会不敢吃呢小涵, 墨秋霜急忙解释, 师姐是担心你的身体, 特意去兴罗城买的, 刚出炉的丹药, 效果很好的, 丹药倒是好丹药, 可惜江涵笑着看他, 你碰过的东西, 我嫌脏, 墨秋霜脸色一白, 眼泪差点流出来, 小涵, 以前是师姐不好, 师姐不该那么说你, 不该说你脏, 不该骂你的, 师姐真的知道错了, 江涵脸色一冷, 墨秋霜,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在打什么主意, 你去山下找人了对不对, 你找他们干嘛, 是不是想用他们威胁我, 墨秋霜浑身一颤, 震惊地看向江涵, 他不明白, 江涵怎么会知道的, 我劝你不要打他们的主意, 你要是敢用他们威胁我, 大不了与死网破, 谁也别想好过, 小涵, 你误会了, 我没有要威胁你的意思, 我只是, 只是, 墨秋霜焦急地看着江涵, 可却不知道该说什么, 小涵, 我只是想帮帮你, 你身上那么多伤, 不赶快治疗的话, 会损伤根基的, 用不着你管, 江涵怒喝, 你有空还是多管管自己吧, 做这么多缺德事, 你也不怕遭雷劈, 小涵, 我真的是关心你, 你现在身体这样, 我一想起来就心疼, 墨秋霜感觉眼泪快憋不住了, 我身体好得很, 江涵颅起袖子, 世界早就帮我把伤治好了, 你就别在这装好心了, 奶凉快奶待着去, 我看见你就犯恶心, 什么, 墨秋霜一慌, 他看着江涵白嫩光滑的胳膊, 之前的伤势确实已经消失, 可这怎么可能, 杜宇成这个疯子, 这么久没发疯也就罢了, 什么时候还会照顾人了, 小涵, 我错了还不行吗, 你不是一直想让我教你修炼吗, 我现在就能教你修炼, 墨秋霜挤出一点眼泪, 可怜巴巴的看着江涵, 你不想回林天宗也可以, 就在这, 我就在这陪着你, 你随时都可以找我请教修炼的问题, 江涵痴笑一声, 墨秋霜, 你可真够恶毒的, 墨秋霜心底一颤, 石, 什么, 江涵好笑的看着他, 教我修炼, 我看你是想故意引导我修炼出错吧, 想让我修炼出岔子, 凌厉暴动而亡, 墨秋霜, 我没想到, 你竟然如此蛇蟹心肠, 墨秋霜鼻尖一酸, 慌忙摇头, 小涵, 我没有, 我没有这么想, 我管你怎么想, 我现在有师父教导, 修炼时还有师姐帮我护法, 谁先害你来教导, 江涵懒得跟他废话, 一个错身就准备绕开他们, 墨秋霜浑身发冷, 他没想到, 江涵竟然是这么想他的, 等一下, 他忽然拉住江涵胳膊, 不过满脸祈求地看着他, 丝毫不顾突然暗下来的天色, 江涵脚步一顿, 偏头看他, 小涵, 师姐没有别的意思, 墨秋霜满脸泪痕, 拖着玉河递到江涵面前, 师姐, 师姐只想你收下这兵鸡丸, 就算现在用不上, 也可以留着备用, 江涵看向他拉着自己胳膊的手, 轻声说道, 放手, 墨秋霜看着江涵脸色, 由于片刻, 挣扎着把手松开, 可他还是拦在江涵身前寸步不让, 仿佛只要江涵不收下, 他就一直缠着他一样, 江涵和他对视片刻, 忽然一笑, 伸手接过兵鸡丸, 可不等墨秋霜开心, 江涵打开盒子看都没看, 随手往旁边一扔, 啪, 玉河划出一道弧线, 正好砸在一条野狗面前, 里面的兵鸡丸瞬间洒了一地, 哇, 野狗兴奋地大叫一声, 张口就朝着兵鸡丸扑去, 三两下就把仪地丹药吞了得干净, 然后极为戒备地看他们一眼, 叼着玉河飞速离去, 小, 小涵, 你, 墨秋霜呼吸急促, 难以置信地看向江涵, 他没想到, 江涵竟然, 他竟然用自己辛苦找来的兵鸡丸喂狗, 还是条普通的野狗, 可江涵根本没理他, 他掏出一条手帕, 非常用力地擦了擦右手, 接着把布条一扔, 只见雷光一闪, 布条瞬间化作无数飞灰消散, 江涵没再看他一眼, 绕过他快步离去, 墨秋霜呆呆地看着江涵离去的背影, 心中悲痛欲绝, 泪水再也止不住, 顺着脸颊哗哗哗流下, 第37章, 他们从未在意过江涵, 墨秋霜感觉自己好难过, 他明明是好心, 他是真心想要帮他, 可江涵, 为什么要这么对他, 他怎么能, 怎么能把他的丹药喂狗, 他眼睁睁地看着江涵离去, 身体仿佛被抽干了力气, 摇晃两下差点摔倒在地, 师姐, 柳寒月急忙上前扶着他, 师姐, 别伤心了, 江涵这次可能真的生气了, 可是我真的是在关心他, 我真的是想要他好的, 墨秋霜委屈又难过, 他怎么能那样说我, 虽然以前的事是我错了, 可我都和他道歉了, 他怎么还是不肯原谅我, 墨秋霜忽然转头盯着柳寒月, 寒月, 你刚才怎么不去道歉, 我, 柳寒月不知道怎么说, 你做的那些事, 不过分, 小韩当初只是想跟你学一下阵法, 你就把他打成那样, 你难道不应该和他道歉吗, 墨秋霜皱眯眉看他, 心底隐隐烦躁, 可是, 这里这么多人, 我, 柳寒月低着头, 他也感觉很委屈, 可是今天大师姐都这样道歉了, 江涵都不松口, 他还能怎么说, 难道还要给他跪下, 这怎么可能, 他承认以前对江涵不好, 可是那时候他真的很烦人, 又脏又破, 还总想跟着他, 把他烦得要死, 他以前打骂他那么多次, 江涵一次都没有反抗过, 为什么这次反应这么大, 他栽赃他的时候, 他都能笑着承认, 为什么师姐这么卑微地和他道歉, 他都不愿意原谅师姐, 想到这里, 柳寒月心口一痛, 他现在知道错了, 他真的知错了, 可是, 他以前对江涵那么恶毒, 那么卑劣, 经常不顾场合地教训他, 根本没把他当人看, 江涵心中肯定对他非常怨恨, 他不敢去赌, 万一江涵不打算原谅他, 那该怎么办, 难道像师姐这样, 祈求他的原谅吗, 柳寒月沉默, 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 墨秋双感觉心口一堵, 他没想到, 柳寒月竟然会这么想, 不过一些褒蚁罢了, 在麻在乎他们怎么看, 如果实在心里不舒服, 大不了, 等江涵原谅他们之后, 找个机会把他们全杀了就是, 到时候谁知道是他们干的, 可他没有再说什么, 这种事情, 如果柳寒月不能自己明误的话, 他说再多也是屠楼, 他深深看了柳寒月一眼, 带着他往灵天宗盾去, 二人一路无话, 沉默着走进灵天殿, 大师姐, 二师姐, 你们回来了, 林璇一看到二人, 忙笑着打招呼, 小玄, 墨秋双强撑着笑脸点头, 然后挥手取出一块玉佩, 前些天师姐有事, 没能庆贺你助击成功, 这是地阶三品法宝通灵玉佩, 此宝不但能静心宁神, 更是一件防御法宝, 足可抵挡结单大圆满的修饰攻击, 算是师姐不计你的礼物, 林璇欢喜结果, 多谢大师姐, 哼, 亏你还记得小玄, 你这一走就是这么多天, 我还以为你把这事忘了, 还算你有点良心, 纪玉禅冷哼一声, 弟子不敢, 墨秋双连忙行礼, 好了, 小玄你过来, 纪玉禅抬手取出一把折扇, 这是天阶三品法宝有火灵扇, 其内有一丝金火灵魄, 可催动玄星灵火, 原影以下修饰, 绝对挡不住这灵火, 纪玉禅挥手, 宝扇立刻飞向灵玄, 有瓷宝在手, 你在灵魂秘境内, 绝对可以大杀四方, 将其他宗门修士彻底镇压, 灵玄大喜, 连忙结果, 多谢师父, 还有这玉灵丹, 可祝你恢复灵力, 我给你准备了二十瓶, 这是南海仙竹, 其生命力异常旺盛, 吸收其内精华, 可快速恢复伤势, 我给你准备了一百根, 纪玉禅拿出一个个准备好的灵药法宝, 一股脑丢给灵玄, 这次灵渊秘境事关重大, 你身为为师的清传弟子, 一切当以自身安危为重, 我会交代宗内其他弟子, 将获得的五成天才地宝都交给你, 你到时拿着远超其他人的收获上交, 分数绝对是全场最高, 定能获得同代弟子第一人的名号, 墨秋双看着师父关心的模样, 心中苦涩难受, 这些灵药法宝, 是师父前些日子特意交代各长老去寻找的, 都是些筑基器就能使用的大威力法宝和高阶灵药, 不只是这些, 就算是平常, 师父也经常会让人寻找些特殊的天才地宝, 常年累月地帮灵玄提升资质, 而且师父每次都会弄好多好多, 灵玄和他们都能分到许多, 就算分不完的, 也会拿去赏给照顾他们日常的杂役弟子, 可这些东西, 姜涵从来就没有得到过, 师父分这些天才地宝的时候, 好像下意识就把姜涵给忽略了, 当他们悠闲地享用着昂贵的天才地宝的时候, 姜涵还在山中辛苦采摘那些低阶灵草, 甚至姜涵去集市卖灵药换灵食的时候, 还要躲着师父, 因为师父嫌弃他, 摆摊太丢人, 每次看到都会骂他, 还会把他辛苦采摘的灵草全部丢掉, 墨秋双以前从未觉得这样有哪里不对, 可他现在看着师父给灵玄准备的那么多法宝灵药, 心中颇有些不适滋味, 姜涵在紫霄剑宗, 恐怕根本没有这么多的法宝灵药, 就算有, 以紫霄剑宗那穷酸样, 也只会是一些不入流的东西, 和灵玄的这些宝物根本没法比, 他和柳寒月对视一眼, 发现柳寒月眼神同样很是复杂, 可他们却不能多说什么, 师父明显更喜欢灵玄, 根本就不在意姜涵的死活, 他们就算说了又能怎样, 搞不好还会挨骂, 秋双, 寒月, 纪雨缠忽然转头看向他们, 距离灵渊秘境开启, 还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如今小璇境界已经稳固, 但你们还是要多帮帮他, 秋双, 你修为最高, 又是同代弟子中的佼佼者, 你负责传授小璇和其他修士斗法的经验, 寒月你阵法颇好, 负责传授小璇一些基础的破阵方法, 以免遭了他人暗算, 二人对视一眼, 齐齐应试, 还有其他人, 你们把他们也喊来, 一一和小璇对练, 让小璇快速熟悉修士间的战斗, 墨秋双鼻尖一酸, 师父对凌玄太偏心了, 师父从来就没过问过江涵, 可对凌玄却是无比上心, 恨不得每天手把手地叫头他, 可他不敢多说, 只得答应一声, 找借口溜了出去, 第38章, 为什么非要虐待他? 世界, 柳寒月追了出来, 墨秋双看他一眼, 韩月, 师父为什么要这样? 他给小璇准备了那么多法宝灵药, 可江涵却什么都没有, 柳寒月脸色复杂, 他以前从未在意过这些东西, 可现在再看这一切, 也感觉有些窒息, 又不是只有小璇需要修炼, 江涵同样也要修炼, 可师父一直以来只给小璇准备法宝灵药, 从来没有给江涵准备过任何东西, 墨秋双声音悲切, 韩月, 你说说, 这到底是为什么? 难道就因为小璇年纪最小吗? 柳寒月低着头, 犹豫着说道, 可是小璇很听话, 他修炼向来努力, 而且还会讨人开心, 师父喜欢他也是应该的, 江涵以前每天都傻气息的, 而且这次还敢和师父对着干, 师父不喜欢他也是应该的, 可是, 江涵也是我们师弟啊, 他是我们看着长大的啊, 墨秋双很不理解, 他犯错了, 好好教他就可以了, 为什么非要虐待他? 这, 柳寒月不说话了, 墨秋双忽然抬头, 不行, 我不能再眼睁睁地看着江涵受苦, 我要去给江涵送些法宝灵药, 要不然, 这次灵渊秘境之行, 他肯定要吃大亏, 等一下, 师姐, 柳寒月忽然拉住他, 你忘了江涵刚才怎么对你的了, 你好不容易找到的兵机丸, 他竟然当着你的面全给扔了, 你现在这样直接去找他, 江涵会收你的东西吗? 墨秋双一致, 眼眶微红, 他肯定不会收的, 柳寒月语气低沉, 不会的, 墨秋双激动大喊, 他不要兵机丸, 是因为杜宇成那个疯子, 把他的伤给治好了, 所以他才会拒绝我, 而且, 江涵他身上没什么高阶宝物, 就算有法宝, 也顶多只是些玄阶的法宝, 我若是给他一件地阶法宝, 再加上一些高阶灵药, 他一定会原谅我的, 墨秋双越说越兴奋, 可是, 柳寒月还想说些什么, 不行, 我现在就要去找他, 墨秋双看向柳寒月, 寒月, 你和我一起去, 啊, 我, 柳寒月有些犹豫, 你们在干什么? 一声突如其来的冷喝, 将二人惊醒, 他们转头一看, 发现纪宇禅正站在他们身后, 面色不善地看着他们, 师父, 二人赶紧行李, 纪宇禅冷哼一声, 你刚才说, 要给江涵那废物送法宝, 墨秋双一惊, 他没想到, 师父既然听到了, 事已至此, 他也不能否认, 只能点头, 是我说的, 纪宇禅大怒, 墨秋双, 你真是疯了, 啊, 我刚才怎么说的, 我让你去教导小璇战斗技巧, 你转头就要去找那个孽障, 师父, 墨秋双满脸悲哀, 江涵也是我师弟, 你给小璇准备那么多法宝灵药, 可有想过江涵, 他也需要法宝灵药啊, 江涵, 纪宇禅冷哼, 他一个不思进取, 毫无作用的废物, 他也配拿我的宝物, 你也不想想他都干了什么, 不过一点小事, 他就跟我要死要活的, 我每一掌拍死他就不错了, 还想让我给他准备法宝, 简直痴心妄想, 墨秋双呼吸一致, 感觉心脏都被捏紧了, 师父竟然还在怪江涵, 他不过是做了一个正常人都会做的事情, 他有什么错, 墨秋双, 我告诉你, 江涵的事, 你少管, 纪宇禅眼神冰冷, 那孽障根本没有生存能力, 早晚会回来求饶, 我有的是办法收拾他, 我看他以后还敢不敢跑, 可是, 江涵若是没有法宝, 他去参加秘境, 一定会吃亏的, 墨秋双有些焦急, 吃亏, 吃亏不好吗, 纪宇禅冷笑, 多吃点亏, 他就知道外面有多残酷了, 就紫霄建宗那破落户, 你就算给了他法宝灵药, 他要能怎样, 他能帮紫霄建宗夺得第一, 他能成为同代弟子第一人, 既宇禅语气嘲讽, 他什么都做不到, 还不是接着垫底罢了, 再说了, 他不是一直不服我的管教吗, 这次正好让他长长见识, 让他知道清楚, 我以前对他是有多么宽容, 我要让他知道, 离开林天宗, 他就是一个废物, 他根本活不下来, 墨丘双心底一颤, 就算是江涵在林天宗的时候, 他也没有得到过资源, 可是师父, 你从未给过他修炼资源, 他再不在林天宗, 到底有什么意义, 还不如让他在外面当个散修, 那是我不给吗, 继雨缠大怒, 那是他没找我要, 他要是找我了, 我能不给他, 再说了, 林天宗庇护他, 没让他死在散修手里, 已经是最大的庇护了, 你还想让我怎么样, 我对他这么好, 他都敢和我对着干, 我要是供应他修炼资源, 他还不得上天去, 还不知道会有多么无法无天, 这次我就说了他几句, 还没动手呢, 他就敢光明正大的和我作对, 我要是再不收拾他, 他以后就只能是个废物, 只会无能狂怒的废物, 可是, 墨丘双焦急的道, 林渊秘境事关他以后在紫霄建宗, 能分配到多少资源, 这次江涵若是没获得好成绩, 他以后该怎么在紫霄建宗生活, 那是他最有应得, 继雨缠怒喝, 好好地林天宗他不带, 非要跑去紫霄建宗, 这是他自己废物, 就算以后没有资源, 那也是他活该, 而且就他那个废物, 就算给他法宝灵药, 他又能怎么样, 难道他就能靠这些法宝灵药, 取得好名字, 继雨缠嗤笑一声, 别傻了, 废物始终是废物, 他一个靠吃灵药堆起来的筑机, 你就算给他一件天洁法宝, 他也得不到好成绩, 墨丘双愣愣地看着师父, 心中非常难受, 他不明白, 江涵真的有师父说得那么差吗, 他从来不知道, 师父竟然这么看不起江涵, 江涵也很乖很懂事的, 为什么师父就是看不到, 而且他已经说过, 江涵现在是紫霄建宗清传弟子, 说明他资质一定不差, 可师父为什么就是不愿意相信, 紫霄建宗就算在落魄, 那也是五大宗门之一, 虽然这些年他们一直在走下坡路, 可宗内高手并不比林天宗少, 他不明白, 师父为什么这么看不起紫霄建宗, 我告诉你, 墨丘双, 纪玉禅眼神冷淡, 江涵既然赶走, 那他就别想得到我的帮助, 他也别想借着林天宗的名头在外边招摇撞骗, 他心境太差太差, 一点小事就能记恨这么久, 我若是再不管叫他, 他以后怎么杜解, 怎么抵挡问心来, 他若是想不明白, 那他就永远不能成长, 就算他回来了, 我也不会让他浪费资源, 他这种废物, 没有资格享受林天宗的特权, 没有我的命令, 你不许再去找他, 我这次一定要让他知道, 敢和我对着干, 到底会有什么下场, 墨秋双浑身冰冷,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他终于明白江涵到底为什么那么痛苦了, 原来他在林天宗的生活, 竟然这么让人窒息, 可师父既然这么讨厌江涵, 又为什么非要说他做清传弟子, 让他做个杂役弟子不是更好吗? 第39章, 再也不会相信, 七叶地心莲不愧是修真戒至宝, 果然有神效, 江涵拿起那朵七色彩莲, 心神极为振奋, 眼下还只是轻轻碰触, 他便感觉灵台清明, 神志隐隐通透, 若是吃下去, 不知会有多么逆天的效果, 地心莲可是极其难得的天才地宝, 据说唯有地脉深处的极品地灵脉中心处, 才有极小的几率诞生地心莲, 而七叶地心莲更是地心莲中的极品, 服用后可冲破灵台避障, 短时间内极大的提高物性, 这株七叶地心莲可是紫霄建宗压箱底的宝贝, 没想到师父这么轻易就给了我, 七叶地心莲可是能帮助修士领悟天地规则的宝物, 价值不可估量, 就算是化神妻修士服用也能有极大益处, 有了地心莲, 领悟吞噬意境的把握又多了三成, 将寒把地心莲装入玉盒中收好, 开始潜心领悟紫霄建宗中几招威力极大的建宇, 还有半个月就是秘境开启之日, 他要尽快将建宇修到高深, 尽一切可能提升实力, 秘境中竞争极其残酷, 各宗弟子间一言不合杀人夺宝都是尝试, 虽然各宗明面上禁止互相残杀, 可为了各自的利益, 私下里各宗都打得非常激烈, 而且江寒的目标可是带领紫霄建宗获得第一, 他必须要有绝对碾压的实力, 才能在秘境中独占所有天才地宝, 不然只要其他宗门联合对付他, 他有极大可能会吃亏, 还要再去买一些防护阵盘, 以防休息时遭小人暗散, 说干就干, 江寒出了洞府, 遇见朝着山下, 急事飞去, 紫霄建宗乃是建修宗门, 于阵法之道并不擅长, 宗内并没有专修阵法的修饰, 所以他只能去急事碰碰运气, 可他刚飞出宗门, 就看见墨秋霜盘膝浮在空中, 江寒刚一皱眉, 就见墨秋霜脸色一洗, 瞬息飞到他身前, 小寒, 墨秋霜脸上挂着笑意, 声音轻柔, 江寒下意识看向身侧, 发现杜宇成不知何时已经来了, 正冷脸盯着墨秋霜, 你又来干什么? 江寒神色很是不悦, 他实在搞不懂, 这女人怎么又来找他? 前世他们对自己厌恶至极, 从来没给过好脸, 自己被他们埋伏击杀后, 他们还趁着自己肉身灵气未散, 挖出自己的灵根和剑骨, 帮助灵玄强度血煞雷解, 可现在墨秋霜时不时就过来找他, 江寒心中只有警惕, 事出反常必有妖, 墨秋霜肯定有所图谋, 墨秋霜见江寒这么冷淡, 心中又是一阵难受, 小寒, 我知道你要参加灵渊秘境, 特意来给你送一些法宝和灵药, 说着他掏出一个储物袋, 递给江寒, 这里面都是些疗伤和恢复灵力的丹药, 还有一件地界二品的法宝, 应该能帮你在秘境中取得好一点的成绩, 江寒看都不看那储物袋, 法宝, 灵药, 墨秋霜, 你什么时候这么好心了? 他嘲讽一笑, 你这丹药里, 下毒了吧? 还是法宝里面有禁止, 准备在关键时刻自爆伤我? 不是的小寒, 墨秋霜慌忙解释, 你可是我师弟, 我怎么可能会害你? 丹药里面绝对没毒的, 你不信我吃给你看, 说着他慌忙逃出一粒丹药, 当着江寒的面吞了下去, 你看, 真的没毒的, 小寒, 你收着吧, 我也是想让你能过得好一点, 过得好一点? 江寒吃笑, 墨秋霜, 我自问也没得罪过你, 你为什么这么煞费苦心的害我? 害你? 怎么可能? 我怎么会害你? 墨秋霜心脏一阵颤抖, 小寒, 你相信我, 我真的没有要害你的心思, 这些灵药都是师父寻来, 给小寒提高资质和疗伤用的, 小寒用不了这么多, 我就想着给你拿一些, 里面绝对没毒的, 哼, 原来是林寒吃剩下的东西, 我说, 你怎么会拿来给我? 江寒脸色一冷, 墨秋霜, 你是不是有毛病? 特意跑这么远来侮辱我, 我没有, 墨秋霜急忙辩解, 我只是想给你拿些灵药, 绝对没有要侮辱你的意思, 小寒, 这不是剩的, 这都是新的, 你看, 都是没拆封的, 都是新的呀, 小寒你看一眼, 师姐怎么会给你吃剩下的东西? 别装了, 江寒忽然大喝一声, 眼神冰冷地看着他,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想干什么? 你是不是以为我已经忘了你以前是怎么羞辱我的? 神, 什么? 墨秋霜心底一颤, 瞪大眼睛看着江寒, 江寒双拳钻紧, 墨秋霜, 你是不是忘了, 我曾经只是看了眼你桌子上的灵果, 你就能打我一巴掌, 现在你来给我送灵药? 送法宝? 你骗鬼呢? 墨秋霜脸色一白, 不是的小寒, 我那是, 那是, 你还想狡辩? 江寒咬牙, 我承认我没见过世面, 也没见过高阶灵果, 更没尝过高阶灵果的滋味, 可你至于一直用这个来羞辱我吗? 你有意思吗? 墨秋霜, 我不管你想干什么, 我只告诉你, 休想, 你别想再侮辱我, 我不会再被你侮辱, 我更不会再被你骂我小偷。 江寒说完, 冷着脸越过他, 朝着山下飞去, 墨秋霜身体颤抖, 双目失神地看着江寒离去, 他的心底一片冰凉, 他真的没想到, 江寒竟然会这么说。 那年, 天池洞天的仙桃成熟, 宗内给每位弟子都分了一颗仙桃, 他在宗内地位较高, 所以分了十颗仙桃, 而江寒却被所有人遗忘, 一颗仙桃都没有分到。 仙桃虽然可以洗毛发髓, 提高资质, 可他已经吃了太多了, 这东西对他早就没用了。 所以, 他把仙桃放在桌上, 准备晚点拿去给小轩吃, 可没想到, 江寒去找他的时候刚好看见, 他记得江寒那时的眼神, 那是一种渴望又害怕的眼神。 他当时只觉得恶心, 觉得江寒的目光玷污了仙桃的灵气。 他当场发怒, 直接一巴掌把江寒山飞出去, 对着江寒破口大骂, 骂他剑骨头, 骂他贪吃鬼, 骂他是不是又想偷仙桃, 甚至还当着他的面, 把所有仙桃丢在地上, 一个一个全部采烂。 他至今还记得当时江寒心痛, 不舍, 委屈又恐惧的表情, 他第一次发现, 原来一个人表情可以这么丰富。 当时江寒小心翼翼地和他道歉, 最后还是被他打一顿丢了出去。 墨秋双胸口一阵疼痛, 心弧之上剧烈颤动, 本就破损的青莲在风浪中摇摇欲坠。 他脸色一片惨白, 连忙默念清心咒, 静心凝神, 可却无论如何都静不下心来。 他现在才发现, 原来他曾经做过这么恶毒的事情。 第四十章, 绝不能败。 灵渊秘境开启之日静在眼前, 纪宇禅亲自出手, 带着几位徒弟向灵璇传授战斗技巧。 柳寒月教灵璇怎么辨别阵法, 怎么寻找阵法核心。 墨秋霜则把修为压制到助击期, 和灵璇不断对战, 助他熟练掌握战斗方法。 他甚至还把天火风的八品炼丹宗师拉了过来, 不惜耗费极大代价, 专门给灵璇配置一些能快速提升修为, 却没有副作用的丹药。 在纪宇禅不计代价的疯狂贯注下, 灵璇进步飞快。 不过十几天的时间, 竟然硬生生把灵璇的修为提升到了助击后期。 而且他战斗手法也越加熟练, 从一开始的不断被墨秋霜秒杀, 到现在, 已经能和墨秋霜打得有来有回了。 很好, 小玄已经把有火灵扇完全炼化, 虽然灵扇的威力只能发挥三成, 但对付结单以下的修士已经足够。 纪宇禅神色兴奋。 不过, 你现在灵力太过吸手, 若非遇到强敌, 尽量不要使用有火灵扇, 最好是在关键时刻, 再用灵扇给对方致命一击。 是, 徒儿谨记。 灵璇同样很是兴奋, 虽然一直没找到姜涵的下落, 可这段时间修为提升的并不比之前慢, 甚至还要快上许多, 而且并没有消耗多少气韵值。 也许, 不需要姜涵, 他也能独自强大。 灵璇心底冷笑, 姜涵恐怕到现在还没进击助击, 等下次再见面时, 也不知是何等场景。 想想姜涵看到自己助击后期修为时, 呆至惊恐的模样, 灵璇就忍不住兴奋。 这块令牌你拿着。 秘境结束时, 灵天宗所有弟子都会将五成天才地宝交给你。 你只需出示令牌, 他们自然会听你号令。 有了这么多天才地宝, 你的分数绝对会是全场最高。 多谢师父, 徒儿定不负师父所望, 一定要拿下同代弟子第一人的称号, 让灵天宗力压其他宗门。 灵璇更开心了, 拿到好名字之后, 他在宗内地位绝对会大大提升, 修炼资源更多不说, 甚至还有希望在整个修真界扬名。 好, 不愧是我的乖徒儿, 果然有志气。 继欲禅欣喜, 有我亲自教导, 还有天洁法宝护身。 你就算遇到杰丹初期修士, 也能全身而退。 这秘境之内, 绝对无人会是你的对手。 同代弟子第一人的名号, 非你莫属。 到时候, 我灵天宗就能压制其他宗门百年时间, 独享修真界最好的资源。 而你, 就是灵天宗的功臣。 江涵将阵盘炼化完毕, 在杜宇成的指导下, 陈兴修炼紫霄剑绝中的基础剑绝。 经过这些天的修炼, 他早已将青雷剑练化的如臂食指。 按照杜宇成的说法, 他的飞剑已有杰丹出气的威力。 不错, 若是祭出奔雷剑, 怕是能勉强和杰丹后期修士一战。 雷青川突然出现, 看向江涵的目光, 很是欣慰。 师父, 江涵行礼。 嗯。 雷青川抬手取出一块紫色令牌地来。 这是紫霄剑宗清传弟子才能拥有的神雷令, 虽然还没向宗内弟子介绍过你, 但只要此令一出, 所有紫霄剑宗弟子都必须听你号令。 江涵双手接过, 一种责任感由然而胜。 谢师父, 此次秘境, 我定能取得头筹。 雷青川呵呵一笑, 你也不需太过紧张, 尽力而为就好。 此次秘境, 修为最高者不过贾丹而已, 远远不是你的对手。 但你切记小心行事, 虽然你实力比他们都要强上不守, 但若是他们联手, 你也会有不小的麻烦。 万事当小心为上, 一切以自身安全为重。 江涵心中感动, 他能听出师父话中的关心, 可他这次并不打算听师父的安排, 他有把握, 他要任性一次。 师父放心, 这次, 我定要拿个第一回来。 好。 哈哈, 我就知道你不会安分。 雷青川眼带笑意地看着江涵。 不过, 不管你准备怎么做, 你大可放手去干。 记住, 紫霄建宗虽然这些年势弱, 但我们可从来不怕事, 有紫霄建宗护着, 谁也不敢动你。 时间飞快流逝, 转眼就到了秘境开启的日子, 紫霄建宗上下都弥漫着一股紧张的氛围。 每位参加的弟子都鼓足干净, 紧张又严肃, 毕竟这可是关乎他们未来百年内能拿到多少资源。 林渊秘境位于五大宗门中央, 距离并不远, 搭乘宗门战船, 只用了一天时间就到了秘境。 江涵极为低调, 他没有和雷青川站在一起, 反而站在紫霄建宗的百名驻击弟子中, 隐藏在一个极不起眼的角落里。 天才若云袍上自带的脸膝阵法, 全力运转, 将他伪装成一个平平无奇的驻击弟子。 眼下还不到暴露修为的时候, 一切要以低调为主, 等到进了秘境, 他再出手也不迟。 他现在防御有天阶六品封天凯, 攻击有玄阶九品青雷剑, 天阶八品奔雷剑和压箱底的寂灭神雷。 身法有可以顺移的天阶六品封雷削, 逃跑追击可用天阶一品飞天缩。 储物袋中还有无数灵丹灵药, 数百个功能各异的阵盘, 还有二十多把备用飞剑。 可以说, 只要没有隐藏的杰丹后期修饰, 他这次绝对能拿到高分。 而且, 自从上次把墨丘双他们赶走之后, 他们不知道是不是想通了, 最近一直没来打扰江涵。 所以这段时间, 他心境异常平静, 星壶之上的剑心也逐渐变得凝实。 他出剑的时候, 飞剑上已经隐约有了一丝剑意, 剑决威力又大了三成左右。 江涵站在传闲看着秘境入口越来越近, 心中却很是平静。 他很清楚, 紫霄剑宗对他的所有帮助都是看中了他的潜力, 他只有表现出和潜力相符的实力, 才能不负他们的信任。 只有这样, 紫霄剑宗才能得到更多更好的资源, 他也才能得到更多的资源。 他和紫霄剑宗已经是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的关系。 这次灵渊秘境之战就是他证明自己的绝佳机会, 也是他在修真界初次崭露头角的战场。 他绝不允许自己失败, 进秘境后, 无论是谁要破坏他的计划, 他都绝不允许。 只许成功, 不许失败。 第41章, 他不配。 当紫霄剑宗到场的时候, 其他三大宗门早已经到了, 只剩下灵天宗还没到。 山脉上空悬浮着数十艘各色战船, 粗略看去, 每个宗门都来了百名弟子。 其他宗门弟子脸上都带着轻松的笑容, 一个个有说有笑的, 丝毫没有紧张的感觉。 反观紫霄剑宗这边, 众弟子明显要沉默不守, 虽然是剑修, 可他们的修为毕竟要比其他宗门弟子低上一筹。 其他宗门都有贾丹镜带队, 而紫霄剑宗只有一个筑基大圆满的弟子勉强支撑。 看到这一幕, 紫霄剑宗众弟子更加沉默, 他们本来资源就守, 若是这次再输, 恐怕以后再难翻身。 甚至往大了说, 这关乎到他们这一代, 能否有足够的资源, 支持他们结音。 不过剑修本就逆天而行, 就算修为差距再打, 他们也要拼一把。 哄, 一股强大的威压忽然降临, 江涵转头看去, 只见一艘雪白的战船从远处轰然而来, 其后跟着数艘普通战船。 林天宗。 江涵眼睛一眯, 这是纪雨缠的坐驾, 看来他们都来了。 小萱, 这次有你梁师兄辅助你带队, 他常年在外游历, 经验丰富, 你遇事要多和他商量, 切勿莽撞行事。 你有多见高阶宝物护身, 只要稳妥行事, 其他人威胁不到你。 纪雨缠温和的同龄玄说着话, 陆敬雪他们陪在旁边不时插上脊嘴。 遇事要以自身安危为重, 不要有太大压力, 谁要是敢欺负你, 出来道索, 我帮你出气。 师父放心, 我会和梁师兄多商量, 不会贸然行事的。 好。 纪雨缠很高兴, 等你拿到第一, 我就能说服其他长老, 立你为林天宗圣子。 林玄大喜, 宗门圣子就是宗门继承人, 只要没有意外, 圣子就是下一任宗主。 多谢师父, 我绝不辜负师父期望, 定能拿到同代弟子第一人的名号。 江涵看了一眼立在船头的几个身影, 刚好看到这一幕。 他看着纪雨缠他们对林玄关切的模样, 心底不有冷笑。 纪雨缠他们为了助林玄修炼, 不惜一切代价, 基本是要什么给什么, 林玄也不出所望地拿到了新代弟子第一人的名号。 前世这个时候, 自己还被关在后山, 承受刚风炼体之苦。 而他们就在这里陪着林玄说说笑笑, 等自己被放出来的时候, 林玄已经凭借这次名声, 在纪雨缠的运作下说服了其他长老, 成了宗门圣子。 可这一次, 江涵不会再给他机会, 这新代弟子第一人的名号轮不到林玄, 他再也没机会成为灵天宗圣子。 前世自己拼命讨好他们, 却只能换来弃乳打骂, 而林玄却能不费吹灰之力地得到他们的关爱, 一直被他们死死户在身后。 不管自己再怎么努力, 都会被他们无视, 可林玄只要稍微闭关两天, 他们就会夸他修炼刻苦努力。 明明林玄是靠无数资源堆出来的修为, 可他们还是独独宠爱他一人。 若不是林玄最后时刻需要大量灵力强度雷劫, 恐怕他也不会趁他们挖自己灵根剑谷的时候, 对他们下毒手。 想起那时, 季宇禅捧着自己的灵根要献给林玄的时候, 迎接他的却是一记早已准备多时阴冷杀招。 恐怕他直到元神被吞的那一刻, 还在未能帮到林玄而欣喜吧。 还有其他几个人, 元神元鹰同样被吞噬, 他们甚至没有做出一丝像样的反抗。 江涵当时还没死透, 还留有最后一丝意识, 他那时看着这一切, 心中竟然产生了一丝解脱的快感。 也许那时看着仇人殒命, 大仇得报的释然。 但是, 虽然林玄前世帮他报了仇, 可林玄这个罪魁祸首, 他依然不会放过。 江涵很想看看, 这一次失去了圣子身份, 林玄还怎么得到那些修炼资源, 没了那些资源支持, 他还能不能两百年化身? 纪宇禅他们, 会不会牺牲自己的修炼资源, 用来帮助林玄修炼? 林天宗的下坡路, 就从这次秘境开始。 墨丘霜站在船头, 帮林玄打气的同时, 目光不经意间, 从紫霄建宗的战船上扫过。 他马上脸色一僵, 急忙定睛看去。 江涵! 墨丘霜心脏狂跳, 他没想到, 江涵竟然真的来了。 绝不能让师父发现他, 师父最近一直陪着小玄, 估计已经把江涵的事给忘了, 若是再被师父看到, 恐怕当场就要发难。 墨丘霜心中焦急, 在他看来, 紫霄建宗绝对不会因为一个普通的清传弟子, 得罪纪与禅这个化神大员满强者。 到时, 江涵必定要吃大苦头, 他不想看到这一幕。 秋双, 怎么了? 纪与禅忽然转头看他。 墨丘霜一惊, 连忙摇头, 没事, 师父, 我只是担心小玄, 他第一次参加这种大规模的战斗, 万一伤着了怎么办? 纪与禅眉头一皱, 哼, 小玄有法保护体, 能伤到他的只有那几个假单净的小辈, 若是有哪个不长眼的敢伤他, 我自会上门为小玄讨个公道。 墨丘霜脸色一白, 他没想到, 师父竟然这么宠爱林玄, 可江涵呢? 又有谁关心过他? 想起江涵挤在慵嚷的人群中, 默默无闻的样子, 再看看自己几人陪着林玄, 整艘战船只有他们几个人, 甚至还有灵果佳酿可以享用。 墨丘霜心中一痛, 他们好像从未关心过江涵, 自己要给江涵送法宝灵药, 还得避开师父。 他真的想不通, 事情到底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 他们为什么对江涵那么恶毒? 甚至是毫无缘由地讨厌他, 难不成他们全都被心魔蒙蔽了心智? 墨丘霜目光一领, 他确实一直到心有缺,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 心境受到了影响。 可他为何对其他人就不这样? 他对林玄也是真心疼爱, 对其他师弟师妹们也是有理有结。 他可是仅差一步就能晋级化神的强者, 怎么可能这么容易就被心魔影响心境? 墨丘霜脸色一沉, 也许是他第一眼看到江涵的时候, 看到他那一身破破烂烂, 又对他们露出尴尬笑容的时候。 也许从那时候开始, 他就已经开始厌恶, 这个明显想要讨好他们的江涵, 那个看起来又脏又破的江涵。 他自出生以来, 一直是修仙家族的大小剑, 上山修道后又是宗门大师姐。 他从未见过一个人身上那么脏, 那么破, 却好似非常习惯一般, 没有一点难受的感觉。 也许就是因为这样, 他们这些极爱干净的仙女, 才会这么讨厌江涵, 因为既然他已经习惯了脏, 习惯了破, 那么他平常, 到底该有多脏? 墨丘霜眼眶一红, 他当时根本没想到, 江涵又脏又破, 是因为他独自在山上摸爬了两个月的原因。 当时江涵见到他们, 心里该有多高兴啊, 可他们却把他大骂一顿, 又从山上扔了下去。 可就算这样, 江涵后来见到他的时候, 丝毫没有恨他, 反而拿出了一颗用树叶包裹的野果, 想要送给他。 想到这里, 墨丘霜眼睛一酸, 眼泪差点流出来。 他那时候根本没想那么多, 没有想过, 那也许是江涵一天的口粮。 他反而嫌弃江涵身上太脏, 一巴掌把野果拍飞出去, 还把他大骂一顿。 当时江涵直接就哭了出来, 慌忙跑去把沾满了泥土的野果捡起来, 在自己的大骂声中抹着眼泪, 一步三回头地走了出去。 墨丘霜心绪震动, 心壶翻起, 滔天巨浪。 他以前怎么会那么坏? 江涵那时候才五岁啊, 他怎么骂得出口的? 他根本不配做江涵的师姐。 第四十二章, 他想成为真正的师姐。 大师姐, 夏浅浅惊呼一声, 把几人的注意力全吸引了过来。 墨丘霜一惊, 连忙运功, 眼去脸上苍白, 抢笑着开口, 嗯, 怎么了? 大师姐, 我看你脸色不太好, 是在担心小璇吧? 夏浅浅慌忙上前, 拉起墨丘霜的手, 安慰道。 大师姐不用担心, 师父都安排好了, 小璇不会有事的。 其他人健壮也连忙安慰。 对啊, 师姐, 有那么多弟子保护小璇, 他绝对不会有事的, 要是小璇受伤, 我绝对饶不了他们。 就连姬雨缠也轻声开口, 好了好了, 哭哭啼啼的像什么样子? 小璇又不是手无腹肌之力的废物, 不过是一群假单小辈, 根本威胁不到他, 你且安心看着就是。 说完, 他忽然飞升而起, 我去见见几位老朋友, 小璇多陪你师姐说说话。 林玄一听这话, 赶忙表态, 是, 师父, 大师姐放心, 不过一群助击罢了, 根本不足为惧, 我一定会拿上第一名回来的。 墨丘霜勉强扯着嘴角点头英诗, 笑得很是勉强, 其他人只当他是太过担心林玄, 倒也没有多想。 唯独柳寒月看出一丝不对, 师姐虽然担忧林玄, 可也不会这么失态, 难不成。 他脸色一变, 连忙传音询问, 师姐, 怎么回事? 可是出了什么事? 墨丘霜面色微沉, 下意识看向江涵的方向, 传音回复道, 师妹, 我看到江涵了。 江涵? 柳寒月一颤, 不好的回忆再次涌上心头。 他顺着墨丘霜的视线看去, 细细寻找片刻, 果然在人群中发现了江涵的身影。 江涵他, 他怎么会在这? 柳寒月的声音有些复杂, 他肯定也是来参加灵月秘境的。 墨丘霜轻叹, 当初我就猜到他要参加秘境, 所以想给他送些法宝灵药, 可惜他根本不愿收我送的东西。 柳寒月沉默, 那次他知道墨丘霜偷偷去给江涵送灵药, 没多久就惨兮兮地回来了。 灵月秘境虽然战况激烈, 但一般不会危及性命, 只要江涵不主动惹事, 必然不会有事的, 师姐不用担心。 我知道, 墨丘霜声音低落, 我只是为江涵感到不公。 你看师父为小璇准备得多么充分, 有那么法宝灵药不说, 还有门内弟子贴身保护。 可江涵呢? 他甚至没有一件像样的法宝, 而且只能混迹在普通弟子中, 若不是我神识敏锐, 恐怕都发现不了他。 可是, 就算江涵有法宝灵药, 他也不可能取得好名次的呀。 柳寒月说道, 紫霄建宗向来都是殿底的存在, 你看他们弟子中, 修为最高的也不过是筑基大圆满, 连一个假单禁都没有。 他们进了秘境, 也只能在边缘地区寻找些普通灵药罢了。 而且, 江涵修为不高, 他就算收了师姐的法宝灵药, 恐怕也会被人抢了去。 柳寒月轻叹一声, 其实这样也好, 他没有好的法宝, 只需在外围随便找些灵药就能交差。 而且, 这次紫霄建宗肯定又是垫底, 他能采多少灵药根本不重要。 江涵他隐藏了修为, 墨秋双忽然说道, 我上次见他的时候, 江涵隐藏了修为。 师姐, 就算他是假单禁也不行的。 柳寒月看向紫霄建宗的眼神有些不屑。 紫霄建宗虽然是剑修, 可他们未结丹前不能运养本命非剑, 实力根本无法完全发挥。 而且, 修为还比旁人低了一个境界, 他们怎么抢夺灵药? 再说了, 灵云秘境可不是看对人能力的。 而是要所有人配合, 才能抢到更多的灵药。 就算江涵隐藏修为拿到了好成绩, 可那有什么用? 其他人只会拖他后腿。 哪像小璇这样, 灵天宗所有弟子一起出手助他? 小璇的目标可是第一, 江涵无论如何也赶不上的。 墨丘霜不说话了, 他知道柳寒月说的是实话, 可他就是感觉不舒服。 明明江涵也可以得到这些帮助, 可现在, 他只能挤在人群中都不敢往这边看上一眼。 他明明也是清传弟子, 为什么会和普通弟子挤在一起? 难道, 紫霄建宗也开始排斥他了吗? 墨丘霜心底一痛, 他不希望江涵再经历曾经的痛苦, 他要去问问他是不是被人欺负了。 他以前虽然对他不好, 可他现在只想倾尽所有去弥补江涵, 他想要治愈他心底的伤疤, 他想和他和好如初, 他想成为真正的江涵最喜欢的那个师姐。 只要江涵点头, 他一定会拼尽全力把他救出来, 带他回灵天宗好好修行。 而且师父一向心软, 只要他肯低头认错, 自己和二师妹再帮他说些好话, 师父一定不会太过为难他的。 秘境一开, 各宗弟子按顺序入场, 一声轻贺打断了墨丘霜的沉思, 他抬头看去, 只见笼罩在山脉上空的迷雾, 以尽数散去, 露出了下方空旷的山谷。 秘境入口就在山谷中央, 那是几根巨大的石柱, 原本空荡荡石柱中央, 此时出现了一个彩色的漩涡, 那里就是秘境入口。 随着各宗弟子陆续进入漩涡, 漩涡逐渐变得暗淡, 隐隐四要散去。 师剑, 我去了, 等我好消息。 林玄向着几人笑着招呼一声, 接着御剑直接冲入漩涡中, 墨丘霜转头看向江涵, 紫霄剑宗排名垫底, 所以是最后一个进入。 一步漫步步漫, 等他们进去的时候, 外围就已经被浅浅搜刮过一遍, 他们只能捡些剩下的灵药, 或者冒险去中央区域和其他宗门抢夺。 他目光一直看着江涵, 直到他的身影消失在漩涡中, 这才轻输一口气。 而且只能出不能进。 到时, 他要单独去见江涵一面, 不论他成绩怎么样, 他想去告诉他, 他还有一个师姐, 一直在念着他。 他想去问问他, 愿不愿意重新认他这个师姐。 只要他愿意, 不论什么条件, 他都会答应。 他真的好想让江涵原谅他。 第43章, 他已压上所有筹码。 江涵混在人群中进入漩涡, 只学眼前一花, 一转眼就出现在了一座祭坛上。 眼前是一望无际的平原, 目光尽头, 则有一道接天连地的超大灵力漩涡不断旋转, 但是一眼看去, 就能感受到其内强大的威压。 那里就是灵渊秘境的核心区域, 据说是一道深不见底的深渊, 绝大多数极品灵料都生长在深渊崖壁之上。 江涵沉默片刻, 转头看向李星洲。 李星洲是这次紫霄建宗的带队弟子, 筑基大圆满的修为, 见到天赋极高, 就算遇到贾丹镜的敌人, 也能斗上一二。 见江涵看来, 李星洲略微点头, 抬手一挥, 带着紫霄建宗仲弟子飞升而起, 呈地毯状, 遇见朝着核心区域一路扫荡过去。 江涵站在原地, 带众人远去之后, 抬手取出数十块阵盘, 在四周快速布置起来。 来的路上, 他就已经和李星洲交代过, 这次秘境之战, 宗内弟子无需和其他宗门缠斗, 只需小心采些灵料即可, 若是有危险, 就把灵料交出去, 以自身安危为重。 剩下的事情, 交给他来做。 他这次目标非常明确, 就是抢走其他四大宗门所有人的收获。 布置阵盘, 也只是为了防止他们强行冲关, 只要正面相抗, 江涵并不畏惧他们任何人。 就算四百个驻击七联手, 他也不拒。 来之前他已经打探清楚, 四大宗门各有两个假单境带队, 其他人都是驻击大圆满的修为。 而四百名驻击大圆满联手, 恐怕已经能和杰丹后期修饰一战了。 虽然这样极其危险, 可有风雷削在手, 只要不被他们困住, 他就有希望和他们搏一搏。 而且, 他已经做好了和他们死斗的准备, 这一次他将赌上一切。 按照先辈们定下的规矩, 排名第一的宗门, 足可占据五大宗范围内三成的资源一百年。 那是一笔无法计数的庞大资源, 无数的零食矿脉, 动天伏地, 还有无数凡人城池的分配, 境内小门派的供奉, 等等。 近七百年来, 紫霄建宗一直垫底, 只能分到最低的一成资源, 而且还都是其他宗门选剩下的平级之地。 无论是修炼资源, 还是所分配城池内, 天才弟子的数量都远远不如其他宗门。 七百年下来, 宗内中层战力已经和其他宗门逐渐拉开距离。 而只要这次试诚, 紫霄建宗就能得到五大宗门境内三成的资源, 更是能得到极其重要的喘息之机。 下一次灵渊秘境之战, 也会有极大希望获胜, 用不了两百年时间就能将之前拉开的距离追上。 江涵花了半天时间将所有阵盘布置完毕, 他盘膝坐在祭坛上, 静心仰气, 让自己时刻保持在最强状态。 纪念神雷经过这些天的蕴养, 早已遍布他经脉的每一个角落, 他体内每一道灵力都蕴含着一丝极其微弱的神雷之力。 可就算是极其微弱的一丝, 那也绝对不是铸鸡其修饰能硬炕的。 一切准备就绪, 接下来只需要等待四大宗门弟子采集完灵药, 来此聚集时, 他就可以将他们一网打尽。 十日时间匆匆而过, 今天就是秘境开启的最后一天。 天色刚蒙蒙亮, 就有不少人聚集在祭坛前方, 等待着秘境出口开启。 他们来此的第一时间, 自然也注意到了盘膝坐在祭坛之上的江涵。 不过他们只当他是在等待出口开启, 所以并未多想。 直到四宗弟子到齐之后, 不断有紫霄建宗弟子越过众人落在祭坛上, 静静守护在江涵四周, 这才有人察觉到有些不对。 问, 天地间忽然升起一道肉眼可见的波纹, 扫荡天地之后, 迅速汇聚向祭坛中央, 眨眼间形成了一道不断旋转的漩涡。 有人惊呼, 秘境出口打开了。 听到动静, 江涵才缓缓睁开眼睛, 扫了眼前方众人, 心中顿时有数。 四大宗门此刻只剩下三百多人, 其他人恐怕都出了意外, 唯有紫霄建宗这次不争不抢, 并未出现伤亡。 他缓缓起身, 对着李星舟说道, 你们先出去, 在外面等我。 李星舟诧异地看他一眼, 见江涵面色平静, 不似发疯的模样, 这才犹豫着说道, 我答应过宗主, 要全力护你周全, 不如我和你一起。 不必。 江涵轻笑, 体内灵力疯狂鼓动, 一道道阵法瞬间开启, 转眼间将整个祭坛保护得密不透风。 他飞升而起, 遇见站在祭坛上空, 丝毫不顾下方众人的惊呼, 轻声道, 你们在这, 只会拖后腿。 李星舟一致, 心中有些韵怒, 可以想起零行前师父说过的话, 狠狠一咬牙, 对着其他人挥手喝道, 走, 我们先出去。 江涵看着四宗弟子, 不愧是各宗最精锐的弟子, 此时竟然无人惊慌, 只是静静地看着紫霄建宗众人离去, 他们面含不屑地看着他, 仿佛再看一个小丑。 江涵也不想说话这么重, 可只有这样说, 才能让他们快速离去。 场中响起一阵交谈声, 没过多久, 八名贾丹靖修士陆续遇见升空, 隐隐将江涵围在中间。 此时的江涵早已撤去脸膝阵法, 贾丹靖的修为, 毫不掩饰地暴露在众人面前。 这位紫霄建宗的师弟, 为何要将出口封锁? 一位身穿黑白道袍的青年修士, 率先开口。 哼, 你在此拦住我们去路, 莫非是想和我们斗上一场? 一位轻衣修士, 面色微怒, 语气很是不客气。 其余人也同样面露异色地看着江涵, 有好奇, 有不屑, 也有无所谓。 在他们看来, 大家都是各自宗内的天才弟子, 实力也都差不多, 谁也奈何不了谁, 何况三百多人对一个, 他们自然有傲气的资本。 江涵偏头瞥了眼身后, 预料之中, 只是没想到, 他们竟然这么快就达成了共识, 接下来, 他就要一人面对三百多人, 还有八位贾丹竞抢者。 不过他毫不在意, 面色不变, 轻声道, 紫霄建宗, 江涵, 在下今日并无他意, 只是想借各位灵药一用。 江涵? 没听说过, 借灵药? 我看你是要抢灵药吧? 紫霄建宗是不是疯了? 让你一个人抢我们三百多人? 别跟他废话, 我们都得死在这里, 动手, 杀了他。 轻衣修士大喝一声, 抬手丢出无数金色俘虏, 刺目的金光疯狂闪烁, 转眼间将江涵完全笼罩在内。 我这封灵药可以封印你全身灵力, 只要你为杰丹, 认你有天大的本事, 也无计可施。 哦? 是吗? 江涵感受着封印之力, 轻轻抬手, 只见一道黑光一闪, 刺目的金光顿时如水波般扭曲晃动, 转眼间烟消云散。 若是一般贾丹镜, 恐怕还真会被他困住, 可叫寒有寂灭神雷在手, 区区一道风灵咒, 他还真没看在眼里。 这是什么东西啊? 你是杰丹七? 轻衣修士脸色大变, 声音惊恐。 他那风灵咒可是三品浮露, 就算遇到杰丹七修士, 也能困上片刻, 可江涵竟然瞬间破了他的封印, 难道他真是杰丹七? 那还怎么打? 对方恐怕一击就能灭杀一片猪击, 这三百多人估计都不够他杀的。 其他人也意识到不妙, 对视一眼后已然有了打算。 他们双手快速结印, 空中顿时有无数宝光闪烁, 众人寄出各自法宝, 十几件宝物刚一出现, 就朝着江涵迅速冲去。 哄, 四周灵力瞬间变得极为狂暴, 剧烈波动起来更有几件法宝, 散出堪比杰丹后期的威压, 死死锁定江涵。 身体被威压锁定变得极为沉重, 略微动一下就要消耗极多灵力。 可江涵丝毫不慌, 他眼中冷芒一闪, 根本不顾其他人的攻击, 风雷靴刹那发动, 身形瞬间消失在原地。 瞬移? 怎么可能? 身穿黑白道袍的萧若欢面色大变, 接着几乎一声, 小心。 早在江涵身影消失的瞬间, 其余修士进阶面色大变, 根本不需要萧若欢提醒, 也顾不得再围攻江涵。 他们身上宝光闪烁, 无数防护法宝迅速开启, 同时, 双手不断丢出一件件法宝, 在半空中自爆扰乱空间, 自身用尽全力, 齐齐向后退去。 这一系列应对, 反应可谓是极快, 可他们还是迟了一步。 众人只觉紫芒一闪, 灵力的剑气突然从半空出现, 紧接着迅速滑过长空, 对着轻衣修士急速刺去。 他提表升起一道道护体金光和法宝, 可见光竟丝毫不停, 竟像穿过一张保纸一般, 就突然静止不动, 他身上的气息迅速消散。 方尘! 灵浮宫另一名贾丹静修士叶子秋, 口中惊呼一声, 面色静意不定地看着轻衣修士的位置。 而在那里, 姜寒的身影突兀出现, 他手中拿着方尘的橱带, 一柄紫色飞剑停在身侧, 无数紫色雷霆在他周围游走跳动, 不断响起阵阵琵琶声。 其余助击根本不敢轻举妄动, 就连剩余的七位甲丹静, 也感觉头顶多了一股极强的压力, 让他们不由得口干舌燥。 可造成这一切的姜寒, 脸上却没有太多表情, 反而在心底轻叹一声, 将楚无带收起。 他也不想下如此重手, 可眼下敌众我寡, 若是不采取雷霆手段, 只怕震慑不住这么多敌人。 只有权力出手, 用绝对碾压的实力将他们完全震慑, 接下来才有机会逐个击破。 对姜寒来说, 余下那三百多筑基大圆满, 根本无法造成威胁, 有风雷削在手, 他们就是一群带宰的羔羊, 是杀势走, 全在他一念之间。 现在最关键的, 就是怎样让他们心甘情愿地 把灵药交出来。 姜寒看了说话那人一眼, 见识林浮公假单修士, 便不再多看, 林浮公只剩一人, 不用再理会了。 可他那凌厉的眼神, 还是吓得叶子秋脸色惨白, 下意识后退了半步。 就在这时, 随着一阵微风吹过, 方尘的身体忽然一颤, 整个身体瞬息间化作, 无数飞灰消散。 四周顿时陷入一片寂静, 片刻之后, 道道惊呼声从下方响起。 方师兄, 死了? 一剑? 他只用了一剑, 一剑击杀贾丹靖强者。 这姜寒到底是什么修为? 莫非是杰丹七剑修? 他刚才好像用了瞬移, 难不成是元英七大能? 一切发生得太快了, 方尘可是灵浮宫贾丹靖的强者, 就算遇到杰丹七修士, 也能周旋一二, 可竟然就这么死了。 甚至在他死前, 他竟然连一点反抗都没有。 江涵听着下方的议论, 转身看向聚在一起的七位贾丹靖, 轻声开口, 声音依然平静如常。 诸位, 我无意多造杀念, 只要你们交出灵药, 就能安全离开秘境。 他看着几人殷勤不定的面色, 明白他们是在传音商量, 可他毫不在意, 灵浮宫修士明显有些动容, 毕竟灵浮宫本就比其他宗门要弱一点。 而且他们俩的贾丹靖已经死了一个, 剩下的那个贾丹靖, 现在不但要防着他, 还要防着其他宗门出手抢夺。 第二个交出灵药的宗门, 则需交出七成灵药。 几人面色一变, 互相对视一眼, 沉着脸传音交流。 江涵将众人脸色看得清清楚楚, 他接着说道, 第三个交出灵药的宗门, 需要交出九成灵药。 几人看向江涵的目光带上了浓浓的忌惮, 这是故意在挑拨他们。 特别是萧若欢, 他们阴阳宗这次收获不错, 有望获得第一, 可谁能想到半路杀出个这么强的江涵。 而且, 他们现在都摸不准江涵到底有多强, 能一见击杀方尘, 就能在一见击杀他们中的任何人。 最重要的是, 他还有未知的顺仪神通, 有顺仪在守, 他们只要不能将其一击必杀, 那下一个死的就是他们自己。 他们实在不敢轻举妄动, 修行本就不易, 若是一击不成, 反而惹恼了江涵, 势必会落得个魂飞魄散的下场。 第四个交出灵药的宗门, 则需交出所有灵药。 江涵不急不缓地说完, 随后右手虚拖, 紫色雷霆从他手中疯狂闪烁, 然后直冲天际, 眨眼间就冲斥了整个天空。 空中无数紫色雷霆翻滚咆哮, 整个天际都被完全覆盖, 变得阴暗下来。 而在他们看不到的地方, 在每道雷霆中心处, 都包裹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黑色神雷。 这道神雷才是江涵真正的杀招。 强大的威压瞬息间笼罩此地所有修饰, 那种仿佛面临死亡般的恐怖气息, 压得他们浑身冷汗直冒, 差点喘不过气来。 那是一种面对天杰般的超强威压, 就连剩下的几位假单进抢者, 也被吓得面色苍白。 这是什么雷霆? 为何会有种面对天杰的恐惧? 叶子秋心神俱颤, 眼神有些呆滞。 这种感觉, 他只在观看诗疏度结识感受过, 但那可是结阴雷简。 眼前之人不过只是一个助击七修士, 单看修为也不过假单而已。 这江涵到底是什么来头? 竟然能操控这种蕴含一丝天杰之威的神雷。 而且, 刚才他只用飞剑就杀了方尘, 若是他全力出手飞剑加上神雷之威, 这里谁能挡得住? 叶子秋咬牙暗恨, 紫霄建宗也太能藏了。 江涵这种级别的天才弟子, 不管在哪个宗门都绝对是核心弟子, 名声足以传遍五大宗门。 可他们在秘境开启前, 竟没有听到丝毫风声, 若是早知道有这种级别的天才参加, 他们肯定会早做准备, 现在也不至于这么被动。 他扫了眼各宗假单, 心中已有决定, 不经意间, 缓缓后退半步, 落后几人半个身位, 努力让自己不那么显眼。 江涵眼中引有雷霆闪烁, 他看着众人脸色, 心中已然有数。 片刻后, 他又全虚卧, 天空突然响起一声炸雷。 他站在雷声中, 身后闪烁着能让假单净感到恐惧的无数神雷。 他对着所有人开口说道, 给你们实习时间考虑, 交出灵药, 或者, 死。 第44章, 道友, 还打吗? 这真的是江涵。 林璇站在人群中, 抬头看向江涵引在雷光中的身影, 内心惊疑不定。 江涵离开林天宗, 也才两个多月吧? 这么短的时间, 他怎么会变得这么强? 自从得知江涵退宗后, 林璇看着不断减少的气韵值, 每天茶饭不思, 想了江涵好久, 甚至暗中找人不断调查, 可却一直没有江涵的消息。 原本他还打算等秘境结束后, 让师父亲自去找一找江涵的, 可谁知道就在今天, 江涵竟然主动送上门来了。 而且, 江涵竟敢独自和四大宗门作对, 虽然不知道他用了什么手段秒杀了一个假丹镜, 但只要被他使用命运锁链绑定, 任他再强, 也要被榨干气韵。 他的眼神逐渐火热, 在雷光映照下看着有些疯狂, 这些本来就该是他的机缘, 可这该死的江涵竟敢擅自逃走。 如若不然, 此时站在空中独占四大宗门, 威势滔天的人就该是他。 那种能让助击瞬移的神通, 攻击强大, 快如闪电的飞剑, 威势恐怖的神雷都是他的, 只有他才有资格拥有这些机缘。 江涵算什么? 他不配? 这些都是我的。 林玄的表情越发狂热, 可就在这时, 江涵似有所感, 壮似不经一般, 低头看向林玄所在的位置。 林玄一惊急忙低头避过, 命运锁链还需要时间准备, 现在还不是对江涵出手的时机。 等命运锁链准备好, 只要江涵未结单, 他就绝对逃不掉。 哼, 江道有好大的口气。 萧若欢面色阴沉, 他看着那无数神雷, 眼中极为惊巨, 这等威势的神雷, 他闻所未闻, 若不是亲眼所见, 他绝不相信, 这是一个假单竟能拥有的东西。 虽然江涵很强, 可此事事关宗门利益, 他绝不能后退半步。 我们四宗, 共有三百余名铸鸡七同门。 而紫萧剑宗仅有你一人, 若是我们不同意, 江道有还要将我们全灭了不成。 其余人并未开口, 不过隐隐间似乎以阴阳宗为首, 军事面色各异地看着江涵。 江涵收回目光, 抬头看向七人, 特别是林浮宫那位, 见他躲在后面不为所动, 不由有些遗憾。 他本打算以强横的实力震慑众人, 再以排名为诱饵, 逐个分裂他们, 让四宗各自为战, 甚至拉拢排名靠后的林浮宫和林运山, 和他一起出手对抗其他人。 可他没想到, 他们竟然这么强势, 就算他顺杀了一名甲丹竞强者, 这些人也不为所动。 事到如今, 江涵已经别无他法, 唯有一战。 他调动全身灵力, 天空迅速变得一片漆黑, 只剩下刺眼的紫芒在空中不断跳动, 映得众人脸色越发苍白。 既如此, 那便站吧。 说完, 他手掐剑绝, 奔雷剑直冲天际。 劈啪! 随着无数道道雷霆劈在剑身, 奔雷剑迅速暴涨, 剑身眨眼间长至数十丈长, 骑上无数紫色雷霆劈啪闪烁, 引得空中雷云愈发狂躁。 一股堪比结单气的强大威压, 压得众人呼吸急促, 面色惨白, 心胆俱颤。 萧若欢铁青着脸, 差点骂人, 他只是想为自家宗门索要些好处, 可这江涵怎么说打就打。 只要江涵愿意让出一些灵药, 他自然不会和江涵应当。 可是到如今, 江涵已经出招, 他也别无退路, 他就算再强, 也只是一个甲丹而已, 灵力有限, 这种大威力的法术定然用不了几次, 只要我们联手, 未必会比他弱。 萧道友说得对, 他若真的是结单气, 我们投降也就罢了, 可他只是一个甲丹镜而已, 他绝对不是我们的对手。 叶子秋边喊着, 又往后退了半步, 彻底引在众人身后。 此时林浮宫只剩下他一名甲丹镜, 他若是再出事, 恐怕林浮宫所获灵药, 都要被其他宗门抢了去。 所以他现在极为谨慎, 甚至他对江涵刚才所说极为心动, 因为第一个交出灵药的, 只需拿出五成灵药即可。 若是林浮宫交出灵药, 以江涵表现出来的实力, 有极大可能会成功。 那时, 林浮宫就能获得第二名。 林浮宫常年都是第四名, 只比紫霄建宗好一点罢了。 这次若能获得第二, 能帮宗门多得一成资源。 等他回去, 他就是整个宗门的功臣, 甚至极有可能被宗主说为清传弟子。 到时宗内谁见了他, 都要叫上一声叶师兄, 而且还能分配到更多资源, 能修炼更强大的功法。 叶子秋舔了舔嘴唇, 虽然奖励很诱人, 可现在他还需要再看看。 若是江涵真能抗住他们的攻势, 到时再决定也不迟。 若是江涵扛不住, 那就当他什么都没说, 一切还是依照原样, 他也不会损失什么。 可就在此时, 林浮宫的两名贾丹竞对视一眼, 忽然高声喊道, 江师兄且慢, 我们林韵山愿意交出灵药。 说完, 林韵山所有修士迅速飞向旁边, 和其他三宗远远拉开距离。 那两名贾丹竞也立刻飞到一旁, 远远脱离了战场。 叶灵说, 你什么意思啊? 萧若欢大喝一声, 神色惊怒。 叶灵舒展颜一笑, 我们林韵山一直排名第三, 若是和江师兄合作, 此次有希望得第二名, 拼一把, 能多出半程资源, 也是极好的。 你, 萧若欢冷哼一声, 面色极为阴沉。 而且,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江师兄所持飞剑, 乃是雷宗主的成名法宝, 天阶八品法宝, 奔雷剑吧。 还有江师兄掌控的雷霆之力, 似乎也颇为不凡。 叶灵舒此话一出, 场中顿时响起一阵惊呼, 一道道极为眼热的视线, 瞬间射向奔雷剑。 天阶八品法宝飞剑? 我的天哪, 这是贾丹镜能有的东西。 别说贾丹镜了, 恐怕原音七强者都没资格拥有这等法宝。 怪不得江师兄这么强, 以贾丹镜的修为, 加上天阶八品飞剑, 就算杰丹七来了, 也可一战。 这还怎么打? 要不我们也投了吧。 场中响起阵阵喧哗, 萧若欢听在耳中, 脸色越发阴沉。 阴阳宗这次收获极好, 有极大可能再次夺得第一名, 可他没想到, 竟然被紫霄剑宗和凌蕴山搅了局。 而且江涵这人, 一身法宝本就不俗, 更是有一种气息极其恐怖的神雷在手, 那种威势, 给他一种随时可以让人灰飞烟灭的恐惧感, 让他极为忌惮。 叶灵书向着江涵略一行礼, 抬手丢了一个锄带过来。 江师兄, 这是凌蕴山此次的五成收获, 请师兄收好。 江涵伸手接过, 神识一探, 果然和师父描述的数量差不多。 他不由多看了叶灵书一眼, 此女不简单, 他竟敢这么快做出决定, 真是好大的魄力。 而且, 他好像认出了寂灭神雷, 倒是可以接触一下。 他冲着叶灵书点头, 叶道友还请在一旁掠阵, 待我解决了, 他们再细聊。 江师兄且慢, 叶子秋忽然焦急地大喝一声, 遇见绕了一大圈, 远远避开阴阳宗和凌天宗的修士。 他原本还想再等等看, 可没想到灵蕴山竟然这么果断, 他们灵浮宫这次收获不大, 他若是再不出来, 这好事可就没机会了。 就算现在只能拿个第三名, 可那也能多出半成资源, 足够他拼一把了。 而且, 江涵的实力乃是全场最强, 甚至有胆量和他们这么多人对战, 恐怕还有他们不知道的底牌在手。 再加上他们两家配合, 已经有了和阴阳宗还有凌天宗对抗的资格。 叶子秋急忙带着灵浮宫众多弟子和灵蕴山会合, 接着将一个储物带丢向江涵, 这是灵浮宫的七成收获, 还请将师兄收好。 叶子秋, 你疯了? 萧若欢气的肺都要炸了, 他没想到, 原本还算平衡的局面, 竟然请客间烟消云散。 现在, 是他们阴阳宗和灵天宗共同面对三大宗门, 而且, 还有江涵那不弱于截丹期的实力, 这还怎么打? 江涵接过储物带一扫, 冲着叶子秋点头, 叶道友还请一旁掠阵。 说完, 翻滚间, 巨大的剑间直指萧若欢。 道友, 还打吗? 第四十五章, 他会不会后悔? 墨秋双在秘境外等了十天, 好不容易等到秘境出口开启, 可左等右等, 硬是没有一个人出来。 他这些天一直在担心疆寒, 生怕他在里面被人欺负, 这会儿见一直没人出来, 不由得有些心慌。 怎么还没出来, 会不会出事了? 这小秘境能有什么事? 师姐别担心, 小萱绝对不会有事的。 陆静雪吃着灵果, 悠哉悠哉。 墨秋双文言看他一眼, 见他这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 心中一阵酸楚。 整个林天宗, 竟然只有他一个人, 是真的关心江汉。 而其他人, 似乎早已把江汉遗忘, 丝毫没提过江汉的任何事情。 咦? 有人出来了, 是紫霄建宗的人。 墨秋双听到声音, 心中一喜, 连忙朝着秘境出口处看去。 可随着时间过去, 他心中逐渐一片冰凉。 没有, 没有, 怎么会没有? 他眼睛瞪大, 身体下意识紧绷, 心中隐隐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他很想去问问紫霄建宗的人, 问问江汉在哪里, 可现在师父还在上面看着, 他根本不敢乱动。 先等等看, 也许是有什么事情耽搁了。 秘境入口处, 早有各宗长老等候, 第一时间将众人收获逐一取走, 各自统计价值, 每个宗们的收获都各自放在一处寓台上, 等待所有人出来后进行排序。 哼, 紫霄建宗这次采的灵药, 竟然比上次还少, 只怕又要垫底了。 纪宇禅看着下方御台上的灵药, 瞥了雷青川一眼, 语气有些嘲讽。 他一向看不惯紫霄建宗的剑修, 一有机会就要呛雷青川几句, 在场几人早就见怪不怪了。 雷青川就仿佛没听到一样, 看都不看纪宇禅一眼, 自顾自的品着灵茶, 神念早已传向李星舟, 听他汇报着详细情况。 哼, 装模作样。 纪宇禅看他这自在模样, 顿时气不打一出来。 还得是我那小徒儿灵玄, 他这次可是冲着第一来的, 恐怕他一个人的收获, 就比紫霄建宗整个宗门还高。 想当年, 我那大徒弟秋霜, 一人独占灵渊秘境三成灵药, 以无敌之姿, 成为同代弟子第一人, 到现在都无人可以超越。 这次有秋霜亲自指导, 小玄早已将各个灵药的位置 记得清清楚楚, 随便采一些就能获得极好的成绩。 这次的第一人, 非我们家小玄不可。 哦? 纪宗主这么说, 恐怕已经十拿九稳了。 阴阳宗宗主临时语闻言, 看向纪宇禅。 他和纪宇禅关系还算不错, 此时不由多说了几句。 纪宗主还真是运气好, 门下几位弟子, 各个都是人中龙凤, 不但天资聪颖, 修为更是同代弟子中顶尖的。 特别是秋霜师职, 不过短短三百年, 已是原因期大圆满修为, 只怕要不了多久, 就能晋级化神期了吧。 哪里哪里? 纪宇禅脸上明显多了些傲然。 秋霜那丫头整天就知道闭关, 修为虽然增长得快, 但还是缺些历练, 还需多巩固一下, 再晋级化神才稳妥先。 纪宗主谦虚了, 修真戒谁不知道, 纪宗主门下几位清传弟子, 各个都是百年难遇的绝世天才。 临浮宫公公主南宫宴同样出生富贺, 几位师侄不但修为高, 更是在阵法、单道, 甚至连俘虏之道都有极高的天资。 如今又多了一位同代弟子第一人的弟子, 纪宗主着实是教徒有方, 还得是他们听话才行。 而且修炼也够刻苦, 不然若是懒惰成性, 事事和我对着干。 那不管我再怎么教, 恐怕也难成大气。 纪宇禅谦虚几句, 眼睛不时看向雷青川, 见他一直不吭声, 不由气地直咬牙。 小璇就是极为听话, 不论说什么他都能记在心里, 单凭这一点, 就比一些自恃甚高之人强多了, 日后成就肯定不低。 那我可就提前恭喜纪宗主了, 这次失职若是真得了第一, 纪宗主可得请客喝酒。 对对对, 按纪宗主这意思, 恐怕要不了多久, 林天宗就要再多一名原鹰强者了, 甚至晋级化神器, 也是极有可能。 诸位过奖, 过奖了, 喝酒绝对没问题。 等结束后, 诸位随我去林天宗, 我最近刚得了几坛醉鲜酿, 好让诸位一起品鉴一番。 纪宇禅得意洋洋, 对着雷青川说道, 雷宗主待会儿也去沾沾喜气, 虽然你们紫霄建宗, 这次又是垫底, 但酒还是要喝一点的。 雷青川闻言瞥他一眼, 眼神平静无波, 纪宗主何必着急, 这成绩可还没出来, 到底谁是第一, 还真不一定。 哼, 纪宇禅冷笑, 小璇可是有我亲自精心培养的弟子, 每日都有高阶灵药供应, 更是由我那几位徒儿辅助教导, 虽然只是助击妻, 可一身实力极强, 就算遇到结单妻强者, 也能一战。 说完, 他看着雷青川, 不知雷宗主, 门下可有实力如此强悍的弟子。 纪宗主看着就是, 雷青川不嫌不淡地回了一句, 就不再理他, 自顾自地品着灵茶。 哼, 纪宇禅面色一沉, 也不再说话, 场中一时静了下来。 他们说话时, 可以想到江涵现在还没消息, 顿时又是一阵心痛。 师父竟然丝毫没有提到江涵, 难道他真的把江涵给忘了? 而且, 紫霄建宗明显没有亲历培养江涵, 就江涵那脾气, 说不定还会被同门弟子排斥。 如此看来, 这次他肯定拿不到好名次了。 当初, 若是江涵收下他送的地阶法宝, 有法宝护身, 这次秘境之战, 他再不计也能拿个中等名次, 至少能保住他未来修炼的资源。 可没想到, 他竟然那么酱, 给他什么都不要。 哎, 墨丘双心底轻叹一声, 很是为江涵感到不值。 他也不想想, 紫霄建宗那种落魄宗门, 能有什么好东西? 恐怕就算想要用一点灵药, 都得再三斟酌, 哪有灵天宗自在? 而且, 紫霄建宗一直都是垫底, 恐怕对教徒传道之事也不擅长, 哪像师父这样, 门下师妹各个都是极强。 墨丘双看向秘境出口的位置, 也不知道, 江涵会不会后悔。 第四十六章, 你恶不恶心? 萧若欢极不情愿地将储物带交给江涵, 事已至此, 他已没了反抗的余地。 江涵那一件, 他没把握挡住, 与其硬拼丧命, 不如暂且低头, 以后有的是机会报复回来。 他交出储物带后, 脸色一速, 转身看向灵天宗众人。 梁师弟, 事已至此, 你们还是把灵药交出来吧。 梁玉成脸色阴沉, 只差一点, 他仅仅慢了一步, 就被阴阳宗抢了先机, 眼下, 他们只能是最后一名了。 他回头看了灵玄一眼, 见他点头, 这才暗暗松了口气, 陈周莲把储物带丢给江涵。 这次毕竟是以灵玄为主, 他只是辅助, 只要灵玄同意, 到了宗主那里, 他也能有所交代。 江涵接过储物带一扫, 眉头顿时骤气。 灵天宗怎么这么少? 你们确定全部交出来了? 萧若欢面色一变, 历声喝道, 梁氏帝, 别耍花样, 把灵药全交出来。 他们阴阳宗可是交了九成灵药出去, 若是灵天宗私藏灵药不交, 那他们就要变成最后一名了。 对, 快交出来, 不然, 别怪我们不讲情面。 叶子秋面色严肃, 灵天宗这次收获不菲, 若是真被他们藏起来了, 恐怕灵福宫第三名也保不住了。 唯有叶灵书面色淡然, 他们抓住机会率先出手, 已经文文保住了第二名, 再不计, 也还是第三名。 不过为了以防万一, 他还是开口说道, 诸位莫急, 等下我们各宗互相检查, 若有人藏私, 便交由将师兄发落。 如何? 江涵文言不由看了他一眼, 这叶灵书打得一手好算盘, 他出出一波好感, 坏人倒是让他做了。 不过江涵倒是不在意这个, 早在出手之前, 他就已经做好和四大宗门为敌的打算了。 眼下结果尚好, 灵天宗本就交恶, 林运山和林浮宫这次也占尽了便宜, 自然不会怨恨他, 甚至有机会交好, 唯独得罪了一个阴阳宗而已, 问题不大。 可以。 江涵点头同意, 诸位最好各自检查一番, 谁有遗漏的, 现在交上来即可。 若是等下被搜到, 就别怪江某无情了。 梁玉成下意识看了林玄一眼, 他实在搞不懂林玄在打什么主意, 眼下江涵是大, 林玄竟然还敢藏私, 若是真被找出来, 自己恐怕也要受他连累。 梁师兄不必多虑, 我有办法让他找不到, 甚至有机会把他手中的灵药 全部夺回来。 林玄的声音极为自信, 师兄还请带着诸位同门先行出去, 向我师父道谢, 我得手后就出去。 梁玉成神色惊疑, 可以想到林玄是宗主清传, 顿时有些明白了, 恐怕他有什么压箱底的手段。 想到这里, 梁玉成隐隐兴兴奋, 若是林玄真能将灵药夺回, 那他也能获得不少好处, 于是他点头同意, 带着林天宗众人朝着出口飞去。 七位贾丹进站在出口互相检查, 每个弟子出去之前, 都要将储物带交出, 让他们细细查看一番, 才可放行。 直到所有弟子全部离去, 也没有发现有人藏私。 此时场中除了他们八人之外, 就只剩下林玄一人。 这位师弟, 还不出去吗? 肖若欢沉着脸看向林玄, 如今一切明了, 恐怕那些灵药都在林玄身上。 林天宗这是什么意思? 都这个时候了, 还耍这些心机干什么? 能有什么用? 林玄一笑, 抬手取出有火灵扇, 用力一挥, 山风静带出了一阵青色灵火, 阵阵热浪汹涌而起, 照得几人面色煞白。 又是天阶法宝? 肖若欢心中暗恼, 紫霄建宗疯了也就算了, 怎么林天宗也这么疯, 竟然把天阶法宝给了助基弟子, 他们就不怕被人抢了吗? 玄心灵火? 叶灵书见多识广, 一看到灵火, 立刻察觉出不妙。 诸位小心, 这灵火威势极强, 就算杰丹七也不敢硬抗, 助基七若无手段, 处之即死。 江涵看着林玄, 心中不免生起一次激动, 这是他今生第一次直面林玄, 也是第一次有这么好的机会, 可以斩杀林玄的机会。 他压下心底激动, 看向其他人, 虽然他有把握击杀林玄, 可那样, 就要面对一个化神大员满疯子, 无时无刻地报复, 但若是几大宗门一起出手, 就算杀了林玄, 纪玉禅也没办法, 他难道还想和四大宗门同时作对? 而且, 他一个化神大员满, 在下界待不了多久, 五百年内必须要杜星魔节飞升, 如果他真的发疯, 大不了自己在紫霄剑宗闭关修炼, 等自己晋级化神, 还指不定是谁要逃? 诸位, 灵火我来对付, 你们合力为杀, 我们一同出手, 斩杀此贼。 几人, 文言心中一动, 有江涵对付灵火, 他们一起出手, 斩杀一个不到假丹的修士, 简直轻而易举。 林玄文言心中一惊, 他怎么忘了, 这里还有其他宗门的人, 若是他们联手? 不可。 梁玉成忽然大喝一声, 引得众人齐齐看去, 林师弟乃是宗主清传弟子, 深受宗主宠爱。 你们若是敢对林师弟动手, 宗主绝对不会放过你们。 清传弟子? 几人一惊, 随后面露难色。 清传弟子可是各宗宝贝, 就算各宗对战, 清传弟子间也少有死斗, 基本都会留一条生路, 这已经是五大宗门之间的潜规则。 而且他们只是助击, 虽然天资极好, 可也不是清传弟子, 根本没胆子去得罪一个化神大圆满的强者。 那不是找死是什么? 江涵一看他们面色, 就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了, 可是已至此, 他也不能逼着让他们出手, 只能再想办法了。 林玄, 交出灵药, 饶你不死。 他冷冷地看着林玄, 时刻准备出手。 好, 谁知林玄竟然丝毫没有抵抗, 直接将储物袋交了出来。 江涵接过一扫, 数量竟然没错多少, 林玄怎么会这么轻易, 就把灵药交出来。 他眉头顿时皱起, 心底生起一丝紧张。 其他人见状却松了口气, 出口开启时间不多了, 既然林师弟交出了灵药, 我等就尽快离去吧。 叶灵叔朝着江涵行礼, 此次多谢江师兄, 他日若有闲暇, 还请将师兄来灵蕴山一叙。 灵福公同样行礼, 随后几人一同离去, 只剩下江涵和灵药二人一动不动。 灵师弟? 梁玉成走了几步, 突然感觉不对, 回头看向灵药。 灵药一笑, 梁师兄还请先行一步, 向师父道喜, 我随后就道。 梁玉成文言惊喜万分, 他原以为天接法宝就是灵药的底牌了, 可听他这意思, 难道还有后手? 好, 那我就先行一步。 他急忙飞身进入漩涡, 既然灵药让他走, 那肯定是不想让他看到, 梁玉成还是很明白的。 带着众人离去, 灵药忽然眼眶一红, 江师兄, 你这些日子去哪里了? 我找了你好久都没找到。 江涵看得一阵恶心, 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能不能好好说话, 整天跟着娘们似的, 呃不恶心? 灵药一愣, 江涵怎么会这么跟他说话? 以前他只要摆出一副委屈的样子, 江涵立马就会来安慰他的, 这次怎么没用啊? 他脸色一沉, 不管江涵发生了什么, 既然被自己遇到了, 那就由不得他了。 他看着虚空中已经被激活的命运锁链, 心底涌起无尽兴奋。 自从江涵离开后, 他可是足足两个多月没有气韵值进账了, 宗内其他人的气韵值太少太少了, 根本就不够他出手的。 每天看着气韵值不断减少, 却一直没有办法增加, 那种焦虑感简直让他发狂。 可今天, 江涵又回来了, 他的气韵值又要回来了。 师兄, 林玄极为兴奋, 他突然踏前一步, 一股无形的气息忽然自他体内生起。 回来吧师兄, 跟我回灵天宗, 你在外面, 师父会担心的。 哼, 江涵心底升起无限紧照, 一股凉气自脚底直冲天灵, 让他头发瞬间发麻, 全身止不住的颤抖。 他体内的子丹开始不断旋转震动, 速度越来越快, 一股玄妙的气息逐渐从子弹中渗出, 速度极快地穿透他的身体, 冲向天穷。 一股无形的威势忽然降临, 天空迅速暗了下来。 怎么回事? 江涵惊疑不定地看向林玄, 他能感觉到, 一股恐怖的气息正从林玄体内苏醒。 下一刻, 哗啦啦, 一道粗约两丈, 常不知多少的黑色锁链, 突然自林玄体内冲出, 瞬间覆盖林玄头顶的天空。 锁链上散发出一股令人战力的恐惧感, 江涵只看了一眼, 就觉浑身冰冷, 甚至四肢都隐隐失去控制。 那时, 江涵瞳孔一缩, 那锁链不正是他注击时突破的稚固吗? 他一直以为这是每个人都有的晋级壁垒, 可为什么林玄可以控制这个锁链? 师兄, 命运锁链无人能挡, 以我现在的境界, 成功率足有99%。 师兄不必反抗, 乖乖跟我回去吧。 林玄大喝一声, 极为兴奋, 抬手向着江涵一指, 巨大的锁链默然一动, 朝着江涵迅速冲来。 江涵心底剧烈颤动, 巨大的危机感将他完全笼罩, 他身上瞬间被冷汗打湿。 可他强忍着恐惧, 颤抖着取出极品灵石, 将无数灵力疯狂注入封天凯中, 一道光幕迅速出现, 眨眼间将江涵完全包裹。 可就算这样, 他心底的悸动并未散去分毫, 甚至心底隐隐有个声音在不断疯狂嘶吼。 挡不住! 挡不住! 绝对挡不住! 江涵面色大变, 体内子弹的震动越发强烈, 子弹表面瞬息间列出无数裂纹, 一股更为浓郁的气息迅速冲向天穷。 轰隆隆, 天空忽然乍响一声雷鸣, 一道金光从天而降, 瞬间冲向江涵, 将他周围摆杖完全笼罩。 动! 隐隐有一道无形的波纹, 朝着四方散开, 他心底的颤动陡然散去, 那种巨大的恐惧感, 竟然顷刻间消失不见。 江涵心中忽然无比平静, 再没了一丝情绪波动, 他抬头一看, 只见黑色锁链正停在一仗开外。 锁链在金光下不断颤抖, 金铁碰撞间, 竟隐隐发出阵阵哀嚎。 而灵璇, 正站在锁链下方, 抬头正正地看向天空。 江涵顺着他的目光, 抬头看去。 在他正上方, 一个直径足有百丈的超大雷云漩涡, 正在头顶盘旋不休。 其内有无数紫红色雷霆不断闪烁跳跃, 更有数十道金色神雷在雷云中游走碰撞, 不断有轰隆乍响从雷云内传出。 这是江涵瞳孔一缩, 眼中倒映出雷云漩涡的形状, 心中生起一个离谱的答案, 结单雷结。 第47章, 全被抢了。 快看, 他们从秘境出来了, 不知道这次哪个宗门会是第一。 那还用问, 不是阴阳宗就是灵天宗。 他们两家已经轮流霸占第一的位置多年, 实力极强, 除了他们, 别的宗门实力都差点。 出口处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 可与之相反的, 却是各宗弟子尴尬的模样。 继语长看着各宗弟子拿出的灵药, 心中默默盘算的数量。 很好, 最大的对手阴阳宗, 今年竟然只有这么点灵药, 其他宗门也比往年差得多, 看来我灵天宗这次必定是第一无疑了, 灵药上交, 唯有灵天宗的弟子一动不动, 丝毫没有上交灵药的意思。 继语长扫了眼全场, 心中顿时了然, 小璇和梁玉成还没出来, 他们估计是在等小璇出来后, 一起上交灵药, 配合小璇经验所有人。 想到这里, 他不由轻笑一声, 雷宗主, 没想到紫霄建宗就那么一点的灵药, 竟然足以排名第二, 实在让人意外。 第二, 雷青川看他一眼, 现在是紫霄建宗上交的灵药最多, 怎么会是第二? 不知继宗主说的第一是哪个宗门? 继语长笑道, 那还用问, 肯定是我们灵天宗? 他看着其余几人阴沉的脸色, 十分得意。 就你们几个那点灵药, 加起来估计连我们一半都不到, 这第一, 除了灵天宗, 还能有谁? 继宗主这话说得太早了吧。 灵氏鱼脸色黑的能滴出水来, 这次阴阳中失利, 他本就心情极差。 没想到继宇禅还敢嘲讽他们, 这会儿他也顾不得什么关系了, 当即就出言回对。 你们灵天宗, 到现在, 可是连一株灵药都没拿出来。 你就这么确定, 你们灵药最多。 空口白话谁不会说, 继宗主不如把灵药交出来看看。 对啊, 继宗主既然这么自信, 不如把灵药交出来看看, 也好让我们死心啊。 南宫燕同样开口附和, 只是他看向继宇禅的眼神有些奇怪, 隐约带着一丝幸灾乐祸。 哼, 他只是出声提醒一句, 没想到他们会出言对他, 真是白瞎了他的好心。 急什么, 我那徒儿还没出来, 等他出来了, 一起看也不迟。 继宗主不是害怕了吧? 难不成林天宗这次没有采到灵药, 所以继宗主不敢让我们看。 南宫燕心情极好, 这次灵浮宫竟然意外得了第三, 紫园比之往年要多出半成, 足够他再培养出几个原因大圆满出来。 而且听弟子的意思, 还是和紫霄建宗合力, 抢了林天宗和阴阳宗的灵药, 这才保住第三。 这样一来, 他本身就站在了继宇禅的对立面, 自然不会再顾忌太多, 说话也是加枪带棒的。 南宫燕? 继宇禅脸色一怒。 好好, 我本来想给你们留点面子, 不过既然你们这么急着丢脸, 那我就让你们好好看看, 我们林天宗到底采了多少灵药? 说完, 他也顾不得等灵药了, 开口吩咐林天宗弟子开始上交灵药。 他话一出口, 场中苟然一静, 化神器的威压笼罩全场, 场中所有弟子连大气都不敢喘, 只是继宇禅等了许久, 林天宗弟子也没人上交灵药, 其他宗门弟子更是面色各异, 神情嘲讽地看向林天宗弟子。 继宇禅心中咯噔一声, 隐约升起一丝不妙, 场中威压顿时又强了三分, 他大喝一声, 怎么回事? 让你们交个灵药还这么磨磨唧唧的, 怎么的? 我说话不管用, 宗主息怒, 宗主的漩涡忽然一阵波动, 几位甲丹竟修士从内走了出来, 他们刚一出来就被空中弥漫的威压锁射, 身体一阵差点跪下去, 还不待他们站稳, 几人只觉眼前一花, 竟被瞬移到了几位宗主面前。 宗主? 几人一看清四周, 慌忙跪下, 说, 怎么回事? 继宇禅脸色铁青, 他不傻, 看到林天宗弟子那种反应, 他已经猜到了什么。 再加上南宫宴之前的那番话, 心中更是有了一个极为不好的预感。 几人抬头看了各自宗主一眼, 见他们点头后, 萧若欢这才开口, 把秘境中发声的是说了一遍。 什么? 你说, 有一个紫霄剑宗的弟子, 把你们全抢了? 继羽禅脸色阴沉, 看着跪在下方的几名弟子, 心中怒火汹涌而起。 他没想到, 紫霄剑宗竟然这么胆大, 竟敢派人抢夺其他宗门灵物。 更离谱的是, 雷青川竟然把天阶八品奔雷剑给了一个助击修饰。 他是不是疯了? 雷青川, 你们紫霄剑宗到底怎么回事? 竟敢公然指使门下弟子抢夺其他宗门。 你到底有没有把我们放在眼里? 雷青川这会儿也有些迷糊, 他没料到, 江涵竟敢搞这么大。 他原以为江涵最多就是带着紫霄剑宗的人, 和其他宗门争抢一些灵药, 能夺个第三第四也就不错了。 哪能想到, 他竟敢一个人把四大宗门全抢了? 不过, 不管江涵怎么做到的, 这对紫霄剑宗来说, 那可是天大好事, 不枉他对江涵清囊相授, 花了极大代价栽培, 江涵果然没让他失望。 雷青川压下心中兴奋, 脸色严肃, 斜偏了纪宇禅一眼。 纪宗主说的, 这是什么话? 秘境中的灵物, 本就是有德者居之。 你们既不如人, 保不住灵物, 倒成了我的不是了。 你要是有本事, 大可让门下弟子抢回去, 我绝对不会有怨言。 雷青川看着纪宇禅, 只是不知, 纪宗主门下, 可有实力如此强悍的弟子。 雷青川? 纪宇禅没想到, 雷青川竟然用他之前说的话来讽刺他, 这他能忍? 他忍不了, 可他又不知该怎么反驳, 毕竟大家之前都是这么过来的, 谁家不抢灵物, 不抢资源? 大家的资源不都是抢过来的吗? 只不过这次, 他们林天宗实在太惨了点, 灵药竟然全被抢了, 一珠都没留。 哼, 纪宇禅冷哼一声, 又看向几名弟子, 你们可知是谁抢的? 我可没听说过, 紫霄建宗什么时候出了这么一个天才, 他冷眼看着雷青川, 该不会是雷宗主找了个结单修士, 假扮新入宗的弟子, 故意作弊吧? 纪宗主, 你说话可是要负责的, 雷青川冷哼一声, 是以萧若欢说话, 你告诉纪宗主, 那个将林天宗抢的底裤都不剩的弟子, 叫什么名字? 雷青川 你无耻 不会说话, 可以闭嘴 纪宇禅快被气疯了, 这种粗鄙的话, 这老匹夫怎么说得出口的? 萧若欢擦了把额头的冷汗, 有些忐忑地看了眼自家宗主, 见林世宇点头, 这才开口说道, 那位师兄, 名叫江涵, 是紫霄建宗, 清传弟子 江涵? 纪宇禅愣了一下, 似乎以为自己听错了, 你再说一遍, 他叫什么名字? 萧若欢只得重复一遍, 那位师兄, 名叫江涵, 江涵? 纪宇禅一致, 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来, 江涵? 江涵? 哄! 无尽微压轰然爆发, 所有弟子长老, 犹如被巨石砸中, 轰的一声被砸得趴在地上, 纪宗主! 你这是干什么? 几位宗主大喝一声, 连忙出手护住自家弟子, 看着脸色忽而呆滞, 忽而愤怒的纪宇禅, 全都有些疑惑, 纪宇禅好歹是化神大圆满的强者, 怎么会突然控制不住自己情绪, 竟然会有这么大的情绪波动? 场中忽然陷入一片死寂, 就连虫鸣鸟脚都瞬间消失, 怎么可能柳寒月率先反应过来, 顾不得还被压在地上, 脸色呆滞, 缓缓看向墨秋霜。 师姐, 她说的将寒, 难道是? 墨秋霜没有回答, 她身体不停颤抖, 拼尽全力, 才在纪宇禅的威压下勉强起身, 她抬起通红的双眼, 砍向秘境入口。 师弟, 她呢喃一声, 心中忽然一痛, 眼泪顺着脸颊低落。 第四十八章, 我林天宗, 还是第一? 陆敬雪听到这声师弟, 忽然想到了什么, 急忙出声问道, 大师姐, 这个江寒, 难道是? 柳寒月听到声音, 看了他一眼, 他也想说些什么, 却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尽管他也不愿相信, 可除了江寒, 他想不到还有谁是紫霄建宗 近三十年内新收的清传弟子。 可是, 江寒的实力怎么会这么强? 敢一人强抢四大宗门, 这需要多强的实力, 多大勇气。 就连最强的大师姐, 虽然实力是同阶第一, 曾经也只敢带领宗内弟子, 和其他宗门一对一争夺。 他甚至从未想过, 竟然还可以这样做。 他实在无法把这个勇敢又强大的江寒, 和以前那个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 整天唯唯诺诺的江寒联系到一起。 墨秋双抹了把眼泪, 转身看向陆敬雪, 坚定点头。 对, 就是江寒。 那个被我们逼走的江寒。 什么? 陆敬雪一脸震惊, 继而愤怒。 不可能, 江寒只是个废物, 他怎么可能变得这么强? 一定是哪里搞错了? 江寒他不是废物。 墨秋双大喝一声, 他原来害怕陆敬雪对江寒不利, 所以从未和他们透露过江寒的消息。 可现在, 他想通了, 就算师妹们再不愿意, 他也要告诉他们真相。 江寒的天赋一直很好, 他不过加入紫霄剑宗两个多月, 现在已经是假单静的修为, 怎么可能会是废物? 江寒加入了紫霄剑宗, 下潜潜一愣, 就紫霄剑宗那破落户, 一直在走下破落, 资源连我们灵天宗一半都不到, 怎么可能会去供养江寒那个废物, 还让他修为增长这么快? 墨秋双看了他一眼, 没再多说什么, 现在这几个师妹对江寒的偏见太深, 正在此时, 入口漩涡忽然移动, 将所有人的注意力全部吸引过去, 就连纪雨缠都清醒过来, 急忙抬头看去, 梁玉成? 你给我滚过来! 看清出来的人是谁之后, 纪雨缠怒吓一声, 一把将梁玉成抓了过来, 梁玉成一脸猛, 他还没搞清楚状况, 就直接被威压震慑, 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纪雨缠满脸怒容, 看着梁玉成咬牙切齿地说道, 你告诉我, 里面那个人, 可是灵天宗之前那个孽徒, 江涵? 孽徒? 江涵? 梁玉成脑子一团乱? 他低头想了许久, 这才犹豫着说道, 宗主见谅, 那个江涵应该不是灵天宗的人, 弟子, 弟子从未在灵天宗见过他, 而且他一身雷铃力极为强大, 若是他在灵天宗待过, 一定不会是泛泛之辈, 弟子一定会有印象, 纪雨缠一致, 不是江涵? 不是说江涵成了紫霄建宗的清传弟子吗? 这个人若不是江涵的话, 又会是谁? 他忽然转头看向墨秋霜, 见几个徒弟东倒西歪地倒在战船上, 顿时眉头紧皱, 身上微压一收, 传音问道, 秋霜, 你确定江涵现在是紫霄建宗清传弟子, 不是崇明? 墨秋霜自然听到了梁玉成的话, 沉思片刻, 眼眶又是一红, 师父, 确实是江涵没错的, 你当时说怕江涵丢人, 所以只让江涵待在灵天宫, 不让他去其他风, 梁玉成他们每日只知埋头苦修, 没见过江涵也情有可原, 季玉禅脸色一僵, 我说的? 我怎么不知道? 你肯定记错了, 墨秋霜低着头, 不知道该说什么? 宗主, 梁玉成撑着微压, 忽然抬头, 左右看了看, 这才说道, 林师弟还在秘境内, 他说有办法夺回江涵手中的灵药, 此时正在和江涵对峙, 什么? 此言一出, 众人皆惊, 特别是林蕴山和林浮宫的宗主, 更是脸色一变, 他们可是把所有希望都压在江涵身上了, 若是江涵的灵药再被林天宗抢回去, 那岂不是白忙活了? 可季玉禅却是一脸惊喜, 他急忙问道, 你可听清楚了, 小璇说他有办法, 梁玉成点头, 弟子听清楚了, 林师弟确实说的他有办法夺回灵药, 好, 季玉禅大写, 我就知道小璇不会让我失望, 就江涵那半调子, 怎么可能会是小璇的对手, 就算他是贾丹靖如何, 你借给他奔雷剑又如何? 一时的算计终归是小道, 到最后还是要凭实力说话,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任何阴谋诡计都是屠楼, 他看向雷青川, 我林天宗的灵药, 可不是那么好拿的, 雷青川脸色平静, 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他对江涵抱有绝对的自信, 而且, 季宗主说的什么话? 他抬眼和季玉禅对视, 谁告诉你, 奔雷剑是我借给江涵的了? 什么? 此言一出, 场中顿时寂静, 所有人都难以置信的看向雷青川, 那可是天阶八品的法宝飞剑, 就算是他们几个宗主, 用的也不过八品九品的天阶法宝, 甚至如灵福宫这种底蕴差一点的, 天阶八品法宝, 已经是他们压箱底的东西了, 哪有说送人就送人的? 你, 你竟然把奔雷剑送给他了? 那可是天阶八品的雷属性飞剑, 与你的功法极为契合, 你就这么送人了? 继玉禅语气诧异? 不错, 极为不屑, 当日姜涵刚入宗, 我就将奔雷剑送给了姜涵, 姜涵早已将奔雷剑练化, 气语禅气的咬牙, 这老皮肤什么意思? 当着我的面说这种话, 是在说我小气? 哼, 就算有奔雷剑又如何, 小璇自然有办法应对, 你还是想想, 大家会怎么收场吧? 若是小璇不小心下了重手, 把姜涵废了, 你可别怪我没提醒你。 哼, 雷青川吃笑一声, 没再理他, 他对姜涵有绝对的自信, 姜涵有一身天洁法宝, 攻击, 防御, 身法, 追逃各种类型的法宝都有, 而且还有寂灭神雷这种神物, 对方不过区区一个助击小儿, 他想不到姜涵能怎么输, 墨秋霜一直听着这边的动静, 听到林玄有办法对付姜涵的时候, 不由心中意紧, 我就说姜涵是个没用废物, 大师姐你看着吧, 小璇一定会把灵药抢回来的, 陆静雪一脸傲气, 只会用阴谋诡计算什么男人, 终究是个上不得台面的泥腿子, 只要小璇发力, 他就算再多诡计, 也不是小璇的对手, 墨秋霜心中苦涩, 他原以为姜涵身上没有法宝, 没想到, 紫霄剑宗竟然送了他一柄天洁八柄法宝飞剑, 可就算有飞剑, 他也不过才假单进修为, 恐怕难以发挥飞剑三成威力, 到时估计连小璇的护体法宝都破不开, 他轻叹口气, 只希望小璇能看在姜涵曾经是他师兄的份上, 对姜涵手下留情千万不要出手太重, 轰隆隆, 正在此时, 虚空忽然一声乍响, 天空迅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暗了下来, 秘境上空竟凭空出现一团巨大的黑色雷云, 紫红色的雷霆在其中游走闪烁, 更有道道惊雷不断乍响, 这是, 结单雷结? 墨秋霜神色震惊, 眼下只有林璇和姜涵两个人在秘境里面, 到底是谁在读解? 如此, 小璇定然是在秘境中得了大机缘, 竟然已经凝结贾丹, 甚至要杜雷结结丹了, 柳涵越神色复杂, 可是, 姜涵也是贾丹静, 也有可能是姜涵, 他忽然感觉脖子一凉, 立马住嘴, 纪玉禅瞪他一眼, 冷喝道, 这些年让你看的书都白看了, 普通人结丹, 结云最多只有十丈大小, 只有那些拥有绝世之姿的天才, 才能在结丹时引动更强大的结云, 他看着继续说道, 这团结云族有百丈大小, 其内更是有金色天道神雷盘旋, 哪里是姜涵那个废物能引动的, 只有小璇的绝世天资, 才能引动这等雷剑, 他对着雷青川冷笑一声, 雷宗主, 看来让你失望了, 这次的宗门排名, 我林天宗, 还是第一? 第四十九章, 睁大眼睛看看, 谁才是第一? 轰隆隆, 结云中不断传出阵阵乍响, 命运锁链被无形的力量阻挡, 停在姜涵面前不足半米处, 他只要再一探头, 就能触碰到姜涵, 可在天道神雷的威压下, 他丝毫动弹不得, 只能在原地不断颤抖, 发出一阵叮叮当当的哀吼, 此时睫云范围内的所有生物, 都已被雷劫锁定, 只要还在这个范围内, 就要遭受劫雷轰击, 林璇浑身剧烈颤动, 心脏咚咚咚跳个不停, 他面目猙獰, 看向姜涵的眼中满是愤恨, 为什么? 就差一点, 就差一点, 他心中怒吼, 就差那么一点, 只要命运锁链接触到姜涵, 就能和姜涵重新绑定, 只要绑定成功, 姜涵身上那庞大的气韵, 全都是他的, 可就是那一点点距离, 却犹如天欠一般, 把他死死拦住, 根本迈不过去, 这跟命运锁链, 已经是他剩余的大半身家, 整整十万气韵值啊, 那可是他攒了好久, 他从姜涵身上偷了好久, 才攒下的, 可现在, 这跟命运锁链, 保不住了, 这种能逆转命运, 扭曲因果的逆天之物, 本就为天道所不容, 只要被发现, 必定会被天道毁灭, 他能感觉到, 命运锁链已经被天道神雷锁定, 无论他逃到哪里, 都要被天道神雷轰击至毁灭, 眼下他只能放弃命运锁链, 不然, 他也要跟着陪葬, 林玄狠狠瞪了姜涵一眼, 用力咬着牙槽, 狠心断开了命运锁链的联系, 咔, 一声清脆清响, 锁链瞬间挣脱了束缚, 可就在下一刻, 咔嚓, 一道金雷轰然落下, 无尽金光将整个天地笼罩, 金雷瞬间砸在命运锁链上, 只一瞬, 命运锁链就像落在猎羊中的雪花一般, 瞬息便被砸成虚无, 庞大的躯体消散一空, 连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 林玄心痛得仿佛要滴血, 可现在不是犹豫的时候, 趁江涵被雷劫锁定, 他要赶快跑路, 他现在还不能杜劫, 没有气韵之帮助, 他杜劫必死, 江涵, 他最后看了一眼江涵, 可却只看到江涵抬头看着空中节云的身影, 江涵根本没有看他一眼, 林玄心中一痛, 这种被人无视的感觉, 让他对江涵的恨意更强, 哼, 他脸色变了又变, 几次忍不住寄出法宝, 和江涵同归于尽, 可直到最后, 他也只能咬牙朝着出口漩涡冲去, 他能感觉到身体上的压力越来越重, 杰云的威力已经越来越强, 再待下去, 他怕被雷劈死, 下一刻, 林玄身体一清, 出现在了秘境之外, 在他出现的刹那, 秘境外陡然一静, 无数道视线瞬间将他锁定, 纪玉长看到林玄出来, 顿时愣了一下, 小玄? 他抬头看了看空中的杰云, 又定睛看向出口外的林玄, 仿佛不敢相信一般, 脸上的表情逐渐僵硬, 墨秋双用力抓紧传弦, 他也以为自己看错了, 可他神识一遍又一遍地扫过, 最后只能确认, 这真的是林玄, 怎么? 可能? 他的身体一阵无力, 身躯晃了几下, 颓然已在传弦上才没倒下, 眼中泛起一阵酸涩, 落大的空间, 没有人发出一丝声响, 只有不断响起的轰隆乍响, 在提醒着他们, 秘境内的人已经开始杜劫了, 柳寒月有些失神地收回目光, 他看了眼浑身无力的墨秋双, 又和几位师妹对视一眼, 几人漠然, 脸上一片死寂, 寄予缠霜拳用力钻紧, 他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 他用神识从林玄身体上一寸寸扫过, 他不敢相信这真的是林玄, 可那熟悉的气息让他不得不相信, 这就是林玄, 怎么会这样? 他脸色铁青, 默然看向天空的劫云, 这个孽障, 他怎么可以在这里渡雷劫? 他怎么敢在这里渡雷劫? 自从江涵离开林天宗, 他早就打算让江涵好好吃点苦头, 只有这样, 他才能知道林天宗有多好, 他对他其实并没有那么苛刻, 但他没想到, 江涵不过离开两个多月, 竟然过得这么好, 走的时候不过是炼气大圆满的修为, 可现在竟然已经开始渡结丹雷劫了, 这才两个多月, 他这是什么意思? 他是不是想告诉所有人, 在林天宗, 无法突破境界, 只要离开林天宗, 他就能一飞冲天, 纪雨缠绝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他无法忍受, 江涵这个废物, 绝不可能脱离他的掌控, 一定是哪里搞错了, 纪雨缠忽然一笑, 对着林玄招了招手, 江涵那个废物, 无论怎么样, 他绝不可能这么快结丹, 两个多月结丹, 这种事情从未有过, 他们肯定是搞错了, 再度结的, 不可能是江涵, 一想起江涵当时和他争吵的模样, 他就忍不住生气, 江涵当时犯了那么大的错, 而且已经逃了这么久, 从来不敢见他, 如果真的是江涵, 纪雨缠眼中一冷, 如果真的是他, 就他那胆小怕事的性格, 他只要看到自己, 肯定会被吓破胆, 到时, 他绝对要让江涵知道, 和他顶嘴后逃跑的下场, 到底是什么, 就算结丹了, 又能怎样, 不过一个结丹而已, 只要他想, 他一根指头, 就能把他撵死, 林玄遇见飞上战船, 对着纪雨缠行礼, 接着眼圈一红, 逼出一滴眼泪, 低着头可怜巴巴地说道, 师父, 对, 对不起, 是我没用, 他伸手抹着眼泪, 声音有些哽咽, 都怪我, 要不然, 林药, 林药也不会被江师兄抢走, 咔嚓, 足有大腿粗的紫红色杰雷, 当头披下, 姜涵却极为冷静, 早在杰雷披下前, 就已经将雷霆锯在双手, 他双手紫光闪烁, 朝着头顶迅速一抓, 刹那间, 杰雷竟被他直接抓在手中, 就如之前他在雷池中抓取雷霆一般, 仅仅是身体被击得倒飞树杖, 口中微微心田, 可杰雷, 毕竟是被他抓到了, 但这毕竟是杰雷, 虽然只是杰丹杰雷, 那也比雷池边缘的雷霆强了无数倍, 那强大的雷霆之力, 就连他这久经雷霆洗礼的身体, 也不禁感到一阵疼痛, 浑身毛发瞬间炸弃, 但姜涵却仿佛不知疼痛一般, 咬牙猛地用力一握, 杰雷在他手中瞬间炸开, 变成无数细碎电蛇朝着他体内飞速冲去, 呲啦啦, 在一阵密集的滋滋响声中, 他体内的子丹开始疯狂转动, 紫消剑绝拼命运转, 无数灵力包裹着紫红色的电蛇, 顺着体内经脉疯狂运转, 每转一圈, 就有无数电蛇被炼化后冲入子丹, 将子丹表面的裂纹撑得越来越大, 裂纹内开始渗出刺眼的紫色光芒, 更有阵阵细微的琵琶声从内部炸响, 数个呼吸之后, 姜涵头顶一沉, 又是一道劫雷轰然砸下, 哄, 劫丹雷结一共有六道, 威力会越来越强, 其内的灵力也越加精纯强大, 姜涵的雷结比其他人的雷结都要强大太多, 其他人顶多就是几道紫雷劈下, 将丹胚破开之后就成功了, 可姜涵足足受了六道大腿挫的紫红色劫雷, 最后又被劈了三道金色神雷, 一共九道雷霆劈下, 随着一阵骄互未升起, 神雷才终于将他的子丹劈开, 无数精纯的雷霆之力被他吸收, 带劫云散去, 随着紫芒闪烁, 姜涵的修为也彻底稳定在了劫丹初期, 就连伤势也在最后三道天雷下完全恢复, 可现在不是查看身体的时候, 出口漩涡被雷结波及, 此刻已经变得极其不稳定, 仿佛下一刻就要散去, 江涵来不及多想, 飞身朝着漩涡迅速冲去, 出来的一瞬间, 江涵第一眼就看到雷青川站在面前, 身后是紫霄见踪的弟子, 师父, 江涵恭敬行礼,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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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青川大喊三声好, 随后哈哈一笑, 哈哈, 好小子, 这次, 你可真给紫霄见踪长脸了, 等回去了, 我就召集所有长老, 我要立你为紫霄见踪圣子, 以后所有资源无限供应, 圣子, 江涵一愣, 他想过可能会有奖励, 可他没想到, 竟然会是圣子之位, 那可是圣子, 宗主之下第一人, 就连化神七长老都要比圣子低一级, 所有资源都要优先供应的宗门圣子, 此刻听到雷青川要立他为圣子, 江涵心中极为感动, 加入紫霄见踪这两个多月, 雷青川对他非常好, 不但送法宝丹药, 功法密集, 更是经常亲自指导他修炼, 而且, 不管他需要什么资源, 雷青川都会立马安排人去找, 可以说, 江涵能有今天, 离不开雷青川的信任和帮助, 要不然, 就算他天资卓越, 但是顶级功法这个难关, 最少就能再卡他十年, 更别说还有那么多顶级的法宝丹药, 这些东西, 要是靠他自己努力, 谁知道要多久才能得到, 只怕还没得到资源, 就被纪与禅派人抓回去了, 所以, 江涵对雷青川非常感激, 他给了江涵从未有过的关爱和照顾, 江涵自然也要倾尽全力报答他, 报答紫霄见踪, 雷青川笑得合不拢嘴, 七百年, 整整七百年啊, 紫霄见踪终于不再是垫底了, 哈哈哈哈, 他拍了拍江涵胳膊, 转头看向纪与禅的方向, 大声说道, 乖徒儿, 先把灵药上交, 让他们睁大眼睛看看, 到底, 谁才是第一? 第五诗章, 他这是报复, 江涵顺着雷青川的方向看去, 一眼就看到了纪与禅, 那个曾经让他发自内心恐惧的女人, 也正冷眼看他, 目光很冷, 冷得人心底打战, 可江涵现在丝毫不怕, 平静地和他对视, 要在以前, 他是万万不敢支持纪与禅的, 因为那样会惹他生气, 会被骂不知尊师重刀, 还会被打, 鞭子抽着很疼的, 江涵很怕疼, 所以那时候, 他从来不敢抬头看纪与禅, 甚至每次见到他的时候, 心中都会控制不住的颤抖, 就好像老鼠见到猫一样, 有点外的感到恐惧, 可现在, 江涵对他早已没了一丝畏惧之心, 他现在有了真正的师父, 师父会护着他, 他忽然展颜一笑, 因为他发现, 纪与禅脸色很差, 满脸怒容, 他在生气, 生气好啊, 多生点气, 这样, 心魔才会复苏得更快一点, 江涵嘴角控制不住的上扬, 他想看看纪与禅更愤怒的模样, 那表情一定更有趣, 负责统计的长老, 收走江涵的储物袋, 随着浓郁的灵气喷涌, 一大堆各种各样的灵草灵果, 从储物袋中不停飞出, 在场众人呆滞地看着灵药快速堆积, 转眼堆成了近五丈高的小山, 其中不知有多少灵药, 我的天哪, 这得多少灵药啊, 这人是谁, 他一个人的灵药, 怎么比其他所有人的家起来都多, 不是吧, 你竟然不知道, 我跟你说, 我刚才可是听李师兄说了, 这也是紫霄建宗藏了多年的杀手锏, 实力超强, 只需一键, 就能压得秘境内所有人抬不起头, 统计长老都有些梦了, 他知道江涵抢了其他宗门的灵药, 可他没想到江涵竟然抢了这么多, 那小山市的灵药根本不用再统计, 江涵就是第一, 谁也不能否认, 少许时间过后, 长老们统计清楚数量, 大声宣读最终排名, 第一名, 紫霄建宗, 共采集灵药五万八千株, 可分配三成资源, 第二名, 林蕴山, 共采集灵药七千二百株, 可分配二成半资源, 第三名, 林福宫, 共采集灵药三千五百株, 可分配二成资源, 第四名, 阴阳宗, 共采集灵药一千一百株, 可分配一成半资源, 第五名, 林天宗, 共采集灵药, 统计长老看了眼林天宗的方向, 可却只看到季宇禅满脸的怒气, 他又看了看自家宗主, 这才硬着头皮说道, 林天宗, 共采集灵药, 灵株, 可分配一成资源, 这话一出, 场中瞬间炸开了锅, 原本以为紫霄建宗已经够强了, 没想到林天宗更强, 哇, 不是吧, 林天宗竟然被抢光了, 我就说林天宗的人, 自从出了秘境, 怎么一直不说话, 原来是这样, 可我刚才不是听到有人说, 林天宗是第一吗, 这是怎么回事, 谁知道, 估计是哪个傻子在乱叫吧, 师弟, 墨丘霜死死咬着嘴唇, 就连嘴唇被咬破了都不知道, 泪水夹杂着鲜血, 睡着下巴不停滴落, 师姐, 柳涵越看墨丘霜这个样子, 心中也很难受, 他没想到, 江涵竟然真的抢走了林天宗的灵药, 而且, 抢走了其他弟子的灵药之后, 他还不肯罢休, 他竟然把小玄手中的灵药也全部抢走, 一珠都没留下, 他不知道林天宗也很需要这些灵药吗, 他怎么可以这样, 他把灵药抢走了, 林天宗现在排名第五, 下一个百年时间, 林天宗只能分到修真借一成资源, 足足比以前分到的资源少了近七成, 这让他们怎么修炼, 江涵才离开林天宗多久啊, 他怎么会变成这样, 难道, 他是在借着这件事报复他们, 想到这里, 柳涵越浑身冰冷, 他第一次发现, 江涵可能真的是在报复, 他被自己这个想法吓到, 随即就是一阵恐慌, 江涵以前是多么微微懦懦, 又胆小怕事的一个人, 他到底经历了什么, 才会变成现在这样可怕, 他忽然意识到, 他对江涵造成的伤害, 远比他想象的还要严重, 柳涵越面色苍白, 浑身无力, 他终于知道, 师姐为什么会那样伤心了, 原来, 师姐早就知道, 想到这里, 他转头看向纪雨禅, 他想知道, 师父知不知道, 纪雨禅当然不知道, 他什么都不想知道, 他现在只有愤怒, 他现在只想把江涵拍死, 江涵这是什么意思, 他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针对林天宗, 到底想干嘛, 不管怎么样, 他终归是他师父, 林天宗终究是他师门, 他不帮林天宗获胜也就罢了, 他怎么敢抢林天宗的东西, 纪雨禅脸色阴沉, 他死死盯着江涵, 心中的怒火, 机遇冲破胸膛, 灭杖, 灭杖, 他再也无法保持平静, 他早就出手教训那个不知好歹的废物了, 混账东西, 亏我以前对他那么容忍, 他竟敢公然和我作断, 纪雨禅愤怒至极, 他无法忍受江涵的所作所为, 这是对他权威的挑衅, 江涵这是在玩火, 林天宗哪里对不起他了, 江涵这个败家玩意, 他竟敢联合外人, 对付林天宗, 这是赤裸裸的挑衅, 他这是在找死, 不就是没主动给他修炼资源吗, 可那还不是因为他自己不知道争取, 不管怎么样, 林天宗终归是他师门, 身为林天宗的弟子, 他怎么可以对同门师兄弟动手, 他怎么能因为这点小事, 就对师门拔剑相向, 这简直就是七师灭族, 为天地所不容, 他现在敢对同门动手, 那下一次是不是就要对他师姐动手了, 以后是不是还要对他动手, 混账东西, 我当初就不该把他带上山, 还有紫霄建宗那群混账, 竟然把江涵交成这种七师灭族的东西, 既然他敢七师灭族, 我就敢清理门户, 他不是想跑吗, 想远远离开, 我就偏要把他带回林天宗, 把他拴在林天殿, 让他永远活在恐惧中, 纪雨缠的表情不断变换, 忽而愤怒, 忽而解气, 脸色一阵黑一阵红, 看得柳寒月心惊不已, 师父都被气成这样了, 柳寒月心中十分难受, 他不得不承认, 江涵真的做到了, 他成功地报复了他们, 林天宗这次沦为殿底, 师父回去后肯定会被长老们埋怨, 毕竟这次灵渊秘境之战是师父一手安排的, 现在出了问题, 他们肯定会把黑锅甩在师父身上, 搞不好, 这些资源的大头还会被长老们以各种理由抢走, 可这一切明明可以避免的, 当初江涵那么喜欢他们, 那么仰慕他们, 如果那时候他们能对江涵好一点, 现在成为第一的, 会不会就是林天宗吗? 可是, 当初他们亲手把江涵推走, 极其无情地磨灭了他所有的美好, 硬生生把他逼得走投无路, 而且, 他现在已经有了和他们对抗的资本, 这才多长时间啊, 他竟然已经渡截截淡了, 如果那天, 江涵被诬陷的时候, 他能站出来帮他解释, 结果会不会不一样? 柳寒月心中一阵疼痛, 已经失去的东西, 还有机会挽回吗? 他眼眶有些湿润, 心底生出无尽悲伤, 如果他去向江涵道歉, 江涵会原谅他吗? 第五十一章, 脑子有病就去治, 师姐, 江涵他, 柳寒月双眼有些模糊, 他还能回来吗? 墨丘双面色欺然, 他摇头甩下几滴泪珠, 声音有些颤抖, 韩月, 你想让他回来吗? 柳寒月用力挤出一滴眼泪, 是我们害江涵变成这样的, 他曾经那么依赖我们, 无论我们怎么对他, 他都没有怪过我们, 而且, 如果有好东西, 他第一时间想到的, 也是我们, 他以前那么努力地讨好我们, 把我们当做最亲的亲人, 可我们竟然, 他的双眼再次模糊, 我们竟然不断欺辱他, 诬陷他, 打他, 骂他, 是我们把他逼走的, 是我们害他变成现在这样的, 我要带他回来, 柳寒月上前抓住墨丘双的手, 泪水顺着脸颊滴落, 师姐, 我要带江涵回来, 我要把以前亏欠他的, 加倍补偿给他, 墨丘双听到这话, 不由悲从心来, 口中的悲伤再也无法克制, 张嘴哭出声来, 乌乌, 他以前也是这么想的, 甚至为此尝试了很多很多, 可是, 他换来的只有江涵的谩骂和愤怒, 韩月, 你有没有想过, 江涵要怎么回来, 柳韩月一愣, 他忽然想起, 他们之前曾去接过江涵, 可他, 却把他们大骂一顿, 他愣愣地看着墨丘双, 不知道该说什么, 韩月, 江涵回来的最大阻碍, 其实, 是师父, 师父, 墨丘双瞪大眼睛, 墨丘双神色悲伤, 你可能不知道, 江涵虽然经常给我们送东西, 但他其实最想送的人, 其实, 是师父, 他每次来找我们之前, 都会先去师父那里一趟, 找不到师父了, 他才会来找我们, 但师父常年闭关, 如果不是他特意找江涵, 江涵根本就见不到他, 所以, 江涵只能去找我们, 而且, 江涵每次被我们欺负之后, 他都会去师父洞府外, 他见不到师父, 只能坐在离洞府门口很远的地方, 好像只有在那里, 他才能得到一些安慰, 他每次都能坐好久好久, 经常能坐一整夜, 他不敢打扰到师父, 所以不管再伤心, 他也想得到师父的安慰, 他也想让师父哄哄他, 他也想像一个正常孩子一样长大, 柳涵月双眼呆滞, 他身体一阵摇晃, 泪水如开了闸一般, 汹涌而出, 他从不知道, 江涵竟然还做过这种事, 那时候, 他一个人躲在洞府外偷偷哭泣的时候, 该有多绝望, 可是师父从未关心过他, 他每次去, 师父都知道, 他都知道, 可他从未管过, 他根本不想理江涵, 墨丘霜松开双手, 泪眼妈撒地看向柳涵月, 涵月, 你知道我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吗? 柳涵月一惊, 就连泪水都被逼停, 他忽然想到, 一个可怕的可能, 就连声音都开始颤抖, 是, 什么? 墨丘霜忽然蹲下身子, 呜呜哭了起来, 呜呜, 是师父, 是师父, 让我带小璇去的, 去看看江涵受委屈难受的样子, 他要让小璇看看, 这就是废物的下场, 师父, 师父, 柳涵月愣愣转头, 看向姬雨缠的方向, 可他看到的, 只有一个脸色铁青, 愤怒瞪着江涵的师父, 墨丘霜把头埋进膝盖, 哽咽的声音有些沉闷, 只要师父还在, 他永远都不可能回来, 他永远都不会回来, 如果他真的回来, 师父一定不会放过他, 柳涵月浑身颤抖, 刺骨的寒冷, 把他瞬间冻结, 他听着场中的欢呼, 听着江涵成为同代弟子第一人的高呼, 看着被各宗弟子围着恭贺的江涵, 还有他在雷青川面前绽放的笑容, 那是多么纯粹的笑容, 他应该真的很高兴吧, 柳涵月心脏一阵抽搐, 江涵他到底都经历了什么, 那种痛苦和绝望, 他真的会忘记吗, 他真的能把他带回来吗, 江涵跟在雷青川身后走向战船, 一路不停有各宗弟子恭敬行礼, 恭贺他夺得头筹, 林月秘境已经结束, 紫霄建宗如愿拿到第一, 获得了难以计数的临时矿脉, 洞天福地和凡人城池, 未来十年, 就是紫霄建宗高速发展的时间, 接收资源矿脉, 从凡人城池中不断搜罗天才弟子, 江涵也可以去各个洞天福地寻求机缘, 尽快晋级原因, 士林洞天需要的东西已经准备好了, 只需回去再巩固一下修为, 就可以去参悟吞噬意境, 江涵, 一声力喝突然自前方传来, 江涵停不看去, 只见纪宇禅带着墨秋双几人走了过来, 脸色阴沉如水, 隐寒怒气, 江涵, 你还要躲到什么时候? 纪宇禅看到江涵就忍不住生气, 直接大声呵斥, 江涵讥讽一笑, 果然还是这种熟悉的感觉, 纪宇禅只要看到他, 不管有事没事, 第一句话就是怒喝斥责, 躲? 这位前辈为何凭空污蔑晚辈? 你我素不相识, 我什么时候躲着你了? 纪宇禅听到这话愣了一下, 接着脸色大变, 怒喝道, 你说什么? 木屋尊长的混账, 连师父都不认了, 师父? 江涵冷笑, 朝着雷青川行了一礼, 麻烦师父了, 雷青川受了一礼, 双手虚托扶起江涵, 自家人说什么麻烦不麻烦呢? 他傲然看向纪宇禅, 徒弟的事就是我的事, 你想做什么就去做, 有师父在, 谁也动不了你, 江涵听到这话心中一暖, 鼻尖生起些酸涩, 这种被人维护的感觉真的很好, 向纪宇禅, 我师父乃是紫霄建宗东主, 前辈什么时候宠我师父了? 还是说, 你这人莫不是得了师心疯, 不然怎么满口胡话? 江涵, 你在胡说什么? 纪宇禅大怒, 他踏前一步, 体内威压猛地冲出, 瞬间笼罩方圆百里范围, 还未登上战船的各宗弟子, 全被威压狠砸出去, 眨眼间消失不见, 冲向江涵的威压醉重, 可还没到身前, 就听雷青川冷哼一声, 一股凌厉的气息同样冲出, 将纪宇禅的威压瞬间击散, 随后又温和地盘旋守护在江涵身侧, 江涵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不屑地眼神深深刺激着纪宇禅, 他撇了撇嘴, 开口说道, 这位前辈, 你耳朵是不是不太好使? 他声音突然增大, 体内凌厉鼓动, 声震四眼, 我说, 你是不是有病? 怎么满口胡言乱语? 脑子不好就去治, 别在这恶心人 第五十二章, 我永远不会忘记, 江涵, 你混账, 涅账, 你敢骂我, 你敢骂我, 你找死, 你找死, 纪宇禅浑身气势暴涨, 可他刚要动手, 却被墨丘霜死死拉住, 师父息怒, 息怒, 我先劝劝江涵, 您知道的, 他最听我话了, 墨丘霜满脸哀求地看着纪宇禅, 纪宇禅低头狠狠瞪着他, 过了许久才缓缓平静下来, 他转头看向江涵, 目光阴冷, 咬牙切齿, 好, 我就给你个机会, 多谢师父宽容, 墨丘霜松了口气, 他刚才着实是被江涵吓到了, 他骂自己也就算了, 他怎么连师父都敢骂, 他难道不知道, 师父最讨厌别人说脏话了吗, 他是不想活了吗, 他看向江涵, 红红的眼眶像是刚刚哭过, 看起来格外可怜, 小涵, 你先别激动, 你听我说, 江涵脸色一点点沉下去, 说什么, 有什么好说的, 我已经跟你, 跟你们说得很清楚了, 我现在有了新的生活, 我现在过得很好, 很开心, 请你们不要再来打扰我, 你还要我说几遍, 不是的, 小涵你误会了, 墨丘霜看江涵这个模样, 心口隐隐作痛, 他下意识踏前一步, 想要离江涵近些, 可下一刻, 却看到江涵警惕的目光, 他鼻尖一酸, 默默把脚收了回来, 小涵, 我们只是想来恭喜你, 恭喜你成功渡劫, 晋级结单, 江涵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没有接话, 他知道, 他们绝对不会因为这点小事, 就来找他, 果然, 墨丘霜见江涵不说话, 有些失落, 不过他很快就强行打起精神, 有些忐忑地说道, 师姐想, 他刚开口, 就看到江涵的目光陡然凌厉, 吓得他立马改口, 我想向你道歉, 以前都是我不好, 对你做了那么多不好的事, 我知道你是在生我的气, 他小心翼翼地看着江涵的脸色, 见他没有发火, 这才接着说道, 可是小涵, 人总是要向前看的, 师姐不希望你一直活在过去的仇恨中, 师姐已经认识到自己曾经的过错, 师姐想跟你说声对不起, 他缓缓踏前一步, 眼中引有泪珠滚动, 声音有些颤抖, 小涵, 不管你想要师姐怎么补偿, 师姐都会答应你, 只希望你能给自己一个放下仇恨的机会, 希望你能原谅师姐, 可以吗? 泪水滑破脸颊, 墨丘霜轻摇嘴唇, 满脸期待地看着江涵, 好啊, 江涵脸上没有太多表情, 语气平淡, 真的吗? 小涵, 你真的愿意原谅师姐? 墨丘霜脸上绽放惊喜的笑容, 伸手抹了把眼泪, 期待地看着江涵, 嗯, 真的, 江涵点头, 只要你们以后别来烦我, 你想听我说多少次原谅都行, 墨丘霜脸色一僵, 哼, 这就装不下去了, 江涵冷笑,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想干嘛, 不就是见不得我好吗? 看我秀威高了, 又想把我骗回去, 继续给你们当牛做马, 他摇头轻笑, 别做梦了, 墨丘霜, 你们骗了我那么多次, 还指望我会相信你, 我不会回去的, 不管你们说什么, 我都不会相信, 我也绝不会回去, 墨丘霜眼前模糊, 他差点忘了, 他们以前骗了江涵那么多次, 他怎么会相信他说的话, 可是, 他这次是真心的呀, 墨丘霜刚止住的眼泪, 又开始流下, 小涵, 师姐没有骗你, 真的, 我说的都是真的, 你信我, 哼, 江涵吃笑, 道心启事, 墨丘霜, 你不要逗我好不好, 就你还道心启事, 他眼中满是讥讽, 对着墨丘霜一字一顿地说道, 你, 还有道心吗, 哼, 墨丘霜如遭雷击, 心神俱正, 他不可思议地看着江涵, 他不明白, 江涵怎么知道, 他的道心出了问题, 小涵, 我, 我没有骗你, 我真的是来和你道歉的, 我只是想让你原谅我, 墨丘霜语气交集, 这道你早就用过了, 江涵垂眼轻笑, 神, 什么, 墨丘霜一惊, 江涵抬眼看他, 那次我替林玄背锅之后, 你就是这么说的, 还记得吗, 墨丘霜驶海一阵, 被遗忘的记忆忽然从驶海深处浮现, 江涵, 原谅师姐好吗, 那是他第一次以这种温和的语气和江涵说话, 因为那时候江涵刚被师傅抽了鞭子, 身体还没恢复, 可那时候他也没办法, 小玄突然又闯了祸, 他总不能不管, 所以他就忍着恶心, 装作温和的和江涵说话, 心想这样他就不会拒绝了吧, 江涵当时听到这话, 极为惊喜, 他以为师姐终于要接纳他了, 立马点头同意, 说他不怨师姐, 他都是自怨的, 墨丘霜听到这话又是一阵嫌弃, 本来就是你自怨的, 你还敢怨我, 他继续温和的说道, 小玄不小心把师傅准备度节用的凤圆花采坏了, 他现在心情不好, 我怕师傅知道了会骂他, 江涵脸上的喜悦很快就变成了落寞, 可那个时候他根本就没有在意, 所以你能不能帮师姐一个忙, 主动去和师傅承认错误, 江涵沉默了很久, 就在他不耐烦, 准备动手把他带走的时候, 他才终于点头, 嗯, 我会帮师姐的, 画面一转, 江涵身上的衣服被抽得破破烂烂, 变成一条条布条挂在身上, 他浑身鲜血淋漓, 撕裂皮肉的鞭痕还在往外伸着鲜血, 可他却仿佛不知道疼痛, 他虚弱地躺在执法堂冰冷的地板上, 鲜血从他身下蔓延出一大片, 他当时颤抖着毫无血色的嘴唇, 哆哆嗦嗦地问他, 师姐, 我这次帮到你了吧, 呜, 回忆被他强行掐断, 可江涵虚弱苍白的脸却深深印在他的脑海, 墨秋双捂着嘴痛哭出声, 他无力地后退一步, 差点摔倒在地, 他怎么能忘了这么重要的事, 他怎么能, 怎么会做出这么恶毒的事情, 江涵看着他, 神色平静, 墨秋双, 也许你已经忘了, 毕竟, 这对你来说, 不过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也许你当时还在笑我像个傻子, 可我还记得, 我记得清清楚楚, 我这辈子都忘不掉, 他眼神冰冷, 我记得你们对我做过的每一件事, 所以, 不要再用这些手笨骗我了, 一次又一次, 我真的受够了, 说真的, 我现在看到你, 看到你们, 我真的很恶心, 我真的, 一点都不想再见到你们, 他看着低头哭泣的墨秋双, 又看了看脸色铁青的姬雨缠, 一脸嫌弃地说道, 你们知道, 什么叫恶心吗, 就好像走在路上看到了一堆狗屎一样, 就比如, 我现在看到的, 他抬手在鼻尖扇了扇, 狗屎, 真恶心, 第五十三章, 我要当人, 灭诈, 姬雨缠再也听不下去, 江涵这是在骂他, 他竟然还敢骂他, 他怎么敢的, 混账东西, 你竟敢骂我, 你哪来的狗胆, 他抬手取出一根长鞭, 黑着脸看向江涵, 恐怕, 你是忘了这段魂编的滋味了, 我现在, 就让你好好回忆一下, 啪, 长鞭猛地甩向地面, 地面瞬间多出一道深不见底的裂缝, 你敢, 雷青川一声怒吓, 浑身气势暴涨, 一点紫色荧光, 自他眉心急速冲出, 灵力的剑气聚成一点, 气急牢牢锁定姬雨缠, 纪雨缠, 你敢动一下, 我今天就算拼了这条老命, 也要把你留下, 话音刚落, 数道人影忽然从天而降, 瞬息间将灵天宗众人包围, 待看青来人, 纪雨缠几人立即面色大变, 乔云剑, 周斯文, 梁子涵, 纪雨缠忽然冷静下来, 一个化神大圆满, 三个化神中气, 他看向雷青川, 雷宗主这是什么意思, 莫非紫霄建宗想背起盟约, 要和灵天宗开战? 哼, 我早就知道, 你对我徒儿心怀不轨, 今天你若老老实实的也就罢了, 要是敢心生改念, 我就算拼尽全宗之力, 也定要灭你灵天宗满门, 他眼神死死盯着纪雨缠, 语气森然, 你应该明白, 我说到做到, 纪雨缠大惊, 他没想到, 竟然是因为江涵, 就为了区区一个江涵, 雷青川竟然要和自己翻脸, 疯了吧, 他脸色铁青, 这是他第一次被人威胁, 还是被最瞧不起的剑修威胁, 江涵, 你竟敢临和外人对付我, 他看向江涵, 目光不善, 哼, 外人, 江涵冷笑, 你才是那个外人, 我师父这样做, 也是为了你好, 有话好好说, 别总动手动脚的, 纪雨缠双拳紧握, 后槽牙都快咬碎了, 他没想到, 江涵竟然这么大胆, 敢让雷青川出手对付他, 其实灭族的孽障, 我不就说了你几句, 你就这么对我, 若是不这样, 你这会恐怕又要发脾气打人了, 这不是挺好的, 江涵轻笑, 我师父和师叔们可不会跟你讲道理, 你要是再敢发脾气, 就别怪我师父和师叔出手对付你, 纪雨缠手中的鞭子被我的歌之作响, 他恨不得当场抽死江涵这个混蛋, 可雷青川几人一直盯着他, 让他满腔怒火, 无处发泄, 江涵, 你别这样, 有话好好说, 墨秋双忽然开口, 他担忧地看着江涵, 小涵, 真的没必要闹成现在这样, 你跟师姐回去, 师父不是不讲道理的人, 不会随便打你的, 他眼中的泪水又开始滑落, 师姐也会帮着你的, 你只要跟师父解释清楚, 师父不会怪你的, 江涵像看傻子一样看着他, 墨秋双, 你是枉我之心不死了, 你这个蛇蟹女人, 你真的太恶毒了, 你整天想把我往你们那狼窝里带, 是不是非要把我弄死才开心, 我真不知道你是真傻还是假傻, 就你们那吃人不秃骨头的地方, 我他妈好不容易跑出来, 你竟然还想让我回去, 墨秋双脸色惨白, 颤抖着嘴唇说不出话来, 让你回去你就回去, 哪那么多废话, 纪玉禅突然喝道, 我不就说了你几句, 你至于跟我闹这么大脾气, 他看着江涵, 你看看你都干了些什么, 不但敢和我作对, 敢骂我, 你还敢抢林天宗的灵药, 现在更是敢联合外人, 想要对付我, 你真是长本事了呀, 江涵, 你知不知道, 你这是欺师灭祖, 你要是再不行我, 整个修真界都容不下你, 容不下我, 啊, 江涵都被气笑了, 我不知道别人容不容的吓我, 我只知道, 你林天宗, 一定容不下我, 还让我醒悟, 我醒悟你个毛蛋, 该醒悟的是你, 你, 纪玉禅咬牙切齿, 孽徒, 你要魔杖了, 你看看你现在什么样子, 我好心劝你, 你还在满口胡言乱语, 再不跟我回去, 你一定要堕入魔道, 你还想让我回去, 江涵冷笑, 回去干什么, 回去被你当狗养, 想打就打, 想骂就骂, 闲着没事, 还能叫两声给你姐姐们, 可去你的吧, 你是我的什么啊, 我至于这么让你遭见, 孽徒, 孽徒, 我是你师父, 纪玉禅快要气疯了, 差点骂出来, 师父, 江涵大笑, 你算个哪门的师父, 你一没教过我, 二没养过我, 你现在说你是我师父, 你自己信吗, 口口声声说, 让我回去, 你倒是说说让我回哪去, 回那个破狗窝, 还是要把我扔在后山禁地受罚, 还是准备让我在你门前跪到死啊, 江涵, 你在说什么鬼话, 纪玉禅大怒, 他呼得撸起袖子, 我告诉你纪玉禅, 我现在是紫霄建宗的人, 我以后也只会是紫霄建宗的人, 你休想再欺负我, 你们要是再敢像以前那样对我, 我师父绝对不会放过你们, 你们一个个, 都别想要好果子吃, 纪玉禅脸上黑的要滴出水来, 他死死盯着江涵, 仿佛要把他生吞下去, 可有雷青川几人盯着, 他根本不敢轻举妄动, 小韩, 你别这样, 墨秋双哀求地看着江涵, 你别说话, 江涵不懈地看着他, 我以前竟然不知道, 你怎么这么会哭, 你以前那冷漠无情的样子, 去哪了, 装成这样给谁看呢, 你以为我会心软, 跟你回去, 他吃笑一声, 别做梦了, 从我决定离开的那一天, 我就已经彻底想明白了, 林天宗就是锁住我的深渊, 我对你们的狼窝没有丝毫留恋, 我对你们这群恶狼, 不会再有一丝同情, 不会再有一点心软, 他看着墨秋双惊慌的样子, 表情很是不鲜, 自从经历过前世的死亡之后, 他已经彻底明白, 林天宗的人都是一群未不熟的恶狼, 不管他们现在表现得多么后悔, 多么明事理, 一副为了自己好的样子, 可若是他真的跟他们回去, 那等待自己的, 只有无尽的折磨, 也许前几天他们还会装一下, 可要不了多久, 只要林玄一发力, 他们立马就会恢复原样, 继续对他弃如打骂, 毕竟前世他是被他们亲手杀死的, 甚至还眼睁睁地看着他们, 挖走自己的根基, 直到他们被林玄弄死的时候, 他都没有在他们脸上看到一丝后悔, 更不用说是现在了, 江涵, 你这个逆徒, 你怎么能这么想, 林天宗哪里对不起你了, 我那么做, 还不是为了磨练你的心境, 纪玉禅恶狠狠地瞪着他, 我为你付出那么多, 你都视而不见, 反而抓着一点小事不放, 更是敢对我恶语相向, 你才是那个不知好歹的白眼狼, 付出, 江涵好奇地看着他, 你倒是说说, 你付出了什么, 不管是什么, 纪玉禅冷喝一声, 我只问你, 跟不跟我回去, 江涵看着他表情极为不屑, 不回, 绝对不回, 比起回林天宗当狗, 我还是更喜欢当人, 第五十四章, 我砍死你, 纪玉禅眼神越发冰冷, 江涵, 你在胡说什么, 我什么时候亏待过你, 不就是没给你修炼资源而已, 谁闹成这样, 他微微仰头, 有些傲然地看着江涵, 只要你跟我回去, 我可以给你一些修炼资源, 江涵顿时乐了, 资源, 哈哈, 你要不要这么逗, 纪玉禅脸色一黑, 咬牙切齿, 混账, 你怎么跟我说话的, 再敢无礼, 我就扣了你的修炼资源, 让你一块零食都得不到, 江涵笑道, 你扣你扣, 你快扣, 就你那点破资源, 你送我都不要, 还拿这个威胁我, 真搞不懂, 你脑子怎么想的, 师兄, 你不要这样, 林玄忽然上前一步, 红着眼眶, 满脸失望地看着江涵, 师父以前那么做, 都是为了你好, 他刻意跑这么远来接你, 还不是因为重视你, 你就别再惹师父生气了好吗, 跟我们回去吧, 你走了这么多天, 师姐们和我都很想你, 他期待地看着江涵, 师兄, 你也不想让师姐他们伤心吧, 我可去你的吧, 江涵听到他这话, 犹如吃了虫子般恶心, 谁踏马让你们想我了, 踏马的, 林玄脸上一将, 这怎么跟想好的不一样, 江涵不是最喜欢师姐他们吗, 他还以为, 只要搬出师姐, 江涵一定会感动, 会犹豫, 只要江涵略犹豫, 紫霄见宗的人一定会发现, 到时候, 他就会被紫霄见宗猜疑, 甚至被赶出宗门, 那时, 他就只能回灵天宗, 可现在这是怎么回事, 他怎么会一脸嫌弃, 还有些厌恶, 是不是哪里不对, 林玄脑中快速思索, 身体却对江涵的谩骂, 下意识做出反应, 他红着眼眶, 泪眼婆娑, 可怜巴巴地看着江涵, 师兄, 对不起, 我不知道你这种讨厌我, 我错了师兄, 你不要打我, 对不起, 边说着, 他边踉跄着往后退去, 好巧不巧地撞在纪雨缠怀里, 小玄, 你怎么了, 纪雨缠慌忙扶着他, 愤怒地瞪着江涵, 江涵, 你想干什么, 你对小玄做了什么, 墨秋霜也赶紧上前, 关切地看着林玄, 林玄倒在纪雨缠怀里, 听到声音艰难地抬起头, 他眼中饮满泪水, 眼眶通红, 牙齿用力咬着下唇, 看着格外委屈, 师父, 你不要怪师兄, 他抽烟两声, 在纪雨缠关切交集的目光中, 艰难转头看向江涵, 都怪我不好, 要不是我想劝师兄回来, 师兄也不愿意要骂我, 师父你别怪师兄, 师兄吧, 他扭头埋在纪雨缠胳膊上, 隐隐哭道, 师兄他肯定不是故意的, 江涵, 你看看, 你都干了什么, 纪雨缠怒急, 小玄好心劝你, 你竟然还敢骂他, 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 我就不该来接你, 江涵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沉着脸看着他们, 心中却早已生起无尽怒火, 又是这样, 又是这样, 林玄这个陈年碧罗春, 每次要陷害自己的时候, 他就搞这出, 装委屈, 装可怜, 明明碰都没碰到他, 他却跟要死了一样, 鬼哭狼嚎的, 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这家伙是装的, 可纪雨缠他们, 一个个就跟瞎了一样, 他说什么, 他们就信什么, 每次都这么搞, 好像江涵是个欺负同门师弟的恶毒师兄一样, 就算他再怎么解释, 他们还是会把他教训一顿, 江涵在林天宗的时候, 没少被林玄用这招陷害, 他身上一大半的伤, 都是这么来的, 可现在, 他都不在林天宗吗, 你还玩这招, 他原以为, 他在秘境展示的实力, 已经足够震慑林玄这个小人, 最起码, 让这玩意不敢再对他有什么想法, 只要林玄老老实实在林天宗搞事情, 他也不会这么快去找他麻烦, 可现在, 江涵发现自己错了, 而且错得离谱, 林玄这个狗东西, 就是个给脸不要脸的玩意, 要是不揍他一顿, 他实在难出凶众这口恶气, 江涵眼神逐渐冰冷, 面上却越发温和, 他看着林玄歉意一笑, 林玄, 你来一下, 嗯? 林玄一愣, 这时候江涵不是应该惊慌失措, 然后向师父他们解释吗? 可他这是什么意思? 怎么不按套路走了? 让自己去干嘛? 林玄感觉事情有些脱离掌控了, 一时进步之该怎么回答? 江涵, 你想干什么? 纪玉禅警惕地看着江涵, 他总觉得江涵不怀好意, 江涵挠了挠头, 眼睛看向一旁地面, 颇有些不好意思说道, 我知道刚才不对, 想向小玄道个歉, 但这里人多, 我想单独和小玄说, 他低着头, 藏起眼中冰冷, 找他要东西的样子, 右手握拳, 轻轻拽着袖口, 纪玉禅看到江涵这害羞的模样, 顿时放心不守, 哼, 还算你有点良心, 他轻轻拍了拍林玄肩膀, 去吧小玄, 你师兄害羞, 你靠近点, 让他好好跟你认个错, 说完, 他傲然看着江涵, 江涵, 我先跟你说清楚, 只有小玄原谅了你, 你才能帮我回去, 所以, 你要认真跟小玄道歉, 只要他不原谅你, 你就要一直道歉, 要不然, 我绝对不让你回林天宗, 江涵低着头, 双拳用力攥紧, 轻轻点头, 林玄听到这话, 又看到江涵害羞的模样, 总觉得哪里有些不对, 他本能就要拒绝, 不用了, 只要师兄愿意回去, 就好了, 师兄打我那么多次, 我早就已经习惯了, 师兄不用道歉也可以的, 咔, 刚说完, 林玄就听见一声闷响, 他仔细一看, 却见江涵脚下的地面漠然一阵, 突然多了一条深不见底的裂缝, 他心中一惊, 下意识抓紧纪玉缠, 满脸恐惧地看着江涵, 纪玉缠一怒, 灭障, 你想干什么, 道歉就好好道歉,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看把小悬下的, 他轻轻拍着林玄的背, 愤怒地瞪着江涵, 江涵深吸口气, 要不是林玄躲在纪玉缠怀里不出来, 他早就让师父出手隔开他们, 然后冲上去狠狠揍他压的了, 可他没想到, 林玄竟然这么谨慎, 他都坐到这地步了, 这家伙竟然还不出来, 他已经快忍到极限了, 装可怜这种东西, 吃得太恶心了, 他悄悄看了雷青川一眼, 见对方点头, 心中一定, 强行提起一口气, 双拳死死钻井, 学着林玄的样子, 有些委屈又歉意地看着他, 小璇对不起, 我刚结单, 还有些控制不住力道, 不小心力气大了一点, 你不会怪我吧, 林玄心底涌起一股极为熟悉的感觉, 可他怎么也想不起来, 这种感觉到底是什么, 他看着江涵心中一动, 会不会是江涵想要把自己骗过去, 然后对自己动手, 可刚想到这里, 他就猛地摇头, 师父还在这里看着, 江涵绝对不敢对他出手, 而且这么近的距离, 就算江涵出手, 师父也肯定能拦下, 想到这点, 林玄心中一定, 他料定江涵也不敢在师父面前动他, 看来江涵是真的要道歉, 既然如此, 自己肯定不能轻易放过他, 绝对要让他大出血, 于是他直起身子, 先是转头看了纪宇禅一眼, 在纪宇禅鼓励的目光中迈步朝江涵走去, 师兄, 其实你不用这样的, 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 所以我不怪你, 他边走边说, 眼睛贪婪地看着江涵的储物袋, 这也不是什么大事, 我本不想说的, 可既然师兄诚心道歉, 我觉得还是说清楚比较好, 师兄这次做得实在过分, 惹得师父非常生气, 师兄若是不拿出点诚意, 恐怕师父不会满意的, 师弟最近正好缺一柄衬手的兵器, 我看师兄的飞剑很是不错, 而且师兄已经结单, 估计也用不到飞剑了, 师兄不如把那柄飞剑送我, 我也能和师父有个交代, 飞剑? 交代? 江涵看着灵璇越来越近, 眼神越发明亮, 他抬手寄出奔雷剑, 看着灵璇轻声问道, 你说的, 可是这柄飞剑? 灵璇看到奔雷剑, 眼睛猛地瞪大, 视线无比贪婪地在奔雷剑身上寸寸扫过, 这把剑的威力, 他可是亲眼见识过, 江涵只用了一剑, 就把一位假丹镜的修士秒杀, 而且是灰飞烟灭, 一点渣都没剩, 这么强的飞剑, 只有我才配拥有, 灵璇压下眼中贪欲, 笑着说道, 对, 师兄, 就是这柄飞剑, 只要你把这柄飞剑给我, 师父一定会原谅你的, 哦? 江涵右手虚握, 奔雷剑迅速变大, 转眼间变成三尺七寸, 飘然落入掌中, 他体内灵力疯狂涌动, 化作无数雷霆, 顺着右手注入奔雷剑中, 无数电蛇迅速爬满剑身, 发出一阵劈啪声响, 此时, 灵璇距离纪雨禅足有五丈远, 江涵已经忍不住了, 他猛地抬头, 大喝一声, 师父! 声音极响, 纪雨禅听到后愣了一下, 刚想骂他乱叫什么, 却忽然感到一道灵力的剑气顺乎刺来, 雷青川, 你干什么? 他气得大叫, 他本就有伤在身, 一身实力难以发挥实陈, 实在不想和雷青川硬拼, 可眼下对方已经攻来, 他连忙出手推开墨丘霜他们, 飞升而起, 祭出一面青涩小旗, 迅速挡住了雷青川的飞剑, 雷青川怒吓一声, 纪雨禅, 你这个不要脸的老东西, 当着老子的面来挖抢脚, 敢和我抢徒弟, 老子砍死你, 轰轰轰, 两个化神大圆满, 强者交战, 虽然双方都为动用权力, 可还是打得天地则变, 空中灵气翻涌, 地面山脉震动, 不时响起阵阵乍响, 江涵剑气雨禅被缠住, 愤怒地瞪着雷玄, 大声喝道, 雷玄, 你个狗日的, 以前就抢我东西, 现在我都走了, 你踏马还想抢我的法宝? 他冷冷一笑, 既然你想要, 我就给你, 只看你, 能不能接得住了, 说吧, 他提剑就朝零玄冲去, 零玄吓了一跳, 他没想到, 江涵竟然真的敢对他动手, 看到江涵提剑冲来, 他吓得转身就跑, 师兄, 你别冲动, 我不要了, 我不要飞剑了, 江涵抬剑追去, 他指着零玄大骂, 这会知道害怕了, 晚了, 你踏马别跑, 我砍死你个王八蛋, 第五十五章, 你看, 你就是个废物罢了, 零玄只是助击, 而江涵现在已经结单, 速度比他快了不知多手, 而且距离这么近, 他哪里能逃得掉, 师父救命, 师姐救我, 零玄惊慌失措, 回头看到江涵越来越近, 慌忙大声呼救, 墨丘霜他们距离不远, 只要他们反应过来, 一个瞬移就能救了他, 可惜, 江涵这边早有准备, 早在雷青川动手的时候, 梁子涵就以瞬移到墨丘霜几人上空, 他冷眼看着几人, 化神器的威压将几人死死压制, 更是有一道凌厉的剑气锁定下方的每个人, 那种眉心刺痛的感觉, 让他们根本不敢动弹不得, 小雪, 墨丘霜惊呼一声, 哀求地看向江涵, 小涵, 你别冲动, 都是我的错, 都是我不好, 都怪我, 你要恨就恨我, 你要报复就冲我来, 你别对小涵动手啊, 他是无辜的, 江涵瞥他一眼, 看见他那哭得红肿的眼睛, 顿时一阵嫌弃, 这会儿又开始装好人了, 我当时被打的时候, 你在干什么, 你当时打我打得很开心吗, 我也想试试, 打人到底能有多开心, 今天先拿着恶心玩意收点利息, 墨丘霜, 你别着急, 你也跑不掉, 说着, 他脚下电光一闪, 风雷削发动, 瞬间出现在凌玄面前, 手中长剑朝着凌玄的方向猛地斩去, 太快了, 凌玄根本没反应过来, 他只觉得眼前电光一闪, 一把长剑就已砍到眼前, 石兄饶命, 看那威力, 只怕是用了极大力量, 凌玄被那气势吓得心胆剧烈, 江涵这是想要杀他, 江涵竟然要杀他, 他怎么敢的, 不要, 江涵你敢, 纪玉缠大喝一声, 急忙就要顺一下去救人, 可他刚发动顺移, 身影将要消失的一瞬间, 雷青川的飞剑竟突破虚空, 直接刺向他的面门, 纪玉缠急忙打断顺移, 青色小旗迅速鼓动, 用尽全身力气才堪堪挡下这一剑, 他愤怒地瞪着雷青川, 他没想到这家伙竟然赶下死守, 刚才若不是他反应快, 那一剑绝对能让他受伤, 往哪走, 你给我在这待着, 否则别怪我无情, 雷青川大喝, 手掐剑绝, 攻势瞬间变得更加凌厉, 将际玉缠压的只能勉强防守, 碰, 奔雷剑犹如一道电光瞬息而至, 狠狠劈向灵玄, 就在劈道他身上的瞬间, 灵玄挂在腰间的玉佩, 突然放出一道白色光照, 砰的一声把奔雷剑弹开, 可光照虽然挡住这一剑, 灵玄却承受不住这股强大的力量, 被劈得向后倒飞出去, 撞在地面后, 翻滚到五六丈外才堪堪停下, 破, 他张口吐出一口鲜血, 忍着体内的剧痛, 撑着地面勉强爬起来, 眼神惊恐地看向江涵, 好强, 江涵怎么会这么强, 可下一刻, 他眼睛忽然瞪大, 眼中溢出浓浓的恐惧, 咔嚓, 耳边传来阵阵脆响声, 他眼睁睁地看着白色光照, 突然出现一道裂纹, 那裂纹迅速蔓延, 锁过之处又分裂出无数细小裂纹, 不过一个呼吸间, 回原的光照竟遍布裂痕, 在他惊恐的目光中轰然炸开, 怎么可能, 灵玄面色呆滞, 这可是大师姐送的防御法宝, 能抵抗杰丹后期的权力一击, 可江涵刚才那一剑, 分明就是随手一击, 怎么可能会有杰丹后期的威力, 灵玄呆至片刻, 一咬牙从储物袋中取出一块令牌, 可他刚要启动令牌防御, 却忽然浑身汗毛炸起, 一道寒气直刺天灵, 江涵手掐剑绝, 奔雷剑从天而降, 直刺灵玄天灵, 灵玄既出有火灵扇, 抬手刚要抵挡, 可江涵已然近身, 抬手一巴掌朝着灵玄脸上呼去, 奔雷剑疏忽停在灵玄头顶, 灵力的剑气将他牢牢锁定, 仿佛只要他一动, 就要直接将他刺个透心凉, 他身体一将冷汗刷刷流下, 身体一动不敢动, 根本不敢反抗, 眼睁睁地看着江涵一巴掌扇来, 啪的一声脆响, 灵玄被扇倒在地, 脸上迅速红肿, 可江涵根本没打算放过他, 他现在只想发现, 江涵一个剑步冲过去, 抬起巴掌朝着灵玄的脸上狠狠扇去, 啪啪啪啪, 老子都放过你了, 你, 他, 马, 还, 干, 热, 我, 他每说一个字, 就是一巴掌扇在灵玄脸上, 虽然他已撤去大部分灵力, 可灵玄的脸还是肉眼可见地肿成了猪头, 整个人被打得晕晕乎乎, 嘴角不断溢出鲜血, 小玄, 纪雨缠嘶吼一声, 冲着江涵大骂, 灵账, 你给我住手, 你再敢打小玄, 我活剥了你, 威胁我, 江涵斜他一眼, 转身蓄力, 一脚狠狠踹在灵玄胸口, 将他直接踹翻在地, 你再敢叫一声, 我现在就包了他, 他目光凶狠, 丝毫没把纪雨缠放在眼里, 你敢, 纪雨缠快疯了, 声音越发凄厉, 脸色极为猙獰, 我不敢, 江涵大笑, 我让你看看我敢不敢, 他上前抓起灵玄头发, 用力一拽, 在灵玄的痛呼声中, 把灵玄从地上猛地拖了起来, 他抬手一招, 一把长剑出现在手中, 朝着灵玄猛地刺了过去, 我现在就把他的皮包下来, 让你好好看看, 我到底敢不敢, 不要, 江涵你住手, 纪雨缠疯狂大喊, 可江涵丝毫不停, 纪雨缠一看, 顿时急了, 发出一声尖叫, 浑身气势忽然暴涨, 想要冲出来救灵玄, 灵玄双眼睁大, 浑身散了架一般疼痛难忍, 可他现在根本感受不到疼痛, 他眼睁睁地看着那把剑尖朝着自己的眼睛刺来, 啊, 不要, 师兄, 我再也不敢了, 他大喊求饶, 江涵, 不要, 你放开他, 墨丘双大喊一声, 眼泪哗哗流下, 他下意识就要冲过去救人, 可却被一道剑光逼退, 江涵眼神冷漠, 根本懒得看他一眼, 手上灵力喷吐, 长剑顿时又快了三分, 灵璇瞳孔剧烈收缩, 剑尖在他眼中迅速放大, 巨大的恐惧将他笼罩, 他身体忽然一个抽搐, 一股臭味迅速蔓延开来, 呼, 一道劲风贴着他的脸皮吹过, 急速刺来的剑尖忽然一致, 稳稳地在他眼前停下, 灵力的寒光几乎贴上他的眼球, 只要再往前一点, 就能刺穿他的脑袋, 哼, 这就吓尿了, 江涵嫌弃地吃笑一声, 剑尖依然悬在灵璇眼前, 咧着嘴看他, 就这胆量, 谁给你的勇气找失的, 你怎么有胆子来惹我的, 江涵左手轻轻拍在灵璇脸上, 这次力道不重, 灵璇却动都不敢动一下, 他生怕自己乱动会被剑尖划到, 眼泪顺着他通红的眼角流下, 灵璇颤抖着嘴唇, 断断续续地说道, 师兄,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知道哪里惹到你了, 我给你道歉, 我再也不敢了, 你饶了我, 饶了我, 江涵说道, 都到这个时候了, 你还装什么, 他看着灵璇再次收缩的瞳孔, 轻笑道, 你想做什么, 我管不着, 我也懒得管, 但你千万别来烦我, 否则, 剑尖突然出现一道雷霆, 电光闪烁不定, 瞬间占据了灵璇整个视野, 他呆呆地看着电光四处跳跃, 有好几次都差点钻进他的眼睛, 可他丝毫不敢乱动, 甚至眼睛都不敢眨一下, 生怕长剑突然呲下来, 江涵吃笑一声, 废物就是废物, 这才哪到哪, 竟然就把你吓成这样, 就你这样, 算什么天才, 灵根杂乱, 还敢靠丹药强行提升境界, 根基已乱, 我看你还怎么结单, 如果不能结单, 你猜忌雨缠他们, 还能不能留着你, 留着你这个废物, 就算你会讨好他们, 一年两年可能没事, 十年八年或许也可以, 他蹲下身盯着灵璇的眼睛, 但是, 你若是一直无法结单, 他们还会一直喜欢你吗? 灵璇? 你猜, 他们会不会像对付我那样, 对付你这个废物, 到那时, 你就只能被赶出灵天宗, 江涵起身收剑, 低头不屑地看着灵璇, 废物就是废物, 你永远也别想翻身, 这次我不杀你, 并不是我杀不了你, 我只是想看看, 你被他们赶出宗门的时候, 会有多惨? 灵璇心中冰冷, 他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 双眼呆滞地看着江涵转身, 只给他留下一个背影, 直到咚咚咚的声音传入耳中, 他才感觉到心脏跳得好快好快, 他甚至能感受到胸口的震动, 好像心脏下一刻就要从胸口跳出来, 江涵, 混蛋, 你胡说八道什么? 纪玉禅还在愤怒, 他听着江涵说的话, 真想一巴掌扇死他, 小璇, 你别听他胡说, 你的资质一点不差, 绝对可以结单, 你千万别相信这个孽障, 他就是为了坏你到心, 灵璇面色惨白, 眼神有些呆滞, 小璇, 你千万不要多想, 灵天宗有无数资源, 只要你好好修炼, 不只是结单, 甚至凝结原因, 晋级化神都有希望, 纪玉禅语气温柔, 他目光柔和地看着灵璇, 一边和雷青川对峙, 一边暗中发动轻心之术, 助灵璇稳住心静, 灵璇在他的声音中渐渐平静下来, 脸上多了些血色, 眼中逐渐恢复了一丝神采, 呵, 江涵轻斥一声, 转身看向灵璇, 语气嘲弄, 你看, 他又想让你用灵药突破, 可你能一直依靠灵药吗? 就算灵药能结单, 还能让你结阴吗? 说到底, 他还是觉得你不行, 在他眼中, 你就是个只会借助外物的废物罢了。 第五十六章, 身败名裂, 混蛋, 住口, 你才是废物, 你再敢胡说, 我绝对饶不了你, 我废物, 江涵摇了摇头, 抬手一招, 收回灵璇头顶的奔雷剑, 我没有接住丹药, 只用了两个月就已结单, 就这, 我在你眼里, 还是废物? 他指着灵璇说道, 如果我是废物, 那他这个靠灵药都无法结单的家伙, 不是废物又是什么? 灵璇豁然抬头, 纪雨缠刚想骂人, 可却忽然一致, 不知道该怎么反驳, 两个月结单都是废物的话, 那这个世界上其他人也只能是废物。 江涵轻笑, 你看, 你也觉得他是个废物, 纪雨缠脸色大变, 你胡说, 我没有, 有没有, 你自己知道, 跟我说, 有什么用? 江涵瞥了眼灵璇, 目光讥讽, 你可要装得乖一点, 不然早晚会被他们赶出来, 到时候没人护着, 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江涵, 你这是在找死? 纪雨缠平静下来, 目光冷漠地看着江涵, 江涵探手, 你可以试试看, 用你灵天宗满门换我一面。 纪雨缠脸色一沉, 不说话了, 江涵飞升而起, 停在雷青川身侧。 纪雨缠, 在零天宗的时候, 我没用过你们一样东西, 我可不欠你们的。 虽然不知道, 你为什么非要死皮赖脸地让我回去, 可以后, 我们还是个走个路为好, 管好你的人, 别来烦我。 江涵说完, 就跟着雷青川向战船上飞去。 小涵, 不要走, 墨秋双踏前半步, 眼神哀求地看着江涵, 不知道为什么, 但他就是想让江涵留下, 不走留下当狗吗? 江涵停步, 冷冷地瞥他一眼。 我真搞不懂你在想什么, 一次又一次地让我回去。 你脑子有病, 就接着回去闭关, 在洞府里等死不好吗? 非要出来, 显摆你的愚蠢。 江涵懒得理他, 这群蠢女人都是没脑子的, 看她们能在林玄手底下活多久。 他真想看看, 现在的他们, 还会不会心甘情愿地被林玄吞噬。 墨秋双文言心底一颤, 他不知道江涵为什么对他有这么大的恶意, 他是真的想要补偿他。 可江涵根本不给他机会, 甚至根本不愿让他靠近。 墨秋双用力捂住胸口, 任由眼泪滑破苍白的脸颊, 星弧之上波涛再起, 一片青莲摇摇欲坠。 小玄, 你没事吧小玄? 没了雷青川的牵制, 纪雨缠立刻闪身扶起林玄, 满脸焦急地为他梳着灵力。 林玄脸上的红肿迅速消退, 脸色肉眼可见地红润起来, 他吃力地摇了摇头, 眼眶微红地抽噎道。 谢谢师父, 我没事, 该死的孽障, 他最好永远别从紫霄剑宗出来, 别给我找到机会, 不然我非要灭掉他肉身, 抽出他的魂魄, 让他永受天火灼魂之痛。 师父, 不怪师兄, 都是我的错。 林玄下意识接话, 要不是因为我太弱, 师兄也不会对我下手, 师父就不用为我担心了。 江涵, 纪雨缠咬牙切齿, 他敢欺负你, 我绝不会让他好过。 说着, 他起身瞪向江涵, 林玄一急, 连忙伸手拉住他袖子, 紫霄建宗早有准备, 要是师父再去闹事, 他们现在人多, 我们打不过的。 我回去努力修炼, 尽快结呆就好了, 到时候师兄就不敢打我了。 小萱, 你就是太为别人着想了, 继雨缠温柔地摸了摸他的脑袋。 不过你放心, 我不会让你白白受欺负的。 江涵在林天宗不是一直偷东西吗? 我去找林玄山界亏天静一用, 趁现在五大宗门的人都在, 我要让所有人都看看, 江涵到底是怎样一个偷鸡摸狗的混蛋。 我倒要看看, 紫霄建宗还会不会护着他? 亏天静? 墨秋霜一惊, 急忙上前拦住他。 师父不要, 这样会毁了江涵的。 他神色无比慌张, 修炼之人最重心性, 如果真的把江涵以前经常偷东西的事情暴露出去, 恐怕整个修仙界都要厌恶他, 紫霄建宗也不会再有他的容身之地。 纪雨缠瞪他一眼, 我就是要毁了他。 他今天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对我恶语相向, 更是敢对小萱动手, 他就是个叛徒。 只要紫霄建宗不再护着他, 他一个小小结丹, 还不是任我随意处置。 可是, 墨秋霜神色焦急, 他知道江涵其实没偷多少东西, 顶多抢了小萱一些灵药, 可他不知道该怎么和师父解释。 难道说, 他们以前都是陷害江涵的吗? 如果真的说了, 那让他怎么面对师父, 面对小萱? 身为大师姐, 却纵容师妹们栽赃陷害江涵, 那他算什么大师姐? 师父会怎么看他, 小萱会怎么看他? 他们会不会因为这个厌恶他? 墨秋霜咬着唇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可姬雨缠却以为他只是心软。 让开, 我一定要让他身败名裂, 这件事由不得你。 他不是当拿了同代弟子第一人的称号吗? 我就让各宗弟子都看看, 这个让他们崇拜的第一人, 到底是个什么货色? 只有小萱, 才是最配得上这个称号的人。 墨秋霜咬着嘴唇不说话, 只是强硬地挡在姬雨缠身前, 不让他去。 让开, 你别被我动手。 姬雨缠眼神冷立, 似乎下一刻就要动手教训他。 江涵好笑地看着他们, 亏天惊, 身败名裂。 啊? 墨秋霜, 你拦他干什么? 你让他用啊? 我也想看看, 亏天惊到底有没有传闻中那般神奇。 墨秋霜文言一致, 可他还是咬牙, 倔强地看着姬雨缠。 江涵, 你还能笑得出来? 姬雨缠冷哼一声, 等我把你以前那些偷鸡摸狗的事都翻出来, 让所有人都知道, 你是个什么东西, 我看你还能不能笑得出来? 你用, 你用, 我就在这等着。 江涵嘴角微扬, 讥讽地看着姬雨缠。 我倒要看看, 到底是谁身败名裂? 到底有没有偷东西? 他自己能不知道。 江涵很想看看, 等姬雨缠他们发现自己是被诬陷的时候, 到底会是什么表情, 那一定很有趣。 看到江涵这无所谓的模样, 姬雨缠气得咬牙, 他想不明白, 江涵为什么不害怕? 他不是, 应该跪着求自己不要用亏天镜吗? 可现在这是怎么回事? 就在这时, 林玄忽然想起来亏天镜是个什么东西, 要是真用亏天镜看了江涵偷东西的记录, 那他诬陷江涵的事情就藏不住了。 到时候, 其他宗门的人会怎么看他? 林天宗的长老们会怎么看他? 他还怎么当林天宗圣子? 想到这里, 林玄慌忙从地上爬起来, 紧紧拽住姬雨缠的袖口。 师父不要! 师兄他肯定不是故意偷东西的, 这里面一定有什么误会。 他擦了擦眼角, 悲泣地说道, 师父, 我不想再让师兄伤心了, 您就饶了他这一次吧, 他以后肯定再也不敢了。 纪雨缠看林玄开口了, 虽然心中怒气难平, 却也不再勉强, 他生怕惹得林玄伤心。 唉, 小玄你就是太善良了, 这次算得孽障走运, 既然小玄都开口了, 我这次就饶了他。 不过, 若是他再敢欺负你, 我必定要让他身败名裂, 被所有人唾弃。 姬冬主, 你倒是坚持一下, 你可是长辈, 你真要看谁敢拦着你, 你怎么能听一个晚辈的话? 姜涵撇了撇嘴, 闭嘴, 混账东西, 要不是小玄替你求情, 你以为你还能站着和我说话? 纪雨缠拳头紧握, 恨不得当场拍死这个废物, 可雷青川和三个化神就在一旁虎视眈眈, 他根本不能乱动, 那还不是听他的话, 亏你还是一宗之主, 连一个徒弟都管不住, 真是, 姜涵摇头吃笑, 知道今天是没戏看了, 只得转身朝着战船飞去。 混账, 小玄你别拦我, 我今天非要让他身败名裂不可。 纪雨缠脸色一黑, 银牙紧咬, 胸口剧烈起伏, 他恨不得立刻出手教训那个混蛋。 谁知姜涵这次根本没有停留, 飞得极快, 跟着雷青川迅速回了战船。 见他们离去, 他这才冷哼一声, 低身准备扶起凌玄。 可他刚弯腰下去, 却忽然鼻尖一动, 看见了凌玄身上的狼狈。 他皱眉起身, 右手虚抬, 用灵力扶起凌玄, 咬牙切齿地说道, 小玄, 你就是太善良, 太懂事了, 那混账都把你害成这样了, 你竟然还为他求情? 这次要不是你替他求情, 我定要让他受所有人唾弃, 那混蛋竟然还不领情。 凌玄低着头默不作声, 姜涵走后, 他忽然觉得四周有无数嘲讽计较的视线, 一直将他笼罩, 再加上身上的狼狈, 让他根本抬不起头来。 墨秋双看着凌玄的模样, 有听到姬雨缠这话, 心中顿时痛苦万分, 姜涵又哪里不好了, 他在临天冬的时候, 只要他们开口, 让他做什么, 他就会做什么。 就算是故意戏弄他, 他也不敢埋怨一句, 反而会尽全力配合他们。 这样的姜涵, 还不算乖巧懂事吗? 墨秋双心脏抽搐, 眼眶一酸, 眼泪无声滑落。 也许, 无论姜涵有多怪, 无论他有多努力, 在师父眼里, 他永远都是不懂事的, 永远都是个废物。 第57章, 他早已习惯孤独, 密境结束后, 紫霄建宗迅速忙碌起来, 无数的长老弟子被派出宗门, 前往各地接收城池矿脉和洞天伏地。 这次紫霄建宗获得第一, 他们拥有优先选择权, 无论是什么资源, 紫霄建宗都可以先挑, 他们挑剩下的, 才能轮到其他宗门去选。 这一次, 紫霄建宗是最大的赢家。 洞府中, 江寒盘膝而坐, 将化为白色雾气的灵气, 从他头顶硬生生灌入体内。 江寒结丹之后, 体内的灵力经过劫雷洗礼, 其内的杂质被完全清除, 变得更加精纯。 仅仅一丝灵气, 就足以抵得上渡劫前上百道灵气。 经过劫雷淬炼的经脉, 更是足足比之前拓宽了一倍。 经脉内, 更是多了无数道细小的雷霆不断闪烁跳跃, 不断炼化着吸入体内的灵气, 驱除灵气中的杂质。 一大团灵气在经脉内循环一周, 期间不断有杂质被雷霆逼出, 顺着毛孔排出体外, 到最后仅仅只有一丝灵气能被子丹吸收掉。 子丹在渡劫后也有了很大的变化, 原本暗淡无光的子丹, 经过雷结洗炼, 不断散发出无尽的紫色光芒。 其内有紫色雷霆, 随着子丹盘旋转动, 表面更是有黑色的寂灭神雷, 围绕着子丹跳跃旋转。 被子丹吸收掉的灵气, 在子丹内转一圈, 就会被紫色雷霆和寂灭神雷吞噬掉。 雷霆吞噬灵气之后, 没多久又会吐出一道更加精纯的雷电之力, 繁补给子丹。 三者之间形成了一个微妙的平衡, 以肉眼难见的速度不断壮大。 江涵有种预感, 若是能将寂灭神雷也融入子丹之中, 他的实力绝对会有非一般的提升。 许久之后, 子丹终于被雷电之力充满, 江涵这才将神石从体内收回, 猛地睁眼看向前方。 呛! 星壶之上, 已有一道剑鸣响起, 其声厚重, 鱼音轻亮, 剑气将雷池从中劈开, 露出了其内盘系的江涵, 声音甚至穿透洞斧结界, 隐隐传到外界。 自从把灵玄痛揍一顿之后, 江涵心境大为通畅, 就连剑心表面的朦胧都散了许多, 已经能隐约看到一枚小剑的形状。 他忽然睁眼, 飞身跃出灵池, 灵力转动间, 只见天蚕若云袍上青光一闪, 眨眼间将表面的灵液震散。 晨音片刻, 江涵脉步朝着洞府外走去。 是时候炼化本命飞剑了。 本命飞剑是和剑修性命相连的法宝, 只要剑修晋级结单期, 就可去剑阁挑选一枚剑胚, 炼化成本命飞剑。 本命飞剑威力极强, 哪怕只是最初级的本命飞剑, 也足以媲美玄阶三瓶以上的法宝。 而且经过蕴养, 再加上无数材料不断熔炼, 本命飞剑可以继续提升等级。 只要有足够的材料, 加上剑修对于剑道的领悟, 就算晋级天阶法宝, 甚至更高级的法则至宝都有可能。 剑阁就在天剑封顶, 距离江涵的洞府不过数百里, 江涵深化顿光朝着剑阁飞去。 结单之后, 他的神识有了巨大增强, 原本只能覆盖十里方圆的神识, 现在已经能覆盖百里的距离。 他只需神识一扫, 百里内所有的风吹草动聚在心中, 就连地底的虫鸣, 泥土的翻动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江涵顿速极快, 不过片刻就到了剑阁。 剑阁外有不少弟子进进出出, 江涵刚一落地就被人发现。 江师兄来了! 有人兴奋地大喊一声, 所有弟子呼拉转头看来, 见真的是江涵立马让到道旁攻进行礼。 江师兄好, 见过江师兄, 江涵对上他们热切的眼神, 还是有些不太习惯。 毕竟, 从前的他习惯了被人无视, 习惯了一个人站在角落, 习惯了躲在一旁看着别人热闹。 他更是从小就习惯了一个人吃饭, 一个人睡觉, 一个人发呆, 一个人自言自语。 他是一个习惯了孤独的人。 现在突然成为了众人目光的中心, 江涵只觉得浑身不自在, 但为了保持礼数, 还是强称着笑意, 一一点头回应。 哇! 真的是江师兄, 听说这次秘境, 全靠了江师兄力挽狂澜, 以无敌之资压制无数同阶天才, 成为了同代弟子第一人。 不错, 江师兄果真是天人之资, 怪不得宗主说要举办祭天大典, 要上禀天道, 立江师兄为宗门圣子。 若没有江师兄, 我们紫霄建宗这次, 也不会得到这么多资源。 江师兄就是我们紫霄建宗最大的功臣。 声声音浪直冲天际, 江涵听着这些话, 身体有些控制不住的颤抖, 他不知道这是害怕, 还是激动。 他站在这里, 能清晰地看到每个人脸上的表情, 有疯狂, 有兴奋, 有崇拜, 也有欣慰。 他第一次真实地感受到, 原来, 这就是站在人群中央的感觉。 原来, 这就是被人崇拜的感觉。 原来, 站在这里, 是可以看到所有人的。 他的心中逐渐平静, 许久之后, 才从人群里挤出来。 等到进入间隔时, 饶式他已经结单, 体质已经极强, 可还是感觉脖梗有些酸涩。 江师兄, 剑阁的指手弟子上前行礼, 师兄这次来, 可是来寻剑胚的? 正是, 江涵忍着酸涩点头回应, 他第一次开始怀疑, 大师姐那冷漠的样子, 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 毕竟, 只要冷漠一点, 就不用一直不停地点头回礼了。 师兄请随我上楼, 宗主早有交代, 若是江师兄来取剑胚, 可入顶楼挑选先天剑胚。 先天剑胚? 江涵疑惑, 他对剑胚并不是太了解。 先天剑胚, 是由天地灵悟经过千万年岁月磨炼, 自行生出一丝先天剑意形成的, 有些强大材料, 甚至能生出剑魂, 乃是最适合做本命飞剑的材料。 不过先天剑胚极少, 我们紫霄剑宗数万年来不断搜寻, 到如今也只剩下九枚, 而生出剑魂的, 仅有两枚。 说话间, 二人已到了顶楼, 楼内空间不大, 仅有二十丈大小, 但其内灵气极为充裕, 比他的洞府灵力都要浓郁许多。 半空有九道颜色各异的光团漂浮, 被无数道强大的静置团团包围。 江师兄, 指手弟子指着一道紫光开口说道, 这没剑胚乃是由一截十万年神雷目所化, 其内先天拥有一丝神雷韵味。 当年师祖杜劫飞生时, 飞生雷劫波及到这株神雷目, 让其生出了一丝蕴含毁灭之道的意境。 其后又在雷池核心酝养数万年, 经过紫霄神剑的不断酝养, 其内已有了一丝剑魂雏形。 他转头看向江涵, 宗主吩咐过, 这没剑胚极其适合将师兄使用, 将师兄不妨看看。 江涵对这些不太了解, 不过既然师父说了, 那肯定错不了。 他点头, 那就这没吧, 麻烦失地了。 他要利用一切机会壮大自身, 他不能总让紫霄剑宗护着他, 躲在紫霄剑宗不出, 是最后的手段。 这次和纪语禅他们正面对上, 他就已经把一切都摆在了明面, 他们绝对会找机会报复他。 江涵深知林天宗有多么强大, 那是现在的他需要仰望的高度。 他不可能一直躲在紫霄剑宗, 逃避从来不是一个剑修该做的事情。 若是一位逃避, 他怎么凝聚道心? 若是道心不坚, 他又谈和化神。 所以, 他必须尽快强大起来, 抓住一切机会, 在林天宗反应过来之前, 成长到他们无法想象的高度。 只有这样, 他才能彻底摆脱来自纪语禅的阴影。 只有晋级化神, 他才能拥有亲自报仇的实力。 所以, 他不会放过任何一丝强大的机会, 他要用最快的速度, 让林天宗陷入无尽的绝望与恐惧。 第五十八章, 我们才是他的亲人。 二世间, 陆师兄帮我做了一件衣服, 陆师兄好厉害, 衣服做得好软啊。 世间你要不要摸摸看, 比我以前那个舒服多了。 二世间你看, 我洗得可干净了, 我在后山找到一个小水潭, 以后我就有地方洗衣服了。 二世间, 我在水潭捡到一块玉佩, 你看你看, 还会发光呢。 陆师兄说, 这是一件防御法宝, 我想把它送给二世间。 二世间, 我刚找到一颗会神果, 可以温养神石, 世间修炼好辛苦, 世间你把它吃了吧。 二世间, 你为什么打我? 我没有偷东西, 不是我, 不是我偷的, 我才不要承认。 二世间, 我错了, 我别打了, 我疼。 二世间, 是我踩的风铃花, 是我, 不要打了, 是我踩的。 二世间, 我胳膊用不上力气了, 流了好多险, 我好疼。 二世间, 噗, 柳寒月忽然喷出几口鲜血, 从打坐中惊醒过来, 浑身早已被冷汗湿透。 姜寒, 呜呜, 他嘴角有鲜血不停流出, 可他仿佛不知道一般, 双手死死捂住嘴巴, 任由鲜血从指缝一出, 拼命将哭声压在嘴里。 可就算声音被压制, 泪水却根本控制不住, 他的双眼瞬间模糊, 泪水顺着下巴不停流下, 浑着血水滴落, 眨眼间染红了他的衣衫。 他忽然用力拱起腰背, 极为吃力地俯下身子, 喉间哽咽, 泪水啪哒啪哒落在地面, 染出一团淡淡的红蕴。 他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他本以为自己不会那么在意姜寒。 可就在刚才, 被遗忘的记忆忽然从脑海深处狂暴冲出, 一幕幕令人绝望的画面, 不断冲击着他的脑海, 冲击着他的心弧。 他的道心剧烈动荡, 一片清廉被无数绝望的气息撼动, 瞬间被冲击得支离破碎, 甚至连整座连台都变得摇摇欲坠。 他这时才发现, 原来他也是在意姜寒的。 那时候, 他一心只顾参悟阵法, 对姜寒一直爱搭不理的, 可他却不厌其烦, 总是来找他。 直到小璇上山后, 他除了自己修炼, 还要去指导小璇修炼。 时间紧张之下, 他对姜寒也越来越厌烦。 于是, 柳寒月不敢再往下想, 他把头用力埋在双溪, 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 那时的姜寒, 尽管年纪不大, 可他总是变着法地讨好他, 讨好他们。 他在林天宗就像是一只宠物, 为了能和他们多待一会儿, 拼尽全力地摇着尾巴, 极其卑微地讨好他们。 无论是采刀的灵果, 还是捡刀的法宝, 他第一时间就要来送给他们, 为了能和他们说上话, 抢逼着自己学习阵法, 学习炼丹, 学习俘虏。 他那么刻苦, 那么拼命地努力, 只为了能卑微地向他们请教问题, 以此来和他们说说话。 可这一切, 在他们看来, 就是一个只会拍马屁的小人, 就是一个令人厌恶的废物。 他拼尽一切接近他们, 用尽所有卑微地讨好他们, 只想换来他们的一句关心, 一声问候, 甚至, 只是想看到他们不那么厌恶的脸色。 可是, 直到最后, 直到现在, 他们没有给过他, 哪怕一个好脸色。 他们, 所有人, 全部, 除了大师姐, 刚刚醒悟过来的大师姐, 可那又有什么用? 他已经走了, 他被他们逼走了。 直到他走的那天, 他对他们还抱有期待的最后一天, 他们依然还在欺负他, 厌恶他, 嫌弃他, 还在陷害他。 我从来没有过师姐, 更没有过师父, 我从来都是独自一人, 你们都是我的仇人, 如果老天不给你们报应, 那么, 我就是你们的报应。 江涵曾经的话语不断在他脑中回荡, 他第一次从那里面感受到无边的恨你。 柳涵月无神地看着地面, 看着血水中倒映出的, 他那有些破碎的脸。 也许, 那就是他的报应, 他们的报应。 涵月, 你怎么了? 你是不是在哭? 墨丘霜的声音从洞府外传来, 柳涵月一惊, 连忙死死压住哭声, 运功深吸几口气, 将气息强行平复下来。 他事发掩去衣服和地面的泪水与血水, 又擦了擦眼泪, 这才起身走向门口。 师姐, 洞府门打开, 墨丘霜一脸担忧地站在外面, 看到他的那一刻明显松了口气。 韩月, 怎么了? 他柔声问道, 师姐, 柳涵月没忍住, 扑进墨丘霜怀里哭了起来。 江涵他, 他刚说出口, 就被墨丘霜捂住嘴巴。 墨丘霜左右看了看, 挥手关上洞府门, 并把阵法开启。 做完这些, 他才红着眼看向柳涵月。 你快说, 江涵怎么了? 柳涵月眼泪如断了线的珠子一般, 不停落下。 他抬头看着墨丘霜, 哽咽着说道, 江涵他以前过得好苦啊, 呜呜呜呜, 我太坏了, 我们太坏了, 他还那么小, 我们就开始欺负他。 他明明想和我们说说话而已, 他只是想和我们待在一起而已, 为什么我们要打他? 他那时候才多大, 他才八岁, 他还是个小孩子, 他一个人生活在山里, 那么孤独, 那么可怜, 他想找我们玩, 不是应该的吗? 他把头埋在墨丘双胸口, 为什么我们当时没发现? 为什么我们那么讨厌他? 明明, 他明明是正常的, 不正常的是我们, 应该被嫌弃的人, 是我们才对, 墨丘双伸手拍着他的背, 双眼逐渐模糊, 是啊, 他才是正常的, 他心头苦涩, 声音略有颤抖, 他只是想要我教他修炼, 我身为大师姐, 指导他修炼, 那不是应该的吗? 可是, 我却把他赶走, 我那时候看到他就烦, 宁可打坐发呆, 也不愿和他说话, 我亲手把他打骂赶走, 我还记得他当时绝望痛苦的眼神, 他那时候呆呆地看着我, 眼中满是泪水, 他可能没想到, 他最喜欢的师姐, 竟然真的会打他, 从那以后, 他就很少在我面前提修炼的事情了, 他的声音有些哽咽, 如果, 如果我当时能指导他修炼, 他是不是就不会走了? 柳韩月抬头看他, 师姐, 如果我当时教他阵法, 他是不是就不会那么绝望, 是不是就不会那么恨我了? 可是, 墨丘双身体颤抖, 可是, 他已经走了, 他不打算回来了, 韩月, 江涵他不打算回来了, 都怪我, 如果你们冤枉他的时候, 我能出面帮他, 如果我能多关心关心他, 他也许就不会走了, 师姐, 柳韩月擦了擦眼泪, 站直身体, 看着墨丘双, 师姐, 我们把江涵接回来吧, 接回来, 墨丘双神色委屈, 可是, 他不打算回来了, 我不管, 我要接他回来, 不管他要怎么报复我, 我都要把他带回来, 我已经看清楚了自己的内心, 我不能看着他在外面受苦, 柳韩月神色坚定, 可是, 把他带回来, 才是真的让他受苦啊, 韩月, 你知道的, 师父, 一直很讨厌他, 墨丘双神色纠结, 他也想带江涵回来, 可是, 师父那个态度, 会有办法的, 柳韩月抹着眼泪, 师父不可能永远逃避, 他早晚也会明白的, 我们不能再放任江涵在外面吃苦了, 我要让他知道, 林天宗, 才是他的家, 我们, 才是他的亲人, 他紧紧握住墨丘双的手, 语气坚定, 师姐, 我们一起, 带他回家, 第五十九章, 逃避是无用的, 林天封顶, 柳韩月极为认真地刻着震盘, 这是他为江涵准备的震盘, 就算江涵不愿回来, 但只要他能收下震盘, 也能让他心中烧安, 二师姐, 陆敬雪忽然从下方飞来, 落下后, 拉住柳韩月, 转身朝林天殿飞去, 小泉回来后, 一直情绪低落, 师父让我们, 带他出去散散心, 柳韩月脸色有些苍白, 任由陆敬雪拉着他飞起, 昨天他又被伤到道兴, 境界险些滑落, 还没好好休息, 就开始为江涵克制震盘, 这会儿没一点精神, 他不想去, 可他看着陆敬雪一脸开心的模样, 又不知道该怎么说, 陆敬雪炼丹天赋极高, 接触炼丹不过数十年, 已经是四品炼丹师, 只差一步就能晋级五品炼丹师, 只要晋级五品炼丹师, 他就可以开始炼制结音丹, 所以, 他颇受天火风长老的看重, 没有太多坏心思, 只要是自己认为是对的事情, 他就可以理所当然的去做, 也正是因为这样, 他才会伤害江涵最深, 柳寒月有些难受, 直到昨天, 他才真正认识到自己, 他才终于知道自己有多么恶毒, 那些事情, 就算现在想起来, 他都不敢相信是他做出来的, 可三师妹, 做得比他还要过分得多, 带小璇散心, 他眼眸危暗, 师父真的很宠爱小璇, 但凡他受一点委屈, 师父就会想办法逗他开心, 是啊, 据兴罗城, 小璇最喜欢买法宝丹药了, 只要多买些他喜欢的东西, 想必他就能开心了, 两人落在灵天殿前, 纪雨缠的座驾凌云舟, 正悬停在空中, 人到齐了就走吧, 纪雨缠盘膝坐在舟舱, 手中把玩着一支酒杯, 神色平静, 看不出喜目, 柳寒月环视一圈, 见只有陆敬雪和夏浅浅, 还有凌璇在场, 不由问道, 大师姐不去吗? 大师姐闭关了, 师姐我们快走, 陆敬雪拉着柳寒月 往战船上飞去, 师父说了, 这次我们可以随便买, 想要什么就买什么, 师父结账, 柳寒月眼眶一红, 他忽然看到了 灵璇腰间挂着的一个小巧阵盘, 那是他送给他防身用的, 只要受到攻击, 就会自动激活防御, 这块阵盘耗费了他大量心血, 单是一块阵盘就价值一万块上品零食, 更不用说他耗费了半月时间, 才刻好上百道防御阵法, 他为了灵璇竟然能半个月不眠不休的课阵, 只为了能帮到他, 哪怕他从没有拿出来用过, 他的心血在灵璇眼中可能根本就是一文不值, 眼下护身法宝没了, 他才想起来还有他送的防御阵盘, 可就算这样, 柳寒月那时也从未感觉有哪里不对, 他只把这一切都当做理所应当, 毕竟小璇那么乖巧, 懂事还会讨人欢心, 会讲笑话, 会说很多很多有趣的事情, 所以他, 他们都非常喜欢他, 无论他做了什么, 在他们眼中, 那都是对的, 都是理所当然的, 可现在, 柳寒月只觉得浑身冰冷, 不应该啊, 不应该是这样的啊, 就算小璇很乖, 可江涵也不差啊, 虽然他穿的衣服总是破破烂烂的, 说话时不敢看人, 整个人胆小懦弱又怕事, 可他是他们师弟啊, 他们怎么可以嫌弃他, 为什么他们没有送过他衣服, 为什么没有教过他, 要看着人说话, 为什么没有陪着他, 让他充满自信, 师父难道就没有觉得这样不对吗, 还是说, 他一直都觉得江涵就该是这样的, 他就该是一身毛病, 他永远也不能变好, 所以, 他每次惩罚江涵的时候, 都顶格处罚, 罚他关小黑屋三天, 罚他在殿外跪着反省, 罚他去执法唐领鞭子, 但凡他敢有一丝不愿意, 那么等着他的, 就是更加严厉的处罚, 如果他敢挣扎, 那就是目无尊长, 就是该打, 他留给江涵的, 从来都是嫌弃与厌恶, 从没给过他一点好脸色, 更是没有为他付出过任何东西, 他留给江涵的, 永远都是厌恶, 可他却对凌玄有求必应, 不管他想要什么, 想干什么, 他都会无条件满足, 就算是宗门劲宝, 他都能拿出来, 让他把玩, 师父说, 这都是因为小玄资质好, 修炼又刻苦, 未来成就绝对不可限量, 以后林天宗都要靠他了, 可是, 真的是因为这样吗? 就因为他资质好, 他就这么明目张胆地偏心吗? 更何况, 就算是为了教育, 也不用对江涵那么苛刻吧? 留给江涵的, 每次只有惩罚, 从来没有过奖励, 就算他做对了, 也不会有奖励, 可能在师父看来, 对的也是错的, 难道, 江涵不是他的徒弟吗? 他不也是, 被师父从小带到山上长大的, 可为什么, 师父要这么对他? 师父对江涵做的那些惩罚, 从来就没有对他们做过, 更没有对小玄做过, 从来没有, 好像就是单单为了惩罚江涵, 而设计的惩罚一样, 因为那些限制, 从来没有针对过他们, 没有针对过灵雪, 他们曾经就这样, 眼睁睁地看着江涵被惩罚, 被侮辱, 像一个玩偶一样, 被他们玩弄于鼓掌之中, 可就算这样, 他还是每次都尽力配合他们, 师父要求的惩罚, 他每次都全力忍耐, 直到惩罚结束, 就算再痛, 再难受, 他也不会哭出一声, 因为, 如果哭了, 惩罚加倍, 他曾经那么卑微地讨好他们, 那么可怜地仰望着他们, 他当时是多么希望, 他们能帮帮他, 能救救他, 可他们, 却没有正面看过他一次, 没有给过他一丝善意, 哪怕一句安慰, 都没有, 所有人都没有, 二十姐, 快走快走, 玉心斋新出了一种点心, 据说是五阶心灵鱼所致, 吃了之后, 不但能让身体生出一种清香, 更能凝心尽神, 加快修炼速度, 我们快去尝尝, 陆静雪一手拉着柳寒月, 一手拉着凌玄, 笑得十分开心, 特别是小璇, 你这次为了宗门在外拼杀, 实在太辛苦了, 你想要什么, 就放手去买, 千万别跟师父客气, 好, 林璇点头, 看着也是很愉快的模样, 自从秘境结束之后, 他就一直这样, 看起来很开心的样子, 可柳寒月一眼就能看出来, 他只是在强颜欢笑, 也许是因为江涵的那些话, 刺痛了他, 也许是当时的狼狈, 让他下意识逃避, 也许是因为师父, 柳寒月看他一眼, 心中叹息, 江涵说的那些话, 其实不无道理, 用灵药强行提高境界, 就算都是没有副作用的灵药, 可那也是用灵药灌出来的修为, 小璇他可能真的被江涵吓到了, 就算他知道那些灵药都是没有副作用的, 可他还是会害怕, 他也怕根基受损, 他也怕无法结单, 他会胡思乱想, 他这样极其容易滋生心魔与修行不利, 可师父却没有多说什么, 也许是有办法帮小璇驱除心魔, 也许是不愿在想起那天的事情, 不愿在想起江涵, 可这种事是能逃避的吗? 柳寒月觉得这种事不能逃避, 只有勇敢面对才能找到解决的办法, 不然他们永远都无法正视自己, 他想告诉师父, 他想把江涵叫来和他们一起逛街, 毕竟他曾经非常渴望和他们在一起, 无论要做什么, 他看向师父准备鼓起勇气开口, 可他一开口说出的话却变成了, 师父, 这个点心不错, 我们多买一些, 带回去给大师姐尝尝, 嗯, 既雨禅点头, 韩月有心了, 那就多买点, 回去让你师妹他们都尝尝, 师父, 这个点心味道真的不错, 你也快尝尝, 林玄端着一块点心地来, 既雨禅满脸笑意, 伸手钢药结果, 鼻尖却忽然一动, 隐隐想起当时在秘境外, 林玄身上的狼狈, 他脸色微变, 顿时没了胃口, 他掠一片头, 右手顺势拿起旁边试者托盘中的玉镯, 我不喜欢吃这个, 小玄拿去给你师姐, 林玄看到师父这样, 眼神微暗, 抿着唇, 转头看向柳韩月, 师姐, 柳韩月脸上一僵, 心中悔恨, 今天就不该出来, 第六十章, 他是怎么心安理得的, 可他看着林玄眼中的暗淡, 还是不忍心拒绝, 柳韩月强忍着不是结果欲叠, 等到林玄转头的时候, 迅速将点心收进储物袋中, 准备等没人了再处理, 可他看着林玄在挑选法宝的模样, 还是忍不住在心中轻叹, 如果江涵还在该有多好, 他以前一直想和他们一起逛街, 可他那个邋遢的样子, 根本没人愿意带他出来, 每次他们出来玩的时候, 江涵只能躲在远处偷偷看着, 他还要躲得好一点, 如果被他们发现, 免不了又是一顿训斥, 等他们回去的时候, 有时候江涵还会在那里等着他们, 看着他们拿着新买的衣服首饰和各种法宝, 眼中满是羡慕, 他当时应该很渴望吧, 渴望和他们一起玩闹, 渴望获得他们的关爱, 或许是在期盼着, 他们有可能会带给他的礼物, 可他当时却仿佛看不到这些, 不只是他, 所有人都看不到这些, 他们眼中根本就没有江涵的位置, 柳寒月胸口闷痛, 他不知道他以前到底对江涵做了多少恶毒的事情, 如果他还在就好了, 那样他就可以带他出来玩, 教他学习阵法, 指导他修炼功法, 二十姐, 你在这发什么呆啊, 小璇看中了一套阵棋, 你阵法好, 帮忙看看合不合适, 路径雪欢快的声音让柳寒月有些心烦, 他不知道三师妹到底为什么这么没心没肺的, 明明他才是伤害江涵最深的人, 可为什么他却能毫不在意, 紫霄见踪向东百万里, 魔龙海域, 一子一览两道顿光从高空一闪而过, 巨大的气流滑破云层, 留下一道长长的伪迹, 杜宇成眼神轻快, 似乎很享受这种飞顿的感觉, 他的神石从海水中寸寸扫过, 不时打出一道灵气试探一二, 江涵跟在身侧同样神石外放, 深入海水内细细搜寻, 这里是他记忆中, 士林洞天现实之地, 士林洞天比较特殊, 并不是固定在一个位置不动, 而是会不断移动位置, 前世是一群伞修意外在此地发现士林洞天, 他们进去之后再也没出来, 只有一个守在洞口地逃了出来, 消息传开后才引得无数修士前来探索, 现在距离伞修们发现的日子还差几个月, 这就需要他们细细寻找才有望找到, 可他们两人在此连续寻找了三天, 还是一无所获, 可惜宗内现在事务繁忙, 上至宗主, 下至众多弟子都在忙着接手资源和城池, 接收下属门派的供奉, 江涵不想再麻烦师父他们, 于是只和大师姐来此寻找, 如若不然, 恐怕早已将整个魔龙海域翻了个遍, 有人, 杜玉成突然停步看向身后, 身形瞬间消失不见, 下一刻, 极远处忽然爆发出剧烈的灵气波动, 枪, 清脆的剑鸣响彻虚空, 黄暴的雷电之力, 化作一道耀眼的蓝色剑光, 瞬息间划破天际, 全力刺向一处空荡荡的虚空, 剑间锁刺之处, 虚空忽然一阵波动, 迅速献出一道青色光照, 瞬息挡在蓝光前方, 动, 沉闷的钟声带着阴浪, 向着四周急速扑开, 青色光照在剑光中晃动几下, 似是有些承受不住这股力量, 可其内却忽然泛起一阵更为剧烈的青色光芒, 将颤抖的青色光照迅速稳定下来, 二者相撞之处, 呼地生出一道巨大的波纹直冲海面, 哄, 海水被巨波轰击, 瞬间炸起百丈高的巨浪, 海面迅速出现大片血红, 转眼间浮起无数鱼虾尸体, 眼看一剑之力竟被卸去, 杜宇成眉头微皱, 瞬移回到江涵身边, 面色不善地看向被青光笼罩的虚空, 青色光照缓缓散去, 一行人影从中显露出来, 待看青来人后, 江涵当即脸色一沉, 墨秋霜? 你怎么在这里? 不, 不是, 小汉你别误会, 墨秋霜收起青色小钟, 满脸焦急, 江涵, 你这个混蛋, 你竟敢跟踪我们? 夏浅浅怒道, 我跟踪你, 江涵冷笑, 知道和这没脑子的女人讲不清楚, 索性看向躲在夏浅浅身后的林玄, 讥讽道, 林玄你眼光不错呀, 林玄一愣, 刚想说些什么, 就听江涵讥讽的声音传来, 你这次选的衣服不错, 比上次那个好多了, 上次那个位太大, 呛人, 林玄脸色一黑, 眼中闪过深深的仇恨, 上次是他大意, 竟然不小心着了江涵的道, 被他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羞辱, 简直是奇耻大辱, 就算师父回来后没有多说什么, 可他还是能感觉到, 师父对他有了明显的距离感, 就连大师姐和二师姐都不似以前那么热情了, 还有宗内众多弟子, 虽然看起来和之前没有区别, 可他还是总能感觉到他们眼中的嘲笑, 更有些其他风的长老清传, 甚至敢当面嘲讽他, 还说他实力不高, 想法倒是不少, 一点本事没有, 还敢肖想第一, 到最后却只会给林天宗丢人, 白白让紫霄见宗捡了便宜, 他现在感觉每个人看向自己的目光中, 都带着嘲讽与鄙夷, 那种被鄙视的感觉让他急于疯狂, 这也导致他最近总是心神不宁, 修炼几乎没有寸境, 让他更加烦躁, 若不是师父出手帮他突破到柱基大圆满, 恐怕他还会更加难受, 这都是因为江涵, 这次好不容易说服师姐, 一起出来抓几条鲫鱼, 江涵这个混蛋竟然还敢嘲讽他, 若不是现在境界差距太大, 他早就用锁链把江涵吸干了, 他双拳钻紧, 委屈又气愤地看着江涵, 师兄, 对不起, 我, 你跟他到什么线? 夏浅浅轻贺一声打断他的话, 江涵你这个废物, 既然走了就离我们远点, 整天缠着我们干什么, 真是脑子有病, 我现在没空跟你们啰嗦, 江涵极为嫌弃地转身, 师姐, 我们走, 杜宇成皱眉, 夏浅浅的话让他极不舒服, 可他看了眼江涵并没有多说什么, 只点了点头, 好, 眼看江涵要走, 墨秋双急忙喊道, 小涵, 你等一下, 谁知江涵根本不理他, 被杜宇成拉着顺移离开, 小涵, 墨秋双一急, 刚想追上去, 却被夏浅浅拉住, 师姐, 你找他干嘛, 他走就走呗, 他走了, 咱们正好亲近, 好好陪着小璇抓几条三维采风鱼回去养着, 夏浅浅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 江涵肯定是被我们抓到, 恼羞成怒, 不敢面对我们, 上次我就发现, 江涵其实一直想回来, 你说什么, 墨秋双震惊地看向他, 师姐, 你还是不了解他, 江涵那个人, 很贱的, 他其实一直都想回来, 只是放不下面子罢了, 上次秘境外, 秘境都结束了, 他不跟着紫霄剑踪走, 竟然特意等着我们去找他, 你说他是为什么, 他在等我们, 墨秋双感觉有些不对, 可他皱眉想了许久, 还是毫无头绪, 他疑惑地问道, 为什么, 夏浅浅得意一笑, 他就是故意在师父面前表现一下, 想让师父开口求他回来, 简直痴心妄想, 师父岂是那种受人威胁之人, 师姐你就看着吧, 他不会担心的, 他肯定会回来, 墨秋双面色纠结, 他总觉得好像不是这样, 可是江涵当时那模样, 好像是有一些好胜心在内, 不然他也不会故意和小璇作对, 他特意气如小璇, 确实有点在师父面前表现的嫌疑, 难道, 哼, 夏浅浅冷哼一声, 师姐放心, 江涵绝对撑不了多久, 我们换个地方布阵, 继续抓鱼吧, 这附近绝对有三维采风鱼, 墨秋双轻叹一声, 那就等等看吧, 如果等下还能遇到江涵, 那也许真的有可能像师妹说的这样,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只要师父点头, 江涵是不是就会回来了, 可若不是这样呢, 墨秋双眼神微冷, 看来似师妹对江涵有很深的偏见啊, 第六十一章, 你又要抢我机缘, 江涵深化顿光, 仔细搜索着下方的海域, 他不知道墨秋双他们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可他没时间跟他们绕来绕去, 现在最关键的是找到士林洞天, 吞噬意境是加快修行速度的一大助力, 是他现在必得之物, 墨秋双他们出现在这里, 肯定是不怀好意, 他小心点就是了, 对方若真敢动手, 有大师姐在, 他们也不是没有胜算, 正想着杜宇成忽然伸手拉住他, 猛地向后退去, 师姐, 江涵凝重地看着前方, 奔雷剑迅速击出, 浑身雷电之力剧烈波动, 随时可以出手, 虽然他什么都看不到, 但他知道师姐不会无地放逝, 能让他这么警惕的, 一定有极大危险, 杜宇成面色凝重, 紧盯着前方虚空, 蓝色飞剑悬在身侧, 蓄势待发, 空间波动, 空间波动, 就在这时, 一个小小的黑点, 墨地出现在半空,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瞬间放大上千倍, 退, 杜宇成急忙拉着江涵飞速后退, 眨眼间退后数十里, 二人刚停下, 中心的黑洞已扩大至近百丈, 紧接着一道巨大的黑影, 忽然从中掉落, 轰隆隆, 海面被黑影砸得支离破碎, 无数海浪奔涌咆哮, 黑影刚刚落下, 一股强大的气势紧接着自黑洞中追出, 可他还没出来, 黑洞就开始迅速收缩, 不, 黑洞中传出一声巨大的吼声, 那声音不似人声, 带着巨大的威势, 震得人心神颤动, 谁在那边, 吴承诺, 只要, 可黑洞收缩极快, 不待他多说, 瞬间就消失不见, 将对方的声音猛地掐断, 那是什么, 江涵面色有些苍白, 黑洞中明显有一个强大的存在, 刚才那股气势, 比之中那长老都不弱, 化神初期的妖羞, 杜宇成放松下来, 轻声道, 无碍, 将寒心中移动, 妖羞, 那是灵动天的载体, 也是一个妖羞, 等到海面平静下来, 海中已多了一个漂浮不动的小型岛屿, 说是岛屿, 看起来更像是一个足有五十丈大小的光滑贝壳, 贝壳浑身漆黑, 其内影有悬光透出, 浮在海面一动不动, 兴奋,转头看向江涵, 虽然他没有说话, 可多日相处之下, 江涵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 急忙散出神石, 往明归杯甲上扫去, 传闻中, 是灵动天, 就是藏在一个妖羞明归的暗闻背甲之上, 他原以为是生活在外海的明归, 没想到, 竟然是被传送到外海的明归, 怪不得他们找了这么多天都找不到, 神石在被甲上寸寸扫过, 直到一道神石突然消失, 江涵脸色一洗, 找到了, 就是这个, 杜宇承契室外放, 死死压制着明归, 接着又用神石从明归身上寸寸扫过, 确认没有危险之后, 才带着江涵落在其被甲上, 江涵踩在繁琐的花纹上, 朝着面前的被甲扔出一团灵气, 灵气刚一接触被甲, 就猛地和他断开联系, 就是这里, 江涵极为兴奋, 找了这么多天, 终于让他给找到了, 前世吞噬意境被一世家弟子所得, 那人靠着吞噬意境修为静静飞快, 不过一百多年就修制化神, 只可惜他太过高调, 化神后到处抢夺中小宗门的资源, 将吞噬意境的威力暴露了出来, 灵璇知道后, 利用灵天宗众多化神, 将其暗中出手灭杀, 炼化其原神领悟了吞噬意境, 这才让他修炼速度变得极快, 甚至在最后时刻, 他就是用吞噬之力将它们全部吞噬炼化, 这一次, 这吞噬意境, 灵璇是绝对不可能再得到了, 师姐, 麻烦你在外护法, 嗯, 杜宇成点头, 挥手扔出鸡块阵盘, 阵盘化做一道黄色光照, 其内有一条金色飞龙盘旋, 将整个名归防护的严严实实, 小汉, 一声轻喊, 亮江汉的脸色顿时一沉, 找到是灵动天的喜悦瞬间消散, 他转身看向半空, 墨秋霜, 你还真是阴魂不散, 怎么我走到哪都能遇到你, 墨秋霜玄庭在阵法外, 身后跟着灵璇和夏浅浅, 他细细打量着江汉身前的背甲, 脸色凝重, 小汉, 那应该是一个强者布置的空间阵法, 你是要进去吗? 里面说不定会有危险, 江汉皱眉, 关你屁事, 江汉, 你怎么跟师姐说话的? 你腿子就是你腿子, 都结单了, 还这么不知理数, 夏浅浅面露不屑, 这等强者布置的空间阵法内, 说不定会有强者留下的传承, 哪是你这个废物能拥有的? 你就算进去了也是浪费传承, 快把那宝地让出来, 让小旋进去参悟一番, 只有小旋的绝世天赋, 才有机会领悟强者的传承。 郭躁! 江汉抬手, 祭出奔雷剑, 要打就打, 哪那么多废话? 他冷眼看着几人, 凌玄刚刚晋级驻击大圆满, 气息波动得厉害, 明显连境界都没稳固, 可以直接无视。 夏浅浅也不过才结单大圆满, 虽然他法宝众多, 可若是用出寂灭神雷, 他有七成把握将其击杀。 只是若真如此做了, 纪玉禅必定疯狂, 肯定会拖累紫霄剑宗入场, 有极大可能爆发两宗大战。 他倾吐一口浊气, 这不是他想看到的, 至少现在还不至于走到那一步。 江汉直视墨秋霜, 冷声道, 墨秋霜? 你又要抢我的机缘? 墨秋霜一愣, 心中苦涩。 他没想到, 江汉竟然这么敌视他。 那你机缘了? 这明明是小玄的机缘, 你跟踪我们。 夏浅浅还没说完, 就感觉肩膀一沉, 喉尖一梗,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墨秋霜施法封住他的嘴, 刚准备说话, 却感觉自己衣袖被轻拽了一下。 他疑惑转头, 小玄, 怎么了? 林玄眼底的贪婪, 浓郁的快要爆发出来, 这个空间入口, 在他眼中爆发出极强的气韵之力。 不愧是江汉, 随便在海上转悠都能遇到这种宝地。 那种强大的气韵之力, 最少能让他兑换三十万点气韵值。 有了这些气韵值, 足以让他晋级结丹大圆满, 甚至还有余钱, 再兑换一条命运锁链。 有了命运锁链, 再用足以压制他的实力, 强行将他绑定, 江汉绝对逃不掉。 江汉绝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再次渡劫因雷劫。 只要没有雷劫, 天道就不会出现, 命运锁链就不会被天道抹杀。 他迫切地想要进入这个空间入口, 将其收为己用。 可他不知道该怎么说, 若是直接讨要, 怕是会引起大师姐反感。 可若让他放弃, 他实在不甘心。 他拉着墨丘霜的衣袖, 有些委屈地说道, 大师姐别生气, 四师姐只是随口一说, 虽然, 虽然这个宝地对我很重要, 可既然江师兄已经将其占为己有, 那我就让给江师兄嘛, 我委屈点没事, 只要大师姐别和江师兄生气就好了。 脸色有些凝重。 小萱, 你知道这个空间里面是什么? 林玄摇头, 我也只是偶然得到一个预见, 里面说这里有一个洞天伏地, 可能会有某位强者留下的一门功法, 能提升劫单几率。 他抹了把眼角, 我这次来这边, 就是想看看能不能找到入口, 只是没想到江师兄竟然也得到了消息, 甚至提前将入口占据。 大师姐, 你千万不要和师兄生气, 师兄想要救给他吧, 我委屈点没事的。 林玄微微低头, 眼去眼中的得意, 自从和江涵相遇以来, 这招可谓是无往不利。 每次只要江涵得了什么好东西, 他只要这么一说抹一把眼泪, 师姐和师父就能把江涵手里的宝贝抢过来给他。 除了一点点偷取的气韵值, 这种机缘换来的气韵值, 才是他收入的大头。 自从江涵走后, 他已经许久没有大批气韵值进账了。 宗内那些人, 一个个穷的叮当响, 每天偷取的气韵值还不够他修炼用。 这次好不容易有机会从江涵手中夺到气韵值, 绝不能轻易放弃。 江涵啊, 江涵, 师父师姐都站在我这边, 我看你拿什么跟我斗, 就算逃出宗门又如何? 只要还在这个世界, 我就能找到你。 你永远也别想逃出我的手掌心。 他低着头挑衅地瞥向江涵, 期望看到江涵脸上那熟悉的愤怒和绝望。 可当他眼神扫过, 却只看到了江涵脸上的冷笑。 紧接着, 墨秋双惊喜的声音从耳边传来。 真的吗, 小璇? 你真的愿意把这个宝地让给小涵? 啊? 林璇一惊, 心想这是怎么回事? 师姐在说什么傻话, 我怎么可能愿意让给他? 他急忙抬头, 可却只看到墨秋双满脸的惊喜与期盼。 心中一慌, 他想要反驳的话也说不出口, 有些结巴地回道。 愿, 愿意的, 只要师兄。 莫等他说完, 墨秋双就伸手揉了柔林璇的头, 欣慰地说道, 小璇, 你能这么想真的太好了, 那这个宝地就让小涵进去了。 至于能增加结单几率的功法, 等回踪后, 师姐再帮你找。 啊? 林璇气息一致, 他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 师姐, 你, 你刚才说什么? 第六十二章, 不对, 肯定哪里搞错了? 墨秋双疑惑, 以为他是没听清, 于是再次说道, 我刚才说, 既然你愿意把这个宝地让给小涵, 那增加结单几率的功法, 我回去再帮你找。 林璇心底一颤, 这不对吧? 这肯定不对吧? 怎么回事? 大师姐怎么就这么同意了? 他不是应该心疼地夸自己董事, 然后大骂姜涵一顿, 骂他不识好歹, 敢和自己抢东西, 再把宝地抢过来给自己吗? 可这是怎么回事? 他怎么能真的让自己把宝地让出来? 这怎么可以? 他只是在说反话, 他真的没想让给姜涵。 那可是最少三十万点的气韵值, 他怎么可能让出去? 可他看着墨秋双惊喜欣慰的眼神, 却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难道说自己不愿意吗? 那样的话, 师姐会怎么看他? 会不会觉得他不懂事, 然后对他失望? 那他以前做的那么多事, 岂不是全都白费了? 林玄心中怒火汹涌, 气得他双眼发红, 身体都微微颤抖。 姜涵, 都怪你。 他勉强扯动嘴角, 嘴中艰难蹦出几个字, 没事的师姐, 这, 这都是我, 应该做的。 他的声音越来越小, 心脏越来越痛, 那么多气韵值, 那么多气韵值啊, 就这么白白, 让姜涵抢走了。 好。 墨丘霜高兴转身, 看向姜涵。 小涵, 这等空间传承之地, 里面大多都有危险, 我这有几件护身的法宝, 你且收着。 他说着, 抬手取出几件法宝, 介绍道, 这件是天阶三品法宝青碎珠, 这是天阶一品法宝天运灵, 这是地阶九品法宝五行配。 师姐这次出来匆忙, 没带太多法宝, 你先拿去用, 不够了, 师姐再去找。 青碎珠? 天运灵? 五行配? 林玄眼珠子都红了, 这都是师姐经常使用的法宝, 师姐怎么能把这么好的法宝送人? 他曾经多次隐晦地表示, 自己很喜欢这几件法宝, 师姐都没给他。 怎么一看到姜涵, 师姐就跟被迷惑了心智一样, 这么多宝贝一股脑全送出去了? 该死的姜涵! 林玄后曹牙都要咬碎了, 他紧紧攥着袖口, 眼睁睁地看着几件法宝向姜涵飘去, 恨不得当场把姜涵碎尸万段, 就连夏浅浅看到这一幕都急得直跺脚, 可他被墨丘霜施法封住经脉, 就算再急, 他也说不出一句话。 他瞪着大眼睛焦急地看着墨丘霜, 嘴里呜呜呜地叫个不停, 谁知墨丘霜根本不理他, 甚至再次施法把他定在原地, 让他动弹不得。 几件法宝毫无阻碍地穿过镇法光幕, 玄庭在江涵前方, 江涵剑死, 心中又是一惊。 墨丘霜不愧是那一代弟子中的天之骄子, 不但一眼就能看出士灵洞天所在, 更是能这么快就将师姐的阵盘破解。 虽然师姐不善阵法, 但墨丘霜这种手段也着实有些厉害。 他心中隐隐不安, 挥手将几件法宝全部打飞出去, 冷喝道, 墨丘霜, 你别给我动弯心思, 这是我找到的宝地, 本就属于我, 不需要你们在这里虚伪地让完让去。 小涵你别误会, 墨丘霜急到, 我只是想帮帮你。 帮我? 江涵眼含不屑, 如果你真想帮我, 那就离我远一点。 你能别来烦我, 我就谢天谢地了。 好。 墨丘霜眼圈一红, 急忙点头, 我这就走, 你安心仓物传承, 我去外围替你护法。 说着, 他挥手带起夏浅浅和林玄, 转身向远处飞去, 似乎生怕江涵反悔似的, 很快就消失不见。 江涵见此, 脸色一素, 这墨丘霜又在打什么主意? 之前一直在打感情牌, 想让自己心软松口, 这次怎么这么好说话? 有古怪, 有问题, 他绝对在憋什么坏招。 他沉音片刻, 低声道, 世界小心, 我怀疑墨丘霜有问题, 有危险你, 就进空间来找我, 千万不要和他硬拼。 士林洞天内, 有能够吞噬灵气的吞噬意境, 他储物界中, 还有数量众多的丹药可用。 如果墨丘霜真的敢动歪心子, 有那么多丹药在手, 足够在里面耗死他们。 洞天争夺时, 出手没把握住分寸, 死伤几个人, 那都是很正常的, 哪个宗门也不会因为这个, 就爆发大战。 就算纪与禅非要打, 那些长老们也不是吃素的。 杜与诚看他一眼, 轻轻点头。 好, 姜涵看了眼墨丘霜消失的方向, 沉音片刻后, 转身一头撞进龟甲之中。 与此同时, 墨丘霜带着林玄二人, 停在距离明归五十里外。 当一停下, 他就取出数块阵盘, 化作巨大光幕, 将百里范围全部笼罩。 林玄看他这样, 心中不禁有些恐慌, 到底发生了什么? 师姐为什么突然对姜涵这么好? 不仅把宝弟拱手让出, 甚至还要送那么多法宝, 现在更是主动帮姜涵护法。 这应该是他的待遇才对吧? 什么时候变成姜涵的了? 想到这里, 他实在忍不住, 开口问道, 师姐, 姜师兄他, 莫丘霜正在神石外放, 仔细监控千里内所有的风吹草动, 听到林玄说话, 他睁眼看来, 轻声道, 怎么了? 林玄对上莫丘霜依然温柔的眼神后, 心中突然一跳, 不知为何, 他总觉得有些不安, 可他一想起姜涵那张脸, 心中的恨意就如潮水般汹涌而来。 他咬牙说道, 大师姐, 你千万别生气, 姜师兄估计是心情不好, 所以对师姐说话的语气才会那么差, 他肯定不是故意骂师姐的。 骂我? 莫丘霜脸色落寞, 轻轻摇头, 只要他愿意, 他多骂我一点也是好的。 什么? 林玄一惊, 师姐在说什么胡话? 什么叫姜涵多骂他一点也是好的? 以前姜涵说话语气, 差点就能被他打一顿, 现在这是怎么回事? 竟然想让姜涵骂他? 这是在发什么疯? 莫丘霜摇头, 没事, 小玄你只需要安心修炼就可以了, 不要想太多。 他抬手揉了揉林玄脑袋, 你也要像今天这样, 对你师兄大度一点。 你师兄以前就对你极好, 你要是有好东西, 也要多想着点你师兄。 搞什么啊? 林玄脑袋都要炸了。 师姐搞错了吧? 绝对搞错了吧? 应该是姜涵把好东西都让给我才对吧? 我怎么可能给他? 可他现在又不能发作, 只能装作开心的用力点头。 嗯, 我会的。 不是, 大师姐, 你搞错了吧? 夏浅浅终于挣脱束缚, 满脸愤怒地跑到墨丘霜面前说道, 就姜涵那个废物, 好东西给了他就是浪费, 只有小玄拿着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 你干嘛让小玄把好处都让给他? 墨丘霜眉头一皱, 我是师姐, 你是师姐, 我说话你都不听了? 不是啊, 师姐, 夏浅浅焦急道, 只是凭什么? 姜涵都已经结单了, 他要那增加结单几率的功法干嘛? 明明小玄才是最需要的人。 闭嘴, 墨丘霜脸色异冷, 小汉一个人在外面本就不容易, 他好不容易有机会占据一个洞天, 你就不能让给他。 咱们宗内能增加结单几率的功法, 不知道有多少, 何必跟小韩抢这个? 我, 夏浅浅眼圈一红, 那也不能就这么平白让给他, 当初是他自己要走的, 又不是我们赶他走的, 他就算没有功法, 也是活该。 我猜不要小玄当冤大头, 明明是小玄的机缘, 绝不能便宜了他。 墨丘霜脸色一沉, 说到底, 你也是小韩的师姐, 你怎么就这么, 见不得他好? 你就非要跟他抢这个机缘。 夏浅浅越想越气, 脸色气得战红, 我不管, 他没有资格占据这等宝地, 我去找他回来。 说完, 他扭头就往里面冲去, 林玄拉都拉不住他。 师姐, 林玄神色交集, 江涵那里可是有一个 圆阴大圆满的剑修坐镇, 四师姐怎么敢的啊? 大师姐, 让他去。 墨丘霜冷哼一声, 你看他现在什么样子, 马上就要准备结阴了, 还整天跟着小孩子似的, 动不动就生气, 再不好好磨练一番心境。 我看他怎么凝聚道心, 没有道心, 我看他怎么结阴。 第六十三章, 能动手的事, 就不要动嘴。 黑暗, 无尽的黑暗中, 突然站出一道雷霆, 跳跃的紫色光芒, 将江涵的脸色印得有些苍白。 光芒四倍限制在他身体三尺范围内, 只要离开这个范围, 无论是法宝还是雷霆, 都会瞬间被吞噬。 可就算他将雷霆限制在掌中, 雷霆也只能微微跳跃几下, 就立刻开始变得微弱。 他赶忙掏出一粒丹药, 胡伦吞下, 可还不待他将零力吸收, 掌中的雷霆就已消散。 不愧是号称能吞噬万物的吞噬意境, 不只能吞噬零力, 就连雷霆和法宝, 甚至连光芒都能吞噬。 江涵再次激活一道雷霆, 趁着片刻的光芒向前缓步挪动。 他不知道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 自从进来之后, 除了四周无尽的黑暗, 就只能靠着雷光, 勉强看到脚下残破的石阶, 还有旁边石壁上纵横交错的战斗痕迹。 顺着石阶一路向前, 四周的吞噬之力越发强盛, 直到三个时辰之后, 他已经无法向体外放出任何零力。 就算是雷霆之力, 也只能在掌心出现片刻, 就会被吞噬干净。 那一丝虚无规则到底在哪里? 怎么走了这么久还没发现? 江涵心中隐隐有些浮躁, 墨丘双不知道在玩些什么把戏, 大师姐还在外面为他护法, 他进来这么久, 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变故。 正想着, 他忽然心中一动, 一丝鸣雾涌上心头, 吞噬, 无处不在的吞噬之力。 一股强烈的鸣雾突然袭来, 让他忍不住盘膝坐下, 神石外放, 细细感悟着无处不在的吞噬之力。 江涵面色一白, 神石刚出体, 就开始迅速消失, 被无处不在的吞噬之力, 顷刻间吞噬掉, 可随之而来的是一种更为强烈的名物。 他眉头微皱, 操控神石凝聚呈现, 极为一点朝着虚空中猛的刺去。 哼, 仿佛撞穿了一堵巨墙, 石海发出一阵颤动, 剧烈的眩晕感让他脑中变得一片混沌。 等他再次睁开眼睛, 发现自己竟然来到了一处虚空之中。 四周仍是一片黑暗, 但有无数残破的星辰散发着微亮的光芒, 让他能勉强看清四周。 四周的一切都在循着某种特殊的规律不断移动。 哼, 身后忽然传来一阵轰隆巨响, 他急忙转头看去, 却见一颗无穷大的星辰, 斜着足以毁天灭地的气势轰然冲来。 那星辰不知有多大, 江涵在他面前恐怕连一粒最微小的灰尘都不如, 简直渺小到了极致。 他举目似望, 竟然连星辰的边缘都看不到, 目中所及之处, 只有无边的星辰躯体, 一股寒气自脚底直冲天灵, 他今生第一次感受到了死亡的压力, 可他的身体被一股强大的气势压制, 站在原地根本动弹不得,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星辰轰隆撞来。 轰隆隆, 巨大的声响, 震得他耳膜生疼, 脑中更是一片混沌。 完了, 江涵心中极为不甘, 他还有好多事没做, 他不能就这么死在这里。 他拼尽全力, 准备将灵力全部注入封天凯中, 想要以此挡上一瞬, 可等他运功调动灵气, 却发现身上竟然没有一丝灵力, 别说封天凯了, 就连性命相连的本命飞溅, 竟然都从丹田消失不见。 来不及多想, 星辰已经近在眼前, 巨大的压力让他心神俱阵, 可他现在毫无办法,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星辰撞来。 轰隆隆, 巨大的星辰瞬间把江涵淹没, 他耳边的轰隆声不断响彻, 一直过了许久, 他仍没有感到一丝疼痛, 他忍不住睁眼一看, 发现自己竟然还站在原地。 星辰竟是直接从自己身上穿过, 根本没有造成任何伤害。 可那星辰实在太过巨大, 单单是冲击的过程, 就用了足足半个时辰。 除了那真实无比的强大气势之外, 他竟感觉不到丝毫星辰的实质。 难道是虚影? 江涵脸色有些苍白, 虽然星辰没有伤到他, 可那气势却极为真实。 那种无比强大的气势, 就算是师父都无法相比, 那是比化神七还要强大无数倍的存在。 他顺着不断移动的星辰转头看去, 可当他看到星辰终点的刹那, 他身体猛的一阵, 眼神甚至出现了一瞬间的呆滞, 那就是吞噬之力的源头。 他第一次看到了那星辰的全貌, 可与之相对的, 是一个更恐怖, 更巨大的存在。 只见一个无比巨大的黑洞, 正安静地悬浮在上方, 在江涵面前无比巨大的星辰, 冲到黑洞面前时, 已经变得像一粒尘埃一般, 渺小无比。 江涵亲眼看着那颗星辰冲入黑洞之中, 就像是一粒沙子掉入沙漠一般, 甚至没有让黑洞掀起一丝波澜, 只是无比平静地消失在黑洞中。 除了那颗星辰之外, 四周还有无数星辰, 像飞蛾扑火一般, 不断冲进黑洞中, 然后平静地消失。 一股难以形容的感觉, 瞬间将它包围, 那是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 空洞,空虚, 心中空落落的, 那里好像什么都有, 又好像什么都没有。 这就是吞噬。 江涵刚想到这里, 他的意识突然失去了控制, 身体被无形的漩涡拉扯, 顺着犀利迅速冲向黑洞。 他急忙用尽全力想要挣脱出去, 可任凭他用尽手段, 身体也不能抵抗分毫。 身体无法动弹,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巨大的黑洞, 迅速占据他整个视野。 江涵, 你这个混蛋, 废物, 小畜生, 快给我滚出来。 夏浅浅怒气冲冲地飞到明归上空, 隔着阵法光目大骂。 你看看, 你做了什么? 这可是小旋的机缘, 你身为师兄, 不主动让出来也就罢了, 竟然还和师弟抢夺, 你简直大逆不道。 快给我滚出来, 只要你把宝地让给小旋, 我这次就饶了你, 要不然, 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杜宇成盘西坐在空间入口处, 有些疑惑地看向夏浅浅。 他不明白, 这女人在生什么气? 他难道是傻的吗? 他就面前大喊大叫, 还敢当着自己的面, 骂自己的师弟。 简直比武师说, 嗯, 养的那只狐狸还要没脑子。 他想了想, 实在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于是屈指一谈。 青葱般的指尖呼地弹出一道轻烈的剑光, 那剑光速度极快, 朝着夏浅浅的眉心急速射去。 他不会吵架, 反正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既然是能动手的事, 干脆就不要动嘴。 剑气化作一道蓝色的光芒, 瞬息划破虚空, 眨眼间已冲到夏浅浅身前。 夏浅浅正在气头, 对着光芒内破口大骂, 想要把江涵骂出来。 正在这时, 他突然感到眉心一阵刺痛, 凝神一看, 却见一道蓝芒正朝着自己冲来。 那强大的气息, 那极快的速度, 把他吓得心脏瞬间一颤。 你要杀我? 你敢杀我? 他大喝一声, 迅速祭出一面盾牌挡在身前, 体内灵力极速冲入其中。 盾牌迎风变长, 刚出现便长座三丈大小, 将夏浅浅牢牢护在身后。 剑气瞬息而至, 带着一往无前的气势轰然撞在盾牌之上。 破! 递接无品的防御法宝, 在剑光面前就像一张破纸一般, 再和剑光接触的一瞬间就被瞬间传过。 而剑光击破盾牌竟然毫无损耗, 甚至连一丝颤动也无, 仍速度极快地朝着夏浅浅的眉心冲去。 他真的要杀我。 夏浅浅脑子嗡的一声, 差点炸开。 他直到现在才发现, 原来那个风云真的要杀自己, 他竟然真的敢杀自己。 他还有法宝没用, 他还有师父赐下的防御法宝没用, 只要用出来就能挡住。 可那道剑气太快, 太快了。 他根本没有时间寄出法宝。 眼看剑气已经冲到眼前, 他甚至能感觉到眉心已经被剑气刺破, 一股剧烈的疼痛从脑中炸起。 师姐! 尽管师姐把宝弟让给姜涵, 让他极为生气, 可眼下事态紧急, 不是和师姐生气的时候。 他能感觉到那剑光中带着无边的杀意, 并且没有丝毫留守的意思。 要是在漫上片刻, 他真的会死。 他大声求救, 声音极为凄厉地从他口中冲出。 救我! 可那剑光实在太快, 他刚刚喊出声, 剑光竟已冲到了他的眼前。 他皱缩的瞳孔中, 只剩下满目的蓝色剑光, 剑光前端不断吞吐的剑气, 将他眉心刺得剧痛无比。 第六十四章, 你怎么能帮外人?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他的眼前忽然浮出一道清光。 一个青色小钟从虚空中突然出现, 他出现得极为突兀, 好像他一直都在那里, 只是之前没人能看到, 现在是他主动出现在所有人的视线中。 小钟刚一出现就清光大胜, 迅速形成一道青色光幕, 死死挡在剑光之前。 大! 沉闷的钟声在场中回荡, 蓝色剑光和清光相撞的瞬间, 就相互抵消, 消散一空。 可不知为何, 那强大的力量, 还是透过小钟穿过了些许。 破! 夏浅浅被一缕极其细微的剑气击中, 张口喷出一大口鲜血, 身体控制不住地倒飞出去。 等他好不容易站住身子, 又扑扑连吐几大口鲜血, 才勉强将侵入经脉的剑气炼化。 可他面色也因此变得极为苍白。 莫修霜的身影忽然出现, 他低头看了眼狼狈不堪的夏浅浅, 又看向盘息闭目的杜宇成, 眼中闪过一丝隐藏极深的嫉妒。 在他眼中, 能清晰地看到杜宇成的道心不知怎变, 镜底之前稳固了许多。 以前的那个疯子, 听说只要稍微激怒, 就能和人拼个你死我活。 可现在的杜宇成, 背下浅浅站到面前大骂, 竟然还能心平气和, 没有一丝多余的情绪波动。 他心中暗恨, 自己花了几十年稳固道心, 也只在最近十几年有那么一点点收获。 可这个疯女人怎么修补得这么快? 这才多久啊, 前些日子见他还是道心破损, 动不动就有杀气。 可现在再见, 杜宇成的道心竟然已经稳固了大半。 更重要的是, 他还一直从中作梗, 不让自己和小韩接触。 若有机会, 莫秋双心中冷哼一声, 只觉心绪突然起伏不定, 直到默念了九遍清心骤财, 堪堪停赴下来。 他面色和善地看向杜宇成, 轻声道, 宇成还请息怒, 我师妹只是一时冲动, 不小心冒犯了宇成, 如今他也受伤不清, 还望宇成莫要再怪。 杜宇成睁眼看他, 大眼睛中满满的疑惑, 他有些想不明白, 这个莫秋双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说话了? 想了片刻, 还是想不到, 索性就不想了。 他看了眼满脸惊恐, 脸色惨白的下浅浅, 心底有些遗憾。 虽然师弟之前说过, 不能这么轻易地杀掉林天宗这些烦人的女人, 可若是对方先招惹他, 他又不小心用力大了些, 那杀了也就杀了, 他也只是不小心罢了。 只可惜莫秋双来得太快, 要不然, 这个又烦人又没脑子的女人, 今天就能解决掉了。 他心中轻叹一声, 转而抬眼看向莫秋双, 张口冷冷吐出一个字。 滚。 莫秋双眼神一冷, 他休到这么多年, 还没人敢这么骂他。 就算是师父, 也从未当着别人的面骂过他。 可现在不是和杜宇成翻脸的时候, 他只能咬牙咽下这口气, 面上重新挂上笑意。 宇成何必动目? 师姐! 夏浅浅终于恢复过来, 眼中的惊恐散去, 取而代之的是极为浓郁的后怕。 若不是师父赏赐的灵浴甲 在关键时刻出发, 替他挡下了八成的力量。 他刚才就算不死也要重伤。 他极为虚弱地飞到莫秋双身后, 眼中带着无边的恨意 瞪向杜宇成。 师姐! 杀了他! 快杀了他! 这个疯于人, 他刚才竟然要杀我! 闭嘴! 莫秋双呵斥一声, 自己几斤几两不知道, 你现在不过才结单大圆满, 竟然敢来招惹原因大圆满的剑修。 你脑子怎么想的? 师姐! 夏浅浅脸色更白, 他原以为师姐是来帮他出气的, 可现在这是怎么回事? 师姐竟然在骂他! 就算他之前确实有些冲动, 可师姐不是和他一起的吗? 怎么能帮外人说话? 姜涵的身体逐渐变得模糊, 原本隔绝在身体外的黑暗, 逐渐将他完全淹没。 不知过了多久, 他的身体突然从黑暗中再次出现, 就好像是黑暗中突然出现的一支蜡烛, 虽然微弱, 但却极为坚挺。 噼啪! 他掌中忽然出现一道雷霆, 紫色光芒极为明亮, 而且这一次, 雷霆之力没有再减弱, 而是不断释放着光芒, 将深周三米内照的通亮。 姜涵缓缓睁眼, 看着掌中的雷霆, 脸上多了一丝喜色。 原来, 这就是吞噬。 星湖之上, 原本还有些模糊的剑星对面, 出现了一个巴掌大小的黑洞。 黑洞静静悬浮在半空, 没有散出一丝气息, 更没有散出一丝波动, 就好似那片空间突然缺了一块似的, 显得诡异又合理。 丹田中同样出现了一个拳头大的黑洞, 它凭空出现在子丹旁边, 虽然静止不动, 却带着一股特殊的犀利。 原本猖狂的寂灭神雷在黑洞出现的刹那, 立刻变得胆小了不少, 转动间远远避开黑洞, 只敢在外围跳跃, 丝毫不敢靠近黑洞周围。 江涵又掌虚沃, 随着它心念一动, 一个同样有拳头大的黑洞出现在掌心。 黑洞刚一出现, 四周的紫光瞬间消失了大半, 与此同时, 它丹田内凭空多了一团精纯的灵气, 浩强的吞噬之力, 才刚刚领悟, 竟然就能吞噬雷光。 江涵心中隐隐兴奋, 这要是修炼到高深处, 是不是也会像刚才在意识空间看到的那样, 化身巨大的黑洞, 吞噬星辰万物? 手掌一翻, 黑洞瞬间消散。 领悟吞噬意境之后, 它体内的灵力已经不再流逝, 深周三米内, 现在都属于它的领地。 外界的吞噬之力, 无法再对它产生作用, 在它的领地之内, 只有它, 才能吞噬。 平复下来之后, 它再次开始打量四周。 这十阶镜头, 不知道有什么? 它看着脚下的十阶, 由于片刻后, 还是转身, 准备离开。 师姐还在外面等着, 先出去再说。 可就在下一刻, 随着它的脚步落下, 眼前极为突兀地出现了一道白色光芒。 江涵心中一惊, 它来的时候, 那里分明没有任何一丝光亮, 可它这次刚回头, 竟凭空出现了一道柔和的白光。 江涵心中警惕, 掏出一块上品灵石激活风天凯, 直到金色的光照出现, 它心中才安定了少许。 又走了两个时辰左右, 它才终于感到光亮之处, 可等它看清面前的场景, 江涵整个人都呆了一瞬。 那竟然是一座石杖剑方的石台, 最令它难以置信的是, 石台上竟悬浮着一个身穿黑衣的绝美少女。 四条粗大的铁链从黑暗中延伸而来, 将它的四肢禁锢。 铁链不知为何物所致, 漂浮在空中一动不动, 整体散发着黑色光芒。 它双眼紧闭, 身体紧紧缩成一团, 浮在半空一动不动, 唯有一头青蓝色的长发徐徐飘动。 一颗黑色小球悬在它的头顶, 一眼看去, 江涵顿时感觉心中空了一大片, 一种虚无, 空虚的感觉瞬间将它包围。 那种空洞虚无的感觉, 和它刚才在意识空间见到的巨大黑洞时的感觉, 一模一样, 极为纯粹。 简直就像是同一个黑洞。 第六十五章 说了, 让你闭嘴。 黑球虽然非常安静, 一动不动, 可其上却散出无比强大的吞噬意境, 仅仅是看上一眼, 神魂就好似要被吸进去。 那种浓郁的力量, 比它这刚刚领悟的意境, 强了不知多少万倍。 江涵眉头紧皱, 前世, 他可没听说过这士林洞天内还有人, 还是这样一个看起来就很不简单的少女。 少女身上感觉不到一点气息, 若不是那微微颤动的睫毛, 江涵甚至会以为它是一具尸体。 江涵心中警惕大圣, 远远绕开这座石台, 朝着来时的入口走去。 这少女一看就知道不简单, 现在外界情况不明, 还是早些出去为妙。 若是以前, 他可能还能好奇心爆发, 上前查看一番, 可现在的他最怕的就是麻烦。 直到走到出口漩涡处, 他才略微放下心来, 回头看去, 石台已经消失不见, 仅有一丝微弱的白芒在深处忽影忽现。 江涵不再犹豫, 一步朝着出口迈去, 天旋地转之间, 一丝光亮在眼前迅速放大。 咕! 咕! 海鸟的叫声夹杂着风声传入耳中, 等到眼睛适应了光亮之后, 他才终于看清眼前的场景。 巨大的光照依然将四周封锁, 杜宇成盘膝坐在一旁, 歪头看他。 见江涵看来, 他眨了眨眼睛。 好了, 好了。 江涵深吸了一口带着咸味的海风, 轻声问道, 师姐, 我进去多久了? 一刻钟。 杜宇成说道, 江涵却瞳孔皱缩, 一刻钟? 他明明感觉在里面最少经历了六七个时辰, 怎么外界才只过去一刻钟时间? 是里面和外界的时间流速不一样? 还是说, 他的时间也被吞噬了? 他用力摇了摇头, 打定主意, 以后绝对不要再进这诡异的地方。 这时他才终于回过神看向对面, 那里, 墨秋双三人正悬在半空。 江涵疑惑地看了眼面色惨白的夏浅浅, 又看了眼表情严厉的墨秋双眉头一皱。 墨秋双, 你又来干什么? 他的声音很是烦躁, 怎么到哪儿都能遇到这几个疯婆子? 墨秋双看到江涵出来, 心底松了口气, 可是一听江涵这话, 顿时眼圈一红, 委屈地说道, 小涵你别误会, 我只是太担心你, 乖看一看, 不信你问雨成, 他能作证, 我来之后什么都没干。 雨成? 江涵眼都瞪大了, 墨秋双什么时候和世界这么亲热了? 杜雨成皱眉看向墨秋双, 有心想反驳, 可他想了又想, 墨秋双来了之后, 确实没做什么, 他是在来之前出手的, 脑子有点乱, 他沉默片刻, 忍住提见凯人的冲动, 开始闭目默念轻心咒, 江涵, 你终于出来了, 下前遣一个闪身, 甩开凌寻的搀扶, 站在墨秋双身边, 有了大师姐坐镇, 这下, 他可不怕杜雨成那疯子了, 这次自己不主动惹那个疯女人, 那疯子要是再敢动手, 大师姐绝对不会放过他, 他指着江涵骂道, 你这个没用的东西, 只会躲在女人身后的废物, 你看你脸色差成什么样了, 这次肯定一无所获吧, 哼, 就算让你先进宝地又如何, 你还不是什么都得不到, 早就跟你说了, 这等宝地, 你进去了也是浪费, 还不快给我滚出来, 让小璇进去参悟传承, 你给我睁大眼睛看着, 你进去这么久都得不到的传承, 小璇只需进去片刻, 就能完全领悟, 闭嘴, 江涵还没说话, 莫秋双先忍不住了, 你哪只眼睛看到小韩失败了, 你什么时候知道, 小韩没获得传承了, 吼, 夏浅浅一慌, 大师姐这是什么意思, 怎么又帮江涵说话, 他一咬牙, 指着江涵大喊道, 我猜也能猜到, 就他那垃圾资质, 恐怕连地阶功法都无法参悟, 还领悟传承, 他能不被传承冲坏实海, 就谢天谢地了, 莫秋双脸色一沉, 谁说小韩无法参悟高阶功法的, 你见过了, 夏浅浅一致, 我虽然没见过, 但他天资就是差, 不然怎么连灵天宝典都不能修炼, 莫秋双呼吸一顿, 师妹他们不知道, 他根本就没把灵天宝典传给江涵, 他怎么修炼灵天宝典, 见莫秋双不说话, 夏浅浅以为自己说到实处了, 顿时极为得意, 江涵, 垃圾就要有垃圾的觉悟, 你又没本事领悟传承, 还这么强势地霸占着宝地干什么, 你老老实实把秘境让出来, 我这次就饶了你, 要不然, 我就让你好好回忆一下曾经的恐惧, 江涵脸色一沉, 这个疯婆子, 怎么到哪都不消停, 夏浅浅, 滚一边去, 你算哪根野葱, 轮得到你来管我的事, 你说什么, 夏浅浅大怒, 你竟敢骂我, 你要想回林天宗, 就给我老老实实地道歉, 别在这一直跟我玩偶遇, 我告诉你, 这招没用, 谁他妈跟你玩偶遇了, 江涵听到这话, 简直比吃了苍蝇都恶心, 你这脸皮简直比山下王屠夫的鞋底都厚, 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德性, 除了在这狗叫, 你还会干什么, 还说什么回林天宗, 就那破地方, 狗都不去, 你还当着宝贝, 江涵, 夏浅浅大怒, 你敢骂我, 你还敢骂我, 闭嘴, 墨秋双冰冷的声音突然在他脑中响起, 可他现在怒气冲头, 直接失去了理智, 他跳着脚大喊, 你要不是为了回林天宗, 你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找我, 还不是想让我替你说点好话, 我告诉你, 江涵, 没用, 这次, 你再怎么求饶都没用, 你真是觉得自己翅膀硬了是吧, 敢跟我发火, 还敢骂我, 夏浅浅咬牙怒喝, 既然走了, 就给我滚远点, 总在我们面前跳什么呢, 一会儿找大师姐, 一会儿找二师姐, 现在竟然还把主意打到我头上了, 我告诉你, 我可不像大师姐二师姐那样心软, 他们不忍心跟你说实话, 我可不会不忍心, 我告诉你, 只要有我在一天, 你这辈子都别想回林天宗, 我绝对不会同意你回来, 他话刚说完, 突然感觉脖子一凉, 接着喉咙一紧, 顿时说不出话来, 墨丘霜冷冷地瞥他一眼, 四师妹怎么这么没有脑子, 都说了, 让他闭嘴, 闭嘴, 他怎么还这么多话, 非要自己动手, 才能让他安静下来, 夏浅浅被墨丘霜的眼神吓了一跳, 突然想起刚才, 差点被杜宇成一剑杀掉的一幕, 心脏一紧, 顿时不敢多话, 他恨恨地瞪着姜涵, 心中不断狂骂, 别给他找到机会, 不然非要再揍他一顿不可, 这才几天没打, 才几天啊, 就敢和自己顶嘴了, 真是给他脸了, 姜涵看着忽然安静下来的夏浅浅, 冷冷一笑, 不让我回去, 老笑, 说得好像我想回去一样, 没脑子也就罢了, 眼睛是不是也瞎了, 你哪只狗眼看到我还回去了, 夏浅浅一听这话, 差点把废弃炸, 姜涵这狗东西, 竟然又骂他, 可他经脉被封, 只能瞪着眼睛, 冲姜涵呜呜叫个不停, 谁知姜涵根本不理他, 他转头看向杜宇成, 师姐, 我们走吧, 杜宇成点头, 拉着他飞到半空, 极为认真地说道, 等一下, 说着, 他挥手朝明归打出几道法诀, 身下的明归忽然一颤, 巨大的身体迅速缩小, 一阵黑芒闪过, 原本的岛屿已经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 则是一个身穿黑衣, 一头青蓝色长发的少女, 当江涵看清那少女的一叉, 心神同时俱正, 眼中满是不可置信之色, 那少女的样貌, 和他在士林洞天石台上看到的, 那个被铁链锁着的少女, 长得一模一样, 第66章, 滚原点, 但这个明归, 只是原因出气的妖羞而已, 可他在洞天里看到的那个少女, 那无尽的吞噬之力, 怕是连这个世界都能吞噬吧, 又打出几道法诀, 把他禁锢在身边, 心中有些不安, 他不知道把这妖羞放在紫霄剑宗, 是不是好事, 毕竟那吞噬之力太过恐怖, 若是在紫霄剑宗爆发出来, 后果不堪设想, 不过, 若是能把这股力量炼化, 宗门实力肯定也会有极大增长, 而且, 最重要的是, 士林洞天绝不能落在灵璇手上, 罢了, 回去问一下师父好了, 师父见多识广, 应该知道一些, 大师姐实在不行就封印起来, 总归不能流落在外, 想到这里, 他也不再多想, 先带回去再说, 杜宇成一口气打了上百道禁制, 将明归禁锢得严严实实, 生怕被他半路逃了, 等他打完禁制, 突然感觉到江涵的目光, 不由得脸颊一热, 似乎怕他误会什么, 连忙指着明归化作的少女说道, 好东西, 要带走, 江涵脸色一松, 相处这么久, 他也多少看出一点, 大师姐好像有些不善言辞, 他笑着点头附和, 确实是好东西, 回去让师父看看, 两人旁若无人地说着话, 把夏浅浅急得不行, 他眼睁睁地看着江涵, 要把宝地打包带走, 可任凭他急得跳脚, 大师姐却毫无反应, 而且看大师姐那欣喜的模样, 恐怕恨不得亲手帮江涵打包, 直到江涵他们准备出发, 才听到墨秋霜有些讨好的声音响起, 小涵, 你们要回去吗? 他在尽量让自己的声音显得柔和, 外海最近有许多妖兽横行, 正好我们也要回去, 不如一起走吧, 听到这话, 江涵嫌悟地看他一眼, 刚要说话, 却听杜宇诚率先开口, 不, 你滚远点, 杜宇诚声音极为冷漠, 甚至隐含一丝杀气, 仿佛只要墨秋霜敢凑上来, 他就敢出手揍他, 他已经忍墨秋霜很久了, 这个女人最近总想靠近小师弟, 一定没安好心, 师父说过, 要他保护好小师弟, 他自然要尽全力保护他, 而且, 他已经很久很久很久, 没人每天陪他说话了, 宗内弟子看到他就怕得不行, 他也不善交流, 看到陌生人就紧张, 自从小师弟来了之后, 山顶才热闹了些, 他不能让小师弟被人抢走, 特别是墨秋霜这种, 一看就不怀好意的女人, 自己绝对不能让他接近小师弟, 你, 墨秋霜一急, 他本以为杜宇诚不善言辞, 只要自己对他稍微示好, 他就不会太过为难自己, 到时就算江涵拒绝了, 自己再死皮赖脸的跟上去, 他也不好再拒绝, 可没想到, 江涵还没说话, 杜宇诚竟然先一步开口拒绝, 说话还这么难听, 甚至还带着一丝杀气, 他想干嘛, 想打架, 墨秋霜拳头一松, 打架还是算了, 跟着疯女人打架, 划不来, 就算赢了也是惨胜, 没一点好处, 他脸色一僵, 不顾旁边气得跳脚的下浅浅, 嘴角强扯出一个和善的微笑, 语成, 你别这么大火气, 我也是担心小韩, 外海最近可不太平, 万一遇到妖族大军, 我们一起也能有个照应, 不用你操心, 江涵的声音极为嫌弃, 又在这装什么好人呢, 恐怕等妖族大军来了, 你是第一个对我出手的吧, 他以前怎么没发现, 墨秋霜竟然这么不要脸, 师姐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 他竟然还舔着脸往上凑, 墨秋霜眼圈一红, 小韩, 你别误会, 我怎么可能害你, 可江涵根本懒得理他, 对他一句之后, 就笑着看向杜宇成, 师姐, 我们走吧, 杜宇成警惕地看了墨秋霜一眼, 拉着江涵一步踏入虚空, 瞬息消失不见, 墨秋霜站在原地, 脸色阴晴不定, 他以为自己姿态已经够低了, 杜宇成怎么能这么不尽人情, 师姐, 林璇看他情绪不对, 急忙上前安慰, 江师兄只是一时糊涂, 不如我们直接跟上就好了, 想必江师兄也不会再拒绝, 林璇心中对江涵恨的不行, 那可是最少三十万的气韵值啊, 他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打包带走, 就算拼尽全力, 他也要想办法把他抢过来, 墨秋霜眼睛一亮, 对, 我们直接跟上去, 离远一点, 他看到了也不会说什么, 说吧, 他抬手寄出一艘小舟, 小舟迎风变长, 眨眼间已长成一艘五丈长的小船, 他拉着二人飞身上船, 驾船朝着江涵他们的方向急速追去, 一出来就立刻跳到墨秋霜面前, 你怎么能让江涵那废物把宝地带走, 那可是小璇的机缘, 墨秋霜瞥他一眼, 脸色恢复了冷淡, 轻声道, 怎么, 你还想去抢回来, 夏浅浅眼神一偏, 就杜宇成那疯子动不动就要下杀手, 他怎么敢去抢, 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他咬牙说道, 咽不下也得咽, 墨秋霜严肃地看着他, 我真搞不懂, 小涵到底哪里得罪你了, 让你这么恨他, 从一开始, 你就对小韩冷眼相想, 不管他做什么, 你都看不惯, 你总是骂他废物, 那你倒是说说看, 小韩到底哪里废物了, 又是哪里不好了, 夏浅浅一愣, 他没想到, 师姐反应竟然这么大, 他连忙低头认错, 师姐你别生气啊, 我也就是随便说说, 师姐明显是在发脾气, 他可不想现在去处眉头, 墨秋霜见他服软, 冷哼一声, 也不想再多说, 这种事情, 他若是不能自行醒悟, 自己说再多也没用, 等他结音的时候就知道了, 就他以前对小韩做的那些恶事, 恐怕能不能顺利结音都是未知数, 唉, 墨秋霜心底轻叹, 莫名升起一丝惆怅, 也不知, 韩岳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 他忽然瞥见夏浅浅眼中的不愤, 心底没来由的涌起一股怒火, 冷声道, 随便说说, 那你倒是说说, 你以前为什么总欺负小韩, 你每次看不顺眼就揍他, 这么多年, 你记不记得自己打他多少次, 而且, 你每次下手都最重, 师父都没你打得很, 我下手也没多重, 夏浅浅声音小了不少, 没多重, 墨秋霜猛的一拍桌子, 他手脚不知道被你打断了多少次, 你现在跟我说, 你没下重手, 他眼寒怒火, 难道非要把他打死了, 才算是下重手, 夏浅浅脖子一梗, 只是打断手脚而已, 又不是治不好, 师姐你干嘛这么大惊小怪的, 第67章, 关我什么事, 还不是他太弱了, 你说什么, 墨秋霜大惊, 四师妹说的这是什么话, 这是人能说出来的, 那也不能怪我啊, 我也是不小心的, 夏浅浅委屈地说道, 还不是他总是在山上到处转移, 我看着烦, 就想着戏弄他一下, 谁知道他身体那么脆, 我只是轻轻碰了几下, 他就断了, 怪不得小韩死活不愿意回来, 原来除了师父之外, 四师妹竟然更狠毒, 他怎么能这样, 他怎么可以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说出这么恶毒的话, 那可是他师弟, 不是什么阿猫阿狗, 墨秋霜脸色惨白, 心脏仿佛被一双大手死死钻紧, 疼得他几乎无法呼吸, 江涵他没有修炼资源, 不在山上到处转悠着, 找一些别人不要的垃圾灵果, 他还能怎么办, 就因为这种小事, 四师妹竟然, 墨秋霜鼻尖一酸, 眼泪差点流出来, 师姐, 江涵都退综了, 你还那么关心他干什么, 他既然走了, 咱们就要和他断干净, 省得他总来烦人, 浅浅, 墨秋霜打断他的话, 抬头看了灵璇一眼, 灵璇一愣, 他刚才也被夏浅浅的话惊叨, 这会儿还没缓过来, 他只是栽赃陷害, 再抢一点气韵和资质而已, 四师姐, 他是真下手啊, 此刻见大师姐看来, 还没想到怎么回事, 突然脑袋一沉, 倒地晕了过去, 小雪, 夏浅浅急忙窜过去, 扶起灵璇, 焦急地叫着, 小雪你怎么了, 小雪, 他没事, 先让他睡一会儿, 墨秋霜抬着红红的眼眶, 看向夏浅浅, 我不想让小雪, 看到你这么恶毒的一面, 我怕你吓到他, 夏浅浅一愣, 我恶毒, 吓到小雪, 师姐, 你在说什么, 我, 我怎么听不懂, 听不懂, 墨秋霜惨笑, 你对小韩做了那么多恶毒的事, 你现在告诉我你听不懂, 没有啊, 师姐你是不是误会了, 我怎么会做恶毒的事, 夏浅浅有些慌, 误会, 墨秋霜都气笑了, 他没想到, 四师妹竟然这么不知悔改, 到现在还敢狡辩, 我问你, 江涵是不是你师弟, 他盯着夏浅浅的眼睛, 夏浅浅被他看得一阵心慌, 生怕说错了挨奏, 片刻后, 他犹豫着点头, 以前是, 现在也是, 墨秋霜冷哼一声, 同门之间, 最重要的就是互帮互助, 把彼此都当做亲人, 大家团结一心, 一致对外, 才能让宗门不断强盛, 墨秋霜咬牙看着夏浅浅, 你不帮他也就罢了, 还整天没事找事, 动不动就对小韩拳脚相加, 每次见到他, 就只会冷嘲热讽, 相处这么多年, 你甚至没有夸过他一句, 没有送过他一件礼物, 更是从来没有关心过他, 而且, 你自己欺负他也就算了, 你还带着五师妹和六师妹一起欺负他, 你就是这样做师姐的, 你根本没把小韩当亲人, 你是想要害死他, 墨秋霜一口气说完, 气得身体都有些颤抖, 他本以为他们就够恶毒的了, 没想到四师妹竟然更恶毒, 就算跟三师妹相比, 都不像上下, 夏浅浅都惊呆了, 他想不明白, 大师姐今天是怎么回事, 以前他跟师姐他们, 分享欺负江涵的心得的时候, 大师姐可不是这个反应, 有时候, 大师姐也会分享一些摆脱江涵的手段, 可现在, 大师姐怎么会变成这样, 他不过是, 骂了江涵几句, 大师姐就一副苦大仇深的模样, 大师姐不会被江涵迷了心智吧, 他看着墨秋霜有些狠利的眼神, 不由得打了一个哆嗦, 大师姐, 我真不是故意的, 夏浅浅有些慌张的狡辩道, 而且, 那些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 想必江涵也不会那么记仇, 他眼神有些闪躲, 说不定他早就忘了这些事了, 大不了, 以后我对他好一点, 不再随便打他就是了, 忘了, 墨秋霜咬牙切齿, 你都能记得这么清楚, 你觉得江涵被你欺负那么多次, 他能这么快就忘了, 那我能怎么办, 反正打都打了, 我总不能去给他磕头道歉吧, 大师姐总提这些就是淡马, 江涵到底干了什么, 大师姐怎么突然这么关心他, 大师姐, 你到底想说什么, 那些事早就过去了, 你总提这些干什么, 墨秋霜盯着他, 心中极为纠结, 他不知道该不该和夏浅浅说, 过了许久, 直到夏浅浅都有些害怕了, 他才悠悠开口, 浅浅, 他深吸口气, 有些严肃地说道, 你想不想结音, 结音, 夏浅浅一愣, 不是在说江涵吗, 怎么又扯到结音了,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 但他现在已经到了凝结原因的紧要关头, 只要能稳住心境, 将心境凝聚为道心, 就可尝试结音, 大师姐既然这么问了, 必然有他的原因, 当然要结音, 他语气极为坚定, 墨秋霜脸色稍缓, 既然你要结音, 那就对江涵好一点, 不然, 你这辈子都无法凝结原因, 对江涵好一点, 夏浅浅一愣, 接着急忙喊道, 为什么啊, 就江涵那个废物, 他凭什么, 他有什么资格, 值得我对他好, 夏浅浅难以接受, 让他对江涵那个贱人好, 那还不如杀了他来的痛快, 他绝不会因为大师姐的一句话, 就委屈自己, 大师姐, 我不明白, 我结音跟他有什么关系, 墨秋霜眼眸深沉, 缓缓摇头, 你好好想想, 你对江涵都做了什么, 你就知道了, 做了什么, 夏浅浅撇嘴, 还能有什么, 不就是打打闹闹的, 同门之间打闹一二, 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吗, 也就他那个废物开不起玩笑, 身体又弱, 还动不动就哭, 墨秋霜闻眼脸色一沉, 他以为四师妹求到知心坚定, 能够想通其中关键, 没想到, 四师妹竟然还在执迷不悟, 想到夏浅浅对江涵做过的那些事, 他心中又是一阵难受, 你不愿意就算了, 到时候无法结音, 别怪我没提醒你, 说完, 他就闭上眼睛, 神识锁定江涵他们留下的痕迹, 加速追去, 他不想说太多了, 四师妹现在这个样子, 他说再多也没用, 不经历那种绝望, 四师妹永远也无法醒悟, 夏浅浅死死咬着牙, 心中暗恨, 都怪江涵那个废物, 自从上次秘境结束之后, 大师姐和二师姐就总是留意江涵的动向, 特别是二师姐, 她最近总是买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 说什么这是补给江涵的礼物, 她实在搞不懂, 他们两个到底在干嘛, 为了一个江涵, 搞得都快疯魔了, 还有这回, 大师姐竟然因为江涵, 骂了自己那么多次, 最关键的是, 大师姐还把结音的事往江涵身上扯, 这有什么好扯的, 她要结音和江涵一点关系都没有, 难不成不对江涵好点, 还无法结音了, 她心中极为不屑, 她要能影响自己结音, 自己去给她跪下磕头都行, 但这可能吗, 再说了, 若不是江涵那个废物, 非要抢小旋的机缘, 自己又怎么会骂她, 若不是因为教训她, 又怎么会被杜宇成那疯女人伤道, 又怎么会被师姐殉耻, 每次都是她有错在先, 凭什么要怪在自己头上, 这些事根本就不是自己的错, 而且都是因为她, 搞得小旋心情都不好了, 今天自从遇到江涵之后, 小旋就一直没有开心过, 一整天都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夏浅浅气的后槽牙都要咬碎了, 江涵这个混蛋, 竟然想通过大师姐破坏自己的心境, 她最好别被自己抓到机会, 要不然, 非要打断她的狗腿不可。 第六十八章, 你哪有什么面子, 魔龙海绿外海, 一道蓝色顿光滑破虚空, 速度极快地朝着陆地盾去, 杜宇成眉头微皱, 一边控制着盾心罗盘飞盾, 一边用神识注意着四周动静, 又追上来了, 她语气颇有些不悦, 说完取出一块极品零食放在盾心罗盘上, 罗盘速度顿时又增了几分, 怕是笔之化神奇的顿速都不差多少了。 江涵盘西坐在杜宇成身侧, 闻言朝身后看去, 不过以她现在的修为, 自然是什么都看不到。 她回过头来, 神识探入, 预检查看片刻, 按照现在这速度, 只需再过半日就能到采凤城, 我们用传送阵回去, 他们追不到。 自从三个时辰前, 他们带着明归出发后, 墨丘霜他们就一直跟在后面, 而且还不断加速想要追上他们, 不过盾心罗盘乃是天阶无品的飞盾法宝, 据说是能在星空飞盾的质宝, 盾速极快, 哪是那么随便能追到的。 她将神识沉入丹田, 吞噬意境化作的黑洞, 正静静悬浮在丹田内。 虽然肉眼看不到, 可她能感觉到, 黑洞其实一直在徐徐旋转, 随着她的转动, 附近不断有灵气被强行吸来, 只要靠近她三米范围内, 就会瞬间消失, 然后出现在她的丹田内。 不过短短三个时辰, 已经抵得上她一天的苦修了, 若是在洞府灵池内修炼, 恐怕修炼速度还能增加五倍不止。 在这期间, 江涵也尝试过吞噬法宝和灵石, 灵石还好, 只是将其内灵力全部吞噬, 就连残留的空壳也能再挤出一丝灵气。 但法宝就不一样了, 除了能提供灵力之外, 还能让吞噬意境成长。 虽然吞噬一个玄阶三品法宝, 只能增长一丝意境, 变化不明显, 但只要有效果, 未来就有希望。 自从见过那恐怖的黑洞之后, 江涵心中就有一个执念, 她想要拥有那个黑洞的力量。 前世, 她残魂弥留之际, 清楚地看到过灵玄血迹的过程。 当时, 灵玄可能本来没打算用这招, 不过她所有手段进出, 全身所有法宝秘术全部用完。 那血煞雷结, 还有三道神雷未落, 无奈之下, 她才祭出吞噬意境, 开始了血迹。 她靠着一个大型黑洞, 吞噬了方圆百万里内的所有生灵, 不过半个时辰的时间, 就将其全部炼化, 最终凝聚成了一滴魔杀血。 当时百万里内, 可是有着无数的凡人, 修饰和各种生灵, 但就算他们极力反抗, 也无法抵挡那强大的吞噬之力。 凡人动物顷刻之间就被全部炼化, 修饰也只能强撑几个呼吸的时间, 就算化神修饰, 法宝进出, 也只能强撑半刻钟的时间, 最后都化作了黑洞中的养分。 当时祭玉禅他们已经被吞, 只剩下灵天宗内, 还有一位化神大圆满的大能存在。 可惜, 就算是化神大圆满的大能, 也仅仅只在吞噬之力下坚持了一刻钟, 就被黑洞完全吞噬。 不过他在死前, 还是燃烧元神, 祭出一块令牌, 强行打通了上界通道, 以最后一丝神念向上宗求救。 而且, 凌旋雪迹方圆百万里生灵的举动, 好似触怒了天道意志, 当时天地色变, 世界瞬间陷入了一片黑暗之中。 天空化作无数道足有万丈长的黑色劫雷, 不停地劈打在黑洞之上。 当时黑洞只坚持了片刻时间, 就被劫雷轰成了粉碎。 可那时, 凌旋气候已成, 这短短的时间足够他用出最后的手段。 当时江涵已是弥留之计, 没有坚持到上宗派人下界。 但他残魂消散前, 看到凌旋用那一滴魔杀血, 血迹换出了一道上古魔神虚应。 那魔神虚应极强, 虽然可能只有本体的一丝力量, 却在出现的瞬间就将天道完全压制。 无数道万丈劫雷打在他身上, 就跟挠痒痒似的, 根本毫无作用。 任凭当时天道震怒, 目之所及, 天地颠倒, 时空错乱, 劫雷乍响, 空间裂缝遍布每寸虚空, 足以瞬间烧死化神修士的地心道火四处喷发, 灭魂刚风到处乱窜, 一副世界末日的景象。 可就算这样, 也无法对他们造成任何影响。 他将血煞天结挥手掐碎, 空间裂缝就像杂草一般被他拨开, 地心道火被他一口气吹灭, 灭魂刚风被他一拳打散。 他抬手就能强行撕开飞升通道, 将灵璇放入了飞升通道中, 甚至还贴心地帮灵璇加了一层血煞护盾, 助他抵御飞升通道中的危险。 江涵还记得当时灵璇眼中的惊恶, 灵璇应该也没想到, 血迹召唤出来上古魔神虚影会这么强吗? 那可是血迹百万里无数生灵, 才凝聚了一滴的魔煞血, 灵璇此举, 甚至触怒了天道, 也不知要承接了多大的因果。 而这一切的关键, 就是这道吞噬异境。 这一次, 吞噬异境在自己手中, 灵璇再也没机会血迹百万里内无数生灵。 他记忆中, 灵璇使用的那个黑洞也不过千丈大小, 可就算只有这么大, 就已经能吞噬方圆百万里的所有生灵, 甚至连化神大圆满都抵抗不住。 若是自己将那吞噬异境修炼到高深处, 将黑洞化作万丈, 十万丈, 百万丈, 直至最终, 成长到像意识空间中那个无穷大的黑洞一样大呢? 到那时, 又该是何等光景? 是不是真的万物多可吞噬? 摇头驱散这不切实际的想法, 江涵专心沉浸在丹田中, 依靠着还只有拳头大小的黑洞, 吞噬着四周的灵力。 一件玄尖三品法宝, 只能让吞噬异境成长一丝, 要成长到万丈大小, 还不知需要耗费多少法宝材料。 正想着, 前方忽然亮起一道刺目清光, 几道身影从虚空中显现出来。 小韩, 墨丘霜一步踏出虚空, 拦在他们前方。 他面色有些苍白, 看样子费了不少功夫, 才勉强追上。 小挪移令? 江涵脸色微沉, 脸上满是不耐。 小挪移令可是消耗型的天洁法宝, 可瞬间挪移出万里之外, 其内蕴含化神强者的空间规则之力, 价值极高, 最少也值十万块上品零食。 他没想到, 墨丘霜仅仅是为了追上他们, 竟然用出了这么珍贵的小挪移令。 墨丘霜, 你费尽心思追上来, 到底想干什么? 杜宇成也控制顿星罗盘停下, 面色不善地看向墨丘霜。 小韩, 你别误会。 墨丘霜开口先示弱, 这传承空间你应该已经参悟过了, 对你应该也没用了。 他认真的看着江涵, 小璇非常需要这个传承空间, 你能不能让他进去参悟一番? 让林璇进去参悟? 没想到林璇竟然还不死心, 这件事绝不可能。 对, 墨丘霜眼神哀求, 只让小璇进去参悟一小会儿就好, 你若是感觉不合适, 我可以用一件天洁法宝交换, 你追上来, 就是为了这个。 江涵疑惑看他, 他还以为墨丘霜又要上来唱哭戏, 没想到竟然是为了林璇。 对, 我只有这一个要求, 墨丘霜取出一件法宝递来, 希望你看在师姐的面子上, 能让小璇进去参悟一番。 不可能。 你带我这, 没有一点面子。 第69章, 饶了他。 小韩? 墨丘霜胸口一痛, 江涵说的话实在太伤人, 他甚至听到了一声心碎的声音, 他知道江涵可能会拒绝, 但没想到江涵会拒绝得这么绝情, 这么伤人。 江涵, 你个没良心的玩意, 大师姐好生好气地跟你商量, 你怎么跟大师姐说话的? 夏浅浅之前就对江涵有很大怒气, 还因为他被师姐大骂一顿, 这会儿抓到机会, 直接怒气爆发。 小杂种? 白眼狼? 大师姐哪里对不起你了? 你竟敢这么侮辱他? 不就是让小璇进去参悟一下? 你看你那小七八拉的穷酸样, 就这一会儿, 难不成还能掉你两块肉? 我就问你一句, 你到底见不见? 你要是敢不见, 你看我揍不揍你? 他恶狠狠地瞪着江涵, 要不是忌惮杜与诚, 恐怕早就冲过来了。 哄, 天空忽然暗了下来, 杜与诚缓缓飞起, 眼神冰冷地看向夏浅浅, 这臭女人敢当着她的面, 骂她的小尸弟, 这一次她真的动了杀心, 杀气弥漫, 雷声轰隆, 海面瞬间风平浪静, 四周的海鸟叫声全部消失, 她气势越来越强, 飞剑引而不发, 已经做好了和墨丘霜厮杀的准备。 师姐, 江涵心中一暖, 知道师姐这是要为自己出气, 虽然现在还不是和林天宗正面对抗的时候, 可既然师姐已经准备出手, 她自然也不拒他们。 墨丘霜, 她飞身而起, 祭出奔雷剑, 挺直腰背, 冷冷看向墨丘霜几人。 管好你的狗, 不然, 我替你管。 她面色冰冷, 同样杀气弥漫, 敌我双方实力相差不大, 真打起来, 只要师姐拖住墨丘霜, 她有把握将夏浅浅和林玄灭杀。 只可惜, 现在正是紫霄剑宗快速发展的阶段, 若是等紫霄剑宗稳定下来, 她再出手对付林天宗, 把握也会更大一些。 不过现在, 对方都打上门了, 她自然也顾不得那么许多, 瞻前顾后, 只会死得更快。 小汉! 墨丘霜一惊, 她没想到夏浅浅说话这么没脑子, 更没想到, 杜宇成竟然反应这么大, 她不是已经弥补了大部分道心, 不会随便生气吗? 之前四师妹也打上门骂人, 都没事, 这次怎么反应这么大, 四师妹只说了几句, 她就直接要下杀手。 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杜宇成威胁, 她心中也极为愤怒, 不过眼下不是动手的时候, 她不能再给姜涵留下不好的印象。 小杂种, 你妈谁是狗? 夏浅浅怒气冲天, 同样飞身而起, 寄出一把金色飞剑, 愤怒地瞪着姜涵。 我是你师姐, 你现在见到我, 不磕头也就算了, 竟然还敢当着大师姐的面骂我。 她挥手丢出几十张符路, 转眼间组成数道寒光闪烁的剑阵, 口中大骂不止。 废物东西, 竟然想和我动手。 我倒看看, 你现在翅膀到底有多硬? 夏浅浅, 你是不是疯了? 快给我住手。 墨丘霜大喝一声, 四师妹是不是疯了? 不知道看形势吗? 她只是一愣神的功夫, 四师妹就准备动手了。 她一掌把夏浅浅的剑阵全部拍散, 就连飞剑都被她挥手夺走。 阵法反噬, 法宝被夺, 夏浅浅当即面色一白, 一口鲜血扑驰喷出。 师姐, 她难以置信地看向墨丘霜, 仿佛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难道不该是师姐拦住杜宇成, 她出手把江涵教训一顿, 再把那名龟抢过来吗? 师姐这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会对她出手? 闭嘴! 墨丘霜恨铁不成钢地瞪她一眼, 自己努力了那么久, 好不容易让江涵不那么排斥自己了。 四师妹竟然又想激怒江涵。 她挥手打出几道法诀, 金光弥漫间, 无数符文凭空出现, 江夏浅浅一层层包裹, 把她苍白的脸彻底遮盖。 等回去再收拾你。 江夏浅浅封印之后, 她冷冷喝了一声, 不顾一旁震惊的凌玄, 脸色柔和地看向江涵。 小涵, 你不愿意见也没关系的, 浅浅只是一时冲动, 我已经惩罚了她了, 你别跟她一般见识。 江涵皱眉, 她实在搞不懂墨丘霜到底什么意思, 怎么看着像是要讨好她。 可她为了什么? 明明以前一直对自己爱搭不理, 甚至极为厌烦, 怎么可能突然间变化这么大? 而且, 这做得有点用力过猛吧。 夏浅浅可是和她相处了几十年的师妹, 她竟然毫不犹豫地把她打到吐血。 虽然不知道墨丘霜为什么这么做, 可还是让江涵心底紧召大做。 她这么做, 一定图谋甚大, 自己还要更加小心才是。 不过, 她果然是个非常自私的人, 只要拦住她的路, 再轻的师妹也要被踢开。 那么, 如果是凌循挡了她的路呢? 她舍不舍得把她也踢开。 不够, 杜宇成声音冰冷, 带着不容置疑的味道。 墨丘霜皱眉, 夏浅浅今天伤得不轻, 若是在动手, 她不好和师父交代。 小韩, 她一脸委屈地看向江涵。 浅浅她再怎么说, 也是你师姐, 你就不能放她一马。 杜宇成也转头看向江涵, 目中的冰冷丝毫不减。 江涵手持奔雷剑, 身上雷霆鼓动, 冷笑道, 饶了她。 她看着墨丘霜哀求的表情, 丝毫不为所动。 当初, 她出手对付我的时候, 她可曾饶过我。 墨丘霜一致, 小韩, 当初四十妹确实有些不知分寸, 不过她今天受伤颇重, 你能不能饶了她这一次, 我可以用法宝补偿你。 补偿就不用了。 江涵持剑指向符文封印, 让我饶了她也可以。 她咧嘴轻笑, 你只要打断她一条腿, 今天的事我就不追究了。 什么? 墨丘霜脸色一白, 她没想到江涵竟然这么狠毒, 张口就要打断一条腿。 可是, 今天江涵好不容易对她宽容了许多, 甚至她跟在后面那么久, 她都没有骂她。 若是因为夏浅浅, 让江涵对自己的印象再次变差, 着实有些得不偿失。 可是, 若针断她一条腿, 师父那边, 墨丘霜有些纠结, 不知该怎么跟师父交代。 正在这时, 江涵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你若是不舍的, 我倒还有一个法子。 墨丘霜猛地抬头, 眼中满是惊喜, 她就知道江涵不会那么狠心, 她还是以前那个善良的孩子。 什么法子? 小孩你尽管说, 只要我能做到。 江涵持剑的右手轻转, 渐渐斜斜指向站在一旁, 低着头一声不吭, 尽量降低存在感的林玄。 她嘴角扬起一抹笑意, 轻声道, 林玄一直给予我的机缘, 如果你真的不舍得对夏浅浅动手。 那么, 她嘴角笑意一收, 眼神变得极为冰冷, 丝毫不顾惶恐震惊的林玄。 声音森寒地说道, 你把林玄的腿打断, 也是可以的。 第七十章, 该你了。 什么? 墨秋双脸色一白, 眼中的惊喜瞬间消散。 我不想说第二遍, 江涵面无表情地看着她, 她想看看墨秋双到底能做到哪一步, 她到底在谋划什么。 当然, 你不选也是可以的, 我也不会强求。 她的声音平淡, 没有太多波动, 可听在墨秋双耳中却是赤裸裸的威胁。 她努力了那么久, 好不容易才和江涵的关系缓和了一点, 现在自己叫她小韩她都没拒绝, 自己以师姐的身份和她说话, 她也没否认。 只要继续坚持下去, 早晚有和她修复关系的一天。 只要她肯原谅她, 只要她能原谅, 就能让自己心安, 让自己念头通达。 若是就这么放弃, 下一次再想靠近她, 恐怕更难。 墨秋双脸色一阵红一阵白, 眼中逐渐显出一丝黑红。 但她若针对浅浅出手, 或者对小璇出手, 师父那边该怎么办? 师父虽然不在乎姜涵, 可却对其他人很好。 如果自己真的因为姜涵, 对他们出手, 师父绝对不会饶了自己。 对了, 她猛地抬头看向灵璇。 小璇只是注鸡漆, 身子骨还弱, 恢复得快, 不就是打断一条腿而已? 用些上好灵药, 大概七日就可恢复。 大不了拖几天再回宗, 师父也看不出来。 到时候, 只要她不说, 不会有人知道这件事。 大师姐, 灵璇声音中满是惊恐, 大师姐的眼神太可怕了, 那是她从未见过的眼神非常血腥, 而且疯狂, 简直就像她曾经见过的天魔残影一样。 墨秋霜心头一震, 好像被灵璇的声音惊醒, 眼中恢复了少许清明。 小璇, 她看着灵璇惊恐的模样, 有心想让她帮帮自己, 心中又生起一抹不忍。 师姐, 我怕灵璇紧咬下船, 可怜巴巴地看着墨秋霜。 墨秋霜心肩微颤, 小璇这样子, 她根本下不去手, 毕竟是自己看着长大的孩子, 她实在不忍心对她出手。 唉, 自己还是太心软了。 小韩, 她抬头, 红着眼眶看向江韩, 几滴泪水在眼中打转, 好似下一刻就要流出来, 看起来格外可怜。 能不能换一个条件? 师姐, 师姐下不去手。 下不去手? 江韩顿时乐了, 那好办。 墨秋霜一喜, 几滴眼泪顿时憋了回去, 可她刚要说话, 却听到江韩森冷的声音。 你下不去手, 我帮你啊, 正好, 我下得去手。 她目光冷冷地从凌玄身上扫过, 又看向墨秋霜, 只是不知道, 你想打断谁的腿。 她看着墨秋霜, 等着她做选择, 不管她选谁, 都会彼此产生隔阂。 而隔阂一旦产生, 就不是那么容易修复的。 此话一出, 墨秋霜顿时一阵恐慌, 她打谁都不行, 她谁都不想打。 夏家乃是修仙世家, 并不比墨家实力差, 族中同样有化神, 强者作证, 两族同为灵天宗附属家族, 向来关系清静, 甚至族内多有联姻。 她那一脉, 本就不是主脉, 若是因为江涵这个外人, 破坏两家关系, 不说别的, 老祖就不会轻饶了她。 就算她是天才也不行, 只要没有晋级化神, 天赋再好都没用。 没了她, 有的是后辈能顶她的位置。 这个世界上, 最不缺的就是天才, 最缺的, 其实是顶级天才和资源。 而小玄, 更是师父的心肩宠, 她要是敢对她出手, 师父绝对会重罚她。 自己刚才绝对是失心疯了, 不然怎么会, 想要同意江涵这无理的要求。 而且, 江涵绝对不能对小玄和浅浅出手, 不然她以后还怎么回来? 师父知道了, 绝不会放过她。 不行, 小孩你冷静一点。 墨秋双语气严厉, 再不负刚才的柔和。 浅浅她只是出言不逊, 我也出手教训过她了。 你不能总抓着她这一点挫不放。 你要想打, 那就捣好了。 她眼眶再红, 一滴泪珠滑落。 哼, 你倒是好心, 怎么? 想在凌玄面前表现表现, 让她对你感激。 江涵身上雷霆鼓动, 眼中引有黑芒闪烁, 她感受着杜宇成身上越来越强的杀气, 大声喝道。 既然你不愿意选, 那我来替你选。 干脆, 两个拳打断, 这样你就不用纠结了。 小孩, 你不要这样。 墨秋双脸色惨白, 泪水不要浅地往下掉。 江涵举剑向天, 空中顿时炸响一声震耳的雷鸣, 一道仿佛贯穿天地的雷霆从天而降, 轰隆劈在剑间。 奔雷剑上雷霆顿时蹙了三分, 气势暴涨。 呛! 耳边响起一声轻亮的剑鸣, 一道蓝芒凌空一闪, 杜宇成瞬间消失不见。 小孩, 你千万不要干傻事。 大! 青涩小钟疏忽出现, 挡下了杜宇成这一剑。 可墨丘霜却脸色一白, 扑斥一声吐出一口鲜血, 身体飞速向着远处退去。 杜宇成! 你来真的! 他大喝一声, 挥手甩出几道震旗, 空中闪过一道锯顶虚影, 他浑身气势一涨, 身体突然消失不见。 大! 十里外的虚空中, 呼得响起一声钟响, 杜宇成的飞剑竟刺破虚空, 将他硬生生逼了出来。 杜宇成! 你别逼我! 墨丘霜脸色惨白, 嘴角还挂着鲜血, 声音凄厉, 青涩小钟围着他不断顺移闪烁, 将蓝色飞剑的攻势死死挡住, 当当当的声音不停传出。 杜宇成咧嘴一笑, 双目一出两道红光, 他手掐剑绝一点眉心, 一柄血红的飞剑从他眉间缓缓寄出。 此剑一出, 顿时天地色变, 黑压压的乌云中, 竟凭空生出了一抹血红, 蓝色闪电疯狂翻滚咆哮, 转眼间化作了一条长约百丈, 双目血红的雷霆恶龙。 哦! 雷龙仰天长笑, 震得四周雷云翻滚, 哗哗下起蓝中带红的淋雨来。 本命飞剑, 墨丘霜脸色大变, 你是不是疯了? 杜宇成根本不理他, 剑指朝天, 冷喝一声。 冲! 血影一闪, 飞剑直冲天际, 速度极快, 于目被划出一道剑痕, 就连空中的雨水都顿了一瞬。 百丈长的雷龙同样一冲而下, 二者转眼相撞, 雷龙被小了无数倍的血红飞剑, 顷刻吞噬。 飞剑吞了雷龙之后, 剑身气势暴涨, 血色越发明艳, 彻底化作了一道血红流光。 随着杜宇成心念一动, 飞剑瞬息消失, 下一刻, 竟直接出现在墨丘霜面前。 咚! 青色小钟虽敢在最后一刻出现, 死死挡住飞剑, 可那强大的力量, 竟直接将小钟击飞数十里远。 墨丘霜饶是早有准备, 可还是口中一甜, 差点喷出血来。 杜宇成! 是你逼我的! 他大喝一声, 掐绝寄出一座黑色宝塔, 一股厚重的气势随之而起, 让血红飞剑的速度一致, 明显慢了下来。 随着青色小钟被召回, 他又寄出几件法宝, 和杜宇成缠斗起来。 一时间天地色变, 黑光将二人笼罩, 其内惊鸿二色不断闪烁, 更有清脆的铃声从中传出, 搅得天地灵气翻滚不休, 海面炸起阵阵波涛。 好强! 这就是师姐的本命飞剑, 仅靠一柄飞剑, 就能将墨丘霜压着打。 江涵羡慕的低语一声, 他的本命飞剑还没酝酿完成, 只能先用奔雷剑了。 看着血红剑影将墨丘霜打得不断后退躲避, 只能被动防守, 甚至青涩小钟几次被打得差点崩溃, 他心中大定。 接下来, 该我们了。 他看向有些仓皇的灵璇, 手掐剑绝, 奔雷剑急速冲出。 师兄! 有话好说。 灵璇脸色大变, 腰间心买的玉佩一颤, 化作一道光幕挡在身前, 同时迅速拿出几件法宝加固护盾, 又取出几道符露贴在身上, 然后转身就跑。 可下一刻, 江涵的身影忽然消失, 一道森寒的风声在灵璇耳边响起。 不好! 他面色大变, 想要躲开, 可身体却反应不过来。 砰! 江涵手持长剑, 一剑劈在光幕之上, 光幕一阵颤动, 灵璇褪势一顿, 被劈得向前扑去。 同时, 奔雷剑化作的剑光瞬息而至, 叮的一声刺在光幕之上。 哗啦, 光幕化作无数碎片消散, 灵璇一个悬身躲开奔雷剑, 身体借力迅速钻进海中。 入海的瞬间, 他的气息就消失不见, 明显是用法宝隐藏了起来。 江涵嘴角扯起一丝嘲讽, 果然, 这小子还是这样, 胆小怕事, 又躲起来了。 他掐绝一指, 奔雷剑急速冲入海中, 向着灵璇冲下的位置, 不断来回穿刺, 空中更是有雷霆不断劈下。 他更是紧随其后冲入海中, 可入幕却已没了灵璇的身影。 海中不断有雷霆乍响, 海水转眼变得一片血红, 无数鱼丝向上飘去。 可灵璇就像是凭空消失了一样, 只是慢了他一丝, 竟然就感知不到他的任何气息了。 江涵眉头紧簇, 神识避开尸解战斗的方向, 从海水中寸寸扫过, 可仍是一无所获。 这家伙果然有些手段, 竟连一丝痕迹都没有留下。 难道入水的一瞬间, 就凭空消失了不成? 他暗叹一声可惜, 飞身跃出海面, 抬头看向被封印的夏浅浅, 那就先从你开始吧。 第71章, 打我呀。 墨秋霜见凌玄逃掉, 不由松了口气, 小玄才刚晋升筑击大圆满, 可江涵已经结单, 他根本不是江涵的对手, 此刻他能逃掉就是万幸, 不然他真怕江涵做出什么过分的事情来。 小涵, 你千万别冲动。 他一边匆忙躲避剑光, 一边分心关注江涵的动静, 生怕他一时冲动, 酿成大祸。 江涵确理都不理他, 提剑朝着扶在半空的金色封印飞去。 小涵, 你干什么? 墨秋霜看到江涵的动作, 顿时大喝一声。 那是你师姐, 你想干什么? 眼看江涵越来越近, 他咬牙之下, 一抬手刚要放出法宝, 却忽然面色大变。 定。 青色小忠从虚空闪现而出, 正好挡在血红剑间, 双方接触之处, 顿时波纹震荡, 一圈圈阴浪朝着四周扫去。 咔咔。 这次是杜宇成预谋已久的权力一击, 饶视天阶三品的裂空中, 也扛不住这种攻势, 一道细小的裂痕迅速出现, 转眼蔓延至整个中身。 墨秋霜脸色一红, 嘴角一出一丝鲜血, 难以置信地看着裂空中上的裂痕, 心痛得要滴出血来。 杜宇成, 你敢回我法宝? 他咬牙冷喝, 一掌拍在裂空中上, 随着一声闷响, 一股阴浪翻涌而出。 阴浪所过之处, 空中顿时出现无数黑漆漆的裂缝, 将它深周千里的空间占据得严严实实。 那密密麻麻的一大片, 雨水刚一靠近就消失不见, 裂缝中更是散出无数森冷寒气。 空间裂缝, 杜宇成眉头微皱, 红蓝两道见光盘旋在深周, 没有轻举妄动。 接着星面一动, 一道雷霆轰隆劈下, 蓝光一闪, 雷霆轰隆劈在密密麻麻的裂缝之上, 可紧接着就冲入裂缝中, 瞬间消失不见, 连一丝气息也没有留下。 杜宇成, 你冷静点, 我不想和你打, 这没有意义。 墨丘霜焦急地看着杜宇成, 神识却一直关注着江涵的动静。 夏浅浅被他封印起来, 对外界情况一无所知, 若是被江涵打破封印, 他们两个说不定还要打起来, 那就真成了同门相残了, 他绝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可杜宇成又一直缠着他, 让他一身手段无法施展, 裂缝中已经伤及根本, 撑不了多久, 他必须尽快想到办法破局。 小涵, 浅浅他已经知道错了, 你非要闹到不可收拾内部吗? 他声音哀伤, 一边警惕着杜宇成的攻击, 一边卑微地看着江涵, 可江涵理都不理他, 遇见朝着封印刺去。 封印之上金光闪烁, 无数符文升起, 轻松挡下了这一击。 不愧是原音大圆满的强者, 就算是随手不下的封印, 也不是可以轻易破除的。 一击不成, 江涵攻势一变, 丹田之中, 子弹放出刺目的光芒, 全身灵力迅速消耗, 引动空中雷霆轰隆劈下。 奔雷剑凌空飞起, 直接刺入雷光之中, 剑身迅速膨胀, 转眼间长到实杖大小。 其上紫色雷电隐隐化作龙形, 绕着剑身盘旋舞动, 将其称得越发威势惊人。 雷声震耳, 江涵手掐剑绝, 浑身雷光闪烁, 衣袍鼓动, 长发飘散。 片刻后, 他朝着封印一指, 去! 轰隆隆。 空中炸起无数雷鸣, 奔雷剑应声而动, 迅速朝着封印刺去, 速度由慢到快, 眨眼就冲到了封印上方。 灵力化形, 这不是元音七才有的手段吗? 莫秋霜看着奔雷剑上的龙形雷霆, 虽然只是一抹虚影, 但那也不该是一个结单初七就能做到的。 还好他境界不高, 还达不到元音七的攻击, 要不然就麻烦了。 莫秋霜脸色阴晴不定, 一边是虎视眈眈的杜宇成, 二人势均力敌, 现在谁也奈何不得谁。 一边是他心怀愧疚的江涵, 他不忍心对他出手, 此刻, 他实在不知该怎样才能破局。 奔雷剑剑间重重刺在封印之上, 二者接触之地, 一道巨大的波浪向着四周扩散开来, 无数电光顷刻将封印笼罩, 劈啪闪烁不停。 封印被弓顿时一阵剧烈晃动, 好似下一刻就要被破开。 可是直到雷光停歇, 那封印还是稳稳地悬在半空, 仔细看去竟然没有丝毫损伤。 浩强的防御, 这一击竟然毫无作用。 江涵面色一沉, 他本以为凭着天阶八品的奔雷剑 加上自己全部灵力的注入, 这一击怎么也该让封印波动, 出现破绽。 可谁知, 竟然没有效果。 哼, 一剑破不开, 托起巨大的剑柄, 吞噬之力发动, 将四周的灵气不断吞吸进来, 补充他消耗掉的灵力。 夏浅浅, 受死! 他大喝一声, 举起奔雷剑轰的一声, 斩在封印之上。 动! 一声巨响, 封印纹丝不动, 他举剑再斩。 轰隆隆的巨响不断响起, 就连杜宇成都不由转头看来。 他第一次发现, 原来湿地, 也是有点疯的。 消耗的灵力很快就补充完毕, 在他劈了五十多下之后, 封印终于颤抖了一下, 有了些不稳的迹象。 江涵见状大喜, 挥剑的动作更是快了几分。 江涵! 你住手! 莫秋双焦急大喊, 他没想到, 江涵竟然真的把封印斩到出现松动, 可他距离太远, 还有杜宇成盯着, 他根本不敢出手。 江涵不理他, 沉浸在一次次的劈砍之中, 轰隆隆的声音不断乍响, 将沉睡中的夏浅浅惊醒过来。 江涵! 他先是愣了一下, 接着面色大变。 你干什么? 动! 巨剑轰然斩下, 那强大的威势吓得他心脏一阵狂跳。 他第一次发现, 江涵的实力好像有点强, 那种强大的气势比他都要强上一分, 可江涵不是才刚刚结单吗? 巨剑再次斩下, 夏浅浅这次有了准备, 心里放松不少, 见江涵连外围的防御都破不开, 他更是心中大病。 废物东西! 就这, 连防御都破不开, 还敢对我出手。 他双手暴毙, 嘲讽地看着江涵, 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可他刚才已经看到大师姐了。 小璇不知道在哪里, 但他相信大师姐绝对不会让小璇出事的。 既然大家都没事, 他也没什么好怕的。 我就站着看你砍, 小杂种, 钢结单就敢对我出手。 你是不是忘了我以前怎么收拾你的了? 等我出去的, 你看我怎么揍你。 他取出一粒疗伤丹药吃下, 弹息坐下, 一边运弓疗伤, 一边讥讽地看着江涵。 小废物, 你行不行? 师姐随手一个护盾, 你都攻不破, 这么垃圾的实力, 你怎么敢对我出手的? 我看你好像很恨我吗? 怎么的? 觉得自己结单了? 翅膀硬了? 可以报仇了? 第七十二章, 有我在, 你永远也别想翻身。 动。 巨剑轰隆砸下, 巨大的声音震得他眼皮一跳, 心中隐隐有些恐慌, 特别是江涵一言不发, 持续攻击的模样, 让他更加不安。 混账东选, 你有完没完了? 就你那软绵绵的攻击, 一点用都没有, 还不赶快闪开。 就你这废物, 再让你打五百下, 你也破不开。 这一件得耗掉你大半灵力吧。 你刚结单, 才多少灵力啊? 你就敢这么用? 等你灵力用完, 我看你怎么办。 他强行镇定下来, 眼珠子一转, 开口嘲讽道。 你还记得那次, 我说, 你走路采到我养的灵草, 然后打你一顿, 又罚你抄写经文, 因为抄错了一个字, 又被我打了一顿, 再重新抄写的试破。 说到这里, 他笑得极为开心, 看到江涵不吭声, 他冷哼一声, 接着说道, 那天我就是看你不顺眼, 想找个油头收拾你, 那灵草啊, 根本就是路边的野草。 嘿, 我说是我种的灵草, 你竟然真的信了, 我真不知道, 你到底有没有脑子? 江涵不理他, 继续持剑狂砍, 吞噬之力全速开放, 吸收灵力的速度极快, 他一剑还没斩下, 灵力就已经全部恢复。 还有那经文啊, 我就是特意改了一个字, 让你故意抄错的, 抄了一百遍的滋味怎么样? 他声音越来越兴奋。 哎, 我问问你啊, 当时你知道抄错了的时候, 是什么感觉啊? 害怕吗? 还是生气? 他看着江涵的表情, 脸色逐渐震惊。 你该不会真的以为, 是你自己抄错了吧? 他放声大笑, 好久才停下来。 我让你重新抄的时候, 你是什么感觉? 有没有觉得委屈啊? 我记得你当时都快哭了吧? 抄了几天才抄好的来着, 三天? 还是五天? 然后我打了你一顿, 让你重新抄, 等你抄的时候, 我又改了一个字。 他眼神一冷, 可没想到被你发现了, 那个字是错的。 你竟然自己把那个字改成了对的, 可是那又怎样? 我改了的才是对的, 你写了对的又如何? 我说那是错的, 那就是错的。 我对你难道不好吗? 每次打你之前还会找个理由, 你为什么这么恨我? 他冷声喝道, 我又没有伤到你的根基, 只是和你玩玩而已。 你竟然因为这个, 就跑去告状。 你知道刚才大师姐骂我了吗? 你现在知道了, 我因为你爱骂, 你开心吧? 你等我灰灰一点, 小杂种, 你等我出去, 我打不死你。 江涵手上愈发用力, 眼中引有黑色闪烁, 就连剑身上的雷霆 也隐约出现了一丝黑色。 那些事, 他当然记得, 他记得很清楚, 他永远都忘不掉。 夏浅浅对他做过的事, 又何止这一件? 那么多次, 那么多次, 他怎么可能做什么都是错呢? 他怎么可能每次都不对? 分明就是, 他故意戏耍罢了。 轰隆隆, 又是两百多剑斩下, 封印开始发出剧烈颤抖, 此时的夏浅浅 已经没有了一开始的嚣张。 随着封印越来越松动, 他已经感受到了外面的威势, 那种杀气, 那种强大的气势, 比他都要强上一些。 他可是杰丹大圆满啊, 难道江涵已经快结阴了? 他有些惊恐, 他以为江涵破不开, 所以故意嘲讽他, 想要扰乱他心境, 让他自己崩溃。 可谁能想到, 原音大圆满布下的封印, 他竟然能坚持不懈地攻击这么久。 看起来, 他不但没崩溃, 反而越来越疯狂, 攻击越来越用力。 他都劈了多少剑了? 难道他的灵气用不完吗? 怎么还有余裂? 动。 封印一阵剧烈颤动, 一条细小裂缝悄然出现, 虽然只有发丝粗细, 可那代表了封印的破损。 封印要破了, 夏浅浅有些慌, 他没想到, 江涵竟然真的有破开封印的实力。 那可是大师姐布下的封印, 虽然是随手布下, 可那也不是杰丹气能破开的吧? 至少, 他自己肯定破不开。 看着裂缝处劈啪闪烁的雷霆之力, 夏浅浅忽然感受到一股凉气 从脚底直冲天灵。 他看到了隐藏在雷霆后面的一双眼睛, 那双眼睛血红, 里面渗出的冰冷气息, 让他心底猛的一颤。 好强的杀气! 他面色大变, 心中前所未有的恐慌。 难道江涵想杀他? 夏浅浅身子一抖, 下意识往后缩了缩, 想要离那裂缝更远一些。 但他马上就反映过来, 自己可是结丹大圆满, 虽然身上有些伤势, 可那都是小伤, 吃了丹药后, 就这一会儿功夫, 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 而江涵攻击封印这么久, 肯定已经筋疲力尽, 全靠一口气强撑着, 别看他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 但要真打起来, 还说不定是谁打谁呢? 对, 一定是这样。 夏浅浅咬牙给自己打气, 心中的恐惧凭空散去大半, 他看着江涵冷笑, 哼, 大师姐, 你拖住杜宇成那疯子, 江涵大逆不道, 竟敢对我出手, 我这次一定要好好教训教训他。 浅浅, 你别干傻事, 小涵的攻击很强, 你不是他的对手, 墨丘双文言极道, 他可是看得清清楚楚, 江涵的实力比夏浅浅要强上不守, 而且浑身灵力极为雄厚, 全力攻击这么久, 竟然还没有力竭的迹象, 他一定有什么特殊的手段, 实力绝对不像表面看到的这么简单。 而且, 似师妹天赋虽然极好, 可却不常与人斗法, 一身实力能发挥八成就不错了, 如果他们打起来, 还真不一定谁输谁赢。 师姐, 你别替江涵说话, 夏浅浅咬牙, 都什么时候了? 江涵都打到脸上了, 大师姐竟然还在替他说话, 说什么江涵的攻击强, 难道自己的攻击很弱吗? 他可是师姐, 他已经结单大圆满了, 江涵不过结单初期, 他若不是凭借着天阶八品的奔雷剑, 肯定不会有这么强的攻击。 师姐竟然想让自己逃跑, 怎么可能? 江涵以前见到他, 只有跪下受死的份, 现在他都跳到脸上发脾气了, 看这样子, 恨不得吃了他, 他要是就这么灰溜溜地跑了, 他的脸面往哪放? 他绝不会逃, 他要让江涵知道, 结单期之间实力差距也是巨大的, 他能打他一次就能打他无数次, 就他这样, 还想找他报仇? 可笑? 夏浅浅持剑起身, 单手结印, 几块阵盘, 蓄势待发, 他看着越来越大的裂缝, 嘴角扬起一抹冷笑, 小书长, 今天我要让你知道, 师姐永远都是师姐, 他声音冰冷, 隐含嘲讽, 而你, 不过是个无用的废物, 我要让你好好回忆一下, 曾经跪在我脚下时的恐惧, 今天, 我一定要把你打到跪地求饶, 让你再也不敢生出反抗之心, 废物永远都是废物, 你永远也别想翻身。 第七十三章, 打的就是你, 浅浅, 你别干傻事, 墨丘双心中焦急, 他不知道夏浅浅哪来的自信, 江涵连他部下的封印都能破开, 他拿什么跟他打, 凭他那空有境界, 没有多少斗法经验的法术吗? 可眼看夏浅浅不听劝, 他忽然沉默了, 也许, 这样也好, 四师妹不是一直看不起江涵吗? 不如, 让他亲自感受一番江涵的实力, 现在的江涵, 已经不是那个任他欺辱的孩子了, 反正有自己看着, 江涵也不敢下重手, 顶多断一条腿而已, 自己劝过他的, 他不听, 就算师父知道了, 也不好说什么, 而且, 以四师妹的性格, 如果真的在江涵手里吃亏, 他为了自己的脸面, 大概率是不敢说出去的, 这样, 不是挺好, 四师妹见识过江涵的实力之后, 也许就能醒悟过来, 墨丘双沉默片刻, 咬牙看向杜宇成, 他要拦住杜宇成, 绝不能打扰到江涵他们, 轰隆隆, 聚见每次披下, 都有一片金色符纹消散, 封印上的裂缝越来越大, 雷霆的狂暴气息, 疯狂从裂缝冲进去, 夏浅浅被这股疯狂冲击, 吓得身体一抖, 以前和同门斗法时, 都是很有礼貌的, 一个个极有风度, 生怕伤到他, 哪像江涵这么疯狂, 可紧接着, 他一咬牙, 结单出气的气势而已, 再强又能强到哪去? 哼, 他看着即将破开的封印, 浑身气势暴涨, 气势而已, 我也有, 哗啦哗啦, 一阵金光闪烁, 挡在江涵面前的最后一道屏障, 终于碎成一地金色, 封印, 解除, 他抬头看向夏浅浅, 那张脸上依然带着高高在上的嘲讽, 那种不屑, 那种讥笑, 他看过许多许多次, 可这一次, 他看到了些不一样的东西, 他刚才往后退了半步, 是害怕了吗? 是害怕了吧? 原来, 他也是会怕的, 轰隆隆, 一道巨雷从天而降, 直劈入海, 巨大的雷鸣阵的夏浅浅心里发慌, 特别是江涵背后那漫天的紫光, 让他的眼中的那一丝红色, 看起来更加疯狂, 没了封印隔绝, 江涵的气势极为惊人, 不只是疯狂, 还有极强的杀气, 那比他之前感受到的要强得多。 夏浅浅, 江涵神色平静, 嘴角却扬起一抹视血的弧度, 你好像在怕我。 夏浅浅脸色苍白, 握尖的手有些颤抖, 他不知道自己这是怎么了, 明明和同门斗法时都很开心的, 从来不会害怕, 可是现在, 他竟然被江涵的气势震慑, 身体都有些控制不住的恐惧。 住口! 他大喊, 然后深吸口气, 体内凌厉飞速运转, 强行压下身体的颤抖。 你这个废物东西, 胡说八道什么? 我只是太过兴奋罢了, 害怕那种东西, 我才不会有。 是吗? 江涵一步踏前, 提剑朝着他缓缓走去。 那可太好了, 我很想看看, 你能撑多久? 话落, 他的身体忽然消失。 夏浅浅一惊, 手中硬绝一松, 树道阵盘迅速散开, 化作几道剑阵笼罩虚空。 可是, 他还是晚了一步, 太慢了。 江涵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 吓得他浑身汗毛炸起, 一股凉气直冲天灵。 顺仪, 你怎么会顺仪? 他大惊, 咽? 剑尖刺在护盾之上, 发出一声清脆清明, 夏浅浅被打得倒飞出去。 剑光一闪, 江涵锦随其后雷霆剑光闪烁, 将他的护盾打得不断颤抖。 夏浅浅躲在护盾之后, 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只能被动防守。 他不出的剑阵对江涵毫无作用, 连他身上那层浅淡的护盾都无法破开。 这是什么防御法宝? 怎么会这么强? 夏浅浅咬牙切齿, 他不明白, 江涵从哪里得到的法宝, 竟然连他结单大圆满的攻击都无法攻破。 混账东西! 你又从哪里偷来的法宝? 心底的颤抖被他强行压下, 他大喊着给自己打气。 你以为这样我就没办法了? 我告诉你, 我手段多着呢, 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啪! 护盾啪的一声碎开, 夏浅浅一惊, 连忙就要激活另一件法宝。 可是, 太迟了。 刷! 剑光贴着他的发烧消果, 几根青丝飘散落下。 夏浅浅被吓得一愣, 他眼睁睁地看着剑光远去, 又瞬间回来。 江浅! 你要干什么? 他发现, 他好像打不过江浅, 他竟然会瞬移。 而且, 他的攻击真的好强。 此刻看着剑光刺来, 他被吓得心甘一颤。 干什么? 当然是揍你了。 江浅一声冷喝, 剑光朝着夏浅浅刺去, 等他避开的一瞬间, 长剑脱手飞出, 他反手一巴掌扇在他脸上。 啪! 啊! 夏浅浅被打得旋转着飞出去, 可见江浅这一巴掌, 是用了多大力量。 混蛋! 你竟然敢打我! 他勉强站直身体, 胸中的怒火喷涌而出。 你这个废物东西, 你敢打我! 你竟然敢打我! 打的就是你! 江浅浅喝一声, 右手微微颤抖。 多少年了, 多少年了。 他终于见到了报仇的曙光, 哪怕只是打了一巴掌。 他神色兴奋, 渐兴俱颤, 心弧之上, 有剑鸣嘹亮, 眼中的鸿芒 似乎下一刻就要溢出来。 接着, 他身体忽然消失。 你干什么? 夏浅浅一惊, 连忙就要激活法宝, 可江涵的瞬移时在太快。 碰! 江涵的身影忽然出现在他身前, 根本没有给他反应的时间, 一拳狠狠打在夏浅浅鼻梁。 夏浅浅脑袋往后猛地扬起, 脑中一片眩晕, 两道鼻血瞬间喷涌而出。 血, 流血了! 小杂种, 你, 你竟然…… 他捂着鼻子, 惊恐地看着不断滴落的鲜血, 就连说话都开始有些不太清楚, 心中的怒火也越来越胜。 江涵不过是一个他随手可欺的废物, 怎么敢打他的? 趁着他愣神的功夫, 江涵又是一拳打过去, 他想躲, 可江涵太快了。 砰的一声, 他脑袋猛地往后一仰, 又是两道鲜血飙出。 剧烈的疼痛让下浅浅的脑袋清醒了一瞬, 一股巨大的恐惧从心底升起, 瞬间将他淹没。 啊! 混账! 你找死! 他尖叫一声, 提箭就要冲来, 可他眼前一花, 又是一只拳头砸来。 动! 巨大的力量, 将他整个人都打得倒飞出去。 夏浅浅等使眼冒惊心, 巨大的疼痛几乎将他淹没。 他晃着身子, 勉强站起来, 眼中满是浓浓的恐惧, 可他刚站稳, 就看到江涵的拳头又打了过来。 啊! 他尖叫一声, 潜力瞬间爆发, 身体猛的一阵用出平声最快的速度, 朝着墨丘霜的方向迅速飞去。 师姐救我! 他终于知道害怕了, 他后悔了, 他应该听师姐的话的, 他不该激怒江涵的。 他当时就该跑的, 江涵他, 他根本就不是人。 哪有杰丹出七就这么强的? 他竟然连他的护盾都破不开, 这还怎么打? 而且, 他可是他师姐啊, 他是师姐啊, 他不是应该一直尊敬他, 让他干嘛, 他就得干嘛吗? 他怎么敢对自己动手的? 他感觉整个身体都在颤抖, 身后的江涵像是一个疯狂的猛兽一般, 让他根本无法反抗。 让他害怕得浑身颤抖, 他现在只想逃, 他要逃。 师姐, 他仿佛见鬼了一样, 凄厉大喊。 第七十四章, 我特么废了你, 别跑! 给我站呐。 江涵一个瞬移, 竟然没抓到夏浅浅, 可想而知, 他现在到底跑得多快? 夏浅浅, 你不是很能打吗? 你不是要打我吗? 你踏马跑什么跑? 回来打我啦。 他大喝一声, 手掐剑爵朝前一指, 奔雷剑搜的一声冲了过去。 碰! 他就被奔雷剑机的粉碎, 连带着他的盾光 也被打得一个亮枪。 小汉! 不要啊! 墨丘霜脸色大变, 他以为江涵顶多出手 教训一下就可以了, 但没想到他这么狠, 竟然把夏浅浅 打到流了那么多血。 可现在杜宇成一直盯着他, 他根本没办法出手救人。 师姐! 夏浅浅听到墨丘霜的声音, 仿佛看到了救命稻草一般, 满脸惊恐地爬起来 就往这边飞来。 师姐, 救我呀! 小汉! 你快住手! 夏浅浅一听声音, 就知道大师姐已经生气了, 心中顿时生出了一些勇气。 他转头看着迅速飞来的江涵, 边跑边大声喝道。 江涵, 你快滚啊! 你别追了! 大师姐马上就到, 你要是不想死, 就快给我滚开! 眼看江涵不为所动, 甚至速度猛地快了一劫, 他整个人都快吓哭了。 你别过来, 我可是你师姐! 你敢打我, 那就是大逆不道! 你这是欺师灭祖! 你这是要被整个修真界追杀的! 他声音淒厉, 眼眶寒泪, 他第一次感觉江涵竟然这么可怕, 以前明明不是这样的。 你现在收手还来得及, 再敢打我, 我让大师姐杀了你! 花音刚落, 他背后忽然感到一阵寒气, 吓得他赶紧往旁边一躲。 So! 飞剑贴着他的一百飞过, 强大的杀气让他忍不住身体一躲。 你竟然敢用飞剑? 他惊恐尖叫, 啊! 你是想杀了我? 你这个混蛋, 师姐马上就到, 你快住手啊! 他用尽所有力气向前冲去, 心脏咚咚咚的狂跳不止, 可他根本不敢停下, 甚至不敢再回头看, 他不惜燃烧精血, 让速度再次快了一倍。 师姐, 救我呀! 江涵他疯了, 他疯了, 他要杀我呀! 师姐, 江涵要杀我呀! 夏浅浅疯狂大叫, 眼看江涵越来越近, 脑瓜子翁的一声, 头皮瞬间炸了。 他一边跑, 一边把法宝不要前世的往后扔去, 你别追了, 你别追了, 我都给你! 谁他妈要你这些破玩意? 江涵咬牙切齿, 寄出飞天梭, 朝着夏浅浅飞速追去。 飞天梭可是堪比原音气的顿速, 哪怕夏浅浅飞得再快, 他也只是杰丹。 眼看距离足够, 他猛的一个前冲, 瞬间挡在夏浅浅身前。 跑啊! 你他妈跑啊! 他红着眼大喊, 你打我的时候不是很开心, 很兴奋吗? 这会儿你害怕什么? 终于轮到你了, 你应该开心才是, 你跑什么? 他边说, 边朝着夏浅浅走去, 这个距离下, 他绝对跑不掉。 夏浅浅站在原地, 身体不断发抖, 脚下慢慢往后挪去, 他能感受到江涵身上的杀气, 他现在真的很怕, 他不想死在这。 江涵, 你, 你想清楚, 他声音有些颤抖, 眼中满是恐惧, 我可是林天宗清传弟子, 我家老祖是化神强者。 你要是敢对我动手, 师父和夏家绝对不会放过你。 你现在停手, 我就当一切都没发生过, 我不会去告状, 师父他们也不会知道。 他看江涵脚下停顿, 以为江涵怕了, 心中一喜, 连忙接着说道, 你不就是恨我以前欺负你吗? 我可以给你补偿, 你要法宝还是天才地宝, 我都可以, 你要什么都可以, 只要我能做到, 我们之间也没有什么过不去的仇恨, 只要你开口, 我一定会让你满意。 江涵看着他, 眼中的鸿芒越来越盛, 没有什么过不去的, 对对对, 夏浅浅疯狂点头, 我可以向你道歉, 对不起, 我以前不该那样对你的, 我已经知道错了, 你千万别冲动, 我身份高贵, 你惹不起的。 他已经快被逼疯了, 脑袋疯狂转动, 他感觉自己现在前所未有的聪明, 再怎么说, 我们曾经也是同门, 没必要闹到这种你死我活的地步, 你想要什么, 我都可以给你, 法宝, 但要, 你说, 你随便开口, 我都给你, 不用你给。 江涵的身影瞬间消失, 一道森涵的声音在下浅浅耳边响起, 我不稀罕, 碰, 他一拳击破下浅浅的护体顿光, 带着电光狠狠砸在他的脸上, 接着顺势抓住他的脑袋, 往下狠狠一压, 动, 一声闷响, 下浅浅的脸和他的膝盖, 来了一个狠狠撞在一起, 啊呜, 他口齿不清的呜咽一声, 口中发出凄惨的尖叫, 啊, 不要, 江涵根本不理会他的惨叫, 抓着他的头发往上一拽, 狗叫什么, 你打我的时候不是很开心吗, 他边说边打, 巴掌不要前视的往他脸上扇去, 叫叫叫, 就踏马会叫, 就你这样, 还敢栽赃我, 还敢污蔑我偷东西, 他一个膝顶撞在下浅浅肚子上, 打得他身体一个静挽, 接着江涵左手抓着他的头发, 用力一拽, 又把他提起来, 啪啪啪, 敢诬陷我, 你踏马一个结单, 整天不好好修炼, 就知道欺负我, 特么的整天欺负我, 我招你惹你了, 我特么欠你的, 啪啪啪, 夏浅浅的右脸, 肉眼可见的迅速中气, 啊, 江涵, 别打了, 别打了, 我再也不敢了, 你别打了, 夏浅浅疯狂尖叫, 双手乱抓, 可他根本打不破江涵的护体顿光, 不敢了, 江涵换右手把他提起, 左手用力往后扬起, 轮圆了朝着他的左脸狠狠删去, 晚了, 早踏马干嘛去了, 打打打, 你踏马就知道打, 啪啪啪啪, 废物东西, 你除了打我骂我还会干什么, 江涵边说边打, 夏浅浅也急了, 他脸上疼得已经麻木, 眼看逃不掉, 他顿时有些发疯, 啊, 疯子, 你还打, 我打你, 还不是因为你偷东西, 他一边尖叫, 一边用双手疯狂乱舞, 偷东西, 我偷你东西了, 哪次不是你诬陷我的, 江涵一听这个就来气, 单手把他提起来, 恶狠狠的瞪着他, 你倒是给我说说, 我偷你什么东西了, 你要是说不出来, 我特么废了你, 第七十五章, 你不能这样, 废了我, 夏浅浅大惊失色, 他脸肿得像猪头一样, 眼睛已经只剩下两道细缝, 细缝中爆出两道惊恐的目光, 他在江涵手中疯狂挣扎, 他不能废, 他绝对不能废, 老祖对他期望颇高, 他好不容易才在林天宗站稳脚跟, 只要结阴, 族中会给他更多资源, 如果就这么被废, 浪费了族中那么多资源, 老祖绝对会放弃他, 转而扶持其他人, 他绞尽脑汁, 疯狂思考江涵以前犯下的错, 你上次偷我的清元丹, 由于脸肿得太大, 导致他声音闷闷的, 还带着哭腔, 清元丹, 江涵脸一沉, 你想清楚再说, 那次是不是林玄诬陷我的, 夏浅浅一愣, 突然想起来, 那次是他配合林玄, 故意捉弄江涵的, 那你还偷偷碰我坐过的椅子, 我可拒你的吧, 你们罚我去擦椅子, 我不碰椅子怎么擦, 你他妈告诉我, 江涵气急, 大巴掌啪啪啪打在他脸上, 打得他嘴角不断渗出鲜血, 你他妈说清楚, 我不碰椅子, 我要怎么擦, 吾吾吾, 夏浅浅大哭, 他忽然发现, 以前那些事, 江涵好像没多少错, 那你也不该打我, 他双脚乱踢, 企图正脱开江涵的禁锢, 可他现在浑身疼痛, 江涵身上的灵力还将他的经脉封锁, 让他根本使不上力气, 我是你师姐, 你不能这么对我, 就算不是你的错, 那你也要尊敬我, 你不能打我, 我特吗, 江涵气得浑身发抖, 他第一次见到这么不要脸的家伙, 都这个时候了, 还这么嘴硬, 我打不死你, 师姐, 救我呀, 我要死了, 我要死了呀, 夏浅浅凄惨大叫, 只是声音越发虚弱, 嗓子都叫得有些沙哑, 江涵, 墨丘霜的声音中满是惊恐, 他没想到江涵真的赶下杀手, 夏浅浅都扛不住了, 他怎么还在打, 你快放手, 你不能杀他, 你冷静一点, 他不能死, 不能死, 江涵瞥他一眼, 我倒看看, 他死了能怎样, 说着他右拳蓄力, 紫色电芒闪耀, 在夏浅浅惊恐, 逐渐睁大的眼神中, 朝着他的右腿, 狠狠砸去, 这一拳, 我先收点利息, 不要, 江涵,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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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咔嚓, 一声脆响, 整个天地都静了下来, 夏浅浅眼中有过一瞬间的迷茫, 嘴巴大大张开, 想惨叫却叫不出来, 墨丘霜惊恐地看着江涵, 似是没想到, 他竟然会这么狠心, 而杜宇成则是极为兴奋地看着这边, 甚至有些跃跃欲试的感觉, 直到片刻之后, 夏浅浅好似才反应过来, 他猛地吸了一口气, 仰天大声尖叫, 啊, 杀猪般的叫声响彻云霄, 他费力伸手, 想要摸一摸自己的右腿, 可是右腿软绵绵的, 根本使不上力气, 啊, 他再次吸气, 接着大声惨叫, 浑身剧烈颤抖, 眼睛死死盯着江涵, 其中的痛苦和恐惧几乎要化为实质, 江涵, 你太过分了, 墨丘霜右手握拳, 紧紧盯着江涵, 刚才是他没反应过来, 他绝不允许江涵再出手, 我过分, 江涵瞥了墨丘霜一眼, 当初我被打断手脚的时候, 可比他惨多了, 怎么没听你说过他过分, 我那是墨丘霜语气一顿, 他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那是什么, 你继续说, 我听着呢, 江涵好笑地看他, 看他在这装好人, 墨丘霜沉默, 他不知道该说什么, 你不说, 那我可继续了, 江涵转头看向夏浅浅, 眼中鸿芒闪烁, 也不说话, 任由他不断尖叫, 直到许久之后, 夏浅浅的声音才停了下来, 他不敢看江涵, 身体惊恐地不断颤抖, 嘴中发出沉闷的呜呜声, 疼吗? 江涵轻声问他, 呜呜呜, 疼, 好疼, 他以为江涵心软了, 连忙哀求地看他, 江涵, 你饶了我, 你饶了我, 我再也不敢了, 我真的再也不敢了, 那时候, 我以为你没惨叫, 就是不疼的, 我真不知道会这么疼, 师姐错了, 师姐真的知道错了, 以前都是我不对, 我不敢打你, 饶了我, 江涵看着他, 嘴角微微上扬, 疼就对了, 他手上略微紧了紧, 我当时可比你疼得多, 他凑近一些, 紧紧盯着夏浅浅的眼睛, 轻声问道, 你知道为什么吗? 他疯狂摇头, 不知道, 我不知道, 小涵你饶了我, 你饶了我吧, 他真的怕了, 江涵现在好恐怖, 好吓人, 他现在好害怕, 好害怕, 他第一次知道, 原来被打断腿会这么疼, 原来当时江涵不是装哭, 他是真的痛哭的, 因为, 江涵凑到他耳边, 轻声说道, 我被你打断了两条腿, 夏浅浅眼睛猛得睁大, 他想起来了, 他全想起来了, 他有一次打歪了, 本来要打断江涵右腿的, 却不小心打到左腿上, 于是, 他为了纠正自己的错误, 就把江涵的右腿也打断了, 不要, 小涵, 你不要这样, 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 求求你, 不要再打了, 我知道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好痛, 真的好痛, 小涵你不要再打我了, 知道错了, 嗯嗯, 夏浅浅疯狂点头, 生怕江涵看不到, 我真的知道错了, 你饶了我, 求你了, 小涵, 师姐求你了, 你饶了我, 江涵轻笑, 可惜, 太晚了, 夏浅浅眼睛猛得瞪大, 他看着江涵再次抬手右拳, 身体开始疯狂挣扎, 不要, 不要, 他摇头不断哭泣, 眼泪不要前世的往下掉, 十三年啊, 江涵手上雷霆闪烁, 一边蓄力, 一边感叹,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这十三年, 你打了我多少次, 夏浅浅根本听不到他在说什么, 他只知道腿上好痛好痛, 他现在只想快点逃掉, 他不要留在这里, 江涵也不管他能不能听到, 只是自顾自的说着, 我记得, 我记得很清楚, 十三年来, 你打断我手脚的次数, 有三十七次, 栽赃我不下七十次, 日常更是三五天就要打我一次, 可我能怎么办呢, 谁让那时候你是我师姐呢, 我又不敢反抗, 挨打也是活该, 他语气忽然一变, 可是现在, 你已经不再是我师姐, 实力也没有我强了, 我终于, 终于可以, 他眼神逐渐疯狂, 我要让你也尝尝, 被打断手脚的滋味, 他笑意忽然一收, 看着夏浅浅的眼睛开口道, 其实, 你只需要断一条腿就可以了, 夏浅浅一愣, 不由安静下来, 他以为江涵是要放过他, 眼神祈求地看向江涵, 那, 你, 你是不是要放了我, 本来是该放了你的, 江涵轻叹, 可惜, 林璇跑了, 他要断掉的那条腿, 就只能你来替他瘦了, 夏浅浅眼睛再次瞪大, 不, 我不要, 我不要替他, 小孩你放了我, 你去打林璇, 你去打他, 别打我, 别打我呀, 你饶了我, 饶了我, 啊, 江涵把他提得更高了点, 任由他惊恐地挣扎, 他也丝毫不理, 他又拳后拉, 叙事片刻后, 带着劈啪的紫色雷电, 朝夏浅浅左腿狠狠杂举, 啊, 不要, 不要, 夏浅浅惊恐大叫, 身体疯狂扭动, 咔嚓, 第76章, 可惜, 我不需要了, 啊, 啊, 哈, 哈, 江涵仰天大笑, 脸色猙獰, 壮若疯狂, 空中夹杂着夏浅浅的惨叫和哭声, 他像一只小鸡一样, 摇摇晃晃地挂在江涵手上, 江涵, 够了, 真的够了, 极为痛心地看他, 浅浅可是你师姐, 你怎么能这样, 你怎么可以这样, 江涵笑声停歇, 歪头看他, 我为什么不能这样, 他眼中鸿芒未退, 里面似有无边杀气凝聚, 看得墨秋霜心肩一颤, 难道只许你们对我出手, 难道我天生就要受你们打骂, 江涵手上越加用力, 我忍了十三年, 十三年, 从我上山开始, 就从没有过一天好日子, 每天不是你找我麻烦, 就是他们找我麻烦, 我每天都活得小心翼翼, 每天都要看你们的脸色形势, 生怕哪里惹到你们, 又被你们毒打一顿, 雨水打在体表的灵力护盾上面, 绽放的水花, 让他眼前有些模糊, 曾经那么多次的祈求, 你却从未怜悯我一分, 我今天不过收点利息, 你就心痛得要死要活, 墨秋霜, 我却真的那么下贱, 活该被你们踩进淤泥, 墨秋霜疯狂摇头, 泪水似箭飞散, 不是这样的, 小韩, 不是这样的, 以前是师姐错了, 师姐真的知道错了, 师姐知道你不是故意的, 你是个善良的孩子, 师姐一定会补偿你的, 你给师姐一个机会, 师姐要让你知道, 我才是对你最好的师姐, 他眼神哀求地看着江涵, 浅浅他知道错了, 他真的知道错了, 你放了他, 他会改的, 他一定会改的, 是吗? 江涵脸色没有丝毫变化, 墨秋霜一喜, 他以为江涵有所松动, 可没等他高兴, 江涵就打断了他的念想, 他看着不断扭曲的夏浅浅, 咧嘴轻笑, 可惜我不需要了, 他神色越加疯狂, 我不需要你们可怜, 更不需要你们施舍, 你们曾经给我的所有屈辱, 我都会十倍百倍地讨回来, 江涵右手再次握拳蓄力, 眼神死死盯着夏浅浅, 脸色虽然平静, 可手上却越发用力, 今天就先从他开始, 不要, 夏浅浅虚弱地看着他, 眼泪不断流下, 他第一次感受到了死亡的恐惧, 不要杀我, 不要, 他无力摇头, 声音沙哑, 却没有太多力气挣扎, 江涵面无表情, 右臂缓缓后拉, 紫色电芒冲天气, 将他称得犹如天神下凡, 这一次, 他真的动了杀心, 什么狗屁的大局, 什么狗屁的报复, 在这一刻, 都没有他内心通透更重要, 要是这一次杀不掉夏浅浅, 以后他一定会更加防备, 不知道何时才会有这个机会, 他忍了太久, 压抑了太久, 十三年的黑暗, 已经快要将他压垮, 今天, 他想彻底释放一次, 他怕自己再忍下去, 真的会变成一个疯子, 夏浅浅, 他眼神冷漠, 话语无情, 和这个世界说再见吧, 不要, 夏浅浅爆发出全部的力量, 在他手中疯狂挣扎, 可他灵力被封, 无论他怎么挣扎, 都毫无作用, 江涵早已蓄力到极限, 他兴奋的脸颊通红, 右拳带着无尽雷霆, 朝着夏浅浅的头颅轰去, 不要啊, 夏浅浅发出最后一声惨叫, 身体猛的一颤, 时间好似暂停, 四周忽然慢了下来, 他脑中飞快闪过, 无数和江涵有关的画面, 他好似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 看着他和江涵有关的点点滴滴, 他看起了曾经的江涵, 那个在他脚下抬头抢笑的江涵, 那个咬着嘴唇, 忍着痛, 不敢哭出声的江涵, 还有那个, 第一次见面时, 满脸纯真, 尴尬挠头的江涵, 最后, 是趴在血泊中, 在地面艰难挪动, 埋头咬牙的江涵, 等到一切结束, 眼前的世界再次清晰, 他再次看到的, 就只有眼前这个, 眼底藏着深深恨意, 只想杀了他的江涵, 他忽然发现, 自己以前对江涵做过的那些事情, 好像真的很过分, 也许, 真的有因果循环, 他心神忽然平静下来, 呆呆地看着江涵, 任由他的拳头, 在他的瞳孔中, 急速放大, 难道, 这就是报应? 紫色光芒充斥天地, 江涵用尽了平生最大的力气, 朝着夏浅浅的头颅用力轰去, 这一拳汇聚了他全身所有的力量, 这一拳, 他必死, 够了, 一声大鹤响起, 可江涵的拳头已到了夏浅浅眼前, 动, 一道金光忽然出现, 挡住了江涵全力轰出的重拳, 夏浅浅的脸距离他的拳头不过三寸, 可就是这短短的三寸, 任凭他如何用力, 硬是无法向前突破丝毫, 就连爆射的雷光都被弹开, 江涵脸色一变, 神色越发猙獰, 他咬牙抬腿, 躲开那道金光, 朝着夏浅浅狠狠踹去, 我说, 够了, 墨秋霜的声音中, 带上了一丝惯有的冷漠, 哄, 金光忽然膨胀, 把江涵直接推开, 虽然金光没有伤害, 但他还是被推开数十丈, 他到了这里才看到, 原来在夏浅浅头顶, 不知何时浮起了一块金色圆盘, 圆盘射出一道圆形金光, 将夏浅浅牢牢守护在内, 墨秋霜, 江涵呼吸有些粗重, 他看着飘在金光内, 逐渐清醒的夏浅浅, 又全部禁握紧, 就差一点, 就差一点, 眼看就能报仇了, 可这个墨秋霜, 他恨恨咬牙, 实力, 还是实力不够, 如果我是化神妻, 如果我有化神大圆满的修为, 墨秋霜又如何拦得住我, 到时候, 就算是季雨缠, 也只能乖乖受死, 他眼睛越来越红, 心弧之上, 渐心俱颤, 原本模糊的剑影中, 竟隐隐散出一丝黑色, 隐藏多年的屈辱, 在这一刻彻底爆发, 他现在急需一个宣泄口, 啊, 他忽然朝前冲去, 也不管自己会不会受伤, 甚至连飞剑都没用, 扬起双拳, 朝着那道金光狠狠砸去, 啊, 给我碎, 碎, 碎啊, 他壮若疯狂, 浑然不知疼痛, 双拳如雨点一般, 砸在那道金光之上, 雷霆崩碎, 血雨洒落, 那强大的防御, 根本不是他这个结单气能破开的, 任凭他将双拳打得血肉模糊, 可那金光仍旧稳弱泰山, 没有出现一丝波动, 夏浅浅双腿无力垂下, 静静飘在金光中, 呆呆看着疯狂的江涵, 看着他那黑黑的眼睛, 还有那一满眼眶的鸿芒, 他的眼中出现了短暂的迷茫, 脑中再次有无数画面不断闪现, 那都是他曾对江涵做过的, 所有的, 恶毒的, 疯狂的事情, 他甚至能清晰地感受到自己当时的心情, 他当时是多么地畅快和疯狂, 可是, 不该是这样的, 他明明从小就接受家族的高等教育, 一言一行都有老师专门教授, 性格虽然有些跳脱, 可一向最是善良, 怎么可能会是这样一个恶毒的泼妇, 看着在外面发疯的江涵, 他心底忽然涌出一股奇怪的感觉, 他不知道那是什么, 热热的, 还带着些许酸涩, 江涵, 他轻声嘀喃, 眼角忽然滑下一滴泪珠, 对不起, 碰, 血花随着金光洒落, 遮住了他苍白的脸, 第77章, 这一件, 很强, 江涵现在脑中一片空白, 他根本听不到夏浅浅在说什么, 更何况, 就算他听到了, 也只会毫不在意, 他隐藏心底的欲结, 破风而出, 那种强大的怨念, 让他根本无法自持, 他现在只想发现, 发现, 发现, 啊, 去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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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疯狂攻击金光, 眼中的黑色范围越来越大, 眼角的鸿芒似要滴出血来, 夏浅浅, 你不是要打我吗, 你出来啊, 你踏马出来啊, 你刚才不是很厉害吗, 你不是要杀了我吗, 我就在这, 你出来打我了, 来杀我呀, 拳头裹挟着, 雷光重重轰在金光之上, 雷光浑着血花炸开, 又随着雨水洒落海面, 砰砰砰砰砰砰, 拳头如雨点般打在金光上, 可任凭他如何用力, 也依然毫无作用, 那金光连一丝颤抖也无, 坚定却沉默地挡在那里, 小韩, 墨秋双心痛地看着江涵疯狂的模样, 他不知道自己到底要怎么办, 之前江涵明明已经没那么讨厌自己了, 他也能和他正常地说上几句话了, 可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他怎么突然变得这么疯狂, 若不是他提前留了法宝, 隐藏在四师妹身边保护, 四师妹刚才真的会被他打死, 可因为自己留下的法宝, 又让江涵那么痛苦, 他看着也极为心疼, 特别是他那血肉模糊的拳头, 让他不禁想起当年江涵跪在血泊中的模样, 小韩, 你不要再打了, 他声音带着哭腔, 眼泪不断流出来, 小韩, 你破不开的, 你不要再伤害自己了, 你这样只会让我心疼, 闭嘴, 江涵怒喝, 你怕我受伤, 你撤了, 我就不会受伤了, 哭哭哭, 就知道哭, 你除了哭还能干什么, 莫秋双一致捂着嘴, 痛心地看着江涵, 眼泪自然从眼角滑落, 他不明白, 他明明是为了他好, 可他怎么能说出这么冰冷无情的话, 他就看不到自己的努力吗, 莫秋双感觉自己的心好痛好痛, 他是真的想帮他, 为什么小韩还这么讨厌自己, 他真的不明白, 江涵为什么就不能理解自己, 江涵的攻势逐渐减弱, 直到许久后才慢慢停下, 随着他的攻击减弱, 渐心之上的那一丝黑色也逐渐消退, 直到最后, 被表面那层淡淡的模糊重新掩盖下去, 他有些无力的大口喘着气, 多年来积攒的郁杰消耗了些许, 眼中的黑色和鸿芒缓缓消散, 随之而起的则是犹如实质的恨意, 他只恨不能生生色下浅浅, 可是这一道薄薄的金光把他死死挡在外面, 他打了这么久, 他竟然连一丝波动都没有, 他还是小瞧了墨丘霜的手段, 这护盾若是没有圆英七大圆满的强大力量, 怕是破不开了, 而且他根本就没有发现, 这个法宝到底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墨丘霜自困在空间裂缝中, 虽然师姐无法攻击到他, 可他也不能攻击到外面, 他和师姐对峙, 如果他出手, 师姐一定会发现并出手阻拦, 可从史之中并未见他朝这边出手, 这个护体法宝, 好像是凭空出现的一样, 江涵目光微沉, 说到底还是自己太弱了, 力量, 他要力量, 他现在无比渴望力量, 要更加强大的力量, 江涵站在雨幕中, 沉默地和一光之隔的夏浅浅对视, 他能看到夏浅浅眼中的复杂和愧疚, 可他的眼中现在只有仇恨, 他小心隐藏多年的伤疤, 在今天却被他们毫不留情地再次撕开, 于是不知不觉间大了起来, 杜与诚看了眼躲在空间裂缝中的墨丘霜, 又看向发泄完情绪的江涵, 墨丘霜的法宝果然诡异, 竟然凭空出现在那么远的地方, 四周空间不稳, 连瞬移都不能用, 他是怎么把法宝送过去的, 而且在法宝出现之前, 就连他都没有感觉到一丝异常, 不过就算他有再多的手段又如何, 他现在躲在空间裂缝的保护中, 让自己短时间奈何不得, 但那个结单期的女人可还在外面呢, 杜与诚嘴角轻扬, 转身朝着金光护盾的方向急速冲去, 深周红蓝见光旋转, 速度极快, 杜与诚, 你想干什么? 墨丘霜顿时急了, 杜与诚这样子明显就是要对下浅浅出手, 除了这个, 他想不到是因为什么? 他的攻击力比自己都强得多, 自己的法宝绝对扛不住, 那护体金光恐怕一击就要被破开, 那样的话, 等待着下浅浅的将会是什么? 他不敢再想, 急忙收起裂空中弥漫天空的空间裂缝瞬间消散, 他身形一闪朝着杜与诚急速追去, 他速度极快, 可红蓝见光速度更快, 杜与诚眨眼间就到了金光护盾上方, 杜与诚可不会像江涵那样考虑太多, 有威胁的人, 只要有需要, 全部都要杀掉, 就算杀了不该杀的, 大不了回去被师父骂一顿就好了, 他早就习惯了, 他原本觉得师弟这些天使在太压抑, 想让他好好发泄一下, 可既然对方先坏了规矩, 欺负师弟实力不够, 那就由作为师姐的他来替师弟出手, 嗯, 最好再干脆一点, 这样的话, 那坏女人和自己之间的差距, 这样的话, 他以后应该就不会再这样畏首畏尾了, 修道之人, 主修一个道心通透, 总是瞻前顾后的, 可怎么行, 今天他要给师弟上一课, 要他看清楚, 只要实力够强, 不论做什么都不会有事, 师父曾经说过, 这个世界的人从来不会怜悯弱者, 他们永远只会畏惧强者, 只要你够强, 你做什么都是对的, 想到要带师父给师弟上课, 杜与诚心中顿时一阵紧张, 心脏咚咚咚狂跳, 可为了让师弟尽快明白, 弱弱强识这个道理, 他强行让自己冷静下来, 忽视了狂跳不止的心脏, 努力思考要怎么做, 思索片刻, 他眼中忽然鸿芒大胜, 指尖激动的微微颤抖, 血红剑影随之剧烈颤动, 渐渐末地多出一丝红色雷光, 那就全力出手吧, 让师弟看看, 我也很强的, 要不然他总是不敢打架, 他左拳紧握, 右手掐绝, 脱力的姜涵, 心中越发兴奋, 那就用这招吧, 我可是偷偷练了很久, 应该很厉害的, 现在当好让师弟看看, 他眼眸微弯, 看起来很是开心, 只是那眼中的红光却越来越盛, 平白增添了一丝嗜血, 红色剑影凭空消失, 等到再次出现, 已化作一柄长三尺七寸的红色长剑, 被他伸手握住, 他深吸口气, 压下心底悸动, 又在心中给自己打了打气, 右手紧握长剑, 眼神陡然凌厉, 师弟, 你可看好了, 这一剑, 很强, 他心底默念一声, 脚尖轻点, 身体一跃而起, 身后引有一片血海浮现, 一股极为暴虐嗜血的气息, 瞬间笼罩整片天地, 空中的雨势默然一顿, 红蓝相近的雨水犹如被定住一般, 骤然停在半空, 那精英的水滴像一颗颗宝石一般, 反射着空中越发幽蓝的雷光, 还有那红烟似血的剑光, 他手持长剑, 轻丝轻舞, 与无数宝石间悠然划过, 犹如一位起舞的仙子一般, 轻抬长剑向前一剑斩下, 沿途雨水还未接触剑身, 就被无形的力量劈开, 化作两片颤抖的水滴向身侧弹去, 剑身划出一道血色剑光向前迅疾冲去, 其上带着令人头皮发麻的暴虐气息, 那种压迫力仿佛要把这整片天地都化作无尽血海, 剑光劈开雨水, 劈开雷霆, 劈开挡在前面的一切, 朝前冲去, 剑光看似极慢, 可锦一眨眼就移到了护盾前方, 只在身后留下了一道狭长森寒的黑色尾跡。 第78章 谁过分? 空间裂缝 莫丘双惊呼出声, 攻击划破空间裂缝, 可是只有化神七强者才能做到的。 他之前引动空间裂缝, 一是借助了裂空中之威, 而裂空中则是依靠一道护盾在内的空间规则之力, 才能引起空间波动, 二是借了阵法加持, 才能轻松使用法宝。 可杜宇成这是什么情况? 那一道划痕, 分明就是空间裂缝。 难道, 他已经达到了足以媲美化神七的实力, 可以随意划破空间了吗? 还是说, 他领悟了空间意境, 莫丘双脸色巨变, 不管怎样, 这一剑若击中了, 夏浅浅会死, 绝对会死。 他不能死, 至少不能死在自己面前。 他心中有些后悔, 早知道会发展到如今的局面, 当初还不如直接离开。 最起码, 小韩的态度已经比之前好了许多, 比以前大有进步, 这次出来也不算亏了。 都怪四师妹, 没事非要帮小玄征什么垃圾传承, 不就一个可能增加截单几率的功法吗? 总理多的是, 也不知道他为什么非要征这个。 莫丘双心中后悔至极, 以后绝对不能再灌着四师妹了, 他就是个没脑子的。 可此刻四师妹处境极为危险, 自己还是要救下他, 不然回去没法交代。 杜宇成功是极快, 眼下要救他, 只剩下一个办法, 可若如此做了, 自己可就亏大了。 心思电转间, 他已看到了越来越大的剑光。 时间紧迫, 来不及多想了。 他暗暗咬牙, 眼睛瞬间血红, 右手抬起, 猛地一握裂空中。 当! 裂空中发出一声凄厉悲鸣, 轰然炸成无数碎片。 其内的一丝空间规则之力迅速爆开, 在墨丘双的控制之下, 直接作用在杜宇成和剑光身处的那一片空间之上。 此时, 杜宇成的剑光已经公道, 剑光拖着一条长长的黑色尾迹, 极为兴奋地朝着护盾斩去。 杜宇成还保持着出剑的姿势, 极为期待地看着剑光, 看着他劈开途中遇到的一切阻碍。 这是他第一次用出这一招, 他看不到自己现在的模样, 但是, 他偷偷偏目间, 已经看到了江涵脸上的震惊。 这就够了。 于是, 他的剑更快了一分。 住手! 墨丘双大喝一声, 全部神石控制那一丝空间规则, 全身站立, 神石爆发, 用尽全部力量, 双手猛地一握。 嗡! 虚空传来一股奇特的波动, 杜宇成深周的空间忽地扭曲了一下, 他的身影突然消失, 连带着剑光和黑色痕迹一起消失在原地。 吃了! 一道撕裂声响起, 那尖力的声音刺得人心底发寒, 远处的海天忽然变成一片血红, 随后一道更加艳丽的血色一闪即逝, 空间似乎顿了一瞬, 紧接着天空陡然裂开一道巨大的黑色裂缝, 那是一道足有五百丈长的巨大裂缝, 接天连地, 仿佛天地都被划破了一个缺口。 裂缝内漆黑一片, 更有无尽的森冷寒气从中散出, 远处的海面顷刻冻结, 就连空中的血海虚影似乎都被寒气冻住。 江寒甚至感觉到脚下的海水都忽然顿了片刻。 好强! 江寒嘀喃, 眼中的金色几乎要溢出来, 他第一次发现师姐原来这么强。 那一剑已经划破虚空, 绝对超越了原因气的威力, 甚至一些普通的化神都不一定能接下这一剑。 刚才若不是墨丘霜自爆法宝, 他绝对就不了下浅浅。 噗! 可嗨嗨! 墨丘霜张口吐出几大口鲜血, 脸色惨白如雪, 白得没有一丝血色。 刚才那一击, 他强行动用了不属于他这个境界, 能掌握的力量神石受到了极大损伤, 恐怕短时间内难以恢复。 他心有余悸地看着远处巨大的空间裂缝, 瞳孔微缩, 惊骇无比。 这是一个原因气能打出来的伤害。 这么长的空间裂缝, 恐怕已经接近化神中气的力量了吧。 心中的惊骇还未吞去, 他又想起刚刚自爆的裂空中, 心中痛得要滴出血来。 裂空中可是师父赐给他的法宝, 虽然只有天阶三品, 可其内蕴含了一丝化神大圆满强者留下的空间规则, 那才是最珍贵的东西。 若是能长期感悟, 甚至有机会从中悟出一丝空间异境, 等到化神之后, 就能有机会将其晋升为空间规则。 可现在, 什么都没了。 他看向江涵的目光带上了些许的埋怨, 若不是江涵太任性, 杜玉成也不会对他出手。 他如果不是非要对夏浅浅出手, 杜玉成也不会去帮他。 小涵, 你这次太过分了。 他语气有些埋怨, 过分, 江涵吃笑, 你们对我做过的那些事情, 可比这个过分得多。 当初, 你可有觉得你们过分? 你现在说我过分? 你怎么有脸说出这种话的? 小涵, 墨秋双眼眶一红, 过去的事都已经过去了, 我是真心想要补偿你的。 我给你准备了很多宝物, 还有你二师姐, 我们给你准备了许多你用的上的天才地宝。 这些宝物足以支撑你度过节音雷节, 只要你回来, 这些都是你的。 现在杜宇成不在, 你不要害怕, 跟我回去好不好, 我们跑快点, 他不会发现的。 不可能, 我跟你说了很多次了, 我绝对不会回去。 江涵脸色不耐, 暗中激活风天凯, 现在师姐不在, 他怕墨秋双不讲武德, 出手对付他。 墨秋双踏前一步, 焦急地看向江涵, 他能感觉到一股冲天的杀气, 正朝这边冲来, 他没多少时间了。 小涵, 你放心, 只要你跟我回去, 我会帮你隐瞒今天的事的, 我绝对不会让师父知道。 他知道又能怎样。 江涵丝毫不为所动, 反而极为警惕地盯着他, 时刻准备顺移逃走。 这是你的自由, 你愿意说, 就去说吧。 反正也不是你第一次告状。 墨秋双心口一痛, 他以前确实对江涵不好, 可是, 那都已经过去了。 小涵, 其实浅浅说的是对的, 这些是算不得什么血海深仇, 一切误会都可以解开的。 他踏前一步, 小心翼翼地看着江涵, 嘴唇微微颤抖。 小涵, 师姐已经知道了自己以前犯下的错误, 师姐真的知错了。 你不要再活在仇恨中, 给师姐一个赎罪的机会, 也给你自己一个释然的机会, 可以吗? 我们未来还有很多事可以做。 你刚结单, 心境通透才是最重要的, 仇恨只能让你修为停滞, 无法寸进。 以你的资质, 不该停滞在仇恨中, 只要你愿意放下仇恨, 你的未来一定更加广阔, 修为静静飞快。 到时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师姐就是你最强的后盾。 小涵, 原谅师姐好吗? 姜涵不以为意, 缓缓后退, 始终和墨秋霜保持距离。 他说的这些话, 他早就听腻了, 墨秋霜每次找他就是这一套, 说的话换来换去, 归根结底其实是有一句话, 他想让他原谅他。 可是这种事, 他原谅不原谅的, 很重要吗? 他不明白, 墨秋霜为什么一直纠结这个, 正想着他心脏忽然顿了一下, 他脸色一白, 一股极为难受的感觉, 漠然生气。 哼, 强大的压力从天而降, 虽然压力顺着他身旁划过, 特意避开了他, 可还是让他感觉一阵难受。 那无匹的气势, 甚至形成了一道无形的气浪, 将海面都压得下沉百米,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坑洞。 墨秋霜。 陆玉成忽然出现在半空, 他一身黑裙散着鲜艳血光, 身后带着无边暴虐血海。 他双目星红, 咬牙瞪着墨秋霜, 冰冷的口中蹦出几个血红大字。 你该死。 第七十九章, 他不会拒绝, 杜玉成气的浑身都在发抖。 他好不容易鼓起勇气, 想在师弟面前耍一招剑势, 可墨秋霜这个女人, 他竟然敢打断自己的剑势。 杜玉成握电的手越加用力, 身后的血海发出一阵悲鸣。 师弟会怎么看他, 会不会觉得他是个没用的师姐? 耍了那么久的剑势, 蓄厘那么久, 到最后竟然连人都没打到。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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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张俏脸仗得通红, 甚至不敢去看江涵一眼。 该怎么向师弟解释? 说实话, 师弟会不会相信? 不行, 不要, 绝对不要。 他咬牙切齿, 极为痛恨地瞪着墨秋霜, 无边杀气轰然而出。 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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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杀了他, 才能挽回自己在师弟心目中的形象。 只有杀了他, 师弟才不会觉得自己是个没用的师姐。 只有杀了他, 才能一解自己心头之恨。 哼, 一道血红光柱从他身上冲天起, 轰隆撞入乌云, 将天空染成无比疯狂的血色。 他举荐爆发出从未有过的音量, 对着墨秋霜咬牙大声怒吓。 混账, 王八蛋, 去死。 说着, 他持剑瞬间出现在墨秋霜头顶, 带着无边血海, 轰然斩下。 你发什么疯? 墨秋霜大惊失色, 看杜宇成这架势, 难不成是想拼命? 可为什么? 你要杀我师妹, 我出手救人, 这不是应该的吗? 我都没生气他对师妹出手, 他凭什么发这么大火? 墨秋霜心底生出一股火气, 真要拼命, 他也不是拧捏的, 到时候谁生谁死还不一定。 可现在他身受重伤, 神识受损严重, 不是和杜宇成计较的时候。 他冷哼一声, 顺移躲开杜宇成疯狂的剑招。 可他刚从远处出现, 杜宇成竟然跟着顺移在他头顶, 常见从天而降, 根本无处可躲。 这是什么剑招? 墨秋霜大惊失色, 慌忙喷出一口惊血, 趁着那一次空间规则, 尚未完全消散, 强行催动空间移动。 刷! 他的身影瞬间消失, 这一次杜宇成没能跟着他瞬移, 而是一箭斩空。 黑色裂缝一闪即逝, 杜宇成眼中闪过一刹迷茫, 紧接着猛地转头, 看向江涵的位置。 墨秋霜从虚空走出, 就连嘴唇都变成了一片白色, 气息极为虚弱。 走! 他一把抓起, 还在愣神地下潜潜, 瞬间冲入海中, 捞起一块沉在海底的石块。 赶在杜宇成展来之前, 再次吐血, 强行催动最后一丝空间规则, 带着两人瞬间消失不见。 哗! 血红见光一闪, 海水瞬间被见光劈开, 连带着海底都被劈开一道深不见底的裂缝。 杜宇成飘在海面, 眼神冷冽, 身上的血色越发鲜艳。 虽然表面看着极为平静, 可不断震动的血海, 却表明他心中并不平静。 怎么办? 怎么办? 又让他跑了? 跑哪里去了? 怎么一点气息都感觉不到? 怎么办? 该怎么面对师弟? 师弟一定觉得我很没用嘛, 这点小事都做不好, 我不配做他的师姐。 果然, 我还是什么都做不好。 他心胡之上波涛翻滚, 思绪波动不停, 脸色通红, 忽而愤怒, 忽而担忧, 忽而自责。 师姐, 你没受伤吧? 江涵急气的声音从远处传来, 杜宇成莫名感到一阵心安, 心胡静诡异地平静了下来, 寝客间风平浪静, 再没了一丝波澜。 他心神一松, 无边血海瞬间消散, 暴雨骤停, 乌云散去, 海水会合, 天地间寝客恢复平静。 看着飞来的江涵, 他脸上一红, 低头看着海面, 心脏不安地咚咚乱跳。 对, 对不起, 他用力抓着剑柄, 声音很是愧疚。 什么? 江涵没听清师姐刚说了什么, 他心中的负面情绪已被深深藏在心底, 现在只剩下了表面的兴奋。 这是他第一次看到师姐真正的实力, 也许还不是真正的实力。 墨丘霜同为原因大圆满, 竟然连一剑都不敢接, 可见双方实力差距到底多大。 此刻听到师姐说话, 他压下心底兴奋, 疑惑问道, 怎么了师姐? 杜宇成脸上更红, 眼中生起浓浓的自责。 我没事, 不过, 对,对不起, 我, 我没能留下他们。 江涵一愣, 他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师姐这好像是在自责。 虽然不知道怎么回事, 可他还是马上反应过来, 急忙安慰道。 没事的师姐, 只要师姐没受伤就好, 墨丘霜他们是死是活都不重要, 跑了就跑了吧。 他们这次受伤不轻, 恐怕要很久才能恢复。 说完, 他一脸崇拜地看着杜宇成, 师姐刚才好厉害, 那一剑竟然把空间都展开了。 我? 厉害。 杜宇成一震, 心中生起一种奇怪的愉悦。 对啊, 江涵连忙点头, 师姐那一剑斩出, 顿时天地颤抖, 空间撕裂, 简直就像天仙下凡一般。 而且, 师姐一出手, 就把他们全都吓跑了, 甚至连一剑都不敢接, 简直无敌了。 嘿嘿, 杜宇成心中的负面情绪瞬间消散一空, 有些扭捏得嘿嘿一笑。 也还好啦, 嘿嘿。 江涵见状心中一松, 看来师父说的没错。 大师姐若是心情不好, 就多夸一夸她, 大师姐心情马上就会变好。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 但只要大师姐开心就好。 而且, 她是真的觉得大师姐好厉害, 那种能撕裂空间的攻击力, 化神之下, 真的很难抵挡。 若不是剑修专修一柄非剑, 倒罚手段太过单一, 墨丘霜今天恐怕还要受更重的伤势。 还有, 墨丘霜最后在海底捞起的那块石头, 难道就是隐藏起来的灵玄? 变成一块石头, 身上一丝气息都没有。 这是什么手段, 前世怎么从未见过? 江涵摇头, 不管是什么, 今天下浅浅那一番话, 估计已经全被林玄听到了。 二人嫌隙一声, 等她回去, 他们之间恐怕在南向之前那般亲密。 且看林玄能把林天宗搅和成什么模样, 也许不需要自己动手, 他们就能把宗门弄得分崩离析。 嘿嘿嘿, 杜宇成脸色微红, 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咧着嘴笑得不停。 江涵见状, 想起师父说过, 如果你师姐沉浸在内心世界, 无法解脱, 那就去请求她帮你做一件事, 她马上就会从内心世界行转过来。 因为, 她无法拒绝他人的请求, 除非她特别讨厌那个人。 想到这里, 她连忙一脸崇拜地说道, 师姐, 刚才那一件是你自己穿的剑招吗? 嘿嘿, 师姐那一件好厉害, 能不能教教我? 啊? 杜宇成一愣, 开心点头。 好。 第八十章, 当初就不该心软, 绵延无尽的森海上空, 一道青色顿光一闪而过, 眨眼间已不见了踪影。 莫秋双盘膝坐在船舱内, 面色好了大半, 不过还是有些苍白, 闭着眼睛默默调膝。 从她那不断紧皱的眉头可以看出, 她的心情并不平静。 夏浅浅脸色惨白如雪, 躺在榻上, 无神地看着窗外飞掠而过的云层。 师姐, 先把丹药吃了吧。 林璇端着一粒丹药, 坐在床边伺候她。 夏浅浅转头, 看到林璇后眉头微皱, 下意识就想拒绝。 不知为何, 自从离开魔龙海域后, 她每次看到林璇都感觉浑身不自在。 明明林璇还是原来的样子, 依然乖巧懂事, 还一直照顾她。 可她就是心底盈盈有些不太舒服, 对, 就是不舒服, 虽然说不出来到底是什么, 可她极为反感这种感觉。 她有些怀疑自己是不是中毒了。 不过眼下, 她看着林璇担忧的神色, 拒绝的话还是没说出口, 忍着不试, 结果丹药仰头吞下。 江师兄这次太过分了, 竟然对师姐下手这么重。 林璇微红着眼, 愤愤说了一句, 接着抽噎一声, 委屈地说道, 都怪我, 要不是我非要抓采鸿鱼, 说不定早就找到传统宝地了, 江师兄就不会接足先登, 世界也就不会。 她低下头, 挤出两滴眼泪, 看着特别伤心。 夏浅浅心口一疼, 刚要出声安慰, 就觉心底冲出一股忌惮的反感。 当时要不是她跑了, 自己也不用受这么大哭。 想到这里, 原本要安慰的话, 她是一句也说不出口了。 这不怪你, 墨丘双睁眼, 看向低头哭泣的林璇, 眼神有些复杂, 她不知道这次的事, 会不会让林璇因此对江涵心声芥地。 这次的事, 你们千万不要说出去, 不然师父知道后, 一定不会放过小韩。 嗯, 师姐放心, 我绝对不会说的。 林璇重重点头, 她才不会傻到把这件事说出去。 虽然不知道江涵这次在发什么疯, 但她可是还盼着, 师姐他们把江涵带回林天宗。 只要江涵还能回来, 她有的是机会把江涵的气韵全部洗干。 可如果因为这件事惹怒师父, 恐怕江涵再也难以回来, 那她的气韵值可就彻底泡汤了。 如果到最后, 实在没办法, 林璇目光微沉, 实在不行, 那我就换个身份, 也去紫霄建宗, 我就不信, 江涵他还能跑。 不过那样代价太大了, 自己已经在林天宗经营多年, 眼下局势大好, 若不是江涵突然跑掉, 恐怕自己现在已经快要结单了。 想到这里, 林璇就后悔得心痛得要滴血, 当初就不该图谋江涵那个宝贝, 早知道她那时已被逼到极限, 自己就不抢她了。 就因为那么个小东西, 惹出这么多事。 浅浅, 你怎么说? 墨秋霜看向夏浅浅, 她最担心的其实就是夏浅浅。 林璇心善, 她肯定不会害江涵, 可夏浅浅就不一样了, 她一向最看不起江涵, 别说是被打断双腿这么大的事了。 就连江涵多看一眼, 都是她打她的理由。 墨秋霜眼眸微锤, 如果浅浅真的不愿放过江涵, 该怎么办? 她心中轻叹, 实在不行, 就把自己今年的资源让给她。 那么多资源, 足以抵得上她断掉的两条腿了。 只是可惜了那么多资源, 这次出来一趟不但没什么进展, 反而让江涵更加厌恶。 夏浅浅听到墨秋霜的话, 却是脸色一白, 她现在一听到江涵的名字, 脑中就控制不住地回想起那些荒唐事, 心脏就会一阵一阵地抽痛。 至于向师父告状, 被江涵打的时候, 她确实这么想过, 她当时甚至想让师父把江涵打死出去。 可现在, 她不这么想了, 她甚至没有一丝要报复的想法。 她忽然有些理解大师姐和二师姐了, 怪不得他们总是去找江涵, 怪不得他们总是红着眼哭唧唧的。 也许, 他们是最先醒悟过来的。 这种心痛的感觉, 她只在看到凌玄受委屈的时候感受过。 可现在, 她一想起江涵, 就会心痛难忍, 气息混乱, 别提什么报复了。 只要能让江涵开心, 只要能让她出气, 就算把她全身打碎, 她都愿意。 毕竟, 以前她做的那些事, 对江涵的伤害太大太大, 远远不是两条腿能偿还的。 她轻轻摇头, 师姐放心, 我不会说的。 墨丘霜一愣, 她都准备大出血, 让出修炼资源了。 可她怎么也没想到, 夏浅浅竟然就这么同意了。 四师妹怎么会这么简单就同意了? 难道, 四师妹要亲手报复? 可看她的表情也不像啊。 墨丘霜皱眨眉片刻, 眼前忽然一亮。 难道, 四师妹也醒悟了? 想到这里, 她脸上一喜, 连忙点头。 好, 这件事就到此为止, 我们先去火凤城休养一段时间。 浅浅伤势不算太重, 虽然双腿近断, 但我已将盘踞在经脉中的雷霆之力取散。 经脉没有被雷霆伤到, 只要用些上好的零药, 大概粤鱼就能完全恢复。 我会告诉师傅, 我们在外游玩, 等你伤势恢复了, 我们再回去。 夏浅浅静静听着, 有些无力的应道。 好, 墨丘霜看着她, 恍惚间好似看到了当初刚上山的那个少女。 当年, 夏浅浅就像现在这样, 外表甜静温柔, 内里却带着一股活泼的灵气。 也许, 她真的醒悟了。 墨丘霜心底松了一口气, 这样看来, 这次出来也并不是一无所获。 等四师妹再恢复一点, 也是时候告诉她一些事情了。 只要再让其他师妹也醒悟过来, 到时诸位师妹一起发力, 想必师傅也不会太过为难, 江涵也就有了回来的理由。 想到以后, 她脸色不禁红润了些许。 到那时, 一切又恢复正轨, 自己就可以继续闭关, 安心应对雷洁了。 不止墨丘霜发现了夏浅浅的变化, 就连灵璇也感觉夏浅浅有些不对劲。 以前四师姐看到自己就会非常开心, 对自己嘘寒问暖, 眼中满是喜悦开心。 可现在, 她能感觉到四师姐在有意躲着自己, 连目光都没放在自己身上, 甚至还能感到一股若有若无的疏离感。 想到这里, 林璇心头一颤, 她忽然想起当初四师姐在面对江涵时, 说过的那些话。 别打我, 你去打林璇, 你去打她。 她眼眸微尘, 忽然有些心寒, 自己讨好她那么多年, 可一到危险关头, 四师姐转头就把自己卖了。 自己这些年对四师姐那么好, 她都能这样, 甚至没有一丝犹豫。 那么, 其他师姐呢? 他们会不会, 也是这样? 也许, 以前是自己想错了。 林璇看着虚空面板中, 那块散着腥红血气的血浴罗盘, 眼中引有黑芒闪过。 当初就不该心软, 林天宗剩下这小半气韵, 还是直接吸了吧, 应该足够结阴了。 大不了, 早日假死脱身, 去紫霄见宗。 第八十一章, 真的错了, 原山。 墨丘霜在此地, 包下了一处凌厉充沛的洞府, 几人闭关默默疗伤。 她之前强行催动空间法则, 导致神石重伤, 闭关疗伤半月, 消耗了大量天才地宝, 已恢复了大半。 大师姐, 夏浅浅的声音从门外传来, 听起来还有些虚弱。 墨丘霜起身开门, 让夏浅浅飘了进来。 四师妹, 你怎么来了? 她疑惑道, 你腿上伤势还没完全好, 有时叫我一声就好, 怎么自己跑出来了? 夏浅浅面色恢复了许多血色, 不过眼眶有些发红, 看起来像是刚哭过一场。 大师姐, 夏浅浅一看到墨丘霜, 直接扑到她怀里哭了起来。 墨丘霜一惊, 以为又出什么事了, 连忙抱着她低声安慰。 别哭别哭,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是不是哪个不长眼的欺负你了? 夏浅浅连忙摇头, 不是, 是江涵。 江涵? 墨丘霜脸色一变, 把门关上, 打开阵法, 扶着夏浅浅坐下, 严肃地盯着她。 浅浅, 你说, 江涵她怎么了? 夏浅浅抽了抽鼻子, 看着大师姐严肃的模样, 不由得坐直身子, 贬着嘴说道。 我刚才打坐的时候, 突然出现了好多以前的那些记忆, 都是关于江涵的记忆。 说着, 她眼眶又是一红, 差点哭出来。 江涵她以前, 真的好可怜, 我们怎么能那么欺负她? 听到这里, 墨丘霜也听明白了, 看来四师妹是真的醒悟了, 她心中一喜, 身子坐得更直了些。 唉, 她重重叹息一声, 怜悯地看着夏浅浅。 四师妹, 你那时候确实太过分了, 隔三差五就要找理由打江涵一顿, 她那时候看到你就害怕得浑身发抖。 夏浅浅一听这话, 心中顿时升起一丝愧疚, 深深低下头去。 我一直到现在都不明白, 你为什么那么喜欢欺负江涵? 墨丘霜接着道, 她也没有惹到你吧? 为什么, 你那么恨她? 夏浅浅一惊, 豁然抬头, 慌忙解释道, 不是, 我也不是故意的, 还不是因为她。 她声音一顿, 十海中好像有两股意识在不断纠缠, 让她脑中一片混乱。 因为什么? 墨丘霜脸色异冷, 因为她好欺负, 因为她不敢还手, 还是因为她没人关心, 没人能替她出头。 夏浅浅听到这话, 脑中一热, 脸色一红, 下意识开头反驳。 那也不能怪我啊, 还不是她非要惹我? 我也不是那种喜欢欺负人的人, 如果不是她惹我, 我怎么不打别人, 偏偏打她一个? 浅浅, 墨丘霜大喝一声, 这我没说到。 你怎么回事? 我还以为你是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想要想将寒赎罪, 可你现在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还在埋怨她? 夏浅浅一致, 她也不知道为什么, 她明明不是这么想的, 可不知怎的, 这些话就脱口说了出来。 她眼眶一红, 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也不想的, 她是你师弟。 墨丘霜冷声道, 就算你再不喜欢她, 江涵也是你师弟, 你对她非打极骂, 动不动就打断手脚, 你现在说你不知道, 她想起江涵以前的惨状, 不由得眼眶一红。 夏浅浅, 你怎么能这么狠心? 她可是你同门师弟, 你的教养都都到狗肚子里去了吗? 不是, 我没有。 夏浅浅大叫一声, 还不是她总在山上转悠, 就算我要打她, 可她不让我看到她不就好了吗? 我又不会特意去找她。 你说什么? 墨丘霜脸色一变, 她原以为夏浅浅是醒悟了, 可现在这是怎么回事, 这不还是之前那样, 还是是非不分吗? 她就住在山上, 她还要在山中采灵药灵果, 她还要找吃的, 你让她躲到哪去? 难道要她躲在那个破狗洞里, 永远都不要出来吗? 我。 夏浅浅一致, 脑中好像有一根弦骤然绷紧。 你自己想想, 你哪次看到她没打过她? 墨丘霜继续说道, 她就算去掏个鸟窝, 你都能把她打一顿, 我就想问问, 她吃几个鸟蛋能怎么的? 她就是把那一窝鸟全吃了, 又能怎么样? 她哪里爱着你了? 墨丘霜越说越气, 要不是夏浅浅身体有伤, 她真想替江涵再揍她一顿, 你就是欺负她, 你就是见不得她好。 夏浅浅, 你就不配做江涵的事件。 夏浅浅身体一颤, 脸色苍白, 脑中那根弦越来越紧, 好像马上就要崩断,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她好像有些虚弱, 就连说话都变得极为吃力, 我那时候一看到她就来气, 看到她我就不舒服, 我看到她就想揍她, 你是不是疯了? 墨丘霜怒道, 她又没惹你, 你到底生什么气? 说到这, 她忽然悲凉一笑, 说到底, 你还是看不起她, 觉得她哪里都不好, 所以不管她做什么, 你都看不惯。 不是, 我没有看不起她, 夏浅浅心中一紧, 慌忙解释。 哼, 墨丘霜吃笑, 那你倒是说说, 你为什么要诬陷她偷东西? 为什么要栽赃她弄坏了师父的灵草? 又为什么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羞辱她? 墨丘霜每说一句, 夏浅浅的心就更紧一分, 脑中还会有一幅幅画面, 从脑海深处迅速浮现。 那些画面, 全部都是她对江涵做过的恶毒之事, 全部都是她这些天打坐时, 扰乱她心境的画面。 也是她这些天, 一直不愿承认, 不愿面对的真相, 那是一个她无法接受的真相。 直到墨丘霜最后一句话说完, 她心中一直绷紧的那根细弦, 终于绷紧到了极限。 蹦! 一声闷响冲破脑海, 巨大的力量从虚无而来, 将她那本就空无一物的心弧, 瞬间搅得天翻地覆。 一声嗡鸣从心底横空扫过, 夏浅浅脸上顿时再无一丝血色。 破! 她喷出一口鲜血, 一股难言的悲伤从心底深处升起, 如同汹涌的潮水一般, 眨眼将她淹没。 她眼中泛起一阵酸涩, 心中好像突然空了一大片, 又疼又悲, 极为难受。 她仰头看向一脸悲愤诧异的墨秋霜, 颤声说道, 那师姐, 我好像真的错了。 第八十二章, 劫难, 意识机缘。 那一桩桩一件件的旧事, 让夏浅浅心中久久无法平静。 她从来没想到, 原来自己做了这么多恶事。 就算是她现在看去, 也只感到离谱, 她难以想象, 一个人竟然能恶毒到这种地步。 更让她难以置信的是, 这个恶毒的人竟然就是她自己。 有一次, 江涵见到她没有及时行礼, 她就出手把她揍了一顿。 还有一次, 江涵在山中抓小兽冲击, 被她看到后嫌弃她没出息, 说她不好好修炼, 就知道欺负这些小兽。 她把江涵好不容易抓到的小兽放掉, 还把她大骂一顿, 并且警告她, 不许在欺负山中的小兽, 说那都是宗门的财产, 她没有资格欺负他们。 可江涵本来就是林天宗的人, 她抓些小兽怎么了? 这些小兽又不是什么珍贵的宝贝, 宗内压根不稀罕这些东西。 说白了, 她就是随便找个由头, 抓着江涵出气罢了。 当时, 她并没有觉得哪里不对, 可现在, 她再次回想起这些事情, 只觉得心中悲苦男人。 可到底为什么? 她没有理由做这些事情, 她没有任何理由, 特意欺负江涵啊。 夏浅浅激动地哭了出来, 眼泪哗哗流下。 师姐, 我不想这样的, 我真的不想这样的, 肯定哪里出问题了, 我不可能做这些事情的。 墨丘霜悲怜地看着她, 也许你当时是无意的, 可是, 你对江涵造成的伤害, 却是真实的。 那些伤害, 也是你永远无法挽回的。 说实在的, 这么多年过去, 你是一件人事都没做, 她声音越发冷厉, 亏你还是出身试驾, 可你做的那些事, 简直是生处不如。 就算是对待犯人, 也没有你这样的吧。 动不动就又打又骂, 她当时还那么小, 我都不明白, 你到底是怎么下着去手的? 除了打骂之外, 还有毫无缘故的栽赃, 甚至当着她的面诬陷她, 她要是敢反驳, 还会被你毒打。 墨丘霜怒火见圣, 知道的知道, 江涵是你师弟, 不知道的, 还以为江涵是你的奴隶。 不, 她连奴隶都不如, 奴隶还有吃有助, 伺候得好了, 还能得个赏。 可江涵在你手里, 能留一条命, 就算她服大命大了。 夏浅浅, 说白了, 你只是把江涵当做一个, 可以随意发泄的工具, 你根本就没把她当人。 夏浅浅心神俱颤, 她有心反驳, 可那一件件事实摆在面前, 她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不管她怎么辩解, 不管她怎么反驳, 那些事, 可都是真的, 都是她亲手做的。 可是, 没有什么可是的, 墨丘霜怒喝, 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在推脱, 你就不能证实自己的错误。 她忽然拉住夏浅浅的手, 声音平缓了些。 浅浅, 做错了事不要紧, 最重要的是知错能改。 夏浅浅豁然抬头, 早已枯花的脸上浮现一丝希望。 师姐, 你先听我说, 墨丘霜打断她的话。 首先你要明白, 江涵她是我们的师弟, 不管以前发生了什么, 她终归是我们的师弟, 这件事无法改变, 你可明白。 夏浅浅愣愣点头, 她有心想说江涵已经退宗了, 可话到嘴边, 却看到了大师姐有些阴沉的脸色, 只能把话咽了回去。 见她点头, 墨丘霜语气再松。 那么, 她既然是我们的师弟, 身为灵天宗清传弟子, 她无论做什么, 只要不伤天害理, 那都是可以的, 你说对吧? 对。 夏浅浅点头, 她有些不明白, 大师姐到底想说什么? 可你仔细想想, 你, 还有其他人, 以前对她做的那些事, 像是对一个师弟做的事吗? 墨丘霜眼中引有泪花, 她每次说起这些, 就会回想起江涵曾经历过的黑暗, 那是连她都无法承受的深渊。 你们对她太苛刻了, 就算是无关紧要的事, 也是你们欺辱她的理由。 你们对她永远只有厌恶, 甚至憎恨, 她无论做什么都是错的, 师父甚至还不给她修炼资源。 你说, 这像是对待师弟, 对待清传弟子的样子吗? 夏浅浅摇头, 她隐约明白了什么。 可从史之中, 没有一个人, 记住, 是没有一个人, 觉得这样做是不对的。 你们都觉得这是理所应当, 把对江涵的栽赃陷害, 侮辱打骂, 全都当做理所应当的事情。 夏浅浅眼睛猛得瞪打。 浅浅, 你觉得这会是因为什么? 难道说, 我们都, 夏浅浅声音一顿, 似是有些难以启齿。 墨秋双鼓励地看着她, 示意她说出来, 我们全都中毒了。 夏浅浅试探着说道, 语气中还有些不确定。 不, 墨秋双恨铁不成钢地看着她, 不是中毒, 是偏见, 是我们对江涵从史之中的偏见。 她从未伤害过我们, 也从来没有对我们失礼过, 她更没有偷过抢过东西, 她只是努力地活下去, 她非常努力地想要活下去。 可就算这样, 我们依然认为她是个废物, 是个只能躺在泥坑中的垃圾。 她用戴着泪花的眼睛, 紧紧盯着夏浅浅, 柔声说道, 这就是因为偏见, 浅浅, 醒过来吧, 正是自己, 不是别人给你下毒, 是你自身存在的偏见导致的这一切。 是你自身的错, 不要再推卸责任了, 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改正它, 你才能真正地明白自己的内心, 你才能凝聚属于自己的道心。 你要明白, 师姐不想看你在曾经的过错中挣扎, 你要取得姜涵的原谅, 只有这样, 你才能活成你真正的样子。 夏浅浅眼中有些迷茫, 取得姜涵的原谅, 她看着墨秋霜, 犹豫着说道, 可是, 我以前做了那么多错事, 对她那么恶毒, 姜涵她还会原谅我吗? 不管她会不会原谅, 你都要去做, 墨秋霜严肃地看着她, 你不去认错, 姜涵永远都不会原谅你, 但只要你去做了, 就算姜涵不原谅你, 你也能求得一片心安。 如若不然, 你以后绝对会后悔。 浅浅, 我们两家世代交好, 如今更是有同门之意, 我身为师姐, 实在不忍心看你堕落, 所以才会告诉你这些。 她伸手抹去夏浅浅眼角的泪痕, 柔声说道, 仙道漫漫, 欲要求得长生, 绝对不能为世俗因果所累, 只有了却这段因果, 使心境通透无垢, 自心中生起, 她眼中涌出一丝惊喜。 师姐, 我好像快要凝聚到心了。 墨秋霜温柔点头, 正是如此, 只要你能明悟本心, 道心通透, 渡结结因乃是水到渠成之事。 可是, 我要怎么做, 才能让姜涵原谅我? 好好想象你, 都对姜涵做了什么? 墨秋霜神色严肃, 也许, 那些事会让你难过, 会让你心情崩溃。 但是, 你不要试图逃避它, 只有正是那些悲伤的过去, 真正认识到曾经的错误, 经历无尽磨难, 将心境打磨圆满之后, 你的道心才能通透, 才能为将来的通天大道, 打下足够稳固的基础。 这虽然是我们的磨难, 但未必不是一场机缘。 而且, 姜涵可是真实经历过那些事, 他所承受的痛苦, 是你的千倍万倍。 如果你连直面痛苦的勇气都没有, 那么, 你很难求的他的谅解, 要直面那些事情, 夏浅浅脸色变得极为苍白, 那些事, 他只要略微回想, 就能感到心中无比剧烈的痛苦, 那种心境破碎的感觉, 他永远也不想再经历。 可既然师姐这么说, 好像也有些道理。 好, 我会去做的。 他坚定点头, 墨丘双欣慰点头, 不枉他强称着神识虚弱, 用出了消耗极大的道心咒, 以此让四师妹产生了一种要凝结道心的错觉, 总算是让四师妹醒悟过来了。 只要让他真实感受到, 心境一次又一次崩溃的绝望, 再加上凝结道心的诱惑, 他一定会去求着姜涵回来的。 如此一来, 距离街姜涵回踪又进了一步。 第八十三章, 他真的狠, 你叫姜涵? 一个小乞丐? 涵, 贫穷, 卑微, 这名字倒是合适。 夏浅浅看着眼前又脏又破的小不点, 颇为嫌弃地皱了下鼻尖。 他第一次见到这种邋遢孩子, 不但衣服又脏又破, 身上更是一片一片的伤痕和脏污, 而且连说话都结结巴巴的, 看起来就不聪明的样子, 也不知道师父带他回来干嘛。 师父说了, 趁你年纪小, 要多磨练一番, 只有通过考验之后, 才会正式收你入门。 好, 好的。 小江涵紧张地拽着碎步条, 想要遮住身上的伤痕, 脸上带着尴尬又讨好的笑。 他的目光一直游离在地面, 仿佛不敢抬头看他, 也不知是害怕, 还是自卑。 可他不知道, 他越是这样小心翼翼, 反而让夏浅浅越加反感。 畏畏缩缩, 懦弱胆小, 心性脆弱, 难成大气, 怪不得师父特意叮嘱, 要先磨练他的心性。 夏浅浅心中一阵嫌弃, 觉得江涵不愧是在臭水坑中打滚的泥腿子。 不但心性极差, 更是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怕是这辈子第一次, 见到自己这样仙女一般的人物。 他下巴倾台, 傲然对江涵道, 几位师姐也都见到了, 他们都忙, 没工夫管你, 我也忙, 你没事也别来烦我, 你要懂事一点, 住的地方要离我们远一些, 别让我发现, 你有什么臥硕想法, 要不然, 江涵四世听出了他话语中的嫌弃和威胁, 身体一颤, 立即把头捶得更低, 更不敢看他一眼。 那时他只觉得, 江涵就是个突然得了天大机缘的泥腿子, 根本不配和他们有什么关系。 所以, 看待江涵的时候, 总是下意识带着审视, 觉得他哪哪都不好。 可现在, 他的神识就像是一个旁观者一般, 隐在一旁看着这一切, 顿时就有了不同的感受。 那时候的江涵, 从最底层的泥坑突然来到仙境, 看到他的世界这么厉害, 这么漂亮, 还住在这种仙气飘飘的地方, 有些兴起和紧张, 不是应该的吗? 就像是一只宠物, 突然来到陌生的环境, 他也会忐忑不安, 下意识就想像这里原来的主人示好, 做事也会小心翼翼地, 生怕惹人不满。 江涵就是这样, 他只是太害怕了, 他不知道自己将要面对什么, 他下意识就想讨好他们, 总会害怕自己做错事, 他其实并没有错, 下浅浅忽然意识到, 错的人一直是他, 他当时的态度本就不对, 他怎么能这样对待自己年幼的失地? 他嫌江涵又脏又破, 为什么不安排人帮他洗澡, 帮他治伤, 给他换新衣服, 再给他安排一处住所? 磨练心性的办法有很多, 他为什么非要选择折磨人的方法? 他当时甚至完全没有这些想法, 他从看到江涵的第一眼, 心中就只有嫌弃和厌恶, 他从没有为他着想过, 从没想过这些事会对他造成多大的伤害, 或者说他从来就没有正眼看过他, 原来这就是偏见, 下浅浅心脏剧痛, 神魂不稳, 开始晃动, 就连记忆世界都出现了些许波动, 四十妹, 好了没呢? 入镜雪的声音忽然从远处传来, 下浅浅一慌, 他记得接下来好像是, 他神识俱颤, 连忙伸手要拉住江涵, 可这只是他的一段记忆, 他只能看到根本不能参与其中, 好了好了, 真是的, 浪费时间, 记忆中的下浅浅不满的嘟囔一句, 伸手拉起江涵, 不要, 神尸体惊恐大喊, 可曾经的他, 哪里能听到, 下浅浅拉住江涵的胳膊, 在他惊喜抬头的同时, 往天上猛地丢去, 啊, 江涵脸上的惊喜瞬间僵住, 转而升起强烈的惊恐, 吓得他当场哭了出来, 我送你去山下, 你再爬上来一次, 就当是锻炼了, 他根本没给江涵回答的机会, 摔在半山腰, 他这才一脸嫌弃的, 用灵力抹去手上的痕迹, 脏死了, 江涵, 神尸体下意识就要追过去, 可他刚冲出山崖, 眼前的一切瞬间烟消云散, 变成了一片漆黑的虚无, 他一愣, 接着脸色大变, 他想起来了, 他根本就没有江涵掉下去之后的记忆, 他从没有关心过, 江涵摔下去的时候, 有没有受伤, 甚至不愿去看上一眼, 现在的他, 只能看到山上发生的事情, 也是他记忆中存在的事情, 四师妹, 出什么事了, 我怎么听到一声惨叫, 墨丘霜的身影忽然出现在半空, 看向正在用灵水擦手的夏浅浅, 夏浅浅狠狠擦了擦手, 这才撇着嘴回道, 没事, 是江涵那胆小鬼乱喊乱叫, 我刚把他扔下去了, 让他再爬一趟锻炼一下, 扔下去了, 墨丘霜皱眉, 他现在只是凡人, 你也不怕摔死他, 放心吧, 我用灵力护着呢, 你不吓一下他, 伤不到的, 夏浅浅得意一笑, 行了, 扔了就扔了吧, 等他上来了, 你带他去执事堂登记一下, 墨丘霜没再多说, 转身朝着大殿走去, 走吧, 师父和诸位长老, 已经施法稳住了宗门的气韵波动, 主殿马上就会爆发灵气潮汐, 我们快去修炼, 说不定还能突破一个小境界, 好吧, 不过大师姐, 干嘛要我带他去执事堂啊, 随便找个弟子, 带他不就行了, 夏浅浅追上去, 满脸不乐意, 师父说了, 江涵修为太低, 为了他的安全, 五年内不得离开灵天宗范围, 你去和执事长老说一声, 要给他的身份牌下个禁止才行, 哦, 随着二人渐渐走远, 这一段记忆逐渐归于虚无, 只留下夏浅浅的神石体, 他有些呆滞地站在黑暗中, 若不是神石体, 无法哭泣, 恐怕他早已泪流满面, 仅仅这一段记忆, 已经把他冲击得极为难受, 脑中开始不断回响师姐的呵斥, 江涵那么小, 你怎么下得去手的? 你做的那些事, 简直生处不如, 他哪里惹到你了, 能让你这么气他辱他? 你如果不能醒悟过来, 永远也不可能结硬, 夏浅浅心壶剧烈波动, 心脏一阵抽搐, 心痛的让他几乎崩溃, 这种心碎的感觉, 就算是比之万魔是心也不差多少, 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那是一种恨不得以死解脱的崩溃感, 哀莫大于心死, 痛莫大于心碎, 而他还要经历上百次的心碎, 那天江涵对他出手时, 那眼神中的狠辣和杀气, 让他神魂更加震荡, 他能从他的眼睛中看到无穷的恨意, 他是真的恨他, 非常恨他, 他当时说的都是真的, 只要有机会, 他一定会十倍百倍的报复回来, 可夏浅浅想到这些, 心中反而松了口气, 他当时就觉得, 只要被江涵打回来, 他也许就不会恨他了, 自己也能少一点愧疚, 心中会好受一些, 而现在, 这个想法在他脑海中表现得更加强烈, 和身体上的疼痛比起来, 心境的破碎更让他难以承受, 那种比死都难受的感觉, 他真的不想再经历, 如果可以的话, 他真的希望江涵再打他一顿, 十顿也可以, 只要能让他的仇恨消散, 只要能让他不再每天忍受心碎的绝望, 他宁愿被他打断四肢, 第八十四章, 谁也不能伤害他, 浅浅, 你怎么了? 墨丘霜焦急的呼喊声, 把他从记忆中唤醒, 夏浅浅眼瞼轻颤, 缓缓睁开眼睛, 原本灵动的眼睛, 此刻却溢满了痛苦和哀伤, 师姐, 我, 你没事吧? 你刚才吐了好多险, 墨丘霜焦急的为他擦去嘴角血迹, 没事, 夏浅浅脸色惨白如指, 胶躯微颤, 低头说道, 师姐, 是我把江涵扔下去的, 墨丘霜只见一顿, 我知道, 他说, 江涵也知道, 所以他才会那么怕你, 毕竟, 在他上山后, 你是第一个对他出手的人, 也是第一个差点要了他命的人, 夏浅浅听到这话, 心脏好像突然被砍了一刀, 痛得他脸上渗出痘大的冷汗, 原来, 一切的源头, 都是因为他, 如果不是他太过恶毒, 可能江涵也不会那么惨, 不只是你, 墨丘霜沉默片刻, 怕夏浅浅承受不住, 还是开口说道, 其实, 我也扔过他, 三师妹也扔过, 我们几个都差不多, 师姐, 夏浅浅豁然抬头, 这件事他有些印象, 大师姐那次下手还很重, 他只是没想到, 大师姐会主动把这件事说出来, 江涵其实一直都记得这些事, 他虽然不说, 但他一直记在心里, 我想, 他可能是在等机会, 墨丘霜眼眶微红, 只要有机会, 他一定会报复回来, 我们谁也逃不掉, 夏浅浅低头, 他情愿让江涵报复回来, 你还记得, 你之前养的那只梦秋吗, 墨丘霜问道, 记得, 当然记得, 夏浅浅脸上升起悲伤, 那天, 梦秋在我洞府外晒太阳, 我只是出去了一下, 等我回来, 他就不见了, 然后, 他忽然无嘴痛哭, 直到第二天, 我才在江涵的洞府外, 找到了梦秋的皮毛, 他竟然把我的梦秋给烤着吃了, 那可是, 我最喜欢的宠物, 夏浅浅眼神复杂, 又委屈又心疼, 他不知道自己该不该分他, 他缺吃的就跟我说啊, 为什么要吃我的梦秋, 我, 他那么可爱, 那么懂事, 江涵他怎么下得去手的, 而且, 抓到他的时候, 他还不承认, 我就没见过他, 那么这样的人, 都快被打死了, 还不承认, 承认了也是挨打, 不承认也是挨打, 他怎么就想不明白, 只是可怜了我的梦秋, 我, 其实, 不是江涵干的, 墨丘霜喝道, 什么, 夏浅浅瞳孔一缩, 眼泪瞬间压了回去, 震惊的看着他, 墨丘霜抽咽一声, 你仔细想想, 梦秋可不是普通灵兽, 他已经是四阶灵兽, 拥有堪比住机器的实力, 江涵怎么可能不声不响地把他抓走, 而且, 因为你一直对江涵不好, 还经常逼着梦秋去吓他, 所以梦秋对江涵一直有些敌意, 他根本不会主动靠近江涵, 他吸了吸鼻子, 最重要的是, 江涵没有你洞府的通行令牌, 他根本就无法靠近你的洞府方圆摆你, 他怎么可能进去把梦秋抓走, 你当时根本就没有查清楚, 不, 你根本就没有查, 你直接把一切都怪到江涵头上, 甚至, 甚至还, 说到这里, 墨丘霜胸中怒火汹涌而起, 恨恨地瞪着夏浅浅, 夏浅浅心中钻出一阵恐慌, 心脏咚咚咚咚, 剧烈跳动, 他用力抓住墨丘霜的手, 对着墨丘霜疯狂摇头, 不要, 世姐, 不要说, 求你了, 不要说出来, 求你, 墨丘霜咬牙, 怒喝道, 恨声道, 你当时逼着他, 给墨丘的尸骨磕头上香的时候, 你可有想过今天, 夏浅浅脑中龙的炸开, 心脏轰得一阵, 口中涌起一股心田, 他再也忍不住, 挖得喷出一口鲜血, 大声痛哭起来, 我错了, 世姐, 你不要再说了, 可墨丘霜明显没打算轻易放过他, 甚至没有丝毫同情, 反而冷笑道, 你当时但凡长点脑子, 都不至于强按着他磕头, 逼着他上香, 也不至于让他这么恨你, 你还记得吗, 他刚跪下, 把香扁上, 孟秋的坟, 当场就被天降神雷给批炸了, 你就没有一点怀疑, 更可恨的, 还有三师妹和五师妹, 他们就那么眼睁睁地看着, 看着你欺负江涵, 没有一个人觉得这件事有问题, 孟秋就算再好, 他也只是宠物, 只是一个畜生, 别说不是江涵干的, 就算是江涵把他吃了又怎样, 不过一个畜生而已, 比得过我们的师弟吗? 夏浅浅已经泣不成声, 他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他当时根本就没有怀疑过, 可现在想想, 一点真的太多了, 山中那么多野兽, 江涵怎么会去抓比他修为高的孟秋? 为什么孟秋的皮毛就丢在江涵洞府外不远? 如果真是他下的毒手, 又为什么不丢远一些, 反而丢在离自己那么近的地方? 可若不是他, 又会是谁干的? 夏浅浅哽咽着说道, 声音越来越怒, 一定是有人故意栽赃诬陷江涵, 一定是这样, 我要把他抓出来, 我要让他替江涵下跪道歉, 都是他害江涵变成这样的, 都是他, 夏浅浅用力抓住墨丘霜的袖角, 哀求道, 师姐, 我们把他抓出来, 我们把真凶抓出来, 让他替江涵道歉, 江涵一定会原谅我们的, 这个人肯定要抓出来, 墨丘霜目光阴沉, 可你要想清楚, 最有可能做这件事的人, 一定是某个师妹, 夏浅浅一将, 会不会是七师妹? 不可能, 夏浅浅, 你能不能动动脑子? 墨丘霜大喝一声, 七师妹那时候还没上山, 怎么可能会是他? 夏浅浅被吓了一跳, 眼泪都被压了回去, 那还能是谁? 其他世界师妹都很喜欢梦秋, 不可能对他这么残忍的, 墨丘霜轻叹一声, 我也不知道, 时间太久了, 不好找, 不过, 终归是他们中的一个, 因为, 只有我的这几个好师妹, 只有你们几个, 最喜欢栽赃, 诬陷江涵, 你们每个人, 都栽赃了他许多次, 我不知道, 你记不记得有多少次, 夏浅浅眼眶瞪大, 呼吸急促, 他从没想过这些东西, 他以为自己栽赃江涵几次, 算不得什么, 可他没想到, 他们都在栽赃江涵, 那该有多少次, 每一次, 江涵都会经历一次毒打和惩罚, 他是怎么忍受这么长时间的? 师姐, 不管是谁, 我们都要把他抓出来, 一定要把他抓出来, 夏浅浅极为恐慌地, 抓着墨丘霜绣脚, 神色哀求, 这种恶毒的人, 就算是师父, 也一定容不下他, 我们废了他的修为, 让他去给江涵跪下磕头道歉, 再把他抽魂炼破, 折磨到魂飞魄散, 只有这样, 江涵才能明白我们的诚意, 墨丘霜伸手扶去他眼角泪珠, 冷声道, 放心, 我一定会把他揪出来, 任何想对江涵不利的人, 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他定定看着夏浅浅, 声音轻柔, 却带着森冷寒意, 包括你我, 第85章, 再喝酒, 就等着收尸吧, 紫霄建宗, 清传弟子洞府处, 山间灵气化作无数白色玲珑, 翻滚间汇聚在江涵的洞府上空, 洞府内, 江涵盘膝坐在灵池底部, 面前一尺处, 就是连通着极品灵脉的泉眼, 宁为实质的灵气, 不断从泉眼内鼓鼓涌出, 又被黑洞顷吞噬进丹田, 随着灵力不断灌入, 子丹忽然一震, 其内散出一股带着灵性的波动, 迅速冲向全身经脉, 这波动速度极快, 转眼间就在经脉内运转一周, WONG! 随着波动再次钻入子丹, 子丹顿时光芒大胜, 同时散出一股同样的波动, 循环一周后再回到丹田中, 每次循环, 子丹内的灵性都会增大一丝, 光芒也会更胜一些, 终于突破到结丹中期了, 江涵睁眼散去吞噬之力, 飞身跃出灵池, 突破之后, 他体内灵力更加浑厚, 而且多了些灵动, 不再是毫无生气的死板灵力, 操控起来更加灵活, 当日切磋之时, 他就感觉到境界有所波动, 回到紫霄剑宗闭关半月, 果然突破到了结丹中期, 果然, 还是要把怨气发泄出去, 修行才能更快, 如果当时多揍他几拳, 心境恐怕更加通透, 是不是很快就能突破到结丹后期了? 他低头, 看向自己早已恢复的拳头, 脑中回忆着当时痛揍下浅浅时的畅快, 激动的身体隐隐颤抖, 多少年了, 他忍了那么久, 现在终于有了还手之力, 虽然这次没能成功复仇, 但日子还长, 以后的事情谁又能说得准呢? 更何况, 还有灵璇那祸害隐在暗处, 他们蹦跌不了多久, 只可惜最后还是让他跑了, 不然, 心境肯定更加通常, 江涵眼神微沉, 把负面情绪压在心底, 向洞府外走去, 距离他渡雷节节丹, 还没过去一个月, 可他已经晋级到节丹中期, 有了吞噬意境的帮助, 他的身体现在无时无刻都在吞噬灵气, 修为时刻都在增长, 以这等修炼速度, 怕是过不了多久, 就能结阴, 等结阴之后, 化身还会远吗? 想到这里, 他脚下越加轻松, 一直压在心头的酬绪, 又散去不少, 洞府外, 依然如往常一般寂静, 自从回到紫霄建宗, 杜宇成就回了洞府, 一直没见出来, 师父也需要操持诸多事物, 几乎见不到人影, 弱大的山顶, 此刻只剩下他, 还有站在崖边树顶的那个少女, 他一身悬色长裙, 立在松树顶端, 眺望东方, 青蓝色的长发随风荡起, 但是在远处看着, 江涵就能感受到那淡淡的疏远, 似是有所感应, 江涵刚抬头, 他就转头看来, 江师兄, 声音清脆, 却好似少了些灵性, 就像他那漂亮的浅蓝色眼睛一样, 虽然清澈, 却少了些明亮的光芒, 他俏脸上明明带着浅笑, 却感觉不到笑意, 他正是那明归所化的少女, 那日他和夏浅浅切磋道法的时候, 他就已经醒了, 回到宗门见过师父后, 师父就将他收作记名弟子, 留在了紫霄建宗, 明师妹, 明清离神色复杂地看着江涵, 对于这个夺走了族群传承的男人, 他本该以命相搏, 可如今, 爱不提也罢, 他转头看向东方, 似是不愿多说, 江涵也不在意, 自从他安顿下来后, 就一直这样, 整日整夜地站在树顶看向东方, 虽然表面看起来还算正常, 可不知为何, 他总能感觉到一股疏离感, 江涵扫了一圈, 陆宇成的洞府还是大门紧闭, 看来最近是没打算出来, 想了想, 他并没有去打扰, 而是化作顿光朝着剑阁飞去, 经过这么久的运扬, 本命飞剑已经成形, 眼下只差最后一步, 他的剑胚虽然自然孕育有一个剑魂, 可却只有其形, 而为诞生灵性, 只有唤醒剑魂灵性之后, 才算是真正的本命飞剑, 而唤醒剑灵, 则需要去剑阁, 进入剑种秘境, 沟通散落在无穷世界的无数残剑灵性, 选择和飞剑属性相合的剑灵, 利用幻灵时, 将其收入本命飞剑之中, 和剑魂融合后, 便能诞生出一个全新的, 具有神志的剑灵, 哟, 将师职怎么有空过来? 剑阁二楼, 身为剑阁长老的乔云剑, 亲自来接姜涵, 乔师说, 姜涵行礼, 乔云剑在陵渊秘境时, 曾和其他几位师叔一起出手, 和纪雨缠在秘境外对峙, 若不是有师父和几位师叔撑腰, 姜涵那天绝对逃不了好, 因此, 他一直对他们非常感激, 结单中期? 乔云剑正了一下, 心中暗惊, 上次见面时, 姜涵只是刚刚结单, 这才过了多久, 竟然已经是结单中期了, 不过他终归是见过世面的大人物, 而且姜涵还是自家宗门亲历培养的后辈, 只要能稳住心境, 修为当然是增长得越快越好, 所以他很快就反应过来, 笑道, 姜师之果然是天纵之姿, 这才不过越于, 竟然连连突破至结单中期, 只可惜被宗主杰足先登, 不然我定要厚着脸皮, 收你为徒, 他上前亲热地拉起姜涵, 我今日刚好有空, 随我上楼喝两杯, 啊, 喝酒, 姜涵一愣, 慌忙摆手, 师叔等一下, 我今天是来觉醒剑林的, 哎, 觉醒剑林哪天都行, 今天这么好的日子, 不喝酒可惜了, 乔云剑不由分说, 拉着姜涵就往楼上走去, 走走走, 你听师叔的, 今天咱们畅饮一杯, 明天我亲自带你去觉醒剑林, 姜涵挣脱不过, 被他拽着往楼上去, 师父, 你在干什么, 一声娇喝从楼下响起, 姜涵低头一看, 只见一团火红从楼下迅速飘上来, 都说了不能喝酒, 不能喝酒, 你怎么就是不听, 来人一身红色长裙, 容貌俏丽, 眨眼间已冲到跟前, 他一上来, 就抓住乔云剑的胳膊, 把他拉开, 瞪着极好看的大眼睛, 冲着乔云剑怒喝, 你身上有伤, 方长老说了, 不让喝酒, 不让喝酒, 说了多少遍了, 你是不是听不懂, 都多大人了, 还整天要我管着你, 我就走开一会儿, 你就又要喝酒, 乔云剑丝毫没有长辈的架子, 低头看着一旁, 也不反驳, 绷着脸老老实实的受训, 你要是喝些普通的烦酒也就算了, 你还总喜欢喝极烈的灵酒, 每次喝完就凸显, 我, 我, 苏竹云声音有些哽咽, 恨恨道, 你要再敢喝酒, 我就不管了, 等你死了, 我再来给你收尸, 第86章, 可惜, 太晚了, 嗨嗨, 好了好了, 我不喝就是了, 将士之还在, 你就不能给我留点面子, 乔云剑干咳一声, 伸手把他右手扒开, 有些尴尬的笑道, 江士之, 这是我徒儿, 苏竹云, 也是你师姐, 竹云, 这位就是我之前跟你提过的, 宗主新收的清传弟子, 江涵, 苏师姐, 江涵行礼, 苏竹云脸上怒意散去, 贬着嘴, 还有些委屈, 他轻了发丝, 好奇地打量着江涵, 只是看着看着, 他眼中忽然生起一丝警惕, 江师弟, 他回礼道, 我师父颇有些嗜酒, 若有哪里做的不妥, 还请师弟见谅, 他声音温柔, 丝毫不见刚才的泼辣, 不敢, 世界严重了, 被人这么细细打量, 江涵多少有些紧张, 那啥, 竹云你先去忙, 我带江师侄去觉醒剑灵, 乔云剑说着, 就要上前拉起江涵, 可不等他过来, 苏竹云就横跨一步, 拦在二人中间, 皱眉看他, 这等小事, 还不用劳烦师父, 徒儿现在无事, 让徒儿带江师弟去见证可好, 乔云剑摸了摸鼻尖, 有心想拒绝, 可一看苏竹云那绝强模样, 只能无奈点头, 那行, 你去, 你去, 说完, 他颇为不舍地转身便走, 不过刚走两步, 还是忍不住回声喊道, 江师侄, 好不容易突破境界, 是不是要庆祝一下, 要不, 我替你去找宗主说说, 师父, 苏竹云跺脚一声娇和, 徒弟管师父, 而且师父还怕徒弟,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况, 不知道该做出什么反应, 江师弟莫怪, 苏竹云歉意一笑, 领着江涵往楼下走去, 我师父就这个样子, 虽然年纪不小了, 但总得有人管着, 不然他总会闯祸, 原来如此, 江涵轻笑, 他不太擅长和人聊天, 这会儿不知道该说什么, 二人沉默着走了一会儿, 等到了人少之处, 苏竹云突然停步, 转身看向江涵, 江师弟, 他脸色严肃, 虽然这么说不太好, 但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和你说一声, 江涵停步看他, 脸色同样严肃, 苏师姐请讲, 我师父曾受过伤, 这么多年, 伤势一直不见好转, 方长老特意交代过, 他以后绝不可再饮酒, 不然只会加重伤势, 如果过量, 更会伤及脏腑, 所以, 他朝着江涵郑重行礼, 如果师父找你喝酒, 还请师弟拒绝, 原来是这样, 江涵暗松了口气, 苏竹云刚才那么郑重其事, 他还以为他想干什么, 好, 他郑重点头, 随后回了一礼, 苏师姐不必如此, 其实我也不会喝酒, 就算是乔师叔找我, 我也没法喝了, 不知江涵哪里做得不对, 苏竹云看着他, 忽然扑斥一笑, 江涵以为脸上有东西, 连忙伸手抹了把脸, 疑惑道, 怎么了, 没事没事, 苏竹云绷住笑意, 再次行礼道, 竹云先谢过师弟, 他语气轻松了不少, 说完, 也不等江涵回应, 转身往山中走去, 剑种就在后山, 师弟请随我来, 走了几步, 他速度逐渐慢了下来, 没多久, 就变成了二人并肩走, 许事熟络了些, 苏竹云显得活泼不少, 他折了根细竹条, 一边轻甩着, 一边和江涵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剑种其实就是一个秘境, 由紫霄剑宗历代前辈传承下来的秘境, 里面是无尽岁月中, 无数剑道前辈所化的残剑, 经过剑种无数岁月蕴养, 诞生了不计其数的强大剑灵, 江涵静静听着, 不时点头附和, 我们紫霄剑宗的剑种, 其实只是上宗剑种投影, 里面不只有在本界诞生的剑灵, 更是有无数其他世界的剑灵存在, 而且, 听说还有上宗强者所化的剑灵, 那种剑灵, 任何一个, 都是最少掌握了一种规则之力的强大剑灵, 若能得到这等剑灵, 这种剑灵从未有人见过, 恐怕只有那些弃欲逆天之人, 才能有幸得到先天带有规则之力的剑灵, 先天带有规则之力的剑灵, 江涵一经, 规则之力, 那可是只有化神期, 才有机会领悟的, 任何一种规则之力, 都对自身提升极大, 足以让修士实力提升数倍, 若是真能在结单期, 就得到带有规则之力的剑灵, 不但对战力提升极大, 更是会大大提升修士对天帝规则的领悟, 就如紫霄剑宗镇宗之宝, 紫霄神剑, 相传就是一剑规则之宝, 由历代宗主掌管, 到了, 苏竹云脚步忽然一顿, 停在一处山崖之前, 他抬手丢出一块黑色令牌, 令牌一出现, 就散出一股诡异波动, 面前的山崖在波动下一阵晃动, 逐渐出现了一个灰色漩涡, 江师弟, 这里进去就是剑种啊, 师弟自行进去就可, 选定剑林之后, 剑种就会出现可以回来的传送漩涡, 多谢苏师姐, 江涵点头, 迈步踏入漩涡之中, 墨秋双伸手按着夏浅浅的双腿, 柔和的灵力在他腿上不停波动, 将药力温柔地作用在断骨之上, 差不多已经完全恢复, 等小璇回来, 我们就启程回踪, 他轻呼出一口气, 神色轻松了不少, 师父已经催了不少次, 要我们尽快带小璇回去, 要是再不恢复, 我可就拖不下去了, 说起这个夏浅浅脸色危暗, 唏嘘道, 想当初江涵和林玄都只是练气气, 可现在小璇才助击, 江涵都能压轴打了, 他轻叹一声, 脑中现在还能想起当时的剧痛, 就连心脏也隐隐作痛, 这才多久啊, 他离宗还不到五个月吧, 不但从练气气突破到助击, 又连连突破到结丹, 现在更是能越界战斗, 我一个结丹大圆满都不是他的对手, 哎, 怎么修炼都无法突破炼气, 用再多资源都是浪费, 可我现在才发现, 江涵的天资原来这么好, 他资质一直都很好, 墨丘双说道, 江涵以前在宗门没有修炼资源, 他根本就没办法修炼, 说到这里, 他声音突然沉了些, 而且他以前找到好一些的灵草灵果, 他自己根本就舍不得用都拿来送给我们了, 虽然我们都看不上那些东西, 可在他看来, 那是一种对我们示好的方式, 他只是想以此得到我们的关注, 也许是想让我们夸一夸他, 也许只是单纯的想把好东西都送给我们, 可我们那时候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些, 不但没有对他有过善意, 更是把他辛苦得到的灵物全都给, 墨丘双重重叹息一声, 眼眶发酸, 心中一阵脚痛, 如果当时我能对他好一点, 也许就不会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 可惜我明白的太晚了, 第87章都是借口, 夏浅浅文言胸口一痛, 师姐, 只要能明白过来就不算晚, 现在还有机会补救, 我们要抓紧时间, 如果等到姜涵结音, 他恐怕更加不会原谅我们, 以前夏浅浅从未思考过关于姜涵的任何事情, 或者说他从未正视过姜涵, 只要看不到他, 他就从不会记起他, 那些关于他的记忆好像全都被封锁在内心深处, 只要不特意去找, 就永远都不会出现, 可自从那天他醒悟过来之后, 只要一打坐修炼, 闭上眼睛就能看到姜涵的身影, 在那混乱的记忆中, 姜涵好像永远都是唯唯诺诺, 身上好像一直带着伤, 走路总是慢吞吞的, 看着就让人着急, 而自从上次心碎吐血之后, 他已经很久没有修炼了, 他脑中现在全是关于姜涵的一切, 那些画面一遍一遍的在他脑中回荡, 让他感觉又经历了一遍对姜涵的虐待, 只不过这次受伤的变成了他, 记忆中打在姜涵身上的每一拳, 每一脚都反过来重重地砸在了他的心口, 让他的心脏遍布伤痕, 就算这样, 他也有些承受不住, 他感觉心脏每时每刻都在经历破碎的痛苦, 痛得他连呼吸都有些吃力, 而要想结束这些痛苦, 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让姜涵原谅他, 夏浅浅声音微微颤抖, 眼中出现一层水雾, 师姐, 姜涵会原谅我的, 对吧? 诺秋双神色复杂, 其实他也不知道会不会原谅他, 不过看着四师妹眼中的祈求, 他还是不忍让他伤心, 也不忍让他绝望, 会的, 他说, 夏浅浅松了口气, 大师姐的话, 他还是非常相信的, 而且, 他知道姜涵对他一直有所依赖, 在姜涵刚上山的时候, 其他师姐师妹都不愿意搭理他, 是他让杂役弟子看着姜涵, 别让他出事, 正因为这样, 杂役弟子才会教姜涵辨别灵草灵果, 教会他哪些是能吃的, 哪些是有毒的, 如果不是他, 姜涵恐怕根本就熬不过那个冬天, 姜涵虽然有些记仇, 但也恰恰说明, 他也知恩图报, 毕竟, 他那天压着自己打的时候, 根本没有用尽全力, 夏浅浅能感觉到, 姜涵当时是非常纠结的, 如果他真的要杀他, 当时是有机会直接把他斩了的, 他当时虽然打得很厉害, 但没下太重的手, 只是打断两条腿而已, 虽然当时很痛, 但并没有伤到根基, 这就说明, 他心里还是有他这个世界的, 夏浅浅心中安稳不守, 姜涵还是那个善良的孩子, 他可能也不想对自己出手, 也许让他打自己几顿, 发泄一下, 他就会原谅自己了, 毕竟, 当年他在半山腰住下来之后, 就总是跟在他屁股后面, 师姐师姐的叫着, 姜涵对他肯定是有感情的, 他不是那种绝情的人, 虽然他那时候只觉得姜涵凡人, 根本就懒得理他, 但这都是有原因的, 他自己每天还要打坐修炼, 哪有那么时间陪他说话, 师姐, 我又记住了一种灵草, 你看你看, 这是钱苹果, 吃了可以让人耳聪慕名, 师姐, 我刚才感觉到灵气了, 只用了一天就已经炼气一层了, 陆师兄刚才还夸我呢, 区区炼气一层, 有什么好炫耀的, 看来还是磨练的太轻, 把藤边拿来, 我让你再尝尝记性, 夏浅浅心脏猛的一抽, 好像被凭空咬掉一大块, 痛得他差点叫出来, 他突然发现, 他那时候真的好过分, 姜涵明明只是想和他分享喜悦, 可他呢, 不管姜涵说什么, 他就只当听不到, 后来被烦得很了, 就直接激活阵法, 把他打了出去, 而且, 只要有机会, 他就要找借口惩罚他, 可就算这样, 姜涵竟然还能忍他那么久, 就算被打被骂, 过不了几天, 他就又会眼巴巴的凑上来, 难道他不知道会挨打吗, 难道他就不知道疼吗, 可姜涵真的有错吗, 他想分享喜悦有错吗, 他从来都没错, 错的一直都是他, 他但凡能耐心一点, 听姜涵分享完之后, 再夸他一句, 说他好厉害, 他肯定能开心很久, 说是因为修炼被打扰, 心情烦躁, 所以才不理他的, 可事实呢, 难道打坐的时候, 就不能抽空夸他一句吗, 难道让他等一会儿再说, 他会不听吗, 难道连说一句话的时间, 都没有吗, 夏浅浅用力捂住胸口, 心碎的痛楚直冲大脑, 泪水顿时汹涌而出, 他那时从没想过那些, 他永远都只会惩罚, 惩罚, 还是惩罚, 姜涵说那些话的时候, 是多么开心啊, 他应该很高兴吧, 很渴望得到他的夸奖吧, 他也不知道在暗地里努力了多久, 才终于成功, 也不知道鼓起了多大的勇气, 才来向他分享喜悦, 他来找他分享的时候, 应该也是有些忐忑的, 可他最终还是来找他了, 这是为什么, 夏浅浅感觉脖子好像被掐住了, 每次呼吸都要用尽全力,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当时负责磨练姜涵, 经常要给他安排事情做, 他是接触姜涵最多的人, 因为在他心里, 他是他那段日子里最亲近的人, 可他做了什么, 他从来没有夸他一句, 反而每次都只有嫌弃, 还说他心性不佳, 借机对他施加惩罚, 经过长期的惩罚, 那根藤边已经被染成了暗红色, 里面浸满了姜涵的血, 还好师父说燃血不祥, 把他收走, 扔进了后山境地, 要不然, 他真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他, 怕是只要看上一眼, 就能让他彻底封掉, 浅浅, 你怎么了, 浅浅你快醒醒, 墨秋霜的声音把他从内心世界惊醒, 噗, 夏浅浅吐出一口黑血, 身体冷得发抖, 他颤抖着身子, 任由泪水把他衣衫尽尸, 可他顾不得这些, 极为慌乱地抓住墨秋霜的手, 颤声说道, 世剑, 我们回去, 我们快回去, 我受不了了, 我要找姜涵, 我要去见他, 浅浅, 你冷静一点, 墨秋霜看到他这个样子, 心里也有些不适滋味, 他没想到, 夏浅浅竟然反应这么大, 四师妹不是最狠心的吗, 他打姜涵的时候, 可没见他有过一丝心痛, 怎么这会儿成熟力变得这么差了, 还好他还没凝聚到心, 不然, 恐怕顾客间就会支离破碎, 世剑, 我们快走, 我要去找姜涵, 好好, 你别急, 我们这就走, 这就走, 墨秋霜安慰他一句, 任由夏浅浅死死抓着自己的手, 收起要带的东西, 神石找到还在逛街的灵璇, 直接把他强行顺意带回来, 大师姐, 四师姐这是怎么了, 他没事, 我们先回送, 灵璇一脸猛逼, 还不等他多想, 眼前一花, 就到了城中央的传送阵处, 我们用传送阵回去, 很快的, 墨秋霜轻拍下浅浅的背部, 柔声安慰道, 夏浅浅身子一抖, 攀在墨秋霜胳膊上, 眼中满是惊恐, 第八十八章, 这也怕, 那也怕, 灰蒙蒙的天空下, 是一望无际的黑土地, 地面或正或斜的, 插着无数残破宝剑, 各式各样的剑鸣, 从远极近, 如海啸般呼啸而来, 江涵漫无目的地走在断剑剑系, 他锁过之处, 方圆百丈的宝剑, 全都会发出一声嘹亮剑鸣, 剑身开始不断颤抖, 直到他远远离开后, 才会失望地沉浸下去, 他身旁飘着一柄黑色的小巧飞剑, 随着他的脚步慢慢前进, 万年神雷目所化的剑胚, 原本是运着雷霆的紫色, 可不知为何, 凝炼成型后, 却变成了通体漆黑的颜色, 已经三天了, 还是没有遇到合适的剑鸣, 他抬头看向远方, 目之所及, 根本看不到剑种的边际, 他只能跟着冥冥中的感觉, 在这里四处游荡, 如果实在不行, 就随便选一个吧, 他皱眉看着身边不断颤抖的无数残剑, 心中轻叹, 这些残剑任何一柄, 在外界都是剑修梦寐以求的剑鸣, 以往近来的弟子, 只要能和任何异柄残剑产生感应, 都能欣喜万分, 更有甚者, 进来一趟, 连异柄残剑都无法产生感应, 因为残剑也是会选主人的, 只有残剑自愿和剑胚融合, 才能形成一个全新的剑鸣, 自从知道这里还有更高阶的剑鸣后, 江涵就一直想试一下, 万一能遇到高阶剑鸣吗? 只可惜, 近来这么久, 他还是一无所获, 你在找剑鸣? 一道冰冷的声音忽然在江涵耳边响起, 声音仿佛没有一丝情绪, 冷得他心底发寒, 那突然出现的声音让耳边不断回荡的剑鸣瞬间消散, 一股若有似无的寒气直冲心田, 江涵全身汗毛乍起, 豁然转头看向身后, 可看清眼前之后, 他瞳孔却骤然一缩, 只见原本密密麻麻的残剑竟全部消失不见, 空荡荡的黑土地变成了鲜艳的血色, 一名身穿黑白道袍的女子站在远处, 目光平静地看他, 他好像是凭空出现一般, 却又好像一直都在, 显得极为自然又极为突兀, 那种怪异的感觉让江涵感觉极为别扭, 他眼神虽然平静如水, 可江涵却感觉像是一道刀锋般, 从身上寸寸掠过刀锁锁过之处, 皮肤顿起一层鸡皮疙瘩, 那种森寒的冷意让他身体骤然将在原地, 仿佛只要他敢动一下, 就会立刻魂飞魄散, 是, 他嘴唇用力开合, 可用尽了力气, 也只吐出了这一个字, 话一出口, 他眉心忽然生起一阵刺痛, 哦, 江涵脑中生起一道嗡鸣, 整个人仿佛被无边杀气所淹没, 冷汗瞬间打射了他的后背, 可仅仅一眨眼的时间, 杀意却忽然消散, 仿佛刚才的一切都是错觉一般, 一切都恢复了正常, 不错, 你很诚实, 声音冷淡, 却有了些情绪, 既然让我遇到, 你我也算有些缘分, 身上压力一松, 江涵终于能直起头来, 他看向已走到近处的女子, 看着他身旁忽隐忽现的剑光, 眼中生起震惊之色, 莫非, 这位就是, 那种拥有规则之力的剑灵, 可这还是剑灵吗? 剑灵不是只有简单神志吗? 以这位如此强的神志, 说是修饰也不为过吧? 正想着, 那女子一走到身前, 随着他靠近, 一股寒意逐渐把江涵淹没, 离得近了, 江涵才发现, 他眼中竟然是剑形瞳孔, 左边黑色, 右边白色, 他看着江涵, 轻声说道, 不如, 就让我做你的剑灵, 可好, 江涵一愣, 他没想到, 这女子竟然真的是剑灵, 而且, 听他的意思, 还要和他的剑胚融合, 从此做他的剑灵, 他感受着近在咫尺的寒意, 心中却是一阵火热, 如果真能得到如此强大的剑灵, 他的本命飞剑会有多强, 口中有些干涩, 就连说话都有些不太顺畅, 为什么, 他问, 他展颜一笑, 能在我面前保持冷静, 你很不错, 说着, 他伸手拿起江涵的剑胚, 撇了撇嘴, 说道, 在这里待太久了, 想出去看看, 他低头看他, 你可愿, 带我出去, 江涵心中一震, 他想不到要怎么拒绝, 胸中涌起一股炙热的火焰, 他用力点头, 我愿意, 话落, 天地漠然一静, 灰色的天空陡然散去, 露出了其后, 那纠缠不休的黑白二色, 剑灵嘴角挑出一抹浅笑, 既如此, 我便先把这剑胚, 再炼化一番, 说着, 他抬手一挥, 而等再次哭等多年, 今日不如助我一臂之力, 也算做了件善事, 话落, 空荡荡的天地间, 突然出现无数残剑, 仿佛整个剑种的残剑都汇聚了过来, 在颤抖中发出响彻天际的剑名, 不等他们拒绝, 随着剑灵掐绝意志, 无数残剑顿时崩溃解体, 化作无数粉末飘满天际, 江涵眼睁睁地看着, 天空生出一道黑白交缠的火焰, 将那无数粉末炼成了一道黑色的光芒, 他挥手将剑胚丢进光芒中, 黑光顿时动手, 江涵心神一震, 他能清晰地感受到, 剑胚的气息正在迅速暴涨, 不知过了多久, 等到一柄黑色的飞剑飘出, 天帝这才再次寂静下来, 这群老东西在这里待太久了, 能量都快耗光了, 只能升到天阶无品, 他还时一周, 算了, 别的太远了, 不想去, 先用着吧, 剑灵说完, 看了眼江涵, 化作一道白光迅速钻进了飞剑之中, 随着他的钻入, 本命飞剑顿时一阵颤动, 不过片刻后就沉静下来, 好了, 走吧, 飞剑飘落, 不过剑灵的声音从中传出, 听起来似乎开心了不少, 江涵愣愣拿起飞剑, 直到现在, 他还是觉得一切都有些不真实, 他不过就进来一趟, 就得到了一个极为强大的剑灵, 这可是拥有完整神志的剑灵啊, 甚至还会练起道法, 他虽然一直很想要, 但从未抱有太大希望, 可没想到, 他竟然真的得到了, 他感觉现在心脏还在咚咚跳动, 直到飞剑落入掌中, 才略微感受到一丝真实, 飞剑刚一接触他, 就顺着经脉钻进了丹田中, 你这丹田里面, 怎么乱七八糟, 什么都有, 我去, 还有这玩意, 你胆子可真大, 什么都敢要, 不过倒都是些好东西, 你还愣着干嘛, 快走快走, 这地方我是一刻也待不下去了, 面前忽然出现一个漩涡, 江涵苦笑摇头, 脉步踏向漩涡, 不是高冷的前辈高人吗, 这转变也太快了吧, 眼前一花, 再次睁眼时, 江涵已到了山崖外, 江师殿, 苏竹云惊喜的声音从身侧传来, 江涵转头一看, 苏竹云竟然就在一旁的大石上打坐, 他一愣, 犹豫着说道, 苏师姐, 你这是在等我, 啊, 不是, 你别误会, 我就是经常在这里打坐, 习惯了, 苏竹云从石头上跳下来, 找到剑铃了吗, 嗯, 找到了, 江涵点头, 那就好, 我也能和师父交代了, 苏竹云松了口气, 我忘了给你换灵石了, 还怕你的剑铃不能觉醒呢, 没想到江师弟早有准备, 换灵石, 江涵一愣, 他这才想起来, 刚才既然没有用换灵石, 剑铃没用换灵石是怎么觉醒的, 不过想想, 这剑铃的强大, 好像一个换灵石确实不怎么重要, 那行, 既然你已经觉醒剑铃了, 我就先走了, 苏竹云说着, 化作红光掠空而去, 这活泼的性子, 真令人羡慕, 江涵轻叹, 随即释然一笑, 我这性子, 怕是一时半刻改不过来了, 他向来羡慕这些性格活泼的人, 他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遇到不愿意的事情, 他可以干脆利落地拒绝, 有人惹他不开心, 他可以直接对回去, 若是被人欺负, 还有人能帮他撑腰, 会安慰他, 保护他, 他知道, 就算自己做错了, 也不会受到惩罚, 不会有人责怪他, 他可以肆无忌惮地去尝试, 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想来肯定是童年圆满, 家庭和睦, 长辈宠爱之人, 才能养成这随心所欲, 无畏无惧的性子, 他就不行了, 从小到大, 他做什么都要小心翼翼的, 这也不敢做, 那也不敢做, 总是害怕犯错, 怕挨打, 怕挨骂, 更害怕给别人添麻烦, 不敢麻烦别人, 不敢去求人, 也不敢轻易尝试, 不论做什么事, 不管有多难, 都会自己完成, 就算是遍体鳞伤, 也从不会去找人帮忙, 这么多年下来, 他早就养成了习惯, 一时之间, 真的很难改变, 不过这样也好, 凡事谨慎一点, 总是没错的, 第八十九章, 这气韵掺水了吧, 搞什么啊, 这才出去多久, 宗门气韵, 怎么突然少了这么多, 林玄站在江寒的洞府前, 眼神惊异地看向空中, 那里盘踞着一条, 长有两百丈的气韵金龙, 金龙身子盘成一团, 体表有金光飘动, 仰头向天, 愤怒地嘶吼咆哮, 在林玄眼中, 龙头上方还有一道树枝正在不断跳动, 气韵值只剩下两千万, 怎么还一直在减少, 林玄在草丛中巴拉巴拉, 却什么都没发现, 那些金光好像是凭空消散了, 他开着旺气数也找不到嘶吼, 掉下的气韵值都去哪了, 这怎么还不让减了, 他眉头紧锁, 仿佛发现了什么难以置信的事情, 原本藏在后山的气韵金龙, 为什么会离开后山禁地, 盘踞在江寒的洞府上空, 还小了这么多啊, 难不成, 这条金龙也和江寒有联系, 当初江寒还在的时候, 这条金龙足有千丈大小, 自从江寒正开束缚, 他去后山查看的时候, 就发现这条金龙莫名消失了大半, 只剩下三百丈, 可当时虽然只剩下三百丈, 但气韵还算稳固, 并没有其他一动, 哪像现在这样, 气韵值竟然一直在消散, 而且消散的速度还不慢, 他离宗不过一个月, 竟然就只剩下了两百丈, 足足有百丈气韵消失无踪, 虽然眼下看来只是两点两点的调, 但这样持续下去, 早晚有调完的那一天, 消失的气韵值都去了哪里, 总不能凭空消失吧, 真是晦气, 这林天宗到底造了什么呢, 身为修真界五大宗门之一, 竟然只剩下这么点气韵, 他心中思绪起伏不定, 又气又忧, 他原本以为, 就算江寒带走了宗门七成气韵, 可林天宗这么大的宗门, 自然有法子增长气韵, 再加上剩下的这些气韵, 也足够维持相当长的时间, 不说别的, 他就知道的一些增长气韵的办法, 比如大四招收些身怀气韵的弟子, 再多做些善事, 斩妖除魔, 虚异震灾, 长期坚持下来, 宗门气韵总是能增长一些, 这些还都是最简单的法子, 这么大的宗门不可能没人知道, 说不定, 他们还有更好的办法, 可现在, 别说增长气韵了, 气韵金龙甚至又缩水了三分之一, 难道看守气韵金龙的长老死了不长? 出了这么大的事, 宗内竟然没有一点动静, 林玄看看空中的金龙, 又低头看看手中的血色玉盘, 心中极为不甘, 吞灵罗盘只有一块, 林天宗就剩这么点气韵, 还要不要吞? 恐怕就算全部吞掉, 也提升不了多少实力, 实在是有点浪费啊, 他原本打算狠狠心, 将林天宗气韵全部吞掉, 结音后买一套顶级法宝, 买一个新身份, 换一门顶级功法, 可谁曾想, 偌大一个林天宗, 竟然只剩下这么点气韵值, 就算全息了, 恐怕也只能助他结音, 剩下的气韵值, 恐怕想再买个罗盘就用光了, 根本没有多余的气韵值, 可以提升主位, 更别说新身份和锁链了, 而若是不提升修为, 那他就算买了锁链和罗盘, 恐怕也很难加入紫霄剑宗, 毕竟他资质根骨确实不好, 又没了那个瞒天过海的手段, 随便来个长老就能看穿他的灵根, 若是梅杰英, 紫霄剑宗可真不一定会收他, 那他逃出灵天宗干嘛, 难不成去做散修, 这样一来, 他还怎么走, 想到这里, 他身体忽然一颤, 心中生起一股恐慌, 江涵曾经诅咒他, 说他就是个废物, 这辈子都只能靠灵药堆积修为的废物, 刚回来的那段时间确实非常难熬, 士卓师姐虽然对他有了些芥蒂, 但好在并没有太过嫌弃, 反而极力安慰他, 他也知道, 这都是因为他们有些洁癖, 事出有因, 他都能忍, 唯独其他同门对他意见颇深, 明里暗里的嘲讽从没断过, 若不是师父交代过, 恐怕他们都要开始恪扣他资源了, 就算这样, 他还是经常能听到他们的嘲讽, 他知道, 这是他们故意在扰乱他心境, 想让他自行坠入深渊, 呵, 都是他玩剩下的垃圾手段, 就当磨练星星了, 而且, 这些凡夫俗子根本什么都不懂, 就算是废物又怎样, 他可以吞气运植升级, 不管是不是自己修炼的, 能提升修为就行, 至于心魔什么的, 他是吞气运植修炼的, 又不是靠灵药堆起来的修为, 心魔可不能因为这个, 就去影响他的心境, 除了有些人嫌弃厌恶的目光, 还有那些侮辱人的话, 让他有些不爽之外, 其他倒是还好, 等他结阴了, 谁还敢说闲话, 他挥手就能拍死他们, 那时他这么安慰自己, 已经把心魔的苗头彻底压了下去, 可眼下气运植都要没了, 别说提升修为了, 就连维持日常消耗都是个问题, 如果再没有破解之法, 难不成真要靠灵药来提升修为吗? 以自己现在的资质, 就算有无数灵药供应, 也顶多只能结单, 结阴可是需要大一粒大机缘的, 自己真的可以吗? 会不会像江涵说的那样, 永远都无法结阴? 林玄身上一阵发冷, 总不能消耗掉罗盘, 冒着巨大风险吞掉气运金龙, 再用所有气运值买个罗盘和新身份吧, 那也太亏了, 到时候既得罪的林天宗, 还彻底丢到了金银这么久的身份, 而且紫霄建宗还不一定要他, 江涵真是好狠的心, 他是不是早就知道会发生这些事? 是不是他对宗门气运动了手脚? 林玄气得咬牙? 宗门气运本就极难提取, 吞十份要消耗掉四份, 那个不要脸的还要再吃三份, 留给他的就只剩三份, 吞灵罗盘很贵的, 如果是三百丈气运金龙, 他还能用剩下的气运值提升一下自身, 可现在就剩下这么点, 还玩个锤子, 而且最关键的是, 宗门气运一向极为珍贵, 消耗太大, 必定会被人发现, 如果是自然消散, 那还好说只能说是命数如此, 如果被人发现他在吞噬宗门气运, 那他就完了, 彻底完蛋, 既雨产也护不住他, 虽然吞灵罗盘说是绝对不会被发现, 可万一呢? 西点修士的气运没什么, 毕竟绝大多数修士都看不到气运值的存在, 只要不对化神修士出手, 他怎么吸都不会被发现, 可宗门气运只要大量消失, 绝对会被发现, 到失踪内必定乱作一团, 危险大, 收一小, 这买卖太不划算了, 林玄心中烦躁不已, 他没想到, 只是出去一趟就出了这么多事, 他现在无比怀念, 江涵还在的日子, 那时候他每天什么都不用操心, 只要找到机会给江涵上眼药, 没事再搞点小动作, 栽赃污陷一波, 江涵的气运值就会掉下来好多, 他只需要去捡起来就可以了, 有时候江涵得到天才地宝了, 他只要略施小技, 就能把宝贝抢过来换成气运值, 乃像现在这样, 还得自己去一个个吸, 那种躺着就能赚气运值的日子, 真的太爽了, 可现在, 这么些天过去, 除了在七师妹身上吸下来一些之外, 其他人的气运值根本就跟假的一样, 他就算拼了全身灵力, 吸下来时程, 可到他手里, 顶多只剩下一成, 那些气运值就跟掺了水一样, 只能说聊胜于无, 这可真是奇了怪了, 难道他们就这么特殊, 就连气运都跟别人不一样? 第九十章, 要出事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吸得多了, 七师妹最近好像有了防备, 一直闭关不出, 他根本没有下手的机会, 小玄, 你怎么在这儿? 柳寒月的声音从远处响起, 紧接着他的身影从天而降, 飘落在林玄身侧。 二十件, 林玄脸上的落寞还未消散, 看到柳寒月之后, 心中又是一痛, 都是因为他们。 若不是这几个师姐对江涵太过分, 江涵也不至于受不了跑路。 还有江涵那废物, 不就是一些皮肉之苦而已? 他那承受力也太弱了, 打几下就跑了, 一点忍耐力都没有, 简直就是个废物。 想到这里, 他心中不满更胜, 还夹杂着一丝不甘和怒意。 早知道, 自己当初就该和江涵搞好关系, 最起码, 他跑路的时候, 能和自己说一声, 说不定还能一起跑路。 可现在, 就因为这些没脑子的师姐, 导致江涵连他都恨上了。 林玄心中恨极, 忌讳自己当时逼得太紧, 又怨师姐他们出手太重。 还怪师父当时也不拦着江涵, 就这么让他跑了, 更恨直法堂那瞎了眼的长老, 他怎么能把江涵放走? 如果没有新身份可用, 他是绝对跑不掉的, 只能想办法把江涵弄回来了。 还好大师姐和二师姐, 好像都有这个想法, 也许能找他们帮忙。 林玄脸上神色不断变化, 看起来极为复杂。 可他那复杂的脸色, 在柳寒月看来, 却理解成了另一个意思。 小玄, 你又在想小涵了吗? 柳寒月声音低沉了许多, 走到林玄身旁, 一同看向江涵的洞府。 洞府原先的防护阵法被迫, 大师姐亲自布置了一道阵法, 现在除了大师姐, 他们谁也进不去。 二师姐, 我真的好想江师兄。 林玄的思念情真意切, 而且任谁也看不出破绽。 紫霄建宗就算比一般宗门强一点, 但毕竟也是建修宗门, 修炼一定非常严苛。 也不知道, 江师兄能不能适应紫霄建宗的修炼课业。 小涵, 柳寒月鼻尖一酸, 他也想江涵了, 自从上次分别, 他已经快一个月没见到他了。 之前听说, 紫霄建宗要立江涵为圣子, 可过了这么久, 也没听到一点动静。 他们好像根本没有, 要举行祭天大典的意思, 此事恐怕多半是谣言了。 可怜江涵为紫霄建宗立下了那么大的功劳, 可紫霄建宗竟然什么奖励都没有给他, 真真是让人寒心。 柳寒月伤心地摇了摇头, 心中为江涵感到不公。 如果江涵在灵天宗, 师父肯定不会这般苛待他, 就算不立为圣子, 也会赏下大量资源和法宝, 绝对够他用到结音了。 柳寒月抹了抹眼角, 轻拍林玄后背, 柔声道, 小涵别伤心了, 过几天我们一起去找小涵, 哪怕他不愿回来, 去看一看他也是好的。 林玄闻言却是心中一惊, 豁然转头看向柳寒月, 急道, 二师姐, 为什么这么说? 难道江师兄真的不回来了吗? 就算我们亲自去请, 他也不回来吗? 不可能吧? 江涵不就是想多要些筹码吗? 他怎么可能真的不回来? 林玄有些恐慌, 他一直以为江涵还有回来的可能, 毕竟他在这里生活了那么久, 怎么可能没有一点留恋? 虽然他之前说, 实在不行, 就换身份去紫销建宗, 可那是万不得已的情况下, 才会去做的。 毕竟, 一个能骗过天道, 完美无趣的身份, 也是需要很多契运值的。 那个价钱, 至少现在, 他买不起, 这件事谁也说不准。 柳寒月眼角微红, 转头看着林玄认真说道, 不管他回不回来, 我们该做的, 还是要做。 以前你和小涵关系一直不错, 他上次对你出手, 也只是被气昏了头, 你千万别往心里去。 这次我们带些礼物去见他, 你好好和他道歉, 小涵一向心善, 他一定会原谅你的。 林玄正正地看着他, 完全没听到他到底在说些什么, 因为关系术还在有效时间内, 所以在柳寒月转头看来时, 他忽然发现, 原本盘旋在他头顶, 那条金黄色的气韵金龙, 竟然消失不见了。 他现在看到的, 就只剩下一个暗黄色的树枝。 二十八万, 林玄轻声谜南, 少了七万, 为什么师姐的气韵也在消失? 还突然消失这么多? 正在这时, 柳寒月头顶的树枝忽然跳动一下, 一眨眼的时间又少了一百点。 林玄心里咯噔一声, 这掉得也太快了。 不对, 气韵值掉这么快, 只有一个可能, 林天宗要出事了, 还是大事。 不行, 他绝不能跟着他们冒险, 一定要想办法跑路。 小玄你怎么了? 柳寒月焦急的声音把林玄惊醒。 我没事, 林玄看了面板之后, 暗暗松了口气, 还好自己的气韵值没有减少, 要不然, 他就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只要自己的气韵值不会减少, 他稍微冒些风险, 想办法攒点气韵值, 买个新身份, 就能找机会跑路了。 如果没有新身份掩饰, 他根本没办法离开林天宗, 只能被困死在这里。 毕竟, 他可不是姜涵那个没人在乎的废物, 他可是上了宗门御蝶, 命魂还点了长生灯的。 只要不是叛变, 他根本无法脱离林天宗, 至于叛变的后果。 哼, 只要敢叛变, 不但会被斩灭命魂, 让他神魂受到重创, 就算不死也要重伤, 从此修为再无存尽, 还会以魂为影, 时刻标记他的位置, 并且分享给整个修真界, 让所有人都知道他在哪里。 更是会发布追杀令, 不管是谁, 只要能杀了他, 就能成为林天宗可亲长老, 还能获得大量资源奖励。 试问, 在这种高压之下, 谁能挡得住整个修真界的追杀? 躲无可躲, 逃无可逃, 除非实力能碾压所有人, 不然就只能等死。 江涵是因为本身就没人在乎, 更没记录宗门御碟, 听说还从宗谱上划去了名字, 属于正常流程, 所以执法堂并没管他。 林玄心中常叹, 未经之际, 只有想办法多吸一点气韵, 最起码要攒够买身份的气韵值。 而最快的办法, 就是去吸江涵的气韵值, 毕竟他的气韵太强了。 下次还是不要绑定宿命锁链了, 直接吸一点得了, 亏点就亏点, 到时候看情况不对, 立马就能跑路。 这林天宗也不知道造了什么孽, 气韵莫名消散, 绝对是被天道给盯上了, 若是没有反制之法, 绝对撑不了多久就要出事。 这里不是久留之地, 还是快快离去为妙。 没事就好, 师父召见, 我们先回去吧。 柳寒月拉起林玄, 深化红光朝山顶飞去。 宗内最近事务较多, 至于江涵, 等宗内忙完了, 再去找他吧。 柳寒月顿速极快, 二人转眼就到了林天殿外。 原本还算冷清的林天殿内, 此刻已到了不少人, 不止几位师姐师妹, 就连各风长老也都到了大阪。 他们还没进去, 就听到里面乱哄哄的吵闹声。 宗主, 遇找秘境的戒壁莫名出现崩溃, 若是再不及时补救, 恐怕秘境很快就会坍塌。 届时, 丧羊花必将大量减产, 我宗主鸡丹和天元丹等丹药产量 都将大受影响, 会大大影响各风弟子修炼速度。 宗主, 林元丰尚品灵脉昨日莫名出现枯竭, 预计三日内, 整个灵脉的灵气就会彻底消散, 急需新灵脉填补。 若是十日内没有新灵脉填补空缺, 恐怕会让宗内灵气减少一成, 护宗大阵运行也会受到极大影响。 第九十一章, 到底谁无耻? 宗主, 灵兽封灵情园内, 烽火却出现大面积死亡, 疑似出现不知名异病, 是否将灵兽封封印隔绝, 请宗主尽快定夺, 以断绝异病传播。 宗主, 灵天殿内满是嘈杂的声音, 吵得人头疼欲裂, 原本肃穆庄严的大唐, 此刻却像是一个菜市场一般, 闹哄哄的, 没有一点大宗应有的规矩。 各风长老你一言我一语, 争先禀报着各风出现的紧急事件。 继续缠坐在主位, 感觉耳边全是嗡嗡嗡的吵闹声, 看向唐内众人的目光中满是怒火。 这段时间他本就极为烦躁, 不知道什么原因, 他总是静不下心, 修炼也频频出错。 今天, 他原本正在宁心尽神, 好不容易有些成效, 突然又出了这么多事, 任谁心情都好不了。 还有这闹哄哄的声音, 让他心中怒火更上。 够了。 他一拍俯手, 身上气势轰然爆发, 众人顿时脸色煞白, 纷纷闭口不言, 大堂内煞事安静下来。 他冷着脸环视一周, 直到看到凌玄进来之后, 脸色才好看了些。 吵什么吵, 一点小事就把你们急成这样。 你看看你们, 哪还有一封长老的样子。 所有长老都低下头去, 默不作声, 听着他训斥。 好了, 一个个说。 纪雨缠一开口, 其他人自然不敢多言, 恭敬站在一旁, 等着他的吩咐。 欲爪秘境, 事关我宗基础丹药产量, 事态紧急。 王长老, 去镇仙阁请杨长老出手, 不计代价, 必须保住欲爪秘境。 王长老, 你可有意义。 他看向负责掌管 洞天伏地的王长老。 王长老连忙行礼, 没有意义。 那就快去。 纪雨缠皱眉冷喝。 王长老打了得哆嗦, 急忙行礼退下。 他又看向凌云峰前长老。 孟芽道人所在的孟家, 一直在醉仙城作恶多端, 不顾仙凡之别, 多次插手周国事务, 干扰周国正常发展。 前长老一愣, 他现在急需上品灵脉, 宗主提孟家干什么? 周国国主多次派人求援, 状告孟家欺压百姓, 危害一方。 之前, 本尊念那孟芽道人修行不义, 一直没收拾他。 可最近, 战堂暗中得到消息, 孟芽道人竟敢用铜族血脉修炼邪功, 导致孟家族人死伤惨重, 更是杀伤无数无辜凡人, 导致方圆千里遍地浮尸, 怨气冲天。 此等行径, 简直就是邪修手段, 为天地所不容, 无等身为正派, 自当替天行道, 将是邪修诸杀。 前长老, 你前去站堂, 同理长老, 赵长老一起, 带三组金龙卫, 将那邪修诸杀, 替那些无辜往死的冤魂, 讨个公道。 继玉禅顿了一下, 只肩轻点俯首。 至于孟家的上品灵脉, 就当作孟家的赎罪之物, 若他识相, 便给孟家留一个传承。 前长老脑中有些乱, 他不明白, 孟牙道人什么时候修炼邪功了? 他刚想问上一句, 却正对上纪与禅眼中浮现的冷芒, 吓得他脸色一白, 连忙低头硬实。 李长老可是化神七强者, 虽然常年闭关不出, 但没人敢怀疑他的实力。 而他和赵长老, 都是元英大圆满的修为, 一身法宝更是是极强。 另外, 每一组金龙卫都有五名元英, 百名金丹, 战力足以媲美一个中小型的门派, 任何一组出山, 都不是那些小门小派能挡的。 而那孟牙道人, 不过是元英大圆满的修为, 孟家一共也只有六名元英。 他们一同出手, 就算是遇到化神七强者, 也能将其彻底诛杀, 更别说区区一个元英大圆满了, 那邪修必定跑不掉。 宗主竟然让李长老出手, 必是报了速战速决的打算, 他只管赵作就是了, 管他是不是真的邪修, 谁让那孟家在林天宗势力边缘独居, 还独占了一条上品灵脉, 更是仗着地处偏僻, 一直没来上贡, 绝对是早有一心, 杀了也就杀了。 前长老恭敬退下, 季宇禅思索片刻, 开口道, 至于烽火雀, 将其全部灭杀, 封印灵情缘, 并去请玉蓉真人, 前来查明原因。 全部灭杀? 周长老一惊, 连忙高呼道, 宗主, 烽火雀作用甚大, 一直负责稳固灵火峰的地脉星火, 若是全部灭杀, 恐会让地火不稳, 还请宗主慎重。 我意已决, 季宇禅瞟了他一眼, 至于地火, 去请黄龙出关, 请他坐镇地脉, 稳固地火, 不等周长老接话, 他继续说道。 另外, 执法堂监督, 灵寿风当之弟子全部搜魂, 搜魂后, 每人可领取一瓶名神丹, 稳固神魂, 另发放三瓶聚灵丹作为补偿, 若是查出有人投毒, 格杀勿论。 随着一桩桩事件妥善安置下去, 长老们渐渐都退了出去, 到最后, 只剩下他们师姐妹几人, 恭敬候在一旁。 季宇禅柔了柔眉心, 无力地靠在椅背, 舒服地闭上眼睛, 任由林玄帮他按揉肩膀。 还是小玄董事, 他愧叹一声, 冲着躺下几个徒弟说道, 最近宗内不太平, 极有可能是哪个敌对宗门在搞事情。 如此大面积的动作, 绝对不是一般的小打小闹, 定是其他四大宗门中的某个门派所为。 他脸色异冷, 而最大的可能, 就是江涵那个孽障, 怂恿紫霄建宗出手。 柳涵月心里咯噔一声, 他绝不相信江涵会干这种事, 可他刚想反驳, 抬头却看到墨秋霜, 冲他摇了摇头。 别冲动, 墨秋霜传音而来, 江涵绝对不是这种人, 但现在师父正在气头上, 你要是敢反驳, 只会火上浇油。 可是师姐柳涵月一急, 你们两个, 干什么呢? 季雨禅轻喝一声, 有什么事我不能听呢? 他眼皮都没抬一下, 却将所有动静尽收眼底。 柳涵月一惊, 急忙压下心理交集, 低头不敢多言。 哼, 季雨禅冷哼一声, 语气责备, 平常你们搞些小动作也就罢了, 我懒得管那么多, 可现在是宗门紧急时刻, 你们都给我老实一点, 别得我添麻烦。 墨秋霜心中一颤, 急忙低头应试, 师父, 是不是哪里搞错了? 江涵绝不会是那种人。 突如其来的声音, 让大殿煞事安静下来。 墨秋霜僵硬转头, 看向脸色胀红的夏浅浅。 她一直怕柳涵月头脑发热说错话, 但没成想, 她一时疏忽, 竟然忘了夏浅浅这个没脑子的。 可眼下夏浅浅已经说出来了, 就算她想补救, 也没办法了。 季雨禅微抬眼皮, 看着夏浅浅冷声道, 你说什么? 众人只觉身体一寒, 把头埋得更深, 丝毫不敢抬头看一眼。 哇, 夏浅浅缩了缩脖子, 巨大的压力, 让她有些说不出话。 季雨禅吃笑一声, 为什么不是江涵? 除了她, 还有谁会干这种事? 话落, 她脸色一冷, 身上的惬意刹那间烟消云散, 她猛地一拍俯手。 夏浅浅, 你怎么还不明白? 江涵这个孽障, 就是个不忠不义, 不知廉耻的无耻鼠辈。 第九十二章, 这事就过不去了, 她不顾下浅浅苍白的脸色, 怒道, 当时在秘境外, 那孽障竟敢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忤逆于我, 更是把小璇狠狠打了一顿, 让林天宗丢尽了颜面。 若不是, 她没敢下重手, 我就算拼着受伤, 也要狠狠教训她一顿。 好像一提起江涵, 她就特别愤怒, 气得身体都在颤抖, 扶手更是被抓得搁之作响, 亏我一直待她不薄, 不仅给她修炼的机会, 更是一直护她安危。 谁知道, 她非但不感激, 还敢当众跟我作斗, 还敢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跟我吵架, 继于蝉咬牙切齿, 吵架? 她竟敢跟我吵架? 我堂堂林天宗宗主, 化神大圆满的修为, 竟然被她一个结单妻的小辈,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指着鼻子骂。 她以为她是谁啊? 若不是念着那点师徒情分, 她能有机会跟我说话? 我早就一巴掌, 把她拍得魂飞魄散。 亏我对她好言相向, 一直没说重话, 她却满口误言晦语, 不知尊卑, 目无尊长, 简直, 简直, 她气得语无伦次, 最后只能恨恨到。 她就是个没良心的白眼狼, 继于蝉越说越气, 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来。 这个贱人, 孽障, 她就是个废物, 她以为自己长本事了, 傍上了紫霄建宗, 有人撑腰了, 她就敢和我对着干了。 莫修双心中苦涩无比, 那些事根本就不是江涵做的, 都是他们诬陷她的, 可现在, 她根本就没法解释。 夏浅浅, 你说不是江涵干的? 那你倒是说说, 除了那个废物, 还有谁会干这种丢人的事? 她以前就总是虐杀宗门灵兽, 投到宗门宝物, 这种小偷小摸的事, 整个林天宗, 也就她这个心术不正的废物东西, 才会去干。 夏浅浅胸中一痛, 这要她怎么说, 她不知道该怎么说, 她觉得自己怎么说都不行。 哼, 你刚才不是很厉害吗? 都敢跟我红脸了, 这会儿怎么说不出来了? 纪玉禅冷笑一声, 眼中的怒意却越来越盛, 她好像被江涵这个名字, 点燃了内心深处的怒火, 一旦燃烧, 就再也停不下来。 那个混账东西, 一声不吭就敢退宗, 还敢跑去紫霄建宗, 她就是在故意跟我作对。 她以为紫霄建宗有多好, 那群疯子, 根本没一个正常的。 她以为雷青川那个混蛋玩意, 是看中她的资质才培养她的。 愚蠢, 愚蠢至极, 纪玉禅大声怒吓, 雷青川那个老匹夫, 就是为了跟我作对, 才故意对江涵示好的。 就算不是江涵, 但凡是从林天宗出去的, 只要说是我纪玉禅的弟子, 不管是什么阿猫阿狗, 她雷青川都会这般示好。 若不是因为我, 雷青川根本就不可能让她入宗, 根本就不会给她资源。 她根本不明白, 她现在得到的这一切, 都是因为我。 墨丘霜豁然一惊, 怎么会是这样? 她以为江涵是凭本事加入的紫霄建宗, 可她没想到, 原来雷青川是为了和师父作对, 故意收下她羞辱师父的。 江涵她, 怎么能这样? 她怎么能借着师父的名头, 在外面为自己谋取好处? 墨丘霜有些伤心, 她发现自己好像看错江涵了, 可下一刻, 她却陡然一惊。 不对, 江涵天赋极佳, 听说身具变异雷灵根, 极其适合紫霄建宗功法, 她怎么会借着师父的名头, 招摇撞骗? 还是不对, 当初一时好奇, 偷偷查看她灵根的时候, 她明明就是砸灵根, 怎么突然就成了变异雷灵根? 不对, 还是不对, 一定是哪里有问题。 哼, 纪语禅寺是想到了什么有趣的事情, 怒意忽然散了不少。 你们最近都别去找她, 省得雷青川总以为我们没了江涵不行了似的。 我倒想看看, 当雷青川知道我不在意她畜生之后, 还会不会花资源培养她? 这个没良心的白眼狼, 我等着她被紫霄建宗赶出来, 只会成口舌没一点本事的废物东西。 等她流落山野, 我定要去问问她, 问问她有没有后悔。 不, 她一定会后悔。 这个孽障, 到时候我一定要让她知道, 只有在林天宗, 她才能活下去。 只有林天宗才是她最终的归宿。 季玉蝉脸色怒意消散, 面色轻松不少, 她拍了拍林玄按摩的手背, 得意地说道, 还是小玄好啊, 我当初做的最正确的事, 就是把小玄带回来。 小玄不仅天子好, 行性更好, 又会伺候人, 还会说笑话姐妹。 虽说之前在秘境被江涵欺负了, 可事出有因, 他们境界相差巨大, 再加上江涵卑鄙无耻的出手偷袭, 一切都是情有可原的。 你们千万不要因此看清小玄, 你们要记住, 她才是我们临天中的希望。 说到这, 她忽然想起了什么, 有些不自在地把手挪开, 脸色僵了一瞬, 不过她很快反应过来, 脸上涌起怒容, 怒声喝倒。 你再看看江涵那个孽障, 在宗内的时候, 整天哭丧着脸, 跟谁欠了她几百万零食似的, 我看见她就来气。 她和小玄比起来, 何止差了十万八千里, 简直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说着, 她笑道, 小玄不用再暗了, 快些去歇着吧。 林玄脸色一僵, 她自然看到了, 刚才寄予脸上闪过的一丝不自然, 她知道那是什么。 心中好似突然空了一块, 她心底浮起一丝悲伤, 就算过了这么久, 原本最宠爱她的师父, 也还是会嫌弃她。 难道这件事就过不去了吗? 她又不是故意的, 当时那个情况, 她根本就控制不住自己。 而且, 她明明早就把身上清洗得干干净净的, 根本不可能留下一丝脏污。 心中虽然极为难受, 可她却没有多说, 只是把一切压在心底, 乖巧地应了一声。 好的师父, 纪玉脸正在气头上, 也没发现林玄的异样。 堂下众人更是被气势吓得不敢说话, 低着头默不作声, 谁也没有注意到, 林玄脸上一闪而逝的自卑和阴狠。 直到纪玉脸的目光落在夏浅浅身上, 大殿中的气氛陡然一凝。 浅浅, 你是不是去找姜涵那个废物了? 夏浅浅吓了一跳, 就连呼吸都中了不少。 师父, 我。 他心脏咚咚狂跳, 吱吱呜呜地说不出话来。 他不明白师父是怎么知道的。 他明明没有告诉任何人, 知道这件事的只有大师姐和小玄, 还有他三个人。 大师姐绝对不会告诉师父的, 小玄他应该也不会吧。 他悄悄看了林玄一眼, 却发觉纪玉蟬正盯着他。 你不用隐瞒, 你身上还有江涵的气息, 你们最近一定接触过。 纪玉蟬舒服地靠在椅背上, 微微闭上眼睛, 极为得意地说道, 说吧, 江涵那混账是不是在外面混不下去了, 想让你替他说些好话, 好让我原谅他。 第九十三章, 两个都是废物, 夏浅浅只觉得一股凉气直冲脑门, 他万万没想到, 他只是和江涵打了一架, 而且都已经过了一个月了, 师父竟然还能在他身上发现江涵的气息, 这到底是多么强大的神识, 难道就算只留下一丝痕迹, 都照样瞒不过他? 你不用害怕, 纪玉蟬心情好了不少, 为师是个念旧的, 再怎么说, 我也是他师父, 只要那孽障有心悔改, 我自然会给他一个认错的机会, 他看向夏浅浅, 眼底引有光芒闪过, 就算你不说, 其实我也知道, 他是不是知道自己做得太过分, 又跪着求你了, 夏浅浅低着头不敢说话, 他不知道该怎么说, 难道告诉师父, 不是江涵跪着求他, 而是他被江涵狠狠揍了一顿吗? 丢死人了, 这种事, 让其他世界师妹知道了, 该怎么看他? 更别说, 这还会影响江涵在师父面前的印象, 如果他真的说了, 以后想让江涵原谅他就更难了, 哼, 浅浅你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 难道江涵说的话, 就那么难以启齿? 看夏浅浅欲言又止的模样, 纪玉禅顿时宜乐, 他总不会又像条野狗一样, 跪着向你求饶吧? 不是, 江涵他, 夏浅浅想要解释, 可纪玉禅根本不听, 你别替他说话, 纪玉禅瞪他一眼, 他做了这些事, 他都不怕丢人, 你还怕说出来, 他会丢人, 这个镊上就是剑, 好好的日子不过, 非要跟我作对, 还敢跑那么远, 这下好了, 失去了之道珍惜了, 被紫霄剑宗欺负了, 才想起我们的好了, 不是, 夏浅浅大喊一声, 强行打断了纪玉禅的自言自语, 他脸色苍白, 身体在巨大的压力下隐隐颤抖, 可他还是硬着头皮, 艰难开口说道, 师父息怒, 江涵他, 他, 他紧紧攥着拳头, 感觉自己心脏跳得好快好快, 就连声音都在颤抖, 他怎么了, 你在紧张什么, 纪玉禅说话被他打断, 多少有些不满, 墨秋霜低着头, 心中焦急万分, 他生怕夏浅浅头脑一热, 把江涵打他那件事说出来, 以夏浅浅那没脑子的模样, 他有很大可能会这样干, 不过眼下他也没办法, 只能暗暗祈祷, 祈祷夏浅浅能长点脑子, 别什么话都往外说, 如果实在不行, 自己就冒着被师父责怪的风险, 强行打断他, 夏浅浅结败了一会儿, 额头冷汗直冒, 就在纪玉禅有些不耐的时候, 他猛地闭上双眼, 脖子一梗颤抖着喊道, 江涵他没有找我求情, 没有跪下求饶, 他根本没有被人欺负, 是我, 是我意外遇到他的, 意外遇到, 纪玉禅吃笑一声, 明显不幸这个说辞, 那你身上的气息是怎么回事, 如果不是距离够近, 他绝不可能留下气息, 而且, 明显你腿上气息最重, 他是不是跪在你脚边, 狼狈求饶了, 还是说, 纪玉禅神色一冷, 你有什么事瞒着我, 不是, 我没有, 夏浅浅脸色苍白, 身体颤抖, 思绪疯狂转动, 刹那间, 脑中忽有一道亮光闪过, 他一喜, 急忙说道, 师父息怒, 我只是意外遇到江涵和人, 和人斗法, 好奇之下凑上去看了两眼, 他越说越流畅, 脸上的苍白迅速消退, 可能是看热闹的时候, 被气息波及, 这才沾染了一点江涵的气息, 斗法啊, 纪玉禅眉头一皱, 很是不满这个答案, 就江涵那微微懦懦的性子, 他敢找人斗法, 不过转念一想, 他忽然明白了, 这个混账东西, 果然是小人得志, 实力才刚提升一点, 就急着出去欺负人, 他对江涵极为失望, 他没想到, 江涵他刚有一点实力, 就出去找人斗法, 果然, 小人就是小人, 就算他平时伪装的再好, 骨子里的东西, 永远也不会变, 一有机会就想要展示力量, 欺负弱小, 显得他多厉害似的, 不过杰单出妻而已, 有什么好得瑟的, 就他那三脚猫功夫, 估计也只能欺负欺负助击小辈, 真是丢人, 我以为他在外面混了这么久, 总该有点长进, 可没想到, 他还是这么烂泥扶不上墙, 纪玉禅讥讽一笑, 他这次怕是早有预谋, 看到浅浅经过, 特意找人斗法, 应该是想展示一下, 自己现在有多厉害, 他就是想让浅浅, 看到他的实力, 让我们觉得他现在很厉害, 主动叫他回来, 真是幼稚, 浅浅冷笑连连, 话语中竟是贬低嘲讽, 夏浅浅却有些不满, 他觉得师父有些太看不起江涵了, 连他都被江涵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他怎么可能只敢欺负助击小辈, 而且, 这次真不是江涵故意等他的, 而是他自己凑上去找打的, 他犹豫了一下, 低着头说道, 师父, 江涵他, 他没有欺负小辈和江涵斗法那人, 是, 他顿了一下, 那人是杰丹大圆满的修为, 杰丹大圆满, 纪雨禅有些诧异, 明显不信这个说辞, 他不是才刚刚杰丹, 怎么敢去和杰丹大圆满斗法的, 忽然他好像想到了什么, 忙到, 那孽障怎么样, 没死吧, 夏浅浅一愣, 师父这话怎么好像有些担心, 江涵他没事, 他把那个杰丹大圆满给揍了一顿, 他说这话的时候, 明显有些心虚, 声音也下意识轻了不少, 没事就好, 纪雨禅松了口气, 我就知道他不会那么容易死, 他忽然觉得自己这样说有些不对, 连忙说道, 再怎么说, 他曾经也是我的徒弟, 要是在外面被别人欺负, 那就太给我丢人了, 说着他忽然一愣, 不对, 你说他一个杰丹初七, 把杰丹大圆满给揍了一顿, 这不可能, 就那个废物, 他怎么可能越界战斗, 他眼睛一冷, 忽然喝倒, 夏浅浅, 你是不是去帮他了, 我怎么跟你说的, 不管他在外面混成什么样子, 都不要管他, 这是那孽障自己选的路, 吃亏了也是活该, 等他知道, 在外面生存有多艰难了, 自然就会回来, 师父, 我没有帮他, 江涵他是独自一人, 剩了那个杰丹大圆满的修士, 夏浅浅感觉压力好大, 当初就该好好清理一下才回来的, 没想到, 竟然被师父发现了江涵的气息, 平白多了这么多麻烦事, 你没有帮他, 那他怎么剩的, 纪玉禅惊了一下, 不过明显还是不信, 莫非, 你的意思是, 他一个杰丹初期, 跨越两个小境界, 剩了一个杰丹大圆满的修士, 他冷笑道, 这根本不可能, 只有各宗天骄才能越界战斗, 就将含那个废物东西, 他绝对办不到, 如果你说的是真的, 那个杰丹大圆满的有多废物, 竟然连一个杰丹初期的废物东西, 都打不过, 还是说, 那混账又是靠暗中偷袭, 使了阴暗手段, 侥幸得胜, 第九十四章, 为什么不信, 夏浅浅脸色惨白, 他觉得师父好像在骂他, 可他又不能反驳, 师父, 江涵他没有偷袭, 他是正面战斗获胜的, 用实力压着对方打, 还把对方法宝都打碎了, 压着对方打, 纪玉禅一惊, 如果是偷袭, 他还能接受, 毕竟这手段上不得抬面, 不说是江涵了, 就算是林天宗随便一个杰丹七弟子, 只要准备充分, 布下阵法陷阱, 都能用偷袭, 战胜结丹大圆满的敌人, 可正面压着对方打, 这怎么可能, 那可不止两个境界的差距, 而是灵力纯度, 功法手段, 法宝强度, 神识大小, 斗法经验等各方面的差距, 哪是说越阶就越阶的, 修饰斗法时, 任何一点点的差距, 都是极为致命的, 更别说差两个小境界了, 如果这个越阶战斗的人, 是五大宗门任何一个天骄, 他都不会这么惊讶, 可偏偏这个人是江涵, 因为五大宗门的天骄, 修炼的都是这个世界最顶级的功法, 有最好的师父教导, 有各种神奇的道法手段, 拥有那个阶段最好, 最齐全的法宝, 越阶战斗对他们来说, 根本就是常识, 不能越阶战斗才会让人奇怪, 可江涵, 他一个修炼垃圾功法, 从来没接受过斗法训练, 更没时间修炼道法的人, 他能越两个境界战斗, 还剩了, 这是什么概念, 几个月之前他还只是练气七, 一个月之前他才刚结丹而已, 几个月的时间从一个谁都可以欺负的蝼蚁, 成长为了一个足以媲美五大宗门结丹七天骄的人物, 这是什么, 这根本不可能, 纪玉禅脸色阴沉, 他承认自己刚才被惊到了一下, 可这件事他不信, 浅浅, 你说实话, 你确定是江涵一个人, 斗法胜了结丹大圆满, 没人帮忙, 就他那个废物, 整天就会在山上欺负些野兽, 他能跨越两个小境界战而胜之, 纪玉禅眉头紧锁, 这件事绝对不可能, 你是不是看错了, 或者说对方原本就已经重伤, 对啊, 四师妹, 你肯定是眼花了, 就江涵那个废物, 他怎么可能会这么强, 陆敬雪满脸怀疑, 不懈地说道, 要我说, 他肯定是偷袭, 这个贱人, 他也就会先上不得台面的手段, 若是正面相抗, 他绝对会败得很惨, 纪玉禅一听, 更加肯定自己的猜测, 浅浅, 你给我说实话, 江涵是不是出手偷袭了, 这个废物, 我就说他怎么可能越界战斗, 果然, 还是只能靠偷袭这种手段, 混账东西, 他到底要什么时候才会长大一点, 到底什么时候才会不给我丢人, 他整天耍这些小人手段, 就是在给我丢人, 就是在丢林天宗的脸面, 师父, 莫秋双听不下去了, 他没想到, 师父的偏见, 竟然已经严重到这种地步了, 就连事实摆在面前, 他还是不愿相信, 江涵绝对是正面击溃敌人的, 这是我亲眼所见, 而且, 师父你是不是忘了, 江涵可是在临渊秘境对战时, 以一人之力, 力压数百同阶, 以绝对碾压的实力, 轻松获得了第一, 他本身就有越界战斗的实力, 只是你从来看不到, 不, 是你一直不愿相信, 胡说八道, 你怎么各位是说话的, 没大没小, 继玉禅怒道,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临渊秘境那次, 是临复公和临蕴山突然叛变, 就连阴阳宗也对我们出手偷袭, 江涵是在他们的帮助下, 出手偷袭才获得的第一, 他那算什么本事, 不过依靠别人罢了, 当时就算不是江涵, 随便换个人站在那个位置, 也一样是第一, 他眼中怒火汹涌, 他没想到, 就连自己的大弟子也被江涵骗了, 这种事情, 根本就不是江涵可以做到的, 不管他们怎么说, 他都绝不会相信, 墨丘双一致, 他不明白, 为什么师父就是不相信, 师父到底怎么回事, 承认江涵优秀很难吗? 小玄当时也在场, 他也看到了, 师父, 小玄总不可能说谎吧, 纪语缠闻言, 眼神一冷, 可紧接着就放松下来, 柔声问道, 小玄, 你师姐说的可是真的, 林玄点头是真的, 当时确实是我们亲眼所见, 小玄, 你们会不会是中了幻术? 陆敬雪突然问道, 此话一出, 墨丘双顿时对他怒目而逝, 这个陆敬雪, 好事没干一件, 幻术每次都少不了他的, 幻术, 纪语缠眉心一宁, 确实极有可能, 如果是幻术, 那一切就说得通了, 这孽障真是长本事了, 为了回来, 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竟然连幻术都用上了, 真是给我丢人, 他就不能堂堂正正的和人斗法吗? 整天只会使些上不得台面的手段, 墨丘双心都凉透了, 他算是发现了, 无论他怎么说, 师父都不会相信, 他永远只相信他愿意相信的事情, 至于其他的, 他好像根本听不到, 也看不到, 在师父眼中, 是不是真的, 也许根本不重要, 他就算说再多, 也只是白费口舌罢了, 而且, 师父不是最信任林玄的吗? 可就连林玄说的话, 师父都能找借口无视掉, 他好像只能听到贬低江涵的话, 任何对江涵有利的话, 他全都听不到, 他第一次感受到了, 江涵曾经的无奈, 不管他说什么, 都没人相信, 不管他怎么做, 永远都是错的, 那种无力感, 简直让人崩溃, 怪不得, 后来师妹栽赃他的时候, 江涵都不再辩解了, 恐怕是早就被伤透了心, 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 他也不反抗, 也不争辩, 沉默着受罚, 沉默着舔尸伤口, 原来, 整个林天宗, 只有江涵才是正常人, 莫秋双第一次感受到这种无力, 就算江涵无数次拒绝他的时候, 他都没有感受过这种无力, 他已经不想再说了, 反正不管他说什么, 师父都不相信, 既然如此, 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师父, 你为什么就是不信呢? 江涵他现在真的很厉害, 他是真的能越界战斗啊, 下潜浅急的脸色战红, 焦急的解释, 江涵资质一直很好啊, 他还有很多高阶法宝, 不论是剑术还是雷法, 杀伤力都很强, 他真的可以越界战斗的, 而且, 师父你不要忘了, 江涵他是剑修, 他是剑修啊, 剑修杀伤本就是极强, 再加上他的天机八品飞剑, 铜机根本没有敌手, 剑修? 纪宇禅满脸不现, 不过是莽夫而已, 除了飞剑强一点, 他们还会什么? 就算你们说的是真的, 江涵也只是依靠那把高阶飞剑的威力罢了, 若是没了那把飞剑, 他还能干什么? 怪不得他敢越界战斗, 原来全靠飞剑之威, 他不会以为, 这是他自己的实力吧? 他吃笑一声, 废物就是废物, 只会依靠外物的力量, 若是没了法宝和飞剑, 他什么都不是, 这个无耻小人, 恐怕他不止借着法宝飞剑欺压弱小, 我看哪, 他肯定还会借着林天宗的名头, 在外面吓唬人, 他混账心性极为懦弱, 也只敢视强凌弱, 仗势欺人了, 真真是一身臭毛病, 这个孽障, 他知不知道, 他现在这么做, 就是在败坏林天宗的名声, 就是在给我丢人。 第九十五章, 凭什么? 下前前好气, 他不明白, 他真的想不明白, 江涵现在真的很强的, 他修为提升得很快, 有勇有谋, 并不是空有实力的废物, 而且, 他现在已经不是那个, 懦弱的少年了, 他已经敢抬头说话了, 声音不再自卑, 看人的时候, 眼神也不再闪躲, 最关键的是, 他都敢对他出手了, 还敢当着大师姐的面打他, 他连师姐都敢打, 这还懦弱, 他现在还是紫霄剑宗的天骄, 被紫霄剑宗当宝贝一样供着, 还有原因强者贴身保护, 他已经真正强大起来了, 可就算这样, 师父竟然还觉得江涵是个废物, 难道在师父眼里, 江涵不管做了什么, 他也永远只能是那个, 躲在泥坑中的废物, 下前前胸中有股怒火汹涌而起, 他为江涵感到不公, 凭什么林璇只是卖个乖, 暗暗肩膀, 说两句好话, 就能得到夸奖, 可江涵无论怎么做, 师父永远都觉得他是个废物, 这不公平, 下前浅胸中的怒火冲天起, 将他的理智瞬间淹没, 师父, 你怎么能这样, 他直起腰, 心中涌起莫大的勇气, 大声说道, 江涵他根本就没有仗势欺人, 他是靠自己的实力, 飞剑怎么了, 法宝又怎么了, 他有法宝飞剑, 那是他的本事, 难道使用法宝飞剑, 就不是他的实力了吗, 店中忽然一冷, 陡然增强的压力, 让他身体止不住的颤抖, 可他现在顾不得那么多, 他只想把这些话说出来, 你说他依靠外物, 难道师父对敌的时候, 不用法宝吗, 师父你是赤手空拳和人斗法的吗, 够了, 浅浅, 你闭嘴, 墨秋双冷喝一声, 不, 我就要说, 下浅浅声音淒厉, 江涵他月两个小境界对敌, 还能湛然圣之, 已经是天骄之姿, 师父你为什么还要骂他是个废物, 你刚结单的时候, 哗, 无数金色符文凭空出现, 眨眼间将下浅浅封印, 隔绝了他那大逆不道的声音, 墨秋双额头冷汗直冒, 他没想到下浅浅胆子这么大, 竟然连师父都敢顶撞, 不知道是该说他无知无畏, 还是该骂他啥, 不知道什么话该说, 什么话不该说吗, 他施法将下浅浅封印之后, 连忙对着纪雨禅行李道, 师父息怒, 似师妹应该是修行出了岔子, 有些魔障了, 殿中寂静无比, 只剩下了墨秋双的声音, 他这些话定是无心之语, 等下徒儿定会好好教训他, 助他宁心尽神, 驱除磨念, 还望师父莫要责怪, 放他出来, 纪雨禅声音平静, 可任谁都能听出, 那隐藏在平静下的怒火, 墨秋双身体一颤, 抬头哀求地看向纪雨禅, 师父, 让他说, 纪雨禅声音中带着不容置疑的味道, 墨秋双心底叹息, 只希望四师妹能冷静一些, 他掐绝指向封印, 金色符纹眨眼消散, 露出了里面一脸怒容的夏浅浅, 完了, 墨秋双绝望闭眼, 四师妹这样子看来是拦不住了, 你继续说, 纪雨禅声音有些冷, 刚才被大师姐封印, 夏浅浅胸中怒火, 非但没有减少, 反而烧得更旺, 此时听到师父的话顿时顾不得其他, 只想将心中的委屈全部说出来, 他冲着纪雨禅大喊道, 江涵到底哪里不好, 他今年才刚十八, 就已经结单了, 这种修炼速度, 无论在哪个宗门都是绝对的天教, 而且紫霄建宗早就放出消息, 要立江涵为紫霄建宗圣子, 那可是圣子阿师父, 修真界这么多年的记录中, 哪个圣子不是天资卓绝, 绝世无双的强者, 只要没有意外, 江涵以后绝对能修炼到化神极限, 飞升灵界, 成为足以记录在通天碑上的强者, 就算是这样, 师父还觉得江涵是个废物吗? 如果他是废物, 那我们又算什么? 我们连他这个废物都不如, 火全部发泄了出去, 这会儿红着眼睛有些气喘, 这些话是江涵让你说的, 纪语禅怒声道, 真实烂泥浮不上墙的废物, 连跟我说话的勇气都没有, 还想跟我作对, 星星如此懦弱, 连个孩童都不如, 他不是废物, 谁是废物? 我, 夏浅浅急了, 他没想到, 他说了那么多, 师父竟然还觉得江涵是个废物, 你什么脸? 纪语禅冷喝道, 你也是个没用的, 他让你传话, 你就真敢说, 你有没有想过, 他是在害你, 你看看, 你刚才说话的态度, 没一点尊师重道的礼数, 若不是为师脾气好, 我早就一巴掌拍死你了, 夏浅浅一致, 我不是, 你不用说了, 纪语禅冷哼一声, 不管你说什么, 江涵那孽障也是个白眼狼, 你看他之前怎么跟我说话的, 竟敢直呼我的名讳, 连生师父都不喊, 他就是个不知礼数, 目无尊长, 欺师灭祖的逆徒, 就他这星星, 修为再高又如何, 早晚会被劫雷劈死, 这等欺师灭祖之人, 就算我不收拾他, 天道都不会放过他, 夏浅浅胸口剧烈起伏, 他发现, 无论自己说什么, 师父总能把他的话堵回来, 他双眼通红, 心中又怒又委屈, 夏浅浅, 我告诉你, 江涵就是个废物东西, 他费尽心机接近你, 绝对是看你心软, 想让你替他说好话, 你又是个耳根子软的, 他说两句你就敢信, 你最好少跟他接触, 不过他语气一转, 如果他真想回来, 也不是不行, 你就告诉他, 只要他能自费修为, 从林天峰一路磕头上来, 我就还认他这个徒弟, 要不然他永远别想让我原谅他, 夏浅浅一惊, 这种事情江涵怎么可能会做, 师父这是想逼死他, 还有, 你若是在遇到他仗着我的身份, 势强凌弱, 仗势欺人, 在外面给我丢人, 你就替我好好收拾他一顿, 省得他整天给林天宗抹黑, 就他这样, 若是被那些不明真相的人看到了, 还要怪我教徒无放, 夏浅浅有些诗神, 外面所有人都只知道, 江涵是紫霄建宗的清传弟子, 谁知道他以前是林天宗的人, 他抽了抽鼻子, 有些失落地说道, 师父, 江涵现在已经不是林天宗的人了, 我们凭什么管他? 第九十六章, 他一定会感谢我, 凭什么? 纪玉禅一江, 接着怒声喝道, 就凭我是他师父, 不管他现在在哪, 不管他是死是活, 这一点他永远都无法改变, 你看看他现在像什么样子, 还没结阴就敢这么猖狂, 若是再不管他, 等他修为再高点, 怕不是要反了天了, 可是夏浅浅咬唇, 泪水在眼眶中打转, 江涵以前在山上待了那么久, 也没见你管过他, 他以前不也过得好好的, 怎么他现在走了, 你又要开始管他了? 夏浅浅, 你是不是脑子糊涂了? 纪玉禅喝道, 我以前怎么没管他了, 我是不是让你帮他磨练心静, 我让他有的吃有的住, 这还不够, 若不是我把他带上山, 他指不定早就饿死在外面了, 这个混账东西, 我如此真心待他, 他不知感恩也就罢了, 还敢和我作对, 感恩, 夏浅浅惊呆了, 就以前那种情况, 江涵每天遭受毒打, 还要自己疗伤, 还要拖着病驱找吃的喝的, 他能活下来就不错了, 师父竟然还要他感恩, 师父怎么能这样? 他真的被气到了, 脸色涨得通红, 你看看, 那孽障把你害成什么样了, 你都魔杖了你知不知道, 这混账东西都出去了还不消停, 我若是再不管教, 他肯定要捅出更大的篓子, 师父, 夏浅浅大喊一声, 他实在听不下去了, 江涵现在是紫霄建宗的人, 他就是捅了天大的篓子, 也有紫霄建宗帮他处理, 关我们什么事啊, 紫霄建宗? 祭禅禅冷笑, 就那群猛夫, 他们只会把篓子捅得更大, 到时候不还是得我出面帮他们摆平? 师父, 夏浅浅还要再说, 够了, 纪语禅一声怒喝, 你知不知道, 你现在在干什么? 你真是魔杖了, 你怎么敢这么跟我说话? 可是, 夏浅浅脸色惨白, 他知道这样不对, 可他还是要说, 江涵以前吃的苦够多了, 如果他要回来, 能不能不要再像以前那样磨炼他了? 他说着说着, 差点哭出来, 师父, 能不能不要费他修为? 我不想再让他受苦了, 你懂什么? 纪语禅不满地说道, 我做这么多, 还不是为了他好, 你以为我心里好受吗? 我又不是那种恶毒的人, 如果不是为了他, 我能这样做吗? 你看他以前心性多差, 见个人连话都说不好, 磨炼之后是不是好多了? 重疾还虚下重药, 我若是不这样做, 他就永远都是那个废物样子, 你看看他这才离开我们几天, 现在变成了什么废物样子? 目无尊长, 不知理数, 满口脏话, 等他回来了, 我一定要更加倍磨炼他, 师父, 夏浅浅悲呼一声, 再磨炼下去, 江涵怎么受得了啊? 你给我闭嘴, 没用的东西, 你看你被他害成什么样了? 纪雨缠说道, 就这么定了, 你放心, 他现在只是不明白这一切的意义, 但是, 他早晚会明白, 只要他能坚持下去, 他以后一定会感谢我。 好了, 纪雨缠发了一通火气, 似是有些乏了, 他接过凌旋递来的茶杯, 不管以后怎样, 不管江涵能不能越界战斗, 他现在也就这样了, 一个结单而已, 宗内元英都有一大把, 他只要不结英, 就一直是个废物, 还整天在外边给我丢人, 败坏林天宗名圣, 你们若是遇到他, 一定要替我好好收拾收拾他, 省得让别人以为, 我连徒弟都交不好, 他抿了口茶水, 轻声道, 其他的事, 等他回来了再说, 最近外面不太平, 你们都小心一点, 没事少出去溜达, 说着, 他看向红着眼眶的夏浅浅, 语气严厉了几分, 浅浅, 我知你刚才所言, 非你所愿, 你是受了江涵迷惑, 导致心生磨念, 这次, 为师就不跟你计较了, 让你大师姐帮你驱除磨念, 说完, 他挥了挥手, 都走吧, 抓紧时间修炼, 别整天只顾着玩, 夏浅浅还想再说, 可墨秋霜直接拉住他, 用力使了个眼色, 夏浅浅会议, 虽还有些气性, 可师父已经说到这份上了, 他也不敢再造次, 他恭敬行礼, 贬着嘴说道, 谢师父宽容, 纪玉禅没再看他, 只轻轻嗡了声, 算是阴了, 墨秋霜拉着夏浅浅来到店外, 却正好撞到陆敬雪, 四师妹, 你刚才吓死我了, 你怎么敢, 为了那个贱人, 和师父顶嘴, 三师姐, 夏浅浅嘴唇动了动, 却不知该怎么说, 据他所知, 三师姐也是对江涵偏见极重, 不说别的, 但是刚才在店中, 三师姐就没说过一句好话, 他就算和三师姐说实话, 恐怕他也不会相信, 有话以后再说, 敬雪, 你先回去, 我带浅浅去去除磨练, 墨秋霜开口说道, 陆敬雪诧异地看了下浅浅一眼, 在他印象中, 四师妹一直是风风火火, 有什么就说什么, 他还没见过四师妹这扭捏的样子, 感觉有些奇怪, 不过他也没多想, 文言点了点头道, 好的, 四师妹, 我改日再去寻你, 大师姐, 四师姐, 陆敬雪当走, 苏灵溪的声音就从一旁响起, 他小跑着从后面追来, 到的跟前后, 先是恭敬行了一礼, 然后眨拔着大眼睛, 满脸天真的问道, 二位师姐, 不知是在何处, 见到了江师兄, 江涵, 墨秋霜一愣, 他没想到, 七师妹竟然对江涵的消息这么关心, 灵溪, 当时我们正在海外, 陪小璇散心, 恰巧遇到小涵在海上寻求机缘, 哦, 苏灵溪用力点了点头, 大师姐, 灵溪之前听到师姐说, 江师兄现在是紫霄建宗亲传弟子, 只是没有亲眼见到, 不知, 这可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 小涵现在正在紫霄建宗, 墨秋霜眼中引有光芒闪动, 他怎么忘了, 灵溪以前和江涵关系还不错, 也许可以, 苏灵溪极为惊喜, 看来江师兄在外面过得还不错, 都已经成了紫霄建宗亲传弟子了, 看来师兄当时离开, 果然是对的, 如果他还留在灵天宗, 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 就看刚才师父那个态度, 恐怕, 绝对好不了, 灵溪, 我记得你和小涵关系不错, 墨秋霜问道, 苏灵溪一惊连忙道, 江师兄之前对灵溪多有照顾, 但关系好不好, 灵溪也不确定, 他不敢多说, 刚才在店内时听大师姐的意思, 他们还想把江师兄带回来, 那怎么行, 江师兄回来了只会受苦, 哪有在外面自在, 这样啊, 墨秋霜若有所思, 灵溪, 你在这呢, 灵玄突然从一旁跳出来, 满脸惊喜地看向苏灵溪, 我刚得了一枚玄金果, 觉着可能对你有用, 正想给你送去呢, 没想到这要巧, 能在这里遇到你, 第九十七章, 他活该, 苏灵溪脸色微变, 无视线殷勤, 飞奸即道, 自从江师兄走后, 他一直都觉得灵玄有些不对劲, 心中对他多有警惕, 多谢灵师兄, 他先是恭敬行礼, 接着道, 只是不巧, 灵溪前日刚领了一批灵药, 只能辜负灵师兄好意了, 说完, 他不等灵玄再说, 盲向墨秋霜他们行礼道, 大师姐, 四师姐, 灵师兄, 灵玄一肚子化, 被卡在喉咙里, 却不好再说, 灵溪远想向大师姐请教些修炼上的问题, 但实在不巧, 灵溪忽有所悟, 便先回洞府闭关了, 也好, 墨秋霜点头, 灵溪若是有问题, 可随时找我, 苏灵溪点头, 冲几人歉意一笑, 遇见急速离去, 看着苏灵溪急切的模样, 灵玄脸色一沉, 他感觉有些不对劲, 苏灵溪好像是在防着他, 今日师姐有事, 就不陪你了, 墨秋霜和刚赶来的柳寒月对视一眼, 又冲着灵玄歉一道, 你且回去安心修炼, 若是有事再来寻我, 说完, 他也不带灵玄回应, 拉着下浅浅的守卫一用力, 刷, 三人凭空消失, 只留下灵玄一人, 脸色阴沉地站在原地, 哼, 他转头看向苏灵溪离开的方向, 冷哼一声, 甩袖离去, 大师姐, 三人出现在空中, 夏浅浅刚一开口, 就觉得眼前又是一花, 等他看清眼前, 竟然到了一处院落中, 此处, 是我早年买下的一间院子, 闲来无事, 我就会来此小住几日, 沾沾街上的烟火器, 解些乏味, 墨秋霜声音低沉, 他领着二人上楼, 坐在窗边, 刚好能看到人来人往的街道, 大师姐, 你怎么还有心思解乏, 夏浅浅很是烦躁, 脸上还带着些泪痕, 江涵怎么可能会做那些事, 师父为什么不分青红皂白, 硬要把那些事情, 全怪到江涵身上, 师父怎么能这样, 我们都解释那么多了, 他怎么还不相信, 墨秋霜瞥他一眼, 你急什么, 你之前不也是这样, 夏浅浅一致, 我那是, 别找借口, 墨秋霜惊一声, 顿时让夏浅浅心弧震动, 面色一阵惨白, 他回来后, 在二师姐的帮助下, 好不容易才将心境稳住, 此刻被大师姐一提, 许多有关江涵的画面, 又开始控制不住的, 心脏顿时一阵抽搐, 疼得他直冒冷汗, 我知道错了, 那种心痛的感觉, 几乎让他发狂, 恨不得让江涵立马打他一顿, 他慌忙伸手, 抓住墨秋霜的衣袖, 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 可怜巴巴地说道, 大师姐, 我们什么时候去找江涵, 我想去看看他, 你不要急, 墨秋霜安抚一句, 默念清心咒, 然后寄出一块玉佩, 化作绿光照, 向夏浅浅, 随着绿光洒下, 这些手段只能暂时压制杂念, 若是不从根源解决问题, 这种压制力只会越来越弱, 柳寒月看着这一切, 面露愁容, 大师姐, 浅浅怎会这般严重, 若是再不解决, 恐怕心境要出大问题, 他本以为自己是到心残区最严重的, 可他没想到, 夏浅浅竟然更严重, 甚至已经影响到日常生活, 可以说, 夏浅浅现在, 每时每刻都活在痛苦和绝望之中, 心境一次又一次的被杂念打碎, 然后重组再被无穷悔恨击成粉碎, 只有借助静心凝神的法宝, 将脑中杂念压制, 才能让他好受一些, 若不是自己之前, 用阵法帮他压制了一部分杂念, 现在只会更严重, 哼, 这就要问他自己了, 莫修双心中颇有怨气, 你也不看看, 他以前都干了什么事, 从江涵上山之后, 就数他欺负江涵最多, 他那时候多开心啊, 那鞭子用得很顺手嘛, 到后来更是拳打脚踢, 打的那叫一个凶狠, 江涵那时候多惨, 你又不是不知道, 他身上的伤就没好过, 我就没见过他这么凶残的人, 一股怒气汹涌而起, 莫修双恨不得, 替江涵再狠狠揍他一阵出气, 他现在承受的这些痛苦, 不及江涵曾经的万分之一, 不管他现在有多痛, 就算他的痛苦再增加十倍百倍, 那也是他应得的, 大师姐, 绿光忽然剧烈颤动, 夏浅浅应该是听到他的话了, 脸色又开始变得痛苦, 柳寒月一惊, 夏浅浅的杂念快要压制不住了, 他急忙拉住墨秋霜, 冲他摇了摇头, 墨秋霜轻哼一声, 知道差不多了, 于是他话头一转, 有些不满地说道, 说到底, 还是因为师父, 说到这, 他眼眶有些发红, 浅浅之前说过, 是师父特意交代, 让他磨练江涵的, 虽然他打得确实太过分, 他顿了一下, 抬手抹了抹眼角, 也不知道师父到底在想什么, 哪有这么磨练人的, 更何况, 江涵当时还那么小, 呜呜, 绿光再也承受不住, 哗啦一声, 碎成无数碎片, 夏浅浅泪如雨下, 痛哭失声, 师姐, 都怪我, 都怪我, 他双手抱头, 疯狂摇动, 一幕幕记忆在他脑中疯狂滚动, 根本不管他能不能承受, 将他的石海冲得不断颤动, 冲得他头痛欲裂, 我不该打江涵的, 我不该打他的, 都是我的错, 我的错, 浅浅你冷静一点, 墨丘霜慌忙上前按住他, 抬手扔出一块金银, 随着一道金光照下, 夏浅浅再次安静下来, 呜呜, 师姐, 我好痛, 心脏好像缺了一大块, 空落落的, 好痛好痛, 夏浅浅转身扑进墨丘霜怀里, 放声大哭, 我不该看不起江涵的, 我不该把他扔下去的, 都怪我, 都怪我, 呜呜, 好了好了, 你能知道自己错了, 就已经很好了, 墨丘霜轻轻拍着他的背, 柔声安慰着, 他当时向我求饶, 夏浅浅声音乌液, 身体不断颤抖, 第98章, 痛吗? 还不够, 他想起来, 他第一次打江涵的时候, 他可能没想到, 自己已经很努力的在砍柴了, 为什么还会挨打? 他当时, 可能是第一次被藤鞭抽打, 躲都不敢躲一下, 任由鞭子抽在身上, 死死咬着嘴唇, 忍着身体上的剧痛, 红着眼睛, 不解又委屈地看着他, 可夏浅浅根本没有向他解释, 而是一边接着一边地打了上去, 直到把他打哭, 他才得意地停手, 江涵那时候很坚强, 他打了三遍都没哭, 一怒之下, 他直接加大了力道, 原本只能抽出红硬的鞭子, 在第四边的时候, 直接把他抽得皮开肉绽, 啪, 他现在还能听到那清脆的声音, 那夹杂着血珠飞散的场景, 还有那满脸惊恐, 瑟瑟发抖的小小声音, 可就算这样, 江涵还是很硬气, 他忍着痛, 眼神不解又恐惧地盯着夏浅浅, 他似是想要知道, 他为什么要打他, 可他为什么不问, 他在害怕什么, 夏浅浅当时是这么想的, 他觉得江涵真是太懦弱了, 都挨打了, 还是一声也不敢坑, 于是, 他又是一鞭子抽了上去, 啪, 又是一道血肉飞散, 那剧烈的痛苦, 让江涵身体忍不住抖了一下, 可就算这样, 他硬是挨到第六边的时候, 才终于哭出来, 但那时候, 他身上早已鲜血淋漓, 破碎的布条和血肉混杂在一起, 泪水落在边痕上, 让他痛得不断颤抖, 师姐, 不要, 不要打我, 真是个没用废物, 砍个柴都这么慢, 你看看, 这都多久了, 那斧子那么小, 你就不会去找个大一点的斧子, 说着, 他似是不解气, 又是一边抽了过去, 啪, 刺耳的声音响彻脑海, 夏浅浅身体轰得一颤, 心脏猛的一抽, 扑, 一口鲜血吐出, 夏浅浅身体一软, 似是失去了所有力气, 无力地跪在地上,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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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低声嘻喃, 心脏还在一阵一阵地抽搐, 哇, 他喷出一大口黑血, 拱着身子不断抽气, 我为什么要一次又一次地打他, 我为什么要打他, 他求饶的时候, 我为什么没有放过他, 为什么, 为什么, 我为什么那么狠心, 泪水滴在血水中将血猪打得四处飞溅, 他那时候才多大, 那么小一个人儿, 我竟然逼着他去砍树, 那树比他大腿都粗, 他就只有一把, 不知道在拿捡的破斧子, 砍了半天, 累得浑身虚脱, 也只砍倒了两颗, 我当时, 啊, 他忽然尖叫一声, 身体用力全缩成一团, 捂着脑袋疯狂摇头, 不要, 不要出来, 我不要砍, 好了好了, 别哭了, 墨秋霜蹲下身子, 抱着他柔声安慰, 他听着夏浅浅的话, 心中也极为难受, 他只知道夏浅浅经常打江涵, 可他没想到夏浅浅竟然这么狠毒, 在江涵刚上山的时候, 他就敢直接打他, 怪不得他心境破碎这么严重, 怪不得他这么痛苦, 原来这一切, 真的都是他应得的, 他活该这么痛苦, 可现在, 他看着夏浅浅那快要破碎的模样, 又忍不住低声安慰, 既然你已经知道错了, 那一切就还有希望, 接下来好好认错, 就是, 冷静一点, 我带你去见江涵, 对, 对, 江涵, 夏浅浅猛地抬头, 我要去见江涵, 我要见他, 只要他能原谅我, 我就不会再痛苦了, 他双眼通红, 眼中带着有些偏执的疯狂, 无论他打我也好, 骂我也好, 只要他能给我赎罪的机会, 我一定能让他原谅我, 对了, 鞭子, 还有鞭子, 他从墨丘霜的怀里正开, 朝着门外冲去, 他一定想要报复回来, 我去买鞭子, 只要他愿意, 他怎么报复我都可以, 站住, 墨丘霜脸色阴沉, 他看着夏浅浅疯狂的模样, 记恨他出手狠毒, 对江涵毫无怜惜, 又连他有悔过之心, 可却悔过了头, 你这样去找他, 没有一点用处, 他施法将夏浅浅定在原地, 愿他如何挣扎, 也毫无作用, 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 性格暴躁, 稍有不顺, 就要动手打人吗? 师姐, 求你了, 你就让我去吧, 我真的受不了了, 夏浅浅红着眼看他, 声音颤抖, 他上次不就打我了吗? 还打得那么狠, 他一定是想打我, 一定是想用这个方式报复我, 那只是你一厢情愿, 墨丘霜立声喝道, 小韩心性善良, 上一次, 若不是你不知好歹, 出言辱骂, 他也不会对你动手, 你别把他想得那么暴力, 他是个好孩子, 你要用心去感化他, 说着, 他打出道道清光, 落在夏浅浅身上, 夏浅浅身体的颤抖渐停止, 呼吸逐渐匀称, 很快平静下来, 哎, 墨丘霜轻叹一声, 逃出警怕, 轻轻擦去夏浅浅脸上的鲜血和泪痕, 大师姐, 夏浅浅有些虚弱, 倒在墨丘霜怀里, 还在小声抽气, 我该怎么做, 我真的不知道, 我要怎么做才好, 你不要善惰主张, 一切听我安排, 现在, 你先好好休息, 只要有江涵的消息, 我立刻就带你过去, 嗯, 好, 夏浅浅用力点头, 我都听大师姐的, 墨丘霜欣卫点头, 然后轻拍了下, 浅浅几下, 让她睡了过去, 大师姐, 浅浅她, 柳寒月眼眶微红, 似是刚刚哭过, 她现在太深, 虽然醒悟过来, 可这些痛苦, 却让她难以承受, 若是再见不到江涵, 恐怕她真的会疯掉, 那我们, 柳寒月有些犹豫, 她不想违背师父的命令, 可她看到夏浅浅的模样, 又有些害怕, 毕竟, 现在夏浅浅承受的痛苦, 她也曾经历过, 她心中的悔意, 并不比四师妹要少, 若是再不解决, 她会不会也像夏浅浅这样, 稍有不慎, 就会道心破碎, 神魂被心魔吞噬, 她不敢赌, 而且, 她是真的想求的江涵的谅解, 她已经很久没修炼了, 现在的她, 几乎每天都在压制心底的杂念, 可就算这样, 也只能让她勉强保持正常, 根本无法进行修炼, 如果雷杰到来, 她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师姐, 我们什么时候去找江涵, 她声音逐渐坚定, 只要能让到心圆满, 想必, 就算师父知道她违抗命令, 也不会怪她的, 快了, 墨秋霜把夏浅浅放在床榻, 回身坐在窗边, 看着街道上人来人往, 不过在去找她之前, 我们还要等一个人, 等一个人, 柳涵月有些疑惑, 等谁, 墨秋霜眼神明亮, 似有光芒闪动, 七师妹, 苏灵溪, 第九十九章, 剑修怎么就不能修雷了, 哄, 一声乍响, 将林中鸟寿惊的四处逃窜, 江涵立在空中, 惊讶地看向下方, 原本卧在爆炸中心处, 足有墨盘大的石块, 已消失不见, 只在原地, 留下一个百米大小的巨大坑洞, 坑洞四周, 巨是一片焦黑之色, 无数黑色灰尘散落其中, 还有紫色雷霆, 不断游走闪烁, 不时发出噼啪声响, 这雷纷身浩强的威力, 江涵面色兴奋, 威力就相当于杰丹后期修士的权力一击, 再加上寂灭神类的威力, 怕是杰丹大圆满也扛不住, 而这样的分身, 我能一次性放出去五个, 说话间, 体内的灵力已经补满, 他掐绝默念, 出, 他身上顿时雷光闪烁, 犹如一轮紫色大日挂在天空, 光芒极为耀眼, 若是飞得再高点, 怕是相隔数十里都能眼看到, 下一刻, 大日呼得一颤, 迅速分作五团雷光, 雷光很快暗淡下去, 化作五个人形雷霆, 分散在江寒四周, 现在才只修炼到第一重, 若是修炼到第九重, 只要灵力足够, 出手就是万千分身同出, 又将是何等场景, 加上这五个, 他身边已经有了九个雷分身, 分身及其消耗灵力, 每次释放都会将体内灵力消耗一空, 而且分身体内的雷霆, 时刻都在消耗, 只能维持分身存在三个时辰, 正是由于这些缺陷, 所以修炼雷分身的人并不多, 可这些缺陷对江寒来说, 根本就不算什么, 在吞噬意境的加持下, 他只需要数个呼吸的时间, 就能将灵力补满, 释放分身的消耗, 对他来说等同于无, 只可惜操控分身还需消耗神识, 以我现在的神识, 只能同时操控十个分身, 若是神识再强一些, 操控上百个分身同时自爆, 怕是连原因弃强者也扛不住, 江寒心中暗叹, 抽空还是要去传宫殿, 找一些增强神识的功法, 我这有个更好玩的, 你要不要试试, 剑灵的声音忽然在他脑中响起, 自从剑灵觉醒后, 剑灵一直操控飞剑在他经脉内游走, 说是可以帮他拓宽经脉, 同时还能温养飞剑, 一举两得, 可江寒总觉得是他太无聊了, 在转悠着姐妹, 刚开始的时候, 江寒其实很不习惯, 有个人在自己身体里一直说话, 感觉非常别扭, 只是几天时间下来, 他也渐渐习惯了, 毕竟有个见多识广的前辈, 时刻指点他修炼, 那感觉是很不错的, 什么好玩的, 嘿嘿, 你不是有吞噬意境吗? 剑灵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兴奋, 你把吞噬意境放分身里面, 然后开始吞噬, 江寒一愣, 他隐约明白了什么, 心念一动, 分身体内顿时多出了一个小小的黑洞, 黑洞刚一出现, 一股犀利就开始搅动四周灵气, 分身在灵气中快速壮大, 转眼间就大了一圈, 体内的雷霆越发耀眼, 原来还能这样用, 江寒眼前一亮, 吞噬意境可以吞噬灵气, 灵气可以补充分身, 如果就这样壮大下去, 威力会有多强? 可惜, 你这意境还是太弱了, 吸力还不太够, 剑灵有些不满意, 等你意境再强一些, 将吞噬意境笼罩方圆百里, 敌人只要被困进去, 那就别想再逃, 能吞的吞掉, 吞不掉的炸掉, 炸不死就再来一个, 只是用灵气壮大分身, 他却忘了, 吞噬意境不只能吞灵气, 还能吞敌人, 可我是剑修, 剑修怎么了? 你还可以是雷修, 还可以是法修, 不要被世俗局限了你的思维, 江寒感觉剑灵说的很有道理, 不由在脑中憧憬, 若是到了那时, 也不知, 灵天宗的护宗阵法, 能抗住多少个分身自暴,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 嘿, 确实挺刺激, 正想着, 他心念一动, 传音御简从储物界中飘起, 徒儿, 速来紫霄殿, 雷青川的声音从御简中传出, 江寒有些诧异, 紫霄殿一般是师父和各封长老, 商量大事所用, 若无即逝, 寻常弟子根本没资格进去, 他自从入宗之后, 还从未去过, 毕竟, 他就算天资再好, 现在也不过节单中期罢了, 大事轮不到他, 小事也用不到他, 也不知是出了何事, 江寒挥手散去分身, 深化红光朝紫霄殿顿去, 他速度极快, 很快就到了紫霄殿, 殿内除了雷青川以外, 还有二位长老坐在一旁, 自从江寒进来之后, 二位长老就两眼放光地看着他, 那眼神像是在看一个大宝贝似的, 让江寒心里直发毛, 师父, 乖妥儿, 来来来, 让二位长老好好看看, 雷青川好像心情不错, 江寒有些疑惑, 看看, 看什么? 他转头看去, 只见那两位长老盯着他又看了一会儿, 然后慢慢抬头, 咔嚓, 两股气势轰然爆发, 将他们坐下的椅子瞬间震成粉碎, 江寒面色一变, 急忙后退, 不过气势还未冲出, 就被雷青川挥手拦下, 怎么回事啊? 雷青川皱眉, 这两位长老在宗内威望极重, 自身更是化神后七强者, 见多时光, 就算是当初宗内气云断绝之时, 他们都没有如此势态不, 此刻二位长老仿佛被使了定身术一般, 椅子虽然没了, 却依然保持着坐姿, 极为僵硬的仰头看着上方, 他们眼睛瞪得极大, 张着大嘴, 胡子一抖一抖的, 好像看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东西, 江寒顺着他们的目光, 抬头看向头顶, 可却只能看到散着雷光的神雷幕, 其他的什么都看不到, 二位长老, 可看清楚了, 雷青川高声问道, 他声音不小, 可二位长老却仿佛没听到一般, 依然仰着头, 惊恐地看着上方, 雷青川眉头一皱, 突然喝道, 黄长老, 声音不大, 却是射魂之音, 直接响彻在二位长老脑海中, 直震的他们神魂动荡, 扑, 两口鲜血喷出, 二位长老顿时神色为敏, 无力地摊在地上, 总主, 一位长老清醒过来, 转头疑惑地看看雷青川, 似是不明白现在是什么情况, 他下意识抬头看向上方, 可他刚一抬头, 坐在他旁边的另一位长老随手一拍, 直接把他头给按了下去, 雷青川疑惑地看着出手的那位长老, 有些不明白他们到底看到了什么, 竟然会有这么大反应, 可现在不是细问之时, 他只能皱眉问道, 黄长老, 可看清楚了, 黄长老收回手掌, 扶着另一位长老起身, 随手招来两张椅子坐下, 然后转头看向江涵, 不错, 确实不错, 宗主的眼光没问题, 我没意见, 他虽然故作平静, 可任谁都能看得清楚, 黄长老, 好像一直在压抑着什么, 不过雷青川却不管这么多, 之后再说, 他嘴角逐渐扬起, 脸上的喜色压都压不住, 随后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一样, 干咳一声, 说道, 可, 这次让你过来也没什么大事, 一是二位长老看看, 我们紫霄建宗未来的圣子, 说到这, 他嘴角扬得越发高, 二呢, 就是赵国境内的太一秘境, 将在十日后开启, 各宗都将派遣各自的核心弟子, 前去争夺机缘, 这秘境虽然不是最强, 但却极大, 汇聚了修真界大部分宗门, 是一个展露宗门实力的机会, 而且若能到达秘境核心, 更是能获得一次在仙道迟悟道的机缘, 不过机缘什么的, 你尽力而为, 能拿到最好, 拿不到的话, 宗内还能找到更好的, 你这次去,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 雷青川脸上喜色被强行压下, 转而变得极为严肃, 这次秘境, 你就抓着其他宗门的杰丹七弟子抢, 给我狠狠地抢, 特别是那些个核心弟子, 最好让他们什么都得不到, 能抢的东西全抢过来, 雷青川说的咬牙切齿, 一副恨极了的模样, 之前几次, 我们紫霄建宗可没少吃亏, 那几个宗门在里面联手, 孤立我们去参加的弟子, 害得你几位师兄在里面吃了不守亏, 我只交代一句, 其他四大宗门的人, 只要打不死, 便不会有事, 就算真失手打死, 大不了赔点资源, 反正现在, 咱们资源多的是, 他冷冷一笑, 眼中净是杀意, 至于其他小门小派的弟子, 你随便杀, 只要不是我们的附属宗门, 其他的, 全杀了都没事, 这次和其他门派交接资源, 这些小门派, 没少阳奉因为, 还敢藏着东西不上交, 虽然杀了不少, 可宗内人手不多, 总有落网之余, 你这次的目的, 只有一个, 那就是, 将各宗弟子, 狠狠踩在脚下, 让那些基于紫霄建宗位置的门派好好看看, 死路一条, 第一百章, 除了他, 谁都不行, 吃小我们示威, 我们这些老家伙, 不能随便出手, 小一辈又不争气, 被他们欺负了也没办法, 但这一次, 这口气一定要争回来, 师父放心, 江涵听出了问题的严重性, 这事已经关乎宗门脸面, 若是不能妥善解决, 怕是会影响到宗门威望, 而且牵扯到宗门资源, 更是不能有丝毫犹豫, 只是杀人什么的, 他心里还是有些不太适应, 上次杀林浮宫的人, 也是不得以为之, 当时若是不杀那人, 林浮宫不一定会站队, 罢了, 倒是刀掉一线, 希望他们能有点脑子, 不要惹到我头上, 要不然, 为了宗门脸面, 就算他不想杀, 也不得不杀, 他行里, 认真说道, 徒儿定会尽力而为, 将其他宗门踩在脚下, 养我紫霄建宗威名, 好, 雷青川大喜, 有江涵这话, 这次已经吻了, 不过, 他面色缓了几分, 这次其他宗门来的人, 也是青川弟子带队, 他们实力不弱, 底牌颇多, 你也要小心一些, 若是不可为, 要以自身安危为重, 是, 江涵点头, 也提起了几分警惕, 师父说得对, 那些青川弟子, 可都是有诸多底牌压身的, 若是一不小心着了道, 那可就不妙了, 宗主, 江师侄只是结单中期, 若是指他一个人去, 怕是要吃亏啊, 一名长老忽然说道, 吃亏? 离长老不必多虑, 他可吃不了亏, 何况, 这次有白氏之同去, 他们两个足够了, 这次我们不为秘境内的资源, 只为对其他宗门出手, 其他人和他们差距太大, 就算去了, 也只会拖后腿, 雷青川嘴角上扬, 别人不知道, 他可是清楚得很, 江涵手里那神雷, 可还从未用过, 而且, 上次出海, 还捡回来个大宝贝, 还获得了人家的种族传承, 说来奇怪, 那明龟竟然直接掉在他们面前, 还是身受重伤不能反抗, 江涵还刚好发现传承空间入口, 还刚巧知道怎么获得传承, 怎么可能这要巧, 感觉就像是机缘特意送上门一样, 还有他那剑铃也不简单, 听乔师弟说, 那天剑种的残剑, 竟凭空消失了十分之一, 这手段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江涵在剑种内, 一定也得了天大机缘, 他这徒弟, 手段可多着呢, 雷青川越想越兴奋, 若不是还要保持形象, 怕是早就猖狂大笑了, 宗主三思啊, 江师直, 哎, 李长老稍安勿躁, 皇长老伸手拍了拍李长老的肩膀, 示意他不要多说, 宗主这般安排, 自然有所打算, 我们听宗主的吩咐便可, 可是, 李长老还想再说, 却看到皇长老微微摇头, 他心中一惊, 似是想到了什么, 顿时不再多言, 那就这么定了, 见李长老不再说话, 雷青川抬手照出一道金光, 金光化作一根金色绳索, 飘在半空, 此宝名为复灵索, 身上便会锁其丹田石海, 灵力神石皆不能动, 他意念一动, 复灵索便飘向江涵, 以你的修为, 对方若不是原因期修饰, 只要中招就只能任你摆布, 只是此宝极为耗费灵气, 你用时也要小心一些, 虚速战速决, 万不可逞强, 江涵双手接过法宝, 他还是第一次得到这种困人的法宝, 至于消耗灵气什么的, 对他来说根本就不是问题, 多谢师傅, 他刚才还在考虑, 怎么才能不杀人, 雷青川欣慰点头, 越看江涵越满意, 他上辈子是做了多少好事, 才能收到天赋这么好, 又懂事乖巧的徒弟, 哦,对了, 还有他们, 雷青川忽然转头, 看向黄长老他们, 脸上带着极为深邃的笑意, 二位长老, 不知可有什么要交代的, 黄长老一看雷青川的眼神, 顿时就明白了, 宗主这是在要见面里呀, 不过, 这也是个好机会, 能以此和江涵结个善缘, 也是极好, 江失职, 黄长老笑眯眯起身, 掏出一碧绿的玉如意, 递给江涵, 此物名为玄韵如意, 虽然没有品阶, 但可在危机时刻, 助你化险为夷, 说得厉害, 你这东西就没灵过, 还不如哪个地阶法宝, 雷青川小声嘟荡了一句, 黄长老脸上一僵, 连忙道, 师侄莫要嫌弃, 我常年待在宗门, 不常外出, 自是没有宗主宝贝多, 你且收着, 危机时刻, 你定能发现此物妙用, 江涵自是不会嫌弃, 他能感觉到对方的善意, 不似作假, 只是师父刚才发话了, 他也不知道现在要不要收下, 既然是你黄师伯的心意, 徒儿你就收下吧, 雷青川看出了江涵的犹豫, 顿时更加得意, 看看, 这就是他的好徒弟, 多会照顾师父的面子, 师父发话了, 江涵也不再扭捏, 双手恭敬接过, 行礼谢过黄长老, 多谢黄师伯, 唉, 应该的应该的, 黄长老听到这声师伯, 笑得更开心, 眯着眼的捋了把胡子, 回身看向李长老, 李长老, 你可有什么要交代的, 李长老早已等候多时, 文言脸色一速, 取出一个储物带地来, 这里有二十块小挪移令, 你且收着, 若是遇到生命危险, 切莫多想, 马上挪移保命, 竟然是小挪移令, 江涵一惊, 小挪移令可是好东西, 能够无视空间混乱, 就算身处空间裂缝附近, 也能激活挪移, 只需片刻功夫, 就能出现在万里之外, 实在是逃命力气, 可以说, 这每一块, 都相当于额外多了一条命, 但是小挪移令价格极贵不说, 更是有价无视, 一般人根本买不到, 据说, 只有熟练掌握空间规则, 并且修为达到化神器的大能, 才能制作, 而那个级别的强者, 根本不缺零食, 也就是哪天来兴致了, 或是为了自家小辈, 才会出手做一些, 而李长老出手就是二十块, 这份礼可谓是十分贵重, 雷青川看江涵犹豫, 出声说道, 既是你李世伯相赠, 你便收下吧, 罢了, 以后有机会, 全力报答就是, 江涵郑重行礼, 双手恭敬接过储物袋, 多谢李世伯, 李长老满意点头, 江涵有了小挪移令, 他也能放心不少, 好了, 小涵你先去准备, 责任即可出发, 待江涵行礼退下, 雷青川连忙激活殿内阵法, 隔绝外界窥探, 两位长老的异样实在太明显了, 若不是刚才江涵还在, 他早就忍不住询问了, 他们到底看到了什么东西, 竟然会如此势态, 黄长老, 李长老, 你们可是看出了什么, 二位长老对视一眼, 眼中的兴奋抑制不住, 仰天大笑道, 哈哈哈哈, 宗主, 天佑我子消见踪, 天佑我子消见踪啊, 黄长老再也无法矜持, 兴奋的身体都在颤抖, 你到底看到了什么, 雷青川急得不行, 恨不得直接上手搜魂, 宗主, 李长老脸色一肃, 江涵必须成为子消见踪圣子, 除了他, 谁都不行, 第101章, 该自卑的人, 是他们, 雷青川一惊, 他猜到, 他们可能对江涵非常满意, 可没想到, 李长老竟然会这么说, 为什么, 江涵可是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这个, 二位长老对视一眼, 黄长老一咬牙, 也不是不能说, 只是, 我二人当才已受到反噬, 不能说太多, 还望宗主谅解, 反噬, 雷青川一惊, 到底是什么, 竟然能反噬他们, 无妨, 雷青川坐着身子, 能说多少说多少, 我也好心里有个底, 宗主应该知道, 我们神韵一脉, 传承自上界, 至今已不知多少万年, 黄长老肃然道, 可从古至今, 我从未在任何典籍, 任何传承上, 见过能和江涵相提并问的气韵之力, 气韵之力, 雷青川皱眉, 气韵之力他当然知道, 这个东西任何人都有, 只是强弱有别罢了, 不说别的, 他自身气韵就不弱, 或者说, 能成强者的, 气韵之力都不弱, 只是, 江涵的气韵之力到底有多强, 竟然能让两位见多识广的长老, 如此势态, 更重要的是, 就因为这个, 竟能让他们被反噬, 仅仅看了一眼就被反噬, 江涵的气韵之力, 到底有多强, 他有些忐忑, 有多强, 黄长老墓中有些迷茫, 难难道, 宗主可知, 紫硝剑宗气韵有多强, 长老之前说过, 气韵金龙还余八百丈, 雷青川答得极快, 事关宗门发展, 他记得很清楚, 现在不是了, 黄长老眼中迷茫散去, 我刚才神望奇数看了一眼, 宗门气韵不知何时, 竟已有一千五百丈, 什么? 雷青川腾的战起, 满眼惊骇, 不怪他如此激动, 对于大宗门来说, 气韵并不是无忌可循之物, 说白了, 就是天道眷顾之力, 有了气韵加持, 宗内天才弟子的数量会增加, 天才地宝的数量会增加, 宗内弟子破镜成功的几率更高, 甚至炼丹炼气的成功率也会更高, 这些气韵还会反补在每个弟子身上, 他们出门历练的时候, 突破境界的几率更大, 保命几率更大, 能获得更多机缘, 如此零零总总, 好处简直不可计数, 从八百丈到一千五百丈, 几乎翻了一番, 这种能力简直难以置信, 从来都是宗门气韵反补弟子, 他还从未听说过, 只因为一个弟子就能让宗门气韵翻一翻, 有了如此多气韵之力加持, 再加上这次获得了这么多的资源宝地, 零食矿卖, 可以说, 等到下一次招收弟子的时候, 出现天才弟子的几率, 可能比之前数百年加起来都要多, 还有那些极品矿卖中, 能开采出极品零食的几率, 也会大增, 还有那些之前极难获取的资源, 也能更容易得到, 雷青川心中越发火热, 若是能在他的任期内培养出更多天才弟子, 到时去了上宗, 他也能得到重用, 江涵在他心中的地位蹭蹭蹭往上涨, 一定是因为他, 皇长老身体有些颤抖, 宗主可知, 江涵的气韵神龙有多大, 有多大? 雷青川下意识问道, 皇长老眼中浮起迷茫与惊恐, 那是绵延不知多长, 最少, 他走到大殿门口, 看向宗门上空, 随着旺气数效果消散, 那庞大的身影也渐渐隐去, 万丈长的五彩神龙, 一艘数十丈长的战船之上, 江涵站在船头, 看着下方不断掠过的高山河流, 这艘战船是临出发前, 师父特意送来的, 说这是天阶战船灭星舟, 足以抵挡化神后七强者的攻击, 战船通体黑色, 船头还有一块仗鱼大的菱形金石, 浑身散发着一股毁灭的气息, 据说能发出, 足以秒杀原因大圆满的攻击, 船舱内还有一个小型传送阵, 若是遇到无法对抗的敌人, 可以快速传送回宗门, 也可以向宗内求援, 援兵顺息就能赶到, 只是这战船太过耗费灵石, 一颗极品灵石只能维持赶路半远, 而且每次攻击也需要十块极品灵石, 防护阵法也需要极品灵石, 总之就是三个字, 烧灵石, 虽然师父给了五万块极品灵石, 可江涵还是用着心疼, 江师弟, 随着一道温和的声音响起, 一名身穿黑袍的青年从船舱内走出, 江师弟果真受宗主宠爱, 就连天街战船这种级别的法宝都能随手相赠, 他声音感叹, 似是极为羡慕, 可江涵却能清楚看到, 他眼底深处的平静, 好像这种级别的东西, 在他眼中根本不值一提, 白师兄, 江涵点头问候, 此人名为白木剑, 是青云风梁子涵, 梁长老门下的清传弟子, 据说, 见到天赋极高, 入宗不过二十年, 凝聚剑心, 实力极强, 只是其人杀性极重, 走得乃是杀伐之道, 表面看着平和, 内里却极为心高气傲, 平日待人颇为冷淡, 白木剑走到船头, 和江涵一起眺望远方, 不知江师弟对这次秘境怎么看, 听师父的意思, 这次主要是为了震慑萧小, 养我剑宗威名, 不错, 白木剑副手而立, 声音平静, 却满是血腥, 所以, 江师弟可莫要心软, 那些胆敢冒犯, 宗门之辈, 全都要死, 这是自然, 江涵点头, 来之前, 他已做好了心理准备, 不为别的, 只为了宗门威名, 白木剑看江涵这模样, 嘴角逐渐翘起, 脑中不由回忆启灵出发时, 宗主特意交代的话, 白石指, 江涵这孩子天赋极佳, 可心性却有些懦弱, 不够自信, 你这次去, 多给他一些出手的机会, 既然他自信不够, 那就让他把自信打出来, 千万不要殃及无辜, 不然, 他绝对会心怀内疚, 近距离接触之下, 白木剑发现宗主说得很对, 江涵虽然看起来和常人无异, 但确实有些太过胆小, 以江涵的资质, 若是能觉醒强者之心, 就能有极大的希望, 继承自己的剑道传承, 白木剑心中难得的有了些波动, 为了寻找能接受自己传承之人, 他不知游历了多少个大事件, 可没想到, 这屡残念, 竟然在这个偏远的小世界, 找到了一个资质, 和他这么契合的人, 他眼神越发明亮, 看向江涵的目光, 犹如再看一块绝世宝玉一般, 江涵, 我会让你明白, 你现在很强, 非常强, 该自卑的是那些和你同辈之人, 第102章, 你可以再强势一点, 师弟, 一声轻呼, 杜宇成从传送阵中快步走出, 不过他一看到还有外人, 脚下却是一顿, 步子放缓了些, 师姐, 江涵惊喜回应, 他走的时候去找过杜宇成, 不过那时他还在闭关, 他怕打扰到他, 就先走了一步, 杜师姐, 白木剑行礼问候, 心中却暗道可惜, 这个也还行, 只是执念太重, 若是不能消除执念, 怕是飞声无望, 不过看他和江涵关系不错, 若有机会, 倒是可以指点一番, 杜宇成看了眼白木剑, 冷着脸轻轻点头算是回应, 只是那紧握的右手, 却显得他有些紧张, 他看了眼江涵, 加快脚步从白木剑身旁走过, 到了江涵身边之后, 才放松下来, 这个给你, 他取出一块玉剑递给江涵, 这是什么, 江涵接过玉剑, 好奇地问了一句, 见招, 江涵心底一颤, 这段时间师姐一直没出关, 他还以为师姐闭关, 把这事给忘了, 没想到他一直记着, 师姐这段时间闭关, 就是为了制作玉剑吗, 江涵手上有些用力, 将玉剑牢牢抓在手中, 嗯, 杜宇成轻轻点头, 看了眼江涵, 又瞥了眼一直在偷听的白木剑, 冷着脸小声说道, 你先看, 不懂的, 可以问我, 好, 江涵重重点头, 多谢师姐, 嗯, 杜宇成板着脸嗚了一声, 转身回了船舱, 直到看不到两人之后, 他才感觉到咚咚咚的心跳声, 还好赶上了, 他深吸一口气, 又轻轻呼出, 重复了好几次, 心境才平复下来, 他其实很早之前, 就把玉剑做好了, 一直在等着江涵抽空去去, 洞府都没出过, 生怕江涵来了, 找不到他, 可江涵去他洞府好几趟, 却只在门口徘徊一会儿就走了, 根本就没有敲门, 他也不知道江涵在干嘛, 也不敢出声叫他, 若不是他突然感觉到江涵出踪, 去问了一下师父, 他还真不知道江涵要参加秘境的事, 在宗内洞府待了太久, 他其实也一直想出踪, 四处走走逛逛, 只是之前一直没人和他一起, 他一个人也不敢出去, 爱师父说要培养师弟的信心, 可他总是不敢下重手, 瞻前顾后的, 要怎么办才好, 杜玉成闭目沉思, 不知是想到了什么, 忽而忧虑皱眉, 忽而咧嘴傻笑, 江师弟, 这好像是一世剑招, 不知可否让我一关, 江涵警惕地看向白木剑, 极为干脆地拒绝, 不行, 这是师姐的密传剑招, 不能给你看, 白木剑抬起的右手将在半空, 随后极为自然地附在身后, 淡淡道, 是吗? 那太可惜了, 他原本还想借机指点一二, 可没想到, 江涵竟然这么直接, 不过转念一想, 这小子不愧是自己看中的人, 果然是顺从本心, 想拒绝就拒绝, 根本不给人面子, 不错, 非常不错, 你要是想看的话, 我这还有其他剑招, 江涵把玉剑收好, 转而取出另外一枚玉剑递给他, 这是我在传宫殿找到的一式剑招, 名为碎星, 乃是天阶剑招, 师兄可以看看, 不用了, 白木剑皱眉拒绝, 刚夸完他, 他就来这手, 这小子哪都好, 就是太容易, 为别人考虑了, 修道之人, 最忌讳沾染他人因果, 若是清静之人也就罢了, 可他们才刚认识, 他就敢把天阶剑招送人, 虽然他们是一个宗门的, 但是, 这不对, 得改, 多一点自私, 总是没错的, 江涵感觉到对方突如而来的疏远, 不由觉得奇怪, 不过一时之间, 也不知该说些什么好, 船上顿时诡异的安静下来, 灭星舟速度极快, 中途经过一次传送阵, 不过三个时辰的时间, 就到了百仙城外, 百仙城, 属于紫霄建宗附属门派, 换月门所属城池, 其内有直通赵国的传送阵, 说是百仙城, 其实也就二十几个原因罢了, 不过就算这样, 在方圆三万里内, 也是极强的门派, 在白木剑的强烈要求, 以及杜宇成点头同意之下, 将含无视城内进空法令, 驾舟直接停在百仙城上方, 一道蓝色光照, 凭空升起, 迅速笼罩整个城池, 将灭星舟拦在城外, 挨者何人, 竟敢无视进空法令, 一声大喝响彻, 整座城池, 五道身影凭空出现在战船前方, 等一下我会数三声, 他们若不让开, 你就操纵战船, 轰破防护阵法, 直接撞进去, 白木剑传音道, 将含一惊, 撞进去, 对, 白木剑点头, 现在最重要的是, 先让江涵认清楚自己的身份, 紫霄剑宗宗主的清传弟子, 足以在这个世界横着走, 就算遇到化神大圆满的大能, 对方也得给紫霄剑宗面子, 而且, 只要不是主动挑衅招惹, 那些大能也不会和一个小辈计较, 遇到那些小门小派, 更是要狂傲一些才行, 表现得越猖狂, 他们反而越加不敢招惹, 而像江涵现在这样, 跟谁都好生好气的, 那可不行, 会被那些人瞧不起的, 容易被人使案子, 换月门掌管着三座上品灵脉, 还有一宗秘境, 原本需要上交一座灵脉, 并且秘境收获需要上交三成, 也许, 是紫霄剑宗这些年杀戮太少了, 给了他们一种奇怪的自信, 竟敢对这次资源分配生出意见, 换月门原本属于林天宗的附属宗门, 不满自己被划分到紫霄剑宗门下, 他们仗着, 有弟子在林天宗任职, 背靠林天宗, 开采的废林脉, 秘境收获更是推脱收成不好, 只上交了不到半成, 若不是宗内腾不出人手, 早就俩人把他们灭了, 我们展示一下实力, 让他们心里有点数, 自觉点, 把资源补齐, 也是为了救他们, 要不然, 等宗内腾出手来, 定会让战仙殿出手, 到时, 换月门死的, 可就不止是几个原因了, 原来是这样, 换月门竟敢跟林天宗勾结, 还敢恪扣宗门资源, 怪不得师父这么生气, 这只是他出门遇到第一个宗门而已, 就敢这么明目张胆地和紫霄建宗作对, 在他不知道的地方, 还不知道有多少, 这样杨凤英威的门派, 我明白了, 江涵郑重点头, 对于这种敌人, 不需要讲什么道理, 他取出二十块极品灵石, 开始为阵法充能, 将灭星舟上阵法全部激活, 一道蓝色护照将战船笼罩, 传手的菱形晶体迅速旋转, 一股毁灭的气息升起, 在江涵的操纵下直指面前的几名猿鹰, 既然决定要打, 那就要做足准备, 白木剑看到江涵这么果断, 顿时极为赞赏, 目前看来, 问题好像也没有多严重, 至少分得轻轻重, 而且胆子也不小, 对面可是有五名猿鹰在场, 他说起动手, 竟没有丝毫犹豫, 白木剑心中大定, 身形抵直, 立在船头, 面向那几名猿鹰, 冷声喝倒, 紫霄建宗办事, 速速关闭护城阵法, 将船送阵广场清场, 所有人不得入内, 紫霄建宗, 领头的一名猿鹰脸色一沉, 这艘战船刚出现的时候, 他就认出来了, 船头飘扬的紫色神雷旗帜, 就是紫霄建宗的证明, 可他没想到, 紫霄建宗竟然这么霸道, 区区一艘战船, 就想强闯百仙城, 他眼眸微眯, 冷笑道, 哼, 紫霄建宗虽大, 但也自有规矩, 还轮不到你这个杰丹小辈来做主, 哦, 白目见轻笑, 竟敢公然和紫霄建宗作对, 我真的很佩服你们的勇气, 他眼神从几名猿鹰脸上扫过, 那凌厉的杀意刺得几人心底发寒, 好强的杀气, 明明只是杰丹小辈, 为守猿鹰身体绷紧, 他没想到, 对方仅仅一个眼神, 竟能让他心底生起一丝恐惧, 那种感觉, 就好像在面对猿鹰后期强者一样, 不, 不只是猿鹰后期, 说得做,或者死, 白目见话中带着不容置疑的味道, 他也没打算跟对方客气, 区区五名猿鹰而已, 他还是有把握全面的, 正好还能在江涵面前展示一下实力, 让他好好看看, 真正的剑修到底有多强, 嗯, 对, 就这么干, 第103章, 你们能这么识去, 真的很好, 狂妄, 猿鹰老者被这番话气得不轻, 再怎么说, 他也是猿鹰中气的强者, 什么时候沦落到, 被一个杰丹小辈威胁的地步了, 就算他是紫霄剑宗的人也不行, 强者的尊严, 不容弱者见他, 区区杰丹小辈, 竟敢这般目中无人, 若不是看在紫霄剑宗的面上, 你连和我说话的资格都没有, 他踏前一步, 虚发怒章, 全身气势轰然爆发, 刹那间天地变色, 随着一道无形之力掠过, 脚下无数房屋轰隆倒塌, 城中顿时乱作一团, 可他原音中气的气势, 撞在战船护照上, 就如一股威风扶过一般, 护照连一丝波动都不曾出现, 原音老者一惊, 这战船好像不简单, 竟能将他的气势完全阻挡在外, 恐怕有极大可能是地阶战船, 地阶战船极为稀少, 据说单单一艘战船就拥有足以匹敌, 原音后期强者的战力, 而幻院门至今都没有一艘地阶战船, 就算是在紫霄剑宗这等大宗门, 那也是只有原音大圆满的强者才能拥有的, 莫非, 若是有此等强者作证, 就算让他们全部退避, 那也情有可原, 可刚才, 他话已说出口, 现在视若作小, 恐会被人吃笑, 而且城内还有这么多人看着, 他要是当着一名截单小辈的面认怂, 让那些后辈怎么看他, 你家长辈可在, 让他出来说话, 我倒要看看, 你们紫霄剑宗这是想干什么, 竟然派一个截单小辈来羞辱于我, 他高声喝道, 只是话中明显有了一些退意, 若是真有原音大圆满的强者出面, 他再放低姿态, 那也情有可原, 白木剑听到这话, 却是不怒烦喜, 幻月门阳奉阴为之事, 他也只是听宗内有人提起, 一直未曾亲眼见过, 可他没想到, 幻月门竟然这么猖狂, 当着城内这么多人的面, 都敢不给紫霄剑宗面子, 很好, 非常好, 三二一, 他轻声念叨, 原因老者一愣, 他还以为白木剑会被他吓到, 转而请长辈出面, 可这是什么意思, 他还真敢数三个数, 还数这么快, 难道他能做到了长辈的主, 不待他多想, 一股滔天剑气忽然冲天气, 既然你们这么拾去, 那我也就不客气了, 白木剑抬手, 一柄长剑凭空出现, 被他握在手中, 此剑和平常所见非剑极为不同, 剑身如流光, 其上锋芒毕露, 寒气逼人, 可细看之下, 却又给人一种朴实无华, 普普通通之感, 两种极为矛盾的感觉交汇在一起, 让此剑看起来犹如虚幻一般, 常人怕是看上一眼, 就会气血逆流, 经脉错乱, 哄, 强大的沙翼冲天气, 让江涵一阵心惊, 这股沙翼, 比师姐的沙翼要强上太多, 而且, 和师姐的血海又有所不同, 仿佛只是单纯的沙翼, 并没有血腥之气, 更何况, 白师兄只是结单大圆满, 他的沙翼, 怎么会比师姐还要强, 白木剑持劲力, 身形飘然而起, 立在战船上方, 直面五名元英, 好大的胆子, 元英老者怒声喝道, 区区一个结单大圆满, 竟然敢对我拔剑, 他身形同样飞起, 仰手往下一按, 空中幻化出一只巨大的手掌, 从天而降, 朝着白木剑迅速拍去, 不知天高地厚的小辈, 我今天, 就替你家长辈教训教训你, 剧长掀起一阵狂风, 没了战船护照保护, 直吹的白木剑发丝乱舞, 可他却依然面色平静, 极为淡定地缓缓举剑向天, 这一剑, 唯我夜观明月所创, 内蕴道义将喊, 你且细细感悟, 随着剑尖轻动, 天空漠然一暗, 好似一眨眼间, 便从白日来到了黑夜, 紧接着, 虚空好似水面一般, 荡起刀刀波纹, 一轮微蓝的圆月, 从五名元英七, 强者背后的虚空中, 悄然浮现, 那圆月极大, 比只脚下, 占地近千里的城池, 都要大上数倍, 仿佛将整个天空都笼罩在内, 其上散出淡淡的月光, 仿佛清冷的薄纱一般, 将五名元英和脚下的城池, 全部笼罩在内, 元英老者轰出的巨掌, 就像是飘零的清风, 被微凉的的月光顷刻同化, 然后散去, 根本无法碰到白木剑分毫, 狂风骤然停歇, 白木剑已将剑尖举过头顶, 不知不觉间, 圆月已是越来越大, 月光也越发明亮, 将五名元英染上了一层极淡的蓝色, 好似要和他们融为一体, 将他们也变成清冷的月光一般, 这是什么剑招? 元英老者面色大变, 这等改变天象的强大术法, 他从未见过, 而且, 那元月虽然威势极强, 可他却并未从上面感受到一丝一毫的灵力波动, 就好像, 这元月只是一副虚假的画布一般, 可那上面散出的堪比死亡的恐惧感, 却无比真实, 元月毫无杀意, 反而是对面那个杰丹小辈身上的杀意陡然间再次浓烈了无数倍, 甚至, 那杀意中还带有一股奇特的波动, 那种强度的杀意就连他都能感受到恐惧, 诸位, 此子有问题, 我等需全力出手, 不可大意, 此言一出, 顿时有人附和, 三长老此言有理, 此子竟敢以下犯上, 不知尊辈, 他公然挑衅我等在先, 我们一同出手, 将其斩杀, 就算紫霄见宗来人, 我们也有理可据, 正该如此, 诸位, 一同出手, 三长老看着深舟散落的无尽月华, 心神俱正, 虽然不知道那是什么, 可他有种感觉, 若是对方这一剑斩下, 他真的会死, 可对面明明是一个杰丹而已, 这真的是一名杰丹可以做到的, 而且, 若是紫霄见宗的天才弟子也就罢了, 可这人, 他竟然没有一丝印象, 明显是没有名号的普通弟子, 难道紫霄见宗已经强到这种地步了? 随便一个杰丹弟子, 都有能威胁到原因期的实力, 还有, 这到底是什么剑招? 为何感受不到一丝灵力, 却又拥有足以让人惊骇的无边威势? 杜宇成不知何时来到船头, 双眼茫然地看着上方的圆月和持剑里的白木剑, 这是什么? 他心中隐隐升起一丝明雾, 可这丝明雾之感, 却像是遇到了一层阻隔, 让他始终无法一窥全貌, 那好似是一层避障, 明明只要再多一点感悟, 就能将这层壁垒捅破, 可就是差那么一丝将他阻隔在外, 就那一丝之差, 他却始终无法跨远, 一种极为怪异的感觉从他心底升起, 就好像他的眼睛被封印了一般, 明明只要睁开眼睛就能看清这个世界, 可任凭他如何努力, 眼皮却无法动弹分喉, 这种怪异感让他心中逐渐烦躁, 江涵还保持着启动阵法的姿势, 他同样目录迷茫之色, 呆看着那轮圆月, 眼中似有明雾, 逐渐放空, 呆愣原地, 茫然地看着白木剑的长剑缓缓缠落, 可就在这时, 一柄漆黑的长剑悄然出现在他掌中, 被他下意识握紧, 随着一股波动从剑身传来, 他心底陡然升起一丝明雾, 眼前的封印好像被一双大手悄然抹去, 一种极为畅快之感, 刺心头汹涌而起, 他明明睁着眼睛, 可却感觉眼睛再次睁开, 他眼中的神采夺目, 那轮圆月迅速清晰起来, 就连上面的细碎纹路都变得清晰可见, 不好, 常见微动, 一股莫大的威压从天而降, 护城光照发出一声巨响, 好似受到了极强的攻击, 变得忽明忽暗, 好强的威压, 三掌老金的面色惨白, 此件诡异, 主尉全力出手, 莫要藏私, 他立刻一声, 迅速寄出一块月轮, 咬破舌尖喷出一口金血, 金血落在月轮之上, 月轮轰然长大, 化作一面白色盾牌挡在他面前, 其余几名原因亦是各施手段, 竖剑法宝破空而出, 向着白木剑急速冲去, 可白木剑毫不在意冲来的法宝, 他缓缓挥剑斩下, 淡淡道, 何必挣扎, 能死在我的剑下, 应事儿等荣幸, 第104章, 真的捡到宝了, 嗡, 随着长剑斩落, 似有一道波纹, 自虚空中荡漾而起, 宫来的法宝在波纹下迅速解体, 随后在一波波浪潮中, 消融一空, 长剑急速落下, 好似有一道寒光闪过, 空中弥漫的波纹陡然一定, 随后急速缩回圆月之中, 咔, 一声翠响, 圆月漠然一顿, 紧接着, 一道无比巨大裂缝忽然出现, 将这轮圆月寝刻间一分为二, 怎么会, 三长老面容呆滞, 一道血痕自他额头而现, 血线寝刻间喷涌而出, 哼, 缩回的波纹倾巢而出, 只片刻就将五名元鹰修饰, 炸成了一片血污, 五个元鹰刚从肉身内冲出, 还未开口求饶, 就被荡漾的波纹包裹在内, 瞬间被镇成无数碎片, 虚空中的波纹震荡的越发剧烈, 肉眼可见的, 圆月在震荡中逐渐扭曲, 消散, 直至最终消失不见, 与之一同消失的, 还有融在圆月中, 那五名元鹰存在的一切痕迹, 他们挡在身前的法宝毫无作用, 根本没有做出任何一丝反抗, 在接触波纹的瞬间, 就解体消融, 他们就像一道幻影一般, 随着波纹荡漾, 转眼间烟消云散, 没有留下一丝痕迹, 咔嚓擦, 随着他们消失, 下方的护城阵法, 也发出一阵震耳的脆响, 无数裂痕眨眼间遍布整个护照, 仿佛下一刻就要碎脸, 当当当当当当, 受到急促的钟声, 顿时响彻全城, 无数看热闹的修士, 纷纷升空而起, 骇然看向遍布珠网的护照, 这到底是什么? 那可是五名元英七长老, 他们竟然毫无反抗之力, 只牵扯了片刻功夫, 就被斩杀, 那是什么神通, 如此巨大的圆月, 如此恐怖的威力, 若是他再来一次, 恐怕护城大阵也守不住, 这可是能抵抗化神修士攻击的大阵, 竟然只承受了一击, 就碎成这样, 嗖嗖, 三道身影从城内迅速冲出, 转眼就到了战船前方, 道友息怒, 一人急声喝道, 三长老鬼迷心翘, 一时不小心冲撞了诸位, 还望各位看在我幻院门中心耿耿的份上, 饶了我等罪念, 忠心耿耿, 就你们, 白木剑冷笑, 真是天大的笑话, 你们若是早些求饶, 自然一切好说, 可惜, 现在晚了点, 话落, 一道身影飘然而起, 仔细一看, 竟是江涵, 此时江涵双眸微闭, 似是处在顿悟之中, 未曾醒来, 他学着白木剑刚才的姿势, 面向城池, 缓缓举起长剑, 月, 他轻声呢喃, 天空漠然一暗, 随着一阵波纹荡漾, 刚刚崩溃消散的圆月, 竟然再次出现在城池上方, 只是这次的圆月, 却变成了温暖的金色, 其上更是有淡淡的五彩之色, 随波荡漾, 又一个月亮, 城内众多修士惊骇欲绝, 上一个月亮神通, 就顺杀五名猿鹰, 更是将护城阵法轰至碎裂边缘, 若是再来一次这种程度的攻击, 阵法绝对挡不住, 没了阵法阻挡, 他们全都要死, 紫霄建宗, 这是要赶尽杀绝吗? 城内众修士, 恨得咬牙切齿, 看向三名猿鹰修士的目光中, 满是怒火, 换月门到底做了什么? 怎会惹得紫霄建宗如此震怒? 换月门这群混蛋? 一群蠢货, 刚才那位前辈明显已经手下留情, 他们为什么还要招惹紫霄建宗? 这下好了, 惹得紫霄建宗前辈震怒, 百仙城彻底完了, 这次我若能不死, 定要找换月门讨个说法, 那些事为时上走, 先保命再说, 大家快逃啊! 众多修士一晃而散, 使出全部底牌, 化作无数顿光, 朝着城外四散冲出, 前辈饶命? 三名原因高呼求饶, 刚才三长老的下场, 他们看得清清楚楚, 这一剑, 他们根本挡不住, 可此时江涵正在顿悟之中, 一切动作都是本能为之, 他根本感知不到外界的任何动静, 就算他们再如何求饶, 他也无法做出回忆, 眼见求饶无用, 三名原因对视一眼, 纷纷施展手段, 四散逃去, 三道顿光速度极快, 为了保命, 他们都用出了压箱底的法宝秘技, 眨眼间便冲到了圆月边缘, 可不知是不是错觉, 认他们如何施展手段逃命, 却好像一直在圆月边缘徘徊, 根本无法逃出圆月笼罩的范围, 就好似他们已经被圆月童话了一般, 无论如何挣扎, 都只能被困在圆月之内, 好小子, 竟然只是看一眼, 就能领悟这门道术的精髓, 白目见双眼放光, 他方才只是一时一动, 想让江涵提前感受一下道术的威力, 可他万万没想到, 只看了一见, 江涵竟然就能将这门道术彻底领悟, 想当年, 他可是在望天涯顶枯坐千年, 观日升月落, 耗了颇多精力, 方才误得这一世道术, 可江涵呢? 他只看了一眼, 只看了一遍, 就能将这门道术完整地施展出来, 这是何等的天资, 又是何等的悟性, 白目见眼中越发明亮, 能遇到江涵, 他是真的捡到宝了, 可紧接着, 他就双目一宁, 低头看向下方城池中, 无数被吓到跪地叩拜神仙的凡人, 不好, 江涵若是施展道术, 将这座城池摧毁, 杀伤无数无辜凡人, 以他的心境, 他越想越心惊, 恐怕他心境必将遭遇大变, 甚至极有可能, 坠落到无尽的自责之中, 终其一生都无法再有突破, 此时, 江涵手中长剑已然开始斩落, 若是再不阻止, 必将酿成大祸, 白目见脸色阴沉如水, 身形一晃站到江涵身前, 掐绝默念片刻, 食指迅速点在江涵眉心, 醒来, 他大声喝道, 声音化作神魂波动, 瞬间冲至江涵心底, 哗, 两道五彩神光, 自江涵双目射出, 其内似有道音回荡, 不过很快散去, 道音运神, 白目见心神巨阵, 仅仅一次顿悟, 就能引起道音共鸣, 更是目涵神光, 这到底是何等悟性, 以他无数岁月的经历, 也从未听闻过, 这等逆天悟性, 不过此刻明显不是胡思乱想之时, 在池上片刻, 长剑斩落, 一切就无法挽回了, 好在此刻, 江涵已然清醒, 他看到空中巨大的金月, 再加上心底若有若无的联系, 心中升起一阵荒唐, 这是什么, 他在干什么, 快改变攻击方向, 莫要伤了城池, 白目见鹤道, 江涵闻言, 脸色一变, 瞬间明白了现在的处境, 他面色一丈, 用尽全部力量, 强行改变长剑方向, 心神控制圆圆的攻击, 默然一转, 哗啦啦, 引有浪潮升起, 一道波纹横贯长空, 圆月微一震荡, 随即从中轰然炸开, 一同炸开的, 还有城池北方, 那一座巨大的山巒, 波纹荡漾间, 圆月环抱山巒, 犹如一幅山水画般, 在波纹中消散一句, 得, 得救了, 三名猿鹰立在半空, 双目惊恐无神, 一股劫后余声的感觉, 犹然而起, 可紧接着, 一阵咔嚓声乍响, 他们低头一看, 只见光照一阵颤动, 随后猛的一阵, 碰, 护城光照轰然炸开, 化作无数金银碎片洒落而下, 落在城内无数沉浸在恐惧中的凡人身上, 那一击, 终究还是波及到了护城阵法, 第105章, 他是不是犯贱? 呼, 江涵长舒一口气, 还好及时醒悟, 改变了攻击目标, 若是伤到了城内凡人, 他可就犯大错了, 罗谢白师兄, 他刚说完, 突然感觉脑中一阵血运, 连忙扶住他, 焦急喊道, 师弟, 你怎么了? 江涵脑头晕得不行, 直到片刻后才缓过来一点, 我没事, 他从杜宇成怀中挣扎着, 想要站起来, 可他刚动一下就被杜宇成按住, 没事就好, 你先别乱动, 休息一会儿, 杜宇成这会儿一紧张, 说话都流利了不少, 不用担心, 他只是神识消耗太大, 休息一会儿就好了, 白木剑笑道, 可杜宇成只当听不见, 就算身体紧张得有些颤抖, 也紧紧抱着江涵不敢松手, 好像生怕他就此死去, 师姐, 来人了, 江涵开口, 杜宇成一颤, 心中下意识一慌, 他立马松开他, 只留一只手掌扶着他站直, 然后板着脸站在一旁不说话, 江涵深吸口气, 感受着杜宇成手上传来的清凉, 他知道, 那是师姐在帮他恢复神魂, 他强行提起精神, 冷眼看向那三名迅速接近的原因, 晚辈换月门五长老, 梁衡见过前辈, 多谢前辈饶命之恩, 先前五长老等人有眼无珠, 对前辈多有得罪, 好在他们几人以死谢罪, 还请前辈莫怪, 前辈若有差遣, 请尽管吩咐, 晚辈必将全力以赴, 刚一靠近, 他们就连忙弯腰行李, 甚至不敢抬头看一眼, 我听说, 你们换月门, 胆子很大, 江涵声音微冷, 换月门敢和林天宗勾结, 更是当面对紫霄见踪不敬, 他自然不会给他们好脸色, 此话一出, 三名猿鹰身体一颤, 巨大的压力, 让他们心神几乎崩溃, 晚辈不敢, 冷汗顺着脸颊滑落, 他们的后背早已湿透, 哼, 江涵冷哼一声, 吓得三人一阵惊恐, 现你们三日内, 被其欠缺资源, 送往紫霄见踪, 另外, 在资源配额外, 换月门需额外赔偿一条上品灵脉, 所属秘境, 五长老豁然抬头看来, 前辈为何? 嗯? 江涵皱眉, 你有意义, 五长老再次低下头去, 颤声道, 晚辈不敢, 只是此事关联甚大, 还需和门主商量一下, 哦, 没事, 不用急, 你们还有时间? 江涵声音缓了些许, 三日后, 你们若送不到, 自有战仙殿来去, 战仙殿? 三人一惊, 战仙殿可是紫霄见宗对外征伐的机构, 听闻战力极强, 足以扫灭任何一个非五大宗门的门派, 只是近千年来, 紫霄见宗一直不温不火, 也从未挑起战士, 他们谁也没见过战仙殿出手, 甚至有传言, 紫霄见宗早已没落, 宗内强者或飞声或作画, 早已没了西年强盛, 所以, 他们才敢明里暗里, 对紫霄见宗表达不满, 可如今看来, 紫霄见宗随便出来一人, 就能破了他们的护城大阵, 若是战仙殿亲至, 五长老额头冷汗直冒, 若是不交, 恐怕换员门绝对要出事, 江涵却不管他是否恐惧, 淡淡道, 三日后, 若是见不到你们上交资源, 换员门所有修饰, 一个不留, 江涵拍了拍手上不存在的灰尘, 你们占了百仙城这么多年, 这百仙城也是时候换个名字, 三明元英低着头, 一句话不敢多说, 他们算是明白了, 对方就是来立威的, 客扣资源为上交的门派有很多, 他们换员门, 只是恰巧当了那只静候的击霸了, 还愣着干什么, 白木剑忽然喝倒, 速速清场, 我们要用传送阵, 是是是, 三人连忙点头, 转身迅速飞向传送广场, 传送广场所有人, 速速离开, 为令者, 斩, 回到城内, 三明元英顿时恢复了以往的威严, 他们一声令下, 还逗留城内, 没来得及逃走的众多修士, 纷纷朝着街道散开, 丝毫不敢在传送广场逗留, 江涵驾舟直接落在广场上, 随后挥手收起灭心舟, 迈步走向传送阵, 还未请教前辈明慧, 武长老公敬力在一旁, 行礼问道, 今日无意得罪前辈, 他日定当鞋重礼向前辈赔罪, 哦, 江涵轻笑, 倒是当不得你这一声前辈, 我只是区区杰丹吧, 杰丹? 武长老心底一颤, 脸色煞石大变, 他还以为是化神强者轻质, 没想到竟然只是一名杰丹小辈, 也就罢了, 两个杰丹均如此强大, 实在让人难以置信, 难道紫霄建宗的杰丹都这么强吗? 江师弟乃是雷宗主清传弟子, 哪是你能询问明慧的? 白木剑当了一把合格的跟班, 一直在帮江涵台身份, 清传弟子? 武长老一惊, 他怎么不知道, 紫霄建宗何时多了一个这么强的清传弟子? 不过, 他很快反应过来, 连忙拱手英士, 不管是不是清传弟子, 不管是杰丹还是化神, 能破开护城阵法, 还能顺杀三长老他们, 这就不是他们能招惹的, 是晚辈多嘴, 还望前辈莫要怪罪, 走吧, 江涵转身踏入船送阵中, 白木剑紧随其后, 带着走到中间后, 他挥手丢出九块上品零食, 随着一阵白光闪过, 三人身影顿时消散, 呼, 直到三人离去, 武长老才一屁股摊在地上, 他抹了把冷汗, 低声骂道, 三长老这个废物, 也不知道闹什么幺蛾子, 他们路过, 让他们走就是了, 非要上去找事, 这下好了, 护城阵法被迫, 还要补弃资源, 秘境和灵脉也要上交, 还要准备赔礼道歉, 我这是造了什么念, 今天和他一起轮职, 武长老一群砸在地面, 恨声骂道, 他怎么就这么死了, 这个混账东西, 我恨不得把他抽魂炼破, 不然难解我心头之恨, 你说这混蛋惹他干嘛, 啊, 都看到是紫霄建宗的战船了, 是不是犯贱, 其余两位元英也差不多, 抹着冷汗, 脸色惨白, 毫无血色, 事已至此, 我们只能照做了, 因为元英若若说道, 紫霄建宗这么多年, 一直不温不火的, 一直管着自家的一亩三分地, 也没什么扬名修真界的强大弟子, 我们还以为他们真的不行了, 可现在看来, 恐怕是我们想多了, 就算再年迈的神龙, 也不是我等可以招惹的, 另一人却疑惑道, 只是, 紫霄建宗什么时候出了这等妖念, 我们为何从未得到过消息, 我听那人称他将失地, 你们可有印象, 三人对视一眼, 五掌老脑中一阵, 惊道, 莫非是前段时间, 五大宗门排名之战时, 以一人之力碾压其他四大宗门添交的, 那个江涵, 不对, 那个江涵不是刚杰丹吗? 姓江, 杰丹七, 应该是他无疑, 据说他就是在排名战时杰丹的, 可刚才看他, 好像是杰丹中期啊, 这才多久, 好像有五个月了, 说话之人, 四世有些不敢相信, 五个月, 几人四世被这个消息冲击, 面容惊骇, 相顾无言, 我去请门主回来, 五掌老惨白着脸, 起身说道, 紫霄建宗藏了这么久, 这次恐怕是洞真阁了, 原先听说, 紫霄建宗灭了不少和他们作对的门派, 我还有些不信, 可现在看来, 应该是真的了, 我们快把资源献上去, 若是等到战先殿出手, 恐怕换院门都要被除名, 可是, 一名掌老犹豫道, 那么多资源都要交上去, 我们还怎么修炼, 三掌老沉默片刻, 恨声道, 把献给林天宗的那份, 停了吧, 那林天宗若是出手, 哼, 五掌老冷笑, 我们这次本就被分配给了紫霄建宗, 林天宗拿我们的资源, 本就不合规矩, 就算出事了, 他们也护不住我们, 若是林天宗敢对我们出手, 我们就去向紫霄建宗求援, 谁赢了, 我们就给谁叫资源, 而且, 紫霄建宗这次如此高调, 将这等天资卓绝之辈派出来立威, 他们怕是早有准备, 依我看, 林天宗未必是紫霄建宗的对手, 第106章, 高调出场, 赵国皇城传送广场, 广场附近盘西坐着众多修士, 粗略一看之下, 数量最少上万人, 他们三五成群聚在一起, 讨论着即将开启的太阴秘境, 也有些独行者, 单独坐在角落闭目养神, 这期间, 仍不断有修士从远处赶来, 遇到相识之人便会高声呼喊, 这些大多是散修, 或者小宗门的修士, 为了省上一些零食, 没有去客栈下榻, 反而聚集在此处, 等待秘境开启, 而广场中央的传送阵处, 则要冷清得多, 许久都不见开启一次, 毕竟, 只有家底英时, 占据大部分资源的大宗门修士, 才有多余的零食可以挥霍, 或者是距离实在太远, 为了来秘境寻些机缘, 不得不忍痛使用传送阵, 随着一阵白光闪过, 江涵三人的身影出现在传送阵中, 江涵一身紫袍, 神色淡然, 长发随意披在脑后, 随风微动, 飘逸之余, 又多了些贵气, 白目剑和杜宇成皆是一身黑衣, 眉目间的冷裤中, 还夹杂着一丝若有似无的傲然, 他二人一左一右护在江涵身侧, 凭空为江涵添了些逼人的威势, 三人腰间, 均挂着象征紫霄剑宗清传弟子的紫色玉佩, 玉佩散着紫色微光, 引有雷霆劈啪闪过, 这是白目剑特意, 为江涵安排的形象, 紫霄剑宗清传弟子, 就该这么高调, 这身打扮, 让明眼人一看, 就能知道几人不好惹, 更是能一眼认出, 江涵是三人中地位最高之人, 从他们出现的一刻, 偌大的广场中漠然一镜, 无数修士纷纷转头看来, 不过他们只敢粗略一扫, 带人出几人象征身份的玉佩之后, 顿时惊呼一声, 低头不敢再看, 转而和同行巧声议论起来, 欢迎紫霄剑宗诸位道友, 来到赵国皇城, 一道赤袍身影立在传送阵前, 对着几人拱手行礼, 在下赵国三皇子, 赵长宁, 他快速扫了几人一眼, 目光放在江涵身上, 不知道有如何称呼, 在下江涵, 江涵点头, 问道, 赵道友, 不知秘境何时开启, 赵长宁看其余二人没有开口的意思, 也不在意, 笑道, 原来是江道友, 秘境将在明晚子时, 应圣月圆之时开启, 几位可随我, 先去迎仙宫小气, 待得秘境开启之前, 在下自会轻去, 请诸位同网, 不必, 江涵说完, 抬手放出灭星舟, 哄, 战船紧紧悬在半空, 一股无形的威势便向四周迅速散开, 场中议论声刹那消失, 变得无比寂静, 我等自行歇歇, 等候秘境开启, 若无钥匙, 莫要打扰, 哇, 好大的船, 广场响起一道惊呼, 闭嘴, 就你多话, 老者按下同行少年, 向着三人歉意行礼, 江涵转头看了一眼, 目光所及之处, 众修士纷纷低头避让, 他看了那少年一眼, 本想说些什么, 可却突然想起白木剑说的, 要他少说话, 保持威严, 他也就不再多看, 不过他心里总觉得非常别扭, 他不喜欢这样, 但他知道, 白木剑确实真心为了他好, 虽然不喜欢, 他也不知该不该拒绝, 赵长明愣愣抬头, 看着悬在一侧的灭心周, 呼吸有些急促, 他虽然不认得这是什么品阶的战船, 可那股威势足以让他心惊, 最少是地阶战船, 他眼中有些惊恐, 传闻的阶战船, 拥有足以媲美原因强者的战力, 他众多客亲中, 也不过只有三名原因强者而已, 若是能拥有一艘地阶战船傍身, 并能让他实力大增, 争夺皇位之时, 也能多上几分把握, 可这, 既然只是紫霄建宗清传弟子的坐驾, 我赵国何时能有这等威势? 不对, 江汉, 他心中一阵惊恐, 身体一颤, 连忙清醒过来, 再次看向眼前少年时, 顿时不敢如之前那般随意, 他心中虽惊, 可毕竟是一国皇子, 很快就反应过来, 眼中多了些谨慎, 郑重行礼道, 是, 江道友请随意, 在下, 就在广场内等候, 江道友若有吩咐, 可随时换我, 江汉点头不再多言, 带着二人飞身踏入战船之内, 随着他们进入, 防护阵法迅速开启, 将战船笼罩在内, 威势更强了, 赵长宁抬头, 目光随着战船不断上升, 直到战船升到百米高空之时, 随着一阵轰隆声响起, 战船默然顿了一瞬, 遇到净空阵法了, 赵长宁低语一声, 不知这战船能否突破净空阵法, 他话音刚落, 随着一声轰鸣乍响, 空中引有红光一闪, 净空阵法刹那崩溃, 战船继续上升, 直至升到二百米时, 才停在原地不动, 好强的战船, 净空阵法竟然只能阻挡一瞬, 他心中更惊, 这净空阵法, 就连原因期强者都极难突破, 没想到, 竟只能组织战船一瞬, 他沉吟片刻, 换来侍卫吩咐一声, 然后走到一旁的凉亭中坐下, 时刻注意着战船的动静, 远处很快飞来几名修士, 看服侍应是赵国皇室之人, 他们看到战船后, 惊了一瞬, 随后远远避开战船, 向着赵长宁飞来, 三皇子, 老夫刚刚发现净空阵法, 被迫, 一老者落在赵长宁身前, 极为警惕地看向空中的战船, 这战船是, 紫霄建宗清传弟子清灵, 赵长宁说道, 此事可大可小, 还望王长老莫要声张, 一听到紫霄建宗清传弟子的名号, 王长老顿时一阵心惊, 随后却了然道, 怪不得如此霸道, 说完, 他凑近一些, 低声问道, 三皇子可知, 是哪位清传弟子来此, 老夫可否去拜会一番, 怕事不妥, 赵长宁面色犹豫, 将道友欲要进修, 二位好, 将道友, 莫非是那位, 王长老目光微闪, 随后面向战船, 甭手行了一礼, 又对赵长宁说道, 既如此, 老夫便告辞了, 赵长宁行礼恭送, 带着几人离去之后, 方才走到一旁的亭中坐下, 江涵, 莫不是传闻中那个, 在陵渊秘境立压, 无数铜街, 天资绝世, 临阵突破晋级结丹, 那位雷宗主, 新收的清传弟子, 江涵, 丝果然是绝代天骄, 短短数月竟已是结丹中气, 这等修炼速度实在恐怖, 赵长宁倒吸一口凉气, 想想自己修炼近五十年, 才堪堪结丹, 可就算这样, 在赵国皇室也已经是上等资质, 但和江涵比起来, 这等资质简直不值一提, 若是能得他相助, 这次成功的把握, 怕是能大上五成, 不过, 他目光闪烁, 深深看他战船一眼, 随后皱眉闭目, 不知在思索些什么, 呵, 好大的排场, 一个桀骜的声音呼从侧方传来, 赵长宁转头看去, 待看清那黑白道袍之后, 顿时脸色大变, 连忙起身相迎, 欢迎阴阳宗诸位道友, 来到赵国皇城, 在下赵国三皇子, 赵长宁, 成功子, 一道身影从远处迅速冲来, 人为之而生仙道, 强势打断了赵长宁的话, 不知成功子大驾光临, 有失远迎, 还望成功子莫要怪罪, 嗯, 赵道友, 成玄明瞥了来人一眼, 吃笑道, 你瞧瞧, 这子肖建宗真是好大的排场, 连天接战, 船都拿出来了, 更是无视近空阵法, 简直把你们赵国皇室的脸面, 都给踩在脚底下去了, 他手中折扇轻敲, 俊朗的脸上挂着一丝玩味, 你可知, 这次来的是哪封弟子, 竟然这般不知理数, 第107章, 总要尝试一下, 话音一落, 众人顿时看向赵长宁, 紫肖建宗几人动作太快, 仅仅说了两句, 便上了战船, 在场众人, 唯独赵长宁和对方搭了话, 只有他知道是谁, 赵长宁脸色微变, 暗恨老五给自己使绊子, 却又不敢隐瞒, 指得如实说道, 回程公子, 紫肖建宗共来三人, 为首一人自称江涵, 看腰牌, 应是紫肖建宗亲传弟子, 其余二人均未透露姓名, 江涵? 程玄明眉头微皱, 他好像听过这个名字, 当时萧师弟提起这人, 可是恨得不清, 好像是那个谁来着, 原来是他, 他忽而一笑, 他来紫肖建宗真是没人了, 不过一个刚杰丹的新晋弟子罢了, 也敢派来这里凑热闹, 他们莫不是以为, 那江涵还能像陵渊秘境那般, 用诡计碾压同阶吧, 哥哥, 公子真会说笑, 程玄明身后, 一名身穿黄色沙衣的美艳少妇, 无嘴轻笑道, 公子可是林宗主的清传弟子, 仅仅修炼三十年, 就已是杰丹大圆满的修为, 哪是他一个刚杰丹的小辈能比的, 莫说, 只是一个刚杰丹的小辈, 就算他是杰丹大圆满, 也绝不是公子对手啊, 赵长宁目光微闪, 本想提醒他们, 江涵已经是杰丹中期了, 可想了想, 还是低着头, 没有出声, 蒋师姐说的对, 另一名身穿白色长裙, 名谋好齿的少女, 娇笑道, 我们阴阳宗这次, 可是来了三十名, 杰丹大圆满的同门, 他紫霄建宗只有三人, 拿什么跟我们抢, 我看啊, 这次还是跟杨师姐他们一样, 又能压着紫霄建宗打了, 不过, 紫霄建宗怎么把天接战船, 交到了此人手中, 莫不是想要以战船之力, 在秘境中对我等下手, 一身披粉色薄纱, 面容妩媚, 身材极好的女子说道, 他若是用天接战船作弊, 我们还真奈何不得他呢, 他声音轻柔妩媚, 似是在人耳边响起一般, 听得人心间一颤一颤的, 道友放心, 五皇子面露微笑, 只是他那眼神, 总是不自觉地上下飘忽, 秘境内只能承受 杰丹大圆满的气息, 但凡有原因级别的气息出现, 均会被秘境驱逐, 这等战船, 只要一出现, 必会被秘境排斥, 根本无法在秘境中使用, 哦, 竟然是这样, 粉沙女子眼波流转, 朝着五皇子娇笑道, 原来是个忠, 看不忠用的辣枪头, 如此一来, 奴家就不怕了呢, 话落, 场中顿时响起一串娇笑, 或妩媚, 或妖娆, 或清脆, 各种声音会在一起, 迅速将整个广场笼罩在内, 一些定力稍弱的修饰, 顿时感觉一阵口干舌燥, 他们声音极大, 丝毫不在乎, 会不会被江涵他们听到, 或者说, 他们就是故意给江涵他们听的, 呵呵, 程玄明露齿一笑, 看着毫无动静的战船, 眼中闪过一丝不意, 察觉的极度, 他从小到大, 深得师父宠爱, 要什么有什么, 从来没有吃过亏, 可就算这样, 他的战船也仅仅只是地阶而已, 就这, 在宗内已经是所有人羡慕的对象了, 他本来也想在此地放出战船, 在战船上和师妹们一起修炼, 看着下方其他修饰, 被余波干扰, 面红耳赤, 急不可耐的模样, 也是一种享受, 可谁承想, 竟被江涵抢了威风, 若是对方同为地阶战船, 也就罢了, 大家都差不多, 谁也不说谁, 到时, 他停在紫霄剑宗旁边, 也不视为一种乐趣, 可他没想到, 江涵的坐驾, 竟然是天阶战船, 这让他怎么玩, 他若放出地阶战船, 那不是低了对方一等, 他心中冷哼一声, 面上却是孝道, 走, 我们先去歇歇, 带尽了秘境, 再陪这位僵尸弟, 好好玩玩, 五皇子闻言, 连忙从那少妇身上收回目光, 侯杰滚动间, 快步上前引路, 成公子这边请, 一群风格迥异的女修士, 跟在城玄冰身后, 向着广场外走去, 一路锁过之处, 所有修士均是面色微变, 低头让开道路, 那些美艳的女修士, 在他们眼中好似吃人的女妖怪一般, 纷纷避之不及, 这下, 五大宗门可算是到齐了, 待阴阳宗众人离去后, 赵长宁这才暗松了口气, 不过随即, 他就目光一沉, 老五这次明显早有准备, 他是何时跟阴阳宗的人搭上了关系, 虽说五大宗门禁止插手各国皇家事务, 可若是他们暗中出手, 谁也没办法说什么, 他抬头看向空中的战船, 老五已经有了盟友, 其他几位会不会也已经找到了盟友, 他的势力本就是几位皇子中最弱的, 由于母妃家族的原因, 他不管做什么都会被人针对, 这些年发展的一直非常艰难, 若是贸然上门, 难以确认是不是圈套, 唯有紫霄建宗不仅是刚报, 而且明显和其他皇子没有任何联系, 可其他宗门动辄都是数十名杰丹大员满气出, 紫霄建宗却只有三人, 他们拿什么跟别人打, 难道紫霄建宗当真如同传闻中那般, 现在已经没落了, 若是把一切压在他们身上, 会不会输得更惨, 赵长宁长叹一声, 低头默默不言, 要赌那一线生机吗? 还是认输等死, 他好像根本没得选, 江涵来了, 墨丘霜站在院中, 仰头看向空中的战船, 天接战船他神色有些落寞, 这种级别的宝物就连他都不曾拥有, 没想到他已经成长到这种程度了, 大师姐, 要去见他吗? 柳韩月低声问道, 他的目光也一直落在那战船上, 整个灵天宗只有师父才有这种等级的战船, 没想到江涵现在也有了, 先不急, 墨丘霜回身, 看向在楼中和一众同门一轮的夏浅浅, 这次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为同门护法, 等秘境室了, 再去见他吧, 有七师妹在, 江涵不会不让他去见面的, 柳韩月看着那战船, 眼中有些迷茫, 师姐, 我们准备的那些东西还有用吗? 他声音有些颤抖, 江涵他现在好像不缺这些东西了, 墨丘霜心底一颤, 他又何尝不知, 可是, 若不去试一下, 又怎么能知道呢? 他轻叹道, 他收不收是他的事, 但送不送, 是我们的事, 只要能让江涵多一分心安, 就算被他辱骂又如何? 正如四师妹所言, 他多骂一句, 我们也能好受一点。 第108章, 又要搞事情, 是阴阳宗的人, 白怒建立在船头, 看着那对修士远去, 不愧是修为增长最快的宗门, 一次就能来三十名结丹大圆满的弟子, 而且来此之人, 定然不是泛泛之辈, 恐怕军事同辈中的佼佼者, 比之一般的杰丹大圆满, 都要墙上不守。 他转头看向江涵, 带进了秘境之后, 切莫太过大意, 一切以自身安危为重。 好, 江涵站在身侧, 他刚才有感觉到, 阴阳宗为首那人, 好像对他颇有敌意, 可任凭他绞尽脑汁, 也不记得和那人有过交集。 白目剑看江涵这警惕的模样, 不由轻笑道, 你也无需太过小心, 以你现在的实力, 对付他们绰绰有余, 只是这阴阳宗道法较为古怪, 不但杰丹七就能领悟意境, 更是极易伤人根基, 你别大意, 中招就是。 古怪? 江涵疑惑, 怎么个古怪法? 这个, 白目剑看了眼站在一旁的杜宇成, 敷衍道, 这个不太好说, 属于只可依惠, 不可言传的那种道法, 但大多都是幻术, 反正你离他们远些就是了。 原来如此, 江涵点头, 白师兄也小心险, 对方人多, 可千万别中了埋伏, 放心, 一群结单而已, 来再多也删不到我。 走了, 先歇着去, 进密境之后, 可就有的忙了。 白目剑摆了摆手, 转身进了船舱, 留下二人在外面吹风, 天色已然暗了下来, 皎洁的月轮挂在天空, 让江涵不禁想起了白日里, 白目剑使出的那是剑招。 他忽然转身走到船舱口, 轻轻敲了敲白目剑的房门。 有事? 白师兄, 还未请教, 今日那是剑招, 叫什么名字? 此剑名为月崩。 月崩, 好形象的名字。 多谢白师兄。 江涵道谢, 回到船头盘膝而坐, 脑中不断回忆当时的感觉。 那道感觉, 就像是一条随风摇摆的细丝一般, 明明就在眼前, 明明白日已经抓住过一次了, 可不知为何, 他现在却有些抓不住。 难道是神识还未恢复的原因? 他思索片刻, 摇头不再多想。 单是领悟, 就已经如此困难, 也不知白师兄, 是如何独创这等剑招的。 这种剑招, 竟能引动天地异象, 不但威力极大, 甚至还没有灵力波动, 他简直闻所未闻。 这究竟是何等品鉴的剑招, 白师兄仅仅一剑, 就将五名猿鹰抹杀, 真是害人听闻。 而且, 白师兄还只是结丹大圆满, 若是等他结阴, 是不是就能掌画神了? 江涵心中有些羡慕, 这才是真的剑到天才, 不但修为进度极快, 更是能自创剑招。 也不知, 自己何时才能自创剑招? 还有, 也不知是不是错觉, 自从今日施展出岳崩之后, 他总觉得眼前的世界, 好像不一样了。 可具体哪里不一样, 他又说不上来, 只觉得眼前的世界无比清晰, 但细细一看, 却感觉还是原来的样子。 这次回去, 一定要找些增强神识的法子, 要不然, 如此强大的剑招, 却不能使用, 简直太亏了。 脑中传来一阵炫韵, 江涵心神一晃, 是恢复为妙。 心中一静下来, 江涵立马感觉到, 周边的一切都不一样了, 他的耳力, 竟然有了极大增强。 下方广场中, 无数如文银般, 小声议论的声音, 他竟然能听得清清楚楚。 要知道, 他们之间不只间隔了两百米的距离, 还隔了战船的防护阵法。 更重要的是, 他没有用神识, 也没有特意去偷听, 这声音却清晰无比地传入他耳中。 除此之外, 他还能清晰地感受到, 能感知的一清二楚。 是无感增强了吗? 将韩晨莹片刻慢慢摒弃掉这些嘈杂的干扰, 将心神逐渐宁静下来。 不管怎样, 只要对自身有益的, 总归不会错。 他现在只需要安心修炼, 努力变强就好了, 其他的事都可以往后放一放。 一轮圆月悄然挂上夜空, 清冷的月光洒遍大地, 让空气中的温度也降低了许多。 杜宇成闭目打坐, 脑中还不断回忆着当时的那一件。 他有种感觉, 若是能彻底领悟这是剑招, 对他的剑道将会有莫大的好处。 可随着他不断回忆, 记忆中的那轮圆月却是越来越模糊, 直到某一刻, 那圆月忽然消失不见, 再也无法回忆起他的模样。 他猛地睁开眼睛, 心神一阵动荡。 直到看到盘西座在一旁的江涵之后, 他心里才平定一些。 师弟只看了一眼, 就能将这是剑招领悟。 为什么我在脑中领悟这么多遍, 却连门槛都无法触摸。 杜宇成有些失落, 他已经受够了, 那种什么都做不到, 就算拼尽全力, 也只能眼睁睁看着一切消失。 那种无力感, 真的会让人崩溃。 他要变强, 虽然师父说他已经很强了, 可他知道, 这还不够, 远远不够。 他要更强, 不知道师弟能不能再用几次剑招。 我已经快要摸到那轮圆月了, 我能感觉到, 只差一点, 如果师弟能演示一遍, 我一定可以领悟。 杜宇成转头看着姜涵, 可片刻后, 他又一开目光。 不行, 这一剑对师弟伤害太大, 他只用了一次, 就差点晕过去, 我不能这么自私。 等师弟再强一些, 等他能彻底掌握这一剑, 我再找他请教。 他呼吸逐渐平稳, 嘴角轻裂, 再次沉浸在了自己的世界中。 当当当, 几声钟鸣在皇城上空回荡, 姜涵在钟声传来的同时, 就已睁开眼睛。 天空中圆月正圆, 空气中寒意渐深。 快到此时了, 姜涵呢喃一声。 正在这时, 一道身影从下方飞上来, 悬在战船外拱手道。 姜道友, 太医秘境即将开启, 还请随我前去秘境入口。 说着, 赵长宁挥手丢来三块令牌。 姜道友, 佩戴此令牌, 可无视城内进空阵法。 令牌悬浮在护照外面, 姜涵仔细看了一眼, 挥手让令牌飞了进来。 好, 三皇子捎带片刻。 他起身接过, 递给杜宇成和白木剑各一块, 然后看向杜宇成。 师姐, 战船便留在此地, 劳烦师姐再次等待。 杜宇成虽然想一起进去, 可他知道, 超过杰丹的修为, 均无法进入太医秘境, 于是干脆点头道。 好, 姜涵和白木剑对视野, 飞升而起, 化作红光随着赵长宁往城外飞去。 太医秘境, 就在皇城外二十里处的山谷之中, 这里早有赵国皇室重兵把守, 许多修士遇见而行, 落在山谷外等候进入。 江涵三人速度极快, 眨眼间已来到山谷上空。 齿波, 一声清喝, 四周数十道人影飞速顿来。 为首一名原鹰, 皱眉看了赵长宁一眼, 又看了看江涵二人, 脸色微变, 连忙拱手道。 原来是紫霄剑宗清传, 江道友, 在下赵国皇室客清, 李峰见过江道友。 嗯, 江涵微微点头, 前辈有事, 李峰摇头, 无事, 旁边的白木剑皱眉喝道, 那还不让开。 李峰脸色一沉, 眼中似有怒意, 不过他很快低头掩过, 连忙让开身子。 是李某唐突了, 江道友请进。 江涵点头, 率先向着山谷中央飞去, 其余二人紧随其后。 只是白木剑路过李峰时, 特意冷哼一声, 才慢悠悠地跟着江涵进去。 白师兄, 这样不好吧? 江涵传音问道, 他总觉得, 这样是不是太狂了? 没事, 你听我的。 你越是这样, 他反而越是小心。 你刚才但凡给他的好脸, 你信不信, 他立马就能得寸进尺。 你可能没注意, 但我可看得清楚, 那家伙绝对有事, 这种人还是保持距离为妙。 这一点, 江涵倒是赞同, 刚才李峰的目光中 确实带着一点恶意, 虽然不多, 但也足够让他警惕。 江师兄, 一声呼喊响起, 江涵只觉得耳熟, 转头一看, 竟然是苏灵溪。 可紧接着, 他就脸色微沉, 因为在苏灵溪身旁 还跟着另外几人, 墨秋霜, 柳寒月, 夏浅浅, 林璇, 他嘴唇清明, 心境有了些波动。 这几个家伙, 又想搞什么话呀? 第109章, 什么时候才能离开? 江师兄, 苏灵溪迅速落在江涵身边, 他先是行礼, 随后翘声声道, 真没想到, 竟然能在这里遇到师兄, 听说师兄现在在紫霄见踪。 正是, 江涵看到苏灵溪还如之前那般随性, 心情不由好了几分。 之前他被欺辱的时候, 苏灵溪偶尔也会帮他说上几句好话, 虽然没有什么作用, 但他同样心怀感激。 更何况, 有许多次都是他送他回去的, 偶尔也会偷偷给他送些灵药。 虽然对于他来说, 可能只是一事心善, 随手施为, 但这对于江涵, 已经是一份天大的恩情了。 在林天宗那个地方, 苏灵溪是少有的, 对他展露过善意的人。 更何况, 苏灵溪是顶着莫秋双他们的压力, 承受着极大的风险来帮助他的。 对于苏灵溪, 江涵心底一直念着一份情意。 他后来采到什么好的灵草灵果, 也经常给他送上一些, 二人关系还算不错。 不过, 我现在已经不在林天宗, 你叫我师兄, 不太合适。 苏灵溪眼神微暗, 却转瞬即逝。 他脸上绽放明媚的笑容, 摇头道, 没关系的, 就算江师兄现在不在林天宗, 江师兄也一直都是我的师兄。 江涵心底微颤, 不过很快被他压下, 对于林天宗, 他现在心中极为警惕。 更何况, 墨秋双几人一直在看着这边, 他如此说, 也是为了他好。 江师兄在紫霄建宗过得可好。 嗯, 我过得很好, 师父和师姐, 还有各位长辈, 都待我几好。 那就好。 苏灵溪脸上的笑意更真诚了些, 但他不敢多说, 他生怕说太多被师姐听到, 引起他们不满。 他是真的为江涵开心, 因为他知道, 江师兄之前过的到底是什么日子。 那种生活, 若是换做任何一个人, 恐怕都坚持不了一个月。 现在江师兄能脱离苦海, 他也真的松了口气。 只是, 他心中忽然失落了些, 他什么时候才能离开那里呢? 以前他还没什么感觉, 可现在, 他总感觉, 师姐和师父他们不对劲, 非常不对劲。 可具体怎么不对劲, 他又说不上来。 还有林玄那个人, 对他的关注实在太多了些, 他总觉得, 他好像对自己有什么想法。 他现在每天都要躲在洞府中, 以闭关为借口, 避免和他们有所交集, 实在躲不过去了, 也只能心惊胆战地和他们接触。 他现在每天都过得非常煎熬, 可是, 他和师姐他们不一样, 他们都有家族可以依靠, 可他以前, 只是一个散修罢了, 没有人能帮他。 听说, 江师兄现在是紫霄建宗清传弟子, 身份尊贵, 若是江师兄能带我走。 苏灵溪心间微颤, 随后暗自摇头, 江师兄现在也只是杰丹, 他若真敢这么做, 恐怕只会惹怒师父他们。 毕竟, 他的命魂还在灵天宗手中, 他若想走, 不是那么容易的。 小韩, 墨秋霜飞身落下, 站在不远处, 脸上带着温柔的笑意, 柔声道, 小韩, 没想到你也来参加太医秘境, 不宇成没来吗? 他左右看了一圈, 微移皱眉, 担忧道, 他怎么让你自己来参加这么危险的秘境? 需要世杰找人帮你吗? 林天宗这次来的都是杰丹大圆满, 我可以让他们在秘境中帮你。 江涵却没理他, 对着苏灵溪歉意一笑, 随后转身就走。 江涵! 柳涵踏前一步, 似是要追上去, 可却被墨秋霜伸手拦下。 不要着急, 他摇头道, 我们现在说什么, 他都听不进去, 慢慢来, 不要急, 以后有的是机会。 可是, 柳涵越有些着急, 他若是一直不理我们, 那该怎么办? 是啊, 大师姐, 小韩要是一直躲着不见, 我们总不能去紫霄建宗找他吧。 夏浅浅从墨秋霜身后探出脑袋, 他虽然之前叫嚷着, 想让江涵打他, 可真的见到江涵, 他又害怕了, 下意识就躲在了墨秋霜身后。 你们听我的就是, 其他的不要多管。 墨秋霜脸色微冷, 你们俩都白下了那么好的天赋, 真是一点脑子都没有, 什么事都得靠我。 夏浅浅一缩脖子, 嘟囔道, 你是大师姐吗? 好了, 你们不必多说, 我自有分寸。 墨秋霜一直看着江涵, 直到江涵皱眉瞪他, 他才红着眼收回目光。 有墨道友, 你怎么一直盯着一个紫霄建宗的小背? 一道拉着长长尾音的声音传来, 墨秋霜转眼一看, 顿时皱起眉头。 姬千柔, 姬千柔一身白色稻袍, 但那稻袍似是有些紧, 将那玲珑有致的郊躯勾勒得极为完美。 他身后跟着阴阳踪众人, 脸上一直带着妩媚的笑意。 莫非, 墨道友也动了繁星。 姬千柔面颊微红, 勾唇看看墨秋霜, 又看看江涵。 确实是个俊俏的, 没想到墨道友喜欢这样的, 怪不得当初拒绝了我家少主呢。 闭嘴, 墨秋霜翘脸寒煞, 毫不客气地喝道。 管好你的嘴, 要不然, 今日就是你陨落之时。 姬千柔嘴角一撇, 扭了扭腰胯, 阴阳怪气地说道。 好好, 我不说就是了, 咱俩多少年的交情了, 真是开不起玩笑。 哼, 墨秋霜冷哼一声, 带着几人回了林天宗的位置。 姬千柔红唇勾起, 看着墨秋霜的背影, 脸上的笑意越发明显。 你进去之后, 多留意一下紫霄建宗那个小子。 他对着身后偏头说道。 看着墨秋霜的背影舔了舔嘴唇。 师姐放心, 我一定好好跟他交流交流。 别乱看。 姬千柔错身挡住他的视线, 声音中多了些冷漠。 收起你的小心思, 他可是原音大圆满的修为, 惹怒了他, 我可护不住你。 程玄明连忙低头, 只是他那眼神分明是还不服气。 姬千柔轻斥一声, 懒得再理他, 一个沉浸在情欲之道的废物罢了。 他已经尽到了提醒的责任, 若是这小子不识好歹, 有什么不该有的心思, 纵使死了, 宗主也怪不到他。 快到时间了, 准备进去吧。 他吩咐一声, 朝着旁边属于阴阳宗的亭子走去。 机缘有限, 你等尽力争取, 我就在此地等着你们。 若是事态不妙, 紧早出来, 莫要白白送了性命。 第110章, 不要害怕, 那小子对你不怀好意, 你可悠着点。 白木剑冲着程玄明的方向挪了挪嘴, 用不用我帮你干掉他? 不用。 江涵摇头, 他早在那人出现的时候, 就认出来了, 昨晚上对方的目光中就满是恶意, 他早有警惕。 江道友, 赵长宁飞身而来, 落在二人面前。 此物为蕴含赵家血脉之力的令牌, 持此令牌, 方能进入太阴秘境核心之地, 并且若是遇到危险, 可捏碎令牌, 传送出来。 他挥手丢出两块金色令牌, 令牌悬在二人身前, 其上有血光流转, 边角处甚至还有些黑色血痕, 令牌刚一入手, 他就看到其内有一股特殊的波动隐隐流转。 若是之前, 他定然无法发现这道波动, 可自从他眼前的封印被抹去之后, 他也能看到更多东西。 就比如, 这山谷内无处不在的波动, 那波动和令牌内的波动, 起伏节奏一模一样, 二者之间定然有所联系。 轰隆隆, 一道黑影从远处急速掠来, 停在山谷上方, 江涵抬头一瞧, 竟然是灭新洲。 他心中一急, 莫非出什么事了? 他连忙飞升而起, 静止穿过防护罩, 落在了船头。 师姐, 可是出什么事了? 江涵焦急地看着杜宇成, 还好现在还没进秘境, 若是有事也能很快赶回去。 杜宇成站在船头, 有些不好意思地看着他。 没, 没事, 他微低着头, 这里近一些。 江涵一愣, 不过他马上反应过来, 师姐的意思应该是说, 这里离秘境近一点, 有事情他也能更好地接应。 他心底一暖, 眼底似有一丝黑气, 悄然散去。 师姐不必担心, 有白师兄在, 不会有事的。 我知道, 杜宇成点头, 认真地看着他。 你不要总是, 总是想太多。 杜宇成右手缩在袖子里, 紧紧握着拳头, 他似是鼓起了莫大的勇气, 快速说道, 该打就打, 师父不会怪的。 师父若是怪罪, 我会帮你。 江涵眼底有些波动, 笑着点头。 好, 这一次, 他们是来立威的, 他确实不能再瞻前顾后了。 江涵心底的挣扎被强行扯开, 纵使他的本能总想要逃避, 可是现在他不能再逃了。 身为紫霄建宗的掌门倾传弟子, 他这次出宗本身就是紫霄建宗的代表, 他的一切行为也代表着紫霄建宗。 他在紫霄建宗得了那么多的好处, 功法灵石, 法宝灵药, 还有宗门的庇护。 这是一种荣耀, 同时他也多了一种责任。 他不能再害怕了, 他不能再像之前那样, 畏首畏尾不能再那么懦弱了。 那些宗门不就是看紫霄建宗之前太过和善, 才会一次又一次的挑战底线吗? 这一次他要让他们知道, 有些事是不能做的, 有些底线是不能碰的。 特别是林天宗曾经在他们麾下的宗门做得尤其过分。 江涵深吸口气, 在心底一遍一遍告诉自己, 他现在有师父撑腰, 有宗门撑腰, 他很强, 很强。 他其实非常害怕在人前做事, 当着许多人说话的时候, 他总是会控制不住的有些颤抖。 每次他都要用尽力气, 才能让自己的声音稳定一点, 但身体上的颤抖却总是控制不住。 可这次他不能再这样了, 他在心底一次次呼喊, 不要怕, 不要怕, 不要怕。 虽然他还是有些怕, 可渐渐的一股特殊的气息悄然出现, 让他内心迅速平静下来。 一声声滴雨在他的心壶荡漾开来, 漆黑如墨的湖水中突然腾起了道道涟漪。 涟漪越来越多, 越来越剧烈, 直到片刻之后, 在湖心会成一个漆黑的漩涡, 心壶表面才终于平静下来。 一丝丝黑气从漩涡中飘出, 在心壶之上形成了一个黑色圆球。 随着黑球的出现, 江涵身上气质一变, 莫名多出了一丝极为冰冷的寒气。 他的瞳孔越发漆黑, 黑的透亮, 黑的清澈。 正在这时, 一直静静躺在储物界中的悬韵如意, 忽然散出一阵五彩光芒。 哦! 似有一声龙银凭空而生, 声音震耳欲聋, 仿佛整个天地都在咆哮。 可如此巨大的龙银声, 整个山谷内所有人却毫无反应, 仿佛这道龙银只有他一人能听。 江涵对此却一点也不惊讶, 他寻着声音, 抬头看向夜空, 脸上有些恼怒。 漆黑的眸子中映着些彩色光滑, 不过很快, 那彩光就消散无踪, 就连龙银也迅速消失, 随之一同消散的, 还有那瞳孔中的漆黑之色。 好了好了, 没事的, 不要怕。 他轻声呢喃, 声音很小, 带着些不甘, 也不知是说给谁听。 随着他的话音落下, 最后一丝黑色消退, 星湖之上的黑球, 似水一般融化成黑丝, 低落湖中不见踪影。 与此同时, 临天踪, 后山禁地。 说是禁地, 可实际上, 这里也只是一座普通的山峰罢了。 山峰顶端, 矗立着一座巨大的石碑, 其上金光流转, 数万个泛着宝光的金色不知名字符, 围着石碑缓缓转动。 就在江寒星湖开始出现涟漪的时候, 临天踪的天空中突然风云涌动, 片刻间便回去成了一片紫红色的巨大云团。 轰隆隆。 云团极大, 将整个山峰都笼罩在内, 其内雷声轰鸣, 威势滔天。 巨大的威压将宗内众人瞬间惊醒, 一道道身影冲天起, 远远看向雷云汇聚的地方。 从远处看去, 那杰云竟然还在汇聚, 其中的紫色渐渐被红色压制, 杰云逐渐变得一片血红, 威势也越来越强。 那是什么? 一名长老惊呼道, 如此强的威压, 难道有人要度化神劫? 不是化神雷劫, 这等威势, 唯有飞升雷劫才可相当, 难不成, 宗主压制不住修为, 要提前飞升了? 江涵, 林玄愣愣地看着江涵, 从她的位置, 刚好能看到江涵的脸。 不知为何, 她总觉得江涵方才有些陌生, 可她越看, 越有种极为熟悉的感觉, 这感觉极其矛盾, 让她感觉非常别扭。 林师弟, 你认得那人? 一道女声在她耳边响起, 林玄不用看就知道是谁。 于师姐, 她恭敬行礼回应, 哎呀, 林师弟, 你总是这么客气。 于师姐笑容灿烂, 只是看着江涵的眼神却有些疑惑, 她总觉得那人有些眼熟, 好像在哪里见过。 林师弟, 你还没说, 那人是谁啊? 我看大家好像都在看着她, 是不是最近崛起的天才。 林玄转头扫了一眼山谷, 果不其然, 一个个全抬头看着上边的战船。 于师姐皱眉苦思, 明明是紫霄建宗的新人, 为什么我总觉得之前在宗内见过她? 不过这人好生猖狂, 竟然直接架着战船停在山谷上方, 紫霄建宗果然是一群狂傲的莽夫。 多闹什么呢? 墨丘霜回头冷喝一声, 吓得于师姐立马噤声, 不敢再说。 再让我听到你乱嚼舌根, 这次秘境, 你就不要进去了。 墨丘霜声音冰冷, 现在的她听不得一点说江涵不好的声音。 是, 于师姐低头硬势, 只是她眼中的疑惑却越发浓郁, 为什么大师姐对那人如此关心? 难不成。 她忽然想起刚才听到的传闻, 有人说大师姐动了繁星, 不会就是她吧? 第111章, 平涅配。 刷! 一道月光从天而降, 在众人的注视下照在山谷中央的祭坛之上。 随着月光照射, 祭坛顿时发出一阵红光, 直冲天际。 红光和月光相互交融, 扭曲, 旋转。 不过片刻功夫, 便出现了一个红白相间的漩涡。 秘境开启了, 准备进场。 有人轻贺一声, 各宗弟子顿时蠢蠢欲动, 但除了五大宗门的人之外, 得以提前进场的附属宗门和家族子弟均都站在原地, 没有动作。 他们很清楚, 按照规矩, 不论什么秘境, 这第一个进入的只能是当代排名第一的宗门。 贝兰在外围的散修和小宗门发出一阵阵呼喊, 一个个暗暗叙事。 等到五大宗门和其附属宗门进入之后, 他们也将进入。 虽然进入秘境是随机传送, 但早一分进去也能多一分先机。 他们都是掏了大半身家, 买的探索秘境资格, 能多找到一颗灵草, 那都是大转。 程玄明手持折扇, 风度翩翩, 他先看了江涵一眼, 见他没有动静, 顿时心头一动, 率先朝着祭坛走去。 其余众女修, 跟在他身后摇摆着身姿, 叽叽喳喳地往祭坛走去。 阴阳宗已多年位列第一, 此时紫霄建宗不动身, 他们第一个进倒也无可厚非。 阴阳宗落在祭坛边缘, 面向五大宗门弟子, 主要是看着程玄明冷声喝倒。 迟播, 按照规矩, 这一次只有紫霄建宗才能第一个进入。 阴阳宗此举, 莫不是想坏了规矩。 程玄明眉头一皱, 这次确实是他心急了。 可那又如何, 难道紫霄建宗真敢和他们这么多人作对? 还不是你们动作太慢? 程玄明说道, 秘境已经开启, 若是你们早些动身, 我们也不会这么急着进去。 总不能让我们这么多人, 紫霄建宗是第一, 也不能这般猖狂。 白木剑嘴角挂着一丝冷笑, 喝倒。 按照规矩, 只要紫霄建宗不进, 你们谁也不能进。 紫霄建宗没发话之前, 你们都给我老是等的。 各宗弟子一惊, 随后像看傻子一般看着白木剑。 紫霄建宗这是疯了吧? 派出这么个傻子来参加秘境? 他们此次只有两个人进入秘境, 不低调一点。 难道还想被群起而攻之? 才两个人? 还有个没脑子的, 恐怕紫霄建宗真的没人了吧? 这下好了, 这次他们又要被封住林立, 等到秘境结束才能被放出来了。 程玄明脸色阴沉, 这个紫霄建宗的蠢货, 早不出来, 晚不出来, 怎么偏偏在他动身的时候出来? 他要是早说紫霄建宗要先进去, 看在这次紫霄建宗得第一的份上, 他也不是不能让。 可现在这是什么意思? 特意针对自己是吧? 哼, 程玄明冷哼一声, 你们紫霄建宗何时变得这般猖狂? 莫非只得了一个第一? 你们就以为自己最强了? 速速让开, 我看在同为五大宗门的面子上, 不与你计较。 他将双手附在身后, 挺起胸膛, 不屑地说道, 如若不然, 休怪我不讲情义, 将你好好教训一二。 教训我? 白木剑冷冷一笑, 同样副手在后, 不屑地瞥他一眼, 说道, 你可以试试。 虽然同样是副手在后, 可白木剑气势独特, 看似桀骜, 却又感觉极为冷淡。 还有那一身黑衣, 显得人更加冷酷, 身上引有寒芒流动, 明显比程玄明更有气场。 程玄明心中暗惊, 当才对方仅仅只是扫他一眼, 就能让他心底一颤, 恐怕是个劲敌。 他面色谨慎了些, 这位道友, 不知如何称呼, 想知道我的名讳, 白木剑嘴角轻扬, 语气讥讽, 你还不够资格。 他这次来, 就是搞事的, 自然不会让他们安稳进去。 他就是故意等着有人动身, 就是故意找茬, 但那又怎样? 他巴不得有人沉不住气出手。 毕竟按照规矩, 就是要紫霄建宗第一个进场。 只要紫霄建宗不动身, 其他人只能等着。 是对方先坏了规矩, 他在动手, 合情合理。 更何况, 就算让其他宗门先进去, 进了秘境, 他们还是会联合起来, 对紫霄建宗出手。 既然如此, 又何必让他们先进? 不如先在外面给个下马威, 让那些附属宗门看看, 什么叫做第一宗门? 也让江涵看看, 到底什么才叫猖狂。 程玄明一致, 他本想借机说两句场面话, 自己后退一步, 让对方先进去也就算了。 毕竟这种事没什么好争的, 毕竟这次的一百年, 紫霄建宗确实是第一宗门, 他们先进去的确是理所当然。 更何况, 谁先谁后并没有太大区别, 他们的目标是核心区域的先到池, 若是要是不齐, 就算早早进去, 先到池也不会开启, 可他没想到自己都打算退一步了, 对方竟然直接跟了一步。 怎么的? 针就步步紧逼, 不留后路。 程玄明目光一冷, 心中已经了然, 对方怕不是故意来找茬的。 程兄何必与他多言? 林浮宫一挥袍修士高声道, 他要第一个进, 让他进去就是了, 反正到最后, 紫霄建宗也是第一个被扔出来的。 话落, 林浮宫众人顿时响起一阵嘲笑, 程玄明啪的一声打开折扇, 但笑道, 方兄此言有理, 既如此, 便让你先进又何妨? 无胆鼠败! 江涵的身影从天而降, 直直砸在祭坛之上。 森涵的气势横扫而出, 带出一股狂风, 将他一百吹得烈烈作响。 他腰背逐渐挺直, 发丝青阳间, 直面祭坛下方那数万修士。 他瞳孔的黑色虽然散去, 可身上的寒冷却还残留一些, 配上他脸上特意装出来的冷漠, 让人只是看一眼, 就觉得心底发寒。 他的目光从四大宗门众人身上一一扫过, 最后停在那灰袍修士身上。 何必那么多废话? 你们若是不想守规矩, 自可上前一战。 若是你们能赢, 就让你们先进去, 又如何? 你…… 灰袍修士一惊, 他没想到, 对方竟然这么猖狂, 现在这么多人看着, 他们要是还没进秘境就打起来, 外边会怎么传? 会不会说他故意挑适, 破坏规矩, 败坏宗门间的友谊, 毕竟, 本来就该身为第一宗门的紫霄建宗先进去。 思索片刻, 他摇头一笑, 只是一句玩笑话而已, 江道有何必这般小气? 难道一点玩笑都开不解? 亏你还是紫霄建宗清传弟子, 怎么就这点度量? 话落, 场中顿时一阵哄笑, 特别是林浮宫和阴阳宗众人, 看向江涵的目光, 宛若看着一个小丑一般。 开玩笑? 江涵面无表情, 冷漠地说道, 你什么身份? 有资格和我开玩笑? 第112章 劳烦道有长嘴 这位江道有, 阴阳宗一身穿粉纱的女子娇笑道, 既然大家都同意, 你们先进, 那你们进去就是了, 又不是不让你们进, 你们何必在这里多废口舌, 不过徒增笑话罢了。 徒增笑话? 江涵神色冰冷, 烂淡道, 你阴阳宗破坏规矩在先, 可如今听你这意思, 倒成了我的不是了。 他踏前一步, 奔雷剑飘忽出现, 被他握在手中, 看着那女子说道, 还是说, 你们阴阳宗自认已经强大到, 可以无视规矩的地步了。 说话间, 无数紫色电光自他身上凭空而生, 奔雷剑顷刻间被雷电包裹。 既如此, 我倒想看看, 你们阴阳宗, 到底有何实力, 竟敢如此猖狂? 你…… 刘依依被江涵气势所射, 下意识退了半步。 他眼中惊恐莫名, 他不明白, 对方明明只是结单中期的修为, 可为何拥有如此强大的气势? 可他马上反应过来, 只是对方气势爆发的太过突然, 所以自己才会被吓到。 要不然的话, 区区一名结单中期, 他挥手可灭。 他神色一冷, 踏前一步, 喝倒。 既如此, 好了, 一道平淡的声音, 从后方响起, 柳依依身体一颤, 眼中惊恐再现, 顿时不敢再说。 阴阳宗其余众人也是面色微变, 连忙向两旁让开, 露出了旗内, 一位身穿黑白道袍, 容貌普通的女子。 柳依依极为规矩地行礼道, 丁师姐。 丁若梦款不上前, 没理会柳依依, 而是向着江涵微一点头。 江道友, 时间紧迫, 此事就此结果可好。 江涵看到他的第一眼, 心中就莫名升起一丝警惕。 他从对方身上感受到了一种极为混乱, 但又非常危险的气息。 此时目的已达成大半, 他们已经给在场所有宗门留下了一个猖狂的印象。 接下来, 只需要用实力彻底碾压其余四大宗门, 目的也就达到了。 既如此, 他微微点头。 既然道友开口, 江某自然不会太过为难。 只是, 你们破坏规矩在先, 若是轻易接过, 怕是, 难以让大家满意。 丁若梦面色不变, 道友想要如何? 江涵看向柳依依, 那极有压迫感的眼神, 让对方脸色变得极为难看。 不懂规矩, 口无遮拦。 江涵声音平静, 似是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劳烦道友掌嘴。 他声音平淡, 听在众人耳中, 却如惊鸿霹雳。 什么? 他这是什么意思? 掌嘴? 这不是打印杨宗的脸吗? 有看热闹不嫌失大的修士, 高声喊道。 场中各宗门一片寂静, 谁也不敢开口接话, 唯恐一句话不对, 惹怒了某个大宗门。 在场众人, 大都看出来了, 此事本就可大可小, 紫霄建宗此举, 就是在故意挑事, 可此事他们战里, 就算再怎么闹, 旁人也不能多说什么。 可不知是谁, 竟然这么大胆子, 一个人叫喊得极为热闹, 声音从场中各处传来, 让人摸不清位置。 那还不是阴阳宗先坏了规矩, 要是他们老老实实的, 谁嫌着没事收拾他? 对对对, 阴阳宗猖狂惯了, 这一下踢到铁板, 我看他们以后还敢不敢这么猖狂。 冰若梦斜漂了某个方向一眼, 口中轻哼一声, 他虽然没有其他动作, 可却让他叫嚷的声音一顿, 连忙消停下来。 长嘴, 他说道, 世界, 柳依依面色大变, 他没想到, 丁师姐竟然真的这般无情, 丁师姐怎么能, 气宗门颜面于不顾, 让他当着这么多人的面长嘴, 这打得不是他的脸, 打得是阴阳宗的脸, 丁若梦瞥他一眼, 嗯, 要我帮你。 柳依依心底一颤, 一种莫大的恐慌顺势生起, 他明白, 现在若是不照做, 惹怒了丁师姐, 等下只会更惨, 他心中暗恨江涵狂妄无礼, 更可恨的是, 他竟然丝毫不懂得怜香惜玉, 让他这般如花似玉的姑娘, 在这么多人面前丢尽了脸面, 可丁师姐已经发话, 他不敢再多说, 纠结片刻后, 一咬牙, 抬手就朝自己脸上打去, 啪, 他抽得极重, 丝毫没有留手, 脸上顿时红肿一片, 柳依依低头藏起眼中怨恨, 江涵竟敢这般害他, 他恨不得将江涵抽筋扒皮, 一泻心头之恨, 将道有, 丁若梦的声音依然平稳, 好似这种事情根本微不足道一般, 江涵看着他, 微微摇头, 不够, 丁若梦微一皱眉, 似是有些不悦, 不过他却没多说, 而是轻声说道, 继续, 柳依依脸色比锅底还要黑, 他双拳用力钻紧, 可却不敢反抗, 只能一边在心里怒骂江涵无耻, 一边抬手朝自己脸上打去, 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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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打得极重, 不过几下, 嘴角就开始渗出鲜血, 道道清脆的声音不断响起, 场中静得只能听到他的巴掌声, 江涵此时在众人眼中的形象, 再也不是那仅有两人, 就敢和两宗几十个结单硬钢的紫霄剑宗狂徒, 而是变成了, 丝毫不留后路的紫霄剑宗疯子, 传言果真不虚, 紫霄剑宗真是一群疯子, 他们如此做, 难道就不怕别人报复, 各个附属宗门不敢出声得罪人, 只能神识传音交流, 一群疯子, 他们怎么可能想那么多, 别看他现在威风, 等进了秘境之后, 绝对又要被四大宗门围攻, 到时候, 他就知道, 做人刘一线的重要性了, 嘿, 还真是每次都是这样, 堂堂五大宗门之一, 每次都是被人联手打出来, 还不如我们这些中等宗门得的机缘多, 江涵看了片刻, 目光微动, 看向了站在一旁, 脸色铁青的程玄明, 还有你, 他说道, 新疆的, 你别太过分了, 程玄明眼中怒火喷涌, 怒声喝道, 你别以为我真怕了你, 逼急了我, 大不了谁也别近, 哦, 江涵轻笑, 我还真想看看, 你被逼急了的样子, 丁若梦眉头皱得更深, 他不在乎其他人会不会被打脸, 那些废物, 不值得他浪费时间, 但他现在, 真的被这群废物浪费了太多时间, 若不是江涵身上的气息太过危险, 出于对他实力的尊重, 他的耐心多了些, 要是其他人敢这么做, 他早就上前, 把那家伙打断手脚丢出去了, 好了, 他语气中多了些不耐, 听得程玄明身体一颤, 掌嘴, 第113章, 区区结丹罢了, 程玄明右手死死钻井折扇, 那地阶五品的法宝, 似是感受到了他的怒火, 在他手中不断颤抖, 他搞不懂, 在宗内的时候, 就算普通的原音初期诗书, 丁师姐都不曾放在眼里, 而江涵, 不过是一个结单中期的废物, 丁师姐为什么要这么迁就对方, 他怎么能怕了江涵, 反而让他长嘴, 他可是宗主清传弟子, 原音以下, 谁见了他不称一生成公子, 他何时受过这等屈辱, 程玄明呼吸急促, 他真想违抗丁师姐的话, 上前把那猖狂的小子狠狠揍一顿, 可是他不敢, 好, 我打, 他狠狠地瞪着江涵, 他要记住这张脸, 等他进去秘境, 他定要将其生情, 逼着江涵打自己脸, 他身体绷紧, 抬起左手, 狠狠一巴掌, 扇在自己脸上, 啪, 巨大的疼痛, 让他脸上一阵抽搐, 可他那满脸恨意的模样, 仿佛扇得不是自己, 而是那可恶的江涵, 一掌落下, 他看了眼丁若梦, 见对方不说话, 目光一沉, 心中顿时委屈至极, 他不明白, 丁师姐怎么也不帮自己说几句, 难道还要他接着打, 他可不是柳依依那种长老清传, 他可是宗主清传, 一巴掌, 已经是极限了, 丁若梦四次知道他要说什么, 看都没看他一眼, 随意地道, 继续, 程玄敏感觉脸上一阵火辣辣的疼, 那不是在打他的脸, 而是把他的脸踩在地上摩擦, 他呼吸急促, 双眼血红, 胸中的怒火, 机遇喷不而出, 他恨不得把姜涵按在地上狠狠揍一顿, 可是他现在不能, 虽然不知道丁师姐为什么这么做, 可既然他这么说了, 他就只能照做, 他艰难抬起左手, 对着自己的脸狠狠拍下, 啪啪啪, 他也没敢留手, 打得极重, 脸上很快肿起一大片, 一声声脆响, 此起彼伏, 虽然巴掌没有打在自己脸上, 可还是让其他宗门修士脸皮一颤一颤的, 这下子子肖建宗和阴阳宗的两子结大了, 谁说不是, 这次秘境搞不好要出事, 那程玄明是个记仇的, 这江涵看着也不是善茶, 他们两个此次必有一战, 子肖建宗这两个矛头小子真是太浮躁了, 立威也不是这么立的, 这把人脸都打烂了, 以后若是有机会, 阴阳宗绝对会报复回去, 这两人还是太年轻了, 只会逞一时之气, 要是换我来, 我绝不会像他这般莽撞, 江涵这个位置能清楚看到二人眼中的怨毒, 可他毫不在意, 怨也好恨也好, 不过还是来找他报仇罢了, 他现在还真不怕这个, 等了片刻, 他转头看向最后一人, 那个灵福宫的灰袍修士, 那个谁, 他轻抬下巴轻声道, 就剩你了, 方云早在江涵看来的时候, 心中就是一颤, 此刻听到这话更是面色大变, 他虽然不明白为什么阴阳宗这么胆小, 但是他可不怕江涵, 区区一个洁丹中期而已, 他挥手可灭, 想要我长嘴, 也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他怒喝一声, 让你打你就打, 哪那么多废话, 白目见速度极快, 众人只觉白光一闪, 他就已经出现在方云头顶, 庞大的沙翼倾弦下, 将灵福宫仲修士, 砸得瞬间跪在地上, 碰, 膝盖砸在地面的声音特别响亮, 一阵烟雾腾起, 他们整整齐齐地跪在地面, 面色争鸣, 眼中不断闪过各种血腥与挣扎, 一山瞬间被冷汗打湿, 更有心境脆弱者, 只片刻功夫就口喷鲜血, 扑通一声栽倒在地, 身体发出一阵无意识的抽搐, 好强的沙翼, 此人是谁, 紫霄建宗何时出了这等天才, 场中响起一阵惊呼, 此次来秘境者, 不乏为自家晚辈互道的原因期修士, 之前, 他们碍于规矩, 不能插手这群结单小辈之间的恩怨, 可现在, 那股强大的沙翼, 竟让他们都觉得一阵心惊, 这种沙翼, 就算在原因期中, 他们也从未见过, 这到底是杀了多少人, 才能拥有这般强大的沙翼? 住手! 一声大喝响起, 一道独属于原因期的强大气息呼啸而至, 转眼到了灵符宫修士上空, 白目见皱眉, 看向那身穿如山的中年修士, 你也要坏规矩, 他声音略冷, 孙一文面色微变, 他原以为, 只是一个结单小辈, 就算沙翼再强, 又能有多强, 可当他身临其境, 他才真正感受到, 这股沙翼, 足以让他心惊胆战, 他身上轻光流转, 勉强挡住了那冲天的沙翼, 可他刚要说话, 只觉一股森寒杀击直刺眉心, 眉心一阵刺痛, 心中震惊之下, 他慌忙抬头看向上方, 就在抬头的那一刻, 孙一文瞳孔剧烈收缩, 脸色煞石大变, 犹如看到了天敌一般, 惊恐到了极致, 只见一道黑衣身影, 不知何时出现在半空, 他一百随风飘荡, 长发青阳, 目光平静地看着他, 只是那眼神, 犹如在看一个死人, 咕咚, 孙一文侯杰滚动, 极为艰难地咽了一口唾沫, 他不明白, 紫霄剑宗, 为什么会把这个女疯子放出来, 在宗内待着不好吗, 怎么老是出来吓人呢, 一丝冷汗自额间渗出, 他脸上迅速堆满尴尬的笑意, 身体慢慢向后退去, 误会, 误会, 杜道友千万不要误会, 我可什么都没干, 他虽然想解救诸多弟子, 可他更在乎自己的小命, 杜宇成虽然极为低调, 不常在人前露面, 可五大宗门谁不知道, 这就是个疯子, 一言不合就要与人拼命, 他哪是剑修啊, 他那分明是命修, 谁敢能他打啊, 打输了会死, 打赢了会亏, 而且就紫霄剑宗那群疯子, 拼了命也会把他报复致死, 直到眉心的刺痛减弱, 他才敢对着白木剑高声喊道, 这位小友, 可否饶他们一次, 白木剑看他一眼, 却不说话, 好在孙一文也是个聪明的, 见状心思一转, 连忙转身, 向着江涵喊道, 江道友, 说起来, 我与贵宗林长老也算有些交情, 这次是方云那小子口无遮拦, 但罪不至死, 不知江道友, 可否看在两宗交好多年的份上, 饶他们一次, 第114章, 本事不大, 嘴倒是挺贱, 江涵知道, 白木剑不说话, 是在故意帮自己立威, 他自然不能服了他的好意, 于是, 他点头道, 也好, 长嘴即可, 孙一文脸色一松, 只是长嘴而已, 阴阳宗的人都打了, 他这也不算什么了, 丢脸就丢脸吧, 谁让那小子傻呢, 阴阳宗被抢了第一, 本就极不服气, 他们找是闹腾, 那是事出有因, 情有可原, 可方云这小子上去凑什么热闹, 林福宫上次, 杰宗麻烦, 他这么多嘴, 确实该打, 多谢江道有宽容, 他威义行礼, 丝毫不觉得一味原因, 像杰丹行礼, 是件多么掉分的事, 但是一旁那人杀意就如此强, 恐怕绝对有能抗衡原因的实力, 可就算这样, 那人竟然还做不了主, 还要听江涵的话, 可想而知, 江涵的实力该有多强, 明明只是杰丹中期, 却能有如此强横的实力, 恐怕要不了多久, 就能追上他了, 如今提前结个善缘, 也是不错, 至于被打脸, 杜与成那疯女人可是在这呢, 她就一个人, 她能怎么办, 总不能去送死吧, 更何况, 她死了也是白死, 说不定还会惹怒那群疯子, 做出什么不理智的事情, 想必宗主一定会理解她的, 白木剑身上杀意一收, 硬了身后, 随后抬手, 一把将那面容惊恐的方云抓在手中, 孙师兄, 救我呀, 方云脸色惨白, 他怎么也没想到, 江涵竟然这么猖狂, 他只是说了一句不好听的话而已, 对方竟然就要当众打他的脸, 他更没想到, 孙师兄竟然这么容易就被说服了, 他不是应该护着他们吗, 他怎么能这么怂, 哼, 你做错了事, 就该打, 孙一文脸色一沉, 他没想到, 这方云竟然这么不识好歹, 都这时候了, 还想把他拖下水, 若不是, 你满口胡言乱语, 又怎会惹得江道友震怒, 不过是长嘴而已, 又不是要你的命, 江道友如此宽容, 你不知感激也就罢了, 还在这哭哭啼啼的, 像什么样子, 方云身体一僵, 他怎么也没想到, 孙师兄竟然会说这种话, 他们不是一个宗门的吗, 不是要维护宗门荣誉吗, 他怎么能这样, 他现在算是明白了, 孙师兄是真的不打算管他了, 他可能真的要被长嘴了, 白木剑拎着方云飞到山谷上方, 立威的前半部分目的已经达到了, 接下来只需收尾就是, 他随手将那方云丢进山谷中央, 然后转头, 看向灵符宫中那唯一的一个, 可以在他的杀意中坚持到现在的那人, 虽然他只是放出了极细微的一丝丝杀意, 但能坚持这么久, 足以证明对方的实力, 你, 他指着那人, 去帮他长嘴, 那修士脸上细汗未退, 显然也是抵抗的极为艰难, 可他脸上却没有太多恐惧, 甚至还带着一丝舒坦的笑意, 只是他那惨白的脸色, 足以说明他其实并没有多么舒坦, 此时听到白木剑这话, 他不由伸手指着自己, 疑惑道, 啊, 我, 我可是跟他一起的, 你竟然让我去打他, 他极为夸张地喊着, 可白木剑脸色不变, 只静静地看他, 你不愿意, 他脸色一变, 随后笑嘻嘻道, 愿意愿意, 我这就去, 说吧, 他飞身窜到方云身前, 看着对方惊恐的模样, 脸上笑意顿时一收, 冷声喝道, 跪好了, 方云神色极为惊恐, 他没想到, 孙师兄不管他也就算了, 竟然连灵师兄都不敢反抗, 他更没想到, 灵青竹竟然还要来打他, 他面色惨白如雪, 看着脸色阴沉的灵青竹, 老老实实地从地上爬起来, 又跪了下去, 灵青竹可不惯着他, 等他跪好之后, 抡起胳膊, 一巴掌扇了过去, 啪, 咚, 方云被扇的一头栽进地里, 地面顿时出现一个小坑, 你个混蛋东西, 嘴欠的玩意, 老子的脸都给你丢尽了, 啪, 方云一口鲜血喷出, 还有几颗牙齿混着血水飞了出去, 你说你嘴那么贱, 怎么不疯起来, 害得这么多师兄弟因为你受伤, 啪, 这次还能不能静命警都不一定, 更别说去争抢核心名额了, 啪, 混账东西, 啪, 把头抬起来, 啪, 我让你把头抬起来, 啪, 一声声脆响回荡在每个人耳边, 围在边缘的各宗强者都看呆了, 灵浮宫这家伙是真狠了, 打起自己人来都这么用力, 莫不是之前有仇吧, 自己人也打这么狠, 活该, 还不是怪他自己嘴贱, 本事没多大, 嘴倒是挺贱, 你看灵浮宫那么多人被他害得丢进了脸面, 而且大多都受了伤, 恐怕一时半可难以恢复, 紫霄建宗这次怕是来真的, 竟然派出个这么强的弟子, 单他一个, 恐怕其他宗门就难以应付, 何止啊, 那等级别的杀意, 我看了都心惊, 这些杰丹小辈, 这次有罪瘦了, 不过他就算再强, 也只有一个人, 而且在秘境内, 不能使用超过杰丹的气息, 真打起来, 还真不好说, 哎, 你们可别忘了, 紫霄建宗还有一人呢, 姜涵能一起出来, 恐怕也不简单, 别闹, 他才杰丹中期, 强又能强到哪去, 那可是差两个小境界呢, 他就算再厉害, 难不成还能碾压杰丹大圆马, 你说的也对, 不过看看再说吧, 这些天才, 一个比一个变态, 不管怎样, 反正咱们不惹他们, 让他们五大宗门自己打去吧, 本会都给门下交代清楚, 都小心点, 别给自己找不自在, 林韵山方向, 一位身着红衣的靓丽少女, 侧躺在不知从哪找来的太师椅上, 翘腿蹬着扶手, 一边磕着瓜子, 一边朝场中大声喊话, 林青竹, 你哥那跟他调情呢, 打那么轻, 当我们都吓啊, 林青竹脸色一沉, 每次一听到这个声音, 他心里就烦得不行, 手上下意识加大了力道, 都啥时候了, 还舍不得打呢, 林青竹, 旁边那俩都快打成猪头了, 你瞅你那矫情呀, 一点劲都不舍得使, 村里走不动都的老太太, 手劲都比你大, 你到底行不行啊, 不行换我来, 闭嘴, 林青竹一声怒吓, 手上又加重了力道, 一巴掌把方云打趴在地, 白木剑飞升回到祭坛上, 落在江涵身边, 问道, 这般力威可还如意, 第115章, 他怎么能变成这样, 白木剑的声音带了些得意, 自从和江涵待久了, 他的情绪好像越来越丰富了, 当然满意, 江涵点头, 心中却有些五味杂陈, 这是他第一次以旁观者视角, 经历这种事情, 在以前跪在地上被打的那个, 只会是他, 此时他心中莫名想起, 自己以前的惨状, 不过, 他现在并不反感这样力威, 毕竟, 这些人都是敌人, 阻碍紫霄剑宗发展的敌人, 就算打再狠, 他也不会心软, 一些最简单的道理, 他还是明白的, 如果他敢心软, 那么倒在地上的那个, 就会是他, 而且还会连带着, 丢了紫霄剑宗的脸面, 他绝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江道友, 丁若梦的声音传来, 与之前相比, 他声音中的不耐早已消失, 取而代之的, 则是警惕和慎重, 特别是对白木剑, 道友可满意了, 江涵身上雷光剑退, 收起飞剑点头道, 可以了, 这一波力威, 留在各个宗门眼中的印象, 绝对足够深刻, 毕竟, 以二人之力, 独自面对两个大宗门, 六十名杰丹大圆满, 真的很猖狂, 只可惜, 林天宗这次竟然这么能沉得住气, 从一开始到现在, 一直一言不发, 要不然, 他还能有机会亲自出手, 江涵看了眼林天宗方向, 墨秋双他们三个都站在一旁, 待他看去时, 墨秋双甚至对着他温柔一笑, 江涵目光一扫而过, 没有停顿丝毫, 苏灵溪和林玄则跟在队伍里面, 看来是有精密精的打算, 江涵目光一闪, 看了林玄一眼, 随后向着杜宇成点头示意, 转身朝着秘境入口走去, 等到二人全部进去, 场中的脆响才终于停下, 丁若梦看了一眼, 那两个被打成猪头的废物, 抬不朝祭坛走去, 慢着, 一声娇和传来, 那红衣少女一个闪身, 飞到祭坛上, 他傲然看着台下, 双手插腰, 仰头傲然道, 我林玄山是第二宗门, 这第二个进入的, 理应是林玄山, 丁若梦脚下一顿, 心中涌起一股怒火, 这一个个混账, 一而再再而三的挑衅, 真当他是尼捏的, 若惹极了我, 非得, 不对, 他怎么会这么容易生气, 他发觉不妙, 脸色微变, 连忙运功将那火器压了下去, 可以, 他说道, 声音又多了些警惕, 他已经很久没有过情绪波动了, 没想到这一次, 竟然遇到两个, 能让他出现情绪波动的人, 特别是这个林玄山的钟平平, 以前只是听说他的意境极为特殊, 可这次见面, 他才知道到底有多特殊, 能影响到他情绪波动的意境, 确实少见, 不错嘛, 这么快就发现了, 钟平平得意一笑, 招手让林玄山的人都过来, 快快快, 咱们快进去, 去晚了, 好东西, 可就被那两个变态强光了, 说完, 他率先冲进漩涡中, 各方人士陆续进场, 排在最后的是林天宗的队伍, 林玄站在队伍前方, 他能感觉到身后那一道道刺人的视线, 一个助击, 竟然站了一个能进入第二层的令牌, 还能站在队伍前方, 自然极易招惹仇恨, 特别是他这种, 别人本身就对他有意见的, 此时更是特别容易被人嫉妒, 他可以想象得到, 他们会怎么在心里编排他, 可这些都不重要, 他现在只想知道, 江涵到底怎么回事, 这才多久没见, 他竟然又变强了这么多, 难道他的气韵之力开始发力了, 而且, 江涵怎么敢挑衅其他宗门, 这可不是林渊秘境的时候, 那些助击在厉害, 手段终究有限, 可这些人, 那都是各自门派的结丹大圆满的天骄, 任何一个, 都是足以单挑数个童鸡的存在, 甚至领头那几人, 都是在结丹期就领悟了意境的强者, 就算遇到没有意境的普通原因期都可战而胜之, 江涵他, 真的是疯了, 林玄感觉自己越来越看不透江涵了, 如果还是没有机会就想其他办法, 不能总盯着江涵了, 惹怒了他, 恐怕他真的敢出手杀我, 林玄还记得上一次在海外, 江涵看向他的时候眼中带着的杀意, 那种恨不得杀了他的感觉, 他每次想起就会惊起一身冷汗, 而且当才江涵进去之前, 看向他的目光中依然有着一丝隐藏极深的杀意, 他看眼神中的贪婪少了些许, 心中生起了一抹警惕, 不仅我躲着他就是了, 有师姐送的法宝, 江涵也奈何不得我, 只要能撑上片刻, 大不了捏碎令牌传送出来, 有这么多个宗天骄在场, 他们可都是身具大气运者, 应该足够我吸一些了, 想到这里, 他低头跟在队伍中默默向前走去, 苏师妹, 你虽然只在外围, 但也要小心一些, 若是遇到危险, 就及时捏碎令牌, 可以直接传送出来, 好, 苏灵溪乖巧点头, 这一次, 他本不愿来, 可待不住几个师姐一直劝说, 他怕引起他们不满, 也只能来凑个热闹, 在外围转悠转悠也就是了, 不过也正因为这样, 他才能看到, 江师兄大发神威的样子, 江师兄现在, 真的好强, 竟然能力压这么多, 结单大圆满的各宗天骄, 简直不可思议, 苏灵溪暗自私存, 果然, 师兄选择离开才是最正确的, 离开灵天宗, 就直接一飞冲天了呢, 可笑师姐他们, 竟然还想让师兄回去, 真是可笑至极, 而另外一边那三人, 气氛就没这么好了, 大师姐, 夏浅浅的声音中, 满是难以置信, 江涵他怎么会变成这样, 他以前不是这样的, 夏浅浅急说道, 还有他旁边那个人, 那人绝对是在害他, 那家伙怎么能这样, 故意让江涵说出惩罚别人的话, 他这不是故意让江涵得罪人吗, 本来就是他惹出来的事情, 到最后, 他却让江涵替他背锅, 由此可见, 紫霄建宗果然没有一个好东西, 等江涵出来, 我一定要跟他说清楚, 让他以后离那个人远一点, 这种小人, 根本不能深交, 第116章, 也许, 他本就该如此, 你够了, 墨秋霜皱眉鹤鹤道, 脑子不好就少说话, 他明显是在帮江涵立威, 你怎么连这都看不出来, 夏浅浅脖子一缩, 他只是太担心江涵, 没往深处想罢了, 大师姐怎么总是因为这些小事生气, 师姐, 江涵现在好厉害, 竟然在这么多人面前, 还能保持冷静, 柳涵跃想起刚才江涵的强势, 面色有些复杂, 想当初, 他连和我们说话, 都不敢抬头直视, 有时候还结结巴巴的, 和现在相比, 简直是天壤之别, 墨秋霜眼神一暗, 谁说不是呢, 现在的江涵, 看起来非常自信, 说话时, 也不再小心翼翼, 而且还有了一套极为得体的法宝衣物, 以墨秋霜的眼光, 一眼就能看出, 那分明就是一套天阶法宝, 天阶法宝衣物不但防御力极高, 还有各种神奇功能, 但是价格极为昂贵, 而且有价无市, 整个林天宗也只有地位极高的几人才有, 可没想到, 江涵现在也有了, 以前的时候, 江涵每天都穿得破破烂烂的, 看着极为邋遢, 或者就是穿那种洗得发白的凡人衣物, 随便一碰就能破个口子, 别说是防御力了, 就连郁寒都是问题, 墨秋霜突然发现, 江涵穿上这一套昂贵的法宝衣物时, 看起来比以前顺眼多了, 而且, 他站在祭坛上的时候, 甚至隐隐散出一股威势, 那是对自己有着非常大的自信时, 才会出现的东西, 不过想想也对, 他以结单中期的身份, 都敢和这么多结单大员满强硬对抗, 就算实力不济, 但是这份气度, 那也不是一般人能有的, 其实, 自从江涵出现, 他就一直在看着他, 他直面台下修士时, 那可是有数万道, 或讥讽或嘲笑的目光, 一直在盯着他, 这要是一般人, 恐怕都不能正常说话, 可他却依然面不改色, 甚至还能极为冷静地和对手言语交锋, 他现在, 越来越像一个修士了, 也越来越像一个真正的清传弟子了, 天之骄子, 本就该如此, 墨秋霜此时心情很是复杂, 按理说, 江涵现在这么厉害, 他应该为江涵高兴才是, 可是, 他心里却有些苦涩, 甚至连带着他的鼻尖也有些酸酸的, 他叹息一声, 江涵变化好大, 他现在很勇敢, 再也不是那个胆小鬼了, 是啊, 也不知道他到底经历了什么, 怎么突然有了这么大的成长, 柳寒月的声音有些复杂, 也有些失落, 不过他语气忽然一转, 有些担忧地说道, 可就算这样, 他这次也太过高调了, 他们只有两个人, 竟敢丝毫不给其他宗门面子, 更是把阴阳宗和灵浮宫得罪得那么狠, 进入秘境之后, 几大宗门一定会联合起来, 一起对付他们, 那么多人围攻之下, 就算他们是元英妻, 也不一定能全身而退, 那可未变, 夏浅浅出声说道, 二世姐, 你之前不是和周师弟他们交代过, 遇到江涵要让着点吗? 只要我们不出手, 林福宫还都受了伤, 不足为惧, 只剩阴阳宗和林蕴山, 他们两个也不一定会被抓到, 听到这话, 柳寒月呼吸一致, 脸色忽然有些苍白, 寒月, 问道, 难道你没有和周明交代? 我? 柳寒月咬着嘴唇, 极为委屈地说道, 我本来是打算说的, 可我没想到, 小璇也在, 江涵之前不是打了小璇一顿吗? 我怕他听到我替江涵说话, 会觉得我们偏袒江涵, 所以我, 墨秋霜脸色大变, 所以你就没说? 柳寒月低着头不出声, 你真是, 墨秋霜真不知道说什么好, 二世妹哪都好, 就是太为林玄着想了, 这种小事, 就算林玄知道了, 以他那善良的性子, 也不会多说什么, 可就因为他没交代, 周明带着林天宗那么多人, 一起围攻江涵, 那让江涵怎么跑? 四个宗门加起来一百多个结丹大圆满, 一起围攻他们两个人, 江涵绝对会被提前淘汰, 若是江涵有个三长两短, 我饶不了你, 墨秋霜立声道, 紫红色的雷云, 不知何时变成了星红的血色, 血色映照在林天宗每一寸土地上, 此地好似变成了无边血域一般, 禁锢着林天宗内的无数罪人, 滚滚血云好似凭空出现, 在空中翻腾凝聚, 密密麻麻堆积在一起, 其范围何止万里, 简直一眼望不到尽头, 无数巨大的血煞神雷在节云中游走碰撞, 每当撞击之时便会发出一声巨大的轰鸣, 轰隆隆, 其声震天动地, 无数弟子被这炸响震得神魂动荡, 头疼欲裂, 那云层蠕洞间渐汇聚到一起, 位于节云中新处的禁地上空, 逐渐形成了一个由血云凝聚而成, 足有千米大小的血色巨眼, 在巨眼成形的那一刻, 巨大的威压从节云中轰然砸下, 哄, 无形的天地威压, 瞬间将林天宗淹没, 天地漠然一静, 狂风停滞, 花草树木静止不动, 所有走兽被禁锢在原地, 飞行忽然蹲在空中, 好似时空被暂停了一般, 连一丝动静也无, 血色巨眼内仿佛没有一丝情胆, 平静地宛如一滩死气沉沉的目的, 他平等地看待每一个生命, 不论是山水草木, 还是凡人修饰, 他好似凝视着林天宗的每一个人, 又好似是在看着那, 禁地风顶的金色石碑, 这是, 什么? 片刻的寂静之后, 林天宗内忽然腾起轩然大波, 这不是飞声雷结, 这是血煞雷结, 这是血煞雷结, 专灭邪修的血煞雷结, 怎么可能, 我林天宗身为正道宗门, 怎会引得血煞雷结青智? 莫非, 有些修在宗内潜伏, 又要借护宗大阵, 助他肚结? 不可能, 护宗大阵乃是上宗使者部下的大阵, 下界绝对无人可破, 若无身份令牌, 任谁也无法潜入进来, 整个林天宗内乱作一团, 无论是化神元英长老, 亦或者是结单助基弟子, 进阶恐慌至极, 更有心智不坚者, 早已在无比恐怖的天地威压下乱了心神, 道心破碎, 心境崩塌, 从此沦为废人, 至于炼气漆及凡人杂役, 则早已在天地威压出现的那一刻, 就以神魂动荡, 倒地昏迷去了。 第117章, 血煞雷结, 也不怪他们如此恐惧, 这血煞神雷, 乃是天道专门针对邪修的灭伐神雷, 和正道修士所度雷结不同, 这血煞雷结就是未灭而生, 根本不留一丝生机, 除非, 你拥有超过这个世界极限的强大力量, 能强行抗衡雷结, 不然, 必死无疑。 哄, 一股磅礴的气势轰然而来, 刹那间扫过灵天宗每一个角落, 为这片被禁锢的天地添了一丝变动, 也正是这一冲击, 将沉浸在无边恐惧中的众多弟子, 从绝望中强行拉了出来。 纪雨禅的身影凭空出现在禁地之外, 他抬头看着那血色巨眼, 似是有些疑惑。 宗主, 受到身影破空而来, 悬在纪雨禅身周, 他们面色焦急, 顾不得行礼, 慌忙问道。 宗主, 血煞雷结乎至, 必有邪修将士, 还望宗主下令严查, 将那邪修抓出, 就地斩杀。 宗主, 邪修之事非同小可, 若是放任不管, 并会连累宗门。 纪雨禅从空中收回目光, 只是他眼中却越发疑惑。 他低头看向那金色石碑, 轻声道, 不必惊慌, 我以神室查探方圆三万里, 并未发现邪修踪迹, 若有邪修, 在他出现的那一刻, 我就能将他斩杀。 此劫, 可能不是邪修所为。 此言一出, 众人顿时面面相去。 不是邪修, 那这血煞神雷从何而来? 诸位莫及, 既雨禅神色平静, 这雷结在他眼中, 好似并不可怕。 这雷结止灭邪物, 我等君为正道修士, 只要没做那伤天害理之事, 自是无惧这血煞神雷。 他声音虽然不大, 却迅速传入灵天宗每一个弟子耳中, 其内似运着某种神奇的力量, 让众人心神间的恐惧迅速退散。 若是真有邪修能躲过我的探查, 那这雷结也自会寻到其人。 诸位且看着, 看这雷结批向何方, 到时我等其力, 将那伤天害理的邪修就地斩杀。 此话一出, 所有人顿时安心不守。 宗主此言有理, 我等等着便是, 只要那邪修真在宗内, 任他插翅也难以逃脱。 可若不是邪修, 不是邪修, 也会是妖邪之物。 除此之外, 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引动血煞雷结。 若是邪物, 我等将其毁灭, 亦是功德一件。 说话间, 血云竟然还在聚集, 其内的红色越发鲜艳, 血雷越发壮大, 整个天空好似变成了无边血雷之玉, 看着格外害人。 哦! 一声龙吟呼气, 其声血清无比, 弥漫天地的天威顿时又增数倍。 哼! 无形的威压轰然砸下, 所有花草树木进阶碎裂, 山势崩碎, 房屋倒塌。 杰丹以下弟子全部口喷鲜血, 当场昏迷, 就连整个地面都被压低了三寸。 可众长老此时, 却顾不得其他, 他们抬头惊恐地望向天空, 就连纪雨禅的眼中也第一次出现了金色。 轰隆隆, 无数血煞神雷闪烁游走间, 竟汇聚成了一条, 长约万丈的血色雷龙。 那雷龙全身皆由神雷组成, 庞大的身躯游走在节云之中, 将那血云角的翻滚不休。 无数雷霆在龙身轰鸣乍响, 雷声威势滔天, 震撼天地。 这到底是何等邪恶, 竟能让雷杰汇聚成血煞神龙。 一长老呆志开口, 愿他是化神器的修为, 修行数千年间也从未见过这等骇人场景。 此等神龙, 怕是已经拥有了超越化神的实力, 但是远远看上一眼, 就能让人心神惊恐。 难不成, 既有化神大圆满的邪修潜藏至此, 要渡那飞升雷劫? 这股神威, 只怕就算是化神大圆满, 也要生死当场。 既雨禅面色微冷, 他也想知道, 到底是何等邪修, 竟敢在灵天宗渡飞升节。 若他渡不过血煞雷劫倒也罢了, 若是他渡劫成功, 他也定会开启护宗大阵, 将其斩杀当场。 正思索间, 那遨游天际的血煞神龙忽然仰天咆哮。 哦! 一声嘶吼后, 神龙忽然冲天起, 龙身盘旋而上, 带起无数轰鸣乍响, 直接冲入血云中, 消失不见。 可不过片刻, 一颗硕大的龙头忽然从节云中疯狂冲出, 庞大的龙身摇摆间, 朝着灵天宗轰然撞来。 该死! 这雷劫怎会这般狂暴? 他是想将我们全部劈死不成。 纪玉禅面色大变, 急呼一声。 所有长老, 带着宗内弟子, 退出宗门百里之外。 众长老反应极快, 虽然心惊这雷劫疯狂, 但脚下可不慢。 在纪玉禅花落的一瞬间, 众长老身形凭空消失, 再次出现时, 已是在宗内各处。 他们似是早有预演一般, 各自出现在一处位置, 挥手带起无数弟子, 各使神通, 速度极快地朝着宗门之外冲去。 各色流光滑波天际, 迅速冲出宗门山脉。 纪玉禅带着林天锋和藏宫阁众多弟子, 眨眼间已到了山门百里之外, 停在了城镇上空, 片刻后, 众多长老也纷纷带人赶到。 就算相隔如此远的距离, 那血煞神龙却依然无比清晰。 轰隆崩。 一声前所未有的巨大雷鸣轰隆响起, 那血煞神龙在所有人目光注视下, 急速撞入林天宗。 目标直指, 那静地风顶的金色石碑。 血煞神龙撞向金色石碑, 二者身形差距巨大, 可石碑却毅然不动, 毫无拘异。 一道波动自石碑之上升起, 其上符文瞬间膨胀数倍, 静止挡在血煞神龙身前。 哄! 血煞神龙直直撞在那符文之上, 双方只将车片刻, 神龙身躯便轰然破碎, 化作无数细小雷电, 眨眼间覆盖了整座境地。 而金色石碑在神雷攻击下, 却没有一丝晃动。 噼里啪啦! 神雷乍响不断, 围着禁闭山峰不断劈下, 将四周土石打得四分五裂。 可那金色石碑仍旧毅然不动, 在如此巨大, 足以毁灭化神大圆满邪修的神雷轰击下, 金色石碑竟然毫发无损。 金碑虽然无视, 可那雷结余波却是朝着四周横扫而去。 余波锁过之处, 花草树木更加破碎, 四周山峰轰隆乍响, 顿时坍塌大半。 这血煞神雷的目标, 怎么会是镇运金碑? 继玉蝉面色大变, 眼中引有惊恐。 虽然金碑无恙, 可天到为什么要对镇运金碑出手? 这不合理。 他为一皱眉, 紧接着, 脸色忽然一白。 林玄? 刚说出口, 他就神色一沉, 心底涌现一股惊恐, 身形瞬间消失, 再次出现时, 已在了宗祠之内。 此地位于静地山峰右侧, 也不知何物所见, 竟然能在那么巨大的雷劫余波下, 安然无恙。 他第一眼, 就看向那一排排金色的命魂之火, 在上方第三层, 紧挨着他的命魂之处, 一道蓬勃的命魂之火, 烧得震旺。 在这一刻, 他心神顿时一松, 终于放松下来。 没事就好, 可紧接着, 他就紧错眉头。 只是这天道, 又是何故发狂? 就在他念头刚落的一瞬间, 空中的劫云范围忽然急速扩张, 转眼间笼罩了方圆数十万里范围。 轰隆隆隆隆隆隆。 无数劫雷乍响不停, 天地威势骤然增了百倍不止, 整个天地都被血色笼罩, 犹如陷入了世界末日一般, 让人心头一阵颤抖。 这股从未有过的天威, 就连纪雨禅都感受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压力。 哦! 一声声龙吟在血云中骤然响起, 纪雨禅急忙离开宗祠, 出现在了远处的天空之中。 可就在他出现的那一刻, 他身体骤然一将, 瞳孔剧烈收缩, 一股难以形容的惊恐, 瞬间将他淹没。 他环顾四周劫云, 只见蔓延不知多远的血色劫云之中, 竟出现了无数万丈长短的血煞神龙。 那神龙不计其数, 目之所及, 竟是翻滚咆哮的神龙身躯。 第118章 大节 轰隆隆 血煞神龙咆哮间, 朝着灵天宗内飞速游去, 带到禁地上空之后, 血煞神龙斜着浩荡天威, 朝着金杯急速撞去。 二者刹那相撞, 神龙顺势化作血红煞雷崩散开来。 细密个煞雷坛飞到四周山峰之上, 发出劈啪炸响, 山峰顿时出现一个个冒着血光的巨大坑洞。 可这还没完, 天上的神龙不断游走。 第一条血龙崩碎之后, 紧接着就是第二条, 第三条。 这场面无比壮观, 无数条神龙, 斜着无尽天地威能, 犹如陨石坠落一般, 连绵不绝地砸向金杯。 神龙在撞上金杯的一瞬间, 就轰然炸开, 犹如一朵巨大的血色烟花一般, 看起来无比灿烂夺目。 神龙炸开之后, 凭空生出一道巨大的能量余波, 速度极快地向着四周扩散开来。 余波所过之处, 无论花草树木, 山势凌风, 顷刻间变化作无数飞灰消散不见。 雷霆连绵, 不断乍响, 其声震耳欲聋, 天地都仿佛在其声下发出颤抖。 天威浩荡, 碎石崩碎, 空间撕裂, 一道道黑色的空间裂缝凭空生出, 其内散出无尽寒气。 整座禁地山峰, 眨眼间化作飞灰消散, 可那金杯却毅然不动, 静静悬浮半空, 甚至连一丝损伤也无。 血煞神龙崩散之后, 极为不甘地化作无数雷电直冲血云, 片刻后, 又是一颗硕大的龙头, 从血云中直冲而下。 雷结余波横扫而出, 灵天宗内顿时山峰崩碎, 地火喷发, 其内灵力更是剧烈波动。 如此强大的威力, 把季宇禅看得眼皮直跳。 他忽然一声怒吓, 双手结映朝天一指, 开启护中大阵。 一道青色光照迅速出现, 将整个灵天宗笼罩在内, 一头千米大小的, 墨色神龟虚影自虚空而来, 带着一股厚重坚固之意, 站在光照上方, 冲着天空咆哮嘶吼。 可就算护中阵法极强, 但那血煞神龙实在太多, 威力又太过强劲, 更是有天威加持, 纪玉禅根本不敢用护中大阵硬抗。 他操控阵法, 迅速打开一道口子, 将阵运金杯裸露在外, 仅用护中大阵抵挡神类渔波。 可就算这样, 光照仍被渔波冲撞的不断阵战, 神龟虚影四处奔跑, 脚下波纹荡漾, 帮助护宗大阵抵挡天节渔波, 尽量减少宗内损伤。 从节云出现到现在, 并没有过去多少时间, 此时灵天宗众人脚下的城镇中, 才发出震震惊呼之声。 那是什么? 灵天宗怎么遭遇了如此奇怪的天节? 莫非是哪位大能在此杜劫飞升? 只是这雷劫怎么这般古怪, 虽是一片血色, 却能感受到一股浩荡正气。 别他妈在这看了, 你们没看到, 灵天宗的长老弟子都跑出来了吗? 此节绝对非同小可, 还是先跑路为妙。 对对对, 保密要紧。 城镇中顿时乱作一团, 无论是附属家族的修士, 还是散修和凡人, 均顾不得收拾东西, 匆忙朝着远处跑去。 好在场中散修不少, 他们大都带了些凡人飞顿, 要不然, 就凭这些凡人的角力, 恐怕大多都要惨死当场。 怎么回事? 到底发生什么? 血煞雷劫为何要怒劈禁地石碑? 那石碑究竟是何物? 难道, 这石碑就是那个邪物? 这才引得血煞雷劫至此。 众长老疑惑不已, 除了少数几人之外, 其余人根本不知道, 这石碑到底有何作用。 宗主, 一中年修士飞断而来, 停在姬雨禅身侧, 他正是林天宗另外一位化神大圆满的强者, 何松。 何松神色严肃, 传音问道, 镇运金碑乃是成天运之物, 怎会引发血煞雷劫? 宗主可知, 到底发生了何事? 既雨禅摇头, 不知, 这镇运金碑乃是皇府长老于上宗求取之物, 其具体信息, 我也不甚了解, 只知能助宗门镇压气运, 保万年无恙。 何松面容更加严肃, 如今定是哪里出了问题? 要不然, 天道又不是闲着没事干了, 怎么会平白无故来批镇运金碑? 二人谈论间, 血煞神龙仍在不断从天砸落, 神规虚影明显护之不及, 强大的渔波冲入宗门内, 将各个山峰撞得晃动不止, 各风不断有灵光闪烁, 那是各个洞府要地的防护阵法被激活, 可那些阵法又怎能挡得住天结渔波? 不过片刻功夫, 就有无数防污洞府轰然倒塌, 更有数座山脉整个碎裂露出了其内, 那绵延近千里的极品灵脉, 可就连极品灵脉在天结渔波之下也是脆弱不堪, 虽有护脉阵法护持, 可其上灵气不断剧烈波动, 甚至还有枝脉被震得碎裂开来, 灵脉质量急速下降。 哄, 一座灵峰震战片刻, 忽然自山顶爆出一道宽约千米的滔天火焰。 黑云将士火焰直冲天际, 不过一会儿功夫, 火焰就变成了无数岩浆从天而降, 砸在附近几座灵峰之上。 岩浆虽然被灵峰的防护阵法阻挡, 没有掉落进去, 可滚滚热浪还是将其内房屋树木点燃。 树座山峰同时燃起陶天火焰, 黑烟直冲天际, 其内未能及时带走的灵晴灵兽纷纷惨叫亡。 种种惨像看得纪雨禅咬牙切齿, 那可是灵天宗数万年的心血, 竟然在一息之间毁于一旦。 天道到底在发什么疯? 他自问灵天宗从未做过伤天害理之事, 天道凭什么这么针对灵天宗? 就算有些弟子可能有一点心术不正, 但那也不至于牵连到宗门。 谁做了错事, 你找他去啊? 干嘛要回我宗门? 莫名引发血沙雷洁, 并且造成如此之大的损失。 未来一段时间, 加入灵天宗的弟子一定会大大减少。 天才弟子减少, 资源还被紫霄建宗抢走了那么多, 往后数十年的发展一定会受到影响。 季雨禅心痛的挤欲滴血, 还有几百年, 他的任期就到了。 飞升上界之后, 他该怎么向上宗交代, 怎么向世尊交代。 想到这, 他心中更狠, 若不是实力不济, 他真想去将那劫云强行驱散。 血云当空, 天地一片赤色, 无数神雷从天而降, 方圆万里一片焦土, 宗门被毁。 何宗的声音有些犹豫, 难不成, 这便是皇府长老曾说过的, 我灵天宗那场事关宗门生死的, 生死大简。 第119章 功德气韵 听到这话, 寄予缠呼吸一簇, 眼中顿时亮起一道金光。 岂有可能, 他看着那从天而降的神龙, 神色越加兴奋, 兴奋地说道, 皇府长老曾言, 此劫虽是死劫, 但也是极大的机缘, 若是安然度过, 必能让宗门气韵增强数十倍。 甚至极有可能, 诞生出一个, 足以帮助本届天道, 晋级的绝世天骄。 到那时, 我们就是此方世界的功臣, 林天宗将受天道万事庇佑。 甚至, 极有希望吞并其他四大宗门, 与天道签订互道契约, 成为本届唯一圣帝。 季玉禅越说越觉得极有可能, 眼前的一切, 都和皇府长老占卜中提及到的, 宗门大捷相差不大。 可是, 何松却有些疑惑。 皇府长老曾言, 那死劫, 乃是无尽蔑视神雷灵世, 生灵涂炭, 浮尸百万里, 更有无尽魔渊从天而降, 使得本届山河崩溃, 道统断绝。 这血色神雷威力, 怕是不及那蔑视神雷万分之一, 如此程度也可当得死劫二子。 闻言, 季玉禅傻傲然一笑, 何长老莫非忘了, 这镇运金碑便是皇府长老花费极大代价, 于上宗求来的变数, 应是以此金碑, 帮我们挡掉了这场劫难。 这才使得死劫成了生劫, 如此一来, 这场劫难也算是过了。 他目光微闪, 看着那不断砸落的血煞神龙, 心中已没了惊恐。 如今看来, 宗门气运就可增强数十倍, 这些资源早晚能补充回来, 甚至有可能获得更多。 正在此时, 镇运金碑忽然爆发一道强烈的金光, 金光直冲天穷。 轰隆隆。 随着又一条血煞神龙轰然撞来, 那无数金色符纹终是被撕开了一道口子。 动。 一声巨响, 似乎想在灵天宗每个人的心头。 噗。 众多实力稍弱的弟子, 顿时神魂震荡, 口吐鲜血, 当场昏迷。 就连纪雨禅都觉得心头如遭雷击, 耳中轰鸣, 差点受伤。 除此之外, 快消失不见。 若不是他神识强大, 对自身掌控极强, 恐怕还会以为这是错觉。 可此刻事态紧急, 容不得他多想, 刚一清醒, 他就急忙大喝道。 快退。 众人相互搀扶, 慌忙向后方退去, 一直退到千里之外, 才堪堪停下。 可他们刚停下, 空中的劫云却忽然一阵翻滚, 阵阵轰隆声响中, 无数神龙冲天起, 钻入血云中, 眨眼间不见了踪影。 仿佛只是一眨眼的时间, 血云漠然消散一空, 整个天空一片明朗, 蓝天白云, 阳光正好。 若不是灵天宗山门内的那片狼藉, 能够证明刚才的一切都是真实发生的, 要不然, 还真会让人以为, 刚才的一切都是幻觉。 而且,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纪予禅总感觉, 天空好像更加明亮了几分。 死结, 过了。 他的声音中, 好似还有些不可思议, 像是在疑惑。 传闻中, 足以让宗门灭绝, 传承尽端的死结, 竟然真的这么简单。 看来是过了。 和宗的语气中, 多了些轻松, 如今劫难已过, 他终于可以安心闭关, 准备飞升了。 宗主, 后续重建宗门, 便劳烦宗主费心了。 我的飞升雷结将至, 需去早做准备。 飞升雷结? 既宇禅神色复杂, 他还要在此地枯守数百年, 如若不然, 他早就可以飞升灵界了。 要不是, 不是需要什么, 可随时之取。 多谢宗主。 和宗道谢后, 身形凭空消散, 想必已回了洞府, 准备渡劫法宝去了。 继玉禅驱散心底杂念, 清贺道, 今日有邪修, 竟敢在我灵天宗山门附近, 度那飞升雷结。 好在我及时出手, 开启护宗阵法, 将其斩杀于宗门禁地之中。 如今邪修已死, 天降功德契运于灵天宗, 我等需借此机会, 勤勉修炼, 方不负这一场造化。 他声音响彻在每个人的耳中, 众人闻言, 顿时沸腾。 竟然真有邪修赶来灵天宗找死。 有宗主在, 认他多厉害的邪修, 都要惨死当场。 宗主果真厉害, 不但不费吹灰之力, 便将邪修斩杀, 更是能令得天道降下天大功德契运, 无愧是当势强者, 受天道庇佑。 那是当然, 五大宗门接受天道庇佑, 我灵天宗更是其中的佼佼者, 这等天降功德契运的好事, 以后还多着呢。 可是这雷姐也太吓人了, 就连山门都被毁了大半。 这功德契运, 抵得上损失吗? 你小子, 格局能不能大一点, 资源哪里都有, 但功德契运可不是你想有就能有的。 其他宗门, 想求着天道降下功德契运都没办法, 宗主不过随手施围, 就能获得天道功德契运加身, 你还敢心有不满。 有宗主带领我们获取功德契运, 我们以后必定修为增长神速, 远远甩开其他四大宗门, 成为当时最强宗门。 众弟子极为兴奋, 虽然他们大多不知功德契运为何物, 但一听就是好宝贝。 对于宝贝, 谁也不会嫌多。 此时一个个神色激动, 恨不得立刻回去打坐修炼, 试试这功德契运到底能不能助他们突破境界。 契运缠心中亦是极为兴奋。 契运一说, 虽是虚无缥缈, 可却真实存在, 如今皇甫长老不在宗内, 其弟子也才刚刚驻击, 还无法守护宗门气运。 皇甫长老曾言, 只要度过死劫, 便可使气运增长数十倍, 宗内所有门人, 皆可获得巨大利益。 第120章, 仿佛心脏被掏空, 林天宗和其他四大宗门间的差距, 也会越来越大, 直至最终, 足以将他们远远甩开。 甚至还有传闻, 身怀大气运之人, 这种能力对他度那飞升雷劫, 作用极大, 甚至极有可能, 就是这丝毫之差, 便能助他成功度节。 只是不知那天到, 何时才会将气运赏赐下来, 又会以何种方式降下气运之力。 他突然想起, 刚才身上那一丝沉重的压力, 莫非便是气运凌声的缘故? 原来如此, 纪宇禅轻笑一声, 顿时觉得道心好似通透了一丝, 就连那渐渐压制不住的杂念, 也彻底沉浸了下去。 他心中一喜, 这屡杂念可困了他许久, 任他用尽了各种手段, 仍是毫无作用。 没想到机缘巧合之下, 今日竟有了将其练化的希望。 只要他不再反抗, 我只需百年时间, 便能将这屡杂念彻底练化。 加上天道气运庇护, 之后再度那心魔节, 应是无碍了。 他回过神来, 环顾四周, 脸上的笑意却是一收。 他看着宗内众弟子兴奋的模样, 极为失望地摇了摇头。 虽说宗内弟子一个个天赋都还不错, 但这心性实在太差。 不过只是一点好处罢了, 就能让他们乐成这样, 一个个喜怒服于表, 实在是难堪大用。 他心底叹息一声, 摇头轻贺一声, 速速回踪, 修复山门。 说完, 他的身影就消失不见, 再次出现时, 已在了禁地山峰之处。 原本的山峰, 此时早已消失不见, 此地只剩下那块镇蕴金碑悬在半空。 而在镇蕴金碑下方, 则是一个, 其内还残留阵阵强大的威压, 从深渊之中直冲天际。 怪不得邪修极难渡劫飞升, 这血煞雷劫果真好强的威力, 这等劫雷, 绝对有了超越化神的力量, 怕使我也难以抵挡。 继于蝉摇头, 看向镇蕴金碑, 此时, 金碑悬浮空中, 其上依然有金色符纹旋转守护。 只是有一个符纹破了一脚, 让那血煞神龙有机可乘, 趁机披在了金碑之上。 可就算如此, 金碑也毫发无损, 只是在其右上角多了一道的血痕罢了。 好在镇蕴金碑乃是天地灵雾, 其上还有上宗强者布下大阵法守护。 如若不然, 今日此劫, 恐怕还真不会这么简单就渡过。 只是不知, 这血煞雷劫到底是因何而生? 我林天宗的死劫又是因何而来? 继于蝉自语一生, 随后收起心思。 不管怎样, 如今死劫已过, 只等天到气运发力。 气运发力, 助宗门提升之时, 就是我林天宗, 力压四大宗门, 成为当事最强之时。 继于蝉覆手而立, 一百嫖妃, 自有一股无敌气势。 到时, 我以本届第一宗宗主之名, 飞升灵剑, 上宗必定大大嘉奖, 所获资源也将会是之前数倍。 还有那紫霄剑宗雷青川, 竟敢和我作对。 哼, 到时, 便将紫霄剑宗, 贬为三流宗门, 只要不断其道统, 那神霄剑宗就算知道了, 也不能如何。 进入秘境之后, 林玄一直没有和林天宗众人会合, 反而准备独自探索秘境。 毕竟, 他来此的目的, 是为了吸取天骄气运。 林天宗这些人, 他都是过了, 除了七师妹, 其他人的气运竟然全都有问题。 眼下, 只能去找其他宗门天骄试试运气, 若是还不成, 他就要想其他办法了。 想到这, 他忽然感叹一声, 还是江涵好啊。 江涵那气运不但质量好, 数量还多, 称他一声财神爷也毫不过分。 只可惜, 自己现在境界太低, 还真不敢再去找江涵。 说起来也真是, 那么好的一个人, 这才在紫霄剑宗待了多久啊, 竟然变化这么大。 不愧是全宗都是疯子的剑宗, 我看啊, 江涵早晚也会变成疯子。 哎, 安全起见, 结单之前, 还是不要去找他了。 林玄轻叹一声, 随便选了一个方向走去。 正在这时, 他脑中忽然一阵面板凸地开始闪烁, 就像是信号不良似的一阵忽明忽暗。 怎么回事啊? 林玄面色大变, 心中生起前所未有的惊恐。 这玩意虽然黑心又抠门, 但却是他在这个世界唯一的遗仗。 若是他出了问题, 他可怎么活啊? 喂喂, 出什么事了? 你清醒一点。 撑住, 大哥你要撑住, 千万别掉线, 你不能有事啊。 林玄急得都快哭出来了, 恨不能冲进去, 帮大哥稳住信号。 不过很快, 一道金光忽然站出, 面板顿时稳定下来, 紧接着又是一道血光凭空出现, 不过血光刚出, 就被一道五彩之光瞬间压下。 林玄愣愣地看着面板是好时坏, 一会闪烁, 一会稳定。 他的心情被这些光芒搞得忽上忽下的, 紧张得要死。 冷汗从额头丝丝滑落, 他就像是一个即将被行刑的死球一般, 一边恐惧即将被行刑, 一边期待着有人能来相救。 种种心情让他急于崩溃。 一道五彩之光忽然自虚空而来, 瞬间将血光强行驱退, 面板终于稳定了下来。 终于好了, 林玄常常松了口气, 玄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可还不带他高兴, 他余光下意识瞟了眼余额。 什么玩意? 我气韵值呢? 心脏仿佛被掏空, 一股股绝望从中生出, 痛得他无法呼吸。 七万一千三百八十二, 我的气韵值? 我攒了那么久, 存下来准备晋级结单用的气韵值, 怎么全没了? 他壮弱疯狂, 冲着面板愤怒咆哮。 这么久以来, 我一直省吃俭用, 连每日修炼加速都停了, 恨不得一份气韵值分成两半滑。 可现在, 什么都没有了, 他气得身体都在发抖, 牙齿咬得咯吱响, 怒吼道。 没了, 全没了, 混账东西, 你是不是想逼死我? 第一百二十一章, 运气太差, 若不是害怕引人注意, 他恨不得仰天咆哮, 要不是我打不到你, 我恨不得掐死你, 王八蛋, 我辛辛苦苦攒了那么久, 你一下子给我全用了, 一点都没给我留, 一点都没留。 他恨到极致, 抽出一把飞剑, 握着剑柄往地面砍去, 混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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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恨不得杀了你。 他边砍边骂, 不知过了多久, 直到地面都被他消去一层之后, 他才终于喘着粗气停下来, 就在这时, 一道奇特的声音忽然从他脑中响起, 林玄一愣, 竟然迅速冷静下来, 随后谨慎地看了看四周, 见四下无人, 连忙起身选了一个方向走去, 一边走, 他一边查看面板, 只见面板之上多了些五彩之色, 细看之下, 还真多了一个新的功能, 气韵吸取消失了, 多了一个气韵吞噬, 林玄眉头一皱, 怒气顿时又生了起来, 什么狗屁的升级款, 不还是要自己吸? 你确定? 他有些不太信任, 毕竟自己刚被这混蛋坑了一把, 不管了, 先找人试试, 要是没你说的那么好, 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我要是活不了, 你也别想好过, 大不了一起死, 林玄掏出一把下品灵石, 打上标记, 准备将灵石作为媒介对象, 毕竟这里散修很多, 要想试一下新技能, 当然是找散修最快了, 而用灵石吸引散修, 是最容易的事情, 做好准备之后, 他深吸一口气, 又缓缓吐出, 让自己慢慢冷静下来, 随后, 他随便选了一个方向, 快步朝前走去, 许是他这会儿运气不错, 没走太久, 就遇到了三名散修, 那群散修极为谨慎, 还没等林玄靠近, 就马上停下手中动作, 警惕地看着他, 道友有事? 领头修士疑惑问道, 三位道友, 林玄行礼, 温和开口, 他长得不差, 再配上他那一身 林天宗清传弟子的衣服, 还是颇有说服力的, 在下听闻, 此地的玄青草, 和外界颇有不同, 药效能高出三成, 所以想来此寻些玄青草, 准备炼丹所用, 只是一直没有寻到, 他顿了一下, 见对方没有拒绝的意思, 于是接着说道, 不知各位可有找到玄青草, 我愿出一百块夏品零食一珠的价钱, 买上一些, 一百块夏品零食一珠, 几人惊喜地对视一眼, 玄青草并不是什么特别难寻的林草, 在外面价钱大约二十块夏品零食一珠, 可这人, 竟然出价一百块夏品零食一珠, 足足翻了五倍的价格, 这些零食如果节省一些, 足够他们修炼两个月所用, 他们虽然没听说过, 这里的玄青草还有增加药效的功能, 可管他呢, 能赚零食就行, 而且, 他们这次可采了不少的玄青草, 如果全卖出去, 那就赚大了, 几人对视一眼, 随后领头的男子, 上前几步看向林草, 玄青草确实有一些, 不过他上下打亮了林草一眼, 你要多少? 三五珠就可以了, 林草笑容温和, 颇有大家子弟风范, 好, 采五珠, 领头男子有些失望, 但也没有多说, 反而掏出五珠玄青草, 看向林草, 五百块下品零食, 林草也不讲价, 马里的掏出早就准备好的, 五百块下品零食直接丢了过去, 爽快, 领头男子接过零食, 检查一番后, 脸上的警惕顿时散去, 继而爽朗一笑, 将玄青草也丢了过来, 甚至还多送了一珠, 这多的一珠, 就当我们交个朋友, 道友千万不要推辞, 若是道友还有其他想要的, 我们也可以帮道友找找, 多谢道友, 告辞, 林草根本没打算推辞, 神色冷淡的接过玄青草, 随手丢进储物界中, 告辞之后转身就走, 既然已拿了他的零食, 他们就跑不了了, 领头修士也不在意, 转身去和另外二人分零食去了, 态度差点怎么了, 这可是白转的零食, 再说了, 大宗门修士, 有几个态度好的, 有零食可拿, 就算让他把对方当爷爷供着都没问题, 林草很快走远, 片刻后他眼睛猛的瞪大, 我真是这样, 对方所有的欺韵值全部吞了, 一点都没留, 而且这才多久, 一眨眼的功夫就全吞了, 心底的愤怒转眼间烟消云散, 一丝兴奋悄然滋生, 不过很快, 他就一脸嫌弃的嘟囔道, 都筑机大圆满了, 欺韵值怎么才只有八千, 果然是个倒霉的, 怪不得能被我撞到, 林草心底不爽, 但也不敢再嫌弃, 蚊子再小也是肉, 现在将寒跑了, 他也只能一点点传气韵值升级了, 差不多就当你攻过向底了, 待我再去多吸一闲, 没问题了, 自然会原谅你, 林草心情好极了, 虽说损失了那么多气韵值, 让他极为痛心, 可多出的这项新功能, 足以将一切损失都给补充回来, 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以后, 他再也不用扣扣扣的每天吸一点点了, 从此刻起, 这秘境中的所有人都是他的猎物, 远处, 那三个散修刚分完零时, 张道友, 那个人的储物戒一看就不一般, 而且只有筑基大圆满的修为, 不如我们一起, 别乱来, 领头男子四处看了看, 低声说道, 你没看他穿着林天中青传弟子的衣服, 感动他, 你怕不是想死, 嘿嘿, 我只顾着看他的储物戒了, 没注意, 哎呦, 好痛, 什么东西扎了我一下, 旁边传了一声惊叫, 两人连忙转头看去, 只见另一个修士脚底正挂着半颗舌头, 舌口中的毒牙不知是什么材质, 竟能突破他的护体灵力, 深深刺入他的脚底, 那舌头卡在他脚上, 一动不动, 头颅早已风干, 分明已经死了许久, 卧槽, 你这什么运气, 竟然能踩在死蛇的毒牙上, 怕什么, 那蛇早就死了, 你把他拔下来不就行了, 那修士惊恐大喊, 不行, 我怕蛇, 我不敢, 真是, 你长得五大三粗的, 竟然会怕蛇, 领头修士轻蔑一笑, 上前抓住蛇头, 用力往外一把, 扑哧, 绿色的血液喷涌而出, 瞬间喷在他们三人身上, 把他们吓了一跳, 哎呦我去, 怎么这么多险, 领头修士用力擦了几下, 随后脸色一变, 怎么是绿血, 你中毒了, 几人面面相去, 慢慢看向他手中的蛇头, 这是什么蛇, 扑通, 那修士忽然一头栽倒, 口中喷出一股绿色血液, 吴道友, 你怎么, 领头修士面色大变, 刚要上前搀扶, 忽而感觉脑中一阵血运, 不好, 我们也中毒了, 快把毒素逼出来, 话没说完, 领头修士立马盘膝而坐, 掏出解毒单递给旁人一粒, 自己再吞下一粒, 然后运转零力, 全力驱毒, 另外一人有样学样, 立刻运功, 好在二人中毒不深, 不过斩查时间, 一丝绿色烟雾便从二人身上飘出, 二人终于放松下来, 领头修士脸色难看的摸了摸倒地那人, 随即惊喜道, 还有救, 你快为他解毒单, 我来替他驱毒, 第12章, 开始兴奋, 秘境中心, 藏黄山顶, 江涵手中拿着一块黑色令牌, 好奇地看了片刻, 他一进入秘境便使出雷顿之术, 深化雷霆, 不顾灵力消耗, 全速赶到此处, 终是在第一时间破开一道阵法, 仙道池入口的钥匙, 只需手持三块令牌齐聚山顶便可开启入口, 三人可凭令牌, 可进入仙道池悟道, 若能就此感悟出独属于自身的意境, 对于凝结原因将大有帮助, 若是有意境在身, 更是可以, 深层次地感悟自身意境, 眼下有了一块令牌在手, 江涵就有了充足的时间, 可以对其他宗门的人出手, 收起令牌, 江涵沿着林间小路, 迈步往山下走去, 如今一切就绪, 只需将其他宗门的人全部抢光驱逐, 他的任务就完成了, 此秘境灵气极为充足, 就算比之上品灵脉也不差多少, 上山时, 江涵几乎走几步就能遇到一株灵草, 他本不想踩, 可是忍不住, 还是挑着贵重的踩了一些, 一路而来, 不过半个时辰就采集了近百株灵草, 若是拿出去换成灵石, 足够一个结单期修饰, 修炼数十年所用, 也不知是他运气好, 还是此地灵气实在太过充裕, 让生长环境各异的灵草, 竟都长在了路旁, 让人一眼就能看到, 正想着, 江涵目光微变, 只觉一股寒气直冲天灵, 不好, 他心底紧照顿生, 脚下一顿身形瞬间消失, 就在这时, 花, 似有潮声随风起, 江涵原本要经过的位置, 呼得腾起一道金光, 金光速度极快, 犹如波浪一般急速涌动, 顶刻形成了一座金色牢笼, 将方圆二十障范围全部覆盖在内, 江涵的身影悄然出现在后方五十障外, 警惕地看着那金色牢笼, 虽然不知道那牢笼有何作用, 但总归不可能有好处, 若不是他足够果断, 在警照出现的同时就顺移躲开, 此刻他恐怕已经被困在陷阱内, 任人宰割了, 不错嘛, 反应倒是不慢, 钟平平的身影自树后出现, 含笑看向江涵, 林玉山的人, 江涵目光平静, 他早就知道四大宗门会出手围攻, 只是没想到对方竟然会在此地布下陷阱, 他盯着附近的树林扫尸一圈, 并未发现其余人影, 可就在这时他只觉身周一紧, 刷, 一道巨大的蓝色光照凭空而生, 其范围极大, 瞬间便将整片树林都笼罩在内, 可惜斗法经验还是缺了点, 钟平平话音刚落, 道道身影突然出现密密麻麻, 不下五十人, 一眼看去全是杰丹大圆满的修为, 他们气势磅礴, 看着姜涵的目光大都极为平静, 仿佛已将姜涵当作囊中之物, 巨大的压力扑面而来, 虽说之前在脑海中预演了许多遍, 可当真的将要与这么多强者战斗, 他心中还是有些忐忑, 毕竟没有真的打过, 他也不知道, 他与这些天骄之间到底有多大差距, 姜涵有些紧张, 心跳渐渐加快, 可他面上却毫无变化, 反而淡淡说道, 林运山, 林浮宫, 倒是看得起我, 你们两家竟然合力, 来对付我一人, 他知道自己神识是个弱项, 可没想到对方隐藏之法, 竟然这般巧妙, 一直到对方现身之前, 他都毫无察觉, 那是自然, 姜涵, 我们为了对付你, 可做了不少准备, 一道男生自后方响起, 林青竹的身影, 悄然出现在姜涵后方空中, 在下林青竹, 姜道友方才在外界, 可是让林浮宫丢尽了脸面, 这净空阵, 也是在下, 专门为了你那顺仪, 精心布置的, 顺仪, 姜涵眉心一皱, 立刻就要催动风雷薛一事, 可就在要动身的一刻, 心中突生一丝警觉, 他目光一闪, 连忙收回灵力, 进空阵, 针对顺仪, 姜涵心思微动, 顾名思义, 此阵定是能够禁锢空间, 若是贸然顺仪, 怕是会被阵法所伤, 可如此阵法, 对方竟然轻易说出名字, 难道是特意提醒, 姜涵不明白, 如果林清竹不说, 他顺仪时还真有可能上当, 可偏偏对方就这么随意地说了出来, 不过就算林清竹有意放水, 他也不会留守, 一共六十名杰单大圆满, 其中还有两名明显更强的天骄, 这一战胜负难料, 倒是有点脑子, 竟然没有上当, 林清竹有些遗憾, 他本想以话语引得姜涵施展顺仪, 到时他必会被禁空阵反噬, 身受重伤, 可惜, 没想到姜涵如此警觉, 竟然直接没有尝试, 可惜, 就算你再如何挣扎, 今日也无路可走, 正在此时, 林浮宫队伍中一道清光忽然绽放, 一名林浮宫羞羞地打出树道符印, 符印落在地面, 似是形成了一道阵法, 一道强大气息从阵法内传出, 随着一声嘶吼, 一头青色的巨虎虚影, 从阵法中心凭空生出, 这头虎魂乃是假阴镜实力, 方云跃众而出, 面色猙獰地盯着姜涵, 方才竟敢那般羞辱于我, 他脸上的红肿虽退, 但眼中却满是恨意与残忍, 你对我的羞辱, 我定要百倍报复于你, 滚一边去, 林青竹忽然喝道, 江涵交给我, 你们谁也不许插手, 方云脸色一变, 本想发怒, 可想了想双方的实力差距, 哼, 他冷哼一声, 不再说话, 林青竹不屑地瞥他一眼, 随后看向江涵道, 江涵, 你修为太低, 必然不是我等对手, 不如交出放下储物件, 速速捏碎令牌离去, 说话间, 他取出一把青色竹箫, 看着江涵轻笑道, 不然的话, 恐怕要请你吃点苦头了, 是吗? 江涵却不看他, 只是平静地从所有人脸上扫过, 甚至那满目猙獰的方云, 也被他无视, 他目光平静地看向, 那一直沉默的林蕴山之人, 以他看来, 林浮宫的服应阵法虽强, 可林蕴山却让他感觉更加危险, 江涵心跳得有些快, 前后左右均有敌人, 还是这么多, 结单大圆满, 他们气势滔天, 将他的退入完全封锁, 围京之际, 唯有一战, 他站在原地, 呼吸略有急促, 巨大的压力之下, 他隐隐觉得, 体内灵力运转速度, 好像越来越快, 心底深处, 更是升起一丝, 极为隐秘的兴奋。 第123章, 你有资格, 与我一战, 看来, 你是打算一战了, 见江涵不说话, 你放心, 我会让你体面退场的, 好歹, 也给紫霄剑宗留点面子。 话音一落, 他右手护地往下一压, 一道金光从天而降, 眨眼间化作一只金色巨鸟腾空而起。 金鸟仰天, 发出一声长鸣, 其身气势磅礴, 竟是杰丹大圆满的实力。 金色巨鸟扇动翅膀, 带起一阵狂风, 朝着江涵急速扑来, 其力找上寒光闪烁, 若是被其抓到, 怕是必定重伤。 他没看那金鸟一眼, 反而将雷霆之力传遍全身, 身化雷霆, 身形从原地瞬间消失。 呛! 一声剑鸣响彻云霄, 雷光自虚空一闪而过, 江涵手持长剑, 刹那出现在灵青竹下方。 好快的速度, 竟能和瞬移相当。 灵青竹面色大变, 他本以为, 进了江涵的瞬移, 区区结单中期, 还不是任他拿捏。 可他没想到, 就算没有瞬移, 江涵竟然也能这么快。 江涵持剑而上, 浑身紫光闪烁, 奔雷剑上的雷霆也愈发明亮。 他速度极快, 深周一切仿佛化作虚影, 急速退去。 当临近林青竹之时, 他才持剑上聊。 灵力的杀意疏忽而至, 林青竹面色一沉, 手中凭空出现一把竹箫, 于空中划过一道残影, 急速下屁而至。 剑光和竹箫相撞, 就连空气都顿了片刻。 大! 空中爆出一声金铁之音, 二者香蕉之处, 顿生一道球形波纹, 向着四周急速荡开。 恐怖的威能轰然炸开, 巨大的紫色雷霆凭空而现, 化作无数电蛇, 顺着竹箫攀岩而上, 眨眼便将林青竹完全淹没。 噼啪! 声声炸响震耳, 林青竹身躯一震, 一道金光狂暴涌出, 将那无数雷电顷刻逼退。 金光一闪, 下一刻便出现在百丈之外, 林青竹的身影从金光中显露而出, 骇然望向江寒, 好强的雷霆之力, 竟连我都能伤到。 刚才那一道雷霆竟能突破他的护身灵照, 一下子冲进了他的体内, 让他花费了些灵力, 才将那雷霆磨灭。 若不是他退得快, 恐怕单时那一剑就能让他受伤。 林青竹心中的傲慢散去大半, 他承认他确实小看了江寒, 对方如此实力当得天骄二子。 但很可惜, 他是天骄中的天骄, 不过杰丹大圆满的修为便已领悟了一道完整意境。 若是江寒没有意境在身, 他就算攻击再强, 也绝不是自己的对手。 林青竹心中生起一丝警惕, 但不多。 江寒一击无果, 护赶身后一道微压袭来, 扭头一看, 竟是那青色巨虎追击而来。 他不敢拖大, 身化雷霆, 瞬息冲至百丈开腕。 此时的他, 心跳已彻底平稳下来, 心中的最后一丝紧张也彻底消散, 心底越发冷静。 那巨虎速度极快, 江寒刚停下, 对方就以追击而来, 气势惊人, 好似要将江寒一口吞噬。 林青竹见状, 目光一闪, 却并未说话。 他虽恼怒芳云不听号令, 擅自出手, 但是, 这也是一个试探江寒底牌的机会。 若是借此发现江寒有意境加深, 那么, 他就要准备使出全力了。 这头巨虎也是个麻烦。 江寒手掐剑绝, 奔雷剑一颤脱手而出, 随着体内灵力极速消耗, 剑身在空中迅速膨胀, 转眼化作三十丈大小。 他心念一动, 一丝祭灭神雷便钻入剑身之中, 随后他伸手一指, 奔雷剑便朝着巨虎急速冲去。 林青竹见状, 面色一松, 摇头道。 区区杰丹中期, 虽然实力不弱, 但竟妄想应抗甲阴气的正魁, 实在太过自大。 这正魁, 可是能独自灭杀三名杰丹后期修饰的。 就在他叹息之时, 奔雷剑已冲至巨虎身前。 巨虎仰天发出一声嘶吼, 张开血腥大口, 朝着奔雷剑狠狠咬去。 哄! 一股极恐怖的雷霆之威, 在巨虎口中轰然炸开。 奔雷剑浑身紫芒闪耀, 带着一股无可匹敌的超强气势, 从巨虎身上瞬间穿过。 嗖! 雷霆之力灌空而始, 为这片天地赠为一抹紫色电芒。 巨虎顿在空中, 甚至还保持着血腥撕咬的凶狠神态。 可在林青竹定睛看去之时, 那假鹰漆的巨虎正魁, 近乎地化作无数黑色飞灰, 随风散去。 哄! 方云喷出一口鲜血, 气息瞬间萎靡。 场中一静, 众人皆惊。 这不可能。 林青竹眼中满是震惊之色, 似是不敢相信眼前所见。 那可是假鹰漆的巨虎正魁, 就算是他再不动用意境的情况下, 也不可能将其顺杀。 而江涵, 竟然只用了一剑, 就将巨虎斩杀当场。 这一剑, 绝对有接近原因期的实力。 而且, 还是在他仅用自身实力的情况下, 就已经有了这等强度。 若他能领悟意境, 又该有何等强大威力? 是否, 连自己也难以抵挡他的一击之力? 可这怎么可能? 他明明只是杰丹中气。 林青竹相信自己绝对没有看错, 江涵就是杰丹中气的修为。 可那威势滔天的一剑, 让林青竹明白, 江涵, 绝不是普通的杰丹中气。 江涵, 拥有足以和自己一战的实力。 此时, 不止林青竹这般认为, 甚至就连一只观战的钟平平, 眼中也闪过一丝震惊之色。 他原本以为, 紫霄剑宗此次来的两个人中, 另外一人才是最强的, 甚至他们需要一起上, 才有把握将对方拿下。 可他没想到, 这江涵, 竟也如此强悍。 以杰丹中气的实力, 这可是差了两个小境界, 甚至是即将跨越阶层的差距。 这种事情, 简直太让人难以置信。 更恐怖的是, 他刚才竟然没有从那一剑中, 感受到其他的存在。 也就是说, 江涵仅凭自身实力, 便让那一剑达到了这等恐怖的程度。 如此强大的实力, 如此惊人的天赋, 恐怕只有林韵山圣女。 那位, 据说得了道统真传, 仅用了三十年, 便以凝结原因的绝世天资之人, 才能有这等手段吧。 场中气氛顿时凝重许多, 江涵在众人心中地位, 接连上涨了好几个层次, 林青竹眼眸威眉, 既如此, 那我便全力以赴, 江涵, 我倒看看, 在我全力示威之下。 你, 能撑上几招? 第124章, 我承认, 之前是我小看你了。 一击得手, 江涵却并未有一丝喜悦, 此时的他, 心中极为警惕, 单是一个方云, 就能用符印, 换出一头假银漆的正魁, 是不是代表着有三十名假银器的正魁? 若是等他们全部召唤出来, 恐怕不是那么好打的。 想到这里, 他身形一动, 瞬息冲到林青竹身前, 手持长制三十丈的巨大雷剑, 从天直批而下。 这一剑, 他调动体内全部灵力, 出剑之时, 紫色雷霆凝聚成一条, 近三十丈长的巨大雷龙, 于剑身外盘旋嘶吼。 除此之外, 更是有一道剑意随心而起, 融入雷龙之中, 为那雷龙更添一分灵力。 雷龙随着他一批之力, 从雷剑之上瞬间冲出, 朝着林青竹急冲而去。 无边的威势从天而降, 其内似有神威, 更有一股滔天剑意, 急速斩来。 你竟然有剑意? 林青竹心神一慌, 脸色顿时大变。 之前那一剑之威, 已让他极为震惊, 可他没想到, 江涵竟然还有剑意未用, 甚至那剑光, 也化作了雷龙之行。 灵力化行, 这不是原音七才有的手段吗? 可江涵明明只是区区杰丹中妻。 林青竹能感觉到, 这一剑, 江涵用了权力, 丝毫没有留守之意。 难道, 江涵动了杀心? 可此刻, 剑光临身来不及让他多想, 若是不能挡下这一剑, 他必定身受重伤。 若是被江涵这个杰丹中妻正面击败, 他不敢想自己会被人嘲笑成什么样子。 他体内灵力全力一转, 手中竹箫顿时发出一阵乌叶的销声, 一股悲凉之意悄然而至, 化作一片枯黄的枫叶, 自竹箫内飘荡而出。 枫叶迎风变长, 瞬间化作石杖大小, 飘然挡在林青竹身前。 此时, 雷剑挟着雷龙从天而降, 轰然砸在枫叶之上。 哄! 一声雷鸣轰隆响起, 枫叶阻了雷龙一瞬, 将雷龙染上了一层枯黄之色。 可他也只能阻这一瞬, 下一刻, 一道灵力的剑一呼现, 瞬间将那枫叶斩成粉碎, 生生破开了其上蕴含的木丘意境。 雷龙去世不减, 斜着万军雷霆朝着林青竹轰然砸下。 咔嚓! 无穷雷电化作一片巨大电网, 将林青川完全淹没在内, 并且急速缩紧。 空中仿佛出现了一个巨大雷团, 在一阵乍响声中, 林青川的气息急速减弱。 紧接着, 一道灵力的剑芒忽然自雷团中一穿而过, 似是一道亮光一般, 将那雷团穿了个通透。 不可能。 场中响起骇然惊呼, 在场众人皆是各踪天骄, 眼界自视不必多说, 他们在那剑芒出现的瞬间就已知晓, 那是一道极强的剑意。 而且这等剑意, 绝非普通的剑修剑意, 根本不是结单期该存在的剑意。 要不然, 凭什么一个结单中期的剑意, 竟能一击破开, 林青竹领悟多年的木丘意境? 那可是仅差一丝, 便能彻底掌握的即将大成的意境。 可这等强度的意境, 竟然被那剑意瞬间击碎, 连一息都无法阻挡。 这等恐怖剑意, 必然是那种在无数剑意中, 也名列前茅的绝世剑意。 就连钟平平脸上也多了一丝警惕, 原本的笑意悄然散去, 反而极为认真地看向江涵, 跨两个小境界, 还能将林青竹压着打。 这等实力, 有资格做他的对手。 哼, 一声充满痛苦的闷哼, 自雷团中响起, 林青竹被雷电笼罩, 体内灵力和雷霆交错撞击, 双方互相磨灭, 若不是他提前准备灵力护照, 挡住了其他雷霆侵入, 恐怕现在会更惨。 他不明白, 江涵明明只是杰丹中期, 可为什么灵力却如此雄厚? 那雷龙所蕴含的灵力, 比他杰丹大圆满所拥有的灵力, 好像都要强上一丝。 更可怕的是, 那雷霆灵力实在太过精纯, 他使出两份半灵力, 才能将那雷霆磨灭一份。 这等精纯的雷霆之力, 确定不是原因期的手段。 此刻他好不容易将体内雷霆驱逐出去, 可以让他的灵力好驱进半。 体内灵力若是再得不到补充, 灵力护照怕是撑不了多久, 就会被雷霆攻破。 到那时, 无数雷霆便会将他瞬间淹没。 如此强大的雷霆之力, 他就算不死也会重伤。 更可怕的是, 刚才有一道剑芒透体而过, 虽为伤到要害, 可却有一道灵力的剑意侵入体内, 沿着他的经脉一路横冲直撞, 肆意破坏。 巨大的疼痛, 如潮水般汹涌而来, 让他忍不住痛哼出声。 可江涵却根本没打算就此罢手, 瞬息之间, 他体内灵力已完全恢复。 趁灵青竹此刻被困, 他手中剑光再起, 朝着那雷团急速斩去。 一条巨大雷龙咆哮而现, 带着无尽雷霆, 随着江涵手中剧剑斩落, 急速冲灵青竹所在的雷团。 灵青竹面色大变, 先前江涵那一剑已让他极为骇然, 可他猜测江涵定然是耗尽了体内灵力, 方才使出了这等强大的雷霆之力。 他本以为江涵早已无力再战, 等他从雷团中脱身之后定能一举将对方击败。 可他没想到江涵体内竟然还有如此浓郁的灵力, 甚至比这刚才那一剑所带的雷霆之力也丝毫不弱。 这等庞大的雷历, 真的是一个结单中期修士, 能拥有的。 他本就被先前雷霆磨灭了太多雷历, 此时若是在中此剑, 恐怕必定身受重伤, 甚至极有可能被斩杀于此。 生死存亡之际, 灵青竹顾不得再隐藏, 原本留作底牌, 准备对付劲敌的一片枯叶, 自他处物界中飘忽而显。 树叶枯黄散出一股萧瑟之意, 奇速极快, 眨眼间已到了灵青竹面前, 挡在了雷龙身前。 雷龙撞上枯叶的瞬间, 就仿佛撞到了一面不可突破的臂杖一般, 生生停在半空。 下一刻, 雷龙护得变成一片枯黄之色, 随后哗啦碎成无数叶片, 散了漫天碎叶。 雷龙虽破, 可巨剑还在, 将寒虽惊了一瞬, 但他手上速度并未降低, 急速斩在雷团之上。 咔! 一声脆响, 那树叶竟挡在灵青竹身前, 已深挡下了这一剑。 巨剑携带的强大威能与剑翼, 似乎被这树叶完全吸收, 二者相交之处, 竟然没有散出丝毫波动, 仿佛所有力量都被其完全散去。 那树叶虽然挡下这一剑, 其上却是多出了一道贯穿全身的裂痕, 更是掉下几片碎叶, 散在空中, 想来也是受损严重。 下一刻, 一道枯黄之光乎的亮起, 包裹住灵青竹, 迅速冲出雷团, 眨眼间出现在三百帐外。 江涵见此, 目光微沉, 这些大宗门的核心弟子, 果真是法宝众多。 那树叶更是古怪之极, 不但攻势极强, 防御和逃命本领, 也是一流。 江涵, 我承认, 是我小看你了。 灵青竹面色苍白无比, 声音中甚至带上了一丝恨你。 我本想和你公平一战, 但你尽量回我法宝, 更是对我显露杀意。 如此, 我也不必再与你客气。 话音落下, 道道灵力波动, 自下方冲天起, 灵符弓修士, 除了重伤的方云之外, 竟在同一刻, 换出了自身震魁。 江涵转头一看, 只见二十八只异兽, 自震法中踏步而出, 加上再次现身的那只, 威士更强的金色巨鸟, 刚好, 二十九只假鹰漆震魁。 第一百二十五章, 大不了, 我认输就是了。 震魁样貌各异, 狼虎暴雄不一而足, 它们唯一相同之处, 江涵, 我看你这次, 拿什么赢? 灵青竹恢复了刚开始时的自信, 手持竹箫, 傲然而立。 是吗? 江涵目中并无一丝波动, 眼前这一幕, 他早有预料, 不过是多费些手脚罢了。 自从刚才一击斩杀那个假鹰漆震魁之后, 他就已然发觉, 这些各宗添骄, 好像也没传说中的那么强。 而刚才, 两剑将灵青竹斩伤逼退之后, 他的眼中更是生出了极大的自信。 若是这等程度的攻击, 就能将对方中创, 那么, 他能赢。 假鹰漆的正魁虽强, 可说到底, 也不过是灵力所化, 对付这种东西, 不过是多费几道雷霆罢了。 恰好, 他最不缺的, 就是雷霆之力。 而且, 在对方最巅峰的状态, 将其彻底碾压, 这样立威, 岂不是效果更好? 林师兄, 莫要与他废话。 嗨嗨, 方云面色惨白如雪, 挣扎着说道, 快快将他斩杀, 为我报仇。 林青竹嘴角一抽, 这混蛋, 是不是忘了自己身份了? 若不是, 为了打压紫霄建宗, 谁踏马为了你, 去招惹这种变态? 哼, 江涵, 受死! 他大喝一声, 心念一动, 金色巨鸟顿时腾空而起, 朝着江涵急速冲去。 随着他的动作, 其余震愧, 纷纷踏空而行, 斜着五匹气势冲天起。 江涵面色不变, 体内雷光却在疯狂涌动, 丹田内的黑洞全速开启。 刹那间, 天地变色, 一个巨大的灵力漩涡, 顷刻间在他头顶成形。 无数化作白色的灵气被他吞进丹田, 随后化作无数紫色雷电冲天起。 天空呼的暗下, 无数雷云急速汇聚而来, 其内紫芒闪烁, 犹如雷劫一般, 散出一股浩荡天威。 天威自雷云中倾泻而下, 重重砸在冲来的一众震魁之上。 众震魁脚下一顿, 一股巨大的压力, 将他们压得身体一阵颤抖, 再也无法向前一步。 除了那只金色巨鸟, 可那巨鸟在飞起数十丈之后, 也还是被那股天威给压得动弹不得。 轰隆隆, 一声雷鸣乍响, 将众人心头震得一颤。 好似只过了一眨眼的时间, 天空竟已彻底黑了下来, 滚滚雷云将方圆百里完全笼罩, 此地瞬间伸手不见五指。 江涵身上突然爆出无尽雷光, 仿佛一轮紫色大日挂在空中, 随后大日化作五道雷电, 刹那披入雷云之中。 不过, 片刻时间又是一轮紫色大日, 化作雷电披入雷云。 雷云中顿时传来阵阵轰鸣, 其内似有雷霆在急速壮大。 这是……什么? 林青竹面容呆滞, 他原以为, 之前那一件已经是江涵的最强攻击。 至少, 他没有见过比这更强的杰丹七修饰, 若是再强一点, 怕是只有圆阴七强者才能比拟。 可此地, 但凡有圆阴七的气息存在, 均会被秘境规则, 强行驱逐出去。 但这样的话, 那江涵现在的攻击算是什么? 这还不算圆阴七吗? 你见过谁家杰丹七? 一个法术就能影响方圆百里范围的。 还有这股威势, 怎么那么像雷姐? 轰隆隆, 黑云后方闪出道道雷光, 雷光透云而出, 带起了阵阵闷雷声。 就在众人愣神的功夫, 云后的雷光越来越多, 越来越亮, 闷雷声越加狂放, 越加害人心神。 终于, 咔嚓, 一道闪电从雷云中披落, 照亮了下方众人惊恐的脸。 啊, 龙银呼起, 一条五十丈长的紫色雷龙, 忽然从雷云内探出头来。 雷龙身躯庞大, 盘旋不休, 其上雷霆闪烁, 将雷云脚的动荡不休。 紧接着, 是第二条, 第三条雷龙, 相继出现, 不过片刻功夫, 空中竟然出现了十条雷龙。 雷龙在空中游走嘶吼, 不时撞在一起, 发出阵阵轰隆雷鸣。 雷龙身上的无尽电光, 将脚下大地照的透亮, 震得众人心神惶恐, 那些震魁更是不断颤抖, 明明死寂的眼中, 竟出现了道道恐惧。 这是, 雷杰? 有人呢喃出声, 让大家更加恐惧。 听得此言, 雷青竹一愣, 紧接着面色大变, 焦急喊道, 江涵? 莫必要, 真没必要, 大家同为五大宗门之人, 理应互相扶持, 为了修真剑的繁荣, 同出一份力, 真没必要闹到这一步。 实际也只是正常切磋, 点到极止就好了, 你把雷云撤去, 大不了, 我认输就是了。 他觉得自己错了, 错得离谱, 他怎么就忘了这回事, 拥有雷云根之人, 而且传闻大多只有百丈大小的雷云, 就这也足以称的上是当时无敌的存在。 但江涵才只是区区结单中期啊, 他怎么把这玩意弄出来的? 他之前听说江涵乃是变异雷云根, 难道是有什么神奇之处? 以江涵现在结单中期的境界召唤出来的这雷云, 越看越像原音雷结, 特别是骑上那股天威, 更是让他心惊胆战。 这没法打, 真没法打, 没必要。 江涵低头看他, 目中有雷亭游走, 看起来威势十足。 不, 我觉得很有必要。 庞大的吞噬之力在他头顶上空,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雷云漩涡, 漩涡之中竟是雷亭游走轰鸣, 这漩涡便是雷云之眼, 而江涵便是这雷云的掌控者。 江涵, 你别冲动。 林青竹被这股威势所惊, 心底生起一阵恐慌, 这绝对是雷结, 绝对没错, 只有雷结才有这等威势。 说起来, 咱们五大宗们也算是一家人, 真算起来, 我还是你师兄呢? 他急得额头冒汗, 以他现在的身体, 就算这雷结没有真正的雷结那么强, 但就这股威势, 他怕是的消耗掉底牌才能抵挡了。 你不就是想要核心令牌吗? 我让给你就是了, 你先把法术收一收, 咱们有话好说。 江涵文言, 目光渐了。 师兄, 你还不配? 话落, 他不带对方带说, 伸手往下一指, 口中倾土。 去! 阵阵龙鸿轰隆而起, 十条雷龙同时冲出, 朝着下方被压在空中, 动弹不得的二十九头震魁, 蛮横撞去。 震魁被天威所射, 立在原地一动不动, 眼看雷龙冲击而下, 下方众多灵符弓, 修饰纷纷面色大变, 不惜损伤精血, 强行驱动震魁直奔雷龙冲去, 欲要将其挡在空中, 以免伤到自身。 嘶吼震天, 双方请客间撞在一起, 雷龙瞬间被震魁包围, 彼此惨烈厮杀。 双方军是灵力所化, 一时间空中灵力翻腾, 震荡不休, 各色光芒不断闪烁, 震震气浪将下方的树林冲的残破不堪。 吓我一跳, 我还以为真是雷姐, 原来也就这样。 灵清竹看着和震魁禅斗在一起的雷龙, 顿时松了口气, 仰天朝着江涵喊道, 江涵, 刚才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了, 可既然你不识好歹,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哼, 江涵清笑, 看着和震魁纠缠在一起的众多雷龙, 嘴唇开合, 轻吐一字。 爆! 第126章, 卧槽, 你还来? 随着他的话音落下, 一股恐怖的气息自空中生腾而起, 十条雷龙忽然一顿, 紧接着一股刺目的雷光, 自他们身上爆发开来。 哼, 一团巨大的雷霆在空中炸开, 十条五十丈长的雷龙同时自爆, 那等威力绝对不弱于一名原因初期, 强者自爆。 那29头假英七震魁, 连一丝反抗之力都没有, 犹如雪花遇到烈阳一般, 顷刻间融化一空。 破! 灵浮宫众人齐齐吐血, 齐齐顿时萎靡下去, 震魁被灭对他们的反噬也极其严重。 那雷光刺的人眼睛生疼, 片刻后巨大的雷鸣才轰然而来, 震的人耳中一阵嗡鸣, 甚至将脚下地面都震得颤抖不已。 众人眼睁睁地看着震魁被灭, 全都有些失神。 他们不明白, 雷杰还能自爆的。 这到底是什么法术? 这到底是不是雷杰? 灵清竹感觉心神一阵惶恐, 他不明白, 区区一个杰单中期, 怎么可能这么强? 一击竟能打出堪比原音七强者的伤害, 更是瞬间灭杀那么多假音七震魁。 这还是杰单? 这绝对是原音吧? 这不合理, 这种事情非常不合理。 雷光聚成一团光球, 成球形向着四周冲击而去, 可那雷还没彻底绽放, 虚空却呼起一阵波动, 雷团在一道波纹震荡间自空中突然消失。 怎么不见了? 江涵眉头一皱, 雷暴威力还未完全释放, 竟然在他眼皮子底下突然消失, 这一幕格外诡异。 莫非是气息达到原音七被传送出去了? 哈哈! 灵清竹一愣之下, 忽然放声大笑。 江涵, 没想到吧? 你这攻击太强, 被秘境规则传送出去了。 他擦了擦嘴角鲜血, 心中却再无具意, 雷杰又如何? 只要劈不下来, 他才不怕。 那又如何? 江涵身上再次爆出无尽雷光, 又是舞蹈雷霆直冲雷云。 诸位, 我等一同出手, 将江涵擒获。 林清竹看向程平平, 意思很明显, 大家一起上, 凭什么我们在这打? 你们却在一旁看戏。 程平平躲在一旁刻着瓜子, 文言一翻白眼, 毫不客气地对刀。 呦, 不是某人说, 要自己把面子打回来吗? 现在这是咋的了? 想求援啊。 林清竹一致, 他倒是想自己报仇, 可这不是暂时打不过吗? 程平平, 现在不是耍脾气的时候, 若是我们被淘汰, 你以为, 你们就是江涵的对手? 那就不劳你操心了。 程平平悠哉悠哉。 放心去吧, 我会帮你报仇的。 林清竹气得咬牙, 这个程平平, 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 怕不是想趁机将他淘汰, 好减少一个竞争对手。 可是, 他有没有想过, 就江涵现在这种实力, 若是不把江涵淘汰, 还有谁能和他一争? 哼, 目光短浅, 林云山是靠不住了, 接下来, 只能靠自己了。 他神色骤然平静, 轻贺道, 诸位师弟, 速节神甲震, 江涵这等手段, 必然要耗费极大灵气。 以他区区节单中气的修为, 那雷龙必然无法再用, 只需等他灵力耗尽, 便是我等反击之时。 话音一落, 他迅速飞到地面, 随着众弟子一同结印。 一道金光闪闪的灵力护照, 凭空升起, 其上引有神龟虚影游走, 阵阵灵力击荡而出。 就在此时, 又是十条雷龙自雷云中冲出, 随着江涵伸手一指, 雷龙咆哮轰鸣, 扭动身躯, 朝着金色护盾轰然撞去。 你妈! 搞什么? 怎么还有? 林青竹怪叫一声, 随后怒喝道, 既然你如此无情, 那我也不再留守了。 他寄出那片枯叶, 满脸心疼地咬破舌尖, 吐出一口鲜血, 喷了上去。 枯叶顿时化作百丈大小, 其上掉下无数碎叶, 飘然撞向那俯冲而下的巨大雷龙。 林青竹心疼得几乎低血, 这可是他压箱底的手段, 若不是为了进入仙道池, 让意境圆满, 他绝对不会自损法宝和江涵硬拼。 江涵, 我承认我之前小看你了, 你已区区结单中期修为, 竟然能和我斗到这种程度, 你也足以造了。 不过很可惜, 这次你只能在我这里止步。 话落他再次喷出一口精血, 枯叶顿时放出一股黄色光芒, 朝着雷龙迅速照去。 黄光锁过之处, 雷龙漠然停在半空, 紧接着龙躯竟然化作枯黄之色, 随后咔嚓碎成漫天碎叶。 黄光钻回灵青竹体内。 江涵瞳孔一缩, 这枯叶到底是什么级别的法宝, 竟然如此强势。 那些雷龙可全是雷霆之力所化, 内部狂躁无比, 可那枯叶竟能将雷霆之力化作碎叶, 这等手段闻所未闻。 不过, 看对方那虚弱的模样, 这种攻击怕是也用不了几次。 江涵! 灵青竹面色惨白如指, 身体颤抖却仍是傲然说道, 如今你雷龙一会, 还不速速投降? 看在两宗交好的份上, 我可以做主, 你只需将储物界交出, 就可自行离去, 旁人绝不会为难于你。 他目光逐渐凌厉,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你若是再执迷不悟, 我也不必顾及双方脸面, 处处对你留守了。 江涵没有理他, 无数雷霆再次涌动, 深化雷日, 万丈光芒照耀四方, 雷霆之力咔嚓披入雷云之中。 见江涵不说话, 林青竹顿时感觉自己被羞辱, 区区一个结单中期, 怎么敢无视自己。 连续用了这么多次雷龙, 想必体内灵力早已枯竭, 没了雷电之力, 他哪来的胆子敢和自己作对? 混账! 我好心劝你, 你竟然如此不知好歹, 还敢这般猖狂? 他面露怒容, 贺道, 既然如此, 我倒要看看, 你还有什么手段? 如今, 你已是强弩之末, 就算你强行驱动雷龙, 也绝不是我的对手。 江寒目光平静, 淡然道, 是吗? 他抬手一指下方, 雷云翻滚间, 又是十条雷龙轰然冲出。 去! 林青竹脸上的愤怒顿时将注, 瞳孔皱缩, 眼中倒映出几颗巨大的龙头, 有些失神的呢喃道, 卧槽, 怎么还有? 轰隆隆, 巨大的轰鸣响彻天地, 雷光刚一出现, 就被虚空传送出去, 随着雷光消散露出了里面, 那躺了一地, 被劈到焦黑的灵符宫修饰。 街外, 祭坛周围满是大大小小的坑洞, 四周一片焦土, 有些位置, 甚至还在冒着青烟。 众多修饰早已退出山谷之外, 他们身上大多带着一丝焦黑之色, 在四周山头盘膝打坐。 正在此时, 一道刺目的雷光漠然出现在祭坛上空, 强大的气势在祭坛上空轰然炸开。 轰隆隆, 细密的雷电咔嚓劈下, 将祭坛四周批出无数大小坑洞, 阵阵青烟随之冒起。 卧槽, 怎么还来? 这等威力, 难道是谁家小辈带着自家质宝出来玩了? 众修氏一阵闹哄哄, 纷纷暗骂五大宗门财大气粗, 竟然连这等质宝都敢赐给小辈, 也不怕被人抢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 啊, 江海你这个混蛋。 一声惨叫响起, 林青柱的身影凭空出现在山谷之中, 极为狼狈地砸在地面。 紧接着, 数十道身影刷刷落下, 重重砸在地面, 发出一声声惨叫。 刷! 两道身影凭空出现在林青柱上空, 墨丘双侧头看了一眼杜宇成, 刚想嘲讽几句, 却想起自己现在有要是在身, 不宜多声波折, 于是暗哼一声, 对着林青柱焦急问道。 江海怎么了? 他是不是又惹到你们了? 第127章 全没了 林青柱此时脑袋都是猛的, 最后那一下真的太痛了。 一直到现在, 他还能感觉到全身一阵酥麻疼痛, 甚至还能闻到一股焦虎味, 体内还有上百道雷霆之力在经脉里横冲直撞。 他原以为能凭借金甲镇挡住雷龙自爆, 只要抵挡一会儿, 等秘境规则把雷龙自爆之力传送出去, 他们就赢了。 可谁能想到, 金甲镇竟然只抵挡了一瞬, 就被无尽雷霆轰然击破。 当时, 万道雷霆从天而降, 目之所及皆是电蛇。 若不是他耗费清单本源, 强行驱动秋魂叶挡了那么一瞬, 终于撑到了雷团被传送出去。 恐怕他们所有人都得被那股力量当场炸死。 可就算这样, 他们也被雷团波及了一瞬, 全部身受重伤, 再无反抗之力。 想起秋魂叶, 零清竹又是一阵心痛, 那可是零家传家之宝, 是他花费极大代价, 向族内借来感悟意尽所用。 可如今, 竟然被江涵纳斯抢走了。 不只是秋魂叶, 他的储物界, 他的所有法宝, 包括藏起来的本命法宝, 天阶三品法宝定魂销, 也被江涵抢走了。 那可是他花了极大代价才寻到的, 极其适合他意境的法宝, 有磁宝在手, 足以让他实力再增四成。 可现在, 什么都没了, 心中的痛, 让他机遇发疯。 除了他之外, 还有其他师弟师妹们, 一个都没落下, 所有东西, 零食, 法宝, 储物法宝, 一个不留。 甚至但凡带点灵力的手势, 也都被那强盗给抢走了。 此时听到江涵二字, 他顿时怒急攻心, 一口黑血喷出, 差点当场晕倒。 江涵, 你别给我机会, 不然, 我定要将你碎尸万段。 哄, 一股极强的气势轰然砸下, 将林青竹直接拍进地底。 你说什么? 杜玉成飘然落下, 冷冷看向躺在坑底的林青竹, 冰冷的沙翼照在林青竹头顶, 他的衣衫瞬间被冷汗打湿。 火灯石散去, 完了完了, 这疯女人竟然还在, 惹不起惹不起。 他脸上连忙堆起笑容, 好好事地说道, 误会, 误会啊, 杜师姐有所不知, 我和江师弟一见如故, 相见恨晚, 未表真心, 把身上所有法宝零食都送给了江师弟。 这不, 怕江师弟不够用, 我就想着, 出来多找些法宝, 给江师弟送去, 以此和江师弟多亲近亲紧。 说到这里, 他趁着杜玉成将气势收起, 顶着那让他头皮发麻的杀气, 连忙从地底爬出来, 瞪向倒地昏迷的方云, 语气一变, 恨声道, 可方云这混蛋, 竟敢记恨江师弟, 甚至阻止我为江师弟寻找法宝, 若不是我身受重伤, 定要将这丝碎尸万段。 他说的情真意切, 恨意滔天, 恨不得当场把方云揍一顿出气, 这次吃了这么大亏, 总得有人背黑锅, 方云这个混蛋, 若不是他惹怒江涵, 又哪里会出这么多事? 杜宇成四世认可了他的话, 看了方云一眼, 却没有其他动作, 他只是划手, 不是傻。 这一听, 就是江涵把他们抢完, 又给丢出来了, 最重要的是, 江涵没吃亏, 这就很好。 他收起杀意站在一旁, 也不离开, 好似在等着什么。 林青竹重重松了口气, 只要能哄这位姑奶奶高兴, 他怎么认怂都可以的。 紫霄见宗的这群疯子, 若真惹怒了他们, 他们可不会讲什么规矩, 他们只求一个剑心通透, 动不动就想杀手。 听说, 以前许多天骄, 都是这么被那些剑修送去投胎的, 不过也正因如此, 那段时间, 紫霄见宗可赔了不少资源出来, 若不是怕他们集体发疯, 恐怕四大宗门早就合力, 把紫霄见宗的资源榨干了。 江涵怎么样? 他没事吧? 墨丘霜焦急道, 他不像杜宇成那么好骗, 这种话, 他一听就能明白, 是江涵把林青竹给抢了。 就算真的胜了林青竹, 恐怕也是惨剩。 唉, 他这次真是阴小时大, 林青竹身上能有多少好东西? 他为了一点小小的利益, 恐怕真的要把林浮宫惹毛了。 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既然有这个实力, 好好躲起来不好吗? 干嘛非要惹事? 这下好了, 这般高调形势, 其他人一定会联合起来, 就算其他事都不做, 也要先把他淘汰掉。 他知道江涵很强, 可就算再强, 他们也只有两人, 而其他宗门这些天骄, 足足一百多节丹大圆满。 而且他们可都是, 斗法经验极其丰富的强者, 可不是下浅浅那种, 只参加过宗门大比的花朵能比的。 和他们硬拼, 没好处的, 搞不好还会受伤? 江涵他, 应该没事。 林青竹感觉很不爽, 明明自己才是吃亏的那个人, 可为什么, 他们都在关心江涵那个强盗? 同时, 他也有些疑惑, 江涵不是紫霄建宗的清传弟子吗? 怎么这位林天宗的清传大师姐, 也这么关心江涵? 难道他们关系很好? 想到这里, 他不由谨慎了一些, 已将尸弟的实力, 应是无恙。 不过我出来之前, 看到林云山的钟平平也在那里。 钟平平? 墨秋双心里一沉, 钟平平可是个很角色, 他那一首七情, 意境极为诡异。 虽说他现在只领悟了怒之意境, 但也不是一般人能应付的。 稍有不慎, 就会被引动内心深处的怒意, 并将其无限放大, 轻则怒火冲头, 失去理智, 变成只会发疯的野兽。 重则道心崩碎, 体内凌厉暴动, 暴体而亡。 和他斗法, 非心境圆满, 有大毅力之人不可胜, 若是心境稍弱之人, 必会被他玩弄致死。 这可怎么办? 江涵一直心性有缺, 若是遇到钟平平, 恐怕要吃大亏。 墨秋双一脸焦急, 他真的不想再看到江涵受伤。 吃亏? 那可未变。 林青竹想起钟平平当时悠哉悠哉的模样, 顿时气不打一出来。 钟平平想要影响到江涵, 那也得有这个本事才行。 以江涵现在的实力, 钟平平未必是他的对手。 墨秋双文言一愣, 为什么这么说? 江涵应该不是钟平平的对手吧? 他又没有领悟意境, 拿什么和钟平平打? 这下轮到林青竹吃惊了, 他还以为墨秋双和江涵关系很好, 可为什么他竟然对江涵的实力丝毫不知情? 江涵那等实力怎么可能没有意境? 他不解地看着墨秋双, 又看了看站在一旁默不作声的杜宇成, 见他们好像没有其他意思, 于是继续说道, 不说别的, 但是他那一道建议, 就不是一般人能抗衡的。 更别说那堪比雷杰的, 无尽雷霆之力, 他若全力以赴, 就连我, 也只能惜败一招。 建议? 雷杰? 墨秋双脸色一变, 急忙问道, 怎么回事? 你详细说说。 第128章 万年难遇的绝世天才 一说这个, 灵清竹可就来劲了, 想起当时漫天雷电闪烁, 那长达50丈的巨大雷龙, 他就恨得一阵咬牙。 墨师姐, 你是不知道啊, 江涵他就是个变态。 说着, 他偷偷瞥了杜宇成一眼, 见他没有生气, 于是便将当时的情况详细说了一遍。 他当时, 一道剑光从天而降, 差点把我砍死。 好家伙, 那么大的雷龙, 足足有近百条, 还带着一股天威从天而降, 不知道的, 还以为再度雷剑, 若不是我够强, 恐怕当场就要尹鹤尔王。 等他说完, 墨丘霜已经被惊得瞪大了眼睛。 这说的是江涵, 这是他认识的那个江涵。 怎么可能, 江涵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强了? 前些天, 在海外遇到他的时候, 他还只会用拳脚打架, 连飞剑都用不好。 可这才多久, 才几天啊, 怎么突然连剑意都有了? 墨丘霜第一反应就是不幸, 他不相信短短几天不见, 江涵就能强到这种地步。 建议这种东西, 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领悟的, 必须要有大机缘, 大悟性, 才有一丝机会领悟建议。 还有那雷杰, 他才杰丹中期, 怎么可能引动雷杰? 这林青竹, 不会是被打赏了吧? 不可能, 江涵不可能这么厉害。 柳涵月不知何时跟了过来, 文言连忙摇头否定, 你是不是看错了? 江涵才杰丹多久? 我之前看他, 好像才杰丹中期的修为。 你可是杰丹大圆满中的强者, 就算遇到普通的元英七修士, 都能全身而退, 竟然连他都打不过。 林青竹一听, 连忙反对。 怎么可能看错? 我可是和他打了足足将近半日, 看得清清楚楚, 绝对是江涵没错。 他声音极其肯定, 开玩笑, 被谁打了他能不知道吗? 更何况, 江涵抢了他那么多宝贝, 就算烧成灰, 他也能把他强盗认出来。 同时, 他也有些疑惑, 怎么林天宗的柳师姐也认识江涵? 江涵区区杰丹中期, 怎么和这一群背景极强的元英七强者, 关系这么好的? 你确定没撒谎? 真的是江涵? 墨丘双问道, 当然, 这有什么好撒谎的? 伤我那人, 就是紫霄建宗清传弟子江涵, 我绝对没有认错。 此话一出, 二人顿时胸口一致, 内心五味杂陈。 特别是柳涵月, 他印象中的江涵, 还是之前刚杰丹的江涵, 虽说修炼速度很快吧, 但实力却不一定有多强。 此刻听到这话, 顿时感觉极为荒唐, 心底涌起一股很奇怪的感觉, 让他感觉非常不舒服。 江涵他, 真的这么厉害? 当然厉害了。 林清竹说得极为卖力, 若是不把江涵说得厉害一点, 又怎么能掩饰他的失败? 毕竟, 败给强者和败给弱者, 那区别可太大了。 不信你问他, 林清竹随手拉了一个师弟过来, 说道, 张师弟你说, 是不是江涵把我们干掉的? 我刚才说的, 有没有错? 张师弟身上破破烂烂的, 衣物被雷劈的一片焦黑, 脸上也黑的跟掉了霉坑似的, 看得墨修双二人一阵皱眉, 张师弟却没看到二人眼中的嫌弃, 一提起江涵, 他就特别激动。 对, 林师兄说得没错, 就是江涵那个, 江师兄把我们淘汰掉的, 不仅我们看到了, 大家都看到了, 那就是江涵, 毕竟我们本来就是冲着。 嗨嗨, 他干咳一声, 指着后面那一群焦黑的人影说道, 二位师姐若是不幸, 可一一询问, 大家可是亲眼所见, 绝对不敢乱说的。 柳寒月抬眼一看, 顿时一惊, 他之前只顾着打听江涵的消息, 还真没注意, 这里竟然有这么多人。 但话说回来, 这大晚上的, 他们一个个黑不溜秋的, 躺地上跟个啥似的, 谁看得出来, 这有个人啊? 你们这是? 他疑惑问道, 林青竹挺胸说道, 我们都是被江师弟打出来的。 柳寒月文言顿时一惊, 江涵把你们这么多人都给丢出来了。 对, 林青竹重重点头, 我们林副宫三十个人, 全被江师弟淘汰了。 江师弟不愧是紫霄建宗雷宗主的清传弟子, 我真是天赋异禀, 虽是杰单中期修为, 但实力极强, 怕是比之元英七都不弱。 不, 以江师弟的实力, 遇到元英七强者, 绝对可与之一战。 若不是江师弟已败入紫霄建宗, 我是真想求师尊, 万年都难遇一次。 林青竹语气极为骄傲, 仿佛被江涵打败, 是一件极其荣幸的事情。 以江师弟的天资, 恐怕也只有林韵山圣女殿下, 才可与之一比。 我等败在江师弟手下, 虽败犹荣啊。 林韵山圣女? 柳寒月面色大变, 满是不可思议之色。 林韵山的那位圣女, 可是位传说中的人物。 据传闻, 她天资绝世, 十岁才开始修炼, 十五岁结丹, 三十岁结丹, 更是继承了林韵山真正的道统传承。 如今修到二十八年, 已是元英后期的实力, 乃是整个修真界, 数千年内天资最高之人。 可江涵凭什么和她比? 她当初可是卡在炼气七大圆满, 十年未有寸境, 她怎么配和林韵山圣女相比? 那可是圣女啊, 就连她都只能忘记相辈的存在, 江涵她怎么能比? 江涵就算真的把你们都打败了, 也不见得, 能和林韵山那位圣女相比吗? 柳寒月是真的想不明白, 林青竹明明都被打败了, 为什么还这么夸江涵? 她不觉得这样很丢人吗? 江涵真的非常小心眼, 他们这段时间为了她做了那么多事情, 可她竟然丝毫没原谅他们的打算。 以前在山上的时候, 她更是不好好修炼, 整日在山中跑来跑去, 就没见她这儿八经必过关。 小小年纪, 贪玩成性, 就她这样的, 以后成就能有多高? 可就算这样, 林福宫的这些人, 竟然还认为江涵是个绝世天才, 还拿她和林韵山圣女相提并论。 这种事情, 柳寒月真的难以接受。 这怎么不能比了? 林青竹说道, 柳师姐, 江师弟是在林约秘境大比的时候, 渡的结丹雷洁, 这点没错吧? 柳寒月一想, 好像确实是这样, 当时她好像也在。 对, 我好像有点印象。 那就对了, 林青竹笑道, 林约秘境结束至今, 不过越于时间, 可将师弟, 竟然已是结丹中期的秀为, 短短越于时间, 竟能接连破镜。 这足以说明, 江师弟天资绝世, 足以和圣女相比。 说到这里, 林青竹叹道, 更何况, 剧宗内打听到的消息, 江师弟之前乃是散修, 独自在修真界摸爬滚打十八年, 才加入了紫霄建宗。 也就是说, 他浪费了十八年的修炼时间, 若是他能早些加入五大宗门, 有充足的修炼资源支持, 恐怕现在早已结阴, 也说不定啊。 第129章, 这种事情, 真的可能吗? 一般滋味, 极为复杂地说道, 你怎么知道他是散修的? 难道就不能是某个大宗门的弟子吗? 这怎么可能? 林青竹哈哈一笑, 一将师弟这等天资, 不管进了哪个宗门, 那不都得当宝贝一般供着, 资源全力供应, 修为更是一日千里, 静静极快。 哪会像他之前那样, 加入紫霄建宗前, 竟然只是堪堪助击。 这种修炼速度, 一看就是那种天赋出众, 但却没有修炼资源的散修, 但凡他有点修炼资源, 都绝对不会修炼了十八年才助击。 柳寒月想起之前, 江涵在林天宗的日子, 心中就是一痛, 他那时候, 好像确实没有修炼资源可用, 可这又何尝不是因为他什么都不争不强, 让他们以为他不缺资源, 要不然, 他肯定能看到他的困境, 帮他把资源要回来的。 不过, 现在也不晚, 他最近准备了许多资源, 足够补偿他的资源, 可现在, 听到林青竹对江涵评价这么高, 他又有些迷茫了, 那些东西, 真的够吗? 哎, 林青竹长叹一声, 开口道, 想想江师弟, 这才加入紫霄建宗多久, 竟然已经接连破镜, 从筑基初期, 一路来到结丹中期, 更是能以结丹中期的修为, 力压我们林副宫所有人, 将我们全部淘汰。 甚至, 我看林云山那些人, 也未必是江师弟的对手, 恐怕要不了多久, 就会被江师弟全给收拾了, 那不一定吧? 柳韩月犹豫着说道, 钟平平的七情异境, 最是针对那些星星脆弱之人, 江涵修炼时间太短, 恐怕难以招架。 不可能, 林青竹肃然道, 柳师姐莫要忘了, 散修修炼极为艰难, 什么都要自己打拼, 最是考验修饰星星, 星星不佳者, 根本就不可能有所成就。 江师弟拥有此等绝世天资, 竟然能独自修炼十八年, 必然已将星星打磨至完美, 恐怕不日便能凝聚道心, 杜劫宁英了。 区区七情异境, 不过只是些挑动情绪的小手段罢了, 江师弟绝对不会受其干扰, 定会将那钟平平打败。 他说的斩钉截铁, 就连柳韩月听了, 都有些动容。 可是, 江涵星星一直有缺, 做事犹豫不决, 他怎么可能会是星星圆满? 柳师姐看着便是, 此时他们二人应该正在交战, 恐怕要不了多久, 便能分出胜负。 林青竹说道, 他也不知道江涵能不能抗住七情异境, 但江涵可是剑修, 而剑修一般都是剑心通透之人。 更何况, 以江涵那等强度的剑意, 他的剑心应该更强才是。 区区七情异境, 绝对无法伤到他, 绝对。 听完这话, 柳韩月下意识闽纯, 神色极为复杂地转头, 看向自刚才开始, 就一直默不作声的莫秋霜。 大师姐, 莫秋霜心底有些失落, 他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更何况, 这件事情真的太让人匪夷所思。 先看看吧, 若是江涵真的能打败钟平平, 那么这些事就很有可能是真的。 你好了莫啊, 就那一点破玩意, 有什么好看的, 等会不还得落在我手里。 钟平平的声音有些不耐, 毕竟他为了等江涵收拾好战利品, 已经磕了两把瓜子了。 可这家伙竟然还在那番储误解, 那些灵浮宫的人, 除了阵法俘虏多点, 也就零食多了, 真搞不懂有什么好看的。 好了, 江涵把最后一个储物借收起, 只觉心情大好。 他第一次发现, 原来这些大宗门弟子这么有钱, 这些人每个储物法宝中的资源都不下三万上品零食。 特别是那个灵青竹, 储物袋中甚至还有近百科极品零食, 其余法宝零食, 俘虏阵盘更是单独堆满了一个角落, 粗略一看, 怕是不下十万上品零食。 他目录齐盲, 看向那一身火红的钟平平, 还有那些已经节镇, 将他困在镇中的灵蕴山之人。 也不知灵蕴山这些人, 储物法宝中又有多少零食? 好了, 就快点破镇吧。 钟平平好似看穿了他的心思, 拍掉手上瓜子壳, 慢悠悠地说道, 若能破了此镇, 他们的储物法宝也都是你的。 那你呢? 江涵急忙问道, 这姑娘一看就是领头的, 她应该才是资源最多的那个才是。 我? 钟平平觉得有些好笑, 这江涵也太自信了吧。 你先破镇再说。 话落, 四周所有灵蕴山之人, 顿时全部消失不见, 周围空间好似有波纹荡漾, 片刻就恢复如常。 放眼看去, 此地和之前并无二致, 甚至连被雷霆点燃的树木, 也还在不停燃烧。 唯一不同的, 就是少了那些灵蕴山的人。 又是镇法。 江涵感觉有些头大, 他并不擅长破镇, 或者说, 他只研究过一段时间的普通镇法, 后来, 他就再也没研究过任何镇法了。 此时, 面对这个一看就很厉害的镇法, 顿时觉得有些无从下手。 他当才翻找灵蕴宫的储物法宝, 就是想找找看, 里面有没有能破镇用的宝贝。 可惜, 他什么都没找到, 或者说, 就算他看到了, 也可能没认出来。 你好像不擅长破镇。 沉浸许久的剑灵忽然出声。 嗯。 江涵点头, 没怎么研究过镇法。 这东西, 他沉默了一下, 不太适合我。 是吗? 剑灵的声音似是有些久远。 此镇, 因为夺情之镇, 入镇之人, 将会受到镇法影响, 被激起心底深处的情绪波动, 使其逐渐失去理智。 夺情之镇? 江涵确定, 自己真没听过这个名字。 前辈可知, 要如何破镇? 破镇简单, 剑灵的语气又恢复了, 平日的散漫无趣。 你只需宁心近神, 维持心境平稳, 不出时日, 此镇自破。 或者由我出手, 请客可破此镇。 不过, 我建议你宁心近神, 以此镇明雾本心, 这对你日后宁恋道心, 有极大好处。 明雾本心, 江涵沉默, 他知道自己心境一直有问题, 他一直都知道。 多谢前辈指点。 江涵恭敬回道, 既如此, 我便借着正法, 看看自己的本心, 到底是什么。 第130章, 剑心蒙尘, 黑, 真的很黑。 江涵第一次发现, 自己的心弧竟然是黑色的, 漆黑如墨的湖面, 平静地宛如一滩死水, 任它在湖面如何动作, 也不能激起一丝波纹。 甚至, 他根本无法碰触到那片湖水。 好似有一个巨大的屏障, 将它们分成了两个世界, 就连天空中那无尽的金光, 都无法照进湖水内。 好奇怪, 点击中记载, 星弧内应是清澈的湖水, 天空应是青涩的, 中间则是微黄的颜色。 直到到新凝聚清廉, 整片星弧, 则会向着内心的世界逐渐演变。 而且, 他之前也曾进入过星弧, 可却好像从未发现这种异象。 他这个星弧, 无论怎么看, 都不正常吧? 奇怪, 怎么还有这样的? 剑灵不知何时跟了进来, 他蹲在湖面, 伸手感受着那层壁障。 可惜, 就算是他, 也依然被那壁障阻挡, 无法触摸到湖水。 他仰头看了眼天空, 又低头细细看向沉静的湖水。 漆黑如深渊的湖水, 金光璀璨如烈阳的天空, 你这星弧有点不对劲, 你怎么也进来了? 江涵有些奇怪, 据点及记载, 好像从未有人找到过星弧在人体内的位置, 只知宁星进神之后, 亦是自然会进入星弧内。 可剑灵, 又是怎么进来的? 我是你的剑灵, 你我心意相通, 当然能进来了。 剑灵好像有些不死心, 伸手轻轻点了湖面两下, 可惜, 依然无用。 他起身, 一指天空。 你的剑星在这, 我感应着他, 就可以进来。 不过, 之前我一直被避障阻挡, 始终无法突破, 这次, 打开了一些, 我才对以进来。 外面也有避障, 江涵有些疑惑, 听到他的话, 他仰头看向空中, 剑星所在的方向。 不过他只看了一眼, 神色便是一正。 剑星静静悬在半空, 其表面好像有一层特殊的存在, 让他显得极为模糊, 好像不是真实存在的一般。 我的剑星, 怎么这么模糊, 看不真切, 一直是这样的吗? 江涵沉吟, 刚开始的时候, 也是这样的吗? 他突然发现, 自己有些记不太轻了, 不知道, 去细细查看, 只是越看, 他却越是心惊, 以他无数年的阅历, 竟也从未见过这种情况。 他伸手亲碰, 指尖却从剑星上直接穿过, 竟是根本无法触碰。 外边包裹的这些, 丝丝缕缕, 犹如烟雾, 却又凝如实体, 无法触摸。 莫非, 是剑星蒙沉? 他皱眉, 神色严肃了几分。 可这蒙沉也太严重了, 竟然连剑星的本体都看不到了。 按说这么严重的剑星蒙沉, 剑星应该非常脆弱, 稍有不慎就会破碎才是, 可你这个看起来却非常稳定。 到底经历了什么, 才会让剑星变成这样, 竟然连原本的模样都无法看到。 他转头看向江涵, 眼中闪过一丝奇异。 莫非, 你只是看着年纪不大, 其实已经经历了很多事情。 江涵沉默, 前世的他可从未有机会凝聚剑星, 自然不曾知道这些情况。 可要说经历了很多事情, 那倒是真的, 数百年的时光, 虽不算久, 但足以让他刻骨铭心。 你闭上眼睛, 尝试触碰剑星, 试试能不能和他沟通? 剑星也可以沟通。 江涵疑惑, 他一直认为, 剑星只是一种意境的表现。 可此刻听剑林的意思, 难道他还有自己的意识不成? 当然可以, 剑星, 其实就是你的初心。 想想看, 你当时为何拿剑, 又是怎样? 凝聚的剑星。 我的初心? 他当时为何拿剑? 江涵的眼中有些迷茫。 他当时, 一心逃离林天宗, 为了能有一个容身之所, 也为了能安稳修炼, 尽快提高修为, 所以选择了最适合他天赋的紫霄剑宗。 为什么选择紫霄剑宗? 江涵抬手, 握向剑星, 脑中回忆起当时的想法。 因为, 据他所知, 修真界五大宗门中, 唯有紫霄剑宗的剑修, 最为团结。 而且, 紫霄剑宗实力足够强大, 前世他无意间发现自己的天赋变异雷灵根, 天生剑骨, 这不是最适合紫霄剑宗的吗? 只有在这里, 他才能得到赏识, 显露天赋, 有机会获得宗门庇佑。 只有这样, 这个世界才能让他有一个真正的容身之所。 拿剑, 也只是因为他的天赋适合用剑, 只有成为剑修, 他才能快速强大。 可他, 当时为什么这么迫切地要修炼, 为什么一直想要变强? 星湖突然一阵颤动, 湖面凭空生出一股滔天的狂风, 吹动湖水颤动, 荡起阵阵波纹, 吹得剑铃面色大变, 急速退开。 这股气息, 好像是沙意。 剑铃站在极远处, 有心想拿起一点湖水细茶, 却在一股强烈的预警之下, 生生收回了手掌。 不对, 好像和普通的沙意不同, 他的沙意, 好像更加凝炼, 更加纯粹, 而且, 还带了一些魔性。 剑铃眼底生起一丝警惕, 他从未见过, 有人竟然能将无尽的沙意, 藏在心湖之内。 甚至这沙意之浓厚, 竟然能将整个心湖污染, 变成了一片沙意之湖。 并且, 这沙意太过强烈, 又融合了极其纯粹的魔性。 现在, 它已经不是普通的沙意, 而是可以作为根基, 能够触摸杀戮法则的存在。 更让剑铃警惕的是, 它有种非常奇异的感觉。 在这沙意之中, 除了魔性之外, 好像还潜藏着其他东西, 好像是某个意识, 也像是某种更为强大的存在。 而那个存在, 就在弧心之中随时准备爆发出来, 顷刻便能填满整个世界。 它难以想象, 如果这股充满魔性的沙意彻底爆发出来, 江涵到底会变成什么模样? 而这个世界, 又将会变成什么模样? 若它能以杀戮到, 明误杀戮本源, 未来, 未必没有机会踏上那条无上大道。 剑林眼中引有一丝兴奋, 剑本身就是杀戮之气, 他的一生本就极为是血。 至于是魔是仙, 对他来说根本没有区别。 仙魔之道本就殊途同归。 如此一来, 我这次出来也算是赌对了。 不过, 若真是这样, 就要离那个白木剑远一些才行, 他的传承可配不上江涵。 第131章 血债要用血来尝, 丝丝红雾自虚空而来, 虽只是丝丝缕缕, 但数量极多, 转眼便占据了整片湖面。 在狂风吹拂下, 红雾迅速照向那片金色的天空, 将那漫天金光全部遮盖, 再无一丝透出。 整座星湖, 竟在寝客间陷入了一片黑暗当中, 只剩下那一道漆黑的剑星, 在黑暗中放着诡异的黑芒。 那黑芒特别神奇, 它好似一个漩涡一般, 将人的目光直接吸了进去, 就算在无尽的黑暗之中, 也能让人一眼就看到它。 风越来越狂, 星湖的涟漪也越来越多, 越来越大, 直到一阵阵浪涛升起, 红雾逐渐被黑气吞噬, 不过还是有一些侥幸逃脱者, 飘荡间已接触到了江涵的意识体。 他们一碰到江涵, 就极为兴奋地融入进去, 好似那里有什么美味在吸引着他们。 紧接着, 便是无尽的黑气冲天起, 瞬间便将江涵彻底淹没, 再也看不到一丝踪迹。 剑林在远处看得一阵紧张, 短时间内, 吸收了如此庞大的魔性杀器, 若是没有远超常人的毅力, 定然会被杀翼侵蚀, 失去自身神智, 成为一个只知杀戮的傀儡。 江涵, 他承受得住吗? 剑林的担心不无道理, 若是旁人被如此庞大的杀翼冲击, 恐怕早就失去了神智。 可江涵对此, 却一无所觉, 他任由那庞大的魔性杀翼将它淹没, 又融入体内消失不见。 他好像感知不到这些, 只是慢慢将手, 伸向那漆黑的剑星。 为什么要变强? 他眼底的迷茫迅速消散, 一幕幕长颈在他脑中快速闪过, 湖面的风浪狂涌, 此刻却忽然全部停下, 好像在等着他的抉择。 他的脸色不断变换, 有喜有悲, 有恨也有无奈。 一丝红色悄然出现在他双眼, 可下一刻, 却被无边的黑色迅速冲散。 一波波痛苦的回忆, 疯狂冲击他的神智, 江涵的脸色逐渐争明, 那是曾经无数次梦回林天宗, 再次经历那无数次痛苦。 一股浓郁成实质的恨意, 化作黑气冲天气, 冲破红雾, 狂猛砸向金色的天空。 这是怨气。 剑林眉心紧锁, 这等怨气已经名为实质, 就算是仙魔大战之地, 也不曾见过这等浓度的怨气。 他不明白江涵到底经历了什么, 短短十八年的人生, 竟能让他积攒如此多的怨气。 这些怨气若是不发泄出去, 对他未来的道路一定会有极大的影响。 天空在怨气冲击下, 逐渐泛起道道经文, 一缕金光悄然出现, 静静停在他的头顶。 就像是一张大手在轻抚他的头发, 道道空灵的声音, 出现在他的心田, 将他脸上的猙獰逐渐融化。 记忆不断向前, 直到最后停在了他渐心出宁的时候。 那是在紫霄建宗山脚下的城镇内, 他和杜宇成一起疯狂地采买物品。 不管是贵的还是便宜的, 不论是需要的还是不需要的, 他只要想买, 就全部买下, 直到放满整个储物袋, 他才堪堪停下。 那些都是他曾经渴望, 却始终无法得到的东西。 如今有了机会, 他在疯狂填补时的遗憾。 当他曾经的渴望终于实现的时候, 他的剑心也在此刻凝聚成形。 如果非要说本心是什么, 姜涵轻声呢喃。 他的右手终于触碰到剑柄, 一丝刺骨的寒气直冲心底, 让他右手下意识握紧。 我只是想要让自己像一个正常人一样活着吧。 这很难吗? 他问自己, 真的很难。 他回答说, 他们一次又一次阻止我走向光明, 一次又一次将我封印在无尽魔怨当中。 他们将我摧残至遍体鳞伤, 直到最后气惨死去。 两道声线逐渐缠绕, 逐渐融合, 直至最后成为了唯一的一道声音。 只要他们还在, 我就永远无法真正地做我自己。 只要他们还在, 我就只能活在他们的阴影之下。 如果想要做回真正的自己, 如果想要曾经的我不再悲伤, 如果想要未来的我真正活下去, 那么, 现在的我只有一条路可走。 平静的湖面, 波涛在起, 汹涌的湖水拍起无数兴奋的浪花。 血债唯有血来尝, 曾经的因果, 便由我来了解。 江涵右手缓缓收紧, 渐行放出无尽黑芒, 照耀整片星湖。 黑芒所过之处, 响起一阵清脆的咔咔声, 直到黑芒占据每一寸湖面之时, 天地猛的一阵, 炸起一声滔天巨响。 哄, 湖面腾起滔天巨浪, 黑色湖水冲天气,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 直直撞向江涵。 可在碰到他身体的一瞬间, 便犹如被一道看不见的黑洞, 生生吞噬, 凭空消失不见。 渐行表面的模糊, 发出一阵剧烈颤抖, 好似下一刻就要崩溃一般, 可好像还是缺了些什么, 让他始终无法突破那个界限。 就在这时, 一股浓郁的红色雾气凭空出现, 它们在出现的瞬间, 便冲着江涵直冲而去。 骑士汹涌, 好似滔天洪水一般, 瞬间将江涵笼罩在内。 可在下一刻, 一股犀利凭空而起, 犹如长津溪水一般, 将所有重来的红色雾气, 全部吞入剑星内。 剑星犹如一个贪吃的巨兽, 吃得又急又快, 那红雾还来不及咀嚼, 便被其吞入腹中。 红雾和黑气交织在一起, 江涵站在二者中心处, 却好似根本不受影响一般, 眼神极为平静。 不过, 他还是觉得有些奇怪, 这红雾和黑气到底是什么东西, 以前怎么从未见过。 直到许久之后, 剑星忽然一震, 那股吞噬之力突然消失不见。 下一刻, 一只笼罩其表面的那层模糊, 像是被使了定身术一般, 漠然顿住, 紧接着, 犹如一片镜面一般, 轰然破碎。 呛! 一声剑鸣响彻星弧, 败着一股肆意, 像是一个被囚禁万年的魔神, 终于摆脱了束缚一般。 只是那声音颇为冰冷, 但是听到, 就能让人通体撤寒, 心底顿生一股肃杀寒意。 无尽黑气, 自剑星上冲天起, 直观苍穹, 就连整片星弧, 都在这股宁为实质的剑气下, 微微颤抖。 第132章, 剑星现世。 大师姐, 你们怎么看起来心不在焉呢? 夏浅浅刚从皇城回来, 就看到墨丘霜二人站在山头, 有些失神地看着山谷。 墨丘霜回神, 这我没看哪? 你跑哪去了?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夏浅浅头一篇, 有些不自然地说道, 这不是第一次来吗? 我就去皇城转了一圈, 买了些东西。 她看二位师姐, 好像有些不高兴, 于是接着说道, 再说了, 江涵这不是还没出来呢吗? 这秘境可是要持续一个月的, 等他出来了, 我们再去找他也不晚吗? 江涵? 一听到这个名字, 墨丘霜就一脸复杂之色。 怎么了? 夏浅浅疑惑, 她也没出去多久啊? 这是又出什么事了? 柳寒月摇了摇头, 指着林浮宫那一群人说道, 你听听他们在说什么, 你就知道了。 夏浅浅闻言, 连忙看向那边, 只见林浮宫众人正在大声讨论着什么, 他们声音很大, 好像生怕别人听不到似的。 夏浅浅可是结单七大圆满的强者, 耳聪慕明, 这点距离都不需要用神识探查, 动一动耳朵就能听到他们在说什么。 可她刚听了一句, 脸上就生起一丝哑然。 他们怎么在说江涵? 见没人回应, 她连忙凝神静气, 放出神识细细谈听, 将师兄抬手即可照出无数天雷化作雷龙, 雷龙遮天蔽日, 顷刻间天地变色, 雷霆幕后, 只需心念一动, 便能将一处凌风移为平地。 好厉害! 如此天资, 如此实力, 不愧是紫霄剑宗清传弟子。 怪不得紫霄剑宗这次只派将师兄二人前来, 恐怕只需他二人, 便能将所有人全部淘汰。 谁说不是呢? 我还听说紫霄剑宗欲开办几天大典, 要立将师兄为紫霄剑宗圣子。 如此一来, 这修真界便又多出了一位, 足以和凌蕴山圣女齐名的绝世天才。 也不知, 将师兄位入紫霄剑宗之前是在何处做的散修, 此等浮原深厚之地, 未来必有至宝现实, 若有机会, 我等也可去沾沾浮育。 没听一会儿, 她就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怎么会这样? 江涵原来这么厉害。 她用力瞪大眼睛, 好像是第一次认识江涵一样。 林浮宫那么多杰丹大圆满, 竟然被她一个人全部打败。 真的假的? 应该是真的吧? 墨丘霄说道, 林浮宫没必要为了江涵撒谎, 这对他们没有好处。 怪不得, 夏浅浅四世明白了什么, 脸上忽然有些兴奋。 我就知道她当时留守了, 她连打我都不舍得用力。 果然, 她还是念着这些年的情分的。 墨丘霄眉头紧皱, 你在胡说什么? 就是在海外的时候啊。 她如果真的恨我, 当时明明有机会下杀手的, 可现在仔细想想, 我分明看到了, 她一直很挣扎, 一直在犹豫。 她应该是不想对我动手的, 一定是杜与成那个疯女人逼她这么做的。 杜与成? 墨丘霜不解, 她为什么这么做? 那个疯子做什么都不奇怪。 夏浅浅感觉, 最近堵在胸口的玉器都散了不少。 她猜得没错, 江涵还是那个单纯善良的孩子, 她之前做的那些事都不是她的本意, 这样一来, 一切就还有救。 不管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该做的事, 还是要去做的。 柳涵明显不认同这个说法, 她觉得江涵很可能是认真的, 因为当初她去找她的时候, 她真的骂得很脏。 对, 墨丘霜也这么认为, 毕竟江涵离开之后, 她是最早开始接触她的, 她能明显感觉到江涵是认真的。 外界, 大阵之中, 不知何时起了无尽赤红色的烟雾, 江涵的身体已被红色烟雾彻底淹没, 就连身形也有些看不清晰。 怎么还没动静? 钟平平有些疑惑, 这已经过去半天时间了, 江涵竟然连一丝变化也没有, 还在原地静静打坐。 要知道, 这些红雾便是她的七情意境中, 怒之意境的实体显化。 经过大阵加持, 她的怒之意境已是大成竞见。 就算是原音七修士闻上一丝, 也能影响到她的情绪, 隐隐产生一股莫名的怒意。 若是多吸两口, 必定怒火中烧, 逐渐失去理智。 只有那些拥有莫大毅力, 到心极为通透之人, 才能摆脱这些情绪的影响。 她眼睁睁地看着烟雾被江涵吸入体内, 甚至顺着她的身体毛孔钻入。 到最后, 她更像是在主动吞吸一般, 将四周的雾气用力吸进体内。 这么长时间过去, 她吸收的烟雾数量, 足以让一个原音中气修士暴体而亡。 可她直到现在, 竟然还是没有一丝反应, 甚至连一丝情绪波动都没有。 难道, 这引动情绪的手段, 对她无用? 钟平平很是不解。 通常来说, 一个结单气的修士, 只要碰到一丝怒之意境, 就会气血上头, 瞬间失去理智, 沦为指挥发狂的野兽。 到最后, 要么力竭而死, 要么暴体而亡。 曾经可是有不少原音七修士, 栽在她的手段之下, 这么多年来, 她还从未失手过。 江涵, 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一个只有十八岁的年轻修士, 总不能以示内心通透吧? 还是说, 她真的有大义力, 能不受这些情绪影响? 哼, 不管你是怎么做到的, 我倒看看, 你能忍多久? 她双手掐绝, 祭出一对赤红色的铃铛。 铃铛化作一道红光, 迅速飞到江涵上方。 随着钟平平心念一动, 一股急躁的铃声, 顿时响彻整座大阵。 叮铃铃? 铃铛声非常急促, 而且特别响亮, 但是听上一声, 心底便会涌起一阵莫名的烦躁, 恨不得以双手垂地, 将面前的一切全部毁灭。 正在此时, 盘歇而坐的江涵, 忽然身体一颤, 猛地睁开双眼。 在她睁眼的瞬间, 一道剑翼冲天起。 呛! 剑铭响彻九天, 凝成实质的黑色剑翼, 直冲云霄。 这一刻, 整座秘镜顿时一静, 所有人都感受到一道绝世剑翼, 自葬黄山顶诞生。 那以宁为实质般, 庞大无比的黑色剑翼, 将空中的云层瞬间搅散。 甚至, 连秘镜戒壁, 都被其撞出阵阵波纹。 这一刻, 整个秘镜内, 所有人都将目光, 投向那座高达万丈的葬黄山上。 第133章, 你早说你这么强啊? 好强的剑翼。 灵璇舔了舔嘴唇, 看向葬黄山方向。 也不知是哪位天骄, 他的气韵值一定很多。 他身上灵力比之前强了太多, 但似乎有些不稳。 如今, 我已结单, 为了避开雷劫, 又耗费了大半气韵值。 也许, 是时候去葬黄山看看了。 他掏出一大把下品灵石, 朝着葬黄山飞奔而去。 他一边走, 一边往空中随手丢着灵石, 灵石化做一道道流光滑破天际, 掉落在秘境各处。 莫过多久, 一道道气韵之力自虚空而来, 被他吞噬吸收。 但不知是不是错觉, 自从开始吞噬气韵之后, 他总觉得, 好似有一道特殊的气, 一直盘旋在头顶。 随着他不断吞噬, 那气好像越来越浓, 可当他仔细看去, 却又什么都看不到。 白木剑站在树林外围, 看着那冲天的黑色光柱, 神色有些动容。 他从未见过, 仅仅结单七, 就能将剑以宁为实质的存在。 更可怕的是, 在那剑意中, 有一股隐藏极深, 且极为纯粹的杀意。 那股杀意, 竟能精纯到没有丝毫杂志, 这种事情, 就连他的本体也做不到。 这般纯粹的杀意, 他果然极其适合走杀戮之道, 若能坚守本心, 未来甚至有机会领悟杀戮本源, 成就不可限量。 只是, 白木剑极为疑惑。 这等爵士天才, 怎么会诞生在这种小世界中? 藏黄山顶, 大阵之中。 在那无穷建议直冲苍穹之时, 刺耳的铃铛声便瞬间消失不见。 那赤红色的铃铛在建议冲击之下, 刹那间便失去了原本耀眼的鸿芒, 变成了一对平平无奇的红色小铃铛, 啪哒一声掉在地面, 再也没了一丝动静。 大阵范围足有三十里, 整座大阵都被一个半透明的白色灵力光照所笼罩, 此刻光照被建议冲出一个巨大的空洞, 某种强大的细腻般, 一团一团会在一起疯狂扑向江涵。 江涵的身体犹如一个巨大的漩涡, 这些红物在接触他身体的一瞬间便凭空消失, 被他全部吸入体内。 怎么回事? 江涵怎么会有如此强大的建议? 钟平平神色有些呆滞, 他不明白, 之前江涵和林青竹斗法之时, 他所用出的建议明明只有一丝。 按他所想, 这一丝建议虽能冲破他的怒之意境, 可这些红物均是无形之物, 就算被建议破出再多缺口, 也会有其他红物, 刹那便能将缺口填满。 更何况, 此阵乃是以他为阵眼, 其他师弟师妹为辅, 融合而成的威力, 比他单独使出的怒之意境, 最少强大近百倍。 照理来说, 就算是原因其修士陷入阵内, 也最多只能坚持半刻钟, 便会被红物磨去神志, 沦为废人。 可现在, 不但红物对江涵没有产生丝毫影响, 竟还被其生生吞噬。 这道漫天剑意, 更是直接冲出大阵, 并且其事连绵不绝, 丝毫没有要停下来的迹象。 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钟平平感觉非常不爽, 有这等庞大的绝世剑意, 你早点用啊, 你这么强, 谁活够了来找你麻烦? 咔嚓, 咔嚓, 就在这时, 阵内呼起一阵冰晶碎裂之声, 刺耳的响声, 刮得人耳膜声疼。 钟平平心中一惊, 连忙抬头看向大阵, 却只见大阵上空的红色烟雾, 不知何时竟被吞袭一空, 露出了上方的灵力光照。 半透明的白色光照上, 引有鸿芒闪过, 自其中心的空洞处, 迅速蔓延出无数细腻裂纹。 裂纹转眼便弥漫了整座光照, 其内传出阵阵令人心惊的刺耳声响, 好似下一刻就要碎裂一般。 完了, 他一颗心迅速沉入谷底, 这次的悟到机缘, 看来是和他无缘了。 啪, 在空中化作灵力急速荡开, 碎片化作无数红色烟雾, 疯狂倒卷而下, 斜着一股毁天灭地的威能, 向内猛地收缩而下。 大阵, 请客被迫。 咚, 犹如一道锯锤砸在胸口, 凌蕴山所有修饰, 进阶胸口一阵, 扑斥吐出一大口鲜血, 气息瞬间衰弱到极致, 倒在地面, 再也无法动弹。 完蛋, 回去又要闭关了。 钟平平身为大阵阵眼, 他的伤势最重。 此刻, 他躺在地上, 眼睁睁看着红雾席卷而下, 又在下一刻, 被一股吞噬之力狂猛吸走, 天空刹那便恢复了晴朗。 一道身影静直走到他旁边, 低头静静地看着他。 他极为费力地转动眼球, 看向江涵的眼神, 满是无奈。 除物借在右手, 我自己解除灵力静止。 你想要什么, 就自己拿吧。 他的声音很是虚弱, 这种级别的大阵, 虽然威力极强, 但与之相对的, 其反噬之力也极其严重。 若不是他本身实力强悍, 更有本命法保护身, 恐怕, 他也会像其他师弟师妹那样, 直接昏死过去。 可就算这样, 他的伤势也极其严重。 他现在体内灵力暴乱, 五脏六腑剧痛无比, 就连一根手指都动不了。 及时认清现状, 说点好话, 兴许能留下一面。 更何况, 他觉得江涵不像是试杀之人, 应该不会做什么太过分的事情。 江涵伸手一招, 那铃铛便迅速飞来, 落入他的掌中。 他看了一眼, 剑铃铛还没完全破损, 便随手收进储物界中。 直到此刻, 他才堪堪回过神来, 看着莫名被迫的大阵, 还有那躺了一地, 再无反抗之力的灵运山众人, 他总感觉一切都是这么不真实。 他好像什么都没做, 这些人怎么就倒下了? 刚才如果不是剑铃提醒, 他还真不知道, 这些红色烟雾, 原来就是大阵散出的情绪意境。 他更没想到, 剑铅竟然能吞噬这些红雾。 正因如此, 他就算吸入再多的情绪烟雾, 这些情绪意境均会被剑铅吞噬, 根本无法影响到他的情绪。 吞了如此多的红色雾气, 原本纯黑色的剑铅中, 突然多出了一丝极细的红色。 随着剑气冲天而起, 虽然极细, 但看起来格外显眼。 怎么可能? 钟平平凭空生出一股力气, 猛地瞪大眼睛, 他一眼就看到了剑意之上的那道赤红, 那上面的气息他非常熟悉, 那就是他的怒之意境。 可他的怒之意境怎么变成了姜涵的? 意境还可以被吞噬融合的? 他想不明白, 他真的想不明白。 第134章, 你怎么不去抢? 更何况, 这种事情就算真的有可能, 那也不是一个结单中期能做到的吧? 真是个变态。 钟平平任命般闭上眼睛, 他所有手段都对姜涵无用, 打也打不过, 意境也无法产生作用, 此刻只能任人摆布了。 姜涵顺着他的目光, 抬头看了一眼, 顿时发现了那一丝红色。 不知威力如何, 等一下定要试试看。 他心念一动, 冲天的剑意顷刻消散, 犹如一柄入鞘的利剑, 将所有锋芒全部藏在了剑桥之中。 姜涵看着躺了一地的修饰, 随手一挥, 傅林锁便飘在半空。 林韵山众人以身为阵, 虽然能增强阵法威力, 可当大阵被迫, 也受到了极其严重的阵法反噬。 此刻他们气息衰弱至极, 正是交流的好时机。 钟平平身上一颈, 一股虚弱感顿时升起, 体内灵力神石竟被全部禁锢, 丝毫动弹不得。 姜涵, 我东西都给你了, 你还要干什么? 他惊恐大喊, 似是以为自己看错了人, 心中既害怕, 又觉得委屈。 特别是, 当那绳索将他五花大绑之后, 这一刻, 他是真的慌了, 眼中都透出一股惊恐和绝望。 姜涵这个人, 不会是有什么特殊嗜好吧? 姜涵并不理他, 而是操控复灵锁继续变长, 直到将他们全部捆起来, 才罢手。 到这时, 他才随意地回了一句, 不干什么? 绑起来, 好操作一点。 他的声音听起来和之前一样, 可不知为何, 钟平平总觉得, 姜涵的声音中, 好像多了些什么。 他用神石扫过所有人, 将那些带着灵气的物品, 全部取走, 不论是法宝灵物, 还是任何一丝储物法宝的物品, 只将那可以离开秘境的令牌留给了他们。 他将令牌放在每个人手中, 将多出来的副灵锁全绑到钟平平身上。 接着, 他心面一动, 砰, 众人手中响起一声闷响, 所有令牌同时炸开, 附近空间荡起一阵波纹, 紧接着, 他们迅速掉入, 虚空消失不见。 做完这一切, 姜涵低头看向躺在地面一动不动, 神色极为惊恐的钟平平。 面上顿时一片陀红, 可他伤势太重, 又被姜涵重点照顾, 复灵锁把他绑得非常紧, 他除了能勉强说话之外, 什么都做不到。 不干嘛? 姜涵蹲下身子, 眼中光芒流动, 静静看着他。 钟平平健壮, 努力瞪大眼睛, 气势汹汹地瞪着姜涵, 似乎是想以此将他吓退。 不过, 这股气势没有持续太久, 他的眼神渐渐开始飘忽, 视线逐渐偏向一旁, 是吗? 姜涵轻叹一声, 他本想让他自己交出来, 可现在看来, 只能自己动手了。 他伸手掐绝, 并指点在钟平平眉心, 剑灵顺着他的神石, 迅速冲入钟平平十海之中。 姜涵! 钟平平不知从哪伸出一股力量, 急得大叫一声。 不行, 这个你不能拿走, 它对我非常重要, 我可以给你别的, 你把它留给我。 哼! 一声闷响, 好似冲过了某个屏障, 一个土黄色的小钟, 自钟平平眉心迅速浮现。 姜涵伸手将小钟拿在手中, 剑灵冲入旗内, 瞬间抹去钟平平的痕迹。 射魂中, 姜涵神石侵入旗内, 留下自己的神石静置之后, 立刻就明白了此物的作用。 射魂夺破, 磨灭神志, 杀人于无形之中, 倒是个好宝贝。 他并未当场祭脸, 而是将射魂中收起, 掏出一块令牌塞进了钟平平手中。 姜涵! 你等一下! 钟平平本命法宝被夺, 脑中生起一阵剧烈的眩晕, 眼前更是一阵发黑。 若不是这法宝对他太过重要, 他真想就此晕过去算了。 他嘴角一出一丝鲜血, 强撑着精神说道, 姜涵, 此物只是一件第七八品法宝, 虽然对我非常重要, 但对你并无太大作用。 你给我个机会, 我会带着比射魂中价值更高的法宝去找你。 他有些哀求地看着姜涵, 只希望到时候, 你能把射魂中换给我。 姜涵低头看他, 心中没有一丝波动。 方才在星湖内, 他将曾经那些足以让人发疯的痛苦, 再次经历了一遍。 此时他的心早已如万年悬兵一般冰冷。 更何况, 之前他们合力出手对付自己, 若不是渐行突破封印, 生生冲破了大阵, 他还不知要吃多少苦头。 不过, 此物于他而言, 确实没有太大作用。 若他能拿来更好的法宝交换, 倒也不亏。 只是, 不能轻易便宜了他就是。 可以。 他只起身子, 点头说道, 不过, 最少要天阶五品以上的法宝才可。 天阶五品? 钟平平一个机灵, 整个人都清醒了, 焦急地大声喊道。 你以为天阶法宝是烂大街的吗? 我全身上下就那一个射心灵是天阶三品。 你把我卖了, 也换不来天阶五品的法宝。 张口就要天阶五品法宝, 你怎么不去抢? 你没发现吗? 姜涵有些不解。 我就是在抢。 钟平平一致, 一口气憋在胸口, 差点背过气去, 眼前更是一阵发黑。 过了好一会儿, 他才终于缓过境来, 眼中闪过一丝愤恨, 但又怕惹怒姜涵, 只能强忍着心中痛苦, 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惹人厌烦。 你若是不愿意就算了, 这小钟品阶虽然不高, 但材质不错, 我把它融了, 做个剑翘也不错。 姜涵无所谓的拍了拍衣服上不存在的灰尘, 做事要激活令牌。 好, 天阶五品就天阶五品。 钟平平努力让自己的语气保持平静, 生怕因此惹怒了姜涵。 你等着, 我会去紫霄剑宗找你。 好, 姜涵点头, 不再给他说话的机会, 心念一动, 令牌砰的一声炸开, 阵阵波纹荡漾间将钟平平送出秘境。 临走之时, 钟平平仍在咬牙瞪着他, 可姜涵却毫不在意。 之前他们四大宗门可没少联手抢紫霄剑宗师兄的东西, 听说有些师兄本命非剑都被抢了, 导致境界大跌甚至剑心都差点破碎。 后来花费了巨大代价, 才将本命非剑赎回来。 自己只是以笔之道还施笔身罢了, 他怎么就受不了了? 更何况, 他的意境对自己无用, 就算再不服气又能怎样? 大不了再抢一次罢了。 第135章 关你屁事! 师姐师姐, 林云山的人真的被打出来了? 夏浅浅神色兴奋, 肯定是姜涵干的, 他真的好厉害。 他伸手拉住柳寒月的衣袖, 二师姐, 走, 我们去看看怎么回事。 他说着, 便想飞过去查看一番, 可他刚走两步, 却发现手中一紧, 那衣袖竟脱手而出。 有什么好看的? 说还是赢, 有那么重要吗? 柳寒月虽然故作镇定, 但眼底却闪过一丝复杂之色。 当林云山这些人被传送出来的时候, 他就已然明白, 之前林青竹所言, 恐怕是真的了。 按理说, 姜涵能这么强, 这可是件好事, 他应该高兴才是, 但不知为何, 他总是提不起精神, 总是想下意识逃避这件事。 当然重要了, 夏浅浅很是疑惑, 不是说来和姜涵接触, 一点一点补偿他, 从而让他原谅他们吗? 为什么二师姐, 却是一副极其不乐意的模样? 师姐你好好想想, 姜涵越强, 他回宗的阻力才会越小啊。 师父之前不是说过, 要姜涵一路磕头爬上林天峰吗? 虽然我也觉得这样不对, 可如果师父坚持, 我们又没有办法反抗。 但只要姜涵能自己争口气, 展现出足够强大的天赋, 足够让人信服的实力, 师父才不会因为这些小事, 太过难为他。 浅浅, 你真这么想的吗? 柳寒月神色复杂? 当然, 大师姐不是说过, 只要我们努力去做, 不管结果好坏, 总会有些成效。 夏浅浅看了眼墨秋霜, 本想让大师姐帮忙说说, 却见他依然不为所动, 闭目打坐。 他心中不由气急, 转身朝着山谷中央飞去。 就这, 还说什么要补偿江涵, 合着全靠我自己来啊。 他不满地撇了撇嘴, 心中却难免有些奇怪。 之前明明是大师姐 对江涵的是最用心, 可为什么, 他现在却总是沉默, 并没有太多行动。 算了, 不管了, 他们爱咋咋地, 反正我得让江涵原谅我, 不然的话, 我实在心中难安。 他落在山谷中央时, 已经有不少林蕴山的弟子, 在全力治疗躺在地上的伤员。 这是怎么回事啊? 怎么全晕过去了? 夏浅浅一惊, 这些人也只比他弱一些罢了, 甚至若是能领悟意境, 会比他实力还强。 可现在, 他们却躺在地面昏迷不醒, 这也太强了, 江涵到底怎么做到的? 他忽然有些忐忑, 江涵这么强, 万一他发疯, 起了杀心怎么办? 想到这里, 他心中顿时一慌, 就在这时, 又是一道人影从空中落下, 好在众人早有准备, 将他接了下来。 要不然, 就钟平平现在这情况, 恐怕也得晕过去。 江涵? 钟平平咬牙切齿, 张口就是天阶无品的法宝, 他真好意思开口。 咦? 钟平平啊, 你怎么也这么惨? 夏浅浅疑惑问道, 他原以为江涵将其他人打败已是极限, 可现在看来, 就连钟平平也不是他的对手, 或者说, 完全被碾压了吧。 想到这里, 他心底退役更甚。 哼, 钟平平心情不好, 文言更是气得眼前一黑, 干脆直接闭上眼睛, 根本懒得搭理夏浅浅。 你不说我也猜得到? 夏浅浅得意一笑, 你也是被江涵打成这样的吧? 我是真没想到啊, 就连你的七情意境, 竟然也不是江涵的对手。 钟平平眼皮一跳, 嘴唇微动, 冷冰冰地吐出四个字, 关你屁事。 你, 哼, 夏浅浅脸上笑意一僵, 本想骂他连江涵都打不过, 还在这跟自己闹什么脾气。 可转面一想, 他好像也打不过江涵, 于是一甩袖, 直接转身离去。 走之前, 甚至还不忘回怼一句, 粗笔, 哼, 钟平平痴笑一声, 浪费了那么多宝贝, 还是连意境都没领悟的废物。 哪有资格和我说话? 夏浅浅拳头瞬间硬了, 转身狠狠瞪着钟平平, 有心想回去趁机揍他一顿, 可一看对面那么多人, 还是算了。 哼, 有意境又怎样, 还不是被江涵暴揍? 想当年, 我可是, 说到这里, 他脸上忽然一僵, 脸色瞬间一片苍白, 飞速回了墨秋霜所在的山头。 听出了什么?柳寒月看似随意地问了一句, 夏浅浅不满地撇了撇嘴, 让你去的时候, 你不去, 我回来了。 你怎么又一副这么关心的样子? 可他就算心中再不满, 也还是回到。 钟平平刚出来就喊着江涵的名字, 肯定是被他打出来的。 见柳寒月又不说话, 夏浅浅心中有些不满, 于是接着说道, 二师姐, 你是没看到, 林韵山那些人一个个跟妖魔了似的, 气息微弱, 昏迷不醒, 也不知他们怎么惹怒了江涵, 竟然逼得他下这么重的手, 还不一定谁惹的谁呢? 柳寒月闽纯轻语, 心中好似有一股玉气无法排出, 让他胸口特别闷。 话刚出口他就后悔了, 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回事, 一听到江涵的事就莫名有些难受, 总是忍不住回怼几句。 听到这话, 夏浅浅更气了, 说好的要补偿江涵的, 可二师姐怎么还处处和江涵作对? 江涵那么善良, 他肯定不会主动惹事。 夏浅浅非常不满, 打算再提醒一下二师姐, 现在林浮宫和林韵山的人都被江涵打出来了, 我看啊, 江涵的目标应该是位于太医秘境最核心处的仙道池了, 若是他能在仙道池悟道, 借此加深意境感悟, 对他修为提升肯定大有帮助。 仙道池?悟道? 柳寒月大惊? 江涵他怎么想的, 仙道池每次开启, 只有三个名额, 秘境内强者众多, 哪里是他能消想的? 柳寒月心底非常不舒服, 在他看来, 江涵如今已是众矢之地, 老老实实等着秘境结束后, 安全出来不就好了吗? 他怎么非要搞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怎么就非要打打杀杀的? 秘境内有那么多强者, 哪个都不是好惹的, 真搞不懂他在想什么。 仙道池可不是那么好近的, 就他区区杰单中期的修为, 还能翻出什么浪花来? 柳寒月觉得他不是看不起江涵, 而是实力的鸿沟就正正地摆在那里, 那是谁都无法逾越的巨大差距, 就连他当初都没能抢到进入仙道池的钥匙, 可江涵竟然还敢妄想着进去误导, 浅浅就算江涵勉强胜了其他人, 可周明还在里面呢? 你就看着吧, 以江涵那等实力绝对不是周明的对手, 他神色犹豫, 但说出的话却是斩钉截铁, 真不是我瞧不起他, 而是他的实力不足以支撑起他的妄想, 他绝不可能进入仙道池。 第136章 维杀, 不愧是大宗门核心弟子, 果真是一个比一个负, 江涵收起钟平平的储物界, 心中极为畅快, 这才半日时间, 他得到的零食, 已经是曾经的他, 永远无法想象的数量了。 就这, 还只是这些核心弟子分配得的资源罢了, 也不知其宗门内又会有多少资源。 还有这数百件法宝, 除了两件天阶法宝之外, 其余的大多是地阶法宝, 竟然连一件玄阶法宝都难见。 大宗门弟子, 果然是财大气粗, 这么多地阶法宝若是拿去卖掉, 也不知能卖多少零食。 江涵就像是一个突然捡到一箱财宝的土财主, 抱着财宝左看右看, 内心极为满足。 这和长辈们赠送的资源不同, 这是他第一次以自身之力获得了这么大数量的资源, 这种成就感让他极为愉悦。 不过此刻, 明显不是属零食的时候, 还有两个宗门的人没有露面, 只有将他们全部抢光, 他的任务才算完成。 之前总以为这些天骄实力极强, 可如今看来也不过如此。 江涵心底生出一股强烈的自信, 这一刻他已大概明白了自己的实力到底有多强。 这些所谓的天骄在他手下竟然不过是义和之敌, 就算是两宗的核心弟子也只是多费些手段罢了, 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更何况, 静秘境后直到现在, 他还从未使出过权力。 若是两宗弟子此时出现, 他有信心将他们全部镇压。 剑林在他实海内悄然睁眼, 在这个位置, 他能清晰感受到一颗名为信心的嫩牙, 在他心底悄然自生。 他眼中浮起一丝亚然, 看来白目见受的话还真有一定的道理。 江涵不够自信真的就是打架太少了, 对自己的实力没有真正的认知。 如今有了证明自身实力的机会, 他的心态很快就有了极大的转变。 只要他能保持这股自信, 未来的路将会走得更宽更宽。 这也预加证明他这次真的赌对了。 眼下林浮宫和林蕴山已经淘汰, 不知林天宗和阴阳宗的人又在何处? 江涵自语一生, 飞升而起, 他心中不再忐忑, 不再想着这样是不是不太好, 会不会太高调。 就算内心深处还有一丝想要逃避高调形式的想法, 也会被他强行压下, 他再逼着自己去适应。 他不再顾及会不会被人发现, 而是立在半空, 从高处俯瞰山下平原。 到的这个高度, 他才终于看到了, 和之前完全不同的风景。 整座平原尽收眼底, 一股宽广深邃之感满意胸肩, 可等他目光扫过山脚之时, 心底却又回归一种异样的平静。 以他的目力, 能隐约看到, 近百道人影正谨慎地向着赞黄山围来。 他们服侍各异, 并不是大宗门之人, 反而更像是散修。 这么多散修过来干什么? 江涵内心微动, 难道都是来抢钥匙的? 钥匙令牌只有三块, 他拿了一块, 另外两块, 还躺在山顶另外两道阵法的核心处, 等着有缘人来破开阵法。 可按照以往的情况, 散修大多都会在平原寻找机缘, 采取灵草灵果, 就足够他们大赚一笔。 若是运气好, 遇上一两件高阶灵药, 那接下来二三十年的修炼资源都不用发愁了。 而藏黄山是大势力争夺钥匙的地方, 也是斗争最激烈的地方, 他们通常不会接近才是。 更何况, 相比于数万人之重的散修而言, 仅有近百人出现在这, 显然是抱有某种目的。 从这些人身上扫过, 在经过其中一人之时, 目光顿时一鸣。 那人也刚好朝他看来, 二者对视, 一股杀意顺息而至。 下一刻, 他们似是接到了什么命令, 下方所有人陡然提速, 速度极快地朝山巅冲来。 有杀意? 这是要杀我? 江寒神色微速, 他自问修炼以来, 一直小心翼翼, 做事从不将人逼到绝路, 更是从未惹过什么仇家。 唯一有那血海深仇的, 便只有林天宗。 难道, 他们这是等不及, 终于准备下手了。 又或者, 是四大宗门内, 有人出手对付他。 奔雷剑悄然出现, 被他伸手握住。 不管如何, 既然有人要杀他, 他自然不会束手待毙。 这一次, 他不会再留守。 刷刷刷? 数道人影从天而降, 将将寒围在中央, 紧紧盯着他, 后方还有更多身影凌空落下, 将包围圈剑得越发严密。 十三个结单大圆满, 八十六个结单后期。 江寒略微一扫, 心中便已了然, 对方派出这么多人一起出手, 甚至还刻意穿着杂乱, 装作散修, 看来, 我真是没打算善了。 这样倒是正好, 他刚好也想知道, 剑心解封之后, 自己到底有多强。 倒塌的树木还在燃着火光, 不时发出噼啪声, 地面遍布大大小小的坑洞, 十三道人影跃众而出, 看向江寒的目光中满是毫不掩饰的杀意。 他们站立之处极为巧妙, 隐隐把江寒围在中央, 又似是成了某种阵眼, 将所有人的气息通过他们上方连在一处, 似是形成了一座阵法, 让这十三人气势暴涨, 每人都堪比一名假阴妻修士, 一道道冰冷的视线带着轻蔑和不屑, 从江寒身上寸寸扫过, 似是将他当成了一个待宰的猎物一般, 毫无保留地释放着自己的恶意。 我很好奇, 你为什么不逃? 一个肌肉囚结的壮汉开口问道, 他身形挺拔, 他的气势也是所有人中最强的那个, 已是只差一步便能达到元阴妻的气息, 显然是领头之人。 若是你在合围前突破封锁, 也不是不能留你一面。 但是, 你为何非要在此处不跑? 在他们看来, 几方近百名杰丹后期修士更是通过阵法, 让十三名杰丹大圆满, 短时间拥有了假阴妻的实力。 如此阵容, 就算遇到元阴妻修士也可周寻半可钟时间。 可对方只有一人, 其修为只是区区杰丹中期而已。 他凭什么这么冷静? 若不是有命令, 必须要节阵对敌, 恐怕他们之中任何一人出手, 都能将对方轻易斩杀。 可如此大的实力差距, 对方为何不逃? 逃? 江涵面无表情, 欲战之时, 心中更是极为冷静。 末地, 他身体表面现出无数紫色雷霆, 劈啪跳跃, 更有一股名为实质的黑色剑意, 刹那间透体而出。 剑气凝在他身周, 聚而不散, 在他出现的瞬间, 所有人顿时心头一领, 一道彻骨的冰寒, 让他们身躯骤然僵住。 剑一蔓延而上, 迅速将奔雷剑覆盖, 和剑身雷霆融为一体。 紫雷闪烁着黑芒, 看起来格外诡异, 又令人心惊胆战。 一股强大的气息笼罩全场, 竟然将那十三名假鹰漆的气势, 强行压下。 他携提着长剑, 看向那面色陡然惨白的壮汉, 极为随意地说道, 我为什么要逃? 第137章, 这条剑你都敢答应。 随着江寒话音落下, 一股巨大的压力从天而降, 压得壮汉心中惊恐, 冷汗瞬间将他后背打湿。 刚才发出那道绝世剑气的, 竟然是你? 他的声音中满是惊骇, 似是不敢相信, 那等冲天剑气, 竟然只是一名杰丹中期修士所发出的。 这一刻, 他终于明白, 为什么对方只是区区杰丹中期, 他们收到的命令, 却是必须用阵法迎敌。 他忽然想到一句话, 杰丹七修士之间, 实力差距意识极大。 除他之外, 其余修士同样如临大敌, 尽管他们任何一人, 在外界都是受人尊敬, 坐镇一方城镇的强者。 此刻更是汇聚99人, 合力对付一人, 不但修为境界高出对方许多, 数量更是足以碾压对方。 可他们此时面临的压力, 却仿佛直面一位元英七强者一般, 心中满是惊恐骇然。 少在这装神弄鬼。 你以为就你有法宝? 我等既然赶来, 自然早已做好万全准备。 壮汉眼去眼中金色, 说话之际, 一面金色巨翻, 自他处物袋中飞出, 眨眼间便尝至十丈大小。 有了此番压阵, 他心中顿时多出不少底气, 终于敢抬头看向江涵手中长剑, 眼中轻松不少。 不愧是跟了雷宗主多年的 天阶八品法宝奔雷剑, 这等剑气配得上这个品级。 不过吗? 他看向江涵的目光中多了些轻视, 他现在在你手里多少有些驱惨。 以你的灵力, 若是全力施围, 恐怕只能操控斩查时间, 就算此剑再强, 你也难以发挥他的真正实力。 不如你将他交出来, 然后乖乖受死, 我也能做主, 给你个痛快。 说完, 他伸手拿起金帆, 嘴角扯出一丝冰冷嗜血的笑意, 握着旗杆朝地面用力一点。 动。 一道金色波纹自他脚下快速扩散, 转眼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圆形阵法, 将他们护在旗内。 江涵身体末地一沉, 好似有万军之力凭空压下, 让他体力灵力运转, 变得极为质色。 可他面色并无变化, 只是淡淡问道, 我只想知道, 是谁派你来的? 你可知, 对我出手的后果。 壮汉文言, 面上闪过一丝犹豫, 可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自外未响起。 江道友, 何必拖延时间, 四大宗门早已承诺, 只要此番将你留下, 我赵国便可接受四大宗门庇护, 还会助我等晋级化神, 并且再也不用上交任何资源, 从此以后, 便是四大宗门之下最强势力。 四道人影自人群后方缓缓飘起, 嘴角含笑看向江涵。 江涵目光扫去, 却是只认出中间一人。 正是当日所见, 那位接引阴阳宗的赵国五皇子, 其余三人, 想必也是其他皇子。 原来如此。 江涵点头, 倒是没太多意外, 毕竟此事早晚都会发生, 对方早些出手, 他也能提早做些准备。 唯一令他感到意外的, 便是这赵国君主, 竟然能同意这等无异于自杀的要求。 难道紫霄建宗的威望, 已经降到这种地步了? 随便一个小国, 一个莲化神奇强者都没得国度, 只因他人的一句口头承诺, 就敢对紫霄建宗清传弟子下杀手。 四级此处, 他目光骤然一凝, 吞噬意境, 悄然出现, 笼罩体外的压力顿时烟消云散, 体内灵力全速运转。 他挥起手中长剑向前漠然斩落, 奇速不快, 但却瞬间落下。 哄, 雷霆震耳, 一道黑色剑光自长剑上急速冲出, 瞬间便膨胀至百丈大小, 朝前闪烁而去。 剑光犹如一道闪电, 划破虚空, 其速度仿佛快到了极致, 瞬间便已到了千丈之外。 噗哧, 剑光实在太快, 快到众人根本没有反应过来, 爆成一片血雾, 其余人才终于反应过来。 贾鹰巅峰的强大修士, 一箭而亡。 紧接着, 场中呼的响起阵阵爆裂之声, 随之而起的, 还有一片重物落地之声。 碰, 场中爆出大片血雾, 江涵面前陡然一空, 只剩下漫天血色四处飘散, 就连旗内的金丹也被剑气搅得粉碎。 这个方向十多人, 包括那一名贾鹰器修士, 瞬间身死盗销。 直到此刻, 远处才忽现一道波纹, 将那剑气排斥了出去。 原本在远处观战的四位皇子, 脸上笑意顿时一僵。 他们看向江涵的目光中, 第一次戴上了一抹惊恐之色。 这不可能。 五皇子脸色惨白, 白的没有一丝血色。 他知道, 大宗门弟子, 在同阶中都属于佼佼者, 其中, 当以紫霄剑宗的剑修最强。 可他万万没想到, 仅仅是杰丹中期的江涵, 竟然只用了一剑, 便斩杀了他十多位人手。 那剑光实在太快, 他只感觉眼前一花, 那些人竟然已经死了。 其中, 甚至还有那名甲英妻巅峰的壮汉, 他可是这些人中最强的存在, 就算比这四大宗门弟子也不差多少。 可是, 就连他都没有反应过来, 一剑便被斩杀。 这些截丹妻修士, 可是他们几人全部的家当了。 如果都折在这里, 就算他们能活着出去, 也只剩一个孤家寡人, 还拿什么去争夺皇位? 只靠那些原因吗? 那都只是挂个客亲, 若是想让他们出手, 怕是要付出极大代价。 更何况, 此事既然已经做了, 万没有退缩之礼, 若不能将江涵拿下, 以此换取四大宗门的庇护, 他们赵国皇室, 绝对会被紫霄建宗夷为屏蔽。 他环视一周, 发现剩下的这些人中, 大多面容呆滞, 眼神中竟是骇然惊恐, 相必已被吓破了胆子。 若是他们此刻逃跑, 留给他们的, 只有死路一条。 想到这里, 才能勉强用出此剑招, 此剑招必然无法常用, 而等只需小心应对, 待他灵力耗尽, 便只有死路一条。 更何况, 如今我等已印了四大宗门, 助他们斩杀江涵, 此刻若不战而退, 将遭遇五大宗门联手追杀, 诸位, 还请施展全力, 将江涵斩杀在此。 不然我等, 必死无疑。 话音还在空中回荡, 他便已率先出手, 祭出一顶金光闪闪的大印, 朝着江涵当头砸下, 那大印四周, 引有金龙咆哮, 其视若万钧, 就连虚空都被其荡出阵阵巨响。 印还位置, 便有一股莫大的压力, 朝着江涵当头照下, 他方圆十丈内的地面, 漠然往下降了半尺有余。 如此危急之时, 江涵心中却毫无波澜, 他再次挥起长剑, 朝着空中漠然一展。 第138章, 真的是疯了。 百丈剑气转顺至, 黑盲划破虚空, 瞬间便从大印之上一串而过。 大印落下之势呼停, 整个盾在半空, 其内忽然站出万丈金光, 金龙虚影惨毫一声, 便炸成无数金光消丧无影, 大印抖动片刻后, 更是轰然炸成无数碎片。 怎么可能? 五皇子目自欲裂, 那可是地阶九品的镇山印, 当初他花费了极大代价, 才从一伞修手中将其夺到手。 其内蕴含了一丝土之异景, 不但气势极其厚重, 威力也是极强, 防御力更是一等一的。 他之前可是特意请了位元英七长老, 帮他试了一下, 镇山印就算遭遇元英七的攻击, 也能挡上半个钟的时间。 可眼下, 只有杰丹中七的江寒, 竟然一剑把镇山印斩成碎片。 五皇子感觉脑中一片昏沉, 猴肩涌起一股心田, 就连眼前都仿佛出现了幻觉。 他怎么看到, 一名杰丹中七修士, 在追着一群杰丹七假英七修士杀? 甚至, 他们竟然连一剑都挡不住, 碰到就死。 他不知道是自己疯了, 还是这个世界疯了。 但是, 他现在知道一件事, 一件很重要的事。 他们完了, 赵国完了。 只要等到江寒出去, 秘境中的事情绝对瞒不住。 届时, 紫霄建宗必然来人, 将他们赵国皇室血脉, 屠戮殆尽。 他心中涌起无尽惊恐, 赵国传承数千年, 偌大的基业, 难道就要毁在他的手中吗? 五皇子心中, 升起一股强烈到极致的懊悔。 如果当时拒绝四大宗门的要求, 如果当时不去贪图那些虚无缥缈的承诺, 如今, 是不是不会变成这样? 不对, 还有希望, 只要阴阳宗出手, 江寒必定无路可逃。 他猛地清醒过来, 却发现身边其他三位皇兄, 竟不知何时不见了踪影。 一群废物! 他恨恨地骂了一声, 紧接着大声喊道, 城公子, 你们阴阳宗若是再不出手, 江寒可就要逃了。 他话音刚落, 一声轻笑便从不远处响起。 急什么, 这就来了。 紧接着, 一道破空之声忽然响起, 一颗人头从天而降, 咕噜噜滚落在一处血坑之中。 五皇子定睛一看, 瞳孔顿时一缩, 那头颅竟是刚才消失的大皇子。 我看这人想要逃出去报信, 我便帮你杀了。 程玄明的身影从一堆碎石后漫步走出, 身后跟着众多阴阳宗女修, 他刚说完又好似想到了什么, 连忙补充道, 哦, 对了, 不用谢我。 三皇子神色复杂, 却是不敢多言, 他知道这是对方的警告, 对他擅自多话的警告。 随着他们出现, 一股淡淡的香味渐渐弥漫开来, 香味极淡, 却能将场中的血腥气彻底压下, 江寒只闻了一口, 顿觉全身血液流转速度漠然加快, 不过很快, 这次香味便被吞噬之力吞掉。 他持剑力在场中, 平静地看向突然出现的阴阳宗众人, 吞噬之力全速运转, 将飘至深周的香气全部吞噬。 江寒又见面了, 程玄冰嘴角挂着一抹浅淡的笑意, 轻摇折扇, 一副风度翩翩的贵公子模样。 他看向江寒的目光, 犹如看着一位多年不见的老友, 喜悦中带着一抹淡淡的思念。 如此模样, 已丝毫看不出之前在外面时, 他恨不得杀了江寒的滔天怒意。 江寒时只轻点剑身, 将奔雷剑上沾染的一丝血雾震开, 任由剩余那二十几人狼狈逃走, 漫不经心地说道, 你来的倒是挺巧, 那是自然, 我想着, 你灵力也该耗尽了, 此时入场, 自是最佳时机。 程玄冰停在血雾边缘, 撇了阎武皇子, 见他面色惨白, 没有动作的样子, 于是合起折扇, 朝着逃跑的那些人轻轻一点, 留下吧, 碰, 一声极为整齐的炸响, 二十几人同时炸成一大片血雾, 只留下一堆金丹落在血雾中, 滚了两下后, 便沾满了红色。 江寒瞳孔微缩, 他刚才竟然没有发现对方是怎么出手的, 几乎随着对方话音刚落, 那些人就炸成了一片血雾。 咦, 你竟然没事? 程玄冰的声音有些哑然, 江寒略意思索, 便已知晓, 恐怕是那香味的原因了, 好在他及时将其吞噬, 不然, 怕是要着了道, 不愧是紫霄建宗万年来天资最强的弟子, 这份手段, 果真是让人佩服。 程玄冰在远处不断说着话, 随着时间推移, 场中的香味越发浓郁, 只可惜, 江寒根本闻不到这股香味, 但他却能感受到, 随着时间过去, 吞噬之力形成的黑洞, 竟在不断的吞噬中开始壮大起来。 不过, 一小会儿的时间, 黑洞便长大了一丝吞噬之力的笼罩范围, 也已覆盖到深周二丈方圆, 本来我们打算先去找那个白木剑下手的, 只可惜, 他也不知躲到哪里去了, 一直到现在都没有踪影。 程玄冰声音温和, 嘴巴一刻都不停, 絮絮叨叨地说个没完。 不过, 江寒也乐得如此, 也不知那香味到底是什么东西, 就这一会儿功夫, 黑洞已经明显大了一圈。 吞噬范围也增长到了深周五丈方圆, 吞噬速度大了五倍左右, 四周的香味被其疯狂吞噬, 场中香气很快就淡了下去。 只是没想到, 虽然没找到白木剑, 但却发现了你的绝世剑意, 只要能将你斩杀, 一切也都值了。 说完了吗? 江寒身上雷光再现, 香气似乎已经不能再增加吞噬之力了, 这一会儿时间竟然丝毫没有长大。 刚好他也听得差不多了, 说来说去, 不还是四大宗门联手打压紫霄建宗的那些事? 他有时候真的很疑惑, 紫霄建宗以前到底有多强? 竟然逼得其他宗门害怕到这种地步。 甚至不惜, 公然违反五大宗门不可自相残杀的约定, 拼着付出巨大代价, 也要对他这个结单中期的小辈斩尽杀绝。 你急什么? 多活一会儿不好吗? 程玄明脸上的笑意越加浓郁, 就好像有什么大病一样, 看得江寒有些皱眉。 黑色的剑意凝在剑身, 盖住了紫色的雷霆, 一股比之前都要凌厉的寒气突然出现。 一阵咔咔声响起, 场中快速凝结了一层厚厚的冰晶。 他看着对方骤然凝重的脸色, 开口道, 还有谁? 一起出来吧, 不然就凭你们, 可留不下我。 江寒偏头看向右侧, 就在刚才某个瞬间, 那里突然有一道极强的恶意袭来。 也不知是何人, 单是感受到对方的目光注视, 他就有种比吃了苍蝇还难受的恶心感。 第139章 好兄弟, 重情意。 第大, 一滴鲜血自空中滴落, 打在地面的血污中发出一声清脆的声响。 随着一道破空声响起, 一颗人头从天而降而来, 带着一股混乱的气息, 速度极快地朝江寒砸来。 江寒面色不变, 手中常见微震, 一道剑气瞬间冲出, 将那不知是几皇子的头颅炸成了粉碎。 直到剑光消散, 一股极为混乱的气息忽然出现, 江寒略一抬头, 便看到一道身穿黑白道袍的身影立在半空。 丁若梦, 他微一皱眉, 这女子竟然也在, 他给她的感觉极为混乱, 又非常危险, 此人实力定然不弱。 但除此之外, 更关键的是, 还有谁在右侧? 江寒! 一声轻和响起, 随后便是数十道气息迅速出现, 一群身穿白衣的男女修饰, 自右侧显露身影。 江寒一眼便认出那是林天宗的衣服, 他眼眸微眯, 细细打量过去。 下一刻, 一道极为熟悉的身影映入眼帘, 那张熟悉的脸上, 依然挂着一抹让他反胃的笑意。 见他看来, 那家伙竟然还露出一丝惊喜, 好像特别想见到他似的。 林玄, 竟然也在。 江寒唇角勾起一抹森寒, 视线停在林玄身上, 这下, 也算是到齐了。 领头的周明, 见江寒一直看着他的身侧, 心中一惊, 以为出什么事了, 惊得他连忙, 转头看去。 一看之下, 却发现林玄竟然冲江寒露出温和的笑意。 他唯一皱眉, 林玄, 你们很熟。 林玄怎么也没想到, 那个剑意冲天之人, 竟然会是江寒。 在他看来, 江寒虽然气韵极强, 但是被他压制了那么久, 就算有大气韵加深, 实力也不会增长太快。 所以他结单之后, 心中对于江寒的气韵, 又有了些别样的想法。 再加上, 那道冲天剑意, 这才下定决心, 准备走一趟藏黄山。 江寒几天不见, 江寒实力竟然变化这么大。 境界高点倒也还好, 他要是运气好点, 一个月就能晋级到结单大圆满。 可关键是, 江寒的那道剑意真的吓到他了。 之前在很远的地方看时, 那剑意虽强, 但他也没感受到太多东西。 但是刚才在进处暗中观战, 他忽然发现, 这剑意竟然有堪比元英气的威力。 这到底是什么逆天气韵, 这就只是一个小秘境而已。 江寒是怎么在这里, 得到这种绝世建议的。 大家一起进秘境的, 境界也都差不多, 凭什么他能得到这等一天机缘? 我气韵虽然比他差点, 但也不至于差距这么大吧? 我到底哪里比不过他了? 林璇极度的几乎发狂, 他也想要这种强大的建议。 可惜, 他目前实力不够, 根本不是江寒的对手, 若是贸然出手, 恐怕要吃大亏。 正当他郁郁之时, 却听到周明交代, 要把江寒在此处围杀。 当时他就兴奋了, 这真是绝佳好机会。 如此多高手为杀江寒一个, 这一下, 我看你还怎么跑。 只要江寒重伤, 自己趁机把他救走, 绑定宿命锁链后, 再把他带回宗门, 然后向师尊求情, 阴阳一番, 把他修为禁锢, 关在境地深处, 这一下, 他就彻底跑不掉了。 想到此处, 林璇眼中的贪欲越发浓郁, 此刻听到周明问话, 他连忙收起贪婪, 点头回道。 当然认识, 我和江寒可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十多年的好兄弟。 说到这里, 他有些担忧地说道, 周师兄, 我和江寒的关系。 说到这, 他面露难色, 犹豫着说道, 江寒他人很好的, 我们能不能不要对付他? 从小一起长大的? 好兄弟。 周明皱眉, 我记得你不是从小在宗内长大的吗? 怎么会认识紫霄建宗的人? 唉, 林璇长叹一声, 刚想说江寒叛宗之事, 却突然想起, 师父好像一直不愿向他人透露江寒的存在, 头一转, 叹息道, 江寒以前经常在我们山下城镇摆摊, 卖些林草林果, 我见他生活不易, 经常去他那里买些林药, 一来二去, 我们也就这么认识了。 这么多年过去, 我经常去帮衬他的生意, 他对我心怀感激, 我对他也观感极好。 一有空, 我就会去助他修炼, 解答修行上的问题, 一直到几个月前, 我们还经常待在一起。 林璇说到这里, 嘴角的笑意越发温和, 只是自从他去了紫霄建宗后, 没想到, 你竟然还是江寒的恩人。 周明点头, 心中也轻松不少, 他还以为江寒真的和林璇关系很好, 若是林璇求情, 就算他对林璇再不喜, 可看在宗主清传弟子的面子上, 他还真有些为难。 没想到, 林璇也只是见他可怜, 随手帮了几把而已, 这样一来, 那就好办了。 不过他之前听说, 江寒怎么在林渊秘境的时候, 把林璇打了一顿, 好像还打得挺严重。 算了, 这不重要, 可能是他们当时闹矛盾, 现在又和好了, 也说不定。 他语气一粟, 郑重开口, 不管你没有什么关系, 江寒今天必须死, 就算你替他说情也没用。 你要是下不去手, 就去一边待着去, 别在这碍事。 林璇脸上一急, 冲着周明郑重行礼。 周师兄, 江寒乃是我最好的兄弟, 我知道周师兄此举也是无奈, 但我不求其他, 只求周师兄等一下留他一个全尸, 我好替他寻个好位置安葬。 林璇说的情真意切, 听得周明有些动容, 没想到, 你也是个重情义的人。 他轻叹一声, 点头道, 既如此, 我便答应你, 给江寒留个全尸, 让你安葬。 林璇脸上一喜, 多谢周师兄。 说完, 他转头深深看了江寒一眼, 叹了口气, 愁眉苦脸地退到一旁。 如此举动, 看得其他人纷纷动容, 内心对林璇的看法有了极大的改观。 原本以为他, 只是个靠着自己身份, 狐假虎卫的废物, 可没想到, 倒是可以和他多多接触一番, 想必能借机多捞些林天锋的好处。 众人目光微闪, 看向林璇的眼神, 越发和善。 林璇站在后方, 看着江寒和其他人对峙, 脸上虽然愁苦, 但那都是装给别人看的, 他心里其实根本无所谓。 替江寒求情, 本就是随口一说, 成不成根本不重要。 反正只要江寒重伤, 他就能用道具把他带走, 保准谁都发现不了。 到时候, 江寒落在他手里, 还不是他想怎么样, 就怎么样。 第140章, 没有机会, 就创造机会。 不过在此之前, 他还是离江寒远点比较好。 他可是记得很清楚, 江寒这段时间到底是怎么对他的。 江寒应该是发现了什么, 自从离开林天宗后, 对他的态度就大变样, 每次见面都要和他拼命, 恨不得生死了他。 第一次就不说了, 当时双方都比较克制, 都不敢做得太过分。 上一次, 江寒却是突然发狂, 要不是他跑得快, 恐怕当时就被打废了。 此刻, 他极为听话地推到后方三百丈外, 看着江寒现在重重包围中, 视线紧紧盯着对方, 时刻准备救人, 也时刻准备逃跑。 江寒那剑气, 真的不是闹着玩的。 林玄的视线, 让江寒极不舒服, 他能清晰感受到其中贪婪的气息, 对方根本没有掩饰, 直勾勾地盯着他, 那种如芒在背的感觉, 让他不得不分出一部分注意力, 特别关注着林玄的动静。 若不是林玄躲的位置实在太远, 他真想不顾一切顺移过去, 先把那家伙斩了。 可惜, 此时两大宗门之人, 已将他围得严严实实, 他只能先全力对付这些人, 暂时没有机会对林玄出手。 好在林玄退到一旁后, 便没有多余动作, 这也让他能腾出更多的精力, 来对付两大宗门的合力为杀。 双方心仇旧恨聚在一处, 还未动手, 便已擦出阵阵火花。 两大宗门之人, 悄然散在四周, 也不知是不是为了躲避江涵的剑光, 他们站的位置极其分散, 这样一来, 剑光的杀伤力顿时减少大半。 而且, 他们竟然没有动用阵法的意思, 反而像是要以蛮力, 把江涵强势斩杀一般。 我真的很意外, 你竟然没打算逃走? 丁若梦手中拿着一柄白色长剑, 悬在半空, 垂眸看着江涵。 他右手握住剑柄, 缓缓拔剑出鞘。 随着他的动作, 空中顿时响起一阵刺耳的金铁摩擦声, 其声尖锐, 刺得人牙根一酸。 江涵更是被重点关注, 深周忽地腾起阵阵灰色波浪, 朝着他荡漾而来。 那波浪气势汹汹, 锁过之处, 无数碎石黄土, 皆被震成积粉。 江涵站立之处, 转眼间被削去厚厚一层, 表面更是变得光滑无比。 他面色微动, 吞噬意境连忙扩散开来, 二者刚一接触, 那些波纹便忽然消失, 竟然被吞噬意境请客吞掉, 连一丝多余的反抗都没有。 冰若梦见状, 瞳孔骤然一缩, 看向江涵的目光更加慎重。 同为天骄, 我本不想如此对你, 可你们紫消见踪, 这次实在太过猖狂。 他说话之时, 似有于因在石海不停回响, 石海莫名开始动荡, 让人生出一丝极淡的虚幻感。 眼前的世界更是变得极不真实, 但细看之下, 又好像没有什么变化。 江涵石海掀起巨大波浪, 眼中更是闪过一抹迷茫与痛苦。 这种既真实又虚幻的感觉, 让他无感变得极为扭曲, 脑中更是一阵眩晕。 好在此时, 剑星忽然一阵, 同样散出一道古怪的波纹, 迅速冲向他的石海, 将那侵入近来的异样感瞬间吞噬。 那扭曲的感觉凭空消散, 江涵立刻恢复过来。 好诡异的攻击, 我中招之前, 竟然没有察觉到丝毫一样。 他眼中生起一丝骇然, 额头更是生出了一丝冷汗。 刚才若不是剑星及时相救, 恐怕他已经被干掉了。 丁若梦却好似没看到江涵的震惊, 反而筒筒一缩, 心中生起一抹骇然。 他没想到, 仅仅是对付一个结单中气的江涵, 竟会让他感觉到如此棘手。 他连续两次出手, 都被对方化解。 更可怕的是, 对方出招之时, 竟然毫无异动, 仿佛他的攻势根本不值一提一般, 呼吸间便能将他的意境化解干净。 他可是宗内少有的, 悟性极佳的天才人物, 修为虽然只是结单大圆满, 但已经窥到了一丝虚实意境。 虚实两道意境在身, 实力比之一般的元英七长老, 还要强上一些。 他凭借虚实意境, 曾经可是单独斩杀过一位元英七修士, 可他没想到, 无论是虚意, 还是实意, 竟然刚一靠近, 便悄无声息地失去了动静。 如此惊人的手段, 让他一颗心顿时沉入谷底。 他忽然意识到, 他们可能都小瞧了江涵这个人。 他好像不仅仅只是一个猖狂的剑修, 他是真的有可以猖狂的资本。 但, 那又如何? 他收起了无用的意境攻击, 眼中的警惕却是散了些许。 此刻, 他们这么多人一起出手, 江涵就算能挡他一次, 难道能挡他们一百次? 他傲然立在半空, 淡淡说道, 我进来前接到长老命令, 不得不对你出手, 不然, 你如此侮辱我等, 我阴阳宗若是不加以反抗, 岂不是要受天下人吃笑? 呛! 一声剑鸣轻响, 长剑出鞘, 白色的剑身在空中闪烁着森寒的光芒。 江涵, 你如今尚算年幼, 行事猖狂, 倒也情有可原, 只可惜, 你千不该万不该, 惹到了我们阴阳宗。 他说着, 眼底呼地出现一阵波动, 似有一道灰芒在眼中游荡。 啪! 毫无预兆的, 江涵身前有急速闪过一道灰芒, 可江涵早有防备, 神识一直注意着四周情况, 灰芒刚一出现, 便被一道剑光击成粉碎。 在你临死前, 我再多说一嘴, 你天赋确实不错, 不过是走错了路, 不如。 攻击被挡, 他却毫不意外, 仍是自顾自地说着, 只是说到这里时, 他声音顿了一下。 想想还是算了, 这等绝世天才, 来了阴阳宗, 恐怕只会和他争抢资源。 罢了, 下辈子, 你再好低调一点。 说着, 他抬起长剑, 剑尖指向江涵眉心, 一股虚幻之气, 顿时倾洒而下。 江涵自他开始说话时, 便一直紧握剑柄, 体外有吞噬意境, 抵抗波纹攻击, 体内更是有剑心, 将那奇怪的意境吞噬, 这才让他始终能保持冷静。 他用眼角余光, 从四周不断扫过, 试图寻找到破敌之法。 对方人数太多, 他只要有一个失误, 恐怕就会万劫不复。 可直到此刻, 他也未寻到什么破绽, 两大宗门之人, 仍是站在不远处死死盯着他, 只要他敢有一丝异动, 等着他的, 就是天罗地网般的攻击。 如此一来, 我有一个办法了。 江涵紧了紧手中剑柄, 眼中闪过一丝凌厉冷芒, 既然没有破绽, 那就先全力杀上一批, 撕开一个破绽。 他眼中闪烁着危险的光芒, 视线在林天宗众人身上扫过。 此刻随着丁若梦最后一个字说完, 江涵心知不能再拖, 于是, 在那漫天气息洒落之时, 他身形漠然一动。 脚下风雷靴闪动光芒, 他整个人瞬间消失在原地, 躲过了丁若梦的攻击。 再次出现时, 他已到了右侧一名林天宗修士身前。 第141章, 开始狩猎。 对方好似根本没想到, 江涵竟然敢主动攻击, 直到他出现在对方面前, 对方竟依然毫无反应, 眼中甚至还出现了一瞬愣着, 也就是这一阵的时间, 便已决定了他的生死。 江涵手中长剑默然一动, 在对方还未反应过来之前, 迅速滑出一道弧光, 自其体内瞬间穿过。 咕哧, 剑光透体而过, 化作百丈大小, 鱼波甚至还斩断了后面一人的胳膊。 他的速度实在太快, 从他瞬移到斩出剑光, 也不过只是一眨眼的功夫。 直到剑光穿透二人的身体, 其余众人才终于反应过来, 迅速呼喊着朝此处合围而来。 同时, 道道法术之光脱手而出, 更有数道气势惊人的法宝, 呼啸而来。 可江涵极为谨慎, 一击得手便立刻催动瞬移, 瞬间消失在原地, 下一刻便出现在了另外一人身前。 直到这时, 伴随着法宝轰击地面的轰隆声, 一声沉闷的炸响呼气。 之前那个林天宗的弟子, 身躯竟被剑一搅碎, 砰的一声炸成了一片血污。 紧接着是第二道爆炸声, 后方那名断了一条胳膊的林天宗弟子, 只来得及发出一声惨叫, 无穷建议, 自己体内轰然炸开。 哄, 一声炸响, 让众人骤然退开。 只是一眨眼的功夫, 两位结单大圆满地修饰, 暴体而亡。 眼下众人看向江涵的目光中, 再也没有了丝毫情势, 有瞬意在手, 再加上那威力强大的剑光, 下一刻身死之人, 可以是他们中的任何一个。 眼见众人声出巨异, 周明呼地发出一声怒吼, 声波震荡开来, 更有一股强大的气息冲天气, 虽然不能冲破云霄, 可也极大振奋了众人心神。 周明身上灵力鼓动, 吹得他衣袍烈烈作响, 身为林天宗带队之人, 他自有一番骄傲。 此刻看到两位师弟在他面前惨死, 他心中的怒意, 让他双眼瞬间通红。 江涵, 受死! 他怒喝一声, 右手虚空一握, 一道黑光闪过, 便握住了一根黑色长棍。 一棍在手, 他身上气势变得更加狂暴。 他脚下用力一踏, 随着一道烟雾升起, 他的身躯骤然腾空而起, 双手持棍向前用力一挥, 长棍一端瞬间长支末盘粗细, 斜着开天裂地之势朝着江涵当头砸下。 黄猛的气势从天而降, 黄蜂将江涵发丝吹起, 他却面色不变, 只是有些好奇地看了一眼刚才死亡的二人位置。 不知为何, 刚才二人死亡之时, 各有一道金光从他们身上飘来, 冲到他身前时便化作一道温暖消失不见。 若不是身上没有异样, 剑星更是发出一股愉悦的情绪, 让他放心不守, 不然他还真以为这是什么毒药邪术。 此刻周明持棍攻来, 他也只是淡淡瞥了他一眼, 然后身形一晃, 便已顺移到了另一个灵天宗修士身前。 可他刚一现身, 一股气机便已当头照下。 抓到你了。 丁若梦的声音犹如梦一滴雨, 竟直接传到了江涵脑海之中。 江涵一惊, 手上动作却是不停, 长剑闪出一道黑色剑光, 自那修士身上扑斥划过。 砰, 血雾炸开, 他伸手接过对方的除袋, 朝前一步踏出, 再次出现在了远处。 直到这时, 他才猛地抬头, 却见丁若梦静站在他上空不远处, 一道虚幻的丝线, 从他指尖延伸出来, 刺在他的手腕上, 将二人连在一起。 他神色微动, 身形瞬间出现在丁若梦身前, 剑间朝着对方直刺而去。 眼看一道黑色剑翼已然出现, 丁若梦面色却依然平静, 同时一道狂暴之气自身后呼气, 江涵暗道不好, 手掐剑决的同时, 右手松开奔雷剑, 身形骤然从原地消失。 So! 奔雷剑化作一道紫黑相间的电光, 自空中一闪而过, 穿过丁若梦的身体, 瞬息回到了江涵手中。 哄! 一道巨大的棍影从天而降, 砸在了江涵刚才所立之处, 地面瞬间被砸出一个巨大的坑洞。 一击得手, 江涵却没有一丝喜悦, 反而抬头看着半空, 眉头越皱越深。 他目光所看之处, 丁若梦正凌空而立, 垂眼看他。 他嘴角带着一丝浅笑, 手中长剑轻甩, 一道灰色剑光朝着江涵急速冲来。 江涵抬手轻挥, 一道黑色剑光直冲而去, 二者相撞, 那灰色剑光瞬间便被击成粉碎。 黑色剑光一击得胜, 却去世不减, 从丁若梦身上一冲而过。 他身上荡起一阵波纹, 却依然立在半空, 好似那剑光对他毫无用处。 好诡异的手段。 江涵心中一沉, 虽然丁若梦手段诡异, 可就这样和他绑着, 不能伤到他, 又有什么用。 他灰剑斩向那条灰色丝线, 可不出所料的, 剑身自私线上静止穿过, 二者仿佛不在一个空间一般, 根本无法碰触对方。 既然摆脱不了, 那就不管了。 江涵身形一动, 瞬间消失在原地。 他身形刚刚消失, 便有一道巨大棍影从天而降, 其后更是跟着数十道法宝之光, 轰隆砸在他方才站立之处。 啊! 周明发出一声巨大的嘶吼, 其声震耳, 无数山石被其吼声震的爆炸开来。 他瞪着血红的双眼, 死死盯着现身在远处的江涵, 眼睁睁地看着对方连续出剑, 顷刻便斩杀了三名灵天宗弟子。 他心中怒火滔天而起, 只恨自己速度太慢, 要不然, 只要被自己砸上一棍, 这江涵就算再强, 也只能生死当场。 可他此刻无计可施, 只能眼睁睁看着江涵大杀四方, 却根本碰不到对方一下。 他怒气冲头, 指着江涵愤怒喝倒。 江涵! 你有本事别跑! 你跟我堂堂正正打一场, 打个架你竟然只会逃跑, 只会欺负那些实力弱的弟子。 你到底有没有一点骨气? 江涵抽空瞥他一眼, 见他再次提棍冲来, 不由冷笑出声。 你们这么多人埋伏我一个, 你还好意思说堂堂正正? 我之前还以为你是个厚道之人, 可没想到, 你竟是如此不知羞耻。 周明闻言怒火更胜, 胸口剧烈起伏, 大口大口喘着粗气, 更有两道白烟自他鼻孔急速冲出。 啊! 他仰天咆哮一声, 身上顿起一道热烈的红光, 身形更是骤然一块, 一眨眼的功夫, 竟然已到了江涵身前二十张碗。 好快的速度! 江涵面色微变, 顾不得再出手杀敌, 脚下微动, 风雷靴默然亮起光芒。 就在这时, 当! 一声钟明呼气, 空间顿时荡起阵阵波纹, 江涵的瞬移竟被强行打断。 啊! 周明眼眶一出一道火红的光芒, 口中发出一声兴奋嘶吼, 长棍燃起红色火焰, 携着万军之势从天而降, 朝着江涵狂猛砸下。 江涵! 给我死! 江涵瞳孔骤然收缩, 好像有万山之力从天而降, 将他死死禁锢在原地, 就连地面都被这股强大的气势所压, 齐齐往下沉了三寸。 火红的棍影在他瞳孔中迅速放大, 更有汹汹热浪扑面而来。 他鼻尖甚至闻到了一丝头发被烧焦的胡味, 可就算是这等生死存亡之计, 江涵心底依然极为平静。 他看着那极速砸下的棍影, 嘴唇微动, 轻声念出了一个许久未曾提及的名字, 风天凯, 呼! 第142章, 还是太谨慎了, 一道金光自他身上极速展开, 那光芒虽亮, 却并不刺目, 反而散出一种极为温暖的感觉, 把江涵保护在内。 动! 长棍气势惊人, 朝着江涵狠狠砸下, 二者接触之处, 顿时传出一声震天巨响, 就连附近的大地都被震得一阵剧烈抖动。 原地顿时碎石飞溅, 更是腾起一片巨大的烟雾, 将方圆三十丈彻底淹没。 终于死了, 这混蛋终于死了。 一名灵天宗弟子, 仰天吐出一口浊气, 身体骤然放松下来。 这家伙实在太滑溜了, 一个结单中期, 竟然可以施展顺仪, 实在离谱至极。 顺仪又怎样, 还不是被周师兄一棒打死, 也轮不到你我操心。 我们能保住一条命就不错了。 你是不知道啊, 刚才我生怕那混蛋顺意过来扛我, 吓得我赶紧往后面躲, 根本就不敢靠前。 还好他选了其他师弟去杀, 要不然, 恐怕我也挡不住他那剑意。 好了, 都不要说了, 如今姜涵已死, 该准备帮周师兄抢核心令牌了, 都打起精神, 准备出手对付阴阳宗。 众人文言身形微动, 隐隐朝着阴阳宗包围过去, 谁知对方竟然抱了同样的想法, 早已悄悄围了过来。 双方人马互看一眼, 心中顿时警惕, 各自向后方退去。 林师殿, 等下你跟着我, 千万不要冲在前面。 于师姐的声音忽然在耳边响起, 林璇朝他微一点头, 缓缓向后退去。 其他人都以为姜涵死了, 但他可清楚, 姜涵绝不可能这么容易死, 那可是气韵之子啊, 受伤可以, 但想让他死, 绝不可能。 眼下众人越是觉得姜涵已死, 他就越觉得此事绝不可能, 甚至隐隐生出退意。 方才那般危险的场面, 已是众人合力营造的最强杀局。 如果陷入重围的人是他, 他自问若是不动用一些特殊手段, 怕是绝无活命的希望。 可若是连如此手段, 都无法重伤姜涵, 那今日这些人, 恐怕是凶多吉少了。 他得退得远一些, 万一姜涵真的暴肿杀出来, 他好直接跑路。 至于提醒林天宗众人, 他根本就没想过这件事, 他们死不死的, 跟我有什么关系。 他巴不得他们多拼一把, 以此让江涵伤势更重些, 他也有更多机会出手制服江涵。 可他刚退两步, 却见一直立在空中, 手拿一件青涩小钟的丁若梦, 面色突然大变。 他抬手引出一道狂风, 瞬间便将烟雾吹散, 同时口中急呼道, 杀了他。 说着, 他便手持长剑向下急速斩去, 同时手中小钟响起一阵急促的钟鸣。 当当当的声音快速响起, 声音连绵不绝, 一听便知其主人此事有多焦急。 众人不知所谓, 连忙朝那边看去, 可当他们看清烟雾中的场景之后, 瞳孔骤然紧缩, 面色大变, 满是骇然之色, 仿佛不敢相信眼前所见。 随着烟雾散去, 只见一片碎石残骸中, 一道金色光照立在原地, 金光流转间将江涵牢牢守护在内。 他一手持剑, 一手掐绝, 硬扛了那般强的攻势之后, 身上竟然没有染上一丝灰尘。 而周明还保持着持棍下屁的姿势, 悬在半空, 不过他身上的怒气依然全部消散, 体内灵力剧烈波动。 肠棍也已无力掉落在地, 他双手所握的是一节寒芒闪烁的剑锋, 长剑前端直直刺入他的心脏, 自后背透体而出。 饶,饶了我。 他惊恐地看着姜寒, 鲜血自他口中不断喷出, 身躯奋力挣扎。 可一道道建议在他体内横冲直撞, 将他的经脉角的吸碎, 灵力涣散, 身上软得跟棉花似的, 根本提不起一丝力气,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长剑继续刺入。 可这一切, 在其他人看来, 好像是他根本没有反抗一样, 任由姜寒把长剑缓缓刺入他的体内。 姜寒右手持剑, 缓缓用力向前, 鲜血自周明胸前低落, 可刚落到剑身, 便被无穷建议绞成血污。 他目中没有丝毫怜悯, 此刻周明体内经脉聚碎, 早已是强弩之末, 他眼神, 心中平静地没有一丝波动。 也不知是他最近太过冷血, 还是其他原因。 除了那些曾对他有过善意的少数人外, 对于林天宗的其他人, 他根本无法对他们提起丝毫同情。 你们对我出手的时候, 可曾想过, 饶我一面。 他轻声嘻喃, 也不知是在问周明, 还是在问其他人。 周明文言一致, 可还不带他多说什么, 姜寒手中常见威震。 碰, 无数黑盲透体而出, 迅速冲向四方。 周明顿时炸成一片血雾, 被风一吹, 便扑了满地。 姜寒伸手接住一枚储物剑, 他仔细擦拭干净上面的血痕, 然后才将储物剑收起。 接着手指一勾, 躺在地面的长棍也被他拿在手中, 只随便看了一眼, 便收入储物剑中。 与此同时, 一道笔之前所有人都要大上数倍的金光, 自他眼前一闪, 随即消失不见。 下一刻, 剑星发出一声愉悦的剑鸣, 在星弧上方剧烈颤抖。 姜寒不知道那金光到底是什么, 只知道每一个灵天宗之人被他所杀之后, 便会自他们体内穿出一道金光, 融入他的身体。 只是金光刚一入体便会消失不见, 也不知是被剑星吞噬了, 还是去了别处。 既然剑星这么喜欢这些金光, 正好此地有这么多灵天宗之人, 他多取一些也就是了。 他转头看向其他人, 第一眼便看到了那铺天盖地的法术光芒, 五颜六色, 甚是好看。 若不是其上杀意太浓, 威势又太强的话, 倒也不失为一道美丽的风景。 可他丝毫不慌, 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无数光芒落下, 既不躲避, 也不施法抵抗, 而是任由他们砸在金光之上。 一道道散着光滑的, 法术攻在他的护盾上, 各式各样的法宝, 挟着巨大威势, 凶猛攻来。 可这一切终究是徒劳, 不论是法术还是法宝的攻击, 落在金色护盾的一瞬, 便被一股奇异之力寝刻抵消。 金色护盾中了这么多的攻击, 到现在, 竟然连一丝波纹都没有犯起。 江涵看着那没有丝毫损伤的金色护盾, 嘴角逐渐掀起一丝森寒。 原来, 你们根本伤不到我。 第143章, 碾压。 他目露奇光, 扫了一眼围在四方的其他弟子, 最后看向飘在半空的丁若梦, 看着对方眼中满意的恐惧, 缓缓将剑剑对准他的眉心, 轻声说道, 丁道友, 还不下来。 丁若梦眼中的恐惧瞬间蔓延至全身, 他再也无法保持之前的平静与傲然。 虽然他知道, 江涵就算再强, 再没找到他的弱点之前, 也绝对奈何不得他。 可就算他再如何安慰自己, 身体也还是止不住地颤抖。 他呼吸有些急促, 看着江涵那张极为平静, 却又暗藏杀意的脸庞, 心中的恐惧让他根本无法静下心思考。 为什么? 你为什么会有天阶护体法宝? 他的语气满是难以置信, 他真的想不明白, 江涵一个小小的结丹, 有一个天阶八品的奔雷剑也就算了, 毕竟是雷青川的得意弟子, 送他如此贵重的宝贝, 大家都可以理解。 可他怎么会有天阶护体法宝? 众所周知, 护体法宝比攻击法宝要稀少无数倍, 不但是炼制材料难寻, 更是因为价格太过昂贵, 而且修为越高, 对自身的加强就越大。 紫霄剑宗就算有高阶护体法宝, 也不会有太多, 更何况, 这可是天阶护体法宝。 这个级别的宝贝, 整个修真界都没有多少, 他江涵凭什么可以得到如此珍贵的宝贝? 丁若梦后牙紧咬, 心中极为不甘, 若不是有这等法宝护体, 江涵刚才必然无法挡住周明的攻击, 更无法在他们铺天盖地的法术攻击下活下来。 他真的无法理解, 有这等级别的法宝, 你怎么早些不用? 为什么要把宝贝藏起来, 非要在最后关头拿出来欺负人? 如果江涵早先拿出来, 他一定会做出相应的布置, 绝不会像现在这样处处被动。 脑中思绪太过混乱, 让他一时无法平静下来, 他现在非常迷茫, 他那些足以灭杀原因的手段都对江涵无用, 他真的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些什么。 江涵听着他的话, 却觉得有些莫名其妙。 为什么我不能有天阶护体法宝? 这些天阶法宝不都是一套的吗? 丁若梦闻言胸口一致, 差点没一口气憋死。 什么叫一套的? 天阶法宝还能论套的? 可他仔细一想, 江涵好像还真是有一套天阶法宝。 风雷靴,奔雷剑, 还有那宝光流转的紫袍, 再加上天阶战船, 最后是这个天阶护体法宝, 可不是一整套吗? 混蛋! 任他性子再稳重, 此时也控制不住骂出声来。 剑丁若梦真的没有要下来的意思, 江涵也不勉强。 而是仔细看了眼那根细丝, 吞噬已经吞了这么久, 那细丝竟然毫无变化。 不过不要紧, 这种逆天手段对丁若梦来说, 也必然是消耗甚大, 待他灵力耗尽之时便是他身亡之时。 不过, 如此一来, 他只能先将目光放在其他人身上了。 但与之前不同的是, 他现在确定了一件事, 有风天凯在手, 这些人根本就无法伤到他。 所以, 他终于可以用出那招, 足以快速清场的万雷天法。 卧槽, 破表房, 大家快跑! 林天宗, 众人看到周鸣陨落, 心神受到了极大震撼, 纷纷呆立原地, 也不知是谁这么好心, 临走之时还大喊一声, 将众人惊醒。 听到这声呼喊, 他们终于回过神来, 惊呼一声, 转身撒腿就跑。 可就在这时, 天空忽然暗了下来。 江寒身形旋力半空, 手掐剑绝, 迅速凝结了一道巨大的雷云出来, 十里方圆瞬间陷入一片黑暗当中。 他身上金光闪烁, 举剑向天猛的一次。 轰隆隆, 随着巨大的雷鸣响起, 一道足有水桶粗细的黑色神雷, 自剑间急速披入雷云之中。 世界彻底陷入黑暗, 就连结单大圆满的墓里, 也受到极大影响, 只能看清五十丈的范围, 稍远处就只能看到一片漆黑。 卧槽, 什么玩意儿, 又是一声惊呼响起, 可他话音刚落, 空中顿时响起一声雷鸣。 咔嚓, 一道黑色神雷自空中一闪即逝, 远处传来一声痛呼, 随后骂骂咧咧的迅速远去。 好快的速度, 江涵一惊又是灵天宗的人, 此人被寂灭神雷劈中, 竟然还能跑这么快, 眨眼就不见了踪影, 定是有底牌在身。 他这身法倒是不错, 可惜让他跑了, 但他跑得快, 其他人可就没那么快了, 除了那人之外, 其余者大都才跑出一二十里左右。 此刻雷云已凝聚完成, 足足笼罩了方圆百里范围, 江涵心念一动, 手掐雷爵朝前一指, 噼里啪啦, 无数黑色雷霆倾向下, 整个世界仿佛陷入了一片雷域之中, 数十道宝光自远处显露光滑, 可不过亮起一瞬, 便在一声声雷鸣中迅速消散, 不过片刻功夫, 便有七道金光自远处飘来, 钻入体内消失不见。 江涵对此已经见怪不怪, 只专心操控寂灭神雷, 灭杀灵天宗之人。 当然, 一直挑衅他的那个程玄鸣, 他也没打算放过, 神石锁定之后, 一道寄灭神雷便将他披成黑灰, 消散无影。 直到这时, 剩下众人才真正明白了江涵的恐怖之处, 不敢在贪图秘境内的机缘, 极为不甘地掏出令牌捏碎, 准备传送逃走。 可惜, 传送也是需要时间的, 在雷霆轰击下, 眨眼间又是多人被披成灰灰消散。 随着六道金光飘来, 这次灵天宗之人已死得差不多了, 唯有几个底牌甚多之人, 勉强避开了一道寄灭神雷, 趁机完成传送, 逃了出去。 至于阴阳宗之人, 更是死伤惨重, 他们的手段对敌还行, 遇到这等冰冷无情的神雷, 煞时间便死伤大半, 唯有少数机灵的, 早早使用令牌逃了出去。 原本热闹的山顶, 很快变得安静下来, 只剩下雷霆游走间发出的轰鸣声, 还在天地间响彻不停。 江寒见状并未停留, 而是留下十道寂灭神雷围在丁若梦身侧, 确保他只要赶出现, 立刻就会被劈得烟消云散。 同时深化雷光, 浑身雷霆劈啪啪炸响, 朝着灵玄所在之处, 急速追去。 第144章 这雷有病吧? 怎么只盯着我劈? 东方八十里外, 灵玄顺着山路往山下急奔。 他神色焦急, 时刻注意着头顶的动静, 手中捏着一道黄色浮露。 浮露被灵力激发, 散出一道金光流转的灵力护盾, 将他笼罩在内。 咔嚓! 又是一道黑色雷霆轰隆劈下, 好在他早有准备, 雷霆刚一劈下, 便被灵力护盾挡住。 那灵力护盾不知是什么级别的法宝, 在寂灭神雷的轰击之下, 竟然没有直接炸开, 而是快速变成一片漆黑之色, 将神雷的威力全部吸收, 甚至没有影响到灵璇一丝。 紧接着, 他手中的黄色浮露也迅速变得漆黑一片, 吓得灵璇连忙将其丢掉。 浮露在脱手之后, 便连同护盾一起, 化成了无数粉末消散。 好险! 灵璇擦了把额头渗出的冷汗, 再次取出一张浮露, 用力捏在手中, 快速用灵力吹动。 随着又一个金色灵力护盾将他笼罩, 他头顶压力骤减, 这才稍稍松了口气。 这黑色雷霆到底是什么变态玩意? 竟然连七阶上品灵符都只能挡下一刀。 商城中的七阶上品灵符, 虽然价格极贵, 足足需要三万点七运值才能兑换一张。 这要是在以前, 他是万万不舍的用的。 但贵也有贵的道理, 只需要一张灵符, 便能替他抵挡一次致命攻击。 虽然只对原阴七以下修为有效, 但足够他现在保命所用。 但也因此说明, 这黑色雷霆强大的威力, 竟然每一道都足以要了他的小命。 更可怕的是, 自从刚才雷云滚动, 天色忽然暗下来之后, 也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他总觉得这雷云一直在追着他劈, 别人顶多被劈上一道就可以了。 他到后, 从一开始就一直在被雷劈。 这才多长时间, 总共也不过十几个呼吸的时间吧。 他硬是足足挨了十道雷霆轰击。 如此高频率的攻击, 还能保持这么高的威力, 这黑色雷霆绝对不是一般的雷霆, 若不是他足够果断用了十张七阶上品灵符去抵挡伤害, 花了足足三十万点气韵值, 这才能扛到现在, 要不然他早就被雷霆劈死了。 那可是三十万点气韵值啊。 一想起这个, 林玄就感到心痛难忍, 这可是他好不容易攒到的气韵值在秘境吞了这么久, 他也不过才攒了五百多万的气韵值。 可就这短短一小话就被生生耗去了半城, 都怪姜涵这个混蛋, 他没事非要在这装什么小绵羊。 得到了这种神勒, 还藏着掖着, 生怕被别人发现, 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这要是换成我。 林玄脑中浮现自己操控神雷, 举世无敌的场面, 顿觉心底, 玉气渐消, 更是升起一股浓郁的贪婪。 这等宝恶, 他势在必得。 咔嚓! 林玄又没了三万点气韵值, 心中的怒火几乎将他胸口憋炸。 他到底从哪弄来的这么多宝贝? 他恨恨说道, 先是外面的天街战船, 还有一身顶级法宝, 之前更是不知道从哪弄来的绝世建议。 林玄咬牙切齿, 心中又恨又毒。 现在又弄到一个这么强的不知名神类, 简直离谱。 我记得他之前的气韵金龙也就千丈左右, 换算成气韵值也不过一千多万而已。 而我, 现在足足有五百多万气韵值, 按说也差不太多吧? 可为什么我进来这么久, 什么宝贝都没有碰到? 正在这时, 又是一道雷霆轰下。 雷霆轰鸣, 雷霆轰身体一个哆嗦, 连忙丢掉手中浮露, 重新兑换了一张出来, 用手紧紧握住。 又没了三万。 他心中一痛, 抬头看了眼雷云, 见边缘处的亮光已经不远。 大喜之下, 下山的脚步不免又快了几分。 若不是为了多去吞点气韵值, 他早就捏碎令牌跑路了, 也不至于白白耗费这么多灵符。 只可惜, 江涵现在对我极为防备, 肯定不会接我送的东西。 若是动用宿命锁链, 又急易被天道发现, 不能轻易使用。 要不然, 我定要把他气韵值吸干, 宝贝全部抢走, 看他还敢不敢欺负我。 如果我有那么多气韵值在手, 不出百年, 定能晋级化身, 让他眼睁睁看着我拿走他的一切, 却无法反抗的样子。 那模样, 一定很精彩。 他速度极快, 一边跑, 一边在心里咒骂姜寒, 不时还会幻想着, 自己获得超多气韵值后的场景, 欢喜之下, 还会发出一阵阴险的笑声。 可下一刻, 一道雷霆从天而降, 将他的幻想无情打断。 马德, 我都下山了, 怎么还有雷霆? 这家伙有完没完了? 这姜寒到底怎么回事? 他的灵力难道用不完吗? 这都批了多久了, 怎么还在批? 他极为恼火地掏出一张新符路, 恨恨地从最后一块山石上飞跃而下, 急速奔逃间抬头看向天空。 可这一看之下, 他神色顿时一愣。 我记得, 雷云不是只覆盖了藏黄山的范围吗? 怎么山外也有雷云? 为了快点逃出这片烧钱的雷云, 他可是用了两张价值一万气韵值的风盾符, 速度极快, 可顺息跨越数十里。 虽然下山逃跑时, 为了安全, 他跑得慢了点, 可他狂奔这么久, 终于冲出了藏黄山的范围。 可没想到, 他竟然还在雷云内, 那这雷云到底有多大? 他回头看了一眼其他方向, 似是想要确认一下这雷云的范围。 随着他转头的动作, 他的速度不可避免地慢了一些。 可就是这些微的差距, 雷云便突然往前冲出一大截, 再次将他覆盖在了一膝前的位置。 卧槽, 这雷云还会动。 林璇面色大变, 不敢多想, 腿上风盾符全速运转, 拼命朝着平原跑去。 其他人难道都死了不成, 怎么就不知道拦他一下, 就任由江涵不断扩大雷云? 这要是把整个秘境都覆盖了, 别人还怎么活? 他脚下速度越来越快, 他是一刻也不想在这里待着了。 这狗日的雷云都批了他三十多万了, 要是再这样下去, 等他气运值耗完, 岂不是只有死路一条? 第145章, 讲究人提前烧纸, 可无论他怎么逃, 那雷云竟然始终跟在他的身后。 更可怕的是, 那雷云速度极快, 就连他用了风盾符的逃命速度, 也只是和雷云差不多罢了, 如此下去, 他根本就逃不出雷云范围。 是个混蛋! 他低骂一声, 刚要有所动作, 却发现天边那最后一道亮光突然消失, 天地竟在眨眼间陷入黑暗之中。 林玄心中一惊, 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便感觉周围的空气陡然凝固。 一道冰冷的沙翼自背后而来, 穿过后背, 狠狠刺入心间, 让他身体猛得一抖。 他脚下一顿, 急忙转身看去, 却见一道紫袍身影, 正立在半空, 面色冰冷地看他。 一个有些虚幻的人影, 安静地漂浮在那人斜上方, 数十道黑色雷霆围在那虚幻人影身旁, 不时从他身体内穿过。 林玄视线下移, 有些惊恐地看向那紫袍身影, 对方眼中的杀意毫不掩饰, 让他瞬间就明白, 对方就是来杀他的。 江涵。 林玄有些艰难地喊出这个名字, 神色恐慌之外, 又有些复杂难明。 曾几何时, 对方便一直被他玩弄在鼓掌之中, 每天像只野狗一般摇尾起怜, 还被师父师姐整日欺辱。 可现在, 江涵竟然已经成长到了和他相同的高度, 若是再给他一些时间, 难保不会超越他, 踏上另一片更高的天地。 江涵提着长剑, 没有说话, 心念一动间, 便有树到黑色雷霆, 自雷云中轰隆隆一闪而过, 朝着林玄急速屁下。 紧接着, 奔雷剑一颤, 剑身迅速缩成三寸大小, 化作一道电光, 划破天际, 急速刺向林玄胸口。 早在追击林玄的路上, 他就已经发现了林玄的古怪, 那种护盾不知适合宝物, 就连寂灭神雷的威力都能挡住, 而且被击碎之后, 竟然很快就能恢复, 就像是根本没有消耗一样。 所以, 他这次一出手, 没有丝毫留守, 出手就是杀招。 不管那护照能阻挡多少次, 但灵力总有用完的时候, 到的那时, 便是林玄生死之时。 咔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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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道道寂灭神雷接连披落, 直接将那护盾披成焦黑之色, 第一道雷光还未消散, 第二道神雷便紧跟着咔嚓落下。 一道道的黑色雷光在天地间连续闪烁, 透过金色光照, 映得林玄脸色越发惨白。 还有那仅剩三寸的奔雷剑, 围着林玄不断展出道道黑色剑光。 剑身虽然缩小, 但速度却是更快了几分, 而且剑光威力丝毫未减, 每道剑光都能将那护罩削去一层。 江涵, 你发什么疯? 我哪里惹到你了? 你至于这么欺负我? 林玄被那连绵不绝的神雷吓到, 眼皮一颤一颤的不敢再装柔弱, 而是朝着江涵怒声大喊。 不知何时, 他手中竟然握了一叠黄色葫芦, 葫芦在他手中犹如烧纸钱一般, 一张张翻卷着, 快速化作飞灰消散。 葫芦烧得虽快, 但一直都有新的葫芦补充上来, 和葫芦消耗的速度达成了一个诡异的平衡。 疯了, 真是疯了。 眼见江涵不说话, 林玄心中气急, 手指钻得咯之作响, 那飘出去的每一片灰尘, 都是他曾经辛苦积攒的气韵值。 可就这一块儿的功夫, 六十万气韵值就没了。 看着面板上刷刷往下掉的数字, 他心痛得几乎低血。 更可怕的是, 他消耗了这么多的气韵值, 江涵竟然丝毫没有停手的迹象, 谁知道他还能劈多少次。 若是再这么劈下去, 他剩下的那些气韵值根本就不够用, 他若是再不走, 绝对会被江涵劈死。 生死危机之下, 林玄眼中一片血红, 他死死盯着上方的身影, 怒喝道, 混账东西, 既然你不给我留活络, 那我就跟你拼了。 别以为我不还手, 就是怕了你, 真打起来, 你也不一定是我的对手。 可江涵却好似听不到一般, 根本不搭理他, 只是站在空中, 手中掐绝不断变化。 一道道神雷接连劈下, 他的护盾咔咔咔连续破碎, 气韵值如流水一般, 哗哗哗掉的飞快。 林玄急红了眼, 低吼一声, 手指用力再虚空一点。 是你逼我的。 宿命锁链, 出。 哗啦啦啦。 没有丝毫预兆, 血红的锁链自虚空中突然出现, 其身躯蔓延不知多长, 密密麻麻缠绕在一起, 眨眼间便占据了整个天空。 就连上方盘踞的巨大雷云也在一瞬间便和江涵失去了联系, 疯狂下屁的黑色雷光突然消失在这片天地之间。 熟悉的压迫感再次凌声, 江涵瞳孔一缩, 感觉四周空间被一股无形之力强行禁锢。 原本自由的空间仿佛变成了一道无形的枷锁, 让他犹如陷入泥沼一般, 想要动一下都变得极为艰难。 此物他再熟悉不过, 初次见到是在他刚重生回来, 离宗铸击之时。 那日锁链破碎之时, 他也终于突破, 境界壁垒, 铸击成功。 自那时起, 他便隐约有种感觉, 这条锁链就是他阻碍他久久不能破镜的关键所在。 第二次则是在灵约密境内, 当时灵玄就想要一次锁链, 对他做些什么? 那是他第一次感受到这条锁链的强大之处, 那股威压将他死死禁锢在原地, 身体一丝都不能动弹, 就和现在一样。 好在他当时恰好要杜劫丹雷杰, 以雷杰之威才将锁链击碎。 从那以后, 他便彻底明白, 他所遭遇的一切一定和灵玄有关。 怪不得灵玄上山之后, 他一直无法破镜, 原来一切都是灵玄干的。 这一次, 他再次面对这条锁链, 甚至这条血红的锁链 比之前黑色的那条带给他的危险感更加强烈。 但锁链虽强, 他心中却没有恐惧, 而是快速思索到底要如何破局。 现在他的修为距离破镜实在太远, 没有破镜雷杰相助, 他要怎么样才能脱身而出。 除了雷杰之外, 他是否还有其他办法, 可以助他破了这该死的锁链。 第146章 宿命 哗啦啦的锁链声响, 在耳边不断回荡, 将含体内灵力犹如被禁锢了一般, 连转动一下都做不到。 正在此时, 一道黑色符印忽然自本命飞剑上凭空声出, 符印刚一出现, 便立刻长大, 其间更是不断发出一阵咔咔的声响, 好像是什么东西被打碎了一般。 片刻之后, 符印砰的一声打在丹田内的子丹之上, 将含身体一颤, 笼罩全身的威压忽然一松, 体内更是传出一阵清脆的咔嚓声, 好像是那道威压禁锢被符印强行击出了无数缺口。 紧接着, 子丹突然一阵无形的压力, 自子丹上咔咔脱落, 子丹之内莫名声出一股力量, 推动子丹缓缓转动起来。 快! 趁机运转灵力, 以吞噬意境将这股威压吞噬。 剑灵焦急的声音自丹田内传出, 将含文言心知这是剑灵在帮他, 不敢怠慢, 心念一动, 连忙以灵力催动子丹加速旋转, 同时以吞噬意境穿过层层缺口, 迅速覆盖在自身所有经脉之上。 随着一阵清脆咔咔声响起, 他体内压力骤然易减, 灵力运转陡然加快。 吞噬黑洞在灵力加持下快速旋转, 一道道无形的威压化作碎片, 被他大口大口全部吞噬, 然后变成壮大自身的养分。 此此古怪的灵力自黑洞中反哺而出, 融入子丹之内, 让子丹的颜色变得愈加深邃, 同时黑洞体型也开始逐渐增大。 不过数个呼吸的时间, 在江含全力催动下, 吞噬意境就已将体内的所有威压全部吞噬, 让他的灵力运转恢复了正常。 随后他意念一动, 吞噬之力向着身外快速蔓延而去, 吞噬意境锁过之处, 那压在体表的威压被其禁数吞噬。 不过片刻时间, 体外威压便被吞噬干净, 江含深舟一寸距离内已是吞噬意境的领地, 其余威压全被阻挡在外, 而且吞噬意境并没有停下, 而是逐渐向外蔓延开来。 虽然目前只突破了一寸, 但也足以让江含暂时脱离枷锁, 身上压力尽消。 更令江含心中移动的是, 吞噬了如此多的威压之后, 他丹田内的那个黑洞竟增大了一大圈, 现在足足有顽口粗心, 也不知是不是突破了某种界限。 达到这个大小之后, 吞噬之力竟然增强了近十倍。 在这等强度的吞噬下, 他深舟的威压很快又被吞掉了三寸距离。 至此, 江含终于可以稍微挪动手脚, 吞噬之力全力冲向四周, 无形的威压被阻挡在外, 迅速吞噬。 他身上灵力快速运转, 掐出硬绝, 一轮大日突然出现在半空。 江含身躯之上闪烁无尽雷光, 转眼又化作五道人形雷霆, 趁着威压被逼开的空档, 禁止冲向距离最近的锁链, 然后迅速自爆。 轰咙咙。 五道分身同时自爆, 发出一声足以震天动地的巨大轰鸣。 一股强大的冲击自爆炸中心出现, 在江含的控制下, 爆炸之力迅速轰向血红的锁链。 可这股爆炸刚刚冲出, 却忽然被一股无形之力迅速泯灭, 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 四周再次安静下来。 江含, 不用再做这些无用的挣扎了, 在宿命之下, 你的一切行动都是屠楼。 林玄看到江含的攻势被挡, 顿时心情大好。 只要江含无法突破封锁, 等宿命家在完成, 就只能成为他的囊中之物。 他这次特意花费了五十万气韵值, 咬牙兑换了加强版的宿命锁链, 只要锁链把江含困住, 只需等待树职家在完成, 便可以绑定成功。 如此, 为的就是躲过天道, 也为了不把江含逼太紧, 防止对方临阵突破, 引来什么莫名的东西, 导致他被天道发现。 好在系统足够给力, 提前帮他挡住了天道窥探, 这才让他敢鼓起勇气, 拼着那一丝丝被天道发现的风险, 强行对江含出手。 宿命锁链, 就代表着你这一生的宿命。 江含, 无论你逃到何处, 终究还是躲不过命运的安排。 他看了一眼面板上的进度条, 又极为小心地看看天空, 见没有异象之后, 才终于松了口气。 既然无法反抗, 何不加入其中享受乐趣? 只要你乖乖听话, 我也不会太过欺辱于你, 甚至最后帮你突破化神, 原地飞升也说不定啊。 灵玄的声音中带上了一丝蛊惑之感。 江含, 你做这么多, 不就是为了突破化神, 飞升灵界, 去寻求那长生之道吗? 可你仔细想想, 若仅凭你自己修炼, 那得要多久才能修炼到化神啊? 更别说, 这期间你要消耗多少资源, 那紫霄建宗真的会把你需要的资源都给你吗? 你好好想想, 这种事根本不可能, 就算有了资源, 谁不是先让自己用? 怎么可能会给你? 他的声音越来越小, 却直达江含石海, 化作丝丝黑烟, 想要在江含的石海中刻下烙印。 但你若是跟了我, 那就不一样了, 我会帮你提升修为, 突破化神, 不过是时间问题, 到时候你就可以。 灵玄越说, 脸色就越难看, 他已经用出了生平最强的蛊惑之力, 可冲进江含石海的蛊惑之力, 刚一进去, 就突然失去了联系。 而且, 江含跟死了一样, 不管他说什么, 对方都闭着眼睛, 一句话也不说。 江含这种反应, 让他感觉自己很像一个小丑, 他心中生出一股怒火, 语气一变, 朝着江含怒声道, 哼, 你以为不说话就没事了? 就算你不肯配合, 被宿命绑定也只是时间问题, 你永远也逃不出我的手掌性。 他情绪再次变化, 怒火突然消失, 心中莫名生出一股兴奋, 仿佛江含此时已被他擒在手中一般, 甚至已经开始在脑中幻想, 自己把江含关起来, 当作气韵充值中心的模样。 可就在这时, 一道剑鸣呼起, 璀璨寒光自空中急速掠过, 瞬间便到了他的面前。 吃了, 一声刺耳的步驳破碎声急速响起, 金色护盾瞬间化作飞灰消散, 可那飞剑穿过护盾之后, 竟然去世不检, 向着林玄的眉心急速冲去。 第147章 差一点, 就差一点。 林玄心底一颤, 脑中瞬间一片空白, 眼睛猛的瞪大, 皱缩的瞳孔中, 倒映出一个雷光闪烁的剑尖。 吃吃, 两道护盾刚刚升起, 便被飞剑顷刻穿透, 好在此时, 飞剑终于耗尽了力气, 被再次升起的第三道金色护盾, 堪堪挡在外面。 一滴冷汗啪哒, 一声打在林玄手背, 他颤抖着瞳孔, 死死盯着停在眉心之外的飞剑。 小小的剑尖, 深深刺入护盾内, 只差那么一丝, 剑尖就能破盾而出。 黑色雷霆逐渐暗淡, 剑尖更有一道剑一盘旋间消散。 可在消散之前, 剑一散出的那抹森寒, 还是将它冻僵在原地, 让他不敢动弹一下, 生怕一不小心碰到剑尖, 被其瞬间穿脑而过。 僵持片刻之后, 似乎是知道, 这次突破无望, 飞剑开始缓缓后退。 直到这时, 林玄才终于升起一种 劫后余生之感。 只差一点, 刚才差一点他就死了。 他万万没想到, 江涵的飞剑竟然如此强悍, 竟然接连突破三道护盾, 甚至第四道护盾都差点没挡住。 他不敢想象, 若是飞剑再多一丝力气, 从护盾上直接穿过, 那他现在是不是已经死了? 更可怕的是, 此处空间被锁链封锁, 已经没了外界灵气补充, 可江涵怎么还有余力攻击? 想到此处, 他连忙再次掏出一叠俘虏, 连续激活五张, 不, 七张俘虏, 七道护盾将他包裹得严严实实。 林璇脸色通红, 不知是被气的, 还是被吓的, 直到七层护盾全部激活, 他才敢抬头看向江涵。 他用力攥紧拳头, 微点着脚尖, 脖子前倾, 用尽全力, 对着上方的江涵大声骂道。 混蛋, 你竟然敢对我下杀手? 可他刚骂完, 眼前又是寒光一闪, 这次的寒芒更快, 骑上的黑色更加浓郁。 噗哧, 剑尖瞬间穿过三层护盾, 在第四层时再次停了下来。 可下一刻, 一道黑色剑光自剑尖急速射出, 吃拉一声, 再次突破了两层护盾。 可惜, 还是被第六层护盾挡在外面。 黑芒在林璇眼前缓缓消散, 飞剑似是失望地晃了一下, 再次回到了江涵手中。 六层, 这就是极限了吗? 江涵并没有理会林璇的愤怒, 他脸上有些遗憾, 他方才用了全力, 剑翼和寂灭神雷进阶衣服在飞剑上。 可如此威力, 还是没能突破, 护盾杀掉林璇。 若是林璇一死, 想必这锁链必然不攻自破。 可惜, 就是这一丝差距, 却让他难以突破。 笼罩空间的血色锁链已越收越紧, 他已经试过了, 瞬移无法使用, 就连他的速度都被限制了大半。 攻击手段更是无用, 所有攻击还没碰到锁链, 就会被一股莫名的力量凭空抹去。 好在吞噬之力成长得很快, 短短一会儿的时间已经吞噬掉了三尺范围内的威压, 黑洞也长到了半尺方圆, 吞噬速度也再次增加。 如果照这样成长下去, 只要再拖上一会儿, 未必没有可能将那锁链也吞噬掉。 只是不知道, 还有没有这个机会了。 他心底生出一抹浓郁的不甘, 就算林璇不说, 他也能猜到。 想必, 只要被这锁链捆绑, 他就会再次回到之前那种, 始终无法突破境界的状态。 面对师父师姐和各位师叔, 江涵心中生起一丝罕见的怒意, 他抬指一点灵悬, 无尽神雷自他体内急速冲出, 自空中一闪而过, 瞬间便披在了灵悬身上。 雷光好似连成了一道锁链, 自江涵丹田连接到了灵悬身上, 寂灭神雷犹如流水一般, 不停轰击在护盾之上。 看着一道道护盾化作飞灰, 迅速消散, 可他眼中却没有丝喜色。 他拿了紫霄剑宗那么多的资源, 好不容易才修炼到现在的境界。 这段日子以来, 他被长辈们寄予厚望, 师父更是严明, 要立他为紫霄剑宗圣子。 可如果他再也无法突破境界, 他还怎么做这个圣子? 难道, 要做永远被人压一头的圣子吗? 心底的不甘传到了星壶之上, 剑心发出一阵轻颤, 呼得响起一声尖锐剑铭。 呛! 剑铭穿透力极强, 瞬间便突破星壶, 达到了更远的地方。 这剑铭, 难道江涵还有一把高阶飞剑? 林璇眼中闪过一抹贪欲, 这些宝贝要不了多久, 就都是他的了。 他瞥了一眼面板, 上面的绑定进度已到了92%。 只要再拖上一会儿, 江涵就只能乖乖臣服。 灵符一张一张快速消耗, 他的气运值快速如水般流逝, 此时只剩下了130万, 和江涵对峙这一会儿时间, 竟然已消耗了他400万的气运值。 这些气运值可是足以支持他晋级原因的, 却没想到, 竟然全部消耗在了这里。 可就算这样, 他也没有丝毫退役。 这些损耗的气运值, 虽然让他极为痛心, 但只要能绑定江涵, 那这一切就都是值得的。 等下出去再把那些散修全部吞噬, 就算晋级原因中期也不是不可能。 可就在这时, 四周忽然变得一片寂静, 锁链仿佛突然被人捏住了脖子一般, 哗啦啦的声音骤然一听, 庞大的身躯极为诡异地顿在半空。 轰隆隆, 一声巨大的雷鸣从天而降, 快速穿过宿命锁链的空间禁锢, 出现在了锁链内部。 紧接着, 上方的空间犹如镜片一般, 轰隆一声炸成无数碎片, 一颗巨大血红龙头自破碎之处迅速冲来, 轰隆一声撞在血红锁链之上。 咔咔咔, 空中炸起一道震耳的脆响, 锁链咔嚓一声碎开一大截, 血龙好像耗尽了能量, 随着一截锁链碎开, 它也一起碎成了漫天的血色闪电。 空间内又静了一瞬, 但就在这时, 空间碎裂之处竟凭空生出一道血色漩涡。 漩涡约有百丈大小, 虽然不大, 但却散出一股令人惊惧的气息。 漩涡静静旋转, 其内血色忽然发出一阵翻滚, 好似有什么东西要从里面出来一般。 片刻之后, 一只巨大金色眼睛自漩涡中翻滚而出, 在它出现的同时, 一股足以将世界粉碎的强大威压轰然降临这片天地。 第148章, 会死的, 天, 天道, 灵璇整个人呆着在原地, 看向金色巨眼的目光中满是惊骇和难以置信。 他想不明白天道是怎么找到这里的? 此地明明已经被锁链以某种力量禁锢, 自成一片小天地, 按理说, 天道根本不可能发现这里的异样才对。 眼下加载近度, 已接近百分之九十五, 眼看江涵就要成为他的气韵包, 怎么就出了这么一档子事? 草! 灵璇心中燃起无尽的不甘与愤怒, 胸膛剧烈起伏, 在心底不停大骂。 为什么我做什么都这么不顺? 好不容易得来的机会, 怎么又被天道发现了? 我他妈啊, 他心中极为不甘, 只差百分之五就能把江涵绑定, 从此以后他就能一飞冲天, 再也不拘任何人。 可现在, 天道降临, 他若是不想被天道清算, 要不然, 若是被天道循着宿命锁链的联系找到他身上, 那他可就完了, 绝对会被劈死。 草草草! 巨大的怒火, 汹涌而起, 凌旋发出一阵粗重的喘息, 胸口迅速鼓起, 又深深陷下去, 像是要炸开一样, 看着极为害人。 可不管他多么愤怒, 此刻若是想要保命, 他就只有这一个选择。 他死死咬着后草牙, 因为太过用力, 舌尖甚至出现了一丝血腥味。 他极为艰难地抬手, 看着那几个正在闪烁的血红大字, 实在有些下不去手。 已经98%了, 差一点, 只差一点, 就, 会死, 会死的。 他怒喝一声, 猛地闭上眼睛, 朝着虚空中那几个血红大字用力按下。 系统, 最大功率屏蔽, 天道感应, 解除绑定, 断开宿命锁链的联系。 这几个字仿佛用尽了他全部的力气, 他挤出这句话之后, 便双目无神地该愣原地。 这么好的机会, 竟然又失败了。 直到结绑成功四个绿色大字跳出, 他才仿佛回过神来一般, 在心底对着系统发出怒吼。 就差一点, 就差一点点。 怎么会这要巧? 什么狗屁的气运? 为什么每次一到关键时刻, 就一定要出事? 怎么可能这要巧合? 为什么江涵的气运一直在帮他? 为什么我的气运就没这个作用? 啊? 为什么? 系统? 你告诉我, 这探马到底是怎么回事? 可他还没等到回答, 空中弥漫的威压忽然一紧。 咔咔咔。 金色巨眼轻轻转动了一下, 就是这极为轻微的动作, 便让锁链上的禁锢之力瞬间崩溃, 化作无数散碎的透明冰晶落了一地。 禁锢的空间被一股巨力顷刻打破, 熟悉的黑暗再次出现在江涵上空。 只是那在漆黑的雷云之中, 多出了一道弥漫着星红血光的金色巨眼。 金色巨眼周围, 有无数黑色雷电闪烁跳跃, 散出一道道令人窒息的毁灭气息, 可他却毫不在意寂灭神雷的毁灭气息, 而是缓缓转动视线, 扫了一圈之后, 最终将目光锁定在了被锁链重重包裹的江涵身上。 这一刻, 整个天地都安静了, 轰隆闪烁的寂灭神雷默然定在半空, 就连那黑色的光芒也不敢再动。 翻滚咆哮的雷云刹那静止, 一声幕喉卡在喉中却根本吐不出来。 就连隐藏起来的灵璇也被一道弥漫天地的威压笼罩, 虽然有系统的保护, 可还是让他体内发出一阵咯吱咯吱的响声, 痛得他脸色逐渐扭曲。 好在这股情况没持续太久, 似乎只是一眨眼的时间, 天空的雷云刷的一下, 由漆黑之色瞬间变成一片星红的血色。 一道血色神雷毫无预兆地出现在空中, 神雷刚一出现, 便毫不留情地朝着锁链迅速批响。 咔嚓! 随着一声震天动地的雷鸣猛然乍响, 血雷化作一道红光自空中掠过, 斜着一股足以撕碎这片秘境的毁灭之力, 狠狠披向血红锁链。 在这道力量之下, 血红锁链根本做不出任何反抗, 只能被禁锢在原地瑟瑟发抖, 惊恐地等待着死亡的降临。 血雷瞬息而至, 二者迅速撞在一起, 接触之处, 那段锁链瞬间裂开, 又在下一刻炸成无数碎片, 散落一地。 紧接着, 空中响起一阵轰隆隆的雷鸣声, 无数血雷从天而降, 在一阵咔嚓声中狠狠披在剩余的锁链之上。 血红锁链在雷结之下, 竟然没有一丝反抗之力, 甚至连躲一下都做不到, 在接触的瞬间就被血雷轰成了粉碎。 无数道血光纷纷炸开, 那蔓延不知多远的血红锁链, 在寝客间便被血雷披成了一地粉碎。 浩强的雷霆, 无数奇怪的柔和。 他也不知道这是为何, 但他能感受到这金色巨眼对他没有一丝恶意, 也让他提不起任何其他心思, 只感觉到一阵平静安宁。 仿佛感受到了江寒的目光, 金色巨眼散去威压, 眼睛眨动一下, 同样朝着他看来。 可就在这时, 金色巨眼忽然一顿, 瞳孔瞬间变成一片血红。 刚刚消散的威压, 突然以一种更强的威势, 再次降临这片天地。 轰隆隆。 无数雷鸣疯狂咆哮, 雷鸣惊天动地, 金色巨眼刹那便锁定了虚空的一处位置。 那里正是凌玄所在之处, 没有给他留下任何反应的时间, 巨眼刚锁定那里, 便有一道万丈大的血色神龙自雷云中探出头来。 下一刻便朝着那处位置轰隆撞去。 卧槽! 怎么回事? 被发现了。 凌玄一惊, 脸色瞬间一片惨白, 身体抖弱糠筛, 就连说话都不太利索。 轰隆隆, 血色巨龙撞了的空, 从那处虚空中一穿而过, 可紧接着便是一声雷鸣轰隆乍响, 血龙竟然直接自爆。 无数血色神雷弥漫天地, 巨大的威力让江涵险些喘不过气来。 可很快, 他眼前一花, 竟是被一股不知名的力量传送到了百里之外。 所有雷电都聚集在之前那处虚空中, 那里响起一阵震耳的雷鸣之声, 然后, 一个足有千丈大小的巨大飞动, 撕裂空间自天外降临。 第149章 这是一个天道该干的事。 黑洞将那一块空间完全包裹, 下一刻, 黑洞搜得一下缩成一个小点, 又立刻消失不见。 鱼之一同消失的, 还有那一大片土地和那处虚空。 那里, 静好似被那黑洞硬生生啃去了一大块, 其内所有东西都已消失不见, 包括那一地的锁链碎片和其内灵旋的身影, 原地只剩下一个黑色的空间缺口, 悬在那里。 可紧接着, 一道五彩光芒从天而降落在那个缺口处。 随着光芒照射, 黑色空间缺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愈合, 很快就消失不见。 天地再次恢复正常, 只在原地留下一个巨大的深坑。 江涵瞪大眼睛看着那里, 这等强大的天地伟力, 绝不是某个修士可以操纵的, 这不是属于修士可以掌控的力量。 如此一来, 那个金色巨眼, 莫非就是。 一道明雾忽然出现在他的脑中, 一瞬间, 他便明白了那是什么。 这难道是传说中掌管一个世界的, 天道? 他呼吸略微急促, 神色隐隐有些兴奋。 万万没想到, 他竟然有幸能见到天道真容, 虽然只是一只眼睛, 可那也是一般修士, 一辈子都难得一见的。 兴奋之后, 却又升起一阵后怕, 天道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还亲自对林玄出手? 莫非, 林玄那家伙, 还有什么厉害的底牌, 竟能惊动天道, 只有他亲自出手才能化解。 想到林玄手中那诡异的锁链, 江涵心中了然, 如此邪恶, 确实只有天道才可对付。 正想着, 远处虚空中, 忽然荡起一道巨大的涟漪, 紧接着, 一道细小的金光, 忽然从涟漪中钻出来。 那熟悉的样子, 让江涵一眼就认出来, 和林天宗之人死亡时, 从身上钻出的金光, 一模一样, 只是小了太多, 只有头发丝粗细。 林玄死了? 他感觉有些不太真实, 林玄保命手段颇多, 但是那个能发出金色护盾的宝贝, 就足以让对方立于不败之地。 可转念一想, 这次可是天道亲自出手, 林玄那丝绝无幸存之理才是。 只是他这金光为何这么小? 比林天宗其他弟子的金光, 要小上近百倍。 他伸手, 想要握住那缕金光, 金光似是感受到他的接近, 前冲之势顿了一下。 可很快, 那金光仿佛下定了某种决心, 静止穿过他的手掌, 向着远处天边迅速飘去。 嗯? 江寒一愣, 这道金光竟然没有进入他的身体。 正在此时, 虚空中的连衣忽然增大, 无数仅有头发丝粗细的金光, 从连衣中争先恐后地钻出, 朝着天边急速飞去。 这些到底是什么动静? 江寒沉阴片刻, 随后摇头, 既然想不通, 那就不想了。 更何况, 林玄实在太过诡异, 就算是天道亲自出手, 可他还是隐隐觉得, 那家伙没这么容易死。 恐怕能让吞噬意境再提升一大截。 他看着前方那个方圆近百里的无底巨坑, 心底升起一丝可惜。 那个黑洞不知是何等手段, 竟能带着这么大范围的空间一起湮灭, 恐怕就是化神强者在此, 也绝对活不下来。 不知是不是察觉到了他的心思, 一直悬在半空的金色巨眼, 轻轻眨动了一下。 一颗足有水桶大小, 散着血光的大圆球, 突然自虚空中浮现出来, 静静悬在江寒面前。 这是, 感受着珠子上面那道熟悉的气息, 江寒明显震了一下。 那道气息分明就是那条血红锁链的气息, 只是上面的威压之力消散, 剩下的就只有精纯的灵力。 这难道是那血色锁链残片凝集而成的圆球? 他神色复杂地看向金色巨眼, 不愧是天道, 竟然连他的想法都能知道。 他犹豫着问道, 这是给我的吗? 他本来也没打算听到什么回复, 只是试探性问一下而已, 毕竟是天道的东西, 总不能随便拿走。 可他没想到, 天道竟然真的回答了。 是的, 收下吧, 天道竟然跟自己说话了。 江寒顿时感觉一阵惶恐, 慌忙拱手行礼, 多谢天道赏赐。 他感觉到, 一道目光在他身上停留了片刻, 随后彻底消失。 待他再次抬起头时, 金色巨眼已经消失不见, 附近只剩下了他一人, 还有那个漂浮在面前的血珠。 直到现在, 他还感觉一切都是那么不真实。 谁能想到, 仅仅是来参加一个秘境, 竟然让他陷入生死危机, 更是让奈天道亲自出手相救, 还和天道说了话。 虽然天道只说了一句, 但放眼整个修真界, 又有几人见过天道真容。 又有谁能和天道这么近距离的说上话? 江寒可以。 一种莫大的自豪感自心底升起, 他缓缓伸手, 捧住那颗圆球。 而且, 他还得到了天道赐宝, 这要是说出去, 恐怕都没人信。 这宝贝, 要是拿出去卖零食, 恐怕能卖几千万上品零食吧。 雪珠中没有任何杂质, 只剩下纯粹的血色灵力。 这股灵力极其庞大, 若是将其引爆, 怕是能瞬间摧毁一座城池。 不过, 这血色圆球极为邪门, 只是看上一眼, 就能感觉到一阵诡异的力量。 好在它只是要喂给黑洞, 不论是什么诡异的灵力, 只要能吞, 到最后都会变成黑洞成长的养分。 收起血球, 将寒飞身立在空中, 环目四顾之下, 却见原本热闹的平原上, 此时已见不到任何人意。 不知是看到这边的战斗, 吓得躲起来了, 还是提前离开了秘境。 也不知白师兄去了哪里, 有没有遭遇两宗修士。 想到这里, 江寒抬头看向上方的丁若梦。 丁道友, 你还准备在上面挂到什么时候? 丁若梦闻言, 身躯一颤, 面色陡然惨白。 他感觉这个世界是不是疯了? 什么时候杰单修士的战斗, 都可以惊动天道了? 更可怕的是, 天道竟然还亲自出手, 助江寒灭杀敌人。 这是一个天道该干的事吗? 什么时候天道这么随和了? 杀完敌人还帮忙把宝贝捡了回来, 送给了江寒。 这种事, 怎么看怎么不对劲? 他目光呆滞, 再也不负之前的意气风发, 今天发生的这些事情, 直接把他的世界观给震得稀碎。 若不是亲眼所见, 就算是师尊亲口告诉他, 恐怕他也只会以为师尊拿他消遣, 根本不会相信。 此时听到江寒的话, 他才略微回过神来, 低头正正地看向他。 他知道江寒天资极佳, 实力定然不弱, 要不然也不会纠结这么多人手, 一起对付他。 可他万万没想到, 江寒的实力竟然会这么强, 仅以一人之力, 便将他们两大宗门之人杀掉了九成, 而他自身毫发无损。 第150章 魂奴 他们这些自小在宗内修炼, 一身法宝的杰丹大圆满天骄, 竟然不敌一个仅仅入宗半年, 修为只有杰丹中期的江寒。 不愧是要成为紫霄剑宗圣子的人物, 不愧是天道垂青之人, 果真是天资绝世, 怕是数万年也难出一位。 他还只是刚踏入杰丹中期, 便已经这么强了, 若是等他杰丹大圆满, 是不是就能随意斩杀圆因其修士了? 而以他目前的修炼速度, 恐怕这一天不会太远, 甚至可以说, 以他的绝世天资, 恐怕很快就能晋级元英。 待他元英之后, 以他的实力, 有极大可能会成为整个修真界最年轻的强者。 甚至, 江寒有极大可能成为年轻一代弟子的魁首, 到那时, 恐怕他连见他一面的资格都不会再有。 丁若梦只觉得这一切是那么令人难以置信, 可这一切都是他青年所见, 由不得他不相信。 一时之间, 他神色变得复杂, 甚至懒得理会, 不时从他体内穿过的黑色神类。 他看着江寒那张仍算年幼的俊俏面旁, 眼神逐渐变得坚毅。 他想清楚了, 以他剩余的灵力, 恐怕最多只能再维持一个时辰的虚幻之行。 到那时, 他只能拼一把, 快速现行吞下, 单要恢复灵力。 但是以江寒的谨慎, 恐怕他现身的同时就会瞬间被灭。 如此一来, 便只剩下了一个选择。 江寒, 我可以做你的魂奴, 只求你能饶我一命。 魂奴? 江寒皱眉, 那是什么? 我会将一滴魂血交于你, 届时, 我将会无条件听从你的任何命令。 如果你哪里不满意, 可以随时毁掉那滴魂血, 魂血灭, 走死。 他语速不快, 甚至可以说是一字一句, 说得极为清楚。 江寒一听就明白了, 这个魂奴, 就是一个将生死交到他人手中的奴仆。 可是, 他说个奴仆有什么用? 给自己端茶倒水吗? 嗯? 江寒眼前一亮, 好像不错, 活了这么多年, 好像还真没享受过被人伺候的滋味。 不过, 他是个阴阳宗的人, 又不能带回紫霄建宗。 想了片刻, 江寒再次问道, 你有什么用? 丁若梦胸口一致, 他怎么说也是一个悟性极佳的天才, 在宗内不知有多少人巴结他, 想要和他攀上关系, 他都不屑一顾。 可他现在主动放低姿态, 甚至带着些卑微的开口, 竟然被江寒质疑自己没用。 他心中极为不满, 大不了一死而已。 他何必如此羞辱于我? 可他的不满还未生气, 突然想到说坏这人是江寒, 未来极可能登顶巅峰的江寒。 虽说此时形势所迫, 他不得不低头, 可若是因此和江寒产生一些因果, 那对他的未来也会有极大的好处。 嗯, 那没事了。 他立马收起心底不满, 低着头, 老老实实回道, 你现在刚刚在修真界崭露头角, 便已被各宗重点关注, 甚至打算对你出手。 方才你又以一己之力, 独占各宗天骄, 又将各宗天骄斩杀九成。 此时消息必然已经传了出去, 其他宗门定会加大力度, 派人对你下手。 我回到阴阳宗后, 可以替你收集一些, 你们紫霄建宗难以接触到的情报, 帮你对付其他宗门, 或者阴阳宗的一些秘法, 我都可以帮你找到。 若你想办什么事, 又不方便出手的话, 我也可以帮你去做。 如果你需要的话, 我甚至可以帮你寻一些上好的炉顶, 助你修炼。 这就是一个性命捏在自己手中, 忠诚度极高的打手啊。 江寒承认, 他真的有点心动了, 确实有点用处。 他忽然摇了摇头, 把丁若梦吓得心间一跳, 以为他要拒绝, 顿时极为紧张地看着他。 不过, 炉顶就算了, 此举实在有伤天合。 啊? 丁若梦震了一下, 他还以为江寒要说什么呢? 脑中都在疯狂想对策了, 可他原来就只是要说这个。 不要炉顶。 反应过来后, 他又有些亚然, 宗门除了那几个功法特殊的天才之外, 像江寒这个年纪的天骄, 哪个不是养了一群炉顶, 日夜升歌? 不过, 想想也对, 像江寒这等绝世天才, 自然有大毅力大气韵在身, 一般女子还真不配做他的炉顶。 此事无需再提, 你先出来吧。 江寒挥手让冀灭神雷散开, 但却并未将其收起, 而是隐隐为在附近。 若是丁若梦出来后, 敢有丝毫异动, 他定然不会有丝毫留守, 直接将他灭杀。 好。 丁若梦没有丝毫犹豫, 声音极为干脆。 事已至此, 他也没有其他选择, 若是不出去, 早晚也是一死。 更何况, 江寒此举也让他放心不守, 若他真想下杀手, 大可骗他出去, 再将他斩杀, 何必多此一举。 而且, 如今既然江寒已经答应, 那他也只能赌江寒会守信用了。 他深吸口气, 压下心底恐慌, 慢慢将功法撤下, 像是一抹虚幻忽然照进现实一般, 身体一点一点从虚无中逐渐凝食。 直到完全凝食的那一刻, 他身体猛地绷紧, 绷着脸极为紧张地看向江寒。 如今, 他以真身示人, 以江寒的手段, 想要杀他, 真的非常简单。 好在江寒并未出手, 只是有些好奇地看着他。 直到此时, 丁若梦才终于松了口气, 然后神色一宁, 右手并指, 用力点在眉心。 随着他的动作, 一滴散着妖异红芒的血滴, 自他眉心缓缓飘出。 这便是浑血。 取出浑血之后, 丁若梦好似受了重伤一般, 脸色惨白如纸, 好像一阵风就能把他吹倒一样。 江寒接过魂血, 略意感应, 便感觉到有一股隐约的联系, 和丁若梦连在一起, 只需他稍微动线念头, 就能让他承受极大的痛苦。 若是他以灵力摧毁这滴魂血, 恐怕他就算不死, 也定会变成白痴。 如此看来, 这滴魂血倒是可以让他放心了。 他将魂血收起, 掏出一块青色玉碱丢给丁若梦。 这是我的传音玉碱, 若是有事, 你可以以此联系我。 这枚玉碱是他在集市随手买来的, 只有玉碱自身的波动, 就算被人发现这股波动也无法威胁到他。 丁若梦点头, 取出玉碱, 和江寒的玉碱贴上片刻, 将双方的灵力波动互相记录。 一切是碧, 江寒转身走向不远处的藏皇山。 走吧, 我们去看看那些道池到底是什么。 第151章 你说这是杰丹七? 太医秘境入口。 山谷。 山谷上方不知何时, 竟多了一道流转着土黄色光滑的灵力护盾, 护盾将整座山谷笼罩在内, 其上散出阵阵厚重气息。 原本尚算平整的地面, 也莫名多出了数百道纵横交错的剑痕。 每一道剑痕, 都将地面斩出长达一条三百余丈的沟壑, 密密麻麻的剑痕, 几乎遍布谷内每一个角落。 更是有几座山峰, 自山间处整齐断开, 巨大的山间翻滚而下, 在山坡上留下了一道争鸣的疤痕。 甚至还有些残存的剑痕, 还在缺口处散出政治寒意, 引得大量山石不断炸开, 发出道道喷喷声响。 原本尚算秀丽的山谷, 在这些剑痕肆虐下, 变得残破不堪。 远处, 一座切口平滑的山峰顶端, 两道人影一座一卧, 对着边缘处的几道剑痕泽称奇。 这剑痕, 比起和我对战之时, 又强了许多。 看来这次, 阴阳宗和林天宗也要吃大亏了。 林青竹感受到山谷内僧寒凌厉的建议, 顿时暗暗心惊。 就算隔了近千丈, 可他还是感觉, 神石好似被割裂一般传来阵阵刺痛, 这等建议, 明显不是结单妻可以拥有的。 何止是吃亏, 这建议明显是将寒压香底的东西, 不到万不得已之时, 恐怕绝不会轻易动用。 他此时, 用出来, 绝对是打出真火了, 双方定要有所伤亡。 钟平平虚弱地窝在唐椅上, 一说起林天宗和阴阳宗要吃亏, 神色间顿时多了些幸灾乐祸。 也不知他们两家是怎么做到的, 竟能让江寒发这么大火, 甚至不惜以死相聘。 这等建议攻击, 恐怕只有天骄榜排名前十的那几位天骄, 才勉强有一战之力, 更何况是这么多的剑光不断斩出。 这等威力极强又攻势极快的建议, 恐怕只有排名前三的那几个变态, 才有希望一战。 而阴阳宗和林天宗此次来的人, 也不过只是普通的杰丹大圆马而已, 实力和他们两家也差不太多, 遇到这等攻击定然要造成极大的伤亡。 林清竹似是心有不甘, 叹息着开口, 江寒实力确实挺强, 不但一身雷法极为可怕, 就连建议竟也如此凌厉。 若是单打独斗, 我们任何一人都要入他半仇, 恐怕只有入了天骄榜的那些人, 才能稳稳胜他。 只可惜, 这次是两大宗门联合出手, 周明和丁若梦更是只差一线, 就能入天骄榜的人物。 就算他有万般手段, 可只要被丁若梦缠上, 再加上周明那蛮横的棍法, 怕是他也难以招架。 钟平平也叹息开口, 江寒终究还是境界太低了些, 若是同为杰丹大圆满, 就算我等一起出手, 怕也不是他的对手。 一说到这个, 林清竹就有些生气, 还不是你太过拖大, 当初要是你我联手, 哪还会像现在这样, 不但身上法宝被抢, 更是被人从秘境内赶了出来。 他心中生起浓浓的不甘, 只恨自己当时太过大意, 不该那般轻视江寒。 若是我一开始就动用权力, 不但能完成任务, 还能把江寒那一身法宝功法, 全部抢到手, 哪会像现在这样丢人。 切, 钟平平撇了撇嘴, 赶出来怎么了? 这可是天大的好事, 真要说起来, 你还得谢谢我。 谢你? 林清竹脸上一怒, 钟平平, 你呀没毛病吧? 也不看看, 你干了什么缺德事, 我不骂你就是好的了, 你还想让我谢你? 大白天的, 做什么吗? 真是不识好人心, 没想到我这是救了个白眼狼。 钟平平斜他一眼, 轻哼一声, 冲着山谷内扬了扬下巴, 脸上的幸灾乐祸之意, 越发浓郁, 被赶出来, 总比死在里面好吧。 死在里面? 你在胡说什么? 林清竹顺着他的视线, 疑惑转头, 却见数百道黑色天雷, 自一阵连衣中轰隆隆劈下, 将山谷内批出无数大大小小的深坑, 那号称足以抵挡原音七攻击的灵力护盾, 好似也有些承受不住, 这黑色雷霆的力量冲击, 护盾上荡起阵阵波纹, 隐隐晃动起来。 山谷内, 更是有许多黑色飞灰飘扬而起, 不过只一眨眼的时间, 便在地面扑了厚厚一层。 四周顿时响起阵阵惊呼, 这种程度的攻击, 绝对已经有了原音七的实力, 也不知是哪家弟子, 竟然仅凭杰丹修为, 便能接连发出原音七的攻击。 这等异象, 顿时让四周山头发出阵阵惊呼, 原本那些建议就够吓人的了, 现在更是出现了这等威势的雷霆。 这哪是一群杰丹在斗法啊? 不知道的, 恐怕还会以为, 这是几位原音强者在以性命相聘。 眼看护盾晃动的月佳剧烈, 一位身穿黄袍的老者, 凭空出现在阵法上空, 那老者身上散出阵阵威压, 赫然是一位原音七强者。 他一出现, 立刻双手结印, 打出镜千道硬绝, 快速融入防护阵法内。 片刻后, 在他的镇压下, 护盾终于稳定下来, 可还是在雷霆轰击下, 散出道道涟漪。 这什么玩意儿? 竟然需要一位原音强者亲自坐镇, 才能勉强守住。 灵青竹怪叫一声, 差点从地上蹦起来。 他从那些神雷之上, 感受到了一股比那雷结, 还要令人恐怖毁灭气息。 相比之下, 江涵之前对付他们所用出的紫色雷霆, 比这黑色雷霆弱了最少二十倍。 至于其威力, 只要看一眼那位原音七强者脸上的汗水, 就能明白了。 就连原音七强者亲自坐镇阵法, 竟然也只能勉强守住雷霆轰击。 虽然也可能是阵法等级不够高, 那原音老者太弱的缘故, 但再弱的原因, 那也是原音七强者和杰丹七是有着天壤之别的。 就连他都只能勉强防守, 可想而知, 在秘境内亲身面对这无上雷霆的人又会是怎样的绝望? 而能用出这等雷霆对敌之人到底有多强? 这黑雷莫非也是江涵的手段? 他有些不敢确定, 可除了江涵之外, 此刻尚在秘境之人还有谁能拥有这等威力的雷霆? 第152章 他没抢, 都杀了, 一定是他。 钟平平强撑着坐起来, 眼中是前所未有的凝重。 除了他, 我想不到还有谁有这等势力? 林青竹有心想要反驳, 可他张了张嘴, 却还是没说出口。 虽然不知道钟平平哪里来的自信, 可其实他也隐约有这种感觉。 想起当时他们一起被炸出来的场景, 那时他就感觉江涵雷霆太过于强大。 如果说有谁能操控这种威力的雷霆, 他第一个想到的也是江涵。 就在这时, 山谷内忽然荡起一道波纹, 一道略显柔弱的人影从内快速掉下来。 二人面色一变, 因为他们一眼就认出来那女子身上的黑白道袍, 还有胸口处那黑白太极图, 正是阴阳宗清传弟子服侍。 而且那女子, 劈头散发, 脸上甚至有许多灰尘, 看起来格外狼狈, 定是从刚才战斗之处逃出来的人。 快, 快去问问怎么回事。 钟平平的声音格外焦急, 甚至顾不得虚弱的身体, 忍着一阵炫韵, 用力把林青竹往外推去。 林青竹并未反抗, 而是顺着钟平平的动作, 起身迅速飞向山谷内, 他也很想知道, 秘境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竟然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离得近了, 他才终于发现, 那女子虽然脸上满是黑色灰尘, 导致看不清她的脸色, 但她的眼神中却满是惊恐之色, 体内灵力更是剧烈波动, 仿佛遇到了什么极为恐怖的事情一般, 直到现在都没回过神来。 这位道友, 不知秘境内发生了何事, 竟然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林青竹努力压下心底那个, 令她不敢相信的猜测, 脸上挤出一个温和的笑意, 柔声问道。 听到有人说话, 那女子身体一抖, 看了四周一圈后, 见到那些剑翼和雷霆后, 眼神更加惶恐, 甚至身子晃动, 隐约像是要逃。 可等她看清远处人影绰绰的山峰, 又看到林青竹后, 神色明显放松不少。 林师兄, 是我, 周燕。 她常常吐出一口浊气, 施法擦去脸上黑灰, 露出了一张有些婴儿肥的翘脸。 周燕, 你这是怎么回事? 林青竹看着那张还算熟悉的圆脸, 心中猛的一惊。 周燕可是阴阳宗来人中, 实力仅次于丁若梦的高手。 她那一身水影, 意境极为诡异, 不但可以幻化树道身外化身迷惑敌人, 更是可以隐踪藏行, 寻常人根本找不到她真身的位置。 有些人直到被她斩杀, 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 以她的实力, 如果真是生死之战, 就连自己这等高手也要万分小心。 遇到没有意境的杰丹大圆满修士, 怕根本没有杰丹妻能发现她的踪迹。 更何况, 他们这次市集两宗之力, 合力对付江涵一人, 以她谨慎的性子, 定然不会早早露面, 只会等待关键时刻发出致命一击。 可现在, 战斗才开始没多久, 她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 还变成了这副狼狈模样? 江涵! 周燕原本一脸嫌恶地清洁着身上的黑灰, 此时一听到林青竹的话, 她眼中立马一满惊恐。 那家伙根本就不是杰丹中气, 她之前肯定在藏桌, 我从未见过这么变态的杰丹妻。 林青竹心底一颤, 听这意思, 那雷霆还真是江涵操控的。 江涵他到底做了什么? 听到这话, 周燕身体一颤, 看着周围飘荡的黑色飞灰, 神似慌张。 此处不是说话之电, 我们先出去。 她急忙向山谷外飞去, 本想找机长老会暴秘境内发生的事情, 可却发现阴阳宗在山谷内的驻地, 早已被剑气摧毁, 其他人也不知去向。 于是, 只能先和林青竹一起, 落在钟平平所在的山头。 当看到那光滑的切口, 周燕神色又是一变。 到底怎么回事? 难不成你们也被江涵给抢光了? 林青竹一落地便焦急问道, 他们之前败在江涵手上, 纯属自作自受, 要是早些联手, 哪还会有后面那些破事? 可林天宗和阴阳宗, 这两个宗门向来娇好, 定然不会出现各自为战的情况。 可就算这样, 他们怎么也这么惨? 难道就算他们联手, 都不是江涵一人的对手? 被抢? 周燕复杂地看了林青竹一眼, 又看了看气息虚弱的钟平平, 好像明白了什么。 原本他还疑惑, 为什么林运山和林福公早早退场, 还叮嘱他们对付江涵的时候一定要谨慎。 当时问他们, 还支支吾吾地不肯说, 只说江涵实力极强, 若是大义, 避讳吃亏。 可现在看来, 恐怕当时他们就是被江涵给抢了, 我们倒是没被抢。 他心说, 要只是被抢罢好了, 哪还会像现在这样狼狈? 林青竹一愣, 和钟平平对视一眼, 同样看到了对方眼中的疑惑之色。 没被抢, 那你怎会变成这副模样? 其他人呢? 周燕神色复杂, 直到现在想起, 方才之事也还是让他难以接受。 他转身看向山谷, 又是几道涟漪出现, 几道人影先后从虚空中冲出来, 刚一出现, 就发出一声声惊呼。 阴阳宗和林天宗, 加上赵国皇室四位皇子手下百人一起对江涵出手。 说到这里, 他声音中出现了明显的颤抖, 可除了逃掉的这几人, 其他人全被灭杀, 灰飞烟灭, 连尸体都没留下。 什么? 林青竹和钟平平身体陡然凝固, 二人揭露出一副难以置信之色。 周燕却不管他们作何反应, 继续说道, 杀人者正是江涵。 怎么可能? 二人同时惊呼出声, 林青竹的声音更是有些破音, 其他人全被江涵杀了, 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丁若梦和周明也被江涵杀了? 这怎么可能? 就连钟平平都觉得, 这件事太过匪夷所思。 自从江涵建议爆发, 将他们林蕴山之人全部淘汰之后, 他就已经明白, 江涵就是此次秘境中最强的那个人。 第153章, 都是江涵干的, 那等建议一出, 原因以下, 除了极少数的那几人之外, 其他人绝不会是他的对手。 甚至, 他们若是争斗起来, 江涵也不一定会比他们弱。 可要说, 江涵以一己之力, 独占120名杰单七强者, 不但没败, 反而将对方强势灭杀, 这实在让他难以置信。 更让他不敢相信的是, 丁若梦和周明又是怎么死的? 他们可都是各自宗内的佼佼者, 只差一步便能踏入天骄榜的人物。 听闻那丁若梦, 更是已有了踏足天骄榜的实力, 只等下一次天骄榜现世, 上面定会有他一席之地。 他那虚实意境极为恐怖, 师尊更是层严, 只要他能成长起来, 未来必定能站在巅峰, 甚至有极大可能杜劫飞升。 更何况, 他们是一百多人联手对敌, 他实在无法想象, 他们到底怎么说? 可现在, 实力仅次于丁若梦的周艳, 却亲口告诉他们, 丁若梦和周明, 包括未逃出来的四十余位杰单大圆满, 加上赵国皇室百余人, 全被江涵所杀。 纵然他不敢相信, 可看到弥漫山谷的那些僧涵建议, 再加上那蕴寒毁灭气息的无尽雷霆。 此事, 由不得他不相信, 丁若梦和周明都死了。 林青竹惊恐地和钟平平对视一眼, 心中掀起惊涛骇浪。 周师妹, 那秘境内到底发生了什么? 江涵又是怎么杀了这么多人的? 周艳明紧了唇, 脑海中再次浮现当时犹如末日一般场景, 声音颤抖着, 将当时的情况说了一遍。 听完周艳的话, 林青竹狠狠吸了一大口凉气, 钟平平更是惊得差点从躺椅上蹦起来。 一箭杀一人, 杀结丹大员满如杀鸡土狗一般, 一箭斩杀周明, 唤出无尽黑色天雷, 顷刻间灭杀十多人。 这说的是江涵, 那个只抢东西不杀人的江涵。 知道了一切之后, 二人心中顿时生出一股寒意, 心底更是出现一丝劫后余生之感。 被江涵抢点东西, 怎么了? 只是抢他们一些东西罢了, 江涵没下杀手, 已经是天大的恩惠, 区区一些身外之物, 能抵得上自己的性命。 林青竹原本还对此事本耿于怀, 甚至还有一些报复的想法。 可此刻, 他什么想法都没了, 那些东西就当是送给江涵的见面里, 江涵这等实力, 和他们已经不是一个阶层的人了。 等下自天交榜现世, 定会出现江涵的名字, 到那时, 身为和江涵竭力一战, 却只输一招之人, 他也算是可以骄傲地吹一波了。 甚至, 若是因此和江涵搞好关系, 未来必定对自己大有益处。 和林青竹的乐观不同, 钟平平想得更多, 先不说江涵当时为什么放他们一马, 他现在就在纠结, 到底还要不要找江涵讨要社魂中? 他脑中思绪电转, 片刻后, 还是无力地叹息一声。 如此天交, 只可结交, 不可为敌。 江涵, 已不是他可以耍小心思对付的人了。 罢了, 还是好好想想, 怎么去寻一件天阶无品的法宝吧? 江涵如此天赋, 若是个散修, 师尊定然愿意用一件天阶无品法宝, 和他结个善缘。 可惜, 他是紫霄建宗的人, 如此一来, 只能回族内想办法了。 就在这时, 空中忽然响起一声高喊, 听起声音, 正是静谧静前, 在场中阴阳阴阳宗那人。 四大宗门一百余人, 联手围攻紫霄建宗江涵, 却被江涵以结单中期的实力杀出重围, 将林蕴山和林浮宫击败。 林青竹和钟平平重伤, 被江涵一剑击破心神, 两宗其余人全部重伤。 林天宗和阴阳宗, 更是被江涵以一己之力灭杀九成, 仅于少数几人勉强逃脱。 周明当场生死, 丁若梦失踪, 生死不知。 那道喊声极大, 甚至加持了秘法在内, 使声音一直在空中回荡, 让场内每个人都能听得清清楚楚。 无论是裴小辈一起来的散修, 还是其他中小宗门之人, 甚至一些叫得出名号的元英七高手, 文言先是一惊, 下一个反应却是根本不幸。 这,怎么可能? 那可是四大宗门联手, 怎么会被一个结单中期小辈一人击败? 修耀胡说八道, 那江涵不过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辈, 他何德何能, 能以一己之力灭杀那么多天骄? 不过一个无名之辈而已, 就算是紫霄建宗的天才, 也绝不可能有这等强和实力。 众人听得清晰, 可却难以相信, 实在是此事太过匪夷所思, 更是把四大宗门的脸踩在地上摩擦。 此时众人纷纷看向上在场中的四大宗门之人, 特别是林天宗和阴阳宗方向。 阴阳宗之人不知去了何处, 只看到林天宗之人面色复杂, 神色难明, 沉默地不发一言, 如此景象, 让他们心中顿时升起一丝明雾。 林天宗的人怎么会是这副模样? 难道刚才那人说的都是真的? 一个不可思议的答案出现在众人脑中。 若是此话有假, 以林天宗的性子, 定会将说话那人蛙眼拔舌, 再将其魂魄以秘法禁锢在兴罗城城头, 日夜承受恋魂之痛, 以警告世人。 可现在, 他们却没有任何动作, 甚至没有出声反驳, 反而脸色难看地盯着山谷中。 如此看来, 此事多半是真。 尽管这个答案太过于匪夷所思, 可明眼人只要略意思索, 便能想清楚其中关键。 而此事留在这里的人, 大多是各个门派的十全之人, 有哪个会是傻的? 场中诡异地静了一瞬, 转而爆发出阵阵嘀呼。 此事莫非是真的? 那江涵, 果真如此了得。 江涵到底是谁? 为何之前从未听闻? 哎, 这你都不知道。 可还记得前些日子, 五大宗门在陵渊秘境争抢排名, 虽然事后四大宗门有一封锁消息, 可我无意间, 听我那在阴阳中的表面说过。 很快, 江涵曾经以一己之力, 碾压四大宗门的事迹, 便在场中传开。 一时间, 议论声越来越大, 到最后, 甚至开始毫无顾忌地大声议论。 言语间, 竟是夸赞江涵天资绝世, 实乃当代最强劫单妻。 如此大的动静, 自然瞒不过林天宗众人, 只是他们那座山头被施了阵法。 从外面只能看到, 有几位弟子在向墨丘双他们汇报着什么。 而随着时间流逝, 这几位林天宗清传弟子的脸色, 也越发难看。 第154章, 死了活该。 墨丘双盘息而坐, 闭眼尽心, 听着丁玉山汇报秘境内的情况。 虽然他极力想要平静下来, 可他那微微捏紧的指尖和逐渐难看的脸色, 却说明他此时根本静不下心。 柳寒月比他更加不堪, 当听到江涵一见江周明斩杀之时, 他更是没守住心神, 身体一颤, 又全用力攥紧, 死死盯着丁玉山, 惊呼道, 怎么可能? 你确定那个人真的是江涵? 不是认错人了? 丁玉山眼中还残留着一抹惊恐, 因阳宗对江涵恨之入骨, 早已调查清楚他的底细。 我们维杀之人不但容貌外形与江涵一模一样, 就连法宝功夫也是相同, 他当时还用出了天阶八品法宝奔雷剑和紫霄剑绝。 如此种种均和江涵一样, 绝对没错, 那人就是江涵。 听到这话, 柳寒月胸口一致, 却是再也无法质疑, 因为这世间不可能有两个一模一样的人。 这, 这怎么可能? 江涵他, 他怎么可以这样? 柳寒月胸口一致, 这也让他太难以置信了。 在他的记忆中, 以江涵的性格是绝不可能做出这么残忍的事情的。 他甚至从未与人发生过冲突, 无论是谁说他, 他都只会卑微地认错求饶, 根本就没有跟人吵过架。 更何况, 之前林韵山和林福宫已先后和江涵斗过一场, 他们也只是把身上法宝送给江涵而已, 自身并未出现伤亡。 可现在, 却有人说江涵在秘境中杀了林天宗和阴阳宗, 攻击一百多人, 这怎么可能? 他怎么能这么残忍? 这有什么不可能的? 夏浅浅虽然也觉得难以置信, 但他和柳寒月想的不同。 在他的印象中, 江涵现在确实很厉害, 就连他都不是他的对手。 虽然他这次厉害得有些过分, 让他感觉非常害怕, 但他适应能力极强, 很快就接受了这个事实。 二师姐, 你是不是糊涂了? 是他们没事找事, 想要围杀江涵在先? 江涵只是反击而已, 他们既不如人, 死了纯属活该, 这有什么可以不可以的? 在他看来, 这修真界杀来杀去的实在太正常了。 不说别的, 就说他们夏家, 那也是一方霸主级的家族, 方圆百万里, 无人敢惹的存在, 可还不是每年最少死上三五十个族人。 不过, 江涵现在这样疯狂杀戮, 他还是感觉心里有些发出。 他之前还打算, 等江涵出来之后要单独去见他, 如果到时他对他动手, 那他该怎么办? 还要不要单独去找他道歉? 柳涵月听到夏浅浅这话, 心中意紧, 却并没有反驳, 他也知道夏浅浅说的是对的, 可不知道为什么, 他就是觉得心里难受。 柳涵月虽然没说话, 墨丘霜却听不下去了, 何道? 浅浅, 你怎么说话的? 夏浅浅把头一偏, 他也知道自己说错话了, 此时听到训斥, 极为干脆的低头认错。 我知道错了。 哼, 墨丘霜倒也没再为难他, 而是看向丁玉山。 你继续说, 说详细一点。 丁玉山虽然奇怪几人的反应, 却也不敢怠慢, 连忙将秘境内的事情, 从一开始到最后大败而逃, 极为详细地说了一遍。 当听到江涵连连施展顺移, 甚至不顾灵力消耗, 连续以那种强大的剑意对敌之时, 柳涵月已经震惊地瞪巴了眼睛。 待听到江涵一见, 便将周明斩杀之时, 他再也忍不住惊呼出口。 怎么可能? 韩月? 墨丘霜低含出声, 可是在宗内排名前五的杰丹七天骄, 据说曾意外得了一道神秘传承, 更是有一根地阶九品法宝, 碎山棍, 攻击及其粗暴强悍。 再加上他已经大成的火之意境, 两者相加之下, 就算是遇到三五名同阶, 都能轻松获胜, 实力绝对不容小觑。 以他的实力, 就算是放眼整个修真界, 那也是排得上名号的天骄。 可江涵他只是, 柳涵月眼眶有些红, 心中突然变得空洞洞的, 他不知道自己该做何反应。 在他想来, 江涵现在这么厉害, 按说他应该替他高兴才是。 可以想到, 被江涵杀掉的那些人, 是林天宗的弟子之后, 他却怎么也开心不起来。 江涵手中那件护身法宝极其厉害, 防御力怕是比之原因中期修饰也不弱。 我们数十人合力出手, 法术法宝全力攻击下, 竟然都无法击破他的护盾, 也因此, 才让他毫无顾忌地放手杀戮。 而且, 江涵施展紫霄剑绝之时, 召唤出来的雷霆, 竟然不是紫色天雷, 而是一种黑色雷霆。 那黑雷带着一股令人心惊的毁灭气息, 威力更是极强, 比之普通雷霆强上不知多少倍。 就算是杰丹大圆满的修为, 也是处之即死, 绝对已经有了原因期的攻击力, 也因此, 我们才会损失这么大。 随着他不断诉说, 柳涵越来越心惊, 小嘴微张, 脸上满是匪夷所思的神色。 夏浅浅更是不堪, 他眼中的震惊逐渐化作惊恐, 整个人几乎僵在原地。 就连一直闭幕, 洋装打坐的墨秋霜, 也终于装不下去了。 他猛地睁开眼睛, 极为震惊地看向山谷之中, 看向那些威视惊人的黑色雷霆和剑翼。 早在剑翼出现的时候, 他就一直在疑惑, 到底是哪个天骄, 竟然在结单期就有了如此害人的手段, 若是等他结阴, 雷霆定是某种不知名的强大神雷。 不说别的, 只要有此神雷在手, 此人就足以进入同阶前列。 更令他震惊的是, 这次秘境竟然同时出现了两位实力强大的天骄。 而且看见翼和雷霆的威力, 两人实力甚至相差无几, 就算在天骄榜中也是足以排名前十的存在。 他之前一直在猜测, 这到底是哪两位天骄的手段, 自己有没有可能许以众诺, 花费大代价, 把他们收入林天宗内。 有了他们加入, 林天宗必然实力大涨, 甚至有希望在天骄榜上将其他宗门远远甩开。 第155章, 他怎么能这么强? 可现在, 丁玉山却说, 这绝世建议和威势惊人的雷霆, 竟然都是出自一人之手。 出自一人之手倒也没什么, 只是更能证明此人够强, 天资足够好, 甚至还有了进入天骄榜前三的资格。 无非是多花费点代价罢了, 只要他愿意加入林天宗, 就算付出再大的代价也值得。 由此天资在首, 此人日后定能扬明修真剑, 为林天宗带来无上荣誉。 同时, 他还能代表宗门征战四方, 威慑其他门派, 宗门也能因此获得更多的资源。 可丁玉山现在却说, 那使出绝世建议和黑色雷霆的人, 竟然是江涵。 那个, 被师父和师妹们早早逼下山的, 江涵。 随着他的话音落下, 整座山头再也没了任何声音, 诡异地陷入了一片沉默之中。 一股无形的压力悄然降临, 笼罩整座山峰。 就连地面的落叶都被这股压力拍入了山石之中。 四周的气温更是大降, 煞时间冷到了极点。 几位正在汇报情况的弟子, 身体被动地不断颤抖, 体内发出一阵咯吱咯吱的响声。 可他们却不敢露出丝毫怨言, 面上甚至更加恭敬了几分, 站在一旁等着大师姐的吩咐。 好了, 你们先下去疗伤。 墨秋霜强忍着心中痛苦, 开口打破了沉默。 随着他话音落下, 四周的压迫感顿时消散, 刺骨的寒意更是很快没了踪影。 几人恭敬离去, 一直跑到山脚下, 才敢巧声说话。 江涵惹到我们林天宗, 算是踢到铁板了。 如今惹得大师姐动目, 大师姐怕是要对他出手了。 哼, 这是他应得的。 江涵实在太过放肆, 竟然敢对我们林天宗的人下杀手。 若是不好好教训他一顿, 只怕会让世人以为我们林天宗好欺负。 可是, 紫霄建宗那个女疯子也在, 若是真打起来, 大师姐恐怕顾不得江涵。 怕什么, 二师姐也在呢。 只要大师姐拖住那个疯子, 二师姐绝对能将江涵擒获。 我们看着就是, 只要大师姐出手, 江涵定然无处可逃。 他从秘境出来之时, 就是他为诸位师兄弟肠病之时。 山上, 三人沉默片刻后, 柳涵月再也藏不住心中震惊, 忍不住问道。 大师姐, 江涵到底怎么回事, 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强? 他说话间, 明显顿了一下, 似是非常不想把强这个字, 和江涵联系在一起。 在他的意识中, 江涵不应该变得这么强才对, 至少, 他不应该强得这么离谱。 以劫单中期的修为, 单挑近二百位劫单修士。 如果换作他自己, 以原因中期的修为, 独自面对近二百位原因期修士的围攻。 柳涵月身体猛地一抖, 心中生起一股深深的无力感。 这种事情, 但是想一想, 就让他绝望, 根本就不可能做到。 可是, 江涵却做到了, 并且, 他还以一己之力战而胜之, 对方那一百多位结丹大圆满, 更是跑得跑, 死得死。 更让他感到恐怖的是, 根据丁玉山的说法, 江涵他是陷入重围之后, 以自身实力正面对敌, 将他们强势镇压, 期间并没有使用任何阴谋诡计。 他实在想不通, 江涵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这才几个月的时间, 他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强? 不说是他, 就算是曾经力压同阶, 撑起一代天骄的大师姐, 遇到这种事情, 也最多只能勉强逃命, 绝不可能做到江涵这样的程度。 柳涵月心中五味杂陈, 他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心里到底是什么滋味, 只感觉非常难受, 比当初被江涵骂的时候还难受。 他本想听听大师姐的想法, 可他等了许久, 也不见大师姐说话, 转头看去, 却发现大师姐正在发呆。 大师姐? 他轻声喊道, 墨丘霜却好像没听到他的话, 他现在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在想些什么, 只觉得心中掀起一阵惊涛骇浪。 之前刚见到江涵的时候, 江涵不过刚刚稳固境界, 在他眼中几乎处处都是破绽, 在他看来, 那些结单大圆满的弟子, 随便动动手就能打败江涵。 他们可都是各宗通过门内小笔, 选出来的精英弟子, 其中任何一人在外界都是天交级的人物。 而江涵性格懦弱, 打架从来不敢下死守, 他们只需略微出手, 江涵便只能败退。 可现在, 他竟然以一敌数百, 境界远超他的天交, 并且还打赢了。 江涵现在到底有多强? 墨丘霜忽然感觉, 自己现在竟然看不透他了, 他正在一点一点脱离自己的掌控, 变得越来越陌生。 师姐, 你怎么? 一声惊呼忽然在耳边响起, 墨丘霜仪的机灵立马回过神来。 怎么回事? 他躲开柳寒月拍过来的手掌, 语气不悦地说道, 不就死一些弟子而言? 你看看你, 大呼小叫的, 像什么样子? 柳寒月手上一顿, 连忙收了回来, 见师姐不愿多说, 于是伸手指着外面, 有些气愤地说道, 师姐你看, 外面那些人, 真是一群剑锋使多的家伙, 这会儿都在拍子霄建宗马屁。 他脸色难看至极, 子霄建宗都没人在这儿, 也不知说给谁听的。 墨丘霜文言, 略移近神, 很快便听到了外面闹哄哄的声音。 子霄建宗真是闷声淡大势, 竟然暗中培养出了这么一个妖孽, 这下子, 恐怕修真界又要乱上一阵了。 此话一出, 旁边某处坐了近百人的山头, 顿时一静, 接着有人盲问道, 此话怎讲, 姚长老可是知道些什么消息。 姚长老小心地看了看四周, 低声道, 诸位难道不知? 如今可是有许多门派, 对此次资源分配颇为不满, 特别是原本属于林天宗和阴阳宗管辖的门派, 更是在上交自身家份额时, 对资源多有客扣, 专挑些没用的或者质量极差的资源上交。 甚至有一些中等门派, 仗着自家在大宗门内有人, 竟然敢直接扣下大部分资源不上交, 丝毫不给子霄建宗面子。 竟然是这样? 有人惊呼道, 此事确实有所耳闻, 只是没想到, 他们竟然这般胆大, 连子霄建宗都敢得罪。 第156章, 都怪你, 嘿, 还不是那群老家伙, 整日嘲讽紫霄建宗后继无人, 等老的死得差不多了, 剩下这一群高不成低不就的小辈, 就会变成一只没了牙齿的肥狮, 只能任人宰割。 所以, 他们就想着拖一拖, 这么多宗门一起耍赖, 让那紫霄建宗也不敢惹众目。 姚长老笑得有些幸灾乐祸, 可如今, 单是江涵一人, 便能碾压四大宗门那么多天骄, 等下一次天骄榜再现, 他定然榜上有名。 再加上此人如此试杀, 并且丝毫不计后果, 连其他四大宗门的人, 在他眼中也如蝼蚁一般想杀就杀。 此举, 定然是得到了门内长辈的叮嘱, 特意来立威的。 那群剑疯子, 恐怕是真的被激怒了。 这下, 你觉得那些门派, 还能做得住? 他们若是再不做些动作, 恐怕就要被一群疯子杀上门去了, 到时整个修真界, 必定血流成河。 什么? 有人惊呼道, 姚长老, 你可别说胡话, 就因为一个姜汗, 能惹出这么大的事情。 哼, 你爱信不信, 以前紫霄建宗后继无人, 早已没了那么多争斗的心思。 如今突然有了姜汗, 紫霄建宗到同有了传承, 你说, 他们会不会为了替姜汗抢资源而拼命? 众人万万没想到, 这件事里, 竟然还有这么多道道。 此时听得目瞪口呆, 脑中越想越觉得有可能。 若是真被那群疯子杀上门, 他们打得过吗? 想到此处, 场中一大半人顿时面色大变, 神色惊惧, 脸上更是惨白如指。 他们忽然发现, 如果紫霄建宗上门, 自己宗门根本不是对手。 莫说四大宗门会不会救他们, 就算四大宗门及时救援, 恐怕也只能带回去一堆尸体。 不, 恐怕连尸体都没有。 姚长老见状, 眼睛一眯, 又放出了一个足以震天动地的消息。 诸位有所不知, 姜汗在来此之前, 途经百仙城, 被幻月门三位元英长老拦路。 你们可知, 他们是何下场? 众人一正, 一个结单中期, 被元英七拦路。 元英七能有什么下场? 难道还要给他赔礼道歉不成? 剑无人应声, 姚长老脸色一沉, 冷哼一声, 大声说道。 当日姜汗一剑, 便破了百仙城护城阵法。 三名元英七长老更是当场身亡。 诸位, 如此天骄, 你们觉得, 他配不配让紫霄建宗尽全力培养? 山顶顿时一片死寂, 所有人进阶面色大变。 怎么可能? 结单中期怎么能破了护城阵法? 还能斩杀三名元英七长老? 可姚长老既然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大声说出此事。 那么这件事, 定然是真的。 要不然, 他们只需打探一二, 便能知道真相。 可如果姚长老所说是真, 那姜汗以结单中期修为, 就能做出如此逆天之举, 更是杀性极重。 幻月门长老只是拦路, 他就将其灭杀, 更是毁去护城阵法。 这等绝世天资, 这种试杀成性, 四次子绝对不能招惹。 意识到这件事代表着什么之后, 顿时有人坐不住了。 之前便听闻, 宗内有人胆大包天, 胆敢克扣要上交给紫霄建宗的资源, 如今恐怕却有歧视。 有人匆忙起身, 语速极快地说道, 我要回去禀报宗主, 助紫霄建宗彻查此事。 诸位, 我先告辞了。 此人说完便匆匆离去, 甚至用出了密法赶路, 走得甚是匆忙。 随着此人离去, 在场众人大动目光闪烁, 明显另有心思。 倒是个果断的。 姚长老叹息道, 可惜, 若是早些按规矩办事, 想必还能让紫霄建宗高看一眼, 日后有好处, 也能念着他的一丝情意。 如今, 怕是难了。 这话一说出口, 场中一人猛地一拍大腿。 还有我去? 姚长老说得有道理。 若是我当时把资源交上去, 紫霄建宗随便赏赐点功法下来, 日后在宗门晋级时再提点一把。 此话一出, 场中好几个人顿时一愣, 随后立马倒吸一口凉气, 脸上满是懊恼之色。 诸位, 我想起宗内还有事, 先告辞了。 哎呀, 瞧我这记性, 这次出门竟然忘带除袋了。 诸位稍坐, 在下先走一步。 一时间, 有十多人突然告辞退去, 身形飞快地朝着传送阵出顿去, 甚至有人迫不及待地掏出传音遇见, 不知和什么人焦急地说着什么。 见此情景, 就算再傻的人也明白了, 这群家伙, 这是准备要抢先献上资源, 向紫霄建宗表忠兴去了。 一时之间, 山头呼啦啦飞起一大半修士, 连招呼都来不及打一声, 纷纷朝着传送阵飞去。 到现在, 剩余之人算是都明白了, 竟然有这么多人, 都在克扣紫霄建宗的资源。 要不是, 此次江汉大发神威, 强势击败四大宗门天骄, 让他们看到了紫霄建宗的决心, 更是看到了紫霄建宗再现辉煌的希望, 恐怕, 他们还不知道会再克扣多久。 紫霄建宗, 这次是真的要崛起了, 江汉天赋实在太过逆天, 如今只是劫单中期, 便已有这等恐怖的实力。 再加上紫霄建宗亲力培养, 就算是去争一争那天骄榜前三, 也是有极大希望的。 等他结阴, 恐怕在原因期修士中, 也将难逢敌手, 未来说不定还能带领紫霄建宗, 再次碾压其他四大宗门。 如今紫霄建宗正是风雨飘摇之际, 这是我等的机会啊。 若是我等能和江汉交好, 未来说不定能攀上这艘大船, 就算跟着紫霄建宗随便喝点汤, 也能让宗内新增几位原因期修士。 众人越说眼睛越亮, 纷纷打定主意, 等下只要江汉出来, 定要去混个脸熟, 若是能打好关系, 那就更好了。 正在此时, 却有人疑惑问道, 姚长老,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事? 莫非你和紫霄建宗有什么关系? 此话一出, 所有人顿时转头看来。 姚长老闻言轻哼一声, 仰头傲然说道, 我们云海宗便是第一批 向紫霄建宗上交资源之人。 老夫有幸得雷宗主召见, 进了一回紫霄建宗, 更是曾和江师侄有过一面之缘。 众人闻言皆是愣在当场, 满脸的难以置信。 他们没想到, 姚长老竟然能得雷宗主亲自召见, 还和江汉有交情。 这云海宗, 日后怕不是要乘上紫霄建宗这艘大船, 直接一飞冲天了。 姚长老果真是有大纪元之人, 竟能得雷宗主亲自召见, 更是和江师侄有了交情。 一员因其修士, 从旁边凑上来, 手中捧着一坛灵酒, 满脸堆笑地讨好道。 此时正好无事, 老弟这有一坛好酒, 老哥若不嫌弃, 不如供饮一杯。 其他人见状, 哪里还不明白, 顿时纷纷上前祝贺, 一时之间竟是恭维之声。 类似的消息, 很快就传遍了附近每一座山头。 许多客扣了紫霄建宗资源的宗门, 分析利弊之后, 果断通知门内此事, 欲要抢先一步, 上交客扣的资源, 以此避免即将到来的血光之灾。 也想要借此机会, 攀附上紫霄建宗这艘大船, 未来紫霄建宗崛起, 他们也才能跟着一飞冲天。 一时间, 山谷内呼啦啦少了一大半的修士, 他们连上在秘境内寻求纪元的弟子也顾不上了, 着急忙慌地通过传送阵快速离去。 如此大的动静, 自然瞒不过四大宗门之人。 林天宗锁在山头, 柳寒月看着那飞速离开的人群, 脸色刷得一下黑成了锅底, 不就一个江汉二爷。 他们至于怕成这样, 一群原因期修士, 竟然想要巴结, 只有结单中期的江汉, 他们也不嫌丢人。 墨丘双文言同色瞬间冷了下去, 怒喝道, 够了, 还不都是你们几个单的好事? 第157章, 这些本该属于我们。 柳寒月和夏浅浅被吓了一跳, 不明白大师姐为什么发这么大的火。 柳寒月委屈地说道, 大师姐, 这次明显是那些人见风使舵, 不过脸面想要巴结紫霄建宗, 这关我们什么事? 墨丘双眉眼又冷了几分, 目光扫向柳寒月二人, 冷声道, 若不是你们把江汉逼走, 他哪里会加入紫霄建宗? 若不是你们整日欺辱他, 他又怎会恨我们? 又怎么对林天宗弟子下杀手? 说到这里, 他眼底悄然爬上了一分酸楚, 但凡你们当时对他好一点, 他也不会走到这一步, 也不会离开林天宗, 更不会是我们为仇敌。 那样的话, 江汉就还是我们林天宗的人, 此次在秘境内大放一彩, 力压同接的, 也将会是我们林天宗, 未来登顶天交榜首, 获得无上荣誉的, 也将是我们林天宗的天交。 他每说一句, 柳寒月和夏浅浅的脸就白上一分, 等他话说完, 二人脸上早已没了一丝血色。 可是, 柳寒月下意识反驳道, 那也是三师妹非要赶江汉走的, 又不是我干的, 当初我也没说要赶他走啊。 再说了, 我都已经知道自己错了, 想要跟他道歉了, 他怎么还这么恨我们? 哼, 墨秋双眼底蒙上了一层寒意, 你也不想想自己干了什么? 他恨你, 难道不是应该的? 也不知道, 你到底在害怕什么? 口口声声说要道歉, 可直到现在, 也没见你去找他。 柳寒月被说中心事, 目光躲闪, 偏头看向一旁, 罕见的没有反驳。 墨秋双的视线, 犹如冰刀一般从二人脸上刮过, 声音中是抑制不住的愤怒。 以江汉的资质, 若是能留在林天宗安心修炼, 未来极有可能登顶天交榜首, 这可是连我都未曾有过的荣耀。 你们可知天交榜榜首是什么概念? 那可是, 但凡晋级原鹰, 必会成为原鹰七修士中最顶级的存在, 未来更是能成为宗门最强占领。 他眼中逐渐多了一些酸涩, 江汉曾经是多么善良的一个孩子, 我到现在都还记得他眼中的纯真无邪, 可就是这样一个心思纯善, 天资绝世的天交, 竟然被你们逼成了一个只会杀人的疯子。 墨秋双越说越气, 你们几个但凡发点善心, 他肯定会留在林天宗, 成为宗门天交的领军人物, 可你们却只会欺负他, 嫌他衣服脏破, 嫌弃他心境不全, 嫌弃他出身泥腿子。 墨秋双眼眶一红, 怒骂道, 哪有你们这样做师姐的? 你们简直恶毒至极。 柳寒月和夏浅浅被骂得深深低下头去, 心中生起浓浓的酸楚, 可是, 夏浅浅眼中似有水雾弥漫, 他抬头看向墨秋双, 有些委屈地说道, 也不止是我和二师姐这样, 大师姐你之前也不喜欢江海, 还有三师姐和其他师妹, 还有师父, 那在以前都这样, 他刚说完便感到一股冷芒舍来, 却是墨秋双正在瞪着他, 我和你们能一样吗? 墨秋双恨声道, 我之前一直闭关, 哪有时间一直盯着他, 倒是你, 全东上下, 就你打他的次数最多, 你还好意思说我, 夏浅浅脖子一缩, 可嘴上却是没停。 师姐你别生气啊, 我也没有要怪你的意思, 我是想说, 我们现在不是不打他了吗? 而且我们这次是真心向他认错, 他肯定不会抓着这些小事不放的, 而且, 这次他杀了我们这么多人, 也足够他发泄许多怨气了, 到现在, 恐怕气也消得差不多了, 他小心翼翼地看了墨秋双一眼, 见对方没有要生气的意思, 这才记着说道, 我们趁这个机会, 大度一点, 不追究他的责任, 然后再去求他原谅, 他肯定不会拒绝的, 墨秋双听得眼前一亮, 心中再次燃起一团希望之火, 眉眼间的愁容请客散去, 韩月, 你怎么看? 他问向柳韩月, 柳韩月眼神微动, 想起之前江涵的性格, 眼底逐渐升起一丝希望, 大师姐, 浅浅说得不无道理, 江涵一向懦弱, 如今一时冲动, 接连得罪我们林天宗和阴阳宗, 他闯下这么大的祸事, 心中必然会生出恐惧, 会非常害怕紫霄见宗, 因此惩罚于他, 他越说越觉得此事有戏, 语气中不由带上了几分得意, 我们若在此时对他示好, 极为大方地原谅他的过错, 他必定心怀感激, 就算嘴上不说, 心里也会对我们有所改观, 此时我们再向他道歉, 他碍于面子, 就算再有些怨气, 也不会在此时发作, 定会口头原谅我们, 柳韩月觉得自己现在格外聪明, 甚至隐隐有种顿悟的感觉, 思绪格外通透, 我们以此为机, 不断和他接触, 送上补偿的礼物和各种资源, 助他修行, 一步步和他修复关系, 终有一日, 他定会彻底原谅我们, 对, 就是这样, 我也是这么想的, 夏浅浅兴奋的道, 大师姐, 这次是一个绝佳的好机会, 我们绝对不能错过, 墨丘双听的双眼放光, 就连呼吸都略有急促, 如果真的能趁这次机会, 获得姜涵的谅解, 就算只是初步谅解, 那他的道心, 就极有可能修复, 甚至, 就连那快要到来的化神雷杰, 也有了极大的希望可以度过, 只是, 他还是有些担心, 那死掉的这些弟子怎么办, 他们可大多是几位长老门下的天骄, 你们可想好了怎么, 和诸位长老交代, 此话一出, 就连柳寒月也促起了眉, 师父那边倒是好说, 不过是几十名结丹大圆满的天骄而已, 宗门麾下, 统领着众多凡人国度, 每次收徒, 都能寻到几百个天资卓绝的天才弟子, 其中还有十几个极品林根的天才, 寻常有林根的弟子, 更是数不胜数, 这次死掉的二十几个天骄中, 极品林根只有两人, 在里面根本不起眼, 明年开山收徒就能补上来, 修炼个几十年, 就会有一批新的结丹大圆满天骄出现, 对宗门来说, 无非是花费些资源罢了。 第158章, 又开始装, 倒是那些长老不太好糊弄, 这些天骄可都是他们耗费资源培养的, 若是一个没处理好, 怕是会引起他们不满, 特别是胡长老那边, 周明可是他费尽心血培养的清传弟子, 加上他寿缘无多, 可以说一门心思都扑在周明身上, 如今周明死在这个小秘境内, 胡长老绝对受不了, 恐怕不会善罢甘休, 这有什么好交代的, 反正人都已经死了, 大不了给他们补偿些资源也就是了, 夏浅浅不以为意地说道, 这次本来就是他们有错在先, 不讲规矩, 率先对江涵出手, 难道他们还真敢把这事闹大, 也不怕那群疯子和他们拼命, 此话一出, 顿时说到了他们的心里, 墨秋双当即点头道, 好, 那就这么决定了, 说完, 他瞥了柳韩月一眼, 眼底闪烁着威胁, 韩月, 等下去找江涵的时候, 你管好自己的嘴, 不该说的别乱说, 最好一句闲话都别说, 该道歉时认得错就行, 千万别给我没事找事, 柳韩月知道, 大师姐是在警告他, 他也知道自己一遇到江涵, 就总是控制不住脾气, 于是连忙点头, 好, 墨秋双又看向夏浅浅, 还有你, 最好也闭嘴, 就算想说话也给我忍着, 他要打你, 你也不许还手, 有我在, 你顶多吃点苦头, 伤不到性命, 千万别因此激怒江涵, 好的大师姐, 我明白的, 夏浅浅答应得极为干脆, 似乎生怕墨秋双他们反悔似的, 他本就打算自己去找江涵道歉, 可看到江涵这么残暴适血之后, 被吓得神不附体, 自然不敢自己去找他了, 现在有大师姐和二师姐陪着, 他就安心多了, 墨秋双眼神微亮, 既然如此, 那就等着江涵出来, 我们一起, 亲自去见他, 这一次, 天时地利人和接在, 定能让江涵对我们有所改观, 就在这时, 祭坛上方突然出现一道涟漪, 这道涟漪与之前的都有所不同, 不但有石杖大小, 其内更是露出一丝血红之色, 涟漪的波动也特别剧烈, 好似是从极远的距离, 强行打开一般, 刚一出现, 就如波涛一般剧烈波动, 啪哒, 涟漪忽然一顿, 接着犹如一个巨大的泡沫一般, 炸得四分五裂, 紧接着, 一道白色身影从虚空中啪哒一声拍在祭坛上, 噗, 刚一落地, 白色身影顿时喷出一大口鲜血, 趴在地上直接昏了过去, 墨秋双看着那道白色身影愣了一瞬, 紧接着面色大变, 小雪, 他惊呼一声, 直接瞬移消失, 再次出现时, 已到了祭坛之上, 他反应过来, 那道身影, 竟然是林玄, 之前丁玉山不是说, 林玄一直在战圈之外, 根本没有参与围杀江涵吗, 还说他早在江涵出手之时就已经逃掉了, 可现在, 他怎么浑身是伤, 气息微弱, 好似要死了一样, 柳寒月反应过来之后, 连忙飞入山谷中, 夏浅浅本不想去, 他现在对林玄观感极差, 平常还好, 但这段时间他突然发现, 他一个大男人, 怎么整天跟个小娘们似的, 动不动就哭哭啼啼的, 越看越不对劲, 而且某天晚上, 他忽然灵光一闪, 发现以前羞辱江涵的许多事情, 好像都有林玄的推波助澜, 就算不是他做的, 也大都和他有些关系, 这就太让人奇怪了, 他怀疑林玄有事情在瞒着他们, 江涵以前经历的那些事情, 绝对不是普通的欺辱, 林玄绝对是在故意针对江涵, 他当时明白这些事之后, 在看到林玄时, 总是会下意识远离他, 所以他起身时顿了一下, 林玄一身白衣, 竟然变得破破烂烂的, 几乎是勉强挂在身上, 有些地方更是像被雷劈了似的, 被劈出一个个的破洞, 露出了里面焦黑的皮肤, 他整个人虚弱的躺在墨丘双怀里, 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 嘴中还在不断往外吐着鲜血, 夏浅浅见状, 心中顿时一惊, 林玄以前极其重视外形打扮, 一直都是一副偏偏贵公子模样, 可现在也不知遭遇了什么变故, 竟然变得如此狼狈, 就像那桃荒被揍了一顿的乞丐一样, 而且他还受了这么重的伤势, 一副重伤将死的模样, 他可是林天宗的掌门清传弟子, 江涵又没有出手揍他, 还有谁敢对他下手, 要是在以前他一看到林玄这凄惨模样, 肯定早就扑上去救人了, 可现在不知为何他看到林玄这么惨, 心中却没有丝毫担忧的情绪, 反而像是在看待一个陌生人一般, 甚至心情隐隐好了一些, 小玄你振作一点, 墨丘双喊的交集, 手中还在不停地给林玄输送着灵力, 韩月, 快为他摆灵蛋, 我来助他稳住伤势, 柳韩月文言却有些犹豫, 他看着林玄身上脏兮兮的模样, 心中不知为何, 有些反感, 不过这种感觉只持续了一瞬, 他马上就恢复了交集的模样, 掏出丹药, 小心翼翼地为林玄吃了下去, 并用灵力助他慢慢化开药力, 直到半盏茶时间过去, 在两人花费了大量精力和丹药的救治下, 林玄的呼吸终于平稳下来, 嘴中也不再吐血, 又过了片刻功夫, 他才悠悠睁开眼睛, 师姐, 他声音细弱文音一般, 听起来极为虚弱, 若不是在场众人耳力极佳, 怕是都听不到他在说什么, 听到这话, 夏浅浅悄悄撇了撇嘴, 看吧, 又开始装娘们了, 墨丘双见他醒来, 终于松了口气, 可紧接着他就面色一沉, 冷着脸问道, 小泉你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 可是有人想要暗害于你, 说到这里, 他目光从林玄身上移开, 身上爆发出一股杀气, 瞬间覆盖全场, 不用怕, 你只需告诉我, 是谁对你下的手, 其他的, 由师姐来替你讨回公道, 第159章, 我是在帮他, 冰冷的视线从四周山峰上寸寸扫过, 各宗修士都被吓得心底发寒, 讨论声全部消失, 他早就觉得这些没眼色的修士烦人了, 竟敢当着他的面去讨好紫霄建宗, 正好趁这个机会收拾收拾他们, 林玄虚弱地咳嗽一声, 断断续续地说道, 师姐, 不要, 你不要怪江师兄, 不管江师兄的事, 都是我不好, 我不该惹江师兄生气的, 江涵, 三人面色微变, 对视一眼后又沉默下来, 他们才当商量好, 要和江涵搞好关系, 眼下就出了这档子时, 让他们顿时心中一沉, 此事若是处理不好, 只怕会让林玄对他们生出嫌隙, 墨秋双深吸口气, 眉头紧紧锁起, 再次扫了四周一圈, 确保无人注意这里之后, 扶着林玄的手略微紧了紧, 此处不是说话之地, 我们先回去, 话落, 他带着林玄直接顺移离开, 夏浅浅和柳寒月对视一眼, 紧跟着朝山头飞去, 浅浅, 你有没有觉得哪里不太对劲, 柳寒月悄悄放慢速度, 向夏浅浅传音说道, 夏浅浅一愣, 师姐是说什么不对劲, 柳寒月摇了摇头, 我只是奇怪, 江涵在宗内时和小玄的关系一向不错, 可他为什么三番四次地对小玄出手, 而且下手还越来越重, 从之前的一些皮肉伤到现在逐渐开始下死手, 说着柳寒月鼻尖一酸, 不愤地说道, 特别是这次, 你看小玄都被打成什么样了, 要是再重一点, 他都要被打死了, 江涵真是好狠的心, 连他最喜欢的师弟都能下得去手, 夏浅浅文言却有些沉默, 一直到柳寒月疑惑看来之时, 他才犹豫着说道, 师姐, 你为什么会认为这是江涵打的? 柳寒月文言正了一下, 刚才小玄不是说是江涵打的吗? 师姐你好好想想, 林玄什么时候说过他是被江涵打的了? 夏浅浅神色严肃, 他算是发现了, 二师姐对江涵的偏见有些太严重了, 林玄只是提了江涵一嘴, 他就能挠不出江涵暴揍林玄的场面, 这未免也太能联想了, 更何况, 就算真是江涵打的又如何? 自从上次被江涵揍过之后, 他就发现了, 以前那些时候, 大部分都是林玄明里暗里说着江涵的坏话, 还通过他们的手去栽赃诬陷江涵, 害得江涵整天被打被骂, 就林玄之前犯的那些缺德事, 江涵只是打他一顿而已, 又没把他打死, 在这装什么可怜? 柳寒月仔细想了想林玄之前说的话, 眼神逐渐变得迷茫, 小玄他好像确实没有说过, 是江涵把他打成这样的, 那不就对了? 夏浅浅得意一笑, 林玄修为那么低, 江涵要是出手杀他, 他早就死了一百遍了, 哪还有逃跑的机会? 柳寒月想起江涵之前的战绩, 心中顿时一动, 好像确实是这样, 江涵要是想杀他, 他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 对啊, 所以二师姐, 夏浅浅顿了一下, 看着柳寒月眼中的一丝纠结, 心中突然一动, 二师姐现在这情况, 不是和自己当初一样吗? 他明明知道这件事和江涵没关系, 可却下意识地想要把坏事都扣在江涵头上, 这就是大师姐之前说过的, 偏见, 对, 二师姐也有偏见, 二师姐虽然一直说要找江涵道歉, 可他心底的偏见却并未消失, 反而一直深深潜藏在心底, 影响着他的想法, 所以他才一直不愿去找江涵道歉, 他这是在逃避, 想到这里, 夏浅浅忽然生起一个疯狂的想法, 逃避是可耻的, 而且逃避并不能解决问题, 只有正视这些问题, 从根源上去了解他, 才能真的解决问题, 他要把二师姐唤醒, 让他正视这些问题, 把这份偏见完全抹掉, 略一回忆当初大师姐的话, 想起当时自己被唤醒时的模样, 他心中顿时有了办法, 随后, 他话题一转, 突然说起了另一件事, 二师姐你可别忘了, 以前林玄可是让江涵帮他背了不少黑锅的, 别说这次不是江涵打的, 就算是江涵打的, 那也是他活该, 背黑锅? 柳涵月一惊, 他怎么不记得有这种事, 可突然间夏浅浅的声音如魔鹰一般, 在他耳边嗡嗡响起, 二师姐, 你可还记得那次, 林玄偷吃了师父的, 还有那次, 林玄拿了三师妹的法宝, 是不是让我们帮他, 把这件事栽赃给了江涵, 还有三年前, 闭嘴, 柳涵月忽然发出一声尖叫, 身上气势爆发, 把夏浅浅轰的一声推开, 可嗨, 夏浅浅被击退数十丈, 才堪堪停下, 胸口顿时一阵闷痛, 就连呼吸都有些无力, 直到他费力咳出两口淤血之后, 呼吸才终于顺畅起来, 他看着柳涵月此时的状态, 顾不得身体上的痛苦, 反而极为欣喜, 看来二世姐已经意识到了, 以前那些事, 江涵根本就没有错, 都是我们对他的偏见导致的, 还有林玄那个家伙, 他一直在找机会诬陷江涵, 他绝对大有问题, 柳涵月现在也非常不对劲, 闭着眼睛立在空中, 身上凌厉剧烈波动, 一副要出手打人的模样, 夏浅浅深知自己精良, 躲在远处偷偷看着他, 丝毫不敢靠近过去, 但是二世姐现在的状态, 却是让他极为欣喜, 这无论怎么看, 都是自己的方法, 起笑了, 二世姐这次绝对能醒悟过来, 怎么回事, 墨丘双的身影突然出现, 他原本还在思索, 怎么处理林玄这件事, 可等他回过神来, 却发现两位师妹都没有跟来, 正在他疑惑之时, 柳寒月的气息忽然自不远处爆发开来, 那股剧烈的灵力波动, 好似在与人生死交战一般, 惊得他立马赶了过来, 可等他一看, 却发现柳寒月正立在半空, 双眼紧闭神色痛苦, 身上更是隐隐散出一丝丝肉眼难见的黑气, 那黑气看着极为眼熟, 他只是看一眼就觉得心中莫名生出一股暴躁, 一瞬间, 墨丘双就认出了那是什么, 心中生起一股难言的恐慌, 怎么回事, 寒月怎么魔障了? 第160章, 一切都变了, 察觉到束刀目光扫来, 他连忙带着二人顺一回阵法内, 隔绝开四周投来的众多视线, 刚出现在山头, 他立马打出一道硬绝加固阵法, 随后急忙祭出一件金色小鼎, 冲到柳寒月身前, 手持小鼎朝着他的头顶用力砸去, 动, 小鼎狠狠砸在柳寒月头顶五寸外的虚空中, 发出一道沉闷的声响, 顶中炸出一道柔和的金光, 自他的天灵急速刺入脑内, 醒来, 墨丘霜大喝一声, 他的声音中夹杂了某种秘法, 声音透过金光, 直打柳寒月心灵深处, 将那逐渐沉入深渊的神魂, 强行拽了回来, 哇, 柳寒月双眼猛地睁开, 露出了里面漆黑的瞳孔, 紧接着哇的一声, 吐出一大口鲜血, 身上气息更是迅速衰弱下去, 墨丘霜见状终于松了口气, 不过当他看到柳寒月眼中的漆黑时, 心中再次一灵, 连忙伸手打出一道硬诀, 指向金色小鼎, 小鼎散出的金光陡然变得极为刺目, 散出万丈光芒, 将柳寒月完全包裹在内, 飞气遇到金光, 便在他眼中发出一阵滋滋声响, 在金光照射下, 就如雪花于烈日一般, 迅速融化消散, 等到金光散去, 柳寒月眼中的黑芒早已消失, 除了看起来虚弱一点之外, 和之前再也没了任何区别, 直到这时, 墨丘双才终于松了口气, 还好我来得及时, 你还陷得不深, 要不然就麻烦了, 不过总是这样压制, 也不是长久之计, 还是要从根源解决, 不然定会影响你日后修行, 他神色严肃地盯着柳寒月, 沉声道, 寒月, 你告诉我,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你怎么会突然到心波动, 陷入魔障? 柳寒月想起, 刚才在黑暗深渊中看到的画面, 身体因为恐惧, 而不断颤抖, 眼中更是露出了浓郁到极致的惊恐, 他刚想说些什么, 却忽然看到凌玄躺在地上的身影, 他犹如看到了莫大的恐惧一般, 顿时惊呼一声, 眼中多出了一丝清明, 已经到了嘴边的话, 又被他强行咽了下去, 寒月, 你怎么了? 难道还有磨念未消? 墨丘双急忙上前, 手持金顶拍在他的头顶, 散出金光, 细细探查他的体内是否有潜藏的磨念, 片刻时间过去, 确定没有残余磨念之后, 墨丘双才终于松了口气, 磨念已经全部清楚了, 寒月, 你可是有哪里还不舒服? 柳寒月定了定心神, 嘴角勉强扯出一抹笑意, 对着墨丘双行礼道, 多谢师姐相就, 现在已经没事了, 刚才我只是太过担心, 小薰安危, 一时间没控制好心境, 让师姐担心了, 墨丘双深深看他一眼, 知道他是不愿多说, 不过现在不是深究之时, 便没再多说什么, 点了点头, 算是默认了他的说法, 他又瞪了一眼躲在一旁的夏浅浅, 就算没看到, 他也知道, 这件事绝对跟这个没脑子家伙有关系, 整天正是不干一件, 就会给他惹麻烦, 他深吸口气, 压下心底的烦躁, 轻哼一声, 回到林玄身旁, 蹲下身子, 盯着他的眼睛, 沉声问道, 小薰你说实话, 到底怎么回事? 真是姜涵把你打成这样的, 林玄虚弱地躺在地上, 冰冷生硬的地面, 让他感觉格外不习惯, 直到现在, 他也不明白, 自己为什么会躺在地上, 按理来说, 师姐不是应该帮他找一张温暖的红玉床, 帮他铺上一层柔软的颈背, 然后再把他小心地放上去, 细心照顾吗? 可现在这是什么情况? 怎么把他一个人扔在地上就不管了? 而且四师姐和二师姐, 看向自己的眼神, 总感觉有些怪异, 就连大师姐看似观星的眼神中, 也隐隐藏着一丝不悦, 此时听到大师姐问话, 他心底顿时极为委屈, 原本被江涵欺负也就罢了, 就连系统为了保护他, 也被天道一发神雷给劈眉了, 现在师姐问这话又是什么意思? 难道是不相信他? 想到这里, 他对江涵的怨气越加浓郁, 眼底深处闪过一丝隐藏极深的恨意, 江涵啊江涵, 敢敢对我下杀手, 今天我就让你知道, 惹到我到底会是什么下场? 我是打不过你, 但总有人能打得过你, 大师姐, 我当时只看到一道天雷劈下, 然后就失去意识了, 但是那天雷是谁所出, 我也不能确定, 林璇低头眼去眼底情绪, 此时大师姐好像对自己有所怀疑, 他深知现在绝对不能说谎, 每一句话都要小心翼翼, 不能露出丝毫破绽, 要不然系统不在的情况下, 大师姐又心有怀疑, 绝对一眼就能看出他在说谎, 到时候可就麻烦了, 但是只要不说谎, 那他肯定无法察觉, 毕竟当时他确实是被雷劈的, 至于是被江涵劈伤的, 还是被天道劈伤的, 他是真的不太清楚, 因为当时那两个家伙都在劈他, 不确定, 天雷, 墨秋双皱眉, 林璇怎么说也是杰丹修为, 怎么会连敌院都没看到, 至于天雷, 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江涵, 也只有他才有这个实力, 在林璇没有察觉的情况下, 就能将他劈成重伤, 想到这他忽然震了一下, 仔细看了林璇一眼, 惊喜道, 小玄, 你竟然杰丹了, 此话一出, 两道目光顿时从旁边电视而来, 其中一道目光中, 似乎含着某种特殊的含义, 让林璇忍不住打了一个机灵, 他急忙转头看去, 却只看到二师姐逐渐明亮的目光, 仿佛他杰丹这个消息, 让他特别欣喜一般, 难道是错觉? 二师姐不可能对我有敌意, 想到这, 他艰难点了点头, 嗯, 在秘境中忽有所悟, 晋级杰丹了, 那就对了, 是被劫雷劈的, 根本不关江涵的事, 林璇一听这话, 顿时极了, 这怎么就不关江涵的事了, 要不是因为他, 自己也不会被天道发现, 又怎么会被打成这样, 就是因为江涵, 自己才会变成这样的, 他急忙说道, 可是江师兄他, 你不用说了, 墨丘霜打断他的话, 脸色严肃, 既然你没看到, 那就不是江涵做的, 如果他真的对你出手, 你绝对逃不出来, 第161章, 何必斤斤计较, 大师姐说的对, 夏浅浅抓住机会站出来, 居高临下地看着林璇, 以江涵如今的实力, 他要杀你, 也只是一个念头的事, 怎么可能让你逃掉, 再说了, 当时江涵正在被周明和阴阳宗众人围攻, 你不是早就逃了吗, 怎么可能又遇到江涵, 夏浅浅这话, 丝毫没顾及林璇的脸面, 直接把他临阵脱逃之事, 毫无顾忌地说了出来, 林璇听得心中一凉, 他不明白, 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大师姐和四师姐, 都在帮着江涵说话, 他转头看向唯一还在沉默的柳寒月, 在他看来, 二师姐最是疼他, 一定会帮他说说好话的, 可等他对上柳寒月的视线, 却只看到了一抹没得感情的笑容, 小璇, 大师姐说的没错, 既然你平安回来了, 便再次安心养伤吧, 等你伤势好些, 我们便起程回踪, 柳寒月笑着说道, 他虽然在笑, 可看在林璇眼中, 却仿佛没有一丝温度, 到底发生了什么, 怎么三位师姐都在向着江涵说话, 他整个人都是猛的, 心底更是冒出丝丝寒意, 他不明白, 怎么只是进了一趟秘境, 一天时间都没过去呢, 竟然就出了这么大的变故, 为什么会这样, 他在心底狂吼,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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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是在绑定锁链的关键时刻, 被天道截杀, 系统又被神雷劈没, 我已经够苦了, 现在师姐他们又这么对我,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要这么惩罚我, 林璇感觉自己的天都要塌了, 系统是他在这个世界唯一的依靠, 现在系统没了, 他就只能退而求其次, 去依靠师父和师姐他们, 可现在, 不但是大师姐和四师姐对他冷淡, 就连最疼他的二师姐, 也突然对他少了许多关心, 到底是怎么回事, 难道没了系统之后, 他就什么都做不到了, 没用的东西, 你这算什么系统, 连的小小天道都干不过, 我要你有什么用, 他在心底怒骂一声, 随后逐渐涌出无尽的惶恐, 现在系统不在了, 世界也靠不住了, 他还能去哪里, 他还能依靠谁, 难道回去找师父和其他师姐吗, 可谁又知道, 他们会不会也这样对他, 都怪江海, 就在这时, 一道清脆的叮咚声在他脑中响起, 他眼中顿时生起抑制不住的狂喜, 回来了, 他最大的依靠回来了, 什么狗屁的师姐, 既然你们都不帮我, 那我就自己去报仇, 熟悉的面板再次出现, 只是相比之前, 右上角多了些黑气, 不过这些不重要, 只要系统还在, 他就还有希望, 林璇整个人气势一变, 身上的颓废和惶恐瞬间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则是一股强烈的自信, 系统回来了, 师姐他们应该又会变成之前那样了吧, 想到这, 他脸上再次出现一丝柔弱, 对着墨秋霜说道, 大师姐, 真的是将师兄动的手, 只有他一直想要杀我, 除了他之外, 还能有谁这么讨厌我, 甚至不惜出手偷袭, 想要暗算我, 他想清楚了, 有了吞噬气韵这个技能在手, 就算离了姜涵又能怎样, 他可以去吞其他人, 能获得比姜涵更多的气韵值, 现在最重要的是把那个该死的家伙除掉, 他现在想起那个混蛋就烦, 而除掉姜涵最好的办法, 就是大师姐出手, 只要大师姐亲自动手, 小小结单中期, 挥手可灭, 想到这, 他可怜巴巴的抬头, 还故意把身上的伤疤撑起, 好让墨秋霜能看得更清楚一点, 大师姐, 之前我一直念着同门之意, 就算他动手打我, 我也从未还手过, 可这次姜涵真的太过分了, 你看他把我打的, 这一身的伤势, 全是他干的, 要不说跑得快, 恐怕当场就被他打死了, 说着, 他费力抓住墨秋霜的袖口, 声音更是带上了几分乌液, 师姐, 你要救我, 再这样下去, 我真的会被他打死的, 他说得极为可怜, 若在之前, 不论哪个师姐听了, 都会大怒而起, 去收拾姜涵, 为他报仇, 可现在, 墨秋霜眸中多了些冷意, 他毫不费力地将袖口从林玄手中扯出, 起身垂眸看他, 同街修士, 在秘境之中互相切磋, 实在太正常不过, 你可以出去问问, 谁没在秘境中和人切磋过, 姜涵找你切磋, 证明他认可你的实力, 要不然, 他怎么不找别人切磋, 就算再怎么说, 这也不过一件, 微不足道的小事而已, 你何必非要抓着不放, 他的声音中, 多了些林玄从未感受过的陌生, 你应该知道, 小涵一向心善, 就算是他不小心下手中了一点, 那也肯定不是故意的, 再说了, 这件事对你又没有太大的影响, 你休息几天也就好了, 何必斤斤计较, 徒惹自己心烦, 说着, 他挥手打出一道阵法, 将林玄笼罩在内, 此事就此作罢, 你就再次好好休息, 过些天, 我们再回踪, 说完, 他毫不犹豫地转身离去, 再也没看林玄一眼, 在他看来, 现在最重要的事, 就是缓和与江涵的关系, 只要江涵略微松口, 他就能抓住机会, 让道心快速修复, 修为也会在极短的时间内, 恢复到原因期大圆满, 到那时, 他就可以不再过问这些乱七八糟的俗事, 找个地方尽心闭关, 直到杜杰化神, 对于任何要破坏他计划的人, 都是拦路的敌人, 而林玄不顾大局, 想要报复江涵, 这件事, 他是绝对不允许的, 如果林玄不知好歹, 一意孤行, 他不介意先把他封印起来, 林玄看到大师姐离去, 不由怠愣原地, 脑中更是一片混沌, 他想不明白, 明明系统都已经回来了, 为什么大师姐还是这个态度, 甚至比刚才还要冷淡, 恍惚间, 他忽然撇到另外两道将要离去的身影, 心中忽然生起一丝希望, 二师姐, 四师姐, 他急忙喊道, 夏浅浅本想趁林玄发呆的时机溜走, 没想到却被他发现了, 第162章, 怎么就你多事? 此时听到他的喊声, 心中本能地生起一丝厌恶, 本想装作没听见直接走掉, 可他略一思索, 还是停了下来, 见他停下, 柳寒月目光微闪, 也停了下来, 四师姐, 林玄见他们停下, 心中一暖, 果然, 四师姐和二师姐, 还是心疼他的, 四师姐, 我这伤真的是江涵打的, 我也不知道我哪里惹到他了, 他冲过来就要杀我, 小璇, 夏浅浅极为严肃地看着他, 你有没有想过, 江涵为什么要打你, 林玄一将, 他当然知道为什么, 肯定是江涵发现他以前诬陷的事了, 特意找他报仇的, 可这种事, 他怎么可能说出来, 他打你, 肯定是有原因的, 夏浅浅看着林玄呆滞的脸色, 突然感到了些莫名的喜悦, 你好好想想, 在这件事中, 你就没有错吗, 你既然知道他要打你, 你为什么还要遇见他, 你明知道自己不是对手, 为什么不知道逃跑, 林玄感觉脑中有些发猛, 他感觉这些话好熟悉, 这不就是以前他们对江涵说的话吗, 他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心底涌出一股极为憋屈的怒火, 他想开口反驳, 可仔细一想, 四师姐说的好像有点道理, 他确实有错, 他错就错在不该对他抱有希望, 他那是不跑吗, 他一个刚结单的, 怎么跑得过那个才结单中期, 就能顺移的变态, 一股极为别扭的感觉, 差点把他心肺气炸, 他竭力压制住心中的怒火, 把最后一丝希望寄托在柳寒月身上, 二师姐, 可他还没说出口, 就被柳寒月率先打断, 小璇, 虽然我不知道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我觉得这件事根本就算不得什么大事, 五大宗门弟子之间打得闹闹真的很正常, 我实在想不明白, 你为什么非要抓住这件事不放, 他刚开口的时候还有些犹豫, 可越说越顺畅, 直到最后眼中似乎戴上了一丝快意, 再说了, 江寒又不是只打你一个人, 其他人比你伤得更重, 他们都没说什么, 怎么救你这么多事, 这次挨了打, 正好给你长点记性, 以后见到江寒躲远点, 也总凑上去找打, 说完, 他也不等林玄回应, 兴奋地拉着夏浅浅, 追着墨秋霜而去, 只留下林玄一人躺在冰冷的地面, 听听, 这是人说的话吗? 林玄胸中燃起一团怒火, 曾几何时, 这些话都是师姐们羞辱江寒时说的, 可现在, 怎么都冲着他来了? 他们这是什么意思, 明明是自己被江寒欺负, 被打得重伤捶死, 要不是逃得快, 当场就给没命, 可听他们话里话外的意思, 怎么搞得好像是自己活该一样, 什么叫被打了, 不知道跑, 什么叫不知道怎么回事, 但觉得这不算什么大事, 我就活该挨这顿打, 林玄觉得他们说的不对, 可又不知道哪里不对, 他想反驳都不知道该怎么说, 他越想越气, 越想越憋屈, 他们怎么能这样, 我都已经这么惨了, 他们怎么还来挖苦我, 你们这算什么事姐, 没事了, 一个比一个玩得开心, 真有事了, 一点忙都不帮, 林玄眼看着他们越走越远, 甚至丝毫没有回头看他一眼的意思, 但他还是抱着一丝希望, 目光始终跟着他们, 可直到他们的身影彻底消失, 也没有回头看他一眼, 他的心也终于沉了下去, 最后的希望完全破灭, 眼中逐渐出现一抹怨毒, 为什么, 我到底哪里不好了, 为什么你们不愿意帮我, 他逐渐攥紧双拳, 心中的恨意几乎滔天, 既然你们帮不了我, 那我就自己来, 之前我还想着顾及宗门脸面, 不想把事情做得太过, 可现在, 是你们逼我的, 江涵, 你给我等着, 待我结音后, 是要抱此血仇, 轰隆隆, 一记炸雷响起, 好似那九天之上的神雷将士一般, 震得人耳膜生疼, 雷声自天外而来, 一路破云冲胀, 刹那间便披入江涵星湖之上, 在湖底留下了一道噼啪作响的闪电印记, 更是搅的湖水泛起阵阵浪淘, 无数杂乱的黑气被炸得四处飞溅, 又落入湖面, 消弥无形, 中间陷入了一片黑暗当中, 就在他迷茫之时, 无尽的黑暗中, 忽然有一道雷霆从天而降, 贯穿天地, 那雷霆不知从何而来, 便忙及其次目, 似是接天连地一般, 虽是一闪即逝, 却将四周照得透亮, 轰隆隆, 紧接着便是响起一声, 足以让人魂飞魄散的巨大雷鸣, 雷银回荡许久, 才逐渐消退, 紧接着便是第二声雷鸣轰隆响起, 不知是不是错觉, 这一次, 那雷霆距离江寒, 好像更近了一些, 他甚至能看到, 雷霆边缘分裂出去的无数细思, 更有一股明雾, 缭绕心头, 雷霆乃天之刑罚, 由天道掌管, 自带天威, 象征着镇压与毁灭之意, 三岁的思绪逐渐回到一起, 在这漆黑的石海深处, 再次凝成了江寒的模样, 雷霆生来便是为了毁灭, 毁灭生机, 同时也能毁去罪孽, 他之前只会简单地使用雷霆对敌, 每当雷霆劈下, 却从未思考过, 雷霆中蕴含的意义, 在他眼中, 雷霆好似只是一个对敌的手段, 只是他便强了一条道路, 可现在, 他第一次感悟到, 原来雷霆之中, 蕴含着强大的一种意境, 一种更加强横的威能, 虽然现在的他, 也只是触摸到一丝边缘, 并未领会到雷霆真正的核心, 但最起码, 他也终于触摸到了, 一个更深层次的世界, 一个属于雷霆的世界, 咔嚓, 一道雷霆自虚无而来, 犹如九天神龙灭世一般, 斜着一股惶惶天威, 瞬间劈在极远的天边, 可那巨大的威能, 即便是相隔极其遥远的距离, 可仅仅只是一丝余波袭来, 便将将寒寒的意识体, 积成了粉碎, 化作无数黑气迅速消散, 强横, 霸道, 无惧一切, 雷霆之力, 就是一种极为纯粹的毁灭之力。 第163章 雷之异境 最常见的雷霆便是暴雨间的天雷, 汇聚成团, 疏忽一道, 便能令凡间鬼魅魂飞魄散, 若是落在人畜石墓之上, 则必然生机断绝, 罪灭尽消, 又或者是天劫之雷, 雷霆轰击而下, 毁灭生机, 泯灭神魂, 无论是多么强大的修士, 在雷杰面前都是一样的渺小, 若是一个不慎, 便会弱得魂飞魄散, 生死到萧的下场, 江涵心中引有明雾, 这一道雷霆异境便是纯粹为了毁灭而生, 待天长伐, 将神雷于世间, 邪天威以灭邪, 眼前的黑暗逐渐消失, 一道道紫色光芒再次出现在眼前, 他的意识再次回到了星湖内, 一道十丈大小的雷霆印记, 深深刻入星湖之底, 透过黑色的湖水, 散出阵阵紫色电芒, 一道类似天道的威压, 在其上若隐若现, 虽然只有一丝, 但也足以让这道雷霆成为这世间独一无二的存在, 他意识再转, 等他睁眼时, 已再次回到了仙道池内, 此时他虽然清醒, 眼中却还残留着一些迷茫, 在他眼中, 整个世界好似多和之前不一样了, 他能看到有一种奇特的能量, 存在于每一处角落, 这, 难道就是师父所说的天地之力? 他心中升起一丝明雾, 抬手指向面前一块山石, 口中呢喃道, 雷, 几乎在他心念一动间, 那种无处不在的能量, 忽然间剧烈翻涌, 刹那间, 便有一道雷霆自虚空而来, 咔嚓一声, 踢在了那块山石之上, 劈啪, 山石被炸成无数碎块, 其上带着丝丝电光, 飞散间逐渐化作飞灰, 消散无踪, 只在原地留下了一个三丈大小的坑洞, 直到这时, 姜涵才终于清醒过来, 他诧异地看着自己的指尖, 心中渐渐升起一丝欣喜, 刚才那一道雷霆只是他随手一击, 而且并未消耗他一丝灵力, 消耗的是那种天地间无处不在的奇特能量, 也就是天地之力, 那道雷霆的威力, 比他用灵力化作的雷霆, 最少强了十倍, 若是他将灵力与那种力量融合, 引动的雷霆, 又会有多强? 想到便做, 他体内灵力鼓动, 化作无数雷霆汇聚在掌心, 逐渐凝成一道紫芒闪烁的雷霆长枪, 与此同时, 道道无形的天地能量, 自四周汇聚而来, 迅速汇入长枪之中, 随着这股能量涌入, 长枪之上雷霆顿时活跃起来, 更是生出无数细小的电蛇, 如有灵性般在长枪表面不断跳跃, 发出一阵噼啪声响, 这道雷霆长枪在此刻似乎多了一些灵性, 电光也变得更加耀眼, 犹如真正的九天之雷一般, 不但毁灭气息更加浓郁, 更是多了一丝极淡的天威, 江涵能感觉到这道雷霆长枪的威力, 比他单纯用灵力凝聚出来的, 至少要强上百倍, 可到底是与不适, 还须他是上一世, 他手持雷霆长枪身形瞬间消失, 再次出现时, 已到了仙道池外藏黄山顶, 山顶处有三道身影正等在这里, 见江涵出来, 刚要上前, 却见江涵迅速飞向高空, 正在他们疑惑之时, 一道耀眼的雷光从天边劈啪落下, 一路穿过云层, 划出一道长长的垫尾, 仿佛贯穿天地一般, 轰隆一声劈在一处空地之上, 一股巨大的威压自那道雷光上瞬间散出, 让原本还算平静的白木剑瞬间面色大变, 这是天威? 他怎么会有天威? 山石在雷霆长枪面前, 犹如根本不存在一般, 长枪接触地面的一瞬间, 便瞬间没入地底消失不见, 哼, 片刻后, 一声震天乍响自地底轰隆爆发, 好似天崩地裂一般, 脚下地面都猛地晃了一下, 半座山头的树木都被震得刷刷作响, 更有不少树木被震得东倒西歪, 四周还有许多巨大山石, 轰隆隆朝山下滚落, 一副将要山崩的末日景象, 而在雷霆所落之处, 更是有无数山石碎块被巨大的威力炸上天空, 可还不等它们落地, 便在道道琵琶声中, 化作各色飞灰随风飘向山脚, 等到灰尘散去, 在爆炸中心处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深坑, 深坑足有方圆两百余丈, 身不知己许, 其内更是充斥了无数紫色雷电, 但是看上一眼, 便能让人自心底生出一阵莫名的恐惧, 意境之力果然恐怖如斯, 只是将其简单地融入灵力之中, 便可使得同样的招式, 威力足足强了百倍, 随手一击便已接近元阴七的攻击力, 这还只是普通雷霆之力, 若是使用寂灭神雷融合意境之威, 怕是原因其修士也扛不住这等威力, 怪不得领悟意境之人, 对战之时, 皆可以一人之力轻松击败七八位同阶, 江涵有些感叹, 我这不过刚刚领悟意境, 按理来说, 应该只是小城之境, 可小城境界的意境, 只能初步调动天地之力, 增强法术威力, 可我现在, 却能随意调动天地之力, 使出如此强大的攻击, 也并未感到有丝毫吃力, 想来, 应该是意外踏入了大城之境, 这仙道池果真恐怖, 短短半日时间, 便能凭空领悟一种意境, 并将其提升到大城境界, 从此以后, 这无穷无尽的天地之力, 我便可以随意取用, 而吞噬意境, 又可让我凌厉无尽, 也就是说, 日后我每一式攻击, 都将有这等威力, 江涵心底兴奋, 就连呼吸, 仿佛都通透了不少, 现如今, 他已身具三种意境, 其一, 便是剑心所带的绝世剑意, 不但可让剑光速度极快, 堪比顺移之速, 威力更是堪比原因初期, 若是没有堪比原因期的护身法宝, 几乎处之即死, 其二, 便是吞噬意境, 可吞噬万物化作灵气, 现在应当只是小城境界, 完全放开后, 可吞噬方圆五十丈的所有灵气, 可保他灵气用之不竭, 若是将那血珠完全吞噬, 应当可以晋升大城, 甚至再往上一步化作规则之力, 也极有可能, 其三, 便是这刚刚领悟的雷之意境, 虽然只是刚刚领悟, 但已是大城之境, 其上更是携带了一丝雷霆天威, 以他结单初期的全身灵力, 加以意境辅助, 释放出来, 威力也可堪比原因期的随手一击之力, 第164章, 悟性逆天, 寻常结单期修是, 能触摸到一种意境皮毛, 就已是极为难得, 若是能将一种意境领悟至小城境界, 便已是宗门天骄, 可获得宗内大力培养, 可江涵仅仅结单中期修为, 便已领悟三种意境, 其中的建议, 更是不知道了什么层次, 但最少, 也是堪比大成的境界, 甚至更高也说不定, 三种意境在手, 他已有了正面和原因期对战的资格, 只是原因期修是, 大多手段颇多, 若是真的对上, 也不知能有几分胜算, 江涵眉心微跳, 心中似有所感, 深吸一口冷气, 缓缓平复心境, 如今静境已然极快, 但切不可大意自傲, 能修炼到原因期的修士, 哪个没有一两手保命绝技, 若非有万全把握, 还是少去招惹为妙, 当然, 若是对方真的要找麻烦, 他也不拒, 有风天凯在手, 寻常原因, 还真不一定是他的对手, 江师兄, 一声惊呼传来, 他转头看去, 却见苏灵溪正站在下方, 像见了鬼似的看着他, 说来也巧, 之前他要回葬黄山之时, 便发现苏灵溪在山脚, 小心翼翼地挖着一株灵草, 他本就对这个小师妹观感极好, 现在自己身边也比较安全, 干脆带他一起, 入仙道池的谢机缘, 至于另外两人, 则是白木剑和丁若梦, 江涵落在三人面前, 见苏灵溪还是有些呆滞的模样, 不由伸手在他眼前晃了晃, 啊, 江师兄, 苏灵溪这才惊醒过来, 看向江涵的眼神中, 满是迷茫和震撼, 他之前就知道江师兄很强, 但是他没想到, 江师兄竟然这么强, 刚才那道气息, 莫非就是江师兄心感悟的意境, 那气息带着一道极重的威压, 虽然只出现了一瞬, 但还是差点让他喘不过气来, 这种威压, 虽然没有元英七长老们那么强大, 可却带着一股极其特殊的气息, 让他打心底里感到一阵恐惧, 还有那道从天上劈下来的神雷, 竟能轻易造成如此惊人的破坏力, 绝对是有了元英七的威力, 苏灵溪仿佛第一次认识江涵一般, 心中的震撼实在无法延述, 他对于意境并不陌生, 宗门那些叫得上名号的师兄师姐, 几乎都有意境在身, 而且这位于核心之地的仙道池, 本就是用来感悟意境的地方, 可据他所知, 就算是有仙道池辅助, 也只能助天赋绝佳者, 抓到那一闪即逝的灵光而已, 真的想要借此提升意境, 还需修饰凭这一道灵光, 细细感悟才可, 少则半年, 多则数年时间, 才能将这道灵光彻底转化为自身的意境, 他此次进入仙道池, 仅凭助击出气的修为, 便在仙道池中抓到了那一闪即逝的灵光, 这样的成就, 足以让他暗自欣喜, 要知道, 有多少结丹大圆满的天骄, 甚至是那些意境小城的天骄来此感悟, 都有极大可能一无所获, 而他仅仅一次, 便能感悟到一丝灵光, 这足以证明他悟性惊人, 在江涵没出来之前, 苏灵溪心中多少还有些得意窃喜, 可见到江师兄后, 见到那一道犹如九天之上披下的神雷之后, 他那一丝小得意, 顷刻间烟消云散, 江师兄不过进去半日时间, 竟然已经彻底领悟了一种意境, 而且看其威力, 还是某种极其契合江师兄的雷霆意境, 这种悟性简直闻所未闻, 恐怕放在整个修真界中也绝不多见, 不, 应该是, 只有江师兄一人, 毕竟, 就连传闻中的那位灵蕴山圣女, 据说最初领悟意境时, 也花了三五个月的时间, 苏灵溪神色复杂, 和那些天才相比, 和江师兄相比, 他这些许悟性, 又算得了什么, 亏他先前还在沾沾自喜, 现在想想, 恨不得钻到地方里去, 发什么呆呢? 江涵脸上挂着笑, 怎么样, 有没有领悟到什么? 一说起这个, 苏灵溪眼中顿时闪出笑意, 有的呢, 回去闭关一段时间, 应该能领悟一点意境皮毛, 那就好, 江涵见他这么开心, 心中也为他高兴, 自己能做得不多, 但能帮他一些, 也是好的, 想到这里, 他取出一个储物袋递过去, 这是些我用不到的丹药灵草, 应该对你有些作用, 你且说好, 这, 苏灵溪看着那个储物袋, 心中有些犹豫, 现在不比以前, 江师兄给的太多, 他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报答, 让你拿着你就拿着, 我现在用不到, 放在我这也是浪费, 江涵不由分说地塞到他手里, 然后又取出一个储物袋递过去, 陆师兄以前带我几好, 只可惜, 我现在不能回去, 暂时无法报答, 他神色似有追忆, 这些丹药, 你帮我转交给陆师兄, 助他早日突破住击, 苏灵溪有些愣神, 看着手里的储物袋, 他仿佛又看到了之前, 将师兄省吃俭用, 给他送灵草的日子, 心底涌起一道暖流, 他接过储物袋, 用力攥在手中, 笑道, 宗内资源虽多, 但消耗也大, 他又没有家族帮衬, 那些丹药一向是不够用的, 而且, 江师兄现在和宗内关系不好, 自己用这些资源早些突破境界, 也许能在关键时刻帮江师兄一把, 江涵见他收下, 也暗中松了口气, 有了这些丹药, 想必也能让他们过得好一些, 最起码, 能比同阶修为高尚一些, 也就足够了, 江涵, 既然结束了, 我们也快走吧, 这次回去, 可有的忙了, 白木剑神色复杂地说道, 他这次来, 本就是怕江涵对敌时不忍下重手, 特意替江涵护道的, 可没想到, 江涵不但下手狠辣, 该杀的时候丝毫不手软, 甚至连肉身都给人全毁了, 更是展现出了惊人的悟性, 就凭借着小小的一个, 蕴含了一丝规则本源的小池子, 他便直接感悟出了雷之意境, 而且只用了半日时间, 便已是大成境界, 只差一丝便是圆满, 而且, 那道雷之意境中, 竟然蕴含了一丝极淡的天威, 天威这种东西, 那可不是一般人能有的, 最起码, 要是天地心甘情愿地给他, 他才能拿来取用, 第165章, 天道下住了, 难道江涵的天资已经逆天道, 引起了天道注视, 并且, 连天道都开始在他身上下住了, 除此之外, 他实在想不到其他办法, 可以让一名杰丹中期修士, 仅仅一道意境之力, 便能蕴含天威, 毕竟, 都会在天道注视之下, 从此以后, 他所在之地, 皆为福运之地, 所有欲要对他不利之人, 皆会厄运缠身, 诸事不顺, 这种事情, 就算是放在仙剑那些大家族中, 恐怕也会引起极大的轰动, 也好, 江涵点头, 灵溪, 你先走, 若是被他们看到我们走这么近, 怕是不太好, 苏灵溪自然知道, 江师兄是在说大师姐他们, 他连忙点头, 朝着几人行礼道, 多谢江师兄, 还要谢谢白师兄, 把入仙道之感悟的机会让给我, 若有机会, 灵溪定会背上后里, 登门拜谢, 白目见一遇到外人, 脸上再次恢复了面无表情的模样, 极为冷酷地点了点头, 不必放在心上, 此处与我无用, 等到苏灵溪捏碎令牌离去, 他脸上的冷酷迅速消散, 转头皱眉, 看向丁若梦, 你怎么还不走? 他语气极不耐烦, 对于江涵收了这女子做婚奴, 他是极不满的, 要天赋没天赋, 要背景没背景的, 还总是冷着一张脸影响心情, 要这女人做奴有啥用? 还让他以这么小的代价, 和江涵的气韵绑在了一起, 以江涵的气韵反补他, 虽然只给了他一点点, 但也让这女人凭空得了天大的好处, 可眼下, 既然江涵已经收了, 他也不好说什么, 只能表现得烦躁一些, 发发小脾气, 丁若梦摸不准他们两个的关系, 文言虽然心中有气, 但也不敢放肆, 只当没听到他说话, 反而对着江涵说道, 江涵如今已是多事之秋, 你此次出去, 定会遭到多方势力针对, 回去的路上只怕是危机四伏, 这雷之异景, 你最好藏上一手, 不要随意暴露出来, 以防被人针对, 若是入仙道池之前, 他是没打算提醒的, 在他看来, 修士本就要再一次次厮杀中成长起来, 可现在, 江涵显露出的天赋悟性, 是真的吓到他了, 以对方这种骇人悟性, 未来成就定势极高, 飞升灵界是必然的, 甚至, 就算再灵界, 恐怕也不会是泛泛之辈, 只要江涵还活着, 他就能跟着他, 一路青云直上, 直到最后, 成为那仅次于顶峰的人物, 好, 我接下来, 江涵冲着丁若梦点头, 他本就由此打算, 如今自己常用的法宝, 已被人摸透, 下次再遇敌, 对方定然会有相应的针对之法, 唯有这雷之异景, 和剑灵的存在, 是他陷入重围时, 觅得生机的变数, 白木剑听到二人的话, 威仪皱眉, 你这个魂魔, 怎会这般不懂规矩, 怎么不叫尊称, 反而敢直呼他的名讳, 丁若梦一愣, 尊称, 什么尊称, 身为奴仆, 你该叫主人才对, 这也要我教你, 你, 丁若梦眼底闪过一丝力气, 恨不得上去把他抱走一顿出气, 可他忽然看到了对方眼底的一丝冷意, 心间一颤, 所有火气顿消, 他算是明白了, 这家伙是故意引他出手, 怕是想要对付他, 于是, 他悄悄瞥了江涵一眼, 如果是他要求的话, 他有些纠结, 让他这么突然的叫主人, 他实在不知如何开口, 可当他看去, 却只见江涵同样一脸惊讶, 顿时知道这是白木剑自作主张的想法, 那可没必要听他的, 他冷哼一声, 掏出令牌一把捏碎, 哼, 多管闲事, 话刚说完, 他的身影便融入虚空, 瞬间消失不见, 倒是沉得住气, 白木剑轻哼一声, 你这奴隶不太听话, 要不, 我帮你教教规矩, 白师兄, 没必要, 江涵有些尴尬, 他光是想想被人叫主人的场景, 就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况且, 他也不是能想服的命, 我们快出去吧, 杜师姐还等着呢, 说完, 他连忙掏出令牌捏碎, 生怕白木剑再说出什么奇奇怪怪的话, 这样啊, 白木剑眼底有光芒闪过, 抬手摸了摸下巴, 此次秘境大获全胜, 江涵的自信是培养出来了, 但是还少了点身居上位的威势, 还没养成享受特权的思想, 他也不知想到了什么, 忽然怪笑一声, 同样捏碎令牌, 传送了出去, 原本还算秀丽的山谷, 此时早已变得坑坑洼洼, 到处是大大小小的坑洞, 和纵横交错的剑痕, 远处的赵国皇城中, 一道淹没了半座皇城的赤红色火光, 将整片天空都染成了红色, 还有阵阵惨叫从火光中凄厉传来, 江涵刚一出现, 便感受到了空气中弥漫的血腥味, 心中一惊, 连忙看向天空中的战船, 那里, 有一道黑衣身影, 正立在半空, 抬头看着远处的天空, 一柄蓝色飞剑悬在身侧, 他手中还拎着一颗, 带着皇冠的老者头颅, 鲜血自头颅脖梗梗处滴答落下, 将地面砸出了密密麻麻的细小坑洞, 江涵刚一出来, 杜宇成立刻低头看来, 见到江涵之后, 脸上顿时露出一抹喜悦的笑意, 就算身处血海之中, 仍能感觉到, 他那发自内心的喜悦, 失殿, 他凭空出现在江涵身旁, 神石自他身上寸寸扫过, 从上到下细细探查了一番, 直到确认他身上没有任何伤势之后, 这才彻底松了口气, 江涵看向他手中的头颅, 当看到那个皇冠之时, 心中隐隐有了猜测, 这是, 赵国皇帝, 杜宇成眼中扶起僧寒的杀意, 他们该死, 是我告诉杜师姐的, 白木剑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赵国敢对你出手, 必是有了赌上性命的打算, 如今, 我们只是取下他们压住的筹码罢了, 你无需联系他们性命, 江涵神色平静, 早在四位皇子出现的时候, 他便已经知道, 正如白师兄说的那样, 赵国既然敢出手, 他们的未来便注定了死亡, 当他们胆敢生起这个念头的时候, 他们就只剩下死路一条, 第166章 我是来救你的 咔嚓 一道惊雷划破夜空, 自己远处的天边一闪而过, 雷光锁过之处, 空中顿时出现了一道漆黑的裂痕, 久久不能愈合, 在江涵眼中, 那雷光之上还带着极其磅礴的天地之力, 其内更是散出极为僧寒的灵力杀意, 单是看上一眼, 便能让人心底升起一道刺骨寒意, 一道足以撕裂空间的剑意, 自雷光内急速爆发, 带着无尽暴虐之意, 在天边轰隆炸开, 轰隆隆, 整个地面都被轰得一个震荡, 甚至连那座皇城都被震得抖了一下, 若不是有护城阵法抵消了余波, 怕是得有不少防务因此倒塌, 一道巨大的冲击自远处而来, 犹如一道威风般自三人身上轻轻拂过, 可其他地方却好似被狂风肆虐一般, 修为地狱劫丹者, 瞬间便被砸得倒飞而出, 战斗之处距离此地不知多远, 可跨越这么远的距离, 那余波竟然还有如此威力, 可想而知, 战斗中心之处又该会有多么激烈, 莫非这是化神七强者在斗法, 江涵感受着空中残留的威能, 不禁猜测到, 是战先殿的周长老化神中七修为, 还是白木剑开口, 杜宇成刚才也要开口, 没想去被白木剑抢了先, 只能闷闷地看着斗法之地闭口不言, 赵国老祖尚在, 虽然只有化神初期修为, 但他祭练了一句, 同样是化神初期修为的血尸, 周长老以一敌二, 确实需要费些功夫, 书师叔竟然来了, 江涵有些诧异, 战先殿近些日子事物繁多, 可周长老竟然抽出时间, 特意赶来, 周长老一直都在, 恐怕就你不知道, 白木剑瞥太一眼, 在心里嘟囔一句, 这么个宝贝疙瘩, 紫霄剑宗不派个化神长老护着, 那才叫奇怪, 江涵这是第一次见到化神修世间的生死之战, 虽然看不到战场的情况, 可自天边不时传来的战斗余波, 也能让他清晰地感受到战斗的激烈, 化神修世战斗时, 瞬息万里, 战局千变万化, 不时有顿光和剑光自天空掠过, 速度极快, 周斯文, 你要赶尽杀绝不成, 随着一声怒吼响起, 一道千丈大的灿烂刀芒凭空射出, 刀芒中夹杂着阵阵令人作呕的血腥气, 好似将要承受不住一半, 可下一刻, 一道森寒见光迅疾而出, 从刀芒上洞窜而过, 刀芒咔嚓一声, 消散无影, 你敢暗中做出这等事情, 早该想到有此后果, 一道魂厚的男生轰隆间传遍大地, 今日, 赵国所有参与者, 一个不留, 此话一出, 远处忽然响起一声血腥嘶吼, 又是一道极强的血腥气息, 加入战团之中, 无边红雾自天边席卷而来, 浓郁到实质的血腥之气, 迅速凝成了一只红色巨拳, 其上斜着旁驳浩荡的天地之力, 迅速砸向急速掠来的剑光, 可就算是斜着无比伟力的巨拳, 在剑光面前仍是不堪一击, 竟连一瞬都没有挡住, 便被剑光绞成了粉碎, 浩强的剑意, 江涵嘻喃一声, 待我化神之时, 也不止我的剑意, 能否有这等威力, 白木剑文言撇了撇嘴, 你也太小看自己了, 有谁能挡得住你, 恐怕就连雷宗主也要退避三舍, 江涵脸上一红, 颇有些不好意思, 那不一样, 我就算再厉害, 又怎么能跟师父相比? 小涵, 一声呼唤自旁边传来, 其声温柔, 四含着极深的思念, 可江涵只是听了一声, 心底便涌起一股极浓的厌恶, 他脸上的表情顷刻消散, 重新挂上了一副面无表情的冷漠模样, 不用看, 单听声音就能知道, 又是墨丘霜那一群女人, 他眉头一皱, 头都不回得到, 滚, 墨丘霜气息一致, 可脚下去丝毫不停, 快步朝江涵走去, 直到一道冰冷的目光射来, 他才在心底暗骂一声杜宇成多事, 随后极不情愿地停在原地, 小涵, 你千万别误会, 我只是想和你聊几句, 江涵转身, 好笑地看着他和柳寒月, 下浅浅三人, 又瞥了眼那个磨磨蹭蹭跟在最后面的苏灵溪, 墨丘霜, 你有没有觉得你们真的很烦, 该说的我都说了, 而且说了不止一遍, 我实在搞不明白, 你们到底找我干什么, 墨丘霜见他这副态度, 顿时心中凉了半截, 他骂他倒没什么, 第一次听到的时候确实让他很生气, 可听得多了也就习惯了, 最让他诧异的是, 怎么看起来, 江涵好像并没有害怕责怪的样子, 这是为什么, 难道是紫霄见宗还不知道这是, 不对, 杜宇成不是在呢吗, 他们还来了个化神七长老, 消息应该早就传回去了才对, 可为什么, 他没有丝毫害怕的情绪, 难道他们还不知道具体情况, 想到这里, 墨丘霜瞥了眼杜宇成, 极为担心地说道, 江涵, 我来找你, 只是想告诉你, 不要害怕, 害怕? 江涵目光微沉, 他真的有些搞不清楚, 墨丘霜到底想说什么, 秘境切磋, 生死乃是常事, 虽说你这次杀了太多阴阳宗和灵天宗的人, 会给紫霄建宗惹来天大麻烦, 他脸上带着温柔的笑意, 极为深情地注视着江涵, 可我知道, 你一定不是故意的, 我们不会怪你, 而且林天宗这边, 有我和韩月, 还有浅浅在, 我们都会帮你说情的, 你不用担心会被找麻烦, 而阴阳宗那边, 如果他们真的要找你麻烦, 我也会去帮你说情的, 只是死了一些弟子而已, 他们不会抓住不放的, 墨丘霜见江涵没有反驳的意思, 顿时觉得自己猜对了, 江涵虽然表面不怕, 心里还是在害怕的, 你不用害怕紫霄建宗会惩罚你, 只要我们两家不去找你麻烦, 你就绝对不会有事的, 江涵眼中浮现异样的光芒, 像是看傻子一般看着对方, 所以, 你们过来找我, 就是为了说这个, 第167章, 你以为所有人都和你们一样, 墨丘霜一愣, 不对啊, 江涵听到这个消息, 我应该非常惊喜才对吗, 可他现在是什么情况, 为什么没有一点情绪波动, 还有, 他这个眼神是什么意思, 以为我看不出来, 是不是, 还是说, 他是因为杜宇成在, 虽然心中惊喜, 可却不敢表现出来, 是在怕被杜宇成误会, 然后再找他师父告状吗, 想到这里, 墨丘霜顿时明白了, 眼中露出一丝了然, 在心里鄙视了一通杜宇成小心眼之后, 又对着江涵说道, 对, 就是因为这个, 然后我想, 是谁告诉你, 宗门会因为这种事情, 而惩罚我的, 江涵的脸色忽然冷了下来, 墨丘霜这个疯女人, 都这个时候了, 还在挑拨离剑, 他是不是以为他听不出来, 你们凌天宗和阴阳宗破坏规矩在先, 不但两宗联合起来埋伏于我, 更是欲要对我下杀手, 他声音极为平静, 平静得近乎冷漠, 我不过是为了保命, 被迫反击罢了, 他们生死盗消, 只能说是他们记不如人, 他的目光从墨丘霜苍白的脸上扫过, 墨丘霜, 你以为我们紫霄剑宗和你们凌天宗一样, 不论是非黑白, 维护宗门名誉, 非但无过, 反而有功, 宗门不但不会惩罚我, 更是会赏赐下大量奖励, 此事, 就算你们闹到五宗大会上, 就算是当着整个修真界所有修士的面, 我也可以理直气壮地说, 我这么做, 绝对没错, 墨丘霜神色惊惧, 瞳孔隐颤颤抖, 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和之前想的不一样, 江涵他怎么一点都不怕, 甚至还说紫霄剑宗会奖励他, 天真, 实在太过天真, 真不知道他脑子里到底在想些什么, 紫霄剑宗怎么可能不惩罚他, 反而会奖励他, 他同时得罪两大宗门, 若是数千年前的紫霄剑宗, 自然是不怕的, 可以紫霄剑宗目前的实力, 根本抵抗不住两大宗门的施压, 更何况, 紫霄剑宗怎么可能会为了他一个人, 同时得罪两大宗门, 这笔账, 稍微算算就能明白, 是牺牲一个弟子换取安宁, 还是为了区区一个结单妻弟子, 和两大宗门正面对抗, 他真的想不明白, 江涵到底哪里来的自信, 墨丘霄, 如果只是为了这件事, 那你们可以走了, 见他闭嘴不言, 江涵打算不再理会, 观看华神剑修出手的机会可不多, 他根本没时间和他们在这耗着, 他得抓紧机会, 看能否领悟些什么, 小汉, 夏浅浅忽然出声, 墨丘霄本欲阻止, 可一看夏浅浅的脸色, 顿时明白了他要干什么, 我想跟你说句话, 江涵的目光从夏浅浅的腿上扫过, 脸上表情似笑非笑, 我们之间到了这一步, 已经没什么好说的了, 不, 有的, 夏浅浅踏前一步, 眼中不知何时, 已蓄满了泪水, 我知道自己以前很蠢, 很恶毒, 还做了好多好多错事, 对你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可是, 他声音哽咽, 小汉, 我现在知道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不管你想怎么报复我, 不论你要怎么惩罚我, 我都不会反抗, 他再次踏前一步, 可他脚步还没落下, 便感到一道杀意袭来, 吓得他立马收回了脚, 他定了定心神, 继续哽咽道, 我只求, 你能原谅我的过错, 就算是要打我骂我, 我也不会怪你, 我只想让你真正的原谅我, 泪水打湿了他的衣领, 他红着眼睛, 就这么看着江涵, 殷切的期盼着, 江涵能说出那句, 他日思夜想的话, 小汉, 我是真的想要补偿你, 你想要什么都可以, 只要你说出来, 我一定会帮你得到, 绝对不会反抗, 说着, 他竟然还真的掏出来一根藤鞭, 抬手举起, 像是要递给江涵, 江涵目光微宁, 这根鞭子, 确实和那根, 曾让他许久睡不好觉, 每天疼得满地打滚的藤鞭, 一模一样, 只不过, 上面少了些暗红的血迹, 可他脸上, 却并没有太多表情, 仿佛这件事对他而言, 根本无所谓一样, 夏浅浅, 你的道歉毫无意义, 我想要的东西, 我会自己亲手拿回来, 他声音很平静, 可那简单的语言中, 却好似隐藏着狂风暴雨, 什么, 夏浅浅身形俱正, 下意识退了半步, 他能感觉到, 江涵话中隐隐带着一丝杀意, 绝对没错, 那就是杀意, 他怎么还是想杀他, 难道打几顿还不够吗, 为什么非要杀他, 他从来都没有被江涵吓过杀手, 他怎么就这么想杀他, 他怎么会有这么狠毒的心肠, 他想不明白自己已经道歉了, 甚至自愿让他打回来, 可为什么, 江涵还是不愿意放过他, 难道只有他死了, 江涵才能原谅他吗, 你们要是真闲的没事干, 就接着去饮酒赏花, 别总凑到我面前烦人, 小汉, 你相信我, 你这次犯了这么大的事, 紫霄剑宗绝对不会轻扰你的, 我们是真的想要救你, 墨秋双神色交集, 言辞间近视关心, 可这话听在江涵耳中, 却让他只想发笑, 他是真的想不通, 墨秋双这到底是什么脑回路, 明明是他杀敌有功, 怎么到他那里, 反而成了他做错事了, 墨秋双, 紫霄剑宗怎么处理这件事, 那是我的事, 和你有关系吗, 江涵, 墨秋双神色凄苦, 师姐告诉你这件事, 不是想要向你邀功,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 我不会害你, 我做这一切, 都是为了你好, 不管你同不同意, 我都会去帮你做这件事, 我不求你能因此原谅我, 只希望你以后能好好的, 墨秋双说的情真意切, 眼中更是带着浓浓的不舍, 难道在他们眼里, 所有人都和他们一样? 第168章, 不识抬举, 难道他们以为, 所有宗门都像他们林天宗那样, 不分青红皂白, 只凭个人好物做事, 心底生起一抹烦躁, 他一刻也不想再和他们掰扯, 你到底要我说多少遍, 我的事不用你操心, 墨秋双脸色有些难看, 他已经说了这么多, 怎么江涵一点都不愿意松口, 甚至还敢对他不耐烦, 小涵, 我是真的想要帮你, 听到这话, 江涵忍不住骂道, 关你屁事, 说完, 他直接飞升而起, 速度极快地上了战船, 他真的烦透了这群家伙, 若不是实力不够, 他恨不得马上就去斩断因果, 小涵, 墨秋双犹如被一道惊雷劈重, 心神俱正, 不可思议地看着江涵的背影, 他觉得自己做得够多了, 而且也和江涵说得清楚了, 自己真的是在为他好, 可他为什么还是这个态度, 就算他之前确实做得不对, 可是他已经一次又一次地和他认错了, 就算他暂时不愿意原谅他, 这些他都能理解, 毕竟当初他确实吃了很多苦, 可是他努力了这么久, 他怎么能一个好脸色都不愿意给他, 要知道他不仅是灵天宗宗主清传大弟子, 还是以一族之力独占一国, 族内更是有化神七修士坐镇的墨家中的大小姐, 不但身是好, 天资高, 修为更是让童阶望尘墨吉的存在, 他能放下身份, 对江涵低声下气, 陪着笑脸, 一次又一次地去和他道歉, 他已经做得够多了, 他姿态放得够低了, 若是旁人敢如此给他脸色, 都不用他动手, 自有人替他教训对方, 可他暗中为江涵做了那么多, 他竟然还是这个态度, 对他冷嘲热讽, 更是时不时地爆粗口, 墨秋双的眼神沉了下来, 闹脾气也该有个限度, 江涵未免太不实抬决了, 他自战船上收回视线, 瞥了眼依然毫无作为的柳涵月一眼, 脸色变得更加难看, 这个二师妹, 之前说的倒是好听, 可真的需要他去低头认错的时候, 他竟然又退缩了, 到头来, 还是只能靠我自己, 也就浅浅还算有点用处, 走吧, 我们先回去, 说着, 他也不等其他人的反应, 迈步朝着远处的山头走去, 就像他之前说的那样, 不管江涵是否同意, 他都要帮他拦下林天宗的报复, 当然, 如果师父执意动手, 他最多也只能帮江涵通风报信, 让他尽量保住性命, 但最起码, 他也帮到江涵了, 不是吗? 墨丘霜一步一步踏前而行, 身上的气息逐渐攀升, 直到元英后期巅峰之时, 才终于停了下来, 大师姐, 柳韩月惊呼一声, 他可是记得很清楚, 大师姐之前, 可是境界跌落到了元英后期边缘, 甚至只差一丝就会跌到中期的程度, 可现在, 怎么突然就恢复到了元英后期巅峰? 韩月, 墨丘霜的声音, 直接出现在柳韩月脑中, 放下你那可怜的自尊吧, 一些脸面而已, 和长生仙道相比, 又算得了什么? 千年时光转瞬即逝, 你曾经做过的那些事, 又有谁能记得? 不要怕做了之后没有作用, 相信我, 只要你去做, 总会有所收获, 就算只是微不足道的一丝, 但总有一天, 我们也可以凭此, 寻到那一线破局之法。 原来如此, 柳韩月目光复杂, 在心中清难道, 可这样骗自己, 真的有用吗? 他回头看了一眼那艘战船, 轻叹一声, 追着墨丘霜而去。 此次秘境之事, 目睹之人甚多, 想必过不了几日, 师父就能收到消息。 墨丘霜四世自语般说道, 既然姜涵不在乎, 我们就弄出点动静, 好让她知道自己, 惹了多大的麻烦。 只有这样, 她才能知道, 我们到底帮了她多大的忙。 师姐此言即逝, 柳韩月点头, 说话间, 他们已回到了山头, 不多时, 苏灵溪也跟着面色苍白的夏浅浅, 一起回来了。 大师姐, 夏浅浅一脸委屈, 眼神更是极为惊恐, 她觉得自己做得够多了, 甚至放下身段, 说出了那些不顾脸面的话。 她本想以此, 让姜涵对她有所改观, 可现在看来, 却根本没有一点效果。 甚至姜涵对她的杀意, 竟然丝毫没有减少, 这让她心中更加惊惧, 对于姜涵的恐惧, 再次填满了心神。 浅浅, 此事不必急于一时, 你听我的, 我们先去帮姜涵解决这件事, 她早晚能看到我们的诚意, 莫秋双轻声安慰, 不管她同不同意, 都不影响我们对她示好, 这样虽然慢些, 但总有希望。 目前看来, 唯有夏浅浅才能帮上她一些忙, 其他人根本毫无用处, 所以, 她对夏浅浅的耐心也要更多一些。 准备回宗, 路上我们再商议一下, 该如何处理这件事。 战船上, 三人立在船头, 沉默地看着远处不断爆发的动静。 这种化身七强者的生死之斗可不多见, 更何况周长老还是一位见义通天的剑修。 这对江涵和杜宇成来说都是一场难得的机缘, 只要细细体悟, 必能有所收获。 只有白木剑目光四处游走, 看看江涵, 又看看林天宗那些人, 等到他们驾州离开, 他终于忍不住问道, 你们有仇? 血海深仇? 白木剑眼前一亮, 血仇好啊, 在仇恨的鞭策下, 江涵的对于实力的渴望将会无比坚定。 如果仇敌实力再强点, 那就更好了。 你怎么不找机会杀了他们? 还不到时候, 江涵虽然是在看着远处的战局, 脸上却露出一丝笑意。 笑意看似温和, 可却有森涵的冷意扑面来, 周围的温度似乎都降了三分。 白木剑第一次发现, 原来那丝魔性一直藏在江涵心底, 原来是这样。 他笑着点头, 那可太好了。 魔性, 那可真是个好东西。 看江涵这模样, 那仇敌实力应该很强, 应该足以支撑江涵晋级化神。 只要江涵成功晋级化神, 那就可以让他初步接触一下自己的传承了。 如果契合度够高, 再让本体来看看, 合适的话, 直接把人抢走, 带去仙界修行。 第169章, 年轻人就该心词手软。 从始至终, 杜宇成都没有说过一句话, 但不知为何, 他听着江涵的话, 逐渐变得有些兴奋。 碰! 赵国皇帝的头颅, 在一道突如其来的力道下, 末地炸成一团血物, 洒满了一大片甲板。 他先是愣了一下, 紧接着脸上一红, 偷偷瞥了一眼江涵, 见他, 好像在看着远处发呆, 没注意到他发出的动静, 于是赶紧施法, 将那层血物给清理干净。 就在这时, 一团星红的血光自天边亮起, 初见时极小, 可转眼间, 那血红光团便以接天连地, 变得巨大无比。 光团不断向外膨胀, 其内带着一股毁天灭地的强大威能, 速度极快, 朝着四周急速蔓延而去。 紧接着, 一道震耳的巨响自天边炸起, 光团炸出一道巨大的血红光柱, 直冲天穷。 光柱周围, 瞬间出现无数细小的黑色裂缝, 其内爆发出无边寒气, 将附近的天空顷刻冻结。 哄, 光柱中心处, 猛地爆出一道庞大的血色光环, 朝着四周急速扑开。 光环汹涌而过, 远处的山峰轰隆倒塌, 地面更是在一阵巨大的颤抖中, 出现了无数深不见底的裂缝。 其威势极强, 一路锁过之处, 只留下一地狼藉。 甚至光环还没到, 黄城中冲天的火光, 就被强行压了下去。 血狮子爆了, 白木剑轻笑一声, 这老家伙, 撑不住了。 哄, 光环冲击寝客而至, 掠过黄城之时, 那护城林顿, 犹如飘在风浪中的小周一般, 只坚持了片刻, 便轰隆破碎。 四周还在观战的众多修士中, 迅速亮起一道道光照, 在一众原因期修士的元首下, 才让他们勉强挡住了, 这道气威能滔天的爆炸鱼波。 而江涵这边, 紧紧站船护盾升起, 便将那波纹轻松拦在外边, 虽然护盾略有晃动, 可那鱼波却丝毫碰不到他们。 城中的火光被血色光环眨眼扑灭, 无数房屋倒塌破碎, 城中惨叫的声音戛然而止。 浩墙的威力, 相隔最少数万里的距离, 却仍能造成如此大的破坏。 江涵眼中一彩连连, 待他化神之后, 是不是也能发出这种强度的攻击? 那爆炸中心处又会是怎样的场景? 那里炸出了一个空间裂缝。 杜宇成终于找到机会开口。 他略微偏头, 补充道, 很大, 很大的空间裂缝, 能有多大? 江涵想到当初师姐一剑批出的那道足有千丈长的裂缝, 难不成比那个还大? 化神器修士的自暴之力果真是毁天灭地, 方圆数万里都遭了灾, 不知造成了多大的损失。 放心吧, 这种程度的攻击, 看着虽然强, 其实也只能伤到方圆千里范围。 白木剑转头看向城中, 相比于这个, 你还是想想, 该怎么处理赵家这些人? 江涵顺着他的目光看去, 却见一对近千名黑甲修士, 从皇城上方飞过, 朝着山谷迅速冲来。 他的目标明确, 快速绕过各处山头, 在一众修士惊奇的目光下, 速度极快地冲到战船前方停下。 离得近了, 江涵才发现, 每一个黑甲修士身上都满是血污。 赵国这是要干什么? 之前就听到他们在城内大肆杀戮, 如今竟然还敢堵在紫霄建宗的战船前, 莫不是都疯了? 四周响起一阵嘈杂, 都是那些原本留在这里, 打算拜会江涵的修士, 或者是一些单纯看热闹的修士。 这位道友, 我知道赵家人如此做的原因, 只需十块下品零食, 不知道有有没有兴趣。 滚滚滚, 这种事情, 在这多看两眼就能知道。 你竟然还想骗我出零食? 你当我是傻的? 道友莫及, 我有内部消息。 近千黑甲修士, 黑压压地站在战船前方, 个个低着头, 不敢露出丝毫气势。 一道身影跃重而出, 恭敬立在战船前方, 恭身行礼。 江道友, 江涵一眼就认出, 此人正是那日接待他的赵国三皇子, 赵长宁。 他眉头轻皱, 有些摸不准对方的意思。 视线从那些黑甲修士身上扫过, 疑惑道, 何事? 赵长宁弯着腰, 头都不敢抬起来, 声音中满是恐惧。 江道友, 按周前辈的意思, 赵国皇室血脉, 共一万八千余人, 除去我这一脉, 以及不在皇城的, 共计一万三千余人, 如今已进阶辅诛。 江涵听着, 却不答话。 赵长宁不敢抬头, 没听到江涵的声音, 让他神情更加紧张。 他原本想着, 江涵毕竟年轻, 看起来也比较好相处, 听到他们死了这么多无辜之人, 多少会露些恻隐之心。 如此一来, 他们剩下的这些人, 也就有了留得一命的希望。 可现在看来, 此人不愧是紫霄建宗清传弟子, 果然和那些建修一样, 残忍是血, 霸道无情。 听到他们死了这么多人, 对方竟然没有丝毫动容, 仿佛他们死的只是一些蝼蚁一般, 根本不知一体。 哎, 遮住了眼底的黯然。 恭敬说道, 如今皇城内的余孽皆已清除, 不知江道有, 可还有吩咐, 江涵也不知该如何处理, 他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按常理来说, 敢对紫霄建宗清传弟子动手, 必然要灭他满门才对, 不然威慑力不足, 定会让更多人藐视紫霄建宗权威。 可他又不知道, 周长老是否有其他安排, 实在是让他难以处置。 正在这时, 一道火红的剑光自天边掠过, 转瞬便到了战船上方。 剑光内似是带着某种特殊的韵味, 江涵只是看了一眼, 便突然心神俱阵, 呆愣原地。 待到剑光消逝, 一道身影凭空出现在山谷上方。 来人一身红色长袍, 手持一柄紫红相间的长剑, 左手托着一团血光, 其内有一道原神静坐其中。 他似是随意地扫了众人一眼, 可就是这一眼看去, 便有一股滔天俱力轰隆压下, 使得仅存的几座山峰彻底破碎, 大的又多了无数道细小裂缝。 那近千黑甲修士, 更是扑通一声直接跪下, 修为低者甚至喷出一大口鲜血, 从天空掉了下去。 赵国昏君竟敢对我紫霄建宗清传弟子下杀手, 实在是罪大恶极。 赵家犯下如此大错, 理应灭你全足血脉, 将所有魂魄炼为魂灯, 永受恋魂之痛。 第170章 山门怎么塌了? 他声音冷漠, 听得赵家众人一颗心瞬间沉入谷底。 听这意思, 还是难逃一死了。 赵长宁仿佛瞬间失去了精气神, 身形瞬间勾搂下去。 可周斯文突然语气一转, 但念在耳等未参与此事, 克此赦免你等死罪。 此话一出, 赵长宁众人脸上顿时爬满喜色, 可周斯文接下来的话, 却又让他们的心中冰凉。 不过死罪可免, 活罪难逃, 你赵家血脉, 须打上血脉奴硬, 此后世代为奴, 永世不得自由。 周斯文目光如电, 挟着一股狂暴的剑意, 盯着赵长宁等人。 而等可有异议, 他声音随意, 却有一股无痞之势从天而降, 直压得众人喘不过气来。 赵长宁脸色一阵惨白, 当他听到父皇他们要对江涵动手的时候, 他就已经知道, 这次就算不死, 也要被紫霄建宗扒下一层皮。 可他没想到, 他们竟然要打上血脉奴役, 从此以后, 只能成为紫霄建宗附属奴族。 再怎么说, 他们也是一国皇族, 怎么能做出这等苟且偷生之事? 赵长宁有心想爆出自身血性, 和紫霄建宗拼了, 大不了一死而已。 可当他抬头, 看到周斯文那毫不在意的表情之时, 所有的怒火, 所有的血性, 在一刹那被一盆冷水浇灭。 只要留下一条命, 一切就还有希望。 未来若是能够立下大功, 也不是不能恢复自由。 他在中如此安慰自己, 接着身躯颤抖, 缓缓匍匐在地, 颤声说道, 赵家没有异议, 听凭周长老发落。 很好, 周斯文挥手一招, 便有一滴鲜血, 自赵长宁眉心跳出。 随后, 他手中结出数道极为复杂的硬诀, 打在鲜血之上。 很快, 鲜血化作一个散着红光的巨大奴字, 迅速冲入赵长宁眉心。 他身体一颤, 体内顿时亮起一道耀眼的红光, 直冲天井。 紧接着, 一道又一道红光, 那些只是客亲的散修, 也被周斯文一并打上了血脉奴役。 他们虽然无辜, 可只有如此做, 才能让旁人见识到, 惹了紫霄建宗的下场。 让他们听到有人, 欲对紫霄建宗不利时, 脑中闪过的第一道思绪, 无视跃跃欲试。 而是先想想, 自己能否承受这个后果。 三日后, 自有人来接管赵国。 周斯文吩咐完, 深深看了江涵一眼, 感受着对方身上逐渐凝实的建议, 目中尽是惊异之色。 果真是悟性惊人之辈, 仅仅只是看上一眼, 便能自行领悟到宁义之法。 想当初, 叶师兄身为上一任圣子, 悟性天资同样是精彩绝艳之辈, 也是在原音后期时, 才悟出适合自身之道的宁义之法。 怪不得雷师兄让我亲自胡道, 如此天资, 其他四大宗门, 怕是坐不住了。 他眼中冷芒一闪, 踏前一步, 身影凭空消失不见。 待他消失之后, 父亲顿时响起阵阵议论声。 紫霄建宗果然如传闻般霸道, 赵家不过是对江涵出手而已, 赵家又没有得逞, 他们竟然就要灭赵家全族, 实在是太过于残忍。 哼, 你这话说得真是好笑, 赵家敢对江涵出手, 就已有取死之道。 必须要灭他满门, 若是紫霄建宗不下重手, 你信不信明天就有一大堆, 想要借紫霄建宗扬明之辈, 联手来围攻江涵。 道有此言有理, 这赵家死有余辜, 他们应该庆幸自己失败了, 要不然, 灭的就不仅仅是一个皇族, 而是直接灭国了。 他们说起赵国皇室之时, 丝毫不留情面, 赵长宁被打上奴隐之后, 本就身体虚弱。 此时听到自家被这般侮辱, 心中顿时生起一阵莫大的屈辱, 眼中出现一股浓郁的恨意。 都怪那几个废物, 吃了雄心豹子胆, 竟敢去掺和五大宗门之间的事情, 为我赵家惹下如此大的祸患。 他们死了纯属活该, 但却让我赵家最少数千年内难以崛起。 不过, 这样也好, 这赵国如今便是我的天下了。 想到这里, 他身上气势忽然一变, 眼中更是露出一丝阴狠。 本想给他们偷偷留下一些血脉, 可如今看来, 我赵长宁才是天命所归, 他们那些血脉何该断绝? 心思电转间, 他的腰弯得更深了。 今后, 只要抱紧姜涵的大腿, 并能保他坐稳这个皇位。 诸多思绪在他脑中不断闪过, 可说起来多, 其实也只过去了一瞬。 他壮着胆子抬头看向江涵, 神色恭敬地说道, 此次让江道友受惊, 实在是我等罪过。 属下遇在皇城设宴, 向江道友赔罪, 不知江道友可否赏脸。 他此时已是紫霄建宗的血奴, 按说遇到紫霄建宗之人都要以仆人自称, 但他可是即将登基的未来赵皇, 让他以仆人自称, 他还真的开不了这个口。 不用啊, 江涵虽然不知赵长宁打的什么算盘, 可当他看到那道火红的见光之时, 心中便有一丝明雾生气。 但是刚才沉浸那一会儿, 他便感觉到见义发生了一些奇异的变化, 他此时只想尽快闭关, 细细感悟一番。 思至此处, 江涵不再理会赵长宁, 心念一动间, 战船漠然一阵, 化作一道流光, 朝着远处迅速顿去。 林天宗, 原本灵气浓郁, 景色秀丽的山门, 此时已全然不见。 墨丘霜他们眼前看到的, 只剩下满地的狼藉和破败。 宗内到处是大大小小的深坑, 其内遍布碎石烂木, 原本数不尽的林峰, 此时竟然倒塌大半。 更有许多火光冲天起, 配上那道道黑烟, 硬的天色都暗了几分。 出什么事了? 宗内怎么破成这副模样? 夏浅浅惊呼一声, 声音中满是惊恐。 莫非是其他宗门联手, 和我们正面开战了, 还打到山门内了。 不只是他, 其与侥幸存活归来的弟子, 也是一副惊骇之色。 他们在秘境之中, 九死一生才逃的性命, 原打算回宗之后, 借着宗内充裕的灵气, 好好休息, 调养一些日子。 可没想到, 他们回来之后, 看到的竟然是一个破碎不堪的宗门。 第171章, 林天宗从不仗势欺人。 若不是某些残风, 依惜还有些熟悉的影子, 再加上山脉内来回忙碌的众多熟悉的身影, 他们还真以为自己是不是走错地方了。 发生这么大的事情, 为何我们没有收到丝毫消息? 此战当时定是惊天动地。 你们看, 就连防护森严的传法楼都被打破了。 何止啊, 你没发现, 后山禁地那座灵风, 竟然凭空消失了。 地活怎么也失控了, 还有极品灵脉的防护阵法也有破损, 竟然就这么裸露在外, 怎么没人上前修补? 这得损失多少灵气啊? 墨丘双神色阴沉, 他们灵天宗一向与人为善, 和三大宗门关系都还不错, 也就和紫霄建宗关系差一点。 而且, 就算关系再不好, 紫霄建宗也不会无缘无故和他们开战。 两宗交战, 两败俱伤之下, 只会便宜了他人, 相信紫霄建宗不会这么没脑子。 可除了紫霄建宗之外, 他实在想不通, 其他宗门有什么理由会对他们灵天宗出手。 更何况, 他们和其他宗门清传私下都有联系, 可如今, 宗内都被打成了这副模样, 他们却连一丝风声都没有听到。 墨丘双心思电转, 转眼便将事情猜出了的大概。 那就只有一个可能, 其他宗门对灵天宗发生的事情, 定然也不清楚。 应该是某位强者攻来, 战后宗内损失太大, 为了不让其他宗门看了笑话, 师尊特意隐瞒了消息。 到底是哪个宗门要和我们开战? 夏浅浅看着那仍有岩浆留下的灵风, 还有那裸露在外的极品灵脉, 别胡思乱想, 紫霄见宗才不会为了姜寒, 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墨丘双毫不客气地呵斥回去, 天罚, 这是天罚, 柳寒月声音很轻, 轻道只有他们几人能听清。 墨丘双面色一变, 沉声呵斥道, 修耀胡说, 灵天宗身为修真界五大宗门之一, 一向光明磊落, 从未做过任何有伤天理之事, 虽是大宗, 却从未有过仗势欺人, 欺压弱小的事情。 更何况, 他神色阴沉, 此事休要再提, 若是因此引得师父惩罚, 你别怪我没提醒过你。 柳寒月面容苦涩, 低头阴逝, 唯有跟在后方的灵璇, 听到此话后, 神色微动间, 上前指着正在宗内忙碌的众多弟子说道, 大师姐, 我看诸位同门脸色, 并无愁苦之意, 反而大多神色喜悦, 不如换来一位同门询问一二, 他们想必对此事有所了解。 也好, 自从训斥过灵璇之后, 他这一路极为听话, 再也没有了, 要找江涵麻烦的样子。 莫秋双对此很是高兴, 此时对于灵璇的建议也是欣然接受。 他心念一动, 顿时便有一名杰丹七弟子被强行抓来。 那弟子本在不远处施法稳步山脉, 忽然眼前一花, 在出现之时, 面前却多了几道人意。 他心底生起一丝怒意, 任谁正在干活的时候被人抓走, 心情也好不到哪去。 可当他看清几人面容之后, 心里咯噔一声, 脸色一变, 拱手行礼道。 在下孙云见过诸位师姐, 诸位师兄, 墨丘双汉手, 直接问道, 孙师弟, 不知宗内发生了何事, 竟会变得这般狼藉。 原来是为了这件事, 还以为是要干什么呢? 孙云心中悄悄松了口气, 脸上挂了些喜色, 晦升晦涩地将当时的情况描述了一遍。 事情就是这样, 那邪修躲在宗内渡劫, 被宗主以阵法之力, 配合血煞雷劫将其灭杀。 虽说宗内被战斗鱼拨毁的一片狼藉, 可宗主说了, 此次斩杀邪修有功, 天道将会降下功德器运, 助我灵天宗壮大, 甚至有望成为修真界第一宗门。 孙云说得唾沫横飞, 言辞兴奋, 好似这天大的好处已经落到了头上一般。 墨丘双等人听得心神俱阵, 没想到他们仅仅离宗两天, 宗内竟然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 那邪修也当真了得, 无数条血煞神龙合力攻击那么久, 再加上师父亲自出手, 才堪堪将其斩杀。 夏浅浅瞪大了眼睛, 幸亏师父及时用阵法将其困住, 若是当时让那邪修跑了出来, 恐怕需要多位长老合力, 才能将其斩杀。 到那时, 宗内损失肯定更大。 墨丘双同样这么认为, 不过他更疑惑, 宗内防卫森严, 更有护宗大阵守护, 邪修只要距离烧尽, 就会被阵法锁定。 按说邪修根本无法靠近才对, 那邪修到底是怎么前进宗内的? 还有那功德气韵, 墨丘双眼睛一亮, 这可是只在传闻中听到过的好东西。 据传, 每个人都有气韵傍身, 只不过有多有少, 大气韵者就如他这般, 修行顺遂, 突破瓶颈, 如喝水般轻松。 同时更是机缘不断, 不时便能遇到 极其适合自身的功法和法宝。 而且听说, 气韵越多者, 破镜越容易, 并且渡劫之时, 雷洁的威力也会弱上几分。 虽然一直未见过食物, 可他一直认为自己就是身具大气韵之人, 不然, 他怎么会修炼速度极快, 法宝功法更是从来不缺。 若能再加一些气韵之力, 想必他未来修炼会更加轻松。 这功德气韵, 他势在必得。 想到这里, 他眼中愈发明亮, 看向孙云的目光中更是多了些炙热。 孙师弟可知, 那功德气韵现在何处? 这个, 孙云面有尴尬, 他也只是道听途说, 具体如何, 他又怎能知晓。 莫师姐莫怪, 此事在下也不知具体, 只是当时听宗主说起。 听到这话, 莫丘双也明白了, 此人因只是听别人说起, 未经证实便敢四处传播。 他面色微沉, 如此不严谨, 还以宗门功德四处炫耀之人, 实在难成大气。 第172章 谁这么不要脸? 他有心想要训斥两句, 可转念一想, 还是先去确认功德气韵之事为重。 于是他神色微冷, 挥手将那弟子扔回了远处, 然后收起战船, 不再理会其余弟子, 反而带着柳寒月几人 往凌天峰迅速顿去。 气韵, 功德气韵, 若我有更多气韵加持, 这次未将寒周旋之事, 并能有更多把握, 修复到新之事, 也会更加顺利。 几人很快就来到凌天殿内, 他们刚一落地, 便看到在主卫打坐的纪玉禅, 缓缓睁开眼睛。 师父, 几人恭敬行礼。 嗯。 纪玉禅神色冷淡, 目光在几人身上接连扫过, 可待他看到凌玄之时, 才露出几分笑意。 不过很快, 这笑意便消散一空, 眉头反而缓缓皱起。 发生了何事? 小玄怎么受了这么重的伤势? 他脸上露出怒意, 立声喝倒。 是哪个不长眼的? 竟敢对小玄下此重手? 墨秋双面色微变, 他只顾着找师父询问有关功德气韵的事, 却忘了凌玄的伤势。 此时听到这话, 他有些犹豫, 若是让师父知道是江涵把小玄打成这样的, 恐怕师父必然大怒, 甚至极有可能派人对江涵下手, 以此为凌玄讨回公道。 正在他犹豫间, 凌玄忽然踏前一步, 站在他身侧, 朝着纪玉禅拱手行礼。 师父, 徒儿这些伤, 是在秘境内。 听闻此话, 难道就是为了此刻向师父告密。 他心中怒火遁起, 若是凌玄真敢破坏他的计划, 就算他再喜欢这个师弟, 就算他再不忍心下手, 也定要让他付出代价。 那是他绝对不想承受的代价。 他谋划了那么久, 绝不可以毁在凌玄手里, 谁都不行。 可凌玄接下来的话, 却让他神色微正。 那人下手太快, 徒儿也未看清到底是何人。 不过那人也中了徒儿一件, 伤得只会更重。 凌玄说着, 脸上还挤出了一丝笑意, 看得纪玉禅更加心疼。 哼, 死得这么轻松, 真是便宜他了。 他虽这么说, 可脸上却是有些欣喜。 小玄真是长大了, 有勇有谋, 能在那种生死关头拼死一搏, 实在是难得。 不枉我让周明护着你。 说到这里, 他面色微沉。 对了, 周明的小子去哪了? 我让他护着小玄, 他就是这么护的。 早在那人出手之时, 他就该替小玄挡下那一记偷袭, 简直太过自私自利。 他神色愤怒, 却并未注意到 堂下几人微变的脸色。 他是不是知道自己犯了错, 故意躲着不敢见我。 他看向夏浅浅, 浅浅去把周明那小子给我抓来。 你告诉他, 逃避是无用的, 该罚就得罚。 他就算逃到天涯海角, 这顿罚也躲不掉。 夏浅浅脸色有些难看, 周明已经死了, 被江涵一剑斩了。 尸骨无存, 连一根头发丝都没留下来。 他上哪去找他去, 樱桃地府吗? 可这句话, 他却不敢说, 若是让师父知道 是江涵斩了周明, 还不知道师父会气成什么样子。 他这一犹豫, 店内顿时静了下来。 这时, 纪雨禅终于察觉到, 几人脸色有些不对劲。 他眉心一皱, 神色渐渐沉了下去。 说, 怎么回事? 周明去哪了? 夏浅浅身体一颤, 他真的不想给江涵惹麻烦。 若是让江涵知道 是他向师父告的命, 还不知道要怎么恨他。 见夏浅浅迟迟迟不开口, 纪雨禅心中 隐隐有了些猜测, 眼中逐渐出现一丝怒火。 眼见事情 即将向着最坏的方向发展, 墨秋双心里轻叹一声, 无奈站了出来。 他知道夏浅浅没脑子, 可却没想到 夏浅浅竟然这么笨。 夏浅浅怕师父发怒, 想替江涵瞒下来, 这个出发点是好的, 这点让他很高兴, 至少说明 夏浅浅是真的在为江涵考虑。 可仔细想想, 这种事哪里是他能瞒得住的? 当时那么多人在场, 后来还有人把这事大声传了出去。 此事, 师父早晚会知晓, 现在瞒下并不能起到什么作用, 反而会让师父更加不满。 他开口道, 师父息怒, 非是浅浅不愿去, 而是因为周明已经死了。 嗯? 怎么死的? 纪雨禅神色哑然, 他刚才看下浅浅那模样, 就隐隐猜到周明可能是遭遇了不测。 他刚才的怒火, 也不是因为周明的死而生气, 而是因为下浅浅的沉默。 现在轻耳听到, 他心中怒火烧减, 可还是感觉有些不减。 据他所知, 这次参加秘境之人并没有实力太强的弟子, 顶多是些意境小城的天骄罢了。 真要打起来, 周明比那些人都要强上一筹, 他非但不会败, 反而有极大把握获胜。 听到周明死在那里, 他更多的是有些惊讶, 惊讶到底是哪个宗门的天骄, 竟然能以小城意境击杀周明。 莫秋双深吸口气, 回想当时听到的描述, 仍是让他有些心惊。 周明被一箭斩杀, 尸骨无存, 而杀人者, 他看着纪雨禅微变的脸色, 艰难说道, 毫发无损。 纪雨禅闻言, 眉心紧紧骤气, 若是小城境界也就罢了, 只能说明周明既不如人, 可对方一箭斩杀周明, 自身却毫无损失, 那就只有一个可能。 这太一秘境, 不过是个提升意境感悟的地方, 究竟是哪个宗门这般不知廉耻, 竟然坏了规矩, 派出一惊大圆满的弟子, 前去抢夺机缘。 他声音不悦, 周明死得倒是不冤, 这些在结单期, 便能将意境领悟至大圆满境界的天骄, 哪个不是个宗亲力培养之人, 他们能修炼到这等地步, 不知耗费了宗内多少资源, 又花费了宗内多少心力。 周明死在这些人手里, 只能说他命该如此。 他这话一出, 莫秋霜顿时松了口气, 看来师父对这件事并不怎么在意, 刚才那般可能也只是随口一问, 这样一来, 应是扯不到江涵身上去, 他也就放心了。 秋霜, 你还没说, 这是哪个宗门的弟子, 又叫什么名字? 纪玉禅脸上唯有目意, 我倒去他们宗主那里问上一问, 他们这是什么意思, 怎么能做出这等不要脸皮的事? 说好了, 只让弟子们同去感悟意境, 就算是名额少点, 争抢一番也能理解, 可他们竟然敢派出核心弟子按下杀手, 此事, 绝不能善罢甘休。 第173章, 那可太好了, 莫秋霜脸色微白, 他没想到, 师父还是问了出来, 罢了, 反正早晚也会知晓, 他不再犹豫, 开口说道, 师父, 杀周明的人, 是江涵, 似是怕纪玉禅没听清, 他又重复了一遍, 紫霄见宗的江涵, 江涵? 纪玉禅有些意外, 紧接着脸色大变, 怒道, 这个孽障, 他怎么敢的, 连周明都敢杀, 他是不是忘了自己的身份, 一个小小孽徒, 竟敢对灵天宗门下弟子出手, 我之前放过他那么多次, 是不是让他以为, 我收拾不了他了, 寄予禅眼中怒火汹涌而起, 这混账真是反了天了, 我这就去联系其他三大宗门, 一起去紫霄见宗讨个公道, 身为紫霄见宗弟子, 竟敢破坏五宗盟约, 暗中杀害我灵天宗弟子, 这一次, 紫霄见宗若是拿不出足够分量的赔偿, 我绝不会善罢甘休, 愤怒的声音回荡大殿, 莫秋双却有些吃惊, 按师父之前的意思, 不是不相信江涵的实力吗? 上次他们说了那么多, 师父都一直不肯相信, 可这次, 他只是说了一句, 师父竟然就这么相信了, 是为了去紫霄见宗所要赔偿, 他总觉得没有这么简单, 这时, 纪雨禅已经掏出了一块金色玉剑, 眼看就要联系其他三大宗门的宗主了, 莫秋双心中一惊, 急忙喊道, 师父且慢, 纪雨禅手上一顿将要打出的硬诀被他一晃散去, 皱眉看向自己的爱徒, 还有何事? 他心知莫秋双不是那种冲动之人, 此时阻止他联系其他宗门定是事出有因, 师父, 此次周明之死, 错不在江涵身上, 莫秋双知道师父一向不待见江涵, 可现在, 也只能硬着头皮, 用尽量柔和的方式, 把这件事说清楚, 什么意思? 纪雨禅右手搭上扶手, 这我没问到, 说清楚一点, 江涵这次又干了什么事? 见师父突然这么平静, 莫秋双多少有些摸不清楚, 师父到底是什么意思? 可他不敢多问, 而是将从丁玉山那里听来的消息, 挑挑简简地复述了一遍, 不但特意把江涵造成的损失一笔带过, 更是把江涵的真实实力也隐去了一些, 在他的角度里, 还特意把四大宗门围杀江涵的事情放大, 把江涵描述成了一个被迫反击的受害者, 此事经过就是如此, 若不是周明他们为杀在先, 江涵也不会做出这等措施, 纪雨禅听完, 脸色变得有些难看, 他没想到, 这次竟然真的不是江涵的错, 这次也怪我思虑不周, 莫秋双看到纪雨禅的脸色, 连忙开拓道, 江涵再怎么说, 也是师父的弟子, 这次进入秘境时, 我本该叮嘱他们, 不要和之前一样, 与其他宗门一起对付紫霄建宗的, 莫要自责, 此事怪不到你, 纪雨禅安慰过后, 轻哼一声, 联手打压紫霄建宗之事, 本就是我们四宗暗地里的约定, 此次若是不与其他三宗联手, 恐怕会影响我们与三宗的关系, 不过, 你刚才说, 这次我们和三宗都损失惨重, 具体损失多少? 莫秋双暗叹, 他本有一味提及具体损失, 可没想到, 师父还是问了出来, 此次林运山和林福公的弟子, 进阶身受重伤, 甚至大多昏迷, 并且, 他们身上的储物法宝也全被江涵抢走, 纪雨禅心神一震, 他之前听莫秋双的所说, 还以为江涵是边逃边打, 身受重伤, 才反杀几人后逃出重围的, 可现在听起来, 怎么像是江涵一个人把他们强势镇压? 由于阴阳宗之前对江涵多有打压, 所以他们的弟子最惨, 死伤超过九成, 除了丁若梦和三名弟子之外, 其余二十六人全部死在秘境之内, 尸骨无存, 墨秋双说到这里顿了一下, 灵天宗的损失并没比阴阳宗好多手, 他不知道该怎么说, 可就算只是这些信息, 也足够寄予禅震惊了, 那可是一百二十名杰丹大圆满联手, 其中更是有最少六人领悟了意境之力, 攻击诡异不说, 威力更是极强, 就算是围攻一个园阴七修士, 也能将其斩杀当场, 而江涵, 不过一个杰丹中七的小辈而已, 在这些动辄结丹大圆满的天骄面前, 实力相差, 何止百倍千倍, 他是怎么在这些人的围攻下活过来的? 不, 他还杀了那么多人, 这根本不是围攻, 他这是以一人之力, 强势镇压四大宗门联手之力, 继语长呼吸略微急促, 这等事情已经超出了常识, 他实在想不到, 要怎么样才能做到这种事情, 更何况, 做出这件事的人, 竟然是江涵, 那个一向被他弟子随意殴打, 动辄辱骂的江涵, 那个在他面前连头都不敢抬起来的, 江涵, 他心底情绪剧烈波动, 他第一次感觉到, 事情好像隐隐脱离了他的掌控, 一股无法遏制的恐慌, 自他心湖深处迅速冲出, 并且根本无法压制, 转眼间就蔓延至全身, 怎么可能, 江涵怎么可能成长得这么快, 一亿人之力镇压四大宗门, 他怕不是在做梦, 他再次恢复了那个暴躁易怒的模样, 在大殿中肆意宣泄着自己的情绪, 杀这么多人, 他到底要干什么, 他这般高调, 他就不怕惹了众目, 被三宗派出原因修饰, 将他斩杀吗, 真是个没脑子废物, 有点实力不知道藏着掖着, 就知道出去把实力都录给别人看, 这么大人了, 连财不录白的道理都不懂, 纪玉禅坐立不安, 一会儿怒江涵没有成福, 一会儿又担心江涵被人针对, 他的气息忽上忽下, 极为不稳, 好似下一刻就要崩溃一样, 墨丘双等人看得目瞪口呆, 隐隐生起一抹恐惧, 师父这副模样, 他们可从未见到过, 只是看着看着, 墨丘双却觉得, 师父现在这种状态, 越看越有些熟悉, 这不是和他们之前的状态类似吗, 只要一提起江涵, 就会陷入天人交战之中, 树道思绪不断碰撞, 让他们道心不稳, 机遇崩溃, 难道说, 师父也因为之前对江涵的偏见, 导致道心不稳, 他的眼睛越来越亮, 如果真是这样, 那可真是太好了, 第174章, 他就是在针对我们, 就在这时, 逐位之上散出一道清凉的气息, 转眼弥漫整座大殿, 这股清凉之气极其舒服, 墨丘双只是闻上一口, 便觉得心中前所未有的宁静, 这是什么东西, 竟有如此奇笑, 他此时终于明白, 为什么师父放着山顶灵气充裕的洞府不去, 反而一直在灵天殿打坐了, 原来这里, 竟有一件如此珍贵的清新宝物, 纪玉禅眼底闪过一丝清明, 深吸一口清凉之气, 神色迅速平静下来, 秋双, 你还没说, 我们灵天宗, 此次损失多少人手, 他声音平静了下来, 再也听不到一丝多余的波动, 墨丘双心底一惊, 这法宝的效果, 未免也太好了, 以师父化神大圆满的修为, 所引起的情绪波动, 竟然也能这么快将其压制下去, 灵天宗此次伤亡22人, 剩余八人, 仅是受了些惊吓, 比阴阳宗伤亡要轻上许多, 墨丘双还不死心, 他特意隐藏了一句话没说, 这剩下的八人里面, 还有苏灵溪和灵玄这两个打酱油的, 真算起来, 阴阳宗此次参加秘境的弟子中, 天资最高的那两人, 都无大碍, 反而是灵天宗此次参加秘境的弟子中, 天资最好的周明, 死在了江涵手上, 还有他身上的那道传承, 也丢在了秘境内, 这损失不可谓不大, 混账东西, 纪宇禅怒骂一声, 这些不争气的东西, 浪费了灵天宗这么多资源, 竟然连江涵都打不过, 真是一群废物, 还有那个孽障, 灵浮宫和灵蕴山的人, 也对他出手了, 可他一个都不杀, 凭什么只对我们灵天宗下这么重的手, 他莫不是还在恨我, 恨我当时把他赶下山, 他也不想想自己都做了什么, 我只是掠师小成, 他竟然还记恨上了, 直到此刻, 他还认为一切都是江涵的错, 那孽障如此行径, 定是在故意报复, 一点小事, 他竟然能记这么久, 真真是小肚鸡肠, 难成大气, 他竟然能杀掉所有人的实力, 为什么当时不跑, 非要杀我们那么多人, 他要是跑了, 周明他们不就不会死了, 他就是在针对我们, 这个孽障, 真是要气死我, 莫秋双他们, 伸直此时不能引火上身, 个个低着头, 一副过耳不过心的模样, 任由纪宇禅在店内大发雷霆, 不知过了多久, 直到一股清凉之气再现, 店内才再次安静下来, 林玄及时奉上一杯早已准备好的茶水, 让纪宇禅彻底吸了火气, 莫秋双虽然有幸替江涵说两句好话, 可他觉得师父骂的, 其实有那么一点道理, 江涵这次确实太过分了, 而且, 他就是盯着林天宗的人在打, 据丁玉山所说, 江涵一开始, 就是先拿林天宗弟子开刀的, 若不是他们跑得够快, 恐怕他们几个也要永远留在里面, 江涵那孽症, 我自有法子收拾他, 纪宇禅抿了口茶水, 接着说道, 就算我们不出手, 他这次杀了阴阳宗那么多人, 但是阴阳宗就不会轻易饶了他, 更何况, 他基于显露实力, 想让人刮目相看, 可却忘了, 木秀于林峰必摧之, 纪宇禅冷笑道, 他如此高调行事, 其他三大宗门并会感到威胁, 趁他还未成长起来, 将威胁提前消除, 师父这话说的确实有道理, 墨丘双对此并无意义, 他其实也有这些打算, 江涵不是不在乎这些事造成的影响吗? 那就让他看看, 当三大宗门决定联手对付他, 那将会是何等恐怖的事情, 就算紫霄建宗有化身长老再又如何, 谁家又没有化身长老了? 虽然高阶修士, 不能随意对其他宗门的低阶弟子出手, 可他们只要拖住同阶就成, 真要三宗出手的时候, 紫霄建宗每一位长老都会被最少三位化身盯上, 就连杜宇成也会有同为元英大元满的三宗之人盯着, 人家也不动手, 就在远处跟着你, 让你不能插手低阶弟子的争斗而已, 虽然只有同为杰丹七的弟子可以对江涵出手, 但架不住他们添交数量多, 就算一个一个来, 把江涵灵力消磨大半, 再由一进大元满的假英七弟子出手, 江涵还能是对手, 到时他必定陷入苦战, 可若是他提前把消息透露给他, 让他借此躲掉这一场劫难, 不管江涵到时信不信他, 反正自己已经帮到了他, 这也就够了, 眼下师父所言正合他的心意, 若是江涵不信, 等到他被三宗围杀, 筋疲力竭之时, 自己作为一个变术入场, 出手把他救下, 想必江涵必定感激涕零, 想到这里, 墨丘双心境越发开阔, 以前是自己太直于江涵本身的想法了, 如今这样, 效果也差不到哪句, 不过这一切都有个前提, 那就是, 林天宗不能对江涵出手, 不然的话, 恐怕会让他误会, 到那时, 他可就说不清了, 所以师父这里至关重要, 此事, 我们倒是无需参与, 纪语禅不知想到了什么, 眼中露出似笑非笑之责, 江涵就算再不好, 他曾经也是你们师弟, 我们若是出手对付他, 怕是会寒了他的心, 让他对我们更加仇视, 眼下宗内事物繁忙, 这件事, 我们不掺伙, 让三宗和紫霄见宗斗去吧, 你们都留在宗内主持事务, 尽快将宗门恢复原样, 呼, 莫秋双松了口气, 师父此举, 正合他意, 师父, 来时我听说, 师父大显神威, 斩杀了一名躲在宗内度, 飞升雷劫的邪修, 天道还要降下功德气韵, 他眼含期待, 师父可知, 这功德气韵, 何时才会降下, 他可一直记得, 这次来找师父, 是要问一下那功德气韵之事, 你消息倒是灵通, 听到功德气韵, 寄予禅眼中的笑也多了些, 这功德气韵, 应是早已降下, 你等细细体悟, 应会有所收获, 已经降下了, 莫秋双吃惊, 他怎么没感觉到, 难道说, 之前灵光一闪, 偶然误得恢复到新的方法, 就已经是功德气韵发挥了作用, 想到这里, 他顿时信心大增, 自己不愧是身具大气韵之人, 果然是天道眷顾, 每每遇到困境之时, 必会有破局之法送上门来, 如此一来, 到新之事, 用不了多久便能解决, 就算江涵不原谅又怎样, 只要他受了自己的恩惠, 便是欠下了一份因果, 如此凉凉抵消, 早晚有一日, 能将江涵这份因果彻底了结, 正在此时, 殿外忽然传来一声疾呼, 宗主, 宗主, 出事了, 待看清来人之时, 殿内众人顿时一惊, 来人竟是掌管宝库的长老, 陆红, 看他这极切的模量, 莫非宗门宝库也出了问题, 第175章, 死要面子活受罪, 纪玉禅心中有些不安, 这我没问到, 陆长老, 何时这么着急, 宗主, 有大麻烦, 陆红满面愁容, 修复山门所需资源实在太多, 宝库资源已然告急, 实在没有余力修复山门, 还请宗主尽快拿个主意, 你说什么, 宝库资源告急, 纪玉禅经的声音都大了不少, 那可是林天宗积攒数万年的家底, 怎么可能说没就没了, 不过是修复山门而已, 又不是新建一个山门, 这能耗费多少资源, 你给我说清楚, 宝库里的资源都哪里去了, 陆红见纪玉禅这么大的反应, 却并不慌乱, 似是早有预料般, 拿出一块金光闪耀的令牌, 其上有一行小字, 宗主明见, 老祖创立宝库之初, 曾有令, 每年所获资源, 须将三成存入内库, 以备不时之需, 非是官, 宗门生死不能动用, 余下的七成资源, 才能作为供养门内弟子长老修炼所用, 纪玉禅点头, 这件事他倒是知道, 那令牌乃是老祖亲手克下, 若要动用这些年积攒下来的家底, 还必须要门内七成以上长老同意, 方可打开内裤, 可那些老家伙一向口索, 就算找他们回来商议, 恐怕也不会同意这件事, 剩余的那些资源呢, 难道全都消耗掉了? 说起这个, 陆红深深叹了口气, 宗主应该知晓, 之前宗内资源并不宽裕, 也就最近千年来, 才积攒下了一些资源, 那些资源虽多, 可这次山门受损太过严重, 修复山门所消耗的资源, 足够在建造一个新山门的消耗, 若按往年来说, 宝库内剩余资源, 足以将山门完全修复, 再加上各地的资源供给, 也堪堪购门内弟子修炼所用, 可是, 今年宗内五成的资源供给, 都被紫霄建宗给抢去了, 说到这里, 陆红脸上愁容更深, 哀声叹气道, 哎, 还有两成, 也被其他三宗瓜分干净, 从今年开始, 宗内所获资源, 仅有之前的三成左右, 若是不修复山门, 这些年积攒的资源, 足够我们称上千年, 期间只要能将排名恢复, 这些资源很快就能补充回来, 陆红再次重重叹息一生, 这次山门损失太大, 不但极品灵脉受到损伤, 其他灵脉也受损颇重, 还有地火爆发, 需要细细梳理地脉, 各灵风和阵风之宝, 更是莫名失去灵性, 这些都需要寻来材料重新炼制, 更有无数灵阵需要重新刻画, 这一切都需耗费极多资源, 若要修复山门, 之前积攒的那些资源, 几乎全部都要消耗掉, 剩余的那些, 根本无法支撑宗内百年时间的修炼, 也就是说, 如果要修复山门, 就会影响到门内弟子修炼, 末秋双低于道, 但只要不修复山门, 节省下来的资源, 足够门内弟子修炼千年所用, 他看向祭雨禅的位置, 在他看来, 还是修炼最重要, 毕竟山门修复之后, 虽然景色秀丽, 灵力浓郁, 可终究, 还是比不得修炼资源来的实在, 或者说, 只要将宗内灵脉和阵法修复, 再多加几个高阶距灵阵, 也能恢复之前七成左右的灵气浓度, 虽说不太美观, 可也勉强能供应门内修炼所用, 如今宗门元气大伤, 不如借此机会修身养息, 等待机会夺回资源, 才是上上之道, 不只是他, 其他人也是这么想的, 毕竟事关自身修炼, 山门什么的, 有机会再修复也可以, 但若是影响到了自身修炼, 那问题可就大了, 毕竟修复山门, 花费的可是他们将来要用的资源, 这可从他们手中抢资源有什么区别, 末世之说的对, 现在就是这个情况, 陆红催促道, 宗主, 现在宗内每时每刻都在消耗大量资源, 还请宗主早下决断, 气欲缠沉默, 现在的灵天宗, 已不是之前那个, 可以随意挥霍资源的灵天宗了, 如今的一切开销, 都要紧着来才行, 可修复山门, 竟然会影响到门人修炼, 这件事, 使他疏忽了, 修炼确实很重要, 但山门样貌, 却关系着宗门脸面, 同样是重中之重, 若是这般放任不管, 被其他宗门知道了, 不得笑到大牙, 堂堂修真借五大宗门之一, 山门竟然残破成这样, 连个小门派都不如, 不行, 山门一定要修复, 纪语谗言此间, 满是不容拒绝的意味, 既然内裤不能动, 那你就给我想其他办法, 不管怎么样, 山门一定要恢复原样, 陆红脸色难看, 宗主这不是难为人吗? 他能有什么办法, 难不成去别处抢资源, 可现在又不是战时, 所有资源都是有主之物, 他能上哪抢去, 唯有悬到山那里, 能多少补充些资源, 可那里还未开采完毕, 和巨大的资源缺口比起来, 不过是杯水车薪罢了, 见他不说话, 纪语谗更加不满, 宗内养你们那么久, 一个个花了不知多少资源, 可真到用人的时候, 这些家伙却什么事都做不好, 什么事都要他来拿主意, 真是一群废物, 要不是自己在这撑着, 林天宗早晚要被他们, 这群蛀虫败光, 林天宗受天道眷顾, 根本不可能发生资源短缺之事, 你只管去做便是, 就算一时资源不足, 很快就会有其他资源, 自己送上门来, 说着, 他忽然想起了什么, 顿了一下接着说道, 把红莲洞天的赤金石价格, 给我涨上去, 紫霄建宗对赤金石需求极大, 他们若想要赤金石, 只能把资源给我乖乖地掏出来, 他眼睛越来越亮, 急切吩咐, 还有其他紫霄建宗需要的稀缺资源, 要说话, 纪雨缠立马开口, 把陆红嘴里的话生生堵了回去, 陆长老无须多言, 此事就此定下, 他又向林玄看去, 小玄你身体有伤, 这些时日, 就跟着陆长老待在宝库内, 有助于你恢复伤势, 正好也帮陆长老多出出主意, 第176章, 暗藏祸根, 林玄原本正在想着, 该去哪里吸些气韵值, 现在宗内众多弟子, 大多不愿与他接触, 虽然可以以送礼的名义标记一些弟子, 可若是做得多了, 难免会让人怀疑, 正在他纠结之时, 却忽然听到, 纪雨缠要他去掌管宝库, 虽然说是让他去帮忙出些主意, 可出主意这件事, 说白了不就是下命令吗? 言外之意, 不就是让他去接管宝库? 惊起来得太突然, 林玄感觉老天都在帮自己, 宝库乃是宗门之机, 重中之重的位置, 师父竟然让他去接手宝库, 这是何等的信任, 而且师父是当着陆长老的面说的, 此举定然有敲打之意, 自己这次去了, 一定要做些成绩出来, 把陆长老压下去, 让师父刮目相看, 更何况, 去了宝库, 就能光明正大地接触到更多弟子, 其中自然包括那些不常露面的门内添交, 那些可都是有大气韵在身之人, 只要他们收了自己的馈子, 还不是自己想怎么吸就怎么吸, 就算他们气韵值有大部分不能用, 但蚂蚁再小也是肉, 多吸一些, 总有能用的, 多谢师父, 徒儿定不会让师父失望, 他是高兴了, 陆长老心却沉了下去, 看着林玄兴奋的样子, 心里更不是滋味, 但他面上并未显露出来, 而是恭敬应下, 满面愁容地带着林玄往宝库去了, 一个结胆小辈而已, 自己若真想动些手脚, 他又能怎么着, 真惹极了, 自己有的是法子让他闭嘴, 只是缺的那些资源, 该去哪里寻来啊, 等到二人离去, 莫秋双终于忍不住问道, 师父, 陆长老掌管宝库这么多年, 一直兢兢业业, 从未出过差错, 如今让小玄童去宝库, 恐会让陆长老心生芥蒂, 无妨, 季宇禅自信满满, 小玄只要去了, 自然有办法解决此事, 甚至帮宗内获得更多资源也未可知, 陆长老到时, 自会明白我的苦心, 先奉山脉, 阴阳宗主殿, 宗主林世宇, 身姿慵懒得已在主位, 支着脑袋, 眉眼含笑, 丁若孟恭敬地站在殿中, 对林世宇似是有些惧怕, 目光紧紧盯着身前的地面, 不敢有丝毫愉悦, 是, 若不是姜汉不知晓我虚实意境的破绽, 恐怕我也难逃一死, 他那剑翼和雷霆实在太过怪异, 以他紧紧结单中期的修为, 使用出来, 竟然每一击都有原因出气的威力, 林世宇手上动作顿了一下, 目光随意地扫了眼端坐两旁的十位长老, 以结单中期修为, 却使出原因出气的攻击, 死人也当是一名绝世天骄了, 紫霄建宗又出了一名天骄, 诸位长老觉得如何处理为好, 宗主, 一名长老起身行礼, 这江汉实在太过歹毒, 只是秘境切磋而已, 他竟然就对我阴阳宗门下弟子痛下杀手, 实在罪该万死, 还请宗主下令, 让老夫前去, 灭了这个该死狂徒, 有人眉头一皱, 连忙起身道, 成长老切莫冲动, 我知你那玄孙死在江汉手上, 你心中气不过, 可如江汉这般天资绝世之辈, 若是就此打杀, 实在太过可惜, 他冲着临时雨行李说道, 宗主, 不如派人和他接触一二, 以功法资源利诱之, 将其引入我阴阳宗门下, 若是对方明顽不灵, 再下手也不迟, 此话一出, 又有人起身反对, 除了坐在殿中右手的一老者之外, 其余众人皆是一轮纷纷, 有要拉拢的, 也有要将他直接斩杀, 以绝后患的, 可吵来吵去, 却都拿不定主意, 直到一声轻壳响起, 吵闹的声音才终于止住, 宗主, 右手老者偏头看向主位, 同为化神大圆满的强者, 他有资格坐着和灵诗语说话, 天骄之间亦有差距, 此子就算天资绝世, 可再怎么样, 如今也不过只是杰丹中期而已, 只要他为凝结原因, 就根本不足为惧, 就算江汉天赋再好, 可这些化神大能, 有哪个不是天资卓绝, 气运惊人之辈, 有时候, 可能仅仅只差一丝的距离, 便能将一个绝世天才困在结丹境界, 终生无法凝结原因, 直到生死到萧之际, 也始终无法踏出那关键的一步, 修行一道, 天赋只是让修士有了登天的资格罢了, 而是否真的能登上那通天之梯, 在他未结因之前, 一切都还是未知数, 他目光扫过殿内, 争论不休的众人, 顿时老老实实坐回各自的位置, 可他丝毫没发现, 临时于眼中一闪而过的阴沉, 各位不要忘了, 眼下关于玄道山的争夺, 最近是越发激烈, 门内弟子当以此为重, 每一位杰丹七天骄, 在眼下都极为重要, 这次已经损失这么多弟子, 实在不该再去冒险, 江汉再怎么说, 也不过是一个杰丹中期的小辈而已, 带得玄道山争夺结束, 此子是沙氏流, 皆在我等一念之间, 玄道山, 位于极北之地, 唯有极少数的几座远古传送镇, 可以到达此处, 而这些传送镇, 皆掌握在五大宗门手中, 也唯有五大宗门之人, 可以进入玄道山范围, 那里是一处未被开发的资源宝地, 其内天才地宝不计其数, 更有许多远古传承等待有缘人发现, 其内许多宝物, 甚至对化神七都有些用处, 五大宗门已在此地争夺了近十年时光, 随着越来越接近山顶, 各宗之间的争抢, 也愈发激烈, 店内众人听的黑长老的说辞, 顿时纷纷点头赞同, 可就在这时, 林诗宇忽然笑盈盈地说道, 黑长老此言, 倒是有几分道理, 但我觉得, 还是要趁江涵未成长起来之前, 找机会试上一试, 不然, 等他真的成长起来, 对于我们来说, 也是一个极大的麻烦, 若能成功最好, 若是不成, 也能试出他的底牌, 此话一出, 那几位点头赞同的长老立马惊声, 大长老和宗主不合的情况,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没人敢在这个时候, 出声找不自在, 林诗宇依然还是那副笑盈盈的模样, 可店内的气氛却忽然凝重起来, 在他看来, 杀不杀江涵, 根本无所谓, 一个结单中期的小辈, 乃来的资格让他多费口舌, 他纯粹就是看着黑方海不顺眼。 第177章 微局将至 黑方海面色不变, 似是对此早有预料, 文言也只是微微点头, 也好, 既然宗主想试试, 那便试试吧, 不过, 周斯文奈斯一直在为江涵护道, 不知哪位长老愿意前往, 此话一出, 算是为此事下了定性, 这时, 一直等待机会的成长老立马开口, 宗主, 此子与我有仇, 还请宗主同意, 让老夫前去, 向这贼子斩杀, 为我那可怜的孙儿报仇, 他声音中满是仇恨, 程玄明可是他一直亲历培养的小辈, 虽然心性不足, 可他的天资, 已是他众多后辈中的佼佼者, 他向来对着玄孙寄予厚望, 更是已经为其准备好了一道高阶传承, 可谁知, 他满含期望的后辈, 竟然死在一个结单七小辈手中, 那人还是被他最看不起的剑修, 这怎能让他不恨, 林世宇淡淡扫了他一眼, 化神强者不能随意出手, 这规矩, 你莫非忘了, 他轻笑一声, 你若是活够了, 不如把这一身修为传给你那好孙子, 也好过丢在外面, 程长老脸色一白, 宗主, 属下只是一时情急, 说了些婚话, 林世宇摆了摆手, 打断了他的话, 一个结单小辈而已, 把秦梦河叫回来, 让他走一趟, 就是了, 别忘了, 想杀江涵的人, 可不止我们阴阳宗, 你们多去几人, 但切记, 只需拖住周斯文即可, 千万不要对小辈出手, 他瞥了程长老一眼, 明显就是说给他听的, 都守点规矩, 我可没时间去替你们收拾, 他的时间可是很宝贵的, 哪里有时间理会这种小事, 一个结单小辈, 就算天赋再好, 等他成长起来, 谁知道还要多久, 自己恐怕早就飞升灵界了, 就算他再厉害, 也轮不到他去偷疼, 程长老文言却是并无不满, 就算他不能亲自出手, 可只要能杀了江涵, 那一切都是值得的, 江涵死后, 他要将其抽魂炼破, 日日羞辱折磨, 为他那好玄孙报仇, 黑色战船停在云海之上, 滚滚白云翻涌间, 在船底撞出朵朵白花, 空中虽是艳阳高照, 可不知为何, 方圆十里内却是一片暗色, 就连那悬挂高空的太阳, 也好似隔了一层黑沙一般, 看不清晰, 细看之下, 却是一层淡淡的黑气, 不断从船头飘出, 聚在一起, 笼罩了这片天空, 宁义之法, 乃是将剑意凝结为一, 飘散的黑色雾气, 轻声嘀喃, 在他眼中, 这些黑气早已不再是朦胧的雾气, 而是成了无数细小的剑气, 密密麻麻的笼罩在天空, 一条机不可见丝线, 横灌其中将它们连接在一起, 他抬起手指, 缓缓拨动那条丝线, 接触的一瞬间, 似有一声嗡鸣传出, 漫天剑气呼而一震, 下一刻, 便见无边黑沙漠然移动, 随后以极快的速度朝着船身汇聚而来, 眨眼间便冲入江寒手中, 他手掌摊开, 却见一柄一尺大小的黑色短剑寻在掌中, 此剑为纯粹的剑意凝聚而成, 一股比平时更加浓郁的森寒, 自其上蔓延而出, 将四周的船舱上方, 凝出了一层厚厚的黑色冰晶, 他能感觉到, 这柄由剑意凝聚而成的飞剑, 比他那随意挥出的剑光, 威力最少强上数倍, 终于成了, 自从出了赵国之后, 他们已向着紫霄剑宗方向飞了五天时间, 直到今日才终于成功将这剑意, 名为一柄飞剑模样, 据白师兄所言, 当他将这些剑意, 宁为三寸大小之时, 他的宁义之法便算是入了门, 宗内传来消息, 白木剑的身影出现在船头, 他刚要说话, 却无意间撇剑江寒掌中的那柄黑色短剑, 那竟然是以剑意凝聚的飞剑, 白木剑瞳孔微缩, 虽然这手法略显粗糙, 可要知道, 从江寒抓到一丝灵光, 开始感悟宁义之法, 到现在, 也只过去五天时间而已, 五天时间, 在无人指导的情况下, 便能自行领悟出一门宁义之法, 更是已经能够初步使用, 若是有人指导, 现在的江寒, 是否已经将这宁义之法, 修炼之入门了, 这种事情, 就算比之仙剑那些大家族子弟, 也丝毫不差, 可那些人, 都是仙剑大家子弟, 自出生时, 就已是仙人修为的仙胎原体, 江寒不过只是无数下界中的小小杰丹, 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白木剑忽然发现, 自己还是小看了他的悟性, 白师兄, 宗内传来了什么消息, 江寒见白木剑话说一半忽然顿住, 不由地出声提醒, 白木剑回过神来, 眼中忽然露出一丝有些癫狂的笑意, 不愧是自己看中的传承者, 果然是天资无双, 仅仅杰丹七便有这等悟性, 若是等他成仙得道, 接受大道灌注之时, 他的悟性又该达到何种恐怖的地步, 有五位结丹七的内门弟子, 十日前下山除魔, 至今未归, 三个时辰前, 他们最后发出求救消息的地方, 就在此处向东三万里外的一处城镇内, 他强压下眼中的癫狂, 嘴角却有些止不住的上扬, 眼下, 只有我们离那里最近, 直视堂的意思是, 让我们先去看看情况, 快速说完之后, 他转身背对江寒, 嘴角抽搐, 尽量让自己声音保持平静, 要不要去? 去! 江寒没有丝毫犹豫, 早在秘境出手之时, 他就知道, 其他四宗定会对他下手, 他就算躲得了这一次, 以后也会有更多的陷阱, 更何况, 他现在身为紫霄建宗清传弟子, 身在其位, 自然要为宗门做些什么, 至于陷阱什么的, 碾死就是了, 他现在有这个自信, 就在这时, 一到流光自远处速度极快地飞来, 带到靠近战船之后, 光芒顿时消散, 露出了旗内一只巴掌的纸鹤, 江寒目光一凝, 他在那纸鹤上面, 感受到了一道极为熟悉的气息, 那是属于墨丘霜的气息, 他是怎么找到这里的? 纸鹤围着战船不断转动, 似是想找个缺口飞进来一样, 他心头升起一丝烦躁, 只见凝聚一缕剑光, 刚想把纸鹤击碎, 谁知那纸鹤净喷的一声炸开, 化作六个金色小字, 悬在半空, 有埋伏, 阴阳宗 阴阳宗 对于阴阳宗的出手, 江寒并不意外, 毕竟他杀掉的那个程玄明, 地位好像很高的样子, 真正让他想不明白的, 是这墨丘霜, 到底是什么意思? 林天宗一向和阴阳宗交好, 可他竟然送了消息过来, 破坏阴阳宗的计划, 不过, 不管他想干什么, 总归不会是真的为他好就是了, 他心念一动, 一枚青色玉碱自储物界中飞出, 刚一出现, 便有一道声音自御简内传出, 阴阳宗三位一经大成, 一位一经大圆满的天骄出手, 还有一只圆阴七妖兽引在暗处, 不出所料, 是丁若梦传来的消息, 相比墨丘霜的精简, 他将每一个天骄的功法一经, 甚至是法宝和底牌都翻了的大概, 想必是花了不少心思。 第178章, 可惜, 你遇到了我, 哼, 还算有点用处, 白目见不愤的扬起下巴, 但好歹是认可了丁若梦此次展现的价值, 一经大成者倒是无惧, 以你的实力可轻易击溃, 倒是那一经大圆满的天骄, 还有那圆阴七的妖兽, 却是有些棘手。 你若是遇到了, 务必小心行事, 毕竟, 你没有和这等强者战斗的经验。 好, 江涵点头映下, 神色认真的看向白目见, 白师兄, 这次我想自己去, 他想看看, 当自己遇到那些真正的天骄时, 和对方到底有多大的差距。 白目见眼角有些笑意, 偏头看了杜宇成一眼, 见其没有反对, 这才点头。 也好, 我们在这里等你。 黄阳县, 围山镇, 地如其名, 这座小镇四面高山环绕, 唯有一条关道, 硬生生劈开两座大山, 直通南北。 江涵走在青石铺旧的街道上, 两旁聚是些售卖山货的山民, 偶尔还能看到一二蕴含灵气的灵草, 不过很快就会被些身着锦衣之人买走。 靠山吃山, 虽然都是些不入流的低阶灵草, 又被这些富家人压了不少价钱, 但也足够一家十口人三五年的开销了。 怪不得此处看起来颇有富裕, 但是有这种稳定产出的灵草, 就足以让整个镇子吃喝不愁。 这是他重生后, 第一次独自在街上闲逛, 但他也并不是只为了闲逛。 此次任务虽是临时决定, 可某些人留下的痕迹, 未免也太重了些。 事已, 他此行根本没有多做掩饰, 身上那贵气逼人, 隐有灵光的紫袍, 在这山间小镇上格外显眼。 可他在街上逛了许久, 却没有发现丝毫阴阳踪的痕迹。 江涵隐约觉得有些不对, 加快脚步, 往镇子中间的衙门赶去。 根据宗内传来的消息, 接到此地镇长上报, 围山镇二十里外的一处破庙内, 疑似有妖邪出没。 但凡有村民从庙外路过, 皆会受其蛊惑, 犹如中邪一般, 四处打猎肉食, 向庙内上供。 直到筋疲力尽之后, 才会晕倒在自家门口。 听起来, 倒像是某些贪吃的小妖, 擅长蛊惑人心, 但却并未害人性命。 江涵有些疑惑, 就这种只能蛊惑凡人的小妖, 怎会惊动五名杰丹妻前来降妖? 更让他疑惑的是, 此地乃是紫霄建宗管辖范围, 离宗门不过五万里, 到底是哪个不长眼的妖怪, 敢在此处撒野? 衙门不大, 但却是青砖石瓦, 颇为大气。 迎来的那位老者更是身着锦袍, 身上有灵气鼓动, 竟是为炼气一层的修饰。 还未走近, 那老者便拱手行李道, 在夏威山镇镇长冯玉清, 见过前辈。 江涵紧记白目见的吩咐, 没有直接开口, 反而是随意地扫了对方一眼, 这才不紧不慢地说道, 你可知, 之前来此降妖的几位同门, 出了何事? 闻言, 冯玉清脸色一肃, 挥手瓶退身后官差, 恭敬说道, 回前辈的话, 先前那五位前辈, 昨日赶到围山镇后, 便马不停蹄地去了镇外破庙。 他便说着, 便引着江涵往衙门内走去, 身侧几位官差, 则散在远处, 不敢靠近。 在下实力低微, 不敢踏足破庙附近, 仅能看到几位前辈进入其中, 却不知庙内发生了何事。 看来衙门这里, 是没什么有用的消息了。 江涵脚步一顿, 没有踏入门内, 反而偏头说道, 带路去破庙。 冯玉清蚊延身子松了口气, 还好不是来混吃混喝的。 他转身, 恭敬地引着江涵往阵外行去, 前辈请随我来, 说是破庙, 还真是做破庙。 半扇门板挂在矿上, 被风一吹, 就吱呀吱呀地叫着。 冯玉清早在屋里之外时, 便不敢再往前靠近, 也不知这里到底有什么要挟, 竟能把他吓成这样。 天色不知何时暗了下来, 滚滚乌云翻涌, 忽而便响起一阵沉闷的雷鸣。 轰隆隆, 雷鸣不大, 似是憋着一股怒火, 紧接着便是痘大的雨滴自天空落下, 砸在干燥的地面, 激起阵阵尘土。 与诗一起便再也收不住, 哗啦啦的雨幕, 顷刻遮住了江涵的视线, 不过一眨眼的功夫, 便在地面聚起了一片片浑浊的水洼。 他站在破庙摆杖之外, 身上亮起一层浅淡的金光, 将那泛着蓝光的雨水隔绝在外, 脉部朝着破庙走去。 此处这头妖鞋绝不是简单的小妖, 自他靠近此处三里之内时, 便能感觉到魔鹰阵阵, 不断冲击着他的尸海。 这些魔鹰像是某种奇特的波动, 犹如浪花一般, 不停地拍打在他的尸海壁垒上。 可在下一刻, 便被横扫而过的紫色雷霆打得烟消云散。 怪不得五名杰丹七同门都在此处失去阴性, 若不是他有雷之一惊护体, 只怕也会着了倒。 就在这时, 江涵踏前的步子漠然一紧, 目光微明, 身形化作一道电光, 撞碎无数蓝光蕴染的雨滴, 转眼出现在百米之外。 就在他身形消失在原地的同时, 一道热浪从天而降, 空中的雨幕滋拉拉化作无数白烟, 朝着两侧疯狂退开。 一道水桶粗的红光从天而降, 狠狠砸在他原先站立的位置, 将那一处地面砸出一个十丈大小的深坑。 哄, 巨大的热浪自坑中爆出, 空中的雨水迅速蒸发, 化作白烟倒卷而起, 直冲云霄, 又在片刻后化作雨滴哗哗落下。 江涵站在雨中, 眼中引有雷光闪过, 缓缓转头, 看向那破庙。 一道身穿轻衣的窈窕身影, 半依在门边, 满头青丝用一只青玉簪子随意挽起, 一摆随风青阳。 他怀中抱着一柄宝剑, 撩起被风吹下的碎发, 将其挽在耳后, 斜眸看向江涵。 你就是江涵? 声音中带着些乏味, 好似今日特别无趣。 三道身影自四周迈步而出, 两男一女将江涵围在中间。 不愧是能让丁师姐吃亏的人物, 但是, 你这感知能力就足以傲视一般添娇。 左侧那男子摇头笑道, 可惜, 你今日遇到了我, 看来注定要陨落此处了。 第179章, 一剑。 他看似对江涵不屑一顾, 可其眼中的凝重, 却足以说明, 他现在并不似表面这般轻松。 刚才那截红光, 可是以他为主, 与其他二人合力不下的一记杀招, 攻击之前无声无息, 并且速度极快, 错不及防之下, 就连天骄榜排名前五十的天骄, 也不一定能躲过去。 更何况, 这羽目又形成了一道天然的屏障, 将那若隐若现的契机彻底隐藏, 让那杀招更加难以被发现。 可就算这样, 江涵却能及时发现, 并瞬间躲了过去, 这份强大的危机感知能力, 还有对方躲开时, 爆发出的堪比假英七的速度。 这江涵, 绝对拥有不弱于天骄榜前十的实力, 怪不得宗内要他们三人一同出手, 甚至还有秦师姐亲自带队。 此人, 确实有这个资格。 江涵扫尸四周, 快速打量着四人, 对方不知用了何种法术, 他们就算就站在面前, 可在他的神识内, 他们站立的位置, 依然是空无一物。 身侧围着的三人, 应该就是那三名意境大成的强者。 而站在破庙门旁的那女修, 看其气势, 应当就是那唯一的一位, 意境大圆满的强者, 秦梦河。 据丁若梦的情报所言, 其余三人皆是天骄榜排名前百的天骄。 而那名叫秦梦河的女修, 更是天骄榜排名第八的强者。 虽只是杰单大圆满的实力, 但凭借着一手幻梦意境, 足以将原因初期修饰, 玩弄于鼓掌之中。 就连天骄榜前五的存在, 若是一不小心中招, 那也是要付出巨大代价, 才有可能逃掉。 由此可见, 阴阳宗这次确实对他极为重视。 从情报中听到时, 姜涵并没有太多感觉, 可当他真的面对这些来自天骄榜的强敌之时, 还是感受到了一些压力。 不过这压力刚一出现, 便在呼吸之间平稳下去。 这是一场针对他的埋伏, 这四名元英七强者, 那么姜涵根本无需考虑, 直接逃命便是。 可对方这四人, 就算再强, 也并不是不可战胜的存在。 再强的杰丹, 也只是杰丹。 他在秘境时, 由于规则所限, 不能全力施展, 现在刚好可以看一看, 如今自己的实力到底到了哪个地步。 这是他第一次, 与这些在天骄榜上有名的天骄战斗。 对方来势汹汹, 是要取他性命。 但只要能杀了那个秦梦河, 这场危机便能在请客之间结束。 而在此之前, 他伸手握向虚空, 那里, 凭空出现了一把紫色雷霆, 他五指紧握, 将奔雷剑自虚空中缓缓拔出。 璀璨的电芒映照天空, 将那些雨水进阶染成跳动的紫色。 姜涵斜提着长剑, 看向那身姿慵懒的轻衣身影, 杀了他。 他声音似是有些疲惫, 听起来让人昏昏欲睡。 姜涵眼皮有些沉重, 可他心面一动, 石海立刻便有一道雷霆劈啪闪过, 那补睡意刚刚升起, 便刹那消散一空。 雷霆之威, 最是克制这些鬼魅之力。 就在此时, 右侧那道身影, 体内放出磅礴之气, 缓缓踏前一步。 在他脚步落下的同时, 空中的雨势漠然一顿, 雨珠快速翻卷而起, 转眼间汇聚成一条二十余丈长的蓝色巨龙。 大城境界的流水意境, 化作一道淡蓝色的微光, 流转在水龙体内。 每一滴水珠都是由浓郁的灵气组成, 其内运着冰冷的沙鸡, 斜着无边威势, 从天而降, 撞向大地。 巨大的龙身, 几乎将整片天空都笼罩在内, 同时, 也断绝了江寒所有的退路。 与此同时, 江寒眼角贴到一抹耀眼的红光。 煞世间, 左侧腾起一道红色巨浪, 铺天盖地板, 带着无边热浪白烟, 滚滚而来。 热浪没有任何花哨的变化, 江寒当头照下。 幻梦异景, 流水异景, 暴炎异景, 还剩下最后一个, 尖兵异景。 一股刺骨的寒意, 自身后席卷而出, 刹那间弥漫四方, 森寒杀意倾盆而出, 将空中的雨水, 冻成无数黄豆大小的冰珠, 打在冰面上啪啪碎开。 寒意速度极快, 转眼间已冲到江寒身前, 好似将四周的空间都冻结了一般。 倒到冰蓝气息流转, 江寒体表的金光之上, 竟在寝客间凝了一层幽蓝的冰晶。 那抹森寒, 竟然透过封天凯的防护之力, 隐隐作用在江寒体内, 让他的动作变得有些迟缓。 可这一丝丝的迟缓, 对江寒并无作用。 随着一道电光闪过, 金光护照表面的寒冰, 哗啦炸成无数碎冰, 消散开来。 也就是在这一刻, 江寒动了。 犹如一轮雷霆大日降临世间, 那刺目的光芒, 让附近四人眼睛下意识迷起。 也就在这时, 雷日骤然收缩, 凝成一道无匹的雷电之力, 咔嚓劈在一道细小的飞剑之上。 奔雷剑吸收雷霆, 化作一道细小电光, 恍如开天辟地一般, 斜着雷鸣, 自于墓中刹那穿过, 击碎无数羽珠, 朝着左侧那滚滚爆炎轰隆冲去。 这一剑, 汇聚了江寒此时全部的灵力, 宁义之法将剑一具在剑身表面, 没有丝毫一散。 剑尖处更是有一道拇指粗的黑色闪电, 斜着一股天威在兴奋的盘旋跳远。 剑如雷电, 瞬息间便移到了那团庞大的爆炎前方。 二者接触, 那毁天灭地般的爆炎之力忽然顿在原地, 下一刻, 爆炎之内炸出一道漆黑雷霆, 所有火焰在一瞬间便被雷霆彻底轰碎。 噗哧! 奔雷剑化作的三寸雷电, 在洪水爆炎之后去世不减, 带着一股灵力杀气, 刹那间穿过对方护体灵盾, 扑斥一声便将那人刺恶地对穿。 什么? 那人惊呼一声, 眼中满是惊骇欲绝之色, 可他来不及多话, 全身汗毛炸起, 一股生死危机般的森寒, 自体内迅速生腾而起。 想起情报中对江涵的描述, 他不敢犹豫, 体内灵力全力爆发, 狠狠撞向那灵力的剑气和侵入经脉的剑气, 顷刻间纠缠在一起。 可就算这样, 一股股爆炸之力, 还是自他体内炸起, 更让他恐怖的是, 在那剑气之中, 一道漆黑的雷霆悄然显出身形。 啪! 雷霆自他体内爆开, 他整个人瞬间呆愣原地, 眼中迅速生起一抹茫然之色, 随后又快速暗淡下去。 雨水自他头顶一穿过, 带着一线黑灰砸在水洼中。 眨眼间, 他身上便被雨珠砸出了无数密密麻麻的坑洞, 哗啦一声扑在地面, 染黑了一片水洼。 第180章 还是太弱, 其余二人一愣之下, 顿时面色大变。 仅是一眨眼的功夫, 江涵竟然顺杀一名, 意境大成境界的杰丹大员满修士。 那早已大成的爆炎意境, 在他的雷霆飞剑之下, 简直不堪一击。 就好似一团张牙舞爪的泡沫一般, 顷刻间便被剑意搅成了一片虚无。 竟然毫无减弱, 只一击便击破了护体灵盾, 其内携带的无尽森寒, 更是将一名杰丹大圆满, 瞬间剿成了一地飞灰。 这一刻, 空中的水龙迟疑了一瞬, 可还是带着滔天距离, 朝着江涵狠狠砸下。 而向四周蔓延的冰晶, 则是快速回缩, 将后方那道曼妙身影, 紧紧防护起来。 可空中的无数雨水, 却在此刻化作了无数冰刺, 调转方向, 铺天盖地一般, 朝着江涵嗖嗖刺举。 每一道冰刺内, 都有一道幽蓝光芒深藏其内, 带着足以顺杀杰丹出气修饰的强大力量, 把江涵彻底笼罩在内。 奔雷剑悄然出现在江涵手中, 其上的紫色电芒在此时彻底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则是一层漆黑的剑影。 他持剑上辽, 是没有任何花哨的剑招, 仿佛只是一记极为普通的挥剑一般。 可那剑身上缭绕的森寒剑意, 却仿佛有着切开一切的力量, 在挥出的一刻, 便将所有冲来的冰刺击成粉碎。 长剑去世不减, 在击碎冰刺之后, 剑尖刚好点在那冲来水龙眉心。 庞大的水龙, 诡异地定在半空, 其内蕴藏的流水之势, 哗哗冲击而下, 可在碰到剑尖的一瞬间, 便迅速崩溃开来。 右侧那道难休, 此时面露惊骇, 心底更是生起一丝莫大的恐惧。 据情报所言, 江涵虽然深具绝世建议, 原因之下, 若无手段, 必然处之即死。 可他的流水意境, 最是不惧这些锋锐之力。 众所周知, 锋锐之力虽强, 可大多后继无力, 难以延续。 无论是多么强大的锋锐之力, 只要碰到他的流水意境, 必会被无尽水流卸去力道, 所有威势都将不复存在。 可他万万没想到, 江涵竟然还有一道雷霆意境, 那道黑色雷霆内, 竟然蕴含意境之力。 情报中, 为何丝毫没有提及雷霆意境事? 若是普通雷霆之力, 他只需扩大流水之意, 雷霆便会分散衰弱。 可他遇到的却是雷霆意境, 于是雷霆便不惧流水, 甚至还能借此增强雷威。 一道黑芒刺入水龙眉心, 咔嚓一声便从其体内一闪而过。 水龙体内亮起一道刺眼的黑芒, 身体好像出现了无数破洞, 哗啦碎裂开来。 这一刻, 天地陷入一片寂静, 剩下那一男一女眼中, 布满了亥然之色。 甚至就连那一直昏昏欲睡, 似是极为无聊的秦梦河, 也悄然站直了身体, 眼中的疲惫彻底消散, 看向江涵的目光中, 多了些认真与凝重。 江涵的剑, 有些出乎他们的预料了。 三种不同的意境, 在江涵的剑下, 却仿佛白纸一般不堪一击。 仅仅是接触的瞬间, 便被击成粉碎。 他那黑色剑意, 到底是什么? 还有那雷霆异景, 他是何时领悟的? 他明明只是杰单中期的修为, 可他所使出的剑意, 却拥有近死原因期的威力。 就算他是万年难遇的天才, 可见一这种东西, 又怎么可能在这么短暂的时间内, 就拥有这等恐怖的威力? 不愧是师尊点名要除掉的人, 果然是资质无双。 秦梦和在短暂的惊讶之后, 很快就回过神来。 就算是再强的天骄又如何, 杰单中期的修为终究是他最大的限制。 若是等你修炼到杰单大圆满, 雷之一竞修至大成, 恐怕连我也不是对手。 他轻轻摇头, 眼中似是有些惋惜。 只可惜, 你没这个机会了。 他承认自己小看了江涵, 可他却没有丝毫担忧。 在绝对的实力压制下, 江涵不过是被他困在笼中的猎物罢了。 就算他雷霆剑一句是强大无匹, 可这等级别的攻击力, 他又能使出几次。 小成境界的意境, 尚不能随意调动天地之力, 以江涵的境界, 就算榨干他的神念, 强行催动天地之力, 恐怕最多用上七八次便已是极限。 待到江涵神念枯竭, 无力再战之时, 他还能作何反抗? 只要他想, 随时可以将这个小小猎物轻易碾死。 他手腕倾台, 四周的空间引有波动扫过, 随后, 他食指点向江涵, 轻声道, 全力杀了他。 随着他的话音落下, 其余二人眼底射出森寒杀意, 死死瞪向江涵。 青蓝两色宝光喷涌出, 将这片天地映成了一片彩色。 青光冲天起, 直撞入乌云当中, 空中的雨势更大了几分, 犹如天空被捅了个窟窿似的, 寝客变成了一道巨大的瀑布, 斜着万钧之力轰轰砸在江涵头顶, 将他提表那道金光, 砸出了道道微弱的涟漪, 瀑布中每一个水滴都运着无边杀意, 饶势江涵也感受到了一股压力。 雨水自金光上弹开, 将四周地面溅出一个个深不见底的坑洞。 紧接着, 一道蓝光自地面急速扑开, 锁过之处, 地面迅速凝结出无数幽蓝色的棱形冰晶。 一道笔之前浓郁无数倍的寒意, 自远处蔓延而来, 阵阵咔咔声响起, 顷刻间将江涵方圆三丈地界, 凝成了一块巨大的尖兵。 江涵手握剑柄, 神色平淡, 目光似是随意地看向那浑身清光闪烁的南修。 雷霆流转, 巨大的尖兵竟连一瞬都没挡住, 咔嚓一声化作无数粉碎, 就连从天而降的瀑布也诡异地顿了一瞬。 就在这一瞬之间, 他身躯默然一动, 身形刹那消失在原地。 右侧的南修身子一紧, 清光陡然大胜, 一道水墓凭空声出, 挡在身前, 全力准备应对江涵的攻击。 可谁知, 江涵的身影却是一闪之下, 陷在了那幽蓝色的女修身前。 他出现的太过突然, 那女修躲在无数冰晶之后, 根本没有预料到, 江涵的目标竟然是他。 清亮的瞳孔骤然收缩, 其内映出一道闪着黑光的雷霆飞剑, 急速向他刺来。 江涵心底隐隐兴奋, 可他那平静如水的眸中, 却没有显露丝毫情感。 他握紧剑柄, 向前直刺而出, 渐渐有两道黑线缭绕旋转, 锁过之处, 幽蓝冰晶瞬间炸成粉碎。 没有一丝顿感, 长剑在接触那女修的瞬间, 便从其眉心一串过。 第181章 终究还是太年轻了。 噗哧, 一声轻响, 剑身内由两道黑芒爆发而出, 转瞬便弥漫那女修身体的每一个角落。 这一剑, 太快。 他好似根本没有感觉到痛苦, 眼中甚至刚刚升起一丝茫然, 便随着一声乍响, 整个身体轰隆一声, 化作血雾四散崩开。 那血雾刚刚冲出, 却又在眨眼间化成了无数黑灰, 被雨水一冲, 便化在了水中。 江涵单手持剑, 神色间没有丝毫意外, 收剑, 转身, 声化雷霆, 朝着那最后一名南修急速冲去。 眼见江涵提剑冲来, 南修眼中顿时涌出无尽惊恐, 可随着一道波纹荡过, 惊恐消散, 化作一股浓郁道极致的杀意, 死死盯着江涵。 他手中持着一灯黑色木棍, 木棍之上青光耀目, 抬起后朝着江涵用力一点。 哄, 地面俱阵, 一条水龙自江涵脚下突然冲出。 龙鹰惊天, 如蛟龙出海, 刚出现的那一刻, 水龙便张开血盆大口, 朝着江涵疯狂咬去。 想杀我? 去死吧。 他大喝一声, 手中长棍连点, 那条水龙的威势蹭蹭蹭, 迅速增强, 转眼间已有了接近原因期的威压。 江涵立在水龙口中, 眼看着前后巨口挤而来, 神色却毫不慌。 雷霆之意灌入剑身, 一缕耀目的黑芒, 如滴落清水的一线墨汁, 在天地间急速斩出。 吃! 常见自龙头横斩而过, 浓郁到极致的流水意境, 在江涵见下, 却根本不堪一击。 南修面色在变, 手中轻光刹那大亮, 一股青色光芒自龙头中汹涌而出, 向着那一缕黑线急速冲来, 可却在接触的一瞬间, 便被又轻易切开。 哗啦! 硕大的龙头, 转眼间化作无数水花四剑开来。 南修眼中惊恐在起, 握紧木棍欲要动作, 可他钢体内灵力刚动, 眼前却呼得一暗, 护体灵顿刹那碎开。 噗痴! 江涵的身影一掠而过, 一缕血线, 他的身体迅速爆成一团黑灰, 转眼便消散一空。 江涵持劲而立, 看向那道轻衣身影, 身上电光刹那涌出。 很不错! 秦梦和站直了身体, 长发飘飘, 实践在侧, 在羽目下颇有些看不清晰。 不过, 你该不会以为这就结束了吧? 他声音飘渺, 让人有些听不打轻。 江涵五指紧握, 正欲有所动作, 耳中却呼地听到一声脆响。 啪! 脑中一震, 眼前的羽目忽然变大, 顷刻间遮住了他的视线。 江涵眼眸微眯, 待他再次看清四周之时, 却见三道身影, 自羽目后悄然出现。 细一看, 却正是那被他刚刚斩杀的两男一女, 三名意境大乘的阴阳宗修士。 不只是样貌, 就连脸上的表情, 还有眼中那一抹杀鸡, 也与之前那三人丝毫无差。 他心底微宁, 这幻梦一景, 果真不简单, 这三人恐怕也是幻景。 可为何, 他们发出的法术攻击, 却又是实打实的威力? 江涵, 你这剑意与雷霆之意虽强, 但你莫要忘了,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就算你天资无双, 可你修行的时间, 终究还是太短了。 秦梦和声音中带了些冷漠, 你杀我阴阳宗那么多门人, 今日, 必要为此付出代价。 我会让你知道, 意境之间亦有强弱之分, 区区两道小城意境, 并不能成为你猖狂的资本。 他看似毫不在意, 眼底却引有杀意弥漫。 经过了一次死亡, 另外三人神色也凝重了许多, 再也不敢把江涵当作一个随手可杀的蝼蚁。 灵力鼓动间, 红青蓝三色灵光汹涌而出, 于空中勾勒出了一座形似山巒的阵法, 把这处天地照在其内。 一股重力从天压下, 江涵身体变得有些迟滞, 可他眼中依然古井无波, 直到, 紫色雷电蕴满双目, 一丝天威, 自他体内溢散而出。 轰隆隆, 一道足有水桶粗的巨大雷霆从天而降, 穿过雨幕, 撕碎山巒, 轰隆劈在寒气弥漫的冰面之上。 雷霆劈啪扑散开来, 煞时间便布满了方圆三里地界, 整个地面仿佛化作了一片雷尺。 江涵一击之后, 便站在原地没了动作, 他的神识却随着雷霆蔓延开来, 虽然他察觉不到对方的位置, 可那无处不在的雷霆之力, 却能大概感知到他们所在。 秦梦河面露讥讽, 这雷霆威力不弱, 竟能一击便破后山阵法, 解了被他身体的压制之力。 可若想凭此雷, 就将他们击败, 对方未免也太不自信了。 当然, 若是千百道同时落下, 也会对他们造成不小的麻烦。 但, 这可能吗? 直到现在, 对方底牌进出, 可却连他们的位置都摸不到, 如此孱弱的神识, 根本无法对他造成任何威胁。 正如他先前所说那般, 禁忌的差距是江涵永远无法越过的天前。 对方此时转弓为首, 停在原地节省灵力, 看来是发现了什么。 可他发现了又如何? 沙阵已成, 就算他发现了不对劲, 他还能将其破开。 他能破了这沙阵, 难道还能破了他的幻梦一锦? 可他这念头刚起, 却见一道运着雷霆的目光, 自前方扫射而来。 一种被看穿的感觉油然而生, 秦梦河一惊之下, 差点惊呼出声。 不可能, 他怎么发现的? 虽然那道视线只是一扫而过, 好似并未发现他们。 可那种被看穿身体的感觉, 还是让秦梦河瞳孔微颤。 这一刻, 他引以为傲的幻境, 好似失去了作用。 江涵他, 好像真的看破了他的幻境。 以先前对方显露出的杀招威力来看, 若是暴露位置, 以他们如今的手段, 只能和江涵勉强周旋。 甚至若是他们任何一人被江涵所杀, 那么杀阵历破, 剩余之人都将成为江涵的剑下亡魂。 这一刻, 他面对的压力, 不亚于当时出现那天骄榜排名第一, 一人独掌三大圆满意境的夜秋云。 死亡的气息如潮水般汹涌而起, 眨眼便将他淹没, 让他再也无法保持镇定。 指着江涵大声喝道, 不要留守, 杀他。 第182章, 天才又如何? 其余三人虽不知发生了什么, 可听到此话, 融合意境放出了那准备许久的杀兆。 三团灵气澎湃而起, 其内运着三种截然不同的意境之力, 于空中会成一团三色灵光, 交融之下, 凝成了一条散着蓝色波纹的冰焰巨龙。 近五十丈长的冰焰巨龙, 气势磅礴, 巨大的双目中甚至有了一丝灵动, 明显已拥有了原因期的实力。 啊! 巨龙仰天怒吼, 体内蓝光急速涌动, 刹那间便在身侧凝成了一团巨大的蓝色冰球。 庞大的双目运着滔天怒火, 嘶吼间冰球冒着熊熊篮火, 如天火将士一般, 斜着灭地之力朝着江寒急速砸来。 如此逼人的强大气势, 终是引来了江寒的目光。 四周凭空生出一股万军压力, 压得他身形一重, 脚下地面被他生生踩下三寸。 江寒斜提长剑, 道道剑意缭绕剑身, 无匹的风锐之意, 溢散而出, 刹那闪过, 自那冰球内一瞬穿过, 再次出现时, 他已在了一处空无一人的虚空之中。 冰球破碎, 可江寒却并未看他一眼。 他右手虚抬, 屡屡黑气自他体内散出, 那是近乎无边无际的庞大剑意。 细小的剑意转眼间弥漫整片天空, 遮住了那乌云, 挡住了清晰而下的雨水。 他要干什么? 不知为何, 秦梦和心底生起一丝浓郁的不安, 心脏感受到了一种仿若死亡的危机, 开始咚咚咚狂跳不止。 他舔了舔干燥的嘴唇, 朝着江寒一直点去, 顿时便有一道波纹在线, 又要干扰对方的动作。 可就在这时, 他却看到江寒抬手食指, 在他面前的虚空中轻轻拨弄了一下。 无边的杀鸡倾洒而下, 秦梦和第一次真实地感受到了死亡的降临。 嗡! 似有一声轻响, 弥漫天空的黑气剧烈翻滚, 刹那间便化作无数黑色短剑, 占据了整片天空。 雨水自短剑间隙冲击而下, 可落地时却化作黑色冰晶, 深深刺入地底。 这是什么招式? 秦梦和瞳孔俱阵, 那每一柄黑色短剑中, 运着连他都感到危险的森寒剑意。 如此多的剑意倾泻而下, 他能否挡得住? 他还未来得及做出动作, 就看到无边剑意默然一动, 朝着他们几人站立之处, 刷刷落下。 几人面色大变, 眼中惊骇欲绝, 纷纷祭出保命法宝, 一时间各色光滑闪烁而出, 中士在那剑意落下之前, 勉强挡了上去。 噗噗噗, 那被光滑笼罩之地, 传出阵阵穿破皮革的沉闷响声, 阵阵惨叫凄厉传出, 这一次, 中士伤到了他们的真身。 片刻后, 剑意终于落了干净。 咔, 咔, 一阵脆响升起, 弥漫天地的雨幕, 竟是化作了镜片一般, 裂出无数道细密裂缝。 裂缝越来越多, 越来越大, 呼吸之间便已弥漫了整片天地, 直到一声炸鸣响起, 四周天地化作无数碎片, 轰隆消散。 久违的阳光自天空落下, 一缕清风吹动发烧, 江涵眼前再也不见了那滔天雨幕。 头顶有一座足有千丈大小的黑白棋盘, 笼着这片天空, 树道化神器的气息在上方隐隐对质。 其中一道是周师叔, 另外三道童源之气, 想必便是阴阳宗的化神器长老了。 脚下的地面早已是千疮百孔, 那三名大乘异静的修士, 身边掉落着树道残破法宝, 隐隐组成了某种防御阵法, 躺在地面不住地吐着鲜血, 拼尽全力阻挡侵入体内的森寒剑意。 但秦梦河却依然站着, 可就算站着, 他面色也是惨白至极, 眼中再也没了出见识的洒脱无趣, 反而多了一抹骇然惊恐, 可在这惊恐之中, 却又藏着一丝即将胜利的喜悦。 虽然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 可如此恐怖的剑也, 你绝无法在短时间内用出第二次。 他嗓音已没了之前的平静, 甚至有些沙哑。 说话间, 他拔剑出鞘, 剑尖指向江涵眉心, 何必装作还有余力的模样? 江涵, 能死在我的剑下, 你能感到荣幸, 何不坦然受死, 莫要让我多费手脚。 江涵只是面色平淡地看他。 你说得对, 这一招, 我短时间内确实无法用出第二次。 引宁一支法施展而出的剑语, 太过消耗神念, 紧一击便将他的神念彻底耗尽。 就算可以再用, 他也不想再用这招了。 秦梦和呵呵轻笑, 若不是身体太过虚弱, 他真想放声大笑。 他是真的没想到江涵竟然强到这种程度, 他真的很强。 可是, 那又如何再强的天才, 终究还是要死在他的手中。 体内涌出一种异样的兴奋, 兴奋的, 他身体都开始颤抖。 他真的, 特别特别喜欢这种虐杀天才的快感。 更何况, 江涵越强, 杀了他之后, 他能拿到的奖励也就越多。 如江涵如今展现出的实力, 足以抵得一位天交榜排名前五的奖励, 那是足以让他在三年内结音的奖励。 既如此, 我便跟一个痛快。 可他话未说完, 却见天空忽然飘来一朵乌云, 黑厚的乌云中有雷光轰隆闪烁。 江涵心里叹息一声, 没了神念之称, 就连天地之力都有些使唤不动, 竟然只能换来这一朵小小的乌云。 他面色沉静, 垂眸看他, 食指朝前倾点, 雷, 轰隆隆, 一道雷光自乌云内险现而出, 不知是不是神念消耗过大, 这一次凝聚雷霆的速度格外的慢。 可就算这样, 那道乌云中的雷光, 也将秦梦河的脸色映成了惨白。 他整个人愣在原地, 眼中满是难以置信之色。 怎么可能? 你怎么还有余裂? 你哪里来的灵力和神念? 他喃喃自语, 呼得抬头看向江涵, 脸上的表情越发惊恐。 莫非? 他忽然想到一个让人胆寒的猜测, 如此不顾消耗的施展雷霆之力, 如此恐怖可怕的雷霆威力。 这等情况, 唯有一种可能。 他眼睛猛得瞪大, 身躯聚颤, 不可思议的喊道。 你的雷霆意境, 已经是大成竞俭。 第183章, 游镜登窟, 你骗鬼呢? 这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有人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内, 就能领悟到大成竞俭的雷霆意境? 对了, 还有那建议, 那铺天盖地的建议, 必然也是大成竞俭, 甚至, 说是大圆满竞俭, 也绝不会有人怀疑。 身具两道意境, 就已是天骄中的天骄, 甚至足以踏足天骄榜前三。 而在区区一个月的时间内, 接连领悟两道意境, 并将其修炼到大成竞俭。 秦梦河眼中有些迷茫, 这已经不算是天骄了吧? 至少, 他从未听过这等天才, 就算在宗门典籍内, 也从未见过。 紫霄建宗莫非上辈子拯救了这个事件? 不然他哪来的滔天气韵, 竟能将江涵这等妖孽收入门下? 可下一刻, 他眼中有雷光闪过, 整个人一个机灵, 快速清醒过来。 不管江涵是什么妖孽, 现在对他最重要的是逃。 他要逃! 心思变转间, 雷霆已当头落下。 当下, 他不敢有丝毫犹豫, 手中凭空出现一道白色玉符, 体内灵力寝客补满, 随后他右手灵力一吐。 哗! 一道波纹急速散开, 传颂之力寝客包裹全身, 赶在雷霆落下之前, 裹着他的身形瞬间消散。 噗! 雷霆击在地面, 打出了一个浅浅的小坑。 这勉强击出的一道雷霆, 也只能吓吓人罢。 随着他的消失, 空中那朵黑白棋盘漠然一转, 带着几道华神气息, 顷刻消失不见, 整片天地再次安静下来。 这些宗门天骄可真难杀。 江涵脑中昏沉, 眼前更是阵阵发黑, 只让他想就此倒地睡下。 所有神念被消耗了得干净, 他是真的有些扛不住了。 他自天空晃悠悠地落下, 强撑着精神, 朝着那三名还在和剑一拼杀地修饰走去。 不知是不是忘了, 无论是秦梦河, 还是阴阳宗的华神长老, 走的时候竟然没把这三人带走。 眼看江涵越走越近, 三人面露惊骇, 刚要开口求饶, 却有一道剑光急速掠过。 三生闷想接连响起, 江涵用尽了最后一丝力气, 忍着眼前的漆黑扑通一声坐在了血污之中。 这一招, 以后可不能随意动用了。 至少在他寻到增强神念的方法之前, 他是不会再用这招了。 这是他第一次这样用剑一对敌, 不得不说, 威力尚可, 但是神念消耗太大。 若是神念再强一些, 再多一些, 将剑一凝为三寸小剑, 彻底将宁一支法修制入门, 恐怕一轮剑雨下去, 这几人根本就没有反抗的机会。 不过, 不愧是天骄榜排名第八的天骄, 不但一身法宝众多, 一手幻梦一锦, 更是极为难缠。 若不是凭借雷霆之力, 勉强确定了对方几人的位置, 最后又以大范围的剑雨, 将对方强行击溃, 恐怕到最后, 吃亏的还会是他。 只能说, 他的幻梦一锦还不够火候, 这才让自己抓到了一丝破绽。 江涵盘膝做好, 眼睛却并未闭起, 就算他现在已经极为虚弱, 可他右手掌中, 却始终扣着一道黑色雷霆。 他可记得很清楚, 丁若梦的情报中提到过, 这一次, 阴阳宗除了这四人之外, 还带着一只原因弃的妖兽, 但直到现在, 那妖兽却是没有露出一丝踪迹。 江涵取出一粒恢复神念的丹药符下, 打作调息。 不管那妖兽身在何方, 只要他敢出现, 那一道准备已久的寂灭神雷, 足以打得对方一个猝不及防。 甚至若是危机关头, 他还可以放出剑灵对敌。 不过, 他的剑灵太过特殊, 若非生死危机, 他真的不想麻烦他。 四思清凉出现在石海之中, 透支的神念在丹药下快速恢复。 时间如水逝去, 可直到他完全恢复, 仍未见到那妖兽踪迹。 正在江涵暗自警惕时, 在离此不远处的一处, 隐藏极深的虚空中, 挤到人影却在争吵不休。 不知是不是怕被江涵听到, 就连争吵的声音都显得有些小心翼翼。 谁爱去谁去, 反正我不去。 林青竹低声骂道, 不过一些宝贝罢了, 他想要给他救世了, 还能以此结个善缘, 这难道不好吗? 你就非要去找他麻烦。 这可不是我要找他麻烦, 这是宗门的命令。 孟延从牙缝中挤出几个字, 恨恨地瞪着林青竹, 眼角余光, 却又不时从江涵身上飘过。 你也看到了, 此子现在不过结单中期, 实力就如此恐怖, 若是等他成长起来, 我们还不得被他一个个踩到脚底下去。 你别以为你是林长老的玄孙, 就可以违抗宗门命令, 这件事可由不得你, 要么跟我们一起上, 要么我先把你丢出去。 哦, 林青竹拖了个长长的尾音, 朝着孟延指指点点, 原来你也知道他现在强得不像话。 那你还逼着, 我们去送死。 你没看天交榜第八的秦梦河 都被江涵打跑了, 剩下三个也被砍死, 除了那一堆法宝, 连个渣都没剩下来。 你在天交榜才排第十二名, 你以为你比秦梦河还强? 孟延顿时语色, 他自是比不过秦梦河的, 可他现在明显已是游进灯窟, 此时出手, 正是最好的时机。 哼, 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 忍不住打了个哆嗦。 他要是再相信江涵游进灯窟, 他就是傻子。 不过不得不说, 江涵还真是妖念, 在秘境初次遇到的时候, 明明还只是比他强上一点罢了。 可这才过去五天时间, 对方竟然已经能单挑四名天交榜的强者, 甚至连那在天交榜排名第八的秦梦河 都完全不是他的对手。 这恐怖的成长速度, 简直让他感到绝望。 如此成长下去, 假以时日, 对方未来绝对能成为一尊 踏入天交榜前三的强者。 再加上他今日这番骇人听闻的战绩, 不出几日, 江涵之名定能传遍各宗, 成为在整个修真界都叫得上名号的天交。 想到这里, 林青竹更是退后几步, 和其余几人拉开距离。 现在若是对江涵出手, 他们这几个人怕是一个照面都撑不住。 更何况, 图什么? 又没多大仇, 又拿不到好处, 风险还这么大。 这要是上去找麻烦, 那不纯纯脑科有包? 反正我不去, 你要把我丢出去, 我转头就跑。 第184章 半根虎妖。 吱呀吱呀的声响, 在破庙前的空地上远远传开。 江涵偏头看去, 等了这么久, 那妖兽还不现身, 莫非是出了什么自己不知道的变故? 他手脸思绪, 目光看向不远处, 躺在血污中的几件法榜上面。 最吸引他目光的, 莫过于那根黑色木棍。 当时他可看得清楚, 已经威力极强的水龙, 在木棍点动间, 威力竟然又接连增强了三成左右。 若能将这股力量加持在雷霆之上, 必能让他实力再增几分, 未来遇到这些天骄, 也能更多几分将其斩杀的把握。 伸手一招, 几人的储物法宝和那几件灵光闪烁的法宝, 便凭空飞来, 悬在身前。 他率先将那木棍拿入手中, 神石扫过, 眼底顿时闪出微光。 此物, 竟然是一件天阶二品的法宝。 不愧是极其难得的天阶法宝, 竟然有此等逆天威能。 江涵神石侵入旗内, 将那木棍炼化。 他调动体内灵力, 于手中化作一道雷霆。 随着他心念一起, 木棍亮起一道清光射向雷霆, 雷霆的威力瞬间增了一成, 而且与他体内的灵力并无丝毫损耗, 唯独损了一些神念。 接着清光再起, 直至将雷霆威力又增了三成, 但他的神念又消耗了将近两成。 果然可以。 江涵眼前一亮, 有此物相助, 他在遇到那些天骄, 心中也多了几分底气。 不过此物太过消耗神念, 于他而言, 不能常用。 接着他心念一动, 木棍缓缓缓缩小, 竟在几个呼吸间化作了一枚黑色戒指, 被他戴在右手。 他尝试着调动灵力, 一道雷霆自右手冲出, 在脱手而出的瞬间, 气息便陡然增了一成。 这样也行, 威力自然比之前也要强上一分, 这在战斗之时, 便是代表着同样的灵力, 他能发挥出更强的实力。 至于其他几件法宝, 都是些地阶法宝, 没什么有用的, 只能留着换些灵石罢了。 倒是在几人的储物袋中, 又找到了价值近百万上品灵石的资源。 果然, 和这些天骄厮杀, 才是获得资源最快的方法。 江涵收起法宝, 自地面站起, 紫袍上有一道灵光闪过, 便将满身血污驱散。 他攥紧手掌, 一道雷霆盘绕指尖, 缓缓走向那残破的庙门。 从外面看去, 黑洞洞的破庙, 仿佛一张责人而适的大口, 散出一抹道不明的诡异。 砰! 庙门被一道狂风砸开, 可当他看清里面景象之时, 整个人却是一愣。 一束阳光自破碎的屋顶照下, 将庙内照得亮堂了几分。 而在破庙中间的供桌上, 一只粉色的狐狸盘膝而坐, 彭松的尾巴在身后扫来扫去, 手中抱着一只比他身子都要大的瘦腿, 啃得正香。 似时听到声响, 粉蓉蓉的尖耳灵巧竖起, 腮帮子一鼓一鼓地朝门外看来, 清澈的目光和门外的姜涵撞了个正正。 他脸上一僵, 眼中闪过一瞬迷茫, 正在咀嚼的动作也逐渐停了下来。 大大的眼睛, 呆呆地看着站在门口的姜涵。 咕咚, 塞了满嘴的瘦肉, 被他强行咽了下去, 脖子出那一圈厚厚厚的粉毛颤动几下, 一脸猛圈地看着姜涵。 然后, 隔, 打了个隔。 所以, 你是从沐远海而来, 到紫霄剑宗拜师学剑的? 姜涵手中拿着一封介绍信, 看着上面比他好看, 不知多少倍的字迹, 视线在右下角那个独属于紫霄剑宗的紫霄神剑印记上顿了一下, 勉强信了他的胡话。 嗯嗯嗯, 我可是要做狐足第一个剑心的狐猎。 两只大眼睛亮晶晶地看着姜涵, 沐远海离此处足有千万里, 他是怎么过来的? 姜涵看着他略有皱眉, 剑先什么的先放一放, 那个在此处蛊惑人心, 让人打猎肉食的那个妖邪, 就是你。 粉毛狐狸脖子一缩, 眨巴两下大眼睛, 嗓音清脆, 我给了零食的。 给零食了? 怎么没听镇长说过? 姜涵把介绍信叠好递回去, 之前来了五个同门, 你可曾见过? 见了见了, 小狐狸收好信件, 几下蹦到神像肩头, 一手提着兽腿, 一手指着神像后边, 都在这绑着呢。 姜涵脸一黑, 赶忙上前把人救了出来, 好在几人只是被封住法力, 倒是并未受伤。 怎么回事? 小狐狸一听, 立刻叽叽喳喳地说起了缘由。 姜涵听了一会儿就明白了, 原来今日沉时, 他们几个变到了, 正在和狐狸交涉之时, 阴阳宗几人忽然出现, 他们几个根本不是对手。 后来阴阳宗几人用他们的预检发了求救信息, 接下来的事就是姜涵到此遭遇埋伏了。 你可见他们带了一只圆阴气的妖兽。 妖? 小狐狸歪头想了想, 随后看向那被他啃了大半的瘦腿, 小短腿下意识退了半步, 但不知想到了什么, 还是颇为不舍地递了过来。 还有半根? 你要吃吗? 姜涵顺着望去, 目光顿时一凝, 那瘦腿果然散着一股圆阴气的气息, 而且看上面的纹路竟像是一只狐妖。 这狐狸不过杰单初期修为, 是怎么把一只圆阴气的狐妖给吃了的。 他细细打亮了粉毛狐狸一眼, 却看不出什么异样。 这狐狸绝不像表面看起来那般简单。 既然如此, 你便随我一道, 回此萧建宗。 姜涵带上昏迷不醒的五人, 身旁跟着一只蹦蹦跳跳的粉毛狐狸, 往围山正方向去。 你可有名字? 有啊, 我叫苏小小, 是祭司大人给我取的名字。 祭司大人? 想必是狐族祭司了。 沐远海那么远, 你怎么过来的? 有大鹏啊, 我有很多很多很多灵石, 包了一只大鹏, 带我飞过来的。 那大鹏呢? 他呀, 自己做传送证回去了。 以后, 还是别跟人说你有很多灵石了。 第185章, 哪来的狐妖? 咦? 为什么? 苏小小三两下蹦到江涵尖头, 眨巴着大眼睛看他。 如此近的距离, 让江涵不由政了一下。 活了这么多年, 还从未有妖和他这般亲近过。 他脚下微顿, 心底涌起一丝悸动, 忍不住想摸摸他那毛茸茸的小脑袋。 可他转念一想, 这么做怕是有些不礼貌, 于是忍住冲动, 声音揉了几分。 没什么, 你听我的就是了。 哦, 苏小小虽然不懂, 但并不在意, 站直了身子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江涵步伐快了几分, 我叫江涵。 哦, 江师兄? 你还没加入宗门? 未曾拜师, 不能叫我师兄。 我去了就能拜师, 你早晚会是师兄啊。 江涵不知他哪来的自信, 不过转念一想, 一个能把元英七妖兽当食物的狐妖。 而且还是紫霄剑宗麾下, 镇守牧原海一带, 天心狐一族的狐妖, 属于是自家人了。 说不定, 师父还真可能同意收他入门。 前辈? 冯玉清还等在原地, 见江涵回来, 急忙恭敬地迎上前行礼。 虽然离得远, 但那边天空中的异象, 他可是看得清清楚楚。 方才那几道气息, 隔了这么远传来, 都把他吓得心胆俱颤, 差点跪下求饶。 那处在中心处的江涵, 到底有多强? 特别是当他看清对方身侧, 玄置得几道人影后, 心里更是咯噔一声。 若是这么多紫霄剑宗弟子死在这里, 他这阵仗可就做到头了。 前辈, 那妖邪可曾除去? 冯阵长? 江涵停步, 偏头看了眼趴在肩头的苏小小。 此处并无妖邪, 不过是只贪吃的狐妖。 说到这, 他皱眉问道。 不过, 据狐妖所说, 他不曾蛊惑百姓, 而是给了零食, 让那些猎虎帮忙抓了些鸡鸭罢了, 为何却传出妖邪之言? 对, 我给了零食的, 他们怎么能说我是抢的? 苏小小在江涵肩头直接蹦了起来, 插着腰大声叫喊, 不过配上他那形象, 看起来实在没有威慑力。 什么? 冯玉清一惊, 偷偷看了苏小小一眼, 慌忙拱手道。 此事定有误会, 还请前辈捎带片刻。 我去将那几人带来, 一问便知。 也好, 江涵安抚了一番苏小小, 在原地等着冯玉清回来。 冯玉清动作很快, 贴着几张风行符, 不过展查时间, 便将那几个猎虎带了回来。 先, 先查? 他们哆哆嗦嗦地行礼, 好像很是惧怕。 江涵还没说话, 苏小小就从他肩头蹦了下去, 落到几名猎虎身前, 仰头骂道。 你们几个坏人, 我明明给了零食买的鸡鸭, 你们为什么说我没给零食, 还到处说我坏话? 此话一出, 几个本就心中忐忑的猎虎, 忠实到了承受极限, 双腿一软, 竟扑通一声跪了下去。 仙长饶命, 仙长饶命, 这也不怪我们啊, 实在是狐仙给的太多了, 只要一只野鸡, 就能换来一块比金子还贵的宝石, 我们也是一时鬼迷心窍, 想着如果传出这里有妖邪, 别人就不敢再来, 也就不会被人抢了这份天降富贵。 说完, 几人砰砰砰磕起头来, 江涵不动生死地一开身子, 躲开了几人, 独流苏小小在那双手插腰, 仰着头颇为不愤地瞪着他们, 不过他也听明白了, 就是这几人一时起了贪念, 散播谣言想要独占这破天的富贵。 仙长饶命, 仙长饶命啊, 我家里还有老婆孩子, 我要是死了, 他们可怎么办啊? 仙长, 您看在我那刚满月的孩子份上, 饶了我这次吧? 几人以头抢地, 哭得那叫一个撕心裂肺, 可这其中有几分真心, 那就不好说了。 哼, 知道错了就好, 苏小小倒也没打算追究, 对他来说, 一块上品零食买之机根本不算什么, 反正他有的是零食。 他蹦蹦跳跳地回到江涵尖头, 俯视着下方几人, 翠一声道, 都起来吧, 我原谅你们了。 几人一听, 急忙起身, 千恩万谢仙长不杀之恩。 细看之下就能发现, 几人虽然哭得惨, 却一滴眼泪都没, 额头更是连一丝红印也无。 江涵见状, 皱眉道, 人在做天在看, 以后切莫做这等伤天害理之事, 不然, 日后定会自食哭过。 是是是, 仙长教训的是, 几人因得痛快, 不过一眼就能看出, 他们只是敷衍之语。 江涵摇头, 都不怕, 还敢胡乱散播谣言。 目光扫过, 却瞥见冯玉清眼中的一丝异色, 开口道, 冯镇长, 此件事了, 就此告辞。 冯玉清回神急忙看去, 却正好看到江涵目中的警告之色, 心下意领, 连忙行礼道。 多谢前辈相助, 晚辈和围山镇百姓感激不尽。 江涵摇头不再多说, 能做的他都做了。 只希望那几人莫要再贪心, 交出零食和冯玉清换些经营, 既能摆脱惦记, 又能换来一家平安。 他也曾在底层待过很长时间, 深知匹夫无罪怀必其罪的道理。 对于一个低阶修士来说, 金银财宝无甚用处, 可一块能助他修炼的灵石, 那就是天大的宝贝。 江涵顿速极快, 数个呼吸间便已上了战船。 刚踏上船头, 两道目光便凝在江涵身上。 师姐, 白师兄, 江涵招呼一声, 先将五人放入船舱, 等待回宗后救治。 干得不错。 此战之后, 其他宗门若无绝对把握, 定然不敢随意对你出手。 白木剑有些感慨, 距离江涵悟出剑意后, 这才过了多久? 五天? 之前对方能领悟到宁义之法的时候, 就已经让他极为震惊了。 可方才, 他竟然看到江涵用出了更强的剑意之语, 将对面比他更强的那些天骄, 硬生生压地抬不起头来。 这可是化神七才能使出的招式吧? 虽说他的剑语威力尚弱, 可关键是, 他哪来的那么多剑意? 难道他的剑意也和雷霆一般, 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 这怎么可能啊? 但当他目光一转, 看到苏小小的时候, 视线顿时一凝。 这狐妖哪来的? 剑的。 江涵催动灭心舟, 王子肖剑踪飞去, 就是围山镇上报的那只妖邪。 他将事情大概说了一遍, 听得白木剑直皱眉头。 沐远海的天心狐? 能吃原因妖兽的结丹? 他看向苏小小平坦的小腹似是在怀疑, 他这小个子是怎么把一只猿鹰漆虎妖吃下去的。 第186章, 绝对是故意的, 他不像是天心狐, 杜宇成自船舱快步走出, 两眼放光地看着苏小小。 我见过天心狐, 没他这么能吃。 他上前, 红着脸看了江涵一眼, 接着不由分说, 从他肩头抱起正在东张西望的苏小小, 把他按在怀里, 用力揉了一把那柔顺丝滑的粉毛。 哎呀, 嗯, 苏小小惊叫一声, 却也不反抗, 蹬着四肢, 极为舒服地眯起眼睛, 躺在杜宇成怀里, 舒服地吸了一大口气。 他还带了介绍信, 等回去让师父看看便是了。 江涵看着玩闹的一人一胡, 感觉有些奇怪, 他从未见过师姐这副模样, 他好像挺喜欢狐狸。 一句没见识的, 这是吞星狐, 乃是仙界十大仙兽中排名第三的仙兽。 剑林四世有些易懂, 吞星狐? 一只贪吃的狐狸罢了, 除了长得可爱, 手感超好, 乖巧懂事还会撒娇卖萌之外, 简直一无是处。 他说得极其不屑, 可怎么听着一股酸酸的味道? 江涵, 你快找个机会把我放出去, 我要帮你养狐狸。 丁师兄, 这是你今日要用的练器资源, 请收好。 林玄喜滋滋地将一个大箱子交到一个男修手中, 脸上都快笑出花来了。 这才短短十天时间, 他足足攒了二十万气运值。 虽然比不得前些天在太医秘境的时候, 但这在江涵走后, 已经是他做梦都不敢想的好事了。 现在正值宗内重建之时, 他又刚好被分配到分发资源的岗位, 短短半月时间, 他将宗内小半弟子尽数标记。 只要他想, 随时可以把他们全部细干。 不过, 顾忌倒可能会引起怀疑, 所以他只能在每个人身上少吸一点, 积少成多。 不过就算这样, 他的修为, 经过这些天的缓慢升级, 也已经到了结单初期巅峰, 随时可以晋级结单中期。 到那时, 他和江涵之间, 实力就没有太大差距了。 只要他快速结阴, 若是在遇到对方, 以碾压一个大竞技的实力差距, 他定要报那日, 差点被数百道雷霆劈死的血仇。 丁师兄接过箱子清点后装好, 笑道, 林师弟果真是天纵之姿, 这才刚结单半个月吧。 竟然已经将境界稳固, 甚至有了结单初期巅峰的气象, 怕是要不了多久, 师弟就能突破到结单中期了吧。 林璇连忙摆手, 哪里哪里, 师弟只是侥幸有所突破, 丁师兄实在是过奖了。 哀灵师弟莫要谦虚, 你若是能在一个月内突破到结单中期, 那你的资质, 可就能赶上那紫霄见宗的江涵了。 林璇原本笑得正开心, 听到这话, 脸上笑容顿时一僵, 嘴角勉强扯出一丝弧度, 单巴巴地说道, 林师兄, 怪我怪我, 丁师兄连忙让到一旁, 却又不走, 而是接着对林璇说道, 说起这江涵, 那可真不愧是传说中的绝世添交。 据说他加入紫霄见宗之时, 也才刚刚驻基而已, 至今也不过半年时间, 却已接连突破到结单中期修为。 若不是亲耳所听, 我是万万不能相信啊。 他说的感慨, 林璇听得脑壳痛, 旁人却积极附和。 不止如此, 听说半个月前, 他就在太医秘境立压同街, 义人接过林璇帝来的储物袋, 自觉地走到一旁, 和丁师兄大声讨论起来。 更是以义人之力, 杀了我们林天宗和阴阳宗好多师兄弟, 简直就是一个天生的杀配。 以林师弟的天资, 修为很快就能追上那丝, 到时师弟可要出手, 为师兄弟们报仇血恨。 林璇脸上的笑有些挂不住了, 他虽然想去报仇, 可那也得打得过才行啊。 就他现在的修为, 说实在的, 他还真没什么信心。 可现在, 那么多人都看着他, 他怎么回? 他只能先硬想。 那是自然, 若我修为足够, 定会将那杀配斩杀, 为师兄弟们报仇。 林璇面色肃穆, 说得正气凛然, 话音刚落便引来一阵叫好。 好, 林师弟果然是天之阴节, 以后斩杀将寒, 为同门报仇的重任, 就交给林师弟了。 林璇心里一惊, 这是哪个混蛋, 到底会不会说话? 他就只是客气一下, 这大帽子就给扣下来了。 他心中暗恨, 记住了那人长相, 是要把对方吸干不可。 就在这时, 一道不和谐的声音又传了出来。 哎, 不是我打击各位, 以林师弟如今的修为, 恐怕不是江涵对手。 林璇面前的一位南修, 丝毫不顾林璇逐渐发黑的脸色, 摇头叹息道。 据林副宫那边传出来的消息, 就在五天前, 阴阳宗在天交榜排名第八的高手, 秦梦河, 带着三名天交榜排名前摆的天交, 于半路截杀江涵。 此话一出, 顿时激起轩然大波。 哇, 竟然连天交榜第八的高手都出动了。 江涵这次, 定是必死无疑了。 那可不, 江涵再厉害, 那也只是区区杰单中期的修为。 就算他有了碾压同级的实力, 可最多, 他也只能是堪堪机身天交榜百名开外罢了。 遇到那些真正的高手, 恐怕轻易就能将他击杀。 爱政你可猜错了。 那南修摇头叹道。 诸位有所不知, 江涵纳斯实在太过恐怖, 当日秦梦河亲自出手, 以幻梦异境, 加之另外三位天交, 全力出手之下。 他缓缓悬身环顾一圈, 见所有人都在看着他, 这才转回身来, 探头到林玄面前, 摇头说道, 竟然未能伤到江涵分毫啊。 林玄看着近在咫尺的那张大脸, 整个人都要炸了。 你他妈说就说。 你凑我脸上说是什么意思啊? 故意的是吧? 第187章 骗到异境。 混账玩意, 你等着, 你看我怎么吸你吧。 可就算心中再怒,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林玄也不敢露出分毫, 反而勉强扯着嘴角, 干涩地配合道。 江涵他, 他竟然这么强。 碰, 他就是这么强。 那人猛地一拍桌子, 丝毫不顾即被吓得一个机灵的林玄, 转身对着众人大声喝道。 他不但毫发无伤, 并且当场将三名天交榜前摆的强者斩杀, 就连秦梦河也是自毁了一件天阶法宝, 才找到机会重伤逃顿。 不可能。 林玄不禁惊呼出口, 那可是四名天交榜强者联手, 竟然都不是江涵的对手。 更让他难以置信的是, 竟然还被对方反杀三名高手。 在他的印象中, 江涵就算天赋再强, 但终究修炼时日尚短, 和那些真正的天交比起来, 比运忠实不足。 也就能欺负欺负这些意境小成, 还有那些没有领悟意境的弟子。 可现在, 就连天交榜前摆的高手, 他都能给杀了。 要知道, 踏入天交榜前摆的, 最少也是一经大成的天交。 那些人, 哪个不是各宗名声在外的强者, 可就连他们, 竟然也不是江涵的对手。 林玄有些愣着, 这才不过时日未见, 江涵竟然, 已经强到这种程度了。 不是, 到底是谁在开挂啊? 自己有系统帮忙, 修炼速度竟然远远追不上他。 他到底怎么修炼的? 这也太离谱了吧? 怎么不可能? 这可是林副公孟严亲口所说, 还能有假。 那孟严是谁? 他可是天交榜排名第十二, 同样是一经大圆满的高手。 他能说谎话忽悠人? 煞时间, 众人看向林玄的目光, 变得十分古怪。 江涵这么强, 那林师弟可怎么办? 以他现在的实力, 根本不是对手。 若是遇到, 岂不是白白送命? 林师弟可要努力了, 虽说天赋强势一方面, 可若是没有领悟意境, 就算修炼速度再快, 恐怕也难是江涵的对手。 一道道目光落在林玄身上, 把他看得整个人都要炸了。 虽然他们没有明说, 可那眼神不就是在看不起他? 他们不过是一群内门弟子, 有什么资格看不起自己这个清传弟子? 一群混账, 不好好领东西干活, 全在这消遣他。 若不是职责所在, 若不是修为不足, 他真想撕烂这些人的臭嘴。 等着吧, 今天就从你们开始歇。 门外, 墨秋霜正从宝殿外路过, 见到江涵名字传来的时候, 他便下意识听了步子, 侧耳细细听取。 夏浅浅不知所谓, 疑惑间也凝神听着店内传来的震震惊呼。 当听到江涵遇到截杀, 并将对方反杀之时, 他神色终是有了变化, 无嘴惊恐地看向墨秋霜。 可当他转头, 却只看到大师姐向来淡漠的脸上, 竟然出现了正然之色。 没想到, 他竟已成长到了这个地步。 墨秋霜轻叹一声, 自太医秘境时, 他便已经知道, 江涵实力足以踏入天骄榜前三十位。 甚至假以时日, 他踏足天骄榜前十, 甚至前三, 那也是水到渠成之事。 可他怎么也没想到, 江涵竟然在短短几日时间内, 强到了这个地步。 斩杀三明, 意境大成天骄, 击退天骄榜第八的秦孟和。 秦孟和可是阴阳中亲历培养的高手, 一路走来不知花费了多少资源。 而江涵用掉的资源, 恐怕不及他万分之一, 甚至连他的零头都比不上。 可就算这样, 他竟然完全不是江涵的对手。 莫秋双心中感慨复杂, 想起江涵近日种种, 不免觉得胸口憋闷。 每次见到江涵之时, 他都要比先前强上数倍。 现在他的实力, 怕是已踏入天骄榜前五之列, 若是下次再见, 他的实力是否可以斩灭原因了? 可他转念一想, 若是细说起来, 江涵此次脱险, 还是多亏了他给的情报提醒。 要不然, 若是他贸然踏入陷阱, 仓皇应对之下, 任他实力再强, 怕是也要就此丧命。 再不计, 也定会身负重伤, 损伤到根基, 断了未来道徒。 原来, 多亏了自己, 他才能安然无恙。 想到这里, 莫秋双道心通透了不少, 自己终究, 还是尽到了师姐的责任。 自己终究, 还是帮到了江涵, 也正因为自己的帮助, 不但让他保全性命, 也让他得以再修真戒扬名。 一股清明道运流转出, 虽有些摇摇晃晃, 像是下一刻就要散开一般。 可他终究, 还是停在了莫秋双星湖之内。 青帘散出阵阵清光, 一片连夜悄然复现, 攀上那已濒临破碎的青帘, 补上了一大块缺口, 只需再恢复一片连夜, 便能让他修为静覆, 重回巅峰。 莫秋双气势急速攀升, 眼中流露强烈的自信, 眨眼间, 气势便突破原因后期, 达到了原音大圆满境界。 一道崭新的意境之力, 自他体内涌现而出, 朦胧模糊, 似那无上大道一般, 可细细看去, 却又极为真实。 骗到意境, 莫秋双声如文英泥南, 眼中闪过一瞬迷茫, 不过很快就再次坚定下来。 他确实帮到他了, 这一点, 谁也不能否认。 而站在旁边的夏浅浅, 却并没有注意到莫秋双的变化, 而是捂着嘴巴, 瞳孔颤抖地看着店内闹哄哄的众人。 天交榜, 那可是四名天交榜高手。 不仅有三名排名前百的意境大成者, 更是有排名第八的秦梦河。 可就算是他们遇到江涵, 也只能是死的死, 逃的逃。 他觉得一切都是那么不真实, 江涵结单不过越鱼, 甚至突破结单中期, 距离当时也才过去几天的时间。 他怎么这么快, 就有了天交榜前十的实力。 他又是何时, 有了真挚圆满境界的意境? 夏浅浅心中特别难受。 他为了领悟意境, 不知花了多少心思, 用掉了多少资源。 可眼看着五师妹和六师妹陆续越过他, 凝结结因, 直到如今, 他还只是结单大圆满的修为, 更是一直未能领悟到一丝意境。 和江涵比起来, 他败得一败涂地, 被踩得体无完肤。 以江涵这等悟性, 这等妖孽般的天资, 他要如何才能赶上? 自己到底要如何, 才能帮到他? 第188章, 遭雷劈了吧? 他转头看向墨秋霜, 想要从师姐那里寻显安慰。 可他刚看过去, 顿时瞳孔皱缩, 心底更是掀起滔天巨浪。 大师姐的修为, 恢复了。 他怎么做到的? 难道是因为江涵? 不, 是因为那份情报。 难道, 这真的有用? 夏浅浅呼吸急促, 原来这样真的有用。 他是不是也能以大师姐那种方式, 来寻求一丝心安? 夏浅浅心绪逐渐平静下来, 他真的不想欺骗自己, 可是, 他也是真的想活下去。 阴阳中, 清传弟子洞府, 秦梦河身披薄纱, 盘膝而坐, 肩头立着一只红色捧鸟, 尖锐利爪, 深深陷入他的肩肉内, 在光洁白嫩的皮肤上, 留下了几道浅淡血痕。 红鸟眼中散出缕缕粉色雾气, 飘散而下, 被他吸入体内, 让他的面色逐渐红润起来。 斩查时间很快过去, 随着最后一缕雾气没入口鼻, 他默然睁开眼睛, 眼中金光一闪, 消散后, 却露出了眼底的一抹诗神。 江寒, 他修道至今, 虽说不是一路畅通无阻, 可他所欲敌手, 据是各宗添交之辈。 何曾被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小结丹中妻, 伤成这副模样? 乃至, 还被逼到, 只能自毁法宝, 丢弃同门, 狼狈而逃。 这对他而言, 是从未有过的屈辱, 提到他的名字, 提到他曾被江寒击败, 狼狈而逃。 若要洗刷这份耻辱, 唯有一个办法。 秦梦和眼底闪过寒意, 只有以江寒的血, 济告天下, 才能洗刷他今日所遭受的屈辱。 他此次落败, 不过是错顾了江寒的底细, 认为他只是一个随手可杀的小小结丹。 谁能想到, 他竟然身具两种大乘意境, 一时大意之下, 才被他钻了空子。 若是自己全力应对, 定然不会被他找到破绽, 从而将他戏耍致死。 哼, 此次倒也不是毫无收获, 至少, 以后对敌时能再警惕一些, 说不定便能凭此躲掉一次致命危机。 秦梦和自语一番, 随后披上青山, 往书阁而去。 他要去找一门隐宗藏行之法, 下次再见之时, 江寒定然无法寻到他的真身所在。 到那时, 胜负就在他一念之间, 紫霄建宗, 紫霄大殿。 雷青川副手踏步, 听着十余位长老汇报情报。 宗主将失职一战成名, 如今各一流宗门, 均已听闻将失职战胜秦梦和的消息。 众人皆言, 紫霄建宗出了一位绝世妖念, 未来必定登顶。 麾下众多宗门和家族, 以此为傲, 多次派人前来祝贺。 而仅剩的那三成顽固家族, 在江失职名声传开后, 已连夜将欠缺资源补齐, 接下来只需妥善安置, 便可无忧了。 哼, 算他们识相, 倒也省得我多费手脚。 雷青川虽是在骂, 但脸上却是抑制不住的笑意, 片刻后终是忍不住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 这群乌合之众, 听到我徒儿名声便吓成这般模样。 待日后, 江汉扫平四宗, 站在顶峰之时, 便是我紫霄建宗, 再现万宗朝贺之事。 宗主所言即是, 日后便不是我们让他们上交资源, 而是他们求着紫霄建宗, 收下他们线上的资源。 一时间, 大殿内荡出阵阵爽马笑声。 可就在这时, 义长老却忧心忡忡道, 宗主切莫大意, 眼下还有一桩麻烦事。 嗯? 雷青川脸去笑意, 封长老且说来听听。 封长老面有愁容, 叹道, 还不是那林天宗, 他们宗内不知出了何事, 导致宗门破碎, 资源短缺。 据闻, 说是纪宗主合力斩杀了一阵在杜妃升级的邪修, 导致林天宗山门被毁。 如此情况下, 他们放出消息, 说是斩灭邪修, 获了修真戒太平, 林天宗不求回报, 但山门破碎, 无力修补, 只能将赤金石价格往上提了五成, 以多余资源修补山门。 如此一来, 使得我宗主建峰最近资源消耗大增, 如此下去, 怕是要白白浪费数不清的资源。 赤金石? 杜妃升级的邪修? 雷青川脸色一沉, 简直胡说八道。 纪玉禅那个娘们, 就会搞这些上不得台面的手段。 如今天下太平, 就算有邪修, 顶多不过原音其修为, 哪有什么杜劫邪修? 他那林天宗, 估计就是天道, 看不惯他的做派, 造了天谴了。 陈寅片刻后, 他接着说道, 邪修是八成为假, 但他单单长了赤金石的价, 明显就是针对我们。 还想扯着护卫修真戒的大旗, 让紫霄建宗帮他填补空缺。 他想得美。 如今, 诸多凡人国度尽在手中, 过不了十年, 必然有无数天赋, 绝佳的弟子陆续出现。 谁在乎什么狗屁名声? 既然他涨价, 那我们就不要了。 给我停了与林天宗的赤金石交易, 从其他宗门手中大肆购入赤金石, 朱建峰暂且用着。 另外, 让宝光阁加大赤金石矿脉搜寻, 并且让光长老想办法, 尽快找出赤金石的替代品。 把林天宗常用的那几种灵草矿石, 价格给我翻一倍。 他能涨, 我也能涨, 看谁耗得过谁。 这时, 一直沉默的黄长老, 突然开口说道, 宗主, 据说玄道山内藏有无数灵脉矿脉, 不如, 派人去玄道山找一找。 玄道山? 雷青川脸色灰暗, 黄长老应该知晓, 现今, 门下结单元英弟子中, 可用之人不多, 在玄道山争夺中, 我们一直处于劣势, 被其他四宗压制太甚, 实在是腾不开人手, 去寻找矿脉。 宗主, 黄长老神秘兮兮地说道, 江世之如今实力已然不弱, 就算去了玄道山, 也不必太过担忧安危, 不如, 让江世之前去。 江涵, 雷青川有些犹豫, 祭天大典已准备得差不多了, 江涵还要留下, 则日策封宗门圣子。 宗主莫及, 上宗回信还未收到, 大典日期未能确定, 不如先让江世之前去玄道山。 第189章 先法 江世之有大气韵在身, 区区赤金石矿, 想必无需多久便能寻到, 到时再回宗策封, 也不迟啊。 听到这话, 雷青川眼中亮起光芒, 他怎么把这是忘了? 江涵这小子可是有大气韵在身的, 小小矿慢, 那还不是手拿把掐? 此言有理, 那就这么定了, 我这就去找江涵。 寻到山? 江涵听到这个名字, 脑中顿时浮现一座接天连地, 刀不知极许, 一眼望不到尽头, 占地足有方圆九万里的镇式仙山。 此山不知从何而来, 其上天才地宝无数, 其真异寿遍地都是, 就连功法传承都是常见。 好似整个世界的宝贝, 都藏在了这座仙山之上。 前世, 五大宗门在此争夺百年时光, 却始终未能将其完全摸透, 直到林玄和陆敬雪等人, 带着江涵进入玄道山。 林玄不知使了何法, 将玄道山祭练, 世人这才得知, 这接天连地的巨大仙山, 他将玄道山收服之后操控弃灵, 将其余四大宗门之人全部驱逐, 并扬言, 此山唯有林天宗之人可入, 与者淡敢踏入, 杀无赦。 当时, 江涵也被他丢了出来,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陆敬雪他们, 簇拥着林玄在玄道山四处寻宝。 林天宗也因为山上的资源, 和其他宗门逐渐拉开距离。 若不是林玄急于飞升, 再给林天宗千年时间消化着庞大的资源, 林天宗将有极大可能成为此界第一宗门。 林玄渡劫之时, 更是靠着瓷宝, 硬生生扛了三道血煞神雷, 最后不知怎叠, 虽然玄道山毫发无损, 可他却无法再将其催动, 这才不得不将其收起, 以其他法宝硬抗雷劫。 这一世, 既然有了机会, 他定要抢先一步, 将玄道山祭炼收服。 这是十年间, 宗内弟子在山中闯荡, 收集的情报, 你先看看。 雷青川挥手送来一枚玉剪, 悬在江寒身前。 玄道山内虽说机缘无数, 但也是处处凶险, 不但有各种原因, 乃至化神凶兽, 更有许多诡异决地, 就连化神七修逝去了, 也会有陨落之危。 若是遇到其他宗门之人, 你要多加防范, 在玄道山, 五宗盟约已没了多大用处, 为了一道高阶传承, 多的是互相厮杀, 你死我活。 你去了后, 定要万分小心。 他说得极其慎重, 江寒天资妖孽, 可终究年幼, 若是遇到那些老不要脸的, 怕是要吃亏。 若是遇事拿不定主意, 便去许你二师姐穆子西, 我已向他传信, 会对你多加照拂。 他说了许多, 江寒心之师父好意, 一直应声附和。 玄道山不是秘境的般小打小闹, 斗法之时能杀的一定要杀, 切莫心慈手软, 被人钻了空子。 雷青川深知江寒性子还不够强硬, 为免多说了几句, 接着他取出一枚储物借地来。 这里有些疗伤丹药, 还有几件防护法宝, 你拿着用, 我已交代玄道山驻地, 所有资源不限量供应, 你缺什么只管去拿, 千万不要节省。 江寒心中涌起一道暖流, 起身双手接过。 是, 多谢师父。 雷青川起身, 语成情况特殊, 暂时不能去玄道山, 这次, 你要自己去闯一闯了。 切记, 千万不要心慈手软。 话落, 他最后看了江寒一眼, 没再多说什么, 一步踏出, 消失不见。 江寒知道师父在顾虑什么, 他现在毕竟只是杰丹中妻, 而玄道山中汇聚了五大宗门几乎八成的天骄弟子, 最低的也是杰丹大圆满的强者。 甚至一大部分元英七天骄, 也大多都在那里寻求机缘。 再加上玄道山危机四伏, 农约作用大减, 五大宗门拼杀鸡猎。 真可谓是步步杀鸡, 他去了那里, 就如一只雏兽进了龙窝, 一不小心就会被吃得一干二净。 他也明白自己太过瞻前顾后, 不过, 他始终谨记白师兄的话, 玉笛之时先杀了再说其他。 就算会有报复, 会给宗门带来麻烦, 那也是之后的事。 而且, 紫霄建宗现在不怕麻烦。 白师兄还说过, 于厮杀中成长, 是凝聚到心最快的方法。 所以, 玄道山这一遭, 他必须要走, 以他现在的实力, 已有了和那些天骄争斗的资格。 更何况, 灵天宗和阴阳宗之人, 三番五次想要取他性命。 他若是不回应一二, 岂不是让人以为他好欺负。 这次去玄道山, 正好从两宗天骄身上, 先收一些利息。 不过在此之前, 还要寻一道增强神念之法, 把神念提升一些才行, 不然斗法之时, 总是寻不到敌方位置, 每次都要吃亏。 增强神念? 剑林忽然出声, 我这里有, 比你们宗内的好多了, 你拿去用。 江涵一喜, 据他猜测, 剑林可是某个大世界的前辈高人, 他那里的功法定然不会弱。 多谢前辈, 我是你的剑林吗? 你强就是我强, 我这可有不少好东西, 有什么需要的你就说, 千万别跟我客气。 一道金光自丹田生起, 转眼来到江涵石海内, 凝成了一颗耀母金珠。 金珠刚一出现, 便有无数奇异文字自其上飘散而出, 转眼间遍布整座石海。 这些文字极为神异, 虽然他一个都不认识, 可一眼看去, 却能立刻明目其异。 以神念之力, 于脑内开辟九十九道窍学, 酝养念珠, 演化第二十海。 此法名为星海诀, 乃是星会仙君独创的修行神念之法。 虽然是仙君级别的仙法, 但正好, 你也没有仙力, 我改良的这个残片, 应是足够你献下所用。 剑林说完, 从他体内飘了出来, 我去找小狐狸, 你自己先看着, 等我回来再和你细讲。 竟然是仙界功法。 江涵一惊, 剑林到底是何种身份, 竟然如此随意地给出仙界功法。 而且, 听起毫不在意的态度, 想必这功法在他眼中并不是什么珍贵之物。 更让他心中震动的是, 剑林竟然还能改良仙君所创功法, 这只能说明一件事, 他比那所谓的仙君更强。 第190章 紫色念珠 多谢前辈。 江涵恭敬行礼。 嘿, 你还挺客气。 剑林好笑地携了江涵一眼, 都一起待这么久了。 他说话竟然还这么客气, 真是让剑林伤心啊。 不过这念头只是升起一瞬, 他马上就忘了个干净, 身形瞬间消失, 只流几声惊呼从外面传来。 小狐烈, 姐姐我又来找你了杜宇成, 快把小小交出来。 呀, 走开了, 我让你报。 自从苏小小上山后, 剑林是越来越活泼了, 竟是丝毫没了出剑石那股前辈高人的气质。 回宗的路上, 江涵在剑林强烈要求下, 就把他放了出来。 原以为要费一番口舌, 但没想到, 杜师姐和白师兄竟是毫不奇怪, 而是极为平静地接受了这个事实。 唯有苏小小双眼亮光地冲到剑林怀里, 想要以卖萌术策反他, 让他当自己的剑林, 没想到却被剑林狠狠蹂躏了一番, 到现在其都没消。 江涵收敛思绪, 按星海爵所述方法, 凝聚神念, 开始冲击脑中翘学。 据其所述, 以神念打通脑中翘学, 便可以翘学吸收星辰之力, 宁为念珠存于翘学内。 每打通一道翘学, 可让自身储存的神念增多一倍。 每多一枚念珠, 则可让神念增强一倍。 打通九十九道翘学之后, 便能形成第二十海, 其内自成循环, 以星辰之力为基, 只要星光不灭, 神念便永不枯解。 这等神奇的仙法, 简直闻所未闻, 若是暴露出去, 恐怕那些化神老怪, 都要不顾脸面出手抢夺。 脑中翘学牵扯甚多, 江涵冲击之时极为小心, 直到半个时辰之后, 他才缓缓破开第一道翘学。 哗啦! 一道紫芒自虚空而来, 直接撞入江涵刚开辟的翘学之内。 紫色的星辰之力。 他有些惊讶, 据星海觉所述, 星辰之力皆为随机出现。 白色最为常见, 黄色较为少见, 金色乃是有大气韵在身的先军门人, 才有极小的几率出现。 而紫色似乎只在记载中出现过。 他才第一次开辟翘学, 怎么就引出了紫色星辰之力? 但此刻不是多想之时, 他宁心近神, 以神念引动星辰之力于翘学内汇聚凝食。 不知过了多久, 一道温鸣呼起, 整个石海都仿佛震动了一下。 待他看去之时, 赫然发现, 原本空洞的翘学之内遍布炫目紫光, 而在翘学中央处则悬着一颗药木的紫色念珠。 竟然是紫色念珠? 江寒惊呼出声。 新海诀记载, 根据美人天资不同, 引动的星辰之力不同, 翘学内形成的念珠亦是不同。 并不是说, 引动紫色星辰之力就能形成紫色念珠的, 只是几率相较其他, 大上一些而已。 下品白色念珠可增强神念一倍, 中品黄色念珠可增强神念二倍, 上品金色念珠可增强神念三倍, 而最极品的紫色念珠, 一枚, 即可增强神念五倍。 一股极为清明的感觉, 自脑中生起, 他连忙将一时退回石海内。 金色的石海, 此时遍布无数道丝丝缕缕的紫色光芒, 原本只有仗余深的海水, 此时已增强到了武藏深度。 神念之海更是比之前活泼了不少, 海面荡出道道浪花, 一股神秘飘渺的气息席卷出, 威士竟已接近结单后期的气息。 江寒睁眼神石迅速扑开, 转眼便笼罩了方圆五百里范围。 五百里? 他原本的神石, 只能笼罩方圆百里的范围, 而仅仅开辟了一个翘穴, 凝成了一枚念珠, 就让他的神石笼罩范围也增了五倍。 更让他惊讶的是, 除了范围的增加之外, 神石的感知能力也强了许多。 不但感应到的场景更加清晰, 甚至还能听到花鸟重受体内血液流动的声音。 除了有阵法防护的地方无法探入之外, 其他地方的动静, 就连一丝一毫的变化都逃不出他的感应。 不愧是仙界功法, 就算有再细微的动静, 他也能立刻发现。 下次再见到那些隐藏起来的敌人, 他再也不会像之前那般被动了。 如此发展下去, 不知将九十九个翘穴全部开辟后, 神石又会有怎样的变化? 会不会成为星海诀最后一句话描述的那般, 神念一出, 天地变化尽在我心, 万千世界皆随我意。 不过那般境界距离现在太远, 眼下还是先开辟翘穴才是正式。 他沉心脸神开始操控更加磅礴的神念, 朝着第二道翘穴冲击而去。 距离出发之时, 还有些日子, 他要趁此时机, 尽量多地开辟翘穴。 进了玄道山后, 可就没时间给他修炼了。 时日匆匆, 一个个翘穴被接连开辟出来, 他的神念越发磅礴凝石, 直到第十个翘穴被开辟之后, 他仿佛冲破了某种极限, 石海响起一道清脆的破碎声。 哗! 江涵猛地睁眼, 两道紫光自他眼中蹦射而出, 将整座洞府照得鲜毫避现。 紫光很快暗了下去, 眼中恢复了黑白分明的模样, 仅于一丝极细微的紫芒, 在他瞳孔内亮着荧光。 可在他的石海内饰中, 变化却更大, 使到翘穴首尾相连, 形成了一个奇妙的循环。 五十丈深的石海, 此时已有九成变成了紫色。 璀璨的紫芒遮盖了石海每一寸角落, 甚至就连星弧之上, 也泛出了点点紫色光芒。 神石覆盖范围更是达到了三千里, 已是堪比原音初期的神石范围。 在他的感知中, 神念内好似多出了一丝奇特的波动。 他心念一动, 神石迅速覆盖全身, 竟瞬间将他所有气息完全掩去。 若有神石扫过, 只会发现此处空无一物。 不愧是宪法中的联系之术, 只要神念不超过的, 绝对无法看破。 可将含此时的神念, 以堪比原音七的神念强度, 不只是石海大小, 就连凝石程度, 比之原音七也丝毫不差。 结胆以下, 除了某些神念特殊的存在, 怕是无人能比他神念更强。 第191章 积虑这种东西, 缕缕黑雾忽然飘散而出, 据称一柄飞剑模样。 他神念微动, 齿鱼长的短剑迅速缩小凝石, 仅是一眨眼间便化作了一寸大小。 将含呼吸眼中亮起紫光, 神念发力, 寸长小剑再次缩小, 竟在瞬息间缩至半寸。 剑翼飞剑虽小, 但剑柄剑身俱全, 甚至其上的纹路, 也和奔雷剑一模一样, 完全就像是一柄缩小了数倍的奔雷剑。 他仅是悬在半空, 那股森寒之意, 便让周围顿时变得极为寒冷, 空中更是飘起了丝丝黑色雪絮, 很快便在地上铺满了一层黑色雪花。 如此凝实的剑翼, 若是再次放出剑语, 不知威力能强到什么地步。 这般大的提升, 让他一时有些亢奋。 呼! 江涵深吸一口气, 收起剑翼, 压下心底激动。 有了堪比原音七的神念作为底气, 他对于玄道山之行更多了几分把握。 身法依靠雷盾之术与风雷削的顺移神通, 攻击有雷霆和剑翼, 防御有风天凯, 还有吞噬意境让他灵力始终充裕, 如今神念也获得极大提升。 种种强力手段在身, 原因之下, 闲有人是他对手。 是时候出发, 去玄道山了。 江涵走出洞府, 一眼便看到苏晓晓躺在杜宇成怀里, 舒服得直哼紧。 剑翼在旁边不时用手露着他的粉毛, 又气得他不停踹脚。 自从苏晓晓上山之后, 这山上明显热闹许多, 就连杜宇成也开心了不少。 经常能看到他抱着苏晓晓玩闹, 脸上的笑容都没停过。 江师兄! 一看到江涵, 苏晓晓眼睛一亮, 用力蹬了剑翼一脚, 直接从杜宇成怀里跳出来, 一个起身落在江涵肩头, 闭着眼捋了铝头顶粉毛, 舒服地趴了下去。 哎, 还是这里舒坦。 师弟! 杜宇成看到江涵, 先是一喜, 接着不知想到了什么, 像是做错了事一般, 有些不好意思地捋了捋发烧。 师父让他代为教导苏晓晓剑法, 可他这几日只顾着和苏晓晓玩闹, 剑法是一次也没练。 这次还被师弟抓了个现行, 也不知道师弟会不会责怪。 师姐, 江涵自然没那么多心思, 他抱起苏晓晓放在杜宇成手中, 我要去寻到山一堂, 你这段时间和师姐待在宗内, 不要到处乱跑, 不要不要, 我也要去。 苏晓晓闭着眼睛开始嚎, 我要出去玩, 我要去吃好吃的, 十根糖葫芦, 你留在山上。 苏晓晓闻言嚎声顿时小了不少, 眯着眼睛呜呜了一会儿, 似是想到了什么, 猛地睁开眼睛, 恶狠狠地说道, 十一根, 成交, 噗, 杜宇成没远住笑出声来, 这傻狐狸也不知道多要险, 忽然, 他愣了下, 情绪变得有些低落, 什么时候走, 今天就走, 江涵揉了揉苏小小毛茸茸的脑袋, 早些找到赤金石矿, 就能早些摆脱林天宗前置, 嗯, 他一向不善言辞, 小心险, 好, 江涵点头, 视线扫过明清梨, 又看了剑林一眼, 不再犹豫, 深化红光朝着传送广场顿去, 师父早已为他准备好一切, 他直接去就可, 剑林极为不舍地狠狠揉了苏小小一把, 身形消散, 回到了江涵丹田, 顿光散去, 苏小小捋了捋被揉乱的毛发, 不愤地嘟囔一声, 趴在杜宇成怀里, 舒服地翻了个身, 乃声乃气地说道, 师姐, 抱抱, 嗯, 杜宇成把他抱紧了些, 帮他捋着毛发, 低语道, 小小, 该学剑了, 学了剑, 你就能和他一道出去了, 他不喜欢孤独, 所以他不想让江涵孤独, 这才过去三日, 为何不先开辟了翘学, 再去旋道山, 剑林躺在丹田, 还在回味着指缝尖的触感, 这些够用了, 时间紧迫, 先去旋道山看看情况, 什么够用了, 这才多久, 剑林的声音忽然顿住, 原本晃来晃去的本命飞剑, 呼得定在原地, 你, 就这一会儿的功夫, 你就开辟了十个翘学, 剑林呼得出现在石海上空, 翘学内的情况瞬间收入眼底, 当看到那十个紫光弥漫的翘学之时, 他的五官逐渐扭曲, 嘴角抽搐几下, 要么是他疯了, 要么是这个世界疯了, 那可是先军独创仙法, 还是最难修炼的神念之法, 江涵能在短时间内开辟翘学, 只能说明他天赋好, 可三天时间开辟十个, 这根本不是天赋能解释的, 更何况, 十个翘学内凝聚的, 竟然全是紫色念珠, 这是什么概念, 就连独创这个仙法的星会先军本人, 他也不可能全是紫色念珠, 因为吸收星辰之力时, 会引来哪颗星辰的力量, 这是完全随机的, 紫色星辰每一颗都像争着, 一位星军的诞生, 可江涵, 竟然连续十次都是引来紫色星辰之力, 并且还能成功将其凝成念珠, 他到底怎么做到的, 有什么问题, 江涵犹疑着问道, 剑林被强行拉回现实, 沉默片刻后, 低声回了一句, 没问题, 很正常, 这个世界都疯了, 他还能说什么, 那就好, 我还以为我修炼太慢了, 江涵颇有些不好意思, 生怕自己辜负了剑林给他的功法, 仙界功法, 本就极难修炼, 他花了三天时间, 也只开辟出十个, 而且越往后, 他越能感觉到一股阻力, 等到九十九个开辟完成, 还不知需要多久, 剑林面无表情, 星会先军门下最出众的弟子, 能花三年开辟一个, 就算资质极好了, 虽说这是改良后的简化版, 难度低一些, 可你这只用了三天时间, 就开辟十个窍穴, 还有十个紫色面珠, 未免有些太过于离谱, 他干脆不说话好了, 说多了, 显得自己多没见识似的, 极北荒芜之地, 远古传颂镇广场, 此处为五宗共同把持之地, 周围坐落了几处巫舍, 各宗皆有数名弟子守在此处, 一道白光从天而降, 顺息砸在一处传颂镇中, 光滑飞散, 于虚空中激起道道涟漪, 第192章, 抵达玄道山, 随着光芒散尽, 一道修长人影, 身披紫色锦袍, 提到有紫芒鸣灭闪烁, 带着一股飘渺跪起, 自阵中踏步而出, 其气息毫不掩饰, 刚一露面, 便有一道强大的神石瞬息扑开, 带着一股磅礴威压, 顷刻便将整座广场完全笼罩, 一时间, 所有人都隐隐看到, 一柄历见凌空将士, 见卫出鞘, 却有无尽森寒笼罩四方, 好似那开天辟地的一抹寒芒, 要将整座大地劈成粉碎, 如此猖狂的气势, 令得不少杰丹弟子身形一阵, 差点跪倒在地, 就连巫舍内坐镇的元英七修士, 也纷纷身体一沉, 面色大变, 是哪冬天交来此? 这等强大的气势, 恐怕又是元英七高手, 各宗弟子, 纷纷转头看向传送阵处, 就算被气势压迫, 也不敢有丝毫怨言, 可当看清那道人影之时, 众人进阶皱紧眉头, 脸色微有变化, 此人是谁, 为何从未见过? 堪服是, 英是紫霄建宗的清传弟子, 紫霄建宗何时出了这么一位元英七天交? 如此一来, 紫霄建宗又多了一位元英七高手, 不管是谁, 只要是紫霄建宗的人, 那就无需理会, 朝夕将至, 他们能不能守住自己的驻地, 还是两说, 就算再来三名元英, 神石传音, 小心翼翼, 不敢露出丝毫不尽, 此处不比宗内, 在这里惹到人, 是真的会死, 就算事后宗内出面报仇, 可死了, 就是死了, 来人正式将寒, 神念造体之下, 所有窥死而来的神石, 进阶被他弹开, 就连元英七的神石探来, 也无法靠近他分喉, 反而被他追接而上, 将对方看了个通透, 同为元英初期级别的神石, 在他面前, 竟然如此孱弱, 不堪一击, 神石狂勇, 毫不掩饰地扫过四周, 将整座广场尽收眼底, 四大宗所在之处, 每宗皆有一名元英, 和数名杰丹坐镇, 可紫霄建宗, 竟连一名元英也无, 仅有五名杰丹大圆满的弟子, 守在此处, 在下紫霄建宗周和, 敢问, 可是江师兄? 一名南修身负长剑, 于三丈外行礼问候, 江涵威一点头, 腰间玉佩闪过一道电光, 牧师姐现在何处? 周和看到玉佩, 顿时松了口气, 眼底喜色一闪, 恭敬道, 世界此时应在住地, 我带师兄过去, 两道红光自低空划过, 于一处占地二十里的山谷外亭下, 正值出路时分, 入目之处百物飘渺, 三十座金玉楼阁引在山谷屋中, 形成一座巨大的阵法, 将整座山谷防护在内, 山谷中央, 矗立着一座三十丈高的黑色剑阁, 其上散出阵阵血色剑翼, 煞气逼人, 大约百余人在谷内来回奔走, 走动间皆是面色沉重, 似有愁容, 江涵感知到空气中弥漫的凝重, 眉心微拧, 但并未多言, 跟在周和身后, 一路到了山谷剑阁外, 周和停在楼外, 拱手行礼, 牧师姐, 将师兄到了, 一道神识自楼内瞬息探来, 江涵浑身一领, 犹如被一柄利剑寸寸扫过, 身体内外竟被看了个通透, 他的神识之力, 在对方面前, 就如一张残破不薄一般, 根本不堪一击, 锦师顿了一下, 便被对方轻易突破, 对方的神识, 如那蔑氏杀剑一般, 血腥残暴, 所过之处, 令人汗毛乍起, 身心俱颤, 好在对方并未细看, 锦师一扫过后, 便收了回去, 进来, 嗓音有些稚嫩, 可却满含煞气, 周和松了口气, 事宜将寒自行进去, 便赶紧转身溜掉, 这二师姐, 到底是何等杀神, 竟让宗内弟子, 怕成这样, 江涵定了定神, 深吸口气踏入楼内, 入眼处空荡一片, 仅在中间有一处楼梯, 他顺着阶梯, 一路到了楼顶, 刚一上来, 他便看到了那位, 只听师父提到过一次的二师姐, 他看上去, 约莫十三四岁的年纪, 身形娇小, 神色却极为冷漠, 同样身披紫袍, 但却紧身许多, 浑身气势丰锐, 又满是煞气, 他坐在桌后, 看着一幅灵力所惠的地图, 见江涵进来, 也只是随意瞥了一眼, 其眼内一片暗红中, 却是一双黑色树桐, 好似带起了无边血煞之气, 令他坠入一片磅礴血海之中, 一条血龙盘旋于空, 海中更有无数残尸怨魂缠绕而来, 在血海内起伏嘶吼, 江涵脑中电光一闪, 磅礴血海刹那消散, 眼前再次恢复了阁楼内的景象, 牧师姐, 他行礼道, 嗓音毫无异样, 牧仔细有些诧异, 方才在楼外之时, 他便发现对方神识有些奇异, 自己的神识可是经过传承洗练, 足以堪比化神, 可遇到对方的神念防护, 也花了私力气才将其突破, 眼下, 对方更是瞬息摆脱自己的煞气影响, 看来心境也是极为坚定, 师父让他来此, 果然是有原因的, 倒是有些手段, 可此地凶险至极, 不是你一个结单中期能来凑热闹的, 他收起地图, 垂眸看向江涵, 告诉我, 以你现在的修为, 就算来了, 又能做什么? 不知为何, 江涵感知到一股淡淡的敌意, 可他要开口之时, 却见他呼一挥手, 罢了, 既然师父非要你来, 自然有什么我不懂的道理, 说着, 他甩来一枚玉检, 这是方圆万里内的地图, 标记红色之地, 便是危险之处, 你莫要靠近, 去吧, 随便找个没人的屋子住下就成, 没事别来烦我, 江涵收起玉检, 道谢后郑玉离开, 却听一声轻喊, 等一下, 他脚下一顿, 回身道, 牧师姐还有什么交代, 牧子西偏头看向楼外, 手中用力捏着一枚玉检, 大师姐他, 他最近怎么样? 江涵想起师姐抱着苏小小玩闹的模样, 嘴角不由露出浅笑, 师姐最近很好, 是吗? 牧子西轻笑, 低头把玩着手中遇见, 那就好, 片刻后, 他面色一冷, 抬头怒视江涵, 笑什么? 你怎么还不走? 江涵不知自己哪里惹到了, 这位性格多变的师姐, 不敢再待下去, 连忙转身出了楼阁, 怪不得当才周师弟连门都不敢进, 这喜怒无常的脾气, 谁能受得了? 他若是无事, 定然不会过来找不自在。 第193章, 慈爱的气灵, 古中弟子大都极为忙碌, 江涵没再麻烦他们, 在角落处寻了个无人的空屋子, 暂且住了下来。 按地图所示, 山谷所处位置, 乃是位于玄道山接近山脚处, 距山底足有三千里, 山谷附近方圆三万里范围内, 皆是已经探索过的区域。 收集地图, 江涵起身朝着山谷外走去, 时间紧迫, 他要快些寻到赤金石矿才好。 中央间隔内, 慈子西看着江涵离去的身影, 不禁有些拧眉。 他到底要干什么? 竟然这么急着出去? 神二, 去跟着他。 一道黑影现在身后, 似是有些不愿, 小姐, 朝夕将至, 东侧防守还未安置妥当。 只要将师弟不踏出方圆三千里, 不会有事的, 在远些的地方, 将师弟没有道文在身, 自视无法进入, 小姐无需太过担心。 慕子西脸上一将, 只顾着担心师姐, 忘了和江涵说道文之事了。 不过这样也好, 没有道文, 他就无法进入那些危险的地方。 防守之事, 我令派人去坐, 你去护他一程。 他若出事, 师姐会伤心。 神二无奈, 点头硬下, 身形疏忽消失不见。 崎岖不平的丘陵间, 一道电光自低处急速掠过。 玄道山高处, 有许多元阴气的飞禽异兽, 偶尔还有化神器气息凌空飞过, 气势磅礴, 江涵一路, 只敢在低处, 小心翼翼地避过。 地面之上, 也是危机重重, 一路行来, 江涵已斩了不下, 二十头杰丹七妖兽。 一路向东, 直到夜色降临, 江涵才终于停下。 虽然他刻意放慢速度, 一日之间, 也行到了地图边缘。 他一路走来, 避开各个险地, 神石细细扫过, 可除了捡到千余珠灵药, 斩了三百余头, 杰丹大圆满妖兽之外, 连赤金石的影子都没见到。 地图所视范围内, 怕是已被宗内扫荡无数次, 若有赤金石矿, 应该早已发现。 江涵收起妖兽尸体, 抬头看向夜色中的远方, 那里, 是地图未曾标记过的地方, 也是不曾被探查过的地方。 也许, 只有那些未被踏足之地, 才有机会寻到赤金石矿。 未被探查之得极为危险, 可相对的, 资源宝物也是最多。 以他如今堪比原因期的神石, 只要小心一些, 提前避开危险, 应该不会有什么大碍。 念及此处, 他将大部分神石收拢于体, 紧覆盖方圆千里范围, 朝着远处的黑暗, 缓缓扫荡而去。 悬到山顶, 此处有一约墨百里方圆的碧水湖泊, 湖泊中, 一个七彩一石形成的岛屿, 闪着药木彩光。 岛屿中央处, 悬浮着一颗, 泛着迷蒙光滑的瑰丽宝珠。 在江涵踏入未探索区域的同时, 宝珠忽而一颤, 一道中年人影, 自其内急速幻化而出。 混沌的双目仿佛洞穿虚空, 看向了江涵所处的位置。 哈哈哈哈。 多少年了, 多少年了, 我终于等来了气韵, 如龙之人。 气灵兴奋至极, 仰天一声长啸, 一道强大的威势横扫而出, 将整座湖泊震得剧烈晃动, 其内更是跃出数条龙鱼, 化作金色神龙盘旋嘶吼。 大道将我镇压在此界, 已不知多少岁月, 此子便是我脱困之界。 话落, 他画来一面水镜, 捋了把胡须, 对着水镜不断变换表情, 直到露出一丝温和的笑意, 这才满一点头。 嗯, 不错, 还是这个表情让人倾现。 他整了整衣衫, 一百衣袖, 身形瞬间消失, 再次出现之时, 已到了江涵前方。 这位小友, 他话还未说完, 却见江涵瞬息退开数十丈, 不知前辈有何指教。 江涵身上瘾有雷霆闪烁, 封天凯金光涌动, 满脸警惕地盯着这个 突然出现的中年男子。 此人出现之时, 他竟毫无察觉, 修为最少比他高出一个大境界, 而且看其服饰, 不似五大宗之人。 如此遮掩身份, 突然接近他, 若说对方没有什么目的, 怕是鬼都不信。 气凌眼见江涵这等反应, 脸上不由一江, 不知自己哪里做得不对。 二人就这般对视了好一会儿, 还是气凌率先开口。 小友莫要紧张, 我有一场莫大的造化, 想要送给小友, 不知小友可有兴趣。 他声音温润如玉, 说话时, 嘴角还挂着那温和笑意。 看向江涵的目光, 更是极为温柔, 只是那眼底深处, 却有一丝微不可查的紧张。 江涵被他看得发毛, 心中更加警惕, 无视献殷勤, 此人定然大有问题。 多谢前辈好业, 晚辈心领了。 江涵慢慢向后退去, 对方最不计也是原因后期的强者。 若是真有莫大的造化, 他怎么不自己取? 就算对方自己用不到, 也有同门或者晚辈可赠, 怎会送给素不相识的自己? 这世上可没有天上掉馅饼的事, 就算有, 掉下来的也只会是麻烦。 晚辈宗内还有要事, 若是回去晚了, 只怕会让长辈担心, 前辈若无他事。 说完, 他紧紧盯着对方, 见对方有些皱眉, 心下一景, 深化雷霆, 瞬息往后退去, 眨眼便不见了踪影, 只留下一句晚辈告辞在风中消散。 气凌神色有些轻微的扭曲, 眉头紧紧拧起, 来时的兴奋喜悦, 进阶消散, 取而代之的是深深的疑惑与不解。 他实在想不通,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那小子怎么直接跑了? 不是, 我现在长得很吓人吗? 气凌掏出镜子左右看看, 又对着镜子露出一个更温和的笑意。 没问题啊, 这副慈爱老前辈的模样, 哪里吓人了? 他看向江涵逃跑的方向, 身形消散, 再次拦在江涵面前。 你别跑, 你先听我说。 江涵瞳孔一缩, 他全力示威之下, 刚才少说顿出了百里范围, 可对方竟然顺移追上。 更让他心惊的是, 他已将全部神念覆盖全身, 脸吸隐藏。 按说就算原因期也难发现他的踪迹才对, 可却在对方眼中无所遁形。 如此说来, 真的是原因后期或者化神强者, 看来是真的跑不掉了。 第194章, 别看了, 没人能救你。 江涵停下, 散开神石扫过四周, 忽而目光微宁, 目光自一处虚空随意扫过, 看向前方的中年男子。 前辈到底有何事? 不如直接说明白。 一名原因初期, 三名结单大圆满的阴阳宗修士藏于暗中, 还有眼前这看不出修为之人, 这次是真的危险了。 若是实在不行, 只能让剑林出来帮忙了, 就算对方是原因后期, 也不是没有一拼之力。 切林见他停下, 温和笑道, 你无需害怕, 我真有一场莫大的造化要送给你, 只要你随我过去, 一看便知。 正在这时, 一声轻笑传来, 不远处的虚空一阵荡漾, 从中走出几名修士, 不知是何等造化, 既然这位小友不愿意去, 不如道友将这造化给我可好。 江涵纹身看去, 待看到那几身黑白道袍之时, 眼前顿时一亮。 听这意思, 阴阳宗的人, 难道不是和眼前之人一路的? 如此一来, 倒是有了一线生机。 他特意散开神时, 露出自身杰单中气的修为, 引起阴阳宗之人轻视后, 把注意力都放在那中年人身上。 趁双方对峙之时, 他浑身灵力迅速鼓动, 升化雷霆自夜空中一瞬划过, 顷刻不见踪影。 哎, 你怎么又跑了? 气灵气的嘴角直抽, 这么大的造化要送给他, 他怎么还不要呢? 道友, 他跑了不要紧, 还有我们呢? 阴阳宗一名元英七修士, 三名杰单七修士, 隐隐将气灵围在中间。 不如道友说的是什么造化, 可否带我等一关? 乌云笑道, 他在玄道山待了多年, 几乎每位元英七和化神七修士, 他都认得, 逃走那人虽然面生, 可他看得清楚, 不过是个杰单中七罢了, 就算让他先跑一刻钟又如何? 至于眼前之人, 他虽然看不透对方修为, 可看其面生定是某个低调之人, 而低调之人大多修为不高, 定是用了某种法宝将修为隐藏, 此时他还有三名同门相帮, 就算对方是元英初期修士, 他也不拒。 至于对方说的造化, 极有可能是某种特殊传承, 就算不是传承, 将对方那脸西法宝抢来, 也是不错的。 气凌皱眉瞥了几人一眼, 一眼就看穿了几人打算, 懒得跟他们废话, 身形消散, 朝着江涵追去。 不是, 你怎么就是不信我呢? 真是一场天大造化。 当气凌的身影再次出现的时候, 江涵立刻停了下来, 他算是看出来了, 对方抛却阴阳东四人不要, 却紧追自己而来, 自己这是被盯上了。 就连丹田内的剑灵也缓缓皱起眉头, 此人不对劲, 不但身上毫无修为波动, 而且感受不到一丝神识, 所用术法更是看不出传承至何处。 虽说他现在只是剑灵, 可无数年来的眼界还在, 但眼前这人竟连他都看不透虚实。 这等情况下, 对方要么是修为通天之辈, 要么他就不是人。 而这小小下剑, 怎么可能出现连他都看不透的修为通天之人? 本命飞剑亮起一道黑芒, 一股滔天煞气随之而起, 二者距于剑尖化成一缕黑红交缠的丝线, 叙事待发。 不必逃了, 此人目标是你, 且他速度太快, 你逃不掉, 拖一会儿, 我来助你。 他声音略有慎重, 虽不知对方是何物, 但若想仗着自身实力欺辱江涵, 他是万万不能答应的。 江涵头皮发麻, 对方到底是何等修为, 竟能让剑灵都如此慎重。 可眼下, 他自知不是对手, 只能竭力稳住对方给剑灵拖延时间。 想到这里, 他恭敬开口, 不知前辈说的是什么造化, 为何非要晚辈前去? 气灵眼看江涵终于肯听他说话, 不由大喜道, 这可是一场滔天造化, 只要你得了这场造化, 往后修行定是一律千里, 不出百年, 便能助你飞升仙剑。 他快速念出早已打好的副稿, 脸上努力保持着和善的微笑, 以免把江涵在下跑了, 甚至有极大可能, 助你夺得道果。 我当是什么造化, 原来是在吹牛。 乌云带着阴阳宗之人自远处快速赶来, 还没到镜前, 便冲着气灵嘲讽。 还非生仙剑, 那是非生灵剑好不好? 你是哪宗的弟子, 竟连名字都没打听清楚, 就敢出来忽悠人。 气灵脸色一沉, 若不是不想给江涵留下残暴的印象, 他真想把这几个家伙一巴掌呼死, 一次又一次来坏自己正式, 等把这小友说服后, 就把他们全收拾了。 江涵扫尸四周, 阴阳宗四人已快速围了过来, 这一次甚至把他也围在其中。 更麻烦了, 仅这中年男子就已不好对付, 阴阳宗这几人再来凑热闹, 真真是有些棘手。 别看了, 现在所有人都在忙着应对潮汐, 没人会来救你。 若不是我从山上归来, 也不能遇到此等机缘, 实在是天意所归。 你二人的法宝, 何该归我? 乌云对着江涵咧嘴笑道, 念在你修行不义的份上。 不如你主动将法宝资源都交出来, 我倒是可以考虑, 饶你一命。 气灵眼前一亮, 看这意思, 对方是打算出手对付江涵。 想到此处, 他面色一动, 冷喝道, 要打就打, 哪那么多废话? 小有, 另外三人交给你了, 我来拖住这个原因气修饰。 在他看来, 江涵不过杰丹中气修为, 对付三名杰丹大圆满, 定然极为吃力, 一不小心就要命丧当场。 到时自己及时出手, 将气救下, 定能让他心怀感激, 以此对自己放下戒心。 可江涵听到此话, 却是心中一动, 拖。 打一个原因出气修饰, 他竟然只能拖着, 难不成是自己想多了, 这人也只是原因出气修为, 看不错修为, 是因为有法宝掩饰。 若是这样的话, 那自己倒是有一战之力。 既然如此, 咔嚓, 一道惊雷呼起, 雷光涌动, 将几人面色各异的表情, 映得清清楚楚。 道有何必挣扎? 你这小小雷霆, 可伤不到我, 不如束手就擒, 也让我等少废些手脚。 一名杰丹修饰, 斜眼孝道。 第195章, 煞星。 与此同时, 周围腾起剧烈的灵力波动, 树道法宝之光迅速升起, 带着磅礴威压, 笼罩四方, 斜着巨大的威势轰然压下。 青黄宝光闪烁之间, 树道满含沙翼细血的目光, 引在其后直刺而来, 似是把江涵当成了困于笼中的猎物, 生死结在他们一念之间。 这时, 左侧一人似是察觉到了什么, 迷眼看向江涵右手突然出现的长剑, 莫要废话, 先将其拿下再说。 随着其话音落下, 四周天地之力快速涌动, 一轮黑色弯月呼地亮起, 其上荡出阵阵刺骨寒意, 宁为一把黑色冰刀, 瞬息便长置数十丈大小, 卷至凌冽寒风, 朝着江涵当头劈下。 翁鸣之声响彻云霄, 与此同时, 更有数道灵力刀芒绵眼起, 冲出冰刀, 带着森森寒气, 如狂风般呼啸而来。 翼鸣划行。 翼鸣划行, 虽比不得宁义之法, 只是将翼鸣具现为实, 但也是极了不得的神通之术。 但这一手黑月之翼划行, 此人便绝不是无名之辈, 最少也是天骄榜前二十的高手。 黑月翼鸣划作冰刀, 以天地之力挥出浩荡刀芒, 这一击, 已是杰丹七所能达到的极限威力, 便是笔之原因七攻击, 威力也只差一丝。 能在玄道山厮杀至今的, 没有一人是一语之辈, 皆是在一次次生死间成长起来的天骄。 就算面对杰丹中期的敌手, 此人亦是全力出手, 是要一击将之拿下。 李师兄竟已将黑月意境感悟到这种程度, 划行之后, 威力增了数倍, 怕是已触到了那一丝法则之力, 就算比之天骄榜前十之人, 恐怕也不差多少。 那是自然, 李师兄天资悟性皆是上等, 更是从底层一路厮杀至今, 不出三年, 定能踏入前十之位。 其余二人面色轻松, 甚至还在惊叹这一刀的威力, 似是已看到姜涵被斩于刀下, 丝毫没把他看在眼中。 长刀犹如开天烈地一般隆隆落下, 姜涵渺小的身影, 在旗下犹如一粒尘埃一般, 渺小至极。 可就在刀芒凌身之际, 姜涵的身影急速掠出, 好似一道风锐闪电, 带着森涵杀意, 于空中瞬息划过。 一箭横空, 漆黑的剑翼, 犹如一缕飘荡的黑线, 看似无力暗淡, 可却轻易破开树道灵力刀芒, 自那凝成实质的冰刀中间急速划过。 那仿佛能开天烈地的黑月冰刀, 足以让他踏入天骄榜前十的强大意境, 却在姜涵一剑之下, 寸寸碎裂, 瞬间消敏无踪。 一百乍响之际, 一道清晰的利剑入肉声, 随之响起。 噗哧。 姜涵凌而立, 常见黑莽涌动, 无匹锋芒, 顷刻掠过对方驳梗, 残存的力道将对方冲得亮枪倒退几步。 迷茫的目光刚刚抬起, 便是一缕星红血色, 倾洒夜空。 咚。 头颅咕噜滚落, 掉在地面溅起一片血污, 无头身躯紧随而至, 砰的砸在头颅之侧, 又在建议之下, 轰隆炸成一片血污。 这不可能。 其余二人看着眼前一幕, 瞳孔骤然紧缩, 脸上满是不可置信之色。 他们可是深知自家师兄的实力到底有多强, 所以才敢立在一旁空手看戏。 那可是号称黑月刀仙, 初次县世, 便是天骄榜第280名, 此后一路挑战强者, 厮杀至今, 已是天骄榜第15位, 十年来未曾一败, 于世间已有了名号的强者。 他那一世黑月刀法, 已有意境划行之相, 就算是遇到天骄榜前十的高手, 亦有一战之力。 可他的对手, 二人惊恐看向江涵, 对方不过截单中期修为, 竟然仅凭手中长剑, 瞬息间便击破刀芒, 斩碎划行易锦, 仅用一剑便将李师兄消首当场。 甚至对方出手之时, 神态竟是极为随意, 好似只是随手挥剑, 甚至根本没有用尽全力。 这是何等恐怖的人物, 就算是天骄榜前十的高手, 轻智, 怕是也不过如此了吧。 可那扬名已久的识人, 样貌名号早已传遍八方, 竟无一人与此人相想。 二人震惊至极, 这玄道山上莫非又要多出一位堪比天骄榜前十的高手? 就连不远处的乌云亦是心中一惊, 自家师弟何等实力, 他心知肚明, 便是他要出手, 也要费上几招才能将其拿下。 可就算是这等实力, 在那小小杰丹手中竟然撑不过一招。 先前听秦师妹传信时, 提过一个名为江涵的妖孽, 以杰丹中期修为将秦师妹击败, 那人就已经让他极为惊讶。 可眼下, 他心中的圆满, 竟如杀鸡一般随意。 他有心出手将那杰丹拿下, 可就在这时, 一缕黑芒再次闪耀。 江涵持剑在手, 黑芒一闪, 身形骤然消失。 不好! 其余二人惊呼一声, 一股森冷寒气, 自己脚下瞬息攀至天灵, 身躯聚阵间一道巨大的杀意陡然而至。 生死危机之际, 二人也是果断之辈, 同时燃烧精血, 爆出前所未有的速度, 毫不犹豫地朝着一旁急速退去。 就连实力极强的李师兄都不是对方一剑之敌。 他二人自然不会不自量力地认为, 自己能挡下对方一剑。 扑哧, 一道血线凌空而现, 拉出数十丈的距离, 将这夜空添了一缕红色。 一道逃出数十丈远的身形, 忽然自腰腹断开, 随着一声惨叫响起, 两团血肉砰砰落地, 撞出道道血花。 江涵的身影凭空出现在二人先前所立的位置, 长剑斜在身侧, 一滴血珠沿着剑尖悄然低落。 此时的他, 心中没有一丝多余的念头, 唯有一抹到了极致的冷静, 还有那潜藏极深的一丝嗜血。 他目光淡然扫过另一人逃走的方向, 脚下一动, 便有一道雷光滑破虚空, 转眼追上了那逃出数百丈的人影。 这是阴阳宗此次四人中, 最后一名结单大圆满的弟子, 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所看到的一切。 一剑斩杀黑月刀客, 不过眨眼的功夫又是一剑斩杀自家师弟, 二者在对方面前竟是犹如猪狗一般, 毫无反抗之力。 眼见对方持剑看来, 巨大的恐惧让他心胆欲裂。 这哪是什么结单中期的小修士? 这分明是一尊堪比原音强者的绝世煞星。 第196章 让开, 别逼我求你。 怪不得以结单中期的实力, 就敢一个人在玄道山闯荡。 怪不得见到他们几人之时, 竟然没有丝毫恐惧。 原来对方根本就没有把他们几人放在眼里。 沙天胶榜第15位的黑月刀客, 如突击杀狗一般。 此人到底是何等实力? 他不知道对方实力几何, 但他知道, 他若是再不加快速度, 下一具爆开的尸体, 就会是他。 可他体内灵力已催动到极致, 精血更是毫无保留的疯狂燃烧, 速度早已提升到了极限。 就在这时, 他呼绝一道黑芒字眼前闪过。 是, 耳中四十听到一声轻响, 紧接着便是一阵天旋地转。 模糊间, 他似是看到一个极为熟悉的无头尸体, 于空中亮枪着栽向地面, 落地的一瞬间便炸成了一团血雾, 黑暗袭来, 他的最后一缕意识也随之消散。 江涵抬手便有三枚储物戒指 和数剑法宝凌空飞来, 悬在掌心。 现在不是细看之时, 收起后, 他偏头看向那仍在对峙的两道身影。 夜空下陷入一片诡异的寂静中, 本该斗得最激烈的两人, 此时却极为默契地, 看向那道修为最低的身影。 乌云眼皮微跳, 本来该是猎人的他们, 转眼却被猎物反杀三人。 刚才那几道黑芒带着森寒杀鸡, 深深映在他的眼中, 那等灵力锋芒, 便是他也有些背脊发凉。 其威力, 竟好似丝毫不比他差。 而猎物眼中的淡漠嗜血, 更是犹如一柄利剑刺入心间, 让他心底没来由的一颤。 这是杰丹中切? 他看着对方剑剑再次跃动的黑芒, 脑中生起满满的疑惑。 初剑之时, 如细耍猎物般的心态, 被那把长剑斩的支离破碎。 鼻尖飘来淡淡的血腥味道, 更是令他眼底没来由的涌出一抹恐惧。 对方哪里是什么猎物? 好像, 他才是猎物。 对意如潮水般汹涌而出, 让他控制不住地想要逃离这里。 可对面那个同为原因之人, 却散出一丝令他眉心刺痛的契机, 将他牢牢锁定, 让他丝毫不敢乱动。 直到此时, 他才终于明白, 自己惊天, 怕是真的踢到铁板了。 相比他的惊恐, 气凌此时的表情更加丰富。 不愧是自己看中的人, 越两个小境界, 杀人跟杀鸡一般简单, 其体内散出的如私侣般的剑意, 便是在他看去, 也是极为不凡。 更别说现在对方不过杰单修为, 不但实力极强, 杀性更是极重, 虽说有些胆小, 见到他就跑。 可真的出剑之时, 对方根本没有丝毫犹豫, 剑出无悔, 毫不手软。 单凭这一点, 慈子未来就必然大有成就。 若是等他先力凝聚, 飞升成仙之时, 定能将那仙剑搅得天翻地覆。 认慈子为主, 倒也不算辱没了自己身份。 不过在此之前, 他还想看看, 慈子的极限在哪里。 他瞥了眼那被吓出巨异的原因初期, 抬手一巴掌把他拍飞出去, 而方向正是姜涵所在的位置。 小妖, 这家伙也交给你了。 卧槽。 乌云惊呼一声, 慌忙稳住身形。 这一掌虽然没有任何杀伤力, 可直到对方巴掌落在身上之时, 他才发现自己被人打了。 而在此之前, 他竟然毫无察觉。 这次落的是巴掌, 可若是次来一柄见风, 自己是否也是毫无察觉。 一颗心快速沉入谷底, 乌云悄悄退开几步, 离那中年男子更远了些。 他垂手而立, 虽然不知对方此话何意, 但却知晓, 自己若是不拿些本事出来, 怕是走不了了。 风声呼起, 急促乌液, 片刻又猛地止住。 他五指间有风吸缠绕而出, 一把碧绿金扇凭空而现, 被他握在手中。 夜空中多出了一片碧绿光芒, 在他头顶迅速汇聚, 转眼聚成了一只百丈大的青鹏巨鸟。 锐利的爪子寒芒闪烁, 他仰头发出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刺耳鸣叫, 眼中射出两道冷芒直刺江寒, 遮天蔽日的巨尺高高扬起, 带起一股滔天风暴。 数十道接天连地的青色龙卷风, 凭空生出, 席卷四周, 呼啸八方, 山石树木刚一接触到龙卷风, 顷刻便被撕成粉碎。 浩瀚杀鸡扑斩而下, 巨大的压力让江寒神色略有凝重。 此人不愧是原音七修士, 这磅礴浩瀚又无比精纯的灵力, 就算手持一件普通的地阶法宝, 对方仍能发挥出无弱于天阶法宝的威力。 我无意多事, 就此让开, 我既往不救。 乌云平淡的声音传来, 其内虽无杀鸡, 可却让江寒握紧了手中剑柄。 阴阳宗多次派人出手, 欲要杀他, 他和阴阳宗的仇怨早已是不死不休, 如今好不容易抓到一个落单的原因, 他怎会轻易放他离去? 更何况, 他也想试试, 以自己现在的实力, 到底能不能斩杀原因? 沉默片刻, 乌云脸上露出一丝不耐。 你莫不是以为, 杀了三明杰丹, 就有资格和我较量一二了。 他啪的一声展开惊善, 摇曳间四周风声更烈, 碧绿龙卷似是再次胀打一圈。 让开, 我现在赶时间, 不想对你出手, 别让我说第二遍。 话音刚落, 手背忽然传了一丝刺骨冰寒, 低头看去, 却见一点黑色在他手背缓缓晕开。 这是, 他目光陡然一凝, 心底生起一股不好的预感, 抬头看向寂静夜空。 不知何时, 空中竟飘起了缕缕黑色雪花。 雪花扬洒而下, 转眼间便弥漫了整个天地, 在阵阵飓风的吹动下, 在空中肆意飘荡。 阵阵令他心惊的刺骨寒意弥漫而来, 就算在飓风之下, 这些也并未散去丝毫, 反而一点一滴地将他包围。 乌云面色微变, 似是感受到了什么, 视线自雪花之上抽出, 猛地转头看向江寒。 可当他看清对方周边的一切之时, 却是瞳孔皱缩, 神色大变。 只见那漆黑的夜幕之下, 对方头顶上空, 不知何时多出了无数黑色光芒, 就算在一片漆黑之中, 那黑芒竟还散着倒到漆黑至极的微光。 对方站在黑芒之下, 犹如一块万年冰剑一般, 散出倒到森寒刺骨的灵力。 第197章, 那每一道黑芒上散出的森冷剑意, 在他看来, 竟是隐隐有了原因期的威力。 如此多的黑芒童出, 他怎么挡得住? 乌云心间一颤, 头顶的巨鸟发出一声凄厉丝鸣, 令人牙齿发酸的尖叫刹那响彻天地。 无尽绿光不要命似的朝着四周疯狂涌出。 绿光占据了整片天地, 无数雪花被吹得疯狂舞动, 撞出了更多细碎的冰渣。 可就算这样, 那飓风却依然无法驱散, 那密密麻麻的黑色剑意。 江涵抬起长剑, 剑尖指向乌云眉心, 口中倾吐一字。 去! 无数半寸大小的凝石剑意, 瞬间消失, 犹如一片黑色剑雨, 一路划过漆黑夜幕, 击碎无数冰晶雪花, 带着四药撕裂空间的灵力之势, 朝着乌云急速落下。 那剑意速度极快, 对方话音未落, 竟然已经刺到, 就好似划破空间一般, 直接出现在他面前。 如此场景, 直径的乌云毛骨悚然, 犹如一条毒蛇, 自他围股盘旋而上, 一股凉气急速窜起。 这一刻, 他对面的敌人, 好似不是一位小小结丹中期修士, 而是一名同为原英初期的强者。 甚至, 比他更强。 莫大的危机轰然降临, 他不假思索地调动全身灵力, 疯狂灌入青棚体内。 绿色的狂风, 一径随之加入, 让巨鸟的身体磅礴无比, 一对巨翅狂呼而起, 身形化作一道庞大的风团, 挟着足以崩碎大地的力量, 罩着乌云全身, 朝着那片剑雨轰隆撞去。 扑扑扑, 黑绿二色刚易接触, 密密麻麻破空之声便随之响起, 绿色的巨鸟, 顷刻间便被剑翼冲成粉碎。 狂风异境, 更是犹如一块破布一般, 哗啦一下便被剑翼冲散。 七里四名响彻天地, 巨鸟呼一声消散无踪, 仅有一缕暗淡的土黄色光芒, 在黑芒中摇摇欲坠。 带得黑芒散尽, 整片大地犹如一个巨大的筛子一般, 密密麻麻遍布无数细小孔洞。 扑, 乌云口中猛地喷出一口鲜血, 头顶悬着一颗暗淡无光的土黄色珠子, 眼中满是难以置信之色。 他觉得自己已经足够高看对方了, 可直到动手之时他才发现, 自己还是小看了对方。 他花了极大代价才得到的唯一一件地尖护体法宝, 此刻竟然在这剑雨之下失去了大半灵光, 还不知道耗费多少资源才能将其修复。 而他的身体更是受伤极重, 虽然九成剑翼都被挡下, 可架不住那剑翼实在太过细小, 任他全力防御, 可还是有几道细小剑翼冲入体内。 剑翼入体的一瞬间, 体内的狂风异境竟然毫无反抗之力, 顶刻便被剑翼击成粉碎, 丝丝剑翼侵入体内丹田经脉。 暴躁的剑翼, 直欲将他全身绞碎, 让他不得不分出剩余的所有狂风异境前去压制。 可就算这样, 竟然也只能勉强拖慢那剑翼破坏的所动。 他的五脏六腑, 体内经脉被这股剑翼伤到大半, 传出更是阵阵剧痛。 这到底是什么剑翼? 怎么会有这么强的威廉? 竟然连我的早已大圆满的狂风异境都抵挡不住。 他一个原因初期修饰, 但身体却是受了极重的伤势, 若是不赶快治疗, 极有可能伤到根基。 该死! 若是刚才谨慎一些, 以瞬移躲避, 定然不会受此重伤。 可他虽然如此说, 但他心中其实明白, 那剑翼实在太快, 出现的瞬间便已冲到跟前。 若不是他下意识催动法宝之灵挡在身前, 他怕是早就死无全尸了, 哪有时间给他顺息。 他面色忽清忽白, 看着远处的江寒, 神色又惊又怒。 想他堂堂原音七修士, 竟在这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小杰丹手中吃了亏, 直到他看到江寒那面无表情的模样之后, 一道灵光忽然闪过。 就算自己吃了亏, 可那又怎样? 对方不过杰丹中期的修为, 他能放出一次这种级别的攻击, 定是耗尽了体内所有力量。 甚至, 此招极有可能是他积载许久的杀招, 对方此时定然已经到了极限。 杀招耗尽, 建议消耗一空, 此人必定已是强母之末。 如若不然, 对方为何不装作历劫, 骗自己放下戒心, 反而要故作镇定, 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模样。 肯定是想让自己知难而退, 实际上, 此人早就再无一战之力。 他眼中腾起无尽兴奋, 如此强者, 终究还是要死在自己手中, 到时取其头颅, 回东之后核对身份, 定能获得极大嘉奖。 好, 他好了。 哈哈哈哈。 乌云仰天大笑, 他强称着身躯站直, 忍着体内振振剧痛, 兴奋喝倒。 既然你如此不知好歹, 今日, 我便取你性命, 好让你知晓, 原因其强者的尊严, 不容挑衅。 说着, 他挥手, 祭出一柄飞剑, 欲要以此, 取下江涵性命。 可就在这时, 他忽然发现, 江涵面色依然平静, 好似根本不在意一般, 力剑在前, 点点黑芒, 快速扑洒夜空。 去! 一声轻盈如天魔低语般响彻天地, 声音不大, 可却让乌云全身汗模糊地炸起, 心脏发出一阵剧烈颤抖, 好似有一股莫大的危险, 陡然降临。 发生了什么? 他愣了一下, 似是不敢相信一般, 眼睁睁地看着一片剑语自虚空而现, 前一刻才刚刚凝聚, 下一刻便已冲到身前。 速度如此之快, 让他根本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 顺意智力刚刚提起, 剑光便已笼罩而下, 暗淡的土黄色光照瞬间破碎。 怎么可能? 你个结诞, 哪来这么多剑业? 凄厉的嘶吼在下一刻便戛然而止, 一道清光刚刚亮起便被撕成粉碎, 就连那破体而出的一尊青色原因, 亦是被无穷剑意瞬间淹没。 直到所有雪花皆被击成虚无, 这场剑语才终于停了下来。 江寒迈步, 缓缓走向那片破碎的土地, 淡漠地看着那仅于一小片红色的血污, 这是对方留下的最后一丝痕迹。 曾几何时, 他境界低微, 每每看到这些原因欺修士, 心中都会生起紧张惊惧, 甚至生不出丝毫与之作对的念头。 可如今, 不知不觉间, 他竟然已有了将其斩杀的实力。 而且, 胜得如此轻松, 一座长久以来, 一直压在他心底的大山, 悄然裂开一道巨大的窝口。 山崩之势, 一旦出现便再也无法止住, 无数裂痕, 瞬息不满整座大山。 随意一阵轰鸣响起, 只一转眼的时间, 大山便炸为漫天碎石, 彻底崩塌。 而就在这时, 无数剑翼凭空而现, 如落雨一般花花刺下, 将那满地碎石烂幕, 彻底积成虚无。 一股从未有过的轻松升起, 江涵整个人在此刻, 忽然放松了许多。 星壶之上, 漆黑的剑星陡然一阵, 一线红丝悄然出现, 犹如一道血痕一般, 硬在剑星之上, 散出一抹隐隐的嗜血疯狂。 他整个人, 好似再次发生了一种奇特的变化, 可他并不在意, 而是招起一捧黄土, 将地面那一丝血迹掩盖。 数剑储物界和法宝飞来, 他将其收好后, 转头看向那仅存的中年修士。 此时危机尚未解除, 虽说灭了阴阳宗四人, 可那最让他觉得危险的人, 还是这位。 气灵谋中震动, 丝毫不在意, 江涵满是杀鸡的目光。 他没想到, 对方杀起元英来, 竟然也是如此轻松随意。 元英七和杰丹七之间, 那倒犹如天倩一般的沟壑, 竟好似不存在一般, 被对方这般轻松踏过。 在这等下界修士中, 元英七修士, 已是各宗中间力量, 就算是元英之间的战斗, 也极难出现伤亡。 就算不是对手, 可若一心逃命, 还是有极大把握的, 但这一切在江涵面前, 竟然毫无作用。 那人甚至没有逃命的机会, 瞬息之间, 便以生死到消。 七灵星竟难以平复, 跃一个大境界杀敌, 竟然如此轻松, 那是不是说, 他大成之时就可斩先, 称帝之时便可灭倒。 而且, 此子方才不知经历了什么, 体内竟然献出了一丝道的气息, 虽然那丝气息极淡, 淡得好像不存在一般, 可还是让七灵星中, 生起了某种希望, 看向江涵的眼神, 越发火热。 七灵脸上的笑意逐渐崩坏, 那丝温和迅速融化, 生起了一抹嗜血的凝笑, 好似看到了什么, 让他极为心悦之势。 眼看着江涵飞剑急速辞来, 他仍是不躲不避, 任由飞剑穿胸而过, 自他身上击出一道波纹, 却不能伤到他分喉。 小有莫及, 我与你并无敌意。 江涵眼看着飞剑掠过, 可却好似当初面对丁若梦一般, 竟是根本触碰不到对方, 眼中不免生起一丝金色。 果然, 原因之间差距意识极大, 因杨宗的原因初期被自己轻易斩杀, 可此人不知用了何法, 竟能无视自己的攻击。 就在这时, 一柄黑色飞剑忽然现身, 在气灵面色惊诧之时, 剑林早已准备许久的攻击, 瞬间落在了气灵身上。 噗, 一声轻响, 气灵面色惊诧地看着那插在自己胸口的飞剑, 抬头时, 身体一颤, 化作飞灰消散。 终于死了。 江涵长呼一口浊气, 虽然此人并未出手, 可他带来的压迫感实在太大, 实在是让他心中难安。 眼下终于将其摆脱, 也是时候继续出发了。 可就在这时, 他忽然看到阴阳中几人生死之处, 不知何时飘起了几道颜色各异的光芒。 这是什么? 他宁目细细看去, 却只看到上面一道道精致的纹路。 他刚要伸手触摸, 却听一道温和的声音自身后传来。 此物名为道文。 江涵豁然一惊, 身形瞬间出现在远处, 震惊地看向忽然出现的中年男子。 你没死? 他不明白, 就连剑林出手, 竟然也伤不到对方。 但他刚才看得清清楚楚, 对方再见下, 可是真真切切地灰飞烟灭。 可眼下, 这又是什么? 我说了, 我没有恶意。 七铃嘴角挂着笑意, 越看江涵越觉得满意。 就算遇到自己这种明知不可立敌之人, 此子竟然还敢蓄谋出手。 更让他惊讶的是, 这小子竟然成功了。 不愧是有大气韵之人, 果然是机缘加身, 身具数种杀招。 他继续说道, 此物乃是开启传承之地的关键物品, 也是你能在玄道山寻找机缘的身份标记。 只有身具道文之人, 才有资格进入福地, 道文等级越高, 则可进入的福地等级也就越高, 赤橙黄绿青蓝紫, 赤色最低, 紫色最高, 这么说, 你可明白了。 本命飞剑忽然出现, 江涵伸手, 用力握紧了剑柄。 前辈莫怪, 晚辈信不过你。 说着, 他掐绝一指, 一道黑色闪电从天而降, 自麒麟体内瞬息穿过。 本命飞剑更是骤然缩成一寸大小, 瞬间刺入剑灵体内轰得爆出无尽剑意。 没用的, 只要在这玄道山上, 就无人可以杀我。 麒麟没机会体内剑意, 抓起天上雷团, 将其从空中硬生生拽下, 把自己身体完全淹没在无数黑色神雷之中。 你看, 没用的。 他握住一道雷霆, 愿由神雷在他体内四处跳跃, 右手抓住姜涵飞剑, 快速往自己身上刺出近百个窟窿, 又从上到下切出数个窝口。 可很快, 那些窟窿迅速收拢, 切口转眼恢复, 所有的一切竟然没有对他造成任何伤害。 姜涵瞳孔皱缩, 有些麻木地接过递来的飞剑, 茫然问道, 不知前辈到底有何事? 前辈不妨明说, 此人根本杀不死, 甚至无惧他的所有手段, 在没有发现破绽之前, 更是无法伤到对方分吼。 这还怎么玩? 只能暂时示弱, 寻求机会, 只要抓到破绽, 剑林出手, 并能将其一击斩杀。 也没什么大事, 就是看你有演员, 送你一场大造化。 气凌依然笑得温和, 跟我走吧, 这等造化, 可是旁人求都求不来的。 前辈稍等, 完备眼下还有钥匙, 不知前辈可否等上一段时间? 当然可以, 气凌无所谓, 他已经等了无数岁月, 不在乎多等一会儿, 反正只要这小子还在玄道山, 就绝对跑不了。 第199章, 扬眉吐气, 江涵松了口气, 看来此人倒不是蛮不讲理之人, 眼下, 还是先找到赤金实况才是正事, 之后, 有的是时间和此人周旋。 前辈, 能否检查一下, 这道文可有问题? 他在心底向剑林问道, 来之前, 师父已经多次强调, 玄道山上规则的约束力大大减弱, 到处都是杀戮, 稍有不慎就会陨落当场。 所以, 他遇事一定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事实都要谨慎小心, 以免平白丢了性命。 此物倒是没什么特别的, 只是一道接受传承的道魂印记残片, 你放心用, 不会有事。 对于剑林, 他还是比较信任的, 闻言将道文捡起。 当一接触, 他的掌心豁然出现一道赤色纹路, 一股奇怪的感觉自掌心升起, 这片天地, 好似有哪里不同了, 好似有许多呼唤在远处响起, 却又听不清晰。 直到将那位原因期强者留下的黄色道文吸收后, 他掌心的道文也在刹那间变成了黄色。 与此同时, 他脑中一阵四周隐隐传来的无数道呼唤越发清晰起来, 一道道微弱的吸引力自空间中不断传出, 好似有无数宝物在等着他去收服。 难道这就是道文的作用, 可以感受到宝物的位置? 道文只有通过杀敌或者获得传承时, 才可获得收集道文可让自身道文提升等级。 道文等级越高, 对于传承的感应越高, 获得高阶传承的可能性也越大。 气灵站在江寒身前, 有些感慨地说道, 现在整座玄道山, 等级最高的也只是青色道文, 我有办法让你的道文快速提升到紫色。 道时整座玄道山就是你的后花园, 想去哪就去呢? 看中哪个传承, 直接收走。 如此一来, 你实力必定增长飞快。 想要什么就拿什么? 法宝, 丹药, 传承, 还有顺眼的女修, 直接。 嗨嗨。 眼看江寒眼中警惕之色渐浓, 气灵连忙干渴一声, 转口说道, 我的意思是, 这样一来, 你的实力会增长得非常快, 可以随心所欲, 想干什么干什么, 想抢谁就抢谁。 不远处的续空中, 神二眼看着江寒和那神秘人快速离去, 犹豫片刻, 还是咬牙跟了上去。 小姐吩咐的任务, 她必须要完成, 就算那人真的很强, 她也要找机会把江寒救出来。 更何况, 通过刚才的战斗, 她惊讶发现江寒并不弱, 甚至可以称得上, 很强。 以杰丹中七顺杀三名杰丹大圆满的天骄, 那还算不得什么, 至少以她元英中七的眼光看来, 虽然强, 但也只是在杰丹中强。 可当阴阳宗的乌云也被瞬间灭杀的时候, 神二承认, 她真的被吓到了。 感情在江寒眼中, 杰丹和元英, 好像根本没有区别。 那可是一尊元英七强者, 若是放在二流宗门, 都是可以当老祖的存在了。 虽然乌云的实力在元英七天骄中算不得太强, 可就算再弱的元英七, 那也是元英七。 那道巨大的实力鸿沟, 怎么可能是一个杰丹中七可以随意跨过的? 就算是她出手, 杀乌云也不可能这般轻松随意。 神二心绪波动剧烈, 难以平静下来。 以杰丹中七修为, 实力却堪比元英初期巅峰。 此子实力, 怕是早已踏入天骄榜前三之列, 甚至在她看来, 就算是和叶丘云相比, 怕也不差太多。 如此天资之辈, 若是她能侥幸逃脱, 怕是这整座玄道山都要因她震动。 若是等她结阴, 紫霄建宗便能在化神之下, 狠狠压弃她, 宗门一头。 神二神色肃然, 紧紧跟着江寒离去, 如此天骄, 不能死在这里。 灵璇最近十分得意, 那天被一群内门弟子惹到, 他一狠心, 直接施法, 将那几十个内门弟子的气韵吸走大半。 不过短短五天时间, 就让她的修为突破到了结单中期, 甚至还攒下了三十多万气韵值。 更让她舒服的是, 这些人被吸干气韵值之后, 一个个跟撞了扫把心似的, 一直没运缠身。 不是遇见时, 非见失控狼狈不堪, 就是走路突然掉进陷阱, 虽然没受伤, 但摔了一嘴狗屎, 甚至还有人正法失控自爆, 差点被炸死。 更离谱的是那个最开始引出话题的冰师兄, 出门必被灵兽攻击, 大到护踪灵兽, 各封灵宠, 小到蚊虫蛇蚁。 他只要一出洞府, 头顶立马就能聚集一大团黑压压的蚊虫。 遇见时必定撞苗屎, 除待一天掉十次, 甚至好几次摔到自己的飞剑上被刺伤, 心境都差点崩溃, 现在每天躲在洞府不敢出门。 刚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 林玄笑得那叫一个开心, 连日来的怨气, 瞬间便散了个干净。 唯独那个贴脸嘲讽他的难修, 不知有什么古怪, 他竟然完全吸不到对方的气韵质。 此事也只让他郁闷了两天, 很快, 陆长老传来的消息, 再次让他心情大好。 陆长老看他干得不错, 特意给他安排了新的任务, 宗内资源告急, 让他去帮忙出个主意。 他这次去, 就是要和陆长老商议一个办法出来。 去往宝阁的路上, 林玄一路昂首挺胸, 颇有种扬眉吐气的感觉。 路上遇到同门打招呼, 他也只是目不斜视, 朗然走过。 曾经的他, 因为种种事由, 总是被同门误解, 现在终于有了让他大展手脚的地方, 他定要做出成绩, 让那些曾经看不起他的人, 好好看看他的能力。 哎, 进门还没说两句, 陆长老便深深叹了口气。 临时只有所不知, 往年宗内麾下掌控着大大小小近千个凡人国度, 还有不计其数的林麦矿麦, 洞天福地, 以及一些出产特殊材料的秘境。 可如今这些东西, 有七成都被其他宗门夺去, 现在宗内建造山门, 消耗甚大, 怕是用不了多久, 就连阅历都发不出了。 阅历? 林璇疑惑, 阅历又能发多少? 陆长老仍然一枚预解, 这是去年的账策, 你且看看。 第二百章, 赚钱不行, 但省钱的手段可多了去了。 林璇好歹是结单中期修饰, 脑子上算灵光, 粗扫一眼便得出一个惊人的数字。 二十亿下品零食, 六亿中品零食, 竟然还有一亿上品零食, 这竟然只是一个月的用量。 他经得差点把账策给扔出去, 不算不知道, 这一算差点把他吓死, 他是万万没想到, 林天宗每月竟然发出这么多的阅历。 怪不得宗门昌盛, 天骄遍地, 原来竟是如此富有。 这么多零食, 要是都给他一人取用, 怕是很快就能让他修为暴涨。 浪费, 真是浪费。 这些人用了这么多零食, 数千年过去了, 宗内竟然只有寥寥数个化身, 真是一群废物。 若是自己将这些零食握在手中, 哪用得了千年时间, 怕是数百年就能突破化身, 飞升零剑。 他用力握紧预检, 好像这样就能把这些零食, 全都紧紧握在自己手里。 可很快, 他仿佛意识到这样不妥, 赶忙小心翼翼地把账策放在桌上, 震惊地说道, 陆长老, 没搞错吧, 宗内弟子虽多, 但怎么会每月都用掉, 这般惊人数量的阅历。 陆长老苦笑摇头, 林诗指可能不清楚, 林天宗内, 常驻外门弟子十万余人, 内门弟子五万余人, 清传弟子四千余人, 核心弟子三百余人, 普通长老三千余人, 各封长老近五百人。 但是这些人的阅历, 就是一个天文数字。 另外, 还有各地外派长老, 只是弟子, 还有在外闯荡的弟子, 以及驻扎在各国境内的管事, 杂役, 如此种种算下来, 只会多不会少。 这, 林玄整个脑袋都骂了, 若是一般的, 他还能出出主意, 可这么大的数字, 他怎么搞? 但要是把这些灵石全部给他, 那不就都省了? 陆长老叹道, 现在修真界一片太平, 又没有地方夺取资源, 若要增加资源收入, 怕是难办。 他看向林玄, 宗主对林失职赞誉有加, 想必失职定有益于常人之处, 眼下增加资源难度太大, 不知失职可有办法, 帮宗内减少一些不必要的开支。 不一定行, 但要让他想办法省钱, 那办法可就太多了, 这里减一点, 那里减一点, 这钱不就省出来了? 这个好办, 他拿起存着账策的预检, 陆长老且给我些时间, 等我拿个主意出来。 话落, 他立刻斗志昂扬地打开账策, 细细查看起来, 林玄深知一个道理, 但凡是需要花钱的地方, 必定有办法省钱。 陆长老抿了一口茶水, 似是很满意, 林玄这朝气蓬勃的样子, 冲着他温和地点了点头。 有了林玄帮他分锅, 就算哪里没做好, 宗主也不能太过苛责。 毕竟, 这可是宗主亲自安排的人, 宗主要是罚他, 不就是骂他自己识人不明? 三日时间很快过去, 虽说修士不用睡觉, 可账策之类的琐事, 最是耗费神念, 饶恕林玄这个结单妻修士, 这会儿也是头昏脑胀, 面色略有苍白。 可就算这样, 他仍是满心兴奋, 陆长老, 有办法了。 陆长老正在一旁筹备明日物资, 闻言一个闪身来到桌前, 目光灼灼地盯着他, 急声问道, 是何办法? 林诗侄说来听听, 他虽然有些自己的想法, 所以才让林玄过来, 可却没想到, 这小子竟然真想到办法了。 陆长老请看, 林玄拿出一枚新制作的预检, 里面是他这几日整理出来的东西, 不只是削减开支, 我甚至还找到了几种增加镜像的方法。 他说话之时, 脸色傲然, 余光一直偷偷看着陆长老, 直到陆长老脸上出现惊恶之色时, 他才心满意足地打开预检。 外门弟子发放月曆丹药之时, 是按每人一瓶发放, 而不是按例发放。 我们只需将每瓶中丹药数量减上几粒, 便能省出一大笔丹药出来, 再将这些丹药拿去售卖, 便能获得一笔零食收入。 还有门内阅历, 一直以来都是每月初一发放, 我们把时间改一下, 他神秘兮兮地看着陆长老, 只需改为第二个月的第十五天, 再发放上个月的阅历, 这样就足足能省下半个月的阅历, 而这省出来的半个月的阅历, 足够我们把零兽风修补完善, 甚至还有余钱再买一批零兽回来。 陆长老脸一僵, 诧异地看了满脸得意的林玄一眼, 眼中闪过一丝迷茫, 不过他马上反应过来, 端起茶杯眼珠亚瑟, 你继续说。 林玄闻言, 还以为是陆长老对他的认可, 话语间更加兴奋。 还有门下弟子受伤后, 宗内竟然免费提供疗伤丹药, 这简直太不合理了。 我觉得这个可以先取消掉, 毕竟现在不是战时, 他们受伤了, 可以自己购买丹药疗伤, 干嘛要浪费宗内的资源。 这样一来, 又能省下一大笔丹药资源, 再把省下来的丹药放在林药阁售卖, 还能给宗内增加一个零食净想。 但是这些零食就足够舞座林峰半年的消耗。 还有宗内独有的林乳泉, 竟然一直在无条件供应门内弟子使用。 这可是林天宗独有的宝物, 哪能这么简单, 就便宜了他们。 我们可以把林乳泉封印起来, 将泉水装瓶售卖, 若是想要快速恢复, 甚至想保住性命, 他们就只能来购买林乳泉, 这可是一个大景象。 林玄越说越兴奋, 违恨此地只有陆长老一人, 要不然, 就会有更多人可以听到他的绝世策论。 若是在演武广场让他演讲的话, 定然有许多弟子激动万分, 对他崇拜有加, 甚至将他是做偶像。 还有这专供将突破弟子, 突破境界所用的林泉洞府, 之前都是消耗贡献点即可使用, 现在加上一条, 需要消耗贡献点加上零食才可使用。 宗内还免费对外门弟子提供食素, 不如将食素改为需要花费零食购买, 这样又有一份镜像。 第201章, 自毁根基算是让你完明白了。 此消笔掌之下, 门内资源压力将会大大缓解。 陆长老手中的茶杯轻晃几下, 心中惊叹不已, 宗主这是从哪找来的黑心鬼? 脑袋瓜里怎么会有这么多断人根基的脑残主意? 而且, 这家伙怎么就紧着一个地方嚎, 真不怕给嚎吐了, 惹到众目。 可他心里再怎么想, 面上却还是勉强带着温和的笑意, 点头道, 宗主果然会掩饰猪, 灵师执着主意另辟蹊径, 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真是让人大开眼界。 听到夸奖, 灵玄投养得更高了。 不止如此, 我还有几个想法, 宗内现在建设山门, 若是依照往常的法子, 怕是储备资源要耗掉八成, 才能将山门修整完好。 嗯, 陆长老点头, 重建山门的消耗, 也是一个让他极为头疼的地方。 我有一法, 可让修补山门的资源, 省下整整五成。 灵玄说此话时, 特意提高了音量, 只可惜四下无人, 不然定能引来众多弟子惊叹为观。 就连陆长老闻言, 也是呼吸一致, 慌忙放下茶杯, 盯着灵玄急声道。 师执快说来听听, 若是真能省下五成资源, 那你, 可就立大功了。 别说是五成资源, 他想了这么多天, 可不管他怎么算, 却连一成资源都省不下来。 按照宗内规制, 这每一块材料都是有要求的。 而且还要搭配护宗阵法, 简直连一块零石都省不下来。 可林轩仅仅看了三天, 却能一口气省下五成资源。 这是什么概念? 这可是节省了宗门数千年的资源。 但是节省资源这一门本事, 就能让修仙界所有人都高看他一眼, 甚至不少宗门都会亲自上门求教。 莫非老夫刚才想错了? 此人不是黑心, 而是真的有什么令人意想不到的安排。 快说来听听, 只要你的办法有效, 我必定找宗主为你请公, 到时定有众多宗门之人, 上门求你指点, 扬明天下, 指日可待。 林轩一听有功劳可拿, 还能扬明天下, 顿时更加兴奋。 若是能当着所有人的面被师父授下功勋, 那他往后再宗门可就能横着走了。 到时扬明天下之后, 也可以让江涵那混蛋看看, 就算他在针对我, 我也还是他只能在传闻中听到的人物。 随便露上两手, 就是他永远都无法企及的包装。 想到此处, 林轩急忙拿出一份清单, 路长老请看, 他指着一项材料说道, 这五万年的成员仙墓, 每一颗都价值三十亿上品零食, 若是做成山门, 怕是有些浪费。 山门也只是为了好看罢了, 用什么材料, 其实根本无所谓。 若是把它换成一万年份成员仙墓, 刻上好看的花纹, 再加上阵法掩饰, 任谁也看不出区别。 可以跟五万年的成员仙墓, 省下的零食, 足以买到上百根一万年的成员仙墓, 如此一来, 便能省下百亿上品零食。 他没注意到, 路长老忽然难看的脸色, 说着便又取出一个灵力模型, 仔细一看, 竟然是灵天垫。 还有这个通体, 由上品零食建造而成的灵天垫。 我们不如把零食挖了, 改成万年丧木建造, 浮以聚灵阵。 不但省下来的零食, 可以另做他用, 而且外观更加大气磅礴, 灵气比这上品零食所造, 也差不了多少。 宗主待在里面, 心情也能更好一些。 还有这些专门练气练丹所用的洞服, 之前都是宫门下弟子随意使用。 可如今正是宗门危难关头, 不能再免费使用了, 谁要再用, 必须花费零食。 路长老一口谁卡在嘴里, 燕也不是, 土也不是, 脸色黑得跟锅底似的, 手中茶杯都快被他捏碎了。 看着那还在滔滔不绝, 说得眉飞色舞, 只觉得自己智商天下第一的灵选。 他承认, 自己真的看走眼了, 这混账玩意哪里是什么黑心? 这分明是要釜底抽薪? 这是想让林天宗就此散伙呀。 照他这么搞, 门内那么多弟子, 谁能受得了? 不说别人, 就是他听着都感觉可怕, 如此下去, 宗内不出事才惯。 他用力咽下茶水, 轻咳一声, 打断了正在兴奋的林选。 林诗之, 你这方法果真是令人匪夷所思, 老夫活了这么多年, 竟然从未想到过, 还有这种出人意料的办法。 他顿了一下, 想到这混账毕竟是宗主倾传弟子, 强行忍住了大骂出口的冲动, 语气尽量平缓地说道, 不过, 这些法子太过匪夷所思, 不如你先拿去让宗主过目, 有些地方, 还是要宗主决定才行啊。 林玄说话被打断, 本就满心不爽, 此时听到这话, 更是脸色难看。 他再怎么傻, 也能看出来对方话语间的不愿。 怎么着, 我费尽心思帮你出主意, 你还搁着挑上了, 有本事自己想办法。 真是晦气, 但他听到后面, 眼前顿时一亮, 对啊, 去给师父看看, 只要师父同意, 让这陆长老也不敢拒绝, 而且有师父帮自己撑腰, 陆长老就算拒绝又能怎样。 只要师父一声令下, 陆长老不还得老老实实地按自己说的做? 好, 我这就拿去给师父看。 说完, 他拿着御检, 就出门往灵天殿飞去。 灵天殿内, 纪玉禅正在闭目打坐, 静神压制磨面, 当听到林玄的来意后, 饶是他也不由惊呼出口, 还得是小璇, 真不愧是自己千辛万苦, 耗了极大心力才得来的弟子, 仅他一人就比那些吃干饭的长老要强上百倍。 往后这林天宗, 还真得非靠他不可了。 想到这里, 他点头笑道, 很好, 小璇你果然没有让我失望, 放手去做便是, 只要你想做的, 为师定然全力支持。 林玄一喜, 可却马上露出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 奉上自己费心制作的方法预解, 吞吞吐吐地说道, 可是, 陆长老好像被我的方法不太满意, 还请师父看看, 这些方法哪里有问题, 我也好对陆长老有个交代。 听到这话, 季宇禅面色一沉, 哼, 那个没用的东西, 宗门养他这么多年, 就连他摊墨宝库资源都没说过什么。 可真到用他的时候, 他什么时候发挥过一点作用啊? 亏他掌管宝库多年, 竟然连削减开支这种小事都做不到, 哪用给他什么交代? 第202章, 能力不够, 就看看别人是怎么做的。 至于这玉璇, 他看着林璇满脸期待的样子, 心肩易软, 挥手丢出一块宝光闪烁的大印, 并把玉璇丢给林璇。 这玉璇我就不必看了, 只要是你想的办法, 必然都是极好的。 这是宗门宝印, 持此印便如我亲至, 你尽管放手去做, 若是陆长老在赶足你, 你就说是我的意思。 林璇大喜, 他万万没想到, 师父竟然对他如此信任, 连玉璇都不看一眼, 就能这般大力地支持他。 多谢师父信任, 徒儿必不如使命, 定要把这欠缺的资源, 全部回来。 嗯, 尽快去做吧。 纪玉璇柔声说完, 继而眉眼忽冷。 近些天, 不知从哪里传来谣言, 说我们林天宗是遭了天谴, 导致被天道惩罚, 才致使山门破碎成这个样子。 一群听风救世语的混账, 我林天宗歼灭邪修, 获得天道嘉奖之事, 他们是一句不提。 发怒之后, 他与其再次平静下来。 正好, 过些天就到百花宴的日子了, 你早些将宗门修补完整, 宗内也能早些举办百花宴, 邀请各大宗门之人前来赴宴, 让他们来亲眼看看, 我林天宗, 还是那个让他们只能仰视的修仙大宗。 如此一来, 谣言必定不攻自破。 原来如此, 林玄听得心中一紧, 没想到, 自己这次的任务竟然这么重要, 甚至已经关系到整个修仙界的势力格局了。 而师父, 竟然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去做。 林玄心中一阵兴奋, 只要这次做好, 定能立下大功, 还能在所有宗门面前露面, 从而鸣声大噪。 如此一来, 那些看不起他, 还在暗处说闲话的小人, 定然被狠狠打脸, 再也不敢和他作对。 师父放心, 徒儿定会在最短的时间内, 把山门修补完成。 说完, 他接下大印, 离开灵天殿。 他也不将大印收起, 就这么单手拖着, 一路走来, 在众多惊诧疑惑的目光中, 昂首回到了宝阁内。 陆长老, 师父已允了此事, 时间紧迫, 我们这就抓紧时间, 赶快着手去办吧。 他平时着陆长老, 好似自己就是宗主一般, 声音中带上了些刻意的威严。 师父可是说了, 此事关系重大, 交由我全权负责。 陆长老腾的一下从椅子上站起, 难以置信地看着灵玄。 亥然说道, 怎么可能? 宗主竟然同意了? 灵玄眼睛一眯, 心中极为不满。 陆长老这是什么意思? 看不起他, 还是看不起他的计策? 什么叫宗主竟然同意了? 这么好的计策, 任谁看了都会同意。 陆长老,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这几个法子, 可都是上好的计策, 师父怎么就不能同意了? 陆长老看着他手中的宝印, 神色阴沉, 脸色漆黑。 他本是不好意思拒绝, 所以让灵玄给宗主看看这些乱七八糟的玩意。 想着, 毕竟是宗主的弟子, 宗主说教会好一些。 可他万万没想到, 宗主竟然就这么同意了。 宗主难道看不出来, 他那些办法都是些什么玩意? 那是人能想出来的东西, 那是我们能干的事。 若是用了他的那些办法, 绝对会让门下弟子心生不满, 消极代工, 阳凤阴违, 甚至极有可能让一直潜伏宗内的其他宗门之人抓住机会, 从而导致宗内大乱。 不行, 我要去问问宗主, 此事事关重大, 由不得你胡闹。 他冷喝一声, 挥手推开灵玄, 静止往灵天殿飞去。 哎, 你这是什么意思? 灵玄看着陆长老离去的背影, 脸色一沉。 哼, 顽固不化的老东西, 一把年纪一事无成, 还见不得别人比他厉害, 真是。 他摇摇头在桌旁坐下, 冲着极远处一个路过的弟子喝道。 那个谁? 没看到我在这吗? 还不快给我倒杯上好的灵茶? 真是没点眼力见。 有宗主宝印在手, 他就是宗内除了师父以外, 权力最大之人, 享受享受怎么了? 至于陆长老去告状, 他才不怕。 他可是师父最信任的人, 陆长老仅凭一念之词, 就想让师父改主意。 这怎么可能? 正如他想的那样, 陆长老果真在灵天殿碰了一鼻子灰。 陆长老, 自己能力不行, 就多看看别人是怎么做的。 你又没办法解决问题, 小玄好不容易想到办法, 你却有百般阻挠, 我真搞不懂。 你这样做到底有什么意义? 既与缠坐在主位, 眼皮子都懒得抬一下, 他可是刚放出话去, 让林玄全权负责这件事。 陆长老这时候找来是什么意思? 是在质疑他的决定, 还是在故意和他作对? 又或者说, 小玄此举, 损到了他的利益, 让他坐不住了。 宗主, 林玄的方法, 虽能省下些开支, 可此举必大于力, 一旦用了此法, 必然会让宗内人心不稳。 一旦人心不稳, 其他宗门一直潜伏宗内的探子, 定会抓住机会挑起事端, 恐怕会引起宗门大乱。 陆长老苦口劝慰, 说得口干舌燥, 他是万万没想到, 宗主竟然真的不顾后果, 要用这种损害根基的方法, 既然此法有用, 那不就可以了? 陆长老何必多言? 既遇禅冷笑, 至于人心不稳。 哼, 只要有我在, 谁敢过你给我看看? 他虽然不知林玄到底要用什么办法, 但他相信他, 不管怎么样, 只要是在为宗门着想, 他总不会损害到宗门利益。 而且陆长老自己都说了此法有用, 那还在这跟他瞎扯什么? 更何况, 他已经决定的事情, 怎能容忍反对? 招令西改, 乃是大忌? 他抬眼看向陆长老, 陆长老莫要多说, 看在多年的勤奋上, 此事我不会追究。 话落, 他闭眼挥手, 就这么定了, 陆长老若是身子不适, 大可告假休息, 此事交由林玄一人负责即可。 什么? 陆长老瞪大眼睛, 似是不敢相信一般。 自己兢兢业业做了这么多年, 可到头来, 竟然还不如一个矛头小子, 宗主竟然信他不信我。 眼看纪雨缠闭眼打坐, 明显已经下定决心, 陆长老忠实不再多劝, 颓然拱手后, 转身离去。 第203章, 慈宝与你有缘。 他神色恍惚地走在回宝阁的路上, 表情落寞至极, 心中更是无比通息。 自己好心劝告, 不但没有落后, 反倒被宗主怀疑自己别有心思, 真是。 罢了, 罢了。 既然宗主一意孤行, 甚至不惜出言威胁, 那自己说什么都没用。 只要这几个法子实施下去, 怕是要不了多久, 宗内就会乱成一团。 眼下自己做什么都是无用之功, 只能想办法让自己从此事中抽离出来才是。 他们要胡闹, 那就闹去吧。 反正自己已经尽力, 真出了事, 也怪不到自己头上。 若真出了事, 就去找那个黑心丹的灵玄去吧。 玄道山, 四万里高度, 气凌眼看江涵转来转去, 像是要找什么东西的样子, 不由心中大喜。 这不是绝佳的拉近关系的机会吗? 只要自己帮他找到想要的东西, 那再谈条件不就简单多了? 小子, 你到底在找什么? 这都赚了三天了, 不如你直接告诉我, 我也帮你找一找。 赤金石矿, 江涵倒也没打算隐瞒, 毕竟对方一直跟着, 想瞒也瞒不住, 倒不如直接说出来, 万一他真的有办法, 那岂不是省了许多时间? 赤金石矿? 你找那玩意干嘛? 气凌嘀咕一声, 大手一挥, 指了一个方向, 这个方向, 三千里外就有几条极品赤金石矿。 极品赤金石矿? 江涵闻言一惊, 他没想到, 此人竟然真的知道赤金石矿的位置, 而且一开口就是极品赤金石矿。 要知道, 林天宗之所以敢给赤金石涨价, 正是因为他们手中, 握着整个修仙界唯一的一条, 上品赤金石矿脉。 但是这一条上品赤金石矿脉, 所产出的赤金石, 比其他所有下品赤金石矿脉的产出加起来, 还要多上数倍。 也正因此, 紫霄建宗才会受到林天宗的钳制, 不得不花费远高于市场家的资源, 从林天宗手中购买赤金石。 但若是自己找到了极品赤金石矿, 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眼下被钳制的局面, 瞬息之间就可扭转。 可是, 这消息真的假的? 整个修仙界可从未听过极品赤金石矿的消息, 怎么好巧不巧的? 这里就有一条赤金石矿脉, 还距他只有三千里。 哎呀, 你犹豫什么? 走, 我带你去看看。 说着, 他拉起江涵, 直接踏入虚空, 在出现时便到了一处山谷上方。 此处空无一物, 仅有无尽的红色土地绵延无尽。 二人刚一出现, 江涵便感到脚下传来一道莫大的吸引力, 让他忍不住想要挖开那些红土, 钻入地底一探究竟。 这种吸引力, 他一路走来已经感受到了不下数百道, 不过是因为急于寻找赤金石矿, 所以没有细细研究。 但他感受到的那些吸引力和此处相比, 此处也算是一处青涩传承之地, 不过这里面只有三条极品赤金石矿, 其他的宝物却是没有。 气凌拉着江涵落在地面, 宝物有灵, 唯有原者方可得知。 此处看似空无一物, 但只要你与此地宝物有缘, 便能感受到一股莫大的吸引力。 而随着你越接近, 吸引力也就越大, 那便是宝物向你发出的邀请。 邀请? 江涵这下才算明白, 原来那些吸引力竟是因此而生。 对, 气凌挥手环扫一圈, 这玄道山上几乎处处都是宝物, 只要能让你感觉到吸引力的地方 多有与你有缘的宝物, 你只需靠近, 就能以道文打开传承空间, 进入空间内取宝。 江涵文言一愣, 他刚才一路寻找赤金石矿之时, 可是感受到数百道强弱不一的吸引力, 难不成那些宝物都和自己有缘? 这怎么可能? 来, 你将神念注入道文内。 气凌一步步指引, 极有耐心。 江涵一言, 分离出一小段神念, 注入道文。 道文当即散出一道温和的土黄色光芒, 其内散出一股厚重的气息。 脚下大地似乎感受到了这道气息, 忽然剧烈震动起来, 地面上方凭空生出一道青色漩涡。 这便是传承空间入口, 极品吃惊石矿就在里面。 你只要。 气凌话未说完, 漩涡忽然一震, 扭曲树下之后, 哗啦崩碎开来。 前辈, 这是怎么回事? 江涵默默退后一步, 让你把神念注入道文, 不是说你切一小段神念就行了, 要持续性注入, 不然空间入口就会像这样, 维持不了多久就会解体。 他知道, 谨慎是好事, 可这小子未免谨慎过头了吧? 只切一段神念, 是怕自己在道文中动手脚, 顺着神念侵入石海将他占据。 此子小小年纪, 哪来这么强的危机意识, 难不成是以前被人骗了太多次, 伤得太深, 产生阴影吗? 你放心, 我真的是好人, 我不会害你, 赤金石矿脉, 就在这里, 你大可放心去看。 说着, 他手中掐绝一指, 刚刚消散的漩涡再次出现, 甚至还能透过漩涡看到里面的空间。 江涵一眼看去, 眼中顿时震撼无比, 看不到边际的空间内, 是一条连绵起伏的赤色山脉, 汹涌热浪滚滚涌动, 就连坚固无比的空间, 都被热浪冲出阵阵波纹。 这, 竟然真的是极品赤金石矿脉? 当然是真的, 我骗你干什么? 七灵没好气地说道, 此处原本是清极传承之地, 我帮你强行打开一道缺口, 你只需以神念激活道文, 稳固通道后进入即可。 说着, 他丢出一颗紫色宝珠, 我看你那储物戒有点小, 这是一颗极品须米宝珠, 足以将这三条矿脉装下。 里面还有一份收取矿脉的秘书, 你若信得过, 可以学一下, 不然若是一般的方法, 恐怕难以收走这三条极品矿脉。 江涵接过宝珠, 待剑林确认此物安全之后, 他沉默片刻, 行礼道谢。 多谢前辈。 第204章, 没有人天生就该对你好。 虽然不知道, 对方为什么这么做, 但他明白, 世间没有人会无缘无故对你好, 更不应该, 也不可能无条件地对你好。 对方又是赠宝, 又是送秘书, 其中定然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 可若说自己身上有什么对方想要的东西, 他思来想去, 恐怕也只有奔雷剑或者神雷可入对方的眼了。 至少目前看来, 此人好像真的没有恶意, 但防人之心不可无, 谨慎一些总不会有大错。 后续若真有需要自己出力的地方, 只要与自己无害, 还不会伤及无辜的情况下, 倒是可以去试一下。 嗯, 去吧, 我在外面等你。 气凌笑的真诚, 努力了这么久, 总算得到了这小子一点信任。 只要如此继续下去, 过不了多久, 他就可以彻底得到信任, 然后, 就是他脱困之时。 江涵将神殿小心翼翼地注入道文, 随时做好切断神殿的准备, 直到那青涩漩涡忽然扩大, 并没有一遍发生之后, 他才真正放下心来。 一脚踏入传承空间, 进来之后, 他才发现, 原来自己在外面看到的, 也只是冰山一脚。 此处空间不知多大, 放眼望去, 竟然只能看到, 这一条绵延无尽, 看不到尽头的矿脉, 至于其余两条, 就连一丝痕迹也看不到。 他神石放开, 覆盖方圆三千里, 可就算这样, 竟也没有找到这条矿脉的头尾。 这矿脉得有多大? 他嘀喃一声, 身形一动, 化作雷光, 沿着矿脉飞顿而去。 直到一炷香的时间之后, 他才终于绕了矿脉一圈, 同时也找到了另外两条矿脉。 三条矿脉, 竟然每条都长达万里, 宽达二百里, 这可比一般的极品灵脉都长得多。 宽二百里, 长达万里的赤金石矿脉, 是什么概念? 据师父说, 林天宗的赤金石矿脉, 长度也只有两千里, 宽不过数十里。 就这, 也已经是整个修仙界纯度最高, 产量最大的赤金石矿脉了。 当初林天宗为了抢到这条赤金石矿脉, 可是花费了巨大代价, 据说拼死了一个化神长老, 才将这条上品赤金石矿脉抢到手。 可他只是在玄道山转悠了几天, 就能有三条极品赤金石矿脉送上门来。 若是能将此处三条长达万里的矿脉带回, 紫霄剑宗日后可就再也不会去赤金石了。 更何况, 如此大的矿脉, 其内的极品赤金石品相恐怕也是极好的, 甚至有极大可能产出超品赤金石。 据说超品赤金石有几率提升天接飞剑品级, 若是真能找到是否可以将奔雷剑提高到九品。 江涵心底升起一团火热, 虽说天接八品的奔雷剑威力已经足够强, 但谁会嫌弃法宝太强呢? 而且, 就算没有超品赤金石, 但是那些极品赤金石也足以让紫霄剑宗所有同门的飞剑全部提高一个档次。 这样一来, 它总算是可以为宗门做些什么了, 不然一直消耗宗门的资源, 江涵心里总觉得不好意思。 而紫霄剑宗有了稳定的赤金石产出以后, 灵天宗的赤金石可就没了销路, 最起码, 它们最大的销路没了。 如此一来, 它们就只能卖给其他中小宗门。 可见修宗门毕竟是少数, 中小宗门能消耗的赤金石更是极少数。 赤金石价格昂贵, 一块拳头大小的上品赤金石足以抵得上一把玄阶无品飞剑的价格。 那些中小宗门哪愿意出那么多零食买赤金石? 也就紫霄剑宗为了追求飞剑极致, 才会消耗大量资源, 用赤金石提高飞剑威力。 到时, 除非灵天宗低价销售, 要不然, 它们只能把大部分赤金石烂在手里。 兴奋过后, 将寒收敛思绪, 看向脚下巨大的矿脉。 原本根本没想到, 竟然会遇到这么大的赤金石矿脉, 如此巨大的体积, 储物界还真是装不下。 说着, 它取出须米宝珠, 神石探进去, 将其练画。 不知这须米宝珠的储物空间有多大, 难道真能将三条长达万丈的矿脉都装进去? 话音未落, 它忽然顿住, 神石从须米宝珠内传来的画面, 让它心中一惊。 此物空间不知多大, 竟是一眼望不到尽头, 其内一片灰雾蒙蒙, 唯有一枚青色光球孤零零地悬在其中。 据宝珠内回馈的信息来看, 这个空间大小足有十万里方圆, 高度更是达到了惊人的一万里。 好大, 这么大的空间, 足够将一个凡人国度装进去。 这等宝物, 怕是不比那传说中的规则质宝差了吧? 或者说, 此物就是一件蕴含空间规则的规则质宝。 想到此处将寒星底一阵, 能随手拿出这等宝物, 那位前辈想必修为极其可怕, 想必极有可能不是此界之人。 难道说, 他竟然来自上界不成? 可上界之人, 又哪里会有我能帮上忙的事情? 别管那么多了, 先把宝物收了才是正事。 剑林开口说道, 那家伙绝对有问题, 但不管他要干什么, 我都有办法保你无恙。 既然宝贝是真的, 不拿白不拿。 这话倒是真的, 将寒收起宝珠, 将那青色光球取了出来。 前辈说得对, 眼下收取矿脉才是正事。 不过, 这矿脉实在太大, 宗内传下的秘书确实有些无力, 看来只能用那位前辈赠语的秘书了。 哎, 你别忘了还有我呢。 剑林急忙开口, 实体宝物我现在没有, 可秘书什么呢? 我这多的是。 说着, 本命飞剑窜出一道土黄色的光芒, 瞬间抵达江寒石海。 这个就是收取矿脉的秘书, 你用用看, 绝对比那家伙的好使。 只要你学会了这个, 以后不管遇到什么灵脉矿脉, 都能毫不费力的将其收服。 一颗土黄色宝珠, 在石海上空散出无尽光芒, 无数奇异文字扑洒开来, 江寒放眼细细看去, 很快便将此道秘书参悟。 清明地脉诀, 多谢前辈。 此秘书以地脉之力为辅, 可切断矿脉与地脉之势的连接, 将整座矿脉连根拔起而不费丝毫力气, 由此秘书相助, 他日后便能轻松收走任何矿脉灵脉。 第205章, 林天宗发不起阅历了, 此竹学起来不难, 江寒只花了片刻功夫, 便将此竹修炼成功。 此时在他眼中, 整个大的忽然有了不同的地方, 出现了许许多多无形不可见, 但能清晰感受到的地脉之势。 而那犹如卧龙般趴附于地的极品矿脉, 则有无数道气息深入地底, 与那些地脉之势纠结缠绕在一起, 好似这矿脉和地势成为了一体一般。 原来如此, 怪不得越是品级高的灵脉, 越是难以移动, 原来竟是借了磅礴无尽的地脉之力, 与地势相连, 自然难以移动。 但若是将矿脉与地脉的联系切断, 矿脉就成了独立之物, 自然可以将其轻松收走。 想到此处, 他双手快速掐绝, 体内灵力顺着地脉绝迹载的路线快速游走, 一道道硬绝自他指尖飞出, 离体变化作百丈大小巨大符纹, 迅速打在矿脉之上, 消失不见。 耳中虽然听不到, 可每当一枚硬绝落下, 他都能在神念中感受到一声巨大的轰鸣。 矿脉和地脉之间的连接, 便会在轰鸣声中从中断开一道。 半日时间很快过去, 随着最后一道硬绝打出, 眼前的地面忽然一阵剧烈晃动, 无数山石自矿脉之上轰隆隆滚落而下, 附近顿时激起无数尘烟。 数道震耳的崩裂声自地底传来, 庞大的矿脉整体, 犹如地龙翻身一般, 莫得晃了一下。 随即, 一道巨大的裂痕忽然出现, 围着矿脉边缘朝着远处急速蔓延而去, 速度极快地绕着整座矿脉转了一圈, 将整个矿脉和地势彻底分离开。 无数道土黄色的地脉之气自矿脉上四散开来, 融入虚空, 消失无影。 原本坚实无比, 似是不可撼动的极品赤金式矿脉, 此刻却好似变成了一块大一些的山石, 被随意丢在路旁。 骑士松散, 坚实质感彻底消散, 仿佛随手便能将其取走。 地脉之势已和矿脉断开, 此时收取便无需动用太大力气。 他寄出须米宝珠, 宝珠飞向高处, 犹如一颗紫色星辰挂在半空, 其内射出一道紫光照耀而下, 迅速覆盖整座矿脉。 与此同时, 他右手掐绝一指地面。 轰隆隆。 随着他的动作, 无数肉眼可见的地脉之力涌动而起, 凝成一团庞大无比的土黄色光芒, 将矿脉整个托举起来。 矿脉犹如赤龙腾空一般, 在紫光强大的犀利之下, 赤龙身躯飞速冲向天空, 图中其身躯逐渐缩小, 最后化作拇指大小, 一头钻进了须米宝珠之内。 空中的热浪陡然散了大半, 而须米宝珠表面则隐隐透出一丝红色。 直到此时, 江涵一颗星才终于落地, 师父交代的任务已经完成, 只要将另外两条矿脉也收走, 此次来玄道山的目的便算超额完成。 待他安然回到宗内之日, 便是林天宗那条上品赤金式矿脉, 沦为废脉之时。 林天宗内, 众多弟子如渺小的蚂蚁一般, 在破碎的山门内忙碌不休, 日夜不停地搬运材料, 刻画阵法, 用尽全部力气, 想要尽快重建山门。 在他们看来, 山门不只是宗门的, 他们许多人早已将山门当成自己未来无数岁月的容身之地。 所以, 当他们修补起宗门之时, 自然丝毫不曾偷懒懈怠, 极为用心地修补着每一处角落。 自从宗内出世之后, 日日如此, 夜夜这般至今已过去了大半个月的时光。 累虽然累了点, 可以想到重建山门之后的奖赏, 便觉得疲劳顷刻消散。 有传言说, 只要参与重建山门, 就能得天道奖赏, 获得那传说中的功德气运。 气运之事虚无缥缈, 可另有一件大事, 让众多弟子自昨天开始就干尽十足。 今天可是宗内发放月历的日子, 一大早, 就有许多弟子在发放月历的宝殿外, 排起了长队。 可不知怎爹, 原本早该开门的宝殿, 直到此时仍是大门紧闭, 紧在门前立了一块普通的木牌子。 你说什么? 这个月的月历, 要过十五天后再发。 一个正在刻画阵法的弟子惊呼一声, 身前正在刻画的阵法, 扑的一声炸成了粉末。 不是十五天, 是要等下个月的第十五天, 才开始发放这个月的月历。 也就是说, 要到四十五天后, 才会发这个月的月历。 旁边其他弟子听到动静, 也连忙聚了过来。 四十五天后? 怎么拖这么久? 难不成是出了什么意外? 我上个月的临时丹药, 可全都用完了。 这个月, 要是外部发月历, 那我还怎么修炼? 听说是那个宗主清传弟子灵玄, 再管这件事, 好像要弄什么改革。 要我看, 这哪是什么改革? 很可能是宗内没灵时了, 已经连我们的月历都发不出来了。 何止啊, 不但月历, 要延后发放。 据说以后, 连疗伤丹药也不给了, 受伤了, 只能自己掏灵石治疗。 这样下去, 恐怕要不了多久, 宗门就要散伙了。 噓, 别瞎说。 让旁人听到了, 告到执法堂把你抓走, 再给你安排个叛冬之罪。 你便是不死, 也得脱层皮。 附近陡然一静, 几人蹲着身子, 各自手中扣弄着一块材料, 往四周小心看了看, 见没人注意, 这才再次围到一起抱怨出生。 唉, 更离谱的是, 竟然连后山救命用的灵乳权, 以后都不让我们随便用了。 听我那在灵耀阁的表弟说, 往后若是谁想用灵乳权, 只能去灵耀阁自己买。 据说一瓶只有十滴的灵乳权, 就要五十块下品灵食。 这一开头可就停不下来了, 几人嘀嘀咕咕又骂了起来。 卧槽, 抢钱的这是? 我每个月月力才两千块下品灵食, 一瓶才十滴, 这要受个伤, 不得买个三五瓶才够用。 何止啊, 若是伤势重一点, 不得买些疗伤丹药, 不得去看看医师。 这些在以前可全是免费的, 但往后, 可都要用灵食才行。 王八蛋, 这林玄是哪来的混账? 照他这么整, 以后谁还敢出外派任务? 赚的贡献点都不够智商的。 第206章, 听老哥一句劝, 该给自己攒点零食了。 就是, 原本出个任务, 就靠那点贡献值换资源修炼, 照他这样搞, 赚来的贡献值全拿去疗伤和换取凌辱权了。 这不是让我们白干活吗? 对啊, 哪有这样的道理? 干? 不管别人出不出任务, 反正我这段时间是不出去了, 只要不去做外派任务, 就不会受伤。 待在宗内用阅历修炼, 虽然慢上一些, 但胜在安全。 别用阅历修炼了, 听老哥一句劝, 再收到阅历都攒起来。 宗内最近怕是要出大事, 留点零食傍身吧。 老哥说得对, 是得早做打算为好。 这不要脸的东西, 根本就是想要我们的命。 议论声越来越大, 直到最后, 连在不远处统筹的陆敬雪, 也听到了吵闹声。 怎么回事? 他们在吵什么? 这段日子, 他一直有些心烦意乱, 宗内遭受这么大的破坏, 连山门都被毁成这样, 跟遭了大灾似的。 此时, 本来应该大师姐出来主持大局, 他只需从旁辅助就可。 可现在大师姐整日带着四师妹四处奔走, 神神叨叨地说些什么不着边际的话, 不知道准备干嘛, 宗里的事, 他是一点都不管。 还有二师姐, 每次看到他, 就一直在唉声叹气, 也不知道在愁些什么, 问他怎么了? 他也不说, 直探得他心里发毛, 见面都得躲着走。 没办法, 两位师姐扛不起大棋, 只能让他这个做师妹的, 舍弃自己的修炼时间, 出手主持大局了。 可不出手不知道, 他一出手, 立刻就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每天一开工, 就有一大堆破事等着他做决定, 大到每天的材料核对, 进度监督, 和各风之间的交涉。 小道有弟子吵架, 某位弟子遇见掉进零售风粪坑, 全都给他出面解决。 一堆堆破事, 整日整夜的把他烦得不行, 最近几天更是心浮气躁, 恨不得把那些闹事的全给丢纸法堂去, 省得整天在这碍眼。 他每天一睁眼, 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撂挑子不干。 可现在他既然接手了, 自然没那么容易跑路, 那么多风主看着呢, 他要连这些事都干不好, 甚至逃跑不干了, 那可就丢大人了。 好在前些天, 听闻小璇想出了什么好主意, 能帮宗内削减大量资源支出。 有一个如此聪明能干的小师弟帮他, 这才让他稍微松了口气, 心情也好了一些。 但就在这时, 他却听到了底下人肆无忌惮的意论。 听说不止我们这样, 连各位风主和长老们也被如此对待。 我看哪, 怕是真如外界传言一般, 宗门是遭了大劫, 要出大事了。 别瞎说, 天道刚刚降下功德契运, 以后的好日子还长着呢, 怎么可能会出事? 这话你可别再说了, 被人听去了, 指不定怎么收拾你。 几人的声音又小了些, 可听在陆敬雪耳中, 却犹如就在耳边一般, 听得极为清晰。 功德契运, 谁知道真的假的, 这都大半个月过去了, 连功德契运的毛都没看到一根。 我还听说, 宗内最近多了好几个倒霉蛋, 都快被梅运折磨死了。 要我说啊, 这契运一说, 纯熟扯淡。 谁在那里胡说八道? 陆敬雪听到这里, 是彻底忍不下去了, 当即起身怒喝出声。 他们私底下发发牢骚, 倒没什么, 但敢说师父的不是, 那就绝对是生了反叛之心。 附近灯时一静, 议论声戛然而止。 哼, 再让我听到, 你们目无法记, 在背后乱嚼蛇根, 定尖等送入执法堂发落。 他目光如电扫过四周, 锁过之处, 众人皆是埋头苦干, 丝毫不敢吱声。 陆敬雪毕竟是宗主清传弟子, 而且他经常在宗内走动, 门内大多弟子都对他有些印象, 知道他的脾气时好时坏, 自然不敢招惹他。 更何况, 他还是原因期强者, 在宗内还是有些威望在身的。 见无人再敢多话, 他冷哼一声回了亭子。 关于他们几人讨论的这件事, 其实他也有所耳闻, 林璇遇要实施之时, 他也曾远远见过。 不过, 当时他以为是什么 会及整个宗门的好法子, 所以并未往深处多想, 也没去细看到底是什么法子。 可眼下看来, 此事造成的影响确实有些太大, 就连这些低级弟子都敢在背后智慧。 一个两个也就罢了, 但这么多人全都不满, 那事情可就大了。 这件事, 恐怕不是他所想的那般简单, 搞不好, 就是有人在暗中使绊子, 想借此毁坏宗门名声。 不行, 我得去看看。 思虑片刻, 他始终放心不下, 还是决定去找林璇看看。 林师妹, 此处裁掉你们自行核对, 我还有事, 先走一步。 他将手中工作交给旁人, 飞身而起朝着宝库飞去。 他要去看看, 林璇他到底都出了些什么主意, 竟然让下面弟子这般反感, 甚至给了某些人机会, 暗中引导其他弟子骂他。 不, 这已经不是反感可以解释的了, 这恐怕, 已经对他产生了怨恨之心。 想到这里, 路径雪速度又快了几分。 林璇此时正在宝库直视殿内躲着, 此处防卫森严, 阵法极强, 就算天节降临之时, 此地都能毫发无损, 由此可见其强大。 他的那几条改革法令一出, 他叫板, 联合许多弟子出声反对。 可这些人不过都是些底层弟子, 除了骂他几句之外, 什么都做不了, 只能在私底下发发牢骚罢罢了。 而那些牢骚, 并多让他心情差一些, 回骂几句出出气, 对于现状毫无改变。 唯有那些杰丹以上的内门弟子, 还有个凌峰的核心弟子, 他们看他的眼神越来越不对劲。 而且宝库附近, 其他风的清传弟子也不知道抽了什么风, 没事就聚过来转悠, 也不知道在干什么。 附近人多了以后, 他现在每次出门都感觉有人盯着他, 冷嗖嗖的寒意。 那种感觉让他一整天都几倍发凉, 害得他现在只能躲在宝库, 不敢随意出去, 生怕哪天被那些无耻之徒下黑手。 第207章, 你赶走就别想再回来。 不过这些也没什么, 只要个凤凤主和长老不出面, 就算这些各个长老的清传弟子, 还有个凤的核心弟子加起来, 也翻不起什么风望。 一群目光短浅的混账, 我这样做有什么不好? 我也是为了宗门考虑, 他们怎么能这么不配合? 真是群狼心狗肺的东西, 宗门养了他们那么久, 又不是要他们的命, 只是让他们出些力气, 就百般不悦。 这要是真到了宗门生死存亡之际, 他们这些人有谁会留在宗内死战? 怕是一个比一个跑得快。 林玄正对着几名宝阁的弟子发火, 连日来不断地发号施令, 倒是让他有了几分威势。 我不管你们怎么做, 我既然下了命令, 你们就要给我处理好, 别跟我东扯西扯的找理由, 我找你们来, 是要你们做事的, 不是替你们发牢骚的。 谁要是觉得自己做不好, 趁早走人, 别在这站着毛坑不拉屎, 想进宝库干活的人多了去了, 我不缺你, 这一个两个的。 他话刚说完, 一名宝阁弟子眼睛一瞪, 把手中木牌往桌上啪的一摔, 啪。 木牌瞬间化成粉碎, 散的的屋子到处都是, 他把手中木柄往桌子上狠狠一砸, 冲着林玄怒声喝道, 走叫走, 谁他妈稀罕这破地方。 骂完, 他竟真的毫不留恋, 转身就往门外走去, 看到路径雪也没打招呼, 他走起路来速度飞快, 好似恨不得直接跑出去一般, 竟多了些迫不及待的味道。 林玄见状, 把手中杖侧往桌上用力一摔, 混账东西, 你不干, 有的是人干, 真是反了天了, 一个小小内门弟子, 谁给你的胆子竟敢这么猖狂, 别以为你是路长老的弟子, 找出了这个门, 就别想他回来。 可他不骂还好, 一骂出口, 那人步子又快了几分, 甚至多了些轻松的意味, 转眼就没了身影。 林玄见状, 恨得攥紧了拳头, 他一看路径雪过来, 腰杆顿时又直了几分, 指着门口大声嚷道, 三师姐, 你看他们这是什么态度, 一点小事都干不好, 我还没说两句, 竟然还敢跟我甩脸子不干了。 他怒得一拍桌子, 他以为他是谁啊, 搞得跟我离了他什么都干不了了似的, 真不知道他哪来的那么大脸。 越说越气, 他猛背一跺脚, 真是气死我了。 路径雪眼底藏着几分怒意, 在他看来, 林玄一向脾气温和, 心地善良, 上山这么久, 从来都没见他发过脾气。 这些人, 定然是做了什么不可原谅之事, 不然的话, 小玄绝对不会发这么大的脾气。 可此时不是细究之时, 他扫了另外几人一眼, 将他们面貌记下, 轻声说道, 别在这愣着了, 你们下去忙吧。 他声音平淡, 却带着一丝使唤自家奴仆般的味道。 闻言, 几人却是不敢有丝毫不满, 如蒙大舍般, 匆忙行李离去, 全程没敢抬头看他一眼。 等到几人离去, 路径雪脸上立刻挂满笑意, 优雅坐下, 柔声说道, 这是出什么事了? 小玄你一向脾气极好, 怎么会他们被气成这个样子? 还不是新规矩的事, 林玄亲自倒了两杯上好的灵茶, 先给路径雪地去一杯, 然后在他对面坐下。 这群家伙真是一点用处没有, 我只是让他们将新出的规矩通知到各风, 又不是让他们去送死, 他们竟然连去都不敢去。 林玄气得喝了一大口水, 愤声道, 不去也就罢了, 还敢对我的规矩指指点点, 一会儿这不对, 一会儿那有疏漏。 更离谱的是, 他们竟然说这规矩就算通知到各风, 也没有用处, 还说什么各风主根本不会承认。 哼, 我就那么闷了, 他把茶杯往桌上重重一放, 发出喷的一声, 他们都没去试试, 怎么就能确定风主们不会承认? 真是一群无胆之辈, 就连尝试一下都不敢尝试, 事情还没开始做, 他们就先投降认输, 那我还留着他们干什么? 走了倒好, 我正好在找些听话的, 省得整天让我生气。 原来是这样, 路径雪文言心中了然, 怪不得小璇这般生气, 看来还真是那群弟子不懂事。 正如小璇说的那般, 这群人未战先妾, 甚至还找各种理由为自身开脱, 未来成就可见一般, 真真是难堪大用。 想到此处, 他记起自己来此的目的, 笑着说道, 小璇真是长大了, 都能为师父分担宗门事务了。 他先夸了一句, 然后才说道, 你心定了什么规矩, 拿来让我瞧瞧。 林璇一听到师姐的夸奖, 果然很是受用, 胸中怒火散去大半, 得意地说道, 我这倒也立没什么特别新的规矩, 就把之前的规矩略微改动了一下, 加了些新的条款进去, 让他们为宗门做点贡献罢了。 一说到这, 他又想起之前那些人的做派, 很声道, 可我还没做什么呢, 一个个就跟要了他们命一样, 真是一群忘恩负义的白眼狼。 林璇拿出一块公事牌子, 放在桌上, 陆敬雪粗略一扫, 顿时大惊失色, 延迟发放阅历, 减少修炼丹药, 不再承担疗伤丹药, 资源回收再利用。 他越看越是心惊, 看到最后之时, 脸色已是难看至极。 这, 这都是你心定的规矩。 师父知道吗? 这是师父同意了的。 林璇取出宝印, 要是没有师父点头, 给我拾个胆子我也不敢乱来。 不行, 这规矩不能用。 陆敬雪看了眼宝印, 心中更是一沉。 他没想到, 师父竟然会这般纵容小熏胡闹。 若是平常到也罢了, 可但凡牵扯到资源之势, 谁不得小心翼翼的, 生怕一不小心触怒各风, 引得他们不满。 哪能游的, 他在这乱来。 他神色肃然, 身为修仙世家之人, 自小而如目染之下, 他比谁都清楚, 这些东西, 到底能造成多么严重的破坏力。 第208章, 你怎么能这样对我? 怪不得刚才那些弟子怨亲那么大, 怪不得宗内都对此议论纷纷, 这些乱七八糟的规矩, 已经伤害到了他们所有人的利益。 当然, 也包括他的利益。 更何况, 这里面任何一条, 可都是一不小心, 就会损伤到宗门根基的事情。 若是被有心人抓住机会在暗中做些动作, 恐怕会对宗门造成极大伤害。 我知道你是为了宗门好, 可你也要考虑一下门内弟子的反应。 若是真按这个规矩来, 他们肯定会有意见, 到时候, 你孤立无援之下, 怕是性命难保。 世界! 林玄脸色一沉, 他原以为三师姐是来帮他的。 没想到, 他竟然要听那些低级弟子说话。 而且听他这意思, 还有些威胁之意。 不过是些低级弟子罢了, 他们就算不满, 又能怎样? 难道还能杀了我不成? 我有宗主宝印在手, 就算给他们十个胆子, 他们也绝对不敢给我出手。 林玄说到这, 忽然感觉后背一凉, 想起一直徘徊在宝库附近的各封清传弟子, 心中一颤, 连忙举起宝印喝倒。 此事师父已经同意, 而且已加入宗门手册内, 并加盖了宗主宝印, 可不是说不做就能不做的。 什么? 路径血一惊, 谁让你加入宗门手册的? 你盖宝印之时, 经过师父同意了吗? 添加新规矩, 可是要各封长老共同协商的, 林玄他怎么能私自往手册上加东西? 若要往宗门手册上添加新规矩, 必然要去执法堂内, 由执法堂主亲自打开宗法石碑, 在最少八位封主的见证下, 才可在宗法石碑上刻印新规。 林玄他, 绝对不可能办到此事, 其他长老和封主, 怎么可能由着他胡来? 想到此处, 陆敬雪急声喝道, 你怎么盖的宝印? 你立新规之时, 可曾在执法堂宗法石碑上刻印? 宗法石碑? 林玄眉心一沉, 那自然是刻了的, 师姐你放心, 此事我是完全按照宗门规矩办的, 绝对没有疏漏。 陆敬雪心间一抖, 刻了, 竟然真的刻了, 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这下完了, 如果刻上宗法石碑, 此事就再无转换余地。 不, 还有一法, 若是没有八位封主见证, 就还有希望将这新规抹去。 想到此处, 他颤声道, 那你刻印之时, 可曾有八位封主共同见证。 若是没有封主见证, 这新规便是刻了也无用。 师姐你是在怀疑我的能力? 林玄非常不满, 他都说了, 自己是按规矩办的, 师姐怎么还这么多事? 那日我去执法堂之时, 刚好遇到一位热心肠的弟子, 就是他帮我请来了八位封主, 在他们共同的见证下, 又请执法堂堂主打开了宗法石碑, 这才将新规刻下, 并加盖了宗主宝印。 热心肠的弟子, 陆敬雪大惊, 哪个弟子有这等本事, 竟然可以请来八位封主? 哪个热心肠的弟子, 你把他叫出来, 我倒要看看, 到底是谁? 三师姐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难道你不相信我? 林玄最后一点耐心忠于好光, 他好不容易做成一件大事, 师姐怎么就这么不相信他? 我再说一遍, 我做的一切都是经过师父同意的, 绝对不会出问题。 你说什么? 陆敬雪难以置信地看着林玄, 他能感受到对方话语间的不满和疏怨, 这是他第一次听到林玄以这种态度和他说话, 自己明明是想要帮他, 可他怎么会这样? 不但不思悔改, 反而对他恶语相向, 极其不耐。 他何曾被人这般对待过? 以前教训姜涵的时候, 他从来都不敢反驳, 无论他说什么, 他都低着头认真听着, 之后还会不断道歉。 可怎么到了小玄这里, 却变成了他在多管闲事? 不但言语间极不耐烦, 甚至还敢对他出言不逊, 巨大的落差感让他一时有些难受。 师父掌管宗门多年, 定然早已看清其中利弊, 师父竟然同意让我如此做, 自然有师父的道理。 三师姐你仔细想想, 你能比师父看得更深更远? 你能比师父更清楚其中的利弊? 林玄没想到三师姐竟然如此目光短浅, 她这可是为了宗门着想, 可她竟然不分青红皂白, 为了那些低级弟子向她发脾气, 发发脾气也就罢了, 可她竟然还对她的法子各种挑刺。 她也不想想, 自己这么做是为了谁? 难道是为了我自己吗? 我还不是为了宗门好。 她现在这愚蠢至极的模样, 和之前那些低级弟子有什么区别? 心中不爽之下, 林玄说起话来更是毫不客气。 我还有事要忙, 三师姐若是不愿帮忙, 不如暂且回去, 省得在这碍眼。 碍眼? 她竟然说她碍眼? 路径血闻言呼吸一致, 她没想到, 林玄竟然这么不同情理, 她明明是为了她好, 可她竟然对她如此冷漠。 亏她以前对她那般纵容, 可到头来, 竟只换来这般无情的态度。 小玄, 你怎么能这样? 我可是你师姐。 可任凭她说什么, 林玄却根本不理她, 低着头开始离起了仗策。 路径血见此, 心中顿时一阵闷痛, 就连呼吸都有些停滞。 自己一直全心全意以真心待她, 可到头来, 竟只能换来嫌弃和厌恶, 还没说她两句, 她就要把她赶走。 若是再多说两句, 是不是还要对她大骂出口? 她突然发现, 林玄竟然如此不尽人情。 她若是对江涵如此说教, 她肯定不会对她这副态度, 绝对会认真听从她的教诲, 事后还会对她极为感激。 就算她语气不好, 骂她几句, 江涵也会低着头硬着, 根本不会有一丝反抗之心。 若是江涵还在就好了, 至少还有一个能明白她苦心的人。 她心情不好的时候, 也能有个地方发发脾气,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 想到这里, 陆敬雪忽然觉得心口一阵闷痛, 自己这么多年来, 对林玄付出这么多, 到底算是什么? 同样的付出, 若是放在江涵身上, 她定然不会是这个态度, 而是会把她当作最尊敬的人, 尽心侍奉。 这一刻, 她无比怀念江涵还在的日子。 如果江涵还在就好了。 第209章 谁有这么大本事? 她捂着心口低语一声, 踉跄着出了宝库。 今日之事对她打击太大, 林玄的态度更是让她极为伤心。 她的态度会沉迷, 可是她脚步忽然顿住。 算了, 只怕就算她说了, 师父也听不进去。 围经之计, 只能让小璇吃些苦头, 她才会明白。 这些事, 根本不是她这个小小青传弟子可以做的。 甚至, 就连师父这个宗主, 也绝不能出手做这些事。 此事牵扯到了太多人的利益, 甚至已经伤到了宗门根基, 各位丰主和长老, 绝对不会坐视不理。 现在还只是刚开始, 别看水面暂时一片平静, 可在水面之下, 已不知荡起了多少暗流。 等到暗流真正浮出水面之时, 便是将这滩水彻底搅碎之时。 哎, 陆敬雪重重地叹息一声, 小璇可能只是一时着急了, 所以今天才会这样对我。 她神色复杂, 不知道这个解释能不能让自己相信。 可她这些年为灵璇做了那么多, 若是因为这点事, 就放弃那么多年的付出, 她真的不甘心。 小璇, 既然你非要这样做, 我也只能帮你安排一条后路了, 只希望你能明白我的苦心。 而在这之前, 还要去找出一个始作俑者。 说完, 他迈步而出, 不乏坚定地朝执法堂而去。 他要去问问, 那天带帮林玄请来八位封主的弟子, 到底是何方神圣? 一个不知名的弟子, 竟能请到八位封主旗帜, 他到底是怎么办到的? 这个人, 一定大有问题, 极有可能是其他宗门安插进来, 毁坏林天宗根基之人。 若不是他暗中操作, 小璇绝不会做出这等糊涂事, 只要把一切都推到这个人身上, 便能让小璇安然脱离这个漩涡。 但在这之前, 要先把这个人揪出来, 才能再延其他。 赤金石矿脉所在的传承空间内, 随着最后一座极品赤金石矿脉被收走, 整座传承空间末地一阵, 紧接着天地间凭空生出无数丝丝缕缕的青涩雾气。 雾气刚一出现, 便摇摆着身躯, 以极快的速度冲向高空。 越来越多的雾气迅速出现, 逐渐会成无数条巨大的青涩河流, 与高空中聚在一起, 逐渐凝出了一尊悬挂高空的青涩大日。 大日散着万丈青芒, 照耀四方, 而弥漫四周的无尽青涩雾气则越发稀薄。 迟到半盏茶的时间过去, 当江涵再次看清四周之时, 他竟然已回到了那处红土平原内。 而那轮青涩大日则将光芒收敛起来, 自缓缓空中降下。 直到这时, 江涵才看清楚那青光到底是什么。 他像是某个扭曲的文字, 仅有寥寥几笔弯曲的痕迹, 却好似运着某种天地规则, 只一眼便让人再也挪不开眼睛。 与此同时, 他掌心的那黄色稻纹再次散出一道炙热, 灼得他掌心微烫。 这竟然是一道青色稻纹? 不错, 每一座传承空间皆是由稻纹所画, 当你将传承收走之后, 稻纹便会显化而出。 气灵迈步而来, 随手一点, 稻纹便落入江涵掌心, 融进了他掌心的黄色稻纹内。 原本只有三笔横钩的黄色稻纹, 此时多了两道痕迹, 组成了一个逐渐成型的文字, 颜色也变成了青色。 随着笔画增多, 其上的规则之力也更加浓厚了许多, 好似只差几步便能具现而出。 稻纹自掌心逐渐隐去, 但就在这时, 一道极为强烈的吸引力忽然穿破虚空, 自己遥远的地方瞬间抵达此处, 穿破重重组阁, 落入了他心间。 一股发自内心深处的渴望, 自心底漠然生出, 江涵面色一变, 下意识就往前迈出一步, 迫不及待的就要追着这道感觉而去。 好在此时, 星湖内的剑星忽然一动, 散出一道波纹荡漾全身, 那无比庞大的吸引力被逼退, 这才让他惊醒过来。 好强的吸引力, 江涵眼中金色未退, 抬头看向东方。 如此强的吸引力, 那个方向绝对有重宝。 那个方向, 气凌眼中似有缅怀之色。 前辈可知是怎么回事? 江涵疑惑问道, 气凌如今这模样, 不就明摆着告诉别人, 他知道那边是什么情况, 能让你有这么大反应的, 也唯有那道传承了。 气凌叹道, 走吧, 寻着你的感觉去看看, 虽然早了些, 但你若能提前将此宝拿到手中, 也是件好事。 江涵闻言不已有他, 点头后化作顿光, 寻着那冥冥中的吸引力朝着东方顿去。 玄道山, 四万五千里高度, 一处狂风呼啸的巨大山谷内, 有三十余到高约二百余丈, 通体由深青色天地之力凝聚而成, 体型庞大的龙卷风。 其内有无数青色电光闪烁不休, 发出阵阵风啸嘶吼。 它们如风龙一般, 呼啸旋转不休, 自山谷内寸寸扫过, 锁过之处, 只在身后留下无数到漆黑的空间裂缝。 虽然这些裂缝很快就会被天地规则修复, 可架不住龙卷风数量太多, 一眼看去, 空间裂缝简直密密麻麻, 就连一处下脚之处也无。 而在山谷中心处, 还有一道完全由空间裂缝组成的避障, 将山谷中心位置牢牢护在其中, 便连一丝风吸都无法穿过。 然而, 就在这危险无比的山谷内, 却有六道人影, 顶着呼啸的狂风, 远远避开那些龙卷风。 小心翼翼地躲着那一道道寒气森然的空间裂缝, 向着山谷中心缓慢走去。 他们速度极慢, 花了足足一个时辰的时间, 也只走出了五百丈的距离。 此时距那山谷中心处, 还有约三百丈的距离。 随着他们深入, 四周内狂风越加狂暴。 就算他们身上各自带着抵抗风吸的法宝, 散出的绿色光芒, 能让凌晨的狂风威力减少七成。 可就算这样, 他们走动间也愈加艰难, 往往需要数息时间, 才能寻到风吸稍弱的机会, 向前踏出一步。 看其服饰, 正是三名灵天宗之人, 三名阴阳宗之人。 第210章 又是你们。 此处传承不知适合品级, 竟能引动这般强大的龙卷风, 撕开遍布山谷的空间裂缝。 只怕那每一道龙卷风核心处, 都拥有堪比划神器的攻击力。 一灵天宗之人皱眉说道。 另一名阴阳宗之人摇头道, 观其表象, 仅仅一三在外的一丝气息, 便能搅动如此恐怖的天地之力, 更是将整座山谷都因此成了一片绝地。 只怕此处最少是青色传承, 甚至是蓝色传承也说不定。 张兄此言有理, 这处一传承之地定然非同小可, 倘若真是蓝色传承, 那可就是玄道山开启至今第一道现世的蓝色传承。 此言一出, 几人进阶神色激动。 蓝色传承之地, 那可是只存在于传闻中的传承, 自从18年前, 玄道山面世至今可从未出现过蓝色传承。 他们也只在一些传承空间的直言片语中, 才得知了这些传承的等级信息。 虽然蓝色传承从未有人见过, 可仅次于蓝色之下的青色传承, 却是已经出现了三道。 这其中, 每一道青色传承, 其内皆有一条完整的, 可领悟一种规则之力的修炼功法。 更让人发狂的, 则是这三道规则之力, 皆是世所罕见的强大规则, 只要获得任意一种, 就足以让修士站在同阶顶端的强者。 这等功法, 每一个都比五大宗门的传承功法更强, 最少都是天阶九品以上的存在。 目前在天交榜排名第一的夜秋云, 正是因为独自获得了一道青色传承, 在其内得到了一部可以领悟空间规则的修炼功法, 这才让它稳居天交榜第一这么多年。 但是青色传承, 便能得到蕴含一条规则道路的完整修炼方法。 这蓝色传承, 也不知能得到何种逆天的宝物。 难道除了天阶九品功法以外, 还会有一件规则至宝不成。 几人文言身上宝光更加明亮了几分, 加快速度朝着山谷中心行去。 不管是什么传承, 我等好不容易才求来中宝, 终于有了暂时压制那片空间裂缝的方法, 今天无论如何也要进去看看。 为首一名林天宗弟子, 文言瞥了几人一眼, 张兄说的对, 但不管是何等级别的传承, 按照先前所说, 此处道文必须归我, 至于其他宝物, 我们各凭手段。 其余几人文言没有犹豫, 皆是点头附和。 风兄说的是, 宝物有缘者得知, 自然是谁拿到便是谁的。 风白燕文言不再多话, 但其体外光线却忽然扭曲晃动起来, 深周涌现无数天地之力, 并在荡漾间散出一股无形的波动, 将四周密密麻麻的散碎狂风隔绝在外。 其身形更是一下子快出数倍, 顺着狂风间的缝隙, 快速迈步冲了出去, 转眼间踏出了八十余丈的距离, 将其余几人远远甩开。 不愧是占据天交榜第五多年的高手, 风兄这立之异境, 竟然已经能和天帝之力产生共鸣, 以天帝之力阻隔狂风。 如此手段, 想必只差一丝, 便能真正领悟立之规则了吧。 其余几人颇有些羡慕, 对方仅凭这一手立之异境, 便能稳稳立于天交榜第五名。 若是此次在这个传承之地, 再让风白燕获得一道传承功法, 让其领悟另一道异境之力, 恐怕要不了多久, 便能踏入天交榜前三之列, 甚至不日结音也有极大希望。 想到此处, 几人目光一闪, 纷纷激活本命法宝, 不惜消耗大量灵力, 加快速度朝着风白燕追去。 那件能暂时压制空间裂缝的法宝, 可还在风白燕身上, 若是他不管不顾, 自行压制裂缝进入传承空间内, 那他们不就白忙活一场? 风白燕并未理会几人, 他犹如闲庭信部一般, 自空间裂缝旁边悠然走过。 所过之处, 那无处不在的狂风, 好似被一双无形的大手推动, 总能在关键时候, 给他留出一道可攻通过的缝隙, 这才让他能从容躲避空间裂缝。 但就算这样, 山谷中心处那密密麻麻, 让人无处落脚的空间裂缝, 还是让他心里有些发出。 空间裂缝威力极强, 就算是原因大圆满的强者, 若是在没有防护的情况下, 碰到空间裂缝, 也要身受重伤。 不但肉体会被其吞噬, 就连神魂之力也会被其瞬间吞噬一大块, 端地是恐怖无比。 此处空间裂缝怎么会这么多? 若是此次没有空间法宝相助, 怕是根本无法跨过此处。 剩余几人此时也跟了上来, 他们可不像风白燕那般轻松, 而是动用了压箱底的法宝, 这才艰难度过外围的狂风和空间裂缝。 长时间快速且无节制的消耗下, 导致几人面色略有苍白, 体内灵力更是耗掉七八成半, 此时刚一停下, 纷纷趁机恢复消耗。 防守之力越强, 说明里面的传承之力等级越高。 风白燕淡然开口, 风凶言之有理, 此处遍布狂风规则, 我等若不是小心躲避, 怕只需触碰一下, 便会身受重伤。 以我等皆是天骄榜前五十的实力, 进入这里还这般艰难, 若是他人来此, 怕是连这山谷都无法踏入。 说话之时, 几人面色皆有些傲气, 各宗天骄数量极多, 他们能在这些天骄中排名前五十, 自然有可以骄傲的资本。 里面那道传承, 想必极有可能与风之规则有关。 若是风凶得知, 风力两大意境相辅相成, 定能一举击败叶秋云, 踏入天骄榜守卫。 风白燕闻言轻笑, 叶秋云有空间意境在手, 可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 他摇了摇头, 莫要多言, 我来施法压制此处空间裂缝, 我等赶快进入其中, 取走传承, 以免节外生枝。 其余几人伸枝此处重要, 点头后靠近风白燕身周, 目光警惕地看向四方。 然而就在此时, 天边尽头, 忽然出现两道流光, 朝这边快速冲来。 对方速度极快, 仅是一眨眼的功夫, 便到了山谷摆帐之外, 停在风吸触碰不到的地方, 目光如电, 向着山谷扫射而来。 咦? 又是你们? 随着一声轻易传来, 一道庞大的神念瞬间笼罩八方, 甚至极为灵活地避开密密麻麻的空间裂缝, 自己人头顶轰然砸下。 第二摇摇张, 怎么到哪都能碰到你们? 哄, 几人为了快速赶到山谷中心, 本就耗了极大精力, 此时忽然砸下的庞大威压, 让众人面色结实一白, 更有一人承受不住, 身体一晃之下, 差点碰到旁边的空间裂缝。 好在此人反应快, 连忙顿在原地不动, 这才堪堪停在那裂缝之前。 冷汉自那人额头滑落, 可很快便有数道宝光升起, 勉强挡住了些许威压, 旁边另有一人伸手把他拉向一旁。 直到这时, 他们才纷纷看向那两道身影, 目光中也多了些忌惮。 风白燕更是眉头紧锁, 如此强大的威压, 就连他也升起了一些警惕。 他神势横扫过去, 又要探个究竟, 可他神势刚与对方的神势接触, 就被一股更加强大的神念啪一下弹开。 风白燕变色一尘, 以他只差一丝就能凝结原音, 比之一般假音七还要强的实力。 他发出的神识, 也只比原音七差上一些而已, 便是真的遇到原音七修饰, 他的神识也能和对方纠缠片刻。 可就算是这等强大的神识, 在对方的神识面前却犹如婴儿一般, 在那二人三十丈外, 便被瞬间压制击退。 如此一来, 对方的境界几乎呼之欲出。 原音中七? 不, 这等神识强度比一般的原音初七要强上不少, 可相比之下, 还达不到原音中七的强度。 可就算不是原音中七强者, 对方的实力, 就算在众多原音初七中也是位列前茅。 风白燕神色一鸣, 虽有警惕, 可却毫无距影, 反而目光不善地看向两人。 原音初七而已, 他又不是没杀过, 他有立志意境在身, 更何况, 身旁还有五位同样有意境在身的同伴, 只要对方不是有规则之力在身的原音初七, 他就不拒。 而规则之力, 那可不是区区一名原音初七可以领悟的东西。 况且, 此二人面生, 其中一人看服饰, 还是紫霄建宗之人, 恐怕是刚到玄道山才对。 而最近半年时间, 并未听到哪里有新的传承之地开启。 如此想来, 此二人绝对并未获得传承之力, 顶多有一道意境在身, 实力自然不会强到哪去。 唯有那名紫霄建宗的原音需要警惕一些, 毕竟这个宗门的原音七剑修, 每个都不好惹。 不过听对方刚才所言, 应该是认识他们几人, 那么对方定然知道他们几人的实力。 如此一来, 对方出手的可能性更低了不少。 想到此处, 风白艳神色轻松不少, 对方只要不是傻子, 就不会和他们这么多天交应通应。 两位道友, 此处是我们先发现的, 两位还是到别处去吧。 他语气倒也还算客气, 毕竟再怎么说。 对方也是原音七的高手, 倘若真动起手来, 便是他们真的能胜, 只怕也要耗费不少手脚。 甚至, 他们之中必定有人受伤, 甚至陨落于此。 此时取宝在即, 他也不愿多生事端。 他身旁其余几人亦是如此, 一副一封白艳为首的模样。 就算心智来人可能是极强的原音七修士, 他们也丝毫不惧, 面色虽有些恭敬之意, 实则极为冷淡地看着二人, 仿佛只要一言不合就会出手厮杀一般。 一时之间, 场中气氛有些凝重。 下方几人自视实力强于对方, 但心急取宝, 无欲挑衅。 而上方的二人中, 一人神色恍惚, 面有追忆, 根本没有看他们一眼。 而另外一人, 只在来时说了一句眉头莫尾的话, 之后便一直闭口不言。 来者正是江涵和七零二人, 他一路寻着那道, 让他心神荡漾的吸引力而来。 直到抵达这座山谷之时, 他便明白, 那道让他魂牵梦宁的传承, 就在此处。 可他没想到, 刚到这里, 就看到了灵天宗和阴阳宗的人。 晦气! 他一看到这两宗之人, 心中就忍不住生出戾气。 这两个宗门就好像独流一般, 他走到哪里都能碰到他们。 而且每次看到, 到最后总会发展成生死之斗, 让他烦不胜烦。 他真的不喜欢杀人, 可他们每次都想杀他, 让他不得不发狠。 故此, 刚才一看清几人身份, 便以神念猖狂扫过对方, 丝毫不顾是否会引得对方发怒。 反正不管现在对方发不发怒, 等会儿也必定会发怒。 两位道友还是速速离去为好, 莫要为了此处知不知品级的传承, 伤了自身性命。 风白艳话语间隐含威胁之意, 可话说出口, 对方却依然不为所动。 他眼睛一眯, 心知对方来者不善, 心中默默思量。 此时他们身处山谷中心外, 四周皆是狂风和空间裂缝。 而对方身处高空, 除在狂风之外, 此时若是真动其手来, 对他们极为不利。 他们几人对视一眼, 暗中传音商量起来。 而姜涵却根本懒得搭话, 对于林天宗和阴阳宗之人, 他没什么好说的。 那两宗就跟疯了一样, 一看到他就想下杀手。 就算他同他们说上一大堆, 到最后有九成概率, 还是要动手。 更何况, 他这次的目的, 就是此处的传承, 和对方的目的一致, 发生冲突是必然的。 而且看对方这架势, 想必对此处研究许久, 极大可能已有了 进入那山谷中心的方法。 眼下对方人数占据优势, 万一被他们分出几人拖着, 另外的人打开传承空间强行进入, 那宝物可就只能拱手让人了。 不如先想办法, 进入这山谷内的传承空间, 将宝物得到手之后, 再出手对付这些人也不迟。 这处山谷, 在他感应中, 那可是犹如烈日般的存在, 那股强大的吸引力, 比之青色传承出的赤金石矿脉, 不知强大了多少倍。 而那三条赤金石矿脉, 便已是此界极拼宝物。 可想而知, 此地传承内的宝物, 又会有多强? 如此强大的传承之地, 我一定要将它拿到自己手里, 便是毁了, 也绝不能落入这两宗之手。 第212章 活该 林天宗和阴阳宗向来交好, 而且屡次对他出手, 又要取他性命。 这两宗, 未来必定是他的死敌, 他自然不能让如此强大的传承, 落入他们手中, 以免给自己未来复仇增加难度。 江寒心思电转, 他刚来时扫了几眼便发现, 恐怕只有通过那处空间裂缝形成的臂障, 才能真正接近传承所在之处。 如此多的空间裂缝, 竟然形成了一层天然屏障, 这就有些难办了。 若是一般的臂障, 只要没有阵法防护, 那就只需以瞬移突破空间, 便可轻松越过。 可但凡空间裂缝所在之处, 空间必然早已紊乱无比。 若是胆敢使用瞬移强闯进入, 怕是极大可能会被切成无数碎块, 生死到消。 不仅如此, 就连攻击落在空间裂缝之上, 也会被其吞噬得干干净净, 根本无法造成任何伤害, 更别说通过空间裂缝, 攻击到后面的人了。 想要通过空间裂缝存在的区域, 只能使用空间之力, 将那些空间裂缝暂时压制, 使其恢复正常, 才能安然通过。 可他现在并没有可以影响到空间裂缝的法宝在手, 这可如何是好? 正在此时, 下方几人却已有了动作。 风兄, 此处空间裂缝虽然限制了我等的行动, 可也是一道天然屏障, 对方的攻击难以伤到我们。 不如趁此时机, 打开臂障, 进入山谷中心, 尽快进入传承之地。 风白燕文言点头, 也好, 你等我护法, 我来解决这些空间裂缝。 话落, 他取出一只巴掌大小, 散着森森黑光的小巧葫芦。 葫芦一面刻着紫荆八卦, 另一面则刻着黑白混元太极, 观其威势, 竟是一件天间一品的法宝。 但最令人瞩目的, 则是葫芦口处那不断扭曲的空间之力。 此宝, 竟然是一件极其少见的, 蕴含空间法则的法宝。 葫芦悬在身前, 风白燕手中掐出数道法绝, 指尖灵力涌动, 对着葫芦一直点去。 嗡。 葫芦漠然一颤, 葫芦口处的空间之力剧烈扭曲起来。 随后, 葫芦口忽然自行打开, 从其内喷出一道黑色光滑。 黑光刚一出现, 转眼便膨胀至仗于宽度, 缓缓扑向面前密密麻麻的空间裂缝。 此宝名为裂空壶, 乃是我综化神中期, 其长老的法宝。 我可是花了极大代价, 才将其借出一用。 以裂空壶内的空间规则为基, 可轻松调动一片区域的空间之力, 压制这些空间裂缝, 自然不在话下。 风白燕神色淡然, 目光不时扫过江涵所在的位置, 话语中警告之意极为明显。 说话间, 黑光已接触到了空间裂缝, 其所过之处, 空间裂缝果然开始缓慢愈合, 不消几个呼吸间的功夫, 面前的避障内便多出了一片巴掌大小的通道。 几人对视一眼, 眼底是压抑不住的喜色。 很好, 如此下去, 只需斩查功夫, 便可打开一道可供一人通过的缺口。 说着, 几人似是警惕挑衅般地看了江涵一眼, 若是没有可操纵空间之力的法宝, 便是原因期强者, 也只能在远处眼巴巴地看着。 如此一来, 他们心中自然多了些得意。 有些东西可不是那么好拿的, 便是修为高些又如何, 还不是只能在那干看着。 想要夺宝, 也要掂量掂量赐个有没有那个本事, 连空间裂缝都解决不了, 还想跟我们抢宝贝。 真是笑话, 不知为何, 阴阳宗之人仿佛对江涵有着极大不满, 眼中隐有寒光, 说话间更是毫不客气。 风白燕文言怒瞪二人一眼, 低喝道, 闭嘴, 再敢胡言乱语, 休怪我不客气。 单看此处绝地之相, 足以表明此地这道传承的强大之处, 若能得手, 必能让他实力大增, 因此他对此处势在必得。 那两名原因期强者在远处看遍看了, 只要不来打扰他们, 他乐得对方就这么一直看下去, 等到他们进入山谷中心处, 周围有无数空间裂缝作为天然屏障, 到时就算对方想要出手, 只怕也奈何不得他们。 可若是因为阴阳宗这两人的一时得意, 出口嘲讽, 引得对方范儿出手, 岂不是平白多了不必要的麻烦? 若对方真因此动怒, 他绝对不会客气, 先将这二人丢出去给对方赔罪, 免得打扰他的计划, 而且还能少两个竞争对手。 那二人听闻他的喝骂, 神色虽有不分, 可却不敢再说对事业眼后沉默退向后方。 可就在这时, 一道狂风呼起, 竟有一道龙卷风自己人身后十丈外凭空生出, 那二人面色一变, 竟然同时被狂风吹动, 身子亮呛一下。 啊! 两声惨叫几乎同时响起, 与此同时, 二人身上标出一道蟹线, 竟然各有一条手臂凭空断裂, 血液飙洒而出, 当刚离体便被狂风吹散, 不见了踪影。 而那两条断臂, 更是眨眼间便被突然出现的空间裂缝吞了个单紧。 怎么回事? 其余人这才反应过来, 连忙将二人拉回中心, 远远避开了那道蜂龙的范围。 二人此时面色苍白无血, 身体软弱无力, 就连站都站不稳, 明显是伤到了根机。 风白艳神色一领, 随后疑惑看向不远处那道凭空生处的龙卷风。 奇怪, 我并未察觉此地有风吸波动, 怎会无故生出一道新的蜂龙? 新生的蜂龙? 几人面面相去, 但却无可奈何, 看向受伤二人的目光中满是同情。 蜂龙本就因此地紊乱的风之规则凭空而生, 生出的位置更是随机, 可能出现在任何一个位置。 但每道蜂龙出现之前都有预兆, 若是细心定能发现, 唯独他们方才被突然出现的二人吸引的目光, 也许正是因此, 才没有注意到蜂龙出现时的一变。 再一个, 他们几人可都聚在一起, 按说都会被风吸卷动才对, 但偏偏其他人都没受影响。 怪只怪这两人太过倒霉, 偏偏在此时往后退了一步, 距离蜂龙出现的位置稍微近了些, 刚好踏入风吸边缘位置。 这才被突然汹涌的飓风影响到身体被狂风吹动, 又恰好碰到刚刚出现的空间裂缝, 这才让他们受了重伤。 只能说他们活该, 若是不多嘴, 老老实实待着, 自然不会发生后续之事。 第213章 一定是姿势不对。 那二人显然也想明白了前因后果, 此时心中虽脑, 但心知自己实力实不存一, 因此未敢多言, 连忙各自吞下, 疗伤丹药, 快速运转功法疗伤。 莫过多久, 葫芦中曝出的黑光, 已将那道避障打开了一个工艺人突破的缺口。 风白燕扫过那缺口之时, 心底突然生出一股不好的预感, 这感觉来得莫名其妙, 可却让他心中紧照顿生。 避障已被暂时压制, 诸位, 此地诡异, 我们快些进入山谷中心, 其他示茸后再说。 说完, 他抬手丢出一只形似松鼠的灵兽, 松鼠速度极快, 一跃便穿过缺口, 落入山谷中心处。 说来也怪, 外面狂风呼啸, 甚至遍布空间裂缝, 可在避障后的中心处却是一片风平浪静, 犹如两个世界一般。 等了一会儿, 见松鼠安然无恙, 风白燕才松了口气, 身形移动, 快速穿过缺口, 冲进了中心处。 剩余几人见状连忙跟上, 生怕自己被落在外面, 就连那受了重伤的二人也咬牙跟了上去。 风修, 快激活道文, 引动传承空间入口。 几人刚一稳住身子, 便立刻出声催促。 此处几人, 唯有风白燕是绿色道文, 其余几人皆是黄色道文。 也只有他才能凭道文之力, 更快地找到传承空间入口。 若真是青色传承空间, 道使几人合力, 足可强行打开一处缺口, 让众人合力进入。 若是蓝色传承, 那道实在说。 风白燕心知此事最为重要, 文言连忙点头, 先是瞥了江涵二人一眼, 见他们没有动作, 这才抬起手掌, 掌中绿色道文散出朦胧光滑, 笼罩四方。 数期时间很快, 可一直到光滑散尽, 山谷内却未有丝毫一变, 甚至连一丝风声也无。 他神色阴沉, 四处扫尸片刻, 似是不信邪一般, 换了个位置, 再次激活道文。 绿光荡漾, 可山谷内仍是没有丝毫变化。 眼中闪过一丝慌乱, 风白艳心底更是一阵颤抖。 难道他们猜错了, 此地只是一处普通绝地, 并没有传承空间? 他为了戒猎空湖, 可是答应了齐长老, 若是在此地寻到一件 适合齐长老孙女的法宝, 便以法宝交换。 若是没有法宝, 便和齐长老孙女结为道旅, 从此加入齐家, 一切以家族为重, 再一步的自由。 若此地没有传承空间, 那他向齐长老借用 猎空湖时许下的承诺该怎么办? 难道他真的要和齐长老 已经四百岁高龄, 并且还只是原因初期的孙女 结为道旅? 可他修到至今, 不过才四十五年, 和对方足足差了将近十倍的年纪。 而且以他的资质, 未来有极大可能晋级化身, 拥有另起一脉, 自成一族老祖的机会。 若是因此失去自由身, 风白艳不甘心。 他红着眼睛, 细细看过中心处每一个角落, 眼前忽然一亮。 此处这块石子 竟然比其他石子都要尖锐一些, 更是身处山谷最中心处, 想必定有蹊跷。 说着, 他快速走到山谷中心处, 又往四周看了看, 在心中测算了一下距离, 确定是最中心后, 抬起右手, 放在那块石子上方, 以全力激活, 掌心道闻。 耀眼的绿光, 顷刻将中心处淹没, 可时间流逝, 等到绿光散尽, 此处却依然毫无一变。 怎么会? 他无力地垂下手臂, 神色颓然。 其余几人更是惊呼出声。 怎么回事? 莫非此处没有传承空间? 还是说传承空间入口不在这里? 几人神色不定, 面面相去, 他们来此之时并未感知到传承之力的存在, 仅仅是依靠此地情况判断出, 可能会有一道极强的传承空间隐藏在此。 而且, 无论怎么看, 这山谷中心处有传承的可能性都是极大, 因此他们才决定赌上一把。 但看现在这情况, 难道说传承入口不在这里? 可若是不在这里, 那又会在哪里? 就在这时, 风白艳似是有所感应一般, 猛地抬头看向江涵所在的位置, 只一眼便让他神色大变, 眼中更是生起难以置信之色。 不可能, 传承空间入口怎么会在那里? 几人顺着他的目光看去, 顿时瞳孔一缩, 惊呼出声。 蓝色的? 竟然真的是蓝色传承空间? 可那里平平无奇? 而且处在山谷之外, 传承入口怎么会在那里? 那人是不是早就知道 传承入口的位置, 所以他才一直不说话, 也不打开入口进去, 故意停在那里, 看我们的笑话。 此话一出, 几人心中当时生出一股怒火。 感情他们努力了这么久, 拼尽全力才打开壁垒, 进入此地。 可这一切看在对方眼中, 怕是与街边杂耍的卖艺者无益, 徒劳卖弄手段。 可恶, 这个混账, 他绝对是故意的。 风白艳双拳钻井, 双目几遇喷火, 气得太阳穴都在突突直跳。 他为了此地传承, 甚至堵上了自己的后半生, 虽说他其实也有些攀附其家的想法, 可他更想以自身实力攀附, 而不是以道理之身攀附。 而且, 此人明知传承空间入口的具体位置, 却一直不说, 分明是抱着戏甩之心。 若是等他出去, 拼尽全力也要将此人拿下, 以报此仇。 不对, 此时若是出去, 未必没有机会将入口抢走。 忽然, 他似是想到了什么, 神色一变, 连忙转头看向来路, 可等他目光看去, 却只看到了那重新形成壁垒的空间裂缝。 啊, 混账! 来时的缺口不知何时已经消失, 重新布满了空间裂缝, 等他打开缺口出去, 对方恐怕早就进了传承空间。 他愤怒地大叫一声, 冲着高空中的江寒怒吼道, 你给我住手! 此处传承是我的, 它是我先发现的, 它是我的, 你不能进去。 风师兄, 风师兄莫及, 此人虽然引动了传承空间入口, 但想进入传承空间, 单单引动入口可不够。 旁边一位林天宗弟子健壮连忙劝道, 师兄莫不是忘了, 若要进入蓝色传承空间, 最少需要一道蓝色道纹, 或者五道以上的青色道纹合力, 这样才能将入口彻底打开, 让修士以真身进入。 第214章, 这不是欺负人吗? 此二人以前从未见过, 恐怕来此不久, 就算有道纹, 也定然不会是蓝色道纹, 凭他们二人, 定然无法完全打开入口。 我们只需快些出去, 赶在旁人来临之前, 将入口抢到手中, 再召集其他师兄前来将此处占据。 对啊, 风白雁眼前一亮, 他一时心急, 怎么把这个给忘了? 哼, 我们快些出去, 他们只有两人, 定然不是我们对手。 说着, 他连忙驱动裂空湖, 朝着一旁的空间裂缝壁垒冲去。 江涵自然看到了他们的动作, 可却并不在意, 就算出来了又如何, 此时入口在自己手中, 没有后顾之优下, 对方来此, 也只能在此地留下几具尸体罢了。 此刻更让他在意的, 是那突然出现在眼前的蓝色漩涡。 这, 传承空间的入口, 怎么会在这? 他是真的有些奇怪, 他还什么都没干呢, 只是感觉掌心有点热, 想着探入神殿看一眼什么情况而已, 这入口怎么就突然开到他面前了? 气凌文言比他更惊讶, 这, 他一直都在这里, 我看你停在这里, 还以为你感应到了? 难道, 你不知道? 江涵沉默, 他只是觉得这里没风, 想着这里安全一些, 所以才停在这里的, 他是真不知道传承入口也在这。 看江涵部说话, 气凌脸上神色变得复杂起来, 他知道这些应运之人气运都极为逆天, 可这小子的气运未免有些太逆天了吧? 罢了, 既然已经激活了入口, 那便无须多想, 我帮你打开入口, 你直接进去便是。 气凌毕竟见多识广, 再逆天的事情他也见过, 很容易就接受了这个事实, 而且, 这小子有大气运在身, 他也能跟着蹭点好处。 可以说, 有这等气运加持, 就算这小子晚上睡一觉突然在梦中顿悟, 直接飞升成仙, 他也丝毫不会觉得奇怪。 毕竟气运这东西, 真的蛮不讲理。 多谢前辈, 还不知前辈名讳。 江涵这次是真心的道谢, 到目前为止, 这位前辈一直在帮他, 还从未开口索要过什么? 名字? 气凌想了想, 你称我为古冤便可。 古前辈? 江涵拱手行了一礼, 气凌没捎一条, 果然, 对于这些应允之人而言, 只要真心对他好, 他就会一直记着你的好。 看看, 这才几天, 他就放下戒心了? 不行, 以后还得多教导教导他, 外面的人可没我这么识诚。 不必跟我客气, 此处与你有缘, 我也是顺水推舟罢了。 混账, 我再跟你说话, 你到底有没有听到? 封白燕焦急的声音传来, 让江涵不禁侧谋看去, 他还真没注意对方刚才在说什么。 见江涵终于愿意理会自己, 封白燕急忙开口。 这位道友, 此处这蓝色传承, 非蓝色道文, 或五个青色道文, 合力不可敬, 不如你我合力, 共同将此处占据, 带凑齐五位深具青色道文的道友, 再一同进入可好。 他看到江涵掌尖的清光, 已收起了之前所有的傲慢心思, 不管对方怎么做到的, 但能有青色道文在身, 必然有一道顶尖传承在身, 不是他可以侵蚀之人。 毕竟, 自从玄道山开启到现在, 整个玄道山上有青色道文的, 也不过只有四人, 对方刚来就能拿到青色道文, 一定实力极强。 不可敬, 江涵颇为古怪地看了古渊一眼, 之前他进青色传承之时, 可是古渊强行打开了空间入口, 以对方那深不可测的实力, 再加上刚才他说了帮自己打开入口, 想必这蓝色入口定然拦不住他。 果然, 古渊轻斥一声, 谁告诉你, 传承空间必须要道文才能进呢? 说着, 他抬手一指入口, 却没见他有什么多余的动作。 一人见状吃笑, 吹什么大话? 你把这漩涡当什么了? 难不成你指他, 他就能给你打开。 话未说完, 那人犹如被一双手掌死死掐住喉咙一般, 声音戛然而止, 再也吐不出一个字来, 甚至连呼吸都变得极为困难。 只见那蓝色漩涡竟真的在古渊一指之下, 犹如白褶花一般层层散开, 打开了一个仗余大小的缺口, 露出了旗内一片漆黑如深渊的景象。 真, 真的打开了? 下方几人看着那个黑漆漆的空间入口, 脑中满满的全是问号。 风白燕同样如此, 有些发猛地看着那个中年道人, 他那根手指是什么宝贝, 怎么可以不需要道文, 直接打开传承之地? 他们都在按玄道山的规矩办事, 一切都是按照既定的规则来。 可这人怎么如此不讲道理? 是不是欺负人吗? 他们之前商议的所有对策, 都在此刻变成了一个笑话, 尽数被那一指点的支离破碎。 他愣愣看着那两道身影, 心里忽然涌起一阵紧张, 手掌握紧又松开, 恭恭敬敬地低头站在原地, 不敢发出丝毫动静。 这人哪里是什么原因, 单凭这一指的神通, 就绝不是一个原因期可以做得到的。 此人, 绝对是偶然游玩至此的化神大能? 不对, 化神大能他在玄道山见过多次, 他们也要按玄道山的规矩办事, 不然的话, 认他修为通天, 也在此地寸步难行。 可此人竟然完全无视玄道山的规矩, 那么对方到底是何等境界的强者? 更让他心惊的是, 就连实力如此恐怖的大能, 和那紫霄建宗之人说话时, 言语间竟处处透着讨好之意。 如此迹象, 只能说明这紫霄建宗的修饰, 比那中年道人更强。 或者说, 他的地位更高, 高到就连这等强者, 也只能低头讨好的地步。 冷汗顺着下巴低落, 风白燕感觉自己心脏跳得特别快, 特别特别快, 咚咚咚的声音让他觉得耳朵格外的吵闹。 幸好, 幸好他只是嘴快说了些没脑子的傻话, 没有直接破口大骂, 要不然, 现在被一层层打开的就是他的脑袋了吧。 第215章 别不识好歹, 风白燕响得通透, 但其余几人却明显没反应过来, 纷纷惊呼出声。 怎么会这样? 这是什么秘书? 竟然无须盗闻, 便能打开传承空间入口。 此人不对劲, 他一定在某处获得了一种可以无须盗闻便能强行打开传承空间的秘书。 其余几人神色惊慌, 这打破常识的一幕让他们乱作一团。 叫人, 快叫人来。 就说, 此处出现了一个蓝色传承空间, 让师兄派人过来。 记住, 切莫走漏消息, 只需我们两宗知道就可。 不可, 我们为了这道传承, 花费大半个月的时间做准备。 若是师兄他们来此, 这传承哪还有我们的份? 岂不是白白为他们做了嫁衣? 我也不同意, 若是将这传承让给师兄他们, 还不如让这二人拿去得了, 至少人家是凭运气抢到的。 你这人怎么这样? 师兄得了这传承, 那毕竟也是便宜了自家人, 总比便宜了外人好吧。 你怎么能因为自己的嫉妒, 就把如此强的传承拱手让人? 自家人? 谁跟你自家人了? 师兄拿了传承, 谁还记得你啊? 让师兄变强对你有什么好处? 图他跟抢资源? 图他跟你抢师妹? 几人吵得头昏脑胀, 就在这时, 一声怒喝在几人脑海中猛地炸响, 都给我闭嘴。 巨大的吼声震得几人石海翻涌, 眼前更是一阵发黑, 纷纷捂着脑袋, 不知所措地看向风白燕, 不明白他这是什么意思。 风白燕神色残余惊慌, 低头掩住眼中怒意, 传音怒喝道, 一群蠢货都把嘴丢闭上。 几人面面相去, 随后引有怒意地看向风白燕, 似是在埋怨他这是发什么疯, 可碍于他的实力, 几人倒是没敢顶嘴。 见几人终于安静, 风白燕语气也缓和下来。 你们好好想想, 对方既然有手段无视玄道山的规则, 强行打开传承, 那他的实力该高到什么地步? 你们再想想, 那俩蠢货是怎么受伤的? 对方没有发出一丝动静, 就能控制风龙和空间裂缝伤人, 这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他目光扫向那两个断臂之人, 亦有所指, 眼下对方看我们是小辈, 无异于我们过多计较, 所以只是掠尸小成, 并未伤到性命。 但你们若是再敢不识好歹, 就别怪那位前辈手下无情, 就你们这蠢笨如猪的模样, 还想跟他们抢东西。 你们怕不是活跃了, 谁要是想死的, 都给我滚远一点去死, 别把血溅的到处都是弄脏了我的衣服。 他按咬着牙, 目光冷冷扫过几人, 神情间满是狠辣威胁之意, 若是这些人引得前辈不快, 让前辈顺手把他们全给收拾了, 那他岂不是冤死了? 所以他说起话来毫不客气, 若是真有人不识好歹出言不逊, 倒也无需劳烦那位前辈出手, 他直接就出手把人给灭了。 其余人听到他的话, 细细一想, 脸色顿时一片惨白, 那两个本就重伤之人, 更是腿下一软, 差点摔倒在地。 他们本就不是愚笨之人, 方才只是被这打破常识的一幕惊叨, 脑子一时没转过来, 此时一惊点醒, 顿时便明白过来。 以对方显露出的手段, 何须与他们多加废话, 若真惹得对方不快, 怕是一个眼神便能要了他们小命。 众人不知方才的话有没有被那两位前辈听到, 想来应该是听到了的。 此时不知如何是好, 只能学着风白艳如鞍唇一般恭敬低头, 老老实实站在原地, 一句话不敢多说, 只敢用眼角余光偷偷打量对方。 可他们看去时, 却只看到二位前辈, 一人得意中带着复杂, 一人却不知看到了什么惊奇之物, 愣愣地看着那个入口。 几人心中异痒, 有心抬头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 能让这等强者诧异, 却又怕引起对方注意, 惹得对方不满, 不敢抬头一关。 风白艳见几人终于安静下来, 定了定神, 脸上勉强扯出一个难看的笑意, 撞着胆子抬头, 对契林拱手道, 二位前辈, 闭嘴, 不敢再说话, 但他眼中却多了些喜色, 既然前辈没一巴掌拍死他们, 就证明前辈没打算杀他们, 如此一来, 至少目前性命无忧。 从仗于宽的入口处可以看到, 在那一片黑暗中, 突然出现了一个不同寻常之物, 一片黑白相近的羽毛, 像是突然自黑暗中闪身出来, 极为诡异地停在缺口处, 静止不动, 仿佛一只眼睛一般, 直直地看向外面, 确切地说, 是在看着江涵。 江涵在看到羽毛的一瞬间, 身体便猛地一颤, 好似有一道电流自他体内穿过, 将他的身体看了得通透。 唯有在靠近石海之时, 星湖内的渐兴一颤, 这道电流像是被人掐住了脖子一般, 忽然蹲在原地, 一动不动。 在电流停滞的这一刻, 他眼中的羽毛忽然多了些神采, 仿佛化作了一道带着莫大压迫力的目光。 那道目光自他身体上寸寸扫过, 一股超脱生命的强大威慑力, 似是直接压在他的灵魂之上, 让他身体丝毫动弹不得。 他似乎是要解救那道电流。 可就在这时, 渐兴忽然散出一道波纹, 快速扫过全身, 顿在原地的电流, 顷刻被吞得一干二净。 而那道压迫力, 也在接触波纹的一瞬间便烟消云散。 他的身体再次恢复了自由。 江涵清醒过来, 心中便是一惊, 一片羽毛便能做出这么多动作。 难道, 他竟然是有意识的不成? 气凌一直在旁边静静看着, 眼见他这么快就恢复正常, 心底顿时更加得意。 不愧是我看中的人, 心性果然也是极强。 这小羽毛有意收敛之下, 威压虽然只散了极细微的一丝, 但即便是大成七剑了, 也只能被压得心惊胆战, 丝毫动弹不得。 可江涵竟然只是经了一瞬, 便立刻摆脱压制, 迅速恢复正常。 第216章 传承 想到这里, 他似是随意般瞥的那羽毛一眼, 虽然没有其他动作, 可却吓得那羽毛一颤, 慌忙退后, 引入黑暗中。 小样, 就你这垃圾传承, 还想挑三拣四? 以江涵这等天资, 不知多少道传承, 眼巴巴等着着他去接受, 你竟然还敢检测资质? 莫不是陨落太久, 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 要不是我传承不在这, 还能轮得到你。 忽然, 他像是想到了什么, 突然开口道, 对了, 我这有一套法诀, 是专门收取此处传承所用。 你且戴上, 他丢去一个青色光球, 被江涵抬手接住。 你且进去安心接受传承, 此处有我为你护法。 江涵应了一声, 瞥了眼下方安静下来的几人, 随后踏步迈入漩涡, 进了传承空间。 随着他的进入, 漩涡忽然一顿, 紧接着快速向内收缩, 转眼消失不见。 感受到气息波动, 下方几人更加恭敬, 生怕被前辈迁怒, 丢了性命。 封白燕偷偷瞄了上边眼, 见空中只剩下那中年道人一人, 顿时更加肯定了自己的猜测。 果然, 这位前辈才是真正实力高强的大能, 而那位紫霄建宗之人, 应该是其族内小辈, 这位前辈特意为其护法, 来此获得机缘的。 想到此处, 封白燕把头埋得更深了。 玄道山极为神秘, 就算五大宗宗主亲至, 也只能按照玄道山的规矩办事。 可这位中年道人, 竟能是玄道山规矩如无误, 这只能说明, 此人比五宗宗主要强上述仇。 但就算以中年道人的实力, 都不得不向这位公子的家族低头, 甚至亲自护法, 助这位公子获得传承。 如此想来, 这位公子的家族, 实力到底有多强? 怕是比五大宗们都要强。 他在修仙界生存这么久, 竟然从未听到这个家族丝毫风声, 由此可见, 对方必是某个不常在外走动的隐秘世家。 想到此处, 风白夜幕中盈盈火热。 他终于明白, 自己今天最大的机缘, 不是那蓝色传承, 而是能有幸遇到这位公子。 若是能为这位公子效力, 什么齐家的承诺, 什么化神的威胁, 在这位公子的家族面前, 恐怕只是一句话就能解决的事。 若能借这次机会, 加入公子家族, 不, 这等家族哪是那么容易加入的? 这次能和公子结合善缘也好。 他偷偷看了一言不发, 耐心护道的气凌一眼, 对自己的想法愈加肯定。 天是白的, 地是黑的。 黑白分明的天地之间, 一对庞大无比, 一盏足有三万里的黑白羽翼, 仿佛和这片天地融为一体, 静静悬在半空。 羽翼通体黑色, 唯有羽毛末梢位置, 有那么一点极淡的白色。 咔嚓! 一道粗如天龙的青色闪电划过天空, 带起一道巨大的狂风, 风声呼啸, 席卷天地, 却只能吹得羽毛末端微微晃动。 这般庞大的羽翼, 此刻竟好似死雾一般, 没有散出丝毫威压, 反而有一股说不出的枯寂苍凉之感。 整个世界就好像是一处巨大的坟墓, 处处透着死亡的气息。 江涵站在半空, 沉默地看着那巨大的羽翼, 心底莫名生出一抹古怪的感觉。 这羽翼看起来已经死了, 可又像是还活着, 给他的感觉非常怪异。 悠呵, 这里倒有件还算不错的宝贝。 剑铃的身影忽然出现, 看着空中的羽翼嘖嘖称奇。 这是谁的传承? 这玩意虽然不算太强, 但在仙界也不多见, 我应该有印象才是。 剑铃拍了拍脑袋, 怎么就是想不起来? 江涵没听到他后边的嘀咕, 只听到仙界二字的时候, 就感觉脑中一僵。 仙界? 剑铃看到江涵这样, 自知说错了话, 连忙找不到。 你就当我没说, 知道这是个能入眼的传承就行。 这种下界怎么可能会有仙界传承? 这等级别的传承, 但是其内蕴含的道, 就绝不是下界可以承受的。 恐怕刚一现世, 这个世界立刻就会崩溃。 而且, 这么早就跨越界面, 接触到仙界传承, 对江涵来说未必就是好事。 销行意图需脚踏实地, 每一步都要走得极为坚实, 这样才能为未来的通天大道, 打下足够坚固的基础。 这道七品仙地的传承很强, 可以正是因为它太强, 所以对江涵来说极有可能是一个极大的负担。 从此以后, 它修为增长虽快, 但也离开了最重要的地基, 犹如空中楼阁一般, 稍微遇到大一点的狂风, 就会让整座楼阁瞬间崩塌。 除非, 它有一颗无坚不摧的道心, 能够牢牢守住它的本心, 把这楼阁死死抓在地基之上。 那时, 不管是多大的磨难, 无论是多强的灾祸, 都不能动摇它丝毫, 让它能始终跟随自己本心, 朝着它的目标一步步踏去。 只有这样, 它才能真正将这道传承带给它的修为, 变成自身实力, 才能配合它的本心, 达成所愿。 不然的话, 若是它到心部间, 心理承受能力太差, 遇到一点事, 就到心波动, 那有了这道传承, 反倒是害了它。 还不如让它一步一步自己走上去, 毕竟以它的气韵加持, 还有自己在旁辅助, 它迟早能达到这个境界, 不过是多花些时间罢了。 想到这里, 它脸色严肃了几分, 就算这道传承再好, 你现在的实力也还是太弱, 根本无法将其掌握, 唯有当你实力达到一定程度, 才能真正发挥出这传承带给你的力量。 传承只是给你指明了一条直通大刀的道路罢了, 但具体能达到什么程度, 还是要看你能走到哪一步。 现在, 你只需要把这羽翼当做一件好一些的法宝即可。 我明白。 江汉点头, 这些道理它还是懂的, 就如志同举大刀一般, 虽能伤人, 但更易伤己。 更何况, 它比之这道来自仙界的传承来说, 恐怕连志同都算不上, 顶多算个婴儿。 剑林看着它的眼睛, 这传承有利有弊, 你若道心不坚, 强行继承, 利益大于弊。 第217章, 它能怎么办? 只能将所有拦路者全部毁灭。 在你开始继承这道传承之前, 我再问你一遍, 你可曾明误, 你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剑林声音速目, 眼中似有星辰崩碎, 亮起万丈光芒。 江寒神色一正, 那万丈光芒没有让它心中产生丝毫波动, 毫不犹豫地点头硬爆。 我知道, 它想要的一直都很简单, 它只想像一个正常人一样, 好好地活下去。 它一直觉得这个世界很美好, 它有太多太多的地方想要去看看, 有太多太多的东西想要去尝试, 可它却一直没有这个机会。 从小到大, 它在这个世界艰难求存, 说实话, 它以前一直生活在地狱之中, 每天都在遭受非人的折磨。 若是换了旁人, 怕是被带上灵天宗之后, 根本活不过三天。 可以说, 江寒能在灵天宗活那么久, 真的是一个奇迹。 可就算奇迹也总会消磨干净, 前世, 它就被最亲最近之人合谋害死。 而这次重生, 想必就是这世界给它留下的最后一丝奇迹。 一切重来, 它离开了那如地狱般的灵天宗, 加入紫霄建宗之后, 它才算是真正的为自己活着, 才真正有了属于自己的生活。 师父和各位长老一心想要壮大宗门, 恢复往日荣耀, 杜师姐喜欢出门游玩, 小狐狸贪吃, 白师兄喜欢教导她, 只是经常面有愁容, 似有心事。 他想帮师父和长老们壮大宗门, 他想带杜师姐逛遍这世界每一处角落, 他想带小狐狸吃遍天下美食, 若是白师兄愿意, 他也想帮她解决烦恼。 最后, 他只想为自己好好活下去, 可如此平淡, 具有简单的渴望, 却一直无法实现。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犹如地狱般恐怖的灵天宗, 灵天宗就是这一切的源头, 他们想尽办法阻止紫霄剑宗崛起, 一次又一次地想要把他拉回地狱, 不想让他得到哪怕一丝光明。 他能怎么办? 他只能将这个罪恶的源头彻底铲除, 让所有过往尽数湮灭, 斩断因果, 方得心生。 江涵极为认真地看着剑灵, 声音没有一丝犹豫, 我要得到这道传承。 剑灵眼中光波流转, 他没想到, 江涵的本心竟然如此坚定, 就连他施以问心之法, 他都没有产生一丝犹豫。 这问心法, 可是昭阳先帝自大道问心中悟出的绝世神通, 威力堪比道劫, 便是先君之辈经历此劫, 若是向道之心不坚, 也绝对会产生犹豫。 虽说, 他如今实力不够, 使用之下, 威力比之昭阳先帝差了十万八千里, 可那也足以堪比一场下界天道轻发的道心节。 可就算这样, 江涵仍是毫不犹豫, 可见他心境之间无可撼动, 此等心境足以承受这道传承, 既如此, 他便无需思虑太多, 全力助他便是。 刚才那个叫古渊的, 他给你的那个法诀, 应该是和这道传承搭配的, 你取出来让我看看。 江涵一眼将那光球递了过去, 见灵略一打亮, 心中便有了定数。 果然, 见江涵不解, 他解释道, 这道传承毕竟有些来头, 对你来说太过强势, 以你现在的实力, 根本承受不住他的力量。 为了保护继承者的安危, 你一旦接受传承, 他便会自行封印在你石海深处, 需要搭配法诀一点一点解开封印, 等你实力达到一定程度后, 才能真正接受完整的传承。 原来如此, 江涵倒是听明白了, 这道法诀便是将那志同无法举起的大刀, 变成小巧匕首随身携带, 并将其用刀鞘封上, 随着他的实力增长, 才能将大刀一点点拔出来。 可是, 这传承要怎么收? 这才是他最关心的问题, 他现在最大的缺陷, 就是修行时间太短, 修为境界太低, 若他现在已是化神, 哪还会有这么多麻烦? 宁神静气, 我来着你接受传承。 华洛, 剑林拉着江涵飞升而起, 朝着那对磅礴雨翼迅速飞去。 二人落在雨翼顶端, 盘膝坐在一片巨大的羽毛上, 随着风的动作起伏荡漾。 这种级别的传承, 里面的道是他原本主人的道, 可能不一定适合你。 剑林将那团清光寻在半空, 闭眼感悟片刻, 便打出树道法绝映在清光之上。 光团随即散出一道剧烈光芒, 急速射向雨翼。 二者刚一接触, 雨翼便散出无尽黑色光芒, 黑光急速扑展开来, 将白色的天空瞬间染成墨色, 天地漠然陷入一片黑暗之中。 唯有那一团清光, 仍在散着淡淡的光芒, 将二人深周隐隐照亮。 这传承内的法则, 不是下界这种普通法则之力, 而是来自仙界, 等你领悟知识便会知晓, 法则之间亦有差距。 但法则之力于你而言, 太过高深, 所以你接受传承之时, 只需细细感悟其一散出的些许法则即可。 若能从中领悟出一道意境, 便足够你现在所用。 剑林的声音再次响起, 待你结音之时, 提升为天地法则。 凭这道法则之力, 足以让你在原音其中纵横自如。 若是带你晋级化神, 再领悟一道完整的法则之力。 那时, 你便可无敌于此剑, 届时展现除魔, 静在你一念之间。 剑林说话之时, 仍是不间断地打出硬诀, 随着他的动作, 竟有一道极微弱的白光, 自语一顶般, 缓缓升起。 随着这道白光出现, 漆黑如墨的天边, 仿佛也有一线白光亮起, 不算刺眼, 反而极其微弱。 放出神念, 将这团白光炼化, 以着白光之力, 入这羽翼内接手传承。 将寒听的心神震荡, 化神, 死界无敌, 几个字在他脑中不断回荡。 到那时, 他就可以展确前世因果, 感悟天地, 从此心无旁骛的修仙悟道, 真正的为自己而活。 此时, 听到剑林的指示, 他眼中散出光彩, 凝神放出神念, 缓缓探入白光内。 二者刚一接触, 他便眼前一黑, 神念顿时陷入无尽黑暗之中。 第218章, 你怎么一直不出门, 是不喜欢吗? 林师弟, 这是本次百花燕中要用到的灵质花卉。 你看一下, 要是没有问题, 这次就按这个名单采办了。 宝阁内, 一名执事弟子手持流影珠, 灵力激发, 便有无数灵质花卉, 活灵活现地出现在空中。 这枚流影珠一看便知其品阶极高, 竟能将每一株灵质的细节都展现得清清楚楚。 只是弟子神色淡淡, 话语间也并无尊重, 甚至有些微不可查的厌恶, 仿佛此地比那灵兽风的粪坑还要恶臭, 让他看一眼都觉得嫌弃。 若是再细看一二, 还能看到他眼底那一丝隐藏极深的怒意。 灵璇并没有发现对方的异样, 坐在桌后凝眉苦思, 不知在想些什么, 闻言端起茶杯清敏一口, 眉头皱得更深了些。 蒋师兄, 把之前的灵植拿出来, 接着用不救世了, 何必再多此一举, 重新购买灵植? 此举麻烦不说, 还极其浪费灵石, 现今宗内正式修缮山门之时, 灵石消耗甚大, 蒋师兄要多为宗门考虑考虑, 该节约一些才是。 蒋师兄看着他那做做的模样, 眼底闪过一抹讥讽讽, 淡淡道, 宗主让灵师弟负责本次的百花燕, 我原以为灵师弟应该对百花燕有所了解才是。 没想到, 竟是我想差了, 原来灵师弟竟然对此事一无所知。 灵璇一愣, 这百花燕几十年才搞一次, 他又没经历过, 他能知道什么? 举办百花燕时所用的灵植, 皆会在百花燕结束之时, 赠予复宴各宗, 故此并无灵植遗留至今。 竟然是这样, 这不是纯纯浪费吗? 他脸上一沉, 明显已是不悦, 可不带他说话, 蒋师兄却似早已猜到他的想法, 继续说道, 此举乃是许久之前传下来的规矩, 并无浪费之意。 一则可以展示宗门财力, 维护和各宗之间的关系, 也为本门弟子提供了一个, 和各宗弟子之间交流的机会。 二则, 各宗来赴宴时, 皆会备有礼物, 价值比之这些灵植花卉, 所差不多。 听到这话, 灵璇脸色才好看了一点。 既然不亏钱, 那就能办, 搞不好, 他还能从中赚上一笔。 他确实不知道百花燕流程, 可这并不影响他负责此事。 毕竟陆长老告假出门探访好有趣了, 只留下一群协助管理宝库的长老, 再加上有宗主宝印在手, 如今这宝格便是他一家独大, 这些经手灵石之事都要由他点头才可去办。 权力的滋味难免让他有些得意, 开始想着给自己捞些好处出来。 反正只要是他在负责这件事, 那这里面可操控的空间可就太大了, 随随便便就能搞到不少灵石出来。 既然一定要买, 那去买就是了, 林玄得意一笑, 颇为舒坦地喝了一大口茶水, 然后才宁目看向空中, 细细查看那不断飘过的各种灵石花卉。 师父之前说过, 百花宴时要邀请众多宗门之人前来赴宴, 若是将此宴办好, 定能让人对他高看一眼。 所以这些灵石他一定要仔细选选, 万万不能马虎。 可看着看着, 他眉心却逐渐骤气。 这青兰花样貌并不出众, 又不是什么仙草, 为何需要这么多的灵石? 还有这银风蓝, 这么小一株, 竟然要三万块上品灵石, 他怎么不去抢? 他声音不小, 在空荡荡的店内不断回荡。 蒋师兄撇了撇嘴, 并未再向他解释, 而是另外取出一颗流饮石放在灵玄面前。 这枚流饮石中, 皆是较为常见的灵石, 灵石帝若对我选的灵石不满, 大可重新排列名单。 灵玄文言更加不满, 这又不是他的工作, 干嘛要他去做? 这姓蒋的, 莫不是之前懒散惯了, 可现在是他当家, 岂能让他们如之前那般放肆, 竟敢当着他的面具偷懒, 是时候给他点颜色看看了。 正要训斥之时, 他忽然转念一想, 让这些人做, 恐怕还真选不出他要的效果, 不如自己动手, 也好操作一点, 反正只是赏花而已, 买些好看的不就行了? 想到这里, 他喂一点头, 也好, 等我先看看再说。 这下整个百花咽, 可就全由我说了算了, 这该省下多少零食啊? 林玄感觉喉中有些干涩, 连忙喝了口茶水润润喉, 然后把空掉的杯子放在桌面, 手指轻扣了下。 蒋师兄脸色一沉, 这小子什么意思, 想让自己给他添水? 做梦呢? 他在心底冷哼一声, 根本懒得理会这个傻缺, 起身便走。 林玄见状暗意咬牙, 这小子未免太不懂规矩了, 让他添个水而已, 又不是要了他的命, 竟敢这么不给他面子。 正在他暗恨之时, 蒋师兄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 连忙收敛眼中异样, 面无表情地朝他看去, 心底却在不住冷笑。 哼, 这会儿知道错了, 晚了, 就算你现在回来认错, 我也要找机会收拾你。 蒋师兄摸了摸指尖的储物件, 笑道, 林师弟一直待在宝阁, 也不嫌闷得慌, 办公与修行一样, 要劳逸结合才是, 不然只会事半功倍。 林玄听到这话, 脸色一黑, 他以为蒋师兄是来认错的, 却没想到, 对方竟说了这些没头没脑的话, 难道他不知道待在这很闷吗? 是他自己不想出去吗? 还不是他为酒宗门牺牲自我, 被外面那些自私自利的低级弟子记恨上了, 要不然, 他早就出去举着宝阴四处巡视去了, 哪轮得到这家伙在这说三道四? 昨日李师兄新得了一只灵宠, 欲在今夜举办酒宴, 邀诸位同门一起评酒论道, 他笑得越发真诚, 不知林师弟可有闲暇, 今晚一起去喝一杯。 酒宴? 开始时, 他听到酒宴顿时明白过来。 第219章 你拿刘影珠干什么? 他心中一喜, 他自掌权以来, 还从未有人请他喝过酒, 还是有这么多同门一起捧场的地方。 如此大好时机, 正是他展示自身威严的时候, 此时他重拳在手, 若是不去做点什么, 难免让人有些遗憾。 可他当要同意, 却忽然心中一惊, 背后没来由的多了一缕凉意。 这些天, 他可是听到了不少风声, 有许多弟子都对他英明的决定心声不满。 甚至有传言说, 他这几条计策就宗门于危难时刻, 让其他宗门的奸细对他极为不满, 多次在暗地谋算, 想要害他性命。 他若在这时出去, 岂不是给了那些萧小可乘之机? 展示威严的机会随时都有, 喝酒的机会以后更是数不胜数。 等到安全的时候, 他只需放出消息, 自然有无数弟子等着巴结他, 找上门来请他喝酒。 那时他功成名就, 正是他立于高处, 接受众人公围讨好的时候, 何必急于一时? 想到这里, 他连忙把口中的话咽下, 极为不舍地说道, 喝酒就不必了, 宝阁内灵气充裕, 我在这待得挺好, 更何况, 近些天宗内事物较多, 有诸多事物等着我处理。 等这段时间忙完了, 有的是时间喝酒论到。 林师弟还真是最信于宗内事物, 蒋师兄四世有些失望, 摇头道, 真是可惜了, 若是林师弟哪日得闲, 可要知会我一生, 我来替师弟安排酒宴。 真的? 林璇一喜, 险些惊呼出声, 没想到蒋师兄还挺上道, 是个会来是的, 刚才是他误会了, 那是自然, 待我哪天有空, 一定告知蒋师兄一声。 如此甚好, 蒋师兄略一点头, 既如此, 我便等着林师弟消息, 话落, 他转身, 头也不回地离去。 林璇坐在桌后, 听着那越来越远的脚步声, 没来由地感受到了一些孤独,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 身居高位之后才能感受到的, 那种高处不胜寒的感觉吗? 他环视一周, 却只看到空荡荡的一片, 如此空旷的店内, 竟然只有他一人, 实在是太过冷清。 没想到, 我这么快, 就站到了这个世界, 接近顶端的位置。 他指尖亲扣桌面, 神色寂寥落寞, 是时候给自己找些随从了, 一个人站了这么大的地方, 难免有些寂寞。 他低语一声, 转头看向那个, 记载了常见灵质的刘影珠, 摇头探道, 唉, 什么事都对我自己来, 这些人知识一点用都没有。 说着, 他灵力一动, 便将这枚流影珠激活, 随着一道光滑散开, 顿时就有无数样貌各异的灵质, 出现在空中。 他宁眉细细看去, 第一眼, 先看价格, 零食超过一百块的一律跳过, 其次, 看样貌, 不好看的一律跳过。 只有价格便宜, 又好看的灵质, 才有资格被他记录在侧。 这些灵质是拿来看的, 又不是拿来吃的, 就得像我这样选, 既好看, 又能省零食, 道士师尊和各位长老, 一定会对我赞赏有加。 咦? 这个缝隙花不错, 生得这般好看, 竟然只要十块中品零食, 先系上。 这时, 忽有一道人影, 从门外快步跑了进来。 林管事, 林管事出事了。 林玄正赏着花, 突然被打扰, 脸色不免有些难看。 杂杂呼呼的像什么样子? 你说清楚, 谁出事了? 来者只是宝库内一名直视弟子, 修为不过助击, 林玄自然懒得给他好脸色。 只是弟子闻言, 却是面色不变, 装作不知自己哪里说错话的模样。 肖急道, 林管事, 紫霄见宗不知发什么疯, 自从我们将赤金石涨价后, 就再也没在我们宗内购买过赤金石。 现在裂岩矿麦内开采了太多赤金石, 仓库里堆满了赤金石。 这些赤金石换不来零食, 开采出来根本毫无用处。 张管事, 让我来问问看, 你有没有什么主意? 紫霄见宗, 赤金石? 林玄自然知道师父给赤金石涨价的事情, 究其原因就是为了捏着紫霄见宗喉咙, 逼他们把吞下去的资源全吐出来。 这种事有什么好问的? 紫霄见宗没了赤金石, 损失的是他们, 他们不要有的是人要。 整个修仙界大大小小这么多宗门, 难道连这一些赤金石都卖不出去? 不过, 令他疑惑的是张管事干嘛拿这种小事来问他? 难道说, 那小子终于认可他了。 林玄眼睛亮亮, 张管事是陆长老的清传弟子。 陆长老走后, 宝库钥匙便一直由张管事保管。 那家伙是个死脑筋, 就连他想进宝库参观一下都不让。 死将死将的, 这宝库早晚是他的, 他提前进去看看怎么了? 眼下对方拿这种小问题来找他, 定然是为了示好, 他当然也要给个回应。 这样两人嫌隙尽消, 他再提出进宝库的要求, 对方绝对不会再拦着他。 想到这里, 林玄干咳一声, 脸上多了些真诚的笑意。 你回去告诉张管事, 赤金石一事无须担忧, 毕竟整个修仙界, 只有我们林天宗的赤金石产量最多。 而且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 都能达到紫霄建宗的要求。 眼下紫霄建宗只是一时失了志, 他们必然扛不了多久, 最后一定会乖乖回来购买我们的赤金石。 说到这里, 他嘴角勾出一抹冷笑, 到那时, 他们在想要赤金石, 那可就不是这个价了。 那时, 只是弟子闻言不宜有他, 连忙点头硬下, 然后取出一颗流影珠, 打开后说道, 还有一件事, 也许林管事拿个主意。 林玄看着那颗流影珠, 心中隐隐不妙。 你拿这玩意出来, 干什么? 林管事别误会, 这是宝库的规矩。 只是弟子连忙解释道, 林管事刚来, 可能不太清楚, 宝库管事做重要决定的时候, 都要用流影珠记录下来, 以免后续有纠纷之时, 说不清楚。 重要决定? 林玄神色一速, 连忙坐之身子。 第220章, 当真不怕被人打死。 他真的没想到, 那张管事竟会这么信任他, 竟然接连让他 给关系到宗门未来的事情做决定。 这绝对是对他能力的认可。 我知道了。 你说说看, 到底是多重要的事情, 竟然需要我来拿主意。 还不是紫霄建宗的事。 只是弟子面有忧色, 仿佛一提起这事, 就让他头疼。 自从我们给赤金石涨价后, 紫霄建宗便传出消息, 直接把我们炼丹所用的 藏羊花和灵慧果价格 给翻了数倍。 他们甚至扬言, 就算让这些灵草烂在仓库里, 甚至拿去喂灵兽, 也绝不抵价卖给灵天宗。 灵管事可能不清楚, 藏羊花原本是我 宗玉爪秘境产出之物, 就算没有紫霄建宗的藏羊花, 我们仅凭玉爪秘境的产出 也足够宗内所用。 可前些日子, 玉爪秘境不知出了何事, 整个秘境突然全面崩溃。 紫霄建宗的藏羊花 是我们可以获取 大量藏羊花的唯一渠道。 就这是, 灵玄移获不就一个丹药吗? 有什么不可或缺的, 没了材料, 这个丹药停了, 炼别的丹药不就是了。 他们涨价, 我们也不买不就行了, 他们愿意浪费就浪费去, 反正少的又不是我们的零食, 这有什么可商量的? 谁知只是弟子文言, 却是长叹一声。 爱灵管事您是不知道啊, 当初宗内也是这么想的, 想着用库存熬些日子, 等紫霄建宗想明白了, 咱们再接着买。 可谁承想, 紫霄建宗竟然这么不知好歹, 一直到现在都不松口, 宁可把藏羊花和灵慧国毁了, 也绝不降价。 可他们拖得起, 我们却是拖不起。 这两位灵草最大的产地, 全在紫霄建宗手里握着。 他们一涨价, 整个修仙界其他药商竟然也跟着涨价, 把整个市场搞得是乌烟瘴气, 宗内资源消耗更是增多数倍。 说到这里, 他朝着灵玄略一拱手, 灵管室, 这两位灵药, 可是炼制聚气丹和开卖丹的主材料。 这两种丹药, 一则消耗的材料价值低, 而且效果比之同三阶丹药多不遑多让, 根本不是其他丹药可以替代的。 除此之外, 还有多种疗伤丹药, 也需要这两种灵草为辅, 如今没了这两种灵草, 宗内丹药产量大幅度下滑, 眼下许多弟子都没丹药可用, 甚至出现了多人抢一丹的情况, 长此下去, 恐怕必会生出事端。 还请灵管室快先拿个主意出来才是。 原来竟是这样。 灵玄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不管是修炼丹药还是疗伤丹药, 那可都是一宗根基所在, 乃是重中之重的东西, 容不得半分失误。 而且, 这两种丹药还是性价比极高的低阶丹药, 若是就此没了, 实在太过可惜。 更何况, 灵天宗如此大的宗门, 每天要消耗的丹药, 那绝对是海量。 可不是紫霄建宗那等衰落多年, 门人弟子稀少的宗门可比的。 这个倒是有些麻烦。 灵玄皱眉苦思, 那只是弟子倒也拾去, 安静站在一旁等候, 不敢发出一丝声音, 生怕打扰到他。 有了, 灵玄脑中忽有一道电光闪过, 一个绝妙的主意顿时涌上心头。 我记得, 灵妖阁的丹药, 一直都是以低于市价五成的价格出售, 为的就是汇集门人弟子, 让同门可以省下更多资源用于修炼。 确实如此。 听得此话, 只是弟子心底生出一股优越感。 灵天宗之前一直都是这般大方, 不但丹药价格低, 而且阅历一直比别家要高出两成, 所以门人修为比其他几家都要高尚一些。 而且, 灵妖阁的疗伤丹药, 一直以市价三成的价格出售, 也是为了能让门人能够不要节省丹药, 一切以自身安危为重。 那就好办了。 灵玄得意一笑, 眼下, 紫霄建宗断了我们灵草供给, 导致丹药紧缺, 不如让灵药阁恢复丹药售价, 以正常市价出售丹药。 这样, 既能让诸位师兄弟们不再哄抢丹药, 也能为宗门省下些灵食, 眼下宗门正是缺灵食的时候, 也只有这样, 才能助宗门度过这次危机。 啊? 只是弟子脸色一垮, 心脏都猛地缩了一下, 他怀疑当才是不是自己听错了。 把丹药涨价? 这是何等让人寒心的话? 姓名的当真, 不怕被人打死。 林管事, 这样不好吧? 有什么不好的? 你就按我说的去做。 灵玄大眼一瞪, 只要挺过这段时间, 等紫霄建宗低头之后, 宗内丹药供给上来了, 自然就会恢复原价。 我这么做, 也是为了宗门好。 等宗门度过这次危机, 我一定会想办法补偿诸位师兄弟, 绝不让师兄弟们吃亏。 只是弟子一脸犹豫, 可这张管事那边。 这什么这? 林玄一拍桌子, 拿出宗主宝印大声喝道。 你就说是我说的, 有宗主宝印在手, 我的意思就是宗主的意思。 你告诉张管事, 他要是有什么不满, 就让他亲自来找我。 说完, 他简直是弟子满脸一言难尽的模样, 不满呵斥道。 处在这干嘛? 还不快去? 是是是。 只是弟子连忙收起流影珠, 揣在怀里拔腿就跑, 仿佛身后有什么猛兽在追着他一样, 瞬间便没了踪影。 哼, 眼见自己威势强盗, 把人吓跑。 林玄满意地轻吼一声, 自言自语般说道, 没想到林天宗这么多人, 竟连一个有用之人的都没有。 一点小事而已, 竟然也需要我来拿主意。 师父可真是的, 也不管管他们, 就任由他们在这胡闹。 再这么下去, 林天宗就算家底在后, 也早晚要被他们败光。 等我升任宗主, 定要把这些蛀虫全清理掉, 省得让他们在这浪费我的资源。 第221章, 林天宗可不幸迹。 蒋绍轩离开宝阁后, 神话顿光, 往士道风急速赶去。 士道风不愧是宗内战力最强的林风, 其上的护风阵法也是顶尖的, 就算是经历了天节洗礼, 此林风仍还能保持九成的完整度, 没有发生崩裂坍塌, 甚至连阵法也都保存完好, 没有损到根基。 他走到士道风主殿时, 便见殿内有十余道身影坐于两侧, 不时开口说着什么。 殿外虽然能清楚看到其内人影, 却听不到丝毫声音, 但随着他迈入殿内, 顿时便有嘈杂声响传入耳中。 蒋绍轩一进来, 顿时便有十余道带着审视的目光快速扫来, 将他全身上下看了个通透。 绍轩, 那小杂种可赶出来? 一名风主瞪着大眼恨恨道, 蒋绍轩先是对着主位之人和其余人行了一礼, 这才回道, 师尊, 各位风主, 此子不知是不是察觉到了什么, 还是得了什么消息? 我提到邀他出来喝酒之时, 他就身体紧绷, 面色紧张, 表现得极为警惕, 恐怕他是决意躲在宝格不出来了, 一时半刻间, 恐怕难把他引出宝格。 此话一出, 主位风主不禁大骂出声, 这小子倒也聪明, 知道自己惹了重怒, 不敢背这口大锅。 哼, 不管他怎么想, 这次是由监因他而起, 这小子绝对逃不掉, 若给我抓到机会, 定将他包皮抽骨, 丢入黑忧郁深处, 以身四摸。 也不怪他们如此愤怒, 临玄此举, 坑得不只是那些低阶弟子, 还有他们各自家族势力的利益。 见他们越骂越凶, 坐在主位的士道风风主列天人, 簇轻哼一声, 声音不大, 却如一声闷中, 在所有人脑中骤然乍响。 场中顿时一静, 十数位风主, 进阶骇然看向列天人, 左手一人更是惊喜胡道。 浩强的神魂之力, 列师兄可是突破到了化神后七巅峰之境。 化神后七巅峰? 其余十余位原音大圆满的风主惊呼出声, 纷纷略带紧张地看向列天人。 列天人很满意他们的反应, 汗手笑道, 不错, 我神入梦还苦修多年, 终在月前有所突破。 此话一出, 众人进阶大喜, 列天人乃是他们十三封的主心骨, 如今他修为晋级到化神后七巅峰, 足以让他们十三封实力增强述仇仇, 成为仅次于和长老和宗主一脉的派系。 往后在与其他个封争夺资源之时, 底气也更足了不少。 恭喜列封主修为精进, 如今聚化神大圆满仅有一步之遥, 恐怕不日便可成为我宗第三位化神大圆满的强者。 恭喜列封主。 一时之间, 恭维之声不断, 列天人听了一会儿, 抬手示意众人安静下来。 诸位且听我一言, 林玄此子不足为虑, 他出来也好, 不出来也罢, 此人终究只是一枚棋子, 翻不起什么大浪。 如此大的事情, 绝不是他一个小小, 劫单妻的清传弟子能做出来的, 幕后定然有宗主的安排。 他的目光从每一位封主脸上扫过, 眼下最关键的, 还是要搞清楚, 宗主此举到底是什么意思。 话落, 场中更沉默了。 列封主慎言。 一位封主速容说道, 无妨, 此处有护风阵法笼罩, 这殿内阵法更是当初老祖所留, 开启后便是化神大圆满的神石, 他也叹不进来。 听到这话, 诸位封主这才松了口气, 对视一眼, 纷纷开口说道, 宗主此举确实令人万分不解, 这些规矩可是老祖亲手所立, 虽然并未指明不能更改, 但宗主把规矩改成如今这副模样, 这可是足以损伤宗门根基的事情, 任谁也无法接受。 是啊, 他搞这一出, 宗内弟子的积极性大大降低, 近些日子, 不但外出任务的弟子少了许多, 就连修缮山门这种简单的任务, 他们都不愿去。 他们现在一个个的都躲在临时住所内, 没日没夜的刻苦修炼, 恨不得连门都不出, 据我门下弟子暗中打听, 怕是有不少人随时都可能溜走。 特别是外门弟子, 他们没有点亮魂灯, 随时都有离开的风险, 若不是我们增加了许多贡献点, 诱惑他们出来修缮山门, 恐怕现在已经走了不少了。 哎, 外门弟子虽然天资不高, 但他们数量最多, 每年也能有不少晋级内门的, 乃是宗门根基, 若是他们大量离开, 恐怕宗门人心也就散了。 如此景象, 想必宗主定然知晓才是, 可直到现在, 他却没有任何表示。 我实在想不明白, 宗妹已经缺临时到这种程度了吗? 竟然要通过自毁根基来强行续命? 一众风主七嘴八舌地发泄着不满, 却无人能说出个所以然。 诸位莫及, 列天人开口道, 宗主最近总是干些荒唐事, 恐怕是修行出了岔子, 影响到了心智, 不然, 他绝不至于这般糊涂, 甚至据我观察, 这些日子, 他连宗内事物都不怎么上心。 说着, 他轻哼一声, 再说了, 林天宗可不是宗主的一言堂, 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了, 像这种危及宗门根基之事, 我们绝对不能任由他在那乱来, 而是要团结一致, 将这无理的规矩统统碾碎。 列风主说的是, 此举已损害到宗内所有人的利益, 可不是单单刻上了宗法石碑就能执行下去的。 这些年, 我们各封沉寂了太久, 怕是让宗主忘了, 林天宗可不幸寂。 话落又有封主犹豫道, 可宗主的实力足以碾压我们所有人, 我们出言反对, 若是惹怒了他, 那我们此事无须担忧, 列天人轻笑。 诸位莫要忘了, 和长老可还没飞升呢, 宗主在宗内并不是无敌的存在。 我已将具体情况告知和长老, 和长老如今也是极为气愤, 当时已然同意, 只要我们证据确凿, 抓住此事关键, 和长老自会出面, 与我等一起, 寻宗主讨个说法。 第222章 接受传承 而且, 我们并不是单打独斗, 我这几天, 已见过其他几位化神戚风主, 他们皆已同意此事。 说到此处, 列天人目中闪烁几下, 宗主眼下所作所为, 不止损伤到我们的利益, 就连他自己的利益也没放过, 其中定然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东西, 藏在里面。 但不管是什么, 只要是损害道宗门利益的事情, 我们必然不能让他得逞。 如今, 我们只需看着他们师徒在那蹦跋, 不断露出破绽, 暗中收集证据, 等到关键时刻, 便请和长老与诸位风主合力, 与我等一起出手。 我就不信, 以全宗之力, 难道不能让他醒悟? 若是有机会, 说不定还能将宗主拉下马来, 到那时, 我还要多多仰仗各位。 哈哈, 原来如此, 有和长老出面, 再加上其他风主一起, 我等也就可以放心了。 众人纷纷恭维出声, 可对于猎天人最后一句话, 却是全当没听到。 如今一切未定, 虽然无人知晓, 猎天人有什么底牌, 但和长老说不定哪天就渡劫飞升了, 到时候, 宗主还是最强的那个。 就算宗主犯了错, 但他终究是化神大圆满的强者, 而且, 他在那个位置坐了太久, 难保没有什么底牌, 想因此把宗主拉下马, 怕是真的想多了。 玄道山, 传承空间内, 原本被染成漆黑的天空, 却在边缘位置出现了一大圈白芒, 而羽翼的尖端部分, 也随之变成了白色, 随着时间流逝, 白色的面积还在缓缓增多。 越来越多的黑色缩向羽翼尾端, 逐渐汇聚向江寒的位置。 羽翼上那枯寂的气息逐渐散去, 与之相对的, 天地间隐约多了一些火气。 江寒盘膝坐在羽翼顶端的一片羽毛上, 双目紧闭, 深舟气息不断波动, 看似于平常无异, 可他的意识, 却早已沉入了羽翼内的传承中。 一颗苍茫无尽的土黄色星辰之上, 江寒的意识体, 犹如一粒渺小尘埃, 站在高耸的山脉顶端, 愣愣地看着远方的黑暗星空。 那里, 站着一尊庞大无比的伟岸身影, 他脚踏青帘, 身着黑色战甲, 手持一杆紫巾长枪, 一头黑发随意披在肩头, 背后则是一对遮天蔽润的紫黑色羽翼, 脑后还有一圈道轮不断向内坍塌。 他深舟散着万丈金光, 虽没有任何动作, 可他附近的空间却在不断地崩溃重组, 好似这个空间根本无法承受他的存在一般。 江寒所立的这颗土黄色星辰, 在他面前就像一粒灰尘一般, 仿佛只需一个眼神, 就能让这颗星辰炸成鸡粉。 这就是这道传承的主人。 江寒泥南细雨, 他何时见过这般景象, 世间竟有如此庞大无比, 犹如仙神的人物。 怪不得剑林说这是仙界传承, 如此恐怖的人物, 恐怕在仙界也是极强的存在。 此人的威势, 就算笔之他曾见过的那道魔神虚影, 也不遑多让。 不, 虽然他不知道为什么, 可此人给他的感觉就是要比那魔神更强。 呼! 寂静的星空中, 凭空有一道狂风呼啸而来, 下一刻便有一道视线, 随着那风吹到了江寒身上。 没有任何威压散出, 可天地却默然一静, 就连他的思想, 也被这道目光定在原地, 连转动一下都做不到。 传承者, 诚无之道, 尊无一致。 声音直接在他脑中响起, 好似有无数电流从他脑海窜过一般, 震得他脑中一片发麻。 噗! 居然没有丝毫动作, 可江寒耳旁却呼地传了一声轻响, 脚下末的一空, 他急忙低头看去, 却见脚下那庞大星辰忽然化成了无数土黄色积粉, 四散开来。 可那细碎的粉末刚扑散开, 又被一道突然刮起的风隙卷起, 迅速消散无影。 这到底是什么神通? 毁灭星辰, 竟如呼吸一般简单。 江寒一惊, 连忙抬头看向巨人, 可他抬头看到的, 却是一双犹如星辰大日的眼睛, 放出无尽金光。 那是巨人的眼睛。 他眼中出现了一个完整的世界, 灵兽仙情遍地, 甚至还有修饰在其中飞天遁地, 那里的灵气更是比他所在的世界, 要浓郁千倍万倍不止。 可就在下一刻, 一只无穷大的手掌从天而降, 似乎将整个世界紧紧抓在了手中。 随着那无穷大的巨掌缓缓用力, 顿时便有无数风雷怒吼而现, 顷刻席卷整个世界。 山川河流在风雷之下, 简直不堪一击, 眨眼间便崩塌破碎, 所有生命化成灰烬, 整个世界在一弹纸的时间便崩塌成了无数碎块。 随着手掌继续用力, 所有的世界碎片连带着其内呼啸嘶吼的风雷山川, 全部在那一卧之下崩溃消散。 所有风雷与世界崩塌的轰隆声在这一刻全部消失, 偌大的星空再次陷入了寂静当中。 可这份寂静并没有持续太久。 很快, 好像是一张保纸被翻回了正面, 原本消失的世界竟然再次出现在巨人的眼中, 紧接着便是一只巨长再次出现。 江涵看着巨人眼中的世界不断地崩溃重组, 在这一次次的重复中, 他的眼中逐渐出现了一道虚影, 那是一个形状古怪的文字, 既像是仙字又像是魔字, 可待他仔细看去, 却又变成了道字。 好像有一道模糊的声音自他心底想起起, 仙魔有别, 却又殊途同归, 所求不过是一个道字。 什么意思啊? 江涵不明白, 那留下这道传承的人到底是仙还是魔? 就在这时, 无数博杂的信息化作无数黑气, 疯狂涌入他的脑海, 尽管有一道清凉的气息忽然出现, 将那些信息封印了九成九, 凝成了黑白相间的阴阳鱼, 悬在石海上方缓缓流转。 可仅剩的那一层中的一层黑气, 还是瞬间填满他的石海, 并且依然没有罢休, 向着四周不断涌去。 当石海被完全占据后, 那些黑气则快速朝着石海仗壁挤而去, 似要将这石海称报。 第223章 先锋异静 巨大的痛苦朝涌而至, 脑袋好像要炸开一般, 他的意识体更是差点被庞大的黑气击溃, 眼前顿时一阵恍惚。 就在这时, 石海深处迅速亮起一道紫色光滑, 紧接着先前开辟的那十道翘穴在此刻快速放开。 无数黑气终于有了宣泄口, 朝着翘穴疯狂扑去, 很快便将其完全填满。 直到这时, 黑气才终于完全释放, 彻底地安静了下来, 犹如沉雾一般在石海内来回飘荡。 随着黑气安静下来, 头痛也迅速退去, 江寒的意识体经过短暂的虚弱后, 体内涌现一道耀目紫光, 身躯快速凝视起来。 呼, 好霸道的传承, 封印了九成九之后, 竟然还能如此强悍, 若不是有剑林和翘穴相助, 恐怕我这次难逃一死。 不愧是先界传承, 想必根本就没考虑过会被下界之人获得吧。 如此庞大的信息冲击, 若是换了旁人, 恐怕早就被冲成了傻子。 他用力晃了晃脑袋, 把那最后一丝混沌甩掉, 随即将意识沉入石海之内。 石海内, 有紫金黑三色交相辉映, 占满了石海的每一寸空间。 其中最多的便是那无尽的黑气, 若仔细看去, 便能发现那黑气好像一直在变化着什么, 只可惜他现在实力太低, 什么都看不出来。 就在这时, 一股微风忽然自虚空吹过, 让江寒下意识睁开眼睛。 他第一眼便看到了一道风, 那是一道清风, 青色的细风是那对紫黑色羽翼煽动间激起的风, 也是那道将整个世界撕成粉碎的狂风。 狂风自星空吹过, 映入江寒眼中, 映在他的星壶之中, 自此, 他的体内便有了风。 星壶也终于摆脱了寂静, 在风中激起到道浪涛。 外界, 随着时间过去, 江寒面前的那道白光变得越发明亮, 与之相对的, 天地间的黑色也在逐渐退去。 剑铃守在一旁, 不时打出一道法诀, 辅助风印传承的同时, 也让江寒身上的气息不断发生变化。 他的神念如今已沉入传承深处, 再不断地将传承纳入石海当中, 而羽翼上消失的黑色, 就代表着已被纳入石海的传承之力。 当这羽翼上的黑色完全消失之时, 就是他醒来之时。 这是谁嫌的没事干, 竟然把这种等级的传承随便丢到下界, 也不怕出事。 剑铃一边掐绝, 嘴里还在不停地嘟囊。 要不是刚好遇到江寒这个天资妖孽之人, 又恰好有我陪着。 恐怕这道传承刚一现实, 就会将这小世界毁得扎都不上。 真是胆大包天, 毁了这世界是小, 此人也不怕沾染因果, 被大刀咽弃。 他话语间虽然满是嫌弃, 可动作却丝毫不慢。 不管他看不看得上这道传承, 但至少现在, 这道传承对江寒的帮助, 那是毋庸置疑的强。 修饰修炼之时, 一则吸纳灵气提升修为, 二则明悟真我, 固守本心, 凝聚一颗无垢道心, 三则神荣天地, 以无垢道心感悟天地法则。 正常来说, 若是修为不够, 道心不坚, 绝对无法神荣天地, 明悟天地法则。 这就是第一重置骨。 而就算修为道心都合格, 可感悟法则之力也极为艰难, 不但对悟性要求极高, 更是要有一定的机缘, 才能在天地无数法则中, 抓到最契合自己道心的那一道法则。 只有抓到最契合自己道心的法则之力, 后续领悟起来, 才会事半功倍, 不然只能说浪费时间, 永远无法领悟道法则本源。 如此一来, 此人修为便只能止步于此, 若想有所精进, 就只有重新领悟法则, 并期待最终的那道本源, 是最为适合自己的, 不然的话, 同样是无用之功。 可修饰寿命终究有限, 又有多少次试错的机会。 一步走错, 便已是万劫不复。 这便是第二重智骨。 这两重智骨, 不知卡死多少, 精彩绝艳之辈。 但眼下这道传承, 却为江涵开辟出了一条捷径。 这传承内本身就有一条完整的道, 其上拥有着多道法则本源, 只要等到江涵修为达到可以接受法则的程度, 就可以直接继承这些法则的力量。 无需悟醒, 无需机缘, 也不需要管是否契合自己道心。 这些法则本源就在他的石海里, 等他身体能承受之时, 直接就可以取出来用。 可以说是一步登天也不为过。 更何况, 此传承内必定有一门先帝功法传承, 若是刚好可以在下界修炼的, 那就能快速增强江涵实力。 有着功法在, 江涵的成长速度定会大大加快, 并且无论到了何处, 都将会是同阶内的佼佼者。 时间在不知不觉间快速流逝, 羽翼之上的白色已经占据了近半的区域。 随着白色彻底占据一半之时, 整个传承空间忽然一阵净凭空生出一羽细风, 风如丝线般在空中飘扬舞动, 不时便从江涵体外划过, 忽如一双柔衣轻柔抚摸, 又如一柄锯锤轰隆碾过。 不过片刻时间, 细风缠绕之下, 竟在空间内刮起了一阵剧烈的狂风, 狂风所到之处, 顿时响起一阵乌液。 哗! 羽翼似乎动了一下, 虽然很轻微, 可却足以让剑灵色变。 怎么回事? 还未将传承完全纳入, 他竟然已经开始收取这对羽翼了。 一般来说, 传承在未完全继承之前, 是无法得到里面的任何东西的, 不论是法则之力, 还是功法和法宝。 可江涵现在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他可以一边继承, 一边领悟法则, 还能同时将这传承之宝炼化收取? 剑灵又一次感受到了这个世界的疯狂, 好在之前已经有了前车之鉴, 他现在倒是接受得很快。 毕竟是身具大气韵之人嘛, 干点什么都不奇怪。 果然, 与异类传承, 这第一道便是先锋异景。 此锋和下界之锋不同, 其内天生便包含了世间九成的锋异, 无论是狂锋之异, 清锋之异, 还是刚锋之异, 魂锋之异, 几乎常见的锋之异景, 近在其内。 此乃先锋, 他可以无视大部分锋异, 甚至可以反向控制对方的锋异。 可以说, 除了那几种极特别的锋之异景之外, 那些锋炼锋之异景的修士, 遇到江涵就犹如遇到了最大的可心, 生死皆在他一念之间。 第224章, 仙法秘术, 加上建议, 雷之异景和吞噬异景, 江涵已经领悟了四道异景, 而且都是杀伤力极强的异景, 同阶之内, 谁要是敢和他作对, 那就是找死。 石海内, 黑白阴阳于上, 由黑芒透射而出, 于石海上空会成了一个闪烁着浓郁黑光的大字。 仙, 这仙字怎么黑雾缭绕的? 江涵不解地呢喃一声, 他原以为仙是白色的。 就在这时, 仙字墨地一颤, 化作一道黑光轰隆散开, 待黑光再次凝聚, 变成了一本幽黑的书册, 悬在半空。 江涵脑中嗡的一声, 书页无风自动, 缓缓向左翻开一页。 花! 还不待他细看, 一大片黑气忽然涌动, 如墨汁一般, 快速侵入紫金色的海水内, 眨眼间, 便将里面的金色染成一片黑中透金的模样。 与此同时, 外界那巨人竟然化作一道虚影, 直接出现在了他的脑海中, 开始一字一句地向他讲解起这一页内容。 随着对方声音不断响起, 道道感悟自他脑海生出, 明明是刚到手的传承, 可却好似研读了数百年一般, 不过片刻功夫, 他便将这一页内容感悟透彻。 这仙法的第一页, 记载了一种名为魔鹰神的功法。 此法与江涵所知的任何一部功法均不相同, 他竟是以肉身为基, 将血肉之力凝成一颗血丹。 此丹无需感悟天地, 只需吸收天才地宝中的一种特殊灵气, 便可使其迅速强大。 随着血丹增强, 其内的血肉之力则会反补肉身, 可以极大的提高肉身强度。 这门功法共有九层, 每修炼成一层, 都可以使肉身获得极大增强, 若能修炼之大圆满, 凝结魔鹰后, 肉身便足可堪比仙人体魄。 仙人体魄? 江涵呼吸略有急促, 听那巨人之意, 一旦将肉身凝成仙体, 从此超脱繁俗, 不但身体更加契合大道, 修炼速度极快, 更是可凭借肉身之力, 硬含真仙。 更恐怖的是, 据那巨人虚影所说, 若是有足够的天才地宝功气吸收, 只需一日便可达成第一层, 凝结出血丹。 只要资源跟得上, 一年时间就能修炼到第九层, 然后碎丹结成魔鹰, 以仙体飞升仙界, 简直霸道无比。 看这名字, 还有这修炼速度, 分明是魔宫才对。 而且听这意思, 修炼魔鹰神, 应当是极为耗费资源。 江涵低语一声, 心中的热气在此刻散去, 此数修炼速度确实够快, 可要是真想一年飞升, 也不知道耗费多少资源才行。 摇了摇头, 他看向魔鹰神内附带的两门秘书。 碎天静, 苍云身法。 碎天静是一种发力方法, 他以一种特殊力量的运转路线, 可将一团力量凝为一点爆发而出, 凝聚的力量越多, 越凝实, 这一击的威力也就越强。 但相对的, 这一种类似于爆发式的发力方式, 副作用也是极大。 它在爆发时, 威力虽然极强, 但极其消耗灵力, 比如, 原本全身的灵力足以支撑修士战斗一天时间。 但若用碎天静将全身灵力凝为一道, 便只能发出一击, 一击之后就会灵力耗尽, 短时间无法补充。 此时若有旁人来此, 修士将会毫无还手之力, 只能任人宰割。 还有一点就是, 若是凝聚的灵力太强, 导致肉身无法支撑, 那整个身体都会被这道灵力崩坏毁灭。 所以, 若要修炼碎天静, 必须要先将魔音神修炼至第一层, 凝结血丹增强肉身后, 方可开始修炼。 这碎天静, 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做的。 江涵眼睛明亮, 有吞噬意境在身, 他的灵力近乎无穷无尽, 全身灵力凝为一点爆发之后, 数息时间即可完全恢复。 到那时, 他每一击都是全力爆发, 同杰谁能挡他。 就在这时, 石海内书册忽然轻震了下, 一道信息鸣雾而生, 让他略微皱眉。 原来这碎天静不只是消耗灵力, 每次使用时, 肉身还会承受极大的负担。 若是肉身强度不够, 看来, 唯有将这魔鹰神修炼至圆满境界, 以此让肉身堪比仙驱, 才可随意使用碎天静了。 但就算如此, 这碎天静也是极强, 就算只能用出一击, 以将含现在的攻击力, 也足以让他横扫同阶。 若以寂灭神雷和剑一家持奔雷剑身, 再以那黑色木棍增强威力, 最后用碎天静凝结全部凌厉于一剑。 试问, 原鹰气一下, 谁能挡这一剑? 不, 以之前遇到那乌云来看, 凭对方原鹰初期的实力, 也必然挡不住这一剑, 恐怕唯有原鹰中期的强者, 才能有手段挡他这一剑了。 但在此之前, 他需要先将魔鹰神修炼到第一层, 不然一切都是空谈。 江涵压下心中兴奋, 将目光移到另外一门身法之上, 这碎天静都已经这么厉害了, 那与其同级的苍云身法, 又该有多强? 苍云身法, 乃是纯粹的身法秘书, 通篇所言, 不过他的灵力爆发, 并没有碎天静那般狂暴, 虽然消耗灵力多了些, 但对肉身损伤不大, 故此可以持续使用。 这两门秘书, 均是以肉身为机, 灵力爆发为手段, 对江涵来说, 灵力根本不是问题, 只要凝成血丹后, 就可将这两门秘书, 快速变成自己的战力。 外界, 江涵猛地睁眼, 天地间所有的风忽然一顿, 接着向内一收, 竟然全部缩进了这巨大的羽翼之中。 与此同时, 整片天地一阵颤抖, 无数黑白二气汹涌而起, 全部钻入羽翼内, 消失不见。 随着黑白二气的散去, 整对羽翼光滑脸去, 化作一团白光, 搜的一下钻入江涵体内, 一路入了石海内, 停在了黑白阴阳鱼旁边。 魔神异。 接受传承时, 他便知道了这羽翼的名字, 可这名字怎么看, 都是魔修的法宝吧? 第225章, 宁杰血丹。 终于结束了, 别傻愣着, 准备出去。 剑林说完, 一头钻进了江涵石海, 闭目休息去了。 他这次为了帮江涵稳住传承封印, 也是消耗极大。 正在这时, 天地再次一晃, 无尽蓝光自四面八方汇聚而来, 很快便在空中凝成了一道深蓝色的稻纹。 这个稻纹笔画更多, 弯弯曲曲, 足足有十二笔, 但笔画怪异, 组合起来也根本认不出这是什么字。 随着蓝光散尽, 他再次回到了外界, 古渊正站在一旁哑然看他, 而下方, 无尽风暴和那些空间裂缝早已消散, 而那一群阴阳宗和灵天宗之人也已不见了踪运, 不知何时已经离去。 这么快就结束了, 古渊眼中闪过一色, 看来这道传承很适合你。 听到这话, 江涵嘴角一抽, 这些魔传承总感觉怪怪的, 单看名字, 怎么看都是魔宫。 难道他适合修炼魔宫? 好在其修炼方式, 不是传闻中那种嗜血吞魂的血腥修炼法, 不然, 他还真不一定能狠下心去修炼。 多谢古前辈相助, 若无前辈打开入口, 我也得不到这份传承。 江涵是真的猜不透, 古渊到底想做什么? 到目前为止, 对方只是在送他机缘, 直到现在都没说要他帮什么忙。 他实在想不通, 自己有什么值得对方惦记的, 难道真如对方之前所说, 只是想要送他一场大造化? 可对方到底图什么? 怎么可能真有人无私付出, 只为送人机缘? 这两次的机缘绝对算得上大造化, 不但帮他解决了赤金石矿脉的问题, 更是送了一个足以让他横行下界的传承。 如此大恩, 就算他再不愿相信, 也不能再对人家疑神疑鬼, 要不然, 那就太不识好歹了。 这有什么? 一点小意思罢了。 古渊察觉到了江涵态度的变化, 顿时心情大好。 还有没有什么想要的东西, 我再帮你找找。 不用不用, 这道传承已经足够我用很久了。 江涵急忙摆手, 总是拿人家好处, 他现在又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可以回礼, 难免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况且, 修炼这道仙魔传承, 必然要耗费他大量精力, 就算拿再多的传承, 他也没有多余的精力去修炼。 现在最关键的, 是赶快把魔音神修炼到第一层, 如此才能施展那两种秘法, 也才能真正增强他的实力。 除此之外, 更让他放心不下的, 还是该怎么纪念这座玄道山。 此山关系到宗门发展, 若能得手, 让宗内弟子人手一道传承, 再加上山中不计其数的资源, 紫霄建宗, 必能以此成为本届最强宗门。 前世, 他来此之后, 一直被关在灵天宗驻地内, 根本没有机会出去, 自然不知道, 灵玄是怎么把玄道山, 炼化成自身法宝的。 如此一来, 他只能在山中漫无目的的四处寻找, 若是运气好, 能找到玄道山的核心之处, 想必就能以此将其炼化。 可这样做, 必然会消耗极多的时间, 想到这里, 他对古渊道, 古前辈, 我出来一久, 试手回宗一趟了。 回宗? 古渊眉心一皱, 回宗干什么? 我得把吃金石矿脉送回去, 顺便修炼传承功法。 矿脉又不会丢, 晚一些送也没什么, 至于修炼功法, 我倒有个好地方。 话落, 江涵眼前一花, 竟突然来到了一处七彩岛屿之上。 无数青色灵气扑面而来, 其浓郁程度, 竟然比他洞府的灵气还要浓郁百倍, 但是吸上一口, 就让他体内灵力瞬间满意, 头脑更是泛起一阵清凉, 体内的灵力更是一阵汹涌, 丹田内雷电劈啪闪烁, 运转速度都快了不少。 好神奇的灵气。 江涵惊叹, 那当然, 此地最是适合闭关修炼。 你且在这修行, 若是需要什么, 就叫我。 古渊说完, 身形一晃, 消失不见。 江涵环视一周, 发现此地除了这座七彩岛屿外, 就只有一颗奇怪的珠子, 和一片清澈见底的湖泊。 那颗珠子, 不知是何物, 他刚一看到, 就有一股强烈的欲望, 想要将其据为己有。 可此地乃是古前辈的地界, 让他借用已是不易, 他怎能对古前辈的法宝, 有寄予之心。 想到这里, 他连忙压下心中杂念, 走到湖边盘膝坐下, 取出储物界内攒了许久的各种灵草。 灵草在旁边堆了一大堆, 粗略一看, 怕是不下数千株。 这些可都是阴阳宗和灵天宗弟子们 储物代理翻出来的, 原本他打算带回去换成灵石的, 现在倒是派上了用场。 魔鹰神修炼极为简单, 只需吞下灵物, 以特殊方法, 吸收天才地宝内的一种特殊灵气就可。 他拿起一颗灵果吞下, 随后按照功法所述, 开始吞吸其内灵气。 一颗灵果并不能显出什么, 可随着他吞吸得越来越多, 原本只有雷电灵力的经脉内, 竟逐渐出现了一道头发丝粗细的血线。 这些血线散出阵阵温暖的气息, 在经脉内游走不休, 随着血线越来越多, 江涵明显感觉到, 体内开始散出阵阵酥麻。 他略意感受, 便发觉体内经脉, 竟然比之前再次拓宽了一丝, 并且经脉的柔韧性, 也比之前强了一点。 别小看这一点点的提升, 要知道, 这可是刚开始修炼魔鹰神, 若是等他凝结出血丹, 那提升又会有多大。 想到此处, 江涵心中涌起一阵火热, 抓起一把灵果, 直接吞了进去。 随着时间推移, 那一堆灵草, 数量急速下降, 当仅剩十余枚价值最高的灵果之时, 一道饱腹感突然升起。 他心知, 这是凝结血丹的契机, 不敢怠慢, 连忙运转功法, 控制所有血线往丹田汇聚。 吃了! 仿佛一锅热油中, 渐进了一滴水, 体内所有血线顿时陷入疯狂, 前仆后继的朝丹田冲去。 无数血线汇入丹田, 逐渐聚为一团血球。 随着血线不断加入, 那血球逐渐凝食成一颗拇指大的丹丸, 丹丸不断长大, 直到将所有血线全部吸收, 血丹也终于成形。 第226章 强化肉身 哇! 似有一声轻响传来, 与此同时, 一股让人头皮发麻的麻痒感, 这一刻好似有无数蚂蚁在体内各处攀爬如动。 这种感觉简直无法形容, 饶视江涵堪比原因期的神念竟也感觉难以承受, 恨不得把自己皮肉撕开将那些蚂蚁全部烧死。 好在这感觉来得快, 去得也快。 没一会儿, 麻痒变成了刺痛, 仿佛有万千细针将他身体穿透, 并且还在不断碾动。 若是一般人经历此事, 怕是早就昏过去了, 便是心境稍微差点也必然痛得大声惨叫。 可江涵早已习惯了疼痛, 这点痛苦对他而言根本不算什么, 以前他所遭受的痛苦, 可比这个要强上百倍千倍。 等到疼痛散去, 一道红光顿时透体而出, 硬的四周一片血红。 待红光散尽, 血丹内忽而散出一道灼热, 自丹田下着身体各处迅速冲去, 穿过一层层骨肉筋脾, 到达四之后再快速返回。 如此循环九次之后, 灼热才再次缩进了血丹内。 一股强大的力量感升腾而起, 体内好似有了用不完的精力。 他起身伸了个懒腰, 体内顿时传了一阵暴斗般的嘎绷声, 好像身体每一个部位都被换了个遍, 皮肉筋骨都紧射了许多, 身体好像羽毛一般轻弱无误, 他从未感受过如此舒爽又轻松的感觉。 这难道就是拖他换骨的感觉? 宁城谢丹便是正式迈入了魔音神第一层境界。 血丹反补肉身, 血肉骨骼, 经脉皮肤皆会有所强化, 能让他的肉身更加坚韧, 防御力更强, 力量也更强。 想到此处, 他取出一把黄洁三品长剑, 朝自己胳膊小心滑去, 只听到一声轻微的摩擦声响起, 他抬起胳膊一看, 竟然连一个红印都没有留下。 防御力果然增强了好多, 若是搁在以前, 这一件少说能切开寸身的伤口, 可现在却连皮都没破开。 如此防御已足可堪比住机器的体修了。 可一个住机器的体修, 就算天资再好, 少说也要修炼个十多年才行。 但他只修炼了半天时间, 其中差距可想而知。 除此之外, 更让他兴奋的是体内经脉又扩大了一成, 而且韧性也比之前高了不少。 如此一来, 他不但可以储存更多灵力, 而且和人对战之时, 经脉也不容易受伤。 这仙法实在强大, 仅仅第一层便能达到这种效果。 若是修炼到大圆满境界, 杰出魔鹰又该有多么强大。 大圆满太过遥远, 但只是第一层便堪比住机七体修, 等他修炼到第三层, 是不是就可堪比原鹰七体修了? 唯一可惜的, 就是修炼起来太过耗费资源。 几千株灵草虽然良有不齐, 但毕竟是从其他宗门天交手中抢来的。 若是拿出去卖零食, 怕是足可卖出三五十万块中品零食。 可这些, 也仅仅只是让他修成第一层, 结出血丹罢了。 而这后面修炼, 还不知要消耗多少灵药, 出去后得多寻些天才地宝才是。 江涵收敛思绪, 把目光放在那两道秘书之上。 玄道山, 紫霄建宗驻地, 建阁内。 你说什么? 江涵被一个化神妻散修带走了。 木子熙惊呼出声, 他身躯娇小, 但威压极盛, 他坐在桌后, 眸中寒芒闪烁。 玄道山现世这么多年, 只能通过武宗把控的远古传送阵到此, 至今从未发现其他进入方法, 若无武宗同意, 绝不可能有散修来此。 此人既然能躲过武宗探查, 潜入玄道山内, 实力定然极强, 他接近江涵, 恐怕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 小姐, 倒也无需太过担忧, 据我观察, 此人好像并无恶意。 神二站在下手, 恭敬说道。 而且, 这人既然无需道闻, 便猛打开蓝色传承空间, 此种手段绝非一般人能拥有。 他若真有恶念, 恐怕早就下手了才是。 你说得对, 木子熙眼神放松不少, 但面色依旧阴沉, 无需道闻便可打开蓝色传承空间, 这等手段确实太过可怕。 此人若是真的没有恶意, 自己通过江涵之手, 邀其加入紫霄建宗, 那这满山传承, 岂不全都是建宗的囊中之物了? 想到此处, 他脑中忽有一道电光闪过。 此人早不出现, 晚不出现, 偏偏江涵刚来玄道山, 他就直接自己跳了出来, 而且目标明确, 一出现, 直接就找到江涵。 据神良所说, 此人与江涵说话时, 言语间多有讨好之意, 而且对方修为那般高, 怕是早就发现神二在跟着他们了, 可他却并未对神二出手, 这是在向他们表露善意。 可为什么偏偏是江涵? 不但师父对这小子极为满意, 甚至听闻大师姐也对这家伙极好, 又是带他出去玩, 又是帮他护道。 不知怎样, 他突然有些闷闷不乐。 既然江涵暂无危险, 此事就先放一旁, 眼下潮汐将至, 等挡住这波潮汐, 再说其他。 噗, 一声闷响, 岛屿上一块高达三丈的赤金石, 从中间破开一个极小的孔洞, 江涵手掐剑绝, 身旁悬着缩成一寸的飞剑, 看着那个孔洞, 眼眸中引有波动, 仅仅凝结了一成灵力, 飞剑刺出的威力, 足足比之前翻了五倍。 这可是一块极品赤金石, 虽然没有经过提炼, 但其坚硬程度堪比玄洁无品的防御法宝, 可就算这等程度的防御在他的剑下, 却如同废纸一般, 一戳就破。 不过, 这也和他的灵力有关, 他的灵力经过子丹和雷霆炼化后, 本身就极为精纯, 比之其他修饰要凝炼得多。 如今在经过岁天静的进一步凝炼, 这一成灵力, 怕是足以抵得上其他修饰, 接近四成的灵力。 唯一不足的, 便是凝结灵力时, 经脉将会承受极大的负担, 以方才的情况来看, 怕是一段时间内最多只能连续凝结灵力三次, 若是短时间内想要凝结第四次, 就会损伤到经脉。 不过就算有限制, 这岁天静也足以当作底牌使用, 至少一件杀个普通原因, 还是很简单的。 第227章 潮汐降至 江涵身形呼的一闪, 好似动了, 又好像没动。 好快, 不愧是仙法中的秘书, 这苍云身法才第一层, 但速度足足比雷顿快了十倍。 他面有金色, 刚才那一瞬间, 他已跑了一个来回, 足有一百多丈的距离。 如此速度, 不但比雷顿快, 更是比他瞬移还要快。 毕竟风雷须的瞬移, 根本达不到一百多丈的距离。 按秘书描述, 修炼到大圆满后, 可瞬息跨过亿万里距离, 一步即可越过一个小世界, 那又该是何等景象? 若是再加上先风意境, 此处虽然风平浪静, 可在他眼中, 风一直都在。 风是多变, 可刚猛如利剑, 亦可温柔如浮水。 风。 在这一刻, 他身体忽然轻了许多, 感受到了天地间流动的气息, 随着他心念一动, 便有无数丝线凭空而现, 响起了阵阵风声。 江涵整个人, 好似被细风包围, 身体更是和风容为了一体, 再也没了丝毫重量, 仿佛只需他心念一动, 就可让风带着他, 去往任何地方。 他体表风吸流转, 犹如瞬移一般, 瞬间出现在了百丈之外。 在未动用苍云伸法的情况下, 竟然也有了堪比瞬移的速度。 那若是加上苍云伸法呢? 想到此处, 他身上轻光闪烁, 身形一颤, 竟在瞬间出现在了三百余丈之外。 速度快了三倍。 要知道, 元英出气的瞬移距离, 也不过三百余丈而已。 可他仅仅依靠速度, 就已比元英气的瞬移还要快。 而且, 他的速度可是连续性的, 足以让他一口气冲出数万里。 而不是像瞬移那般, 还需要以身融入空间, 中间需要停顿极短的时间。 如此一来, 就算遇到无法应对的元英气敌人, 他也不再惧怕。 有这等速度在身, 至少能让他保住性命。 更何况, 无论是先锋异境, 还是苍云伸法, 都只是刚刚开始修炼而已。 只要他能有所突破, 他的速度还会继续增强。 而这个时间不会太长。 不得不说, 这风之异境来得实在太过及时。 阴阳宗和林天宗, 有不少元英气的门人在悬到山。 他原先还需要小心一点, 以免被人暗算。 可现在, 只要不是遇到元英中后期以上的敌人, 他就无需再聚。 元英中期的瞬移距离, 据说是五百丈, 元英后期则是一千丈。 若是遇到这等级别的修饰, 还是要小心应对, 万万不能大意。 江涵握紧拳头, 体内传来的力量感, 给他带来了一种极为强烈的自信。 好似这世间, 无人再是他的对手, 一种狂傲之感萦绕心间, 恨不得现在就跑去林天宗大杀四方。 就算他明知这样不对, 若是去了, 大概率是当场被斩。 可这种天下无敌的感觉, 就是挥之不去。 难道是功法的副作用? 或许也算不上副作用。 他现在缺的, 不正是这股傲气。 垂眸不再多想, 现在功法已成, 是时候回去一趟, 先把赤金石矿脉送回去了。 天空阴沉昏暗, 不时响起一声闷雷, 犹如神龙低音一般, 朕的人心头微颤。 昨晚起的大雾, 直到武士还未散去, 潮湿的寒气在屋檐凝成了一线水珠, 地面更是背景的湿滑无比。 紫霄建宗驻守的山谷内, 玄道山内的紫霄建宗弟子大多都已归来, 至于没回来的, 大概是再也回不来了。 四百余名结单七弟子散在山谷各处, 每七人守着一座十丈大小的阵法, 另有千名杂役弟子从旁辅助, 还有五十余名镇法师来回奔走在各个镇法间。 众人皆是神色凝重, 眼底藏着紧张和不安, 如此多的人聚在一起, 山谷内竟然极为安静, 除了镇法师不识的呼喊声外, 剩下的就只有镇法运转的声音。 江涵身为宗主清传弟子, 跟着穆紫熙留在了剑阁内。 他是昨天夜里好说歹说, 并且承诺一定会回来, 谷渊才极为不舍放他离去。 他原本是打算连夜赶回紫霄建宗, 可刚回到驻地, 便听到了栽虫潮汐一事, 于是决定留下来帮忙。 所有在玄道山的原音七弟子已全部赶回, 加上江涵一共十六人聚在一起, 看着以灵气凝成的驻地步防图, 认真听着穆紫熙的安排。 这次的潮汐, 竟然从昨晚此时就开始酝酿, 按以往的经验来看, 这群虫子定然在憋着什么大招。 我们此次一定要谨慎行事, 务必守住山谷。 他声音清脆, 只是那脸色却阴沉如水。 其余人闻言皆是点头赞同, 这一次确实有些不对劲, 以往都是诚实起悟, 诚实莫那群虫子就会发动潮汐。 可现在已经过了五十, 他们竟然还在酝酿。 哼, 这群灾虫莫非长脑子了? 还想和我们玩什么战术? 虫子哪会玩什么战术? 就算它有战术, 我们只要把紫天神雷阵一开, 任它们耍再多花样, 也只能受死。 不要大意, 诸位莫要忘了, 这些虫子可都是杰单初期的修为, 若是千只万只道好说, 可它们铺天盖地, 数量最少以百万计, 便是紫天神雷阵, 也难以抵挡。 这话说的没毛病, 灾虫潮汐每年一次, 在场众人大都经历过, 紫霄剑宗失守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每一次失守都会造成一些伤亡, 虽然谷内有传送阵, 可以快速逃走, 但驻地却是会被吞噬得一干二净, 损失大量资源。 这些虫子防御力算不得多强, 就算是杰单七弟子, 随手一剑也能灭杀十几只, 可架不住它们数量实在太多, 杀了一片还有十片, 杀了一群还有百群千群, 就算它们不断以丹药灵石恢复灵力, 也根本杀不完。 若只是这样, 紫霄剑宗只要不好大阵, 一心防御倒也能强撑过去。 但最可怕的是这群虫子会啃噬灵力, 不管是天才地宝, 阵法禁止还是法术神通, 但凡是带灵力的东西, 它们都能吃。 若是一位防守, 阵法抗不过一时半刻, 便会被无数灾虫啃噬一空, 到时等待众人的便是铺天盖地的虫群。 第228章 灾虫 被这么多灾虫包围, 就算是原因大圆满的强者, 也只能通过传送阵逃走。 若要守住驻地, 唯有以杀指杀, 将靠近的灾虫全部灭杀, 如此才有机会守住。 这群虫子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 整个修仙界竟然没有任何关于它们的记录。 唉, 这些年, 我们也抓了不少灾虫研究, 可这么多年过去, 却一直无法找到这灾虫的致命弱点, 只能拼着法宝去耗死它们。 灾虫会啃噬灵力, 法术和法宝攻击灾虫时, 会被其拼死啃噬, 若是才智差一点的法宝, 丢进去的一瞬间, 就会被啃噬一空。 紫霄剑宗修的就是一柄飞剑, 其他法术并不精通, 灾虫这种特性, 让它们不敢以本命飞剑对敌, 只能以剑气或者普通法宝飞剑对敌, 威力自然大大降低。 而杰丹七的弟子, 就算以剑气对敌, 那威力也只能杀死几只虫子, 相比庞大的虫群来说, 根本毫无用处。 唯有原因七才有更强的剑气, 可以造成大面积杀伤。 所以, 紫霄剑宗每次遇到潮汐, 都守得极为艰难。 诸位莫要灰心, 这一次, 有唐长老新研究的雷狱镇在, 就算是杰丹七弟子, 也能发挥极大作用。 穆子熙指着山谷内数百座七人阵法, 说道, 此阵为唐长老特意为应对灾虫潮汐所创, 威力极强, 只要大家好好配合, 有极大的希望守住山谷。 他转头看向众人, 但若要安全度过潮汐, 最关键的还是那藏在虫群中的虫王。 只要虫王不死, 这灾虫潮汐便不会结束, 我们早晚会被虫群耗死。 我会带着神二神三深入虫群击杀虫王, 朱蒂就交给你们了。 话落, 他目光忽然一凝, 雾内有动静, 灾虫可能要来了, 主位, 多加小心。 说着, 他视线在江涵身上顿了一下, 方云, 陆江, 乔青阳, 阎山。 你们几人防守东面, 江涵, 你跟他们一起。 他可是听神二说了, 这小子只用一招就顺杀了阴阳宗的乌云。 那家伙虽然是只有一道飓风异静的小原因, 但那也是原因气。 自那时起, 江涵的实力在他眼中, 他本就是要留下帮忙的, 只是他听到敌人是最少百万只虫子, 还都是杰单初期的虫子时, 还是忍不住惊了一下。 不愧是号称本源盗宝的玄道山, 这些虫子如此恐怖, 若是被放出去, 恐怕整个修仙界都要遭殃。 既如此, 诸位就动身吧, 若有异常情况, 务必在第一时间汇报。 众人应声退下, 朝着各自负责的区域顿去。 江涵跟着那名叫方云的园英中期师兄, 另外还有三位园英初期的师兄, 但是其余三人亦是如此, 江涵更是话少, 于是五人沉默着, 飞到了山谷东面边缘。 刚一站定, 江涵便察觉到树近百道目光凝视而来, 他略微一扫, 便对上了许多好奇的视线。 正在此时, 忽有一道紫色护盾轰隆升起, 旗上有紫色雷霆不断闪烁, 犹如一条条电蛇一般, 爬满了整座护盾。 这是紫天神雷大阵, 防御力极强, 原因期以下处之必死, 一旦打开, 便是华神大圆满修士也攻不进来。 方云四世自言自语般说道, 你只要不出阵法范围, 便不会有事, 若是此阵被破, 那就趁早逃命。 好, 江涵点头硬下, 若是连这阵都破了, 他留在这也确实没用。 方云忽然抬手, 指着右边说道, 右侧那处石台上, 是补充灵力和恢复神念的丹药, 以及一些玄阶法宝飞剑, 你若是需要, 可随意取用。 江涵侧目看去, 果然看到一处约有五帐宽的石台上, 堆着近百个玉箱, 地面插着几百饼飞剑, 旁边还堆着三十多个储物袋。 这些东西, 若是放在外面, 足可堪比一个中小宗门的全部家当, 但在这里, 却被随意地堆在石台上。 对战时, 千万不要节省法宝丹药, 一切以自身安危为重。 江涵点头, 多谢方师兄提醒, 不必多礼。 方云平静的脸上, 忽然勾起一些笑意。 说起来, 我们都要谢谢你才是。 若不是你在陵渊秘境丽压群雄, 我们今年也不会有这么多资源可用。 此话一出, 另外三人连忙点头。 方师兄说得对, 江师弟, 你可是宗内的大功臣, 需要什么你就说, 千万不要跟我们客气。 还有唐长老新研究的雷玉镇, 也多亏了你夺来的资源, 才能研究成功。 听说你还杀了不少林天宗和阴阳宗的人。 杀得好。 我早就看着两宗不顺眼了, 每次遇到他们准没好事。 可他们每次上山都是最少三五人一起, 想出手都没有机会。 你这也算是帮师兄出口恶气了。 江涵听着夸奖, 心底那股傲气又开始作妖, 让他一时生出了些得意。 他心之不妙, 连忙默念静心咒将其压下, 谦虚道。 诸位师兄过誉了, 身为剑宗弟子, 自当为剑宗做事, 这些事都是我该做的。 你倒是谦虚。 方云倾笑, 等一下你不要离我太远, 若有情况, 我们也能有个照眼。 好, 江涵心之方云之事特意照顾他, 自然不会拒绝。 方师兄, 此处二十座阵法已查验完毕, 随时可以开启。 有弟子上前汇报, 说完, 他好奇地看向江涵, 这位师弟是。 汇报是顺带的, 他主要还是来探探这个陌生弟子是谁, 明明只是结单中期的修为, 却能跟几位师兄走这么近, 甚至还能和方师兄走在一起。 方师兄可是山谷内除木世界外的最强者, 平常虽然为人温和, 但寡言少语, 懒得说话。 可他们刚才看得清楚, 这新弟子竟然和方师兄有说有笑的, 身份定然不一般。 更令他好奇的是, 他问了许多人, 竟然无人见过这位师弟, 如此神秘的人物, 他说什么也要来认识一下。 第229章, 此子日后必成大器, 在下江涵。 江涵? 他唯有正然, 随后惊喜道。 可是, 宗主新收的清传弟子, 那位以结单中期实力击败秦梦河的江师弟, 不知师兄怎么称呼。 在下韩成, 江师弟怎么会在玄道山? 韩成还要说些什么, 却突然听到方云略显严肃的声音传来。 先回去, 准备开启阵法。 众人文言一领, 韩成则是冲江涵歉意一笑, 随后身形一闪, 快速回到了自己的位置。 就在这时, 一阵嗡嗡嗡的声音从雾气中传来, 声音出时极小, 但很快就会成了阵阵轰鸣, 就连雾气都被阵得翻涌起来。 到此时, 谁还不明白, 栽虫来了。 有不少弟子健壮, 可能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顿时有些不安惊慌。 方云几人面色一沉, 显然对此事早有预料, 数道剑气同时冲天起, 将山谷上方的雾气瞬间搅散。 其中三名原音初期的剑气, 仅有五丈粗细, 但原音中期的方云, 他的剑气竟足有三十丈。 江涵剑状, 以为此举有什么深意, 连忙跟着放出自己的剑气。 哄, 漆黑如墨的剑气, 足有十二丈粗, 冲天之势更是极强, 带着无尽冰寒之意, 将无数散碎的雾气, 搅成黑色冰晶, 哗哗落下。 冰晶落在众人身上, 刺骨的寒意, 让他们瞬间清醒过来。 一散的剑气, 更是在此时带来了极大的安全感, 让众多弟子安心不少。 不少人偷偷将目光瞥向江涵, 眼中多了些敬意。 此时他们终于知道, 为什么他可以和方师兄他们站在一起了。 但是这笔原鹰初期, 还要强上一倍有余的剑气, 就足以说明对方的实力。 若不是此刻栽虫将至, 他们非要拉着寒城, 问问这人到底是谁。 其余三位原鹰初期, 更是诧异无比。 虽然他们知道江涵实力很强, 在杰丹期中, 足以名列前茅。 可却没想到, 他竟然强到这种地步, 不过才杰丹中期的实力。 可他这剑意, 竟然比他们都强上几分, 虽说剑意的粗细, 不一定说明剑意有多强。 毕竟原鹰期的剑意, 可都是经过长期沉淀, 不但与自身意境早已融为一体, 他们更能精准控制每一丝剑意的威力, 这种手段, 绝对不是杰丹期修是可比的。 但剑意的粗细, 至少能一定程度说明, 对方的实力, 就算不够持久, 也绝不比他们弱。 方云瞥了那黑色剑意一眼, 心中比那三人要诧异得多。 以他的眼力, 自然一眼就看出了这剑意的不凡。 不但剑意雄厚, 堪比原鹰初期巅峰的剑修, 那剑意更是极为凝炼, 甚至还有了独属于剑意本身的属性。 那道极寒之力, 绝不是一般剑气可以拥有的, 至少, 他没见过哪个原鹰期剑修的剑意, 带有特殊属性的。 而且, 江涵面对未知的灾虫潮汐, 竟然没有如其他解单气弟子那般惊慌失措, 反而极为冷静。 但是这份心性, 他就可以断言, 此子日后必成大气。 想到此处, 他脸系并去杂念, 开口大喝道, 开启阵法。 随着他话音落下, 百余名结单气弟子全身凌厉鼓动, 各色雷霆噼里啪啦闪烁不休, 顺着他们的手臂全部灌入身前阵法之内。 二十道石杖粗细的光柱直冲云霄, 与此同时, 其他方向各有数十道光柱冲天起, 将天空染成了七彩之色。 天地灵气忽然变得极为狂暴, 空气中的雷灵力在这一刻达到了顶峰。 轰隆隆, 黑压压的乌云盖在山谷上方, 天空转眼便黑成一片, 紧接着, 无数五颜六色的雷霆在雷云中轰隆闪烁, 耀眼的电芒将天地映成了一片彩色。 就在这时, 更多的嗡嗡声从远处朝涌而来, 山谷外的雾气仿佛也波动到了极限, 一团团白色的雾气不断撞到护盾上, 被雷光顷刻融化。 小心, 灾虫出现了。 方云高声提醒, 众人面色一领, 目光如电, 紧紧盯着白雾。 接, 伴随着一声刺耳的尖叫传来, 一个巴掌大小的暗金色圆球自雾气内冲出。 直到这时, 江涵才第一次看到这灾虫的模样。 他身侧有两对一纸长的半透明蝉翼, 面上是一片沙粒大小的腹眼, 密密麻麻不下数百只眼睛, 身披暗金色假铐, 腹部像萤火虫一般闪烁着金黄色的光芒。 这奇怪的模样, 但是看一眼, 就让人知道这家伙不好惹。 灾虫刚一出现, 就迫不及待地朝着护盾冲去, 随后面部裂开一张占据了半张脸的嘴巴, 露出里面数百颗闪着寒光的尖牙。 还未停稳身子, 他就张开大嘴, 朝着面前的护盾急速咬去。 咔! 一道雷霆劈过, 灾虫身体一颤, 惨叫一声, 啪哒摔落在地。 还不带众人松口气, 更多的雾气翻涌波动。 随着一声声尖叫, 此起彼伏地响起, 一只只灾虫从雾气中快速冲出, 刚一出现, 它们就张开大嘴, 朝着护盾疯狂扑去。 震落! 随着方云一声大喝, 众多杰丹弟子手上硬绝一变, 空中的七彩雷霆轰隆乍响, 随后咔嚓披落。 轰隆咔! 雷霆如下雨般不断落下, 将前方的空间完全覆盖。 最前方的灾虫刚露出身子, 便被雷霆瞬间淹没, 浑身电光闪烁, 哗啦啦掉下一大片。 雷霆披落后并未消失, 反而在地面和空中不断弹跳闪烁, 所有靠近的灾虫, 进阶被雷霆扫落, 当场身亡。 不过片刻时间, 此处赫然真的变成了一片雷玉, 只要灾虫胆敢踏入, 必然被雷霆轰杀。 不愧是专门针对灾虫的阵法, 雷霆一击之后, 竟然还能凝而不散, 甚至还能在附近继续攻击, 这威力果然恐怖。 江涵惊叹一声, 若是他的寂灭神雷也能如此, 一击之后不会消散, 反而能追着敌人继续攻击, 那该有多好。 江师弟说得不错, 有此阵在手, 这次灾虫潮汐应当是稳了。 旁边一名猿鹰出气附和道, 就在这时, 方云忽然出声, 莫要大意, 这才刚刚开始。 第230章 杀虫 说吧, 他提剑冲向天空, 于半空站定后, 松开飞剑, 掐绝向天意志。 咔嚓! 随着一道天雷劈在剑身, 飞剑顿时飞速长大, 转眼便化作200余丈长的巨剑。 下一刻, 一阵呼呼声响起, 巨剑剑身竟凭空燃起一道蓝色火焰。 火焰燃烧之处, 空间顿时发出一阵扭曲, 可见其温度有多高, 若是仔细看去, 还能看到火焰内的深蓝电光。 堂堂原因中其修士, 出手自然威势不凡, 巨剑刚刚成形, 便立刻倾斜斩下, 朝着面前的雾气轰隆斩去, 锁过之处, 雾气顿时发出一阵滋滋声声腾消散。 巨剑虽大, 但其速度却一点不慢, 眨眼间便自雾中轰隆斩落在地, 发出一声震耳俱响。 锁过之处, 在空中留下了一道蓝色燕尾, 其内有蓝色火焰生腾燃烧, 后续冲来的灾虫顿时发出一声淒厉惨叫, 被火焰瞬间烧成灰烬。 仅这一剑便最少灭杀了近千只灾虫。 紧接着, 巨剑再次抬起, 于空中横扫而过, 巨大的威势掀起了一阵狂猛飓风, 吹得雾气不断涌动。 噗噗噗, 途中灾虫还未碰到巨剑, 就被骑上的高温烤炸, 剑身紧随其后, 将灾虫碎块扫成灰烬。 一剑过后, 无数虫湿灰烬落了一地, 空中更是多出了一个极漂亮的蓝色圆环。 这一剑将空中扫出大片空白, 可紧接着, 更多的灾虫如潮水般涌来, 一阵咔咔声响过。 火焰瞬间被灾虫啃视一空, 大处空白, 顷刻便填满了密密麻麻的一片虫子, 一眼望去, 直令人头皮发麻。 与此同时, 其余三位猿鹰出七也纷纷出手。 鹿将手持一柄白色长剑, 批出一道道宽约百丈的剑光远距离杀敌, 剑光上亦是有紫色雷霆附在表面, 锁过之处, 灾虫被斩成两劫, 大片大片的落下。 乔静阳手中长剑泛起金光, 一股风锐之气顿起, 随着他抬手一斩, 长剑顿时化作一道百丈长的金光, 犹如一道长边一般轰隆披下, 顿时便有数百只灾虫吃拉一声, 化作无数碎块。 烟山则是手掐剑绝, 飞剑化作一道三寸白光, 竟直接冲进虫群之中来回穿插, 飞剑犹如穿堂葫芦一般, 锁过之处顿时便有无数灾虫, 如下雨般花花落下。 江涵也没有闲着, 他手持奔雷剑, 同样挥出百丈剑光杀敌, 不过, 他的剑光要比陆江快得多, 往往是剑光刚一出现, 面前便瞬间空了一大片, 杀虫速度, 比几位元英七剑修更快。 有了几人的加入, 再加上二十道雷狱阵在护盾外组成了一道雷霆防线, 冲进来的灾虫还未前行几步, 便被雷狱中的雷霆劈死。 稍微墙上一些的灾虫, 就算冲进来也会被几人出招击杀。 一时之间, 众人组成了一道洪流防线, 如洪水般迅猛冲来的无数灾虫, 竟然没有一直能冲到护盾之前。 见此, 江涵才终于放下心, 有了时间看向另外几人, 他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多元英七修饰共同对敌, 雾免有些好奇。 可看着看着, 他却逐渐皱眉, 方云每一击都能扫下大片灾虫, 威力看似极强。 可他细看之下去发现, 巨剑扫过时, 那些虫子皆会在死前口气迅速开河, 疯狂啃视巨剑之上的蓝色火焰。 每一剑过后, 蓝色火焰雷霆都会熄灭不守, 方云需要不断地输送灵气补充火焰。 短短一会儿的时间, 想必就是这虫子的缘故了。 方云敢以剑身杀虫, 自然是因为剑身那道蓝色火焰, 有火焰在, 灾虫根本无法靠近剑身, 唯独多费些灵力罢了。 但燕山是怎么回事, 他竟敢直接以飞剑对敌。 江寒目光看去, 很快发现, 燕山的飞剑竟然是天阶二品飞剑。 天阶飞剑。 他心念一动, 手掐剑绝, 奔雷剑猛地缩成一柄三寸小剑, 化作一道黑光, 朝着虫群急速冲去。 其余几人面色一变, 刚要说些什么, 却忽然想起, 江寒的飞剑乃是宗主亲赐的, 天阶八柄法宝奔雷剑。 几人顿时将口中的化验下, 羡慕地看着那道紫光在虫群中, 如电光一般急速穿插。 咔咔咔, 紫光所过之处, 顿时便有电光乍响, 虫师境阶化作飞灰消散。 与此同时, 还有无数道啃噬声自剑身传入江寒神念中, 就连速度都没有漫上嘶吼。 果然如此, 只有天阶法宝飞剑才能抵挡灾虫啃噬。 江寒心念一动, 奔雷剑顿时体型暴涨, 净化作一柄五十丈长的巨型雷剑, 在他神念控制下, 于虫群之中轰隆扫过。 原本江寒杀虫速度就要比几位元英初期快上一些, 此刻巨剑一出, 他杀虫的速度顿时增了数十倍, 大片大片的灾虫被巨剑扫死, 其杀虫速度, 竟然堪堪追上了方云。 好强的神念! 方云看着那雷霆巨剑暗自心惊。 众所周知, 法宝体型越大, 操纵时消耗的神念和灵力也就越多, 控制起来也更加费力, 而且不够精准。 这也是为何剑修对敌时, 喜欢将飞剑化作三寸甚至一寸大小。 这般操纵飞剑不但速度更快, 杀伤力更强, 精准度也会更高。 可江寒却是反其道而行之, 将飞剑变作五十杖大小。 此举虽然对灾虫的杀伤力更强, 但操纵起来最少要额外耗费十倍以上的神念, 便是他来操作也顶多只能做到这种程度, 而且持久性不强。 江寒只是杰丹中期, 他神念就算再强又能强过他不成。 年轻人太过鲁莽了, 灾虫可不止眼前这一点, 物际中还有数以百万计的灾虫被挡在后面, 暂时没有冲进来。 就算神念再强, 如此长久攻击下去总会有耗尽的一刻。 就连他攻击的时候都要极谨慎地节省神念, 像江寒这般如此不顾消耗, 一味地追求威力又能斩出己见。 第231章 原因期灾虫 更何况, 原因中期不但神念更多更强, 恢复速度也比杰丹期快上无数倍, 他只需略微休息一会儿就能将损耗的神念补充回来。 江寒不过杰丹中期, 他的神念恢复速度又没有多快, 听说半年前才看看助击, 就算天资再好, 根基终究太浅, 恢复起来不知要耗费多长时间。 甚至一个不慎, 神念枯竭伤到根基, 更是有可能会影响到未来的修行, 需要花费极大代价才有希望治愈。 罢了, 天才难免年轻气盛, 待他神念不足时, 我再出手将他及时救回, 让他通过此事明白这个道理, 日后也能少吃些亏。 方云想罢, 分出一部分心神盯着江寒, 时刻准备出手救人。 可他等啊等, 眼睁睁看着江寒操控剧剑扫来扫去, 最少回出了静摆下, 可看其面色竟然十分轻松, 好似根本不费力气。 这, 怎么可能? 难道对方的神念, 已经堪比原因中期了? 不对, 不只是原因中期的神念, 江寒的操控力也是极强, 如此多的神念, 用出, 竟然如臂食指, 指挥起来极为轻松, 偶尔还能用出一两式剑招, 将一大片栽虫拦在外面, 由此可见, 这么久的高强度攻击, 对他来说极为轻松, 甚至可以说是毫无负担。 如此看来, 他定然是拥有了堪比原因中期的神念, 而且, 不论是神念强度, 还是操控力, 都丝毫不比原因中期弱。 这种程度的神念, 要么是天赋异禀, 要么, 就是修炼了某种专门增强神念的功法。 可这两种, 无论是哪一种, 都是极为稀少的。 而且, 他在修仙界历练多年, 走遍了大江南北, 天赋异禀者他见过, 专修神念的功法, 他也看过不少。 但他敢肯定, 无论是天赋异禀还是功法, 都绝对没有江涵这么变态。 想必是和牧师姐一样, 获得了某种专修神念的远古传承。 方云低语一声, 看向江涵的目光越发明亮。 也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得通了, 要不然, 恐怕只有修炼仙术, 才能让一个结单中期, 就能拥有原因中期的神念了吧。 可在这下界, 哪有什么仙术。 忽然, 虫群发出一阵骚乱, 十几声震耳的嘶吼, 自雾气中相继传出。 雾气顿时发出一阵剧烈翻涌, 无数灾虫纷纷向着两旁疯狂逃散。 强含见状, 心中顿声紧躁。 这些虫子刚才被他们杀了那么多, 都没有丝毫要逃跑的迹象, 甚至死前拼了命, 也要在奔雷剑上啃上一口。 可现在雾中之物还未出现, 只是嘶吼一声, 竟然就将它们吓成这样, 那里面的东西到底该多可怕。 就在这时, 十二道巨大的身影从翻滚的雾气中冲出, 看清模样, 竟和那些灾虫一模一样, 唯独身躯大了许多, 足有一栋小房子那般大。 上千只星红的赋眼, 密密麻麻占据了上半张脸, 剩下半张脸也是一张巨口, 和普通灾虫不同的是, 两边嘴角多出了一对半丈长的巨牙, 好似剪刀一般不断开河。 好, 刚一出现, 这十几只灾虫便发出一声震天怒吼, 朝着护盾急速冲来, 雷狱中的无数雷霆, 劈在它们身上, 竟然连外壳都无法破开。 不好, 使元英初期的灾虫, 方云面色大变, 急声喝道。 雷狱阵拦不住元英七的灾虫, 速速拦下它们, 万不能让它们靠近子天神雷阵, 以元英七灾虫的口气, 只需数十下, 便能将护盾撕开一个大口子。 话音未落, 他仍以化作顿光冲了出去, 此时他也顾不得会不会损伤飞剑了, 急忙操纵巨剑极速缩小, 化作一道蓝色剑光, 朝着几头元英初期灾虫急速冲去。 元英七灾虫, 其余几人神色一变, 元英七灾虫本就不多, 每次潮汐之时, 顶多只有三五十只罢了, 而且一般都会护在虫王附近, 以免虫王被人斩首。 可这次来的这只虫王, 是在发什么疯, 竟然一次性派出十二头元英七灾虫强攻阵法, 难道他不怕被牧师姐斩杀? 若是平常, 他们每个人都有数种手段, 能够轻松斩杀三只灾虫, 可现在正是灾虫潮汐之时, 哪有时间让他们准备杀招? 以往这些元英七灾虫都只能算是摆设, 牧师姐会带着几位元英中期师兄, 强行冲过灾虫封锁, 杀入虫群中央, 将虫王强势斩杀。 若是速度够快, 就能守住山谷, 但凡杀得慢一点, 山谷就会失手。 眼下灾虫出现的实在太过突然, 而且, 几人还要协助杰丹七弟子一起灭杀普通灾虫, 要不然下方出现差错, 导致防线被破, 那可就麻烦了。 更令几人迟疑的是元英七灾虫口气极其锋利, 其上甚至加持有精细法则之力, 便是天阶法宝被其咬中, 也必会断为两劫, 从此灵性禁尸, 沦为废铁。 剑修一身手段大多在一柄飞剑上, 若是怕飞剑损毁, 因此犹犹豫豫豫, 还怎么杀敌? 现在绝不是犹豫之时。 眼看方云已经冲了上去, 几人纷纷记起各自飞剑, 朝着前方急速冲去。 有元英中期的方云在场, 他们未必没有胜算, 只他一人就能对付八只元英七灾虫。 他们三人加上江寒, 每人对付一只, 一旦有谁腾出手来, 很快就能将剩余几只全部解决。 能打, 只要小心躲避, 这些虫子也不一定能伤到他们的飞剑。 就算飞剑被伤, 宗妹也定然会给出大量补偿, 足够他们重新运养出更强的飞剑, 无非是多耗些时间罢了。 就在几人前冲之时, 却有一道青光自三人眼前一闪而过, 青光速度极快, 瞬间赶超几人, 冲到了一头元英七灾虫身前, 看其威势, 竟然只比方云弱上一些。 哪来的元英中期? 燕山一愣, 可带青光散去, 他怎么跑这么快? 别管了, 快救人, 元英七灾虫可不比一般灾虫, 那口气上有精细法则之力, 攻击力极强, 一个不胜可是要出人命的。 第232章 好快的剑。 燕山说完, 施展瞬移, 迅速冲了过去, 刚一现身, 他就焦急喊道, 将师弟小心, 元英七灾虫口气极强, 便是天洁法宝也扛不住, 你千万不要被他咬中了。 江汉文言心中一惊, 可此时他剑已刺出, 便是想要收力也来不及了。 如此一来, 唯有权力刺出, 只要在对方口气咬下之前, 将其斩杀, 自然就不会伤到飞剑。 想到此处, 他连忙运起碎天静, 将一层灵力凝结, 飞速灌入即将脱手的飞剑中, 同时, 一道清风呼气, 虚余便将剑身染上了一层青色。 So, 飞剑刚一脱手, 便瞬间消失, 只在原地留下了一道贯穿灾虫头颅的青色剑痕, 剑痕划破长空, 一路穿透无数灾虫, 又自己远处瞬息归来。 那只灾虫顿在原地, 口气开合间, 却是再也没了一丝力气。 碰! 一声巨响, 灾虫庞大的身躯顿时被剑气绞成粉碎。 好快的剑, 是清风意景。 阎山三人此时才刚刚赶到, 本玉支援江涵的脚步顿时停住, 转而冲向其他原因期灾虫。 现在不是多言之识, 先将灾虫解决, 再言其他。 此时方云一人独占八只灾虫, 三寸飞剑犹如一团灵活的蓝色雷火一般, 在八只灾虫身体间来回穿梭。 虽然灾虫顺移的速度极快, 可飞剑却总能灵活地躲开灾虫咬来的口气, 不时还能抓住机会刺上一剑, 每一剑都能让一只灾虫惨毫出生, 身受重伤。 方云自身更是化作一道雷霆, 不断地左右腾膜顺移, 绕着八只灾虫不断放出火焰雷霆, 将它们死死拦在原地。 其中有一头灾虫被它特别关照, 此时已经残破不堪, 照这么下去, 要不了多久就会被磨死, 到那时便是它全力反攻之时。 而其余三只灾虫冲过它的封锁, 朝着巨大的雷霆护盾闪烁冲去。 好在燕山三人在此时赶来, 一人追上一头灾虫, 施法和其拼斗起来。 不过它们攻击时太过小心翼翼, 一直在寻找一击必杀的机会, 怕是短时间只能拖着这些灾虫, 没办法快速击杀。 但就算这样, 它们总算是拦住了灾虫的脚步, 没让它们靠近护盾, 也给江涵提供了机会。 众人只觉一道风声呼起, 围攻方云的八只灾虫中, 顿时便有一只灾虫轰隆爆开。 方云目光一凝, 这飞剑竟然比它还要快。 江涵站在远处, 一道青光再次被它握在手中, 一道灵力灌注之后, 青光一闪即逝, 远处顿时便有一头灾虫爆开, 空中更是被轻出了一条极长的通道, 无数小灾虫纷纷爆炸粉碎。 好快的速度。 江涵也是极为惊讶, 他没想到, 把先锋一进加持在飞剑上之后, 竟然比加在他自己身上要快得多。 而且有碎天竞凝聚的灵力加持, 飞剑威力简直强的离谱, 这些灾虫脆的就像白纸一般, 稍微一碰就炸成碎片。 可惜他的掌控力不够, 如此快的速度出手之时, 他只能选定一个方向, 根本无法控制飞剑灵活转向。 唯有当飞剑速度减慢时, 他才能控制飞剑返回。 而且, 碎天竞短时间内只能用三次, 此时三次已用, 接下来只能用正常攻击对敌了。 好在有先锋异境加持下, 飞剑速度快到不可思议, 就算只有剑翼和寂灭神雷加持, 也能对原鹰初期灾虫造成非常严重的伤害。 至少在现在的战场中, 他的飞剑要比其他三名原鹰的攻击更强。 他每次出剑, 必能将一只灾虫刺个通透, 虽然不能如之前那般一击必杀, 但只要灾虫重伤之后, 只需再来上一两剑, 便能将其彻底击杀。 如此, 他也对自己的实力有了一个基本判断。 有碎天竞加持的情况下, 堪比原鹰初期巅峰, 没有碎天竞时, 就只比正常原鹰初期强上一些。 而且有先锋异境在, 他的飞剑速度, 比只原鹰中期都要快上一线, 若再遇到原鹰中期修饰, 他也有了一拼之力。 被他抓住机会接连斩杀两只。 嗖嗖嗖! 清光再闪, 剩余几只灾虫被纠缠住, 脱身不得, 同样被江涵飞剑斜着剑翼, 绞成粉碎。 至此, 让几人如临大敌的十二只原鹰七灾虫, 全部身亡。 燕山三人看向江涵的目光有些复杂, 既是经意他飞剑的强大, 又感慨他的胆大。 他们刚才看到原鹰七灾虫的时候, 都忍不住心中闪过一瞬游移, 可江涵竟然毫不犹豫地全速冲出, 紧跟芳云杀向灾虫, 丝毫没有考虑自己会不会被灾虫伤到。 他只是杰丹中七啊, 竟敢冲杀原鹰七的灾虫, 这是何等强大的自信。 但不得不说, 江涵此举虽然有些鲁莽, 却也让他们对他多了几分敬佩和认可。 更何况, 他后续的表现也让他们不得不佩服, 一剑斩杀一只原鹰七灾虫, 这等手段, 就算在原鹰初七修饰中, 恐怕再无敌手, 绝对有问鼎天交榜第一的资格了。 燕山感叹道, 什么叫资格? 带着天交榜再次献士, 江师弟必然会是第一。 我记得天交榜献士之日, 应该就在最近, 到时天道将会公布新一期的名单。 届时, 整个修仙界所有人都能看到, 江师弟的大名, 我们也能跟着沾沾光。 对啊, 紫霄建宗近百年, 只有十几名师弟师妹入了天交榜, 而且排名都不算高, 若是这次江师弟获得第一, 定能养我剑宗威名。 天交榜献士? 江涵还真没注意过天交榜献士的时间, 在前世, 他可从来没有入榜的资格。 只知道, 这是天道发布的榜单, 有人也猜测过天道用这种方法, 选出最强的天交, 定然有什么意义, 说不定这些天交未来会得天道眷顾。 可这么多年过去了, 却从未发现这些天交有什么不同, 仿佛天道只是放出榜单给他们看一看, 根本没有其他意思。 第233章 阎龙一脉 如此也就罢了, 至少这个榜单给了各宗天交一个扬明天下的机会。 但最让江涵感到奇怪的是, 林璇好像从未入榜。 他明明早就有了同阶第一的实力, 但不管是结单期的天交榜, 还是元英化神的天地榜, 他都从未出现过。 好了, 等潮汐过去, 有的是时间闲聊。 方云忽然催促道, 下边马上守不住了, 你们快回去防守。 几人闻言连忙看向下方, 却见虫朝不知何时, 竟往前推进了50丈距离。 虽然雷狱中有七彩雷霆不断劈啪闪烁, 有九成灾虫刚一踏入雷狱便被劈死, 短短时间内死掉的虫尸足足堆起了20多丈高的尸墙。 可正因如此, 这些虫尸却成了一道天然屏障, 后来的那些灾虫, 竟然躲在同伴的尸体下, 以尸体作为屏障, 向前缓慢推进。 虽然还是不断有灾虫被劈死, 可他们硬是靠着一寸一寸的往前缓慢移动, 转眼间又向前推进了一丈距离。 操纵雷狱的百余明弟子, 此时神色略有疲惫, 脸色更是多了些苍白, 明显已经快要抵达极限。 如此下去, 恐怕要不了多久, 雷狱防线就会被击溃, 到那时, 大阵被毁, 整个山谷都要失守。 三人不敢再犹豫, 连忙持剑朝着下方虫巢急速冲去, 三道光芒疏忽亮起, 剑光如雨木般, 贴地而起, 将无数碎尸绞成粉碎。 转眼间, 便有无数灾虫死于剑下, 三人全力施围, 竟硬生生将虫巢给压了回去。 剑三人能稳住局势, 方芸连忙拉住欲要同去的江涵, 关切道, 你怎么样, 还撑得住吗? 身为元英中期强者, 他可比那三人看得清楚, 江涵唯有前三剑威力最强。 一剑斩杀元英七灾虫之后, 竟然还有余力, 冲出数千丈的距离, 期间遇到的所有灾虫, 都被那飞剑穿了个通透。 可到了第四剑时, 他飞剑速度虽然没有减弱, 但威力已经大不如前。 虽然依然可以一剑重伤灾虫, 但却无法将其一剑秒杀, 往往需要三四剑才能斩掉一头元英七灾虫。 想必, 定然是年轻人不知节制, 前三剑神念和灵力消耗太大, 让他后期疲软了, 要不然, 他该一口气将这些灾虫全部一剑斩杀才是。 方师兄放心, 我没事。 江涵说话间神清目明, 呼吸云衬, 确实不像是历劫的模样。 方云健壮威愣, 难道自己猜错了? 可这不应该啊。 那种威力的攻击, 就算后面的没有前面三剑威力强, 可消耗也绝对很大, 不然根本不会有元英七的威力。 要知道, 元英和杰丹最本质的区别, 就在于体内灵力浓度和对天地之力的运用。 杰丹七除了极少数的天之骄子外, 有九成九的修士, 都没能领悟意境之力, 自然也就无法调动天地之力进行攻击。 但每一位禁忌元英的修士都必须领悟, 最少一道意境之力。 但这一点便足以拉开元英七和杰丹七的实力差距。 在意境的加持下, 每一道法术都能引动天地法则的波动。 虽然只有极细微的一丝, 甚至远达不到真正法则的地步, 只能将其称为意境之力。 但就算这样, 这一丝意境之力也足以让元英七修士的攻击力达到一个极为恐怖的地步, 随手一击就能开山断疆, 可轻松毁灭一座占地千里的城池。 而那些领悟了意境之力的杰丹天骄, 就相当于拥有了可以发挥出元英七实力的资格。 但资格也只是资格而已, 真的想要发出堪比元英七的攻击力, 但有资格还不够, 还需要大量的灵力作为支撑。 元英七每一缕灵力都极为明炼, 最少堪比杰丹七三十倍的灵力。 故此, 元英七修士就算使用相同的法术, 也比杰丹七用出来的法术威力更强。 江涵他出了那么多剑, 每一剑都拥有堪比元英七的攻击力, 抛开意境之力不谈。 他到底有多少灵力可用, 怎么可能这么持久? 方云深深看了江涵一眼, 却没有再多说什么,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 这种事没必要追根究底。 更何况, 江涵越强, 对紫霄剑宗的作用也就越大。 啊? 就在这时, 远处忽然传来一声嘹亮龙吟, 巨大的吼声, 阵的四周雾气剧烈翻滚, 更有许多灾虫被威压所射, 快速趴扶下去。 可紧接着, 他们仿佛被激起了凶性, 进攻突然变得极其猛烈。 牧师姐! 方云面色微变, 发生了何事, 竟能让牧师解现出真身对敌? 牧师姐! 江涵目光一鸣。 见江涵疑惑, 方云快速解释道, 牧师姐乃是阎龙一脉的一种毒龙, 天生即可掌控火系法则与毒系法则之力。 再加上他的龙族肉身之力便是原因大圆满的敌人, 他也能将其轻松斩杀。 方云说话间, 远处天空忽然炸起一团巨大的紫红色火球, 与此同时, 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轰隆传来。 哄! 一团巨大的紫红色烟雾, 随着爆炸向四周飞速散开, 远处顿时多了一团巨大的紫红色蘑菇。 与此同时, 一道热浪伴随着两道威势不相上下的气息, 自爆炸中心处滚滚冲来, 就算相隔极远的距离, 江涵仍能感受到其中那令人心惊的威势。 不好, 这次竟然是原因大圆满的虫王。 方云面色一变, 麻烦了, 虫王身边有许多原因期灾虫守护, 原因大圆满的虫王身边最少有数知原因后期的灾虫, 牧师姐恐怕要吃亏。 说到这, 他速声吩咐道, 你们且在此地守着, 我去助牧师姐一臂之力。 话落, 方云就要遇见冲去, 可就在这时, 江涵忽然喊道, 方师兄, 我和你一起去。 莫要胡闹, 方云立声拒绝, 可他忽然想到江涵那连绵不绝, 仿佛不要钱一般的灵力, 忽然又改了主意。 也好, 你灵力多, 关键时刻还能帮牧师姐恢复一下灵力。 第234章 一种毒炎龙 说吧, 他遇见横空, 化作一道蓝色剑光, 一头撞进虫巢组成的巨大壁垒中, 朝着爆炸中心急速冲去。 我来开落, 江涵, 你可要跟紧了。 哄, 蓝光犹如一颗陨石坠入大海, 接触海面的瞬间, 便在虫巢中撞出了一个石杖方圆的巨大通道。 蓝光锁过之处, 空中更是留下一道蓝色燕尾, 其内所有灾虫还未碰到蓝光, 便被高温烧成灰烬, 朝着地面洒落而去。 江涵见状不敢怠慢, 连忙遇见跟上, 黑青色的剑光一闪之间, 竟直接追上了芳云的盾光, 紧紧跟在他的后面。 好快的速度。 芳云一惊, 开始缓慢提速。 他原本就是为了照顾江涵, 所以故意放慢了一些速度, 可眼看江涵速度竟然这么快, 转瞬就能追上他, 自然也不再留守, 全速朝着蘑菇云冲去。 牧师姐孤军深入重巢腹底, 欲要斩首重亡, 眼下不知遇到了什么危机, 他们只要早去一会, 便能早点帮牧师姐分担压力。 山谷西北方三千里外, 此处是一片广袤无垠的巨大平原, 四周一片平坦, 仅有几座小山丘孤零零地立在平原上。 不知是不是错觉, 这几座小山丘好像还在慢慢变矮, 看其速度, 怕是要不了几期时间就会彻底消失。 刺耳的鸡鸡声不断响起, 打眼一看, 却见无数灾虫, 如铺天盖壁一般, 占满了天空和地面。 唯有最中心处二十里范围内, 竟是没有一只普通灾虫胆杆靠近, 它们在极远处便会自觉地从两侧绕开。 那里, 有一朵紫红色的巨大蘑菇云正在腾空而起, 浓稠的烟雾冲向天空, 又四散开来。 而在蘑菇云下方, 一条足有八百丈长的火焰巨龙正在空中翻腾飞舞。 墨盘大的赤红鳞片层层叠叠闪着红光, 一眼看去便知其防御极强, 鳞片上还有无数道浓如鲜血的红色火焰不断燃烧, 极高的温度使得四周空间一阵扭曲波动。 金色的龙脚间有红色雷霆劈啪炸响, 下方一对红色树桶中满是冷漠和杀意。 神二神三也同样显出真身, 化作两条五百丈长的赤红岩龙守护灾木子西两侧。 不过它们二龙身上或多或少都有些伤势, 不时便有一滴赤红血液砸落在地, 转眼就能在地面烧出一个大洞。 而在它们对面则是五十余只猿鹰七以上的巨大灾虫, 大小皆在百丈至数百丈不等。 其中最显眼的就是最中间那只足有千丈大小, 身躯更是九成九都已化为金色的虫王。 双方好似已经斗过了一场, 整片平原中还有十几只灾虫的尸体正在熊熊燃烧, 子燕自尸体上升起, 逐渐将此地笼罩。 猿鹰大圆满的灾虫? 木子西感觉有些棘手, 猿鹰大圆满的灾虫, 他不是没有遇到过。 可这只和之前的完全不一样, 他整个身体已被精细法则之力浸透九成, 唯有额头有一块巴掌大小的位置, 还未完全化作金色。 当他将那片暗金色以精细法则之力浸成金色之后, 他便可以一招化神, 成为这玄道山的心境霸主。 也就是说, 这虫王距离化神仅有一步之遥。 更让木子西皱眉的是, 这虫王怀中竟抱着一颗金光闪闪的金蛋。 金蛋好似有生命一般不断发出有力的心跳声, 更有一团浓郁金光, 随着心跳声灵灭闪烁。 有一股无形的波动, 自金蛋传入木子西心间, 让他食欲大增, 很想一口气吞了这个幼龙的金蛋。 小姐, 不能再拖了, 这次的潮汐异常凶猛, 再拖下去, 若是后方失手, 就又要被四宗捡了便宜。 神二忧心说道, 木子西自然知道他的意思, 潮汐中不只有灾虫, 还有机缘。 灾虫是从玄道山内爬出来的, 虽然不知是何品阶, 但灾虫最少也是杰丹初期修为, 就算是尸体, 也可以当作炼制杰丹七法宝的材料。 除了可以炼制法宝, 虫脑更是极好的灵药, 可以炼制辅助宁炼神念的祝神丹。 祝神丹只需摆霉, 便可让修士神念增加一成, 虽然每个修士最多只能服用摆霉祝神丹, 但剩下的那些, 可以拿去卖给没资格进来。 但与自家交好的其他宗门, 每一年的潮汐之后, 五大宗都能大赚一笔。 可若是没守住山谷, 抛弃驻地传送逃跑, 等他们再回来的时候, 虫师早就被其他宗门瓜分一空了。 想到这里, 穆子西心中更加烦躁。 这虫王实在太过谨慎, 一直躲在虫群中, 连个头都不敢露出来。 要不然, 管他什么原因大圆满, 他多费些力气, 也能把他杀了。 可他只要一出手, 立刻便有七头原因后期的灾虫挡在前面, 再加上那几十只猿鹰中期和初期的灾虫舍命阻拦, 他真的很难伤到虫王。 便是他刚才那毁天灭地的一击, 也只是杀了五只猿鹰后期的灾虫。 至于猿鹰初期, 中期的灾虫, 他一击更是灭掉了数十只。 可那躲在后面的虫王, 连根毛都灭掉。 刚才一击过后, 虫王甚至抓到机会, 差点偷袭伤到他。 好在他反应快, 关键时刻寄出法宝硬抗了一击。 要不然, 这次他们三个恐怕要交代在这了。 这虫王阴险又谨慎, 简直不像是一只虫子, 反而更像是一个阴险的修士。 但就算这样, 他仍是以三人之力, 死死拖住了这几十头猿鹰七灾虫。 如若不然, 恐怕山谷早就失手了。 虫王近万只覆眼, 死死盯着木子熙的一举一动, 见他一击过后停了下来, 不知发现了什么, 忽然发出一声刺耳尖叫。 声波震荡间, 下方虫巢顿时变得极为狂暴, 身上甲铐散出鸿芒, 速度陡然增快了数倍, 朝着远处的山谷急速冲去。 不好, 虫王要拼命了。 第235章 手挫螺旋丸 神三惊呼一声, 庞大身躯盘旋而起, 朝着虫王发出一声嘶吼。 就在这时, 空气中忽然温度飙升, 空中更是突然生出了无数无根之火, 一杆赤红色的长柄大枪自虚空悄然浮现。 长枪不知何物所住, 他刚一出现, 四周空间顿时腾起阵阵波纹, 空间都有些承受不住他的热量, 隐隐似要被撕开。 木子西龙目中满是冰冷, 心念一动间, 长枪忽然消失, 在出现时, 竟直接自虫王面前的虚空中急速射出。 扑吃! 金色血液飙洒而出, 可虫王却毫发无损。 关键时刻, 他竟瞬息拉过一只原音后期的灾虫, 替他挡下了这一枪。 长枪透体而出, 虽然被阻, 可却并未停下, 枪间腾起一道赤红火焰, 朝着后方虫王急速射去。 可他被那原音后期的灾虫挡了一下, 速度终究是受到了一些影响, 给了虫王躲开的机会。 虫王身形一闪, 瞬意到旁边躲开了这一枪, 赤红色的副眼盯着木子西, 其内好似多了些讥讽嘲笑。 木子西并不意外, 毕竟虫王不是第一次干这种事了, 除了那只金蛋以外, 旁边任何一只灾虫都可能被他当作挡箭牌。 他冷哼一声, 长枪自虚空而现, 口中轻盈一字, 那具刚刚死亡的虫尸忽然剧烈膨胀起来。 虫王见状极为果断, 瞬间将尸体远远丢了出去。 尸体刚一脱手, 便轰得一声迅速爆炸开来。 与此同时, 一团紫色烟雾自爆炸中飞速散开, 朝着附近的灾虫急速扑去。 鸡! 碰到紫烟的灾虫, 顿时发出一声淒厉惨叫, 可还不带他动作, 他整个身体顿时急速膨胀, 然后轰隆炸开, 化作更多的紫色烟雾, 朝着四周急速扩散。 其他灾虫见状退得更快, 几乎是瞬息之间便退开了十里范围, 终是躲开了那紫烟的范围。 可就算这样, 确实又有十几只原因期灾虫变成了尸体, 便是原因中期的灾虫, 碰到紫烟也会快速爆炸。 这一招, 穆紫烟不是第一次用, 可每一次那虫王都会中招, 每一次都会死伤数只灾虫, 可这一次却忽然有了不同之处, 不知是不是杀的太多了, 虫王嘶吼声忽然一变, 变成了一道刺耳的尖叫, 除了原因中期和原因后期的灾虫之外, 剩余三十只原因初期的灾虫, 不知受了什么刺激, 突然陷入疯狂之中, 不要命一般朝着穆紫烟疯狂冲来。 好机会, 穆紫烟眼前一亮, 龙身盘旋而起, 两只巨大的龙爪寒光闪烁, 立在身前轻轻一撮, 轰隆崩, 巨大的雷声凭空而生, 空中的无根之火身形暴涨, 猛烈燃烧起来。 与此同时, 一个庞大的红色火球, 自他龙爪间凭空生出, 刚一出现, 就向着四周急速扩大。 火球飞速旋转, 其内有无数赤色闪电噼里啪啦的闪烁爆炸, 无数火焰自虚空中出现, 拉出赤红尾燕, 朝着火球急速汇聚而去。 火球眨眼便化作百丈大小, 随着木子西龙爪向前一推, 火球急速而动, 旋转间拖出一条赤红尾燕, 朝着那群猿鹰出气灾虫急速撞去。 在脱手的瞬间, 火球变飞速变大, 当冲到一群灾虫面前之时, 已膨胀到数千丈。 哼, 火球向内猛地一缩, 在那些灾虫愣神之时, 忽然轰隆爆炸开来, 足以毁天灭地的能量, 震得整个天地都发出一阵剧烈颤抖。 无尽火光倾泻而出, 瞬间将那一群猿鹰出气灾虫完全淹没。 巨大的火焰笼罩了方圆万丈之地, 其内一片雷光闪烁, 还有无数火焰疯狂燃烧。 其内散着接近化神的强大气息, 中间甚至有几道空间裂缝隐出现。 那三十多只猿鹰出气的灾虫, 连一声惨叫都没有发出, 在火球爆炸的瞬间就被蒸发成了虚无。 虫王好似愣了一下, 紧接着骤然大怒, 便指挥其余灾虫, 不顾一切地朝着木子熙疯狂冲去。 这次他们散得很开, 似乎想要以此躲避刚才那一记 足以毁天灭地的强大攻击。 木子熙眼眸微眯, 原鹰中期和后期的灾虫, 在他眼中和废物没什么区别, 唯一让他不解的是疑惑那虫王, 为何突然变得如此焦急? 原鹰大圆满的虫王早就拥有了智慧, 虽然不多, 但也足以让他看清形势。 但他明知他拥有毁灭他们所有虫的实力, 却还让其他灾虫不顾一切地向他冲杀。 他绝不是傻, 定然是有所图谋。 忽然, 他的目光被那颗金蛋吸引, 便是在这种生死危机的关键时刻, 虫王尽命可让部下送死, 也不肯放下金蛋对他出手。 这金蛋, 定然是极为珍贵之物, 比所有的灾虫都要珍贵。 想到这里, 那杆长枪漠然长大, 化作一杆千丈长枪, 被他紧紧握在手中。 神二神三, 你们拖着这些虫子, 我去对付虫王。 说完, 庞大的龙身化作红光, 朝那群灾虫急速冲去。 二者刚一接触, 那群灾虫身上顿时冒出星红之芒, 气息顿时暴涨, 竟隐隐接近原鹰大圆满的气息。 哼! 木子熙轻哼一声, 长枪向前用力一次。 下一刻, 枪尖轻松切开, 坚硬假靠, 直接刺入灾虫头颅。 随着他手上一转, 赤红火焰自枪尖绽放, 顷刻便将那只灾虫烧成灰烬。 一枪杀一敌, 他却并未停顿, 身形冲到灾虫中间, 在他们朝他冲来之时, 手中长枪一紧, 化作一道红光, 朝着四周急速轮出。 哼! 红光骤然轮出一圈, 将一群灾虫击退开来, 随后长枪一收, 毫不停留地朝着远处的虫王冲去。 交给你们了。 化落之时, 他已冲到虫王面前, 长枪朝前急速刺去, 下一刻, 枪尖却骤然探入虚空, 自虫王背后漠然刺出。 噗哧! 散着金色光芒的血液喷洒而出, 随后又被火焰烧成虚无。 虫王不愧是即将化神的存在, 一身假铐坚硬无比。 这一枪, 竟只刺入了一个枪头, 对他来说, 怕是连轻伤都算不上。 虫王一时大意受伤, 覆眼中的怒火更生, 忽然嘶吼一声, 身形急速前冲, 竟将身体自枪, 尖拔了出来。 可穆子西哪会轻易放过他, 长枪气势磅礴, 却又阴狠无比, 每次都能从一个意想不到的角度突然出现, 刺入虫王体内。 若不是修饰体内自成一体, 法则无法直接侵入体内, 恐怕这枪尖能直接从他脑子里捅出来。 第236章 金弹 虫王恢复能力极强, 而且一枪刺入数十杖, 根本无法对他造成太大的伤害。 浅浅的伤口有金光流转不休, 充裕的精细法则之力, 很快就能将侵入体内的火毒梁法则, 强行逼出体外。 没了法则之力前置, 以栽虫强大的恢复能力, 伤口仅需树息便能恢复如初。 可就算如此, 穆子西的攻击却比他的更快, 枪影漫天, 不断刺在虫王身上, 他恢复了一个伤口的同时, 会再多出十几个窟窿。 一时间, 虫王身上金光飙洒, 若不是他体型够大, 怕是早就被刺成了刺猬, 巨大的痛苦让他不断嘶吼惨嚎, 可就算这样, 他却仍没有丝毫要逃的意思, 反而死死抱着那颗金弹, 不断腾挪躲避, 竟是根本不和穆子西应答。 这一幕, 让穆子西紧照顿声, 这虫王想干什么? 要么打要么跑, 一直拖着是什么意思? 难道还指望其他虫王来救命不成? 虫王虽然恢复力强, 可法则之力终究有用完的一刻, 更何况, 他一直在用金系法则对抗他的火系法则和毒系法则。 一一叠二之下, 恐怕那金系法则过不了多久, 就会损耗殆尽, 到那时便是他全力斩杀虫王之时。 这一点, 以虫王那刚开始发育的小脑盒, 应该也能想得到才是, 可他明知拖下去必死, 却还在拖延时间。 他在等的东西, 到底是什么? 难道那东西, 强盗让这只虫王觉得能反败为胜不成? 想到此处, 木子熙手上动作更快了几分, 枪间更是腾起一层赤色闪电, 给这长枪又添了几分威势。 有了赤色闪电的加入, 虫王伤口的恢复速度漠然慢了许多, 如此下去, 怕是要不了多久, 他就会耗尽法则之力, 生死当场。 而且猜到虫王的打算之后, 他每一枪刺出之时, 都对着那金弹攻去。 如此一来, 让虫王又是一阵手忙脚乱, 只能以身体帮金弹挡住攻击, 不过短短片刻, 他身上再添了近百个窟窿。 此举, 更是让木子熙确定, 这金弹定然就是虫王的依仗。 不远处的神二神三, 则是被十几只元英中后期的灾虫团团围住。 这些灾虫口气咬得喀崩作响, 甚至还会放出风锐金光, 攻向二龙。 二龙各自持着一杆长枪, 将长枪舞得密不透风, 勉强和这些灾虫斗成一团, 体外还有宝光闪烁, 抵挡着金光的攻击。 虽说他们也是元英中期的炎龙之躯, 但此刻虫多龙少, 斗法之时还要小心被灾虫咬到法宝, 攻击时总归有些卫手卫脚, 不敢彻底放开攻势。 灾虫是这样的, 二龙只需要小心别被围攻致死就可以了。 而灾虫需要做的就很多了, 灾虫不断发出金光, 更是不时找机会啃上几口, 将二龙打得只能被动防守, 体内法则之力快速消耗, 死消笔掌之下, 二龙逐渐落入下风。 好在重虫之前中了木子熙大枪一击之后, 身体上已经或多或少的有了些伤势, 实力降低不少, 要不然, 恐怕二龙还真不一定是对手。 就在双方搏杀之时, 虫王怀中的金弹忽然散出万丈金光, 好似化作了一颗金色太阳一般, 释放出无尽精细法则之力。 那金光极其丰锐, 好似无数利剑一般从天而降, 便是木子熙被其罩在身上, 也感到鳞片一阵刺痛。 可那些金光罩在虫群身上, 却好似疗伤保药一般, 让他们身上的伤势快速恢复, 原本坑坑洼洼的血动与伤痕,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快速愈合, 转眼就恢复如初。 不过一转眼的时间, 虫群身上的伤势就好了大半, 攻击更是陡然凌厉了几分, 二龙错不及防之下, 险些被吞掉法宝。 不好! 木子熙面色大变, 身上隐隐冒出紫色光芒, 气势在长, 朝着金弹急速攻去。 虫王此时反而不再着急, 他松开双手, 任由金弹悬在半空, 身形一晃挡在金弹之前, 踢掉金光涌动, 以肉身死死挡住木子熙的攻势, 就算枪尖刺入身体也毫不在意。 在金光照射下, 他体内的精细法则之力快速恢复, 直至满溢而出, 将他额头那一块暗金色, 缓缓染成金色。 很快, 金色就蔓延了大半暗金, 只差婴儿拳头大小的区域没有变成金色。 金光之下他气势在长, 身上甲铐忽然散出一阵红光, 速度骤然加快, 一口狠狠咬向长枪。 蹦! 长枪陡然消失, 口气咬空, 发出一声喀崩巨响。 啃咬之处, 甚至出现了一条道道的空间裂缝, 可见他这一口到底有多狠。 木子熙见状一惊, 这虫王的速度竟然快了足有三成, 若不是他的仙阳枪有一丝空间法则之力, 怕是刚才就要被他一口咬断。 经此一击, 他不敢再硬拼, 攻击时稳重了许多, 但每一次攻击时的紫色雾气, 却更加浓郁。 虫王得势不饶人, 完全不顾伤口处, 越来越浓郁的紫色烟雾, 只盯着木子熙不断攻击。 取之不尽的精细法则之力加持下, 让他气息暴涨, 引有了原音大圆满巅峰的实力。 随着时间过去, 他竟逐渐压制了木子熙一头, 逼着他朝着远离金弹的位置退去。 木子熙见状心中一击, 长枪攻势越发凌厉, 可重王铁了心要拖着他, 张开猙獰的口气, 不断肯向长枪。 可每当长枪即将被口气咬到之时, 军会突然刺入虚空, 以此躲避口气之力。 二者一时之间陷入僵局, 竟是谁也奈何不得谁。 若是就这么拖延下去, 等到那不知名的金弹孵化成功, 里面的东西破壳而出, 恐怕这次朝夕, 紫霄见宗又要大败而归。 就在这时, 一道蓝光忽然自重朝镜头冲来, 转眼就到了战场中, 另有一道黑青之光紧随其后, 同样以极快的速度冲来, 转眼就入了战场之内。 木子熙感应到芳云的气息, 面色先是一喜, 继而去又皱起眉头。 胡闹! 江涵怎么来了? 可此刻不是细究之时, 他挥一枪大喝道。 芳云, 快去毁掉天上那个金弹! 第237章 金甲圣虫 二龙还能撑一会儿, 一时半刻死不了。 而且, 这两人就算去帮二龙, 也不一定能把他们救出来。 不如让他们想办法摧毁那颗最关键的金弹, 金弹一破, 精细法则必然溃散。 为了精细法则之力加持, 这只虫王必死无疑, 他也能腾出手去解救二龙。 想到此处, 他攻击更加凌厉的几分, 火焰和紫烟不要前世地往虫王身上砸去。 金色光球。 只一眼, 江涵就感受到了那无尽锋锐之气, 纵然隔了极远, 却仍能让他皮肤表面传来阵阵刺痛。 好浓郁的精细法则之力。 方云神色一领, 一眼就看出了微距关键。 江湿殿, 我们速去毁了那颗金弹。 说把他身形一闪, 朝着金弹急速冲去。 就在这时, 远处的战团内, 两只元英中期的灾虫忽然脱离战团, 避开二龙的追击, 朝着江涵二人急速冲来。 元英中期? 方云面色一变, 不, 不是普通的元英中期灾虫, 它们身上还有精细法则之力加持, 实力比其他灾虫最少强了三成。 只一眼, 他就看出了这些灾虫的实力, 他虽然没有法则之力再深, 但是他的剑也未尝不能攻破这些虫子的防御。 只是一旦被这些虫子拖住脚步, 若是二龙因此受伤甚至陨落, 那它们可就完了。 想到此处, 他朝着江涵传音道, 江师爹, 我拖着它们, 你快去摧毁金蛋。 说完, 他身形一转, 手中出现两团蓝色火焰, 朝着灾虫呼呼冲去。 江涵的攻击力不弱, 只是一个不会动的金蛋, 对他来说应该绰绰有余。 方云, 你干什么? 木子西惊呼出声, 他自然明白方云的打算, 可他怎么能把这么重要的事交给江涵? 万一他的攻击无法突破精细法则形成的避障怎么办? 江涵以极快的速度冲到了金蛋之前, 举起奔雷剑便朝着金蛋急速斩去。 说是金蛋, 可那毕竟是相对于虫王而言, 这金蛋少说也有五十丈大小, 江涵在他面前, 犹如蚂蚁一般渺小无比, 三寸大小的奔雷剑在他面前更是连一粒灰尘都不如。 可就是那笔灰尘还要小的奔雷剑, 带着青光刺在金蛋上的时候, 却发出了一声犹如红中般的巨大声响。 动! 一道波纹冲向四方, 金蛋漠然一颤, 表面骤然多了一丝极细的裂缝。 裂缝虽细微, 却是实实在在地伤到了金蛋, 巨大的痛苦, 让那无尽金光猛地缩了一下。 少了金光加持, 所有栽虫身上的气息骤然下降, 攻势陡然弱了三分。 虫王剑撞一急, 慌忙发出一声急促的尖叫, 虫群顿时急躁起来, 想要脱身去攻击江涵。 可穆子熙哪会给他们机会, 江涵能击破金蛋, 虽然出乎预料, 但也是他反攻的绝好机会。 只见他轻哼一声, 不再顾及灵力消耗, 手中长枪带起一道火焰, 同时天空漠然暗下, 红色雷霆一闪, 朝着虫王急速披落。 二龙和方云同样如此, 纷纷施展出手段, 死死缠住那些原因七灾虫, 就算拼着受伤, 也要留下他们, 是不能让他们打扰到江涵。 江涵也不负所望, 下一刻, 手中长剑之上, 便多出了一道粗如水桶的寂灭神雷, 在雷之意境的加持下, 斜着浩荡天威, 狠狠砸在金蛋之上。 咔嚓! 一声巨响, 金蛋表面直接出现一道巨大裂纹, 转眼爬满了整座弹壳。 攻击落点处, 更是破开一道三丈方圆的巨大空洞, 一大片弹壳掉下, 被江涵快速收走。 快快快! 不要停! 剑林在他驶海中不停催促, 我之前就奇怪了, 这些虫子动不动就结单原因一大堆, 下界怎么可能有这么变态的玩意儿? 现在知道了, 它们全是金甲圣虫的子体, 这颗金蛋才是真正的金甲圣虫, 快抓了它, 我来帮你练一把剑鞘。 金甲圣虫可是自金系本源中诞生的仙虫, 只要成年即可拥有金系法则之力, 若有以它身躯做成一把剑鞘, 温阳本命飞剑, 可以让飞剑得到法则之力灌注。 这么厉害! 江涵文言砍得更加迈力, 咚咚咚的声音传出老远, 金蛋更是被砍得一阵晃动, 金光全被收入旗内, 一块块胀许大的蛋壳不断落下, 又被它转眼收走。 别光顾着看, 吞它, 它的壳没用, 快用吞噬意境吃了它的壳。 好! 它不说江涵差点忘了, 吞噬意境可是能吞噬万物的, 自然不是只会吞噬灵气。 按理来说, 天才地宝, 法宝灵物, 甚至脚下的山石土地和血肉法则, 都是可以吞噬的。 一轮半尺方圆的黑洞突然出现, 静静悬在江涵身前, 随着它心面移动, 吞噬之力迅速散出, 自金蛋底部开始, 全速吞噬。 在黑洞出现的瞬间, 金蛋就好似看到了天敌一般, 开始剧烈颤抖。 可它的颤抖, 在吞噬之力面前毫无作用, 不过一小会儿的功夫, 金蛋表面的缺口便变成了极为规整的圆形, 露出了里面薄薄的一层金光。 金光仿佛是一道坚不可摧的屏障, 吞噬之力冲上去之后, 吞噬速度顿时变得极慢。 不要吃那层金光, 那是金甲圣虫的半生法则, 这金光越多, 它出生之后的天赋就会越高, 练出来的剑鞘也就越好。 剑灵出生提醒, 你把外面那层金壳吞掉, 里面的灵气就足够你消化了。 江涵文言星面一动, 不再管那金光, 转而专心吞噬蛋壳。 蛋壳上的圆形空洞开始扩大, 速度越来越快, 不过半盏茶的时间, 竟然吞掉了一小半的蛋壳。 一道道精纯至极的灵气, 自丹田内的黑洞中反哺而出, 以极快的速度充赢它的经脉。 与此同时, 还有一道道特殊的气, 夹杂在灵力中被它的身体吸收。 这是那摩仙法中所说的, 天才地宝中独有的气。 难道, 不只是吞噬天才地宝才有, 吞噬这些灵兽也能产生这种气? 第二百三十八章, 要你们有什么用? 江涵看着远处密密麻麻的灾虫, 眼中突然出现了一丝极为熟悉的黑气, 随着不断吞噬, 它体内逐渐出现了许多细小的血线, 子丹更是在灵力的冲刷下, 发出咚咚咚的心跳声。 心跳声越来越快, 引得它的心脏也跟着快速跳动, 两个心跳声逐渐变得一致。 随着时间过去, 咚咚咚的声音逐渐达到了某个极限, 江涵感觉浑身血液剧烈沸腾, 身体好像要爆炸一般。 好在这种感觉没有持续多久, 很快, 随着波的一声脆响, 子丹仿佛打破了屏障, 两个心跳声陡然一停。 江涵呼吸一致, 大脑顿时一片空白。 哄, 天地灵气猛地从四面八方急速而来, 直接撞入他的体内, 撞入子丹之中, 磅礴无尽的灵力, 让子丹猛地胀打一圈。 咚, 咚, 短暂的沉默之后, 心跳声再次出现, 不过相比之前, 变得更加平缓有力, 仿佛这颗子丹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心脏一样。 而他的心脏也和子丹一起同步跳动。 杰丹后期, 江涵摸了一下心脏, 不知是不是错觉, 他感觉自己的心脏好像更有力了一些。 可这还没完, 弹壳还剩下大半, 黑洞还在不断吞噬, 刚刚稳定下来的子丹再次开始加速跳动。 相同的一幕再次上演, 很快, 一道强大的气息冲偏起, 直将上方的乌云冲得剧烈晃动。 江涵站在金蛋面前, 身上散出一股独属于杰丹大圆满的气息。 杰丹大圆满, 他嘴角忍不住上扬。 自重生以来, 他一直不敢懈怠半分, 甚至连一刻休息的时间都没有。 如此花了半年时间, 他终于修炼到了杰丹大圆满。 半年时间, 杰丹大圆满, 这速度比前世快了不知多少倍。 而且, 吞了这么多的弹壳, 吞噬异景也长到了一尺方圆, 吞噬距离更是达到了惊人的一百米。 吞噬异景再次增强之后, 吞噬速度变得极快, 弹壳开始以极快的速度减少。 不过一小会儿的时间, 弹壳竟然被他吞噬一空, 只在原地剩下了一个被金光包裹的圆球。 随着最后一块弹壳消失, 又是数百道血线出现在他丹田内。 紧接着, 那颗散着星红之光的血球忽然快速旋转, 所有血线仿佛受到了指引, 发疯一般朝着血丹冲去。 嗡。 一道波纹传遍全身, 姜涵的肉身再次开始提升。 与此同时, 剑林也没闲着, 他带着本命飞剑献身而出, 剑尖贴在金球表面, 心念一动便有一道灰色火焰出现, 将那金球完全淹没。 随着哗啦一声, 金弹瞬间消失不见, 被剑林收了起来。 四周的金光漠然消散, 空中的光芒瞬间暗了下来。 一时间, 无论是木子熙等人, 还是那一群灾虫都心有所感一般, 快速转头看向江涵所在的位置。 原本金光闪烁的金弹不知去了哪里, 只看到江涵立在原地, 身上气势不断暴涨, 几乎只是转眼时间便达到了杰丹大圆满巅峰。 而他肉身更是发出一阵咯崩响声, 气息同样快速上升, 随着一道波纹轰然爆发之后, 他的肉身之力也同样散发出杰丹大圆满的气势。 肉身和修为同时达到杰丹大圆满。 木子熙惊呼一声, 江涵刚来的时候, 明明只是杰丹中期的修为, 肉身更是难入他眼, 可这短短的一会儿时间就双双突破到杰丹大圆满了。 闹呢? 修为连续突破也就罢了, 肉身还能这么突破, 他没有瓶颈的吗? 饶食他见多识广, 也从未见过这种情况。 一群虫子更加不堪, 就算他们没什么脑子, 这会儿也被硬控在原地, 失神地看向原先金弹所在的位置。 那可是虫王好不容易才从山腹中抢回来的宝贝, 就这么被干掉了。 干得好, 木子熙忽然大喝一声, 他不知道江涵怎么做到的, 但他既然破了金弹, 接下来就是他反攻之时。 知! 就在这时, 一声尖叫自虫王口中传出, 听到声音之后, 所有灾虫顿时变得极为狂暴。 就连虫王也不例外, 身形忽然暴涨, 浑身化作血红之色, 竟然不再顾忌他们的攻击, 不要命一般朝着江涵急速冲去。 该死的畜生! 木子熙见状一怒, 眼中腾起滔天怒火, 持枪向前全力一次, 枪间下一刻就出现在虫王身前, 将他拦下, 再也突进不得。 战斗瞬间反转, 所有灾虫身上气势大将, 反而剑宗众人攻击越发凌厉, 方云很快将三头灾虫斩杀, 冲到二龙战团, 配合他们将其他灾虫一一击杀。 也就在这时, 木子熙枪间忽然冒出一道白色火焰, 抓住机会, 一枪将虫王侧个通透。 白焰腾空, 燃烧神魂, 不伤肉身, 虫王体内响起一声刺耳尖叫, 随后彻底沉寂下来。 与此同时, 没有了虫王指挥, 下方的虫巢忽然混乱起来, 一个个如无头苍蝇一般四处乱窜, 再也没了威胁。 一枪灭杀虫王, 木子熙身上气息也虚弱了不少, 不过不管如何, 这次的潮汐总算是安然度过。 而这一切的转折, 便是从江涵毁掉金弹开始, 若是没有他, 这一次后果不堪设想。 刚才方云更是把他们为何而来解释了一遍, 同样是因为江涵突然发力, 越即杀掉元英七灾虫, 这才让他们及时支援。 杰丹七杀元英者虽然不多, 但也确实有, 不过像江涵杀得这么轻松的, 他还是第一次见。 师父让他来, 莫非早就算到了这一切。 他看向江涵的目光中, 多了些异样神色, 想当初, 师姐百年结英同样是天赋绝佳, 可惜, 却被拦在门外, 始终无法踏出那关键一步。 也不知江涵能否踏出那一步, 成为紫霄建宗千年来, 第一位华神的弟子。 啪! 玉盏狠狠砸在萧长老脚边, 摔了个粉碎, 剑其水珠打在诸多执事长老脸上, 却无人敢动一下。 纪玉禅坐在主位, 指着执事堂众人怒声喝骂。 你们执事堂干什么吃的? 这么长时间连个山门都修不好, 我要你们还有什么用? 第239章 一群忘恩负义的白眼狼。 几位长老拱手站在殿中, 脸色惨白无血, 就算被寄语谈骂得像孙子一样, 也不敢有丝毫不满, 反而用力低着头, 生怕被宗主抓到把柄, 成为他发泄怒火的对象。 唯有萧长老身为执事堂管事, 宗主发怒, 他不得不硬着头皮出声解释。 宗主息怒, 他颤颤巍巍的上前一步, 虽然满脸惊恐, 声音也有些颤抖, 但说起话来, 却极为干脆。 宗主明见, 山门修复缓慢, 实乃事出有因, 此事非我等所愿, 亦非我等之过, 还望宗主明察, 莫要含了众多长老弟子的心。 含心? 啊, 这么重要的事都做不好, 我没罚你们就及时宽容。 你们有什么可含心的? 季雨禅冷笑出声, 不过, 我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 你倒是说说看, 到底是怎么个事出有因? 他目光扫过几人, 若真是有人从中作梗, 我自然不会冤枉了你们。 此话一出, 几人面面相去, 却是无人胆敢开口, 最终, 他们还是将目光投向了萧长老。 萧长老瞪了几人一眼, 却也没有办法, 伸头也是一刀, 缩头也是一刀。 既然这样, 他把心一横, 咬牙开口。 宗主, 此事牵扯甚多, 我等若是哪里说的不对, 还望宗主莫要怪罪。 牵扯甚多? 继雨禅也谋微眯。 你且说来听听, 只要是真心为宗门办事, 我自然不会怪罪。 文言, 萧长老总算松了口气, 擦了把冷汗, 开口说道, 宗主, 不是我们办事太慢, 修缮山门所需人力甚多, 需要全宗弟子一起出力, 才可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可, 他顿了一下, 为难的开口, 可实在是没有弟子愿意出力, 我们也没办法呀。 没有弟子愿意出力? 继雨禅一愣? 你这是什么意思? 他们为什么不出力? 说着, 他眼中忽然腾起怒火。 反了, 真是要反了天了, 他们凭什么不出力? 他们都是灵天宗的人, 宗门养他们那么久, 难道都是白养的? 为了让他们安心修炼, 宗门每月都要耗费海量资源, 更何况, 一直以来, 我从未要求他们为宗门做过什么。 可现在, 真的到了需要他们出力的时候了, 一个个这是什么意思? 连出点力气修缮宗门都不愿意。 再说了, 这宗门难道是给我修缮的吗? 还不是为了他们能有一个好的修炼环境, 还不是为了让他们能安心修炼。 一群白眼狼修缮山门属于宗门任务, 只要完成了就会有贡献点奖励。 说到这里, 他忽然顿住, 眯眼看向萧长老。 宗内这么多弟子, 总不可能全都是忘恩负义之辈, 此事定有蹊跷。 萧长老, 你说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你们随意刻扣贡献点, 所以才导致他们不愿出力? 冤枉啊宗主。 萧长老急声高呼, 我们哪里敢随意刻扣贡献点, 之前修缮宗门任务, 按个人所负责任务不同, 每人每天最少50点贡献点, 若是负责阵法练器相关任务, 最高每天奖励1000点贡献点。 后来领取任务的弟子减少了之后, 我们立刻提升了任务奖励, 现在每个任务, 最低都会奖励200点贡献点, 最高奖励更是达到了3000点。 可就算这样, 也还是没人愿意来啊。 萧长老委屈至极, 这可都是那个王八蛋干的好事, 宗主不去收拾那混账, 怎么反而往直视堂甩锅? 什么? 3000贡献点都没人来? 纪雨禅这下是真的惊到了。 一个贡献点可是相当于一块夏品零食的3000贡献点, 那可是3000块夏品零食。 一个外门弟子, 一个月的阅历也就2000多块夏品零食, 也就是说, 他只要在这里做一天任务, 就能领到比一个月还多的零食。 这样好的福利, 竟然都没人来做。 那些外门弟子什么时候这么富了, 连每天3000块夏品零食都看不上。 纪雨禅明显感觉到了不对劲, 如果是一个两个这样, 那还能有些说法, 可若是全都这样, 那就只能说明宗内出问题了。 宗门任务是门内弟子, 为数不多的可以赚取零食的方法。 在宗内做任务, 可要比下山厮杀赚零食更安全, 而且赚得更多。 但凡不是脑子抽筋, 他们定然不会放着轻松赚零食的任务不做, 反而下山赚那三瓜俩枣的。 小长老, 你可知道, 他们为什么不愿意做宗门任务? 小长老一致, 听宗主这意思, 他是根本没有打算怪罪那个混蛋的意思。 他若是把这事的缘由说出来, 岂不是要遭宗主记恨? 还是说宗主根本不知道林玄干的那些事? 想到这里, 他连忙开口说道, 宗主, 此事甚为复杂, 不如叫几位弟子前来询问一二, 听一听他们亲身所言。 也好, 纪雨缠倒也觉得这是个好主意, 那就带几个弟子上来吧。 一个长老文言连忙退出大殿, 很快拉了五位外门弟子进来。 见过宗主, 几人第一次来到灵天殿, 不免有些紧张。 嗯... 纪雨缠神色淡淡, 在这些弟子面前, 他一向有强者风范。 我听萧长老说, 你们不愿修缮山门, 可有此事。 此话一出, 几人脸色一变, 眼中明显对萧长老多了些怨气, 却又不敢多说什么。 萧长老心中更是一颤, 他也没想到, 宗主这种强者, 竟然还跟他玩心言子。 心中多了些不满, 语气自然也不太客气。 宗主跟你们说话呢? 装什么哑巴? 他坏人做到底, 对着几人怒气冲冲地喝倒。 有什么就说什么, 有宗主在, 就算说错话得罪了人, 也绝对无人胆敢报复。 几人文言连忙, 抬头看向纪宇禅, 纪宇禅扫了萧长老一眼, 点头道, 不错, 你们尽管说便是, 有我在, 谁也不敢动你们。 几人原本就被长老交代了, 这次要干嘛, 来之前早已打好了复稿。 此时听到这话, 他们才终于放松不守, 对事业眼后脸色一背, 张口就毫了起来。 第240章, 都是林玄干的。 宗主, 您可要为我们做主啊, 不是我们不愿意去修缮山门, 实在是不能去啊。 宗主再上, 也不知哪个杀千刀的混蛋, 竟然改了宗门阅历, 可怜我上个月的阅历早早用完之后, 已经一个月没有资源修炼了, 那还有力气前去修缮宗门啊。 宗主, 我前些日子克制阵法时, 不小心伤到了经脉, 直到如今都未修复, 根本无力再去克制阵法呀。 几人七嘴八舌说了许多, 从阅历到疗伤, 又到宗门福利, 只把寄予禅厂厅的头大。 不过好在, 他也终于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 克扣门下弟子阅历, 克扣疗伤丹药, 导致重伤不治。 一桩桩一件件, 每一件事, 皆是集在灵天宗的命脉之上。 宗主, 我们虽然修为低微, 但一向以宗门为家, 万事皆以宗门为重。 可我们为宗门做了那么多, 最后却被人这般对待, 活得连灵寿风的灵寿都不如。 对啊宗主, 灵寿风的灵寿 每天还有价值三十块 下品零食的资源可以用, 受伤了还要医师免费治疗, 哪像我们这样? 宗主, 你一定要为我们做主啊。 若是再这么下去, 灵天宗要不了多久, 就变成灵寿宗了。 宗主, 一定要抓到那个乱定规矩之人, 将其在宗门广场抽魂炼破, 以锦效尤。 此人如此作为, 定然是要坏我灵天宗名声。 眼下好多师兄弟都是怨声载道, 若是此事传了出去, 恐怕会沦为整个修仙界的笑柄。 萧长老把头深深埋了下去, 他可没让他们说这些, 这可都是他们自己要说的, 不关他的事。 现在全宗上下, 谁不知道这些事都是灵璇做的, 而且, 灵璇还是宗主最喜欢的清传弟子。 他们这么说他, 岂不是当面让宗主难堪? 他真的很想看看, 到底是谁胆子这么大? 这种事, 也敢当着宗主的面具说, 当真不怕死吗? 纪玉禅越听脸色越差, 听到最后之时, 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来。 萧长老, 怎么回事, 宗妹什么时候多出了这些规矩? 我怎么不知道? 不知道, 萧长老整个都惊了, 这么大的事, 宗主竟然不知道? 据其他长老所言, 这些规矩可都是灵璇拿着宗主宝印 一个个盖上去的。 而宗主宝印使用之时, 宗主必然能感应到, 他现在说他不知道。 开玩笑呢吧? 我确实不知, 纪玉禅皱眉。 这些日子我一直在闭关, 并未感知外界。 他看着萧长老, 语气不善。 萧长老, 你可知这些规矩都是谁定的, 竟然连我都不知道。 那些疯主都是干什么吃的, 这么大的事都没人跟我说一声, 怎么的? 当我这个宗主死了不成? 萧长老闻言把头深深埋了下去, 心中却是更加错愕, 不对吧? 这不对吧? 不是宗主安排灵璇那混账去办的吗? 他怎么会不知道? 店内众长老对视一眼, 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难以置信。 难道这整件事都是灵璇自作主张? 不会吧? 他怎么敢呢? 但很快, 几人就想通了其中关键, 若真是灵璇自作主张, 那这事就好办了。 只需宗主下令将那扰乱宗门的灵璇捉拿关押, 把一切罪责全推到他一人身上, 再将被他扰乱的规矩拨乱反正。 如此一来, 定然能将所有弟子的怨气都强压在灵璇身上, 到时只需死他一人, 就能力挽狂澜。 萧长老在执事堂待了那么多年, 自然心思敏捷, 很快就想通了其中关键, 失职一手所为。 所有的规矩都使灵璇亲自定下, 他不知从何处到来的宗主宝印, 借着宗主的名头, 抢逼诸位封主同意。 话落, 他拱手大声喝道, 宗主, 灵璇此子偷盗宗主宝印, 扰乱宗门安定, 欲要坏我灵天宗根基, 还请宗主下令将这贼子拿下发落。 灵璇? 寄予禅一惊, 这是怎么把灵璇牵扯进来了? 不对, 他之前好像确实听灵璇说过, 有了些什么主意, 不过好像陆长老总是和他作对, 为了帮灵璇撑腰, 他还特意把宗主宝印给了他。 莫非, 他当时说的就是这个, 寄予禅脸色一沉, 若真是灵璇所为, 那可就麻烦了。 想到此处, 他目光扫向那几名外门弟子, 说道, 这次叫你们来, 是想问一下, 你们为什么不愿去修缮山门? 啊? 这, 几人面面相去, 宗主刚才不是问过了吗? 现在又问一遍, 是什么意思? 难道, 是对刚才他们说的不满意? 几人看向萧长老, 萧长老却不敢再看他们一眼。 宗主这意思很明显了, 他要保灵璇, 他竟然要保灵璇。 这次事情闹这么大, 各封封主都极为不满, 他可是听到了不少风声, 若是一个处理不好, 宗内恐怕就要陷入内战之中。 为今之计, 最好的办法就是让灵璇认下所有罪责, 这样只需牺牲他一人即可, 宗内又会恢复之前其乐融融的模样。 可宗主, 肯定更重要。 宗主, 不是我们不愿意去修缮宗门, 实在是因为修缮宗门太过浪费时间, 还不如找个地方打坐修炼来得快。 一个弟子不知道是胆大还是怨气大, 说话时, 语气也算不得尊敬。 完成宗门任务, 连一块零食都没有, 谁会傻乎乎的去摆肝啊? 你胡说什么? 完成任务怎么会没有零食? 纪玉禅冷眼看向萧长老, 喝道。 萧长老! 你刚才不是说没有克扣贡献点吗? 现在, 你要怎么解释? 萧长老脸色一垮, 瞪了说话难人一眼, 这才开口解释。 宗主息怒, 这都是因为林玄师职新定的一条规矩。 之前宗内只要完成宗门任务, 当天就会发放任务奖励, 但是林师职说, 每天发零食太过麻烦。 他小心翼翼地瞥了纪玉禅一眼, 为了节省时间, 林师职将每天发放奖励, 改为每天统计任务完成数量, 奖励随下个月的阅历一同发放。 第241章, 林师职去哪了? 嗯? 季玉禅疑惑, 这不挺好的吗? 以后他们不用再每天排队, 只需要每月排队一次就可以了, 节省下来的时间都去修炼, 这有什么不对? 萧长老心里狠狠地翻了的大白眼, 哪里说不用每天排队了? 他们每天完成任务, 不还是得每天排队去交任务? 他这规矩, 就是把每天发零食的过程省去了, 其他流程可一样没少。 宗主, 关键的是另外一个规矩, 林师职之前说过, 每月阅历要等到第二个月第15天再发。 如此一来, 门内弟子这个月完成的任务, 将会随下个月的阅历一起发放。 也就是说, 他们这个月完成任务之后, 要到下下个月的第15天, 也就是将近70天之后, 才能拿到这个月的奖励。 季玉禅罕见地沉默了, 他不得不承认, 他确实被林玄这神奇的想法给惊到了。 但是, 他很快就察觉到其中的关键, 也就70天而已, 等第一个月过去, 后面不就快了? 反正临时少不了你们的, 这有什么好纠结的? 这, 这下轮到萧长老沉默了, 林玄的混蛋到底哪里好了, 竟然能让宗主这么护着他? 要是旁人敢犯这么大的错, 恐怕早就被打死了吧。 宗主, 话是这么说, 但若是宗内没有临时可以发了呢? 那我们岂不是白杆了? 还是那个胆大的弟子, 他是真胆大, 这话连萧长老都不敢明着说, 他一个外门弟子, 竟敢毫无顾忌地说出来。 混账! 姬玉禅怒喝,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宗门什么时候缺你们灵石用啊? 再敢胡言乱语, 扰乱宗门稳定, 我定不饶你。 可那弟子却丝毫不怕他, 大声反问道, 宗主, 若是不缺灵石, 那又何必搞这些弯弯绕绕的? 他灵玄做这么多, 不就是想招法地抠我们灵石吗? 我还想问问宗主, 林天宗现在到底有多缺灵石, 竟然沦落到从外门弟子身上 抠灵石的地步了? 住嘴! 宗长老面色惨白, 他是真没想到, 自己特意找了几个面相老实的带来, 竟然还能拉到一个愣头青, 再让他说下去, 惹得宗主发怒, 杀人灭口怎么办? 他忙赶在纪玉禅开口前骂道, 混账东西, 宗主当面, 哪有你多嘴的份, 还不快滚下去? 说着, 他指着其余几位弟子骂道, 快把这混蛋给我带下去。 其余几个弟子闻言松了口气, 连忙拉着那个弟子退了出去, 宗主息怒, 肖长老斟酌着开口, 他一个外门弟子, 修为低微, 眼界太小, 自然难以理解宗主的良苦用心。 不过, 他说的虽然有些偏激, 但也恰恰说明, 现在门内弟子大多都是这个想法, 所以才会这般懒散, 宁愿打坐修炼, 也不愿去做宗门任务。 打坐修炼, 那可是马上就能看到效果的。 而完成宗门任务, 谁知道, 还有没有零食可以发。 这一点, 他们还是看得很清楚的, 没人愿意去赌那个可能。 纪宇禅何尝不明白这个道理, 宗门若想长久, 除了实力之外, 最重要的就是团结。 而若想让宗内那么多人团结一心, 一致对外, 唯有以所有人的切身利益捆绑, 才能让他们面向同一个方向。 而他们方才所说的那些事, 已经确确实实影响到了所有人的利益, 切身利益受损, 也难怪他们会有这么大的反应。 宗主, 此事事关宗门根基, 万万马虎不得, 还望宗主早先拿个主意。 肖长老不敢明说, 只能这般点上几句。 纪宇禅何文言却又犯了难, 按说不管林玄做什么, 都应该是对的, 他应该无条件相信林玄的。 可现在这情况, 确实太过严峻, 一刻都拖不得。 罢了, 他轻叹一声, 去叫林玄过来, 我亲自问问他, 万一小玄是有什么隐秘的打算呢? 虽说, 这次闹得有些过了, 可若他真有什么正当理由, 他也会酌情考虑, 要不要由着他。 宝阁内, 林玄正品着上好的灵茶, 大拳在握的感觉可真是舒服, 他只是随口一提, 便有两个外门师妹来协助他处理事务。 现在他每天只要吩咐些任务就可以了, 其他的事都有他们去做。 剩下的时间, 无非就是喝喝茶听听去, 简直舒坦极了。 阿如此惬意的生活, 让他不由舒服地叹了口气。 就在这时, 另一位协助他处理事务的师妹, 捧着一个盒子从外面跑了进来, 脸上带着明媚的笑容, 让林玄心情大好。 林师兄, 百花燕需要采买的灵质已经全部买好, 这是剩下的灵食, 您点一下。 嗯, 林玄点头接过盒子, 顿时对这个陈师妹更加满意。 还知道用盒子挡一下, 不错, 很不错, 那只是个普通的木盒, 林玄一扫便发现了里面有五个储物袋。 五个储物袋啊, 每个都装满的花, 那不得最少有个三百多万块灵食。 发了, 这下真的发了, 他脸上笑得像花一样, 当即把神石探进去一看, 脸上的笑顿石僵住, 花瓣刹那凋落。 这, 怎么就剩这么点灵食了? 当时的采买预算, 可是有足足五百万块上品灵食, 按照他的预算, 采买, 保存, 维护, 这一套流程下来, 顶多只能花掉一百万块灵食。 剩下的四百万, 就算再损耗一些, 也还能剩下三百多万, 他刚好可以自己留着修炼所用。 可现在, 每个储物袋中, 只剩下不到十万块上品灵食, 五个加起来都没有五十万。 剩下的灵食去哪了? 他豁然抬头看向陈师妹, 所有事物都是他一手操办, 若是真有问题, 也定然是他有问题。 陈师妹, 怎么只剩下这么点灵食? 其他的灵食呢? 林璇语气不善, 在这一刻, 什么漂亮师妹也比不过他的灵食。 没想到, 他话刚出口, 陈师妹立刻眼睛一红, 泪水倾刻一满眼眶, 声音颤抖中满是委屈和不解。 林师兄此话何意? 莫非, 莫非师兄怀疑是我拿了这些灵食不成? 第242章 执法堂来人 话未说完, 泪水便从他眼眶溢了出来。 师妹一心想为师兄分忧, 师兄怎能如此待我? 既然林师兄不信, 那我, 我? 他哽咽到说不出话来, 最后咬着嘴唇颓然转身, 踉呛着往殿外跑去。 那一副哭得梨花带雨的模样, 顿时让林璇心底一软。 陈师妹, 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他连忙起身追去, 可他一脚将要跨出大门之际, 后背却忽然窜起一股凉意, 好像有一条毒蛇顺着他的脊背迅速爬到后脑。 刺骨的寒意仿佛透过血肉直达心底, 吓得他心脏猛的一抖, 连忙把脚收了回来。 这群混蛋, 不就是让你们为宗门做点贡献, 又不是要了你们的命, 这都多少天了? 你们竟然还在外面堵我? 一群只会窝里横的废物, 有本事自己下山转临时去啊。 要不是宗门一直养着你们, 你们哪能活得这么滋润? 别得要找到机会, 要不然把你们全息干。 林师兄, 你, 你怎么能这样说陈师妹? 新师妹不知何时跟了过来, 在他背后难以置信地开口。 陈师妹办事向来严谨, 怎会做出那等事情? 突如其来的声音, 吓得林玄一个机灵, 但看到是新师妹时, 才稍稍松了口气。 你现在追去和师妹解释一二, 陈师妹还有可能消气, 若是晚了, 怕是。 林玄哪里不知道他的意思, 他也想出去啊, 可是外面那群混蛋一直盯着他。 就算他笃定, 他们不敢在宗内对他出手, 可万一有个疯子, 那不就亏大了? 虽说一个善良懂事和心意的助理不好找, 但和自己的小命比起来, 他还是分得轻轻重的。 他轻叹一声, 回身走到桌前, 拿起那个木盒看了看, 宗内事物繁忙, 我当以公事为重, 想必陈师妹会理解我的。 话落, 他不带新师妹开口, 连忙转移话题。 新师妹, 采买灵质所花费的灵石, 你便按照五百万来入账吧。 新师妹看了那个盒子一眼, 目光微闪。 灵师兄, 那这些灵石? 灵璇眉头一皱, 他原以为这人是个聪明的, 不会多问, 没想到也是个灵不清的。 这笔灵石尚未查验清楚, 先放在这宝阁内, 宝阁防守严密, 与入库并无二致, 放哪里都一样。 但这账策要得及, 你先那么记上, 等我理清了账目, 再把它补上就是了。 说话间, 他将盒子放进了桌边的暗阁内, 随手试了个静置封了起来。 这么多灵石, 足够他用很久了。 新师妹皱眉, 似是有些担心, 灵师兄, 就算为何算清楚, 这些灵石也该先入库才对。 你把灵石放在这里, 若是丢了可怎么办? 新师妹放心就是, 若是为理清账目, 就率先入库, 也是徒赠麻烦。 我这么做也是为了宗门着想, 便是师父知道了, 也不会怪罪。 灵玄略有不满, 这新师妹怎么这么多事, 她只是把灵石先放在这, 又不是直接据为己有, 她操那么多心干嘛。 再说了, 就算她把灵石拿走, 那也是为了自己修炼用, 又不会浪费掉。 等她修为高了, 最终增强的不也是宗门的实力? 更何况, 以后整个灵天宗都是她的, 她只是提前拿一点, 未来会属于自己的东西, 那不就是拿自己的东西吗? 有什么大不了的? 新师妹闻言嘴唇微动, 却并未再劝, 而是看了看门外, 摇头说道, 灵石兄说什么便是什么? 我去看看陈师妹。 话落, 她也默等灵玄同意, 直接快步离去。 灵玄见状, 轻哼一声, 真是没一个让人省心的。 本以为特意让执事堂 安排了两个住机器的师妹 会比较好拿捏一点, 她拿一些灵石也能神不知鬼不觉, 可她没想到, 这两个人一个动不动就哭, 一个竟然还敢怀疑她。 她难道长得像那种会贪污的人吗? 这些灵石就算给了宗门, 到最后不还是会以阅历的方式 回到她手上。 她这么做, 也是为了替宗门分担一些琐事罢了。 不过, 让她有些不爽的, 就是这些灵石比她预计的要少了太多, 也不知道陈师妹是不是被人骗了, 竟然能差了两百多万块灵石。 罢了, 少一些就少一些吧, 有总比没有的好。 有了这些灵石, 可以买些贵重的宝贝, 去和那几位天娇结识一番。 那些天娇一个个心高气傲, 她之前多次约他们同游, 却从未有人同意过。 后来她主动上门拜访, 也都被拒之门外。 她知道, 因为江涵之前做的那些混账事, 导致自己在那些天娇眼中极为不堪, 他们一个个都看不起她, 所以对她极不待见。 可现在有了这么多灵石, 她就可以买些高阶法宝带去拜访。 她就不信, 那些天娇就算再兴高气傲, 再对她不屑一顾。 难道还能对宋上门的高阶法宝也拒之门外? 至少她是绝对不会拒绝的。 那些天娇皆是气运强盛之辈, 但只要收了她的宝贝, 他们的气运可就是她的了。 就算江涵气运滔天, 天资绝世, 也要一步一个脚印地修炼。 可她就不一样了, 她不需要遵守这个世界的规则, 就算没了江涵可用, 但她只要到处与人结交就好了。 有系统相助, 吞噬气运用来升级, 她的升级速度绝对是整个修仙界最快的。 只要让她接触到更多的天娇, 把那些天娇全部吸干, 有了大量气运相助, 她很快就能结阴成功。 到那时, 这些曾经看不起她的人都将被她踩在脚下。 最让她痛快的, 就是等她遂丹宁婴后, 可以去找江涵那混蛋报仇了。 当初她像调野狗一样被江涵追着到处跑, 就算她用尽手段竟也不是江涵的对手, 甚至差点被雷劈死。 此仇若是不报, 她寝食难安。 只要她结阴成功, 下次再遇到那混蛋, 可就是她追着江涵跑了。 到时候, 当场吸死。 林玄舒服地靠在椅背上, 闭着眼睛想象着江涵被她追着, 像野狗一样逃跑时的场景, 顿时心情大好。 可就在这时, 一队人马忽然蛮横冲进殿内, 为首一人, 竟是执法堂三长老。 执法堂三长老可是原音大圆满的强者, 能让他出动定缘不是小事。 第243章 他没谈他自己能不知道吗? 念及此处, 林玄心里顿时咯噔一声, 他才刚拿到零食, 不会这么快吧? 不, 绝对不可能是零食的事, 新师妹还没去入账, 这零食顶多算是放在他这里等着上交的, 根本算不得贪污。 想到这里, 他连忙定了定神, 坐直身子疑护问道, 三长老这是, 他扫了眼后面那一群执法堂弟子, 故作疑问道, 诸位来此何事? 三长老身后跟着二十多人, 个个都是结单大圆满或者圆英气的修为, 他看着林玄却没答话, 反而面无表情地问道, 你可是林玄? 找我的? 林玄心脏一紧, 身体下意识用力崩肿, 整个宗门谁不知道, 但凡被执法堂盯上的, 可没一个有好下场的, 不是抽魂炼破死于非命, 就是废除修为赶出宗门, 就算没事的进去了, 也要被扒一层皮下来, 但他思来想去, 硬是没想到自己犯了什么事。 入宗以来, 他一直小心翼翼, 生怕被人抓了错处, 更是从未不遵宗门规矩, 顶多有一些小错, 但绝对达不到惊动执法堂的地步。 念及此处, 他坦然点头, 不错, 我就是林玄, 三长老找我合适, 你承认就好。 三长老略一点头, 随后速声道, 林玄听令, 现接到门内弟子举报, 说你利用自身职务之便, 多次贪污, 宗门资源, 将大量零食据为己有, 数额极其巨大, 现执法堂已接受此事, 请你配合我们去执法堂接受调查。 林玄一愣, 这话怎么这么熟悉, 可等他想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后, 顿时身子一软, 差点瘫在椅子上。 怎么可能, 这怎么可能? 他才刚刚收了第一笔零食, 连和盖子都没捂热乎呢, 这就把他给查出来了。 那么吧, 执法堂什么时候有这种效率了? 更何况, 零食还在桌子暗阁里放着, 那是公家的地方, 可不是他私人的东西, 怎么能说是他贪污呢? 想到这里, 他顿时硬气不守, 对着三长老喝道, 三长老这是何意? 我乃宗主清传弟子, 如今更是宝阁管事, 全宗上下, 只有宗主可以管我。 你不过一个小小的原音七长老而已, 莫说我没错, 便是我做错了事, 也轮不到你来说三道四。 还协助调查, 你有什么资格让我协助调查? 他掏出宗主宝印放在桌上, 毫不畏惧地看向三长老。 俗话说桌奸桌霜, 抓贼拿脏, 你就这空口白牙, 两个嘴皮子一碰, 就想抓我去执法堂。 做梦呢? 三长老, 你在执法堂做了那么久, 应该比我清楚, 不论做什么事, 都是要讲证据的。 话落, 林玄端起茶杯, 清明一口, 就算紧张地脚趾抓地, 面上也不露分毫, 竟显从容气度。 不过, 他那微微颤抖的茶杯, 却暴露出他, 此时并不平静。 可就算这样, 他还是硬着头皮, 很严厉倒。 若你今日不说出个一二三来, 我定要去宗主面前告你一状。 文言, 三长老却并不意外, 他看了那宗主宝印一眼, 脸上不见喜怒。 执法堂抓人, 从来不需要证据, 作语没做, 待我搜魂, 一看便知。 更何况, 你以为我没有证据? 林玄文言瞳孔, 骤然一缩, 死死盯着三长老。 他有证据, 他竟然有证据, 他哪来的证据? 他没探我自己不知道吗? 还要你来拿证据? 他脑中飞速转动, 把自己入宝阁后, 做的事情想了个遍, 可直到最后, 也没想到自己哪里贪污了。 他一向极为谨慎, 之前从来没敢多拿一块零食, 这一次, 也是以核算账目的原因, 将这些零食暂时放在宝阁保管。 只是, 先放在宝阁而已, 他又没装进自己的储物袋, 亦有风吹草动, 他马上就可以将其入账归库, 这算什么贪污? 不可能, 我自从接手宝阁以来, 从未贪过一块零食, 你们哪来的证据, 一定是假的。 你们这是诬陷, 我要找宗主。 可三长老并未回他, 直接大手一挥, 喝道, 带走, 有什么话到了执法堂在说? 此话一出, 他身后那些弟子迫不及待地快速上前, 手中取出一张福禄, 他的一声拍在凌玄天灵, 一道金光散出, 瞬间封住他全身经脉。 接着, 几人出手, 极为粗暴地拉住凌玄, 就往外拽去。 住手, 你们住手, 我可是宗主清传弟子, 你们不能这么对我。 若是被师父知道, 你们这么对我, 师父定然饶不了你。 凌玄被拉的一个亮枪, 吓得他焦急大喊, 他没想到, 这些人竟然是认真的, 他们竟真的敢对他动手。 他可是宗主清传弟子, 更有宗门宝印在手, 他是宗妹, 除了宗主外, 权力最大之人, 他们怎敢如此对他? 怒火汹涌而起, 他顿时用力挣扎起来, 可他现在经脉被封, 连一丝灵力都无法调动, 便是连一个凡人都不如, 又哪里会是他们的对手? 敢反抗? 那执法堂弟子轻蔑一笑, 随即手上略微用力, 按着他的头狠狠砸在地上。 砰, 凌玄一头砸在地板, 整个身体都被大力拍在了地面, 随着一声脆响, 两道鼻血顺着他的鼻子流了出来。 啊, 他发出一声杀猪般的惨叫, 我可是宗主清传弟子, 你们竟敢打我? 给我老实点。 执法堂弟子喝道, 进了执法堂, 就算是条龙也得丢盘着, 更何况是你这条废物虫子, 带走。 随着他一声令下, 顿时诱上来几人, 两人拉胳膊, 两人拉腿, 跟抓猪仔似的, 抬着他就往外走。 撒手, 给我撒手, 竟然把抓我? 你们是不是想死? 快放开我。 第244章, 杀了这个黑心魔头, 林玄四肢用力扑腾, 边挣扎边骂, 急得脸色赤红, 可哪里还有人搭理他, 执法堂弟子抓过的人多了去了, 哪会在乎他什么身份。 别说是宗主清传弟子了, 便是哪封的原因戚风主犯了事, 他们也照抓不误。 更何况, 他们本就修为高深, 抓一个杰单妻弟子, 不跟玩一样。 林玄的挣扎被他们轻易按下, 抬着他朝门外走去。 眼看距离门口越来越近, 林玄心中更急, 外面还有一群白眼狼, 想对他下手呢。 他要是就这么出去了, 还不得被他们打个半死。 沉寂了大半个月的宝格, 今天突然热闹了起来。 那个扰得全宗上下不得安宁, 让所有弟子恨不得杀之而后快的始作俑者。 林玄在宝格躲了大半个月之后, 终于被人从那个乌龟壳里揪出来了。 一时之间, 得到消息的众多弟子, 也顾不得在修炼, 纷纷自闭关之地腾身而起, 朝着宝格急速飞去。 听说炎池发阅历的损招, 就是这孙子提出来的。 要不是他, 我早就拿着灵石下山快活去了。 哪还用得着在乌里苦哈哈地打坐? 何止是阅历, 还有丹药收费, 贡献点延期, 领辱全收费, 也都是这孙子。 呸, 晦气, 都是这王八蛋提出来的。 踏马的, 这混蛋就是在针对我们, 自他上任宝格管事以来, 就没干过一件人事。 咦, 这是执法堂的人, 这混蛋怎么被执法堂抓出来了? 他活该, 你们还不知道吧? 这王八蛋心黑着呢, 把从我们身上抠下来的灵石, 全装自己腰包里去了。 草, 怪不得他修炼速度那么快, 原来都是吃的老子血汗钱。 听说最少吞了三千万块上品灵石呢。 我的天哪, 那得有多少灵石啊? 我这辈子都没见过那么多灵石。 他这才当管是几天啊, 就感叹得这么狠。 若是再让他干几天, 还不得把整个宗门的灵石都给装自己腰包里去。 何止啊, 我还听说, 此人乃是天降灾心, 门内最近许多师兄弟被梅韵缠身, 据说都是因为和他接触过。 一纳我们可得离他原点, 这种黑心肝的灾心, 就不该在我们林天宗待着。 不, 他就不该活着。 宝阁外的广场中, 很快聚集了数万弟子, 一时间, 地面, 屋顶, 树枝, 空中, 密密麻麻地站满了林天宗弟子。 无数议论声疯狂钻入林玄尔中, 更是有一道道森寒目光, 像是冰茶子一样, 自远处不断地从他身上扫过。 那一道道充满恶意的声音, 更是带着漫天的怨气, 气得他身体一阵颤抖。 这些人怎么敢的? 就算再怎么样, 他也是宗主清传弟子, 而他们不过是一些外门弟子, 甚至是杂役弟子, 就算好一点的, 也不过是内门弟子罢了, 他们哪来的胆子对他指指点点。 不知尊备, 一下犯上? 混账, 你们这些废物, 不许胡说。 我没有探灵石, 他们这是栽赃, 这是诬陷, 执法堂这是在冤枉好人。 诬陷? 我诬陷你奶奶个腿。 你干了什么, 你自己知道。 一名身形娇小的女修, 跳着脚高声骂道。 我每天起早贪黑, 天不亮就跑去直视堂排队抢任务, 又出灵石又出力, 一路还得小心翼翼的, 生怕哪里得罪人。 自入宗至今, 我每天如此, 每年如此, 除了修炼, 就是为宗门做任务, 从未懈怠, 从来不敢休息一天。 我每个月就盼着发的那点阅历, 还有任务奖励的灵石, 勉强够我修炼所用。 楚月说得咬牙切齿, 眼睛狠狠瞪大, 死死盯着灵玄, 恨不得当场把他生吃了, 可你这个王八糕子, 屁都不吭一声, 张嘴就把月历往后一推再推, 若是这样也就罢了, 你今日还对疗伤丹药下手, 你想干什么? 你这是想要我们的命, 找死的东西, 你这是在断我的修行路。 说话间, 他双目逐渐血红, 明显被弃得不轻, 不止他如此, 其他弟子文言更是愤恨至极, 林玄此举, 就是在断他们的修行路, 月历延迟发放他们能理解一下, 贡献点延迟发放他们也能再理解一下, 无非多等几天罢了, 他们寿命长, 等得起, 可是疗伤收费他们就理解不了了, 凭什么收费? 若是他们与人逞凶斗很受伤也就罢了, 可他们是为了宗门做任务才受伤的, 每次出任务抢矿卖抢资源, 与其他宗门弟子拼斗, 不都是为了宗门, 他们每次拼完不是弄得一身伤, 搞不好就会丢掉半条命, 若不是宗内有医师帮他们稳住伤势, 若不是有无数丹药可以疗伤修补根基, 他们怕是早就死在外面了, 可林玄这个混蛋, 他就坐在宝阁喝茶的时候, 轻飘飘说了一句话, 这些东西就没了, 免费医师没了, 免费丹药没了, 就连免费的凌乳全也没了, 全没了, 请医师智商要多少零食, 吃疗伤丹药又要多少零食, 若是收费, 他们再去出任务, 不知道要填进去多少零食才能保住性命, 可若不出任务, 他们怎么修炼, 难道就靠那几千块下品零食, 那还修个屁的仙, 就那几千块零食, 怕是除了那些天骄, 他们全都得被困死在结丹, 终生也别想突破, 想到这里, 他们的怒火, 腾腾腾着往脑门上窜, 压都压不住, 小马膏子, 你今天既然敢踏出这个门, 想必也没打算活着回去, 今天姑奶奶我就让你知道, 老娘的零食可不是你能拿的, 楚月月说月气, 想起这半个月自己受的苦, 双全赞的嘎吱嘎吱响, 诸位师兄弟, 此子心黑如魔, 自私自立, 雅自必报, 今天要是不捶死这个王八蛋, 等他出来, 我们以后绝对要被这黑心鬼赤单抹镜, 他声音中似乎带着某种特殊的波动, 阴波锁过之处, 所有弟子瞬间血液, 急速沸腾, 怒气直冲心头, 呼吸急促, 身体颤抖, 双目心红顿时如血, 煞时间无数怒意直冲云霄, 就连执法堂那些人, 也逐渐攥起了拳头, 没了临时可用, 我们早晚都是一个死, 不如和这家伙拼了, 诸位, 随我杀了这个魔头, 第245章, 都怪他们, 说完, 他大喝一声, 脚下用力一蹬, 朝着林玄就冲了过去, 道徒之争向来残酷, 林玄欲要断绝所有人的道徒, 他就要做好被反噬的准备, 修仙之人本就力气极重, 为了资源打打杀杀向来是家常便饭, 林玄这些日子的所作所为, 早已犯了重怒, 他们早就想找机会对他下手了, 此刻见到有人打头阵, 再加上怒气冲头, 浑身血液沸腾, 紧跟着就朝林玄冲了过去, 煞时间, 天地灵气剧烈波动, 各色法术光滑闪耀, 宝阁之外, 人潮如怒海狂涛, 自四面八方呼啸而至, 朝着林玄所在之处轰隆砸去, 林玄何时见过这等场面, 整个人都下猛当场, 四周汹涌狂暴的气势, 更是压得他心肩直颤, 双目暴突, 眼前一阵发黑, 怎么敢的, 他们怎么敢的, 他可是宗主清传弟子, 他可是未来要执掌宗门的人, 这些人竟敢对他动手, 他们就不怕被师父秋后算账, 他们当真不怕死, 如此多法术一气攻击, 便是原因七强者在此, 也必定隐恨当场, 更不要说他这个小小结丹, 只怕法术砸下的瞬间, 便是他生死之时, 林玄心中生气, 无边绝望与愤恨, 都怪江涵那个废物, 若不是他不愿留在宗内供养自己修炼, 自己又怎会为了气运到宝阁冒险, 还有大师姐他们, 都这个时候了, 我都快被人打死了, 他们怎么还不快来救我, 还有师父, 他既然让自己在宝阁, 怎么也不来护着点, 就留他一个人在这里, 连个保护的人都没有, 更可恨的是, 陈师妹那个贱人, 一定是他偷偷拿了零食, 又反过来诬陷他, 都是因为他们, 才害自己落得这个下场, 心中的愤恨化作无数缕星红光芒, 被让身前的面板尽数吸收, 星红之芒映入他的瞳孔, 越来越浓郁, 似乎将要从中一马而出, 那红芒之内带着一股凶残暴虐, 狂傲嗜血, 似要毁灭天下的滔天魔气, 可就在这时, 三长老忽然踏前一步, 原音大圆满的气势轰然散开, 犹如一堵无形俱强, 刹那挡在众人身前, 与此同时, 四周亮起一道土黄宝光, 此处区域的防护大阵竟然被他引动, 无数静置如狂蟒树根, 眨眼间蔓延至整座巨墙, 将无数宝光和怒涛进阶拦在墙外。 哄, 震耳欲聋的声音在巨墙外不断乍响, 巨墙发出一阵剧烈颤抖, 无数静置被强行攻破, 却又在下一刻自行修补。 三长老面色微变, 便是原音大圆满的修为, 再加上一片区域的护宗阵法辅助, 遇到数万劫单七弟子同时出手, 竟然也有些难以抵挡。 可他很快镇定下来, 抬手取出一枚宝珠, 四周土黄色光芒, 忽然浓郁了数十倍, 其内更是多了一种厚重磅礴之气。 巨墙刹那便化作了实质, 犹如一座环形大山, 将一众修士死死挡在外面。 强大的术法攻击到上面, 顶多让大山震动一二, 却是再也伤不到里面的静止分喉。 他竟是引动了此处地脉之力加固防御, 有了地脉之力加持, 此处防护大阵便犹如有了根基一般, 与地脉连为一体, 彻底稳定了下来。 宫时开始减弱, 众人趁着一腔热血发泄了一波, 此时逐渐冷静下来, 又看无法突破防护, 不由升了几分退意。 住手! 平淡的声音却如炸雷般响在所有人耳中, 其内带着一股清凉之气, 瞬息便将他们心头的怒火散去大半, 便是剩余少数还在攻击着, 也不由冷静了下来。 便是楚月眼见大势已去, 也不由暗叹一声停了下来。 三长老声音冷漠, 扫尸一圈, 见无人在动, 这才接着说道, 林玄犯错, 自有执法堂秉公处置, 岂容你们这些小辈再次放肆。 话落, 他语气松了些, 看向楚月的目光多了些欣赏。 此女胆识过人, 更懂得介视而为, 以示压人, 天赋心性皆是俱价, 实在是难得。 以他之错, 宗内必定严惩不待。 你们何须为了这将废之人, 搭上自己前途? 楚月被拦在外面, 不能寸进一步, 原本就心有不甘。 此时听到这话, 心思一动, 顿时红着眼喊道, 林玄又要断我先道, 他便是受到再重的惩罚, 也难让我出气。 我们必须要出了这口恶气, 不然心目难平。 他话中带有蛊惑之音, 原本将要冷静下来的众人, 听到此话, 顿时被怒火冲破了心头。 对, 林玄此举, 天怒人怨, 今天绝不能放过他。 众人七嘴八舌的吵闹不休, 怨气笼罩整个广场, 无数愤怒的视线, 死死瞪着林玄。 林玄原本冷静了一点的心绪, 再次被激起波动, 他何曾见过这等被千夫所指的场景, 一股莫大的恐惧自他心底汹涌而起。 干什么? 他们想干什么? 难道还真想杀了他不成? 一股怒气澎湃汹涌, 瞬间让他失去了理智, 他伸着脖子大骂道, 什么狗屁的天怒人怨, 贱人, 你少给我乱透视盆子,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宗门, 我无愧于心。 他此话一出, 众弟子更加愤怒, 王八蛋, 你把我们的零食全塞进自己的腰包, 还口口声声为了宗门, 你要不要脸, 我没有拿你们零食, 你们这是栽赃, 你们这是诬陷, 一片吵闹中, 三长老忽然怒喝一声, 吵闹声全部压下, 都给我闭嘴, 他脸上罕见的多了些恨铁不成钢的怒气, 我说了, 你们不能对他动手, 有什么错, 自然有执法堂, 出手处置, 是他有错在先, 为什么我们不能动手, 我说不能动手, 那就是不能动手, 三长老眉心紧索, 他又何尝不想一巴掌把林玄拍死, 可林玄就算再怎么混账, 他也是宗主的清传弟子, 他若真敢这么做, 恐怕明天他就得人头落地, 不过, 宗内一项最重规矩, 如今抓了林玄的错处, 只要按规矩处置, 有唐主和诸位封主看着, 便是宗主再不愿意, 也不会任由他胡作非为, 第246章, 给你扣个屎盆子, 楚岳听到这话, 顿时有些发愁, 进了执法堂, 最多只能让这王八蛋脱一层皮, 只要他们做完利益交换, 这混账还是一点事都没有, 他为了今天这一场准备了那么久, 若是不能趁现在把它好好收拾一顿, 以后再想动手, 可就没这么好的机会了, 但三长老原音大圆满的修为, 便是他们一起上也根本不是对手, 更何况, 他们根本不可能那么团结, 就在这时, 他听着林玄的骂声, 脑中电光一闪, 一个疯狂的想法忽然出现, 他看着那被制住的林玄, 眼睛越来越亮, 好好, 不让动手是吧, 那我不动手不就是了, 但就算不动手, 也绝对不能让这家伙好过, 想明白了三长老的暗示, 他末地飞升而起, 化作顿光, 用出生平最快的速度, 瞬息远去, 众人见状顿时疑惑, 刚才就他喊得最激动, 也是他带头要动手的, 怎么这会儿他反倒先跑了, 那还打不打了, 就在众人心生退役之时, 那道顿光去而复返, 从天而降, 直接落在了众人身前, 不过相比于之前, 他身侧却是多了一个足有丈高的大桶, 里面不知是什么, 还在呼呼冒着热气, 楚越刚一站稳, 便须拖着木桶朝林玄大步冲去, 小王八高子, 让你刚才说, 我们给你扣是盆子, 以前扣没扣不好说, 但现在我还真得给你扣一个, 一股奇臭无比的臭味迅速弥漫开来, 待看清楚那桶里是什么之后, 所有人顿时瞪大眼睛, 紧接着面色一变, 嗖嗖嗖退开老远, 密密麻麻的人群, 只一眨眼的功夫, 就呼拉一下, 全部退开数百丈, 三长老同样如此, 待看清那桶内之物的同时, 也顾不得林玄会不会被淹死了, 直接顺移退开, 生怕沾染到一点, 他这一退, 其余执法堂弟子有样学样, 把林玄往地上一丢, 着急忙慌地转身就跑, 林玄体内经脉被封, 本就无感减弱, 又突然被丢在地上狠狠摔了一下, 只觉浑身一阵疼痛, 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难道是师父来救我了? 除此之外, 他想不到还有什么事情, 竟然能让执法堂的人害怕到把他丢下, 他挣扎着想要爬起来看一眼, 可就在这时, 一道巨大的阴影忽然出现, 林玄抬头一看, 正好看到一个漂亮姑娘拖着一个大桶, 走到他面前站定, 入耻一笑, 小贱人, 我来给你扣拾盆子了, 什么? 林玄一愣, 可不待他有所反应, 那姑娘把大桶一歪转身就跑, 与此同时, 一个巨大的阴影忽然倾泻而下, 哗啦啦, 一团团温温的, 黏黏的, 还奇臭无比的东西将他瞬间淹没, 奇怪的粘稠物遮住了他的视线, 林玄没有防备, 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 刚张开嘴要骂人, 就被猛地灌了一大口, 一股无法形容的奇怪臭味, 顷刻灌满了他的口腔, 哦, 巨大的臭味, 熏得他直接张嘴吐了起来, 接着伸手在脸上摸了一把, 入手略有粘稠, 带着些温暖的触感, 还有一股新鲜又奇怪的臭味, 林玄小脑带瓜飞速运转, 粘稠, 温热, 臭, 这三个磁组在一起, 再联想到刚才那个贱人说的话, 这是, 卧槽, 啊, 破音, 哦, 尖叫被一阵恶心的干呕打断, 林玄吐完一口又一口, 感觉整个口腔中都是臭味, 而在不远处, 众多弟子目瞪口呆, 回过神来后, 想笑又笑不出来, 因为, 这味道实在是太臭了, 熏得他们不敢大口吸气, 楚越不知从来找的灵兽粪便, 那一大桶新鲜又热乎的, 把林玄从头浇到脚, 挂了一身黄黑之色, 还在冉冉冒着热气, 我的天, 这, 这是哪封的师妹, 这也, 太强了, 活该, 让这混蛋, 想招法地扣我们灵石, 这就是报应, 有人幸灾乐祸地骂道, 这灵兽风的灵兽粪便, 乃是许多灵兽混合之物, 简直奇臭无比, 据我那在灵兽风当值的堂弟说, 但凡沾上一点这种粪便, 那股臭味, 最少三天散不掉, 他现在用灵兽粪便洗了个澡, 这股臭味, 恐怕三个月都散不掉, 我的天, 那这王八蛋不是完了, 以后谁还敢靠近他, 哼, 他这都是自找的, 没杀了他就不错了, 众多弟子几乎全在幸灾乐祸, 灵璇做了那么多缺德事, 现在被收拾得越惨, 他们就越开心, 这一大捅扣下来, 那可不是一般的丢人, 那是把宗主的脸都丢光了, 以前灵璇那是多么高高在上啊, 整天坐在宝阁里, 随便发两条命令, 就能把宗内弟子搞得疲惫不堪, 虽然大家平时都不敢明着说, 但心底的怨气那是越积越深, 一直积压到现在, 才找到机会爆发出来, 如今看到灵璇被整得这么惨, 他们心中的怨气顿时去了七八成, 可还是有些心软的弟子, 兴奋消退, 冷静下来后, 担忧地说道, 这么做会不会太狠了, 万一惹得宗主发怒怎么办? 宗主凭什么发怒? 灵天宗可是讲道理的地方, 这次闹这么大, 完全是灵璇旧游自取, 若不是他整天想招法地欺负我们, 我们哪里会这样对他? 再说了, 他以前就是看我们好欺负, 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对我们下手, 我们若是再不反抗, 还不得被他欺负死, 对, 他这就叫做罪有应得, 你千万别心软可怜他, 他出手对付我们的时候, 可没见他心软过, 众弟子越说越兴奋, 好不容易有人替他们出了口恶气, 可不得好好发泄一番, 灵璇一手称帝, 艰难地半趴在一片柔软里, 胆受着指缝间的粘腻, 顿时又是一阵恶心, 胃里煞时翻江倒海, 若是他有灵力再深的话, 还能以灵力将这些脏东西隔开, 可他现在经脉被封, 更是土得四肢发软, 浑身无力, 就连从这一堆脏东西里爬出去, 都成了奢望, 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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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47章, 林玄委屈哭了, 他们怎么敢的, 那个贱人, 他怎么敢的, 他可是宗主清传弟子, 他可是代表着宗门的形象, 他怎么敢拿这种脏东西来侮辱他, 哦, 他现在感觉浑身上下都黏乎乎的, 好像掉进了毛坑里一样, 他可是宗主清传弟子, 什么时候受过这种侮辱, 什么时候被人这么欺负过, 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 还是这种有味道的气, 就算当初被江涵追着砍, 就算没有气韵值可以吸的时候, 他都没有这么委屈过, 他可是有宗门宝印在手,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 哦, 呜, 林玄差点哭出来, 这是侮辱, 这是对他人格的侮辱, 这是对林天宗的侮辱, 他一心为了宗门好, 他们不理解也就罢了, 他们怎么能, 怎么能, 他们怎么能给他扣这么大的屎盆子, 早知道就不做这个狗屁管事了, 马德不但一块零食没捞走, 还被执法堂栽赃, 又被这群混蛋泼使, 就在这时, 一阵刺耳的大笑在远处响起, 听声音, 正是给他扣屎盆子的那个贱人,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楚月一手捂着肚子, 一手指着林玄, 笑得直不起腰来, 小杂种, 这是盆子够不够大, 林玄一把抹开眼皮上的糊糊, 张嘴便骂, 贱人, 可就在这时, 他发烧一颤, 又往下滴了一滴, 直接掉进了嘴里, 哦, 他用力干呕一声, 却是一点东西也吐不出来了, 反倒是, 又吸了一大口不新鲜的空气, 冲得他眼前一阵发黑, 那个女人, 那个贱人, 他记住他的脸了, 他要报仇, 他一定要报仇, 林玄整个身体都在颤抖, 四肢在地面扒拉着, 一阵食滚尿流间, 拼尽全力往外面蠕动, 动着动着, 两行青泪流了出来, 他委屈啊, 师父, 我要找师父, 师父一定会替我做主, 那个该死的贱人, 杀了他, 一定要杀了他, 就在这时, 虚空一阵波动, 一道人影忽然出现在空中, 刚一现身, 他就被这冲天的臭气, 熏得脸色大变, 急忙用灵气隔开臭味, 可这臭味不知为何, 竟能透过他的灵力防护, 便是用了护体法宝, 也不能完全隔开, 来人正是陆敬雪, 他原本正在查, 那个热心长弟子的踪迹, 却忽然得到消息, 说是林玄出事, 被执法堂给抓了, 这才赶紧放下手中的线索, 急忙赶了过来, 可没想到, 来了之后林玄没找到, 却发现宝阁外, 不知被谁泼了污秽, 他还在下方那一堆污浊之物中, 看到了一个正在蠕动的, 不对, 宝阁之外, 哪里来的这么多污浊之物, 这不是灵兽风才有的东西吗? 他可是仙女般的人物, 从小娇生惯养, 锦衣玉食, 做什么都有下人去办, 何曾亲眼见过这种场面? 胃部猛的一阵禁轮, 一股强烈的恶心翻涌而起, 让他差点当场吐出来, 他连忙收回目光不敢再看, 甚至连神识都不敢往那边探查, 心中默念一遍清心咒, 带一股清凉升起压下恶心后, 这才缓了过来, 他缓食一周, 对于这么多弟子围在这里的原因, 也是心知肚明, 无非就是想趁小玄失事来落井下石的, 但这可是在宗内, 就算他们想要做些什么, 有他们护着, 那也是绝不可能让这些人得手的, 只是, 到底发生了何事? 他们为何如此兴奋? 难道自己来晚了, 他们已经对小玄做了什么? 想到这里, 他心中一慌, 连忙朝着三长老问道, 三长老, 怎会, 怎会有? 他顿了一下, 却实在说不出那个词, 只能转问道, 林玄现在在哪? 他到底出了什么事? 竟然惊动执法唐来拿人? 三长老古怪的, 瞥了下边一眼, 正刺道, 陆施直, 执法唐接到弟子举报, 林玄借助职务之便谋取私利, 贪污宗门大两零食, 执法唐接案来此, 想要带林玄回去协助调查, 谋取私利? 贪污? 陆敬雪文言, 毫不犹豫地反驳道, 不可能, 小玄他不是那种人, 他绝对不会贪污灵食, 这里面一定有什么误会, 说着, 他脸色一沉, 三长老可知, 是谁去执法唐举报的? 我倒想问问他, 小玄这些日子, 一直未出宝阁一步, 他是在哪里看到小玄贪污了? 是与不是, 带执法唐拿了林玄一审便知, 三长老脸色淡淡, 只要他真的没做, 执法唐自然不会拿他怎么样? 去执法唐? 陆敬雪脸色不悦, 执法唐哪是人能去的地方? 就算真没事, 去了也能让你掉一层皮, 要真让小玄去了执法唐, 他还能安然出来, 他是绝对不相信林玄会贪污的, 他可是看着他长大的, 他是什么性格, 他都一清二楚, 更何况, 他再怎么说也是宗主清传弟子, 本身阅历就比其他弟子要多许多, 他们师姐妹几个又经常送他资源, 足够他修炼所用了, 而且他又不常下山走动, 用零食的地方不多, 他贪那么多零食干什么? 看着完吗? 三长老, 此事定然有什么误会, 还请三长老将林玄放出来, 我先问他几句, 林玄毕竟是师父的清传弟子, 他若出事, 丢的可是师父的脸面, 不管他是不是真的贪磨零食, 这执法唐那是万万不能进的, 若是真被抓到执法唐审问, 事情到底如何, 可就由他们说了算了, 不如先稳住执法唐, 待弄清楚情况后, 再找师父定夺, 一听到林玄的名字, 三长老脸色就变得极为复杂, 他朝着下方指了指, 极为嫌弃地说道, 林玄, 他不就在那呢? 你自己去找他吧。 啊, 路径一愣,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 只一眼, 他就感觉胸口一阵恶心, 那些黄黑之物, 在他看来比划神大圆满的邪修还要恐怖, 可下一刻, 他心中猛地一惊, 忽然生起了一个极为不好的预感, 莫非, 那个正在那一堆里面蠕动的那个什么东西, 就是小玄? 二百四十八张, 这也能忘了, 他嘴角一抽, 似是不敢相信一般, 回头看向三长老, 极为艰难地开口问道, 这是, 林玄? 三长老看着他, 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 嗯, 就是他, 路径学猛地倒吸一口凉气, 却没想到, 这凉气中带了一丝臭味, 哦, 他用力干呕一声, 差点把舌头也给吐出来, 怎么回事? 呕至三长老, 这是怎么回事? 他神色慌张, 又急又木, 谁干的? 这是谁干的? 愤怒的目光, 从下方一群弟子中狠狠扫过, 吓得他们齐齐往后退去, 三长老不动声色地退了几步, 似是生怕被他吐到身上, 闻言也只是平静回道, 此事, 较为复杂, 陆诗之还是自己问他吧, 陆敬雪又看了一眼下方那一团正在蠕动的东西, 憋着气压下胃中的翻江倒海, 挥手丢出一道镜纸, 一座光木升起, 挡住了外围弟子的视线, 直到这时, 他才忍着恶心, 施法用灵力化作一张大手, 拽着灵璇, 把他从那一堆污秽之中拉了出来, 可就算不是自己亲手触摸, 但他仍然透过灵力间的联系, 感受到从那剧长上传来了某种粘腻的触感, 嗯, 他猛地捂住嘴巴, 快速换出一条粗大的水柱, 先是把自己的手狠狠搓了数十遍, 接着才用水柱笼罩灵璇快速旋转, 轻车的水柱转眼变得浑浊无比, 还散着一股股臭味, 直到换了十个水柱, 把灵璇都洗得快晕过去了他才停手, 灵璇原本正在污秽里面悲愤交加, 刚才更是被晃得晕头转向, 但等他回过神, 看到陆敬雪的身影, 身体顿时一个机灵, 犹如见到了救命稻草般惨好起来, 师姐, 他眼眶红红, 声音嘶哑, 再也没了之前对陆敬雪的不耐和厌烦, 呜, 师姐, 陆敬雪原本对灵璇是有些怨气的, 毕竟他之前对他说了那么过分的话, 可此时一看到他这么可怜, 哭得这么惨, 那股怨气顿时烟消云散, 不管怎么样, 终归是他从小宠到大的师弟, 他连忙上前, 想要扶着他好生安慰一番, 可待他看到灵璇身上湿漉漉的衣服后, 心中顿时泛起一股强烈的恶心, 他下意识停住步子, 强忍住要吐出来的冲动, 声音的转移话题, 小璇, 你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会弄成这样, 原本灵璇心情稍微平复了些, 此时一听这话, 眼珠子瞬间血红一片, 师姐, 有人要害我, 有人要害我啊, 一说起这个, 他心中的恨意便疯狂一散, 几乎要把这天给捅个窟窿出来, 我这样, 都是被人害的, 师姐你是没看到啊, 那件人举着那么大一个桶啊, 里面装的全是, 哦, 越说, 他就觉得自己越委屈, 忍不住又吐又哭了起来, 自从他入了灵天宗以来, 一直顺风顺水, 师父师姐把他宠得跟宝贝似的, 连一句重话都没说过他, 可就在今天, 当着数万弟子的面, 那么大一个屎盆子就朝他扣过来啊, 甚至在扣之前, 那贱人还很有礼貌地对他一笑, 非常温柔地说, 要给他扣屎盆子了, 这使人能干出来的事, 该死, 气死我了, 都是那个该死的贱人, 不要脸的东西, 他怎么能干出这么恶心的事, 他用力捂住心口, 感觉整颗心都要痛到碎掉了,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被扣成那样, 他以后还怎么贱人啊, 那些弟子本就嫉妒他, 一直不怎么待见他, 而那些天骄更是对他意见极大, 如今又被搞了这么一出, 他都能想象到自己被当做全宗笑柄的场景了, 我堂堂宗主清传弟子, 竟然那个不要脸的贱货扣了这么大一个屎盆子, 我, 哦, 他忽然弯腰用力呕吐起来, 那一大口温热的年华, 他光是想起来就想吐, 都怪那个贱人, 那个不知廉耻的贱货, 师姐, 都是那个贱人干的, 师姐你帮我报仇, 我要杀他, 杀他, 贱人, 陆静学脑中闪过一张脸, 眼神瞬间凶狠, 哪个贱人, 是个个子不高的女弟子, 一说起这个, 林玄就满身杀意, 女弟子, 陆静学眼中凶狠散去, 长什么模样, 师姐帮你收拾他, 林玄抽了抽鼻子, 仔细回忆了一下那个女弟子的脸, 可他忽然一愣, 怎么, 好像记不起来, 那贱人长什么样子, 他抱着脑袋用力回忆, 可随着时间过去, 他眼中却越发迷茫, 奇怪, 他真的想不起来那个女弟子的样貌了, 明明刚才还记得的, 怎么这会儿去给忘了, 我忘了, 陆静学神色一将, 这么重要的事情都能忘, 你再好好想想, 他刚才对你, 那么对你的时候, 你是不是看到他了, 只要有个大概样貌, 我就能把他揪出来, 哦, 我真给忘了, 林玄整个人都是猛的, 他可是结单七修士啊, 记性怎么可能这么差, 唯一的可能, 就是那个贱人给他试了某种秘书, 贱人, 别让我找到你, 他仰头怒骂道, 不要脸的贱人, 你有本事做这种恶心人的事, 你有本事出来啊, 你躲什么躲, 你给我出来, 你快给我滚出来, 我要杀了你, 杀了你啊, 可此地与外界隔绝, 认他如何骂, 外面也是听不到的, 而陆静学为了保住他的最后一丝颜面, 自然不可能放他出去丢人, 想不起来就慢慢想, 以后有的是时间, 陆静学冷静下来后, 才意识到眼下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 三长老说, 有人举报你贪污灵石, 他肃然看向灵璇, 我且问你, 此事到底是不是真的, 灵璇丢人尚能理解, 就他做的那些事, 眼下能保住一条命就不错了, 丢个脸算什么, 大家都要忙着修炼, 过几年谁还会记得这种事情, 最重要的还是贪污灵石之事, 此事一个处理不慎, 就会把师傅拉下水, 不可能, 我没有, 灵璇双眼通红, 却回答得异常干脆, 他只是把灵石放在宝格暗格中, 这哪里算得上贪污? 真没有, 真没有, 我又不缺灵石, 我干嘛要去贪污? 果然和他想的一样, 小璇不是那种人, 入境雪松了口气。 第249章,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只要小璇没有贪沫灵石, 那就一切好说, 到时只需师父开口, 他就不信执法堂, 还敢强行拿人。 三长老, 你也听到了, 灵璇从来不会骗我, 他说没拿, 那就肯定没拿, 依我看, 此事多半是个误会。 他看向三长老, 既然是误会, 这件事, 不如就这么算了。 误会? 算了? 三长老脸色异冷, 陆石指把执法堂当什么地方了? 执法堂一向独立于各封和宗主之外, 无论办什么案子, 都要经过执法堂内部会审, 才能定案。 我出来抓人, 可是受了堂主的命令, 更坚维护宗门法度之责, 岂是你说算了就算了的? 他瞥了林璇一眼, 更何况, 他说没拿就没拿了, 我们执法堂每次抓人, 十个人里面有十一个都说自己没犯事, 但到最后, 可没一个是清白的。 难道仅凭他们一面之词, 我们就要把人都给放了? 可此事明显是个误会, 陆敬雪还想争取一下。 误会? 三长老明显没打算给他面子, 是不是误会? 等到了执法堂一审便知, 倘若真是误会, 我们自然不会错怪了他。 陆石指还是让开吧, 我还要尽快把林璇带回去, 早日查明真相, 也能早日结案。 陆敬雪听闻此话, 脸色顿时一沉, 这三长老还真是如传闻中那般一根筋, 执法堂怎么会派他来? 这件事, 怕是不能善了。 就在二人对峙之时, 一道顿光自天边来, 在不远处顿了一下, 直接朝着这边冲来。 待得靠近之后, 才发现竟然是一位执事堂长老。 他现身之后, 先是诧异地看了众人一眼, 接着面色一变, 小姐说道:"林璇,宗主唤你, 去灵天殿一趟。 看来师父知道了, 既然师父出面, 那小璇便不会再有事了。 陆敬雪嘴角勾起一抹笑意, 对着三长老说道:"三长老, 看来宗主已经知晓此事, 不如与我们同去, 交由宗主定夺。 三长老脸色一沉, 人还没带去执法堂, 宗主这个时候出手, 此事怕是有得扯了。 罢了, 我先禀告岳堂主, 请岳堂主通往。 阵法外, 众弟子眼见没热闹可看, 纷纷就此退去。 这次虽然没能彻底干掉林璇, 但好歹也给了他一个教训, 让他们散去了不少怨气。 楚越早在陆敬雪刚到之时, 就撇了撇嘴, 往外退去。 他一路避开弟子多的地方, 直到进了一间无人的房间后, 这才低声骂道:"贪婪自私, 胆小如鼠, 遇事只会殷殷殷, 自己没一点本事, 有事只会叫师姐, 这不就是个妥妥的废物。 这些天道就是太过死板, 做什么都要按程序来办。 要我说, 这种废物一到天雷, 就能给他劈死了, 大不了多出点利息吗? 非要省那点气域, 搞出这一大堆破事, 最后还得让我们来收拾烂摊子。 我好不容易才抢到的休假, 这才休了几百年啊, 老板又给我强行派任务。 啊, 烦! 说话间, 他的样貌不断变换, 只是一眨眼的功夫, 竟然变做了陈师妹的样貌。 不论是身高, 脸蛋, 气质, 衣服, 罢了, 先把这次任务完成再说, 等奖金到手, 我直接申请休假一千年, 再也不管这些破事。 说着, 他随手几下扯乱了衣服, 眼眶一红, 神色欺然, 更有几滴泪珠挂在眼角。 他一路跑到人多的地方, 在众目睽睽之下, 踉呛着朝执法堂跑去。 一进执法堂, 他就极为熟悉地跑到执法堂堂, 煮月玉峰处理公事的公堂, 扑通一声摔倒在地。 月堂主, 灵馆是他。 他咬唇看着月玉峰, 哭得梨花带雨, 声音等夜地说道, 他丧心病狂, 竟然又要对我不轨。 这些封主堂主, 最近可是一点都不老实, 一直在暗中搜集灵玉璇犯事的证据。 而他现在扮演的陈师妹, 刚好就是一个被安插在灵玉身边的眼线。 但自从他接近灵玉后, 灵玉就一直没有出过宝阁, 更是有贼心没贼胆, 眼睁睁地看着灵石在他眼前晃悠, 明明心里很想要, 但却一直不敢出手去拿。 没办法, 他只好帮他拿了, 刚好今天灵玉对百花燕的采买灵石下了手, 才让他抓到机会, 把这几口大锅全扣他头上。 眼下这一幕, 不过是他想给这件事再加一把火罢了, 顺便还能近距离看热闹。 碰, 殊不知, 他这一把火, 却是直接将月玉峰的小火苗烧成了滔天大火。 他猛地一拍桌子, 起身怒喝道, 混账, 灵玉这个混账东西, 他贪莫灵石也就罢了, 竟然还敢欺辱女弟子。 月玉峰最近正愁着给灵玉那小子多安排些罪状呢, 这不正好是瞌睡来了送枕头, 对女弟子图谋不轨, 此事可大可小。 王小了说, 那就是一时不小心冒犯了姑娘, 赔礼道歉也就过去了。 但若往大了说, 那就是败坏门峰, 宗门耻辱, 当废除修为, 逐出宗门。 但在眼下这种情况, 各丰丰主联手, 欲要和宗主定的这新规矩碰上一碰, 那肯定是要借此良机, 把这事往大了闹, 最好是闹得人尽皆知, 引起众怒, 以此为契机, 逼迫宗主让步。 但在此之前, 还是先去见宗主一面, 看看他到底是个什么态度, 也正好看看, 灵玉这个筹码到底有多重。 你随我去面见宗主, 我要让他好好看看, 看看他交出了个什么混账玩意儿。 说着, 他带着楚越身形凭空消失, 再次出现之时, 已经到了临天殿外。 殿内, 肖长老几位执事堂长老还在, 纪雨缠坐在主位, 面色不善。 二人一进来, 顿时便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宗主, 林玄申为宗主倾传弟子, 竟然敢对宗内女弟子意图不轨, 简直丧心病狂, 是宗门法规于不顾。 岳玉峰一进殿就直接大声喊了出来。 什么? 肖长老等人文言面色微变, 这小子可真是个闲不住的, 刚刚还在说他私自改规矩的事呢, 这才多久, 这家伙竟然又犯事了, 还是这种上不得台面, 败坏门峰之事。 第250章 真臭, 谁拉裤子了? 胡说八道? 此事绝无可能。 纪雨缠脸色一沉, 林玄什么性子, 他最清楚不过。 他那几个徒弟, 各个容貌倾城, 天资绝色, 林玄整日与他们在一起修炼论道, 却从未表露过丝毫好色之心。 以他的身份, 若是真想找女修同修阴阳, 不知道有多少女修求着要倒贴, 可他却从未有过这种想法。 又怎么可能突然受性大发, 在外面调戏女弟子? 宗主, 我已将那女弟子带来, 宗主若是不幸, 尽可问他。 月玉峰面色严肃, 一步不退, 真假对他而言根本无所谓, 只要有这个苗头, 假的也能让他变成真的。 纪雨缠视线落在楚月身上, 眉头顿时一皱, 这女子样貌气质倒是不错, 但怎么能比得上他那几个弟子? 不过, 他身上那股我见游怜的气质, 确实是他那几个弟子不曾具备的。 如此说来, 小玄也长大了, 虽说有些早, 但他若真喜欢, 不如安排这女子去伺候他起居, 至于亏损的元阳, 自有天才地宝可以补足。 他眉心散开, 眼中却呼得闪起一道亮光, 此事稍后再说, 眼下最关键的是要将此事结果。 小玄可是林天宗未来的希望, 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背下这等污名。 他冷脸盯着楚月, 林玄打小便被我抚养长大, 他的性子我再清楚不过。 据我所知, 他一心向道, 从未有过其他心思, 便是由女弟子故意引诱, 他也绝对不会动心。 你确定, 是林玄欲要对你不轨, 而不是你勾引不成, 倒打一耙诬陷他。 他说话时, 故意显露一丝气息, 欲要以此压迫对方, 让这小小的助击欺女弟子自行改口。 可他气息当刚散过去, 却被岳欲峰直接拦下。 他毕竟是华神后期巅峰的强者, 距离华神大圆满也不过一线之差, 虽说不是纪欲禅对手, 但若想在他手底下保一个人, 还是勉强可以做到的。 就算他没保住这女弟子, 让纪欲禅失手杀了, 那他也可以借此良机与中风主一起发难, 以此逼着纪欲禅低头, 无论怎么样, 他都是稳赚不亏。 楚月站在岳欲峰身旁, 双眼含泪, 似是有些害怕一般, 不敢抬头看人, 反而极为不安地拽着袖口。 听到纪欲禅的话, 他眼底讥讽之色, 一闪而过。 果然是上梁不正下梁歪, 他还什么都没说呢, 这纪欲禅就开始诬陷他, 勾引灵雪了。 还好是他在这, 若是晃得性子软的, 还不得被他欺负死。 想归想, 他动作可丝毫不慢, 纪欲禅话音刚落, 他历时便开始哽咽, 神色委屈。 宗主明鉴, 我所言句句属实, 却是林主管想要对我做那禽兽不如之事。 今日, 我去宝格与林管事递交百花燕剩余灵石和账目, 原本也只是很简单的工作, 可谁承想? 他用力捂住嘴巴, 眼泪不要前视地往下掉, 断断续续地说道。 谁承想, 林管事既然受性大发, 拉着我就往桌上按。 说到这, 他顿了下, 抹了把眼泪, 贬着嘴说道。 林管事还说, 若我不从, 他就跟执法堂说我贪莫百花燕的灵石, 以他的身份, 定能让执法堂为命适从, 到时把我抓进执法堂, 必会被抽屁八股, 受尽疾刑, 到时候我肯定会被折磨至死。 他还说, 还说只有他能救我, 只有我从了他, 他才不会去诬陷我。 还好我跑得快, 要不然我这清白, 可就毁在他手上了。 他一边说一边抹眼泪, 哭得那叫一个凄惨, 眼眶通红, 肩膀还一抽一抽的, 再配上他那哀怨的表情, 让殿内众人顿生怜爱之心。 岳玉峰听着听着, 神色一动, 传音欲见散出一道微光, 让他眼中不自觉多了些意思。 等到楚岳说完, 他顿时怒吼一声, 这个畜生, 简直禽兽不如。 不过一个小小杰丹弟子, 竟敢仗着自己身份高一点, 就敢在宗内横行霸道, 目无法寂。 如此禽兽行径, 他将宗门法度立于何地? 宗主, 此子丧心病狂, 真如色中恶鬼一般, 连侵辱手足的师妹都不肯放过, 恐怕在暗地里, 更是祸害了不知多少女修。 如此无名, 若是传了出去, 让旁人知道了, 还以为是宗主教徒无方, 到时让整个修仙剑, 如何看待我们林天宗? 还望宗主能以大局为重, 准我亲自出手, 将这畜生拿下, 抽魂炼破, 以急刑处死。 纪玉禅越听脸色越黑, 直到最后一句听完, 早已是一片铁青之色, 看向岳玉峰的目光, 更是多了一丝冷意。 胡闹? 此事真假, 尚未可知, 仅凭此女一面之词, 并不能说明什么, 岳堂主怎递这般者极定罪? 他隐隐察觉不对, 不过一个女弟子而已, 只要林玄喜欢, 便是当场拿下, 又能怎样? 岳玉峰怎递这般小题大作, 特意到林天殿和他公然叫板, 甚至话里话外, 一直一由所指。 难道, 他想和我作对? 既宇禅眼眸微眯, 这对他有什么好处? 我已让人去换林玄来此, 岳堂主不如稍等片刻, 等他来了一问便知。 正在此时, 急到人影游远极近朝着林天殿而来, 落在殿外后快步走了进来, 正是三长老与林玄等人。 师父! 一进来, 林玄就放声惨嚎, 其声凄厉, 透着一股子哀伤与悲愤, 可殿内众人却没理他, 反而脸色变得极为难看。 什么味? 真臭, 谁拉裤子了? 岳玉峰伸手在鼻尖扇了扇, 事先在几人身上扫来扫去。 见状, 三长老等人连忙往旁边挪了几步, 陆境雪面色尴尬, 有心想陪着林玄, 可待他看到众人嫌弃的目光后, 还是无视了林玄求助的视线, 悄悄往旁边挪了几步。 如此一来, 就只剩下林玄一人站在大殿中央, 这味道是谁散出来的, 一言可知。 连三师姐也开始嫌弃我了。 林玄颓然收回视线, 他原本还盼着陆境雪能站在他旁边, 就算他不帮她说话, 只是陪着她也好。 可是, 他悄然攥紧拳头, 果然, 关键时刻, 只有师父才能帮我。 师父, 我, 我被人侮辱了呀。 第251章, 哪个女修会用自己的清白诬陷人? 既雨缠面色难看, 林玄上一次在秘境外就够丢人的了, 这次怎么比上一次还严重? 小萱, 你这是怎么回事? 是谁这么大胆子, 敢在我眼皮子底下欺负你。 他神色冷烈, 上一次情况特殊, 林玄被江涵欺负, 纯属意外。 但这一次, 林玄可是一直在宗内, 是谁这么大胆子, 竟敢在临天宗内欺负他的乖徒弟。 林玄一听到这话, 心中的悲苦, 委屈, 难受, 种种心绪顿时再也压制不住, 凄苦之意直冲心头。 他被人当众往头上扣屎盆子啊。 更让他憋屈难受的是, 他竟然忘了那个人是谁, 只记得是个女修, 但却完全忘了对方长什么模样。 这样一来, 他就算想报仇都没有办法, 悲伤流入眼底, 化作两行青泪啪哒啪哒落在地面。 师父, 那些没良心的白眼狼, 他们竟敢侮辱我啊。 话一开闸, 就再也停不下来, 他神色凄苦, 呼吸急促, 声音哽咽。 我, 我堂堂宗主清传弟子, 竟然被, 被那恶心人的玩意, 在大庭广众之下, 给我扣使盆子啊。 师父, 凄惨无比, 让楚越兴奋地又往前凑了点。 纪雨缠听到这话, 更是有些心痛, 小玄受了这么大委屈, 都是他没照顾好他, 才会让他被人欺负。 不对, 是盆子。 他猛的一个机灵, 闻着灵玄身上依然浓郁的臭味, 原本想要安慰他的心思, 被他彻底掐灭。 谁干的? 怒意生疼, 时隔多日, 他的神识再次降临整个灵天宗, 自宗内各处轰然扫过。 不过这次, 他的动作特别粗暴, 经得各风纷纷亮起彩色光芒, 将他的神识挡在风外。 哼, 他呼得冷哼一声, 视线自月玉峰身上扫过, 最后落在灵玄身上。 告诉为师, 是谁干的? 灵玄哽咽声顿住, 深深低下头去。 我, 我忘了。 既雨缠一致, 脸色变得极为复杂, 这么大的事都能忘, 小玄是不是有点太心大了? 宗主, 此事不打紧, 不如稍后再说, 我们还是先说正事。 月雨风沫的开口, 转身看向灵玄。 灵玄, 你还有何话说? 灵玄一猛, 说什么? 你调戏女弟子, 意图不轨, 如今人正在此, 你还想抵赖不成? 调戏女弟子? 灵玄顿时忘了之前的委屈, 转而升起了新的委屈。 我调戏谁了? 我怎么不知道? 就在这时, 楚月轻轻啜泣一声, 顿时引起了店内所有人的注意力。 灵玄看到她的一瞬间, 脑中顿时一猛。 陈师妹, 一副怕极了的模样, 惊恐地看着她。 月堂主, 你看她。 月雨风身子一晃, 将楚月挡在身后, 面色不善地看向灵玄。 你干什么? 你还敢吓她? 我告诉你, 今天你若老老实实认错, 我看在宗主的份上, 还能饶你一命。 但你若是死不悔改, 就别怪我不客气。 她说得极为硬气, 可灵玄也是半步不退。 来的路上, 她就已经想过了, 若说谁最有可能害她, 自然就是这个被她怀疑吞了灵石的陈师妹了。 此事原本就是她一手操办的, 可她办完回来之后, 灵石却忽然少了那么多, 要说谁最有问题, 绝对是她无疑。 可她万万没想到, 她还没去找他麻烦, 她竟然还敢恶人先告状, 竟敢诬陷他非礼。 灵玄拳头攥紧又松开, 不要脸的贱人, 竟然做出这种伤敌一千, 自损八成的事。 不过, 如此一来, 不正好证明这个贱人有问题吗? 既然她能诬陷他一次, 就能诬陷他第二次。 想到此处, 灵玄指着陈师妹怒道, 师父, 我没有, 这个贱人是恶人先告状, 故意来陷害我。 继予长文言反应极大, 她气势一变, 目光陡然变得森寒, 犹如看一个死人一般, 看向楚越。 竟敢陷害同门, 你真是好大的胆子。 说着, 她抬手一挥, 就要把这个霍乱源头一巴掌拍死。 可就在这时, 岳玉峰一步踏出, 身上气势暴涨, 引有黑雾涌现。 宗主莫要心急, 事情还未弄清楚, 不如先查清事实再说。 查? 有什么好查的? 此女诬陷灵学, 定然是要霍乱宗门, 如此妖念, 定是邪秀无疑。 继予缠神色冷漠, 岳玉峰一步不让, 二人一时僵持起来。 可就在这时, 楚越却凄惨一笑, 泪水如断了线的珍珠一般, 啪哒啪哒往下掉。 宗主, 同为女子, 应当知道清白对于女子来说意味着什么。 我一个清清白白的弱女子, 与灵师兄无冤无仇, 何至于毁了自己的清白, 去诬陷她。 她哭得极惨, 说话一抽一抽的, 看起来可怜极了。 此话一出, 众人顿时沉默, 所有人都知道清白对一个女子有多重要, 修仙界还算好一点的, 若是在世俗中, 没了清白的女子与死人无异。 这下, 就连继予禅心敌也略有松动。 难道, 小玄珍呢? 数十道目光全部聚集在灵玄身上, 有痛惜, 有厌恶, 就是没有同情。 可灵玄看到这一幕却不干了, 做没做, 她能不知道吗? 她不过是说了她一句, 连碰都没碰她一下, 怎么就成了非礼了? 不知廉耻, 她怒骂一声, 亏我对你那么信任, 你胆大包天, 偷到宗门灵师不说, 竟然还敢反咬一口, 诬陷我非礼你。 今天当着师父和各位长老的面, 我劝你快快认罪伏法, 把零食交出来, 不然, 你别怪我不客气。 可谁知, 她这话一说出口, 店内顿时陷入诡异的安静之中, 纪玉禅更是脸色一暗, 果然如此, 看来非礼之事也是真的了。 可她是不是有些太蠢了, 竟然当着这么多长老的面出言威胁, 丝毫没有考虑过后果。 她这么多年的悉心教导, 便是交易投诛, 也能化刑当个人了吧。 第252章, 这孩子被冠坏了, 不过不管怎么说, 小玄终归是她寄予厚望的弟子, 现在岳玉峰也不知是什么意思, 虽说闹到这里, 但她又没有大肆声张。 眼下知道的人不多, 还是要赶快想个办法, 把小玄保下来才是正事。 至于岳玉峰则是心底一松, 她也没想到, 临玄竟然这么经不住事, 三言两语就把她自己绕了进去。 事已至此, 对有汝门风的罪名差不多已经稳了, 接下来只要再把他莫灵时的事情做时, 就是谈条件的时候了。 而楚越, 她哭得更厉害了。 她躲在岳玉峰身后, 只探出半张脸在外面, 连看都不敢看她一眼, 反而抽气着说道, 岳堂主, 她当时就是这样吼我的。 岳玉峰看了凌玄一眼, 冲着纪玉禅道, 宗主, 此事至此已经明了, 就是凌玄见色起义, 图谋不轨, 此此欺压同门, 有汝门风, 按规矩, 当废去修为, 逐出师门。 不可。 凌玄大喝一声, 神色惊恐地看向纪玉禅, 她不明白, 不过就是一件莫须有的小事, 他们怎么能这么简单, 就信了那个贱人的一面之词。 更让她心里难受的是, 师父为什么不替她说话? 师父, 我没有, 我真的没有。 碰。 纪玉禅猛地一拍扶手, 冷声喝倒。 住口。 巨大的响声吓得凌玄一个机灵, 她难以置信地看着纪玉禅, 师父竟然吼她, 她竟然吼她。 纪玉禅也很无奈, 店内有这么多人看着, 还有纪玉禅一直盯着她, 便是她想要暗地解决, 现在也没办法立即去办。 眼下唯有让凌玄低头认错, 她再稍退一步, 让些利益出去, 只有这样, 才能堵住这些人的嘴。 凌玄, 我知道你是个好孩子, 这次的事, 你也不是故意的, 只是一时冲动, 差点做了错事。 好在你一直坚定, 及时醒悟, 这才没有酿成大错。 快去向你师妹认个错, 你师妹也不是胡搅蛮缠之人, 你道个歉, 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 宗主月玉峰张口欲言, 却忽然顿住, 不知听到了什么, 顿时闭口不言, 但他眼底却闪过一丝亮光。 宗主竟然直接把这个职位交了出来, 看来这个凌玄, 在宗主眼里的地位不一般啊。 就连萧长老也是表情一愣, 随后偏头看向别处, 明显是无意插足此事。 楚岳见状顿时了然, 这几人恐怕已经完成了利益交换。 只是没想到, 他们动作竟然这么快, 可真是够熟练的, 估计平常没少干这种事。 不过, 躲过这次又怎样, 怀疑的种子一旦埋下, 只会越长越高, 好些还在后头呢, 不把你们玩到图离踪散, 天地咽气, 我岂不是白来一趟? 可就在这时, 一声有些破音的嚎叫声忽然响起。 不, 我不要道歉。 凌玄器的发抖, 眼中更是生起一抹恨意。 我又没有做错, 我凭什么道歉? 他这是诬险。 是栽赃? 师父为什么不信我? 为什么信他不信我? 凌玄体内血液沸腾, 呼吸开始急促, 心中又恨又怒, 只觉得天都要塌了。 相处了十几年的师父, 竟然不信他, 他竟然相信一个外人的一面之词, 反而不信他的真心话。 师姐不帮他, 师父也不帮他, 他们一个个的, 全都不帮他。 那要他们有什么用? 住口! 纪雨缠恨铁不成钢地看着他, 心中失望至极。 他没想到, 凌玄竟然会蠢到这种地步, 他难道真的看不明白现在的情况? 可他又不能明着说, 不然要是传出去了, 让其他弟子怎么看他这个宗主? 他一个弱女子, 难道还能用自己的清白来诬陷你不成? 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 可执法堂都来抓人了, 你怎么还不醒悟? 只是让你道个歉, 又不是让你跪下磕头, 你怎么就不能服个软? 难道你真想被抓到执法堂去, 才肯醒悟? 我就不! 我没错, 凌玄不服, 入宗这么多年来, 他一直顺风顺水, 无论做什么纪玉禅都依着他, 更是从未有人对他说过重话, 眼下, 他在外面受了那么大的屈辱, 没人帮他出头也就罢了, 刚到临天殿又突然被人冤枉, 可就在他信心满满, 以为师父会帮他的时候, 纪玉禅竟然不信任他, 怒火熊熊燃烧, 瞬间冲破了他的理智, 我没有做这种事, 为什么不相信我? 到底要怎样才能相信我? 他猛地转头看向楚越, 口中大喊一声, 都怪你, 见人, 去死吧, 说着他身上凌厉鼓动, 竟是要对楚越出手, 啊, 救命啊, 杀人啊, 楚越尖叫一声, 躲在月玉峰身后, 被吓得浑身颤抖, 紧张又兴奋地盯着正准备出手的凌玉, 混账, 纪玉禅怒不可遏, 这几个徒弟, 一个两个全都想和他对着干, 莫丘双是这样, 夏浅浅也是这样, 现在竟然连凌玉都敢和他闹红脸了, 再这么下去, 他还怎么做他们师父, 他们眼里到底还有没有他这个师父, 真是给他们脸了, 对他们宽容一点, 就都当作理所当然了, 真以为他不会发脾气, 他身上气势暴涨, 一股如山岳般厚重的压力, 轰然砸在凌玉身上, 碰, 巨大的威压让凌玉碰得跪在地上, 身体似乎被一条巨蟒死死孤住, 丝毫动弹不得, 只能大口大口喘着粗气, 可随着他越呼吸, 那股力量就孤得越紧, 到最后, 就连五脏六腑, 也像是被一双大手用力抓住了一般, 痛得他脸色胀红发紫, 啊, 他痛苦地惨叫出声, 脸上瞬间布满黄豆大的汗珠, 快去道歉, 继于蝉声音冰冷, 看到凌玉此时的模样, 他虽然极为不忍, 但为了能让凌玉常常记性, 他不得不狠下心, 给他吃点苦头, 为了保住凌玉, 他可是承诺了一个肥缺给月玉峰的子侄, 如此才给了凌玉一个道歉赎罪的机会, 若凌玉在这般不识时务, 虎脚蛮缠, 让他一番心血付诸东流, 他不介意换一个更激烈的方法, 比如当时对江涵用的方法, 那个就挺好, 江涵当时就被他收拾得很听话, 只是后边没把握好尺度, 这才让他生出了一些反叛之心, 这次的事件正是个好机会, 凌玉这么不听话, 都是被他那几个世界惯的了, 欲不拙不成器, 他这么做, 也是为了他好。 第二百五十三章, 他们就是不想帮忙罢了。 小玄, 你别这么讲好不好, 听师父的话, 快去道个歉。 陆敬雪见凌玄这么痛苦, 忍不住传音说道, 只是道个歉而已, 又不是什么大事, 既然师父要你这么做, 一定是有什么苦衷的。 若你真的咽不下这口气, 等这次事情结束, 我亲自带你去找那个贱人报仇, 到时候, 你想怎么收拾他, 就怎么收拾他, 有师姐在, 绝对不会有人来找你麻烦。 陆敬雪说的情真意切, 师姐真的是一心为了灵璇着想, 可任凭他怎么说, 他却还是一声不吭。 明明他才是受害者, 凭什么要他道歉? 他才不要向这种小人低头。 听到三师姐说师父有苦衷的时候, 他更是暗中咬了咬牙。 师父和师姐到底怎么回事? 一个唱红脸, 一个唱白脸, 真以为他是什么都不懂的傻子吗? 竟然拿这种手段来对付他。 苦衷? 师父哪来的苦衷? 他怎么可能会有苦衷? 他可是灵天宗宗主, 在宗内地位最高, 说一不二的人物便是在整个修仙界, 那也是站在顶端的强者, 想干什么干什么, 谁能让他有苦衷? 说白了, 他就是不想帮他罢了, 若是他真想帮他, 便是有天大的苦衷, 他也会自己克服, 拼尽全力来帮他。 灵璇嘴角一出一丝鲜血, 体内的疼痛愈加剧烈, 呼吸也越来越艰难。 这些都在不停地提醒他, 师父这次是认真的, 他真的是认真的, 若是再不低头, 恐怕他还要吃更大的苦头。 既然如此, 他又何必强撑呢? 反正也没人帮忙, 师父一心只想着稀释宁人, 根本不愿为他考虑。 就算他受了天大的委屈, 也只能自己一个人默默承受, 谁又曾在意过他呢? 灵璇双手撑在地面, 因为太过用力, 导致他的双臂不断颤抖。 在越来越重的压力下, 他眼中的光芒愈发暗淡。 他再撑下去, 又有什么意义? 他再不低头, 也只会让自己伤得更重罢了。 说到底, 还是太弱了。 灵璇撑着地面艰难起身, 虽然身上的威压压得他直不起腰来, 可他却没有看姬雨缠一眼, 反而对着楚越低头, 沉默片刻后, 开口道歉。 对, 他是想道歉的, 可那补威压太重, 重道他他用尽全身力气, 也只能艰难吐出这一个字来。 就在这时, 似乎是姬雨缠察觉到了他的威压太重, 往回收了一些。 灵璇身上的压力陡然一松, 疼痛消退, 呼吸顿时顺畅起来。 灵璇眼底一暗, 果然, 师父只想让他道歉, 根本不愿理会他到底有没有错。 他跪在那里挣扎了那么久, 他却始终不肯让步, 他一开始道歉, 他立马就收起了威压。 说到底, 他还是只为了他自己的脸面, 想要尽快稀释宁人罢了。 自己在他眼中, 到底算是什么? 陈师妹, 对不起, 这次是, 是我的错。 他说话有些不太顺畅, 但好歹还是说了出来。 等他说完, 大殿内的气氛顿时轻松不少, 不少人都松了口气, 但与之相对的, 一道道无形的压力, 却悄然聚集在楚岳身上。 很好, 小玄你果然没有让我失望, 偶尔犯点小撮不可怕, 只要能端正态度, 及时纠正就好。 纪玉禅脸上难得的露出一丝笑容, 今天一桩桩糟心事, 让他烦不胜烦, 可那都不重要。 经过此事, 他终于知道了灵璇的缺陷, 以后针对教导就好了。 以前确实是他们太惯着他了, 这次只是略微给点压力, 他就变得这么听话, 以后只要控制好压力的尺度, 一定能把他教导得更加听话。 接着, 他转头看向楚岳, 灵璇已经知错, 这件事本来也算不得什么大事, 顶多算是一场误会。 他话没说完, 但在场众人都能明白他的意思, 楚岳自然也不例外, 但他还未开口, 便瞧见纪玉禅忽然变得幽深的目光, 还有月玉峰不经意间批来的威胁。 威胁个毛线啊, 要不是有那死规矩限制, 我早就把你们全给拍死了。 真是晦气。 楚岳扁了扁嘴, 抹了把眼角泪珠, 极其不愿地点了点头。 既然林师兄之错, 我也不是不是好歹的人, 可是, 他猛地抽咽了一下, 带着哭腔说道, 可是, 林师兄差点毁了我的清白, 怎么能只有轻飘飘的一句道歉就过去了呢? 若我就这么回去了, 旁人还以为是宗主已施压人, 我被逼迫之下不得不低头, 说着, 他喉尖一阵哽咽, 像是下一刻就要大声哭出来一样。 既宇禅心中生起一丝火气, 面色不善地说道, 你想要什么? 敢这么明目张胆地跟他有好处, 这女修胆子未免太大了, 若不是月玉峰拦着, 他非要给他点教训不可。 一听这话, 楚岳立刻来的精神, 目光钉向林玄腰间, 那里, 正挂着一块龙形玉佩, 散着暗黄色宝光。 我听说林师兄有一件法宝, 名为龙灵玉, 传闻里面封印了一条真龙灵魄, 我瞧着挺喜欢的, 不知。 他探出半个脑袋看着林玄, 贬着嘴委屈地说道, 不知林师兄能否割爱。 法宝什么的他不在乎, 主要这上面沾了点器语, 他要收回来, 还给这方天地。 咯吱咯吱, 林玄拳头捏得咯吱作响, 这贱人未免太不知好歹了, 自己能向他低头道歉, 已经是莫大的恩赐了, 他竟然还想抢他的法宝, 师父已是压他也就罢了, 他毕竟是化神大圆满的强者, 有这个资格欺压他, 可他一个刚入内门的低级弟子, 不过筑基器的修为, 哪来的狗胆, 竟敢敲诈他的法宝。 你休想, 他怒吼出声, 给他, 纪雨缠声音冷漠, 一件天间三品的法宝罢罢了, 他还不放在眼里, 师父, 这可是, 林玄不服, 我说了, 给他, 季雨缠语气强势, 林玄文言拳头又紧了一分, 一次又一次, 师父今天已经不止一次逼他了, 他是不是忘了谁才是他的徒弟了。 第254章, 暗戳戳上眼药, 可他想起师父方才对他的压迫, 顿时不敢出声反驳, 只能恨恨地将玉佩摘下, 极为不甘地丢给了楚越。 So, 他丢得非常用力, 玉佩化作一道流光, 斜着一股大力, 请客便冲到楚越身前。 楚越抬手接去, 在接触的一瞬间, 他面色顿时一白, 挨压一声, 顺着那股力道往后倒去。 好巧不巧的, 他下意识拉住了玉余风的袖子, 稍一用力, 顿时把他拉得一个亮强。 玉余风眼露骇然, 只觉一股大力袭来, 仓促之下, 竟然硬生生把他轰得往后退了半步, 差点摔倒。 好在他及时施法止住身形, 要不然可就丢大人了。 哎呀, 月堂主你没事吧? 楚越脸色苍白, 却不顾自己, 反而满脸关切地扶着月玉余风。 待看清月玉风铁青的脸色后, 他连忙转头目视林玄。 林师兄, 你怎么能这样, 不就是要你一件法宝而已? 你怎么能因此怀恨在心? 暗中对月堂主下手, 要是把月堂主打出好歹可怎么办? 月玉风同样心中不愤, 脸色一片铁青, 他堂堂化神后妻, 巅峰的强者, 怎么可能会被一个结单妻出手余波震动身形? 若是, 他方才有意克制, 单凭灵力反振, 就能把林玄振成鸡粉, 魂飞魄散, 能让他错不及房下吃了暗亏, 定然是宗主不满他今日举动, 暗中出手, 想要以此给他的教训。 哼, 他冷哼一声, 甩开楚月扶着他的手, 冷冷地瞥了林玄一眼, 阴阳怪气地说道, 林师侄真是好大的力气, 竟连我这把老骨头都扛不住, 莫非师侄已经化神大圆满了? 林玄一脸猛逼, 什么化神大圆满? 他要是有化神大圆满的修为, 还能被你们这么欺负? 这店内有一个算一个, 谁都别想活着出去。 至于力气, 他哪来的什么力气? 他就随便扔一下, 怎么就差点把月堂主打倒? 奇怪, 他疑惑地看向自己双手, 心中隐隐升起一个可怕的猜测, 难道自己真的觉醒了什么隐藏天赋? 好了, 小玄也是无意之举, 月堂主莫要放在心上, 纪玉禅看了月玉峰一眼, 心中冷笑不已, 这老小子为了诬陷灵玄, 真是什么混招都敢使, 结单凄厉汉化神后七巅峰, 啊, 亏他想得出来, 还有那个女弟子, 竟敢当着他的面说小玄坏话, 真是活腻歪了, 再让他蹦跶两天, 等此事结束, 留不得他, 既然事情都解决了, 那诸位就请回吧, 纪玉禅揉了揉眉心, 今天这一堆破事把他烦得不行, 现在只想赶快清静清静, 我还要和灵玄说说话, 就不送了, 宗主且慢, 三长老突然开口, 见众人目光看来, 他扫了月玉峰一眼, 见他没有反对, 这才抬手一指灵玄, 肃然说道, 灵玄被人举报贪磨灵石, 他还要和我们去执法堂走一趟, 怕是不能再留了, 你说什么, 真有人举报小玄贪磨灵石, 纪玉禅目光一冷, 豁然扫向楚越, 是不是你干的, 楚越一愣, 慌忙白手否认, 不是我不是我, 我只是一个弱小又无助的猪鸡七小弟子, 怎么敢去执法堂那种可怕的地方, 他窃窃地看着灵玄, 表情害怕又委屈, 再说了, 灵石兄秀为高深, 还是宗主清传弟子, 下一任灵天宗宗主, 身份那么高贵, 我怎么敢去举报他, 这一句, 下一任灵天宗宗主, 顿时让殿内众长老心中一惊, 神色严肃, 紧紧皱起眉头, 就连路径学也不例外, 几十道视线落在灵玄身上, 见他坦然而立, 没有出言反驳, 甚至连一句客套话都没, 众人见状, 心中猛的一沉, 目中更是多了许多一色, 下一任灵天宗宗主, 就他, 闹呢吧, 宗主之位何其重要, 不但需要修为, 天赋, 物性皆是最佳, 还要有远超同阶的心胸, 眼界和头脑, 这灵玄修为低下, 天赋虽然尚可, 但也算不上多强, 物性还不咋样, 这都结单后期了, 连个意境都没领悟, 和普通弟子根本没什么区别, 性格差, 又没脑子, 眼中只会盯着师妹和灵石, 就这种人, 无论再怎么看, 他也和一宗之主不搭边码, 就算随便找个封主出来, 也比这小子强得多, 更别说还有宗主大弟子墨丘霜在前, 还有那几位化神七封主时刻盯着, 这个位置怎么着也闻不到他, 众人严肃的对视一眼, 眼中全是不认同之色, 可这番小动作, 竟是没被纪与禅发现, 他原本就是这么想的, 自然没觉得那句话有哪里不对, 反而是楚越那一番话, 说的情真意切, 顿时让他皱起了眉, 小玄在宗内向来不与人交恶, 唯一有冲突的, 也只有这女弟子一人, 不是他干的还能是谁, 宗主, 无论是何人举报, 此事证据确凿, 必然要让凌玄去执法堂走这一趟不可, 三长老拱手说道, 纪玉禅脸色阴沉, 心中又多了些火气, 他原以为丢块肉未饱约玉风这个头廊就够了, 可眼下看来, 执法堂的胃口好像有些太大了, 飞去不可, 飞去不可, 这却是岳玉风开口了, 一派胡言, 陆静雪藏下心中思绪, 怒喝道, 小玄一向老实本分, 自打入了宝阁之后, 为了宗门事务日夜操劳, 从未出过宝阁一步, 他上哪里探墨灵石去, 这件事, 定然是由小人设计诬陷, 故意去执法堂举报, 岳堂主切莫听信小人之言, 冤枉一心为宗门出立的忠良之人, 寄予禅闻言赞同点头, 静雪此言有理, 小玄一向不贪财, 不练拳, 便是每月月历他都用不完, 又哪里会去探墨那区区几颗灵石, 岳堂主不如好好查查, 到底是谁在散播谣言, 这种霍乱人心, 扰乱宗门安定之人, 定要将其抓住, 抽魂练破, 以锦效尤, 他说的斩钉截铁, 这话已经表明了他的态度, 绝对支持凌玄的态度, 此事和方才那等捕风捉影之事不同, 探墨灵石, 他得拿出证据才行啊, 仅凭举报可定不了罪。 第255章, 我可以毫不违心地说, 我从未拿过一颗灵石, 若他真要硬碰硬, 强行给凌玄定罪, 最后除了把他, 还有他后面那些人碰个头破血流之外, 他又能落到什么好处? 但凡岳玉峰不是个傻的, 就绝不会因为这件小事和他对着干。 凌玄站在原地一言不发, 他已经确认了, 一定是陈师妹举报的他, 也只有他才会这么做这种出力不讨好的事。 除了他, 他想不到还有谁, 不就是没给他分灵石, 他至于这么狠吗? 他若是张头讨要, 自己说不定还能给他几块, 但他好死不死, 竟然敢去执法堂举报。 真是个没脑子的贱人, 等此事过去, 便是他跪下求饶, 也绝不能放过他。 纪玉禅原本自信满满, 可他转头, 却看见凌玄低着头不说话, 心底顿时咯噔一声, 暗道不妙。 这一副做贼心虚的模样, 难不成, 凌玄真的拿了不该拿的东西? 他面色微变, 心中暗恼。 愚蠢, 愚蠢至极。 身为他最宠爱的弟子, 他想要什么东西没有? 只需随口说一声, 自然有人给他加倍送去, 何必去摊这几颗零食? 便是他不说, 自己又何曾亏待过他, 门内搜罗到的宝物, 只要是他用得到的, 自己全都给他送过不少。 可他竟然连这几颗零食都要摊掉, 真是, 胸无大志, 目光短浅。 王他曾经悉心教导, 可现在看来, 他和江涵竟是毫无两样, 都是只顾着眼前迎头小利的市井之徒。 若是因为这几颗零食坏了他的名声, 那损失掉的利益, 远远要比这几颗零食大得多。 绝不能让执法堂把他带走, 这件事, 绝不能落到实处。 他沉阴片刻, 面上呼得一怒, 月堂主。 你们执法堂到底什么意思? 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紧抓着灵玄不放? 方才之事也就罢了, 如今更是妄加谣言, 欲要污蔑灵玄贪磨灵食。 我告诉你, 你虽然是执法堂堂主, 但执法堂可不是让你胡作非为的地方。 你若在无理取闹, 仗着职位为非作歹, 我有的是办法把你从这个位置踢下去。 他眼中闪着危险的光芒, 只要在灵天宗内, 他就是无敌的, 想收拾一个人, 根本不费吹灰之力。 今天你要是说不出个一二三来, 我定然饶不了你们。 他就不信了, 他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难道月玉峰还敢继续和他作对? 真闹下去, 对谁都没有好处。 月玉峰指尖略有些僵硬, 他毫不怀疑姬雨禅的话, 他是真的可以把他从这个位置踢下去。 可这一次, 他代表的不仅仅是自己, 他身后可是占着宗内近七成的封主。 除了那些中立的, 还有胆小怕事之辈, 以及本身就属于宗主麾下的势力之外, 其他人可是都已经表明了态度。 就算真要动手, 自有和长老鼎在前面, 他们只需从旁辅助。 更何况, 他们本就没想要凌玉的命, 只是想以此事为机, 达成某些目的罢了, 还达不到拼命的程度。 闹到最后, 无非就是利益多一点少一点矣, 只要宗主肯退一步, 他们自然也能退一步, 双方皆大欢喜, 这才是最好的局面。 我知道凌玉是宗主最疼爱的弟子, 可就算他身份高贵, 但只要他犯了法规, 执法堂也定然不会放过他。 更何况, 我既然要抓他, 自然是有了证据在手。 月玉峰神色肃然, 一语出, 顿时让凌玄心里一颤。 他有证据, 他有证据, 他哪来的证据? 自己根本就没有拿过灵石, 他怎么可能会有证据? 不可能, 我自入了宝阁之后, 一门心思为宗门出宫出力, 从未拿过一颗灵石, 那证据一定是伪造的, 绝对不是真的。 我可以毫不违心地说, 我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宗门。 心中一急之下, 他脑子转得格外的快, 一大串场面话, 张嘴就来。 我上任宝阁管事以来, 为了宗门发展呕心立血, 没日没夜地为了宗门发展民思苦想, 这才想出了一套绝妙主意, 助宗门渡过了难关。 可我做了这么多, 不但从来没想过让宗门给我奖赏, 更是从来没有做过任何损害宗门利益的事情。 由此, 足以证明我不是那种贪财耗利之徒。 我为宗门付出这么多心血, 宗门理应记得我的功劳才对。 可岳堂主你怎能如此怀疑我? 此事定然是有人诬陷, 还望岳堂主能好好查查, 切莫轻信小人之言, 用那伪造的假证据, 含了功臣的满腔热血。 岳玉峰只是听着, 既不反驳, 也不赞同。 可他越是这么镇定, 岳玉峰心中反而愈加惶恐不安。 他面上努力保持着肃然之色, 大声说道, 更何况, 我担任宝阁管事一职, 乃是师父所托, 一言一行都代表着师父的脸面。 师父把这么重要的位置交给我, 那是师父对我信任, 相信我能把这件事做好, 我怎么可能因为一点灵石就辜负师父的信任, 丢了师父的脸? 贪莫灵石之事, 实乃子虚乌有, 岳堂主切莫因为一些风言风语, 拿到了一些虚假的证据, 就无端端怀疑我对宗门的忠诚。 林玄这一番话说得真诚无比, 便是其他人听了, 也都要觉得他是个一心为功的忠诚良将了。 就连纪雨禅都被他这一番话打动, 不愧是他的乖徒弟, 场面话说的确实有点脑子。 短短几句话, 不但指出了他为宗门劳心费神做出的贡献, 还点出了他宗主弟子的身份, 更是把他的行为和他的脸面绑在了一起, 最后还给了岳玉峰一个台阶下。 若是谁敢动他, 就是打压功臣, 就是不给他面子, 但只要岳玉峰顺坡下驴, 大家就能相安无事。 若是一般人听了, 恐怕还真会信了他。 只可惜他心跳太快, 暴露了他心底的紧张, 而且岳玉峰就是冲着他来的, 自然不会在乎他的脸面。 纪雨禅心底暗叹一声, 小璇还是太年轻了, 经历的事情太少, 还藏不住心事。 也许该放他下山去历练一番了, 等他心境再成熟一些, 而且再说这话应该就没有破绽了。 哼, 戏唱得不错。 果然, 岳玉峰也发现了凌玉的异常, 他吃笑一声, 朝着三长老一挥手, 把东西拿出来, 让这位自诩宗门功臣的领馆士好好看看。 第256章, 他没拿, 这不算犯法。 随着他话音落下, 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地落在了三长老身上。 三长老文言点头, 手腕一动, 取出一个被禁止封锁的玉盒, 带他掐出几个硬诀打开玉盒后, 里面赫然放着一颗拇指大的刘颖珠。 又是刘颖珠。 林玄心底生起一抹不好的预感, 能用刘颖珠记录和他有关的事, 只能是和他近距离接触之人。 而他这段时间一直未出宝格, 那这个人, 只能是他前几天才找的两位师妹。 他豁然抬头, 目光凶狠地看向楚越, 神色猙獰地骂道, 贱人, 果然是你陷害我。 楚越身体一缩像是怕急了一般, 我敢陷害你, 做没做你自己知道, 你别想冤枉我。 说完, 他赶紧缩回岳玉丰身后, 只留下半张脸在外面。 岳堂主他紧张地揪住岳玉丰衣袖, 表情十分委屈。 岳玉丰皱眉瞥了林玄一眼, 这小子真是一点记性都不长, 刚刚才撤亏, 竟然还敢当着他的命威胁人。 就在这时, 三长老已经激活了刘颖珠, 随着一道光芒射出, 一幅画面在半空缓缓扑开, 足有仗于大小的画面, 足以让所有人都看得一清二楚。 只看一眼, 林玄立马便眼前一黑, 险些站立不稳。 怎, 怎么会是他? 那光幕里面, 赫然是他和新师妹在宝阁内, 让他把百花燕所需费用, 按五百万零食入账的场景。 就连他最后, 把装有零食的储物袋放入暗格的那一幕, 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直到刚才, 林玄一直以为是陈师妹干的, 他从未怀疑过新师妹。 可除了他之外, 当时在场的根本没有外人, 贱人, 贱人, 都是贱人, 在场的几乎都是人精, 到这时, 谁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纪雨缠的心一点一点沉了下去, 他没想到, 林玄竟然真的蠢到了这个地步, 他贪就贪了, 他怎么能当着别人的面去做这种事? 那两个女弟子才和他接触多久啊, 又不是他的心腹, 他怎么能这么信任他们? 他现在更加觉得, 之前真的是把他保护得太好了, 从来没有经历过世间的尔虞我诈, 硬生生把他养成了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废物。 这个贱人, 他什么时候用了流影珠? 为什么我不知道? 林玄神色慌张, 面色惨白无比, 一时心急之下, 更是一不小心把心里的真实想法说了出来。 可他很快反应过来, 慌忙解释道, 不, 不对, 我没有贪摸零食, 我只是把零食放在宝阁, 等到李清账目后, 就会送入宝库, 我一颗零食都没有动过。 他没有拿那些零食, 他没有拿, 那些零食只是先放在那里, 过几天他一定会把零食送到宝库, 这不算贪污。 林玄双腿发软, 胸口闷痛, 巨大的恐惧压在心头, 让他几乎喘不过气来。 他不能承认, 打死他都不能承认。 宗内对于贪污受贿之事, 惩罚极其严重, 若是被坐实了这个罪名, 轻则废除修为, 逐出宗门, 重则抽魂炼破, 日夜承受万魔弑魂之苦, 永世不入轮回。 无论是哪一种后果, 都绝不是他所能承受的。 这刘影珠是假的, 都是假的, 这是诬陷, 这是栽赃。 你们信我, 信我啊, 我真的没有动那些零食, 不信你们去看, 那些零食就在那里放着, 你们去看啊, 我一颗都没有动过。 他毫无形象地拍着大腿大喊大叫, 可到了这时, 甚至已经有些语无伦次了, 可任凭他说的天花乱坠, 也绝不会再有人信他, 便是最信任他的继郁禅和陆敬雪, 经过这几件事, 也已经对灵璇贪磨之事, 醒了八九分了。 小璇, 你缺灵石怎么不告诉我? 你怎么能打宗门灵石的主意? 陆敬雪神色哀怨, 灵璇所作之事颠覆了他对他的印象, 他怎么也没想到, 那个乖巧董事的师弟, 竟然是这样一个贪财好色, 蠢笨如猪之人。 他做就做了, 怎么也不做干净点, 还能让别人发现, 就为了这点东西, 给人留下这么大的把柄。 想当初, 江涵每次犯错都被抓到, 不就是因为他不会藏丧物, 不会毁灭证据吗? 那么多活生生的例子在前, 他怎么一点教训都没学到? 犯了这么大的错, 他自己要受罚不说, 还会连累他们也跟着丢脸。 真是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林璇现在也很绝望, 他这是第一次做这种事, 怎么和之前听说的不一样呢? 不都说助理是帮领导善后的吗? 为什么他的助理, 竟然在他背后捅刀子, 还把这事用刘颖珠记录了下来? 记录下来也就算了, 他顶多放弃那些灵石罢了, 可他竟然还把这事举报到了执法堂。 这个贱人真是又坏又没良心, 把事情闹得这么大, 这些灵石必然要被宗门收走, 这对他有什么好处? 惶恐间, 林璇看见姬雨缠阴沉如水的脸色, 心中非但不怕, 反而再次生起一丝希望。 师父! 对, 他还有师父, 师父可是一宗之主, 只要有师父在, 就算给执法堂食的胆子, 他们也绝对不敢动他。 是, 师父。 他张了张口, 却发现什么也说不出来, 不只是腿软, 就连整个身体都是软的, 脑中更是好似成了一团江湖, 根本不知道自己该想些什么。 契雨缠瞪了他一眼, 眼中满是失望, 别人什么都没说呢, 他就把底细全给抖搂出去了, 真是, 他想了很久, 还是把刚到嘴边的废物二字给咽了下去, 他沉着脸看向月玉峰, 月堂主, 这梅流影珠一看就是有人伪造的。 你给我看这个是什么意思? 难道, 你想凭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就来断定林玄犯错。 他算是看明白了, 月玉峰今日前来, 绝对是带着某种目的的, 虽然不知具体是什么, 可能是法宝, 也可能是其他的, 但一定和林玄有关。 意思? 我没有别的意思。 月玉峰唇脚带笑, 绝口不提刘影珠真假之事, 只是职责所在, 既然林玄犯错, 我就有责任带他去执法堂走上一遭, 还请宗主见谅。 为什么? 纪雨缠放心了些, 既然月玉峰没说这刘影珠是真的, 那就可以当他是假的, 无非是看他想要什么东西了。 他触犯宗门法规, 执法堂自然要带他回去处置。 触犯法规? 月堂主言中了, 正如林玄所言, 他只是将灵石暂存宝阁, 未曾及时送往宝库而已, 这可算不得触犯法规。 这些自然不算什么。 月玉峰眼中多了些笑意, 可那笑却冷若寒冰, 他突然抬手指向林玄。 可若是他摊了五千万块上品灵石, 这算不算触犯法规? 第257章, 好大一口黑锅。 什么? 五千万上品灵石? 一旦激起千层浪, 店内顿时升起一片嘈杂, 众人骇然看向林玄, 谁也没想到, 他竟然能摊这么多。 就连纪雨缠也有些惊讶, 五千万上品灵石, 他可真敢拿啊。 若是在今天之前, 他就算听到这话, 也只会把他当成一个笑话。 可今天林玄所做的一切, 让他对他多了些有别于之前的看法。 孩子长大了, 总会有些自己的想法, 贪一点没什么。 不过说实话, 他贪的确实有点多了, 容易被人抓住把柄。 五千万块上品灵石, 那可是连许多长老都没见过的数量。 若是换作资源, 足以堆出来一个原因后期的强者。 这些灵石, 对于任何一个修士来说, 都足可称得上是一笔巨款。 林玄他竟然摊了这么多灵石, 还都是上品灵石, 他去宝阁才几天时间啊。 他是从哪里探了这么多灵石? 楚月躲在月玉峰身后, 听得很是清楚。 文言, 他眼中生起一丝疑惑, 他一共也只拿了两千万上品灵石, 怎么一转眼的功夫, 就成了五千万上品灵石了? 剩下那三千万灵石, 去哪了? 他看到林玄一脸猛逼的样子, 不禁有些好笑。 还是他们狠, 竟然给他准备了这么大一口黑锅。 五, 五千万? 林玄回过神来后, 脑中嗡的一声, 双腿一软, 扑通一声摔倒在地。 哪来的五千万上品灵石, 他在宝阁处理的事物, 都是张主管特意给他留的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虽说有些事, 需要他盖了宝印才能执行, 可他只需要盖个印而已。 具体事物, 都是由张主管处理好了的, 他根本就不知道内容。 但就算加起来, 恐怕也没有这么多灵石。 就连数目最大的, 百花燕披下来的灵石, 也是陈师妹去取了之后, 直接拿去副账的, 根本就没经过他的手。 等他再看到灵石的时候, 里面就只剩下五十万了。 那可是五千万块上品灵石啊, 他哪有五千万上品灵石? 这么多灵石, 足够他死上几百次了。 小萱, 你, 你从哪摊的这么多灵石? 陆敬学忍不住问道, 不是五万, 不是五百万, 那可是五千万。 不得不说, 灵璇是有些天赋在身的, 若是让他去做这些事, 怕是他想破脑袋也想不到, 到底要怎样, 才能在半个月内摊末五千万块上品灵石。 也怪不得他会这么快被人抓到把柄, 实在是他摊得太多了, 怎么也不知道小心一点, 这不是上赶着给别人送把柄吗? 不, 不是我, 我没有。 灵璇嘴唇颤抖, 面色惨白无血, 浑身更是犹如坠入冰窟一般, 冻得他直发抖。 哼, 有没有可不是你说了散的。 月玉峰冷哼一声, 看向纪雨缠。 我们在灵璇的洞府附近, 找到了一个储物件, 里面装着整整一千万块上品灵石, 证据确凿, 他才知道在哪了。 他一番话说得义正词严, 可纪雨缠却听到了他的言外之意, 只是在灵璇洞府附近找到的, 不是在他洞府内找到的。 洞府外, 可算不得证据确凿, 也治不了灵璇的罪。 月堂主, 灵璇这些日子, 可一直没有从宝阁出来过, 他不可能把灵石藏在外面。 纪雨缠说道, 也许是他偷偷溜回去放的, 也未可知。 纪雨缠沉默, 他总算是确定了, 纪雨缠的目标不是灵璇, 还真是他。 若是想要对付灵璇, 根本不需要安排这么重的罪名, 他是想要通过灵璇, 把他给拉下水。 而且他说话间处处留有余地, 并没有把话头堵死, 明显是在给他做选择的机会。 可是, 为什么? 他真的不明白, 跟他作对, 对他有什么好处。 真把他惹急了, 他不介意把岳家全族连根拔起, 送他们所有族人去投胎。 他凭什么和他作对? 就凭外面那些人。 以他化神大圆满的神石, 早已发现了外面那数百道在殿外徘徊的神石, 甚至连和长老的踪迹, 他都一清二楚。 就凭这些人, 在宗内根本不可能是他的对手, 只要开启护宗大阵, 以阵势对敌, 再加上有阵宗至宝在守, 再以地脉之力辅助防守, 他在下界就是无敌的, 无论是原因还是化神, 来多少死多少。 但若是那样, 灵天宗也就废了, 只剩下一个空壳子, 什么都干不了。 若不是生死关头, 他也不会那么做。 直说吧, 你们要做什么? 他懒得再和他扯下去, 无非是让出一些利益罢了。 只要这件事过去, 他有的是手段把这些东西全部拿回来。 他在下界的时间不多了, 现在有和他们扯皮的功夫, 还不如让他打坐静会儿心, 安心准备肚结。 月玉峰一愣, 似是没想到姬雨禅这么直接, 不过很快, 他就反应过来说出了早已打好的副稿。 林璇不适合坐这个位置, 把他撤下来。 撤下林璇? 纪雨禅惊住了, 就这事? 就这种小事, 就这么小一件事, 他只要动动嘴吩咐一句, 用不了一时半刻就能解决的小事。 他们竟然到得这么大。 可笑, 真是太可笑了。 数百封主旗帜, 极为化神在侧, 这么大的阵仗, 他还以为他们是想逼他让出宗主之位呢。 他都已经准备好杀鸡儆猴了, 却万万没想到, 他们做这么多, 竟然就为了林璇那还没芝麻大的宝阁主管的位置。 哼, 这群人是不是疯了, 这也太小题大做了。 不只是他, 就连陆敬雪听到这个要求, 也是万分不解。 他还以为这次事情要闹大, 还在纠结要不要继续支持林璇呢? 可没想到, 就这, 这和开启护宗大阵打蚂蚁有什么区别? 乐堂主莫不是疯了? 第258章, 他终于愿意看了。 林璇听到这个要求, 也有些没反应过来, 这么简单就过去了。 只是一个不重要的主管职位, 撤了就撤了, 他若想要, 再让师父给他安排一个就是了。 等他回过神来后, 腿立马不软了, 腰板也挺起来了, 身上迅速生出不少力气, 脸色快速红润, 很快就恢复了活力。 师父还是在乎他的, 虽然方才师父不信任他, 下手又有些重, 可到最后, 他还是站在他这一边了。 这样一来, 师父就还有救, 不像三师姐那样, 简直冷血无情, 都不敢出来护他一下。 等下次三师姐需要帮忙的时候, 自己也这么对他, 让他也尝尝被人抛弃是什么滋味。 他刚才还以为自己要死了, 他真的以为自己要死了, 可没想到, 他们做了那么多, 兜兜转转一大圈, 仅仅是为了把他从宝阁撤下来。 为什么啊? 他不是做得挺好的吗? 经过他的努力, 就这短短半个月时间, 他不知为宗门省下了多少资源。 就连两个师妹也一直对他赞不绝口, 夸他是宗门福星, 未来宗门强大就全靠他了。 虽然这两个师妹都是没良心的贱人, 但他们眼光还是很好的。 而且从不说谎, 句句实话都能说到他的心坎里。 月堂主难道不知道他的功绩, 要不然干嘛要把他撤下来? 若是没了他, 就凭那些废物, 宗内哪会像现在这样欣欣向荣, 未来一片大好。 怕是给他们百年千年时间, 他们也想不到这些绝妙主意。 到那时, 宗内就又成了那个连阅历都发不起的穷光蛋了。 没了生死危机的大恐惧, 林玄顿时觉得自己又行了, 眼中重新闪出自信的光芒, 看着月玉峰, 他们是哪哪都不顺眼。 宗主, 除此之外, 还要把林玄之前定的那些规矩全部废除。 月玉峰说到这话的时候, 脸色变得极其严肃。 新规矩? 纪宇禅一看月玉峰的脸色, 就知道这个才是正事。 他这才想起来, 今天原本就是为了这新规之事, 才叫林玄来自, 只是后来又被其他事给耽搁了。 那新规到底怎么回事? 为什么你们都这么反对? 执事堂已经不止一次和他说过这件事了, 甚至刚开始的时候, 陆长老也和他提过, 只是他一直没有在意。 可看眼下这情况, 好似全东上下都在反对这件事, 甚至因此使得各位丰主联合起来, 又要和他作对。 萧长老和月玉峰对视一眼, 宗主, 您还是亲自看看吧。 也好, 萧长老, 把那新规拿来我看看。 萧长老闻言极为激动, 脸上肉眼可见的, 爬满了喜色。 宗主终于愿意看了, 他终于愿意看一眼了。 那该死的狗屁不通的破规矩, 都以为是他们直视堂病的规矩。 以至于刚开始那几天, 他们直视堂的人, 每天走在路上都能听到别人在骂他们。 更可恨的是, 也不知是哪个混账弟子, 养了一群灵宠, 每天带着那一群灵宠, 偷偷摸摸跑去直视堂门口撒尿。 自从新规开始之后, 每天如此, 日日如此, 导致整个直视堂, 一直有一股特别的味道宁而不惧, 意味遍布方圆三里, 根本就散不掉。 而且, 他就算开启防护阵法, 那味道竟然还能飘进去, 让直视堂众人苦不堪言。 好在经过他们暗中引导, 把矛头全引到了灵璇身上, 这才让他们这几天日子好过了不少。 他举出早已准备好的木牌子, 双手举起用灵力拖向纪雨禅。 纪雨禅原本还只是好奇, 自从新规定了之后, 他还没看过呢, 既然能让他们这么着急, 肯定是损害到了这些封主的利益。 不得不说, 小璇是有些天资在身的, 真有用, 可以帮他指点一二, 改一改, 还是能用的吗? 想到这里, 他拿起木牌扫了一眼, 可就是这一眼, 却让他瞬间呆地当场。 这, 这什么玩意儿? 他怀疑自己是不是看错了, 有些茫然地看了看萧长老, 见萧长老满脸一言难尽之色, 又转头看了眼满脸期待的灵璇。 期待? 他在期待什么? 他不明白灵璇这是什么意思, 如果他刚才看到的都是真的, 那他更应该期待不会被其他封主和长老打死。 他定了定神, 他看得格外认真, 格外仔细, 可刚看到第一条之时, 他便身躯一阵, 手上陡然用力, 抓紧了木牌。 这什么破玩意儿? 饶食他心境稳如磐石, 也被害得差点爆粗口。 随着一条一条地看过去, 他的脸色越来越黑, 胸口越来越疼, 呼吸越来越急促, 五指钻得越来越紧, 心境波动越来越大。 这就是林璇之前夸得天花乱坠的东西。 那个为宗门节省资源, 甚至还能增加镜像的好办法。 我让他来是想让他带林天宗更强的, 不是让他来把林天宗毁了的。 祭雨禅有些后悔, 让林璇去宝库了。 要是按他这个法子来, 恐怕根本等不到他渡劫飞升, 这下界林天宗就要变成一团散沙, 被其他四宗吞得一干二净, 连根毛都不会剩下。 到那时, 带他飞升之后, 就算他把林璇也送到上界, 就算上宗还会赐下大量资源奖励, 可也绝对会被上宗怀疑他的能力, 往后再难得到重用。 甚至若是严重一些, 他因此被前任宗主、 长老、师兄、师姐他们记恨也说不定。 怪不得岳玉峰他们不惜把事情到这么大, 也要把林璇撤下去。 怪不得萧长老他们对林璇是这种恨不能处之而后快的态度。 祭雨禅深深吸了一口气, 只觉心头有一道足以燃尽世界的怒火无处发现, 憋得他整个人差点炸开。 这一刻, 他甚至有一丝怀疑, 当年皇府长老是不是搞错了? 林璇会不会根本就不是他们要找的那个人? 他就从心间冒了出来, 害得他立马运功, 引动清凉之气强行将那黑气给塞了回去。 头痛, 祭雨禅久违地感觉到了一阵头痛。 第259章, 不要总盯着别人的错, 反思一下是不是自己又偷懒了。 可这一切看在林璇眼里, 却是师父开心激动的表现。 他就知道, 他就知道师父一定会喜欢的。 当初没能让师父亲眼看到他的成果, 一直都是他心中的一道遗憾。 他为了制定这些规矩付出了那么多, 可这些规矩推广之后却一直无人欣赏。 除了两位师妹之外, 他听到的基本都是反对甚至谩骂的声音。 那些人懂什么? 他们只能看到眼前的利益, 却永远看不到自己这些办法能为宗门创造多大的效益。 他们全都是只会坐井观天的井底之蛙, 他们根本不配听他的解释。 如今, 师父终于看到了他为了宗门发展, 呕心力学所制定的新规。 以师父的眼光, 一定能看到他此举的高明之处, 一定能看到他未来将会获得的功绩。 如此大的功劳, 等下必定会对他有嘉奖。 至于其他人, 林玄腻了他们一眼。 乐堂主和肖长老修为还是不够, 眼界自然也不够, 再加上又是一群迂腐不化, 目光短浅之辈, 哪里看得出他此举的精妙所在。 一群连奉献都不懂得楼野, 好好看着吧, 只有我才是对的。 林玄挺起胸膛, 就算他们反对又如何, 就算栽赃诬陷又能如何? 不过是无用地挣扎罢了, 只要有师父的支持, 只要师父还站在他这一边, 他就谁也不怕, 就算给他们试个胆子, 他们也只能听从师父的安排。 只要师父出声嘉奖, 就算所有人都反对, 也毫无用处,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获得荣耀。 这时, 纪玉禅终于再次抬起头来, 不过他的表情有些难看, 甚至有些争鸣, 就连万年金木所制的木牌 也被他攥得歌之作响, 很快就裂开了无数珠网般的细密纹路。 肖长老见状眼前一亮, 宗主生气了, 很好, 接下来只需要再加一把火。 他给旁边一名长老使了个眼色, 那位长老会议, 脸上一杯, 愤声说道, 宗主, 凌玄此举, 无异于毁坏宗门根基, 他是想将林天宗数十万年的基业毁于一旦, 简直大逆不道。 他恪扣门内弟子阅历, 擅自修改宗内规矩, 削减门内弟子福利, 引得门内众多弟子极为不满。 不过短短半个月的时间, 已经有超过两成外门弟子失踪, 据我们得到的消息, 他们有许多都隐姓埋名, 暗中加入了一些中小宗门。 宗主, 他们宁愿去中小门派受苦, 甚至被人怀疑居心不良, 受尽委屈。 可就算这样, 他们竟然都不愿继续留在林天宗, 可想而知, 林玄此举到底有多过分, 他含了所有弟子的心, 他就是故意逼着门内弟子退宗。 林玄一边压榨门内弟子, 还一边说什么, 一切为了宗门。 还专门找了两位师妹, 帮他处理事务, 宗门事务, 他是一点都不愿意干啊。 宗主, 此人贪财好色, 懒惰如猪, 怎能承担大任? 您一定要为我们做主, 把这个害虫彻底铲除, 以此平息门内弟子的怨解。 林玄原本正在等着师父的夸奖, 可夸他的话还没听到, 却发现有人在骂他。 他看向那名长老, 脸色再次沉了下去, 心中的喜悦被一股凉意浇灭大半, 听到最后, 更是气得他眼中冒火。 他本来就是为了宗门着想, 他们怎么就不能理解他, 还当着他的面找师父告状? 他怎么没为宗门出力了? 他可是用脑子出力的, 这些废物, 这些蟒夫, 这群白痴, 纯粹就是极度他的才华。 真是一群红眼病, 见不得别人好, 不就是一些阅历和疗伤丹药吗? 难道没了这些, 就不能修炼了? 江涵当时不也一样什么都没有, 还整天挨打挨骂, 人家现在不还是结单了? 一群废物, 也不想想自己为什么修炼速度那么慢, 有没有偷懒, 有没有安于现状, 不思进取, 明明是自己能力不行, 却只会指责他人, 还非要说是他错。 哼, 他们从来就不会想想, 到底是谁的错, 说到底, 还是给他们安排的活太少, 让他们活得太轻松, 整天除了修炼没事干, 给闲出事来了。 林璇很生气, 可是他只敢在心里骂骂, 不敢说出声来, 因为这些长老实力强, 还个个都有实权, 一时嘴快得罪他们, 实在有些得不偿失, 不如暂时假装服软, 等有机会再一击必杀。 除此之外, 他发现师父的眼神好像有些不对劲, 他好像真的在生气。 他在气什么? 是在气那个长老不会说话? 也对, 当着师父的面骂他这个弟子, 真是没一点眼力见, 这个长老看来是做到头了。 宗主还请将宗主保应收回, 废除之前那些乱七八糟的规矩, 不然的话, 门内弟子怨声载道, 宗内必然人心涣散, 后患无穷。 围经之际, 唯有当着所有人的面, 将辞子抽魂, 炼破以锦校游, 方能平息众弟子的怒火。 萧长老实时开口, 打断了那位长老的控诉, 不过他说话时的语气, 明显带了许多怨气。 宗主好歹也是一尊化神大圆满的强者, 拥有站在修仙界顶端的强大实力, 按说眼光定然不会差。 可他怎么就收了林玄这样一个命理缺德, 属相缺人的徒弟? 就这混账玩意, 宗主还一直把他当宝石的捧在手心。 难道他不知道这王八蛋有多黑心吗? 若不是因为他那一系列动作, 宗内哪会像现在这样击飞狗跳的, 恐怕山门早就修缮好了。 既宇禅脸色黑的和锅底似的, 直到看了这些规矩之后, 他才明白陆长老当时为何会急得跳脚了。 如果他当时知道的话, 他定然也不会同意此事。 这些规矩, 任意拿一条出来都足以让宗门大乱, 可林玄竟然一口气裂了这么多出来, 也真难为他了, 为了毁掉林天宗, 他可真是下了不少功夫。 第260章 今日分锅, 见者有份, 可谁让他是师父呢? 徒弟犯了错, 惹了麻烦, 做师父的, 当然要帮他解决麻烦。 至少在这下届, 他说话还是很有分量的, 不过一点零食罢了, 不过就是损失一些普通弟子罢了。 只要何心弟子还在, 这些又算得了什么? 眼下最重要的是帮小旋脱罪, 将这件事对他的影响降到最低。 既宇禅深吸一口气, 忍住想要一巴掌拍死那个混蛋的冲动, 再次引动一丝清凉流转心间, 强行让自己冷静了下来。 他尽量不让自己去看林玄, 努力维持着心境的平稳, 与其平淡地对着几位长老说道。 诸位长老莫及, 此事我已知晓, 林玄确实考虑不周, 安排的有些错处, 但好在此事并未对宗门造成不可挽回的影响, 如此, 倒也算不上什么大事。 我们只需恢复之前的制度, 按时发放阅历, 并将拖欠的临时丹药等资源尽数补发, 宗内很快就能稳定下来。 至于那些已经离开宗门的弟子, 你们随后放出消息, 此事事出有因, 只要他们回来就可以不计前嫌, 想必要不了多久, 宗门就能恢复正常。 更何况, 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 而且林玄已经自食苦果, 让门内弟子出了口恶气, 想必他们早已平息怒火, 无意多加纠缠。 现在最重要的是尽快推行补救之法, 其他之事荣厚再说。 这一番话, 让萧长老听得一愣一愣的。 林玄犯了那么大的错, 这就完了, 这哪里算得上什么惩罚, 还平息怒火, 弟子们平没平不知道, 反正他没平。 还有那补救之法, 他刚才说的不就是补救之法吗? 把林玄这黑心鬼祭天就是最好的办法, 也是能最快恢复宗门活力的方法, 宗主还想要什么补救之法? 他看了月玉峰一眼, 想要让对方出声支持, 却发现对方冲他摇了摇头。 他一愣之下回过神来, 暗叹一声, 罢了, 林玄是宗主的心头肉, 哪是那么好杀的? 杀不了也没事, 只要他还在林天宗, 也会有他好受的。 但不论之后如何, 这次这么好的机会, 一定要让他多受点苦头。 纪玉禅见他们不说话, 就当他们是默认了。 不过, 你们有一点说的对, 此事是该有个人出面担起这个责任, 不然下面的弟子, 难免会心生不满, 引起嫌隙。 他扫了一圈, 见他们一个个连忙缩头不敢看他, 心中顿时有了主意。 小玄毕竟年轻, 修到至今不过十余载, 他经验不足, 就算做错事也情有可原, 只要能够吸取教训, 日后加以改正, 就算有功无过。 林玄猛地攥紧拳头, 他刚才听到了什么? 师父竟然一直在说他思虑不周做错事。 说一次也就罢了, 看在是师父的份上, 他还能忍一忍, 可他一直说是什么意思? 他哪里做错了? 经过他的操作, 不知道魏东门节省了多少零食, 甚至还反过来赚了更多的零食。 如果不是他力挽狂澜, 宗门早就支离破碎了, 又哪里会像现在这样安稳平定? 他好心好意做了那么多, 怎么到了现在, 师父不但不夸奖他, 反而说他做错了, 他怎么可能会错? 原来师父也只是凡夫俗子, 根本看不出他这些办法的神妙。 林玄缓缓抬头看向纪雨禅, 那倔强又有些委屈的表情, 就差把我没错三个字写在脸上了。 可纪雨禅并不理他, 反而自顾自地说道, 此事最关键之处, 当时陆长老的责任。 他身为职长保库的长老, 理应把控林玄石相关的全部事宜, 可他竟然不细细核对, 就让此事直接实行下去, 简直就是玩忽职守。 小玄年纪小, 不懂这些东西, 偶尔做错也情有可原。 可陆长老管理保库多年, 林玄所制定的这些规矩, 他肯定一眼就能看出问题所在。 可他身为长辈, 竟然不管不问, 任由此事发展到现在这种地步, 简直是没把宗门安危放在眼里。 话落, 他怒喝一声, 来人, 把陆长老给我叫来, 我带问问他, 是谁给他的胆子, 竟然敢在这么重要的事情上玩忽直手, 对于这么大的疏漏事而不见。 这, 小长老和月玉峰对视一眼, 这怎么又扯到陆长老身上去了? 陆长老掌管保库多年, 至今从未出过差错, 这次完全是林玄一意孤行, 狂妄自大导致的, 怎么能怪到陆长老身上? 但想归想, 终究不关自己的事, 他们也不敢劝说什么。 萧长老面露难色, 犹豫着说道。 宗主息怒, 陆长老早在这些事尚未开始之时便已告假, 带着他的一众弟子外出云游去了。 外出云游? 继遇禅眼眸一眯, 宝库大阵, 隔绝神石, 他还以为陆长老还在宝库待着呢? 没想到, 他竟然出宗了。 虽说有些意外, 但他不在也好, 正好让他把这口黑锅背起来。 哼, 他身为宝库长老, 玩乎职守, 致使酿成大错, 导致宗门人心涣散, 种种错处病处, 我便罚他。 萧长老越听越不对, 这是明明是林玄的错, 怎么林玄一点事都没有, 全给怪在陆长老头上了。 好歹是几个人分一分吧? 不对, 宗主这么分, 下一个是不是就分到他了? 不行, 绝不能让宗主这么做。 萧长老意识到问题严峻, 想起陆长老走之前的交代, 他连忙喊道, 宗主且慢, 陆长老临行前曾交代过, 若是宗主问起他, 便将此物拿给宗主, 宗主一看便知, 他取出一枚刘影珠递了过去, 刘影珠被林立拖到了纪玉禅面前, 怎么又是刘影珠? 纪玉禅心中生起不妙, 拿起那枚刘影珠, 陆长老有没有说这里面是什么? 不曾, 萧长老虽然不知道里面是什么, 但他知道陆长老走的时候有多大怨气, 还说此物能保他清白, 那这里面的东西自然不会简单, 极有可能会引起宗主不满, 不然的话, 陆长老怎么不自己来, 反而早早就找借口跑了。 第261章, 陆长老干得好啊, 他此时拿出这个也是冒了极大的风险, 万一里面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 让他遭了宗主记恨, 他也得吃不了兜着走, 可就算不为陆长老, 也得为自己着想, 他只能赌一把, 赌陆长老的刘影珠, 能把责任全扣在林玄头上。 哼, 不管是什么, 都改变不了他玩忽职守的事实, 仅凭一枚刘影珠, 可免不了他的罪。 纪宇禅沉阴片刻, 料想他也留不下什么关键性的东西, 于是手中凌厉意图, 激活了刘影珠。 一道光幕摄像半空, 展开后, 里面赫然是当初陆长老找纪宇禅, 否决林玄这些新规的画面。 纪宇禅面色一变, 双拳猛地钻紧, 眼中冒出怒火。 他没想到, 陆长老竟然和他玩这一手。 难道他来找他的时候, 就已经做好了准备, 还真是个老谋深算之辈, 竟然连他都敢算计。 好, 好的很, 这枚刘影珠品杰极高, 不但每句话都听得明明白白, 就连他们当时的表情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随着画面变化, 店内气氛变得极为微妙, 自萧长老开始, 直视堂众人一个个都把头低了下去, 假装自己什么都没看到, 也什么都没听到。 陆长老干得好啊。 他嘴可真言时, 手里攥着这么大的把柄, 竟然一声不吭躲到外面去了。 萧长老心中狠狠松了口气, 原来陆长老很早之前就来找宗主说过此事, 是宗主自己一意孤行, 这才导致的这一切。 如此一来, 这责任可就全落在宗主自己身上了, 这下他可没办法往下边推卸责任了。 到最后, 除了林玄、 陆敬雪和楚越之外, 其他人都低头数蚂蚁去了。 纪玉禅盯着空中的光幕, 虽然努力保持冷静, 可他的脸色还是越来越差, 心中更是怒火咆哮, 青帘晃动, 那缕黑气差点又跑出来。 他们信陆的是不是都有点毛病, 怎么一个个的都喜欢用刘影珠, 就该把这玩意全给毁了。 纪玉禅非常头疼地暗了暗眉心, 脑中不停思索着接下来该怎么办。 如今责任被推到了他自己身上, 可他身为一中之主, 总不能惩罚自己吧。 这要让别人知道了, 不得笑死。 可眼下还有这么多人看着, 他便是想要灭口也不好处理, 总不能全杀了吧。 就这么定了, 陆长老若是身子不适, 大可告假休息, 此事交由凌玉一人负责即可。 直到这句话说完, 空中的光幕搜得一下缩回了刘影珠内, 声音突然消散, 店内再次陷入了诡异的安静之中。 所有人都在沉默, 没人敢开口说话, 在场的没几个傻的都清楚, 谁要是敢在这四处眉头, 那必然要被趁机分一口大黑锅。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原来造成这一切的, 竟然就是宗主本人。 他们更没想到, 这么重要的是, 宗主竟然连看都没看一下, 就直接给同意了。 林玄到底做了什么? 竟然能让他这么信任? 更可怕的是, 陆长老明明都已经劝过他了, 可宗主竟然还是一意孤行, 直到现在酿成大错, 转头又想把黑锅丢给陆长老。 此事实在有些太过于离谱了, 一宗之主再怎么也不至于这样推卸责任吧。 这一刻, 纪玉禅在他们眼中的形象崩了一分, 不过很快又多出了一个 和林玄相差无几的黑心模样。 不愧是师徒, 这黑心果真是一脉相承, 就在众人暗自头脑风暴之时, 唯有林玄一脸感动之色。 直到他看了这枚刘影柱的内容, 他才知道, 原来师父之前竟然那么地信任他。 甚至陆长老亲自告状都被师父骂了回去, 怪不得那天陆长老回来之后, 脸色那么差, 原来是真的挨骂了。 师父对他果然是独一无二的, 这种毫无保留的信任, 恐怕连大师姐也不曾拥有吧。 这一刻, 林玄把头痒得更高了, 只要有师父的偏爱, 他完全可以在宗内横着走。 那些天骄要是再敢不待见他, 他定要找机会和师父告状, 趁机给他们一个教训不可。 可就在这时, 一道有些惊讶的声音悄咪咪响起。 哎呀呀, 陆长老这是什么意思? 他怎么能把这么私密的事情当场拿出来? 他这, 这不是故意给宗主难堪吗? 就算宗主做得不对, 他也不能这样。 那可是宗主爱, 这一下有了污点, 让宗内那么多弟子怎么看宗主啊? 会不会以为他是个没有担当的? 不难堪之色, 低着头, 小声嘀嘀咕咕。 可在场每个不是高手, 他那声音和在他们耳边说话一样一样的, 听得那叫一个清清楚楚。 这些话, 无疑是在油锅中溅了两滴水, 噼里啪啦好一顿炸。 好一个没有担当, 这小姑娘说得太对了。 岳玉峰暗赞一声, 不动声色地往旁边挪了挪, 生怕等下被见到一身血。 可他一动, 楚越也赶紧跟着动, 就一直躲在他身后, 连个头都不敢冒出来。 岳玉峰一撇嘴, 还以为是个胆大的, 这会儿咋又变这么怂了? 纪玉峰用力捏着刘影珠, 面露怒容, 闭眼压下眼底的怒火。 这件人绝对是故意的, 竟敢当众说他坏话, 真是给他脸了。 什么叫没有担当, 他不过是想让陆长老帮林玄分担一些罢了, 这也能扯到他身上。 心中怒火更剩了几分, 隐隐有了压制不住的征兆, 不能再拖了。 他手上略微用力, 啪的一声, 把刘影珠捏成粉碎, 斜着眼冷冷瞥了楚岳一眼, 目中满是杀意。 楚岳心里黑黑一笑, 虽然很想让他出手, 再给他的罪孽多加一笔, 但想了想, 还是没在刺激他, 万一他被惹火, 把自己这具身体毁了, 那可就没法再去看热闹了。 就在这时, 纪玉禅忽然扫了下方众人一眼, 脸色忽然一沉, 继而生起一抹愁绪, 叹息道, 哎, 我知道你们的意思, 这些规矩确实不太适合宗门所用, 气了也就气了, 他突然转移话题, 却也没人敢说什么, 他们可不是楚岳那种愣头青。 第262章, 就事实而言, 宗主这话明显是把刚才之事接过了, 而且他还退了一步, 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没了那该死的规矩束缚, 众人只感觉压在头上的大山彻底散去, 纷纷松了一大口气, 就连外面那数百道神石也松快了不少。 只要把这些破规矩弃之不用, 宗门就还有救, 他们也就无需太过逼迫, 万一逼迫过头, 惹得宗主动怒, 他们也不一定讨得到好处。 此事就此作罢, 如此双赢才是最好的局面。 唯有林玄一脸不愤, 心生怨恨, 那可是他好不容易才想出来的主意, 怎么说不用就不用了? 师父也太不坚定了, 堂堂一中之主, 竟然被人逼迫到如此地步, 岳玉峰又打不过他, 也不知道他到底在怕什么。 他有心想反驳一二, 可他还没开口, 就被纪玉禅警告似的瞥了一眼。 警告? 师父竟然警告他。 林玄心头一怒, 师父怎么会变成这样? 今天已经不止一次地对他摆冷脸了, 一会儿好一会儿坏的, 也不知道他到底怎么想的。 他眼里到底还有没有自己这个徒弟? 宗主, 除此之外还有一事, 需要宗主拿个主意。 林玄为了一己私利, 如此危害宗门, 致使宗门遭受重大损失, 依宗门法规, 应当废去修为, 逐出宗门, 永世不得回宗。 岳玉禅不知怎么想的, 竟然还想拉临悬下水。 他说得大意凛然, 义正词言, 还望宗主禀宫处置, 莫要留他继续祸害宗门, 以免宗门因他遭受更大损失。 继遇禅眼眸微眯, 定定地看向岳玉禅。 岳玉禅怎么回事? 此事至此, 应该结束了才对。 他已经退了一步, 甚至不惜在大庭广众之下教训徒儿, 而且也遂他们意气了那破规矩, 他怎么还敢揪着不放? 怎么的, 还想得寸进尺, 索要好处? 陈寅片刻, 他悠然开口说道, 岳堂主此言诧异, 此事怎么能全怪灵选? 你们好好想想, 他做了这么多, 都是为了他自己吗? 他还不是为了宗门, 为了大家, 他只是想为宗门省下更多资源, 想让大家都能更好的修炼罢了, 他又有什么错? 你们以为他真的愿意这么辛苦吗? 他每天绞尽脑汁, 只想为宗门省下那一两颗零食, 能让弟子们获得更多的修炼资源, 可他付出这么多, 却一直不被大家理解, 不理解也就罢了, 更过分的是, 他还要忍受弟子们的谩骂羞辱, 换位思考一下, 你们觉得他自己心里就好受吗? 纪宇禅略有仇恕, 似是在替灵玄惋惜, 又像是在嘲讽他们的无用, 想我们灵天宗, 有那么多元阴气以上的长老和封主, 却无一人肯站在他的角度考虑, 他明明是好心之举, 可到了你们眼里, 却成了十恶不赦之徒, 说到底, 还不是你们不思进去, 要不是因为你们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何至于让他一个结单妻弟子顶上去, 他又何须受这么多的苦, 他恨铁不成钢地说道, 诸位长老, 你们扪心自问, 这一切真的都要怪在灵玄头上吗? 你们好好想想, 如果没有他, 你们又能做成什么样? 啊? 这, 众长老目瞪口呆, 心绪震动, 却又不知该说什么? 不是, 宗主说了一大圈, 最后怎么又绕到他们身上了? 就是明明是灵玄干出来的, 怎么就成了他们的不是了? 这是说到底, 根本就和他们没关系, 他们肯定不能认啊。 萧长老连忙反驳, 宗主, 此事与我们毫无关系, 就算灵玄是好心办坏事, 那也是他一手操办的, 这与我们有何关系? 至于说, 我们没有法子解决问题, 实则是这问题根本就不需要解决。 资源不够, 那就把修缮山门的进度解慢一点, 先把重要的地方修缮完整, 剩余的慢慢修复即可。 实在不行, 请诸位长老表决, 打开内裤也行啊。 何至于搞到这种地步? 其余长老纷纷附和。 萧长老说得对, 此事原本就算不得大事, 无非是缺些资源罢了。 如果不愿打开内裤, 也可以向附属宗门多征收一些资源, 事后再给些补偿, 多招收一些他们各宗的弟子来临天宗修行, 他们必然不会拒绝。 如此, 也足可度过眼下难关, 怎么着也不会说变成这个样子。 此举不过多花费一些时间罢了, 无论如何也不会伤到宗门根基。 现在宗内被他搞得人心惶惶, 许多弟子都在暗地里准备退宗加入其他宗门, 要不是我们一直在尽力稳定人心, 怕是最少要流失四成弟子。 不止弟子没有想法, 就连那些附属宗门也都有了想法。 多次明里暗里找我套话, 怕是已经有了异心。 既然这样, 还不如早早让他们把资源交上来, 再压着他们的核心弟子作为条件, 也能比现在安稳一些。 林璇此举已经损伤到宗门根基, 无论如何都不能轻易放过他, 店内纷杂一片都在往林璇身上甩锅。 哼, 一群只会事后议论的废物。 纪雨缠忽然冷喝一声, 压下了所有议论。 当初需要你们的时候, 没一个人出来挑大棋, 现在出事了。 你们一个个怎么突然就有主意了? 既然你们这么聪明, 早些时候干嘛去了? 你们口口声声都在埋怨林璇, 但你们可曾想过, 虽然规矩是他提的, 但执行这些规矩的人可都是你们。 他目光从众人脸上扫过, 将他们面上的震惊诧异和不解尽收眼底。 若是你们不去做, 只凭他自己, 又哪里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 肖长老面皮一颤, 连忙甩锅。 可这是林璇当时以宗主的名义吩咐下来的, 我们只能照做。 他让你们做你们就去做了。 你们既然看出来了这规矩里面的不合理之处, 你们为什么还要按照这个规矩去执行? 纪雨缠继续施压。 可这上面有宗主保应, 既然宗主确认了要这么做, 我们怎么敢违背宗主的意思, 必然是立即执行。 肖长老在甩锅。 哼, 纪雨缠冷笑, 带了保应就必须要执行。 那你们现在在做什么? 你们现在不就是在反对? 既然这样, 你们为什么不在第一时间找到我, 跟我说出这规矩的错漏之处? 当场反对这些规矩的执行, 若是你们早点告诉我, 事情又怎么会发展成这样? 小璇又怎么会平白受辱, 又哪里会生出这么多麻烦事? 纪雨缠目入齐光, 事到如今, 你们还觉得自己没有错吗? 第263章, 错了吗? 一连串的问题抛出来, 直接让所有长老变成了哑巴。 沉默, 店内只剩下死记般的沉默, 所有长老全部呆立当场, 只觉脑中一片混沌茫然。 怎么说了那么多, 到最后, 竟然又变成了他们的错? 错了吗? 他们真的错了吗? 肖长老用力掐了掐掌心, 他莫名觉得宗主说的好像有点道理, 真是他们的错。 不对, 他脑中忽然闪过一丝清明, 眼中的茫然瞬间散去。 他们哪里有错了? 他们没错, 这肯定是宗主动用了某种法则之力, 不然怎么可能让他们都受到影响? 疯了, 宗主一定是疯了吧。 他为了保下灵玄, 怎地连脸面都不顾了, 竟然暗中用法则之力对他们下非手。 他绕了这么大一圈, 把罪名强行扣在他们头上, 是要把灵玄强行从这件事里面摘出去。 就那个没用的废物, 一枚天资, 二枚能力, 三枚眼见, 四枚才智, 宗主为什么宁愿不顾身份对他们出手, 也一定要保下他。 他用于光扫了一眼, 见其他人还是面露茫然, 一副自我怀疑的模样, 想了想, 还是闭上了嘴巴。 他敢多说一句, 宗主就能说十句, 再说下去, 他真怕自己被宗主给绕进去出不来了。 到时再随手给他扣个半事不利的罪名, 让他帮灵玄杯一口大锅, 那岂不是冤死了? 就这样吧, 林玄这小子修为低下, 自大狂妄, 头脑简单, 心胸狭暗, 以后有的是机会收拾他, 何必急于一时? 想到这里, 他悄悄把头低了下去, 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继续思考人生的样子, 生怕被宗主抓去背飞锅。 而林玄, 他早已经惊呆了, 原本在月玉峰提起要收拾他的时候, 他还有些恐慌害怕, 生怕被执法堂抓去把他给废了。 毕竟今天师父有些不对劲, 他不敢完全信任他, 他害怕师父为了尽快摆平这件事, 把他丢出去安抚人心。 但他万万没想到, 就算月玉峰如此咄咄逼人, 师父也只是随口说了几句话, 七拐八拐之下, 竟然把他轻轻白白地摘了出去。 不但不用再担心受罚, 他还摇身一变, 真成了为宗门, 呕心立血的大功臣了。 嘿, 不愧是师父, 这逻辑性简直太厉害了, 一群长老在他面前简直不堪一击, 几句话就能说得他们抬不起头来。 师父就是师父, 三言两语就是他无法企及的高度, 他往后还是得多多依仗师父才是。 不只是他们, 就连楚越也是目瞪口呆, 感觉这处天地都变得有些不真实。 这纪玉禅是想成仙吧? 这歪曲事实, 扭曲认知的本事, 就算比之内群妖言惑众的狐仙也不差半分了。 若不是他知道这里不是仙界, 确实只是一处普通的下界, 他还真以为这纪玉禅是哪个狐仙的分身呢? 能以凡修之身, 亏得一丝狐仙大道, 简直是天纵之姿。 厉害! 佩服! 不枉他费尽心思在这看戏, 精彩, 实在是精彩。 而灵天殿外的数百道神识, 则是忽然间讨也是的匆忙退去, 瞬息之间, 殿外变成了空荡荡一片。 纪玉禅的法术实在太诡异了, 他们根本没有丝毫察觉, 仅仅是相隔数百里的神识探厅, 竟然都被影响到了心境, 甚至真的觉得是他们的错, 一度陷入了自我怀疑之中。 最可怕的是, 就连同为化神大圆满的和长老, 也同样在不知不觉间便中了招。 若不是他道心坚定, 恐怕也要认为都是他的错了。 如此神奇的术法, 竟能改变修士认知, 就连同皆修士都无法抵抗, 简直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 恐怖至极。 电内的平静没有持续多久, 纪玉禅似是随意地瞥了灵玄一眼。 灵玄身体一震, 立马会议, 快步上前, 乖巧地倒了一杯灵茶攻进地上。 他满意地抿了口茶水, 语气淡淡, 既然诸位没有其他意见, 此事便就此作罢, 若无要事就退下去吧。 随着他话音落下, 众长老才一个机灵, 从迷茫怀疑中清醒过来。 这, 按说也是该没事了, 可是总觉得哪里不对? 宗主, 灵玄若是不乏, 他是不足以平息弟子们的怨气。 约玉峰不知哪根筋搭错了, 非要抓着灵玄不放, 可他说话间语气已经松了不少, 他不敢再放肆了, 宗主的法则之力实在太强, 便是他也在不知不觉间就着了道。 若是宗主真想对他下手, 怕是请客间便能让他生死盗销。 但若真的不惩罚灵玄的话, 下边的弟子定然不满, 难以在短时间内归心。 不过, 一些小挫折罢了, 他们哪有什么怨气? 纪玉长看着灵玄乖巧的样子, 略微有些不满, 不过是因为一些意外, 让他们歇几天罢了, 这能有什么怨气? 可他转念一想, 这理由倒也不错, 不但能稳固人心, 提振士气, 还能借机把灵玄丢出去, 好好磨练一下, 他那脆弱不堪, 一戳就破得心境。 想到此处, 他吩咐道, 小长老, 联系陆长老, 让他马上回来主持宝库相关事务。 带他回来之后, 你配合他, 尽快把之前拖欠弟子的零食丹药全部补上, 一切还按照原来的制度来办。 由于片刻后, 略有不舍地开口道, 你先出去避几天, 待此事平息之后再回来。 他撇了殿内那些长老一眼, 改口道, 就去玄道山吧, 让静雪陪着你过去。 那里和外界相对隔绝, 那些弟子与你无甚仇怨, 与你而言更安全些。 是, 师父。 洛静雪恭敬应下, 玄道山? 临玄一正, 这事啊, 他怎么没听说过? 莫非是什么鸟不拉屎的蛮荒之地? 师父怎么能让他去那种地方? 等会儿让静雪跟你细说。 寄玉禅似是有些不耐, 摆了摆手, 淡淡道, 都下去吧。 凌玄文言, 只能咽下已经到了嘴边的话, 颇为不愿地行了一礼, 跟着众人退下。 可就在这时, 天地间的灵气忽然出现剧烈波动, 一时间风云变色, 黑色自天边席卷而来, 天空刹那间就被黑暗完全吞噬, 彻底暗了下来, 不过一眨眼的时间便已伸手不见五指。 第264章 天交绑线 下一刻, 黑暗中莫地亮起一道金色光芒。 金光出现时仅有米粒大小, 可以转眼便放出万丈光芒, 顷刻间便已照耀整个修仙界。 刺眼的光芒让人下意识眯起眼睛。 金光一放即收, 仿佛一眨眼的功夫, 布满世界的无尽金光, 搜得一下忽然收缩, 迅速凝成了一座金榜, 高悬空中。 如此巨大的动静, 顿时让整个世界内的所有人都有所察觉, 纷纷抬头看向空中那座金榜。 很快, 这是天骄榜, 真的是天骄榜, 可这次天骄榜现时, 怎么会有如此大的动静, 还比之前早了些日子。 天骄榜一向极为准时, 这次忽然提前又能引动天地变化, 定然有大变故。 天地间顿时嘈杂一片, 所有修士甚至许多凡人, 都在对着天骄榜议论纷纷, 在各地大肆谈论。 天骄榜此次现时, 只怕又要在修仙界掀起一阵血雨腥风。 肖长老谋色忧深, 似是有些怀念。 岳玉峰赞同点头, 天骄榜每十年现时一次, 每次现时都会将整片天地的 结单期天骄重新排名。 为了争夺这个名次, 各宗天骄都要斗个头破血流。 传闻, 天骄榜乃是天道轻发, 每次重新排名之时, 都有谣言传出, 天骄榜排名第一者将会获得天道赏赐。 可这么多年过去, 经历了无数次的天骄榜排名, 却从未听闻有谁得到过天道赏赐。 这个说法, 好像真的只是谣言。 这一次, 虽然时间提前了不少, 想必也不会有例外。 但就算没有赏赐, 这也是各大宗门向整个修仙界 展示自身实力的绝好时机。 没有什么比天道亲自认可的天骄, 更加有含金量的了。 而最关键的是, 这天骄榜还是实时变化的。 一个月内, 只要胜了天骄榜上的天骄, 就能直接将其取代, 让胜者的姓名出现在天骄榜, 夺走他全部的荣耀。 所以, 即使没有赏赐, 也会有无数天骄在这一个月内 四处挑战榜上有名者。 但凡能在天骄榜上刻下姓名, 哪怕只是短短一小话, 那也是莫大的荣耀, 甚至足以载入宗门史册。 即便是再如何争夺, 也最多只能撼动排名靠后者。 这天骄榜前十, 总是不会有太大变动的。 肖长老微微摇头, 这十年来, 他们十人并无一人跨过那道门槛, 杜劫成英, 前十之位定然还是被他们所占据。 肖长老此言诧异。 月玉峰微微一笑, 肖长老莫非忘了, 紫肖建宗最近新出了一位绝世天骄。 慈子虽然只是杰单中期修为, 但他前些天便以一己之力大败秦梦河, 以他的实力定然可以踏入前十之列。 紫肖建宗的天骄? 你是说雷青川新收的那个, 名叫江涵的青传弟子? 肖长老略移皱眉, 关于慈子, 他倒是有所耳闻, 只是那个人的名字, 和宗主之前的一位不受待见的弟子同名, 每次听到都让他有些别扭。 正是, 听闻慈子只用了短短半年时间, 便从筑基初期一路突破至杰单中期, 实在是天纵之姿。 岳玉峰有些感慨, 肖长老想起, 宗主曾经收的那个徒弟姜涵, 竟然卡在练气期十多年, 二者虽然同名, 但天资却是天地之别。 而且, 姜涵的退宗手续还是他给办的, 对方下山的时候, 也还是练气期的修为, 现在也不知道是不是还活着。 真是同名不同名啊, 他感叹道, 也不知紫霄建宗这是走了什么狗屎运, 竟然收到这样一个天才弟子。 若此子在我们林天宗就好了。 哼, 陆敬雪极为不满地冷哼一声, 两位长老不知道姜涵是谁, 但他可清楚得很。 不就是一个走了狗屎运, 不知用了什么方法, 骗着紫霄建宗重点培养他, 这才让他修为提升得那么快, 要不然就凭他那废物资质, 恐怕连助击都困难。 姜涵算什么狗屁天才, 不过是个阴险小人罢了。 他语气不屑, 表情更是极其嫌恶。 依我看, 他就算真的赢了秦梦河, 也定然是用了什么上不得台面的下座手段。 这种阴险小人不受天道待见, 定然上不得天交榜, 更别说进入天交榜前十了。 此话一出, 一众长老顿时被吸引过来。 竟然是这样。 原来姜涵是个只会用下座手段的阴险小人, 真是修仙界之耻。 紫霄建宗竟然将这种小人称为清传弟子。 依我看, 恐怕他们整个宗门全都是这样的人。 但如此说来, 此子自身实力定然不强, 就算能上天交榜, 也不会有太高的名次。 依我看, 怕是在五十名开外了, 说不定在百名开外呢。 想什么呢? 废物哪有资格上天交榜, 他怕是连榜尾都碰不到。 陆敬雪听到他们嘲讽江寒, 忍不住一阵得意, 仿佛句句都说在他心坎上, 让他浑身舒爽。 就算有那么一点天资又如何, 没有一颗强者之心, 只会使些下作手段, 他永远也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强者。 江寒这种只会偷鸡摸狗的小人, 只能被他踩在脚下, 永远也别想翻身。 只有像小璇这样, 天资物性俱佳, 由大气运加身者, 才有资格成为真正的强者。 他转头看向陆璇, 夸着夸着, 想起方才发生的事, 莫名觉得有些心虚。 这两人, 好像都差不多。 天交榜, 陆璇握紧拳头, 他的情况有些特殊, 虽说可以正常修炼, 但由于系统的存在, 一直没有遵守这个世界的规则。 他时刻在系统的帮助下, 屏蔽着天道感知, 对此届天道来说, 他就是一个并不存在的人。 所以, 这天交榜, 他是永远也无法榜上有名的。 此时听着其他人对江寒的议论, 虽然有些舒爽, 但也有些莫名的难受。 凭什么江寒有机会上榜, 他就只能躲在暗处, 不敢见人。 这不公平。 第265章, 天地一响。 就在这时, 高悬空中的金榜缓缓向两侧铺展开, 随着金榜打开, 一个个人名从右至左缓缓出现, 而在每个人名后面, 还写着此人的修为, 资质与所属宗门。 最先出现的, 便是排在第三百名的天交, 从后往前, 依次出现。 随着一个个名字出现, 长老们再次议论起来。 我林天宗每次上榜者, 皆有六十余人之多, 更是能在前十占据三个名次, 便是在五大宗内, 也是数一数二的, 这一次也不知会有多少。 这十年来, 修仙界变化不大, 并未听闻有天交横空出世, 想必这排名也不会有太大变化。 放心吧, 不管怎么变, 也一定比紫霄建宗的人多。 上一次天交榜现实, 紫霄建宗竟然没有一人入得了前十, 简直是五大宗的耻辱。 纪玉禅坐在殿内, 仰头看着半空中的天交榜, 目光似能穿透大殿内的重重静止, 轻声念着什么。 除了前十之外, 阴阳宗有九十二人, 灵天宗六十五人, 灵蕴山四十七人, 灵复宫四十二人, 紫霄建宗十二人, 倒是和之前区别不大。 阴阳宗的双修之法实在是太过逆天, 修行速度快不说, 而且连觉醒意境的弟子数量, 都远比其他宗门要多。 若不是此功法, 晋级化神太过困难, 只怕早就被四宗联手抢过来了。 便在这时, 树道谈论江涵的声音从外面传来, 他心中一动, 下意识分出一缕神念听了过去。 果然与陆施直说的一致, 这天交榜上并未出现江涵的名字。 折什么急, 这才乃到哪, 他能打败秦梦河, 也许已经入了前十之位呢? 开什么玩笑, 据说此子有天阶八品法宝奔雷剑在手, 他能获胜, 定然是暗中出手偷袭, 以法宝之力勉强获胜, 自身实力恐怕不见得有多强。 而天交榜收入的, 可是修士的真实实力, 无论是法宝灵悟, 还是旁门左道, 和阴险小人的下作手段, 都算不得真实实力。 眼下十五名开外以禁术出现, 此子定然是无缘天交榜了。 他杀了我们林天宗那么多弟子, 榜上无名也是好事。 随着一个个名字显现, 议论声陡然变成惊呼。 陈关飞不一直是第十名吗? 这次怎么成了第十一位? 便在这时, 天交榜陡然金光大胜, 刺目的金光照耀四方, 缓缓在榜单旁边凝聚成一道人影, 要显露出前十位了。 这是天交榜第十, 许归一。 许归一怎爹也掉了一位? 难不成有新人入了前十, 把他们给踩下来了? 随着一道道身影出现又消散, 正如众人所料, 原本的天交榜前十竟然全部往后落了一位。 怎么会这样? 到底是哪位天交, 竟然第一次入榜, 就直接踏入了前五之列? 不对, 不止前五, 现在已经前三了。 直到叶秋云的名字自金榜中显露而出, 整个灵天宗彻底炸开了锅。 叶秋云, 杰丹大圆满, 灵蕴山, 天机殿敌传弟子, 天资, 上等, 悟性, 上等, 气韵, 上等, 第二名, 怎么可能? 叶秋云竟然落到了第二名。 叶秋云可是灵蕴山圣女之下的资质最强者, 也是天交榜上唯一一位, 天资, 悟性, 气韵皆是上等的天交, 连他都只能是第二名, 那第一名又该是何等恐怖的天交。 各位, 谁知道上等之上还有什么品质的资质? 我笑到这么多年, 还从未听说过比上等资质还高的天赋。 据说灵蕴山圣女曾经也是天交榜第一, 天资为上上等, 说话之人面有金融。 难不成, 这排名第一之人也如灵蕴山圣女一般, 有上上等的天资不成。 此话一出, 空气中陡然安静了一瞬。 如今的五大宗门, 除了灵蕴山圣女和阴阳宗圣子之外, 其他三宗都还没有册封圣子。 可看如今这情况, 怕是哪个宗门准备册封圣子了。 这第一名到底是谁, 近些年可没听说过有比夜秋云还强的天交现实。 要出来了, 我倒要看看, 这第一名到底是哪宗天交, 竟然比夜秋云还强。 随着夜秋云的身影缓缓淡去, 天交榜上光滑默然一变, 金光瞬息退去, 紧接着有无数七彩光芒自榜丹内轰然散出。 轰隆隆。 天地巨震, 风云色变, 天地间的灵气漠然浓郁了数倍, 化作淡淡的白雾, 瞬间布满整片天地。 如此浓郁的灵气便是吸上一口, 历时就能让人耳聪目明, 体内疾病褪散, 身体凭空生出许多力气, 精神更是未知一振。 紧接着, 天边忽然现出无尽霞光, 将那化作七彩的天骄榜称得更加刀贵无双。 下一刻, 有龙银凤鸣自虚空而来, 无尽金光化作一条巨大金龙, 霞光化作七彩仙凤, 围着那座天骄榜盘旋飞舞, 不时发出一道龙银凤鸣之声。 如此一象, 顿时引得无数凡人跪地叩拜, 口呼神迹。 无数修士更是震撼异常, 无论是何等修为, 巨都踏出洞府, 骇然看向空中一想。 这天骄榜第一到底是谁? 还未现实竟然就能让天道震动, 引动如此天地一向。 如此一向, 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 只怕这世间亘古以来也从未有过。 到底是谁? 竟然能引动天地祥瑞, 此人必定不是凡俗。 一时之间, 所有修士都在一轮, 就连五大宗门内的强者也同样为之动容。 天之骄子还未出世, 便能让天道亲自出手, 引动天地亦便为其庆贺, 这才是真正的天之骄子。 肖长老惊叹道, 只要有慈子在, 不论是哪个势力, 必然能让其宗门快速崛起, 门人兴旺, 天才辈出, 实力增长极快。 若是慈子能成长起来, 怕是足以带领宗门成为这修仙界第六大宗门。 岳玉峰同样为之惊讶, 但他很快疑惑道, 只是不知慈子到底是何身份, 能引动这般浩大的天地异象, 想必定然不是岌岌无名之人, 而是只需一人便可担起一个时代的无敌天骄。 可为何我却从未听过, 最近十年有无敌天骄现实, 肖长老略一沉吟, 只怕是为人低调, 或者有血仇在身, 不敢高调路面, 故而隐藏了修为, 混迹在普通弟子之中, 一直未曾暴露。 第266章, 若是姜涵就好了, 倒是极有可能。 岳玉峰点头, 修仙界仇杀之事不计其数, 就算在灵天宗内, 法规森严之下, 还经常有人寻仇杀人, 便是同归于尽, 也要出那一口恶气。 更别说人数众多, 几乎毫无规矩, 可言的修仙界了, 为了法宝资源, 念头通达, 不知道要死多少人。 如此说来, 此子天资不凡, 可能在任何一个地方, 但最有可能的, 就是躲在五大宗的庇护之下, 也极有可能是我们灵天宗之人。 话落, 他神色一动, 急忙展开神石, 自宗内快速扫过, 意图第一个找到此人, 敢在所有人之前, 将其说为嫡传弟子。 如此恐怖的资质, 此子未来必定能化神飞升, 有这一份师徒因果在身, 日后定能让他得到莫大的好处。 他能想到, 别人自然也能想到, 一时间, 数百道神石在宗内疯狂扫荡, 彼此相遇之时, 更是会轰隆冲撞, 以蛮力将其余人击退。 在可能获得的机缘造化面前, 平日里的高手风度, 同门脸面全被抛出脑后, 一个个宛如泼皮无赖一般, 蛮横无礼。 但很快, 数百道原音七神石被压制退去, 只留下几道化神七神石, 各自占据一处区域, 静静等着接下来的天骄榜, 公布出此人信息。 林玄站在不远处, 看着那天边的异象, 神色极为兴奋。 没想到啊, 这个世界竟然还有一个这么强的天才, 若是能和对方交个朋友, 恐怕不比江涵差太多。 哎, 可惜, 我不能入天骄榜, 要不然这等天地异象。 哪有他们什么事, 那些天骄资质就算再好, 还能比我好。 有系统在, 他的各项属性, 无论是天资、 物性、 气韵, 还是其他数值, 都必然是当时顶尖的存在。 虽然与他修行没有一点用处, 但自己看着也好看。 就算是江涵, 除了气韵比他好一点, 修炼速度比他快了那么一点, 其他方面, 可未必能比得过他。 不过, 就算江涵修炼速度再快又怎么样, 终究是修行时间太短, 现在也不过只有结单中期修为。 而我, 现在已经有了足以晋级结单大圆满的气韵值, 等我和这位天骄搞好关系, 下次再见江涵之时, 我就能晋级元英七, 以实力强行镇压他。 等下让三师姐帮我准备一封厚礼, 只等天骄榜公布此人身份, 我就以灵天宗宗主清传弟子的身份, 第一时间上门结交, 紫霄建宗, 紫霄大殿。 雷青川和数位长老聚集在此, 有些落寞地注视着那数百万年难得一见的天地意向。 天骄榜, 再看到紫霄建宗百余天骄入榜, 更是占据前百九十三位的圣景。 雷师兄何必着急? 乔云建手中拎着一个火红的酒葫芦, 凑到鼻尖深深袖上一口, 满足地叹道, 如今我们资源充裕, 麾下凡人国度众多, 只等明年开山收徒之时, 并能招收到大量天才弟子入宗, 待他们修炼个二三十年时间, 并能有三五十位天骄入榜。 若是能再收到几个将失职这般的绝世天才, 怕是不出三五年, 这天骄榜前五就被我们全占了。 哪有那么多将寒, 有一个已经是天大的运气了。 你还想多要几个? 一说起将寒, 雷青穿嘴角就忍不住上扬。 这小子不过去玄道山待了几天, 回来的时候, 修为竟然已经连续破了两个小境界, 达到了结丹大圆满的境界。 他更是真的找到了三座极其庞大的极品赤金石矿脉, 看其体量, 怕是用上数百万年都用不完。 如此天纵之才, 如此逆天的气韵, 他能收江寒为徒, 真是捡到宝了。 只可惜, 江寒刚刚突破, 境界还未稳固, 否则的话, 这次定然榜上有名。 他有些惋惜, 以他现在的修炼速度, 若是这次不能入榜, 恐怕过不了几年就能遂丹结阴, 等他结阴后, 可就入不了天交榜了。 乔云剑点头, 是有些可惜, 已将失职的资质, 若他能入天交榜, 不知能否引动这般天地异象。 这可不好说, 江寒天资虽然极强, 可毕竟修炼时日太短, 前几天才刚刚结丹大圆满, 不太可能这么快就登入天交榜, 天道自然也难以关注到他。 此等异象, 百万年也未见一次, 至少在紫霄建宗的典籍内, 从未有过相关记载, 说不定, 这还是此方世界第一次出现这等异象。 说到此处, 雷青川神色更凝重了些。 龙凤飞舞, 天地同庆, 种种迹象表明, 此人定然是世间绝无仅有的无敌资质, 其实力定然是原因之下的无敌之人。 而且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看, 此人无论是天资、 悟性、 气韵都要比叶秋云强上树筹, 恐怕就是在这十年内新入结丹大圆满之人。 而在整个修仙界, 天资好的弟子, 大家几乎都心知肚明, 谁是什么底子, 各宗都清清楚楚。 而能在他们眼皮子底下成长到这种实力的, 不能说没有, 但一定是极少。 便如江寒那般, 不也在结丹之时便已暴露天资, 被各宗重点关照, 现在四宗之人, 恐怕无时无刻都想将他除去, 以绝后患。 若不是周长老一直暗中护着, 他也不敢放江寒离宗。 爱若此人是江寒就好了, 这样一来, 必能大大提升宗内士气, 明年招收弟子之时, 也会有更多天资绝佳者, 慕名而来。 是啊, 若真是江寒就好了。 黄长老抿着嘴, 板着脸站在一旁, 一声不吭。 听着两人在那猜来猜去, 却始终猜不到郑主, 不由觉得头疼。 他们胆子怎么就不敢大一点, 万一猜中了呢? 要不是不能泄露天机, 他真想上去扯着他们耳朵, 告诉他们这第一到底是谁。 第267章, 你还真挑上了。 阴阳宗, 宗主林施宇, 同样和几位化神长老, 对着天交榜第一的身份极为好奇。 据布宇格得到的消息, 五大宗内原因之下, 资质和实力最强者, 还是凌云山叶秋云, 并未发现天资比他更好的弟子。 一位长老抚恤说道, 若是担论天资, 紫霄建宗的江涵, 应当比叶秋云更强一些, 可是他修行时日尚短, 便是刚刚晋级, 结丹大圆满, 但根基不稳, 心性不足, 实力未必有多强。 如此说来, 此人还真有可能不是五大宗旨人。 另一位长老激动起身, 宗主, 不如让我去将其抓来, 收为弟子, 你就算了吧。 林施宇撑着下巴, 这么好的资质, 练成如鼎也太可惜了些。 这, 宗主误会了, 我也不是什么都能练, 那长老猩猩坐下。 他刚坐下, 其余长老立马起身, 焦急道, 宗主, 我有七个徒儿倾城角色, 以他们的功力, 定能让其心丹情愿地加入阴阳宗, 不如, 让我前去寻人。 七个算什么, 我有一自创的双修功法, 修炼后可对异性产生莫大的吸引力, 只要你想, 可与任何一个异性共修阴阳大道。 宗主, 十几位长老轮番开口, 林诗宇去连看都不看一眼, 待他们说完, 这才轻笑道。 诸位, 莫要争了, 这种绝世天才, 当入我门下才对。 他看着众人有些憋屈的神色, 笑意更深。 还有你们刚才提的那些条件, 也都一并给我送来。 如此, 我再亲自教导, 许以重力, 不怕他不来。 异象还未结束, 修仙界内便已暗流涌动, 各大宗门都想将此人收为敌传, 一时间各种消息满天飞, 超快的消息传递速度, 片刻间便能将无数消息送到世界各地。 随着阴阳宗率先放出消息, 只要此人加入, 便收其为宗主清传后, 各宗纷纷开出丰厚条件, 只等此人现实后, 收入宗门。 阴阳宗最新条件, 除天阶七品法宝一件, 宗主清传之外, 还增加了一份足以修炼到原音大圆满的资源一份。 另外, 只要加入, 每日可优先选择十个卢顶, 还可与任意情遇到世界双修。 灵浮宫最新条件, 入宗急赠与灵浮宫境内十座城池所有权, 所有资源收入都归他一人, 另外还有天阶七品法宝两件, 所需任何资源无条件提供, 化神七长老亲自互道。 铺天盖地的消息, 七品法宝无数资源的诱惑, 顿时让所有修士都红了眼。 阴阳宗, 我要去阴阳宗。 阴阳宗有什么好的, 不过是一些卢顶而已, 去了灵浮宫可是有无数资源不限量提供, 提升修为才是根本, 阴阳宗也不缺资源, 哎, 不对, 这天交榜第一又不是你, 你怎么还真挑上了, 想什么美事呢? 为什么不能是我, 凭什么不能是我? 结果未出, 你我皆有可能, 各宗都有动作, 纪雨禅当然也不例外, 独自在灵天殿内暗暗盘算了什么。 虽说这世间不可能有比小玄资质更高者, 可若能多一人, 灵天宗的实力也能更强几分。 而且, 万一真是皇府长老找错人了, 那最有可能的也就是此人才对, 只要将其收下, 不管之前有没有错, 总归多了一份保障。 他想了想, 神殿吩咐萧长老放出消息, 只要他愿意加入灵天宗, 我可收其为清传弟子, 待遇等同宗门圣子。 萧长老原本正在盘算着怎么将其收入宗内, 此时听到宗主的吩咐, 一喜之后却又有些犹豫。 宗主, 这些只怕是不太够。 不够? 纪雨禅一愣之下, 怒吓出声。 你什么意思? 做我的清传弟子, 还委屈他了不成? 不知有多少人求着让我知道, 我都懒得搭理他们。 我能亲自指导他, 就是他这辈子最大的造化。 单单这份造化, 就比其他宗门的条件不知丰厚了多少倍。 可你竟然跟我说, 不够? 纪雨禅有些愤怒, 他是什么身份? 他可是化神大圆满的一宗之主, 想做他清传弟子的人, 能从灵天殿排到紫霄建宗去。 可他听着萧长老的声音, 怎么还有些不满意? 他有什么不满意的? 萧长老确实不怎么满意, 宗主怎么越来越难伺候了? 他这还没说两句呢, 就又被对了。 他擦了擦额头的冷汗, 小声回道, 宗主有所不知, 其他宗门也都是须以宗主清传弟子, 以及数目巨大的资源奖励, 若我们只有这些, 恐怕很难吸引到对方。 要不, 再加点。 加什么加? 纪雨禅冷喝道, 他们那几个老家伙, 一个神神叨叨的神棍, 一个只知道炼剑的蟒夫, 一个心眼比针尖还小的毒妇, 还有一个黑心鬼的伤贩子。 你说说, 他们哪里比得过我? 只要此人不瞎, 就算是一样的条件, 他也必定选择做我的徒弟, 更何况, 只要他加入, 待遇等同宗门圣子, 他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他极为自信, 在这一群歪瓜裂藻中, 他就是最强的那个人, 但凡是个正常人, 都不会给自己找罪受, 去选其他人。 而且, 圣子的待遇并不比其他宗门的资源差。 这, 萧长老不知说什么好, 虽然不是一个宗门的, 但和他说这个, 真的好吗? 就这么定了, 你速速去办, 若是搞砸了, 我拿你是问。 说完, 纪玉禅就将神殿收了回去, 只留萧长老站在风中凌乱, 一样的条件, 还比其他宗门少了些额外奖励, 这让我怎么和他们抢啊? 就在这时, 空中的异象积攒了这么久, 好似终遇到了某种极限。 很快, 随着一声嘹亮的龙银震动天地, 一道紫袍身影逐渐在榜单旁显露而出。 这道人影和其他天骄的画像人影不同, 神气灵动, 栩栩如生, 好似就是一个真人站在那里一般。 他眼中似有星辰大日, 无尽神雷, 在现身的同时便占出无尽紫金之光。 雷鸣之声震耳, 疏忽便将龙鸣凤鸣之声压下, 更有一道无敌剑气横冠长空, 直刺苍穹。 他长发披散, 神色坚毅, 一身紫袍随风鼓动, 还有一枚闪着电光的紫色玉佩挂在腰间。 第268章, 江涵, 那是江涵。 一看到人影, 所有人顿时神色激动, 瞪大眼睛细细看着那张脸, 努力在记忆中寻找着相似之人。 终于出来了, 我倒看看, 这是哪个宗门的天才, 如此天资绝世之人, 当归属我灵天宗才是。 咦, 此人是谁? 乔着倒是十分俊俏, 年纪轻轻就有了这等实力, 应当早已有了名气才是, 为何却一直岌岌无名? 奇怪, 我也没有一点印象, 十年时间, 以此人的资质, 就算再隐藏, 也定然会在其宗门内, 崭露头脚才对。 此人应当不是五大宗门之人, 莫非是哪个小宗门的弟子? 灵天宗内, 众多弟子长老议论纷纷, 可随着那人影逐渐清晰, 却有十几个人影陡然将住身子。 不, 不会吧? 肖长老面容呆滞, 目中有些迷茫, 心底逐渐升起一抹惊恐。 他身为执事堂长老, 最是关心这些天才之事, 何况刚才得了宗主吩咐, 他已经在心中暗自盘算着, 要怎样才能把这等天才留在灵天宗内。 甚至连先礼后兵, 威逼利诱的具体步骤都准备得差不多了, 可现在, 他却是第一个发现不对劲的。 这张脸, 怎么那么像一个人, 一个曾经被他称为废物的人? 可能只是长得一样, 他只能这样安慰自己, 那个人在他记忆中就是一个胆小怕事, 懦弱无能的废物。 这才多久没见, 怎么可能突然摇身一变, 成了一位绝世天才? 就算是画本里, 也没这么演的。 不只是他, 林玄更是呆若目击, 这张脸, 还有那一身紫袍与雷霆, 那是曾把他虐了千百遍, 甚至差点取了他性命的东西, 他怎么可能认不出来? 可是, 不应该啊, 江涵为什么会出现在天交榜上, 这不对吧? 不对不对, 我上不了榜, 他也绝对上不了榜, 这个人绝对不可能是江涵。 林玄咬牙切齿, 尽管一切都表明这是江涵, 可他不信他都没上榜, 江涵凭什么能上榜? 就算要上榜, 也该他是第一才对, 江涵凭什么排在他前面? 小萱, 那是不是江涵? 陆静雪的声音中满是难以置信之色, 他很怀疑自己是不是看错了, 他当初登上天交榜时也不过才二十三名, 而且他不喜争斗, 更是连前十都从未进过。 江涵他怎么可以, 初次登入天交榜, 就直接是第一名, 还是这种惊世骇俗的第一名?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一定是搞错了, 天道一定是搞错了, 这人绝对不是江涵。 他死死盯着天交榜上手, 那里, 金榜正在逐渐打开, 他要亲眼看看, 那里即将出现的到底是谁的名字。 下一刻, 七彩之光照耀而出, 站满了整片天空, 将天地都映成了七彩之色。 不是江涵, 不是江涵, 林玄紧盯着那片彩色, 口中喃喃自语。 陆敬雪听到后, 同样握紧拳头, 心中跟着默念, 千万不能是江涵, 绝对不能是江涵。 这一刻, 天地陷入深深的寂静之中, 所有人都紧紧盯着那片浓郁的彩色。 有人是不敢相信, 有人是纯粹好奇, 还有一些人, 则是怨起滔天。 可不管他们适合想法, 彩光还是快速缩了回去, 逐渐凝聚成一团, 化作一行七彩文字悬浮而起, 飘向那道身影右侧。 彩色的文字像是印在脑子里一般, 让所有人都看得极为清晰。 江涵, 结丹大圆满, 紫霄见宗, 宗主狄传弟子。 天资, 绝品, 悟性, 绝品, 气韵, 绝品。 字不多, 可以说很简单, 但就是这简单的几行字, 却让这片天地瞬间炸开了锅。 绝品, 绝品, 我没看错吧, 竟然是绝品。 天资, 悟性, 气韵竟然全是绝品。 绝品是什么品? 我从未见过这样形容一个人的资质的。 绝品, 字如其异, 并然是超越极品, 绝无仅有的意思。 绝无仅有, 仅此一人。 这怎么可能, 世间怎么可能有这么强的资质? 莫非只他一人, 就比整个修仙界所有人的资质都要高? 那怎么不可能? 资质高者毕竟是少数。 你看这世界上, 五大宗一共也只有一个圣子, 一个圣女。 各位, 你们的关注点是不是搞错了? 此人竟然是紫霄见宗的弟子啊? 什么? 紫霄见宗? 紫霄见宗不是一向垫底吗? 他们哪来的绝品天才? 紫霄见宗一共也只有十二个人上榜, 怎么又突然冒出来一个绝品天资的天交榜第一? 紫霄见宗何德何能, 竟然拥有这等天才? 是不是天道搞错了? 不止他们如此, 便岳玉峰和众多长老也同样面露金色。 绝品资质? 这世间竟然还有绝品资质? 岳玉峰惊叹。 待看到那紫霄见宗四个字之后, 他已经吸了收徒的心思, 和紫霄见宗抢人, 还是抢这种足以振动天道的天才, 倒不是找死吗? 便是凌云山那位圣女也仅有天资为上上等罢了, 就这也已是世间罕有的极品资质。 据记载, 百万年来单是拥有一种上上等资质者, 一共也不足百位, 更别说三项均为绝品的资质了。 这哪是我们这个世界能拥有的天才? 便是在上宗, 这也是足以振动天下的资质。 绝品天资啊, 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 便是连典籍上也从未有过记载。 紫霄见宗竟然有了绝品天资的弟子, 为何不早早拿出来, 竟然还藏着掖着, 要不是天骄榜? 我们现在还被蒙在鼓里。 另一位长老惊叹过后, 失笑一声, 你们不要忘了, 之前慈子刚刚展露头角之时, 我们就已经不止一次对他出手了。 他们若不是藏着, 慈子怕也活不到现在。 众人闻眼点头, 这话倒是真的, 他们四宗一向齐心, 一直以压制紫霄见宗为首要目标, 怎么可能会眼睁睁看着紫霄见宗 再出现一位绝世强者? 先前只以为是个天资较好的天才, 所以四宗并未全力出手。 眼下慈子彻底暴露资质, 我们四宗必然要有所动作, 万不能让他成长起来, 不然我等必然再次被紫霄见宗压下一头。 众长老议论不休, 可就在此时, 岳玉峰却感到附近有一道气息 忽然发出剧烈波动。 转头看去, 却见萧长老面容呆滞, 仿佛见了鬼似的, 惊恐地看着上方的人影。 他骇然看着上方那个身影, 双眼微凸, 眼睛越瞪越大。 这, 这真是, 不是。 胸口突然生出一大团灼气, 憋在胸间, 让他一句话都说不完整。 岳玉峰最先发现他的异样, 疑惑问道, 不是什么? 萧长老, 此人莫非有什么问题? 不是, 砰砰砰。 萧长老用力捶了几下胸口, 好不容易把那一团玉气打散, 这才猛地指向空中那道身影, 骇然喊道, 姜涵, 姜涵, 那是姜涵。 第269章, 竟然是这种人, 姜涵, 是紫霄见宗那个姜涵, 我看到了。 岳玉峰有些感慨, 怪不得他实力那般强大, 助击七就能力压数百同阶, 结单中期之时, 便在秘境以一抵百, 杀了我们那么多弟子, 后来更是差点击杀秦梦河。 他抬头探道, 原来, 这就是同阶无敌, 这就是绝品资质。 听他这么一说, 其他长老也想起来了, 方才他们还讨论过这个姜涵来着。 原来是他, 听闻他结单才不过一个多月的时间, 这才多久, 就结单大圆满了。 绝品天资, 不愧为绝品之名。 我们修炼之时, 单单突破一个小境界, 也最少需要花费十余年时间苦修, 若是遇到瓶颈, 卡上数十年上百年, 那都是极为正常的。 可他竟然连连突破境界, 连一丝停顿都没有。 绝品天资, 难道没有修炼瓶颈吗? 说突破就突破, 众人再一次感到天道不公, 凭什么江涵可以修炼那么快, 半年时间连连破境? 而他们却要经历数十年, 乃至数百年的苦修, 才能达到如今的境界。 这才是真正的天才, 和他比起来, 叶秋云算什么, 圣女又算什么, 连给他提鞋都不够。 诸位可不要忘了, 他可不只是修炼速度快, 他还有绝品悟性。 能成为天交榜第一, 必然是比叶秋云更强, 恐怕最少拥有三种意境在身。 三种意境? 他们之中, 许多人都已晋级原音多年, 可至今也大多只有一种意境罢了。 能拥有两种意境的, 都算得上是悟性极佳, 未来突破化身的几率足有两成。 可江涵才结单大圆满的修为, 便最少了领悟三种意境。 这是什么概念? 那是他们一辈子都无法企及的高度, 两辈子也不行。 可就在这时, 一位长老冷哼一声, 不屑地说道, 哼, 就算天资再好又怎样? 终究是个小人罢了, 只会耍手断偷袭, 他算什么天才。 此话一出, 旁边一人急忙拉住他, 四周扫了一眼, 这才低声说道, 快别说了, 江涵是不是小人还是两说, 毕竟咱也没见过。 但是天道能把他放到天交榜第一的位置, 就足以证明他比其他人都要强。 你可莫要忘了, 当初在太义秘境的时候, 他已一抵摆, 那时候他的对手可都是杰单大圆满, 还不是差点被他杀光? 难道他靠的是偷袭? 你好好想想, 童街无敌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 杰单中七杀大圆满如杀鸡土狗, 现在他已经杰单大圆满了, 杀童街天骄是不是也是如杀猪狗一般简单? 你再好好想想, 江涵既然比他们实力高, 他对付那些人还需要用偷袭。 那人一愣, 可露事直刚才说, 他说到一半立刻住嘴, 他现在才反应过来, 他那一番话也就是两张嘴皮子一碰的事, 谁知道他说的真的假的, 万一是他在污蔑人呢? 其他人也反应过来, 看向陆敬雪的目光中多了一丝异样。 陆敬雪方才还说江涵是个偷鸡摸狗, 只会暗中偷袭的阴险小人。 可现在, 天道好像不这么认为啊。 至于该姓谁, 那还用选吗? 肯定是天道认证的, 才是真的。 而且, 他们怎么看江涵面容坚毅, 目中并无阴痕狡诈之色, 怎么看也不像是那种阴险人。 众人对视一眼, 撇了撇嘴, 没想到堂堂宗主清传弟子, 竟然是这种人。 一个蠢笨如珠, 又贪得无厌的林玄, 一个撒谎污蔑人的陆敬雪, 宗主这几个清传弟子, 是不是都有点问题啊? 正常老下意识往旁边挪了挪, 离陆敬雪他们更远了些。 而另一边, 萧长老还沉浸在江涵身旁那几行短短的文字中, 无法自拔。 不是, 不是, 不是那个江涵, 是那个江涵, 他被这个消息吓到语无伦次。 他怎么也没想到, 原来那个在宗内被宗主还有他的弟子们肆意虐待, 整日被人辱骂殴打, 甚至连饭都吃不上的那个可怜虫。 那个修炼十几年, 一直卡在炼七七无法突破的废物。 那个在宗主他们口中没有一点用处, 被他们当作奴隶使唤的无用之人, 竟然就是紫霄建宗, 最近传得沸沸扬扬的那个天才弟子。 他们怎么会是同一个人? 他们根本不沾边才对吧? 一个天资愚钝, 傻里傻气, 连说个话都有点结结巴巴的, 被人欺负了也不敢吭声, 动不动就被打断手脚。 整日只能靠着野国保护, 除了命大之外, 什么都没有。 用宗主的话来说, 他就是个难尼服不上墙的废物。 而另一个, 今年刚刚扬名的爵士天才, 传闻中天资爵士, 月出杰丹, 月中便以晋级杰丹中弃, 这才又过去半个月吧? 竟然已经是杰丹大圆满了。 而且, 自他杰丹以来, 一路势如破竹, 不断击溃其他宗门天骄, 以无敌之姿迅速踏入巅峰, 将所有同阶之人都踩在脚下。 那是真正的天之骄子。 要是在以前, 有人敢跟他说, 这两个人就是同一个人, 他绝对会嗤之以鼻, 断定此人是脑子有病, 在胡言乱语, 甚至极有可能把那个胡言乱语的家伙 痛扁一顿丢出去。 可现在, 他不得不信, 这可是在天骄榜上显露出来的天道轻发, 谁能作假? 谁敢作假? 天骄榜, 绝不可能有错。 总不可能, 这世间有两个同名同姓, 又长得一模一样的人吧。 这话说出来, 他自己都不信。 算算时间, 江涵加入紫霄建宗的时间, 好像确实和江涵从林天宗退宗的时间差不多。 可这到底是为什么? 为什么在林天宗就是一个废柴的无用之人, 到了紫霄建宗, 摇身一变就成了百万年难得一见的绝世天才? 难道是林天宗可他不成? 但若真的是那个江涵, 江涵的退宗手续可是他给办的, 若是没走还好, 就算被人知道也只会夸他于宗门有功, 甚至极有可能获得赏赐。 可要是被人知道, 是他亲手把这样一个绝世天才办的退宗手续, 把人赶了出去, 就是他睁着两只瞎了的狗眼, 把一个绝世天才给放跑了。 此事若是暴露, 那他岂不是成了宗门的千古罪人? 第270章 蛇鼠一窝, 其他封主和长老绝对会对他群起而攻之。 不为别的, 就为了替江涵报仇, 把他这个曾经把江涵赶出师门的罪人, 狠狠教训一顿, 替江涵出一口恶气。 虽然不能获得什么, 但也许就因为这一件小事, 就可能让江涵对他们心生感激。 未来若是不能遏制江涵的发展, 就这一件小小的因果, 极有可能换来江涵的一丝善意。 甚至若想得深一点, 就连宗主也可能放出手, 把他扔出去, 背这口大黑锅, 再把江涵退宗的原因全扣在他头上。 不用想, 以宗主现在的状态, 绝对做得出这种事, 那他在临天宗还能有活络。 一人搞他一下, 虽然都不中, 但那么多加起来, 怕是用不了多久, 他就会被人搞死。 师父已经飞升, 师兄师姐们也飞升的飞升, 作画的作画, 他在临天宗可没什么靠山了。 想到此处, 萧长老兄中再次生出一股恐惧, 心间更是害得轻颤, 冷汗刷的一下, 将他后背打湿。 他只有原因后期的修为, 要不是靠着他师父的面子, 只是堂堂主的位置, 根本轮不到他来做。 可若是在这种, 能在江涵面前刷存在感的事情面前, 他师父留下的这一点薄面, 就没那么重要了。 不行, 不行, 我不能待在宗里, 若是被人知道了, 一定会死无葬身之地。 我要赶紧出去躲一阵子, 我要躲得远远的, 等宗主他们忘了这件事再回来。 想到此处, 他再也顾不得其他, 连招呼也不打一下, 咬咬牙, 留下一个预警, 交代一些关键事, 丢向直视堂方向。 随后急忙施展土盾之术, 脸去自身气息, 随着一阵土黄色光芒闪过, 他竟然直接顿地而逃, 搜得一下就不见了踪影。 哎, 萧长老, 你还没说江涵怎么了? 这一番操作, 把岳玉峰看得一愣一愣的, 干嘛呢这是, 走得这么急, 刚才还说得好好的, 怎么突然就跑了? 他扫尸一圈, 却忽然看见陆敬雪和林玄二人, 和萧长老方才的表情一样, 像是看见鬼了似的, 惊恐骇然地看向空中, 胸口更是不断地剧烈起伏。 他们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岳玉峰略移皱眉, 莫非是江涵, 和他们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关系? 身为执法堂堂主的求知欲悄然升起, 他连忙靠近过去, 压低声音问道, 两位失职, 你们和江涵很熟, 话落, 岳玉峰期待地看着二人, 可他们却仿佛没听到一般, 面色惨白地看着天空上的身影, 江涵, 怎么可能是江涵? 陆敬雪不明白, 为什么那个只会整天哭鼻子, 挨骂不敢还嘴, 挨打更是不敢还手的江涵, 那个动不动就装委屈, 装可怜, 像一个被抛弃的野狗一般的废物, 竟然成了天交榜第一的天才, 更可恨的是, 他的排名比他当初高了太多太多, 那个位置, 是他曾经必须仰望的位置, 可现在, 那个位置, 属于江涵, 江涵, 江涵, 为什么会是江涵? 他凭什么? 更让他难以忍受的, 是当他的排名出现时, 竟然引动了天地异象, 好像还是极为少见的祥瑞之象, 天地这是什么意思, 早不异象晚不异象, 偏偏等他要出来的时候, 来了个异象, 他不过就是一个节单期修士, 就算资质好又怎么样, 他再强, 到哪里去, 犯得着让天地亲自为他庆贺, 荒谬, 简直荒谬, 天地真是闲得没事干了, 这种小事, 也至于他出面为江涵称面子, 江涵不过是一个曾经被他踩在脚底, 连活着都要看他脸色, 一直生活在最底层的卑贱之人, 他哪来的资格登上天胶榜, 还直接就是第一人, 该死, 该死的贱人, 他怒骂出声, 顿时引得四周, 投来无数道隐含深意的目光, 众长老心中富匪, 看来还是说少了, 这人还是个心思狭隘, 见不得别人好, 只敢在背后骂人的毒妇, 林璇也比他好不到哪去, 他原以为又可以多一个可以吞噬气韵值的对象了, 还在满心欢喜地思考着, 该送什么礼物结交比较好, 可他万万没想到, 转眼间, 那天胶榜的第一人就变成了江涵, 江涵, 那可是这个世界的气韵之子, 被天道眷顾的存在, 他就算要吸对方的气韵, 也需要用命运锁链偷地拿, 生怕被天道发现, 可天道不是被系统骗过去了吗, 江涵在他眼中也应该是不存在的才对, 为什么他还能登上天胶榜, 自江涵的身影出现时, 他就一直想不通, 大家都是不存在的, 江涵为什么可以登上天胶榜, 为什么他却不可以,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该死东西, 你为什么非要和我作对, 心中的最后一丝侥幸, 彻底烟消云散, 化作虚无, 随之生起的, 是几乎浓郁到实质的不甘和怨恨, 自从江涵从灵天宗离开之后, 他无论做什么都不顺利, 每次有机缘降临之时, 必然会有一股力量将他的机缘破坏掉, 让他什么也得不到, 在海外的时候遇到江涵, 被他夺走一个传承之地, 在太一秘境时, 好不容易吞噬到大量的气韵值, 又被江涵引出天道, 一到天雷把他的气韵全给批没了, 那一击, 甚至差点把系统彻底批掉线, 而回宗之后, 他更是处处不顺, 做什么都做不好, 总有人来破坏他的好事, 好不容易有了展示自己聪明才智的机会, 又遭到别人陷害, 在灵天殿狠狠地丢了个大脸, 而这一切, 全都是江涵害的, 他要是没走, 乖乖待在灵天宗, 让自己吸他的气韵, 大家相安无事之下, 自己又哪里会变得这么惨, 不就是吸他一点气韵值而已, 又不是要了他的命, 江涵怎么就这么消极, 第271章, 这种事, 我是专业的, 就算网多了说, 自己也顶多就是压着他不让升级, 让他日子过得苦了一点而已, 可就像师父说的那样, 境界提升太快并不是好事, 自己也是在帮他磨练心境, 这都是为了他好, 可自己为他做了那么多, 他怎么连一点气韵值都不愿意付出, 若不是江涵太小气, 说不定自己早就吸够了气韵值, 用不了多久就能化神飞升了, 哪还用受这么多罪, 亏自己以前还叫他一声师兄, 可他竟然对自己这个师弟这么吝啬, 他根本就不配做自己的师兄, 心中的恨意, 让他忍不住怒骂出声, 贱人, 都怪你, 可他这一声怒骂, 却瞬间引起了四周所有人的兴趣, 江涵登上天交榜第一, 虽说确实有些意外, 但结合他之前的表现, 此事倒也说得过去, 但这两人为何会对此事有这么大的反应, 他们两个根本就不在天交榜上, 谁拿第一跟他们有关系吗? 真是不可理喻, 这两人极度到发狂的模样, 任谁看一眼也能明白, 他们两个绝对有问题, 瞧他们这副模样, 看来真的和江涵认识啊, 而且看起来, 他们之间好像还有些恩怨, 众人暗自揣测, 眼中的异样神色越来越重, 不但是对二人鄙视, 更多了些好奇, 他们是怎么认识的, 一个修为太高, 一个修为又太低, 林玄还基本没怎么下过山, 双方宗门也没太多交集, 不管怎么看, 他们之间也不可能会有什么交情吧, 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岳玉峰又凑近了点, 伸手拍了拍两人肩膀, 巧声问道, 二位失职, 你们和江涵很熟, 啊, 二人突然怪叫一声, 面上瞬间血色全无, 满眼骇然地看着他, 林玄似乎被他吓到, 目中没有了焦点, 嘴里喃喃道, 你, 江涵, 江涵怎么了? 你们很熟, 你不想见到他, 岳玉峰感觉自己, 好像探查到了某些真相, 顿时更加兴奋, 还是路径雪秀为高一点, 率先反应了过来, 忍着怒气说道, 我们不认识他, 岳堂主还是去问问别人吧, 说完, 他急忙拉起林玄, 转身就要走, 可就在这时, 却有一道极小的声音, 忽然在所有人耳边响起, 不认识, 那你刚才还说人家坏话, 这不是故意说谎, 恶意污蔑人吗? 声音虽然刻意压低, 但却刚好能让附近所有人都听到, 短短一句话, 引得众人暗赞一声, 纷纷投来视线, 他们碍于身份, 不好多说什么, 但这句话, 可真是说到他们心坎里了, 你不认识你, 胡说什么? 这不是故意误导人吗? 要不是天交榜含金量太高, 他们还真有可能被他骗到, 认为江涵是个不择手段的小人, 到时若是把此事传播出去, 坏了别人的名声, 那这误会岂不是大了? 谁? 谁在说话? 陆敬雪猛地转头, 一眼就发现了鬼鬼祟祟的楚月, 此时, 楚月正躲在月玉峰身后, 小声嘟唠着什么, 听到声音, 他慌张抬头, 迅速扫了四周一圈后, 猛然对上了陆敬雪要杀人似的目光, 那凶狠的眼神, 吓得他急忙举起双手, 慌忙狡辩道, 不是我, 我什么都没干, 这副做贼心虚的模样, 顿时让陆敬雪更加确定, 就是这件人干的, 混账, 竟敢当面说我坏话, 谁给你的胆子? 他眼含杀气, 声音冷力, 一个住击器的弟子而已, 便是死了也没人敢找他麻烦, 谁知楚月嘴巴一扁, 顺着他的话委屈地说道, 我只是说了实话而已, 陆师姐怎会这般生气? 明明是你污蔑人在先, 你刚才还说江涵是个只会偷袭的小人, 这会儿又说你根本不认识他, 那你不认识他, 你怎么知道他是个只会偷袭的小人? 这不是说谎又是什么? 楚月说着, 神手揪住月玉峰的袖子, 可怜兮兮地说道, 月堂主我也不想这样说的, 可是, 可是陆师姐他实在是太欺负人了, 人家江涵和他素不相识, 与他们无冤无仇的, 他竟然这样污蔑人家, 你这个贱人, 陆敬雪被他这一番话气的蹊跷声念, 什么叫他胡说八道, 他说的分明就是真的, 他只是没办法解释而已, 难不成想让他告诉他们, 江涵曾经是林天宗的人, 还是他的师弟, 他怎么可能说得出口? 怒气冲头, 他运气凌厉就要抬手给楚月来点教训, 谁知楚月往月玉峰身后一缩, 死活都不露面, 月堂主救命, 月玉峰满脸无奈, 实则眼中引有亮光, 闻言轻壳一声, 苏蓉说道, 陆师直同门之间禁止私下斗法, 你莫不是想触犯门规? 我, 陆敬雪一致, 他真是被气昏头了, 竟然差点忘了月堂主是执法堂堂主, 若是被抓到把柄, 便是他也没好果子吃, 此举确实有些冲动了, 杜怪那个贱人, 月师叔息怒, 是师直冲动了, 还望月师叔见谅, 月玉峰倒也没想现在收拾他, 点了点头呵斥一声, 便算过去了, 多谢月师叔, 陆敬雪恨恨地瞪了楚月一眼, 然后直接拉着凌玄瞬移离开, 只剩下月玉峰一眼含亮光地站在原地, 有问题, 有古怪, 有八卦, 他们绝对和江涵之间发生过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突如其来的声音让月玉峰眉心一跳, 他转头一看, 却见楚月还鬼鬼祟祟地站在他身后, 真是胆大妄为, 一次两次也就算了, 你竟敢一直拿我当挡箭牌, 真当我脾气好, 不敢收拾你, 月玉峰故作怒容, 冷言呵斥道, 多谢月堂主救命之恩, 楚月道谢之后朝天上拂了拂嘴, 不过, 难道月堂主不想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 一提到这个, 月玉峰瞬间精神了, 看了看四周, 压低声音道, 你知道? 我不知道, 那你说个得, 但有人知道啊, 楚月同样压低声音, 悄咪咪的说道, 月堂主, 调查这种事, 我可是专业的,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宗内这么多人, 总会有人知道, 你给我安排个职位, 我来帮你找, 第272章, 会死吗? 怎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 姜涵, 姜涵, 为什么偏偏是姜涵? 一到没人的地方, 林璇终于忍不住骂了出来, 他还是想不明白, 他还是忍不住想骂人, 但凡这个天脚榜第一, 换成另外任何一个人, 他都不会这么失态, 反而会极为欢喜, 可偏偏这个人是姜涵, 那个被他视为气韵资源, 早晚会落在他手里, 被他吃干抹尽的姜涵, 而更严重的问题是, 现在他吃不了姜涵, 一口都吃不了, 那么大一个宝珊就在那里, 他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甚至还要躲着走, 碰都不敢碰一下, 生怕被对方随手把他灭了, 他到底哪里比我强了, 他天资没我高, 悟性没我好, 资源也没我多, 他怎么突然就成了天脚榜第一? 虽然他早就知道姜涵天赋不错, 可当他真的看到这一切时, 他还是不愿意去相信, 原本他还有希望, 赶在姜涵之前结音, 在以境界差距, 强行将对方吞噬, 可现在, 恐怕姜涵节音的速度要比他快得多, 一个多月, 这才一个多月, 姜涵竟然直接从结单初期, 晋级到了结单大圆满, 这是人, 这真的是在修行, 确定不是有人在给他传功吗? 三师姐, 你说, 会不会真是天道搞错了, 林玄声音越来越小, 这种话, 说出来他自己都不相信, 谁都有可能做错, 但天道应该不会出错吧? 陆静雪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他抬头看向那座金榜, 彩光依旧, 身影依然清晰, 清晰到对方的眼神和表情都能让他看得清清楚楚, 虽然眼中少了那唯唯诺诺的感觉, 也不再装可怜, 眼神变得坚毅许多, 气质更是多了些缥缈洒脱, 可他非常确定, 那个人就是姜涵, 可是, 为什么? 师父不是说姜涵天资很差, 无论怎么修炼都不会有所成就的吗? 可现在这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 想起自己曾经对姜涵做过的那些事, 陆静雪心中怒气迅速散去, 没来由地感到一阵心慌, 不久之前, 他曾在姜涵眼中看到过仇恨, 那是对他们的仇恨, 那是想要向他们复仇的恨意, 可他当时却只觉得可笑, 根本就没往心里去, 以当时姜涵的地位, 不, 他当时根本就没有地位, 仇恨, 那不过是一只野狗被打之后的无能狂怒罢了, 以他的天资, 就算给他五百年, 一千年的时间, 他也到不了原因, 他永远都只能是一个废物, 一个无法结音的废物, 他又有什么好怕的, 姜涵若真的敢找他报仇, 他不介意让他回想一下, 曾经被他踩在脚底, 曾经跪着给他洗脚的恐惧, 可现在, 那三个绝品深深刺痛他的眼睛, 以他绝品的资质, 再加上那令人感到恐惧的修炼速度, 姜涵恐怕很快就能结音, 到那时, 以他那绝世天资, 实力定然强到可怕, 恐怕能很轻易就把他打倒, 到那时, 他不敢想象会发生什么, 会死吗? 会被他逼着在他面前跪下, 给他洗脚吗? 除此以外, 他会不会逼他做一些更过分的事情? 那些他曾经对姜涵做过的非常过分的事情, 根本不用多想, 他立刻就得出了一个答案, 会的, 一定会的, 一个一心只想复仇的人是非常可怕的, 他见过这种人, 他们心中早已扭曲, 根本不在乎其他任何东西, 一心只想复仇, 心中只有复仇, 为此, 他们可以不惜一切, 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他现在所做的一切, 一定就是在位之后的复仇做准备, 陆敬雪感觉胸口好闷, 好痛, 整颗心脏仿佛被一双大手抓住, 用力扭成了麻花一样, 痛得他面色扭曲, 喘不过气来, 若是以前对他好一点, 是不是就不会这样了? 若他曾经没有虐待过他, 他是不是就不会恨他了? 这一刻, 他忽然想到了这句话, 如果他没对姜涵做过那些极尽侮辱的恶心事, 如果他只把他当成一个普通师弟看待, 那么就算他走了, 也绝不会对他产生怨恨, 甚至有这份因果在, 以姜涵的性子怕是少不得他的好处, 因此获得极大的机缘也说不定, 可现在, 说什么都迟了, 什么都没了, 不, 我不能坐以待毙, 他忽然攥紧拳头, 目中露出一色, 大师姐, 二师姐, 还有四师妹, 他们最近很奇怪, 一直在对姜涵计划着什么, 他们肯定早就知道了这件事, 如果找到他们, 大师姐说不定有办法救他, 就算真的不行, 他们也可以找机会杀了他, 虽然很难, 但只要杀了他, 一切都会回到正轨, 他也不需要担惊受怕了, 当然, 以姜涵现在的地位, 想要杀他, 简直难如登天, 此事只能留作最后手段, 若大师姐他们真的有办法, 那自然是最好的, 心中的恐慌稍微散了一些, 他再次拉起灵旋, 走, 我们去找大师姐, 空荡荡的灵天殿内, 气氛却极为凝重, 纪雨缠不知何时站了起来, 神色凝重, 惊诧地盯着金榜, 姜涵, 天交榜第一, 天交榜第一, 姜涵, 这怎么可能, 他怎么可能是天交榜第一, 他满脸的不可置信之色, 气急败坏地骂道, 天道到底在搞什么, 他为什么要把姜涵抬这么高, 他只是一个废物而已, 就算抬得再高, 他也站不稳, 这对他有什么好处, 还有这绝品资质, 这个世界怎么可能会有绝品资质, 他哪来的绝品资质, 纪雨缠极为气氛, 绝品是什么概念, 他不清楚, 但他知道, 这一定不是这个世界可以拥有的东西, 还有天道的态度, 也让他有些摸不清楚, 哼, 他忽然冷哼一声, 恨声道, 忘恩负义的废物, 他若是不走, 现在天交榜第一后面的字, 就会是临天宗宗主清传弟子, 若是如此, 他也算是有点作用, 好歹能给我长点脸, 可是废物窝囊了那么多年, 好不容易有了点作用, 他竟然跑到紫霄建宗, 给那个莽夫长脸去了, 第273章, 站得越高, 摔得越惨, 没良心的孽障, 若不是我助他磨练心境, 他哪里会有这么快的静静, 就算资质再好, 又能怎样, 心境不全, 怕是连杰丹雷杰都无法度过, 可他有了点成就, 竟然没想着, 回来谢谢我, 真是白眼狼, 他心中生起一抹复杂, 又带着一丝隐藏极深的惶恐, 既想骂江涵畜生, 又有些想让他赶紧回来, 带着天交榜第一的名头回来, 同时, 他还隐约有了一个可怕的猜测, 万一, 不可能, 此事绝不可能, 他用力摇头, 掐灭了这一丝异样想法, 转而冷力道, 说起来, 小璇静静也不慢, 应该要不了多久, 就能晋级杰丹大圆满了, 他才是真正的同阶无敌, 江涵必定不是他的对手, 到那时, 可以让他把这天交榜第一之位夺走, 如此一来, 我林天宗也能成为第一, 他越说越觉得可行, 此事若是操作一番, 有极大可能成功, 没了江涵又怎样, 他还有小璇, 只要林璇还在, 这一切就都不是问题, 江涵一路走来, 每每对敌之时, 皆是依仗那把天玑八品的飞剑之威, 顺息斩杀对手, 只不过是凭借法宝优势, 才能让他一路破敌, 营造出了一种同阶无敌的假象, 可假的就是假的, 只要能制住他的飞剑, 他便是没了牙的老虎, 只能任人宰割, 修士, 修的终究是道法, 把一切都压在飞剑之上, 虽然威力极强, 但破绽也极大, 这也是剑修的通病, 只要没了飞剑, 实力顿减七八成, 天界八品法宝而已, 我林天宗也有, 甚至比他更好, 只要压住他的飞剑优势, 胜利便不再属于他了, 想到这里, 他脸上浮起笑意, 绝品资质, 真是可笑, 就暂时让你做这第一又如何, 他仰头看着江涵的人影, 缓缓摇头, 殊不知, 站得越高, 摔得就会越惨, 他回身躲步, 走到主位坐下, 脸上带着淡笑, 放你出去玩了这么久, 没想到你, 去是玩风了, 也许, 是时候把你抓回来, 好好教育教育了, 他取出一块紫青色罗盘, 心念一动间, 罗盘便射出一道青光, 在不远处凝成一道人影, 待人影清晰后, 仔细一看, 竟然是阴阳宗宗主林诗宇, 林诗宇站在花谱之中, 深周有彩蝶飞舞, 看着纪宇禅差一道, 纪宗主怎么有空找我, 林宗主不也在等我, 林诗宇哥哥一笑, 纪姐姐还是这般无趣, 说吧, 想怎么对付她, 在她最得意之时, 把她打下来, 碎了她的道心, 纪宇禅声音冰冷, 毫不留情, 纪姐姐还真是心狠, 她好歹是你徒弟, 早知如此, 当初还不如把她交给我, 林诗宇摇头轻叹, 如此绝世天资, 你却将其视如碧缕, 便是说再多, 也不过是浪费时间, 林诗宇眼见无趣, 转口说道, 纪姐姐想对付她, 自然是没什么问题, 可原因之上不能出手, 若是坏了规矩, 我们可承担不起紫宵剑宗的怒火, 但以她的实力, 若是派同阶出手, 怕是无人能敌, 哎, 纪姐姐可有办法, 紫宵剑宗之人, 一身实力全在那口飞剑上, 你派人回去她的飞剑, 其他的, 我来安排, 纪宇禅说道, 哼, 姐姐说得轻松, 那可是天阶八品的法宝飞剑, 哪是那么容易毁掉的, 林诗宇目露难色, 天阶法宝本就不易损坏, 更何况, 那可是天阶八品的高阶法宝, 所用材质绝非凡品, 就算以天阶九品法宝对其下手, 也不一定能将其损坏, 哪是说毁就能毁的, 我自有办法, 那姐姐为何不直接派人前去, 纪宇禅沉默片刻, 方才不耐地说道, 你们阴阳宗手底下掌控着那么多元阴气的散修, 做这种事不会被人查到, 那姐姐要付出什么报酬, 咱们姐妹一场, 不如, 少废话, 你做不做, 纪宇禅仿佛极为不耐, 连一句话都不愿多说, 林诗宇哥哥一笑, 当然要做, 既然成了敌人, 自然是斩尽杀绝才好, 不过, 她顿了一下, 不过什么, 我是想知道, 那林玄到底哪里好, 竟值得纪姐姐这般维护她, 你想做什么, 纪宇禅眼中冷芒一闪, 浓郁到极致的寒意, 便是隔了极远的距离, 也让林诗宇忍不住心中一寒, 我警告你, 少打她的主意, 不然, 别怪我翻脸无情, 好好, 我不说就是了, 林诗宇急忙示弱, 眼见清光散去, 身影消散, 她眼中亮起一色, 纪宇禅如此护着林玄, 必然有什么问题, 听说这小子是个贪财好色的心性不全之辈, 既然你不愿说, 不如直接去问你那小徒弟, 紫霄剑宗, 紫霄大殿, 雷青川愕然看着空中那道无比熟悉的身影, 直到黄长老发出好几声轻咳, 才将他们惊醒, 他是怎么做到的, 雷青川眼中还有些愣着, 似是难以置信一般, 视线从江涵的身影和那几行文字上, 寸寸扫过, 一遍又一遍, 他原以为江涵只是天资好一点, 有变异雷根危机, 再加上天生剑骨为注石, 未来成就必然极高, 可他怎么也没想到, 江涵在天道眼中, 竟然能得到这么高的评价, 天资代表着修行速度, 悟性说明他和天帝法则有极高的契合度, 可以更简单地感悟天帝, 领悟法则之力, 而气韵则代表了他未来成就的上限, 三项绝品, 他的未来绝对能达到那种天帝间绝无仅有的高度, 作为曾经最强宗门的宗主, 雷青川见过不少天才, 甚至他本身就是一个天赋极高的天才, 可以往那些天才, 一路修行会遇到诸多瓶颈关卡, 情欲迷障, 资源短缺, 境界避障, 心境缺失等等, 其中任何一个瓶颈, 就算是那些悟性极高的天才, 往往也需要以大一力, 耗费数十年的时间才能有机会突破, 期间不能有丝毫分心, 不能受到任何干扰, 只有耗费极多的时间用心感悟, 方才有机会抓住那一闪即逝的灵光, 感悟到那一丝细微的异景之力, 就比如天赵榜上这些天赵, 他们哪一个不是成名多年, 登榜十年数十年的比比皆是, 可就算这样, 他们的实力比江涵, 仍是差了不知多少倍, 若是江涵花费和他们同样多的时间, 他又能成长到什么高度? 第274章, 天赵榜第一的奖赏, 江涵达到如今的境界, 自他加入紫霄建宗, 至今也不过, 花了半年而已, 半年, 说实话, 这点时间还不够他们随随便便打个座, 闭个关的, 可这半年对于江涵来说, 这已经不是天才了, 这是真正的天赵骄子, 也许, 紫霄建宗曾经突然消失的气韵, 就是为了换来江涵的加入, 只要有他在, 反补回来的气韵, 足够让紫霄建宗的整体实力, 再上一个台阶, 而且, 现在已经出现端倪, 江涵带回来的极品赤金石矿脉, 就是最好的证明, 只需花费数年, 不, 也许用不到数年, 权宗弟子气出力, 彻夜不休的炼制之下, 也许只要数月时间, 就可将权宗上下的飞剑重新打造完成, 加入极品赤金石再次炼制, 应能让品级再升三级, 如此一来, 门下弟子出门对敌之时, 仅凭飞剑之力, 便可将同阶之人死死压制, 这一刻, 雷青川的腰板挺得格外直, 如今, 就算是去了上宗, 他也可以大声和师尊师弟们说一声, 不负所望, 哈哈哈哈, 好, 他好了, 他仰天大笑, 此界天骄第一人, 好一个第一人, 哈哈哈哈, 这一次, 紫霄剑宗崛起之势, 再也无人可挡, 此刻, 江涵在他心中的地位无限拔高, 江涵的重要性, 已经超越了此界的所有人, 甚至比他自己都要高, 便在这时, 忽有一道玄妙气息, 从天而降, 化作无形之气, 轰然砸向紫霄剑宗, 庞大的气息, 将整座紫霄剑宗山门, 全部笼罩在内, 权宗之人顿觉心神一阵, 眼中生起奇异之芒, 这是, 天降道玉? 雷青川目入震惊, 似是难以置信一般, 道玉? 那是什么? 旁边有一长老问道, 道玉乃是夺天地造化之物, 其内玉藏着天地大道, 修士得之, 可借此领悟天地间的法则大道, 于修行一道, 注意无限哪, 黄长老上前一步, 望天惊叹, 天降道玉, 天道馈赠, 原来这就是天交榜第一的天道奖励, 如今全宗弟子接受道玉加持, 修为高者, 可借此领悟法则之力, 修为低者, 也可开灵增至, 对未来修行有莫大弊义, 宗主, 这是我天要助我子孝建宗啊, 只要我们借此良机毫无天地, 定能让自身实力更进一步, 他面容激动, 转头看向雷青川, 却陡然将住, 只见雷青川和诸位长老, 皆是盘膝而坐, 闭目感悟道运之内的天地法则大道, 短短数息时间, 便已有人气息大涨, 修为更进一步, 感情他说了那么久, 竟然没人听到, 黄长老轻叹一声, 看向江寒洞府的方向, 只可惜, 这道孕与我无用, 便在这时, 一道气息自身后冲天起, 瞬息透过大殿, 直刺苍穹, 轰隆隆, 雷鸣呼起, 天空漠然一暗, 竟有无数暗运金光的节云, 自远处滚滚而来, 这是, 飞升雷解, 黄长老瞪大眼睛, 猛地看向雷青川, 却见他浑身气息大涨, 隐隐欲要突破化神大圆满的极限, 要压不住了, 他心中大惊, 如今正是多世之秋, 宗主若是飞升, 下界必然大乱, 紫霄建宗定会被其余四宗群起而攻之, 等到上宗再派人下来, 怕是根本来不及, 此时, 四周其余长老也纷纷自各自感悟中苏醒过来, 一个个气息大涨, 竟有不少人都再进一步突破了一个小境界, 可眼下, 他们却来不及欣喜, 苏醒之时, 他们便已明白眼下紧急, 宗主飞升事关重大, 外界劫云已越发浓郁, 方圆万里已被完全笼罩, 若是再不止住突破, 怕是要出大事, 正在众人焦急之时, 却见雷青川眼中紫光大圣, 似有无尽雷霆自虚无凭空生出, 直刺双目将他身上气息强行压下, 紧接着他迅速取出一张玉符, 往自己眉心用力一拍, 啪, 玉符内射出一道氢气, 瞬息没入他的眉心, 随着氢气消失, 他身上的气息急速下降, 外界的劫云同样随之缓缓溃散, 不过片刻时间便再次恢复了一片晴朗, 还好有风铃符相助, 不然这次怕是压不住了, 众人齐齐松了口气, 只要宗主再撑些日子, 等下一任宗主成长起来, 建宗便能安稳了, 雷青川睁眼起身, 副手走到大殿门前, 身上气息再次落到了化神大圆满的境界, 我还能再压制五百年, 以江韩的资质, 众长老纷纷应下, 江韩如今是整个紫霄建宗未来的希望, 也是他们各自家族的希望, 只要有他在, 紫霄建宗便能继续强盛, 他们的家族也才能继续依附这棵遮天大树, 便在这时, 黄长老忽悠想起一事, 忧心忡忡地说道, 宗主, 眼下却是还有一个问题, 这第一人的名头虽好, 但木秀于灵, 封闭催之, 此民也极易招来灾祸, 再加上此事已传遍天下, 其余四宗定会有所动作, 虽说我们不怕, 但四宗向来无耻, 我得要多加注意将市值的安危才是, 哼, 这群无耻小人, 就会暗中使些阴毒手段, 雷青川面露冷意, 浑身杀意鼓动, 他抬手虚握, 指尖跃起丝丝雷电, 仅有发丝粗细的雷电, 却仿佛蕴含着极强的力量, 跳跃间, 便将虚空划出密密麻麻的空间裂缝, 啪, 雷青川五指猛的钻井, 将雷电和空间裂缝, 尽数钻井掌心, 瞬息泯灭, 残余的雷光在他指尖跳动, 他神色森寒, 隐寒狠辣之弹, 若是感动江寒, 我必和他们四宗不死不休, 便是将此界生灵涂炭, 也定要灭了他们到头, 话落, 他低头看向山门, 目之所及, 不断有突破的气息冲天起, 还有数十道结丹雷结, 正在迅速汇聚, 滚滚雷云连成一片, 看起来极为壮观, 第275章, 这些机缘都是江寒带来的, 许多卡在筑机大圆满的弟子, 借着这道运之力, 终是突破那一层壁障, 而若是借机细细感悟, 怕是有不少弟子, 能悟出属于自身的建议出来, 除此之外, 他能感受到, 数到即将突破原因的波动, 虽然今天不一定会突破, 但过不了几日, 定能突破瓶颈, 随丹成阴, 接下来数月时间, 定会有许多弟子接连破镜, 这一次少说能增加百余金丹, 实数原因, 说不定还能有人机缘巧合之下, 晋级化神, 江寒不愧是能引动天帝祥瑞之人, 天道能为他降下如此强大, 且汇集全宗的符原, 堪称恐怖, 自今日起, 紫霄建宗便已经进入高速发展时期, 以江寒的资质, 拜他化神之后, 就算是在化神期中, 也必然是能同皆无敌的强者, 五宗宗主都要守着自家山门, 无视不变外出, 在外征伐, 靠的全是各自的化神期坐镇一方, 他的实力, 就是此界平衡最大的变数, 以他一人之力, 便可将四宗外派之人全部压制, 那时, 就是我建宗在他决颠之时, 他神色引有兴奋, 肃然说道, 但在此之前, 他终究还是需要时间成长, 乔长老, 你和周长老一起护着他, 但除非是生死危机, 否则不要随意出手, 你可明白, 啊, 我去, 乔云剑有些诧异, 我可是有伤在身, 若是被围了, 我们仨都要完蛋, 少给我平嘴, 雷青川瞪他一眼, 跟着江涵, 指不定哪天, 你这伤自己就好了, 还有, 你现在这身体, 应该还能再用两剑吧, 留一剑就够了, 多的那一剑, 就留着帮江涵吧, 也行吧, 当财率有突破, 眼下倒是还能再用个五六七八剑, 乔云剑没再反对, 抱着九葫芦溃探一声, 你就压榨吧, 啥时候把我榨干了, 我看你哭泊, 雷青川闻言却是一愣, 细细感悟一番他的气息之后, 惊喜道, 你突破了, 乔云剑的剑意, 很强, 虽是化神中期修为, 但就算是独自对上化神大圆满, 也能和对方打上几个回合, 不过由于修为不足, 剑意太过强势, 故此每次施展时, 都会对身体造成一些难以恢复的伤害, 常年累月之下, 已是越来越难以突破, 可他若是突破了境界, 将剑意修制圆满, 不但实力会更强, 更是可以随意出手, 到那时, 他一人便可独占化神大圆满, 没, 还差一点, 乔云剑回味着方才道运的味道, 叹息道, 就差一点, 没突破也没事, 雷青川倒也不意外, 化神七想突破境界, 本就没有那么简单, 便是数百上千年没有寸境也是正常, 有江涵在, 这种机会, 定然不会只有这一次, 你跟着他, 说不定过几天就突破了, 就在这时, 树道身影疏忽出现在殿外, 刚已现身, 高声恭贺道, 恭喜宗主, 贺喜宗主, 将师侄如此天宗之才, 未来定能助我紫霄建宗, 重现昔日辉煌, 方长老踏入殿内, 目中还残留着惊叹之色, 将师侄此次登入天胶榜, 一跃成为榜首, 不但仰我建宗威名, 更能彻底打散, 挥下某些宗门的一心, 让他们彻底认清现实, 他们几人方才正在闭关, 被突如其来的道运惊醒, 这才明白发生了什么, 寒暄过后, 方长老压低声音问道, 宗主, 方才天降机缘, 可是因为将师侄, 带得到雷青川点头之后, 方长老放声大笑, 哈哈, 我就知道这小子不简单, 没想到, 竟然连天道都这般看好他, 天胶榜现实多年, 我们也不是没拿过榜首, 可却从未有过这等赏赐, 看来, 天道对将师侄很是偏爱啊, 那是自然, 也不看看是谁的徒弟, 雷青川得意一笑, 随后似是突然想到什么, 笑眯眯地说道, 方长老, 我记得, 你那里还有几枚灵羊丹, 方长老略以沉吟, 灵羊丹我确实还有一些, 此丹内有伟凤血, 一枚灵羊丹便是一条命, 只要还剩一丝魂魄魏散, 扶下此丹便可保住性命, 不过, 近些年由于少了玉玲草, 目前成品所剩不多, 我还能拿出三枚, 等下便给将师侄送去, 话落, 他看向四周成片显现的杰丹雷杰, 呼得话头一转, 宗主, 此时正是收拢人心的绝好时机, 不如趁此凉机, 摇挥下各势力前来同贺, 雷青川闻眼点头, 也好, 李长老, 你这边去安排, 突然, 一到流光自远处急速掠来, 落在殿外化作艺人, 刚一现身便高声禀报, 宗主, 林希格格主协力来贺, 恭贺将师兄登上天骄榜首, 林希格? 他们动作倒是快, 雷青川有些诧异, 倒也没太意外, 直接吩咐道, 让他直接来吧, 去把江涵也叫来, 眼见那弟子要走, 他连忙说道, 等一下, 先不忙着叫江涵, 重要人物得压轴才行, 晚点再去叫他落面, 正在这时, 又是一道顿光飞速而至, 刚一落地便大声喊道, 宗主, 苏家家主协力来贺, 幻林宗宗主前来贺喜, 林蕴山天机真人来贺, 一道道流光自远处而来, 还未落地便是高声禀报, 数量之多, 让雷青川脸上快速泛起笑意, 哈哈哈哈, 好, 他们来得倒是巧了, 他大笑一声, 吩咐道, 来人, 仙客风设宴, 今日大喜, 全宗上下, 每人赏中品零食千块, 天灵丹一瓶, 银香丸一美, 众弟子文言, 顿时倒吸一口凉气, 忍不住惊呼出声, 一千块中品零食, 那可是十万块下品零食啊, 这都比得上我一年的阅历了, 何止啊, 这种品零食低, 甚至由于制作不易, 数量稀少, 价值还要上浮两成, 谢宗主, 多谢宗主, 众弟子神色激动, 有了这些资源在手, 足以让他们实力再上一个小台阶, 雷青川却摆了摆手, 你们不用谢我, 这些资源, 可都是江涵拼了命抢回来的, 你们要谢, 都去谢他去, 第276章, 收获, 他此举本就是为了让宗内弟子, 趁此凉机, 抓紧突破境界, 如今能顺带着帮江涵扬歇名声, 也是极好, 此话一出, 众弟子眼中更加崇拜, 江涵, 现在可是他们权宗的榜样, 就算是元英七弟子, 现在也对江涵极为佩服, 天骄榜第一, 这个名号, 让陈济许久的紫霄建宗众多弟子, 再次焕发荣光, 士气大振, 这个名号, 代表的, 可是这个世界资质最强者, 元英之下最强者, 未来必定化神, 甚至极有可能成为下一任宗主的绝世天骄, 更何况, 方才有机缘天将, 大家齐齐有所领悟, 许多同门都借机突破, 冥冥中, 他们已经察觉, 这场大机缘必然和江涵有关, 心中更是对他极为感激, 能和他同为紫霄建宗门人, 那是莫大的荣幸, 更何况, 紫霄建宗在天骄榜上一向弱势, 门内弟子没少因为这事, 被其他宗门之人冷嘲热讽, 关键是, 对方说的还是真的, 对方转头便跑, 根本就不和他们打, 玩的就是一个恶心人, 可自今天开始, 他们若是再见到其他宗门之人, 也可以挺直腰杆, 指着对方的鼻子硬气回队, 我们江师兄乃是天骄榜榜首, 还是引动天地异象, 令天道降下祥瑞的绝世天才, 你们那几个天骄, 加起来都不过江师兄一个人打的, 这种话, 但是想想就让人兴奋, 雷青川很满意他们的表现, 毕竟他可是准备让江涵 做下一任紫霄建宗宗主的, 这些弟子对他狂热崇拜, 那是极好的事情, 行了, 都赶紧去忙吧, 江涵一直都在, 你们想什么时候谢他都行, 今月有课, 莫让客人久等, 外界如此大的动静, 却并未影响到江涵, 此时的他, 正在洞府闭关, 稳固境界, 便在此时, 却有道运呼从天降, 将他拉入了意识深处, 狂风呼啸, 雷声阵阵, 可狂风很快退去, 只剩下天雷滚滚, 不满整片天空, 四周是狂暴的雷霆之力, 他仿佛已经陷入了雷霆之中, 咔嚓, 一道雷霆披落人间, 将远处一处荒芜山头, 披成粉碎, 下一刻, 有雨从天降, 哗啦啦的雨珠打在荒山之上, 还有不时响起的轰隆雷鸣, 让这个世界显得格外荒凉, 不多时, 那处荒山之上, 忽然站出一抹绿色, 绿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蔓延, 转眼便覆盖了整座荒山, 不, 现在他已经不再是荒山了, 他已经成了一座绿意盎然的青山, 雷霆, 纯粹的毁灭之力, 怎会带来生机, 种种感悟萦绕心头, 可姜涵却越发不理解, 雷霆不是为了毁灭而生吗? 可那被他毁灭的荒山, 又为何会在不久后重现生机? 生机又是从何处而来? 冥冥之中, 他好似抓住了什么灵光, 可那灵光却被一层迷雾包裹, 让他始终看不真切, 就好像有一层窗户纸挡在眼前, 只要戳破这层窗户纸, 他便能一窥雷霆真梦, 可无论他怎么做, 却始终无法触碰到这层薄薄的窗户纸嘶吼, 一股极为别扭的感觉瞬间将他淹没, 姜涵眼前一黑, 突然醒了过来, 差一点, 差一点就能让雷之一静再进一步, 再进一步, 可就是将要触及法则之力的程度了, 以他结单大圆满的修为, 这一步, 还是太难了, 摇头不再多想, 姜涵宁神静气, 开始整理此次玄道山之行的收获, 修行之事, 最即急功近利, 成便成了, 不成便留待下次再物, 过于执着意识得失, 往往只会得不偿失, 由于急着把极品赤金石矿脉送回来, 虫灾潮汐结束后, 他就没再多留, 直接用传送阵赶回了紫霄建宗, 直到将蓄米宝珠交给师父之后, 他才终于有时间巩固境界, 金甲圣虫不愧是精细法则的衍生灵物, 位格极高, 仅仅是一个弹壳, 其内蕴含的磅礴灵力, 竟然让我连续突破了两个小境界, 说实话, 这次连续突破境界, 完全出乎姜涵的意料之外, 他原以为, 那不过就是一个弹壳而已, 就算灵力多了, 可是他吸收的灵气, 不只是提升修为所用, 就算全部吞噬, 也顶多只能长一些修为罢了, 因为除了子丹之外, 寂灭神雷和吞噬黑洞, 也需要吞噬大量的灵气, 强化自身, 可这枚弹壳, 不但供应了三个吞噬灵力的大户, 还让他修为连续突破了两个小境界, 足可说是意外之喜了, 姜涵将神念沉入丹田, 看向丹田正中的那颗子丹, 自从晋级结丹大圆满之后, 子丹越发像极了一颗心脏, 在丹田内缓缓跳动, 散出的波纹像血液一般流转全身, 再会入子丹, 周而复始, 无止无休, 如今子丹剑须圆满, 只差最后一步, 便能度那元阴雷劫, 借雷劫之力, 遂甘成阴, 晋级元阴气, 除了修为之外, 寂灭神雷这次也增强不少, 不但变得更加粗壮, 雷之意境略有突破后, 雷霆之上更是多了些 犹如刀锋般锋锐的森寒之意, 闪烁间引现猙獰, 就算是一些胆小的修士, 怕也会被这股天威射住心神, 实力顿取其三, 寂灭神雷的威力, 对于杰丹来说, 还是太强了, 自江寒杰丹至今, 除了林玄不知已合法挡住之外, 其余敌手几乎无人能挡住寂灭神雷一击之威, 无论何敌, 只要被击中都是被顺杀当场, 根本就没有丝毫反抗之力, 恐怕只有在对上元阴七的时候, 才有可能被对方挡住一二, 可寂灭神雷威力这么强, 哪有原因期敢让他试验寂灭神雷的威力, 若是一不小心被劈成灰了怎么办, 他也不敢贸然找人尝试, 除了寂灭神雷之外, 吞噬意境化成的黑洞也大了不少, 如今已有了两尺方圆, 不但吞噬速度更快, 吞噬后反补出的灵气也更加精纯, 本就精纯的灵力, 经过雷霆炼花压制, 子丹再次凝炼之后, 如今他这一身灵力, 比之普通杰丹大圆满的修饰, 最少要凝炼七倍以上, 除此之外, 魔鹰神吸收弹壳之后, 也终于突破到了第二层, 肉身之力经过泄丹强化, 如今已相当于杰丹大圆满体修的肉身强度, 距离晋级原因仅剩一步之遥。 第277章 天交榜第一, 是我, 可魔鹰神修炼方法特殊, 这一步需要数量惊人的天才地宝, 才可助他突破, 肉身强化之后, 身体变得更加坚韧, 皮肤多了些细密的纹路, 韧性更足, 防御力更是堪比玄阶高品防御法宝, 血肉筋骨更是增强极大, 不但韧性极强, 更是让他体内源源不断地生出强大的力量, 似乎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 强大的力量感, 让他感觉自己能一拳轰平一座大山。 肉身防御增强之后, 玄阶法宝已对我无用, 他掏出一把玄阶九品飞剑, 手上稍一用力, 咔嚓, 飞剑被他单手折断, 随后他拿起断剑, 用力一握, 飞剑便被捏成了麻花, 将含心念一动, 吞噬之力将断剑吞噬, 反补出灵力被他吸收, 体修不愧是越往后期越强的存在, 这才第二层而已, 以肉身之力加之灵力护体便是地阶法宝, 也能以肉身硬抗, 原因之下, 已经很难对我造成伤害, 若是修到第三层, 恐怕连原因期修时, 我也能单以肉身战而胜之。 肉身增强之后, 碎天静和苍云身法, 也顺利地提升到了第二层, 碎天静可以凝聚体内两成灵力于一点, 相较之前, 威力再次增了十倍左右, 两成灵力凝聚后的一击之力, 堪比他放出所有, 全力一击, 这一件, 原因初期应该难挡, 苍云身法速度更快, 比瞬移还要快上几分, 一息时间可达三千余帐, 已是堪比原因后期的瞬移速度了, 如此战力, 对付同阶, 绝对绰绰有余。 不, 以他现在的战力, 便是遇到原因初期中的强者, 都可轻松取胜。 江涵心中隐隐兴奋, 如此大的增强, 他将来争夺玄道山, 更添了一层把握。 说起玄道山, 出来这么久, 也是该回去了, 如此重宝, 还是拿在手里, 才更安心。 正在此时, 他忽然神色一动, 下一刻, 一道声音自动辅外传来。 江师侄, 宗主在仙客峰艳客, 请师侄前去。 仙客峰? 艳客? 江涵疑惑, 能让师父出面的场合, 来赴艳者, 定然都是极有身份之人, 多是一宗之主, 最次也是化神后期以上的大能。 这种场合, 他应该还没资格出面吧? 虽然疑惑, 但他动作却是不慢, 快不出了洞府, 却看到执事堂李长老正在门外。 李长老? 江涵面色一素, 李长老可是专门负责与其他宗门接洽的执事长老, 本身更是原因大圆满的修为, 在宗内地位极高, 能让李长老前来, 想必是有什么要警示, 便在这时, 他忽然看到了天空的异想, 七彩祥瑞, 龙飞凤舞, 彩光闪耀天交榜, 也在那一片彩光中, 看到了自己的名字, 三项资质绝品, 天交榜第一, 是, 我? 这一刻, 他忽然感觉一切都是那么的不真实, 他知道自己天赋不错, 还极其契合紫霄建宗的功法, 可他认为自己顶多也就是天赋不错, 最多也只能堪比各宗长老清传那一个级别, 至于天交榜, 他从未敢想过, 更别说天交榜第一了, 那是他想都不敢想的位置, 可不知为何, 此时看到自己是天交榜第一, 他难以置信之余, 心底却又生出一抹不过如此的情绪, 很奇怪, 很别扭, 前世他结单大圆满的时候, 可从未登上过天交榜, 所以他一直觉得自己的天资, 比天交榜上那些人是要弱上许多的, 可眼下这一幕, 却让他有了一些不同的想法, 原来, 我天赋竟然这么好, 可既然我天赋这么好, 他们为什么还要那么对我, 若是自己资质太差, 被人嫌弃也情有可原, 但自己明明天赋绝品, 他们为什么还要嫌弃, 而林玄明明资质极差, 他们却还将他视作天下绝无仅有的宝玉, 这一切在此刻显得极为诡异, 之前那些是定然有什么他不知道的蹊跷, 又或者, 这次登上天交榜, 是因为重生之后才增加了天赋, 恐怕也只有这样才解释得通了, 要不然, 他实在无法理解, 江师侄, 且随我来, 重兵客一等候多时了, 李长老的声音将他惊醒, 江涵回过神来, 不敢怠慢, 冲着旁边师姐几人点头招呼后, 连忙跟着李长老, 化作顿光瞬息远去, 而在洞府不远处, 一人一见一胡一归, 面面相去, 苏小小朝着江涵的背影撅起了嘴, 师兄竟然不理我, 真坏, 欠我的糖葫芦还没给我买呢, 有好吃的竟然还不带我去, 贪嘴的狐猎, 你就知道是你师兄有正经事要忙, 你去凑什么热闹, 剑林在他脑袋上用力揉了一把, 恶狠狠地说道, 赶紧把这一事练完都半天了, 你竟然连这么简单的剑招都记不住, 还去当什么狐剑献, 不如赶紧找个天才认主, 老老实实当个宠物得了, 我不, 苏小小扒拉开剑林的手, 手持长剑, 举剑向天, 大声喊道, 我也要像师兄一样, 做天骄榜第一, 就你, 志气倒是不小, 剑林拍了拍手, 笑道, 你知道天骄榜第一是什么吗? 苏小小收剑, 三两下跳到杜宇成怀里, 瞪大眼睛想了想, 然后用力摇了摇头, 不知道, 他根本就不知道天骄榜到底是什么, 之前虽然在沐原海听说过这个名字, 但对于天骄榜排名什么的, 他根本就没有概念, 不知道, 那你还做什么第一? 剑林笑嘻嘻地对他一句, 然后身形消散, 回到了江涵丹田, 苏小小瞪大了眼睛, 一手指着剑林消失之处, 摇着杜宇成的胳膊, 不可思议地喊道, 师姐, 他, 他怎么能这样? 苏小小很生气, 他还以为剑林要给他讲一下天骄榜到底是什么呢, 可等他找到一个舒服的姿势, 准备好好听一听的时候, 剑林竟然就这么走了, 好像是一口糖葫芦钢放到嘴边, 还没尝出味就被人给抢走了, 气得他呲牙咧嘴, 哼哼哼, 不说拉倒, 我本来也没想听, 他极其不满地哼哼两声, 然后满脸好奇地看向杜宇成, 师姐, 天骄榜第一是不是很厉害? 杜宇成点头, 神色放松下来, 厉害, 很厉害, 从初十到现在不过半年时间, 可江涵的实力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天骄榜第一还是引起天地意向的天骄榜第一, 那是连这片天地都为之震动的绝世天才, 自此刻起, 世间所有天骄在他面前将再也抬不起头来。 第278章, 万宗来贺, 紫霄建宗 传宋广场处, 数百座传宋镇接连亮起阵纹, 一道道白色光柱从天而降砸入传宋镇中, 荡起剧烈的灵力波动, 每当光芒散去, 必有近百人献出身形。 紫霄建宗将域内的宗门、家族, 甚至许多散修都带着贺礼而来, 一出现, 便由紫霄建宗弟子上前引导陪同, 由建宗正门而入, 随后驾云而行, 游览各风圣景, 最终往仙客峰会去。 焚龙谷掌门黄阳道人, 邪门徒来贺, 奉上贺礼, 五千年极品地阳果六枚。 七星殿掌门无极子, 邪门徒来贺, 奉上贺礼, 极品酒叶应兴兰两株。 苍云山散修风孝道人, 邪徒来贺, 奉上贺礼, 五品列影报又载两只。 仙客峰外, 迎仙台。 百余明知识长老, 在此接收贺礼, 每当有贺礼爆出, 便能引起四周一阵惊呼。 焚龙谷果真财大气粗, 五千年的几品地阳果, 每一枚都价值一万上品零食, 他竟然一口气送了六枚。 焚龙谷一向紧跟紫霄建宗, 至今已有万年, 紫霄建宗越强, 他们才能得到更多好处, 如此大方也情有可原。 倒是七星殿, 之前一直和林天宗交好, 听说前些日子, 还和紫霄建宗闹过不愉快, 如今却送出两株价值十万上品零食的硬兴兰, 他们这是想干什么, 真不怕林天宗报复他们。 道友有所不知, 七星殿最近可热闹得紧, 先前七星殿明明被分入了紫霄建宗麾下, 前任掌门却还和林天宗眉来眼去, 又要和紫霄建宗暗中作对。 十日前, 紫霄建宗战先殿化神七杨长老, 带领近百元殷奇至七星殿, 七星殿大长老见识不对, 直接带领门人灭了掌门一脉, 二来也是再次宣扬和林天宗已彻底断开来往, 让紫霄建宗放心。 原来如此, 听闻林天宗最近出了些事被闹得乌烟瘴气, 许多门人外出叛逃也不知是真是假。 这个我也听说了, 有人传言林天宗犯了天怒, 遭了天谴, 恐怕时日无多。 泄壤之声拾去了许久方才停歇, 期间不断有修饰自远处而来, 奉上鹤礼然后进入最仙阁落座。 仙客风, 最仙阁, 阁楼外有灵兽龙鱼在山间嬉戏, 鲜鹤偏飞将无数美食美酒送入最仙阁内。 阁楼内刻画了空间阵法, 从外界看去只有万丈方圆, 但阁楼内大小却是无尽。 阁楼内人数众多, 紫霄建宗麾下数千宗门, 以及大大小小近万个家族, 尽皆汇聚于此, 一眼望去, 怕是不下十万修士。 十万修士全部落座于最仙阁一楼, 每人独坐一眼, 把酒言欢, 数万冒美女修穿插期间不断将名贵灵果, 珍藏美酒, 还有烹制好的上等灵情瘦肉送入阁楼内。 大多是一个宗门十余人, 唯有极少数的宗门仅来三五人。 紫霄建宗疆域极大, 便是这些宗门相聚一处也不容易, 何况, 能在今日来到紫霄建宗奉上鹤里的, 也必定都是各自宗内的佼佼者, 因此, 这也是一个极好的结识人脉的机会。 许多青年才俊聚在一处, 饮酒攀谈, 论到折少, 谈论起仙子去世者倒是极多。 除此之外, 紫霄建宗今日的异象也让他们谈论不休。 哎, 你们方才看到了吗? 又是一个杜结丹雷结的, 紫霄建宗今天这是撞了什么大运? 就这一小会儿的功夫, 已经有十多个杜结丹的了。 这算什么? 最恐怖的是, 他们竟然全都杜结成功了, 连一个失败的都没有。 好像确实如此, 便是我宗门下的狄传师兄杜结之时, 也不敢说是有实诚把握。 可紫霄建宗随便一个内门弟子, 杜结成功的几率竟然这么高。 不愧是曾经的最强宗门, 先前被其他四宗压制了近千年, 如今一朝得势, 历时便能腾飞而起。 我等能攀上紫霄建宗, 未来定然机缘无限。 确实如此, 先前我还听说幻月门和不少宗门, 暗中都有些小动作, 可今天一看, 嘿, 就数他们几家来得早。 大宗就是大宗, 就算再如何示弱, 那也是踏天巨兽, 吹口气就能把我们全灭了。 幻月门他们就是想得太多, 依我看哪, 老老实实跟着紫霄建宗走, 好处肯定少不了。 四处声浪鼎沸, 不过不管他们在谈论什么, 众人的目光都时不时地 扫向阁楼入口的位置。 今日的主角可还未登场, 故此众人聊着聊着, 话里话外就会聊到江涵身上。 天交榜第一, 当时最强资质, 也不知江涵本尊又是何等风采。 倒有莫及, 今日这般热闹, 江涵应当会露面才是, 我等安心等着救世, 若是有机会结交一番, 便是我等莫大的造化。 听闻江涵乃是仙人转世, 天生的仙胎道体, 这才能有这等令天地艳羡的资质。 仙人转世之言多半不虚, 从筑基初期到结丹大圆满, 只用了半年时间, 想想我们当初, 哪个不是花了数十上百年的时间, 这种惊天资质, 除了仙人, 还有谁能做到? 众人话里话外, 皆是对江涵的羡慕与尊敬, 虽说他们也都是各自宗门的天骄, 在宗内也是受同门敬仰的存在。 可若是和江涵相比, 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甚至连一丝不敬的想法都不敢生出。 天降异象, 天赋绝品, 不但自身资质极强, 更是深靠紫霄建宗。 紫霄建宗甚至早在月前就已经放出消息, 不久之后就会举办祭天大典, 册封江涵为紫霄建宗圣子。 紫霄建宗的圣子, 那是何等尊贵的身份? 如此尊贵的身份, 加上那绝世天资, 可以说, 江涵就是这世上最无人敢惹的存在。 毕竟年轻人打不过他, 年纪大修为高的, 又有谁敢对他出手? 除非是有人活腻了, 故意找死, 不然绝不会有哪个脑子抽筋的去找江涵麻烦。 就在众人谈论之时, 忽有一道钟声自阁楼外悠然响起, 钟声似乎带着一种奇异的宁静之气, 传入楼内后, 立刻便让嘈杂的声音散去。 众人下意识放下手中酒杯, 纷纷转头看向阁楼入口处, 却见一道金光急速冲来, 化作一条金光大道, 由天边来迅速落在阁楼入口处。 第279章 玉玺 洞 金光落点处由威压四散而出, 化作树道金色波纹荡漾开来, 虽为任何伤害, 却还是惊得门口众人齐齐起身后退。 如此异象, 已经有人猜到了什么, 纷纷起身朝着那金光镜头好奇看去。 很快, 一道紫袍身影, 此金光大道镜头脉步而出。 他淡然行走在金光大道之上, 长发披在肩头, 脉步间轻轻晃动, 面容俊郎却极为冷淡, 眼中似乎没有一丝感情, 唯有雷霆鸣灭闪烁。 但是看上一眼, 便有一股冷冽贵气扑面而来。 是姜涵来了, 姜道友终于来了。 见状, 所有修士急忙起身, 看向那道身影。 许多青年才俊只敢匆匆扫过一眼, 便被那股惊人气质射出心神, 连忙低头行李, 不敢有丝毫不尽。 便是那些一宗之主, 或是原因欺强者, 也纷纷放下身段, 拱手示意。 汇聚十万修士的醉仙阁内, 一时间真落可闻, 便是连呼吸声也听不到丝毫。 姜涵就在这万众瞩目之下, 自金光大道上迈步而下, 缓步踏入了醉仙阁内。 便在此时, 四周灵气忽然剧烈波动, 数十道寒芒字左右凭空出现, 带着无尽冰冷的沙翼, 自虚空而来, 直刺江涵。 每一道沙翼背后, 都是一道原因欺的气息, 奇速极快, 几乎瞬间便冲出人群, 距离江涵不过十丈。 十五个原因欺刺客。 如此巨大的变故, 顿时让入口处众多修士荒作一团, 急忙向后退去。 远在万丈之外的雷青川, 面色不变, 另外一群化神宗主, 则是目光微宁, 却有三名化神七宗主怒喝一声, 深化灵光, 朝着入口处急速冲来。 何妨鼠背, 竟敢来紫霄剑宗撒眼。 三名化神七外宗宗主, 充势虽快, 可看其速度, 根本来不及拦下那十五名元英七刺客。 眼见十五道寒光将要凌身, 江涵却面色不变, 抬脚向前迈步而去。 四周袭来的刺客健壮, 心中没来由的一慌, 如此重重杀鸡之下, 便是元英后七强者, 也定会隐恨于此。 江涵不过是杰丹大圆满而已, 他拿什么来挡? 雷青川等化神, 距离此地有万丈之遥, 便是他能赶来, 江涵也必死无疑。 可他, 为何不怕? 韩光陡然一颤, 速度更快一分, 是要就此取江涵性命。 但就在韩光即将临身之际, 却有一道剑鸣凭空而现。 枪! 一道紫红剑光自虚空而来, 视若闪电霹雳, 一闪即跨过无尽距离, 瞬息之间便从十五名元英七刺客丹田急速穿过。 砰砰砰, 十五个元英和肉身同时炸开, 巨大的血雾犹如盛放的鲜花一般, 艳红无比, 可血雾还未散开, 便被飞溅如鲸吞一般, 净数吸入剑深, 顷刻消失不见。 江涵附近十丈内陡然一空, 所有刺客与血雾瞬间消失, 就好像从未出现过一样, 便是连一丝血迹都没有留下。 也就在这时, 江涵先前踏出的那一步, 也才将将落下。 踏! 声音很轻, 可在寂静无声的醉仙阁内, 却直刺众人心间。 这一步, 似乎踏在众人心口, 让他们身形一阵, 骇然望向场中那道修长身影。 啪! 有人害到尸神, 竟不慎打翻酒杯。 可在此时, 却无人注意这等小事, 那破碎之声更像是某种信号, 让众人迅速回过神来。 顺杀十五名元英初七强者, 这就是江涵的真实实力。 浩强的威力, 刚才那道剑光到底是什么? 不是江涵, 那绝不是杰丹七可以用出的攻击。 众人惊恐传音, 根本难以相信此事, 就算再强, 杰丹就是杰丹, 和元英有着天然的臂障。 更何况, 那可是十五位元英七修士出手偷袭, 便是遇到元英大圆满的强者, 也不一定能反应过来。 可就在他们将要成功之时, 却犹如飞蛾扑火一般, 被一道剑光全部绞碎。 这一剑, 就算不是江涵史出, 也定然和他有莫大关系, 看其威力, 极有可能是某位紫霄剑宗化神长老出手。 而如此快的反应, 足以说明, 此人一直就在江涵身侧。 不愧是当时资质最强者, 紫霄剑宗对江涵果然极为重视, 竟派出一位化神七长老亲自护道。 就在众人骇然疑惑之时, 江涵上方空间忽然荡起波动, 一道红袍身影, 自虚空中踏步而出。 他面色淡然, 静静看向那三位化神七外宗宗主。 三人见状, 心知自己早已见远, 连忙停步不前, 不敢再靠近分毫。 众人感知到上方波动, 还以为又有刺客, 慌忙抬头看去, 顿时便有人惊呼出声。 是战先电话神中七长老, 周斯文, 周长老。 原来是周长老暗中保护, 怪不得那一剑有如此惊人的威力。 难怪江涵如此平静, 有周长老在, 便是再来签名原因, 也不是一剑之敌。 就算有周长老保护, 骤然被人偷袭, 也定会心中慌乱。 可江涵方才直面十五位原因期强者的偷袭, 仍然面不改色, 没有丝毫畏惧, 心境更是纹丝不动, 但是这份气度, 就配得上着绝世天骄之名。 更重要的是, 他今年才十八岁, 十八岁的杰丹大圆满, 本就少见, 他竟连气度心境也都如此不凡。 如此心境, 如此天赋, 江涵此人, 未来定能成为一方大能。 一时间, 众人眼中更多了些慎重, 原本对江涵只是看待绝世天骄的心态, 可在这一刻, 他们却仿佛在看一位未来的化神七大能。 当江涵脚步再次落下, 四周除青年俊杰面露崇拜恭敬行礼之外, 就连那些原因期的宗主长老, 也相继低下头去, 认认真真的向着江涵行礼。 他们这一礼, 行得心甘情愿, 心境天赋俱佳者, 有五成把握化神。 而在紫霄建宗的帮助下, 这五成把握, 足可变成八成, 乃至九成。 随着江涵踏步向前, 两侧人潮的目光紧紧跟在他的身上, 直到他踏上那道阶梯, 走到了雷青川身前。 第280章 天命之人 师父, 江涵行礼。 好。 雷青川肃然点头, 面上虽然不显, 心中却很是高兴, 他对江涵的表现很满意。 想当初第一次见他的时候, 江涵就像个流浪许久的孤儿一般, 眼中的卑微, 警惕和小心翼翼怎么也藏不住。 可经过这半年的相处, 江涵眼中的懦弱之色竟消, 反而是坚毅, 果敢之色占了多数。 甚至被这么多人目光注视, 也已经不再胆怯。 如此快的成长速度, 便是他也没有想到, 虽说有他特意安排的缘故, 但更有可能, 江涵本来就该是这个模样。 之前他只是被压制了天性, 如今有了正确的引导, 所以才会成长得这么快。 如今这样, 才算有了点天骄的样子, 只需再经历些鲜血洗礼, 就能真正扛起大旗了。 江涵站在一旁, 转而对着下方朗声说道, 诸位道有, 今日我这徒儿侥幸登上天骄榜, 得天道认可, 荣居榜首之位, 实乃一大姓氏。 他话语间满是谦虚之言, 但语气却极为得意, 根本听不出一丝谦虚之意。 今日子霄见宗大喜, 各位能来, 雷某倍感荣幸, 故此略备薄酒, 请诸位同庆。 话落, 下方顿时响起一片恭贺之声, 我等宫庆雷宗主爱徒夺得榜首。 江小友添姿爵士, 助小友早日渡劫成鹰。 雷青川略顿片刻, 待听得差不多了, 这才抬手招来酒杯, 待下方众人会议举杯之后, 这才说道。 多谢诸位道有对小徒的抬爱, 雷某再次谢过, 请诸位道有同饮此杯。 说完, 他双手持杯示意之后, 举杯一饮而尽。 众人见状纷纷道谢, 随后举杯同饮, 不过他们可不敢多喝, 只敢小饮一口, 灵酒灵力凶猛, 若是狂饮, 便是原因初期也会当场醉倒, 唯有原因中期以上修为, 才敢一口碰你。 江涵却不知这些, 站在后面有样学样, 一杯烈酒全入腹, 顿时化作一片火热灵力, 顺着经脉急速游走, 瞬间便充斥四肢百骸, 五脏六腑之内。 灵力虽然火烈滚烫, 却并不狂猛, 反而特别温暖, 让他身体暖洋洋的, 极为舒服。 不过还没舒服多久, 下一刻, 他便忽然觉得脑中有些晕乎乎的。 诸位道友莫要客气, 今日务必尽兴。 雷青川说完, 酒宴便正式开始, 楼内顿时再次热闹起来, 众修士推杯换盏, 言语间却一直在议论方才之事, 目光不时诧异, 看向江涵的位置。 好厉害, 江道友方才满饮一杯, 竟然毫无异样。 难道他这么快就将这一杯三阳酒, 全部莲化了? 三阳酒可是六品灵药, 一杯即可抵得上半月苦修, 便是原因期强者, 也需要小口蔓淫。 江涵恐怕是体质特殊, 这灵酒才会对他没有副作用。 不愧是先体倒胎, 果然离谱至极, 不过杰丹大圆满修为, 体质竟然堪比原因中期修士。 脑中的眩晕没有持续多久, 随着吞噬之力将那股火热灵力快速吞噬之后, 晕眩也就随之退去。 江涵坐在雷青川身侧, 感受着四周投来的火热视线, 听着众多修士对他的评价, 感觉颇有些不太真实。 三阳酒之事, 他确实不知, 这是他两室为人, 第一次喝酒, 更何况, 这三阳酒竟然还是六品灵药。 这么贵重的东西, 他前世根本就没有接触的机会。 好在吞噬意境消化得够快, 这才没有让他当场出球。 待他回过神来, 便看到钟平平板板正正地坐在另一侧, 一改先前大大咧咧的性子, 安静地坐在那里, 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 二人对视一眼, 相顾无言。 江涵一向话少, 毕竟在之前的日子里, 可没人愿意和他说话, 久而久之, 他也就不知道该怎么和人聊天了。 眼下实在是不知该和钟平平说些什么, 一时之间有些沉默。 而钟平平则是感慨万千, 无心多言。 这才多久没见, 自己还在纠结去哪里找一件天阶五品法宝呢? 江涵就已经连破两个小境界, 一路前冲, 竟直接成了天交榜第一的高手。 他这次虽然也进了天交榜, 可他的排名尚在二百名开外, 和江涵一比。 算了, 这根本没法比。 此次来紫霄建宗, 还是宗主知道他们之间的恩怨, 特意准备了一件高阶法宝, 欲要以此和江涵结个善缘, 这才让他随着天机真人来, 紫霄建宗走这一趟。 江师职果真是有大气韵之人, 老夫掐指一算, 便知江师职今日有机缘灵声, 必将得一众宝。 天机真人坐在一旁, 首辅长须, 笑得极为慈祥。 他面上虽然不显, 但他抚须的右手却格外用力, 足以说明他内心的不平静。 此次来紫霄建宗, 他本就是为了看看, 这位新出世的天之骄子, 到底是何命格。 他们灵蕴山天机殿, 虽然于窥探天机一脉颇为擅长, 但总有一些人, 是他们无法窥探的存在。 就比如江涵这种, 便是其中之一。 任他算尽天命, 可却只能看到, 此子命格普通, 无甚特殊。 但一个命格普通之人, 怎么可能成为天骄榜第一? 而且还引动了天地异象, 他若不亲自来看一眼, 实在是不甘心。 可这近距离一看, 他却被害到心神震动。 在他眼中, 江涵仍是那个命格普通, 未来难有大成就的普通修士。 可现在离得近了, 他却突然发现, 江涵的命格竟然模糊了一瞬。 虽然只有一瞬, 但他已经能确定, 江涵的命格定然是被人以大神通之术掩盖, 他所看到的那个只是伪造的命格。 可在这下界, 谁又有这等本事, 可以在他面前隐藏命格? 答案不言而喻, 唯有天道或者上界大能亲自出手, 才能掩盖得如此完美。 十八岁, 资质绝品, 天道认可, 天将祥瑞, 修到半年便已是结丹大圆满的境界。 那若是再给他十年百年时间呢? 他会不会十年结阴, 百年化神? 如此资质, 简直骇人听闻, 说出去只怕谁也不会相信。 可这一刻, 天机真人却觉得此事非常有可能, 那位伪造疆寒命格的存在, 定然有着不为人知的目的。 而且他刚才看得清楚, 此子心绪淡然, 虽还有些缺陷, 但却有包容天下的气度, 未来成就绝对不可限量。 天机真人心绪震动, 如此种种, 足以说明, 此子有八成可能, 就是他们苦寻多年的阴劫之人。 第281章, 天魔都要没了, 哪还有什么大简? 当世界面临灭世大劫, 必有应运而生的天之骄子, 逆流而上, 于绝望中寻得那一线生机。 他就是福大厦之将青, 能够力挽狂澜的阴劫之人。 林蕴山自创建之初, 便得天命指引, 历史要助这方天地度过此劫, 提升世界位格。 如今阴劫之人可能已经现实, 那么, 劫难自然也将在不远后降临世间。 此事, 还需早做准备才是。 还有那传闻中带来劫难的域外天魔, 也要尽快找到, 若能在大劫之前将其斩杀, 说不定能就此阻止大劫将士, 就亿万黎明于水火之中。 天机真人看着江涵一脸实在的模样, 笑得越发慈祥。 看面相, 确实是个心善之人, 回去和宗主商量一下, 将其作为天字候选人, 若能以两宗之力助他, 想必很快就能化神。 若是选错人, 天道如此明示, 此事已有八成把握, 只是宗主那边, 还需要一些足以说服他的筹码。 我就知道, 天机真人最是大方, 只怕此宝绝非凡品吧。 雷青川说完, 对着江涵使了个眼色。 徒儿, 真人可是化神大圆满的强者, 一手天机之术可探过去未来, 洞察天机, 言出无虚, 真人赐宝, 定然非同小可, 还不快谢过真人。 江涵会议, 急忙起身行礼道谢, 多谢真人赐宝, 晚辈感激不尽。 说完, 他便看向天机真人。 天机真人哈哈一笑, 好你的雷青川, 堂堂一宗之主, 竟连我这满身清贫的老道也不放过。 方才还在说慈子面善, 可他跟着雷青穿这痞子, 早晚要被带坏。 罢了, 此物原本就是为你准备的, 你且收好。 他取出一枚七彩宝珠地来。 多谢真人。 江涵道谢结果, 宝珠入手微凉, 如水晶般晶莹剔透, 其内散着无尽七彩光芒, 似云霞一般, 极为漂亮。 下一刻, 他脑中忽然一猛, 脑袋像是卡壳一般, 忽然治了一瞬, 却很快又在下一瞬恢复正常, 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这珠子, 有问题。 刚才那一瞬, 他明显感觉自己整个人卡了一下, 就像是木偶卡顿一般, 可若细细一想, 却又好像没有一丝一样。 石海之中紫光大圣, 脑中泛出一抹清凉, 紫光弹旋于经脉石海, 可认他如何检查, 竟然查不出丝毫一样。 难道是错觉? 他刚回过神来, 就看到天机真人对他露出一脸慈祥的笑意。 心中本能觉得不对劲, 此珠不知是好是坏, 保险起见, 还是先丢给剑林拿着吧。 此物名为玲珑珠, 虽无品接, 但可在未来大劫来临之时, 助你渡过难关。 天机真人笑道, 大劫? 什么大劫? 江涵疑惑, 怎么又牵扯个什么大劫出来? 天机老儿, 你要发疯去别处, 别在我这胡说八道。 雷青川轻贺一声, 转而对江涵说道, 你莫要听他胡说, 林韵山自创立至今, 整日都在说什么, 天地大劫, 世界毁灭, 无人生还, 可如今五十多万年已经过去, 这都传下来多少倍了, 天地不还是好好的? 我看你们这些修行天机之术的, 都已经修魔正了, 就算真有天地大劫又如何, 天塌了就补, 地陷了就填, 实在不行像上宗球员就是了, 操那么多心干什么? 雷青川虽是如此说, 可他神色却极为严肃, 明显不是如他所说那般不幸。 江涵, 此事你听听也就罢了, 安心修炼, 莫要被这些琐事影响, 只要有我在, 就算真是大劫将至, 也定然伤不到你。 江涵文言心中一沉, 看师父这神色, 想必大劫应是真的, 对他这么说, 只是怕影响到他修炼。 若说这天地真有什么大劫, 恐怕也就只有前世灵玄雪迹无数生灵, 召唤上古魔神虚影一世了。 若真是此事, 应当无碍才对, 毕竟这一世, 灵玄可没有获得吞噬意境, 他就没办法血迹生灵, 自然也无法召唤魔神虚影, 没了魔魂虚影, 又有何物能威胁到这方天地? 雷宗主何必如此, 此事虽无实证, 但小心一些, 总没有大错。 天机真人脸上笑呵呵的, 丝毫没有生气, 江师侄将此物贴身带着救时, 总归不会有害。 江涵一言收好, 实则丢给剑林研究去了。 江师兄, 钟平平忽然起身, 对着江涵一礼。 前些日子, 我有一法宝, 请师兄带为保管。 师父得之后, 特意让我带着天街七品法宝定魂珠, 前来谢过师兄。 他取出一枚拇指大小的黑色宝珠, 遗想江涵。 唉, 钟平平暗叹, 上次见面, 还是江师弟, 这次再见, 就是江师兄了, 这世道可真是事实无常。 若是过些日子再见, 会不会又变成江师叔了? 想到这里, 他脸上表情越加复杂。 定魂珠? 雷青川眉心一皱, 怎么回事? 你们怎么把这玩意拿出来了? 难道真人算道, 有人要对江涵夺赦? 难免招人惦记, 此物也只是多一重保险罢。 天机真人呵呵笑道, 小心一些总无大错, 雷宗主莫要多虑。 哼, 亮他们也不敢, 谁敢对江涵出手, 就是和紫霄建宗宣战。 雷青川说得毫不客气, 他现在第一个怀疑的就是凌蕴山, 就他们这群神棍最喜欢搞这些夺射之类的玩意。 听说他们掌握了一种夺射秘法, 每当有化神大能寿元将近无法突破之时, 便会夺射重生, 隐在暗处修炼。 据说凌蕴山禁地之内, 最少藏着数千位化神七老怪, 不过此事真假尚未可知。 供养那么多化神七老怪, 所需消耗的资源, 绝不是此界可以承受的, 怕是早就将凌蕴山拖垮了才是。 不过, 不管如何, 定魂珠乃是稳固魂魄的质保, 只要有他在, 便是上宗强者神魂亲自出手, 也定然无法夺射成功。 此珠, 还是有些用处的。 雷青川使了个眼色, 十二章, 战铁。 他怎么想的? 钟平平心绪复杂至极, 定魂珠, 那可是定魂珠哀, 他不但可以稳固魂魄, 更是可以温养魂魄, 极其难得。 众所周知, 魂魄极难修炼, 至少此界五大宗都没有可以修炼魂魄的方法, 但此珠却可以温养魂魄, 以温养后的魂魄结因形成神魂之后, 神魂将会比普通神魂强出两成左右。 可别小看这两成, 修为越高, 神魂的优势就会越明显, 不但神念更强, 更加灵敏柔韧, 甚至在渡劫之时, 渡劫成功的几率也会高出许多。 可惜此珠功效强, 制作起来也极为不易, 整个灵魂山至今也只有五枚罢了。 他家老祖手中便有一枚定魂珠, 那可是当传家至宝一样供着的, 谁若想用, 必须拿宗门贡献去换。 而且, 花费极多的贡献值, 每年也顶多只能换来七天的温养时间, 超过七天之后, 就要等第二年才能继续兑换了。 可眼下江涵就当着他的面, 从他手里拿走了一枚定魂珠, 一枚完整的, 可以每天随意使用的定魂珠。 羡慕已经说够了, 钟平平眼巴巴地看着那枚定魂珠被收入储物界, 脑中已经在思考色优的可能性了。 就在这时, 一道红色盾光自山门处急速冲来, 转眼之间便已经到了仙客峰上。 红光散去, 化作一道身穿金红色战甲的魁梧南修, 巨锤, 先是向着楼内行了一礼, 接着抬手一甩, 便丢出一道清金之光, 穿过壁杖, 静止飞入最先阁内。 烽火楼江云星, 天交榜第21位, 今日特来向紫霄见宗下战铁, 欲要挑战。 他眼中似有火光, 眼见众人抬头看来, 这才高声说道, 天交榜第一, 江涵。 与此同时, 那道清光化作一侧流金战贴, 斜着一股磅距离破空向前, 带起一阵狂风, 直冲江涵而去。 压力铃声, 江涵面色却极为平静, 静待粘贴铃声之时, 这才抬手随意一抓, 只听啪的一声, 便将粘贴稳稳接住。 粘贴上的巨大力道, 被他以灵力轻松磨面, 狂风还未铃声便化作微风消散, 连一根发丝都没能吹动。 哄, 可就在这时, 粘贴之上忽然爆出一团赤红火焰, 火焰瞬间腾空而起, 欲要把江涵包裹在内。 但下一刻, 一股犀利贫空而生, 火焰似被某股力量陷住, 还未铺开, 便迅速缩小。 紧接着, 他体内仿佛张开了一张无形大口, 一放一收尖, 竟将火焰全部吞入体内。 门外, 将云星目光一凝, 他那一招, 可不是随手而为, 而是凝聚了他, 以致大成的暴炎异景, 加上半成灵力的一击之力。 暴炎异景爆发力极强, 凝聚为极致的火焰之力, 在瞬间全部爆开, 便是同为天焦榜的天焦之辈, 想要接这一击, 猝不及防之下, 也要吃个闷亏。 可江涵在没有防备之下, 竟能将他的暗招随手化解, 实力确实不凡。 不过, 就算挡住了又能如何, 今日, 他可是有备而来。 江云星眼底冒出如烈火般愤怒燃烧的战役。 江云星, 是风火楼最近五年, 突然强势崛起的那位天焦。 众修士忠有认得他的, 立马现场讲解起来。 他可是风火楼年轻一辈的佼佼者, 父母皆是原因后期的强者, 自小便一直是备受万众瞩目的天才。 修炼至今, 不过五十三年时光, 便已是结单大圆满的境界, 乃是整个风火楼创立至今, 资质最好的天焦。 而且, 他早在十年前, 就已经领悟了暴炎异景, 更是在三年前, 终于将暴炎异景感悟至大成境界。 话落, 引起场中一阵惊呼。 什么? 仅仅七年时间, 便能将一种意境感悟至大成境界。 不愧是一方天焦, 果然是天资逐绝之辈。 不止如此, 他凭借大成境界的暴炎异景, 一路横扫无数天焦, 名气飞速上涨, 终于在此次天焦榜重现之时, 首次登榜便成为了位列第二十一位的天焦。 可他就算再天才, 也才排名二十一位, 挑战榜首。 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听着众人的议论, 将云星投仰的月发高, 得意之色异于言表, 唯有最后一句, 让他有些不爽。 他可是风火楼第一位登上天焦榜的天才, 而且是以第二十一名的绝好成绩, 强势登榜。 这个成绩, 不但在风火楼方圆万里内极为耀眼, 便是在整个修仙界, 那也是极其难得的, 说他是此次天焦榜上最大的黑马也不为过。 当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天焦榜上的那一刻, 整个风火楼都陷入了沸腾之中, 所有人都在祝贺他, 甚至连华神老祖也亲自接见他, 欲要收他做嫡传弟子。 就连他最喜欢的三剑谷的苏师姐, 也一改往日爱搭不理的态度, 破天荒地摇他同游苍山。 一日之内, 名利双收更是获得心仪之人的青睐, 如此大的喜讯自然让他狂喜不已, 心气越加狂傲。 可就在他欣喜若狂, 欲要和父亲商量, 何时举办和苏师姐的双修大典之时, 江涵却突然横插一脚, 引动天地异象, 以无敌之姿, 强势登入天骄榜榜首之位。 江涵? 什么江涵? 根本没听过好不好? 一个无名之辈, 怎么可能出入天骄榜就登顶榜首? 这所谓的紫霄建宗清传弟子, 不过就是一个刚刚踏入修仙界的菜鸟罢了。 天资绝品又怎样? 半年结丹大圆满又如何? 修为, 只是实力的一部分, 意境才是真正能增强战力的根基。 半年时间, 他可以肯定, 江涵绝对没有领悟到任何意境, 就算悟性再高, 也需要时间才能成长。 没有意境再深, 就算天资再好, 那也全是空的。 江涵那个天骄榜第一的名头, 让他感觉格外愤怒。 宗内原本恭维他的同门, 包括不断夸赞他的父母和老祖, 一时间全都像是把他遗忘了一般, 将他丢在一旁, 转而去惊叹江涵的资质去了。 这一刻, 他曾经的努力竟被全数否认, 就算再努力又如何, 人家资质好一点, 随随便便就能拿到第一。 江云星非常愤怒, 不过一个走了狗屎运的家伙罢了, 有什么好夸的? 更重要的是, 就在这个时候, 他忽然收到了苏师姐的传信。 原本约好的今日同游, 改成了临时要随师傅去紫霄建宗, 恭贺江涵登顶榜首, 所以改天有空再约。 这一刻, 他感觉自己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背叛, 心中的所有不满, 请客间化作无边怒火, 用谨慎的最后一丝理智带上拜占帖, 一路冲到了紫霄建宗。 第283章, 全天下就你最聪明。 在他看来, 江涵不过是运气好, 投了个好胎, 得了一身好资质吧。 若是他有江涵这等绝世添姿, 在他这么多年的努力之下, 一定能比对方做得更好, 甚至早在十年前就已经登顶榜首了, 那还用等到现在? 而且, 对方没有意境在身, 仅凭添姿登顶榜首, 自身实力想必强不到哪里去。 就算境界比他高一点, 那也终究有限, 二者差距不会太大, 甚至, 他最近心得的底牌刚好克制建修, 说不定他的胜算还要更高一些。 当他想到这一层的时候, 突然惊醒过来, 也许真的就是这样, 其他人都被江涵的名头给吓到了, 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此人的真实实力究竟如何。 如果江涵真的很弱, 那他就是第一个发现此事的人。 江云星眼中闪烁着睿智的光芒, 眼神也越发明亮, 眼下还无人发现到这个天大的漏洞, 他刚好趁此良机, 在所有人还未反应过来之前, 强势击败江涵, 以二十一名之身, 一跃成为天骄榜首。 到那时, 父亲和母亲定会对他另眼相待, 老祖也会被他震惊, 所有人都会对他刮目相看, 苏师姐也定会对他倾心。 这一刻, 江云星格外兴奋, 他要在今天挑战江涵, 赶在所有人反应过来之前, 把江涵狠狠踩在脚下, 他要让苏师姐看看, 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天才。 他还要让所有人都看看, 江涵只是凭借天赋登上的天骄榜, 自身实力则是一塌糊涂, 根本不配做天骄榜首。 只要战胜江涵, 他就是这世间最强的天才, 还有江涵身上的一切, 都将是他的。 这一刻, 他的战役格外高昂, 仰天嘶吼。 江涵, 出来与我一战。 声音回荡山剑, 磅礴的战役, 经得四周鸟兽飞散, 更是经得所有宾客目瞪口呆。 搞什么啊? 这江云星在天骄榜上, 排名不过才二十一位, 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竟然敢来挑战江涵? 江涵可是连天道都认可的绝世天骄。 而是, 他一个无甚名声的小辈可以挑战的, 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身份。 倒有此言诧异, 这江云星既然敢来, 且如此自信, 定然是有所依仗, 想必是寻到了江涵的致命破绽, 这才敢孤身来此, 又要借江涵扬名。 破绽? 说起江涵的破绽, 那自然便是修行时日太短, 意境之力薄弱, 且斗法经验不足了。 哼, 江涵修行时日虽短, 但他一路走来, 势如破竹, 所欲敌手, 大都被他斩于剑下, 其中不乏名流之辈, 若仅凭此事认为他实力不足, 那可真是大错特错。 道有莫要忘了, 江涵先前斗法之时, 仅凭一口非剑之力, 或是天雷之威对敌, 虽有剑意在身, 可据传言, 他的剑意所见者不多, 且都对此闭口不言, 是真是假, 威力如何, 皆是难料。 一时之间, 众人分作两派, 有觉得江涵实力强劲, 绝不会败的, 也有人认为江涵修行时日太短, 底蕴终究不足。 随着双方争吵, 许多修士这才反应过来, 江涵修行时日太短, 便是有些战绩在身, 可对手大多被当场斩杀, 愚者更是对此事绝口不提。 如此说来, 这才半年时间, 单是修炼功法, 就已经很困难了, 江涵真的极有可能, 还没来得及感悟意境。 而那些被杀者, 大多是一些无名无姓之徒, 唯有与秦孟和一战之者较多, 可据说那天周长老也在, 那些人万一是周长老杀的呢? 想到这里, 众人逐渐沉默下来, 心中逐渐偏向认为江涵实力不足的一方。 他们此次前来, 本就是看到了江涵未来的潜力, 为了抱紧紫霄建宗的大腿, 欲要趁机表露真心, 未来有机会多得一些利益。 可若江涵只是须有图表, 并无实力在身, 那他们也不介意再观望观望。 毕竟, 一个同皆无敌的天才, 和一个只是资质较好的天才, 二者未来的成就, 那可是一个在天一个在地。 此事事关他们各自宗门的未来, 自然不能轻易下决定。 众人的表情变化, 江涵自然看得清楚, 他更是从他们低声谈论中, 明白了一些什么。 不过是一个结单大圆满的天骄而已, 对方方才那试探性的一击, 于他而言, 就如同微风拂面, 根本不值一提。 他现在单单是肉身之力, 就足以徒手将其一招拿下。 更何况, 他还有四道异静在身, 再加上碎天静, 一击之力, 足以灭杀元英初期修士, 他一个结单大圆满, 拿什么来挡? 而且, 他突破之后, 还会彻底适应这股力量, 若与之交战, 搞不好一巴掌就把对方拍死了。 他实在想不通, 此人到底是怎么回事? 实力不怎样, 仅凭一个暴言异静, 竟然就赶来紫霄建宗, 当着这么多修士的面下战帖。 这是想以紫霄建宗的脸面做筹码, 逼着他必须应战。 找死的见过, 但这么急着找死的, 还是第一次见。 这么多人看着, 他若不出手, 倒显得是他实力不够, 不敢应战了。 想到此处, 江涵心中已有了定论, 看来这一场, 是非打不可了。 不过也好, 正好借着此人立威, 也让旁人看看, 他到底够不够格做这个敌议。 江涵, 你实力低威, 这榜首之名, 本就名不符时, 怯占到也是人之常情。 江涵心见江涵不为所动, 冷笑一声, 激将道, 你若是怕了, 不如直接认输, 我也不会过于难为你。 怕。 江涵挑眉, 自从修炼了魔音神, 凝聚出血单之后, 他还真没怕过什么。 反而有一股狂傲之气越发浓郁, 时常生出一股 自己已经天下无敌的奇怪情绪。 更何况, 就算没有那股狂傲之气, 眼前这个江涵心, 也不值得让他生出什么情绪。 他轻笑一声, 将战贴放于桌面, 这才看向门外的江云星, 开口道, 这战贴, 我接了。 第284章, 零石不过是些石头罢了。 哗, 他这一番话, 顿时让重修士激动起来。 江涵应战了, 我就说, 江涵非是须有图表之人, 只要他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强势击败江云星, 自然就能证明他的实力。 哎, 虽然话是这么说, 可他不该应战, 此战于他并无任何益处, 若是赢了还好, 可若是输了, 那可是会让紫霄建宗颜面扫地的。 依我看, 最好还是不要应战, 此等有害无益之事, 贸然应战实在不改。 什么叫有害无益? 你到底懂不懂天交战? 二者对战, 胜者可以拿走败者身上所有宝物资源, 而且事后不得寻仇。 以这些天交的身家, 只要赢上一场, 最少可以获得数十万上品零食, 而且还有一些稀有的高阶法宝, 那可是一笔极其庞大的资源。 围观众人听到江涵应战, 顿时议论纷纷, 有认定江涵必胜的, 也有不看好他的。 毕竟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没有亲眼看到江涵的实力, 很多人都不愿相信。 我还是觉得江云星实力更强一些, 速成的杰丹大圆满, 怎么可能和一不一个脚印, 稳扎稳打拼上来的天交相提并论? 这话说得令人难以反驳, 便是钟平平, 听到众人的议论, 也不禁有了些动有。 可他很快反应过来, 当初他是被江涵亲手击败的, 对方有多强, 他可是亲身经历过的。 什么叫速成的杰丹大圆满? 江涵他明明是一步一个脚印跑上来的, 虽然人家冲得快了点, 但他跑得很稳啊。 不说别的, 但是那道建议就绝不是一般人能挡的。 江涵方才的沉默, 估计只是在思考怎样让对手死得更体面一点而已, 却被这些没脑子的家伙给误解了。 钟平平觉得自己早已看透了真相, 看向江云星的目光中, 带上了一些幸灾乐祸的意味。 天交榜第21位, 只凭一个大成的报言意境, 他怎么敢来挑战江涵的? 江涵动了, 一声轻呼, 让众多视线全部汇聚到江涵身上, 随着他的动作缓慢转动。 宠辱不惊, 外事不能扰其心, 江涵不愧为天交榜首, 但是这份气魄就绝不是江云星能比的。 就在众人议论间, 江涵已不及不徐地走出了醉仙阁, 在仙客风顶宽阔的广场上停下。 他身材匀称修长, 虽不及江云星魁梧, 但气质淡然出尘, 洒脱平淡, 但却并不低调, 反而让人感到一股极强的自信。 那是对于自身实力的自信, 可以将眼前之敌随手击败的自信。 他本就长得俊逸, 如今更有出尘气质在身, 两相衬托之下, 一时让场中不少女修都动了心思。 资质顶尖, 背景也是顶尖, 本身实力更是极为强大, 再加上这一副俊俏的长相, 绝对是整个修仙界所有士领女修的最佳道理人选。 许多妙龄女修身上气息抑制不住地开始波动, 眼中冒出异样光芒, 便是连天机真人这等强者也免不了动了心思。 此子倒是和圣女绝配, 只是圣女那性子他不知想到了什么, 最后却只是叹了一声, 爱随缘吧。 那些女修的变化自然没有逃过江云星的注意, 毕竟他一直在偷偷看着场中那些女修的反应, 妄想以自身气势吸引女修注意, 可如今却发现他们一个个都没正眼看过他, 反而全都目光灼灼地盯着江寒, 心中顿时怒火大涨。 什么狗屁的宠辱不惊, 不过是装模作样罢了, 等到真动手的时候, 孰强孰弱, 一目了然。 这是我所有的家当, 一共十二万上品零食, 还有诸多天才地宝, 价值共二十五万上品零食。 江云星解下自己的储物袋丢在半空, 将背后的紫金锯锤取了下来, 紧紧握住。 按照规矩, 胜者获得一切, 此宝名为黄金锤, 乃是天接一品的法宝, 若你能胜, 这些宝物尽可拿去。 说完, 他眼貌热光地盯着江寒, 确切来说是盯着江寒的储物件。 他这柄黄金锤, 可是掏空了他父母小半身家, 又脱了宗内的关系, 好不容易求来一个名额, 这才以大量宗能贡献换来的。 可江寒身为紫霄建宗宗主的清传弟子, 听说入宗之时便被赏赐了大量宝物, 身家之丰厚, 简直不敢想象, 怕是连灵石都至少有百万之多吧。 更何况, 江寒那柄天接八品奔雷剑, 在修仙界无人不知, 若是能将其拿到手, 便是让他去做剑修, 他也愿意啊。 不只是他, 便是其他修士, 也都满眼热切地看着江寒的储物件, 那小小的储物件中不知有多少, 他们求之不得的资源。 就在众人注视之下, 江寒随手将储物件取下, 丢在储物袋旁边, 略意思索后开口, 里面应该有一千万上品零食, 还有大概价值三千万上品零食的法宝和资源。 其实他也没仔细查过, 零食数量大差不差, 但是天才地宝, 灵丹灵药, 还有缴获的那些法宝, 更是多不胜数, 只是大概估算了一个价值, 但若真的换成零食, 只会多不会少。 曾经只有十块下品零食的时候, 他每天睡觉前都要数上好几遍, 才能睡得着, 甚至有时候梦到零食被偷, 半夜惊醒还要再数上几遍。 可当他有了堆成了一座大山的上品零食的时候, 他却已经没有了弄清数量的想法。 毕竟这么多零食, 他花不完, 真的花不完, 就算是从储物袋中往外盗, 恐怕也要倒上半天。 而且, 这还只是一部分, 若他需要, 随时可以去宝库支取, 要多少有多少, 想拿多少拿多少。 零食, 不过是一堆灵力精纯些的石头罢了。 不过, 对方虽然只有三十多万块上品零食, 但说实话, 没人会嫌资源多, 蚂蚁再小也是肉, 毕竟是对方跑了这么远, 白送来的钱, 不要白不要。 可他不在意, 其他人却被吓到了。 我没听错吧? 一千万块上品零食, 还有价值三千万上品零食的天才地宝。 我的天, 不愧是紫霄建宗清传弟子, 他竟然随身带着价值四千万块上品零食的储物件。 第285章, 战斗开始。 他一个人拥有的资源, 就比我们整个宗门的资源还多。 这要是让江云兴赢了, 那他岂不是要借这些资源一飞冲天? 一飞冲天, 那他也得赢了再说。 怪不得江寒修为增长得那么快, 原来竟是这么多资源硬堆出来的。 如此一来, 他的实力恐怕真的不会太强。 强不强打了才知道。 先看看再说, 那可是四千万上品零食啊, 四千万哪, 若是我有这些资源, 不出百年, 定能结阴。 众修士眼红至极, 那可是四千万上品零食, 他们大多是中小宗门之人, 这个数量的零食, 对他们来说, 足可称得上是一笔天大的财富。 若是这个储物界落入修仙界, 足可掀起一阵腥风血雨, 便是五大宗都极有可能出手抢夺。 有这些资源在手, 无论是谁, 都能很快成长起来, 甚至开宗立派, 成为一宗老祖也完全足够。 这可是足以让一个低阶修士, 一跃成为高阶修士的资源。 江云星知道江寒资源很多, 可他怎么也没想到, 对方竟然有这么多资源。 若是他得了这些资源, 接下来数百年的资源都不用再发愁了, 足可让他一路晋级元英大圆满, 到那时他就是烽火楼下一任掌门。 只要赢了江寒, 他的未来将是一片坦途, 他的呼吸越发粗重, 这些零食他势在必得。 便在这时, 一位元英七长老自虚空踏出, 停在二人上方, 缓缓开口, 天交榜排位之争, 生死不论, 对战双方压上全部身家, 以一方认输或者死亡为结果, 胜者获得一切。 他看了二人一眼, 若是听明白了, 就快些开始吧。 话落, 他身形一动, 凭空消失不见。 众人一看便明白过来, 原来这位长老是来催促二人速速开始的, 催完之后扭头便走, 根本不关心二人斗法结果。 或者也可以说, 这是紫萧建宗对江寒实力的绝对自信。 此时, 广场上只剩下江寒和江云星二人相对而立。 江云星手持黄金锤立于半空, 浑身凌厉鼓动, 全部距于锯锤之上, 锤头化作一人多高, 其上燃起赤红火焰, 炙热的温度将深周空气烧得阵阵扭曲。 哄, 空中炸起一声巨响, 锯锤之上突然爆出无尽赤红火焰, 顷刻铺满整片天空, 又在下一刻急速收缩, 所有火焰距于锤头, 气息静比之前更强了一成。 无比炙热的气息清晰而下, 地面被烤得寸寸军裂, 又在一道清光闪过之后恢复如常, 可那股足以将人焚烧成灰的热浪, 还是让众人发出阵阵惊呼。 浩强的火焰之力, 此人绝不仅仅是大成意境, 他的意境已然接近圆满, 快要突破那最后一道臂杖, 感悟法则了。 他这一手, 是风火楼独有的叙事之法, 天阶一品秘术, 举火焰天诀, 他叙事时间越久, 威力也就越强。 无愧是风火楼天资最高的弟子, 他这举火焰天诀, 怕是已经修到了第四层, 若是让他续满, 足以让他法术的威力提高八成。 单凭这一击, 江云星就已经有了踏入天骄榜前十的资格。 咦, 江涵怎么还不动, 若是再拖下去, 对方大势一起, 可就麻烦了。 众人紧张地看向江涵, 对付叙事之法最好的办法, 就是趁对方为启事之时将其打断。 如若不然, 等对方大势一成, 便是高出对方一个境界, 也要打得极为艰难。 可江涵却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好像是在等着对方续成大事。 狂妄, 竟敢如此轻视于我。 江云星看出了江涵的末世, 感觉自己受到了莫大侮辱, 气得他双目喷火, 顾不得再续大事, 直接抡起锯锤, 犹如一颗陨石一般从天而降, 朝着江涵急速冲来。 浩墙的气息, 这一击, 也有了接近原因出气的威力, 江涵这下可有危险了。 方才我还觉着江涵面善, 颇有高手气度, 可眼下看来, 此人着实有些眼高于顶, 得了榜首, 就以为自己天下无敌了。 如此心态, 恐当不得大任啊。 若是他方才不拖大, 打断对方叙事, 那倒还有一战之力, 如今江云星大势将成, 恐怕江涵要吃大亏。 就在众人议论之时, 烈焰陨石已瞬息跨越百丈距离, 冲到了江涵身前。 化作一人多高的黄金锤, 于空中轮满一圈, 带着赤红尾燕, 斜着毁天灭地之力, 朝着江涵狠狠砸去。 好快的速度, 这江云星名声不算显赫, 但他的速度, 竟然只比原音七慢上一丝。 这是风火楼的秘术, 天阶一品, 秘术烛火追风绝。 瞧他这速度, 定然是修炼到了第五层。 原来是天阶秘术, 怪不得有如此速度。 若是被他追上, 他是要被戏耍致死。 江涵怎么还不出剑? 他又不是体修, 若是再不以飞剑阻挡锯攻势, 趁机拉开距离, 等到被对方禁身之后, 唯有死路一条。 就在众人惊呼之时, 江涵终于动了。 可他并不是如众人想象那般, 急速退走, 反而极为平静地看着锯锤当头砸来, 眼睛眨都不眨一下, 缓缓抬手朝上抓去。 他想干什么? 一个杰丹七法修, 竟然妄想以肉身硬接着 堪比原音七的一击吗? 就算是体修, 也不敢如此狂妄自大, 江涵此举无异于自掘坟墓。 众人几乎一边倒地认为, 江涵此举是在找死, 唯有极少一部分人觉得, 江涵定然有所依仗, 可却很快被其他声望淹没下去。 就在这时, 烈焰陨石终于跨过身前那半尺距离, 轰然砸向江涵头颅。 而江涵举起的右手, 就好似鸡蛋碰石头一般, 无声无息地抓住了炙热的锤头。 只听轰的一声闷响, 二者接触之处, 吹起一道狂风, 朝着四周急速扩散。 严陈迷眼, 等众人再次看清场中情况之时, 不由瞪大了双目。 想象中江涵手骨断裂, 当场重伤的场景并没有出现, 反而是他单手托举, 非常轻松地将那锯锤牢牢抓住。 锯锤上那足以轰碎大山的力量, 在他面前好像不存在一般, 轻松接住这一锤, 手掌竟然连一丝晃动也无。 更让人震惊的是, 他脚下地面承受了这么大的冲击, 竟然没有被震成粉碎。 这种情况只有一个解释, 那就是江涵徒手化解了江云星的蓄力一击, 所有攻来的力量都被他以身体完全磨灭, 连一丝力道都没有泄露出来。 第286章 单手拿捏, 顺瞄, 怎么可能? 他怎么挡住的? 那可是堪比元英七威力的攻击, 他随手一抓就给挡下了。 莫非他其实是体修, 并且已经将体魄熬练到多年, 肉身已有了元英七的实力。 不可能, 体修若要达到这种体魄, 最少也要修炼两百年之久, 他才修炼几天。 此事绝不可能。 可除了这个解释, 一个法修, 要怎样才能挡下堪比元英七的一技? 要知道, 江云星那一锤砸下, 可不仅仅是灵力加持, 更重要的是, 他已意境引动了天地之力融入攻击之中。 天地之力不但威力极强, 而且非常特殊, 若要对抗, 只能引动天地之力互相抵消。 可江涵方才那一抓, 并没有引起任何天地之力的波动, 仅以肉身之力, 就将天地之力完全吸收磨灭。 这般强横的肉身, 已是结丹大圆满体修才有的强度了, 怎么可能出现在他的身上? 难不成, 江涵不仅是半年达到了结丹大圆满的修为, 他还在半年时间内, 熬练出了结丹大圆满的肉身。 这怎么可能啊? 护体法宝, 一定是天阶高品的护体法宝。 有人高深开口, 与其中满是羡慕。 诸位莫要忘了, 并不是只有体修才能徒手挡下一进攻击, 只要有高阶护体法宝, 同样可以做到此事。 身为宗主清传弟子, 有一件天阶护体法宝在身, 也是很正常的吧? 原来如此, 众人恍然大悟, 有护体法宝, 确实可以做到此事, 但天阶护体法宝何其难得, 他们一时之间竟然没有想到此事。 修要得意, 就算有护体法宝又如何, 以你修为, 又能用出多少法宝之力? 江云星心中暗恨江涵走了大运, 若是公平对战, 他定然早已获胜, 可他的梦想终究不是现实。 他只瞧见江涵嘴角一扬, 似是看到了可笑的事情, 轻笑道, 对付你, 足够了。 江云星听到了江涵话语中的不屑, 心中生起一股怒火, 刚要开骂之时, 却看到江涵抡起锤头朝天一甩, 还不等他反应过来, 便只觉一股巨力自晃金锤上传来, 紧接着便是眼前一化。 他的身体根本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 就被一道巨力搜的一下甩飞起来, 在空中划过一个半圆, 带起一阵破空之声, 轰隆隆砸向地面。 好不容易蓄起的大势顷刻消散, 他身上气息飞速下降, 魁吾的身体更是被一股巨力裹挟, 和地面亲密接触的瞬间便砸破了地面的灵阵, 狠狠砸进了地下。 哄, 鲜血喷洒而出, 伴随着一声震天巨响, 江云星整个人被砸进了地底, 地面倾刻裂开无数裂缝, 朝着四周急速蔓延而去。 所有裂缝汇聚之处, 只留下一个仗余大的深坑, 江云星镶在深坑中央, 四肢微微抽搐。 而在他不远处, 江寒抓着锤头站在那里, 身上没有一丝灵力波动, 随手一甩, 一人多高的黄金锤, 便像一个玩具一般, 被轻松丢开, 落在地面, 砸出了另一个深坑。 轰隆之声在山间回荡, 整个仙客风却突然陷入了一片诡异的寂静当中。 方才吵闹着江寒狂妄, 此战必输的修士, 此刻紧紧闭上了嘴巴, 看向江寒的目光中, 满是难以置信之色。 这可是天交榜争夺战, 不是在闹着玩啊? 江云星全力以赴之下, 甚至用出了宗门秘术对敌, 竟然被江寒一招击败。 他怎么就这么败了? 他来的时候, 气势那么强, 还让人以为他有什么底牌在身呢? 可这才刚开始打啊, 他怎么直接就败了? 躺坑里干嘛呢? 不起来挣扎一下吗? 说起来, 江云星气势并不弱, 甚至看起来比江寒气势更加张扬。 而且他来时极为自信, 似乎认定了他能击败江寒, 那股心高气傲, 让许多人都以为他真的有强大的底牌在手。 种种原因之下, 也就让许多人认为江云星要更强一点, 所以才会让诸多修士以为江寒真的要败。 可现实却是, 江云星气势高昂, 甚至只用了一招就把江云星打得动弹不得, 只剩下一丝微弱气息, 若是再多一丝力气, 恐怕他就要生死当场。 刚才谁说的江寒必败? 江云星在他面前根本毫无还手之力, 恐怕到现在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等他清醒过来估计天都黑了。 这一刻, 众人看向江寒的目光再次恢复了之前的慎重之色。 江云星败了并不是因为他太弱, 而是江寒太强。 他那叙事已久的一记重锤, 其实威力非常的强, 强到就连场中许多原因初期修饰, 也都能感受到一丝压力。 若是天交榜中其他人遇到, 恐怕也有极大概率会被奇异锤击败。 以他的实力足以跻身天交榜前十之列, 但就是这么强的一个天交, 在江寒面前却犹如志同一般, 随手一招就给打趴下了, 甚至连一丝像样的反抗都没有, 就这么直挺挺地倒下了。 现在, 再也没人敢说江寒这榜首之位名不符实了。 如此惊人的实力, 就算没有意境, 那也绝不是一般天交可以抗衡的。 他刚才那随手一击, 明显已经有了原因期的实力。 这江云星还真是找死, 自己几斤几两都搞不清楚, 还敢来挑战江寒。 短暂的沉默之后, 场中顿时响起一片恭维之声, 方才一直支持江寒的少数人, 此时更是高声喊道。 不愧是天交榜首, 如此实力, 说是原因期修饰, 也绝不会有人怀疑。 单手一招, 击败天交榜第21位。 这下我看谁, 还敢怀疑江寒的实力。 众人情绪高涨, 完全忘了自己之前说过的话, 一面倒地开始恭维江寒。 而在不远处的深坑内, 江云星也在缓缓清醒过来。 但正如有人猜测那般, 他根本就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 只觉得一股大力袭来, 眼前一花, 身上一痛, 眼前一黑, 接着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再次醒来, 就已经躺在了深坑之内。 不过他毕竟也是一位天交, 思索片刻也回过未来, 自己这是误判了江寒的实力, 被他以肉身之力一招打晕了过去。 浩强的力量, 没想到, 江寒竟然有一件可以增强肉身之力的法宝。 在他看来, 江寒修行时日太短, 想要拥有这么强的肉身之力, 定然是借助了某件法宝之威。 但法宝终究是法宝, 必然有诸多限制, 不能久用, 它不是没有胜算。 不管是什么法宝, 增强肉身之力终究有限, 再强也强不到哪去。 而我, 刚好有法子能克制这些高爆发的体修健修, 方才只是我一时大意, 只要小心一点, 不让江寒进身, 他绝对不是我的对手。 获胜之后的奖励实在太过丰厚, 只要能拿到奖励, 他就是烽火楼下一任宗主。 拼了。 第287章 你说你起来干嘛? 再次顺描, 想到此处, 他调戏片刻, 牙关紧咬, 挣扎着从坑里爬了起来。 还好方才那一击没有伤到丹田, 虽然破了护体灵盾, 断了十几根骨头, 内脏有些出血, 脑袋还在嗡嗡响。 但这些不过是骨肉内伤罢了, 虽然叹起来极为凄惨, 但脏腐经脉还能用, 只要以灵力暂时压住伤势, 他就还能打。 随着他脉部的动作, 一道土黄色光芒自深坑内绽放而出, 骑士厚重如山, 坚不可摧。 此事一出, 顿时有人惊呼出声。 这是, 悟土意境。 江云星竟然已经领悟出了第二道意境, 还是防御最强的悟土意境。 悟土意境可与地脉相连, 借地脉之力稳固挤身, 地脉之力不断, 防御就不可能被迫。 此子若是侥幸不死, 不久后定能踏入天骄榜前五之列。 关其是, 他这悟土意境应该已是小成境界, 只要神念充足, 便是原因初期的攻击也难以破开防御。 由悟土意境再深, 江寒方才的手段恐怕再难发挥奇效, 便是寄出飞剑, 也不一定能破开他的防御。 此时, 江云星自坑底一步步踏出, 悟土意境就是支撑他来紫霄剑宗最大的底气。 虽然眼下只是小成境界, 但也足以让他调动方圆三里内的地脉之力, 再引天地之力融入其中, 化作一道地脉护盾, 足以抵挡原因期的攻击。 只要地脉之力不断, 这护盾就不会消散。 若对方不能一击破开此盾, 那他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等到敌人凌厉枯竭之时, 便是他全力反击之客。 原本, 他是准备将悟土意境留作杀手锏, 待挑战前时时再用。 可没想到, 半路杀出来一个更适合他扬名的江涵。 此时, 用出悟土意境, 才能将利益最大化。 他走出深坑, 立足于地, 地脉之力源源不断地通过双脚, 传入地脉护盾之内。 在以举火焚天绝蓄势, 此盾只会越来越强, 直到最后, 怕是只有原因初期巅峰的攻击才能破开。 江涵, 刚才我只是一时大意, 现在, 我有地脉护盾在身, 你输定了。 说话间, 他也没闲着, 右手虚握, 被丢在远处的黄金锤颤抖片刻, 搜得一下飞速冲来, 被他抬手握住。 哄, 炙热的火焰再次燃起, 虽然比之前弱了一些, 可气息却依然强悍。 脚下的地面寸寸军裂, 这一次, 没有了轻光修复, 军裂很快蔓延至方圆百丈。 现在, 只有我能伤到你, 而你, 将再也伤不到我。 江云星咧嘴狂笑, 虽然身体多处骨折, 每一次动作都痛得他直抽冷气, 可他只要一想到获胜之后的奖励, 立刻便觉得浑身都充满了力量。 江云星此言非虚, 有地脉互盾互体, 江寒难以攻破他的防御, 怕是要被他压着打了。 此子真不愧是风火楼最强天骄之名, 他绝对已经有了原因初期的实力。 这种打法, 根本就是耍无赖, 只能他打别人, 别人却打不到他, 如此拖下去, 便是原因初期也难以招架, 只能不断攻击, 将其拖死。 不管是不是无赖, 只要能赢, 那就是好手段。 你可莫忘了, 获胜之后的奖励到底有多丰厚。 不同于众多修士的大声谈论, 主位附近的那些原因大圆满和化神七大能奸, 却显得极为安静。 悟土意境, 悟性倒是不错, 只可惜这心性着实差了点, 天机真人抚恤倾效。 不过这悟土意境, 防御可是一流, 雷宗主就不担心。 雷青川连眼皮都懒得抬一下, 实笑道, 一个狂妄自大的小辈罢了, 有什么好担心的? 别人不知道, 但他可清楚得很。 江涵这小子, 满身的机缘, 随便拿出来一个都足以引起震动。 当才他只是随便玩玩, 估计是怕把人打死, 一直收着手, 不敢用太大力。 他要是认真起来, 什么悟土意境, 地脉之力, 一箭可破。 地脉之力? 倒是巧了。 江涵嘴角上扬。 正好, 他前些天刚学了一门 中场了。 清风扬起, 江涵忽然从原地消失不见, 在出现时, 竟已到了江云星身前。 先锋意境在身, 再加上苍云身法的极致速度, 他的速度, 比原音器的瞬移还要快上几分。 二者之间的距离, 对他来说, 仅是一步之遥。 好快! 江云星面色微变, 可他很快镇定下来, 有地脉护盾住他防御, 任凭江涵如何攻击, 也绝对破不开他的防御。 他脑中思绪虽快, 可身体速度太慢, 便是已经看到江涵攻来, 也无法做出任何反应,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对方一拳砸来。 又是拳头? 他一个剑修, 怎么这么喜欢用拳头? 江云星的思绪刚刚升起, 却在下一刻戛然而止, 惊恐如潮水般汹涌而起。 却见江涵一拳砸在护盾之上, 被寄予厚望的地脉护盾, 在他拳头未到之时, 便犹如见到了天敌一般, 忽然崩溃散开。 他引以为傲的地脉护盾, 竟然主动给对方打开了一个缺口。 哄, 一声巨响, 江云星只觉一股大力轰然砸在胸口, 伴随着一阵咔咔声响, 胸口剩余骨头全部断裂, 一口鲜血喷洒漫天, 他整个人向后仰起, 猛地倒飞而出。 狂暴的距离, 将他急速轰飞出千鱼杖外, 轰隆撞在一处山崖之上, 整个身体完全陷了进去。 可就在这时, 他眼角余光, 却瞥见一道身影立在一旁, 好似专门等在此处许久的模样。 下一刻, 山石再次轰隆破碎, 江寒五指成爪, 穿破山石, 抓起江云星的胳膊, 轮圆了往地上狠狠一摔。 只听砰的一声, 地面如珠网般寸寸碎裂, 江云星身体猛地攻起, 从地面弹起半尺, 悬空喷出一口夹杂着内脏碎块的鲜血。 不待他落下, 却见江寒右脚抬起, 江寒一脚踩在对方小腹, 一道灵气在他脚底盘旋游走, 寒而不发, 只需他心念一动, 这道灵气便可破开小腹, 碎了对方丹田。 他低头看向上有意识的江云星, 平静开口, 认输或者死。 第288章, 他不是剑修吗? 二者间的战斗, 看似过去了很久, 但事实上, 从江云星引动地脉挑衅, 到江寒出手, 一拳破开地脉护盾, 再把他从山崖内拽出来, 踩进地底, 其实只过去了一眨眼的时间。 直到这时, 众人才终于反应过来, 发生了什么? 一拳? 他只用了一拳, 一拳击溃堪比原音七防御的地脉护盾, 这怎么可能? 他还只是结单啊。 众人骇然看向毅力场中的江寒, 心中的震撼简直无以言表。 太强了, 江云星足以堪比原音初期的实力, 在江寒面前竟然毫无反抗之力, 他到底是用了秘术, 地脉之力在他面前竟然犹如纸糊的一样, 一碰就碎。 不仅如此, 江寒的速度也好快, 明明没有空间波动, 却比顺移还要快上几分。 同为杰丹大圆满的境界, 他却能在瞬息之间将对手打得半死, 实力差距也太大了吧。 悟土意境的防御力强, 可不是说说而已, 这是经过百万年来不断验证得来的, 乃是整个修仙界公认的事实。 也正因如此, 众人才会对此深信不疑, 才会觉得江云星凭借悟土意境, 实力大增之下, 必将立于不败之地。 可是, 江寒让他们见识到了, 什么才是真正的强者? 什么悟土意境, 什么防御最强, 在他面前就如废纸一般, 一碰就破, 一触即溃。 更恐怖的是, 他的速度实在太快了。 方才一拳打出之后, 他身形一闪, 竟瞬间出现在了山崖之下。 等到江云星被距离轰过来之后, 他紧接着就是一套拳脚落下, 势如奔雷一般, 打得江云星毫无反抗之力。 更让众人觉得难以置信的是, 他如此迅猛狂暴的攻击, 竟然没有使用任何法术, 场中呼啸奔腾, 直如山崩地裂一般, 可众人凝目一看, 却没有感到什么灵力波动。 法术对修士的增强极大, 同样的灵力只要以法术催动, 威力必然增强数倍不止。 可他没有发出任何法术波动, 甚至连灵力都调动棘手, 仅仅凭借一双拳头, 就能将铜阶修士按在地上暴打。 甚至直到结束, 他依然气息平稳, 明显没有用出权力。 如此强大的实力, 将众人震撼得, 险些说不出话来。 他可是剑修啊。 不知谁说了一声, 顿时让众人再次惊呼。 对啊, 江涵可是剑修, 他连飞剑都没用, 就这么胜了。 若是他以飞剑权力对敌, 不知该有多强。 还有意境之力, 若是他领悟到了意境, 实力定然能再增一倍以上。 谁说江涵没有意境啊? 万一他只是懒得用吗? 用不用意境区别不大, 如此强大的实力, 江云星没有丝毫胜胜算。 太强了, 真的太强了, 紫霄剑宗又要出一位如浩阳剑仙那般, 无敌于事的绝顶强者了。 钟平平板板正正坐在那里, 当听到有人说江涵没有领悟意境, 气得他差点笑出声来。 江涵有没有意境, 他能不知道吗? 当初他眼睁睁看着那道剑意在面前冲天起, 差点把秘境都给捅个窟窿出来, 好歹没把他吓死。 当时他才刚结胆几天而已, 就已经觉醒了剑意, 这都又过去一个月了, 谁敢说他没有领悟其他意境? 绝品悟性可不是说说而已, 这一刻他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绝品资质的恐怖, 那不仅是修为提升快, 而是各方面都有加强, 无论是修行还是实力都是同阶顶尖的。 一群蜀目寸光之辈, 他们都以为江涵修炼时日太短, 没有领悟意境, 殊不知, 意境对他来说可能犹如吃饭喝水般简单, 也许发得呆就顿悟了。 若是有哪个莽夫姓了这个, 仗着自身意境来挑战江涵, 那可就有热闹看了。 想到这里, 钟平平不禁有些惊叹, 同样都是天才, 怎么差距就那么大呢? 一个月前, 他是杰丹大圆满, 江涵以杰丹中期修为, 把他们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一个月后, 江涵到了杰丹大圆满, 把一个他需要仰望的天骄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要不是知道这才过去了一个月, 他还以为已经过去十年了呢? 修炼速度快的他也见过, 但实力增长这么快的, 他还是第一次见。 他忽然有些可怜天骄榜前十那些人, 有江涵在上面压着, 恐怕他们一生都要活在他的阴影之下了。 认输, 我认输, 一声杀猪般的惨叫, 将众人的注意力再次吸引过去。 经过短暂的挣扎之后, 江云星终于认清现实, 嚎着嗓子主动认输。 不认输又能怎样, 那一拳已经彻底击溃了他的心理防线。 打不过, 根本打不过, 他所有的手段, 无论是苦修多年的秘术, 还是视为最强底牌的第二道一镜, 都被江涵轻松化解。 他底牌进出, 却被对方一拳击溃, 用尽手段也未能伤到对方一下。 所有的一切都没了意义, 他这么多年的努力, 在对方面前, 简直就是一个笑话, 连人家一招都挡不住。 这次败得这么惨, 消息很快就会传遍修仙剑, 到时所有人都将知道他的惨状, 苏师姐不知道会怎样看他。 除此之外, 他还因此失去了自己多年来的积蓄, 那么多资源丹药, 他不知道该怎样和父母交代。 而且, 方才江涵下手颇重, 他现在五脏六腑一味, 甚至碎了不手, 经脉断了七成, 丹田震动, 等回去后, 又要花费大量灵药智商, 修养身体。 开战之前, 在他看来, 就算输了, 也大概率是对方留守, 不会得寸进尺, 重伤于他。 可直到输了之后, 他才明白, 原来输掉的后果, 竟然会这么严重。 对方出手之时, 竟然没有丝毫留守之意, 几招下来, 差点没把他打死。 心中莫名有些恐慌, 信誓旦旦, 想要以此名扬天下, 却被人打得这么惨, 他不知道该怎么会去面对父母, 又要怎么面对宗主。 直到感知到, 营绕小腹的灵气散去, 他以为江涵胜了之后, 会嘲讽他不自量力, 会骂他自大狂妄, 可没想到, 对方竟然就这么平静地走了, 甚至没有多看他一眼。 仿佛这一切对对方来说, 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一般, 根本不值一提。 第289章, 克服缺陷最好的办法, 就是直面缺陷。 他心中腾起一股怒意, 被侵蚀的感觉, 让他很不爽, 甚至连那一丝惶恐, 也被怒意驱散。 无视我, 算你狠, 虽然打不过江涵, 但他可以去打其他人, 做不了第一, 他还做不了第二, 就算第二做不了, 他总能拿个第三吧。 只要是前三, 他就依然有傲气的资本, 被江涵轻视又怎样, 打不过就是打不过, 但他打得过别人。 反正现在东西已经输光了, 不如去拼一把, 只要赢上一场, 就什么都有了。 江涵并不知道江云星的想法, 便是知道了, 他也不会有太多感觉。 对他来说, 这场挑战, 是有人在质疑他的实力, 更是在挑衅紫霄剑宗的威严, 他只是展示一些实力, 让那些人闭嘴罢了, 只是没想到, 这江云星看着挺狂, 实力却不怎么样, 他还没发力, 对方就倒下了。 不知为何, 经此一战, 他心中忽然多了些战意, 好像是被激起了莫名的好战之心, 很想再找人打上一场。 他缓步走到广场中央, 抬手一招, 悬在半空的储物袋和储物界, 便自行飞来, 还有吊在江云星身边的黄金锤, 也被他抹去神石烙印收了起来。 价值三十多万上品零食的资源, 另有一件天接一品的法宝, 倒也还算不错, 便是在他曾经击败的那些天骄里面, 也不算少的。 江涵收起储物袋, 迈步往醉仙阁内走去。 他这一战, 顶多算是个小插曲, 今日最主要的是, 还是在楼里喝酒。 不得不说, 那三阳酒喝着虽然有点烈, 但暖洋洋的确实舒服。 随着他回到醉仙阁内, 原本激烈讨论的众修士默然一静, 紧接着便有胆大的女修从四面八方迅速围了过来。 江师兄, 师妹竟然遇到些修行难题, 不知师兄可否帮忙指点一二。 江师兄, 小妹对师兄仰慕已久, 师兄若是不嫌弃, 小妹愿意侍奉左右。 师兄, 传音欲捡留个标。 叽叽喳喳的声音吵得人头大, 江涵何时见过这种场面, 饶食他心绪再静, 也一时有些手足无措, 双手紧张地攥住又松开, 最后只得板着脸冷声说道, 让开。 这招果然有用, 叽叽喳喳的声音瞬间消失, 众女晋升之后立刻推到两旁, 让出了一条道路。 江涵抬步, 急步迈出便离开了那处漩涡, 只留下一群女修目光更加灼热地看着她的背影, 最后一群人对视一眼冷哼一声各自散去。 直到远离那里之后, 江涵才真的放松下来, 不知为何, 她一看到那些女修就下意识身体绷紧, 也不是害怕, 就是莫名的紧张, 比斗法的时候都紧张。 如此模样, 直看得雷青川想笑, 天资绝世的江涵竟然会对女修这么紧张。 这一刻, 她忽然想起当初白目见回来后, 和她提过的那件事, 现在想想, 好像很有道理啊, 有缺陷就要克服, 而克服缺陷最好的办法就是直面缺陷。 想到这里, 她取出传音御检, 吩咐直视堂, 官长老, 山顶太冷清了, 日常琐事。 多少个? 当然是越多越好。 这时, 江涵也刚好回来行礼, 雷青川朝着她满意点头, 不错, 坐。 待江涵坐下, 场中再次热闹起来, 众修士推杯换战, 话语间, 多次提及江涵之名。 经此一战, 再无人敢怀疑江涵的实力, 修行日短又如何, 只要实力强, 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 钟平平也在思索着方才之事, 不过她想的不是江涵有多厉害, 而是方才江涵入场时, 那几个不知死活的原因七刺客。 她毕竟是天交榜榜首, 既然能成为榜首, 定然是天道认为, 她就是杰丹七最强的那个人。 可那十几个刺客是怎么回事? 他们竟敢在紫霄剑宗宗内, 当着化神大圆满宗主的面, 去刺杀宗主倾传弟子。 这种是想都不用想, 根本就不可能成功。 而且, 他们几人出手之时, 实在太过敷衍, 就是很简单的出手, 然后死掉。 他们到底想做什么? 单纯是为了找死吗? 钟平平本能地感觉这里面有问题, 她看了几人一眼, 有心想问一下雷宗主, 为什么没有深究此事, 又不知该如何开口。 她这副欲言又止的模样, 自然瞒不过在场众人, 天机真人抚恤笑道, 想说什么就说。 钟平平自知暴露了心思, 干脆大大方方地问了出来。 师伯, 雷宗主, 我只是想不明白, 方才那几个刺客, 为什么那么简单就杀了? 不用查一下他们是谁派来的, 为什么要在这里出手吗? 那些刺客? 雷青川闻言轻笑, 不过是些被利用的散修罢了, 周长老已取了他们魂魄, 施展搜魂之术, 一探便知事件始末, 接下来交给执法堂去抓人就可, 不过大概率是找不到幕后之人的。 找不到? 钟平平不减, 找不找得到都无所谓。 雷青川笑得有些嗜血, 出手的, 无非就是你们四宗之人, 你们既然敢出手, 自然已处理好了痕迹, 但不管是谁, 我都无所谓, 只要敢对姜涵出手, 来一个我杀一个, 来十个, 我杀十个。 他看向正在热烈讨论的众多修士, 目光扫过一圈后, 又落在天机真人身上。 我倒要看看, 你们有多少人给我杀。 第290章, 法体同修。 他语气平静, 可说出的话, 却极为残忍, 钟平平只觉有一道凉气, 顺着脊柱直冲脑门, 动得他牙齿打执。 此事绝非灵运山所为, 雷宗主何必吓他? 天机真人只见清点, 便有一道灵力互助钟平平, 将他和那似有若无的煞气隔了开来。 是你们也好, 不是你们也罢, 这种小事, 无需太过非神, 只要我还活着, 姜涵就绝不可能出事。 雷青川举起酒杯一饮而尽, 在姜涵为他珍满之后, 这才接着说道, 你们要动姜涵, 总得掀过我这关。 而在这下界, 便是你们四宗宗主旗帜, 也不是我的对手。 他只是不愿在这个时候飞升罢了, 若是飞走不可, 他不介意带着其他四人一起走。 到那时, 没了宗主互相钳制, 五宗之间依然还会以各自化神为首, 继续保持平衡。 就算四宗联手, 紫霄剑宗大不了收容资源躲在山门内, 只要有一个化神在, 护宗大阵在下界, 就绝不可能被攻破。 等到姜涵成长起来, 其他四宗就只有死路一条。 只要四宗不是疯子, 就绝对不会把事情做绝到那种地步。 毕竟, 姜涵修炼速度这么快, 就算他再强, 也总要飞升上界的。 等他走了, 五宗还会再次陷入平衡之内, 无非是伏地做小几千年罢了, 总比同归于尽的好。 一时的恩怨算不得什么, 长久的发展才是各宗最想要的局面。 林韵山与其他四宗不同, 由内外两宗组成。 内宗以天机殿为主, 主修天机之术, 外宗以天人格为首, 主修天地法的大道。 叶秋云虽然是天机殿弟子, 但他天资聪明, 乃是极为少见的内外同修之人。 他既修天机之术, 也误法则大道。 虽然同修, 但他的进度却并不慢, 修到不过四十余年, 却已在天交榜榜首的位置待了二十年。 天机殿, 林果山, 叶秋云身着白袍, 盘西云一块凸起的石崖之上, 闭目打坐。 他容貌俊朗, 神色坚毅, 气息却飘渺不定, 既有山河之厚重, 又有星海之浩渺, 却圣女之外, 天资最高之人, 亦是所有人默认的原因之下第一人。 可自从昨日天交榜现世之后, 所有的一切突然就发生了变化。 他虽然面上对此不是那么在意, 可骨子里却又有些不甘, 特别是同门无时无刻的议论, 更是让他有些心烦意乱, 这才到这林果山顶来躲个清静。 正在这时, 他面前的虚空忽然泛起一阵波动, 紧接着, 一枚流影珠从虚空中缓缓起了出来, 同时有一道声音传出, 直到流影珠逐渐回缩, 虚空波动即将散去之时, 这才抬手将那枚流影珠取下。 说实话, 他对江涵和其他人的战斗并没有什么兴趣, 可不知为何, 他就是忍不住想要看一眼。 一个排名21位的心境天交, 他乃来的底气去挑战天交榜首。 身为曾经的榜首, 他无比清楚榜首和其他人的差距到底有多大。 榜首和第二虽然只差了一个名次, 中间却隔着一道永远无法跨越的鸿沟。 曾经, 那些向他挑战之人无意不是被他轻松击败, 直到现在他还从未全力出手过。 江涵平日不险山露水, 做的都是些小打小闹的场面, 但对方既然能把他从榜首拉下来, 实力定然不会太弱。 只是不知和自己比起来差距到底有多大。 想到这里, 他注入灵力激活流影珠, 台幕看了过去, 一片光幕射入半空, 里面正是江涵和江云星对战之时的画面。 这画面不仅连对战双方每一个细微动作, 每一个眼神变化都记录在内, 更是连双方身体上的灵力波动都记录得清清楚楚。 江云星资质确实不错, 但是这一手举火焚天叙事就非常人可比, 若是待他叙事完成, 便是天交榜前五之人也会觉得棘手。 嗯? 当他看到江涵单手接住对方蓄力一击后, 他脸色顿时一降。 江涵出手时, 竟然只有极细微的灵力波动, 这足以说明他根本没用权力。 不, 他连半成灵力都未调动, 只是以肉身之力对敌。 既没有天地之力的波动, 也没有太多的灵力波动。 他到底怎么做到的? 难道他将肉身熬练到了结丹大圆满的程度? 他本是心高气傲之人, 就算修了天机之术, 日日静修, 也难收起心性, 这才兼修法则大道, 是要争个高低。 原本被江涵从榜首之位拉下, 他还颇有些不愤, 甚至有些轻视。 可此刻看到, 便是他也瞪大了眼睛, 心中泛起一丝浪涛, 轻视更是瞬间消散。 竟然是法体双修? 法体双修之人, 其实并不少, 可那些修士, 大多是在原音期后, 生命漫长, 修为又难以寸进之时, 才会选择熬练体魄, 以此提升实力。 因为熬练体魄, 实在过于费事费力, 既需要练体资质, 所消耗资源不比修炼来得少, 属于那种浪费时间精力, 收获又不大的一种修行, 除了极少数炼体宗门以外, 其他修士, 原因期前基本不会去熬炼体魄。 在杰丹期就开始法体双修者, 不能说没有, 但绝对极少。 而能在半年时间内, 将修为和肉身同时修炼至杰丹大圆满境界者, 则更是是闻所未闻。 不提此事之困难, 单是有这个胆破, 敢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去这么做的人, 就已是那亿万中无一的心性绝世之辈。 叶秋云心神震动, 法体双修他也曾想过, 以他的资质是有机会去尝试一下的, 可当初他思虑良久, 终究也没敢踏出那一步。 但姜涵偏偏就这么做了, 不但果断开始法体同修, 竟然还让他修成了。 法体双修非常难, 但修炼之后优势也极为明显, 那地脉护盾便是我出手, 也要耗费一些力气, 才能一招破支, 可他竟然只是随意一拳, 便将其攻破, 怪不得他能登顶榜首, 原来竟然是数万年也难见的, 法体双修之人, 不愧是资质绝品的天才, 心性如此果决, 还有大纪元在身, 倒是有资格做的对手。 夜秋云神色略有复杂, 这么多年来, 终于有了能与他一战的对手, 但这个对手, 好像有些太强了。 第291章 你, 去把姜涵淡掉, 不过很快, 他就回过神来。 不管姜涵有多强, 总归还在天骄榜上, 就算再强, 也总不可能跳出天地限制, 以杰丹之身立敌元英中期吧。 榜首而已, 他之前也是, 谁又比谁差到哪去? 也许天道觉得姜涵更强, 但到底如何, 还是要打过一场才能知晓。 法体双修, 也并非无敌, 灵天宗, 灵天殿内, 寄予缠作与主位, 灵玄等人站在下手, 齐齐看向半空中的光幕。 姜涵大战姜云星, 以迅雷之势将其强势击败, 姜云星毫无还手之力。 一位长老高生说道, 据分析, 慈子英是极其难得的法体双修之人, 不但修为以至杰丹大圆满, 肉身更是同样熬练到了杰丹大圆满的境界, 这才让他能轻松击败姜云星。 随着他话音落下, 正好是姜涵脚踩姜云星, 让他认输之时。 当听到那句话之后, 陆静血不由恶然。 这, 这是姜涵能说出来的话, 他感觉有些不可思议, 这才多久没见, 姜涵怎么就变得这么狂妄了? 先前大师姐说他心性大变之时, 他还有些不幸, 可现在看来, 他是真的性格大变, 完全变成了一个不认识的人。 哼, 这个孽涵本就野性难选, 他说什么都不奇怪, 纪玉禅神色阴沉, 姜涵登顶榜首也就罢了, 这姜云星又恰到好处地帮他扬了波名声, 证实了他的实力。 如此一来, 紫霄建宗定会对他更加重视, 想要对他动手也会变得更难。 这次林玄没能入榜, 他本就心中不爽, 此时又看到姜涵名扬天下, 更是气得他怒火中烧。 我林天宗排名最高者, 便是排名第四的黄金红, 除他之外, 就只有排名第六的风白燕了。 那长老接着分析道, 要想正面对付姜涵, 唯有他二人有资格发起挑战, 其余人就算去了, 也不是他的对手。 黄金红, 纪玉禅沉沉默, 黄金红自然实力不弱, 可他是和长老一脉弟子, 就算他击败姜涵登顶榜首, 他也开心不起来。 他想要的是林玄以宗门清传弟子的身份, 强势击败姜涵登上榜首之位。 他要把属于林天宗的荣誉夺回来, 他要证明自己没错, 他要让某些人看看, 他教的徒弟才是最强的。 只要林玄能胜, 自然就能证明姜涵才是那个废物。 他转头看向低头不语的林玄, 柔声道, 小玄, 你可想登顶天骄榜榜首。 林玄一愣, 他确实很想登顶, 可是这难度是不是有些大? 他连一个普通的杰丹大圆满都打不过, 又怎么去和这些同阶中的强者去争夺榜首? 而且姜涵还在呢, 那个煞心满脑子只有杀杀杀, 一看到他就发疯, 若是针对上了, 对方不杀了他才怪。 可此时师父询问, 他若说不详, 岂不是让人觉得他胸无大志, 没有进取之心? 想到此处, 他昂首开口, 回师父, 身为林天宗清传弟子, 徒儿自然想要登顶天骄榜首, 养我林天宗威名。 他说得大意凛然, 好似真的是想要为宗门扬名一般, 可紧接着他却语气一转。 奈何徒儿修行日短, 就算已是天资绝佳, 但总归是比其他人少了十余年的修行时间, 若要登入天骄榜, 怕是有些难度。 他这不是怂, 他就是比别人起步晚了一点, 若是多给他一段时间, 他肯定是能登顶天骄榜首的。 他以为他说得够委婉了, 可是既语禅听了, 却是眼中金光一闪。 很好, 你能有这个心思就够了, 只要你有这个想法, 我自会助你登上榜首。 啊? 林璇一惊, 他那只是客气一下, 哪里是真要登顶了? 未解原因之前, 他真不想和江涵对上, 气语禅却不理会他的差异, 接着说道, 不就是修为差了一些吗? 问题不大, 你如今境界稳固, 距离结单大圆满也只差一步, 只需助你突破那道瓶颈, 你和那些天骄修为上的差距将荡然无存。 另外, 我特许你进入悟道池, 以结单七修为感悟天地法则, 以你的天资, 用不了几日便能领悟意境之力, 到那时, 便是一般天骄也不是你的对手。 到时, 我再给你备一套天阶法宝, 如此, 定能让你一战成名, 接连破敌, 快速踏入天骄榜前十之位, 以无敌之时栗战将寒, 强势登顶天骄榜首。 他越说越觉得, 此事可行性极高, 什么法体双修, 熬练体破, 此事纯属出力不讨好。 炼体既浪费时间, 前期作用还不大, 随便来几个高阶防御法宝, 体修的优势就将荡然无存。 江涵在半年前下山之时, 也只是炼气大圆满的修为, 虽不知他到底遇到了什么奇遇, 让他修为增长这么快, 但只要是速成之法, 就必然会有缺陷。 只要林轩能悟到一种高阶意境, 再浮以数件天阶法宝, 二者间的实力差距将迅速消失。 再多给小璇准备几个足以反败为胜的底牌, 定能击败江涵, 成为天骄榜首。 好, 就这么办, 黄金红天资虽厚, 但修为多年没有寸进, 想要让他击败江涵, 难度太大。 他看向林轩, 小璇资质更佳, 进步空间更大, 把资源给他, 让他尽快突破修为, 再加上数件天阶法宝辅助, 才有可能击败江涵, 成为天骄榜首。 此话一出, 林轩直接被吓猛, 让我现在去击败江涵, 搞什么啊, 师父真准备让他现在就和江涵去斗, 那个变态, 真是人能淡掉的, 这些气韵之子, 可都是铜阶无敌啊, 无敌, 什么叫无敌, 就是铜阶谁都打不过他, 就算突破到结丹大圆满也不行, 只要没突破原因, 让他去打江涵, 那就是让他去送死。 第292章, 特殊意境, 师父, 若是将资源法宝都给了我, 会不会引起其他同门不满啊, 他语气诚恳, 言语间都是为了宗门考虑, 虽说我非常愿意为了宗门付出, 可先前之事, 已经引起了不少同门的误会, 若是因为我在让同门误会加深, 影响了宗门安稳, 哼, 谁敢不满, 谁敢不安稳, 纪雨缠大怒, 先前本就是他们无理取闹, 就算是你做得不那么完美, 可他们也不该小题大做, 搞出那么大的动静, 想起先前那件事, 便是他也有些无奈, 不得不说, 那件事确实是灵循不对, 可他又不好总是骂他, 以免惹他厌烦, 可就算不骂他, 也不能由着他的性子胡来, 总得给他找点事做, 也正好以此来磨练一番他的心境, 赢了最好, 名利双收, 输了也能让他承受些挫折, 不至于一帆风顺, 养成目中无人的性子, 此事就这么定下, 你先别去玄道山了, 在宗内安心突破, 带我为你准备法宝, 这是一枚道神丹, 你去悟道池突破境界, 凭借突破之机, 感悟天地法则, 定能一举领悟意境之力, 他取出一个玉瓶丢给林玄, 也不管他愈发难看的脸色, 挥手说道, 钱长老, 你带他去悟道池, 什么时候领悟了意境, 什么时候再出来, 等到林玄极不情愿的被带走, 继语缠脸色再次冷了下来, 他自然早就看出了林玄满脸的不愿, 可不愿意又能怎样, 以前就是太惯着他了, 让他最近越发没了尊卑, 还是得恩威并施, 才能让他记得他的好, 林天宗外城镇, 一处小院内, 莫秋双和夏浅浅相对而坐, 沉默地看向空中那道身影, 脸色难看至极, 许久之后, 夏浅浅猛地攥住拳头, 大师姐, 现在怎么办, 莫秋双沉默着没有说话, 他现在脑子很乱, 需要好好捋一捋, 据他所知, 江涵资质极差, 甚至都不如外面的散修, 就算修炼也难有成就, 可现在那个资质绝品是怎么回事, 刚看到时他还有些不幸, 可自从昨天开始, 江涵轻松击败江云星的消息, 犹如飓风一般, 迅速细卷整个修仙界, 从此以后, 他的实力将再也无人敢质疑, 更关键的是, 江涵成长得太快了, 实在太快了, 这才几天时间他还没做好准备, 对方竟然就快要结阴了, 心中忽然生起一阵恐慌, 他承认自己以前是小看他了, 这一刻, 墨丘双终于感受到了江涵的厉害, 以他的资质, 恐怕过不了多久就能结阴, 到那时, 真正的危机才会到来, 按江涵现在对他的态度, 结阴之后, 绝对不会轻易原谅他们, 甚至有了实力之后, 以他冲动的性子, 极有可能做出一些无法挽回的事情, 那才是他真正害怕的东西, 你说, 江涵到底想要什么, 墨丘双突然开口, 他是想报复我们, 夏浅浅回答得极为干脆, 他这段时间承受的所有痛苦, 都是江涵对他的报复, 报复墨丘双心中苦涩, 我并没有对他做过什么过分的事, 他为何要报复我, 倒是你们, 对他是真的很心, 特别是你和三师妹, 竟然每日以侮辱他为乐, 没有一点身为师姐的样子, 我, 夏浅浅不知道怎么反驳, 你们好歹也是他师姐, 既然能对林玄那么好, 为什么就不能用同样的方法对待江涵呢, 你们为什么不能对他一视同仁, 他又没惹过你们, 你们为什么非要欺负他, 墨丘双说着说着就来气, 他根本就没做过什么过分的事, 完全就是被这几个美脑子的师妹给连累了, 我, 我不是故意的, 夏浅浅委屈地哭出声来, 他哪里知道为什么, 他也不想那么做的呀, 墨丘双健壮心中更加烦躁, 哭哭哭, 整天就知道哭, 哭要有用的话, 他早就解脱了, 但他也没再多说, 眼下最重要的是找机会和江涵好好谈一谈, 他要知道他到底想干什么, 不然真的等到他结阴之后来寻仇, 那一切就都晚了, 修炼之人, 往事只会是舍本竹墨, 尽快把把这件事解决了, 对大家都好, 另外一边, 没过几日, 凌玄顺利突破境界, 领悟意境后走出了悟道池, 在系统的帮助下, 只要多花些气韵值升级很简单, 领悟意境同样简单, 为了应付可能会到来的和江涵的对战, 他特意花了大价钱, 兑换了三道特殊意境, 并且花光了剩余气韵值, 把这三道意境全部提升到了大成境界, 晚秋意境, 还有这是, 书懒意境, 纪玉禅很是惊诧, 他没想到, 凌玄竟然能悟出这么强大的意境, 晚秋意境就不必多说了, 以晚秋之意, 亏得一丝岁月法则, 可让众招之人迅速踏入池墓之年, 无论是修为还是肉身, 都会迅速衰败, 若是没有比晚秋意境级别更高的意境与之对抗, 则为有以超出前者数倍的天地之力互相消磨, 才能侥幸逃脱, 若是众招, 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资源修补伤势, 意境之间亦有强弱之分, 金木水火土风雷荫光兵, 此为世间基石, 虽然修到高深处也是极强, 可在低阶之时, 作用并不如特殊意境明显, 除此之外, 还有每个修士感悟天地, 以自身心境悟出的意境, 就如春生之意, 幻梦之意, 贪婪之意, 情绪意境等等, 再高些的便是大道意境, 生死轮回, 因果宿命等, 若是普通的五行相义之境, 则大多不是晚秋意境的意合之敌, 唯有特殊意境, 才能与之对抗, 至于这舒缆意境, 他也仅是在典籍中看到过一次, 此意虽然杀伤力不强, 但作用却极为诡异, 催动之时, 可抹去修士斗志, 使其无心对战, 只想就地而眠, 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 若修到深处, 甚至可让人失去求生之心, 自遂到心而亡。 第293章 林玄下山送宝贝了。 好, 不愧是我的乖徒, 但是有这两种意境在身, 就足以让你踏入前三之列。 纪玉禅难得的有些高兴, 这两种意境, 任何一种都是极难领悟的, 可林玄不过去了悟道池几日时间, 就接连领悟两种特殊意境, 不愧是资质绝佳的天才。 师父过讲, 若不是有悟道池相助, 我也不能这么快就感悟到意境。 林玄心中也有些兴奋, 为了能在江汉手中保住性命, 他千挑万选了三种意境出来, 除了晚秋和舒兰, 他还狠心多谢了半天, 花大价钱买了宿命意境。 虽说宿命限制太大, 若是遇到大因果之人, 会受到反噬不说, 且需要媒介方能施展, 但若只是做一些小小的干扰, 获得一场比斗的胜利, 还是很简单的。 三种特殊意境在手, 江汉绝对杀不了他, 若是真能得手, 他甚至有可能真的击败江汉, 登上天骄榜首。 这一刻, 他心中再次涌起强烈的自信, 有宿命意境在, 他将再也不惧江汉, 至少能一直立于不败之地。 这是为师为你准备的法宝, 你且收下。 纪玉禅取出几件法宝, 三道惊人的气势席卷出, 宝光照耀整座大殿, 天阶八品攻击法宝, 帝皇印, 天阶五品防御法宝, 护天盾, 天阶六品辅助法宝, 红云珠。 他抬手一挥, 三剑法宝便缓缓飞向灵玄。 这三剑法宝, 帝皇印足以让你使出堪比原音初期巅峰的攻击, 护天盾可抵挡化神以下的攻击, 红云珠可化成一座方圆千丈的红云领域, 如此, 足可让你立于不败之地。 灵玄极为激动地接过三剑法宝, 竟然是三剑天阶高品法宝。 这种级别的法宝, 任何一个都是极其难得, 非常珍贵的, 可是师父竟然一次性给他准备了三剑, 足可见师父对他的重视。 多谢师父赐宝, 有这三剑宝物相助, 再加上意境之力, 我定能一举夺魁, 登顶榜首。 一股强烈到无法抑制的自信, 将他完全淹没, 他甚至有种感觉, 他现在就是原音七下第一人。 什么天阶榜首, 什么气韵之子, 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他现在, 强得可怕。 纪玉禅非常满意他的自信, 昂首说道, 去吧, 以林天宗的名义, 向天阶榜上那些天阶下站贴, 踩着他们的荣誉走向巅峰, 这一次, 要把江涵彻底踩入深渊。 几日之后, 两道消息突然以极快的速度传遍天下。 一是林天宗宗主倾传弟子林玄, 下山历练, 以无名之资, 自天阶榜百位开始挑战, 不过越于时间已经连胜十场, 获得了天阶榜第三十名的好成绩。 虽然不知为何, 天阶榜上一直没有出现他的名字, 可自有好事者替他统计排名。 第二道消息, 则是天阶榜第七名, 阴阳宗孙云挑战江涵, 被其一招击败, 所有资源法宝全被取走。 这林玄果真厉害, 之前一直默默无闻, 从未听到过他的名字, 可这第一次下山, 却直接以无敌之势, 实战实胜, 竟无一人是他意合之敌。 确实如此, 他那意境实在太过诡异, 和他对战之人大都未战先妾, 平白施了先机, 一身实力发挥不出三成, 这才被他一招破敌。 而且他一路打上来, 从不与人交恶, 虽然下败贴对战, 但战后皆会送上法宝, 与对方结为好友。 此子确实心性极佳, 林天宗此时派他出山, 想必盯着的应当是那榜首之位, 他和紫霄剑宗江涵定有一战。 江涵? 江涵可是能一招击败江云兴的, 而江云兴早已有了前五的实力, 林玄他什么实力, 有什么资格和江涵打? 对啊, 林玄不过一出出茅庐的新人, 连前十都没战过, 他拿什么和江涵打? 说到此处, 众人顿时分作两派, 两大天交未来的对决, 自然是最为引人瞩目的。 那可不一定, 一个初次入榜便登顶榜首, 所有挑战者皆被一招击败, 一个初次入室同样是一招败敌, 以无敌之资实战实胜, 这二人若是遇到, 还真不好说谁胜谁负。 这个好办, 以现在这个速度, 过几日, 林玄就要挑战天交榜前十之人了。 若他仍能以无敌之资获得连胜, 则说明他有和江涵一战的实力, 若他连其他人都打不过, 自然也不会是江涵的对手。 最新消息, 林玄明日将要挑战天交榜第十位, 林福宫许归一, 诸位可要与我同去观战。 同去同去, 林玄十战十胜, 也有了无敌之势, 若是连前十也能战而胜之, 则登顶有望。 而且听闻, 他近日广结良缘, 前去观战者, 皆可获得他亲手赠送的礼物, 看在礼物的份上, 我也要去观战。 十一月初一, 许归一挑战江涵, 被一招重伤, 法宝资源全部被夺。 十一月十五, 林玄等待多日后, 挑战战林福宫许归一, 以天接七品法宝帝皇印对敌, 一招击败许归一, 许归一再次重伤昏迷。 许归一清醒后, 得林玄赠宝, 二人结为好友。 十一月十七, 董庆月挑战江涵, 战后赠宝结为好友。 十一月二十九, 林玄向林玄山下战铁, 欲要挑战前任天交榜榜首, 叶秋云。 第二百九十四章, 圣者, 只是见我的门槛。 林玄山向西二十万里, 白龙山顶。 山顶范围极大, 足有百里方圆, 可整个山顶此刻却空无一人, 反而是白龙山外, 人潮拥挤, 密密麻麻不下数十万修士, 再次观战。 来观战之人, 大多都是各宗天才, 以及凑热闹的散修。 只有少数几位化神大能, 引在虚空观战。 众人熙熙攘攘, 彼此讨论的极为热闹, 汹涌的阴浪直冲云霄。 林玄这次, 她是要一战成名了。 瞎说什么? 林玄再强, 她也只有两道意境, 不说别的, 但是叶秋云的空间意境, 她就挡不住。 那可是叶秋云啊, 自从她登顶榜首之后, 也是一路打穿同阶的强者, 至今还未曾一败。 这可不好说, 林玄的意境极为诡异, 好似能影响神智, 空间意境再强, 她也守不住心境。 观战众人讨论极为激烈, 基本都是在讨论双方实力, 但大多数都不看好林玄。 毕竟叶秋云可是做了20年的天骄榜榜首, 至今未曾一败, 所有挑战者均被她强势击败。 如今虽说沦为榜二, 但积攒许久, 威望一直还在。 甚至有化神七强者曾言, 叶秋云早已同阶无敌, 若是真的死斗, 便是原英初七中的强者, 也不一定是她的对手。 她的强大, 早已深入人心, 甚至所有人都默认, 她就是杰丹七中最强者, 是高悬在所有杰丹七弟子头顶的一轮烈日, 公认的原英七下第一人。 在他们眼中, 叶秋云绝不可能败, 更不可能败在一个心境崛起的晚辈手中。 雷霆轰鸣, 黄暴的雷电遍布四周每一个角落。 江寒盘西坐在雷尺深处, 任由深紫色的雷霆披入体内, 被黑洞顷吞噬。 雷霆化作精纯的灵力汇入子丹, 却犹如山泉入海一般, 掀不起丝毫波澜。 果然, 只靠打坐吸取灵气修炼, 修为增长还是太慢了, 如此缓慢的速度, 想要结阴, 怕是还要苦修数年, 才可。 她心中轻叹, 如金甲圣虫弹壳那般的灵物, 实在太过难得, 眼下只能依靠吞噬雷霆之力, 慢慢修炼。 也不知悬到山上, 还有没有多余的金甲圣虫, 若是能抢几个虫弹回来, 说不定自己很快就能随丹成鹰了。 心神沉入石海, 除黑白阴阳于外, 石海上空又多了一枚灰扑扑的珠子, 正是定魂珠。 随着她心念一动, 定魂珠顿时一阵颤抖, 随后轰隆一声, 爆出无数灰色烟雾。 灰雾自空中倾泻而下, 迅速布满整片石海, 随后沉入石海底部, 消失不见。 一股清凉通透之感悦然而生, 将寒顿时感到头脑变得极为清醒, 神念更是前所未有的活跃。 轰呼, 石海卷起无尽风暴, 海水迅速沸腾起来, 金色光芒陡然大胜, 浓郁的金光甚至冲破了石海, 将它全身照得透亮, 甚至能透过皮肤看到体内的血液骨骼。 很快, 金光缩回石海, 引入海水中恢复了往日正常的金色。 甚至浓郁了一些, 也更多了些活跃的气息。 普通金丹修饰的石海, 就是一片泛着点金光的海水, 有三成金色就不错了。 哪怕是天骄级别修饰的石海, 也大多都是五成左右的金光。 可江寒的石海, 从一开始就是石城的金光海水。 而现在, 它的石海金光, 竟然比之前更浓郁了两成。 江寒能明显感受到石海的变化, 除此之外, 神念也变得更加凝实。 先前的神念, 就相当于一团散碎柔软的海水。 而现在的神念, 就如海水间多了许多不可见的丝线, 将每一滴海水都紧紧连在一起, 把海水变成了一座柔软的粘稠海水。 这种质的变化, 还只是吸收了一次定魂柱的功效。 若是多来几次, 怕是能将所有海水全部凝为一体, 变成一座坚不可摧的巨大金山。 如此凝实的石海, 对任何能影响影响神志的法术, 将会有非常强的抵抗力。 若是现在再遇到秦梦河, 单凭他那幻梦意境, 根本就影响不到江涵嘶吼。 脑中此时格外活跃, 让他忍不住胡思乱想起来。 前几日不断有天交榜排名前二十只人前来挑战, 开始的时候他还会留守, 生怕不小心把人打死了。 可他越是这样, 他们反而都以为他心善好欺负, 反正说了也不会怎么样, 顶多丢些资源而已, 恰好他们最不缺的就是资源。 后来来挑战的人越来越多, 江涵无奈之下, 只得加了半分力气, 每个来挑战的全部被打得重伤垂死, 若是不舍得用天地灵雾, 最少要躺床上半年下不来床。 如此一来, 果然清静了许多, 眼下更是已经有三天没人来挑战了。 今天可是两个天交对战的日子, 你不去看看。 剑林的声音忽然在脑海响起, 他这段时间一直在炼制剑鞘, 少有露面的时候。 江涵对此没有丝毫兴趣, 他以前一直以为天交榜很厉害, 当初他登顶榜首的时候, 还感觉有些不可思议。 叶秋云那么强一个人, 就凭自己这实力, 竟然能压下他, 成为第一。 可当他真的打了这些天交之后, 他才发现, 原来他们是真的很弱, 真的真的很弱。 他顶多拿出两成力量, 就足以把他们全部打成残废, 甚至连剑翼和神雷都不敢动用, 生怕一不小心把人打得灰飞烟灭, 只是切磋道法, 争个排名而已, 没必要取人性命。 此刻听到剑林的话, 他心中没有丝毫波动, 只淡淡道, 不需要, 看与不看, 无论谁赢, 他最终只能来挑战我, 我只需等着胜利者, 将他们两人的资源, 全部给我送来。 第295章, 结局早已注定。 这话说的, 剑林都没办法反驳, 江涵现在, 还真有傲视同阶的资格。 下界这些所谓的天才, 在江涵面前就像是志同一般, 一碰就倒, 稍微用点力就会碎得不成人样。 他跟了江涵这么久, 和同阶斗法时, 还从来没让他出手过, 搞得他真的十分无聊。 可终究还是有个意外的, 剑林想起那个奇怪的灵璇, 略有严肃地问道, 那个灵璇是怎么回事? 之前与你敌对之时, 他的法宝很诡异, 竟然能引动天道亲自出手, 应当不是此界之物, 反倒更像是某种邪物, 他就是一个潜藏的邪修。 江涵虽然不明白灵璇到底用的什么邪法, 但终归是邪修无疑。 这些邪修的手段都非常诡异, 便是原因化神修士对上也难免会吃亏。 剑林似是有些担心, 我可助你强度劫阴雷劫, 以天道雷劫之力化去邪术。 好, 江涵略微点头, 林璇其实并不强, 先前对战士双方手段进出, 对方使出那么多诡异的法宝, 最终也只是占个平手, 谁也奈何不得谁。 更何况, 天道一向都对邪修抱着斩尽杀绝, 错骨扬灰的态度。 若是林璇真用了某些邪物, 天道自然不会袖手旁观。 而且, 林璇一向受寂欲禅器重, 为了让他打赢天骄战, 想必给他准备了不少好宝贝。 叶秋云同样也是林璇山的招牌人物, 身家自然不菲, 估计和自己也不相上下。 无论他二人谁来挑战, 只要自己胜了, 想必收获会非常丰厚。 江涵嘴角翘起一抹愉悦的弧度, 这可比他以前苦哈哈的摘地结灵果换取灵石快多了, 他渐渐喜欢上了这种轻松获得资源的方法。 寂灭神雷仿佛感受到了他的愉悦, 顿时跳动得更加疯狂, 让他身上的气息变得越加狂暴。 雷霆之力本就狂暴, 他这还是带了天威的雷之意境加持过的神雷, 暴躁一点也不奇怪吧。 就在这时将寒心中移动, 意念沉入传音欲捡一探, 差一道, 叶秋云竟然输了。 一身白衣被切出无数大大小小的细腻裂口, 叶秋云身上布满大片血迹, 脸色惨白如纸, 犹如耻目老人一般, 极为虚弱的一见主地, 他说, 他用尽全身力气嘶哑问道, 为什么我的天机之术对你无用? 为什么我怎样都伤不到你? 他无力地看着灵璇, 声音越发虚弱懒散, 还没等到回答, 双手就再也支撑不住身体的重量, 扑通一声晕死过去。 一位灵蕴山化神长老凭空出现在叶秋云身旁, 见灵璇温和点头后, 这才出手就指叶秋云。 四周的惊呼, 更是如山呼海啸般轰然响起, 可却影响不到灵璇嘶吼。 他同样一身白衣, 身上干净的没有一丝灰尘, 气息饱满, 脸色红润, 丝毫没有刚刚经历了一场恶战的模样。 哪有那么多为什么, 在宿命面前, 一切早已注定。 他在心中默默低语, 手心藏起一缕发丝, 看着叶秋云躺倒的狼狈模样, 微微摇头, 面上一副不忍心的样子。 可暗地里, 他心里早已乐开了花。 原来这就是曾经的天骄榜首, 也不怎么样吗? 只是提前取走他一缕发丝, 宿命意境便注定了他的失败。 如此简单剩了一场, 竟然连一点反噬都没有。 原来这就是宿命, 所有的一切都是被安排好的, 只要注定的事情就一定会发生。 叶秋云一手天机之术可窥探未来, 山河意境浩大狂暴攻势极强, 星海意境浩渺无垠, 任何术法到他手里都能增强七成威力。 空间意境更是鬼神莫测, 行踪琢磨不定, 时不时就会有攻击自虚空贴脸攻篮。 只可惜, 自己有疏懒意境消磨他的斗志, 宛秋意境衰弱体魄灵力, 再加上有宿命作为决胜手。 这一场比斗早已注定了叶秋云必败。 这是一场没有悬念的挑战, 若没有凌驾于宿命之上的意境, 或者强达到宿命无法影响的实力, 那就绝对无法摆脱宿命的安排。 林璇嘴角挂起歉意的笑意, 缓步上前取走二人压住的储物界, 嘴角抑制不住的上扬。 打了这么久, 他也赢了好几个前十了, 可到现在, 他竟然连一点战利品都没捞到, 全被江涵提前抢走了。 他还是第一次从江涵手中抢到战利品, 抢的还是最肥的那个, 心中难免有些得意。 他定了定神, 走向昏迷不醒的叶秋云, 取出一枚刻着阴阳鱼的玉佩, 颇为深情地塞入叶秋云掌中, 颇为抱歉地说道, 叶兄实力极强, 小弟虽侥幸得胜, 但仍对叶兄极为佩服, 可奈何道徒之争, 向来如此, 小弟也是身不由己。 他叹息一声, 冲着灵运山众人道, 在下心中有愧, 但身无常物, 这枚玉佩可安神宁气, 便送于叶兄结个善缘。 还有诸位, 今日辛苦大家前来观战, 一点心意, 聊表谢意, 还望各位收下。 他取出一摞小一些的玉佩, 往人多的地方用力抛出, 顿时引起一阵哄强。 竟然是一件低阶玉佩? 多谢灵道友, 这可是价值十颗下品灵石的玉佩, 灵道友果真大方。 灵石算什么? 这可是未来天交榜首送的宝物, 此物最重要的是收藏价值。 数不清的玉佩被灵玄抛进人群, 带丢得差不多了之后, 他才深化顿光, 蹬在几位长老身后, 朝着最近的传送阵急速飞去, 通过传送阵, 很快回到了灵天宗内。 很好, 你果然没有让我失望。 纪雨禅心情极好, 脸上是掩不住的笑意。 如此一来, 就只剩下江涵一人了。 只要能将他击败, 我灵天宗就能登顶天交榜首。 畅快的声音响彻整个大殿, 灵玄听着却有些不适味。 什么叫灵天宗登顶榜首? 分明是我登顶榜首才对。 那群废物, 竟然敢让他背那么大一口黑锅。 他们有什么资格享受我带来的荣耀? 可这话他只敢在心里说说, 面上则是温顺的点头附和着。 你准备什么时候对江涵出手? 我好替你安排。 纪雨禅浑身轻松, 脸上的笑就没停过。 仿佛已经看到了不久后, 江涵被灵玄击败回溜溜逃走的一幕了。 灵玄闻言没有犹豫, 全凭师父安排。 那好, 不如就明日可好。 师父, 决战之势马虎不得, 还需多做准备为好。 小玄刚刚经历一场大战, 不如先歇息几日。 陆静血心疼地说道, 灵玄近几日接连不断地战斗, 她单是看着就能感受到她的辛苦。 对付那个孽障, 乃需要什么准备? 纪雨禅有些不悦, 不过略意思索, 还是点头同意。 也好, 你便歇息几日, 调整好状态, 再去和她决战。 灵玄和陆静血行李退下。 这是这几日江涵和人对战的刘影珠。 你拿去研究一下。 出了灵天殿后, 陆静血取出几枚刘影珠递给灵玄。 灵玄不屑一笑, 有什么好研究的, 天骄榜首, 也不过只是截单七而已。 叶秋云都被我轻松打败, 江涵也抢不了多少。 以前是她抢得太严重了, 打过才知道, 天骄榜那些天骄, 其实也就那样。 无论之前吹嘘得有多厉害, 只需舒懒意境, 多其心智, 再以晚秋意境衰弱其身, 最后一击的黄印, 谁也不是她意合之敌。 也就对付叶秋云的时候, 谨慎起见先一步, 用了宿命之力, 她就算再强, 还能挡得住自己专攻心智的舒懒意境, 她难道还能抵挡宿命之力, 早已注定的结局。 第296章, 榜首又如何? 优势在我。 更何况, 除了建议之外, 还没见到江涵用出过什么强大的意境, 若是没有特殊意境, 但是晚秋意境就能把她玩死。 小璇, 此战非同寻常, 还是谨慎一些为好, 江涵这几日展现的实力同样非同一般。 陆敬雪苦口劝道, 她这几日偷偷去看了江涵的每一场战斗。 战斗开始前, 她的对手也是类似于林璇这样的心态, 觉得江涵不过一个心境的天骄, 觉得被她打败的人都是无能的废物, 只有自己才是最强的。 可结果呢? 无论是什么名次的敌人, 在江涵手中都撑不过一招。 那强大的肉身之力, 一拳便能将一名天骄打得骨骼尽碎, 筋脉寸断, 直接晕死过去。 还有那远超瞬移的速度, 往往只是一眨眼的功夫, 对手就躺在地上昏死过去了, 大部分人根本就看不清她是如何出手的, 让人根本躲无可躲。 每一场战斗都看得她心惊胆战, 若是一般原因独自遇到江涵, 也不一定能讨得了好。 小璇就算再强, 若是不谨慎对待, 搞不好也会吃亏。 更恐怖的是, 直到现在, 江涵仍未出剑。 一个剑修, 不出剑便已是无敌之身。 若是出剑之后, 她又该强到何等可怕的程度。 三十姐你可能不了解, 江涵拥有同阶无敌的实力, 确实很强。 林璇副手而立, 仰头看天, 傲气直冲九霄。 但我现在已经有了超越截单七的实力, 可轻松击败任何截单七天骄, 早已和她不在一个层次。 江涵, 绝不是我的对手。 说吧, 她深化顿光, 特意放出自身气息, 一路往人数最多的炎武场飞去。 江涵同阶无敌, 她却是早已可以越阶对敌, 对方有高阶法宝, 她有更多的高阶法宝。 而且她不只有两道特殊意境, 还有一道更强的宿命意境。 可对方不过只有一道建议罢了, 那建议虽强, 但对现在的她来说, 那建议的威力早已不值一提, 对她根本没有任何危险。 无论怎么看, 她比江涵各方面都强得多。 种种优势皆在我身, 江涵拿什么赢? 她一路特意放慢速度, 路上所欲弟子, 但凡感受到她的气息, 立刻便会停下行李, 神态恭敬, 略有紧张, 再也不负先前对凌玄的不屑与讥讽。 一个十八岁的杰丹大圆满, 虽然位入天骄榜, 但却凭借自身实力, 只花了越余时间, 便从一个无名之辈, 硬生生打到了天骄榜第二的位置, 成为了在整个修仙界都赫赫有名的绝世天骄。 她挑战数十位天骄之时, 每次都是以强大的实力碾压敌方, 一路连胜, 至今未曾一败。 如此强大的天赋, 如此耀眼的成绩, 放眼修仙界万年时光, 也找不出来几个能与她匹敌之人。 这等实力强大, 天资非凡的绝世天骄, 自然能获得他们的尊重。 就连曾经同样一路无敌, 占据天骄榜首二十年的叶秋云, 那个被誉为原音七下第一人的天骄, 遇到他的时候, 也被他轻松击败。 所谓的天才, 已全部被他踩在了脚下, 只要再击败江涵, 他就是当之无愧的原音七下第一人。 而在他们看来, 两人虽然都是从岌岌无名, 到突然名扬天下, 实力更是所差不多, 均是一招败敌。 可据小道消息传闻, 江涵不过是凭借强大的肉身之力, 为所欲为, 只要破了他的肉身之力, 他的实力未必会有多强。 而林玄一路连胜至今, 所欲敌人皆是正面对战, 以无可抵抗的实力, 强势碾压敌手, 明显实力更强, 获胜的可能性也更大。 更何况, 林玄是他们林天宗的人, 他胜了, 便是林天宗胜了, 他们也能以此获得更多荣誉。 能有林玄这么强的天才坐镇, 真是林天宗之幸事。 陆敬雪看着林玄的身影远去, 颇有些不适滋味。 上次也是这般, 林玄对他的话视若无睹, 最后被人暗算, 硬生生吃了的大亏。 这才过去多久, 他怎么还不长记性, 自己苦心劝说, 又被他出言嫌弃, 他怎么就这么固执, 非要被打个措手不及, 才能哭着醒悟。 想当初江涵刚离开林天宗的时候, 不过是个他随手就能碾死的无知蝼蚁, 可这才过去多久, 不过七个月的时间, 对方实力竟然已经快要追上他了, 若是等他结阴, 只怕实力就能和他相差无几了。 不过好在结阴很难, 不但需要凝聚到心, 还要以莫大的毅力闯过问心关。 这对每一个修士来说, 都是一道极大的门槛, 以江涵那脆弱不堪的心境, 动不动就搞得别人欠他时的性子, 能不能凝聚到心, 还是两说。 便如曾经号称天资极佳的叶秋云, 不也在那个境界卡了二十年, 一直不敢去度那结阴为解。 二十年, 自己现在已是元英初期巅峰, 只差一步便能踏入元英中期。 只要自己再努力一些, 在二十年内踏入元英中期, 便是江涵侥幸突破元英, 他也不用拒他。 一步漫步不漫, 资质无双又如何, 修炼不止看天资, 更重心境, 那见人心境太差, 道心不稳, 又不顾根基连连破镜。 若是无法凝聚道心, 他就此困死在结丹大圆满, 直至寿元断绝, 亦无法突破, 也说不定。 想到此处, 路径血腥中泛起冷笑, 若是有机会, 甚至可以先一步出手, 将这个祸害扼杀在强宝之中。 大师姐他们优柔寡断, 瞻前顾后, 整日想那些没头没脑的事情, 但自己可绝不会惯着那个贱人。 什么原谅不原谅? 他原谅了如何, 不原谅又如何? 我作为他的师姐, 师父闭关之时, 足可待师受益, 看到他做错事, 对他略施惩戒, 助他改邪归正, 此事何错之有? 他敢因此对我怨恨, 那就是他心智不坚, 道心不明, 以下犯上, 大逆不道。 想到这里, 路径血更是轻松不守, 只要自己问心无愧, 便不必担忧此事。 大师姐他们, 纯纯是因为道心不坚, 武艺不明, 这才动不动, 就要滋生心魔。 只要自己足够强, 江涵在赶以下犯上, 直接出手废了他就是了, 哪有那么多弯弯绕绕的? 园英中期和初期之间的差距, 比园英初期和杰丹大圆满之间的差距还要大。 只要等他突破, 江涵定然无处可逃。 这一刻, 路径血觉得自己终于通透了, 待决战之人, 去摸清楚江涵的实力, 等我找到机会, 就能将这个贱人一击毙命, 永绝后患。 第297章 我不会输, 远处, 林玄高仰着头, 从人数最多的演舞场中缓缓走过, 看着那些弟子尊敬紧张的模样, 心中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想当初, 他们一个个是多么的不可一世, 自视清高, 因为一些小事就把自己当作仇敌, 甚至还敢聚众, 在大庭广众之下, 对他做出那等过分之事。 可现在, 不还得一个个对着自己低头行礼, 恭恭敬敬地称上一声师兄。 他们的表情, 和自己第一个挑战的天骄和其相似, 从不懈讥讽, 再到惶恐茫然, 最后恭恭敬敬地称自己一声道友。 他第一次知道, 一个人表情的变化, 竟然可以那么快。 在他没有名气的时候, 出门挑战之时, 那些天骄大都带着些审视的意味。 他们好似把他看成了一个 不知天高地厚的无名之辈, 若不是靠着林天宗的名头, 怕是都不会接受他的挑战。 可自从他打出名声之后, 每一个接到他站贴的天骄, 都会变得焦急惶恐, 心境大乱。 还未开战之时, 便已窃了三分, 若不是怕丢面子, 恐怕还没开打, 他们就会认输。 到最后时, 那些天骄甚至已能在他手下 接过一招为荣耀, 若是谁能多撑一会儿, 便会如得了莫大机缘一般, 战后和他人大肆炫耀, 比晋级原因还高兴, 只恨不能昭告天下。 可这些并不能让他满足。 林玄攥紧拳头, 眼中透出一股兴奋。 他最想做的, 是看着江涵一点点陷入崩溃, 是亲手把江涵击败, 把他踩在脚下, 用鞋底在他脸上狠狠摩擦。 他从未忘记, 江涵在太医秘境时是怎么对他的, 那是他一辈子都忘不掉的耻辱。 当初被追得像狗一样拼命逃跑, 若不是有宿命锁链, 恐怕会被逼着下跪求饶。 他现在之所以这么努力, 就是为了报那日的羞辱之仇。 吃钱打不过那件人也就罢了, 现在既然有了实力, 肯定要报仇血恨, 把当初的耻辱百倍还击回去。 林玄眼中透出一股浓郁到极致的恨意, 脑中浮现出江涵那张可恶的俊脸。 你曾经给我的耻辱, 这一次我会亲手讨回来, 只希望你能有骨气一点, 坚持得久一点, 不然就算把你踩在脚下, 也会让我很无趣的。 一时的失败算不得什么, 只有最终的胜利才会被世人铭记。 江涵的失败早已注定, 而他的胜利也早已刻在宿命之上。 这一次他绝不会输。 紫霄建宗近日格外热闹, 自从三天前林天宗林玄公开向江涵下站铁, 约在白虎山一绝高下之后, 也有许多弟子提前出发, 赶往距此三十万里外的白虎山关站。 而在雷池闭关的江涵, 却对外界的变化毫无波澜。 雷池之内, 不知何时多出了一个方圆五百余丈的空域, 雷霆刚一接近此处, 就会突然消失不见, 好似有一股无形的力量, 将这片区域和外界的雷霆分割开来。 空域中心处, 悬浮着一个三丈大小的黑洞, 下方将含盘蝎而坐, 面前悬着一颗指甲盖大小的血红色球体。 丝丝缕缕的红线从红球上抽出, 又被附近无处不在的吞噬之力吞掉。 不过片刻时间, 这最后一点红球也终于被吞了得干净。 不愧是天道的馈赠, 这个以灵玄邪道法宝所化的红球, 竟然能让吞噬黑洞成长到三丈大小。 三丈大的黑洞, 不但吞噬之力更加迅猛, 转化来的灵力更加精纯, 更重要的是, 他竟然可以大肆吞噬异景。 剑翼和先锋异景他吞不掉, 但已知大成, 且还带着天威的雷霆异景, 他却能将其吞得一干二净。 如此一来, 想必此阶大部分异景, 他都能将其吞噬。 据近几日的情报分析, 灵玄目前最大的依仗, 不过就是他那个让人失去斗智的疏懒异景, 和能衰弱修饰肉身灵力的晚秋异景。 如今只需将吞噬异景散于深洲, 认他什么异景, 只要魏格不曾超越吞噬异景, 就绝对碰不到他。 是时候出发了, 他抬头看了眼天色, 头顶的黑洞顿时散去, 弥漫五百丈的吞噬之力瞬间消失, 汹涌的雷霆再次挤了进来。 紫霄大殿外, 今日便是挑战之时, 你可有把握。 雷青川随意问道, 我不会说, 江涵回得毫不犹豫, 以他现在的实力, 遇到原因初期巅峰的敌人也能与之一战, 甚至有很大机会将其斩杀。 对付一个刚刚杰丹大圆满的灵璇, 任凭他法宝犀利, 意境诡异, 打起来也没有丝毫难度。 就算没有成长后的吞噬异景, 单凭先锋异景和苍云身法, 他也能在灵璇反应过来之前, 先一步把奔雷剑插进对方脑袋。 高空之上, 一道紫色盾光破空而行, 自云层上方急速划过, 身后带起的飓风将云层吹得四散卷动。 寻常杰丹大圆满修士, 预剑速度可达瞬息百里。 但江寒速度本就比寻常修士要快许多, 加之有先锋异景在身, 预剑速度更是快出七倍之多, 竟达到了瞬息七百里。 而在江寒上方更高处, 周思文同样预剑而行, 乔云剑则躺在剑柄打瞌睡。 江寒这风之异境也太过离谱了, 不但让他斗法时的移动速度比瞬移还快, 竟然还能让他的预剑速度增加七倍之多。 寻常修士若要和他斗法, 不但打不过他, 更是连逃也逃不掉。 等他化神之后, 绝对是修仙界速度最快的剑修。 感叹间, 他忽然瞥见悠哉悠哉的乔云剑, 顿时气不打一出来, 训斥道。 你说, 你现在好歹也是个长老, 怎么会懒到这种程度, 连赶路都要蹭一程? 你就不能自己去预剑? 你看看江涵, 为了测试自己的预剑速度, 连灭星舟都不做, 人家年轻人都那么努力。 你个老家伙, 哪来的脸偷懒? 哎呀, 我是伤员嘛, 宗主可说了, 让我多注意休息。 乔云剑闭着眼, 手掌自云层中划过, 丝毫不在意对方的训斥。 再说了, 他哪是因为努力, 才不做灭星舟的? 他分明是怕被那群女人给吃了。 说着, 二人下意识转头看向后方无理之外, 那里, 灭星舟正紧紧追在江涵身后。 而灭星舟之上, 杜宇成暴剑立于船手, 纤细五指钻井成拳, 紧抿着唇看向江涵的顿光。 在他身后, 起码有二十位容貌靓丽, 风姿各异的杰丹妻女修, 正在和苏小小逗弄玩乐, 不时传出阵阵如银铃般的笑声。 第298章, 他必定心境崩溃而亡。 宗主为了磨练失职道心, 可真是煞费苦心。 当初咱们师父, 怎么就没这样? 乔云剑轻叹道, 哼, 当初师父若是这样考验你, 恐怕你连结音都难。 周思文吃笑, 忽然, 二人几乎同时面色一素, 明眉看向一处虚空。 五个原因中气, 都杀了。 话音刚落, 灭星舟上忽然闪过一道蓝色剑光, 奇速极快, 于虚空中一闪即逝, 随着几道微不可见的波动划过, 隐匿在虚空中的五道气息迅速消散。 乔云剑惊叹, 宇成最近又有突破, 剑一笔以往灵动许多, 道心越发坚定, 怕是离化神不远了。 也不知是不是开窍了, 之前那么多年道心迟滞, 始终未有寸境, 近几个月却是突然通透了不少。 周思文心未点头之后, 却又面入疑惑, 四宗到底是什么意思, 怎么一直派人来送死? 他们应该知道, 只要有我们在, 派再多人来也没用。 谁知道, 也许哪个老不死的又犯糊涂了。 乔云剑嗜笑一声, 以防有诈, 我去前面守着。 白虎山, 高达万丈的雄伟山脉, 犹如一只仰天怒吼的庞然巨虎, 立足于地。 无数人影自四面八方汇聚而来, 将虎头四处围的水泄不通。 今日, 是林天宗林玄, 挑战紫霄建宗江涵, 欲要争夺天骄榜榜首之位的日子。 两人同为绝世天才, 均以无敌之资站在所有同阶之前, 二人对决, 自是吸引了众多修士前来观战。 紫霄建宗数万弟子和林天宗近十万弟子遥相而对, 双方各自放出气势, 互相对峙, 主角还未登场, 便已是剑拔弩张。 而在高处, 更是有一群化神大能, 隐于虚空之中, 欲要见识一番当代天骄的风采。 而在下方, 无以计数的各宗天骄弟子与散修, 各自议论的极为热闹。 终于要来了, 我就说他们二人终有一战, 这一天, 我等了太久了。 这两位皆是绝世天骄, 今日一战, 不知谁能登顶榜首。 那还用说, 榜首定然是江涵, 他可是天道清正的榜首之位, 哪是那个至今未能入榜的林玄能比的? 那可不一定, 传闻林玄可是在宗内大放豪言, 此战他必胜无疑, 若是此战败北, 他甘愿入纳无尽魔窟永受万魔是心之苦, 他既然能下如此决心, 必然有绝对的底气获胜。 疯了吧, 输了就输了, 无尽魔窟, 那是人能去的地方。 听闻此事, 乃林玄在林天宗, 当着许多弟子的面里下的状言, 应当不是假的。 如此说来, 此事定然是真的。 按说林玄那诡异的意境, 至今无人给出对应之法, 盛面不小, 以我看来, 他却有八成把握能胜。 此言有理, 我也觉得林玄更强一些, 不然他怎敢说出这种大话? 众人情绪高昂, 声浪震天, 争论二人谁才是最强者, 但因为传闻中林玄的豪言, 明显是支持他之人更多。 陆静雪悬于半空, 看着各持己见的对峙双方, 心中虽然疑惑小玄什么时候说过这话, 但也不由松了口气。 看来大家和林玄的看法一样, 都觉得江涵要弱一些。 小玄那两道意境确实很难应对, 便是他自己出手, 也只能以境界强行压制。 如此一来, 江涵自然也没有办法解决。 这次赢的几率确实有七成以上, 只是不知为何, 他总觉得心中有些不安, 好似有什么东西被他遗漏了一般。 他严肃的模样, 顿时让身旁的林天宗弟子极为不解。 此战无论怎么看都不会输, 陆师姐这么严肃, 是在担心什么? 他就这么不看好林玄, 陆师姐不必担心。 有弟子出声说道, 那江涵不过是一个孤明钓鱼之辈, 虽然天资绝品, 但实力比林师弟差远了。 此战, 林师弟定能获胜。 对, 林师弟可是从百民开外一路打上来的, 实力之强, 众所皆知, 无论任何天骄, 在他面前都不是一盒之敌, 这一次也定然不会例外。 江涵虽身居榜首之位, 却是被人强行捧上去的, 心性自然不足, 经此一场大败, 必会到心崩溃, 日后就此沦为废人也说不定。 此战之后, 天骄榜榜首的位置, 就是我们林天宗的了。 众人七嘴八舌的捧一彩一, 倒是说的路径血跃发心动, 更加确定此事就是如此。 江涵原本就是一个废物, 就算被捧上高位又如何? 废物终究还是废物? 若是他就此大败一场, 心境崩溃沦为废人, 倒也不失为一件好事。 若是心里承受不住, 修为跌落, 寿原断绝而死, 就更好了。 也省得自己冒着被紫霄剑宗追杀的风险, 对他出手了。 他心中越发喜悦, 只要江涵输了, 这一切也就解决了, 师姐他们也不用再纠结原谅不原谅了, 去他坟头敬一杯酒, 就当他已经原谅了。 风轴好似多了些欢快的气息, 他抬头看向天边, 期盼着江涵快点过来, 把他所有的荣誉, 全部拱手送给小璇, 然后快些去死。 第299章, 千里雷云, 风云色变。 高处, 继予缠坐于战舟之内, 看着站在传手的灵玄, 听着下方传来的义润声, 不由露出满意之色。 就算是榜首又如何, 大家都觉得你弱, 那绝对就是你弱。 什么法体双修, 肉身无敌,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这些东西终究是小道。 果然是没见过世面的, 就算身怀至宝, 他也不会完美利用。 不好好修炼, 只会搞这些无用的旁门左道。 只需晚秋一进一出, 所谓的肉身之力, 完全就是一个笑话, 任他肉身再强, 也抵不过岁月清洗。 而江涵, 听闻除了肉身与建议之外, 没有任何出彩的地方, 想必是其他方面太过平庸, 不敢显露半分。 如此一来, 小璇获胜的可能性, 足有九成。 此战, 定能把江涵压入深渊, 再也无法逃脱。 十八岁的杰丹大圆满, 确实天赋出众, 若是再给他一些时间成长, 未来说不定会多出许多变数, 说不定过上几年就能飞升上界, 成为有史以来飞升最快的天才。 那样一来, 紫霄建宗不知道嘚瑟成什么样。 可如今, 这些事情注定不会发生了。 他对凌玄有着绝对的自信。 经这一番对比, 纪语缠越发觉得凌玄此战必胜, 不由觉得空气都填了几分。 好在江涵是个不成器的, 要是换了别人, 利用这个悟性前行打悟意境, 怕是也能悟出不弱于小璇的意境。 到那时, 谁输谁赢还真不一定了。 凌玄立于传手之处, 傲然俯视下方众人。 今日一战, 将是他登顶此界决定的第一步, 只要把江涵彻底踩在脚下, 从此以后, 再无人能对他产生威胁。 天交绑绑守, 上一任绑守, 只坚持了半盏茶的时间, 就被我轻松击败。 江涵, 你又能坚持多久? 他手心藏着一截破布, 脸上浮现一抹兴奋, 嘴角轻笑, 我很期待你跪地求饶的样子。 这截破布, 正是从江涵遗留在洞府内, 那件破烂衣服上撕下来的。 有此物作媒介, 足够让宿命之力对江涵造成影响。 天资绝品, 天交绑守。 哼, 有挂在手, 就算再厉害的天才, 也要跪在我的脚下。 想到这里, 他取出一叠近千张护身符录, 这几日吸了那么多人的气语, 足够让他随便使用此符。 只听哗啦啦一阵响声, 一道道淡青色的光照, 凭空而生, 一层层铺叠开来, 将他包裹得严严实实。 江涵, 你最好多坚持一会儿, 要是倒得太快, 会让我很无趣的。 念及此处, 林玄单手虚脱, 一枚泛着土黄宝光的大印凭空而现, 悬在他掌心滴溜溜地转个不停。 随后, 他身躯一动, 跳出战船, 凌空飞向空无一人的白虎山顶, 与此同时, 积攒多日的无匹气势疯狂爆出, 如恶虎吞天一般, 直冲云霄。 哼, 空中爆出一声惊雷般的轰隆巨响, 四周散修, 被这股强大的气势冲击得连连后退, 唯有原因之上的修士, 才能堪堪挡住这道强大气势。 好强的气势! 无数修士面露金色, 如此强大的气势, 已快要堪比原因初期巅峰的气息。 不愧是一路连胜, 未曾一败的天骄, 单从气势就能看出他实力极强。 听闻江涵战斗之时, 从未显露过自身气势, 像个莽夫一样只会以肉身对敌, 但是气势就被人压一头, 他还拿什么跟林玄打? 林玄很满意他们的反应, 他之所以抢先一步来此, 就是为了提前以积攒多日的气势, 先一步射住众人心神。 就算江涵随后同样爆发气势, 但又怎能比得过他以秘书积攒多日的气势? 到时候, 他气势越强, 就越发能衬托出江涵的无能。 正如林玄所料, 众多修士被他气势所设, 纷纷开始猜测江涵要怎样才能搬回一城。 众人看向紫霄剑宗方向, 林玄已经下了战铁, 现在又是斗志昂扬, 江涵怎么还不出现? 莫非是怕了不成? 就在他们猜测真相, 墓中逐渐出现讥讽之时, 一道紫色顿光, 犹如流星一般, 自天边急速掠过, 瞬息便到了白虎山上方。 紫光毫不停留, 于空中划过一道弧线, 斜着一股足以崩碎山河之势, 轰隆一声砸在白虎山顶。 轰隆崩? 烟雾弥漫, 巨大的轰鸣响彻久消, 整个白虎山好似都被震得抖了一下。 浩强的力量, 是姜寒来了吗? 众多修士纷纷看向紫光所落之处, 随着一股清风吹来, 烟雾进阶散去, 露出了里面姜寒的身影。 果然是他! 众人凝目看了片刻, 惊讶散去, 忽然失望出声。 气息丝毫未露, 比之灵玄差之甚远。 可就在这时, 只见姜寒抬手虚握, 随着一声剑鸣响起, 天空漠然一黑, 瞬间便已是伸手不见五指。 随后, 狂风呼啸, 无尽紫黑之光自他体内奔涌咆哮, 化作一道粗打百丈的紫黑光柱, 直冲云霄。 哄! 无可匹敌的强大气势轰然而起, 随后斜着青天之势轰然砸下。 万丈山峰猛地一抖, 庞大的气势犹如一柄重锤, 狠狠砸在众人心头。 众修士面色顿时一白, 这一刻, 他们感觉自己仿佛在面对一头远古凶兽一般, 高贵而强大。 如此强大的气势轰得他们齐齐后退, 就连原阴七修士也抵挡不住, 面色大变, 一直退出三十里外才堪堪停下。 紫光映照而下, 将无尽的黑暗驱散, 照亮了许多惨白惊骇的脸庞。 数百位原阴七修士神色苍皇, 眼中更是藏着亥然之色, 呼吸急促, 身躯僵硬, 似是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一切。 数位化身修士目光紧紧盯在江涵身上, 身上气息下意识一散开来, 脸色逐渐凝重。 陆敬雪仿佛被钉在原地, 身躯止不住地发出颤抖。 他眼睛用力瞪大, 死死地盯着江涵, 双拳紧紧攥住衣角, 整个一亥然惊恐的模样。 可面上的亥然, 却不及他心底嘶吼。 怎么会这样? 气势如虹, 更是汗的脚下临山震动。 覆盖方圆千里的天雷异象, 遮天蔽日, 犹如仙雷降势。 竟能引动这么大范围的天雷异象, 他的紫霄剑绝, 到底修到了什么程度? 便是杜宇成引发剑绝之时, 也只能引动千里范围的雷云。 可他只是结丹啊。 第三百章, 怕什么? 大不了平手而已。 陆敬雪感觉这个世界是不是疯了? 一个结丹, 竟能引动堪比原音大圆满的天雷异象。 若是等他结音, 等他化神, 是不是能瞬间覆盖百万里? 他这是在和天地, 抢夺雷伐权柄。 天道不出来管管吗? 先前他还以为, 只要找到机会, 自己一定能杀了姜涵。 可现在看姜涵这股气势, 一点也不比他弱, 甚至还要更强上一些。 他怎么会这么强? 他怎么能这么强? 这还怎么杀? 到底是谁杀谁? 陆敬雪脑袋翁的一下, 一股凉气直透心间, 只觉浑身都使不上力气。 他嘴唇颤抖, 踉跄着后退一步, 这一刻他忽然明白了, 大师姐他们做的是对的, 之前是他自己想岔了, 他根本就没资格去找姜涵麻烦。 偌大的山顶寂静无声, 四肢僵硬如凡人面见仙神。 林璇身体止不住的颤抖, 双腿发软, 脚下忍不住退了半步。 这一刻他又想起了 曾经被姜涵追着暴打的恐惧。 说好的只有肉身强呢? 说好的只比其他人强一点呢? 这是强一点。 这股气势是怎么回事? 莫非姜涵已经结阴了? 林璇脑中一片空白, 恐惧席卷而起, 恨不得转头就跑。 他搞不明白, 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 明明挑战其他人的时候, 就像是在打娃娃一样, 随手就能捏死, 只要他一放出气势, 对方就会被吓到心惊, 斗志自然一退再退。 可姜涵的气势怎么会这么强? 同为杰丹大圆满, 自己叙事多日, 才有了堪比原音初期巅峰的气势。 可对方随便一放, 就比原音初期气势更强, 甚至直逼原音中期。 这到底是什么妖孽? 境界壁垒呢? 你爆发气势的时候, 没有限制吗? 林璇心中的退意几乎到了巅峰, 那是接连几次被暴打后留下的阴影。 他不想再打了, 这根本没法打。 他引以为傲的先手请客被废, 还没开始打就已经落了下风。 就在众人呆滞之时, 江涵似是没有情绪的声音, 漠然在所有人耳边响起。 林璇, 他取下储物戒丢向半空, 嘴角扬起一抹暴虐。 快把储物戒交出来, 我已经等不及了。 话落, 空中轰隆乍响一声雷鸣, 数条长达五百余丈的雷霆巨龙, 在雷云之中游走碰撞, 龙身上的紫色光芒, 将众人的脸色照得一阵黑一阵白。 毁灭的气息降临世间, 经得众人心间一阵颤抖。 元英妻? 江涵是元英妻? 不, 还不是元英, 他是太强了, 强到气势堪比元英。 妖念, 他果真是个妖念。 场中响起一阵惊呼, 林璇听到之后, 心中更加恐慌。 打? 还是不打? 若是不打, 绝对会被世人吃笑, 可若是打了? 不, 我有护身符, 我有宿命在守, 我不会有事。 林璇双目血丝渐退, 心中升起莫大的勇气, 身体不再颤抖, 双腿重新生出力量。 直到这时, 他终于敢抬起头来, 今天第一次直视江涵。 打? 顶多平手而已, 为什么不打? 林璇忽然仰天大笑, 手中被汗水浸湿的破布 泛起一阵白色微光, 不过微光刚起, 却忽而变成了黑色, 整块破布化作飞灰消散。 突然消失了触感, 让他心中一惊, 没戒怎么没了? 可感受到冥冥中 已经建立的联系之后, 他心中大定, 顿时把此事抛出脑后。 我没想到, 你竟然这么急着找死? 多次接触下来, 江涵所作之事太过, 林璇已经懒得 在和他装什么同门之情, 索性直接暴露本性。 既然如此, 那你便准备好受死吧。 话落, 林璇一把摘下储物剑, 随手抛向半空, 钉, 两枚戒指撞在一起, 发出一声脆响。 与此同时, 一道剑鸣响彻九霄, 场中急速闪过一道炫目紫光。 林璇只觉眼前一花, 眉心便突然多出了一截剑尖。 风锐的剑气 紧紧贴在他的眉心前方, 森森含气刺的他眉心剧痛, 身体瞬间如坠冰枯, 冷得他止不住地发抖。 哄, 直到这时, 尖锐的音爆声 才在场中乍响。 淡青色光照扑扑破碎, 紧这一剑竟直接穿透了近百层光照。 什么? 林璇脑中一猛, 还没想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紧接着, 他就只觉小腹一痛, 整个人忽然飞了起来。 一拳击飞林璇的同时, 江涵紧随其后, 栖身而上, 追上飞起的林璇, 悬身一拳将它轰向地面。 随着一声巨响, 地面顿时被撞出无数裂缝。 林璇脑中一片空白, 根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只觉得胸口好痛, 好似断了十几根肋骨, 小腹好痛, 五脏六腑仿佛被震成了碎片, 血液不断从他嘴中喷出, 眼前更是有红光在疯狂闪烁。 系统好似疯了一样, 气韵值如水般急速流逝, 全被自行换成了护身符。 在无数修饰惊恐骇然的目光中, 江涵毫不犹豫, 一脚把林璇踢向半空。 随后身如闪电瞬息而至, 无数全隐如雨点一般不断砸在林璇身上。 空中, 有无数雷霆轰隆砸下, 全部劈在林璇头顶。 紫黑色的雷霆威势无双, 每一次劈落都能击破数十层护盾, 那强大的威力, 单是看上一眼, 就惊得众人头皮发麻, 心惊胆战。 与此同时, 蹲雷剑升化万千剑光, 围着林璇的身体不断攻击, 剑翼四翼, 斩得光盾疯狂闪烁, 明灭不定。 地面在颤抖中, 被硬生生削去一层, 一时间轰鸣呼啸, 地裂山崩。 一袭之后, 江涵身影骤然一顿, 所有攻击同时停下, 随着他的停手, 林璇啪哒一声掉落在地。 可很快, 江涵一口吸满灵气, 快速悬空飞起, 单手向天须托。 随着他的动作, 奔雷剑枪的一声冲天起, 一剑刺入雷云之内, 瞬息之后, 再次破云而出, 默然停在雷云下方。 还不带众人反应过来, 只听滚滚闷雷轰隆炸响, 无尽雷霆自天边雷云中汇聚而来, 临近之时, 化作无数雷龙, 疯狂冲入奔雷剑内。 剑身迅速长大, 眨眼间, 便在空中生出一柄长达七百余丈的雷霆巨剑。 无数丈余粗的紫色电蛇, 围绕剑身劈啪闪烁, 游走不定, 比方才更加旁博的威压, 自剑身轰然砸下, 山顶地面承受不住, 瞬间向下献了半尺。 这一刻, 所有修士瞬间汗毛乍起, 发丝根根直立, 面色骇然, 呆至当场。 庞大的剑尖直指倒地不起的凌玄, 威压汇聚而至, 直接扑斥一声, 将他压进了地底。 紧接着, 江涵再次运转遂天近距于剑尖, 黑色剑翼缭绕剑锋, 寂灭神雷赋于剑身, 随着他右手用力猛地朝下一按, 雷霆巨剑顿时轰隆砸下。 第301章, 这就结束了。 轰隆隆, 震天的雷鸣炸得人耳膜生疼, 剑剑速度虽慢, 但庞大的威压巨为一片, 压得凌玄动弹不得, 脑中更是混乱无比, 已不知自己身在何处,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剑剑缓缓压下。 在无数道惊恐骇然的目光注视下, 雷霆巨剑直刺而下, 轰隆一声砸在凌玄身上, 足以崩扇裂地的力量自剑间倾泻而下, 将凌玄的身体狠狠刺入地底, 巨大的力量, 裹着剑身完全没入地面, 只留一柄雷光闪耀的剑柄露在外面。 整座白虎山发出一阵剧烈震动, 山顶迅速裂开十余道宽约百丈的巨大裂缝, 裂缝瞬间蔓延千里, 其内电光闪烁, 无数巨石自山顶轰隆隆滚落而下。 与此同时, 一圈环形波纹轰隆四散, 带着一股强大的冲击力, 直冲的附近修士连连后退。 随着轰隆声散去, 本就寂静无声的山顶, 彻底陷入死意般的寂静之中。 将寒身形自空中飘下, 缓缓落在剑尾, 脚底略移用力, 将剩余的一节剑柄轰隆一声, 彻底踩入地底。 这一刻, 无数道惊恐的目光, 全部汇聚在那个少年身上。 从此以后, 再无人敢怀疑他的实力。 动! 巨石落地的闷响, 自裂缝中悠然荡出, 于空中盘旋两久, 方才散去。 直到鱼音消散, 才有人嘶哑着颤声说道, 结, 结束了。 声音不大, 却在死寂的山顶远远传开, 让所有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可直到鱼音散去, 也依然没有听到有人回应。 弱大的场中, 无数修士汇聚于此, 可此刻, 这里却静得只能听到逐渐升起的急促呼吸声。 所有修士进阶呆立当场, 脸色战红, 像是看着某种上古凶兽一般, 死死地盯着那道奥立山顶的身影, 眼中尽是亥然与惊恐。 又过了许久, 那道略带嘶哑的颤声, 再次弱弱地响起。 真的, 结束了, 这就输了, 凌玄怎么就输了? 最后, 这声破音惊叫, 终于把众人从震撼亥然中唤醒过来, 他们眼中的呆滞迅速退去, 转而升起浓郁到极致的惊骇。 输了, 竟然输了, 竟然这么快就输了, 直到此刻, 还有人没有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 只是一小会儿的功夫, 凌玄竟然连人都没了, 那可是一路连胜, 至今未曾一败的当代无敌天骄, 所有敌人在他手下根本就过不了一招, 可他竟然就这么被江涵轻锋击败, 甚至完全没有反抗之力, 从头到尾, 他连灵力都没掉动, 更是连对方的手指头都没碰到一下, 只是几个呼吸的功夫就这么没了, 方才对方所发出的每一次攻击都仿佛打在他们心头, 每一击都是足以将他们轰至魂飞魄散的强大攻击, 可在对方手中使出那些威力强大的攻击就像吃饭喝水一般随意, 所有人都在此刻彻底记住了江涵的身影, 哪怕寿源断绝也无法忘却, 那是他们只能仰望的存在, 那是他们只能为之惊恐, 只能跪地腐败的绝世强者, 这才是天骄榜首, 这才是绝品资质, 原来这才是同皆无敌, 一位原音七强者下意识泥南出声, 其余强者并未出声反对, 紧接着只听一声倒吸冷气的声音响起, 同皆无敌, 若是等他结音, 此话一出, 所有原音七强者顿时面色大变, 目中只留惶恐, 从结单初期到结单大圆满, 对方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那他结音又需要几天, 一个月, 还是两个月, 等他结音后, 自己又能在他手中撑过几招, 想都不用想, 绝对一招都承受不住, 这一刻, 所有看向江涵的目光再次变化, 惶恐迅速变成敬畏, 变成尊敬, 这是对未来原音七同皆无敌的敬重, 也是对未来化神七同皆无敌的崇敬, 可以毫不客气地说, 江涵未来必定能成为镇守一方的绝世强者, 一个当时最强的无敌大能, 同皆无敌, 这就是同皆无敌, 纪玉禅身形一颤, 手中茶杯砰的一声炸成粉碎, 可怕, 太可怕了, 不过放出去半年时间, 他竟然能成长到这种地步, 今日过后, 所有人都将知道天骄榜榜首到底意味着什么, 全天下都将知道江涵真正的潜力, 所有人都将知道紫霄建宗出了一个绝世天才, 一个只要不夭折, 未来必定无敌于世的绝世强者, 无需几日, 必然会有无数大小宗门对紫霄建宗彻底归心, 更有不计其数的散修与中立门派不足, 因此投入紫霄建宗麾下, 紫霄建宗从此实力大涨, 相对的, 林天宗实力必将受到影响, 江涵即将名扬天下, 姓名传遍各宗各族, 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世人皆会赞其天资绝世, 实力无双, 与他同时传播的还会有被他以强大实力, 碾压至毫无还手之力的林玄之名, 纪玉禅忽然胸口闷痛, 一时有些喘不过气来, 曾经一闪即逝的那个猜测再次冲出封锁, 瞬间溢满脑海, 可下一刻又被他拼命打散, 不可能, 此事绝不可能, 他目录复杂, 紧紧盯着意气风发的紫袍少年, 目光明灭不定, 是我小看他了, 第302章, 为什么非要闹到这种地步? 高处, 周斯文和乔云剑沉默着对视一眼, 眼底的震动直到现在人未散去, 强, 太强了, 江涵第一次全力出手, 显露的实力堪称恐怖, 饶视他们这些化神强者, 所见天才无数, 也被他惊到心神震动, 同阶无敌, 实在可怕, 以一人之力, 压得无数同阶天骄, 完全抬不起头来, 以他如今的实力, 哪怕是天骄榜齐与天骄一起上, 也会被他请客间杀得一干二净, 完全不是对手, 不, 便是比他修为高一些的原因期修士, 也丝毫不敢轻视于他, 如此惊人的实力, 不愧是天道认可的天骄榜榜首, 这等资质, 莫说是从未听过, 便是连想都不曾想过, 明明是一样的境界, 明明是同样的法术, 最多也就是意境跟古有所差别, 为何他就能那么强? 当他们再次看向江寒之时, 目中已多了些别样的情绪, 杰丹七就能灵力化形就不提了, 那七百余杖的雷霆巨剑也太离谱了, 那是只有元英中七才能使出来的法术吧, 他一个杰丹七, 跨越一个大境界, 使出了堪比元英中七威力的法术, 而且, 方才他每一击都是权力施围, 那么多次的攻击, 所消耗的灵力, 足以将普通杰丹大圆满炸成人干, 可他的灵力却丝毫不见枯竭, 直到现在还极为饱满, 他哪来的那么多灵力? 这一刻, 他们终于明白, 宗主为何要他们两人一起互道了, 实在是江寒太过妖念, 比曾经所有所谓的天才都要妖念无数倍, 宗主说得不错, 只要他能成长起来, 未来千年时光, 这个世界必将以紫霄建宗为首, 同皆无敌, 他未来就是最强化神, 二人几乎同时看向不远处的灭星洲, 开始考虑把自家徒弟塞进去蹭点机缘的可能性, 灭星洲上同样一片寂静, 杜宇成略带迷茫地看向场中那道身影, 就连苏晓晓爬到头上了都不知道, 从什么时候起, 师弟竟然变得这般厉害了, 再这么下去, 恐怕要不了多久就要被追上了, 好强, 师兄好厉害, 苏晓晓两只眼睛用力睁大, 满眼星星闪烁, 眼中的崇拜渴望几乎要溢出来, 他这次加入紫霄建宗真是来对了, 既然师兄这么厉害, 他只要好好练剑, 未来一定也能像师兄这么厉害, 场中江寒神念深入地底, 找到了躺在剑下, 浑身鲜血淋漓的灵玄, 竟然还是杀不掉, 那些俘虏不知为何物, 化成的护盾竟然那般坚韧, 方才那一剑, 汇集了他现在最强的攻击, 威力虽然还未完全达到原因中期, 可也只差一丝而已, 就算是原因初期巅峰强者, 仓促之下也不敢应接, 可灵玄竟然仅凭几道薄薄的护盾, 就将那一剑完全挡住, 虽然受了些震荡, 伤及脏腑, 看起来鲜血淋漓极为凄惨, 但难以伤到其根本, 气息并未下降多少, 若想凭这一招将其击杀, 怕是百剑千剑也不一定行, 想到此处, 江寒突然面色一狠, 百剑千剑不行, 那就万剑十万剑, 我就不信, 你这护盾能没有限制? 他抬手一抓, 巨剑轰隆自地底迅速升起, 雷光再现, 带起无数尘土飞扬, 地面再次震动起来, 带巨剑升起, 渐渐有雷电, 形成一个雷球囚牢, 凌旋神色茫然, 面露惊恐地躺在里面, 身体缩成一团抖个不停, 似是察觉有人在看他, 他下意识抬头看来, 当对上那道平静中 潜藏暴虐的目光之后, 凌旋脑中轰的一声炸开, 眼中的茫然急速退去, 心神瞬间被恐惧填满, 心脏好像雷鼓一般剧烈跳动, 胸口处不断鼓起落下, 好似下一刻就会有一颗心脏破胸而出, 所有的记忆顷刻回归, 直到这一刻, 他才终于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输了, 他竟然输了, 他竟然就这么输了, 为了这一天, 他准备了那么久, 他的实力甚至已经得到世人认可, 大家都说他是杰丹七最强天骄, 可他这位杰丹七最强天骄, 在江涵手中竟然连一招都没挡下, 瞬息之间便被对方踩在脚下蹂躏, 被揍得体无完肤, 若不是有护身伏在, 他怕是早就被打死了, 但这怎么可能, 同样都是杰丹大圆满, 为什么江涵能比他强那么多, 他法宝更多, 一劲更强, 师父还给他准备了许多丹药和底牌, 但他做了那么多准备, 战斗中竟然根本用不出来, 他现在的实力, 明明已经凌驾于杰丹之上, 达到了元英初七的实力, 就算和一个元英初七中的强者正面对战, 他也绝不会输得这么惨, 若是抓到机会, 甚至有极大可能将对方斩杀, 以他的实力, 应该是他把江涵按在地上暴揍才对, 应该是他踩在对方脸上尽情羞辱才对, 这是他早就计划好的事情, 可事实却是, 他在江涵手中毫无反抗之力, 当他把储物界抛出去时便施了先手, 被打得失去意识, 直到现在才苏醒过来, 却已成了对方的阶下球, 被困于雷笼, 像一条狗一样被无数奇怪的视线淹没, 林璇感觉自己要疯了, 脑中的屈辱和恨意在脑海横冲直撞, 差点把他头给炸开, 他惊恐又愤恨地瞪向江涵, 都怪他, 都怪他, 明明是公平对决, 他为什么这么无耻, 还没喊开始就出手偷袭, 若不是他偷袭, 自己又怎么会这么丢脸, 若不是不能被人看到, 他完全可以用气韵值强行晋级元英, 哪轮得到这贱人在这显威风, 他怎么就不能乖乖被自己踩在脚下, 为什么就不能跪下, 好好被自己羞辱出气, 为什么非要和自己闹成这样, 若是逼急了我, 就算冒着被天道发现的风险, 我也要强行晋级元英, 让你这个废物好好看看, 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天才, 李志被怒火彻底淹没, 他对着江涵恨声嘶吼, 混账, 放我出去, 偷袭算什么本事, 有本事和我堂堂正正打一场, 他声音凄厉, 却又充斥着无尽的委屈与怨毒, 若不是被偷袭, 自己绝对不会被打个措手不及, 绝对能把江涵按在地上暴揍, 可他的怒火, 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只见江涵身形一闪便从原地消失, 下一刻便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对方眼中的暴虐让林璇脑中一僵, 刚要催动意境之时, 脑袋却砰的一声被砸进地底, 第303章, 如果当初, 尽管有护盾抵挡, 让他不至于就此死去, 可蔓延而来的震荡, 还是让他头脑发猛, 这一刻, 心中的恐惧再次唤醒了理智, 骇然之色彻底填满眼眶, 他心神俱灿, 拼命想要施法逃脱, 虽然他觉得若是正面动手, 自己绝对能赢, 可现在他被对方压着打, 根本就没有还手的机会, 只能先暂时退去, 再寻击报仇, 脑中是这么想的, 可内心深处的恐惧, 却在不停地提醒他, 快逃, 快逃, 打不过, 根本打不过, 脑中的理智, 很快被心底的潜意识彻底压过, 灵璇再也没了一丝胜负欲, 他现在只想活下去, 只想离这个变态远一点, 可现在, 他没这个机会了, 将寒一击得手, 再次栖身而上, 片刻的停顿之后, 迅速拉开双臂, 毫无技巧地朝着灵璇头颅轰轰砸下, 拳头上缭绕着刺眼的雷电, 如锯锤般破空而至, 每一拳都斜着破天之势, 狂暴无匹, 每一击都能打破近数十层青涩护盾, 拳影如山崩海啸一般连绵不绝, 不过片刻时间便已打出了近百拳, 余波四散, 一道道肉眼可见的波纹向着四周快速席卷而出, 地面腾起阵阵烟雾, 山体晃动间, 无数碎石滚滚落下, 轰轰巨响让众人再次骇然, 到这里, 此战已没了任何悬念, 虽不知林璇是怎样挡住这么狂暴的攻击的, 但他直到此刻还是毫无反抗之力, 被动防御总有用尽之时, 如此拖到最后, 他还是会输, 此时最正确的做法就是投降认输, 毕竟对方这么强, 就算输了也不丢人, 总比生死倒销来得好, 林璇也想认输, 可他做不到啊, 他拼命调动体内灵力, 试图施展自身意境, 想找到机会打断江涵的攻击, 趁机认输逃走, 可他每一次灵力调动之时, 江涵便会一拳轰来, 将他好不容易才调动一丝的灵气再次打散, 打得对方毫无还手之力, 哪像现在这样, 连一次出手的机会都没有, 江涵真的和其他人都不一样, 他就像是一个训练多年的武夫一般, 每次出手都能打到他的身体薄弱之处, 虽然会被护盾抵挡, 没有太大伤害, 但总会有一丝极细微的力道震荡进来, 打在身上真的很痛, 而且打了这么久, 他竟然丝毫没有疲累之感, 每一拳落下之时, 依然是那么势大力尘, 甚至越来越重, 这到底是什么怪物, 林玄发自内心的感到绝望, 绝望且无力, 甚至已经不再想着调动灵力了, 反正也动不了, 只能眼睁睁看着系统不断兑护身符, 一次又一次的抵挡江涵的攻击, 就这样耗着吧, 等他累了就不打了, 可就在这时, 系统忽然红光大亮, 犹如血魔降临一般, 顷刻变得心红一片, 这一刻, 系统之力全速运转, 再也顾不得起他, 一股特殊的气息狂猛冲出, 瞬间缭绕在他死海之内, 将他的魂魄死死护住, 天刀又来了, 林玄心中一颤, 可却根本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 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最后一层护盾, 被一股巨力轰破, 动, 一声闷响过后, 紧接着便是无数捕猎之声咔嚓响起, 林玄体表腾起一圈金黄光盾, 将他牢牢护在旗内, 可光盾虽然挡住了江涵的攻击, 但巨大的力量还是透过光盾传进去了一丝, 护天盾终归没有护身符好用, 这一丝力道比方才强了无数倍, 紧紧一丝就把林玄打得胸骨尽碎, 一口鲜血扑驰喷出, 身体被打得对折弓起, 轰隆一声撞向远处落石, 那无匹的力量让他接连撞碎了数十块巨石之后, 才砸进了最后一块落石之内, 相近去停了下来, 鲜血从他嘴中不断喷出, 目光惊恐万分地看向江涵, 他到底是什么怪物, 竟连天阶防御法宝都不能完全挡住他的攻击, 林玄真的不明白, 为什么护身符和护天盾的防御都能被江涵穿透, 他到底怎么做到的, 天阶防御法宝, 江涵也认出了那道金光, 眼前一亮, 这玩意可值不少灵石, 纪玉禅还真是宠他, 不但有那种神奇的俘虏护身, 还给他准备了这么强力防御法宝, 不过现在, 这些都是我的了, 他身形一闪, 凭空出现在林玄面前, 右手抬起之时, 握住了一把突然出现的金色剑翘, 剑翘通体金黄, 其上有一条金龙虚影缭绕盘旋, 一股足可刺穿天地的锋锐之气, 瞬息弥漫开来, 奔雷剑插在剑翘内, 将剑身的雷霆之中也染上了些许金色, 这是剑林耗费良久, 才制作出的蕴含金系法则的剑翘, 他无时无刻都在散着一种特殊的波动, 正是有了他, 才让他的攻击中, 也带上了精细法则独有的无匹风味之力, 也才能让他的每一击都有了穿透护盾, 侵入其中的可能, 枪, 奔雷剑自剑翘内缓缓拔出, 随后紫黑之色迅速聚集, 两层灵力化作一点, 带着剑翼和寂灭神雷在空中刺出一道颤动的波纹, 急速冲向那道金光护盾, 只要能破开一点, 溢进去的任何一道力量, 都足以把林玄绞成粉碎, 要死, 林玄心中绝望, 太快了, 却根本就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 就连输送灵力加固护天盾的防御都做不到, 瞳孔咒缩, 紫的发黑的剑尖在他眼中迅速放大, 这一刻他感受到了死亡的气息, 要结束了, 他怎么也没想到, 气韵之子竟然是这么逆天的存在, 如果早知道事情会变成这样, 他当初绝对不会去招惹江汉, 他好不容易才来到这个世界, 还获得了能助他成为志强的系统, 若是死在这里, 真的太亏了, 这一刻, 林玄想了很多, 若是换一种方式, 离江寒远一些, 或者和他搞好关系, 抱紧大腿, 是不是就不会变成现在这样了? 第304章, 师父救我, 有时候做个配角也挺好, 之前看过的那么多小说里面, 只要和主角关系好的, 再加上自身实力强一点的, 最后过得都不错, 干嘛非要和气韵之子争主角的位置? 以前是不是太傻了? 奔雷剑刺在金光护盾之上, 剑尖处的紫黑之色在接触金光的同时, 便被一股诡异的力量分散化开, 被染上了一层紫色, 紫光映入凌旋瞳孔, 让他心中的不甘更加浓郁, 一股黑气自他眼底冒出, 又被一道红光瞬间压下, 可就那短暂的一瞬, 却让他心中被暴躁和怨恨填满, 他不服, 这些东西本该是属于他的, 如果江寒不走, 这些机缘都会是他的, 什么狗屁的主角佩卷, 他既然来了这里, 他才是主角, 可是, 怨恨散去, 他的神志再次回归现实, 太强了, 后来也是无能为力, 若是江寒没走就好了, 在山上的时候, 他有无数种办法, 可以把对方的机缘抢到手, 唉, 罢了, 至少他也赢过, 就算被扳回一局, 也算是平手吧, 就在这时, 眼前的金光突然一阵晃动, 一点细如发丝的雷霆之力, 竟然硬生生从金光中挤了进来, 刚一路头, 那似雷霆便如见到猎物的毒蛇一般, 劈啪一声狠狠咬向凌玄搏梗, 他心头一阵, 下意识偏了一下身体, 用肩头挡下了这道雷霆, 钻心的疼痛突然袭来, 痛得他身体一个机灵, 忍不住惨叫出声, 啊, 凄厉的惨叫在黑暗中回荡, 林玄嘴还没合上, 就看到又有一道剑光急速刺来, 心中一紧, 终于在这一刻抓到机会开口说话, 认说, 我认说, 我认说啊, 绝望的嘶吼, 认谁听了都会心中一软, 可江寒却毫不留情, 认他嘶吼惨叫, 手上动作却没有丝毫停顿, 甚至更快了一分, 急速刺在护盾之上, 啪, 又是一道雷霆挤了进去, 直接劈在林玄肩头, 黑灰似箭, 瞬间便把那一大块血肉劈成焦炭, 啊, 痛, 太痛了, 林玄痛得浑身颤抖, 瞪大眼睛看着自己黑了一大片的肩膀, 张大嘴巴拼命尖叫, 住手, 看到林玄这么惨, 纪雨缠终于坐不住了, 阴冷的目光盯着江寒, 冷声传音, 他已经认输了, 你再敢动手, 别怪我不客气, 可江寒根本就不理他, 一口吸满灵力, 然后全部灌入奔雷剑中, 冲着林玄再次刺了过去, 林玄看着刺来的雷剑, 顿时吓得心胆俱颤, 他好不容易找到机会开口认输, 江寒怎么还打, 我认输, 别打了, 我认输了呀, 闭嘴, 江寒一剑刺上, 雷光炸在林玄胸口, 回手又是一剑刺去, 想法就打, 想认输就认输, 哪有这种好事, 我不同意, 说话间, 一道寂灭神雷终于挤了进去, 啪的一声打在林玄右腿, 只见林玄身上红光一闪, 一道不知名的力量凭空出现, 竟然挡住了这道神雷, 可就这一下, 还是让他的右腿瞬间化作飞灰, 整个人咚得一声栽倒在地, 啊, 我的腿, 我的腿, 什么东西, 江寒目光微宁, 随后眼中利色一闪, 管你什么东西, 挡得住一道, 你还能挡住一百道, 我看你有几条腿被我炸, 轰隆隆, 他举剑向天, 雷云之中, 有五条紫色雷龙凝聚成形, 成形的那一刻, 他们便仰天嘶吼一声, 随后从天而降, 一路带着紫色雷电光焰, 在一阵轰隆的雷鸣中, 一头撞在了奔雷剑间, 奔雷剑迅速长大至七百丈, 剑身雷霆轰隆乍响, 震得空中雷云不断翻涌, 紫色雷电自剑身一散而出, 瞬间便将二人所在的位置完全淹没, 一股无比锋锐又狂躁暴虐的气息, 自剑身轰然升起, 转眼弥漫八方, 镇压方圆百里, 这一剑汇聚了更多的雷霆之力, 虽说不如寂灭神雷威力大, 但如此多的雷电, 总能有个十几道钻进金光, 把零玄披个外焦里呢, 这一刻, 他眼中也生起了紫色光芒, 右手持剑向前猛的一个凸刺, 够了, 碰, 雷霆四处飞散, 将四周本就残破不堪的地面, 炸出了无数大大小小的坑洞, 随着几道沉闷的噼啪声响起, 铃玄的惨叫中, 陡然多了一道哭声, 边哭边呼高呼低的惨叫, 哭叫声在空中回荡, 听着凄惨至极, 师父, 师父救我, 救我呀师父, 他哭喊的声音让纪雨缠一阵心痛, 恨不得亲自出手把他抢回来, 够什么够, 纪宗主这是什么意思, 周斯文和乔云剑出现在高空中, 挡在江寒身前直面纪雨缠的坐驾, 天骄榜排名争夺挑战, 生死不论, 可是在天道见证下进行的, 双方未决胜负之前, 任何人不得插手, 周斯文的声音响彻四方, 莫非, 纪宗主想要蔑视天道, 强行出手, 难道不怕引来天伐雷劫? 此时, 下方雷电散去, 露出了里面血肉模糊的灵玄, 他身体呈现一片焦黑之色, 还有大片血肉被雷电消融, 露出了里面的森森白骨, 如一瘫烂肉般躺在地上扭动惨叫, 纪雨缠见状, 脑中嗡的一声, 心疼之余, 心中更是生起无尽怒火, 江寒他怎么敢的, 自己都开口让他住手了, 他怎么敢不听话, 还敢强行对林玄出手, 灭障, 心中的愤怒差一点爆发出来, 他脸色扭曲, 双目直欲喷火, 林玄已经认输, 胜负已分, 你何必抓着不放, 他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平静下来, 榜首不过是一件虚名而已, 何以斗到这种地步, 不如看在以往交情的份上, 你二人各退一步, 就此罢手可好。 第305章, 不如里应外合, 共灭魔踪, 呵, 交情, 我们哪来的交情? 江寒吃笑一声, 手上动作丝毫不停, 继续提剑刺去, 他赌气与缠, 不敢冒着得罪天道的风险介入此事, 自己现在虽然打不过他, 但天道可有的是办法收拾他。 天阶防御法宝的弊端在这一刻显露无遗, 品阶太高, 低阶修饰操纵起来太够费力, 便是再好, 灵璇也无法发挥其真正的威力。 他甚至无法调动灵力使用法宝, 全靠护天盾自行护主, 一身实力难以发挥三成。 再加上江寒接连不断的权力一击, 虽然每一次只有一丝雷电渗入, 可积少成多之下, 还是把灵璇打到重伤将死。 随着一声高昂的惨叫陡然响起, 灵璇的惨叫声忽然弱了下去, 气息更是急速违密。 见状, 纪雨缠这下是真的急了, 愿他心中怒火再胜, 也不敢在此刻表露嘶吼。 一座高阶洞天, 换他一命。 他语速极快, 生怕说得慢了, 江寒再来一剑, 灵璇可就没了。 高阶洞天? 江寒手上一顿, 就连周斯文和乔云剑文言也是一惊。 高阶洞天, 那可是足以堪比一个小世界的存在, 根据大小等级不同, 里面自成循环, 生存着数量众多的凡人。 而且, 每一个高阶洞天内, 都有一样独有的灵物, 不但能为宗门提供大量独有资源, 还能输送大量人才。 哪个洞天? 周斯文此话, 已是有些异动了。 纪雨缠其实方才开口之后, 就已经后悔了, 一座高阶洞天, 每年都能为宗门提供数百位天才弟子。 整个灵天宗, 也不过只有五座高阶洞天而已。 而且每一座高阶洞天, 都代表着一个派系势力的利益。 他若想用高阶洞天换灵玄一命, 恐怕要付出不小代价, 要使出不少手段, 才能将此事办成。 可听着耳边越发虚弱的凄厉惨叫, 想到未来能够得到的回报, 以及飞升后的上宗重用。 他眼前忽然闪过一道亮光, 急声说道, 渐连洞天。 渐连洞天? 周斯文面色一变, 随后升起抑制不住的喜色。 片刻后, 他传音对江涵说道, 渐连洞天内有一灵物, 名为渐兴连, 其只有一个作用, 便是能驻见修明物渐兴。 往年渐连洞天一直被灵天宗严密把控, 每一朵渐兴连都被他们卖出数十万上品零食的高价, 且每一朵渐兴连售出都有禁止, 绝不卖给紫霄建宗的弟子。 若是能得到渐连洞天, 绝对能极大提到宗门战力。 而且每过十年, 渐连洞天便会产生一次渐兴洗礼的机会, 若能接受洗礼, 则可助渐兴扶尘对渐修有莫大好处。 江涵文言也有些心动, 如此说来, 渐兴连确实对渐修作用很大, 而且对宗门作用更大。 有了渐兴连之后, 宗内很快就能出现一大批凝聚渐兴的渐修, 很快就会有更多人禁忌经丹, 禁忌原因。 若能进行洗礼, 助渐兴扶尘, 则很有可能让他渐兴表面, 那最后一层极淡的模糊也就此散去。 可紧接着他又皱起眉头, 冻天虽吼, 但凌玄这个邪修实在太过诡异, 若是现在不杀, 怕是有些亏啊。 不用听他废话。 雷青川凭空出现在半空, 先是瞪了周斯文一眼, 接着对江涵说道, 渐连冻天虽吼, 但也不是缺他不可, 此事你自己决定是杀是刘权凭你意, 有我在, 你什么都不用管, 只需遵循本心即可。 遵循本心, 江涵的本心, 就是现在立刻杀了凌玄, 但杀他容易, 从灵天宗嘴里抢肉的机会可不多, 特别是这一大口肉, 那就更难了。 更何况, 前世他们一个个都在夸凌玄多好多好, 最后甚至甘愿为他付出生命。 说起来, 那几件诸他们度过劫难的关键性灵物, 可都是世间难寻的宝物, 前世若不是自己意外所得, 恐怕他们翻遍天下也找不到。 这一次, 没了他给灵璇提供机缘, 没了他替灵璇背锅, 也没了他助他们度过劫难。 等他们各自的劫难到来之时, 也不知他们最疼爱的小师弟, 会不会帮他们。 灵璇这个祸害, 到时又能把灵天宗祸害到什么程度? 等到灵璇闯出弥天大祸之时, 他们还愿不愿意替灵璇擦屁股, 并为他付出一切。 听说前段时间, 灵璇可是做了不少大事, 虽然灵天宗强行把消息压了下去, 可又怎么瞒得住五大宗? 灵璇干得好啊, 只花了半个月, 就差点把灵天宗祸害散伙, 只要有你在, 哪怕我不出手, 灵天宗也迟早被你捣垮。 若是一内一外, 两相合作, 捣垮灵天宗更是轻而易举。 江涵眼睛越发明亮, 只杀了有什么意思, 前世自己替他们受了那么多苦, 总得让他们自个儿也长一遍再说。 不如先留他一命, 顺便还能得到一个高阶洞天, 增强剑宗实力, 等把灵天宗灭了, 再去取他性命。 想到此处, 他再次催动巨剑, 轰隆炸雷从天而降, 黄暴的神雷四处披落, 几乎要将山顶再次推平。 你干什么? 纪雨缠心中一凉, 江涵这是铁了心的, 要杀灵璇。 可是为什么? 剑连洞天虽然对灵天宗来说不是非要不可, 但对紫霄剑宗作用极大, 他为什么会放弃这么好的机会? 雷青川怎么也不劝劝他? 他心中恨极, 真是个没演技的废物, 就没想过一个洞天到底有多珍贵, 他竟然满脑子只想着杀灵璇。 杀了灵璇对他有什么好处? 他们两个又没有深仇大恨, 顶多算是些小打小闹, 至于搞到这个地步吗? 若是灵璇死了, 他以前做的那么多准备, 岂不是全打了水漂? 想到这里, 他心中一阵紧张, 眼看那一件威势越来越强, 雷青川他们却仍没有要阻止的迹象。 纪雨缠忽然想到, 莫非是因为剑连洞天, 需要上交宗门, 他自己能拿到的好处不大。 哼, 果然是个没良心的白眼狼, 自私自利至极, 紫霄剑宗收了他, 简直是雷青川最大的败笔。 比喻之后, 他脱口喊道, 再加一块极品道金, 由此物相助, 可助你凝聚五品道新清廉。 果然, 话一出口, 那柄巨剑立刻停了下来。 果然没猜错, 他还真是个一心只为自己的自私自利之人。 真不知道雷青川以后知道了他的真实面目之后, 会是一个怎样的表情。 第306章 老皮肤, 你怎么不去抢? 纪雨缠嘴角勾起一抹讥讽的笑意, 只要放了他, 剑连洞天和极品道金, 就都是你呢。 他故意说这是给姜涵的, 到时若是紫霄剑宗讨要洞天, 势必会让这白眼狼心生怨恨, 若是因此心生嫌隙, 那可就有乐子看了。 我现在就要接手完整的剑连洞天, 自此刻起, 你们灵天宗之人必须全部离开剑连洞天, 不许洞里面的任何东西, 更不许带走任何义务。 江涵剑指灵璇, 平静开口。 好, 纪雨缠回答得极为干脆, 剑连洞天的连池不知出了什么问题, 近百年来, 接出的剑心连越来越少。 以往每过三年, 便会有百朵剑心连出世, 且大都是六品以上的几品剑心连, 可如今却是五年才只出七朵莲花, 还只是二三品的低阶剑心连, 于剑修作用不大, 甚至难以卖出一个好价钱。 据猜测, 应是洞天本源即将耗尽, 就算给了他, 怕是也长不出几朵剑心连。 这样一个作用不大的洞天, 只需让出三两座中阶洞府出去, 门内那几个家伙就会乖乖闭嘴, 任他做主。 我现在就安排林天宗撤离剑连洞天。 说完, 他取出传音御剑, 快速安排起来。 雷青川低头看了江涵一眼, 见对方点头, 这才安排人去剑连洞天接手。 没想到啊, 这是真没想到啊, 今天既然能拿到剑连洞天, 这可是个意外之喜。 他嘴角抑制不住的上扬, 静静等待着那边传回消息。 想当初剑宗为了得到剑连洞天, 用两座高阶洞天去换, 林天宗都一直不肯同意。 可没想到, 江涵今天没花一颗零食, 就能把剑连洞天搞到手。 不愧是天到眷顾之人啊, 这随便出来打个价, 就能摆剪一个高阶洞天。 他心中得意, 回头看到纪宇禅憋屈愤怒的模样, 顿时更加高兴。 纪宗主, 极品到今呢? 他哪壶不开提哪壶, 气得纪宇禅又全握紧, 恨不得不顾形象的破口大骂。 可他终究还是忍住了, 毕竟雷青川身上的气息又强了不守, 附近还有那么多人看着, 不能因为这个蟒夫毁了自己的形象。 我已派人去取, 稍后就到。 果然, 没过多久, 便有一道顿光急速而来, 化作一位灵天宗长老, 递给纪宇禅一个脆色玉和。 这就是极品到今, 接好了。 他抬手一甩, 玉和便化作一道绿色流光, 搜得一下直奔江寒。 绿光速度极快, 堪笔顺移, 眼看就要砸在江寒身上, 却忽然一个急转弯, 砰的一声落在雷青川手中。 他面露讥讽, 随手划去玉和上的力道。 纪宗主这气量也太小了, 不过晚辈间的切磋而已, 你就想趁机被我徒儿出手。 说到此处, 他面色忽然一变, 怒容喝道, 你真当我不存在吗? 随着他话音落下, 一股破天之势轰隆升起, 天空的雷云轰隆乍响, 黑云下压, 仿佛要砸在众人肩头, 好似天微灵逝, 巨大的压力, 让在场低阶修饰, 扑通一声, 从空中坠落在地。 身体好似被墨盘撵过, 又疼又闷, 让他们只能弯着腰大口, 大口急促呼吸。 紧接着, 整座白虎山在这气势之下瑟瑟发抖, 随着一声轰隆巨响, 整座灵山竟然完全崩塌, 仅在江寒二人所立之地, 留下一根高达万丈的巨大石柱。 如此巨大的灵山, 竟在他气势之下, 崩溃成了无数碎石, 轰隆隆的声音, 乍响在众人耳边, 顿时吓得他们面如土色。 就连山崩的烟尘, 也被这股气势压在地面, 无法腾起分喉。 而灵天宗的近十万弟子, 更是如坠石一般从天而落, 扑通一声杂跪在地上, 耳中嗡鸣, 口一鲜血, 经脉扭曲, 如要锻炼。 若是他想, 随时可以用微压将这十万弟子爆成血污。 纪玉禅同样面色一白, 心中惊骇不已, 雷青川怎会了这么大的突破? 这莽夫静静怎么这么快? 距离上次有静静才过了三百年, 他就又有突破, 之前就不是他的对手, 他眼下再次突破, 恐怕更难与之对抗。 此事误会, 本座也是无心而为, 雷宗主何必斤斤计较? 形势比人强, 他不得不略微低头退上半步。 误会, 雷青川嗤笑一声, 你一句误会就想把此事接过? 你什么意思? 纪玉禅有些愤怒, 这么多人看着呢, 这莽夫就非要追究这种小事, 不能给自己留点面子。 两颗极品到精。 两颗? 老比夫, 你怎么不去抢? 纪玉禅恨透了这老东西, 不愧是那孽障的师父, 果真是一脉相承, 一点小事, 他非要闹打。 我还真就抢了, 你给不给吧? 雷青川身上气势在长, 顿时有许多林天宗弟子扑通一声, 彻底趴在地上。 你个不要脸的老东西, 极品到精那么珍贵的东西, 他手中一共也就七颗, 这莽夫开口就是两颗。 纪玉禅恨得咬牙切齿, 只恨打不过这混账, 要不然非要把他当场砍死不可。 早知道刚才就不想着教训那个孽障了, 这下子人没教训到, 还赔了两颗鸡品到精出去。 啊, 气死我了。 纪玉禅呼吸急促, 双目喷火, 恶狠狠地瞪着姜寒, 都怪这个孽障。 好, 我给。 他抬手一挥, 旁边那个长老顿时会议, 取出两个玉和丢向雷青川。 玉和飞得极慢, 生怕用力太多惹得雷青川不快。 雷青川接到玉和, 脸色就是一尘, 有心想趁机说这长老不尊重人, 再敲诈他一把, 又怕做得太过, 惹得徒弟不喜。 罢了, 今天就这样吧。 他意犹未尽地掐起硬绝, 解开玉和上的静置, 转手丢给了姜寒。 很快, 剑连洞天也接收完毕, 林天宗已交出洞天核心, 并全部撤出洞天。 好了, 此件事了, 姜寒, 把小璇放过来。 纪玉禅冷着脸吩咐道, 若不是为了林玄, 他是真不想跟这个孽障说话。 文言, 姜寒眼中有黑芒一闪即逝, 嘴角勾起一抹温和的笑意, 礼貌回道, 稍等一下, 我先把战利品取走。 第307章, 多吃点, 吃饱了才有力气挨打。 战利品, 纪玉禅看了眼那两枚储物件, 心中又是一阵窝火, 搞了这么久, 什么都没得到不说, 还赔了那么多法宝资源出去。 林玄这个废物, 以前就不该那么惯着他, 搞得他现在被惯得不知天高地厚, 当初信誓旦旦地说绝对赢, 可现在呢? 要不是自己替他求情, 他都快被打死了。 废物, 全是废物。 姜寒抬手一招, 两枚储物戒便化作两道紫色灵光, 自半空掠过, 落在他的掌中。 接着, 他走向不远处的林玄, 眼底有黑线缓缓升起, 平静开口, 把你这个防御法宝交出来。 林玄此刻身受重伤, 连动一下都极为艰难, 心中对姜寒的恨意, 简直滔天, 恨不得把他包皮抽骨, 日日折磨。 但是这一会儿功夫, 就已经在心底, 把姜寒折磨死了一百遍。 可此刻听到姜寒的话, 他却仿佛见到了生还的希望一般, 急忙催动最后一丝灵力, 慌忙把胡天顿取出, 朝姜寒丢了过去。 好好, 给你, 都给你。 很好。 姜寒收起那道金色光球, 笑得越发温和。 还有呢? 说着, 他迈步朝林玄走去。 但眼下保命要紧, 可他刚想说话, 却忽然听到姜寒略带兴奋的声音。 算了, 我自己找。 声音刚在耳边响起, 一股钻心的疼痛便忽然自他左腿传来。 林玄原本有些迷蒙的思绪, 瞬间聚成一线, 比之前更甚的剧烈痛苦, 让他忍不住尖叫出声。 啊! 尖叫声极为刺耳, 林玄瞪大眼睛, 用力伸着脖梗朝自己左腿看去。 只见姜寒正蹲在他身侧, 双手泛着紫色电光, 按在他本就残破的骨肉之上, 一寸寸地往下按去。 啊! 如此画面, 差点把林玄吓晕过去。 姜寒他怎么能这样? 他怎么能这样? 自己都认输交出法宝了, 他怎么还要折磨他? 惨叫声在空空的废墟上空回荡, 吓得无数修士齐齐退后。 疯子! 这天雕榜榜首竟然是个疯子! 赢了还不够, 把对方打得那么惨, 还不罢休, 甚至还要当众羞辱折磨。 纪玉禅更是脑中一猛, 他看不懂, 姜寒到底在干什么? 东西都给他了, 他还想怎么样? 住手! 混账!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找一下他有没有藏宝贝。 姜寒说话之时, 面色平静, 眼中却升起一丝兴奋的黑色。 他等这一天太久了, 太久太久了。 自林玄上山之后, 他就不断给自己找麻烦, 不断出手, 栽赃诬陷自己。 可以说, 自己那些年所承受的痛苦, 有七成都是因他而起。 若不是他一直在一旁添油加醋, 那几个疯女人也不至于每天都盯着自己, 每天便招法地折磨自己。 前世, 自己就是因他而死, 死前更是承受了难以想象的痛苦。 夺我机缘, 断我修行路, 害我性命, 使我受尽折磨。 如此多的恶行, 每每想起, 便让人心生恶念。 如今, 他自己送上门来找死, 打不过了, 拍拍屁股就想走。 世间哪有这种好事? 走可以, 但怎么可能让他走得那么随便? 走得这么轻松, 自己曾经遭遇的那些痛苦, 今天一定要让他也感受一下。 而且, 现在还是在纪雨缠面前收拾他, 让他亲眼看着他最宠爱的弟子受尽折磨, 也未尝不是一件妙事。 若是让他因此道心崩溃, 那就更好了。 虽说一个废人再也难以祸害林天宗, 但万一纪雨缠他们愿牺牲自己, 替林玄重塑道心呢? 那不是也挺好。 想到此处, 他兴奋的身体隐隐发抖, 手上停了一下, 笑着对林玄说道, 不要担心, 我不会让你死的。 今天这只是开胃菜, 往后的日子, 可还尝着呢。 他语气平静, 可听在林玄耳中, 却仿如魔神低语一般, 化作一股凉气, 顺着脊椎骨嗖的一下直冲脑门。 那冰冷的寒气, 动得他身体颤抖。 这件人刚才说什么? 什么叫才刚开始? 让他赢了还不够吗? 他到底想干什么? 啊! 雷霆之力迅速冲入血肉之中, 疯狂跳动, 好似无数钢针齐根而入, 痛得林玄声音嘶哑, 舌唇剧烈颤抖, 恨不得当场死去。 钢针缓缓一动, 每到一处, 便是一种全新的感觉, 各种奇异的痛苦叠加之下, 让他眼前一黑, 竟然晕死过去。 惨叫声戛然而止, 将寒不满地皱起眉头, 他还没开始发力, 林玄怎么就晕过去了? 这种痛苦, 不及他曾经的万分之一。 陈莹片刻, 他在储物界中找了找, 取出一枚无品疗伤丹药, 为林玄吃下, 并用灵力助他化开药力。 很快, 林玄悠悠行转, 刚睁开眼就看见江寒 递到嘴边一颗丹药, 顿时吓得他身体一颤。 这是无品疗伤丹药添木丹, 可以助你快速恢复伤势, 快吃下去, 我帮你化开药力, 很快就能让这些伤势恢复。 林玄身躯的颤抖渐渐停下, 他不明白, 江寒刚才不是要搞死他吗? 怎么突然要帮他治伤? 可想来想去, 自己现在这模样, 完全就是砧板上的鱼肉。 只能任人宰割, 江寒应该不至于浪费无品丹药毒害自己。 他放下心来, 张口吞下丹药, 顿时便有一股温暖流转全身, 让他身上的痛感瞬间散去许多。 有效? 竟然真的是疗伤丹药。 林玄一喜, 虽然不知江寒为何这样, 可不用再受苦了, 总归是件好事。 来, 还有几颗一病吃了。 江寒又给他喂了几颗, 脸上笑得越发开心。 不要急, 慢慢吃, 我这里还有四十多香, 足够你吃上好几天的。 第308章, 这个疯子, 他就不怕被世人咽弃。 林玄文言再无疑惑, 张嘴便把丹药吞下。 看来是师父出手警告了, 要不然江寒绝对不会这么简单罢手。 这个欺软怕硬的贱人, 整天就会欺负我。 又不是我出手打你的, 有本事去找师姐他们啊。 不对, 这个贱人这会儿这么好说话啊, 自己是不是可以把方才丢到的法宝再回来。 林玄眼珠子刚转一圈, 耳畔忽然又听到江寒颇为欣慰的声音。 不错, 没想到你这么有觉悟, 差不多了, 还有八成地方没找, 我们继续吧。 什么觉悟? 继续什么? 林玄费力抬头看向江寒, 却只看到一双漆黑如魔晕的深邃眼眸。 这是什么? 不待他多想, 一道钻心剧痛再次袭来, 痛得他脑中一片空白。 啊呀! 这次的惨叫格外有力且绵长, 药力快速化作一道暖流, 在体内四处流转, 所过之处顿时起了一片麻痒, 那是药力时刻修复着他身体上的伤势, 一边是受伤的疼痛, 一边是治疗的麻痒, 又痛又痒的感觉, 简直让他生不如死。 眼泪如泉花花流下, 前所未有的痛苦让他完全绝望, 身体痛苦的扭曲翻滚, 哭着求饶。 啊, 你怎么还打? 饶命, 饶命啊! 饶了我? 我知道错了。 师兄, 饶了我, 饶了我啊! 疼痛贯穿十海, 让他的神志逐渐崩溃, 甚至不顾尊严放声求饶, 可江涵听到之后却只是轻笑, 当初他也没少求饶, 可他, 还有他们, 哪次饶过他了? 求饶有用的话, 他还报仇干什么? 惨叫声回荡在每一个人耳边, 如此惨烈的场景, 更是让不少天骄心生不忍, 他们有心上前劝说一二, 可一看到江涵疯狂的模样之后, 顿时让他们吸了这个心思, 谁也没想到, 天骄榜榜首的江涵, 竟然是这样一个疯子, 林天宗化神宗主都开口让他放人了, 他竟然还敢对林玄出手, 还下手这么狠, 若不是雷宗主护着他, 他怕是早就被撕成碎片了, 他做这么决, 就不怕和林天宗交恶, 惹得世人厌弃, 心中这般想着, 可却没人敢说出声来, 大家都是小门小派的, 吞了一口口水, 众人被惊醒之后, 齐齐往后退开, 特别是那些之前挑战过江涵的天骄, 此时恐惧之余, 忍不住在心中庆幸, 庆幸自己当初没惹他发疯, 要不然, 第一个被摧残的就是他们了, 陆境雪藏在人群中, 双手死死捂住嘴巴, 双目通红, 身体一抽一抽的, 却不敢发出一丝声音, 他心中的恐惧, 不比林玄少多少, 虽然现在被摧残的是林玄, 但谁也说不准, 下一个被这么摧残的, 会不会是他, 林玄现在的凄惨, 很可能就是他未来的样子, 这一刻, 他对墨丘霜的崇拜达到了顶点, 大师姐实在太有远见了, 果然, 只有他选的那条路才是对的, 他有心想要逃跑, 可又怕自己逃起来太过于显眼, 被江涵认出来当场羞辱, 高处, 纪宇禅脸色铁青, 墨涵冷芒, 死死瞪着江涵, 恨不得当场把他吃了, 他以前怎么没发现, 这家伙竟然是一个疯子, 一个凶残暴虐的疯子, 他怎么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这样欺辱林玄, 他就不怕惹得众怒, 被世人唾弃, 他就算不怕世人, 难道也不怕被他记恨, 混账, 混账, 他猛的一掌拍在桌面, 整张桌子顿时被拍成鸡粉, 江涵竟敢一次又一次, 一次又一次突破他的底线, 小玄到底怎么塌了, 他怎么一直抓着小玄不放, 他看着林玄凄惨的模样, 顿时一阵心疼, 小玄从小娇生惯养, 他怎么受得了这种痛苦啊, 可忽然间, 他眼中闪过一瞬灵光, 随后双目微眯, 现在这样, 不正是小玄所欠缺的磨练吗? 他从小被保护得太好, 自己又太过宠他, 以至于他现在心高气傲, 眼高手低, 目中无人, 没有一点大宗弟子应有的素养, 如今, 江涵当着无数修饰的面欺辱他, 倒是刚好替他磨练到心, 若他能从这件事中醒悟过来, 明悟自己曾经的傲慢, 从此以后尽心修炼, 倒也不失为一件好事。 而且, 对方如此羞辱他, 他必然心生恨意, 以此恨意时时鞭策, 定能让他日日苦修, 以待日后报仇雪恨。 果然, 有事必有得, 换一个角度看这件事, 顿时让人豁然开朗。 季玉禅心底怒气散去大半, 如此倒也不错, 反正江涵也只是想要折磨一下小玄, 顶多伤到肉身而已, 又死不了人, 算不得什么大事。 等小玄被打得差不多了, 自己再带他回去, 用灵物帮他恢复肉身, 想必他会更加感激自己。 如此这般, 倒刚好一举两得。 想到这里, 他紧绷的身体缓缓放松, 直到灵玄被气息再次衰弱不守, 他觉得差不多了之后, 这才猛的一声怒喝。 雷青川, 你看看, 你说的这是什么图点? 凶残诚性, 暴虐无常, 只是一个小小的鄙视, 他竟然这般欺辱对手, 似他这等无情无义的暴徒, 就不该存活于世。 继玉缠声音冰寒, 其内运着足以焚山主海的无尽怒火, 任谁听了都能感觉到他的愤怒。 雷青川闻言却是吃笑一声, 不过是晚辈之间交流一番罢了, 继宗主急什么, 切磋之时, 偶尔下手重一点, 那也是在所难免的, 我被修饰, 受点伤流点血算什么凶残, 回去养几天也就好了。 说是这么说, 其实他也有些被江寒惊到了, 平常看着挺正常一个孩子, 怎么发起疯来会这么疯狂。 不过, 林玄竟然能让他的乖徒地下这么重的手, 一定是做了什么不可原谅之事, 二人怕是有血海深仇。 之前那么多挑战者, 他也顶多打残而已, 若是没仇, 以他的性子绝对不会这般发疯。 既然有仇, 那就该打。 第309章, 对前辈要恭敬一点。 眼看林玄气息越来越弱, 快要被折磨死了, 雷青川倾咳一声, 传音提醒道, 好了, 差不多就行了, 先前已经答应了放他走, 现在若是弄死了反倒不好, 以后还有的是机会。 江涵手上动作一顿, 随后猛地用力按下。 啊, 林玄最后发出一声高昂的惨叫, 随后白眼一番, 彻底瘫倒在地。 哈哈, 哈哈, 江涵低头狂笑几声, 随后脑中响起砰的一声, 似乎有一道锯锤砸进魂魄深处, 让他身体漠然一僵。 漆黑如鸢的眼眸中, 亮起一道浅淡金光, 随后黑色便如潮水一般迅速退去。 江涵再次恢复了之前那面无表情的模样, 除了气息残留暴虐之外, 看不出有任何一样。 他低头看着躺在地上气息孱弱, 大口喘息的林玄, 迈步上前, 在对方惊恐的目光中, 抬脚踩在对方脸上, 把林玄头踩得偏向一旁。 他也不说话, 任由对方在脚下疯狂抽搐扭动, 却被他死死踩在脚下, 根本无法挣脱。 然后, 他偏头看了寄予禅一眼, 待看到对方眼中的愤怒之后, 这才满意低头, 对着林玄轻斥一声, 废物! 声音不大, 但却让林玄的挣扎默然一顿, 身体迅速软了下来, 像贪烂泥一样贪在地上。 江涵抬手一挥, 取出林玄体内的法宝, 随后, 他低下头, 面无表情地看向对方。 对于这群曾害死他的人, 他向来抱着最大的恶意, 对方就算再惨, 他也绝不会心软分毫。 那泥潭倒在地, 他们还会再上来踹上脊脚, 和他们比起来, 自己这又算得了什么? 既然决定了报仇, 自然就是要用尽手段, 让敌人感受最极致的痛苦。 眼下, 还只是开始, 他盯着林玄看了许久, 直看得对方心里发寒, 身体再次焕发活力, 抖如康筛, 欲要求饶之时, 他就又极为干脆的脚下用力一踏, 扑的一声, 把林玄头颅踩进地底, 自己则借着这鼓力到飞身而起, 江寒冷落寒霜, 目光阴冷, 直欲责人而逝, 江寒抬头, 平静地和他对视, 随后露齿一笑, 祭宗主有事, 无法无天, 你简直无法无天, 纪玉禅怒喝一声, 随后抬手挥出一道灵光, 卷着林玄飞回战舟之内, 别怪我没提醒过你, 刚急一舍, 你现在这般不知天高地厚, 早晚有一天会吃大亏, 他深吸口气, 努力让自己保持冷静, 哦, 那要是刚到折不动吗? 江寒好奇反问, 纪玉禅闻言一致, 怒道, 混账, 你怎么跟我说话的? 埃及宗主跟小辈生什么气? 雷青川听到江寒对纪玉禅, 一时心情大好, 佯装不悦地说道, 你也是的, 对前辈要尊敬一点, 不要总是对人家, 是, 师父, 江寒低头应试, 看着这一唱一和的师徒二人, 纪玉禅差点被气死, 心中的怒火轰得一下腾起老高, 气得他用力一甩袖子, 启动站舟瞬息远去, 再在这鬼地方待下去, 他真怕自己被气到吐血, 随着灵玉的退场, 这场天交榜榜首挑战赛正式结束, 可无数前来观战的修士, 却像是被掐住了脖子的攻击一般, 伸长了脖子, 看着上方的惨剧, 张大嘴巴却是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众人站在极远处, 全程目睹了中央高台之上, 灵玉被虐待的完整一幕, 如此残忍的事情, 顿时让众人心情极为复杂, 或惊骇惧怕, 或目瞪口呆, 或激动兴奋, 此刻, 他们看到做出一副温和听话模样的江涵, 心底顿生一股寒气, 早在灵玉被强势击败之时, 他们就感觉有些难以置信, 如今更是亲眼目睹了一场虐杀, 更是对他们的世界造成了极大的冲击, 特别是灵天宗宗主亲自开口, 让江涵刘灵玉一命, 更是拿出高阶洞天和极品道经作为交换, 可他在收了别人东西之后, 竟然还敢当着对方宗主的面出手凌辱, 简直是胆大包天, 若是换了他们上去, 恐怕早就恭恭敬敬地放铃玉走了, 如此强大且疯狂暴虐的天骄榜榜首, 眼下却又一副人畜无害的模样, 简直让人打心底里感到畏惧, 在全场所有人的注视下, 那位疯狂的榜首面带微笑, 在场中扫射了一圈, 目光所及之处, 所有人顿时心中一颤, 慌忙低下头去, 认认真真地数着脚下石子, 丝毫不敢和对方有任何视线交集, 直到眼角余光瞥见对方登上战船之后, 众人这才在心中悄然松了口气, 陆敬雪依然藏在人群中, 装作一个普通的结单气弟子, 脸稀数疯狂运转, 连头都不敢抬一下, 生怕被对方发现自己, 此战开始之前, 他还曾大言不惭地想要趁江涵成长起来之前, 把他扼杀在摇篮里, 可这会儿, 他只想离他远远的, 就连大师姐的方法, 他也不想尝试了, 江涵完全就是一个疯子, 什么柔性对策, 什么感情牌, 他连师父都敢应对, 这些东西有个屁用, 若是他们抱着这种心态去找他, 绝对会被这个疯子百般羞辱, 最后不但丢了面子, 还极有可能被暴揍一顿, 怪不得大师姐他们一直都没成功, 这要是能成功才有鬼了, 陆敬雪看着江涵乘坐战船迅速远去, 不由攥紧了拳头, 从今以后再也不能和江涵见面了, 他反正问心无愧, 教育师弟, 天经地义, 无非是手段过激了一点, 想必他也不会太过记恨的, 自己找个地方闭关突破就好, 等他飞升了, 自己再露面就好, 倘若大师姐他们真的成功了, 自己再去试试也不迟, 等到江涵的战船化作流光瞬息远去, 众人再也憋不住, 各种惊呼声犹如山崩之势, 轰得一下炸了开来, 卧槽, 疯了吧, 这次的天交榜榜首, 竟然这么变态, 我倒是觉得他挺有个性, 想做什么就去做, 根本不在乎别人怎么看, 这等心境, 着实强大, 废话, 那可是能引动天地意向的天交榜榜首, 他要是和普通天交一样, 他还怎么做这个榜首, 确实如此, 真正的强者总会有些特殊的癖好, 众修士议论纷纷, 声音直震久消, 就连那些原因修士也被害到有些失神, 天赋好也就罢了, 他竟然连心境也如此强大,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欺辱对手, 竟然丝毫不怕世人的看法, 随心所欲, 肆意妄为, 丝毫不被他人所左右, 如此坚定的心境, 再加上有极品到金香柱, 想必要不了多久, 就能晋级原音, 紫霄建宗也不知是走了什么大运, 明明已经落魄了近千年, 怎地突然收到了江涵这等天资绝品的弟子, 第310章 天间秘术 灭新周内, 一群女修奉上灵茶之后, 恭敬立于一旁, 不时偷眼打亮江涵一眼, 却再也没了先前的随意自然, 他们之前只知道江涵很强, 天骄榜榜首, 那可是扬明天下的最强天骄, 可直到今天, 他们才知道, 那个之前被他们调戏的天骄榜榜首, 到底是一个多么强大的存在, 现在, 就算江涵站在他们面前让他们调戏, 他们也不敢再放肆了, 做得不错, 你这一战彻底打出了剑修狂傲的气势, 要不了多久, 此战结果便会传遍天下, 雷青川抿了一口灵茶, 只觉今日的茶水格外顺口, 不过转眼, 他就看到苏晓晓在大嚼茶叶, 不由嘴角一抽, 侧身不再看他, 转而向江涵说道, 我关你今日之战, 虽然攻势灵力, 威力极强, 可攻击之时, 威力却有些不如人意, 江涵文言略一思索, 好像, 确实如此, 他斗法之时, 剑意, 寂灭神雷, 还有碎天静, 三者皆是威力极强的手段, 但对敌之时, 却总觉得不够尽性, 每次攻击, 好似都没有发挥出原本应有的威力, 虽说凭自身强大的实力, 已足可碾压同间, 但若对上那些抵运深厚, 法宝强大的修饰, 终归是有些疲弱, 还请师父解惑, 雷青川略一点头, 说到底, 还是因为你修行时太短, 静静虽快, 但抵运终究不足, 眼下你修为虽高, 但对敌之时, 攻击手法太过粗糙, 多以自身灵力或雷霆直接对敌, 攻击之时, 威力太过分散, 实陈威力, 途中便能散去小半, 最终只能发挥出三五成威力来, 原来如此, 江汉了然点头, 怪不得总是感觉不对劲, 原来是手法不对, 还是因为斗法的机会太少了, 经验不足, 经过此战之后, 以后斗法的机会估计会更少, 想要提升更是难上加难, 还请师父解惑, 他求教导, 雷青川略意沉吟, 开口道, 此事不难, 只需参悟几门秘书, 以秘书独有的操作之法对敌, 便可让威力有极大增强, 宗内传承至今, 收录有秘书无数, 其中单是天间秘书, 便有七万五千余种, 天间秘书都在传宫殿第五层, 你去挑上几门秘书, 只需修炼至小城境界, 便足够你目前所用, 传宫殿, 第五层, 这一层, 唯有长老及原因期以上的清传弟子, 才可进入, 但江涵身份特殊, 在宗门地位极高, 再加上宗主早有交代, 自是可以随意出入此地, 五颜六色的光团, 密密麻麻的悬浮在半空, 一眼看去, 怕是不下数万, 只需神势一处, 便能得知每个光团内的法术名称, 和简单介绍, 江涵手中拿着一团血红光团, 神势探入其中, 看着功法介绍, 天阶八品秘书, 玄天震煞绝, 血煞之气越浓, 则威压越强, 竟然是天阶八品的秘书, 这在宗内, 可是需要花费最少三十万贡献点, 才能参悟的, 三十万贡献点, 若是换成零食, 价值近七百万上品零食, 就这, 也已经算是宗内给弟子的福利了, 这等秘书, 若是放在外界, 可称无价, 但这么珍贵的东西, 他却可以免费参悟, 而且, 据传宫殿长老所言, 他可以任意选择任何秘书功法, 无需贡献值, 也没有数量限制, 这就是加入宗门的好处, 一是有师父指点修行, 可以少走许多弯路, 就比如这次, 若不是师父提醒, 估计自己要过许久之后, 才能弄明白这个问题, 二就是这些功法资源了, 别看此地功法秘书不计其数, 但这可是紫霄建宗数十万年, 无数前辈的积累, 不说天阶功法, 就连普通地阶, 甚至玄阶功法, 随便流落出去一本, 都能引得无数修士, 不顾性命的出手争夺, 他在集市售卖灵果时, 就曾听叶大哥说起过, 除了只能修炼到 筑基大圆满的 基础功法练弃绝以外, 基本没有多少功法流落在外, 就连能修炼到 捷丹大圆满的玄阶功法, 也只有机缘巧合之下才能得到, 功法都少见, 就更不用说什么秘书了, 任何一本黄阶秘书, 那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宝物, 但在紫霄建宗, 不但有可以修炼到 华神大圆满的 天阶九品功法紫霄建绝, 还有无数秘书工他随意修炼, 这也是他重生之后, 执意要加入大宗门的原因, 在这个世界, 各种资源都被大宗占据, 散修很难有活路的, 便如近万年来, 此阶飞升者七十余人, 散修却仅有六人渡劫飞升, 宁练血煞之气的法术, 倒也不错, 剑灵适时跑出来刷一下存在感, 此术虽然品阶略低, 但正适合你现在使用, 不过积攒血煞之气, 需要不少杀戮才可, 此术短时间内怕是难以修制圆满, 这倒也是, 江涵赞同点头, 他本就不喜杀戮, 此术在他手里着实有些蒙尘, 除非有什么变故发生, 否则, 他怕是很难将此竹修制圆满, 虽然修到圆满略有难度, 但此术震慑敌方心神倒是不错, 剑灵有些兴奋, 你想想啊, 正在与同阶对战之时, 你趴得来一个原因气的威亚, 直接让对手跪下受死, 那场面, 才符合你现在的身份, 嗯? 江涵眼眸一眯, 嘴角缓缓上扬, 好像确实不错, 第311章, 精不精血, 话落, 他取出腰牌, 解开光团静置, 用玉剪将秘术刻录进去后收起, 身法有苍云身法足矣, 防御有封天凯, 加上肉身的防御之力, 足够目前所用, 只需找几种攻击秘术, 江涵神石放开, 自四周光团上缓缓扫过, 雷分身秘术, 虽然被他结合紫霄剑决中的雷云竹, 融合出了凝聚雷龙分身的手段, 但雷龙分身威力太过分散, 遇到高阶敌人, 作用已经越来越小, 目前, 他最需要的, 就是剑刀秘术和雷道秘术中的大威力秘术, 这次战斗, 再加上师父的指点, 让他深深明白了自身的不足, 这次只是打一个有天阶法保护身的废物而已, 自己就打得这么艰难, 若是日后再遇到有更高阶法保护身的天骄, 那岂不是只能和对方斗个平手, 对现在的他来说, 平手就是输, 他要赢, 绝不能输, 身为天骄榜首, 他现在更多代表着剑宗的脸面, 现在所有人都认为他是同阶无敌的, 但他自己明白, 如今的无敌, 只是依靠寂灭神雷, 吞噬意境, 剑意, 还有那道传承带给他的, 可这个世界这么大, 说不准就有另一个人, 同样拥有这些机缘, 甚至有可能比他更强, 他若想一直保持同阶无敌, 只能让自己不断变强, 让自己拥有足以碾压同阶的实力, 他未来的敌人可是很强的, 若是没有碾压一切的实力, 他很难得偿所愿, 更何况, 身具宝山却不能完美发挥出来, 也实在太过可惜, 天阶七品秘术, 破空剑, 剧剑易于剑身, 一击可发挥出八成威力, 天阶七品秘术, 天雷怒, 以自身雷霆形成伪天阶之雷伐, 可让雷霆之力获得一丝天威加持, 一击可发挥出八成威力, 这两个倒是不错, 按师父的说法, 我自身使出的攻击, 最多只能发挥出原本五成的威力, 有了这两种秘术加持, 可再增三成威力, 想必就算遇到那些底蕴身后的原音初七高手, 也有了一战之力, 而且这个天雷怒和雷云竹类似, 未来可以尝试着和雷龙结合一下, 休息秘术需要耗费极大精力, 他的悟性虽好, 也需要几天时间慢慢领悟, 等这两种秘术休息完成, 再去研究其他也不迟, 将这秘术刻录经遇见, 江涵转身向殿外走去, 秘术有了, 接下来就该回去修炼了, 他表情略有犹豫, 罢了, 还是去雷池吧, 那里清静些, 不知为何, 师父突然给他安排了百余名结单妻女修, 负责日常琐事, 虽然他也不反感吧, 但他们实在太过热情, 着实让他有些不太习惯, 与此同时, 阴阳宗内, 闭关粤鱼的秦梦河, 终于在今日走出了洞府, 这吸引竹果真与我极为契合, 虽然是地阶三品的高阶功法, 但我只用了粤鱼时间, 就修炼成了第一层, 最多只需一年时间, 我定能将其修炼到第三层小城境界, 那时, 就是我报仇血恨之时, 当初江涵对他造成的伤害, 他一直不曾忘记, 他这次闭关修炼引踪匿迹之术, 为的就是一血前耻, 到时候要怎么教训他好呢? 怎么说也是一个天才, 若是简单羞辱, 实在太过无趣, 他走到院内玉桌旁坐下, 玉桌上有青、蓝、金、紫四枚玉碱, 还有杂役弟子, 每日准备的新鲜灵茶, 他到了杯灵茶抿了一口, 随后食指轻点桌面, 一道灵力在桌面铺开, 四枚玉碱自桌面飞起, 按顺序寻在他面前, 这是他闭关期间修仙界发生的事件记录, 每隔十二日都会有人整理收入, 客入玉柬送到这些核心弟子洞府, 供他们了解事实, 这一个多月怎么发生了这么多事? 竟然连金色玉柬和紫色玉柬都出来了, 金色玉柬已是足以传遍天下的事件了, 紫色玉柬更是能让天下震动的大事, 不过他习惯把金喜留在后面, 所以先拿起了第一枚青色玉柬, 七凤城竟然有妖族圣子出没, 妖族怎么又开始发神经了? 他们竟然还赶出来蹦打, 看来要不了多久, 即使材料又该降价了, 要不要把手里这些材料提前卖了? 第一枚青色玉柬退开, 第二枚蓝色玉柬靠前被他捏住, 林天宗林玄十五连胜和叶秋云一战, 胜,位列天交榜第二, 秦梦河愣了一下, 这个信息量有点大, 得让他捋捋, 林玄是谁? 以前怎么没听过? 他怎么就赢了叶秋云? 还有, 他赢了叶秋云, 不该是第一吗? 怎么成了第二了? 那第一是谁? 这时, 第三枚金色玉柬飘上前来, 天交榜榜单排名, 第一名, 紫霄建宗, 江涵。 秦梦河故意一蹴, 怀疑是不是自己看错了? 紫霄建宗江涵, 是自己认识的那个江涵吗? 他不是结单中期吗? 难道, 只是同名同姓? 他犹豫着放下玉柬, 等到神殿触及第四枚紫色玉柬之后, 顿时忍不住怪叫一声。 啊, 怎么会是他? 紫色玉柬内记录的正是江涵和凌旋一战的详细情况, 里面甚至还有一幅画像, 正是江涵踩在凌旋头顶, 冷眼寒煞的模样。 这, 江涵真成了天交榜榜首? 直到此刻, 他还是觉得难以置信, 当初被他们伏击之时, 对方也没多强啊, 无非是靠着那个雷霆和剑翼凑巧破了他的意境罢了。 可就他那等实力, 天交榜榜首? 开什么玩笑? 他脸上表情明灭不定, 虽然不想承认, 可这份战报与天交榜排名, 绝对做不得假。 江涵定然是真的成为了天交榜首, 但如此一来, 他岂不是就成了对方强者之路上的一颗垫脚石了? 他这种天才, 从来都是把别人当垫脚石, 何曾受过如此欺齿大辱? 但对方现在这么强, 他还怎么洗刷耻辱? 以他现在的实力, 有极大可能不是江涵的对手。 他怎么就成了榜首? 这才几天啊? 他就结单大圆满了? 秦梦和感觉天都要塌了, 他好不容易修炼了一门秘书, 正准备去找江涵一雪前耻, 谁知人家连破两个小境界, 还成了同阶无敌的榜首。 而他, 现在已经掉到第十名了, 这还怎么打? 第312章, 让他身败名裂, 我那天可是消耗了一块小挪移令才逃的, 难道就只能这么认责? 秦梦和神色阴沉, 正在此时, 他的传音欲捡忽然一动, 一道温和的声音从中传了出来。 秦师妹, 为兄近日准备出门寻找机缘, 师妹可愿同去。 梁师兄? 秦梦和心中一动。 梁道川可是原因初期巅峰的强者, 虽然五大宗之间, 高阶修士不能对低阶弟子随意出手, 但他把江涵浇逆一顿初出气, 只要不伤及根基, 应该也没什么大事。 而且, 蒋师兄一直对他有些特殊想法, 自己若是找他帮忙, 他应该不会拒绝。 虽然可能会有风险, 但自己这口恶气不出, 怕是会憋屈死, 以后还怎么修炼? 想到这里, 秦梦和连忙起身朝梁道川的洞府飞去。 江涵啊江涵, 天骄榜首又怎样? 遇到原因初期中的强者, 照样得跪下受辱。 杰丹和原因之间的鸿沟, 可不是那么好跨过的, 那些有斩杀原因初期记录的天骄, 哪个不是一身法宝进出, 消耗了极大代价, 才勉强杀敌的? 更别说是原因初期巅峰的强者了, 那根本不是一个杰丹期可以立敌的, 恐怕只是放出威压, 就能让对方经脉破裂。 很快, 二人相见, 带秦梦和说明来意之后, 梁道川顿时面入愤慨, 碰得一掌拍在桌上。 这个小辈, 竟敢欺负到秦师妹的头上, 真当我们阴阳宗是好欺负的。 他怒声道, 小和, 你就是脾气太好了, 人家都这般羞辱你了, 你也不知道打回去。 哦, 我也没想到他会突然变得这么强, 秦梦和委屈地说道, 他也想打呀, 那不是打不过吗? 原本想着修炼一门秘书, 再去报仇的, 谁知道他秘书还没小成, 对方就连破两个小境界。 要是再拖下去, 说不定对方过段时间就原因了, 那就更没机会报仇了。 哎, 你就是太心善。 梁道川眼中浮现一丝得意, 缓缓说道, 也罢, 此子欺人太甚, 我便替紫萧建宗好好教教他。 什么叫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天交榜榜首, 他也只能在杰单七成城威风罢了, 遇到我, 便是榜首, 也得跪下求饶。 他曾经也是天交榜前十的天交, 自然深知天交榜前十的实力, 榜首他也不是没有挑战过, 曾经也只是西败一招罢了。 如今, 他也是原因初期巅峰的高手, 就连普通原因遇到他, 也只会被他轻松击杀, 更别说区区一个杰单七榜首了。 秦梦和文言眼中大亮, 随后脸上却是疑暗。 多谢师兄, 不过江涵实力极强, 恐怕能威胁到原因初期, 我们还是要小心一点为妙。 梁道川文言却是一白手, 面露不屑。 我在刘影珠上看过他二人的斗法, 江涵实力确实不弱, 可他攻击之时毫无章法, 就连一个无人操纵的防御法宝都无法攻破。 想来还是修行日短, 一心只知提升境界, 却不知修炼秘书, 以我看来, 只需一招便能让他跪地求饶。 原来如此, 秦梦和脸色兴奋, 随后又是担忧道, 可若他喜得了秘书, 师妹不必多虑。 梁道川笑道, 修炼秘书岂是一招一息可成的? 若是没有三五月, 乃至数年时光, 怕是连入门都做不到。 师兄此言甚适, 如此, 小妹先谢过梁师兄了, 秦梦和行礼拜谢。 梁道川极为受用, 故作丰范地摆了摆手, 何须与我客解, 你我两家向来交好, 此事又算不得什么。 不过, 你可想好怎么教训他了? 毕竟同为五宗核心弟子, 这次没有宗门善后, 一说起这个秦梦和顿时面露红光, 兴奋说道, 我早就想好了, 这次无需下重手, 只需羞辱他一番就可。 我去准备数万枚流影珠, 把江涵被我们羞辱的画面记录下来, 发放到每一座城池之内。 我要让他的狼狈传遍天下, 到那时, 所有人都将知道, 江涵是何等的不堪, 为了活着, 向敌人卑躬屈膝, 不要脸面地跪下求饶。 我要他在整个修仙界, 身败名裂。 这, 会不会太狠了? 梁道川有些担心, 若是因此惹恼了紫霄建宗, 那他必然会被紫霄建宗的原因期建修钉死, 只要露面就会被追着砍, 以后他就别想出山了。 师兄放心, 我自有分寸, 到时, 以幻术控制散修前去传播, 紫霄建宗绝对查不到我们头上。 秦梦和兄友成竹, 如此, 我也就放心了。 不过, 听闻江涵战后一直在宗内闭关, 若想对他出手, 恐怕不易。 师兄莫非忘了, 他如今刚刚晋级结丹大圆满, 有一个地方是他必须要去的, 那里就是我们动手的最好时机。 哪里? 梁道川一愣, 秦梦和德意一笑, 梧桐山, 凤须宫, 紫霄建宗, 雷池呢? 不愧是天阶七品八品的秘术, 果然很复杂, 足足花费了五天时间, 才将这三门秘术修炼到小城境界。 江涵轻叹一声, 运功收气, 便在这时, 忽有一道紫色流光, 自远处极速掠来, 穿过层层紫色雷霆, 漠然停在江涵上空, 不露丝毫气息。 紫光速度极快, 却也停得极稳, 一动一镜间, 看着极为诡异。 江涵抬眼看去, 伸手一招, 紫光便缓缓落下, 光芒也在下落之时渐渐散去, 露出了里面一个一尺剑方的紫玉托盘。 托盘上方, 循着两个物件, 一块青色玉剑, 还有一块散着彩光的菱形金石。 这是什么? 江涵拿起菱形菱石看了一眼, 却又疑惑放下, 转而拿起预剑。 神念叹入一看, 便历世惊呼出声, 剑连洞天的世界核心。 师父竟然直接把剑连洞天的核心给他了。 紫霄建宗只安排执事弟子协助管理, 剑连洞天内所有产出都归他所有。 第313章, 乃来的结云, 若是不愿麻烦, 也可将所有产出换作等价贡献值, 直接送到他手上。 这本就是要交给宗门的, 师父怎么又把他给我了? 这可是一座高阶洞天啊, 其内资源不知有多少, 想来供养三五个中等宗门, 定然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 宗门本就供应他修行资源无限使用, 他要这洞天内产出的资源根本无用, 师父还把这洞天给他干嘛。 这么客气干嘛, 给你就收着呗。 剑林凭空出现, 拿起那枚世界核心左右看了看。 你对紫霄建宗产生的作用, 可比一个高阶洞天大多了。 来, 神念探入核心, 在内部留下一道印记即可。 江涵一言照做, 然后疑惑问道, 怎么什么变化都没有? 这只是初步练化, 算是有了一个开门的钥匙, 等你哪天进入洞天, 彻底练化核心, 才能发现此物的妙处。 就在这时, 又是一道紫色流光, 急速破空飞来。 江涵抬手招来一看, 里面是一枚紫色玉剑, 打开之后, 里面只有一句话。 修炼完秘书之后, 来执事堂一堂。 是执事堂的李长老, 他找我有什么事? 他疑惑自语一声, 随后收起吞噬意境, 化作顿光, 瞬息便到了执事堂内。 执事堂独占一封, 其内更是用了空间阵法。 就这, 执事堂内还是挤满了各封弟子。 江涵刚一露面, 便被旁边弟子认出来, 父亲顿时想起一道道惊呼, 随后又立刻安静下来。 父亲弟子, 皆是尊敬又紧张地对着他威仪行礼, 便停在远处, 却是没人再敢随便靠近。 江涵见状也不在意, 前些天他那般疯狂的模样, 确实有可能把人吓到, 他们如此紧张倒也正常。 他扫尸一圈, 没看到李长老身影, 便抬步往二楼办公区走去。 所过之处, 所有弟子进阶让到一旁, 硬是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 给他腾出了一条仗余宽的路来。 到了二楼, 在李长老的办公房间内找到了他, 一见面, 他就开门见山。 李长老, 不知找我何事? 咦? 你怎么现在就来了? 李长老颇为诧异, 他可是听说, 江涵三天前才刚选了两门天阶七品的秘书, 所以特意说让江涵修炼完了再来, 却没想到, 他消息刚发出去, 对方竟然直接过来了。 不过他很快反应过来, 连忙说道, 也没什么大事, 就是宗主先前交代, 给你办了去往凤须宫历练的通行令牌。 他取出一块刻着紫霄神剑的火红令牌递给江涵。 另外, 还给你安排了三个同样心境结丹大圆满的弟子, 你若是同意和他们一起去的话, 我就叫他们过来见一面。 不用了, 我自己去就可以。 江涵摇头拒绝, 他若出门历练, 时不时就会遇到刺杀, 若是带着他们, 说不定只会害了他们。 不过这凤须宫是什么? 他怎么没听说过? 这样想着, 他便直接问了出来, 李长老, 这凤须宫是什么地方? 凤须宫乃是曾经圣极一世的妖族宗门, 其老祖据说是一只上界火凤, 只是不知真假。 李长老说道, 而且早在百万年前, 其宗门便已覆灭, 山门所在之地, 则化为了一处洞天伏地, 其内虽已残破, 但还有着不少机缘存在。 其中最重要的, 便是凤须宫独有的夜火红莲, 此宝可在修士渡元英雷劫时, 助其燃尽杂念, 谨守本心, 且有极大几率, 可凭此凝聚出品级更高的道心青莲。 但此物极为特殊, 被修士接触之后, 便会化作火莲映入星湖之内, 无法在外界停留。 所以, 五大宗内修士在结丹大圆满时, 都会去凤须宫碰碰运气。 原来如此, 江涵点头, 他前世竟然未听说过此地。 李长老犹豫片刻, 还是提醒道, 凤须宫内除了五宗修士之外, 还有妖族的天骄在里面寻求机缘, 而且里面不经争斗, 时常有弟子死伤。 所以, 你最好多闭关几天, 把秘书修炼到第一层之后再去比较好。 江涵现在可是紫霄剑宗的宝贝, 虽然实力很强, 但那些妖族都有很强的天赋神通。 而且, 能活到现在还没被灭族的妖族, 大多有底牌在身, 天赋神通都不弱, 丝毫不能大意。 所以他才想着提醒对方一下, 有三种天洁高品秘书在身, 就算只是修炼到第一层, 那也足够应对那些洁丹气的妖族天赋神通了。 可江涵文言却是有些不解。 第一层? 哪来的第一层? 他已经将三种秘书都修炼到小城境界了呀。 他由于片刻, 还是老老实实说道, 多谢李长老提醒, 不过, 我直接去就可以了, 我秘书已经修炼到小城境界了。 小城境界? 李长老一惊, 他知道江涵天赋高, 可天阶秘书极难修炼, 便是天纵之才, 也要花费十余年时间, 才能将一门天阶秘书修炼到小城境界。 那可是三门秘书啊, 对方才修炼五天时间, 五天, 怕是连秘书的内容都没读完呢吧。 怎么这叫小城了? 李长老觉得此事太过不可思议, 明显有些不敢相信。 果真小城了? 要不, 你施展天雷怒让我看看。 他犹疑着说道, 正好我也曾将天雷怒修炼到小城境界, 若是你有哪里修炼的不对, 我也可指点一二。 江涵等他说完, 心知对方不幸, 轻叹一声, 只得调动体内灵力, 按照天雷怒的运转方法开始运转。 煞时间, 一股狂暴的雷霆之力自他体内倾泻而出, 紫色雷霆瞬间填满整个屋子, 仿佛将此地化作了一处雷池境地。 好浓郁的雷霆之力, 果真已经将天雷怒练到第一层了。 李长老略有惊讶, 寻常弟子, 若想练成天雷怒第一层, 少说也要三五个月的时间, 天资稍差者, 便是修炼一两年才入门, 也极有可能。 江涵不愧是绝品资质, 只用了五天时间就将天雷怒修炼到了第一层, 果真是厉害。 若是如此, 倒也确实可以去奉虚宫了。 但第一层和小城, 还是有些差距的。 就在这时, 窗外忽然按了下来, 李长老抬头看去, 却见空中竟在片刻间凝聚了一团黑色结云。 第314章 什么天雷怒命说? 这明明就是雷解。 结云层层叠叠, 自天边滚滚而来, 很快就将方圆百里的天空尽数笼罩, 天地寝刻间变得一片黑暗。 结云之内, 有紫红色雷霆轰隆乍响, 待结云凝聚之后, 更有一股黄黄天威从天而降, 在直视堂上方凝聚成了一个十里方圆的结云之眼, 直接将整个直视堂笼罩在内。 好压抑的气息, 好恐怖的气势。 这是原因雷结? 有人要度原因雷结了? 不对劲, 这结云威力好像要弱上一些, 不像是原因雷结, 而且里面也没有到心雷的气息。 弟子们顿时喧闹起来, 对着结云惊呼之后, 便四处观望, 又要寻找杜结之人。 片刻之后, 直视堂防御阵法激活, 一片青色光盾升起, 将直视堂笼罩在内。 咦? 到底是谁在杜结啊? 直视堂内, 没有发现杜结之人。 李长老站在窗边疑惑自语, 姜涵走到他身旁站定, 看着头顶的结云之眼, 轻声道, 当然没有杜结之人, 因为这不过是我施展的天阶七品秘书, 天雷怒。 轰动! 随着他话音落下, 一道结雷从天而降, 划破漆黑的天空, 其上带着毁灭一切的力量, 瞬间披在广场外围的一颗阵法, 击石之上。 足有十丈高的巨大石块, 轰的一声炸成无数黑灰, 顺着狂风迅速消散无踪, 只在原地留下一个方圆三百余丈的巨大深坑。 你说什么? 李长老豁然转头看向江涵。 他顿时目瞪口呆, 看看江涵, 又看看还在结雲中跳动的劫雷, 眼中竟是难以置信之色。 惶惶天雷降临世间, 结雲之眼俯视众生。 更何况, 结雲内的劫雷气息, 一眼就能认出来。 那股毁灭的气息中, 虽然少了些生机之力, 但必然是劫雷无疑。 你见过谁家天雷怒是这样的? 更何况, 正经的天雷怒, 能借来一丝天雷就足够称得上是天才了。 甚至有些人直到大成境界, 才能使劫云中寄来一丝极细小的天威。 可江涵才小成境界, 他的劫云中所带的天威, 竟然比那些大圆满的天雷怒中的天威还要多。 若是遇到不知道情况的, 就如下方众多弟子那般, 就算直说这是真的原因雷结, 也定然无人怀疑。 更何况, 对方明明在五天前才刚开始修炼天雷怒, 按说, 就算天资再好, 也要花上月余时间才能修炼到小成境界吧。 倘若只是修炼到第一层, 他也能赞一声不愧是绝品资质。 可他竟然只用了五天时间, 就将一门天街七品秘术, 修炼到了小成境界。 这是否有些过于离谱了? 可正当他惊诧不解, 难以置信之时, 却见江涵随意一挥手, 空中的节云瞬息散去, 阳光再次洒满大地。 直到此刻, 他再无任何怀疑。 江涵真的已经将天雷怒修炼到小成境界了。 李长老艰难接受这个事实, 可很快, 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他的天雷怒, 威力怎么那么强? 那块石头可是广场镇法的镇基石, 虽说不是特别强大材料吧, 但那块石头可是这儿八斤的地阶品质。 就算放在那让杰丹大员满随便打, 他也得用个两三百招才能回去吧。 可江涵只用了一道雷霆披下, 就将地阶材料披成了飞灰。 别人的天雷怒, 就算修炼到小成境界, 那也只是仿雷杰之力。 虽说带了一丝天威, 可也不能强得这么离谱吧? 这已经超越秘书的范畴了。 难不成, 他引来的当真是原因雷洁。 李长老若是没其他事, 我便先走了。 江涵说完, 见李长老没什么反应, 还以为对方在思考什么重要的事, 于是也没再打扰, 转身便走。 等一下, 李长老忽然反应过来, 犹如看怪物一样看向江涵。 江涵脚下一顿, 回身看他。 这是各个妖族的天赋介绍, 一路上看一眼, 有个大致了解。 还有, 这是一些破障解读的灵丹和破阵钉, 你拿去用。 他取出一块玉剪和一个储物带地来。 多谢李长老。 江涵道谢后离去。 直到对方的背影消失, 李长老才回过神来, 愣愣叹道, 直至亲眼所见, 才知绝品资质到底有多么恐怖啊。 据说林韵山那位圣女, 当初修炼了一门天洁无品秘书, 只花了三个月的时间, 便将其修炼到小城境界。 就这, 已是足以令人惊叹的速度了。 他原先以为, 绝品天赋也只是比上上等更强一些罢了, 修炼到小城, 怎么也得一两个月。 可现在看来, 这强的何止是一点半点, 简直是百倍千倍的差距。 江涵莫不是根本不需要参悟, 只需看一眼, 就知道怎么修炼了。 再随便运转两次, 就直接小城了。 那他干嘛不多运转几圈, 直接修到大圆满得了。 他原先还准备指点对方一二的, 可现在看来, 恐怕过不了多久, 对方就能对他指点一二了。 原来这就是天阶七品秘书的作用, 消耗同样的灵力, 却发挥出了近十倍的威力。 江涵站在高空, 看了一眼那个巨坑, 心中略有疑惑。 难道功法介绍上说的发挥八成威力, 是指威力翻八倍不成? 如此强的威力, 虽说在某些方面, 还比不得真正的原因雷结, 可单说雷霆威力, 就足以对原因初期造成巨大伤害。 细细感之下, 每一道雷霆都有了原因初期权力一击的威力, 比他之前的雷龙强了数十倍。 而且, 劫雷数量众多, 虽说每一击都要耗费他一成灵力, 但在他灵力无限的情况下, 却可以一直劈个不停。 不说杰丹七, 便是原因初期被劈上一下, 也绝对会受伤。 而且, 在无尽劫雷的攻击, 就算对方有高阶法宝在手, 以天雷怒之威, 也足以对敌方造成巨大伤害。 如今的他, 已经有了可以无视到原因初期的实力。 第315章, 开门, 送零食的。 和师父师姐道别之后, 又补足了苏小小的唐葫芦, 江涵便乘坐传送镇, 赶往巨子肖建宗两千万里外的梧桐山。 随着传送镇的白光闪过, 江涵离宗的消息迅速向各方传去, 转眼间传遍整个修仙界, 各个中高级宗门, 许多心思各异的修饰, 立刻动身, 用尽手段赶在他前面, 往梧桐山聚集而去。 待白光散去, 江涵已到了一处城镇之内。 此处传送广场已被镇法围起, 所有人不可入内。 没有多余的话, 江涵现身之后, 立刻在当地执事弟子指引下, 走入另一处传送镇内。 如此经过数次传送之后, 才终于到了距梧桐山一百八十万里之外的七凤城。 七凤城传送广场格外热闹, 近千座传送镇闪个不停, 无数修士从传送镇内不断走出。 梧桐山身处满腰山脉内, 那里是妖族地界, 江涵回忆着地图玉姐妹的介绍。 一百八十万里, 飞过去可要花不少时间。 而且, 这里聚集的人是否太多了些? 他环视四周, 隐隐察觉气氛有些不对, 这些人的眼神有些过于炙热了。 没有多余, 他抬手放出灭星舟, 身形一闪便踏入船舱, 催动灭星舟向着梧桐山方向出发。 浩强的气势果然是天接战船。 如此一来, 已确定来者就是江涵。 来得好快, 我们收到消息就已经全速出发, 他距此两千万里, 竟能和我们同时赶报。 听闻紫霄建宗为了凤须宫, 特意修建了一条直通此地的传送阵, 看来此事极有可能是真的。 也不怪他们如此重视, 听闻凤须宫公主的作画之地, 到现在还没找到呢。 不是, 各位道友, 你们这么多人聚在这, 是要干嘛呢? 嗯? 我不知道啊, 我看他们都在往这边跑, 我就跟过来看看。 咦? 我也是跟着他们跑过来的, 话说谁知道到底出啥事了。 曹杂的声音越来越远, 江涵坐在灭心舟的传舱内, 神念探入玉检, 查看各个妖族和凤须宫的介绍。 据玉检上说, 凤须宫乃是一位上界强者, 在此界建立的妖族宗门, 其实力比现在的武宗加起来都要强上数倍, 据说单是化神大圆满的强者, 就不下三十位, 原因结单更是多不胜数。 三百万年前, 凤须宫公主在此地作画之后, 凤须宫便就此关闭, 其内修士大多飞升, 语者皆以作画。 而凤须宫所在的高阶洞天, 则是每过万年限时一次, 无论人族还是妖族都可入内寻找机缘。 直到八十万年前, 武宗联合上宗使者破开了凤须宫的防御阵法, 从此彻底放开此地, 供武宗和妖族入内历练, 寻求机缘。 但也做出了限制, 唯有原因初期及以下修为, 才可入内寻找机缘。 此地最大的机缘, 无外乎那可助修士燃去杂念, 助其凝聚高品盗帘的夜火红帘。 凤须宫内分为外围, 内城、核心、三处区域, 每处区域内都有火精之灵凝聚的火妖存在。 外围多是结丹期的火妖, 内城则大多是结丹大圆满的火妖, 至于核心处则全是原营初期以上的火妖。 击杀火妖即可获得火精, 境界越高的火妖掉落的火精就越珍贵。 而夜火红帘则可能存在于任何一只火妖的体内。 击杀境界越高的火妖, 则夜火红帘出现的几率越高。 除了夜火红帘之外, 此地还有诸多高阶法宝与功法秘书。 凤须宫现由五大宗和妖族共同把持, 进入者虚持令牌而入。 而每块令牌, 在外售价二十万块上品零食, 且有价无市, 没有一定的关系, 根本买不到。 烈心周速度极快, 虽未全速前进, 但一个时辰也能前进十万里, 比原音初期的顿速都要快上不少。 一天半后, 而在更高处则有一座形似火凤, 斩翅玉飞的万丈火红巨石立于梧桐山顶。 这就是梧桐山了, 据说进入凤须宫的入口就在凤翅之上。 凤须宫的入口其实有很多, 从梧桐山脚到火凤头顶, 其间有近百个洞天入口。 但每一个入口径的地方都不一样, 越是往上, 进入的位置就越靠近核心。 而紫霄建宗掌控的入口, 则是内城与核心区交界之处。 梧桐山前, 到了山前才知此山到底有多大, 好像真如那传闻中的梧桐神树一般, 抬头不见山, 只能看到无数向着四周蔓延的黑红枝叉。 刚一靠近便有一股股热浪在四周汹涌澎湃, 就连空气都被那股热力烧得不断扭曲。 每处枝叉之上都有无数房屋坐落齐上, 还有许多修士在其中来回穿梭。 经过这么多年的探索, 此地已然形成了一个个散落的集市。 江寒加州一路往上, 直接飞到了三万丈高的火凤高处, 根据预检中的标注落在了一处火凤与翅之上。 在天交榜现实时, 江寒的画像足足在天上挂了一个月, 所以他刚露面就被人给认了出来。 落地, 便有一位早早等候在此的紫霄建宗驻基七弟子上前见礼。 江师兄, 江寒略一点头, 开门见山道, 入口在哪? 对方一愣, 师兄不需要休息吗? 不用, 路上歇得够久了, 他现在只想赶紧把火连搞到手, 早些结音才是正事。 既如此, 江师兄请随我来。 那弟子伸手引路, 二人遇见飞了半个时辰, 这才到了位于火凤驳梗处的一座大殿内。 此地人还不少, 一眼看去, 怕是不下百人, 他们原本正在互相谈笑, 气氛甚是融洽。 见又有人来, 众人顿时齐刷刷转头看来。 可待他们看清来人是江寒之后, 所有的谈笑声瞬间消失不见, 殿内气氛煞事变得无比凝重。 江寒目光如电, 自他们脸上缓缓扫过, 嘴角不自觉地上扬。 阴阳宗的秦梦河, 柳青云, 范雨昕, 林天宗的风白艳, 田思起, 一共二十八位天骄, 皆是排名前百的存在, 还有十人气息收敛, 但一看便知, 定然是原因初期修饰无疑。 两宗叫的尚明号的天骄, 今月在此地汇聚了一小半, 剩下的那些杰丹大圆满, 也都是两宗弟子。 很明显, 这是两宗又要对他下手。 不过, 这些人加起来, 怎么着也得有个千把万上品零食吧。 第316章, 不用怕, 我们人多, 你先回去吧。 江涵对着带路弟子说完, 便向着那一群天骄迈步走去, 那助击弟子深知此地不是自己能掺和的, 听到吩咐后, 立马转身离去。 看到江涵的动作, 一群天骄气势顿时一速, 目光更是凝重无比, 见过狂的, 没见过这么狂的。 看到他们这么多人, 竟然还敢往前凑, 这种人要么是傻, 要么, 就是根本没把他们放在眼里。 而以江涵之前的战绩来看, 他有八成可能是后者。 江涵! 秦梦和在外人面前, 又恢复了那一副高冷的模样, 身上塞着生人物尽的疏离感, 面色冷若冰霜, 声音更是冷得像是从冰块里蹦出来的一样。 江涵听到声音, 转头朝他看了一眼, 随后脚下一顿, 竟直接调转脚步朝他走去。 秦梦和看到他的动作, 脸上的冰冷迅速退去, 转而升起一层苍白, 眼中的恨意更是刹那化作惊慌。 你站住! 你想干嘛? 来此之前的自信, 在对方平静的目光下, 瞬间烟消云散, 心脏仿佛被一双大手死死掐住, 好像下一刻就要爆开。 冷汗自额间快速流下, 顺着尖尖的下巴打湿了胸前的衣精。 站! 站住! 你想干什么? 他用尽全身力气尖叫一声, 彻底失去了原本的从容。 江涵一直走到他身前半尺外才停下, 面色平静地看着他。 有事? 秦梦和人都傻了, 他只是想嘲讽一二, 可没想和这个变态疯子离这么近啊。 他想干什么? 这种疯子, 他真的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啊? 他心肩一抖, 颤身开口, 没, 没事, 那就让开。 文言, 秦梦和没有一丝挣扎的心思, 慌忙让到一旁, 捂着胸口, 紧张不安地盯着对方。 直到那道身影自身边走过, 他才逐渐听到自己咚咚狂跳的心跳声, 一股莫大的恐惧, 自心底快速升起, 仿佛下一刻就会将他彻底淹没。 就在这时, 一只温暖的手掌轻轻拍在他的肩头, 一道暖流流转全身, 迅速将所有恐惧驱散。 他欣喜的偏头看向身后, 感激得道, 梁师兄。 梁道穿面色依然温和, 但眼底却闪过一丝微不可查的惊意。 方才那一瞬, 他从对方身上感受到了一道微不可查的煞气, 虽然只是一放急收, 但那确实是煞气无疑。 原来, 他是以煞气修行的, 怪不得最近这么猖狂。 修行煞气者, 皆会被煞气影响心神, 变得狂傲自大, 且残忍试杀。 但不可否认的, 这些人的战斗力都是极强。 念及此处, 他眼底闪过一道金光, 也只有这样的人, 欺辱起来才更有趣。 让一个高傲的天才, 跪在脚下磕头求饶。 这种事, 但是想想, 就让人兴奋。 江涵越过秦梦河, 一路向着大殿深处的传送阵走去。 但很快, 他就被面前一人挡住了去路。 没有说话, 他只是平静地看着对方, 漆黑的瞳孔中似乎有诡异的光芒闪过。 柳青云挡在江涵面前, 眼中同样满是狂傲之色, 他可不是秦梦河那个胆小的女人, 只是被看一眼就吓破了胆。 他们这么多人, 对方却只有一人, 怕他干什么? 真动起手来, 瞬间就能把对方轰杀成炸。 更何况, 只是因为梧桐山禁止出手, 所以他们才在这耐心等着, 准备等进去之后再教训对方。 可若是对方先出手, 破坏了此地规矩, 那他们就可以毫无顾忌地出手反击了。 到那时, 什么天交榜首都不顶用, 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只有受死的份。 就在这时, 他耳边却听到一道平静的声音, 让开。 嗯? 柳青云双臂抱胸, 仰头垂眼, 面露讥讽, 我若是不让呢? 一个侥幸投了好胎的废物罢了, 修炼时间还没他吃饭的时间长, 凭什么要他让开? 有人顶在前面, 其他人腰杆子顿时硬了起来, 纷纷出言嘲讽。 不过是天交榜排名高了一点而已, 真以为自己可以蔑视天下英雄了? 我们有这么多人, 还能被你一个人吓到不成。 再强的杰丹七, 那也还是杰丹七, 有诸多元英七, 师兄在此。 哪轮得到你在这耀武扬威? 大家对你客气, 不过是看在紫霄剑东的面子上罢了。 你该不会以为我们是在怕你吧? 不会吧, 不会吧, 不会真有人把别人的礼貌当作害怕吧? 高处, 五位元英大圆满的武宗长老, 沉默着看向下方的闹剧。 阴阳宗的那位长老, 看到柳青云的表现, 顿时满意点头。 不愧是位列十五位的天交, 但是这份心境, 就比旁人强了太多。 照他这个心境来看, 他若能在此得到夜火红莲, 则有极大可能凝聚出四品, 甚至是五品的道心清莲。 待得数百年后, 有极大可能成为一风之主。 但紫霄建宗这位传闻中的天交榜首, 好像有些名不符实啊。 猖狂傲慢, 目中无人, 这等心境, 就算有绝品天资又如何? 怕是连凝结到心清莲都是问题。 这般想着, 他便看向旁边紫霄建宗的长老。 许道友, 你们这位榜首心境实在太差了些, 以一人之力, 竟然妄想挑衅百于同街, 甚至还有十位实力远高于他的原因七前辈。 如此目中无人, 不知天高地后的狂妄之辈, 恐怕日后难堪大用啊。 闻言, 许千秋脸上表情未变, 只是淡淡瞥了他一眼, 口中不嫌不淡地吐出几个阴结, 关你娘事。 你, 阴阳中长老面色一僵, 刚欲开口反驳, 却听对方淡淡道, 管好你们自己的人, 少在这跟我叽叽歪歪。 许千秋继续看向下方, 狂妄一点怎么了? 你们要是有哪个弟子, 能登上天交榜首, 你们也可以这般狂妄, 我保证不会像你这样, 没脸没皮的指手画脚。 第317章, 猖狂, 猖狂, 说是这么说, 但许千秋心里其实也没底, 他有些不明白, 眼下正是江涵风头正盛的时候, 无数宗门都在盯着他的一举一动, 稍有不慎就会被人暗中下手, 宗主现在把他放出来做什么? 故意让其他宗门的修饰给他做磨刀石吗? 可就像现在这样, 那两个不要脸的宗门, 竟然直接出动了这么多人来找麻烦, 摆明了就是要打压江涵, 他一个人应付得来吗? 虽说他未亲眼看到那场传遍天下的战斗, 但据情报所言, 江涵的实力虽是同皆无敌, 但若是敌人太多, 他难免也会吃亏。 这一次, 若是应对不好, 极有可能影响到他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傲气。 哼, 这般狂妄, 日后定然有他好受的。 阴阳宗长老一甩袖子, 闭嘴不再言语, 他本就是想调笑对方几句罢了, 却没想到这人油盐不尽, 还没说两句他就开对, 简直不可理喻。 再说了, 他哪里说错了? 狂妄之辈, 心境不全, 本就难有成就, 除非他实在够强。 但这可能吗? 一个人就算再强, 也总归有所极限。 以后的事情暂不好说, 但眼下, 他可是要吃大亏了。 下方, 看着面前他被人嘲讽, 却依然面不改色, 神情淡然的紫袍少年。 柳青云没来由地感到一股心慌, 这感觉来得莫名其妙, 却又迅猛如雷, 转眼便挤满了他的心脏。 莫名的压力, 让他下意识就想向旁边让开, 可此时这么多人看着, 为了保住自己的颜面, 他只得哽着脖子, 洋装强硬地瞪着对方。 别以为你实力强就了不起, 敢得罪我们这么多人, 就算你再强, 我们也能狠狠揍你一顿。 此话一出, 其余人顿时出声附和。 对, 快点道歉, 要不然别怪我们不客气, 我们可不是吃素的, 凤须宫内不禁争斗, 你绝不是我们这么多人的对手。 再不道歉, 等下进去之后, 有你好受的。 群情激愤, 店内顿时闹哄哄地炒作一团, 嗡嗡嗡的声音中, 就连秦梦河也逐渐生起了一丝斗志。 原来江涵也会害怕, 这么多人对付他, 他也会忍气吞声。 天骄榜首, 也不过如此, 便在这时, 只听一声轻笑, 原来如此。 众人凝目看去, 却见江涵勾唇笑道。 你们莫不是以为, 仗着人多就能和我作对了。 他逆着所有人, 鸡笑道。 不过一群土鸡娃狗之辈, 你们便是人多, 又能奈我何? 话落, 所有人顿时一愣, 待反应过来此话之意后, 煞时被弃的面色通红, 双目怒争, 无数怒喝随之响起。 这一次, 就连那些原本还在坦然看戏的原因期, 也坐不住了。 一个个面色惊怒交加, 身上气息欲放右收, 纷纷怒骂出声。 好大的胆子, 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 你竟敢辱骂于我? 猖狂, 猖狂, 你个不知理数的无知小辈, 怎敢这般猖狂? 若非此地规矩所付, 我定要替你家长辈教训教训你。 一时间群情激愤, 若是眼神能杀人, 恐怕江涵早已被千刀万剐了。 可惜, 任凭他们把破磨心子吐干, 也伤不到江涵丝毫。 一群废物, 我就是骂了, 你们又能怎样? 江涵从那几个猿鹰漆脸上缓缓扫过, 任凭他们被气得浑身冒火, 眼中杀意沸腾, 他嘴角的不屑也丝毫未见。 诸位, 莫要被他影响心神, 入口很快就会打开, 待进入凤须宫后, 再收拾他不迟。 梁道川高声喊道, 他是真被气到了, 他修行三百余年, 从来都是被人夸赞有加的天才, 无论走到哪里, 听到的都是凤城之语, 就连师父都没对他说过重话, 何曾被人这般当面羞辱过。 江涵此举, 是在把他们的脸面踩在脚底摩擦碾碎, 是根本就没把他们放在眼里。 道兴青连在星湖内剧烈颤抖, 湖水更是大浪滔天, 他竟然被气到到心不稳。 这一刻, 他已经不再是为了秦梦河出口恶气了, 他只为自己道心通透。 梁道川眼神阴冷, 迈步走到人群前方, 把柳青云拨到一旁, 高声说道, 只有无用之人, 才会成口舌之力, 你若真有胆子, 等下就来与我一战。 梁道川眯眯眼看着江涵, 嘴角挂着冷笑, 好歹是紫霄建宗清传弟子, 更是如今的天骄榜首, 莫要让我看不起你。 何须那么麻烦, 你们一起上就是。 江涵淡淡一笑, 一个人还是一百个人, 与我而言, 没有任何区别。 卧槽, 我受不了了, 这家伙太狂了, 有人被气到浑身颤抖, 连说话都带着颤音, 快点打开入口, 我要让他见识见识, 什么叫寡不敌众? 江涵在此刻成了众矢之地, 可他却站在原地, 淡然看着他们被气到机遇崩溃, 就好像是在看着一群被气红脸的跳脚猴子一般。 他这个目光, 顿时让众人火冒三丈, 体内气血翻腾, 恨不得把他当场碾死。 封白燕躲在人群后方, 把身子缩起来, 躲避着四周飞溅的口水, 满眼崇拜地看着江涵。 以一人之力, 仅凭几句话的功夫, 就把这群大宗添骄, 气得心静不稳, 甚至变成了市井也富一般, 在大庭广众之下破口大骂。 这般强大的威力, 定然是用了某种能扰乱到新的秘法无疑。 而且, 纵使被千夫所指, 陷入重重包围之中, 却仍然面不改色, 气息平稳。 果真不愧是最强添骄, 这等狂傲的气度, 这种不把所有人放在眼里的感觉, 这等稳固的心静, 绝对是极其强大的影视仙族无疑。 不过, 那位前辈好像不在, 紫霄建宗的护道人也无法进入凤虚宫, 他还故意惹恼他们, 到底是为了什么? 难不成, 他还真准备以一人之力, 独占这么多铜街和原因? 这, 确实有些太过猖狂了吧? 就在这时, 大殿内忽然一阵颤动, 殿内中心处, 漠然出现一道石杖大小的火红漩涡, 凤虚宫入口打开了, 此地进去是那城边缘的坟天谷, 快进去堵着出口, 混账东西, 我就在前面等着你, 你有本事别跑。 第318章, 跪下, 一群结丹大圆满的天骄, 生怕江涵溜走, 入口刚一打开, 就迅速钻进去堵路, 而那十位原因七修士, 则早已堵在大殿出口, 以防江涵逃跑。 江涵见状却丝毫不慌, 在一众原因的注视下, 跟在那群结丹生后, 悠然迈步, 走向漩涡入口。 就在这时, 一道传音忽然在他耳边响起, 江师弟, 若是没把握, 不如赞比锋芒, 有我在, 那些原因不敢拿你怎么样。 江涵脚下微顿, 随后毅然踏下, 虽然不知是谁, 但定然是镇守此地的某位长老无疑。 师兄不必担心, 就凭这些人, 我还不放在眼里。 他传音之后, 一脚踏入入口之内, 下一刻, 他眼前一花, 随后便是无尽热浪汹涌冲来, 饶势以他的肉身, 加上灵力护盾, 也觉得有些燥热。 就在这时, 无数愤怒的骂声, 自四面八方传来。 他打眼一扫, 便见那百余结丹大圆满, 把四周围的密密麻麻, 满脸愤慨地瞪着他, 一个个兴奋地直喘粗气。 他们甚至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布置了一个简单的阵法, 可见其训练有素。 只可惜, 这阵法注定无用了。 秦梦河和柳青云站在最前方, 眼底的恐惧已然不见, 反而兴奋到双眼泛红。 江涵, 没想到, 你竟然真的敢来。 秦梦河话没说完, 却听江涵咒没说到。 废话真多。 秦梦河面色一变, 下意识退了一步, 随后反应过来, 恼羞成怒道。 混账, 到了这个地步, 你竟然还敢这么狂妄? 他大喝一声, 诸位, 一起出手。 可就在这时, 所有人耳边忽然响起了一声轻斥。 出什么手? 都给我跪下。 随着话音落下, 一股磅礴煞气以江涵为中心, 向着四周急速轰开, 瞬间冲撞在所有人心头, 无边恐惧煞石降临, 让众人心中猛的一紧。 紧接着, 一道无可抵御的威压, 如高山巨月一般, 从天而降, 斜着万军巨力, 轰然砸在众人肩头。 强大无比的压力, 瞬间击破所有人的护体灵盾, 直接轰在他们脆弱不堪的肉身之上。 只听轰的一声乍响, 各色灵光四散飞溅, 众人的身体顿时失去控制, 从空中扑通掉下。 不好, 只听一声惊呼, 随后便是一阵闷响。 砰砰砰, 一阵尘土飞扬, 伴随着数十道鼓烈声响起, 众人竟在一瞬间, 全被压得跪倒在地。 众人面色陡然惨白如指, 再无一丝血色, 鲜血从嘴角一出, 显然已是身受重伤。 可此刻, 他们却顾不得查看自身情况, 就连体内的疼痛似乎也感受不到。 他们顶着那强大的威压, 奋力抬起脑袋, 难以置信地看着场中唯一一道仍能站立的身影, 眼中满是惊骇恐惧。 惊呼声如山崩海啸一般, 轰然炸开。 元英七? 元英七? 这是元英七的威压? 不可能。 他怎么会有元英七的威压? 元英? 他是元英七? 江涵晋级元英七了。 胡说八道, 他晋级杰丹才两个月, 怎么可能这么快就再次突破? 威压如山, 气势如海, 其内更是有天地之力镇压新神。 这是唯有元英七才有的威压。 正是这独有的威压之力, 形成了杰丹七和元英七之间, 犹如天倩般的巨大鸿沟。 只需威压一出, 元英之下, 皆会被其射住新神, 肉身背负, 一身实力难以发挥三成。 怪不得他敢这么猖狂, 怪不得他敢以一人之力对抗百人, 他们还有自信拼一把, 但如果他是元英七, 他们连反抗的念头都无法生气。 但这才多久, 他竟然已经渡过元英雷劫了, 宗内为什么没有收到任何消息? 众人恐惧万分, 心神颤抖间, 不敢再有丝毫动作。 更何况, 输给元英七强者, 倒也算不得丢人。 这一刻, 所有人心中都没了反抗的念头, 对方结丹七的时候, 他们就不是对手。 眼下对方已经元英, 他们更是连让对方出手的资格都没有。 反抗只是笑话, 不如乖乖求饶, 兴许还能留得性命。 可就在这时, 江涵却只用了一句话, 就彻底击碎了他们的自我安慰。 元英七? 不, 我只是杰丹而已。 他取出复林锁, 嘴角扬起一抹微笑, 把储物袋和法宝全都交出来。 储物袋速度极快, 转眼便把众人五花大绑, 一个个储物袋接连飞起, 被他收进须拟宝珠中。 秦孟赫看着江涵越走越近, 心中顿时惊恐万分, 他不明白, 事情怎么会变成了这样。 杰丹? 这种威亚, 你怎么可能只是杰丹? 明明是他们聚集了这么多人, 又要把江涵收拾一顿, 以此洗刷之前的屈辱。 可现在, 却被对方以威亚抢逼着跪下, 还被绑成这种羞耻的模样, 供对方挑减战利品。 不对, 他没挑, 他全都要。 若对方是元英七也就罢了, 既不如人, 便是输了, 也心服口服。 可对方说他只是杰丹, 这还让他们怎么玩? 不可能, 你一定是元英七, 一定是元英七。 他对着江涵凄厉喊叫, 试图得到对方的承认。 很快, 他得到了江涵随手甩来的一巴掌。 啪! 秦梦河惨叫一声, 身体飞出十余丈远, 扑通一声砸在地上, 激起大片尘土, 在他惊恐抬头时, 脸上遗起了一大片红肿。 我记得你, 秦梦河, 上一次, 就是你带人在小庙外埋伏我的。 这一次, 还是你找的人。 江涵瞬间出现在秦梦河身前, 捏着他的下巴, 从他的眼中看到了一丝慌乱。 看来不用再问了, 他松手, 然后扯下对方的储物件, 神识进去一探。 咦? 怎么有这么多没用过的流影珠? 文言, 秦梦河身体一抖, 连忙偏头到一边, 双手紧紧攥着衣角, 闭着眼不敢说话。 他生怕被对方看出自己的打算, 再把这手段用到他自己身上。 若真是那样, 他宁可去死。 第三百一十九章, 你们跑什么? 罢了, 你这么费精心机的给我送宝贝, 我这次就不杀你了。 不过以后来的时候多叫些人, 三五百个一起来才有意思吗? 江涵起身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记住了吗? 秦梦河文言心中顿时松了口气, 连忙缩着脖子点头, 不敢有一丝忤逆。 这家伙是个变态, 这家伙是个大变态, 哪有人让敌人多叫些人来埋伏自己的, 这不是蠢蠢吗? 江涵满意点头, 随口问道, 那些流影珠干什么用呢? 秦梦河心脏瞬间收紧, 张嘴结结巴巴地说道, 我, 我喜欢收集这些珠子。 说话之时, 他身埋着头, 不敢抬起来一下。 奇怪的癖好, 江涵没再多想, 扫了众人一眼, 道, 诸位, 快把法宝都交出来, 别被我动手。 话落, 众人顿时想起了江涵曾经虐待灵玄的那一幕, 巨大的惊恐从众人心中升起。 他们面色一白, 慌忙用尽最后一丝力气, 把自己的身体抬起, 有些是胳膊, 有些是丹田, 对江涵喊道, 给你, 都给你, 灵力一逼就能出来。 当梁道川他们十个原因期进来的时候, 看到的正是这一幕。 这是, 怎么回事? 梁道川眼路茫然, 他们不过落后了一步而已, 这些人怎么全跪下了? 搞什么啊, 他只有一个人, 你们怎么就不反抗啊? 还有这一个个的往外送法宝, 是什么情况? 还没开打呢, 这就投降了。 很快, 有人指着江涵怒合开口, 住手, 混账, 你在干什么? 由我等在此, 此地由不得你放肆, 轰轰轰, 十道威压相继爆发, 冲天起, 将空中的火焰红云尽数冲散, 十位原因期同时出手, 威压针对一人, 如此强大的威压, 就算是同为原因期修饰, 也难以抵挡, 可就在这时, 一道同样强大的威压骤然腾起, 竟然以一己之力, 和那十道威压对抗, 什么? 竟然是原因期的威压? 我没看错, 他的修为明明只是结单大圆满, 怎么会有原因期的威压? 就在众人惊骇之时, 一股浩荡天威忽然从天而降, 与此同时, 黑压压的劫云从天边滚滚而来, 瞬间笼罩方圆百里, 天地煞是变得一片黑暗, 雷霆之力迅速变得极为浓郁, 空气更是变得极为狂躁, 轰隆隆的巨响中, 一个足有方圆十里大小的劫云之眼, 在众人头顶漠然成形, 这一刻, 一股天威轰然降势, 将寒凌空飞起, 身上有紫色电光劈啪狂闪, 宛如雷仙降势一般, 下一刻, 一道更强的气息从他身上轰然腾起, 和劫云之眼中的天威瞬间融合, 将他原本的原因期威压, 再次向上猛地拔高一截, 原本还和他差别不大的十道气息, 竟在这一瞬间被他彻底压下, 哄, 十位原因面色大变, 修为低者甚至被这股威压惊到, 身体顿时一晃, 众人心中生起无尽惊恐, 这一刻, 他们感觉自己面对的不是杰丹大圆满, 而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原音初期巅峰强者, 雷杰, 是原音雷杰, 江涵要杜杰了, 就在这时, 有人发现了头顶上空的杰云之眼, 众原音文言连忙抬头看去, 随后全部面色大变, 天威灵世, 杰雷之力, 杰云之眼, 果真是原音雷杰, 原音雷杰, 你疯了, 下方一群杰丹健壮更是面如土色, 扯着傅林锁手脚并用的朝远处仓皇逃去, 可他们被傅林锁进了灵力, 又被绑到一起, 没跑几步, 一众杰丹便哗啦啦摔倒一大片, 杜原音雷杰时, 除了杜杰之人, 谁都不可以留在雷杰范围内, 如若不然, 就会被天道认为是藐视天威之人, 原音雷杰将会再度增强, 直到生智比此地修为最高者, 再高一个大境界的巅峰威力, 是要将范围内所有人全部劈死, 此地修为最高者, 就是梁道川的原音初期巅峰修为, 若是雷杰增强, 将会变成堪比化身大圆满的雷杰, 这一刻, 十位原音心生巨异, 若是欺负一个杰丹大圆满, 那真的非常简单, 可若是对付的人开始度原音雷杰, 那可不是他们敢插手的了, 疯子, 果真是的疯子, 不过是想要教训你一顿罢了, 你竟然直接强行渡劫, 做出这等自损根基之事, 速速停手, 此事就此作罢, 否则待你渡劫后虚弱之时, 我等定要将你拿下发落, 他们顾不得再考虑什么狗屁的名声和脸面, 眼下这雷杰绝不能降下来, 他们谁也不想面对一个 以杰丹气无敌之身晋升原音的疯子, 就算他刚渡完结会非常虚弱, 说话间, 几人身上气势在长, 神色肃然, 狂猛的气势如天崩地线一般瞬间扑展开来, 下方疯狂挣扎的一众结丹, 顿时被这股强大的气息压进地底, 口喷鲜血, 体内一阵咯之作响, 就连上方的黑色节云, 也被这股气势冲击的隐隐晃动, 将寒面色平淡, 眼中却有一道雷霆印记, 在此刻散出无尽天威, 这一刻在雷霆天威的加持下, 十位元英七在他面前黯然失色, 轰隆崩, 紫红劫雷轰隆乍响, 紫色光芒映照天地, 劫雷之上强大的毁灭之力, 瞬间让一众元英面色大变, 天劫之力将成, 疯了, 你是不是疯了, 就这点小事, 你竟然还不罢手, 梁道川惊恐怒吼, 再也没了开始时的从容, 方才那一道乍响的劫雷, 竟然让他感觉到了一丝战力, 心底更是升起一股强烈的恐惧, 那股强大的毁灭气息, 若是披下, 他定然会因此受伤, 甚至当场生死也极有可能, 十位元英悬浮于空, 对着江涵焦急喊道, 快停手, 这等小事, 何至于如此大动尴尬, 你快快停手, 我等就此退去, 想跑, 晚了, 江涵冷笑一声, 随后心念一动, 轰隆, 一道紫红雷霆滑破虚空, 紫红之光大亮, 其上那恐怖的劫雷之力, 更是让一众元英汉毛乍起, 脸色煞食大变, 第三百二十章, 该躲起来的, 是你们, 劫雷瞬间劈落, 咔嚓一声, 劈在了一名元英七修士身前, 那人反应极快, 在劫雷出现之时, 身上迅速亮起耀眼的火红灵光, 转眼便化作了数十层灵力护盾, 牢牢护在身前, 与此同时, 还有一片半尺剑方的苍白布脖, 自他丹田冲出, 迎风变长, 瞬间化作仗鱼大小, 散着森寒煞气, 一荡便挡在了劫雷之前, 地阶五品防御法宝, 众人目光一宁, 紧紧盯着那位元英修士, 他接下来的下场, 将会决定他们是走势流, 雷霆咔嚓劈在白布之上, 只听一声轰隆巨响, 白布在一阵颤动间, 竟然挡下了这一击, 可劫雷虽被挡下, 却有一道巨大的力量透过白布, 轰然砸在了那修士身上, 那修士只觉一股大力自前方传来, 其内带着一股毁灭一切的疯狂气息, 快速穿透他的护体灵盾, 一路摧枯拉朽一般, 轰隆砸在他的小腹位置, 哄, 距离爆发, 一口鲜血急速喷出, 随后便是一阵清脆的鼓裂之声, 咔嚓响起, 那元英修士身形暴退, 轰轰轰一直往后退了十余步, 每步落下, 便有一股距离自脚下卸去, 化作刀刀刀波纹, 向四周呼呼扩散, 待他停下之后, 口中再次喷出一大口鲜血, 气息迅速违靡下去, 惊恐骇然地看向江涵, 劫雷之力, 你竟然可以操纵劫雷之力, 梁道穿神色惊恐, 虽然早知江涵是变异雷灵根, 可从没人说过, 也更无人见过他全力出手的模样, 谁能想到, 他竟然可以操纵天劫之雷, 这可是独属于天道的力量, 每道劫雷都拥有杜劫之人, 当前境界极限的力量, 威力极强, 但江涵的劫雷, 竟然比普通劫雷更强, 威力已然超越了杰丹七极限, 甚至能够伤到元英七, 若不是那地阶五品法宝挡了一下, 那人必定要深受重伤, 要知道, 就算是同样的法宝, 在杰丹手里和在元英手里, 发挥出的威力,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元英修士神魂已成, 可依靠神魂完全发挥出意境之力, 加持在法宝之上, 一个普通的元英七修士所能调动的天地之力, 能比一个杰丹七天骄墙上数十进百倍, 元英七修士拿着一件地阶五品法宝, 足可相当于金丹天骄拿着一件天阶七品法宝, 但就算这样, 那位元英竟然没能完全挡住江涵这一击, 背积地后退了十余步, 而且还被雷霆伤到了藏府, 怪不得他是天骄榜首, 怪不得他能以一人之力强压百位天骄, 就连和林玄的那次战斗, 他也根本就没有用出权力, 他一直藏着一手天阶之力从未用出, 可现在就是他的权力了吗? 梁道川心中亥然, 如此惊人的实力, 他哪里是同阶无敌, 他甚至能越揭灭杀元英, 今天就不该来凑这个热闹, 想他堂堂一带添骄, 竟然被一个小辈吓到道心颤抖, 简直是奇耻大辱, 早知如此, 当初自己直接出门游历就好了, 真是多余去找秦孟和, 但就在这时, 却又有人惊呼出声, 不对, 这劫雷威力不对, 若真是元英雷洁, 就算此刻还未增强, 其内也会有生机之力强化肉身, 可这劫雷之中, 只有毁灭之力并无一丝生机, 莫非, 此雷并非元英雷洁, 而是某种天雷秘书, 此话一出, 一众元英顿时目入奇光, 心底的恐惧褪居大半, 你这不是元英雷洁, 你是不是没有在度雷洁, 不是又如何, 江涵并未否认, 虽说他也不知这是为何, 但天雷怒汇聚的雷云中, 确实有一些天结之力, 也难免总被认作元英雷洁, 但不是元英雷洁又如何, 此雷终究还是劫雷, 他的目光自十位元英七脸上缓缓扫过, 将他们脸上的惊骇惶恐与那一丝放松静收眼底, 紧接着他胆掌向天吞噬之力全速运转, 无尽的火热灵力被他疯狂吞吸入体内, 又在子弹的高速运转之下, 迅速化作雷霆之力在雷霆意境的加持下, 急速冲入劫云之内, 强大的吞噬之力引动四周灵气向此地飞速聚集, 转眼便在结云下方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灵力漩涡, 无数灵力转化为雷电之力汇入结云, 近百道粗大的紫红色雷霆在结云中轰隆炸响, 这一刻天结之力变得格外浓郁, 江涵右手猛的一握, 数十道紫红雷电轰隆炸响, 将天地映得透亮, 看着退役再生的十位元英, 他淡淡开口, 不是雷杰, 也照样可以灭了你们, 狂妄, 若非雷杰, 谁会聚你一个杰丹小辈, 诸位, 此子天赋太高, 如今我们得罪了他, 等他成长起来, 定会出手报复, 今日绝不能留他性命, 梁道川高声喝道, 杀意毫不掩饰, 回去之后, 我会向宗主说明此事, 和两宗之力, 紫霄建宗定然不敢与我等拼命, 诸位道友, 一起出手, 速战速决, 话落, 众元英对视一眼, 点头后顿时各自寄出法宝, 迅速将将含围在中央, 无数天地之力搅动风云, 化作各色灵光, 在十位元英的催动下, 迅速形成异境实体, 山峰, 宝刀, 江河, 大剑各行其出, 每个都有五百余杖大小, 瞬间便将四处天空完全占据, 便连结云也被这些异境化形遮住了身影, 强大的威压弥漫四方, 瞬息后, 威压收束, 齐齐向江汗汇聚砸去, 轰轰的炸响在虚空响起, 江汗体外腾起金色宝光, 体表肌肉绷紧, 周身由百余道新红煞气凝聚而处围绕周身, 玄天阵煞绝全速运转, 以煞气将那足以震碎山河的威压, 勉强挡在体外, 受死吧江汗, 要怪只能怪你太过猖狂, 若是你躲在紫霄建宗不出, 我们也不能拿你怎样, 梁道川声音沙哑, 双目灼灼地盯着江汗, 劫杀这样一个天才, 他已经能想象到回宗之后, 宗主会怎样奖赏他了, 对方此刻在他眼中, 已然变成了数不清的天才地宝和数剑天阶法宝, 以及数不清的机缘奖赏, 然而, 就算已知绝路, 江汗面上也无一丝惊慌之色, 淡然看着众原鹰将他团团围住, 勾唇讥讽一笑, 一群废物, 连对付我这个劫丹, 都需要聚集这么多人来壮胆子, 但可惜, 你们搞错了一件事, 要躲起来的不是我, 而是你们。 第321章 劫雷, 顺杀, 轰隆隆, 随着他话音落下, 数百道紫红雷电自洁云中急速翻涌而出, 与半空同时乍响, 紫红之光瞬间占据整片天空, 将天地映成了一片紫红色, 紧接着, 劫云之眼轰轰转动, 急速极快, 带起无边天威, 自空中再次压下, 石海神殿飞速流逝, 转眼已消耗三成之多, 同时, 五颗极品灵石在他掌尖化作粉末飘散, 其内所有灵力都化作了雷霆之力, 挥入劫云之中, 付出这巨大的代价, 换来的是天结之力陡然间强盛数倍, 就如同真正的天结将士一般, 再也没有丝毫差别, 纵原鹰被这股天威所射, 一时间带愣原地, 彻底分不清, 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原因雷解? 无论怎么看, 这都是真正的天结, 这一切都发生在一瞬之间, 纵原鹰眼睁睁地看着天结将士, 心中的坚定再次开始动摇, 那轰隆转动, 其内雷霆闪烁的劫云之眼, 还有那遍布天空的无尽劫雷与天威, 无不说明着这场天结的恐怖之处, 众人心神颤抖, 浑身汗毛直立, 只觉有无数僧寒雷霆在皮肤表面肆意游走, 死亡的威胁, 在此刻变得极为浓郁, 天结, 这是真的天结, 原本就受伤的那个原因, 发出一声惊呼, 他身体本就有伤, 此刻对天结之力的感受尤为明显, 听到他的话, 梁道川心底一颤, 随后咬牙喝道, 莫要犹豫, 不管是不是真的天结, 只要我们杀了他, 天结自会退去, 话落, 他不再犹豫, 率先出手, 朝着江寒迅速冲去, 其余原因见状也不再观望, 纷纷催动法宝, 紧随其后, 朝着江寒迅速攻去, 一时间, 天地气息急速波动, 山河刀剑轰轰而至, 强大的威势, 还未落下, 威势滔天的攻击, 江寒眼中仍没有一丝波动, 可他手上一枚沉浸许久的黑色戒指, 却在此刻亮起了无尽黑芒, 石海内剩余的七成神念之力, 以极快的速度迅速流逝, 瞬息之间便已空了六成半, 一道粗如巨龙的诡异黑芒, 自戒指内急速射出, 以极快的速度, 瞬间冲入节云之内, 节云内的威势陡然在增舞城, 落, 江寒一声轻贺, 下一瞬, 天帝仿佛陷入一片死寂之中, 死亡的气息顷刻间弥漫天帝, 石卫元英心神俱颤, 意念化形之物更是一阵不稳晃动, 惊得他们猛地抬头, 朝上方看去, 与此同时, 一道四世积蓄许久的震天之雷, 在空中轰然乍响, 哄, 足以震破脏腹的雷鸣轰隆乍响, 数百道紫红劫雷同时劈落, 瞬间击破那时道异境化形, 划破虚空, 仿若无尽雷狱将士, 轰然劈在石卫元英身上, 劈, 啪, 天地震动, 地面轰隆裂开无数巨大的沟壑, 宛如一只遮天带地的巨拳从天而降, 一击便把这片土地打得四分五裂, 埋在土中的一众结丹被这一击打得惨叫出声, 瞬间便没了声息, 可这, 仅是雷霆散落的余威, 雷霆散去, 空中扬起无数黑色粉末, 几团各色宝光带着破空之声, 砸开飞灰, 扑通一声砸落地面, 抬眼看去, 十位元英修饰, 在这一击之下, 竟然瞬间消失了六尾, 仅剩四个重伤垂死的元英飘在原地, 但也是气息为敏, 紧闭双眼不知生死, 还有少了一只胳膊的梁道川, 身体多处化为焦炭, 仅于半具残躯还站在空中, 这, 怎么可能, 梁道川神色惊骇, 难以置信地看着那飘扬洒落的飞灰, 对方这一击, 竟然将六位元英初期抢者, 带着体内元英瞬间劈成飞灰, 更是击杀四位元英初期抢者肉身, 元英重伤, 元英之气泄露大半, 已是重伤垂死, 而自己身为元英初期巅峰的修为, 被十余道雷霆同时劈重, 亦是五脏六腑碎裂大半, 身躯残破, 仅有元英尚算完好, 就连此刻, 还有无数带着毁灭之力的雷霆, 在经脉丹田内肆意游走破坏, 若不是自身修为够高, 并且以大成禁忌的春牙意境不断磨灭雷霆, 修复自身, 恐怕肉身也早就被那雷霆回去, 明明是他们十位元英带着百味添骄前来围堵对方的, 可他们却被对方一个劫单碾压, 这还怎么打? 两道穿心声巨矣, 他不明白对方是怎么做到的, 可是, 对方既然能使出这般威力的攻击, 就绝不是他能阻挡的存在, 他看了看左右的元英, 眼中狠辣一闪, 抬手抢走对方的储物剑, 随后身形一闪, 化作一道绿光, 朝着天边急速掠去, 江涵, 今日之仇, 我来日必报, 他走之前, 甚至还留下了一句狠话, 可江涵文言却只是随意地看了他的顿光一眼, 待数十道金光飘入体内之后, 他随手将四个重伤锤死的元英封印起来, 装入玉盒, 苍云身法亮起青光, 先锋异境缭绕其上, 瞬间便消失不见, 与他一同消失的, 还有上方那方圆百里的庞大杰云, 下一刻, 杰云已到了千里之外, 一道清风破空而至, 拦在了梁道川身前, 跑? 你往哪跑? 好快的速度, 梁道川惊呼一声, 骇然看着面前那紫袍飘扬的少年, 死亡的压力瞬间营绕心头, 自己方才已是使了秘书全速逃顿, 瞬息可至四百里开外, 这在元英七中已是极快的速度, 可这才刚过去一息而已, 竟然就被对方追上, 如此看来, 对方的速度恐怕是自己的数倍, 逃, 恐怕是逃不掉了, 江道友, 方才之事实属误会, 都是秦梦河那件人暗中挑唆, 我才会被他蛊惑, 前来见识了一番江道友的风采, 好在江道友实力强劲, 这才没被那件人伤到, 他看着江涵的脸色, 见对方依然不为所动, 于是赶忙取下自己的储物戒丢了过去, 左右江道友并无损失, 这是梁某的一点心意, 指望江道友看在你我两宗交好的份上, 莫要把方才之事放在心上, 储物戒缓缓飞向江涵, 梁道川眼中闪过一色, 随后心念一动, 咔嚓, 雷霆乍响, 五道积蓄许久的劫雷轰隆劈下, 梁道川眼中只来得及生起一丝惊骇之色, 便在紫红劫雷下化作了一片飞灰, 与此同时, 那枚储物戒忽然炸开, 爆出无尽绿色烟雾, 瞬间笼罩方圆百丈, 第322章, 原因七, 也不过如此, 好在江涵早在那戒指飞来之时, 便心中紧召大声, 远远退开, 这才没被那烟雾碰到, 但就在这时, 黑灰之中亮起一道绿芒, 迅速冲出飞灰, 带起一阵破空之声, 朝着远处瞬息冲去, 可他刚飞出百丈距离, 便有一张雷霆巨手从天而降, 将这道绿芒牢牢固在掌中, 紫红雷霆劈啪落下, 将那绿芒层层拨开, 露出了里面一个面色惊恐的三寸原因, 将道友饶命, 将道友饶命, 刚一现身, 梁道川便立刻求饶, 他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那般隐秘的手段, 竟然还能被对方发现, 甚至还敢在自己动手之前, 先一步出手, 毁了自己的肉身, 看起来一副人畜无害的模样, 没想到却是个阴险狡诈的恶徒, 梁道川心中暗恨, 但看到江涵靠近, 连忙神色惊恐地继续求饶, 江道友, 此时误会, 误会啊, 误会, 哪来的误会, 江涵体内灵力鼓动, 快要枯竭的神念再次分出一丝, 激发黑芒, 落在牢笼之上, 牢笼之上的雷霆陡然粗大两分, 强大的毁灭之力, 哪怕碰上一丝, 就能将他重创, 但是看上一眼, 旧下的梁道穿心神俱颤, 你们不是要杀我吗, 我把你们反杀了, 合情合理, 此事没有丝毫误会, 与此同时, 雷霆牢笼呼的收紧, 劈啪打在圆阴之上, 圆阴之气一散, 顿时让他发出一声凄厉惨叫, 气息迅速为民, 饶命, 江道友饶命, 梁道穿声音虚弱, 他的圆阴本就受伤不清, 方才逃顿更是用尽了力气, 眼下没有丝毫求生之机, 饶了我, 只要你放我, 我就把所有法宝都交给你, 他取出一枚储物剑, 紧紧攥在手中, 神色逐渐很利, 如若不然, 我宁肯自爆, 回去储物剑, 让你什么都得不到, 正在收缩的雷霆牢笼忽然一顿, 梁道穿眼中大亮, 自以为抓到了江涵的软肋, 于是接连喊道, 只要放了我, 这储物剑就是你的, 方才我还收了其他四位原鹰的储物剑, 里面的资源加起来, 最少价值七百万上品零食, 而且还有他们的许多法宝, 只要放了我, 这些就都是你的, 梁道穿感觉自己终于有了逃生的希望, 语速飞快, 脸上的惊恐也逐渐散去, 还有那四个重伤原因, 你应该不知道原因怎么用啊, 我这里有炼化原因的方法, 可以不易丝毫元气进行炼化, 更是能吸收其八成原因之力, 只要你放了我, 我就把这门秘书传给你, 而且我再次承诺, 只要你放我走, 今日发生的一切, 我都不会说出去, 没有人会知道是谁杀了他们, 你也不用担心有人会找你报仇, 说完, 他满脸阴切地看着江涵, 期待着对方的答复, 在他看来, 没有人能拒绝这份诱惑, 可江涵却没有答话, 只是眼神平静地看着他, 直到他有些惊恐忐忑的时候, 江涵才随意说道, 我知道了, 你知道什么了, 梁道川神色疑惑, 可还不待他想明白的时候, 眼角忽然发现一道紫光一闪即逝, 清脆的剑鸣响彻虚空, 紧接着他便陷入了无尽的黑暗当中, 奔雷剑悬身飞回, 悬在江涵身侧, 而那小巧的圆阴额头出现了一个细小的孔洞, 其内有电光闪烁, 还有无数淡绿色的雾气, 缓缓飘散, 阴阳中一带天骄, 同街中的佼佼者, 在整个修仙界都叫得上名号的元英初期巅峰强者, 就这样, 默默无闻地死在了, 这个只是给杰丹大元满准备的秘境入口处, 元英初期巅峰, 也不过如此, 奔雷剑化作一道紫光, 围着江涵旋转, 他面色平静无波, 可心中的傲气, 在此刻又多了一丝, 他的连胜, 至今未破, 绿色光芒自孔洞内逐渐一出, 元英之气迅速一散, 他见状面色一肃, 连忙取下对方手中的储物戒, 施法拽出对方藏在体内的法宝, 最后打出数道法诀, 封住元英之气不屑, 取出一个愈合, 将元英收起, 直到这时, 他才略微松了口气, 脑中神念只剩下薄薄一层, 经此一战, 他也久违地陷入了虚弱状态, 虚弱的感觉, 让他心中隐隐不安, 此时若是再有敌人来犯, 他可就有危险了, 但就算如此, 他也没有丝毫后悔, 对方集结这么多人来杀他, 他若不全力以赴, 又怎能全身而退, 杀了他们, 也只是为了自保罢了, 他可从来都没有主动杀人, 这次杀了两宗这么多人, 虽说那些结丹都是被余波镇死的, 可其中还有十位元英气的高手, 两宗恐怕不会善罢单休, 他转身朝着入口处飞去, 速度极快, 似是生怕战利品被人抢走, 不过, 就算他们不罢休又能如何, 是他们欲要害我在先, 我出手反杀, 合情合理, 便是闹大了, 也是他们无礼, 江涵心中思绪万千, 有些担忧此事带来麻烦, 但很快, 一股霸道的思绪迅速升起, 将这些担心彻底打散, 没什么好担心的, 就算我不招惹他们, 他们还是会派人找我麻烦, 只要实力够强, 就算他们来找麻烦又怎样, 全拿下就是了, 他回到战场之上, 收回复灵所, 神石虚弱扫过, 确认没有发现生命气息之后, 抬手将掉落的法宝全部收起, 还有那些结单妻修士留下的法宝, 也一并收走, 做完这些, 他才深化顿光, 往凤虚宫深处飞去, 他始终没有忘记, 这次来凤虚宫, 是为了寻找夜火红莲, 但在此之前, 需要找一处安全之地, 恢复神石, 去战场极远处的一处裂缝深处, 风白燕紧紧缩在地底深处, 一片脆色荷叶将他包裹得严严实实, 隔绝了所有的气息, 他躲在地底一动不动, 就算远处的动静彻底消散, 也仍不敢动弹分吼, 直到一天之后, 他才敢放出神石, 极为谨慎地外出查探, 直到确认安全之后, 他才小心翼翼地从裂缝深处爬出, 慢慢往战场前去, 真是好大的动静, 也不知道江涵逃走了没, 此人简直胆大包天, 在外面也就算了, 大家谁都不敢动手, 可这里不禁争斗, 他竟然还敢挑衅原因强者, 风白燕一边前行, 一边暗自叹息, 江涵可是他唯一一个加入那个大家族的机会, 若是对方就这么死在这里, 他就只能提前结束单修生活, 和那位大他三百多岁的女子结成双修道旅了。 第323章, 千万不要出事啊, 战场入口外, 大殿上空, 除武宗的五位元英大圆满外, 又来了三十余位元英中后期的强者聚集于此, 他们大多是附近中小宗门在梧桐山集市坐镇的长老, 听到了此地动静, 这才赶来凑个热闹, 阴阳宗长老细细感知着入口出的动静, 看着面无表情的许千秋, 呵呵笑道, 许长老不必担忧, 这么长时间没出来, 想必那位天交榜榜首多半是逃了出去, 虽说此人太过狂妄, 但只要没被抓到, 自然不会有事。 除去那25位排名前百的天交外, 还有梁道川和郑文睿等一众元英七修士, 其中, 梁道川还是元英初期巅峰的强者, 在他们合力出手下, 便是去覆灭一个小家族都绰绰有余, 而江涵只有一个人, 他怎么逃, 更何况, 对方进入凤须宫前, 还将一众元英都惹得火冒三丈, 恨不得将他抽皮八股, 如此一来更不会放任他逃走, 此事还未出来多半是在里面遭受欺辱吧, 其余人听到他的话却不敢有什么反应, 他们只是闲着没事干来看热闹的, 可不想卷入两大宗门的明争暗斗, 许千秋同样没有答话, 江涵进去前的表现看起来极为自信, 想来应该没事才对, 可这么久过去了, 还是没人出来, 让他难免有些担心, 众人心思各异, 一时有些沉默下来, 可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 阴阳宗长老有些坐不住了, 这都过去一天了, 就算是抓到江涵折磨, 那也该差不多了吧, 难不成还真打算当面杀人不成, 若是惹得紫霄见宗发疯, 自己可挡不住他们, 这群家伙, 就算再怎么玩, 总得出来人传个消息吧, 他当时可是特意交代过, 不管事成失败, 都要第一时间告诉他, 但直到现在, 里面连一丁点消息都没有, 就连传音预见都没有动静, 如此诡异的情况, 难免让他心中有些不安, 隐约感觉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将要发生, 陈阴片刻, 他传音问林天宗长老, 谢长老, 可有收到回信? 谢长老闻言面色微宁, 徐长老莫非也没收到回信? 二人一时沉默下来, 一家没有回信, 暂时说明不了什么, 但两家全都没有回信, 那问题可就有些大了, 后方, 其他看热闹的原因, 也在私下传音聊得火热, 阴阳宗和林天宗, 这是怎么回事? 听说他们进去了百余人, 还有十个原因欺压阵, 怎么到现在都没有动静? 谁知道啊, 动了这么大阵仗, 听说只是为了对付江涵一人, 难道还能阴沟里翻船不成? 这还真不好说, 听说江涵在结单中期的时候, 就有过以一敌百, 斩杀九成的战绩, 这一次, 这次可是有十个原因压阵的, 结单期和原因期的境界壁垒, 可不是那么好突破的, 就算他能打一两个原因, 他还能打十个原因不成, 依我看, 两宗的人多半是偶然遇到宝物, 一起寻宝去了, 也有可能是遇到妖族之人, 两边对上了, 阴阳宗长老偷听着后方的传音, 感觉此人说的很有道理, 凤须宫内的敌人, 除了紫霄建宗之人, 和数不尽的火妖之外, 还有许多妖族天骄, 说不定, 他们就是偶然遇到了某个妖族天骄, 追着抢材料去了, 想到这里, 阴阳宗长老颇有些不满, 这个梁道川总是这么不让人省心, 都原因期了, 还是分不清轻重缓急, 现在是去打妖族的时候吗? 妖族什么时候都能打, 早先拿下姜涵才是正事, 凤须宫入口每次开启只有三天时间, 等下次再开, 可就在一个月之后了, 若是他们再不出来, 宗主问起可怎么解释? 哼, 这个没脑子的, 等他出来之后, 定要狠狠训斥他一顿, 这般想着, 阴阳宗长老脸上却逐渐升起笑意, 不管怎么样, 反正江涵是绝对逃不掉了, 若能把江涵除掉, 就算损失了这百味添娇, 十位元英, 那也值得。 就在众人火热谈论之时, 大殿入口处, 忽然腾起波动, 众人急忙看去, 却见风白燕风尘仆仆地从漩涡内走出, 满身尘土, 神色呆滞, 看起来极为狼狈, 秦梦河跟在他后面, 双臂静断, 神色维靡, 面容呆滞茫然, 眼中还残留着惊恐亥然, 柳青云手中拎着自己的两条腿, 脸色惨白无血, 摇摇晃晃地飘在后面, 当看到几人的一瞬间, 许千秋心底顿时咯噔一声, 阴阳宗的人出来了, 而且, 这一副经历大战的模样, 岂不是说明江涵凶多吉少? 哄, 凌厉的杀意轰然乍起, 三人还没站稳身子, 都被埋进了青砖, 江涵呢? 许千秋沉着脸怒喝道, 他不敢想象, 若是江涵在这里出事, 宗主会疯狂到什么程度? 江涵? 一听到这个名字, 三人立刻面露惊恐, 特别是秦梦河, 更是瞳孔皱缩, 四肢发软, 身体剧烈颤抖, 就连柳青云趴在地上的身体, 都在一抽一抽的, 明显极为恐惧, 见他们这副模样, 阴阳宗徐长老脸上一沉, 抬手挥出一道灵气, 挡住了许千秋的威压, 不悦道, 许长老这什么急, 没看到他们都受伤了吗? 有什么事等他们伤好了再说? 说吧, 他转头问道, 其他人在哪? 后, 后面封白燕尖难回道, 话落, 又有一人以漩涡内飘出, 随后更是或飘或爬, 接连出来近二十人, 这些人都是天骄榜上前摆的天骄, 但现在全是缺胳不断腿的, 甚至有人半边身子都没了, 看到他们这副凄惨模样, 他们人没事就好, 至于这缺胳膊断腿的小伤, 回去吃点药也就好了, 姜涵呢? 他问出了最关心的问题, 再次听到这个名字, 封白燕瞳孔骤然一缩, 缓缓回头, 看向被吓到尸神的秦梦河。 第324章, 我要灭他满门, 见他还是一副惊恐难鸣的模样, 封白燕略意犹豫, 抬头看见几十位原音期盼的目光, 指得巨石说道, 他, 走了, 走了? 此话一出, 许千秋顿时松了口气, 阴阳东长老则是心下一沉, 暗骂一群废物, 那么多人, 竟然连一个区区杰丹都拿不下。 至于其他看热闹的, 则是纷纷惊叹出声, 不愧是资质绝品的天骄, 在如此围攻下都能逃出生天, 果真不愧是原音期下最强者。 杰丹再强也是杰丹, 那可是百位同阶, 加上十位原音的围攻, 竟然还能让他跑了, 此事简直离谱至极。 不奇怪, 听说他本就速度极快, 据当时在白虎山观战之人所言, 江涵出手之时有风隙波动, 速度比瞬移还快, 应该是有风之意境在身。 怪不得他们这么久没出来, 原来都去追他去了。 不过他就算跑得了一时, 总有灵力枯竭的时候, 到那时必然会被十位原音追上。 这可不好说, 江涵出道这么久, 经历大小战斗多次。 你可听过他哪一次灵力枯竭过? 这, 倒是不曾听闻。 听的这些话, 阴阳宗长老脸色这才好看一些, 灵力早晚会用完, 就算是多一点, 他还能比原音七灵力多。 不过为了以防万一, 他还是问了一句, 梁道川他们呢? 可是追江涵去了? 一说起这个, 风白燕就沉默了。 他为了不和江涵作对, 当时一进去, 他就找机会远远躲开了。 对战之时, 他只能感知到战场剧烈的天地之力波动, 却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还是有人目睹了全程。 秦梦河艰难抬起苍白的俏脸, 再也不见放出的傲然洒脱, 双目泛血, 神色欺然地看向阴阳宗长老。 一看他这个表情, 阴阳宗长老心里顿时咯噔一声, 忽然升起了强烈的不安。 下一刻, 秦梦河的话让他的不安瞬间化作惊恐, 只听秦梦河声音淒厉, 大声哭诉道, 死了, 都死了, 梁师兄死了, 李师兄死了, 还有方师姐, 他们全都死了。 此话一出, 场中顿时一静, 紧接着便是一阵倒吸冷气的惊呼声。 怎么回事, 十位元英, 那可是十位元英, 怎么可能全死了? 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难道是遇到了血月族的那头毒狼? 不可能, 那家伙虽然可杀元英, 但他顶多对付一两个心境元英, 梁道川他们可是足足十位元英, 而且还有元英初期巅峰, 他怎么敢出手? 众人惊恐议论, 甚至被惊道忘记传音, 直接大声喊了出来。 十位元英便是他们出手, 也不可能这么快就全部击杀, 元英七要跑, 那速度可太快了。 阴阳宗长老和林天宗谢长老, 更是目瞪口呆, 心中震撼无比。 他们听到了什么? 十位元英死了, 全死了。 那可是十位元英七强者, 宗门培育数百年才成长起来的强者, 他们怎么可能死在这里? 这怎么可能? 二人难以置信地看着秦梦河, 身体隐隐颤抖, 眼中尽是不可思议之色。 元英七强者, 在任何一个宗门内都是中流砥柱, 那是足以为宗门征战四方的强者。 平常就算陨落一位, 那都是必须汇报大长老的大事, 可现在, 就在这个小小的凤须宫里, 竟然一次性死了十位。 那可是十位元英七强者, 不是十个大白菜。 他们已经能想象到自家宗主发怒的模样了, 便是二人修为高深, 也难免有些慌了。 阴阳宗长老双目瞬间血红, 瞪着秦梦河恶狠狠说道, 谁干的? 到底是谁干的? 是不是那个血月族的狼崽子? 这个混账东西, 这次我就算冲入妖族腹地, 也要取着砸碎头颅, 为诸位元英同门报仇。 他说得极为愤怒, 可却没有听到想象中的回答, 疑惑看去时, 反而听到一个低不可闻的名字。 秦梦河低着头, 声音颤抖。 江涵, 是江涵杀的。 哄, 犹如一股风暴在殿中轰然炸开, 犹如一道霹雳, 将众人惊倒呆立当场。 阴阳宗长老心脏剧烈颤抖, 江涵, 怎么会是江涵? 怎么可能是江涵? 他一个结胆小辈, 怎么杀得了这么多元英气? 那可是十位元英气, 他到底怎么做到的? 不, 他怎么敢的? 话落, 他猛地低头看向秦梦河, 元英大圆满的气息轰然爆发, 惊得众人齐气退开。 说, 到底怎么回事? 哄, 一道强大的气势轰隆爆开, 将方圆十里内的房屋全部炸成了粉碎。 屋内, 梁家, 现任家主梁智才, 双目血红, 无尽怒火, 瞬间淹没他的理智, 仰天暴怒嘶吼道, 谁? 是谁杀了道川? 前来禀报的祠堂长老, 弯着腰不断颤抖, 结结巴巴地说道, 不, 不知, 废物, 茶? 给我茶? 派人去主宗, 查清楚道川现在在哪里。 祠堂长老闻言立刻退下, 联系主宗人手进行探查。 梁智才呼吸粗重, 元英中气的气势不断向四周轰轰爆发, 近千名梁家族人被击飞出去, 正是瞬间爆成血污, 顷刻将四周染成了一片红色, 刺鼻的血腥味让他变得更加适血, 眼中的疯狂越加浓郁。 很快, 祠堂长老再次返回, 颤声回道, 家主, 二少爷昨日和同门结伴去了凤须宫, 如今主宗已派人前去查探, 暂时还没有收到回复。 梁智才静静听着, 呼吸逐渐放松下来, 神智缓缓回归, 直到祠堂长老说完, 他才疑惑呢喃, 凤须宫? 他去那里干什么? 不行, 我要亲自去一趟, 不管他是谁, 敢惹我梁家, 我定要将他包皮抽骨, 炼气魂魄, 灭气满门。 骂完, 他仰天喝道, 元英气已上族人, 随我前去凤须宫, 诛杀贼子, 为我而报仇。 第325章, 杀人偿命, 天经地义, 声音响彻方圆千里的巨大城池, 很快, 城内四处呼啦啦飞起二十余人, 大多是元英初期中期, 元英后期更是率先开口, 道川可是我们梁家未来的希望, 他的死, 绝不能轻易结果。 家主, 是何人如此胆大包天, 竟敢招惹我们梁家? 不管他是谁, 敢招惹我们梁家, 算他踢到铁板了。 正如家主所言, 此次定要灭气满门。 其余元英皆是出言覆和, 但就在这时, 梁智才神色一动, 传音欲简迅速飞出, 玄于身前。 圣儿, 此事你无需多想, 我和诸位长老前去处理, 你安心闭关修炼即可。 爹, 道川之死牵扯甚多, 你们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梁晟声音沉稳, 但仍能听出其快要压制不住的怒火。 如今, 老祖闭关突破化神, 正是关键时刻。 你们留在家中护法, 此事由我处理。 梁智才闻言呼吸一蹴, 虽心有不甘, 但他心知老祖突破化神, 才是如今大事, 只得忍着怒火无奈问道。 圣儿, 你可知, 道川是怎么死的? 梁晟文言沉默片刻, 历声道。 据奉虚公传回来的消息, 道川, 应是被紫霄剑宗江涵所杀。 江涵, 梁智才神色一致, 如今整个天下, 谁人不知江涵大名。 那可是紫霄剑宗万年难出的绝世天才, 不但是天骄榜榜首, 登榜之时, 更是天生异象, 被紫霄剑宗宠得跟个宝贝似的。 可是, 道川如今已是原因期, 为何会惹到江涵? 不止他惊讶, 其他长老听到这个名字, 更是直接惊呼出声。 江涵, 那个最近风头最盛的天骄榜榜首。 怎么会是他? 若真是他杀的, 我们还怎么报仇? 家主, 若真是江涵所为, 紫霄剑宗那边我们可惹不起啊, 一元英后期长老犹豫等。 事者已是, 我等要尽快背上厚礼, 前去紫霄剑宗为道川赔礼才是, 可不能因为一点小事, 就为梁家惹来大敌啊。 他声音不小, 在场众人听得清清楚楚。 另外一位元英后期长老闻言同样劝道, 家主, 祖宗是祖宗, 梁家是梁家, 万一真惹到那群丰满的剑修, 后果不堪设想啊。 此话一出, 其余长老也纷纷开口劝谏, 皆是要撇清关系, 放下仇恨, 为大局着想。 紫霄剑宗向来护短且不讲道理, 惹到他们那是真的会被灭门, 还会被灭得很惨。 血脉秘书一出, 连一点血脉都藏不住, 会被直接杀到血脉断绝。 但阴阳宗那边就不好说了, 到最后若是势态不可控, 甚至有可能把他们梁家丢出去平息对方怒火。 就在这时, 梁圣也开口劝道, 爹, 这是阴阳宗和紫霄剑宗的仇怨, 梁家暂时莫要插手, 容我先去看看情况再说。 也好, 梁志才此时也冷静了下来, 若是把梁家和紫霄剑宗放在一个秤上, 那根本就莫得选, 倒下的一定是梁家。 若是执意闹到最后, 死的可就不止一个梁道川了, 那此事就交给你了, 小心一些, 梁家已经没了道川, 可不能再失去你了。 梁圣文言却是轻蔑道, 父亲不必多虑, 我已是原因中期修为, 就算来十个江涵, 他也不可能是我的对手。 直到切断通讯, 他面上的平静迅速散去, 再也压不住内心的怒火, 猛地仰头嘶吼一声。 啊, 江涵, 你该死。 梁道川可是他特意为自己突破化神准备的入道之人。 二人从小一起长大, 同吃同住, 关系极好, 再加上血脉间的羁绊, 二人感情之深, 可动天地。 根据他意外所得的那枚先浮欲检记录, 只要杀了至亲至爱之人, 他有八成把握能够领悟绝情法则之道, 以此道, 他有三成把握可入化神。 那可是无数修士梦寐以求的化神之道啊, 那可是他苦心经营百年的筹化, 一想到自己培育多年的化神之机就这么没了, 梁胜就忍不住火冒三丈。 原音中期的气势轰然爆发, 将洞府阵伐阵的不断晃动, 地面更是被这股气势风暴生生刮去一层。 此仇若是不报, 我到心难鸣。 梁家不敢招惹紫霄建宗, 但他敢。 他可是玉鸾峰峰主亲传弟子, 同样有化神强者坐后盾, 若是出事, 就算师父保不住他, 但宗门定然不会坐视不管。 更何况, 四宗打压紫霄建宗几乎是共识, 以江涵纳等天资, 只要能杀了他, 自己定能获得宗门大力栽培, 甚至奖励宗门传承的法则大道也说不定。 紫霄建宗又如何, 杀了江涵之后, 自己就躲在宗门闭关修炼, 等待飞升, 从此再步下山。 我就不信, 紫霄建宗还能打上阴阳宗不成。 他们若是真敢, 四宗也就有了理由联合起来, 共同讨伐建宗, 到那时, 自己就是四宗的功臣。 想到此处, 梁圣眼中杀意越发浓郁。 此事若不解决, 道心寿屋, 他未来修行定会难以寸净, 甚至由此滋生心魔, 道心受损也极有可能。 对付江涵虽有风险, 但能获得的利益更大, 不但能够道心通明, 更有可能获得宗门栽培, 如此利益足够自己冒险杀人。 杀人偿命, 欠债还钱, 此事契合天地大盗, 干了。 他断我道徒, 我以他姓名换取新的道徒, 此事, 合乎情理。 轰隆一声乍响, 梁圣冲出洞府, 往传送广场, 急速冲去。 就在这时, 天地漠然一阵扭曲, 迅速与原本的天地隔绝开来, 陷入一片灰色的独立空间之内。 正当梁圣暗自警惕之时, 一道身影却突然出现在前方, 笑意淫淫地看着他。 他定睛一看, 顿时面色大变, 慌忙行礼道, 弟子梁圣, 见过宗主。 我真要去做什么? 林施宇一句话, 就让梁圣面色大变, 可紧接着他又语气一变, 说道, 此物可助你一臂之力。 他朝梁圣抛出一个团金色光芒, 梁圣恭敬接住, 只看一眼便立刻大喜过望。 天接四品法宝破经锥。 还有这单钥匙? 不错, 这破经锥虽然只有三枚, 但每一枚都可及破法, 则至宝之下的任何法宝, 以此破了江涵法宝, 你方有机会杀他。 第三百二十六章, 死去必杀江涵。 至于那梅丹药, 则是小枫灵丹, 可助你压制修为, 以原因初期巅峰的修为, 进入凤须宫报仇。 林施宇淡淡道, 原来如此, 多谢宗主。 梁圣连忙道谢, 他方才还在发愁, 外面有化神七户道, 他该怎么进凤须宫去找江涵, 转眼宗主就送来了这等宝物。 嗯, 切切, 无论发生何事, 宗门永远是你最强的后盾, 尽管放手去做便是, 若你能成, 回来后, 我重重有赏。 林施宇说完, 身形凭空消失不见, 四周天地的扭曲也同时散去, 再次恢复了正常。 梁圣看着手里的两件宝贝, 心中狂喜, 有了宗主的支持, 此次必杀江涵。 道川, 你安心地去吧, 就算没了你, 我亦可化神。 他收起宝贝, 迅速往传送广场冲去, 他要赶在凤须宫入口关闭前前进去, 又是一枚火金, 看其成色, 还是上瓶火金。 江涵手中拿着一块四四方方的火红金石, 其内有八十余道火红细丝盘旋环绕, 散着阵阵灼热之气。 据预检介绍, 十道以下为下品, 三十道以下为中品, 九十道以下为上品, 至于超过九十道火灵的, 则为极品。 火金乃玄接材料, 可用作助燃之物, 也可助火系灵根修炼, 若是换成零食, 一枚上品火金, 足可换十到五十块中品零食, 但他显然不需要拿去换零食, 此物更大的用处, 是可以助他修炼肉身。 江涵掌心微微用力, 火金啪得碎成赤色粉末, 那八十余道火红细丝在出现的一瞬间, 便化作一捧赤红微蓝的赤热火焰。 火焰轰然腾起杖高, 翻卷的热浪刚要散开, 便被一股巨大的吸力, 请客吞噬。 火焰消散, 下一刻, 丹田内就多了十余道血丝, 十二道还算不错, 比吞噬天才地宝划算多了。 江涵丢掉手中粉末, 继续往深处走去。 自从那一战之后, 他花了三天时间恢复神念, 而后一路往核心区边打边走, 至今已过去了十天时间。 期间击杀的火妖足有近千只, 吸收了近千块火金后, 体内血丹都壮大了一成左右, 可却仍未看到夜火红莲的影子。 果真如记载所说, 夜火红莲太过难得, 运气好的在此历练三五年时间可能会有一个, 运气不好的, 就算待上十数年也难有收获。 据说核心区碰到夜火红莲的几率最大, 实在不行, 只能去核心区碰碰运气了。 江涵停步, 看向极远处的一道火焰巨墙, 那里就是核心区所在。 核心区内最低也是元英初期的火妖, 甚至有些火妖已经有了些许神志, 实力极强。 一般的杰丹七天骄, 根本不敢随便进核心区, 就算是元英七强者, 也不敢单独进入核心区寻找机缘。 不过, 以他现在的实力, 对付一些元英初期的火妖, 应该不成问题。 想到这里, 他索性不再理会那些杰丹七火妖, 深化顿光, 朝着核心区快速飞去。 如此大的动静, 一路惊动了许多火妖的注意, 火热灵气急速翻腾, 天地间顿时出现了无数火球陨石, 朝着江涵轰轰砸去, 可他速度实在太快, 所有攻击还未靠近, 便被他远远甩在身后。 夜火红莲虽好, 但你也无需太过纠结, 就算没有他, 我也能助你凝结十二品到新青莲。 剑灵忽然现身, 悬在他身侧, 同样飞得极快。 十二品到新青莲? 江涵瞳孔一缩, 心脏激动得砰砰直跳。 到新青莲品阶越高, 修饰和天地法则的契合度也就越高, 对于修饰领悟天地法则, 掌控天地之力拥有莫大的助力。 青莲每多一品, 所能掌控的天地之力, 数量最少增加十倍以上。 现在元阴七修饰中, 大都是以二品三品的青莲成阴, 也只有那些天骄中, 才有三成左右, 是四品五品的青莲。 若有四品青莲, 就可以尝试冲击化神。 五品青莲有四成以上把握化神成功, 六品即有八成把握, 七品以上必定化神。 古往今来, 此界所有修饰中, 青莲品级最高者, 也只有紫霄建宗老祖的九品青莲, 这已经是此界极限了。 江涵虽自信自己资质绝品, 但也只敢想一想九品青莲, 可建林现在却告诉他, 能让他凝聚十二品到新青莲, 那可是和普通元阴相差近百倍的差距, 只要结阴, 他立刻便能拥有堪比元阴中期巅峰的实力, 他怎能不激动? 十二品也只是保守估计, 以你的资质, 若是加上夜火红莲消除杂念, 再以秘术凝结先胎道阴, 就算是凝聚出十五品青莲也极有可能, 若是再能生出一两颗莲子, 那才是正道。 十五品? 江涵呼吸一措, 速度默然快了几分, 我现在就去找夜火红莲。 十五品? 十五品是什么概念? 江涵不知道, 可他知道一定会很强, 那就足够了。 一个时辰后, 在他全力奔袭之下, 终是到了那道火焰巨墙前。 滔天的火焰, 也由小半变成了白色, 炙热的火浪烘烤天地, 将附近万里都烧成了岩浆。 岩浆中, 竟是杰丹大圆满的火妖, 不时自岩浆中跃出, 再扑的一声, 砸在岩浆中, 溅起一大片赤红结晶。 如此高的温度, 饶使他肉身极强, 也不得不开启了风天凯的护盾, 才将此处热浪隔绝在外。 取出来时, 李长老给的那枚令牌, 灵力注入之后, 一道红光, 默然射入火焰巨墙内。 很快, 红光迅速扩大, 将火焰强行撑开, 露出了一个, 火焰巨墙, 神石就感到一股危险, 从天而降。 哄, 一只浑身缭绕蓝色火焰的赤红底色石人, 从天而降, 轰隆砸在江寒原本踏入的位置。 与此同时, 一道火焰光环, 自石人角急速下升出, 瞬间扫过大地, 将方圆三百丈范围, 化作了一片红蓝火玉。 他一击不中, 四处扫尸一圈, 最后仰头, 看向空中千丈外的江寒, 发出了一声, 能撕破耳膜的嘶吼咆哮。 原音初期的火妖, 江寒右手虚抬, 奔雷剑立时便从虚空钻出, 随后他心念一动, 飞剑漠然消失, 下一刻, 便叮的一声, 刺在了石人眉心处。 他定睛一看, 眉头顿时紧重, 足以伤到原音七修士的飞剑, 刺在石人眉心, 竟然只能留下一个寸许深的小坑。 好硬的石头人。 第327章, 这就是人族天骄, 血月狼腰。 一个寸许深的细小坑洞。 而且对方身上那蓝色的火焰, 竟能燃烧神石, 就方才那一瞬不到的攻击, 静着的他, 神石略为刺痛。 不愧是核心区的火妖, 这些火妖, 不能单单以其境界简单看待。 火妖之间亦有差距。 不同形态的火妖, 所擅长的天赋神通, 也有所不同。 除去公认最强的人形火妖外, 就属这些拥有实体的火妖, 最为棘手。 如果说人形火妖, 拥有原因中期的实力, 那这些实体火妖, 就拥有原因初期巅峰的实力。 它们不但神通威力极大, 身体更是被此地灵火锻造的极为坚硬。 这熔岩石人, 更是硬中之硬。 一身石块, 连天阶八品的奔雷剑, 都只能勉强伤到表皮。 而且, 此妖伤害极高, 周身拦火单是神石靠近, 就会刺痛, 若是烧到身上, 一击就能令人重伤。 若是一般的原因初期修饰遇到它, 自从学了这门秘书之后, 还一直没有机会用上, 如今这十人倒是来得刚好。 说做就做, 将寒右手掐出一个颇为古怪的剑爵, 体内灵力经过特殊的运转方式运转一圈后, 竟在一息之间, 聚起了九成灵力, 全部挥入奔雷剑内。 星湖上的剑心, 也在同时发出一声清鸣, 随后剑意游走而出, 迅速融入飞剑之内, 与其内的灵力汇聚相容。 剑身亮起灰芒, 渐渐在这一刻剧烈颤动, 孙寒的剑意, 以飞剑为中心, 向着四周轰然爆开, 随后又急速缩入飞剑内。 清凉之胆席卷而出, 它深周百丈的热浪被瞬间冲散, 数不尽的黑色雪花在这片炙热的火焰之地, 洋洋洒落。 地面的石头人站在火域内, 被那黑色雪花落在身上, 发出一阵滋滋声响, 冰冷的寒气, 将它身上的火焰都压下了些许。 哼, 许诗被雪花刺激到, 石头人猛的一朵地面, 周身蓝色火焰漠然高涨, 腾空而起, 化作一只火焰巨鸟, 朝着江寒呼呼冲去。 蓝色火焰所过之处, 将空间都烧得微微扭曲, 可在它冲入江寒百丈那时, 那炽热的火焰却猛的弱了三分。 没想到, 剑意还有这等用途。 江寒轻笑一声, 随后右手向前轻挥, 口吐一字。 去! 话落, 奔雷剑化作一道黑光瞬息穿过火焰巨鸟, 掠过无尽火焰, 毫无阻碍地自那识人眉心一穿而过。 噗, 一声轻响, 火焰巨鸟顷刻消散, 下方的火欲漠然一致, 随后急速熄灭无影, 而石头人眼中则闪过一瞬迷茫与惊恶。 下一刻, 无数裂缝自眉心孔洞咔咔裂开, 迅速向四周蔓延开来, 足有百丈大小的石头人在一阵轰轰巨响中, 如果石头人眉心时, 竟然没有一丝阻碍之感。 石头人的强大无庸置疑, 就算是在同属实体的猿鹰七火妖中, 他的防御力也足以名列前茅。 但就算这样, 再破空剑下, 他也撑不住一剑。 此剑, 足以正面伤到法宝不强的猿鹰中期修饰。 可这只是理想状态, 能修炼到猿鹰七的强者必然有大纪元在身, 法宝功法不必多说, 其定然有几招压箱底的绝招, 可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江寒心念一动, 灵力卷着一枚散着耀目光芒的蔚蓝火精, 自那一堆碎石中缓缓飘出。 火精内有百余道蓝色火灵发疯一般的四处冲散, 阵阵热浪四散而出, 将地面的碎石烧成了一大块岩浆, 缓缓渗入地底。 130道火灵的极瓶火精, 他掌心缭绕黑色剑翼, 微凉的冰寒隔绝热浪, 将这枚火精抓在手中。 随着凌厉意图, 火精轰然炸开, 百余道火灵瞬间冲出, 腾起的热浪席卷开来, 将脚下的地面迅速烧成一大片岩浆沸腾起来。 紧接着, 火灵如有意识一般, 朝着江寒体内迅速冲去, 似要以自身的炙热, 把它烧成灰烬一般, 带着一股一往无前的气势。 可吞噬之力比它们更快, 黑洞轻轻一转, 所有火灵便如泥牛入海一般, 瞬间消失不见, 下一刻就变成了百余道血线, 出现在丹田内。 一枚极瓶火精转化的血线, 足可堪比十枚上瓶火精。 若是在此击杀千余之猿鹰鹰七火妖, 就算没能得到夜火红莲, 也足以让魔鹰神再次突破。 若是突破到第三层, 应该足以堪比, 猿鹰大圆满体修的肉身之力。 江寒舔了舔有些干涩的嘴唇, 架起清风, 身形瞬间消失, 在它神石覆盖下, 三千里范围内, 有两只猿鹰七火妖盘聚。 随着它的身影消失不见, 又过了一会儿, 一只仅有八掌大小的火红蜥蜴, 自沸腾的岩浆内快速爬出。 它抬头看了一眼江寒离去的方向, 吐着杏子舔了一口石头人化作的岩浆, 转头朝着另外一个方向急速冲去, 其速度极快, 几乎化作一道残影, 瞬息变到了极远处。 蜥蜴身形极小, 周身没有散出丝毫气息, 体表颜色更是不断变换, 始终和周遭环境融为一体。 直到三个时辰后, 它才迈着四条小短腿, 冲到了一处石坡之上。 此处, 有一道黑色身影, 四肢踩在一只猿鹰七暴行火妖身上, 大口撕咬着对方身体, 疯狂吞噬其内的火灵之力。 直到整只火妖被其全部吞噬, 它才抬起身子, 露出那一身如山巒般鼓动的肌肉, 一身黑色毛发如钢针般根根直立。 它转动猙獰的狼手, 尖嘴中喷出一团火气, 如成年野猪般大小的狼身直立而起, 立爪化作一道残影, 将那只蜥蜴瞬间抓在手中。 锋利的爪尖一处点破蜥蜴皮肉, 带起一滴绿色血液伸出舌尖清甜。 嗯? 好强的一剑。 它身体一顿, 身上气息收敛, 前肢缓缓落下。 这个人, 是人族最近名声大噪的那个绝世天才。 第328章, 想杀我? 呸! 它吐出残余绿血, 唇角以一个夸张的弧度迅速裂开, 露出一口闪着寒光的尖利獠牙。 杰丹大圆满的修为, 一剑竟能击杀石人火妖, 这一剑绝对有了接近圆英初期巅峰的威力。 血露脑海中不断闪过那道剑光, 饶食它无比自大, 此刻也不由暗自心惊。 人族杰丹七剑修, 他也不是没有见过, 但能一剑顺杀圆英七石人火妖的, 他还是第一次见。 那石人的硬皮, 饶食他也不敢随意招惹, 可对方杀那石人, 却犹如呼吸般随意, 但很快, 惊诧就变成了嗜血。 如此天骄, 倒有资格做我的血史。 人族和火妖终究有所区别, 石人我肯不动, 但你这身躯孱弱的人类见修, 又岂能挡住我一爪之威? 血露抬起一脚, 把那蜥蜴踢飞数百丈远, 生如寒风般凌冽刮过。 带路, 我要去吃了它。 十日时间转瞬即逝, 这十天时间, 江涵足足斩杀了三百余之猿鹰七火妖。 无论是何种火妖, 在破空剑下, 都挡不住一剑之力。 三百多颗火精被他吞噬吸收, 体内的血线又增了三成。 照这样下去, 只需跃余时间, 他就能晋级魔鹰神第三层, 肉身踏入猿鹰七。 但随着他的杀戮, 猿鹰七火妖的数量迅速减少, 今日一天时间, 他才只杀了十只火妖。 于是, 深赶时间紧迫的江涵, 再次掉头往最核心处冲去。 最核心处的猿鹰七火妖, 绝对比外圈要多, 只要避开人形火妖, 其余火妖就只能被他吞掉。 而在最核心处的那座高山之巅, 一道身影, 早已再次等候多时。 梁圣身着白山, 潭溪坐于山巅, 一百飘洞, 神色甜淡, 颇有些出尘先意。 此地人际罕至, 倒确实是一个杀人藏宗的好地方。 他已在此地等了许久, 可江涵就好像失踪了一样, 一直没有露出丝毫踪迹。 但就在今天, 一道紫色顿光自远处急速冲来, 里面那道熟悉的气息, 令他瞬间睁开眼睛, 猛地朝那顿光内看去。 江涵! 待看清来人之后, 他仰天怒喝一声, 巨大的声浪夹杂着原音中气的强大神石, 化作一道闪着黄光的滔天巨浪, 朝着远处的江涵轰隆砸去。 江涵早在那道巨吼响起之时, 心中便已是警召大声, 立刻停下顿光。 此刻见那珊瑚海啸般铺天盖来的庞大神石, 目光微宁, 使海内的神石化为紫光, 毫无余力地轰隆冲出, 虽未化形, 但数量却只比对方弱上一筹。 哄! 皇子两道巨浪, 轰隆撞在一处, 二者疯狂撵动, 击出无数神石余波, 将整座山头打出无数深浅不一的坑洞。 江涵的神念虽然数量不及对方, 但质量比对方强了不知多手。 二者消磨之时, 对方的神念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消散, 而他的神念却仍聚在一处, 消耗得极为缓慢。 好凝食神念! 梁圣心中大惊, 他本想以原因中期的神石率先冲破江涵十海, 将对方变成一个失去意识的废物。 如此一来, 不但能省下三枚破经锥, 杀敌之后, 还能将对方的天阶法宝据为己有, 如此一举三得之势, 才能弥补他, 失去血清的痛苦。 可他万万没想到, 对方不但神念之力只比他弱一筹, 其神念的质量更是比他强出太多。 他需要消耗三分神念, 才能勉强抵消对方一分神念之力。 他可是原因中期的神念啊! 江涵这等天才, 果真留他不得。 眼看自己的神念快被消磨殆尽, 脑海更是升起一阵虚弱, 梁圣心绪震动之下, 不敢拖大, 连忙收起神念, 直接瞬移闭向一旁。 哄! 庞大的神念撞在山边, 将山头轰出一个三十余杖的巨大坑洞。 梁圣心有余悸地躲在一旁, 看着那道坑洞瞬间出了一身冷汗。 好在对方没有修炼神魂秘术, 神念攻击还太过稚嫩, 而且极不灵活, 如若不然, 那一击, 恐怕足以让自己神魂受创。 而巨大的反阵之力, 同样让江涵十海微痛, 随后迅速收回神石。 对方拥有如此庞大的神石, 比元英初期巅峰强了太多。 而且看对方身上那强大的气息, 此人定是元英中期无疑。 元英中期? 他抬眼看向那道身穿白衫的身影, 阴阳中的阴阳于图案在对方胸口是那般明显。 对方竟然毫不掩饰意图, 心中阴阴有些震动, 这已经是在无视规矩了。 四宗, 这是想和紫霄建宗开战吗? 江涵, 无需挣扎, 今日既然遇到我, 只能算你运气不好。 杀我二弟, 我今日定要取你性命, 为我二弟报仇。 只要你乖乖投降, 看在紫霄建宗的面子上, 我倒是能给你一个痛快。 江涵文言却不为所动, 什么二弟三弟的, 不过是借口罢了, 想要杀他的人多了去了, 难道遇到打不过的他就要投降? 实在可笑。 此时认输定是必死无疑, 若是逃跑。 不行, 对方肯定早已知道自己速度极快, 此刻既然敢拦在这里, 定是有了应对之法。 更何况, 以自己如今的实力, 若是放手一搏, 也未必没有机会。 以破空剑, 足以顺杀原音初期巅峰石头人的威力, 浮以遂天境凝聚两成灵力的权力一击, 再以先锋异境, 加持飞剑速度。 只要能一剑破开对方防御, 让寂灭神雷和剑翼侵入体内, 对方便是不死也要受伤, 还会被牵制大半心神。 原音初期巅峰都能顺杀, 原音中期, 权力之下, 也未必不能杀。 就在他杀星剑农之时, 星湖底部漠然一阵, 一股暴虐黑气急速冲出, 顷刻填满他的石海, 将整座石海染成一片漆黑之色。 寂灭神雷自体内瞬间冲出, 黑色雷霆劈啪环绕周身, 黑色剑翼轰然爆开, 急速冲入天空的黑云之内。 黑云内, 雷霆剑翼起起涌动, 散出阵阵毁天灭地的死寂之气。 黑色雪花飘荡而下, 瞬间笼罩整片天地, 森寒之意倾泻四方, 四周的炎热瞬间消散, 地面更是咔咔, 结出一层黑色尖兵。 他周身黑气缭绕, 凌厉鼓动, 衣袍烈烈, 犹如魔神将士一般, 散着无尽死寂之气。 奔雷剑亦被黑气完全覆盖, 剑身飘在身前, 剑尖一点寒芒, 直指对方没心。 他转动漆黑如墨的双眼, 满是死亡空气的生命, 如灭世之中般, 响彻整片天地。 欲杀我者, 必灭其身, 碎其意, 入其神志, 是其魂。 第329章, 意境又不是大白菜, 你说捡就捡啊。 与此同时, 一道黑影几乎与地面融为一体, 寻着某种味道, 终是追到了这里, 正是追着江寒气息来此的月月狼族少主, 雪鹿。 这该死的人族, 逃得还真快, 以我堪比原因期的速度, 全速追了这么久, 竟然直到他停下才追上。 可等他看清楚远处的情况后, 血鹿瞳孔骤然一缩, 身体下意识趴俯下去, 慌忙收敛气息引在地面。 这真是江寒。 为何气息变得这么强大, 比换吸记忆中的气息, 强了数十倍, 已丝毫不弱于原因期。 血鹿看着悬在空中, 周身散着森寒黑气的江寒, 下意识咽了口唾沫。 他原先以为, 对方只是一个强一点的结单, 这才敢追来一战, 可看对方现在这模样, 怕是比一般的原因出气都要强。 还好自己, 方才没有贸然冲上去动手, 要不然, 自己恐怕就回不去了。 他的对手又是何人, 竟敢招惹这等强者? 这般想着, 他宁目朝江寒对面之人看去, 只一眼, 他就被吓得狼躯一颤。 原因中期, 他竟然敢和原因中期作对。 血鹿心惊胆跳, 下意识缩起身子, 缓缓往后退去。 这一刻, 他已经不敢再对江寒有任何肖想了, 这两人, 他一个也惹不起。 但江寒只有结单七修为, 他怎么敢和原因中期强者作对的? 想来, 要么是有底牌在身, 要么就是绝对的自信。 血鹿敬佩江寒的勇气, 连他这无法无天的性子, 都不敢随意招惹原因期强者。 为了等会能分到一口败者的血肉, 于是, 他躲在远处暗中观察。 不论是谁输, 只要能留下一些血肉, 自己将其吞了, 绝对打转。 这到底是什么怪物? 明明只是区区杰单小辈, 为何会让我感到这么大的压力? 四周的天地之力, 寒意侵蚀之下, 让他心底没来由头皮发麻, 心底的一阵发浪。 无论怎么看, 对方已不似人身, 更是让他犹如面见仙神一般, 仅是看一眼就忍不住身体战力。 可他很快反应过来, 就算是再强的杰单, 那也只是杰单。 无论对方有多强, 杰单七和原因七之间的巨大鸿沟, 对方绝不可能轻松跨越。 更何况, 他还是原因中七和杰单七之间, 足足隔了两道鸿沟。 对方如今这副模样, 不过是强行催动了某种秘书而已, 但就算是再强的秘书, 也绝不是他的对手。 装神弄鬼, 区区杰单而已, 就算气势强又如何, 杰单, 终究只是杰单。 梁圣身躯一盏, 双臂平举, 凌厉鼓动, 席卷天地。 下一刻, 空间漠然一阵, 随着一声轰隆隆的巨响, 一张百丈大小的山河屏风 自他身后缓缓浮现。 屏风上缭绕土黄神光, 气势厚重, 其上有大跃阵地, 江河奔腾, 霞光普照, 白雾缭绕, 宛若仙境。 尽管嘴上不屑, 可心中的警惕, 还是让他直接用出了自己最强的底牌。 天阶三品秘书, 山河图。 此术与他的山河意境极为契合, 两相融合之下, 再加上天阶一品法宝, 大跃善辅助化形, 威力暴增数倍。 每次用出之时, 山河厚重之势镇压天地, 就算是同为原因中期的强者, 也不敢空手应接。 无论江河有什么底牌, 在山河图之下, 也只能被当场镇压。 哄! 山河图一出, 天阵地害, 巨大的声势将空中犹如天塌般的黑云阵的一阵颤抖, 似乎下一刻将会就此崩溃。 下一刻, 山河图急速飘上半空, 身躯变大, 遮住头顶黑云, 化为千丈大小, 如实体般挂在空中。 大跃阵地的轰隆声, 与江河奔腾的巨大轰鸣, 合为一体, 镇得大地聚颤, 犹如地龙翻身一般, 列出无数巨大缝隙。 紧接着, 山河之势从天而降, 骑士重如山月, 快如浪涛, 朝着江寒轰隆伐下。 这一击, 梁圣全力以赴, 打出了从未有过的极限威力, 就算对面是一个原因期休士, 他也有信心将其一击碾碎。 虚虚结单, 在山河图面前, 并且看一眼, 便让人觉着心里空落落的, 就连目光都仿佛被吞了进去。 他在出现的一瞬间, 便迅速扩大至三丈大小, 犹如一张巨口, 狠狠咬在山河图上, 将那数百丈的山月之巅, 一口吞掉一大块。 呼! 一道飓风之声默然响起, 山河图原本圆润流转的山河众石, 犹如破了一个大洞一般, 自那小小的缺口倾袭而出, 顷刻间谢去大半。 紧接着, 无数粗如水桶的黑色雷霆从天而降, 趁机披入山河图内。 那黑雷气息死寂, 威力极强, 山河大跃, 处之极溃, 顷刻便化作天地之力, 消散无踪。 山河之势一去不返, 梁圣引以为傲的山河意境, 在这黑洞和黑雷面前, 犹如纸壶的一般, 一处极溃。 作为施法之人, 梁圣更是心神俱阵, 心脏猛地拧在一起, 脑中嗡的一声, 让他眼前一花。 足以撕裂肉身的反振之力, 一在此刻降临, 挟着山河之威, 轰然砸在梁圣体内。 他的肉身, 顷刻裂出无数血痕, 五脏六腑瞬间一味, 一口鲜血狂喷而出, 脑中如被一柄锯锤轰隆砸下, 神殿在石海爆开, 让他眼前一黑, 脑袋一阵炫愈。 那是什么意境? 梁圣被反振之力重伤, 此刻回过神来, 立刻身形暴退, 试图和对方拉开距离。 他脸上表情殷勤不定, 似是搞不明白 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可是以原因中期修为, 催动了已达大城巅峰, 即将亏得一丝法则之道的 山河意境对敌。 可他大城巅峰的山河意境, 竟然被一个结单器的 不知名意境瞬间击溃, 甚至连一丝像样的反抗都没有。 不是说江涵只有峰之意境 和一道不怎么样的建议吗? 他现在用的这是什么? 一个结单小辈, 竟然还有一道黑色雷霆意境 和一个黑色洞口意境。 这到底是什么天才? 意境难道是大白菜吗? 让他一个人就捡到四个。 更离谱的是, 这两道意境太强了, 强到他以原因中期修为 加之神魂之力, 催动大量天地之力, 凝聚的山河意境, 在对方面前没有丝毫反抗之力。 这家伙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也太不符合常理了。 第三百三十章 破经锥 罪 血路躲在远处, 心中比梁圣更加惊恐, 那可是原因中期强者的意境攻击 威力极强, 他若是被碰到一下, 绝对会被轰杀成渣。 他原以为江涵绝对会躲, 或者用出某种底牌 和那意境互相抵消。 可他怎么也没想到, 江涵竟然用自己的意境 就这么把对方那意境化形给破了。 而且看起来, 还是他占据了上风。 离谱, 太离谱了, 人类原因中期都这么弱吗? 还是说, 是因为江涵实在太强, 意境比原因中期强者的意境更强。 不愧是绝世天才, 此人当得起那天的天地一响。 就在这时, 梁圣眉心一痛, 一道森寒杀意 自远处一闪而至, 瞬息划过虚空, 出现之时, 已到了他面前摆仗之外。 不好, 梁圣面色大变, 他怎么就忘了? 据闻对方还有一道不怎么样的剑意。 可那不怎么样的剑意, 却在此刻带出了足以刺穿天地的森寒杀意。 略意感受他就明白, 这道剑意比上空的雷霆和黑洞更强。 若是被这一剑击中, 他必定重伤。 若是重伤, 以对方那强大的意境, 自己此次极有可能陨落在此。 生死危机漠然凌身, 原本的轻视在这一刻彻底消失不见, 他第一次露出了面对强敌的慎重之色。 这一剑, 有资格让他拼命应对。 危机时刻, 梁圣再也顾不得什么法宝利益, 什么机缘名声。 他动作飞快, 瞬间取出早已计量好的破金锥, 果断燃烧两成神魂, 化作无尽金黄灵力, 瞬间爆出, 疯狂涌入破金锥内。 一时间, 一道似要撕裂天地的锋锐精气, 自他掌中半尺长短的金色尖锥内, 汹涌刺出, 锐气直刺久消。 空中黑云, 被其瞬间冲破一个大洞, 锋锐精光, 弥漫四方, 将天地映照得大量。 破金锥, 乃是蕴含一丝精细法则之力的一次性法宝, 威力极强, 专为毁坏法宝所致。 无论对方的剑翼有多强, 无论那法宝飞剑是几节极品, 只要不是法则至宝, 在破金锥前必定破碎, 别无其他下场。 短暂的蓄力之后, 所有金光缩的收回破金锥内, 凝成一点绿豆大的金色锋芒, 附在破金锥间。 远处的黑色剑光, 如电光一般, 瞬息而至, 可这一刻, 梁圣脸上却再也没了距影。 So! 金光滑破虚空, 如流星一般急速闪烁, 瞬间挡在已不足三丈的黑色剑光之前。 黑金二光相撞, 一点黑色亮光, 自二者相撞之处, 漠然大亮。 呛! 一声嘹亮剑鸣骤骤然而起, 无尽黑色剑翼, 自奔雷剑内急速爆开, 瞬间冲破金光, 化作无尽森寒, 在空中急速蔓延开来。 金光根本毫无反抗之力, 被黑色剑翼瞬间击溃, 那一丝精细法则, 在剑翼面前, 简直不堪一击, 简一膨胀炸开, 化作黑色天幕, 占据方圆万里范围。 轰隆隆。 本就残破的地面瞬间融化, 被黑色剑翼切成无数粉末。 一点金光在中心处漠然大亮, 犹如回光返照一般, 大亮后又迅速熄灭, 只欲一柄失去灵光, 灰扑扑的锥子, 无声悬于半空。 咔! 随着一声细小的咔嚓声响起, 无数裂痕自破金锥间急速蔓延, 随后哗啦一声, 破金锥瞬间化作无数碎末, 彻底散去。 破金锥, 碎! 黑暗的天空中, 只留一柄黑色飞剑, 颤着剑尖悬在半空。 怎么可能? 梁圣发出一声难以置信的惊呼, 瞳孔皱缩, 下意识后退半步, 仿佛不敢相信自己, 方才看到的一切。 那可是专刻法宝的破金锥呀! 每一枚都是一位领悟精细法则的化神后期强者亲力所致, 可以说用一枚就少一枚。 身为天阶八品的一次性法宝, 破金锥威力极强, 号称法则至宝之下, 无宝不可破, 乃是剑修的天敌, 奔雷剑虽强, 但距离法则至宝差之甚远。 五千年前, 破金锥上一次出世, 就曾正面击溃过, 一位紫霄剑宗化神初期强者的天阶九品本命飞剑, 将那位化神生生打落境界, 再无突破可能。 他想过无数种可能, 也许一击无法彻底毁掉奔雷剑, 也许奔雷剑依靠那诡异的速度, 可以勉强躲过破金锥的攻击。 但他万万没想到, 奔雷剑竟然和他燃烧神魂催动的破金锥正面相撞, 并且能将破金锥给撞成粉碎。 江涵不过只是一个区区杰丹, 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他哪来的这么多手段? 如此一幕, 真的把梁圣吓到了。 以杰丹之身力战原因中期强者, 他从未见过任何一个天骄能够做到这种地步。 说真的, 这未免有太过夸张了。 不只是梁圣被惊到, 血路更是被吓得魂不附体。 他就算不知道那法宝是什么, 但他知道那是原因中期全力催动的天阶法宝。 他原以为这一击双方就会分出胜负, 可没想到, 竟然又是江涵胜了一筹, 原因中期催动的天阶法宝, 竟然被他一箭击碎。 可怕啊, 太可怕了, 人类实在太可怕了。 他不是没杀过天骄榜上的天骄, 但那些人和江涵比起来, 就犹如萤火和浩月一般天差地别。 原来这才是真正的人族天骄, 这才是真正的强者。 血路心头火热, 感觉既紧张又刺激, 激动的他双眼泛红, 身躯轻颤。 第331章 区区原因中期 梁圣眼中惊疑不定, 一次两次也就算了, 可对方接连轻松破开自己的手段, 无论是神念、 意境、 还是法宝, 他竟然全都不是对方的对手, 但, 此刻竟然已经动手, 二人之间就只能有一人活着出去。 江涵若是不死, 他也绝对活不了。 如此威力, 定是用了某种燃烧生命的秘书, 绝对是需要消耗极大代价才能使用, 待你秘书结束之时, 就是你生死之时。 想到这里, 他双手用力上台, 一幅山河屏风再次从虚空轰轰出现。 紧接着, 他再次燃烧一层神魂之力, 化作一道粗大金光, 疯狂注入山河屏风之内。 山河再次化作实体, 可在神魂之力的加持下, 其上似是多了一些灵性, 山河之势再增数倍。 轰隆隆, 虚空发出震耳俱响, 仿佛要被山河压迫一般, 散出阵阵扭曲。 青天之势轰然降临, 朝着江寒轰隆咋下, 可他紧紧抬头看了那山河一眼, 眼中的黑色好像又多了一些。 右手虚抬, 以完全化作黑色的奔雷剑, 悄然返回。 接着, 他右手掐起剑绝, 随着他的动作, 四周的黑色, 漠然朝着剑身冲去, 顷刻融入其内。 四周漠然一亮, 紧接着, 一道森寒剑芒, 以肉眼不可见的速度, 瞬间消失。 就在飞剑消失的同时, 梁圣瞬间头皮发麻, 死亡的气息将他迅速笼罩。 挡不住! 他脑中刚升起这个念头, 身体便下意识, 寄出另外一枚破经锥, 化作金光, 略着身前虚空刺去。 叮! 一声脆响, 根本就没有看到飞剑在哪, 可这毕竟是天接八品的法宝, 虽未挡住飞剑, 但还是将其阻了一瞬, 为梁圣争取了一丝喘息之机。 趁此机会, 他连忙祭出最后一枚破经锥, 化作金光, 迅速刺在奔雷剑间。 又是一声脆响, 破经锥碎, 那道黑盲中事被他挡在了战外的虚空中。 这, 这怎么可能啊? 我在这杰丹小辈面前, 竟然毫无还手之力。 虽然挡住了这一剑, 可梁圣心中并无一丝喜意, 反而极为惶恐惊惧。 他可是货真价实的原英中期, 他可是原英中期强者啊。 他竟然打不过一个区区结丹, 竟然需要消耗法宝才能与之交手。 耻辱, 这简直是奇识大辱。 他凶狠瞪向江涵, 却只看到了一双没有丝毫情绪的漆黑眼眸。 他心中一颤, 没来由地升起一阵刺骨冰寒。 这一刻, 他仿佛看到了自己的陨落。 不, 我不能死, 我还要晋级化神, 我还要成为梁家新的老祖, 让梁家成为此界最强的修仙世家。 梁圣强压住心中惊骇, 取出一把大月扇趴得打开, 手上虽有颤抖, 但面上却极为镇静。 住手! 无知小辈, 无奈阴阳宗玉鸾峰峰主清传弟子。 你竟敢对我动手, 难道就不怕我阴阳宗受报复吗? 他声音严厉, 大气凛然, 其中甚至带着一丝迷惑心神之法。 你若此时退去, 我便既往不救, 但你若执迷不悟, 休怪我下手无情。 梁圣心中虽惧, 但还是紧紧盯着江涵的双眼。 方才那一见, 他纵然不好受, 对方也定然消耗极大。 只要对方眼中闪过, 哪怕一丝犹豫之色, 就说明对方也没把握能拿下他。 那他就有极大机会借机出手反杀, 但若对方不为所动, 那他就要考虑该怎么逃跑了。 可他话音刚落, 眼前便又是一道黑芒瞬间闪过, 紧接着便是一声剑鸣嘹亮虚空。 对方竟是毫无反应, 连一句话都不愿和他讲。 混账! 心之无处可逃, 梁圣反而不及了, 他神行暴退瞬息, 已知三百丈外, 手中折扇抬起一栋, 便有一座百丈山岳幻化而出, 从天瞬间砸下。 这是他藏得最深的天间秘书, 数百年来, 足有数位与他作对的原因修饰, 被他这一招击杀。 山岳速度极快, 刚一现身, 便到了江寒头顶, 随后山岳漠然爆开, 其内有无数白色火焰呼啸间朝着江寒扑去。 众赵! 你死定了! 梁圣心中大喜, 那白色火焰乃是一种极为古怪的火焰, 虽只有一丝, 但就算是原因中期, 也处之即死。 只要赶在见光之前, 把江寒烧死, 自己就得救了。 可就在他满心欢喜之时, 对方竟是看都没看上方的惨白火焰, 一个黑洞突然出现在空中, 犹如一张巨口, 将那白色火焰一口吞下。 紧接着, 那道黑盲突然消失, 梁圣眉心一痛, 随后便是无尽的剑意轰然冲入体内。 砰砰砰, 无数闷响在梁圣体内响起, 那是灵力与剑意, 河山河一惊疯狂消磨的声音。 经脉丹田遭到巨大破坏, 足以令人晕绝的痛苦, 几乎将他淹没。 五寸原音缩在丹田, 拼命守护将要死亡的肉身, 可任凭他如何努力, 无穷无尽的剑意仍是源源不断的涌入, 疯狂破坏他肉身的每一寸角落。 就在这时, 又是一声剑鸣响起, 这一刻, 梁圣心中的恐惧达到了巅峰, 原音在丹田内发出一阵剧烈颤抖。 一缕黑线瞬息刺破丹田, 直刺原音, 那散着森冷沙翼的黑色剑尖, 于颤抖中在他瞳孔内迅速放大。 So! 黄色灵光刚刚亮起, 便被飞剑一瞬穿过, 梁圣的原因没有一丝抵抗之力, 便被飞剑穿过眉心, 击破了一个小小洞口。 这位叫嚷着要报仇的原因中期强者, 直到死前也没有听到江涵的回答。 哼! 梁圣肉身被剑意冲破, 化作血雾爆开。 石海炸起一声闷响, 眼中的黑色挣扎片刻, 直到金光再现, 这才不情不愿地退回石海。 江涵略意沉吟, 没有多说什么, 方才心中杀意, 难得的释放的多了些, 就引动这了黑气入体。 虽不知那黑气到底为何物, 但是方才以黑气催动的剑意, 确实已经有了原因气的威力。 以杰丹之身催动原因气攻击, 这黑气着实厉害。 这黑气需要以强烈的杀意引动吗? 他能感觉到这黑气就是自己的力量, 但未弄清楚到底是什么之前, 还是要慎用。 他抬手收起那个小巧原因, 封印后装入玉河以待日后炼药所用。 直到这时, 他才悠然回了梁圣一句, 报复, 不过是来送药罢了。 正如梁圣所言, 阴阳宗和他已是不死不休, 对方能一直找他麻烦, 他为何不能给对方找些麻烦? 还是要尽快晋级原因才是, 原因之后化身以下皆可杀。 既然对方已不顾规矩, 自己也没必要再顾及太多, 到时以切磋之名就挑着天资好的杀。 随着他念头一起, 心湖顿时一阵动荡, 无数黑色湖水兴奋地翻卷咆哮, 湖面一时大浪滔天。 第332章 那一世, 血路躲在远处, 不知何时把肌肉囚结的狼蛆埋进了土里, 气息脸到极致, 只留一双满是惊恐的眼睛露在外面。 那可是一位原因中期强者啊, 在他们妖族, 这可是足以当的一个中型族群族长的强者。 就算在人族, 原因中期也是足可横行天下的存在, 化身不出的情况下, 更是算得上足以站在高处俯瞰众生的大能。 一掌可平百里大山, 一念可渡千里山河。 加上那神奇的意境和层出不穷的法宝, 一位原因中期强者, 足可横行小半个妖族。 但就这样一个让狼精锯, 掌握无数人生死的强大存在, 就这么死了, 就这么简单的死了。 在他看来, 对方甚至连一点像样的反抗都没有, 就这么被一位杰单欺修士轻松击杀。 这一刻, 他也不知自己该想些什么, 只觉脑中一片混沌。 越一个大境界轻松杀敌, 天骄榜榜首, 竟如此恐怖。 还好自己的种族天赋在隐记藏行方面有独到之处, 不然的话, 只要被对方发现, 怕是一剑就能把自己砍成血物。 可怕, 太可怕了。 他回去后要告诫族人, 万不可与之作对。 如此强者, 绝不是他们妖族能够得罪的。 除非他能敢在对方原因前, 晋级原因大圆满境界。 要不然, 妖族绝无一个年轻妖是他的对手。 江涵感受着心底的暴虐迅速退去, 捡起对方的法宝和储物件, 神石放出, 自四周急速扫握。 方才的动静太大, 原本盘踞在四周的许多火妖都已四散逃走, 想要去追, 怕是又要费些功夫, 不如先去恢复神念, 养好状态再去杀妖。 经此一战, 江涵再次感受到自己的不足之处, 虽说他的神念在结单期中已是极强, 可一遇到真正的强者, 还是有些太少了。 是时候继续修炼星海绝了, 现在还有些时间, 不如再多开一些巧学。 境界不够, 数量来凑, 只要神念足够多, 足够凝炼, 就算是原音后期, 也能轻松碾压。 还要找一门灭魂之术, 既然说了灭其魂毁其神, 那就一定要做到。 原因之下, 未成神魂, 若无相应秘术, 很难对神魂造成伤害。 嘿, 又到我出场的时候了, 剑灵迅速钻入江涵十海, 丢出一道漆黑光团, 推向江涵的意识体。 此术名为居魂竹, 别看它名字土, 这可是为数不多的, 没有传承, 便可开始修行, 只是根据神念的强弱, 此术威力也有强弱。 只要修炼成功, 便可在十海生成一颗魂珠, 可居万物之魂藏于珠内, 修到高深处, 可让所居之魂, 可保留生前记忆性格, 将其当作奴隶, 随意使欢, 实在是游历大千世界必备仙术, 居魂为奴, 当真是好强的能力。 江涵惊叹一生, 化作顿光, 随意找了一处山头落下, 释放一块小型脸膝, 藏形震盘, 盘膝坐下, 意念沉入十海, 准备开辟俏学。 既然是神念越强, 此术就越强, 不如先开辟俏学增强神念, 再去修炼居魂竹, 若能抽出原因七神魂, 那可就太妙了。 清风摇曳, 吹动青丝青舞, 将他眼前的世界切得支离破碎。 少请, 柳寒月聊起发丝别月耳后, 让眼前的世界再次恢复了一片清明。 真好, 都还在。 太医秘境试炼那天, 他忽然想起了很多事, 很多很多事情, 许多令人心惊的画面, 莫名其妙地从他脑海深处接连浮现。 他看到江涵被三师妹诬陷, 委屈又倔强地看着他, 想要他帮忙解释的模样。 他看到江涵被四师妹打骂, 渴求他帮忙救他的目光。 他还看到江涵远远躲开他, 不敢看他一眼, 畏畏缩缩缩的样子。 这些场景, 都是他曾在到心崩溃时, 于石海深处撇倒过的画面。 只是这次, 他看得特别清晰, 清晰到仿佛身临其境, 又重新经历了千万次一般。 除此之外, 石海中还多了许多, 他不曾记得的画面。 那些画面, 让他现在每次想起, 都感到无比恐惧。 在那些画面中, 他们仿佛疯了一样, 放弃了自身修炼, 甚至不顾生死, 仿佛入魔了班, 一直围着临旋转。 到处寻找资源供他修炼, 莫名其妙地帮他欺辱江寒, 助他抢夺各种宝物, 师父更是力排重义, 以一宗之力, 集权宗资源供他一人修行。 其间, 他们更是像一群疯狗一般, 不断地折磨江寒, 好像这样, 就能从他身上榨取出什么东西一样, 想尽各种办法折磨他, 一直找各种理由打骂侮辱他。 直到最后, 江寒被他们亲手杀死, 彻底倒在了血泊之中。 可就算这样, 他们还是不愿意放过他。 他们撕开他的血肉, 挖出他的剑骨, 扯出他的灵根, 并把这些全部献给了灵玄。 而他们, 也紧随其后, 被他们寄予厚望的灵玄, 亲手杀死, 神魂俱灭。 而后, 便是灵玄杜劫, 魔神将士, 毁了大半个世界。 最后, 是一道金光铺满整个世界, 顷刻间抹去魔神, 又把好不容易才飞升的灵玄丢了回来, 当着所有幸存生灵的面, 残忍虐杀, 同样神魂俱灭。 随后, 便是山河崩碎, 天塌地陷, 世界再次陷入虚无之中, 一切又要重新开始。 当他第一次看到的时候, 一直以为这是心魔作祟, 想要破坏他和小玄的关系, 意图毁坏他的道心, 故意幻化出来的幻境。 就算灵玄是邪魔, 献祭世界求得长生, 可到最后, 所有人都死了, 他自己也死了, 这又算是什么? 直到最后, 一个声音才告诉他, 这些是他第一式的记忆。 第一式记忆? 什么第一式的记忆? 前世记忆? 这怎么可能? 第333章, 他们早就恢复记忆了, 他怎么可能是那种人? 他可是自小有家族悉心教导, 信得温和田径, 虽不喜争斗, 但也略有野心, 一心只想晋级化神, 求得长生大道, 为家族尽一份力的天之娇女。 但前世记忆中的他, 恶毒, 野蛮, 又蠢又坏, 就像一个世锦不负一般, 没有一点主见, 一辈子都在围着灵玄转悠, 好像没了灵玄, 他就没有存在的异议了一般, 这都是什么狗屁倒造的事情, 灵玄只是他师弟, 又不是他爹, 他们只是败在一个宗门的师姐弟, 一起求学悟道, 真算起来顶多是略有一些缘分罢了, 至于他修炼好不好的, 关他什么事, 他愿意修炼就修炼, 不愿意修炼就一边玩去, 原因期只有1500年寿命, 他忙着化神呢, 哪有那么多功夫理他, 更何况, 就算是他们要对师弟好, 那也该对江涵好才对, 他在记忆中发现, 江涵其实心性极佳, 适应能力很强, 自上山后便一直自己自足, 没有吃的, 就自己找, 没有修炼功法, 就自己想办法去换, 他好像从来不会被打倒, 就算被他们折磨得再惨, 也能很快恢复过来, 心境变得越发坚韧, 向道之心愈加坚定, 道心坚如磐石, 心性坚毅且聪慧异常, 又是天资极佳, 只有这种人, 才有资格让他分出一缕目光关注一二, 未来若真的成长起来, 以这场同门情谊, 也能成为他的一个人脉, 可在前世记忆中, 一切都反了过来, 各方面都好的江涵成了那个不被关注的, 反而是没一点用处的林玄成了他们的宠, 他们为什么要宠他, 不对, 这肯定有哪里不对, 那真的是我的记忆, 前意识里, 一直有个声音在告诉他, 那就是他第一式的记忆, 他很信任那个声音, 于是, 他就相信了大半, 可他们为什么会那样, 为什么要那样对江涵, 为什么后面的日子, 江涵一次又一次, 哪怕生死也想要杀了林玄, 他又为什么, 一次又一次的助他们度过生死大劫, 明明他们对他那么坏, 又为什么, 资质极差的林玄, 助击之后突然静静飞快, 仅有二百年就晋级化身, 然后度劫飞升, 这其中, 一定有哪里不对, 于是, 他这段时间一直在观察, 想要寻找到一些符合记忆的蛛丝马迹, 他一直在角落, 默默看着大师姐和师妹他们瞎忙碌, 看着师尊每天打坐, 连宗内事物都很少处理, 就知道这里跑跑那里转转, 他这么懒散懈怠, 是怎么这么快就结单大圆满的, 还有三师妹他们, 果然是一直围着林玄转, 修炼, 他们已经很久没修炼了, 每天念着的全是林玄, 两个月过去了, 他突然发现, 除了江涵不在之外, 其他的和前世记忆中的异模一样, 林玄真的很自私, 他眼底时常藏着凶狠怨毒的目光, 对着任何人, 包括师姐和师父, 除了他自己, 除了大师姐和四师妹之外, 三师妹他们还在围着林玄转悠, 师尊也一样把他是做下一任宗主, 他们是疯了吗? 为什么要对那个家伙那么好? 如此发展下去, 林玄应该真的会变成前世记忆中的那样, 以他们所有人为养料, 谢祭苍生, 换来一次飞升上级的机会, 柳寒月被自己的这个想法吓到了, 虽然不知道林玄是怎么做到的, 但毫无疑问的是, 除了江涵之外, 他们所有人都被林玄以不知名的手段控制了, 而最可怕的一点就是, 林玄和他们相处的时间越久, 他们就越难以发现此事, 林玄很蠢, 他做很多坏事的时候都会留下些手脚痕迹, 可他们就像看不见一样, 总是下意识地就把那些痕迹忽略, 有时还会不经意间帮他把痕迹清除掉, 直到林天宗被灭门, 直到世界毁灭, 这些事都没有暴露出来过, 就连他还是站在旁观者角度, 从一遍又一遍的不断闪过的画面中, 才能偶尔发现的, 这一切的一切足以说明一个事实, 林玄有问题, 有大问题, 他在把他们当养料, 只为攻击他飞升上界, 柳寒月坐在云中, 目光呆滞地看着江寒曾经住过的洞府, 心脏仿佛被一只大手紧紧攥住, 让他几乎喘不过气来, 痛苦仿佛潮水一般, 在他心间不断荡漾, 一遍又一遍, 直到他筋疲力尽, 眼前模糊, 他不知道自己这是怎么了, 可他真的好痛苦, 好痛苦, 右手紧紧按住胸口, 指甲用力掐进肉里, 直到鲜血滴落, 仿佛只有这样, 才能让心中的痛苦减轻一点, 他怎么就那么蠢, 他怎么就没早点发现这些事, 若是能早点发现林玄的异样, 他又怎么会那样虐待江寒, 还有师尊和大师姐, 他们修为那么高, 怎么就没发现这些事, 竟然被林玄这个废物, 玩弄于鼓掌之中, 柳寒月恨不得现在就顺移到大师姐和师尊面前, 一人给他们两巴掌, 让他们赶快清醒过来, 好好看看自己都干了什么, 想到这里, 他忽然一愣, 不对, 大师姐不对劲, 他怎么和前世记忆中的他不一样, 难道他也觉醒了前世记忆, 还有江寒, 自从八个月前, 那次被小玄说他抢了东西开始, 他就已经不对劲了, 他不是应该把宝物交出来吗, 怎么就那么给毁了, 然后还极为干脆地办了退宗, 毫无留恋地直接加入了紫霄建宗, 他还敢在林玄之前突破了助击, 接着就是快速结单, 然后一直在针对林玄, 一直想要杀了他, 难不成江寒也觉醒了前世记忆, 大师姐和江寒都觉醒了, 自己是第三人, 第三百三十四章, 道心坚定, 可破一切虚妄, 柳寒月眼睛大亮, 若真是如此, 只要三人合作, 杀了林玄这个祸害, 一切是不是就能恢复正常, 江寒, 他很想去和他开诚布公地聊一聊, 和他聊聊自己的想法, 如果他真的想杀林玄的话, 自己可以配合他, 可是, 想起之前江寒对他的态度, 柳寒月又沉默了, 就算自己说了, 他也不一定听得进去, 毕竟, 前世他们确实做得很过分, 他就算想把他们全杀了, 也一点都不过分, 不如, 先去找大师姐商量一下, 既然大家都恢复了前世记忆, 都在努力, 想要改变自己未来的命运, 那他们, 自然都跳不开林玄这个最大的一变, 既然如此, 为什么不能合作呢? 林玄竟敢把他们当作养分, 供给自己成长, 他简直最大恶极, 若不杀他, 他们还是会像前世记忆的那般, 只能沦为他的手下亡魂, 不, 是神魂俱灭, 连魂都没有, 柳寒月选定方向, 朝着墨丘霜的小院缓缓飘去, 路上, 他还在不断思索着此事的可能性, 杀林玄简单, 可要杀了他之后, 还能摆脱嫌疑, 不被那几个没清醒的疯子误会, 才是最难的, 若是处理不好, 让师傅得知是他出的手, 那他可就完了, 必死无疑, 若想做成此事, 只有修为最高的大师姐, 才有可能做到, 岳堂主, 你别急啊, 我已经查到眉目了, 你再给我几天时间, 楚月穿着, 绣着密银金丝的执法堂弟子衣服, 在执法堂内对着岳玉峰说个不停, 眉目? 你还有脸跟我说眉目? 岳玉峰脸色微怒, 喝道, 这两个月来, 你都给我查到多少个眉目了, 可到最后一看, 没一个是真的, 全是假消息, 就那个恋气气的外门弟子, 说江涵是林天锋的杂役弟子, 你竟然还真信? 还有那个杂役弟子, 说他之前是和江涵一起在山下集市摆摊卖低阶灵草的, 青铜血亲兄弟, 你查都不查, 就把人给我带过来了, 他现在严重怀疑, 自己是被这小姑娘给忽悠了, 什么查八卦是专业的? 他是专业导师的吧? 哎呀, 那次是意外嘛, 这次我都查清楚了, 绝对是真的, 说完, 楚月警惕的左右看了看, 挥手打出一个隔音术, 敲咪咪咪往前凑了几步, 有时说是, 别跟我套近乎, 他还没靠过去, 就被岳玉峰立声喝止, 刚开始, 岳玉峰还挺吃这套, 觉得这小姑娘挺有意思的, 可后来见得多了, 又什么都查不到, 就真的有些烦了, 好好好, 我说我说, 楚月小心翼翼的看了看四周, 还是凑过去低声说道, 我还真查到一个人, 曾经在咱们宗内亲眼见过江涵, 亲眼见到, 在咱们这, 岳玉峰一惊, 这等绝世天才, 竟然来过他们临天宗, 来都来了, 怎么又把人给放回去了? 片刻凑前低手, 巧声问道, 什么时候的事? 就今年, 楚月说完又一挥手, 还不止今年, 听说那个弟子前些年经常在宗内见到他, 经常见到他, 岳玉峰皱起眉头, 紫霄见宗的大宝贝, 怎么会来临天宗, 还经常来? 你把那个弟子带来, 我去问问他, 他严肃说道, 若是此事为真, 江涵和他们临天宗, 恐怕有大因果在身, 极可能有他的某个至亲之人, 在临天宗内修炼, 要不然, 实在说不通他为什么三天两头往这跑, 不过没关系, 只要把那个弟子找过来问问清楚就好了, 若真有什么缘分, 能和江涵搞好关系, 那也是很有必要的嘛, 可谁知楚月听了这话, 却是一脸为难, 我这也是听别的弟子说的, 据说亲眼看到江涵的那个杂役弟子, 已经有段时间没路过面了, 也不知道跑哪去了, 到处都找不着, 杂役弟子, 岳玉峰疑惑, 以江涵的天资, 怎么会有杂役弟子能见到他, 难不成又是小道消息, 他叫什么名字, 他满脸怀疑的看着楚月, 好像是叫陆飞, 楚月说完嘟囔一声, 真是好熟悉的名字, 我也安排人去找他, 只要一有消息, 立刻就把他带来, 韩月, 你真的相信这种前世今生的事想, 墨丘霜虽然修为已恢复至巅峰, 但这些日子不知在忙些什么, 看起来颇有些憔悴, 柳韩月闻言一愣之下, 却是惊恐的瞪大眼睛, 难以置信地看向墨丘霜, 他本以为对方同样恢复了前世记忆, 这才想和对方商量一下, 该怎么解决这件事, 顺便把这个秘密说出去, 要不然藏在心里, 实在太难受, 一口气说完, 他原本还在等着大师姐的赞同和分享, 然后和他聊聊前世之事, 可没想到, 对方竟然说出了这种话, 大师姐这话是什么意思, 难道他没有觉醒前世记忆, 那他是怎么醒悟过来的, 柳韩月感觉不对劲, 干脆直接问了出来, 大师姐, 难道你没有觉醒前世记忆, 自然没有, 墨丘霜淡然说道, 声音吟有傲气, 我不需要那种墨须有的东西, 我能及时醒悟, 全靠我道心坚定, 小小迷惑心神之法, 还不配被我放在眼里, 他虽然没有什么莫名其妙的前世记忆, 可他有一颗坚定的向导之心, 为了变强, 他在意识到不对劲的时候, 可以强行斩断对凌玄的宠爱和依赖之心, 同样, 他也可以强行斩断对江涵的厌恶, 转而真心实意地带他, 只为能够修补道心, 一切为了变强, 如今, 他所做之事已初见成效, 两片青莲已经恢复, 只需消去最后一丝愧疚, 即可到心进赴, 甚至有机会更进一步, 尝试冲击化神, 可这一步却是最难的, 特别是知道了江涵前世经历之后, 就更难了, 竟然还可以这样, 听到他的话, 柳涵月被惊到久久无言, 他怎么也没想到, 原来真的有人, 可以单凭一颗坚定的道心, 就能摆脱所有外物的影响, 什么迷惑心神, 前世今生, 都不如修仙得到的诱惑大, 若不是道心节太过恐怖, 但凡有一点不坚定的念头, 就会被无限放大, 导致最后道心崩溃, 恐怕大师节早就不再管这些琐事, 专心闭关冲击化神去了, 大师节就是大师节, 如此坚定的道心, 未来定能飞升上节, 不过, 你所说的前世今生, 却不是没有可能, 墨丘双仰头看天, 思索着说道, 江涵退宗那天, 确实是性格变化太大, 根本就不像是曾经的他, 如今看来, 他倒真有可能是觉醒了前世记忆, 所以那天才故意惹怒师父, 借此下山之机, 远离灵玄和师父他们。 第335章, 这雷杰怎么有点拉红丝啊? 此刻听到柳涵月说起, 江涵前世的遭遇, 墨丘双心中默然一痛, 现在的他, 一心只为江涵考虑, 但凡听到他遇到一丝不公之事, 都能让他感到一阵心痛, 更何况, 前世, 江涵可是被他们给害死的, 如此大的因果, 让他一世有些失神, 若他承认了前世是真的, 那他也就是承认了这份因果, 原本已快要修复的道心, 恐怕又要因此不稳, 此事, 当真让他有些难以抉择, 可同样的, 得知了江涵为何会如此之后, 他也终于理解他了, 原来, 他竟是遭遇了如此大的不公, 怪不得他会变成那样, 那样凶残暴虐, 还对他们露出杀意, 原来, 一切都是他们咎由自取, 江涵如今做了这么多, 恐怕也是为了杀林玄, 阻止他血迹众生, 他表面就算装得再凶狠残暴, 骨子里其实还是那个善良的孩子, 知道这么多事, 却因为怕我们担心, 所以一直一个人默默扛着这么大的担子, 墨秋双有些感慨, 之前是他误会江涵了, 他还以为对方真的变得那么不可理喻, 那么恶毒施杀, 可他现在才知道, 原来, 江涵是为了不拖累他们, 故意把自己装作那个样子的, 大师姐,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柳涵月有些焦急, 如果直接对林玄出手, 师父不会放过我们的, 此事不及, 墨秋双走向屋内, 越过闭目打坐的夏浅浅, 对着里面一座通体 由上品灵石炼制的石像, 诚心默念几句, 带身上气息略有稳固, 这才接着说道, 自从江涵退宗之后, 如今的一切, 都和你的前世纪大不相同, 林玄如今已经不是江涵的对手, 我们就算把他杀了, 江涵也不会念我们好, 指不定还会骂一句狗咬狗, 倒不如, 他沉默片刻, 我们不如帮林玄尽快追上江涵的脚步, 在他二人势均力敌之时, 林玄祸害苍生之际, 再大一灭青, 出手帮江涵除掉林玄这个邪魔, 就亿万众生于水火之中, 只有这样, 才能让江涵看到我们的好, 知道我们, 为他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也只有这样, 他才能痛恨自己对我们做的那些错事, 才会愿意原谅我们曾经的过错, 说完, 他又转身回到院内, 只留柳寒月站在门外, 有些呆滞地看着里面那座灵气飘飘的石像, 漠然无言, 石像雕的栩栩如生, 脸上带着赞同的微笑, 看着前方像是在点头的模样, 他现在才知道, 原来大师姐已经疯到这个程度了, 他竟然在屋内供了一座江涵的石像, 每日诚心为他祈祷, 愿他修行顺利, 无病无灾, 以此获得那一丝心安, 这样真能行吗? 柳寒月震惊之余, 又极为佩服, 好像还真能行, 不愧是天纵奇才的大师姐, 竟然就靠着这一点心安, 硬生生修复了道心, 修为更是重回巅峰, 要不然, 我回去也供个石像试试, 搞不好过上的把月, 自己的道心也能给修复了呢? 有了决定之后, 柳寒月转身追了出去, 大师姐, 为什么一定要让江涵原谅? 只要我们问心无愧, 不就好了吗? 问心无愧, 墨秋霜神色落寞, 我做不到, 他用力重复了一遍, 我们都做不到, 临天宗, 天火风, 平地炸起一声惊雷, 无尽黑云自天边滚滚而来, 转眼会成了一片十余里方圆的结云, 结云如一个巨大的墨盘, 里面有死寂漆漆黑的天雷, 不时露出半截尾巴, 轰隆炸响, 轰隆崩, 无数粗如水桶的电蛇在结云中翻涌跳跃, 天威铺展在结云下方, 将此地笼罩与外界隔开, 漆黑如墨, 引有血光, 完了, 这又是一个煞姐, 数千外门弟子自四面八方汇聚过来, 站在三十里外, 极为担忧地看着天空的结云, 其中有数十个筑基大圆满的弟子, 神色最为凝重, 张师兄怎么就压制不住了呢? 他但凡多脱上几个月, 等长老们查明煞结出现的原因, 想办法避开煞结, 说不定能肚结成功的, 谁知道长老们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查出来, 煞结之事来得太过蹊跷, 据说至今也没有一丝眉目, 哎, 这也太离谱了, 谁知道最近这两个月到底怎么了, 所有杜结的师兄们, 遇到的全都是这种煞结, 威力恐怖至极, 顶多抗上三五道结雷, 必被劈的神魂俱灭, 简直害人听闻, 何止是恐怖, 两个月来, 八位杜结丹雷结的师兄, 还有一位杜元英雷结的师兄, 全部被杰雷劈死, 无以生还啊, 整个天火风闹哄哄的, 而作为今天杜结的主角, 张云身姿鼻挺, 神色坚毅, 站在无人的广场中央, 宁目看着上方的杜云, 他不是不知道, 最近的杜云有些太过离谱, 威力强到可怕, 若是等上一段时间, 可能会好一些, 可是, 万一这雷结, 是天道特意降下的考验呢? 众所周知, 雷结越强, 杜结之后, 对修士的好处也就越大, 寻常修士杜结丹雷结, 杜云往往只有十丈大小, 能有几十丈的都算是天才了, 他很清楚自身的情况, 若是正常渡结, 怕是只能引来二十丈以内的杜云, 但眼下渡这煞结, 竟能引来十三里方圆的大范围雷结, 这已经快能达到原因雷结的程度了, 若能渡过这个煞结, 他定能获得想象不到的好处, 至于杜雷威力太强, 他一时早有准备, 月前他就向师傅借来了一件, 地界二品的雷属性防御法宝, 金雷甲, 第三百三十六章, 林天宗可能被针对了, 这般想着他全力催动金雷甲, 金雷甲上腾起一道金色光照, 将他牢牢护在旗内, 竟然是地界二品法宝金雷甲, 这可是封师叔的成名法宝, 没想到封师叔竟然把这件法宝, 借给张师兄杜结使用, 金雷甲对付雷霆之力颇有奇效, 这次的雷结, 怕是稳了, 果然是早有准备, 看来张师兄有望成为近两个月来, 林天宗第一位成功度过结丹雷结的修士, 众弟子纷纷惊叹, 心中被煞结的恐惧, 悄然散去大半, 特别是那些同样结丹大圆满的弟子们, 只要张云能挡住这道煞结, 他们便是付出天大的代价, 也要去借着金雷甲一用, 就连躲在暗处观察的那些原因期长老们, 也不由暗自点头, 是个有想法的, 若是多倍上几件雷属性防御法宝, 这煞结倒也不是太难, 如此一来, 煞结倒是有可能变成好事, 只要我们多多炼制雷属性法宝售卖, 说不定还能大赚一笔, 是极是极, 若没有雷属性法宝相助, 杜结就是送死, 这样一来, 让谁杜结不让谁杜结, 可就都有我们说了算了, 死, 你们这两个黑心的, 倒是让我想起了一个人, 他们自然知道他说的是谁, 几人相视一笑, 面露嘲弄, 却未在说什么, 与此同时, 空中的劫雷游走间, 会成一束拇指粗细的黑色雷霆, 与张云上空游走, 像是一条直欲则人而式的毒蛇一般, 让人不寒而栗, 就在这时, 一股似要毁天灭地的空气寒意, 漠然降临此处, 咔嚓, 劫雷好似迫不及待一般, 未等天结威压稳定, 便自云中瞬间劈下, 黑光轰隆炸开, 瞬间遮住了所有人的视线, 劫雷速度奇快, 咔嚓就劈到了张云身前, 不好, 感受着劫雲中的威势, 张云顿时面色大变, 一片死寂, 毫无生计, 这哪里是劫丹雷结, 这分明是抱着必杀之意的灭到天雷, 哄, 一声雷鸣轰然炸响, 看似坚不可摧的金光护盾, 在劫雷面前毫无抵抗之力, 在被劫雷劈到的瞬间, 便轰隆炸开, 碎成了无数灵光四散飞溅, 而躲在金雷甲后的张云, 连一声惨叫都没发出来, 只见黑光一闪, 就被劫雷劈成了飞灰, 劫雷一击灭杀张云, 却好似还不满足, 剩余劫雷顺着地面轰隆炸开, 整片广场如被地龙碾过, 土石翻飞, 轰隆隆翻出无数焦土, 连带着整座天火蜂都被劈得剧烈晃动, 护风临阵同样一阵晃动闪烁, 好似下一刻就要被破开, 如此大的威力, 如此惊人的场景, 只让看热闹的数千弟子, 被这惊到瞠目结舌, 不, 不是吧, 张师兄竟然连一道, 雷结都没抗住, 何止一道, 我看半道他也扛不住, 你没看连天火蜂都差点被劈开吗, 你们有没有发现, 这雷结好像比以前更强了, 之前好歹还能扛上三五道才死, 现在只一道就能将人劈得灰飞烟灭, 这一击, 怕是已经有了结丹期的威力了吧, 天道降下威力这么强的结丹雷结, 是根本就没打算让我们渡结成功吧, 我看不止结丹, 一击能让护风临阵不稳, 该不会有原因期的威力吧, 卧槽, 你开什么玩笑, 哪有结丹雷结威力堪比原音的, 还让不让人活了, 会不会是出什么问题了, 难道以后的雷结都要变得这么强了, 不可能, 紫霄建宗近两月可是有一百六十人渡结丹雷结, 还有十余人渡原音雷结, 他们可都是正常雷结, 听说全部成功, 没有一人渡结失败, 对啊, 我家族内近两月也有渡结丹雷结的, 根本就遇到这种情况, 难不成, 这煞结只针对灵天宗, 此话一出口, 四周只剩下一片沉默, 天结在针对灵天宗, 这是可能吗? 还真有可能啊, 自半年前, 灵渊秘境失利开始, 宗门好像时运不济, 做什么都不顺畅, 时不时就生出一些祸事, 如今这煞结, 很有可能就是又一场祸事, 他们拜入大宗门, 为的就是借助宗门强大的知识储备, 以及庞大的资源, 修仙得道, 密得长生, 可如今, 灵天宗疑似运道败落, 被煞结盯上, 但是结丹雷结这第一道坎就让他们无法度过, 应该不会真的遭天浅了吧? 有一个弟子小心翼翼地说道, 最近两个月, 倒霉的师兄弟越来越多, 已经有三十余位师兄修炼时, 莫名其妙出了岔子, 导致走火入魔, 暴体而亡, 这在以前可是从未有过的事情, 照这样发展下去, 恐怕很快就会轮到我们, 声音不大, 却能让所有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一时间众人心思各异, 纷纷有了些别样的想法, 特别是最近接连发生这么多事, 很难不让人有其他想法, 就在这时, 一声怒吓自封顶炸响, 谁在这胡言乱语, 蛊惑人心? 一道身影自天火风内急速掠出, 停在高处, 原因气的威压瞬间扑开, 诸多弟子被威压所射, 纷纷闭口不言, 见无人说话, 那道身影这才冷横道, 此事来的蹊跷, 定是有人故意为之, 而等潜心修炼, 切莫被奸人蛊惑, 此事宗内定会一查到底, 将那只赶躲在幕后的小人彻底诛杀, 说完, 他目光如电在众人身上扫过, 随后身形一闪, 凭空消失不见, 众人面面相去, 却也不敢多说什么, 沉默着四处散去, 不过很快就会有小道消息暗中传开, 林天宗, 真的遭天浅了, 杜劫必死, 第337章, 只是一次小小的失败而已,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恢复, 林玄终于能下床走路了, 焦虎的烂肉重新长了出来, 碎成渣的骨头也已经恢复, 除了当时遭受了极大的痛苦之外, 好像也和之前没有两样, 而且用了大量顶级灵药之后, 他的皮肤更白了, 肉身看上去更加强健有力, 唯独一双眼睛却有些呆滞无神, 他坐在窗边, 透过窗口看着外面的鸟语花香, 眼底却是虚无死寂, 除了肉身的痛楚之外, 心灵上的痛苦更让他难以接受, 这次的失败将会把他定在世人的耻辱柱上, 永远也无法洗刷, 这一次他用尽了所有手段, 一路连胜叙事, 并安排人在外散播谣言, 抬高自己, 贬低姜涵, 并且还疯狂吞噬了大量气韵值, 兑换高阶意境, 提升意境等级, 师父还赐他那么多法宝, 足够他轻松碾压姜涵的法宝, 开战前, 他是那么的心高气傲, 那么的自信, 无论是师父师姐, 还是宗内的弟子长老们, 都非常看好他, 那么多次的接连胜利, 甚至已经快要洗刷掉他曾经的耻辱了, 只要能打败姜涵, 成为天骄榜首, 那么他就能重回巅峰, 再无人敢提起他曾经的狼狈, 可是他输了, 输得一败涂地, 所有人的期望都变成了更深的厌恶, 同门短暂的恭维变成了更多的恶言恶语, 就连师父和几位师姐也对他充满了失望, 三师姐更是自从那一战之后就一直闭关不出, 想必已是失望透顶, 如果他没办法扭转这个局面, 如果再不想办法提高自己的威望, 那么他想要当灵天宗圣子, 甚至成为下一任灵天宗宗主的可能性, 将会微乎其微, 就算师父立排众议, 执意要他做下一任宗主, 其他封主长老也会大力反对, 绝对不会轻易同意, 甚至说, 只要他敢表露出一丝想做宗主的意想, 那么他曾经做的那些狼狈事, 都会在极短的时间传遍天下, 到那时, 他就真的完了, 相比于他的失败, 仇敌的胜利更让他难以忍受, 江涵赢了, 赢得干脆利落, 对方把鞋底撵在他的脸上, 把他狠狠羞辱一番之后, 抢走了他三剑天阶法宝和尊严, 甚至再次把他狠狠地踩在了脚底, 以一场压倒性的胜利, 成为了整个修仙界最强的天骄, 江涵借此名利双收, 名扬天下, 一时风头无两, 世人皆在吹捧江涵的强大, 就连灵天宗内的弟子, 也有许多人在私下一轮, 唯独他, 却只能躲在洞府里, 不敢出门, 混蛋, 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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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耻大乳, 简直是奇耻大乳, 混账东西, 这混蛋是想逼死我, 林璇奋力嘶吼, 拼命释放着心底的压抑, 养伤这半个月, 已经快把他逼疯了, 他到现在也不明白, 他到底哪里不如江涵了, 明明各方面都比对方强那么多, 怎么会输得这么彻底, 特别是, 他最近得到消息, 江涵和他打完, 就直接去了凤须宫, 竟是连休息都不需要, 如此极切的模样, 看来是想找到夜火红莲, 以红莲凝聚到心, 准备渡元阴雷结, 遂丹成阴了, 当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林璇眼中更是多出了一些慌望, 江涵怎么会这么快, 从他退宗下山到现在, 才八个月吧, 这就准备结阴了, 他当销炼士吃饭喝水啊, 随便吸点灵气, 就突破境界了, 搞什么啊, 自己开挂都没有他夸啊, 心中的极度, 几乎要把林璇淹没, 若是等江涵结阴, 那就什么都完了, 以对方那牙子必报, 小心眼, 斤斤计较的样子, 绝对还会找机会来欺负他, 更让他觉得可怕的是师父的态度, 自从回来到现在, 师父除了在一开始让人救他之外, 直到现在也没来看过他一次, 不行, 我绝不能坐以待毙, 我要赶在江涵之前结阴, 我要向世人, 向师父证明, 我的资质比江涵更高, 只要我天资够高, 就算之前做了些糊涂事又如何, 这个世界, 终究还是以实力为尊, 只要我够强, 谁也不敢多说什么, 时间不等人, 林璇想罢, 直接打开系统商城, 开始翻阅晋级原因的要求, 十八品道新清莲, 附赠一颗莲子, 大幅度提高悟性, 感悟法则更简单, 有望亏得法则本源, 踏上法则大道, 兑换须, 三亿气运值, 林璇惊呼一声, 拳头瞬间钻紧, 暗恨系统黑心, 五行道音, 大幅度提高悟性, 未来一片坦途, 兑换须, 五亿气运值, 林璇咬牙切齿, 恨不得把系统扒出来揍一顿, 可为了结音, 她还是耐着性子往下看, 强度元音雷劫, 无需渡劫, 引动元界规则降临几身, 住宿主遂丹成音, 无痛渡劫, 留住修为, 渡去劫难, 兑换须, 十亿气运值, 看到这, 林璇再也忍不住了, 直接破口大骂, 都这么贵, 你怎么不去抢? 林璇气得眼前发黑, 胸膛用力起伏, 废物黑心系统, 气运值, 气运值, 你干什么都要气运值, 从开始到现在, 你吃了我那么多气运值, 也没见你给过什么好东西, 就连打个气运之子, 还对我自己动手, 我还打不过, 我就没见过你这么废物的系统, 别人家的哪个, 不是送法宝, 送修为, 送体质, 送机缘的, 就你一堆破事, 要不是你没一点用, 我早就把姜涵吃干抹尽了, 哪轮得到他现在骑在我头上, 耀武扬威, 可他骂了许久, 也没见系统有什么反应, 依然还是只有一张面板, 安静的悬浮在眼前, 连一点动静都没有, 如此死猪不怕开水烫的一幕, 更是气得他火冒三丈, 废物, 废物, 全是废物, 不止系统, 还有师父, 多怪师父太孝欠, 给也不给个好点的防御法宝, 他要是给个天接酒品的防御法宝, 江涵又怎么可能破得了他的防御, 若是给他一个已诞生灵智的天接酒品攻击法宝, 在他被欺负的时候, 气凌自己去攻击江涵, 他又哪里会毫无还手之力, 还有师姐他们, 他们明知道江涵那么强, 自己不一定是对手, 他们怎么就不能提前出手, 把江涵打废, 就非要他自己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 去和江涵忙打吗, 若是他们真的为我着想, 我根本就不可能会输, 这一次的失败, 完全就是因为他们太废物, 全是废物, 就在这时, 传音御简忽然一颤, 纪雨缠的声音从里面传出, 林玄, 来灵天店一趟, 林玄, 他竟然叫我全名, 哼, 不过是一次小小的失败而已, 他果然开始厌恶了, 林玄抓住传音御简, 深吸口气, 乖巧道, 好的师父, 我马上就去, 第338章, 吸一点, 就吸一点点, 小玄, 一次失败说明不了什么, 以你的天赋, 只要努力修炼, 很快就能反超江涵, 林天店内, 林玄和墨秋双几人恭敬站着, 听着纪雨缠训话, 就连准备闭关不出的陆敬雪和苏灵溪也被喊了过来, 纪雨缠本想严厉一点, 让林玄趁机收起些狂妄自大的心思, 可以看到林玄失魂落魄的模样, 心中暗叹一声无奈改的主意, 转而温声劝慰, 只要你能赶在江涵之前, 晋级元英七曾经遭受的所有耻辱, 都会在一夜之间烟消云散, 此话一出, 墨秋双等人顿时面面相去, 他们不明白, 师父这是要做什么? 元英七是那么容易好成呢? 说晋级就晋级, 特别是夏浅浅, 她都修炼那么久了, 早就已经是结单大圆满的修为了, 现在在这个境界卡了七八年了, 却连一丝晋级元英七的希望都还没有, 甚至有许多修士, 终其一生也无法晋级元英, 怎么现在听师父说这话? 好像晋级元英七很简单似的, 吃个饭喝个水就能晋级了, 元英七就连林玄听到这话也有些心塞, 她倒是想晋级元英七, 可元英的价格也太高了, 十八亿气韵值, 她现在一共就只有十多万气韵值, 虽说射比之前好了不少, 可距离十八亿差得也太多了吧, 虽说之前挑战天骄的时候, 她撒出去了不少鱼儿, 若是全吸了, 绝对能达到十八亿气韵值, 那那可是十八亿啊, 这么大的动作牵扯甚广, 一不小心就会被天道发现, 风险实在太大了, 这黑心肝的系统, 她绝对是故意的, 她就是不想让我这么快晋级元英七, 我知道此事颇有难度, 但以你的那两种特殊意境, 若能再进一步, 触到一丝法则之力, 便是江涵再强, 也绝不是你的对手, 纪雨缠看凌玄沉默, 还以为她是被打击得没了信心, 不由在心中暗骂一声废物, 人家江涵之前被打击了那么多次, 整天都半死不活的, 可人家还依然能努力修炼, 你这才哪到哪啊, 怎么就这么受不了打击呢? 哎,算了,慢慢来吧, 还是受得苦少了点, 多吃点苦, 习惯了就好了, 只要你晋级元英七, 便是曾被江涵打败又如何, 世人只会看到你现在的成就, 没人会记得你曾经有多狼狈, 听到这话, 林璇眼睛大亮, 终是恢复了神采, 师父此话和他的想法不谋而合, 他也想以天资再压江涵一头, 既然打不过, 那不打就死了, 只要有外挂在, 再胆大一点, 多吸一些, 单以境界提升速度, 就足以压得江涵抬不起头来, 这个世界又不是只靠打打杀杀的, 他只要修为一直比对方高一层, 就足以让他试试压江涵一头, 而且, 正如师父说的那样, 只要他能成功, 谁还能记得他曾经被江涵羞辱, 相反, 江涵在未达元英七之前, 连和他说话的资格都没有, 元英之下皆为蝼蚁, 他只需一个念头, 就能把那小小结单碾压成渣, 这种事, 但是想想就让林璇兴奋到身体颤抖, 很好, 就这么干, 打架风险太大了, 两次交手, 他每次都被江涵按在地上摩擦, 林璇已经被打出心里阴影了, 至于气韵值, 要不先吸一点, 就吸一点, 应该没事吧? 心中有了决定, 林璇整个人的气息都活跃了起来, 用力点头硬刀, 是, 师父, 我一定会赶在江涵之前, 晋级元英七, 让天下人看看, 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天才, 纪玉禅看他这么快就恢复过来, 终于感到了一丝欣慰, 很好, 只要你晋级元英七, 我就能出手帮你造势, 以你的天资, 祭告天地, 奉为圣子绰绰有余, 到那时, 谁也不敢多说一句闲话, 册封圣子, 墨秋霜, 夏浅浅和柳寒月先是一惊, 纠结中又是一喜, 这和他们的想法不谋而合, 先把林璇的石拉起来, 再大一灭青把他斩杀, 以此获得江涵的好感, 苏灵溪低着头一声不吭, 努力降低存在感, 陆敬雪失神无言, 其余二人和林璇却是大喜不妄, 圣子, 说白了就是邵宗主, 现在是圣子, 等师父飞升了, 他就是下一任宗主, 林璇身上被打掉的傲气迅速升起, 他等了那么久, 终究是要到这一天了, 那些修炼资源虽然对他无用, 但圣子的地位高, 排场也大, 到时出去结交朋友, 谁还敢不给他面子, 更何况, 江涵到现在还没封圣子呢, 自己就要比他先封上了, 一步快, 步步快, 等那混蛋封圣子的时候, 自己估计都成宗主了, 不错, 就是圣子, 纪玉禅说着说着, 不知又想到了什么, 脸色一变, 忽然发怒, 我要让全天下都看看, 江涵就算再能打又如何, 只有修为才是最重要的, 一个破解单, 这修为说出去还不够丢人的, 他有什么好炫耀的, 竟然搞得全天下都知道, 没用的东西, 真是一副小人得知的丑陋嘴脸, 等你原因后, 我就禀报上宗, 举办几天大典, 请其他宗门之人前来观礼, 就让江涵在下边看着你以原因气的修为, 受万众敬仰, 我气死他, 纪玉禅越说越气, 眼底泛出血丝, 俯首更是被他抓得搁之作响, 心中压抑许久的怨恨与恐惧, 在这一刻突然被无限放大, 他恨不得现在就看到江涵失神恐惧, 后悔离开他的模样, 当那时, 我再去告诉他, 只要他肯回来, 我也能让他快速进击原因气, 等他同意之后, 我再拒绝他, 这样才有意思, 跟我斗, 我玩死他, 纪玉禅不顾形象的放声大笑, 双目血红, 跟疯了一样, 一股有些压抑的气势默然降下, 压得几人深深低下头去, 凌玄更是背下的往后一缩, 心中暗自吃惊, 师父这是怎么了, 刚才不还是好好的吗, 怎么突然就发疯了, 难道是走火入魔? 第三百三十九章, 上冬使者要来了, 我要看到他后悔离开我的样子, 我要他亲口告诉我, 他后悔了, 他想回来, 纪玉禅壮弱疯癫, 眼中时而清明, 时而疯狂, 只要他肯回来, 一切都好说, 不对, 他回来了, 我要好好惩罚他, 性敢忤逆我的意志, 偷偷溜出去, 他简直没把我放在眼里, 就在气势越发强盛之时, 一股清凉席卷大电, 纪玉禅眼中的血红迅速退去, 很快恢复了正常, 没了姜寒, 助他稳固心神, 驱除杂念, 他最近的道心, 是越来越不稳定了, 他清醒过来, 看着下方众人惊恐畏惧的模样, 最后把视线放在凌玉身上, 心中暗骂一声, 这个废物, 江涵看到我道心受损, 神志混乱之时, 都敢冒着被我打杀的风险靠近我, 一遍又一遍地念清心咒, 助我稳固道心, 可凌玉竟然在害怕, 我又没打过他, 他怕什么, 心中生起一抹愁绪, 纪玉禅不由想到, 若是那天他没那么严厉, 江涵是不是就不会一气之下退宗了, 哎, 真的是, 说起来, 他眼下也不是什么十恶不赦之人, 若能驯化成功, 待他飞升后, 也是个不小的助力, 怎么就闹到了这个地步, 他也真是的, 心性怎会那么坚韧, 都被欺辱成什么样了, 心境竟然还是稳固如初, 丝毫没有崩溃的迹象, 他要是早点心境崩溃, 不就没这么多事了, 当初就不该放他下山, 本想着救他那点修为, 就算出去了, 也只会受更多的苦, 可谁能想到, 他竟然直接退宗, 败入紫霄建宗去了, 现在更是成了雷青川的香伯伯, 就算他想把他抓回来, 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哼, 这个孽障, 我要让他自己求着回来, 他莫名其妙的怒骂一声, 转而看向林玄, 宝库那边未交代过, 需要什么, 你直接去取, 所有资源, 都按照元英七的资源等级发放, 修炼上有什么不懂的, 尽管来问我, 或者问秋双, 他们也可以, 你现在只有一个任务, 那就是全力晋级元英七, 等你渡过元英雷洁之时, 就是你超越江涵, 成为新的天资绝世的天骄之时, 他说这话的时候, 还在刻意压制着自己的怒火, 不知道是不是江涵总惹他生气的原因, 他最近总是非常容易发怒, 更何况, 他也没说错, 天骄榜说他资质最高, 他就是资质最高了, 小雪你天赋名利也不差, 却连天骄榜都没登上, 凭这足以说明, 天道也有出错的时候, 他这话说的, 林玄听着就开心, 天道本就是个糊涂鬼, 被系统耍了这么久都没发现, 出点错也正常, 师父放心, 我一定会赶在江涵之前, 禁忌元英气, 他已经决定了, 等下回去就开始吞噬那些人的气韵值, 他送的东西, 可不是那么好拿的, 按系统的解释, 严格来说, 这叫做等价交换, 或者说自愿交易, 他给出了价码, 对方接受了, 那就是同意这笔交易的, 这根本不能算是吞噬, 很好, 只要你能禁忌元英气, 狠狠打击江涵的信心, 事后我重重有赏, 虽然灵璇最近暴露的缺点有点多, 但他听话, 听话肯干, 但这一点, 就比江涵强了不知多少呗, 纪玉禅非常满意, 便在这时, 他忽然神色一动, 眼中露出一丝惊恶之色, 随后便是一阵狂喜, 刚刚平复下去的心情, 又在此刻剧烈波动, 好好好, 早不来晚不来, 偏偏在这个时候来消息, 倒真是巧了, 纪玉禅大笑道, 见几人不解, 他又出声解释, 刚传出的消息, 紫霄建宗已收到上宗回信, 决定在一个月后举办祭天大典, 迎接上宗使者, 同时册封江涵为圣子, 林玄文言一经, 一个月? 怎么这么快? 只有一个月的时间, 他怎么晋级原因? 若是晋级太快, 会惹人怀疑的。 快点好啊, 祭天大典上, 不但整个修仙界各个宗门, 世家, 王朝, 大国, 都会派人前来观礼, 还有上宗使者, 下届查验圣子资质, 同时考核宗门近千年的发展, 寄予禅孝孝的开心肆意, 可以说, 在祭天大典上发生的事, 很快就会传遍整个修仙界, 甚至还会传到上宗耳中, 便是紫霄建宗想拦都拦不住, 这话怎么听得有些不对? 莫秋双心中一颤, 莫明觉得有些不对劲, 师父不是一直很讨厌江涵吗? 怎么现在知道他要册封圣子了, 会表现得这么高兴? 江涵下山这么久, 是越来越无法无天了, 他现在甚至敢不把我放在眼里, 寄予禅眼中又现红光, 愤怒之意几乎喷博而出, 好像只要一提到江涵的名字, 他就有些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我养他那么久, 不是让他和我作对的, 我要让他跪在我面前磕头求饶, 我要他当着所有人的面向我低头认错, 哈哈哈哈, 天助我也, 真是天助我也, 江涵, 这一次我看你怎么躲过去, 他疯狂的模样, 让莫秋双身体一抖, 颤身问道, 师父, 你要做什么, 做什么, 寄予禅瞥了他一眼, 又从其他人脸上扫过, 你们不需要知道, 他与其忽然平静下来, 我等下就会向上东去信, 告知祭天大典相关事宜, 使者下界不易, 此次紫霄建宗的使者下界之后, 若是再想开启戒壁, 就要百年之后了, 眼下倒是刚好, 能和紫霄建宗的使者一同下界, 这段时间, 小玄你就好好修炼, 争取在使者到来之前结音, 他眼含笑意, 看着林玄, 若能得使者青睐, 对你有意无害, 是, 林玄听着也很激动, 上宗使者, 那会是什么级别的强者, 墨丘霜看着师父张了张嘴, 却又不知该怎么说, 师父明摆着要对江涵下手, 还要在所有人面前羞辱他, 可师父却不说要怎么做, 这让他怎么去给江涵通风报信, 师父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已经不信任他们了, 墨丘霜心如刀脚, 眼睁睁看着一个能帮到江涵的绝好机会, 就在眼前放着, 可他却不敢伸手去拿, 这种感觉, 让他难受得要死, 第340章, 我真是坏透了, 在此期间, 你们几个先别修炼了, 都好好陪着小玄, 一切以小玄修炼为重, 行了, 你们都回去吧, 继郁禅一挥手, 把他们往外赶去, 几人闻言, 一时气气松了口气, 转身向外走去, 墨丘霜顿了一下, 有心想硬着头皮问一下师父的想法, 却被柳寒月拉住胳膊往外拽, 他略意挣扎, 但很快放弃, 跟着往外走去, 师父既然不说, 那肯定是有他的道理, 也许只是一时气化, 还没想好怎么对付姜涵呢, 他只是不明白, 明明同样都是师父的嫡传弟子, 为什么师父对他们二人的区别, 却这么大, 现在看来, 当初姜涵的资质可能是没有被激发出来, 眼下都已经知道, 他们两个的资质差不多了, 师父怎么还是非要对付姜涵, 姜涵到底哪里对不起, 他了, 他怎么偏偏就宠爱灵玄一人, 修炼去陪他一个人修炼, 陪什么陪, 修炼有什么好陪的, 当初姜涵修炼的时候, 他也没说让他们去陪陪他, 要是他们能多陪陪姜涵, 事情指不定还不会变成这样吗, 忽然, 墨秋双眼中有一道电光闪过, 难道, 是因为姜涵这次羞辱灵玄的事? 也对, 墨秋双脚下快了许多, 嘴角露出一丝嘲弄, 灵玄被师父精心培养多年, 可以说是全身心的用心培育, 要什么有什么, 时时刻刻都被保护得非常好, 法宝灵石各种资源从来不缺, 师父向来以灵玄这个优秀的弟子为傲, 甚至多次向其他化神强者炫耀, 可就是这样一个被他抱以厚望的嫡传弟子, 却被姜涵那种放养在外, 连伞修都不如的草根修士几百, 这种打击, 想来很不好受吧, 也不怪师父如此痛恨姜涵, 实在是他受的打击太大了, 可是, 墨秋双心绪又是一变, 难道就因为这种微不足道的小事, 师父就一定要和姜涵多个你死我活吗, 大家本就有同门之意, 谁当第一步都是他的徒弟吗, 干嘛非要打伤打死的, 而且听师父的意思, 他甚至还想让姜涵在天下人面前, 当着上宗使者的面跪下求饶, 那可是姜涵的圣子策封大典啊, 师父这么做, 是要毁了他吗, 墨秋双呼吸一蹴, 这么大的事, 要不要先告诉姜涵, 好让他先有个准备, 可他肯定又是不幸, 万一又误会了怎么办, 算了, 走一步看一步吧, 先观望一下, 打探清楚师父要做什么再说, 师父也真是的, 干嘛非盯着姜涵不放, 姜涵之前做的那些事, 顶多算是一些小打小闹, 又不是什么深仇大恨, 他怎么一直想要对付姜涵, 这样搞来搞去有什么意思, 就算把姜涵搞垮又能怎样, 能让他修为精进吗, 能提高他杜飞生雷洁的成功率吗, 说起来还是师父先欺负姜涵的, 人家还没来找他报仇, 反倒是他一直追着姜涵不放, 还说什么让姜涵跪下磕头认错, 若是论起因果关系, 要认错也得是师父先认错吧, 加害者怎么摆出了一副受害者的模样, 搞不懂, 真的搞不懂, 姬雨禅引动清凉之气盘旋心间, 把最后一丝烦躁也压了下去, 他看着几人离开的背影, 不由暗自冷笑, 这个墨秋霜, 什么时候和姜涵关系这么好了, 自己一说要对付姜涵, 他就急得不行, 还有另外几个, 虽然什么都没说, 但气息波动骗不了人, 就连凌玄好像也有些担心, 真是个废物, 姜涵都把他打成什么样了, 他竟然还担心那个孽障, 哼, 一群吃里爬外的东西, 他就是看他们心绪波动那么大, 怀疑他们有其他想法, 这才故意不说的, 上次在凌渊秘境外, 他原本就想用窥天镜曝光姜涵的恶毒, 可却被他们拼命拦下, 冷静下来后细想一下, 这东西还能做个底牌, 所以他当时才没有用窥天镜曝光姜涵曾经那些龌龊之事, 可这次他不会再告诉这几个逆徒自己的打算, 他要让所有人都措手不及, 等到他们知道的时候, 必然是他们来不及阻止的时候, 这一次就算是凌玄跪着求他, 他也要用窥天镜回溯当年之事, 他要在紫霄剑宗祭天大典当天, 当着全天下所有人的面, 当着上界使者的面, 曝光姜涵曾经的无耻, 龌龊, 偷鸡摸狗的行为, 他要让所有人都看到, 江涵到底是个多么阴险狡诈, 无恶不作, 残忍是杀的阴险小人, 他要让所有人都知道, 江涵不过是曾经被他散养了一段时间的野狗罢了, 他要让他丢尽颜面, 身败名裂, 被天下人唾弃, 不, 不对, 纪雨禅脸上的冷笑忽然顿主, 他在做这些事之前, 要先告诉江涵, 要他时刻生活在恐惧当中, 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将要曝光他的丑事, 却无计可施, 只有这样, 才能真正折磨他, 到最后, 自己再告诉他, 只要他跪下磕头认错, 再当着天下人的面, 脱离紫霄建宗, 重新回到林天宗, 给他做金传弟子, 他就不会再曝光他, 这样一来, 江涵若是想要保住他自己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名誉, 保住他的形象, 就只能按自己说的去做, 只要他这么做了, 他就一定会被天下人所不齿, 觉得他是个背信弃义的小人, 更会遭遇紫霄建宗无休无止地追杀, 到那个时候, 他除了林天宗, 哪里也去不了, 只能依靠在我的脚下, 看着我的脸色艰难求火, 这么一来, 还能狠狠打击一波紫霄建宗, 最近疯涨的猖狂气焰, 狠狠出一口恶气, 而且他不同意也没关系, 只要自己把这些事情曝光出去, 所有人都再也容不下他, 他依然还会受到天下人的耻笑, 还有上宗使者, 当他看到江涵是这样一个阴险小人之后, 还愿不愿意封他这种品行卑劣之人为圣子, 好, 很好, 他好了, 就这么做, 如此一箭双雕之计, 当真是妙极了, 江涵啊江涵, 我看你这次还往哪逃, 咦, 要不, 等他同意跪下求饶, 脱离紫霄建宗后, 再把窥天境放出来, 让他继续身败名裂, 那他岂不是连门都不敢出了, 继玉蝉脸上涌起一阵疯狂的笑意, 哈哈大笑, 哈哈, 不行不行, 这样也太坏了, 第341章, 找到陆飞了, 不过三天时间, 紫霄建宗要在一个月后举办祭天大典, 册封圣子之事就在整个修仙界完全传开, 更有传言说, 祭典当天还会有上界大能下界观礼, 这可是许多人一辈子也遇不到的天大造化, 若是能看上界大能一眼, 说不定就能参透造化, 突破当前境界, 一时间, 整个修仙界迅速沸腾起来, 基本上能动的修士都在朝着紫霄建宗汇聚, 特别是离得远的, 又不舍得用传颂阵的更是早早出发, 向着紫霄建宗御建而去, 除了人族修士之外, 还有和人族交好的妖族妖修, 也各使神通, 从极远处朝着紫霄建宗赶去, 就在这天下沸腾之时, 临天宗旨法堂, 今日也来了一个很特别的人, 楚岳一进门就大声喊道, 岳堂主, 找到了, 找到了, 瞎嚷嚷什么, 这几天一堆破室, 你能不能别总来烦我, 岳玉峰头也不抬得呵斥道, 楚岳也不生气, 凑上去笑嘻嘻地说道, 我找着陆飞了, 陆飞? 岳玉峰一愣, 随后脸上迅速炸开惊喜, 大声喊道, 你说谁? 陆飞? 对, 楚岳同样很是兴奋, 就是那个失踪了一个月的杂役弟子, 陆飞, 原来他这些天是去后山闭关住基去了, 他走的时候谁也没说, 闭关之术的阵法又完全隔绝气息, 也难怪一直找不到他, 别废话, 这位疑似知道江涵和宗主一脉关系的人, 如今终于能见面了, 陆飞听到传唤, 小心翼翼地从门外走了进来, 他身体紧绷, 很是紧张, 执法堂可不是一般人能来的地方, 特别是他这种背景不怎么强的底层弟子, 被抓来执法堂的, 基本没几个能活着回去的, 天知道他是下了多大的决心, 才没半路逃跑, 当他进来看到岳玉峰之后, 身体更是被吓得一抖, 差点当场跪下, 天, 怎么会是岳堂主亲自审问, 我到底犯了什么事啊, 岳, 岳堂主, 嗯, 你就是陆飞, 之前在林天峰, 负责宗主清传弟子日常起居的杂役弟子, 岳玉峰上下细细打量着陆飞, 神识一遍又一遍地扫过, 却丝毫看不出来这人到底有什么特殊之处, 明明只是一个刚住机的杂役弟子, 他怎会和江涵扯上什么乱七八糟的关系, 是, 正是弟子, 陆飞低着头回道, 你可认识江涵, 岳玉峰开门见山, 直接问道, 江涵, 原来又是来找江师兄的, 陆飞松了口气, 随后又有些诧异地看向上方二人, 江师兄都走那么久了, 他们怎么现在又来找他问话, 而且, 江师兄现在是紫霄建宗的天才弟子, 更是成了传闻中万年难遇的天才, 还是天交榜榜首, 江师兄那么厉害, 他们随便打听打听不就知道了, 找自己问什么, 但想了想, 他还是巨师回道, 认识, 这也不是什么大事, 没必要隐瞒, 而且, 林天峰许多杂役弟子都见过江涵, 只是都没正眼瞧过他罢了, 他们全都当他是个笑话, 可能早就把他忘了, 也说不定, 更何况, 在化神七大能面前, 他若敢说谎, 一定会被发现, 若走到搜魂那一步, 他可就死定了, 还不如老老实实的, 竟然真的认识, 上方二人闻言对视一眼, 皆是看到了对方眼中的震惊之色, 无论怎么看, 这两个人都是活在两个世界的才对, 他们怎么会凑到一起的, 岳玉峰清了清嗓子, 兴奋问道, 老实交代, 你一个刚刚突破, 住基的杂役弟子, 怎么认识江涵的, 江师兄刚来林天峰的时候, 我负责照顾江师兄的日常起居, 照顾日常起居, 岳玉峰嗅到了一丝不寻常, 安排杂役弟子负责日常起居, 通常是要在宗内常住之人才会有的, 如此说来, 江涵当时在宗内留的时间必然不短, 按说留的时间久, 见过他的人也应该很多才对, 而且, 这等天才上门拜访, 就算再低调, 也一定会有些动静, 只要有动静, 他就一定会知道, 可他, 竟然从未听闻过任何动静, 甚至连一丝风声都没听到过, 此事看来不简单啊, 你说清楚, 为什么会要你去照顾江涵的日常起居? 这, 应该是随机分配了吧, 我当时刚调到指示堂, 江师兄上山之后, 指示堂就安排我去负责照顾江师兄了, 陆飞感觉很奇怪, 他本身就是负责照顾清传弟子的杂役弟子, 去照顾江师兄, 不是应该的吗? 岳堂主他们这是什么意思? 现在问这些事, 是想干嘛? 江师兄又不是被他逼走的, 他们要问也该去问宗主他们才对, 岳堂主的意思是, 江涵当时为什么会来林天宗, 指示堂竟然派你去负责, 想必他的身份, 必然不一般吧? 楚岳抢先一步问道, 他是真看不下去了, 这两人一问一答, 根本就没一句话说到点上, 真是急死人了, 是宗主带他上山的, 至于身份, 陆飞沉饮片刻, 不知道该怎么说, 他刚上山的时候, 应该也算是宗主的清传弟子吧, 虽然只是宗主口头上说的, 但那也是宗主清传, 他说的纠结, 也把月遇风吓得够呛, 哄, 庞伯的气势轰隆炸开, 避开二人直冲屋外, 他身下的椅子, 更是砰的一声, 炸成漫天碎屑, 又被一阵狂风呼啸卷走, 唐内阵法迅速激活, 亮起黑光闪个不停, 你说清楚, 谁是宗主的清传弟子, 他紧绷着脸, 神色惊怒, 心底更是是惊骇与绝, 他方才听到了什么, 宗主清传弟子, 江涵, 那个紫霄建宗的爵士天才, 他无论怎么想, 也不知道这几个词, 是怎么凑到一起的, 江涵怎么会是林天宗的人, 又怎么会跑到紫霄建宗去, 那小子这段时间, 可是杀了不少林天宗的弟子, 他若真是林天宗的人, 怎么会这般无情无义, 甚至丧心并狂道, 对自己曾经的同门下杀手, 他但凡有点良心, 也绝不会这么做, 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才会导致他发生这么大的变化, 短短一瞬之间, 月遇风脑中已生出了数场大戏, 难不成江涵是宗主派出去的卧底, 不可能, 谁家会把天资最高的清传弟子, 派出去做卧底啊, 这不是给别人送宝贝呢吗, 又或者是江涵偷偷溜出去的, 他背叛了林天宗, 想起当时陆敬雪和林玄的表情, 那种深仇大恨的感觉顿时扑面而来, 月遇风脑中电光一闪, 眼神逐渐冷了下来, 还是这种可能性最大, 原来江涵竟然是一个叛徒, 可他为什么要背叛林天宗, 紫霄建宗哪里好了, 第342章, 你不要赔给我啊, 林天宗化神强者更多, 功法资源更是比紫霄建宗多上数仇, 无论怎么看都该使林天宗更强, 江涵到底是怎么想的, 竟然放着林天宗这么好的资源不用, 转而败入紫霄建宗门下, 他是不是傻, 宗主也是, 江涵要走, 他就真把人放走了, 搞什么呢, 这年头有个天才不容易, 还是个这么强的天才, 他说放就放了, 简直不可理喻, 月遇风气到眼范雪丝, 这么好的弟子, 他不想要可以给我啊, 怎么能就这么不声不响地放走了, 这算什么, 败家, 真是个败家娘们, 要不是打不过他, 他高低地去问问宗主, 是不是年纪太大, 老糊涂了, 还有一点, 江涵若真是宗主清传弟子, 以他的天资, 又怎会一直在宗内默默无闻, 甚至连他这个执法堂堂主都没听说过, 奇怪, 真是奇怪, 但不管如何, 此事若是真的, 必然会在宗内引起轩然大波, 江, 江涵, 以前是宗主的清传弟子, 陆飞再次重复道, 他被吓得不轻, 月堂主发威, 真的太可怕了, 这些人到底是怎么回事, 江师兄之前在宗内待了十三年, 除了自己和苏师姐外, 从来没有一个人关心过他, 更是从没人正眼看过他, 怎么他一走, 这些人反倒一个个全关心起江师兄了, 先是大师姐他们, 前段时间整天找他问着问哪, 搞得他修炼总是被打断, 现在就连执法堂也开始关注江师兄了, 真搞不懂他们到底在想什么, 若是他们以前能对江师兄好点, 何至于闹到这个地步, 你的意思是, 江涵以前是宗主收的清传弟子, 楚越接着问道, 月玉峰这承受能力也太差了, 这就接受不了, 开始怀疑世界了, 等下还有更让人接受不了的事呢, 他还不得气晕过去, 是, 陆飞回道, 你可有证据, 证据, 我这没有, 陆飞说完, 眼见月玉峰脸色不对, 心中一颤, 连忙大声喊道, 虽然我这没有, 但执法堂一定有, 当初是萧长老安排我去照顾江涵的, 萧长老一定知道这件事, 萧长老, 月玉峰眼珠子一瞪, 他忽然想起来, 当时天交榜刚出, 萧长老看到江涵名字时, 那满脸的惊恐不解, 一副明显被吓到的模样, 这一刻, 他终于明白了,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怪不得当时萧长老跑得那么快, 怎么喊他都不搭理, 原来竟是认出了江涵, 被吓到了, 可他跑什么啊, 他只是负责管理弟子的, 他在害怕什么, 难不成, 他们有仇, 还是说, 他知道江涵的什么内幕, 又或者, 此事牵扯太大, 他都不住, 如此说来, 江涵曾经是宗主清传弟子之事, 十有八九之针, 这个老东西, 好事一个没干, 坏事从来少不了他, 岳玉峰气到咬牙, 既然有入宗手续, 那么只需去执法堂一查便知, 楚岳适时说道, 但在此之前, 他看向岳玉峰, 眼底有光芒闪烁, 如此大事, 自然不能我们自个儿在这琢磨, 不如, 请诸位丰主和长老, 同来做个见证, 岳玉峰压下心底震惊, 略意思索便明白楚岳的意思, 此事若是传了出去, 定然会震动天下, 现在风头最盛的天才, 竟然是灵天宗的人, 这会让天下人怎么看, 恐怕会有不少人, 抱着和自己相同的想法, 如此大事, 而且事关宗主, 绝不是他一个人都得住的, 于是他干脆点头, 同意道, 甚好, 此事确实是件大事, 如此天资绝世之人, 曾经竟然是我们灵天宗的人, 他又为何会离开灵天宗, 此事, 定要查个水落石书才是, 执法堂可不是摆设, 若是叛徒, 自己抓人也有了理由, 紫霄建宗也不好多说什么, 等抓回来之后, 再编个理由把他罪名抹了, 到时候这么好的徒弟, 可就是我的了, 想到这里, 他连忙取出传音御检, 开始联系其他风主, 很快, 整个灵天宗都动荡起来, 但凡有点地位的风主长老, 全被他请了过来, 很快, 在陆飞惊恐不解的目光中, 一道道身影, 悄然出现在执法堂内, 除了那些闭关不出, 还有不惜管事的长老之外, 足足近百位十全长老和风主, 尽数聚集于此, 好在纪玉禅正在闭关稳固到心, 要不然, 绝对会以神识关注此地, 搞不好就会认为他们, 是在准备造反, 随着猎天人的身影踏入, 一道防护阵法, 也迅速升起, 将此地与外界隔开, 岳堂主召集这么多人聚在这, 可是有什么大事? 猎天人皱眉扫过众人, 细细看了一眼, 站在最中间紧张到直流冷汗的陆飞, 最后疑惑看向岳玉峰, 不只是他察觉不对, 其他长老更是极为凝重, 就算是傻子也能看出来, 绝对是出事了, 而且此事不会小, 是大盗连岳玉峰这等强者都扛不住的大事, 要不然, 他不至于叫了这么多人过来一起扛, 要不是怕这件事关系自身, 又怕被执法堂借机抓把柄, 他们早就跑了, 猎风主莫及, 只是有一件事颇为棘手, 我请诸位来一同拿个主意, 岳玉峰沉着脸说道, 第343章, 江涵是纪宗主的清传弟子, 一起拿个主意, 猎天人可不吃这一套, 什么主意不主意的, 这件事一看就不简单, 只要和他没关系, 他可懒得理会, 更何况, 岳玉峰又不是他这一派的, 虽说他也有些好奇到底是什么事, 但谁敢胡乱给人出主意啊, 这不是闲着没事给自己找麻烦吗? 此地可是岳堂主的地盘, 连岳堂主都拿不定主意的事, 我们恐怕更难有什么意见, 岳堂主自己处理就是, 我就不在这添麻烦了, 猎天人说完转身就要走, 我还有事要忙, 岳堂主留步, 不必送了, 他这一动, 其他长老更是不敢多留, 纷纷拱手告退, 跟在猎天人身后就往外走去, 岳堂主恕罪, 我突然想起, 有一炉丹要出炉了, 老夫得先回去一趟, 咱们改日再续, 岳堂主, 我那两只灵虫产气将近, 我得回去盯着点, 改天再来请岳堂主喝酒, 等一下, 岳玉峰顿时急了, 他怎么也没想到, 他们竟然这么警惕, 他还什么都没说呢, 这就要跑了, 这群老东西, 自己都把肉端上捉了, 虽说这肉有那么一点毒吧, 但是味道够香啊, 他们竟然闻一口就跑, 贪生怕死的老狐狸, 眼看他喊完, 众人不但没停, 反而跑得更快了, 情急之下, 岳玉峰连忙高声喊道, 此话犹如平地惊雷, 轰隆一声在众人脑中炸开, 你说什么, 猎天人惊呼一声, 连忙回头看来, 其余长老更是骇然停步, 猛地转头, 难以置信地看向岳玉峰, 惊呼道, 什么, 江涵竟然是我们的人, 可是紫霄建宗的那个江涵, 那个万年难遇的天才, 现任天交榜榜首, 这怎么可能, 江涵不是紫霄建宗的人吗, 难道他要退宗, 加入我们林天宗, 我就说紫霄建宗美来的狗屎运, 竟然招收到这等天资绝世的弟子, 原来他竟然是我们林天宗的人, 那就不奇怪了, 此事不对, 就在前几天, 江涵以杰丹之身, 越即杀了我们五位元英七弟子, 还有近四十位杰丹大圆满的天交, 他若真是我们林天宗之人, 又怎会下此重手, 我也觉得不对, 江涵以前对我们林天宗的弟子, 一直都是指下杀手, 从不留情, 诸位可别忘了, 前些日子, 天交榜挑战之时, 静下来一个个看着岳玉峰等着他给个说法, 眼见目的达到岳玉峰反倒不慌了, 他得意一笑, 指着陆飞悠然说道, 此事自然不假, 此人便是曾经负责照顾江涵起居的杂役弟子, 诸位难道就不好奇, 如此天交, 怎会跑到紫霄建宗去做宗主清传弟子, 眼看众人一动, 他接着说道, 诸位何不暂且留步, 听他说一说, 这其中的因果, 经他如此一说, 便是列天人也被激起了好奇心, 反正只是听一听而已, 全当是道听途说了, 出了这门, 看情况再决定记不记得, 也好, 此事事关我灵天宗荣誉, 若江涵真是我们的人, 暗中那些针对之法, 可就要变一变了, 列天人率先表态, 转身走了回来, 有人打头阵, 其他人自然没有意见, 纷纷转身回来, 列丰主所言即是, 倘若真是自己人, 那可就是大水冲了龙王庙, 可不能再对他下手了, 对极对极, 若真如此, 说不得我们还要暗中多多帮他才是, 不知江涵在宗内有没有师诚, 若是无人教导, 我那正好去个狄传弟子, 不如就让他去我那做个少风主, 老东西瞎想什么呢, 就算要拜师, 他也得拜我为师, 你个小人鹰, 这难有你说话的份, 嘿, 修为高也不见得徒弟教得好, 这教徒啊, 学问大着呢, 闹哄哄的声音吵个不停, 啥都不知道呢, 这些人就开始抢徒弟了, 月玉峰听了一会儿, 见他们愈演愈烈, 再吵下去就要动手了, 无奈之下, 他只得轻咳一声, 气势放出, 直接以示压人, 化神器的气势轰隆压下, 众位长老顿时脸色一白, 骇然看向月玉峰, 诸位莫及, 我们还是先听听陆飞怎么说, 对对对, 先看看是什么情况, 到时候再谈论, 师诚也不迟啊, 几位化神不受影响, 走到一旁空位坐下, 月玉峰看向一众被气势压得动都动不了的长老, 笑道, 说完, 他气势一收, 对着陆飞说道, 把你刚才说的那些话, 再与诸位长老说一遍, 哎, 哎, 陆飞定了定神, 心里却还是有些害怕, 今天竟然来了这么多元英七以上的长老, 甚至还有几位士只存在于传说中的化神七强者, 这可都是他曾经做梦都见不到的大人物, 可如今, 他们却齐齐出现在这里, 满脸期待的, 等着他讲将师兄的事情, 活了这么多年, 还是第一次被这么多大能关注, 这种激动又害怕, 还有些小兴奋的感觉是怎么回事, 正在这时, 一道清凉从天而降, 直达兴田, 让他心中的紧张害怕, 瞬间消散一空, 不要担心, 你只要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 长老们不会为难你的, 楚越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 里面好像有种安抚人心的力量, 让他很快就平静下来, 对, 你只要照实说就行, 有我在, 谁也不敢为难你, 岳玉峰也试试开口, 陆飞看了他一眼, 深吸一口气后, 这才开口说道, 江涵以前是宗主的清传弟子, 你说什么? 猎天人疼了一下, 站起来, 不可思议地看着陆飞, 你给我说清楚, 江涵是哪个宗主的清传弟子? 陆飞被吓了一跳, 犹豫着说道, 是咱们林天宗, 纪宗主的清传弟子。 第344章, 就算是散修, 也不至于这般苛代徒弟, 一旦激起千层浪, 众长老顿时被这句话, 吓得目瞪口呆, 不可能, 宗主的清传弟子, 一共就只有八位, 七位女弟子, 老大墨秋双, 一直到老七苏灵溪, 男弟子就只有林玄一位, 从未听闻宗主还收了第二位男弟子, 我也从未听闻, 按说收了这么一位天才弟子, 就算宗主有意隐瞒, 也绝对瞒不住, 他总要修炼吧, 总要在宗内走动吧, 我可从没在任何一个修炼场所见过江涵, 他总不能一直在洞府闭关吧, 我也怀疑, 大家都知道, 我一直负责宗内弟子的阅历发放事宜, 基本一直待在宝库, 但我也从未见过江涵来过宝库附近, 更是从未领过阅历, 而且宗主那几位清传, 也从没有帮他领过阅历, 他若是真的在宗内, 怎么可能不来领阅历, 没阅历他怎么修炼, 难道就靠着每天吸的那点灵气, 你还别说, 我在破林峰也从未见过他, 破林峰灵气最为凝聚, 宗内突破境界的弟子, 大多会来破林峰突破境界, 可江涵却从未来过, 难道他破境不需要外地辅助, 我在灵药阁也没见过他, 难道他从未受过伤, 连灵药都没用过, 一时间, 众人七嘴八舌说个不停, 大多在说从未在宗内见过江涵, 怀疑此事的真实性, 便是岳玉峰听了也不禁有些怀疑, 若只是他一个人没见过, 那还说明不了什么, 但现在这么多人都没见过, 那可就是有问题了, 难不成江涵之前不曾修炼, 也不出门历练, 不和人打交道, 甚至连洞府都不出, 我也经常去灵天宗, 怎么从未见过他, 这怎么可能, 他只要存在, 就必然会留下痕迹, 照这种情况, 要么是他根本就不在灵天宗, 要么就是宗主刻意隐瞒此事, 不可能隐瞒, 无论哪个宗门招收到这种绝世天才, 那必然会大力炫耀, 怎么可能会藏着掖着, 你就说, 灵药那小子刚来的时候, 宗主不就把我们几个老家伙, 都叫过去喝了顿酒吗, 由此可见, 宗主绝不是那种会藏着掖着的人, 如此说来, 是你在说谎, 一道道疑惑中带着压迫感的目光, 陡然射向路飞, 把他看得心里直秃秃, 脸上更是直冒冷汗, 诸位长老明见, 弟子方才所言, 句句属实啊, 他心急之下, 连忙出声解释, 将师兄上山之时尚且年幼, 身上又没有修为, 故此被宗主禁足在灵天风上, 不允许他去宗内其他地方, 所以诸位长老没见过他, 实属正常, 禁足? 这么好的徒弟, 不是该都在宗内转转吗? 干嘛把他禁足? 义长老疑惑道, 这个, 这是宗主的命令, 我也不知为何, 陆飞回道, 月玉峰见那个长老还要问, 连忙打断他, 你先别插嘴, 让他继续说, 行了, 你说你的, 别管他们, 他对着陆飞说道, 哎, 好, 陆飞沉饮片刻, 接着说道, 至于修炼方面, 将师兄添资极高, 虽然他修炼的是最普通的黄界一品功法练器诀, 但他好像没有遇到过瓶颈, 只用了八个月的时间, 就在没人指导的情况下, 从凡人修炼到了练器十三层大圆满境界, 他话还没说完, 四周就已响起阵阵惊呼, 他说什么? 江涵修炼的是黄界一品功法练器诀, 还在没人指导的情况下, 只花了八个月, 就修炼到了练器十三层大圆满, 开玩笑呢? 功法等级越低, 修炼速度就越慢, 我当初修炼天界二品功法, 八个月也才刚修炼到第三层, 这都已经算是很快了, 有多少人是花了近十年才修炼到练器大圆满的? 难道他果真就没有修炼瓶颈? 就在这时, 一声高呼响起, 不是, 你等会儿, 一位长老大声打断路飞的话, 满脸不悦地说道, 你说清楚, 他一个宗主清传弟子, 怎么不去修炼灵天宝典, 反而去练什么最基础的练器诀? 还有, 什么叫没人指导修炼? 宗主既然收了他, 肯定会指导他修炼才对, 另外, 他那练器诀哪来的? 我们灵天宗什么时候这么可待弟子了? 就连杂役弟子修炼的也是玄阶八品功法苍云诀, 黄阶一品功法, 他就算是把灵天宗翻过来也找不到, 谁会闲着没事干, 费那么多心思, 专门给他找一本练器诀去修炼, 此话一出, 顿时有人附和, 确实如此, 以他的身份, 就算不想修炼灵天宝典, 随便去法阁找一本都是天阶以上的功法, 但麻费力气去找最低级的练器诀来练, 只是修炼练器诀修为静静就这么快, 他要是早早修炼灵天宝典, 是不是现在都原因大圆满了? 难不成, 这最基础的练器诀里, 有什么咱们没发现的宝贝? 不只是他们, 就连岳玉峰也很是奇怪, 谁会没事放着顶级功法不练, 转而去修炼最低级的功法? 这不是在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吗? 你可知, 他那练器诀是从哪里来的? 可是有人故意害他, 他的声音不大, 却瞬间将其他人的声音压下, 练器诀, 陆飞感觉今天流了好多冷汗, 但此事躲是躲不掉的, 他只能硬着头皮说道, 那本练器诀是我给僵尸凶的, 话刚出口, 四周空气陡然一冷, 吓得他急忙说道, 但我那是有原因的, 宗主不给他修炼功法, 他又来找我要功法, 我能怎么办啊? 我只能给他一本宗内没有的练器诀啊, 要是给个好点的, 万一被人误会, 说我随意传播宗内功法可怎么办? 月堂主, 这个您应该最清楚, 宗内禁止随意传授功法的, 若想修炼, 只能去法阁领取, 或者由长老封主赠予才可。 他对着月玉峰说道, 这倒是真的。 月玉峰略意犹豫, 问道, 但你说, 宗主不给江涵修炼功法, 是个什么情况? 一派胡言? 有长老范儿出声, 月堂主莫要被他诃骗, 宗主向来带人温和, 怎会刻意刁难狄传弟子, 不给修炼功法? 不错, 就算是散修收徒, 也会准备上一本黄阶五品以上的功法传授, 更何况是宗主狄传, 宗主随便扔给他一本功法, 就必然是天阶三品以上的功法。 依我看, 此事定然是此人瞎边乱造, 故意抹黑宗主的。 快说, 你到底是何居心? 这个, 陆飞略意犹豫, 此事已牵扯到宗主太多, 万一传出去, 他小命可就没了, 但现在自己被他们怀疑, 若是不说实话, 那岂不是依然难逃一死? 于是, 他单脆豁出去了。 第345章, 他是不是有病? 反正都是死, 还不如死的心安? 不只是修炼功法, 他忽然抬头, 高声喊道, 声音很大, 甚至压过了长老们的斥责。 见长老们疑惑看来, 他接着喊道, 宗主不但不给江师兄修炼功法, 甚至还不给他修炼资源, 不给他发阅历, 还不让其他人帮他。 江师兄若想修炼, 只能自己按照炼器爵的描述, 摸索着修炼, 有好几次都差点修炼出问题。 若是缺修炼资源了, 他就去山中采一些没人药的灵草灵果, 早上一个月再带到山下集市去摆摊 换一些最下品的灵石丹药。 就算是受伤了, 宗主也不允许他领取灵药治疗, 甚至连灵乳泉都不让用, 他就只能自己配些灵草, 到这时, 那些长老们都已经目瞪口呆了, 可陆飞却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反而接着说道, 除此之外, 宗主和几位师姐还总是欺负他, 我经常能看到江师兄被骂得狗血临头, 他们一边骂, 还一边动手打他。 三师姐最喜欢骂江师兄, 羞辱他, 逼着他伺候他, 四师姐最喜欢动手打他, 动不动就是拳脚相加。 他经常被逼着下跪, 被打得遍体鳞伤, 拖着一身血迹回来, 有时候还会被打断手脚, 自己从地上爬着回洞府默默智商。 有时候我真的, 我真的忍不住, 可我胸位太低, 也只能偷偷帮他一把。 陆飞说着说着, 没忍住眼眶一红, 然后赶紧指住话头, 宗主根本就没把江师兄当徒弟, 师姐他们也根本就没把江师兄当师弟, 他们一直在虐待他。 诸位长老, 你们当然见不到他, 江师兄上山这么多年, 每天除了躺在洞府养伤, 就是被打骂, 但凡有点时间, 他就要出去踩低级灵草谋生, 他哪里有时间去其他风? 他一口气说完, 直说的堂内没了一点生命。 所有长老都将在原地, 神色呆滞地看着他, 脸上全是难以置信之色。 就连月玉风和猎天人这等, 见惯了大风大浪的化神七大能, 此时也被这些话害到。 这是人能干出来的事, 虽说修仙借实力为尊, 但大多是为了争夺资源法宝, 才会显得大家都有些自私自利, 无情无义。 但那可是他徒弟啊, 他们之间又没有利益冲突, 相反, 交好徒弟之后, 徒弟未来还能成为他的一大助力。 而且, 徒弟修炼又不需要他出资源, 宗门已经承包了所有弟子的修炼资源, 功法, 入门还发放玄阶一品法宝, 包括宗内的修炼场所, 也全部都是免费使用的。 宗主为什么连最基础的东西都要克扣, 他如果不给江涵制定那么多限制, 就算不管他, 让他在宗内自生自灭, 他也不至于过得这么惨。 宗主他怎么能这样折磨他? 对, 这就是折磨。 月宇峰对这些是最是清楚, 别看他整天乐呵呵的模样, 可他身为执法堂堂主, 见过太多折磨人的手段, 甚至他自己就是其中好手。 他只是听一遍就明白了, 宗主是在不断地羞辱打骂, 然后暗中助他恢复, 再重复性地折磨。 陆飞帮江涵的动作, 宗主一定早就发现了, 甚至可以说, 肯定是他放任陆飞去帮江涵的。 而且采来的那些灵药里, 宗主一定做了手脚, 加了一些加速恢复的上好灵药, 只为保住江涵肉身, 让他快些恢复伤势, 好继续遭受折磨。 若不是这样的话, 江涵根本就不可能恢复得那么快, 恐怕早就肉身崩溃而亡了。 江涵所遭遇的一切, 都是宗主在折磨他, 这是为了让他心境崩溃, 毁了他的神志, 让他变成一个傻子。 荒唐, 实在是荒唐, 这些手段, 是他们对付那些穷凶极恶之徒才会用的手段, 一般的凶徒可没这个资格被他们这般对待。 但江涵那时候只是个凡人, 他能有什么罪, 值得他这般折磨? 难道他们有仇? 可他都多大岁数了, 跟一个孩子能有多大仇? 不是, 他图什么啊? 岳玉峰实在想不明白, 白俭这么好一个徒弟, 天资高, 心性好, 心境还这么坚定, 被他这样折磨都没有心境崩溃。 宗主他到底想要什么? 干嘛这么折磨江涵? 还是那句话, 他若是不想要, 他就让给我啊。 他这不是浪费天才吗? 这就相当于拿着一块上上等的仆玉不去耐心雕琢, 反而丢在院子里当石板, 没事就去踩一脚, 还叫上其他人一起踩。 这不是有病是什么? 岳玉峰感觉自己酒精风霜, 坚如磐石的道心, 在此刻被气到出现了剧烈波动, 他是真的怒了。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是这样? 其他长老也纷纷回过神来, 可是眼中的震惊骇然却更加浓郁。 宗主怎么会是这种人? 还有他那几个徒弟, 平时看着都挺好的, 暗地里竟然是这种恶毒之辈。 疯了? 宗主是不是疯了? 江涵可是万年难遇的绝世天才, 他不管是在哪个宗门, 那必然都是整个宗门最得宠的天骄。 宗主为何反其道而行之, 不断对他施加酷刑? 众人顿时乱作一团, 不敢相信平日里高高在上。 威严厚重的宗主, 竟然会是这种人。 更可怕的是, 他们的神识一直仔细观察着陆飞的身体, 监控着他的尸海波动。 只要他敢说一句谎话, 等待他的必然就是搜魂。 可直到他说完, 他的尸海也没有任何不正常的波动。 由此足以说明, 他说的全是真的。 第346章, 宗主怕事早已入魔了, 也正因此才让他们更加精据。 诸位, 此时下结论为时尚早, 这些话不过是此人一面之词, 真假不知还当不得真。 我们不如去找宗主询问一二, 听听他怎么说, 之后再下结论也不迟啊。 有人还是不愿相信这件事, 那可是一宗之主啊。 虽然那些秀为高深的大能, 多少都会有点特殊癖好, 可这种往死里折磨天才弟子的癖好, 实在让人难以置信。 他毁掉的不只是他的徒弟, 还有整个宗门的未来。 对, 一面之词当不得真, 小子, 你说宗主他们虐待江涵, 你可有证据。 证据, 他还真的有一点。 当初他为了被发现后自保, 许多次为江涵治疗时都用刘影珠记录了。 但是, 陆飞犹豫了, 他不敢拿出来, 若是此事做事, 不管这些长老想做什么, 身为漩涡中心的他, 绝对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到那时, 他恐怕连死都死不安省。 没有, 他摇头说道, 可一直监控着他时海波动的诸位长老, 几乎是在他说话之前, 就已经知道他是在说谎了。 没有证据是谎言, 那真相不就是他有证据。 这一刻, 长老们都沉默了, 他们也不敢看那所谓的证据。 纵然宗主再怎么不对, 那也轮不到他们说什么闲话, 只能把这当作宗主的一个特殊的癖好。 修仙界终究是以实力为尊的, 反正江涵已经走了, 他们谁也不愿意为了一个已经离开的人去得罪宗主。 但一想起江涵如今的成就, 他们就忍不住痛心。 江涵那么好一个孩子, 竟然被宗主折磨成那样, 他到底怎么忍心呢? 若不是他, 江涵现在还是林天宗的弟子, 还是可以扛起大旗的大弟子。 那名阳天下的天交榜榜首也会是林天宗的人, 这一百年拿资源最多的宗门也会是林天宗。 这二者相加所带来的好处, 那可不是一点半点, 这是荣誉和实力的同步上升。 可现在, 什么都没了。 林天宗最有希望登上榜首的弟子, 差点被江涵虐待致死, 事关资源分配的林渊秘境, 又被江涵抢光灵药, 成了最后一名只能拿最少的资源。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宗主糊涂。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猎天人叹息一声, 怅然说道, 怪不得江涵一直对我们林天宗有那么大敌意, 怪不得他一直会对林天宗的弟子下杀手, 原来这都是宗主惹下的因果。 若不是因为他, 江涵也不会和我们结仇, 甚至还会成为我们的助理, 助林天宗读得更多资源。 若不是因为他, 我们也不会损失那么多天才弟子, 甚至那一次的天将血煞雷劫也极有可能是他招来的。 诸位可不要忘了, 江涵可是连天道都极为看好的天才, 他对江涵做出如此丧心病狂之事, 一定是天道看不下去了, 故意来劈他的。 等他这话说完, 下方顿时鸦雀无声, 没一个人敢接话, 便是他自己派系之人, 也只敢闷闷摆动脑袋, 像是点头又像是摇头, 却无人敢出声附和。 一群废物! 这可是白送上门好的机会, 只要他们合力造势, 便可携天下悠悠众口, 逼迫继遇禅退位。 到那时, 他就是下一任宗主的最佳人选。 可这群没用的东西, 他们竟然连一句话都不敢说。 说好的, 助我坐上宗主之位呢? 你们就这样子抖。 废物东西, 既然你们靠不住, 那我就自己来, 等我出去, 马上就安排人将这消息传遍天下, 让继遇禅受天下人唾弃。 我看他还有没有脸坐在这个位置。 裂风主莫要着急, 此事真假尚未可知, 也许只是一场误会, 也说不定。 月玉峰对猎天人使了个眼色, 示意他不要再说了。 这种事, 就算是真的又如何, 他们都不住啊。 更何况, 此事若是传出去了, 丢的是整个宗门的脸面, 不只是既与禅丢人, 连他们也要跟着丢人。 而且, 事情已经发生, 闹大了对谁都没好处, 还不如把这事结果, 自己私底下说说得了。 楚越暗中观察着众人的脸色, 见他们目光闪烁, 定然是各自已经有了打算。 很好, 目的已经达到, 他们回去之后, 一定会有人控制不住自己的嘴, 把这件事说于亲近之人。 一传十时传百, 这件事很快就会传遍整个宗门, 他也就不用再拱火了。 但有一件事, 他得提前让这群老家伙支个底, 以免后面火烧太大, 不好控制。 就在这一片死寂之时, 他忽然翘声问道, 陆飞, 江涵应该是从临天宗退宗之后, 才加入的紫霄建宗吧? 那他之前, 应该在宗内待了挺久了。 是, 江师兄五岁上山, 在宗内待了有十三年, 下山没多久就拜入了紫霄建宗。 陆飞回道, 他上山时才五岁, 在宗内待了十三年, 有长老惊呼出声, 他那时才五岁, 一上山就被宗主这般折磨, 宗主他, 他怎么下得去手啊? 唉, 宗主恐怕已经磨念深重, 王长老慎言, 堂内静了一瞬, 但很快又吵闹起来, 竟然被如此非人手段折磨了十三年, 江涵的心静, 必然已被磨练到坚不可摧的程度, 怪不得他现在修为增长得这么快, 如此心静, 恐怕支撑他晋升华神都没有问题。 华神太远了, 但如此坚韧的心静, 待他结音时, 定然能凝聚出六瓶以上的道心清廉, 再加上宗主所赠的道经, 未来华神几乎是板上钉钉的, 甚至非生上界也极有可能。 第347章, 这小子报复心极强, 他若留在灵天宗, 必然有望非生上界, 甚至在上宗也能很快成为强者, 未来为我们下界谋求到大量资源奖赏, 也说不定啊。 可惜, 可惜啊, 这等天才, 如今却成了敌人, 资源什么都不用想了, 他不来找我们报仇就算好的了。 宗主到底怎么想的, 放着那么多好处不要, 干嘛非要和江涵做敌人? 这一刻, 他们的心态中是有了些变化, 因为江涵走了, 不但宗门损失惨重, 他们也跟着蒙受损失, 好好的天才不要, 非要把人赶走, 这事若是传出去, 还不知道要被人怎么耻笑, 这段时间, 他们怕是连门都不敢出。 除此之外, 未来能获得的利益也一下子没了, 如此大的落差, 就算说是从九霄云外掉入泥坑也不为过。 等他们感慨的差不多了, 楚岳才接着说道, 那你可知, 江涵为何突然离开灵天宗, 转而加入了紫霄建宗, 他忍受了十三年的折磨, 按说早就该习惯了才是, 怎么会突然逃到? 这个, 我也不知具体, 只知道, 那天宗主又让几位师姐把江师兄打了一顿, 然后江师兄就直接下山了。 等他说完, 众人心头齐齐升起一个念头, 江涵这是被宗主硬生生逼走的呀。 门星自问, 若是换了他们经历江涵的遭遇, 恐怕熬不了两天就会死于非命, 就算没死, 也肯定早晚都要想着逃跑。 江涵竟然能忍受十三年, 日日被打骂折磨, 这等星星实在可怕。 与这种人为敌, 简直恐怖, 若是他报复心再强一点, 等他成长起来, 恐怕在场诸位谁也落不了好。 不, 这小子本来就报复心强, 他的性子, 灵天宗这是莫名其妙的多了个大敌, 还是暂时杀不掉的那种。 同阶无敌, 越一阶也能杀, 还有一位化神中期剑修亲自护道, 背后更有紫霄剑宗护着。 除非他们清朝而出, 主动挑起两宗大战, 不然还真拿奖还没办法。 自今日起, 怕是有许多人无法进行修炼了。 相比于这些, 只关心自身的长老, 猎天人想到的更多。 身为一个有理想有野心的风主, 他从未掩饰过自己想要当宗主的念头。 此事全宗上下, 几乎所有长老, 包括宗主本人都知道。 如今, 既然得知了江涵是灵天宗的人, 还和宗主有这么大的仇恨。 此事有利有弊, 若他能好好运作一番, 等到此子未来成长起来, 一定能成为他谋逆上位的一大助力。 由此看来, 那些针对江涵的手段真的需要收一收了, 反正原本也没什么作用。 而岳玉峰就没他这么开心了, 这也是他为数不多的, 听到八卦开心不起来的一次。 按他的经验判断, 宗主能做出这些事, 大概率是已经疯了, 或者说是真的已经生出心魔了。 一宗之主生出心魔? 难搞, 他现在出事了, 可没人能接他的办啊。 可长老早就到了此界极限, 说不定明天就会杜劫飞生。 宗主现在又是这种情况, 搞不好哪天心魔复苏, 转眼就把他给吞了。 若是接连失去两位化神大圆满, 临天宗群龙无首之下, 恐怕要出大事啊。 愁, 难道真要扶持猎天人上位? 可这家伙实力虽强, 脑子却不好使, 他若上位, 恐怕过不了几日, 就要和其他宗门打起来。 仇人, 真仇人, 宗主也不知道怎么想的, 他惹江涵干嘛? 江涵要是没走, 现在肯定就是临天宗圣子, 就算宗主出事了, 他也能很快上位扛起大旗, 并且以他的天资, 怕是数百年就能化神, 哪还会有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 若不是已经爬到高层, 和临天宗绑的太紧, 他早就退宗跑路了, 等他再次回过神来, 堂内人已经走得差不多了, 就圣楚月和陆飞还在这里, 这是除了你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人知道? 他看向陆飞, 撞死随意地问道, 有, 有的, 在临天风做杂役弟子的, 几乎都知道这事。 陆飞紧张地说道, 他现在的生死, 可全在月堂主手里攥着的, 由不得他不紧张。 月玉丰皱眉, 一下子消失这么多人, 怕是有点麻烦。 这嘴巴不严实的老家伙, 也会把这件事传出去, 现在灭口怕事已经来不及了。 而且, 听陆飞这意思, 他之前和江涵关系还算不错, 甚至有救命之恩和引其入道之恩, 不如借此事卖江涵一个好, 放他走了得了, 万一日后和江涵对上, 这也算是一个罢手的筹码。 行了, 你走吧, 回去好好修炼, 管好自己的嘴, 别乱说话。 啊? 陆飞一愣, 紧接着反应过来, 立刻大喜过望, 行礼拜谢。 是, 你这丫头倒是有些能力的。 这算什么, 我本事可多着呢。 楚月目光微闪, 巧声说道, 我总觉得这里面还有事, 要不, 我再去查查。 还查? 你不要命了? 岳玉峰吓了一跳, 这都已经扯到宗主身上, 甚至很快就会让宗门人心不稳。 若是再查下去, 难免再搞个什么惊天大秘密出来, 说不定宗门都要因此散伙了。 而且上宗使者下个月就会下界, 若是被使者大人知道他们宗门的情况, 一计之下, 直接把他们这些高层清洗一遍, 再换一批新的上来。 哼, 那还玩的锤子, 还不如直接跑路。 别搞了, 就这样吧, 这是已经没什么好查的了。 他摆了白手拒绝, 岳堂主, 你就不好奇宗主怎么找到的江涵, 又为什么这样折磨他, 以至于最后把他逼走。 而江涵又为什么忍受了十三年的屈辱, 而从不反抗, 却突然在最近响开了, 不再忍受屈辱折磨, 愤而离开。 第348章, 这是在自掘坟墓, 楚约一口气说完, 满眼期待地看着岳玉峰。 唐主, 你应该知道, 宗主他不是那种特别恶毒, 又没人性的人, 他这么做, 一定有什么原因? 你难道就不想帮帮他? 他知道岳玉峰好奇心最重, 这也是他特意寻找对方合作的原因, 有他的身份兜底, 自己在宗内办事会方便许多。 而且他可是说了, 这么做也是为了宗主好, 这么好的一个理由, 对方一定不会拒绝。 果然, 听他说完, 岳玉峰眼中已亮起金光。 你说的倒也有些道理, 只要把这事全推到宗主身上, 就算真道大了, 实者也只会针对寄予禅一人。 更何况, 近些年这些乱七八糟的事, 本就全是他惹出来的, 哪有让他一个人搞事, 再让全宗陪着他受罚的道理? 让他背锅, 合情合理。 他略意犹豫, 当即拍板决定, 低声吩咐道, 那就这么定了, 不过, 你去查的时候小心一点, 若是被抓到了, 可别怪我不救你。 放心, 除夜笑得眉眼弯弯, 这种事, 我是专业的。 你说什么? 江涵原本是我们林天宗弟子, 还是宗主的清传弟子, 你没开玩笑吧? 咱俩说的, 是不是同一个江涵? 那个前段时间, 搅动风云的天交榜榜首, 紫霄见宗天才弟子, 江涵? 就是他, 千真万确。 这怎么可能? 你别逗我, 他要是在咱们宗内, 还轮得到紫霄见宗那群家伙那么嚣张? 你是不知道啊, 最近这几个月, 紫霄见宗的那群剑修, 傲气得不得了, 张口闭口, 就是我们江师兄如何如何, 关键我们还没法反驳, 谁让林学那个黑心废物打输了呢? 江涵同皆无敌, 人家有资格傲气啊。 他要是在咱们宗, 我能比那群剑修更傲气。 你们别不信, 这可是我师父亲口告诉我的, 还特意嘱咐我不得外传, 要不是咱俩关系好, 我能把这种秘密告诉你。 原来是师叔说的, 那此事必然是真, 师兄放心, 此事我绝不会随便外传。 哎, 你听我说就是这样, 你是不知道啊, 我刚知道的时候也被吓了一跳。 此事乃师叔亲口所言, 怎么可能会是假的? 此事乃宗门绝命, 你可别说是我告诉你的, 也千万别往外乱传。 放心, 我的人品你还不知道吗? 此事我绝不会随便乱说。 哎, 你听说了没? 随着诸位长老离去, 关于江涵原本遭遇的消息, 在灵天宗内迅速传播开来。 由于事官最近风头最盛, 名声最响的天骄榜首, 所以传播速度极快, 而且越传越离谱。 不到半日功夫, 整个灵天宗上上下下所有人都知道了, 江涵从小天资聪慧, 入宗后勤肯修炼, 却被宗主邪徒欺辱虐待之势。 几乎所有弟子, 在听到这个消息时的第一反应, 那就是绝对不信。 不说别的, 不论是哪个宗门, 只要收他为徒, 必然会把他当作下一任宗主来培养。 你说江涵加入灵天宗后, 被宗主和他的几位弟子欺辱, 殴打。 他们那么多人, 最低还是结单期的修士, 甚至还有好几个原因期, 他们联手欺负一个才五岁, 什么都不懂的孩童。 这不是闹呢吗? 谁家高阶修士这么行啊? 开玩笑都没这么开的。 还有人说江涵败入山门后, 宗主不给他修炼功法, 不给他修炼资源, 甚至不给疗伤丹药, 还不给吃的。 这怎么可能是一位师傅能干的事? 这是折磨犯人了吧? 这种事情, 但凡有点脑子都不会做吧? 难道堂堂林天宗, 宗主会没脑子? 要知道, 五大宗把持着整个修仙界七成资源, 他们是不缺资源的, 缺少的, 从来都是顶级天才。 只要你资质够好, 以宗内资源, 足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 用资源堆出来一个化神器强者。 江涵就是那个, 可以在极短时间内化神的绝世天才, 以他的资质, 甚至晋级化神大圆满也极为可能。 而且, 以他的年龄, 刚好可以接下宗主之位, 镇守宗门千年。 林天宗这个举动, 相当于把一个化神大圆满抢着, 未来的宗主给逼走了。 这一桩桩一件件加起来, 怎么看怎么假? 也正因此, 林天宗所有弟子在得知此事是真的之后, 第一反应就是难以置信, 呆愣当场。 就江涵那条件, 人家去哪都能得到重用, 又不是非要待在林天宗不行了, 哪里还用得着被你逼走? 只要说一句, 林天宗不要他, 人家只要出了这个门, 其他四宗不得来抢着要他, 而且各家必定会封他做自家圣子。 那不比在林天宗待着好上无数倍。 这种事情, 真的挺不可思议的。 宗主这一顿操作, 硬是把一个未来极其强大的同门, 逼成了一个强大的敌人。 这不是在自掘坟墓吗? 虽然现在林天宗很强, 但紫霄建宗同样很强。 而且同阶之内, 有一个人能比得上江涵吗? 百位同阶出手埋伏, 都不是对方意合之敌, 他们真的难以想象。 若是等到江涵化神之后, 林天宗又该怎么办? 等死吗? 但凡是个正常人, 都该知道天才的重要性, 特别是这种从小培养的天才, 有感情基础, 忠诚度也高。 各宗为此, 还专门在执事堂设立了职位, 专门去各处凡人村落巡视, 就是为了找到天资高的孩童, 带回宗门培养。 甚至有些时候, 为了抢到一个天资好的弟子, 各宗长老都能因此打起来。 可就在这种争抢天才弟子的情况下, 林天宗竟然干了这么一件大事, 他们不要天才, 他们反而喜欢虐待天才, 把天才往外赶。 谁敢再在林天宗待着, 谁就是下一个被虐待的对象? 宗主他不干人事啊。 第349章, 一群拎不清的。 我的天哪, 宗主莫不是真的疯了吧? 那可是江涵, 江涵哪, 他竟然连绝品资质都看不上。 还把人虐待了13年, 最后又把人打跑了。 何止是宗主疯了, 我看他那几个徒弟也疯了, 平常看起来跟天仙似的, 长得漂亮不说, 修为也是极高, 没想到暗地里, 他们心肠竟然这一般恶毒。 匪夷所思, 简直匪夷所思。 宗主故意把江涵赶走, 让他去帮紫霄建宗, 获得林渊秘境第一名, 故意把我们的资源拨手让人。 什么叫故意的? 那分明是他那啥, 不识宝。 江涵若是没走, 我们现在就能分到更多资源, 指不定境界还能再突破一下。 何止是资源, 若是江涵还在, 那天交榜首的荣誉就是我们的了, 我就可以站在紫霄建宗门外, 大肆宣扬江涵的事迹。 哪里还轮得到紫霄建宗那群建修在我们门前, 狐假虎威? 宗门近来连连失利, 一遇到那群建修就被他们嘲笑。 我现在出门都抬不起头了, 今日之后, 我都不敢想象, 若是出去碰到其他宗的人会怎么样? 还能怎么样? 不就是会被骂眼瞎, 心忙, 脑子有病, 你把五感疯了不听不就得了? 反正我是不打算出门了, 你若是被骂了, 也别来跟我说, 我受不了, 这都是宗主的错, 若不是他虐待江涵, 人家又怎么会走? 宗主是不是在上面坐太久, 不知人间疾苦, 连江涵都看不上了。 何止是江涵啊, 各位, 宗主连那等天才都能当狗一样欺辱。 那我们这些普通资质的, 在宗主眼里, 岂不是连狗都不如? 你闭嘴, 我要去闭关, 五十年内谁也别来找我, 还闭关呢? 你不如想想以后要怎么办? 你们好好想想, 先是专批邪修的血煞雷洁降临宗门, 接着是黑心鬼, 发疯恪扣我们资源, 现在又出了宗主和他的徒弟, 联手虐待天才儿童。 各位, 你们有没有发现, 林天宗现在越来越诡异了? 我总觉着有什么大事要发生? 大事? 你想说什么? 听说, 江涵很记仇, 我们去找他麻烦的人, 全都被杀了, 连渊殷妻都逃不掉他的杀手。 你们说, 我若是在野外遇到他, 直接投降求饶的话, 他会饶我一命吗? 林浮宫, 南宫燕看着御检中的消息, 表情先是震惊, 然后变得有些迷茫不解, 最后更是难以置信的高呼荒唐。 荒谬, 简直荒谬。 江涵自幼败在林天宗宗主寄予禅门下, 却被其唆使门下清传弟子整日打骂虐待, 不给功法, 不给资源, 还动不动就打断手脚。 这是, 玩什么呢? 南宫燕宁愿相信这个世界是假的, 也不愿相信这件事是真的。 那可是自古以来天赋最高者, 引动天地异象的天骄, 连天道都投来视线关注的天骄。 那可是只花了八个月就从筑基初期, 修炼到结丹大圆满的绝世天才, 他居然被寄与禅从小虐待。 食不果腹, 衣不蔽体, 就连生存都是问题。 知道的晓得他是在灵天宗,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在哪个魔窟呢? 不对, 魔窟虽然危险, 但是机缘也多, 邪魔用不到的天才地宝, 还有陨落修士留下的法宝丹药, 几乎到处都是, 最起码不会让人饿着, 也能有衣服穿。 可他在灵天宗, 他却什么都没有, 听说连衣服都是剪别人不要的, 吃的更是只能在地上剪野果挖草根吃, 因为太高的他够不到。 南宫燕感觉整个脑袋都是猛的, 这都什么年代了, 怎么还能发生这种惨事? 听说江涵上山之时才五岁, 实在难以想象他当时是怎么活下来的。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这些事都是纪雨禅故意为之, 还有整座灵天宫的人配合。 不是纪雨禅疯了, 就是灵天宗的人全都疯了。 他做这么大的事, 整个灵天宗就没其他人知道, 竟然没人出面阻止。 南宫燕第一个表示不幸, 这件事处处都透着一股诡异的味道,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 可在南宫燕的记忆中, 纪雨禅虽然有时候有些偏激, 自以为是, 自作多情, 还有些狂妄自大, 但他绝不是那种穷凶极恶之人。 此事定然有所缘由, 但不管怎么样, 经多方验证, 加上那么多汇聚而来的消息分析, 足以证明他们虐待江涵之事为真。 如此大的仇恨, 若是江涵因此报复, 谁也不能说他不对, 甚至有一大部分人会为他叫吼。 南宫燕看着遇见, 脑中思绪却早已飘远, 以江涵的资质, 还有如今显现出的同阶无敌的实力, 以及紫霄剑宗对他的重视。 他若想要报仇, 紫霄剑宗必然会参与其中, 临天宗避不开, 只能应战, 如此一来, 极有可能会变成两宗大战。 他们若真打起来, 双方的附属宗门自然也不能闲着, 双方疆域必将陷入战火当中, 尸横遍野, 人间惨剧。 修士死伤惨重, 必定会有许多心境不佳者, 趁机对凡人出手, 凡人只会死得更多。 其他三宗自然也好不了, 他们两家打架, 怎么可能让其他三宗在旁边看着? 看什么? 看他们两败俱伤了, 再来捡便宜? 那怎么可能? 其他三宗绝对会被他们拖下水, 最后有八成代理演变成五宗大战, 或是混战。 整个修仙剑都要因此大乱。 南宫燕是商人, 商人虽追求暴力, 但他更喜欢细水长流。 大战之时, 虽然灵福宫能趁机大赚一笔, 可最后无论谁胜谁败, 都必会导致整个修仙剑元气大伤, 死伤惨重。 而且此事风险太大, 灵福宫不似灵天宗和紫霄建宗那般根基厚实, 灵福宫是后来者, 成立至今不过才十万年, 根基相对薄弱。 真打起来, 可能第一个被灭的就是他们。 南宫燕眉心微敏, 已将还目前表现出的牙字必报的性格, 大战必然会发生, 只是早晚的区别。 既然如此, 那为什么不能先去拉拢江涵一番, 以此和搞好关系? 反正他是不看好灵天宗的, 有这么一个灵不清的宗主在, 还有那一群灵不清的徒弟拖后腿, 说实话, 他们很有可能会吃大亏。 第三百五十章, 他们亲手断送了灵天宗的未来, 不如和紫霄建宗站在一起, 就如灵渊秘境那时一样, 再想办法把灵运山拉过来, 以三对二。 这样一来, 就算日后真的打起来, 灵浮宫也能得以保全。 而且, 江涵占据大义, 若能再把阴阳宗也拉进来, 配合紫霄建宗, 共同讨伐灵天宗, 逼着灵天宗交出纪玉禅及其徒弟, 以此平复众目。 那他就有机会, 让灵天宗付出巨大的代价, 让出巨额利益。 到那时, 四宗合力从灵天宗身上撕下一大块肉, 这才是真的好。 灵运山, 天机殿, 大殿空旷, 香气飘渺, 让人望之心安, 闻之神明。 天机真人, 盘西坐于大殿尽头, 看着悬在空中的光幕, 漠然无言。 光幕里面, 正是执法堂内, 陆飞讲述江涵被辱食的画面。 叶秋云坐于一侧, 同样看着光幕, 只不过, 他就没那么平静了。 就伤未愈, 心静不复, 他一直忍着怒意, 皱着眉头看着, 直到陆飞说完江涵曾经的遭遇后, 他更是没忍住, 直接攥起拳头。 他在说什么? 江涵之前是林天宗的弟子, 而且一直被林天宗虐待。 他难以置信地看向天机真人, 双拳忍不住越钻越紧。 同为天骄, 他仅是略微想象一下自己被虐待的那个场景, 就感到心底一阵窒息。 江涵所经历的任何一件不平之事, 对他而言都是难以承受的折磨。 若换作是他, 他根本忍不了一点, 一天都忍不了。 不, 一刻都忍不了。 当知道对方的态度之后, 他一定会想办法逃跑, 就算逃不了, 也要逃。 可江涵却一声不吭, 从五岁开始一直忍受了十三年之久, 直到八个月前才终于压抑到极限, 抓到机会趁势而为, 在对方还未反应过来之前, 彻底脱离了林天宗。 如此坚毅的心性, 简直可怕。 他原以为江涵只是天资高点, 运气好点, 这才意外成了最强天骄。 可他现在才知道, 江涵现在获得的这一切, 无论是修为还是荣誉, 都早已付出过常人难以置信的代价, 那是他们根本无法想象的代价, 谁也无法承受的代价。 林天宗简直大逆不道, 江涵如此大气韵之人, 就连天道看好的天骄, 竟然被他们以卑鄙手段虐待, 这是对天道的挑衅。 林运山一向以守护天下为己任, 任何一位天骄, 都是他们应对未来大劫的强大助力。 更何况, 江涵乃是天机真人, 抱有极大希望的天命之人, 他受辱, 就是林运山受辱。 林天宗, 这是在和天道作对, 这是在和林运山作对, 他们这是在找死。 叶秋云故作激愤, 想要以此带起天机真人一丝情绪。 师父, 江涵以后可是我们的人, 他遭受如此大辱, 我们要不要出面帮他? 忙忙躁躁, 不实大局, 自己去望兴崖闭关去, 什么时候静下心了, 什么时候再出来? 啊? 哦, 叶秋云气息瞬间萎靡下来。 他因为之前一战失利之势, 本就心境波动剧烈, 被法毕关进心, 今天才刚放出来, 这屁股还没做热呢, 又被法毕关进心。 可是师父, 林天宗如此丧心病狂, 难道我们就不管吗? 他还是有些不死心, 那可是数十万年来, 可能信最大的天命之人, 这么好的机会, 不去露露脸搞一下关系, 那岂不是白白浪费机会吗? 他们林运山若是这个时候表明立场, 除了让将韩兴生好感之外, 还能让其他宗门兴生忌惮, 不敢胡作非为。 管, 但不是现在。 天机真人神色惆怅, 叹息道, 当时经历如此大的挫折, 只为磨练一颗坚毅道心, 这般看来, 它是天命之人的可能性, 已是九成九了。 可是, 磨练道心有无数种办法, 天道为何偏偏选了这么一个最危险的办法? 这种剧烈到常人难以承受的搓磨, 一个掌握不好, 就会使天命之人心境崩溃, 一切都会功亏一篑。 如此激进的动作, 天道在急什么? 看来, 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他看向一脸郁闷, 想说又不敢说的叶秋云, 解释道, 不是不管, 但年少时经历这种折磨, 他心中一定会有极大的怨气, 而天命之人的怨气, 是大劫中最大的变数, 极有可能让他心生磨练, 化身另一场大劫, 到那时, 这方天地就彻底完了。 怨气? 叶秋云沉默, 说实话, 这是搁谁身上都会有怨气, 那把他怨气消了不就成了? 读不如书, 此事只能让江涵自己去做。 天机真人说道, 行了, 闭关去吧, 一切早有定数, 无须多虑, 顺其自然就可。 在有心人的运作之下, 灵天宗恶毒宗主和恶毒弟子之名, 迅速传遍天下。 除了那些同样恶毒, 凶残的恶人外, 便是在自私自利之人, 听闻此事之后, 心中立马便出现了一个仙家败类的形象。 要知道, 武宗本就高高在上, 寻常修士和凡人难以接触, 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武宗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现在灵天宗陡然爆出如此丑闻, 立刻便让他们知道了, 原来, 灵天宗原来是这样的。 身为武宗之一, 好像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宗主竟然和凡人一样恶毒, 宗主和他的徒弟都这样了。 但宗内的其他人还用说吗? 定然同样是恶毒凶残之人。 而知道此中关键者, 如对江涵有所了解的那些天骄, 则更加为之震惊。 怪不得以前从未听到过江涵的名字, 原来他一直被灵天宗宗主藏在宗门内, 整日忍受非人折磨。 如此一个绝世天才, 竟然被他们虐待, 最后更是被他们打成残废, 赶出山门自生自灭。 明眼人都能看出来, 他们赶走的不是一个普通弟子, 而是灵天宗的未来。 第351章 十二瓶火莲 看一看紫霄建宗如今的昌盛, 就知道二者之间的差距有多大了。 短短半年时间, 紫霄建宗就从一个青黄不接, 门人逐渐凋零的五大宗垫底宗门, 一跃成为如今的天下第一宗门, 坐拥无数资源。 近些天门人弟子更是接连突破境界, 天才弟子如雨后春笋一般不断冒出, 底层弟子实力比之前强了数倍, 只需数十年, 这些都可成长为中层战力。 紫霄建宗, 现在已经有了长期霸占天下第一宗门的趋势。 这些资源和实力的增长, 那可都是江涵带来的。 只可惜, 当时没人知道江涵的情况, 要不然的话, 只要在他逃出灵天宗后, 半路把他截到自家宗门, 这天下第一宗门可不一定是谁家的了。 一方绕开了灵天宗的山门, 不敢靠近灵天宗方圆十万里范围内, 生怕一不小心被那些毒妇抓走折磨。 灵天宗的形象已经在所有人心中固化, 被这么多人厌恶谩骂, 灵天宗仅存的那一点气愈, 又能支撑多久? 修仙界风起云涌, 江涵对此却丝毫不知, 仍旧心无旁骛地在凤须宫避世修炼。 有了充足的时间, 他直接将心海绝修炼到目前所能达到的极限, 花了十天时间接连开辟出了三十个窍学。 不出意外, 这三十个窍学全部凝聚出了紫色念珠。 江涵的意识体悬于石海之上, 站在阴阳于下方, 面前悬着一颗灰扑扑的魂珠, 放目望向四周看不到边际的紫色海洋。 除了黑气之外, 如今石海内最多的便是紫色神念之力。 更加强大的神念之力, 使得他的意识体愈发清晰, 除了一些细节之处, 已经和实体极为相似。 按心海绝内介绍, 只要能开辟出百眉窍学, 就能使神念之力达到化神器的层次, 堪比元神的凝聚程度。 神念画形, 外表将与实体再无区别。 石海内, 金色海水只剩下薄薄一层铺在海底, 四十丈的深度内, 有九成都已变成了紫色。 他如今的神念之力, 在突破了一层小小的避障后, 已经达到了堪比元英中期巅峰的程度。 越是往后, 神念增长就越慢, 如今他将神念铺开后, 也只可覆盖方圆六千里, 距离化神器的一年万里, 还有着不小的差距。 到目前这种程度, 星海绝也终于遇到了第一个瓶颈。 按照剑灵的说法, 他的神念之力已到了石海目前的极限, 再增长下去, 石海将会受到损伤, 得不偿失。 为今之计, 唯有渡过元英雷结, 凝结神魂, 扩大石海之后, 才能继续修炼星海绝。 除此之外, 居魂术也已经修炼成功。 江寒心念一动, 玉盒落入掌心。 玉盒自行打开, 里面露出了一个被封印的重伤元英。 这位元英七修饰的神魂, 就隐藏在元英内部, 元英重伤, 他的神魂自然也不好过, 同样处于重伤昏迷的状态。 江寒看了片刻, 眼中忽然亮起一道灰芒, 随后他单手结印, 带起一道灰光, 猛地拍响元英眉心。 扑! 元英体内金光大圣, 却被灰光轻易穿过, 印诀轻轻点在元英眉心, 随后他印诀变化, 用力往外移转。 吃! 神石内猛地响起一阵令人牙酸的吃拉声, 随着他的动作, 一道半透明的金色神魂, 竟被他强行拽了出来, 看起容貌, 倒是和那元英长得一模一样, 只是大了许多, 比常人还要高上一头。 就在这时, 石海内的魂珠忽然一阵抖动, 洒下无数灰芒, 穿透石海, 落在那神魂眉心, 形成了一个古怪的符文。 下一刻, 魂珠之上就多了一个相同的符文, 两道符文之间, 好似有一根无形的丝线相连, 他只需心念一动, 就可随意控制这个神魂的一举一动。 江涵略有感受一二, 便将这神仆收入魂珠之内。 日后若有战斗, 只需心念一动, 神仆便可显化而出, 助他战斗。 此术虽然好用, 但居易元英七的神魂消耗却是不小, 仅仅是居易元英初七的神魂, 就消耗了我近三成的神念之力。 居易的魂魄越强, 消耗神念越多, 而且居魂术只能居易比自己神念之力弱的魂魄。 以我现在堪比元英中七巅峰的神念之力, 元英中七以下, 全部可以用居魂术将其居易为仆。 只可惜, 这元英神魂伤势太重, 没办法施一下威力, 要不然, 高帝也要试试他, 还保持了多少实力。 时间差不多了, 破空剑和天雷怒暂时不需要继续修炼, 该继续去猎杀火妖, 寻找夜火红莲了。 他已经在结丹大园满庭留了两个月, 境界早已稳固, 赶快找到夜火红莲, 尽快结音才是大事。 想到这里, 江寒神念一动, 神石迅速向四周铺开, 方圆六千里的火妖位置瞬间在他脑中出现。 方圆六千里内, 只有十五只元英出气的火妖, 江寒身形一动, 化作顿光瞬息消失, 朝着距离最近的火妖飞去。 他已经在凤须宫待了太久, 加上修炼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大半个月。 现在虽说还没有拿到夜火红莲, 但火精却是拿了不少, 再攒上一些, 他就可以吸收火精, 尝试晋级魔鹰神第三层。 随着时间流逝, 火妖被江寒迅速收割, 化作火精被他收走。 一天之后, 当第一百三十只火妖倒下之时, 他的身体忽然燃起一道星红火焰。 此火星红却不见丝毫妖气, 虽在燃烧, 却好似燃烧在另外一个空间, 不但没有一点温度, 就连灰尘都无法点燃。 火焰燃起片刻, 突然搜的一下, 锁回火妖体内, 随后化作一道赤红流光, 瞬间窜入江寒星壶之内。 夜火红莲! 早就在预检中看到了无数次的画面, 终于出现在他眼前。 赤红火莲十二品, 约莫巴掌大小, 悬在星壶之上, 紧贴壶面滴溜溜地转着。 火莲中心, 还有三颗星红莲子, 冒着淡淡红色火光。 第352章, 紫霄剑宗可真够刚的, 竟然还是带了三颗莲子的十二品火莲。 夜火红莲之间亦有高下之分, 除品级越高, 效果越好之外, 莲子同样极为珍贵。 据记载, 红莲可燃尽杂念, 助修士尽心凝聚到莲, 不为外物干扰, 品级越高, 火焰就越持久, 守护到星的时间也就越长。 莲子, 则可在道星清莲凝聚之时, 化为莲叶, 为清莲增加品级, 每一颗莲子都可为道莲增加一品。 也就是说, 单是这三颗莲子, 就能让他的道莲增加三品。 加上剑林帮助, 他的道莲凝聚之后, 将会成为极罕见的十八品道莲。 十八品? 比曾经天资最高的紫霄剑宗老祖, 足足高了九品。 这就是能燃烧杂念的夜火红莲。 剑林出现在一旁, 蹲下身子细细观察着红莲。 这纹路倒是有些像。 他低声嘟囔一句, 起身对江涵说道, 很好, 凝聚到新的东西有了, 接下来就要去准备凝结原鹰的灵物了。 凝结原鹰的灵物? 江涵疑惑, 原鹰不是直接从子弹里出来的吗? 没错, 原鹰确实是由子弹孕育而出, 但这种原因乃是最基础的原因, 也是世间大多数修饰的原因。 剑林面色沉阴片刻, 似是在思考该怎么解释。 这种原因凝结起来最为简单, 只需按部就班的修炼即可。 但同样的, 基础原因的弱点也很明显, 原鹰出世之后并无太多神异之处, 凝聚的神魂也是平平无奇。 而且, 待你晋级化神器之时, 原鹰和神魂融合所生的原神, 也只会是最为普通的原神。 当你的境界达到一定程度之后, 想要再进一步, 可就要花费极大代价改造原神, 才能继续修炼了。 繁修自助基开始, 其实一直都是在为将来的大道奠基, 可以说, 自炼器到渡截, 其实都是在打基础。 你结丹时我不在, 凝结普通子丹也就罢了, 但现在我来了, 定要让你的原鹰成为那万中无一的盗鹰。 原来如此, 不过这盗鹰又是什么? 江涵双目明亮, 剑林今天所言, 提到的全是他从未听过的密文, 但只要是能增强实力的, 就全都是好东西。 盗鹰其实就是以自身金丹为基, 浮以数件独特的天才地宝, 融入蕴含天地法则的灵物, 以自身意境孵化, 凝聚出的最弃和修士自身大道的原因。 如此凝结而成的道鹰, 最为弃和修士自身的意境, 可以更容易感悟相应的法则之力, 而且可以随着修士对天地的感悟不断增强, 每当感悟一种法则之后, 都可将法则融入其中, 最后甚至可将三千大道全部融入己身。 那啥? 总之就是非常厉害。 剑林一口气说完, 连忙钻回了丹田内。 这些东西, 等你回去了, 我们去剑宗宝库找一找。 先天灵物虽然没有, 但替代品应该可以找到。 先把道鹰搞出来, 缺什么等上去了再慢慢补。 江涵听完, 眼中冒出奇光, 这道鹰一听就很强, 对他助力极大。 好, 我现在就回去。 凤须宫出口, 江涵当时进入的那座大殿之外, 原本来看热闹的修士早已离去, 但还有一些得知江涵消息的低阶修士从附近赶来, 等在这里, 越要一睹榜首风采, 越有数千结单之下的修士, 在大殿之外三五成团激烈讨论着静歇天和江涵有关的传闻。 听说紫霄建宗已经放出消息, 江灵天宗定为了敌对宗门, 一切按照战时戒备, 断绝和灵天宗的任何来往, 不再交易资源, 也不再与之有任何交流, 完全是一副要打仗的模样。 何止啊? 我听说紫霄建宗边境已经戒严, 调动了许多人手前往与灵天宗交界之处, 还有两位化神强者作证, 随时可以开启江玉大阵彻底断绝两宗的联系。 单是苍阳城一个城池, 我们三大家族就被抽掉了大半截丹以上族人前去边境防守, 归其未知。 但紫霄建宗供应这段时间的修炼资源, 每人每天三颗二品上等清源丹, 还有二十颗中品零食供应。 这可是相当于每天三千块下品零食的资源了, 若是在平常, 这已经相当于我们一个月的收成了, 据说要是真打起来, 所有资源还会翻倍, 可惜我修为低, 莫抢到名额, 要不然只需去待上十天半个月, 就能攒够下次突破所需的资源了。 不是吧, 这才几天时间, 竟然已经严峻到这种程度了, 我怎么什么都不知道, 他们在哪招人呢? 每天发这么多资源, 就算拼了命不要, 我只需去活上几天, 说不定就能突破了。 散修还没有开始征兆, 现在去的都是和建宗关系好的附属家族, 等真打起来, 你们就能听到消息了。 紫霄建宗真够狠的, 为了一个弟子, 竟然摆出了一副要打仗的架势, 什么叫为了一个弟子? 你也不看看那弟子是谁? 那可是建宗的未来宗主, 甚至有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强的宗主。 林天宗这事干得确实太过分了, 不说别的, 你就想想, 要是你儿子在外面被人当狗一样虐待, 每日打骂侮辱, 还动不动就打断手脚, 你会不会去跟他们拼命? 草! 你不用说了, 我拼了老命不要, 也得出了这口恶气, 与低阶修士的吵闹不同, 杰丹以上修士则要安静得多, 只是他们的目光, 时不时就会飘向最前方的位置。 那里, 在九天前便聚集了二十多位, 身穿相同服饰的修士, 由三位元英带队, 语者皆是杰丹七, 他们站在大殿门外, 保证里面的人一出来就能看到他们。 为首的元英中期修士, 面无表情地站在那里, 九天时间都没有动过一下, 他眼睛紧紧盯着大殿里面, 眼底有数种复杂的情绪, 据为一体, 既惊惧惶恐, 又带着满含杀意的怒火, 看起来格外复杂难鸣, 其余人也和他差不多, 都是眼底藏着怒火, 一脸的复杂之色。 这些人是谁啊? 都在这待了十多天了, 谁知道他们是来干嘛的。 第353章, 梁家要找死。 一位杰丹传音, 问向其他几位杰丹, 很快, 另外几位杰丹立马回话讨论起来。 你应该来了没多久吧? 这些都是阴阳宗附属宗门, 梁家之人, 为首的更是梁家家主梁智才。 梁家? 梁智才? 可是那个娶了八百个小妾, 生了五百多个儿子, 三百多个女儿的梁家梁智才。 对, 就是他。 阴阳宗的双修之法实在离谱, 硬是让他一个资质中等的杰丹修士, 靠着娶小妾, 硬生生突破到了原因中气。 若不是家里实在太穷, 没有大量天才地宝辅助, 我也想去试试。 他们估计是特意在这里等姜涵出来, 看其面有怒意, 怕是会有一场大战。 听说他们梁家老祖近百年一直在尝试突破化神, 最近半年梁家天地气急波动剧烈, 怕是突破有望。 在这么关键的时候, 他们哪根弦搭错了, 竟然赶来找姜涵的麻烦。 姜涵虽然只是杰丹大圆满, 但他背后可是站着紫霄建宗, 梁家不过十几个原因期, 在紫霄建宗面前跟蝼蚁没什么区别。 他们怎么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对姜涵出手? 有什么不敢的? 我听说梁智才的二儿子, 原音初期的梁道川, 在凤须宫里面被姜涵杀了, 他不发疯才管。 你说什么? 传闻竟然是真的? 阴阳宗和林天宗去找姜涵麻烦的原音期, 真的都被杀了? 当然是真的。 要不然梁家来这么多人干嘛? 不过他要真敢对姜涵出手, 恐怕整个梁家都要被他连累。 都死了儿子了, 谁知道他会不会不顾一切出手。 这梁智才可是原音中期的强者, 他若是拼死出手, 恐怕姜涵要吃大亏。 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这边的动静, 随着几位杰丹妻将消息传开, 很快所有人都知道了梁家的打算。 杰杀姜涵, 为子报仇。 但这次出事是因为梁道川仗的修为高, 率先对姜涵出手才被杀的, 只能说是他活该。 为儿子报仇, 这没什么, 合乎情理。 可一个原音期休是去找杰丹妻麻烦竟然还被反杀, 还不够丢人的。 梁家若是真的闹大, 只会让梁家被天下人耻笑。 梁家家主现在不顾一切出面, 欲要出手报复, 他们也都好奇江涵会怎样应对。 是自持身份已施压人, 还是悟空一切, 让剑宗护道者出手, 直接灭了梁家。 又或者是梁智才拼死出手, 直接拉着江涵自报, 双方同归于尽。 就在众人好奇之时, 梁家诸人也是心急如焚。 据说这凤须宫一个月才打开一次入口, 这才过去半个月而已。 难道我们还要在这等上半个月? 你是没进过凤须宫吧? 根本不用那么麻烦, 只要捏碎进入凤须宫时的那个令牌, 就可以直接引动阵法传送, 从进入时的入口附近传送出来。 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就是寄天大典了, 江涵在里面待了多久的? 此事关系着我们整个梁家, 上上下下七万余人的身家性命, 耐心等着吧。 时间流逝, 直到将近正午之时, 大殿内中是有了动静。 大殿中央, 一个火红的漩涡突然自虚空旋转的出现, 从无到有, 迅速变大, 转眼就化作三丈大小。 炙热的灵力自漩涡内汹涌冲出, 化作热浪带起无数波纹, 瞬间填满整座大殿, 然后带着干燥的味道, 自梁家众人身上呼呼冲过, 直扑向外界天地。 漩涡如火环般缓缓旋转, 一波波热浪不断向外扩散。 店内有动静, 江涵要出来了。 感知到店内动静, 店外修士纷纷起身向大殿砍来, 梁家众人更是如临大敌般, 紧紧钉火焰漩涡。 就在这时, 火环忽然一阵晃动, 火焰腾起丈高, 熊熊热浪至烤下, 一道修长身影, 自火环漩涡内一步踏出。 他目如星辰, 眼底还残留着挥之不去的紫色一芒, 面色冷峻, 缓缓扫过店外众人。 他似是没料到外面有这么多人在, 眼中有黑芒一闪而过, 气势瞬间变得冷冽如雪, 森寒沙亦如风暴般迅速扩散, 煞时便将整座大殿化为冰窟, 冰寒之意直入骨髓。 就连那火焰漩涡似也被这股寒意吓到, 搜的一下, 缩了回去, 消失不见。 骤然间坠入冰窟, 店外众人齐齐打了个冷战, 下意识往后退开数十步, 直到那寒意稍减, 才纷纷停下步子。 当他们再次看向那道身影时, 目光中骤然多了许多敬意。 不愧是杀神姜寒, 这一身杀意几乎凝为了实质, 实在是害人。 别看他一脸人畜无害的样子, 自他出道以来, 至今也不过半年时间, 可他杀的人却已有数百。 而且, 死者还都是杰丹七以上的强者, 甚至还有原音七强者被他斩杀, 有这等害人的杀意倒也不奇怪。 太强了, 这要是不知道的, 说他是原音七强者也不会有人怀疑。 来者, 正是刚从凤须宫出来的姜寒, 清清楚楚地传入他的神识内, 甚至连从何人身上发出的, 他都能看得极为清楚。 他这才发现, 原来神识强大之后, 竟然还有这等妙用。 不过细看之下他便发现, 他的神识, 目前只能听到杰丹七的传音, 原音七修士, 周身好似有一道屏障隔绝, 让他无法探听到对方传音。 就在这时, 一道强烈的恶意忽然从不远处轰隆升起, 犹如直冲九霄的狼烟一般, 无比清晰地展示在他神识之内。 江涵一目看去, 却见一行二十余人正朝着他走来, 领头者气息厚重, 目光凶狠凌厉, 那汹涌的恶意正是从那人头顶冲出。 一位原音中七, 两位原音初七, 二十位杰丹七, 来者不善。 他目光一宁, 身体微微绷紧。 其他人都好说, 唯独这个原音中七的领队是个麻烦, 看其气息, 比他之前杀的那个原音中七还要强上一些。 目光自众人身上扫过, 已经在脑中规划好了击杀顺序, 随时都可以出手杀敌。 就在这时, 梁家众人忽然停步, 梁志才站在远处, 目光一遍遍从江涵身上扫过, 随后更是放出神识扫来。 可他神识刚刚靠近江涵方圆十丈, 就犹如撞到了一座坚硬无比的大山, 砰的一声把他的神识挡在十丈之外。 随后更是有一股更强的反振之力, 顺着他的神识急速追来, 轰隆一声砸在他的十海之内。 第354章 找麻烦的时候一个个心高气傲。 哼,梁志才闷哼一声, 脸色漠然一白, 眼中生起惊骇之色。 怎么可能? 他可是原因中气的修为, 虽然是靠手段提升上来的, 但那也是货真价实的原因中气。 可他的神识, 竟然连对方伸舟十丈都无法靠近。 甚至他想要强行突破之时, 竟然犹如撞到了一座大山一般, 毫无反抗之力地被反振受伤。 好可怕的神识, 好强大的神念之力。 他不过区区结单期, 神念之力竟然比我还要强上一筹。 怪不得圣儿会栽在他的手里, 但是这神念之力, 就不是圣儿能应付的。 梁志才心思电转, 眼中的恨意随着一口浊气吐出, 迅速散了大半。 此子, 真不是他们能惹得起的。 江涵, 你终于出来了。 他语气复杂, 但那一丝潜藏极深的杀意, 还是被江涵敏锐的无感察觉到。 有事? 江涵平静地看着对方, 面上没有一丝情绪, 但他脑中却转得飞快, 时刻准备出手。 虽然看不出此人是哪个宗门的, 但以他极快的速度, 再加上如今的神念辅助之下, 绝对能在对方拦住他之前, 将那些结单全部解决。 我只问你, 我儿梁胜, 可是死在你的手上? 虽然早已知道答案, 但梁志才还抱着最后一丝希望, 也许圣儿不是江涵杀的, 那他们也就不用再承受紫霄剑宗的怒火了。 梁胜是谁? 江涵略一思索, 便摇了摇头, 死在我手上的人太多, 我不知道哪个是梁胜。 哄, 犹如一柄大锤狠狠砸在后脑, 梁志才脑中轰得炸开, 心中涌起无尽悲哀。 圣儿, 我的圣儿, 你到底做了什么? 怎么会死得这么不明不白的? 以你的修为, 生死之计, 怎么会连一个名字都留不下来啊? 就在他心中悲怯之时, 江涵的下一句话, 更是让他怒火生疼, 差点失去理智。 不过, 我记得他们脸, 你有画像的话, 我可以帮你认认, 但尸体, 怕是找不到了, 他们大多被我打成了血污, 按照凤须宫里面的温度, 那些血迹, 怕是早就被烤干了。 你, 混账! 梁志才眼中瞬间布满血丝, 满含恨意地瞪着江涵。 各位, 我没听错吧? 梁家那个天才梁胜, 也被江涵杀了。 我的天, 我还以为江涵只杀了一个梁道川, 没想到他竟然把梁胜也给宰了。 没想到, 梁家这一带最出色的两个族人, 竟然全都栽到了江涵手里。 各位各位, 梁胜可是原因中期的修为, 江涵是怎么杀的? 难道紫霄见宗坏了规矩, 让护道者跟着江涵一起进了凤须宫? 谁管他怎么杀的, 能杀原因就是人家的本事。 反正现在的情况就是, 梁家的两个天才全被他杀了。 这下梁家怕是要和江涵不死不休了。 什么不死不休? 是梁家坏规矩在先, 死了又怎能怨得了旁人? 依我看, 江涵不找梁家的麻烦, 就算他好心了, 梁家又怎敢借机找江涵的麻烦? 那可不好说, 梁家老祖闭关多年, 指不定哪天就晋级化神了, 被一个化神强者盯着, 愿他再小心, 也难免不会被人钻了空子。 而且, 现在正是多时之秋, 紫霄见宗和灵天宗局势紧张, 若是紫霄见宗在这梁家出手, 难免不会引得阴阳宗下场, 以一敌二, 对见宗不利啊。 依我看, 江涵最好不要借机声势, 还是各退一步, 稀释宁人的好。 数千修士听闻梁上的死讯, 纷纷震惊地传音议论起来, 能越阶杀敌的天才不是没有, 但能在结单期越阶杀元英中期的天才, 这还是第一次见到, 要不是亲耳听到, 任谁也不敢相信。 你说什么? 江涵眼睛一眯, 你敢骂我? 我? 梁智才一致, 一口老血, 差点喷出来。 我两个儿子都被你杀了, 我还不能骂你了。 我不只想骂你, 我还想杀了你。 可惜, 他也只敢想一想。 紫霄见宗太强, 梁家真的惹不起。 小友不要误会, 家主最近痛失爱子, 太过激动, 他也不是有意的。 梁家另外两个元英妻眼看不对, 连忙上前告罪。 我们此次前来, 非是要找小友麻烦, 只是听闻我们梁家那两个不争气的逆子, 先前给小友添了不少麻烦, 今日特意前来赔罪的。 听闻小友结音在即, 这是一颗壁垒果, 可助小友安然度过第一道天节, 希望小友能收下。 一人拿出一个玉盒打开, 里面是一枚闪着清光的灵果。 江涵扫了一眼壁垒果, 眼中没有一丝波动。 梁道川, 是你们梁家的人。 梁道川的名字, 他倒是从那一群人嘴里听到过, 就是他在入口处最后杀的那位元英出气巅峰修士。 正是, 梁道川那逆子, 正是梁家曾经的二少爷。 他大逆不到, 私自对小友出手, 实在罪大恶极, 好在家主大义, 已将那混账逐出家族了。 对, 还有梁圣那个孽楚, 不顾劝阻, 暗中向小友寻仇, 也被家主大义灭清, 给逐出家族了。 二人一唱一和, 说出的话, 却在人群中扬起了巨大的波澜。 梁家也太惨了, 不但罪天才的儿子都死了, 还被迫将他们逐出家族, 魂无归处, 死都死不安宁啊。 这又怨得了谁? 那还不是他们自找的? 逐出家族? 江涵心中冷笑, 找麻烦的时候, 一个比一个狂妄, 恨不得把他当场斩杀, 借此名扬天下。 如今失败, 就想赶紧撇清关系, 断尾求生。 哪有那么简单的事? 原来那两个刺客, 竟是你们梁家之人。 江涵脸色一肃, 竟敢派人刺杀我? 儿等, 莫非是想血脉断绝, 全族灵灭不成? 第355章, 儿子没了? 再生就是了。 声音冷冽如霜, 话中的意思, 更是让梁家众人如坠冰枯。 听这话里的意思, 江涵是不准备善罢甘休啊。 梁家众人心中顿生惊恐, 定力不足者更是身躯颤抖, 浑身冰凉。 他们来之前, 可是去剑宗拜访过。 按剑宗的意思, 这件事的决定权, 全在江涵手里, 只要他不追究, 他们便无事。 若江涵真要追究到底, 他们一个都跑不了。 冤枉? 实在是冤枉啊, 小友。 此事实施那两个混账, 自己的主意, 与我梁家无关啊。 梁家也是被那两个孽障连累, 还妄将小友明察。 若我等早知此事, 定会将他二人拿下, 亲自送给小友谢罪。 除了闭嘴无言的梁智财外, 梁家其余众人, 皆是七嘴八舌, 说个不停。 话里话外, 梁家二人的个人行为与梁家无关。 此事与你们有关系, 或者没有关系, 都不重要。 江涵不想再多浪费口舌, 淡淡道。 我只知道, 梁道川二人是你们梁家人, 这就足够了。 说完, 他看向梁智财, 还有你, 出言不逊, 最佳一等。 话落, 他不再看梁智财猛然惨白的脸色, 迈不向前走去, 原本挡在面前的梁家人神似惶恐, 虽有心阻拦, 却在他目光一扫之下, 颤抖着退开。 带走出大殿, 他抬手一挥, 灭兴州自处物界内飞出, 迎风长坐三十余丈大, 随后一步踏了上去, 只留一道平淡的声音传入梁家众人耳中。 你梁家的态度, 我已知晓, 回去等着吧, 战仙殿不日便智, 定能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 战仙殿? 梁智财瞳孔, 骤然一缩, 心脏更是猛地颤了一下。 战仙殿查案? 那群杀胚什么时候会查案了? 他们不是只会杀杀杀, 然后搬空资源, 再一把火烧个金光吗? 难道战仙殿的人转性子了? 不对不对, 梁智财脑中灵光一闪, 按照剑宗那群杀神莽夫的想法, 难不成是全部杀了搜魂, 最后总能查到事情真相。 这样确实能行, 但若是这样的话, 梁家可就真的要被灭族了。 江汉很可能就是这个意思, 冷汗刷刷留下, 事关梁家生死存亡, 梁智财不敢再摆前辈的架子, 也不敢再悲伤愤恨, 身形一闪, 拦在灭心周前。 江汉, 江小友, 此事确实是我, 那两个逆子做得不对, 可他们已经陨落。 你能不能看在我们诚心赔罪的份上, 留我梁家一条生路。 他说的真切, 就连眼中的仇恨都已散去, 梁家真的惹不起紫霄建宗。 若是紫霄建宗率先挑衅, 那倒好办, 阴阳宗可以大大方方地护着梁家。 可这次的事, 是梁家族人自己惹的祸。 那些人, 都是自发聚集起来对付江汉的。 虽说, 暗中绝对有阴阳宗高层的手笔, 但在明面上, 这等坏规矩的是, 阴阳宗没有名义替梁家出头。 更何况, 梁家在阴阳宗, 只能算是一个中等的附属家族, 没什么话语权的。 诚心赔罪? 江汉看着梁智财, 脸上似笑非笑。 你的诚意在哪? 梁智财身躯一颤, 心知对方是在不满他方才的不敬, 纵使心有不甘, 但现在形势所迫, 他也只能低头作小。 江, 道友, 方才是我不对, 希望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饶我这一次。 他双手作一, 向江汉郑重行了一礼, 以元英七的身份, 称一个杰单小辈为道友, 这已是他能做出的最大的让步了。 在数千修士面前, 扶手认错, 同样是他最大的诚意。 他这么做, 已是真正放下了自己的脸面, 留一条生路。 江汉自然不是那种喜欢赶尽杀绝的人, 除了某些必须斩草除根的人外, 他通常还是很善良的, 但善良并不代表他好欺负, 对方既然敢把爪子伸过来试探, 那就一定要把那只爪子剁掉。 嗯, 既然如此, 方才之事便算结果。 梁智财闻言一喜, 按道有戏, 于是连忙把那壁垒果再次举起, 抢笑道, 那这壁垒果, 您看, 江汉扫了那壁垒果一眼, 轻笑一声, 这就是你们的诚意。 到这里, 梁智财哪里还不明白, 这是对方没看上这壁垒果, 张口要架了, 肯开口就好, 只要还有得谈, 梁家就还有救。 而且, 据最近传的沸沸扬扬的消息中所言, 江汉此人曾经极为贫寒, 连吃饭都是问题, 就算把宝贝摆在面前让他自己挑, 他也绝对挑不出什么值钱的好东西。 梁智财暗暗松了口气, 能以最小的代价解决此事, 自是最好不过。 而且, 对方看起来还是比较好说话的, 若是换了其他顽固, 但是, 他方才的出言不逊, 就足以让他送命了。 江小友, 若是需要什么, 你尽可开口, 只要梁家有的, 我定会取来献给小友, 不用那么麻烦。 江汉说道, 听闻梁家宝库有许多奇珍异宝, 刚好, 我最近正在找一些新奇物件。 黛陆, 我直接去你梁家宝库看看, 有没有什么能入眼的。 啊? 梁智财一愣, 听这意思, 对方莫非是要把梁家宝库搬空不成? 怎么? 你还不愿意? 江汉扫了对方一眼。 你最好祈祷, 梁家宝库有那么一两件, 能让我看得上的东西, 要不然, 他话没说完, 但所有人都听明白了他的意思。 若是没有他看得上的东西, 梁家此次必然在劫难投。 是是, 小友放心, 梁家宝物众多, 你尽管看, 只要有能入眼的, 尽可拿走。 就算把宝库搬空, 梁家也绝无怨言。 梁智才心底一颤, 终是想通了其中关键, 现在梁家数万人命, 可全都捏在江汉手里。 只要他一句话, 战先殿可就要出手灭门了。 不就两个儿子而已, 他还有五百多个儿子, 若是不够, 他还能再生几百个, 总能出那么一两个天才。 只要梁家还在, 资源可以再去抢。 他顾不得再想太多, 连忙飞到战船前方, 恭敬道。 我来引路, 小友请随我来。 第356章, 怎会这样巧? 随着江汉和梁家众人离去, 还留在原地的一众看热闹修饰, 顿时炸开了锅。 我的天, 江汉也太强了吧? 你看没看到他当才的眼神? 我只是被他扫了一眼, 竟然感觉像是被一头上骨凶兽盯上了一样, 哗啦一下流了一身冷汗, 心中恐惧万分, 身体动都动不了, 连一丝反抗的念头没有。 他就算再强, 那也只是结单而已。 若非那梁智才太过胆小, 方才他们距离那么近, 他只需全力动手, 江汉早就死无全尸了。 想什么呢? 江汉所在之处, 定有剑宗的护道者隐在暗处, 不然你以为梁宗为什么非要在凤须宫里动手? 就算梁智才出手了又能怎样? 且不说他能不能得手, 就算他得手了, 梁家要怎么办? 为了逞一时之气, 就把整个梁家数万条人命全搭上。 那不叫胆大, 那是愚蠢。 此话有理, 以紫霄剑宗那护独子的性子, 江汉的护道者最起码也是化神出气的强者, 甚至派出化神中气的大能也极有可能。 有护道者在, 梁家纵使再不甘心, 也翻不起什么大浪。 那肯定的, 梁家连化神都没有, 在剑宗面前, 就是个一脚能踩死一大片的蝼蚁。 他们要是敢宫然和剑宗作对, 无需三日, 梁家方圆数万里, 信梁的一个都活不了。 梁家主城在阴阳宗疆域之内, 距离凤须宫近三千万里。 江汉跟着梁家众人, 花了将近一天时间, 赚了二十余个传送阵, 才赶到梁家所在之处。 新河城, 战地约有千里方圆, 城内凡人近千万, 信梁的占了一小半, 周围还有武座略小一些的城池, 拱卫武方。 身为阴阳宗附属宗门, 梁家族人最是喜欢取气纳妾, 但凡有点修为的, 哪怕只是炼气七一层, 家里最少都有十多个氏妾。 但下子寺后, 有灵根的送入主家修炼, 没灵根的就主事生产, 如此数千年时光, 才造就了梁家如今的昌盛。 梁家主宅就在新河城中心处, 主家独自占了三百里, 雕梁化洞, 极尽奢华。 灭兴州刚一靠近新河城, 江汉就感觉到一丝不对, 原本应该平静如水的天地契机, 不知为何剧烈波动起来, 方圆万里范围顿时狂风大作, 如珊瑚海啸一般向着新河城东方迅速聚集, 好浓郁的雷灵力, 就算比之雷池外围也丝毫不差。 江汉疑惑看向东方, 万里之外, 有无数黑色节云默然出现, 向那里迅速聚集而去, 于空中迅速聚成了一片 占地方圆两千里的巨大节云。 这片节云与他曾见过的节云完全不同, 除了相同的一片漆黑之外, 黑暗中却夹杂了丝丝缕缕的金色光芒。 沉闷的雷声轰隆乍响, 天地很快陷入黑暗当中, 只欲点点金光将那方添地。 这是有人在渡劫? 节云黑金二色交杂, 占地方圆两千里, 符合这种情况的唯有一种雷结。 有人要渡化神雷结。 梁家众人惊呼一声, 面面相聚之下, 眼中很快生起惊喜之色。 那个方向正是他们梁家老祖闭关之地, 此刻能在那里渡化神雷结的唯有一人。 梁家老祖梁百山? 是老祖? 一定是老祖在渡劫。 一位元英长老高声呼喊, 恨不得让全天下都知道, 他们梁家要有华神坐镇了。 就连梁智才也难得的露出些发自内心的笑意。 老祖渡劫, 这是梁家近些天难得的好消息。 就算是华神初期, 那也是有资格创立一个高阶宗门的强者, 实力极强, 且华神期基本不存在越阶杀敌的情况。 华神期和元英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等级, 一位华神初期强者可轻松灭杀数十位元英大圆满。 只要老祖能渡劫成功, 有华神坐镇的情况下, 就算是紫霄剑宗再霸道, 也绝不敢随意对梁家出手。 这一刻, 梁智才终是看到了未来报仇的希望。 只要能保住家族昌盛, 他总有一天能生出一个更天才的儿子, 只需数十年就能达到江涵如今的修为, 随后一步步踏上巅峰, 向江涵复仇。 就在这时, 一道有些好奇的声音从前方传来, 这是你梁家老祖在杜劫。 梁智才转头看去, 却见江涵正一脸惊奇地看向东方杰云之处, 他顺着对方的目光看去, 却并未发现什么不同之处, 正是我家老祖。 说完, 他小心地瞥了江涵一眼, 接着道, 江道友, 眼下我家老祖正在渡劫, 不如等老祖渡劫之后, 再去保护一贯。 只要能拖到老祖渡劫成功, 就算给这小儿十个胆子, 他也不敢当着化神大能的面, 取走梁家值钱的宝贝。 不碍事, 这节云还要一段时间汇聚, 我们先去取保。 江涵说完不再多看, 也不等梁家拒绝, 操纵灭新洲便朝着新河城中央落去。 化神而已, 剑宗也有, 甚至剑宗的化神比一般的化神都要强上许多。 更何况, 梁家老祖是否能渡劫成功还是两说? 就算他渡劫成功了, 也只是出境化神, 又能强到哪里去? 梁智才健壮, 脸色微变, 虽然心有不甘, 但在另外两位长老的催促下, 也只能不情不愿地跟上。 梁家宝库就藏在新河城最中心处, 此地存放着梁家大部分的资源, 除了重重阵法、守护之外, 还有一位元英后妻长老在外镇守。 早在赶来之时, 梁智才就已将消息传回了梁家。 为了能让江涵满意, 他还特意嘱咐族人将各个分支里的奇珍异宝, 也都给放入了宝库之内。 不过现在, 他看着那宝光冲天的宝库, 心中却涌起了无尽悔恨之意。 早知老祖今日杜劫, 他就不用让族人再往宝库里添宝物了。 早不杜劫, 晚不杜劫, 偏偏在宝物都放进宝库之后, 老祖才杜劫, 怎么会感到这样巧啊? 第357章 年轻人没有见识, 一位长老引着众人, 落在一座高约百丈的高山之巅, 随后看向梁智才。 梁智才脸一黑, 心中暗暗祈祷, 江涵不识获, 看不出真正的好东西, 然后不情不愿地掏出了一块 闪着土黄色光芒的令牌。 令牌被淋漓一击, 顿时放出一道柔和的黄光, 四缓十块地射在山巅一处巨石之上。 巨石先是一阵, 随后整座高山发出一阵剧烈颤动, 一道半透明的黄色灵照迅速升起, 由下而上迅速闭合, 将整座山峰包裹在内。 紧接着, 众人面前不远的一处地面腾起金光, 当金光散去, 原本的地面已消失不见, 转而出现了一个丈于宽的洞口。 心神一阵清明。 江道友, 宝库已开, 请。 梁志才在前引路, 江涵不紧不慢地跟上, 其余人则都停在外面。 顺着阶梯向下十米之后, 便到了一处方圆五千丈的空间内。 四周散乱地堆着十堆近百丈高的上品灵石, 以灵石一散出的灵气, 维持着此处空间内的灵气浓度。 其余位置则是有序放着许多清浴架子, 上面摆着诸多半透明的浴盒, 可以透过浴盒看到里面保存着的天才地宝。 前面这些都是梁家这些年收集的灵草灵果和丹药, 后面是一些法宝福禄, 都是些不值钱的小玩意。 你看看有没有能入眼的, 尽管拿走。 梁志才语气已经没了之前的客气, 一口气说完就站在一旁没了动静, 明显是不愿再往里走了。 江涵见状也不在意, 随意往四处扫了一眼, 便直接绕过他往深处走去。 外面确实没什么值钱的宝物, 但根据他的经验, 好东西应该都在深处藏着。 江道友, 里面没什么好东西, 咱们在外面看看就好了。 梁志才见江涵不理他, 连忙快步跟了上来。 怎么? 梁家主这是舍不得了。 江涵随意扫着四周, 脚下不停, 自顾自地往里走去。 怎么会舍不得, 我梁志才说出口的话, 就没有食言过。 只不过这里面空间太大了, 又没什么好东西, 我这不是怕当个江道友的时间吗? 梁志才心里恨得痒痒, 却又不敢拒绝, 只得快步冲到前面引路。 此地有迷阵笼罩, 我来在前引路, 江道友可要跟紧了。 江涵嘴角微钩却不多言, 神识悄然放出搜寻住重宝的位置。 梁家确实富有, 一路走来, 最次的也是玄阶以上的材料 和三瓶以上的灵草, 一排排一箱箱的堆放在一起, 少说也有数十万株以上。 如此多的资源, 就算比这一些高阶宗门也不差太多, 怪不得他们能供应出一位化神老祖出来。 只是, 梁家这么多族人, 每日消耗的资源都是海量才对, 他们是怎么攒下这堪比高阶宗门的资源呢? 莫非, 梁家有什么办法, 可以快速收获海量资源? 这些低级灵药对他虽然没有作用, 但快速获得海量资源的办法, 对一个宗门的作用却是极大。 江涵暗中记下此事, 留待日后再细查。 他现在需要做的, 是找到高阶天才地宝, 以及剑林曾经提过的蕴含天地法则的灵物。 于是他一刻不停, 七转八转之下, 一直向着深处走去。 足足走了斩查时间, 二人终于到了一处房屋之前。 这房屋周围数十丈内空无一物, 通体由一种漆黑的材料制成, 其上散着点点荧光, 犹如漫天星辰一般明灭闪烁, 充满了一种神秘的美感, 其表面光滑, 闭何处不露丝毫气息? 这是六品地宝墨星竹? 江涵眼中金光一闪, 墨星竹制作而成的容器, 可保存零妖万年不符, 期间不会流失丝毫要效, 同样, 他也可用作保存天才地宝和法宝所用, 就算比之高阶紫玉的功效也不差多少。 如此大的一个通体由墨星竹制成的房间, 其内的宝物又该是何等珍贵。 他转头看向脸色难看的梁智才, 没有说话, 但意思已经非常明显。 见状, 梁智才心中暗恼, 自己都故意往外围引路了, 怎么江涵就好像长了心眼似的, 每到一个关键路口, 他根本就不跟着自己走, 总能拐到正确的方向, 最后还是被他寻到了宝库核心之处。 奇怪, 当真奇怪, 他到底是怎么找到的? 只是墨星竹已经暴露了, 他纵使再不愿意, 也只得挪不上前, 叹息间施法打开了墨星竹上的阵法。 黑光如水般在墨星竹表面荡漾开来, 很快便引入墨星竹内消失不见, 露出了被掩盖在下方的浓郁宝气。 树道强大的气息一散而出, 江涵略一感受便心中一动。 如此浓郁的宝光, 此地的宝物最少是七瓶以上的天才地宝。 推开闪着星光的竹门, 树道药木的光芒顿时铺展开来。 屋内漂浮着八个颜色各异的光团, 每一团光芒内都有着不弱于天阶法宝的气息。 嗯, 不错, 两件天阶二品法宝, 一件天阶四品法宝, 两件地阶七品的材料, 两瓶七品丹药, 另外这是一节枯木。 这节枯木中有一丝是火法则的气息, 先把它收了, 当作凝练到阴的备用材料。 丹田内, 剑铃坐在插入剑鞘的本命飞剑之上, 看着面前悬着的一块光木, 里面正是外界的景象。 其他的, 嗯, 都用不上, 你自己看着处理。 是火法则, 江涵不知道那是什么, 不过既然有用, 那就不能放过。 想到这里, 他伸手就朝着那节枯木抓去。 梁志才一直紧张兮兮地注意着江涵的动作, 见他的目标是那节枯木, 不由暗暗松了口气, 随即眼底, 升起一抹嘲讽。 穷鬼就是穷鬼, 就算身怀重宝, 但剑势浅薄, 底蕴不足, 重宝明明就在眼前, 他竟然毫无所觉。 第358章, 你说, 你咬他干嘛? 梁志才忍不住在心里嘲讽。 江涵虽然一时运气好, 得上天赐了顶好的天赋, 又攀附上了紫霄建宗这等庞然大物。 但他的眼光, 终究还是底层人的眼光, 连放在眼前的宝物都看不到, 只知道去选那看起来奇特, 但其实没什么作用的废物。 不过也对, 许多自命不凡的天才之流, 最是喜欢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 以为别人都不知道这是件宝贝, 只有他才是能获得宝贝认可的天命之子。 只可惜, 当初他研究了数年时间, 然后转手献给老祖, 参悟了十年之久, 他们都未能领悟到丝毫意境。 他一个结胆小辈, 只是第一次接触, 又怎能将这宝贝参透? 怕是连这东西到底是什么都不知道吧? 正这么想着, 他却看见江涵拿起枯木左右看了一眼, 随后对方身上气息一变, 忽然散出了一丝和那些枯木同源的燥热气息。 虽然只有一丝, 而且转瞬即逝, 但却把梁志才下的心脏都落了半拍。 他刚才看到了什么? 江涵只拿起来看了一眼, 就领悟到了那些枯木中的意境。 这怎么可能? 这可是连梁家老祖都看不透的东西。 江涵怎么可能只看一眼就将其参透? 梁志才深吸口气又重重吐出, 这才感觉胸口的憋闷散了一点。 刚才一定是巧合, 就算这小子天资再高, 他也只是18岁的杰丹而已, 眼界和经验定然比不过他们。 巧合? 方才一定是巧合。 那截木头是他当初花了500万上品零食, 和方家斗了许久才拍卖到的, 事后还因此和方家大战一场。 枯木内有一种很独特的气息, 应该是蕴含着某种意境之力, 看起来感觉很强的样子。 可是, 那道意境根本无法领悟, 从未有人能参透其中奥秘, 江涵肯定没有参悟到意境, 他一定是之前接触过同源之物, 所以才会散出同源气息。 蕴含意境的宝物虽然很难得, 但里面的意境无法被参悟, 就算它价值500万上品零食, 那也只是一块没用的木头。 这种不能马上发挥作用的东西, 对梁家来说可有可无, 就算丢了也不心疼。 对, 一点都不心疼。 梁志才红着眼睛咬着牙, 右手钻拳, 用力捶着胸口, 想尽办法安慰自己。 这截没用的木头, 根本就不重要, 一点都不重要。 反倒是那两颗七品破账单, 才是这宝库内最珍贵的东西。 这破账单, 可除修饰短时间内突破十账, 在突破意境境界, 感悟法则之时有其用。 这可是梁家花了大代价, 给老祖准备的感悟法则所用的丹药, 要不是之前怕江涵不满意, 他早就让人把这丹药取走了。 只要江涵不动那两瓶丹药, 其他的都好说。 就在这时, 他看见江涵四世很满意地 收起那些枯木, 再次抬手, 伸向了那几件天阶法宝。 他心中又是一闷, 有心想提醒江涵, 拿一件一丝一丝得了, 你还准备拿几件啊? 难道要把这几件宝物 全拿走不成? 可以想到当时江涵眼中的杀气, 他就心底一冷, 赶忙闭上了嘴。 不过是几件天阶法宝而已, 又不是什么值钱玩意, 最多值两三百万上品零食罢了, 也就是梁家半年的消耗而已。 梁智才砰砰砰捶着胸口, 后槽牙都快咬碎了, 却还是不停地在心里安慰自己。 对, 这几件法宝本来就是放在这里充数的, 过几年攒些零食, 再去买几件也就是了。 只要他不动那两颗丹药就好, 可江涵收起法宝后依然还不罢手, 左右手一边一个, 把那几件地阶材料也给收了除去内。 梁智才拳头握得搁直想, 这怎么还一件接一件的, 没看到自己已经非常不满意了, 他怎么还在拿? 这小子就不知道害羞吗? 他就不会不好意思吗? 他就不脸红吗? 他心中恨疾, 却不敢出声提醒, 只能看着孤灵灵璇在半空的丹药, 心中安慰自己。 还好, 还好他没动丹药, 反正那材料放在这里也没用, 拿就拿了吧, 只要丹药还在, 其他的都能买到。 这般想着, 他却看到江涵再次伸手, 这一次, 那只魔爪赫然伸向了那两瓶丹药。 住手! 梁智才终于没忍住喊了出来, 江涵动作一顿, 以为此物有什么没解开的禁止, 停下手中动作疑惑看他, 有事? 那两瓶丹药, 梁智才纠结许久, 还是没感应气, 抢笑着说道, 那丹药我还有用, 你去拿别的好不好? 这丹药能不能给我留着? 嗯? 你用不用与我合肝? 江涵放下心, 收回了目光, 伸手一抓, 就那两瓶丹药全收了起来。 随后, 他看向满脸怒意, 死死压抑着身上气势, 好像一座要爆发的火山一般的梁智才, 这我没赤到, 去把墨新竹的阵法撤了, 我要把这屋子带走。 你说什么? 梁智才面色大变, 感觉体内一股热浪, 轰轰燃烧, 他的怒火快要压制不住了, 马上就要爆发了, 东西拿了还不够, 你竟然连房子都要搬走。 江涵面色不变, 嗯, 这屋子不错, 要拿走的。 梁智才呼吸一致, 对方这么平静, 梁智才呆愣原地, 看着陡然空出了一大片的空地, 心里也变得空落落的, 在这空洞下面还藏着越加炙热的怒火, 他不敢对江涵发火, 但他始终记得罪魁祸首是谁, 梁道川这个孽障, 他闲得没事不去生孩子, 去招惹江涵干嘛, 啊, 他也不想想自己是什么身份, 在没有宗门任务的情况下, 惹了江涵宗门不会管他, 还有谁会给他撑腰, 最后还不是害了家族, 让家族给他擦屁股, 做事不考虑后果, 只顾一时痛快, 他死了真是活该, 第三百五十九章, 你怎么就不明白啥是客套话呢, 还有梁圣那个逆子, 梁道川那个废物死, 就死了, 他还有八百多个兄弟姐妹, 之前又不是没死过, 也没见他去报个仇啊, 他怎么就偏偏这次血脉亲情泛滥, 私下里偷偷去找江涵麻烦, 他就没有长脑子吗, 他难道不知道对方是什么身份吗, 也不好好想想, 就算真让他得手了, 对梁家有一丁点好处吗, 梁家绝对必死无疑, 愚蠢, 这两个废物逆子, 这两个梅导子孽障, 干啥啥不行, 浪费了家里那么多资源, 连个尸体都没留下, 惹起祸来倒是一套一套的, 还专挑惹不起的对手去惹祸, 真是要气死我, 梁志才身上的怨气直冲天际, 恨不得亲手把那两个逆子, 从坟里刨出来再揍一顿, 现在家里最值钱的东西都没了, 等老祖肚结成功后问起来, 他可怎么办, 说是他两个儿子惹了祸, 家里之临时的宝物都拿去换钱救命了, 老祖恐怕一个眼神就能活泼了他, 在原地呆愣许久之后, 他才缓缓回过神来, 身上的怨气一点点散去, 罢了, 逝者已逝, 宝物丢了还能再找, 只要修炼资源还在, 这些东西早晚还能找回来, 他定了定心神, 压下心底惆怅, 强行提起精神, 年轻人果然还是太过心软, 只拿了几件宝物就觉得足够了, 这是要是搁我身上, 我肯定把对方的宝库搬空, 一根灵草都不给他留, 江涵倒好, 只拿了几件法宝就走了, 虽说那几件法宝的价值, 足够抵得上大半个宝库的价值, 可那些天才地宝数量众多, 同样极为难得, 只要这些资源还在, 梁家就能继续培养族人, 再让族人去收集资源, 很快就能恢复元气, 这般想着, 他转身看向江涵离去的地方, 可这一看, 他顿时觉得哪里不对, 咦, 这里什么时候多了这么一大片空地出来, 就在他一愣神的功夫, 目光尽头的极远处, 忽然又有一大片御驾, 凭空消失, 御驾消失之后, 露出了一道淡然脉步的修长身影, 随着对方手上一挥, 很快又是几个御驾, 连带着上方的天才地宝, 全部消失不见, 他这下总算是明白了, 哪里是多出了一片空地, 这分明是少了一大片宝物, 江涵怎么能这样, 他还真打算把梁家宝库搬空不成, 江道友这是何意, 这些东西不过都是些不值钱的低阶资源, 难道这些小玩意也入得了紫霄建宗的眼, 江涵上下扫了他一眼, 淡淡回道, 入不入得了眼暂且不说, 但梁家宝既然说了随便拿, 我自然不能辜负梁家宝的好意, 他环顾四周, 见东西已收走了近三成, 又用神识看了看自己的储物件, 沉阴片刻, 转身朝着另一处放置材料的御驾飞去, 梁智才人都妈了, 他当时说随便拿, 只是想展示一下梁家的诚意, 客气一下而已, 那可不是真的随便拿, 他哪里想得到, 江涵竟然会这么实在, 自己只是客套一下, 他竟然真的要全都拿走, 不过还好, 此地空间极大, 乃是梁家积攒了数千年的家底, 天才地宝数不胜数, 便是想要全部收走, 也需要数个空间极大的储物法宝才行, 而且江涵这个没眼力见的, 竟然连最不值钱的御驾也得收走了, 平白占了储物件大量空间, 如此收法, 就算把他的储物件撑爆, 也装不了多少东西, 装吧装吧, 都是些不值钱的东西, 等你储物件装满, 你就没得装了, 我倒要看看你能装多少, 梁智才很很安慰自己, 但随着时间流逝, 眼看着宝库内的御驾越来越少, 梁智才心里一沉, 隐隐有种不好的预感, 江涵的储物件到底有多大, 难不成紫霄建宗把全宗最大的储物件都送给他了, 这储物件的价值都比他收的那些低级资源要贵, 他想干什么, 这都已经装了快一半了, 他怎么还在装, 难道这小子真打算把梁家宝库搬空不成, 就在他一颗心脏即将沉入冰冷的深渊之底时, 江涵终于停手了, 定是储物件装满了, 梁智才见状心中大喜, 连忙凑了上去, 江道友怎么不拿了, 储物件装满了, 江涵叹道, 可惜了这么多灵草, 唉, 那实在太可惜了, 梁智才洋装叹息, 笑眯眯地看着四周的御驾, 真好, 还留了一半资源, 只要老祖还在, 这些都不算什么, 有数万主家族人, 与数百万外制族人合力搜集, 加上有了化神器做后盾, 他们再加快些速度, 只需数百年时间, 此地就能再次填满, 还好还好, 还好江涵储物件不大, 他若是真把宝库搬空, 没有资源供应之下, 整个家族的发展都会停滞下来, 到那时候, 损失的可就不是这些资源了, 一步慢, 步步慢, 附近几个家族很快就能超越他们, 为了延续家族发展, 他们就只能花费大代价, 隔地换资源了, 就在他庆幸之时, 却忽然感到一束灵力的目光, 陡然刺来, 他抬头一看, 却见江涵正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随后目光缓缓下移, 最后盯向他的右手, 平缓的嘴角逐渐扬起, 笑道, 正好, 把你的储物件给我用用, 啊, 梁智才猛了, 右手下意识一缩, 这怎么还得吃带拿的, 一刻钟后, 梁智才捏着拳头, 双目呆滞, 从宝库里一步一步挪了出来, 他气色为你不振, 犹如被女鬼吸干了阳气似的, 眼中暗淡无光, 再也没了往日的神采, 在外面等候许久的梁家众人, 见状吓了一跳, 连忙快步迎了上去, 他们先是往他身后看了看, 见江涵神采意意地走出, 松了口气, 向着对方行礼之后, 冲着梁智才低声问道, 家主, 可是出了什么事, 你怎么一副运功过度的模样, 梁智才犹如泄了气的攻击一般, 没有回答, 只是失神地呢喃道, 没了, 全没了, 两位长老闻言一惊, 没了, 什么没了, 就在这时, 一道雷鸣轰隆炸起, 瞬间传遍八方, 这雷声好像蕴含着震慑心神的力量, 众人被震到脑中轰鸣, 梁智才就身体一颤, 眼中莫名多了些神采, 他抬头看向东方, 却见天结已然, 汇聚完成, 结云之眼已成, 道道惊雷在结云中心游走, 碰撞间轰隆炸响, 第360章, 化神雷结, 见他没有回答, 那长老也没逼问, 转而对江涵耐心解释道, 结雷已成, 老祖已经要开始杜结了, 化神雷结, 江涵心神微动, 化神气的雷结可是极为少见, 如此良机, 需得好好观摩一二, 提前知晓雷结威力, 这对他将来度元英雷结, 也有极大帮助, 化神雷结又称四九天结, 共有三十六道金雷, 乃是元英修士突破元英七, 将神魂与元英融合的必经雷结, 一位元英七长老在旁解释道, 只有在这三十六道金雷未尽之时, 借神雷之力将元英与神魂融合为一, 形成那独一无二的元神胚胎之后, 天结将会降下, 可燃尽天下万物的炼神结火, 熔炼修士元神, 这时, 修士需以自身领悟的意境之力, 与这结火对抗, 期间意境将会被结火熔炼, 化作一丝极微弱的法则之力, 与结火中的天地元力, 共同融入元神之内, 壮大元神, 使元神快速成长, 所以, 度结时, 自身意境越强, 最后成型的元神就会越强大, 十万年前, 有修士以三道意境, 以及一道极为难得的, 完整法则之力度这化神雷结, 最后凝聚的元神足有五丈高, 比平常修士强了五倍, 但能在元阴期能领悟法则之力的修士, 实在少之又少, 更别说还是完整的法则之力, 那更是百万天交中也难出一个, 我等普通天才, 就无需妄想了, 结火会持续三日, 若能扛过结火, 则元神将成, 只需度过最后一道道新结后, 便算是度过化神雷结, 成为那亿万中无一的化神修士, 话落, 场中众多良家弟子, 纷纷了然点头, 就连心绪大起大落的良治才, 也不由安静了下来, 那道新结又是什么? 有良家弟子问道, 道新结, 那长老沉默片刻, 方才叹道, 道新结说来简单, 道新坚定者, 虚与可过, 但若是道新不坚者, 这道新结就是整个雷结中最凶险的劫难, 他针对的是度结之人的修道之心, 但凡有一点不坚定, 就会道新崩溃, 一身修为静规尘土, 生死盗销, 殉落当场, 自古至今, 修仙界天才辈出, 度化神雷结者多不胜数, 能抗过结火的更是极多, 可却有九成九的天才都栽到了这道新结上, 此结, 称得上九死一生, 此话一出, 良家众人顿时色变, 这三道劫难, 每一道应对出错, 都是生死到消的下场, 真可谓是凶险至极, 那道新结, 到底要怎么过? 一位弟子疑惑问道, 据记载, 道新结乃是天道问新之结, 具体内容无人知晓, 就算度结者自己也说不清楚, 但, 却有两句话被清楚地记了下来, 另一位长老说道, 拿两句话, 众弟子呼吸急促, 良智才在此时踏前一步, 跃众而出, 望着天边轰隆披下的惊雷, 替那长老回道, 天道问新, 一问, 你是否有亏? 无亏则原神成行入驻石海, 与身相合, 以此获得天道认可, 修为暴涨, 挥手间山崩地裂, 顺息万里, 二问, 你可曾后悔? 无悔则青莲化石镇守心弧, 此后道心坚不可摧, 劫法则印记可于清廉, 得天地眷顾, 可随意驱使天地原力, 自此逍遥天地, 寿原万载, 若渡不过, 则生魂俱灭, 一切成空, 轰隆隆, 金色神雷划破天际, 轰隆雷鸣阵的众人心神俱颤, 远处的梁家老祖已然开始渡劫, 但自这一刻起, 知道了化神雷劫难度的梁家众多弟子, 已没了先前的兴奋之色, 虽说老祖为度化神雷劫准备了三百年, 但威力强大的金色神雷也只是开始, 后边有更强的劫火, 还有最关键的道心劫, 也不知老祖能否度过, 江涵同样神色凝重, 这化神雷劫, 亦是他未来必定要经历的一大劫难, 而且他的原音雷劫也快要临近, 虽说雷灵根对天劫抵抗力极强, 劫雷只能成为他增强自身的能量, 但原音雷劫同样有一问心劫虚果, 且原音七每次突破一个小境界时, 都会再经历一次比先前更强的原音雷劫, 以雷劫之力锤炼原音与神魂, 促使二者不断壮大, 直到度过化神雷劫之后才会停止, 这原音雷劫的问心劫, 问的又是什么? 江涵觉得有必要回宗去翻阅一下有关雷劫的卷宗, 提前做好准备, 化神雷劫那三十六道金雷, 每隔一盏茶时间会披下一道, 这雷劫不是为了毁灭而生, 反而是为了助修士锤炼原音与神魂, 故此留足了恢复的时间, 虽然相隔万里, 但江涵还是能感受到, 那每一道神雷内都带着让他心惊的雷霆之力, 那雷霆一散出的任何一丝力量, 威力都足以瞬间毁灭一位原音中期强者, 可那梁家老祖竟然不靠法宝, 仅凭肉身之力硬生生扛着雷霆轰击, 每当一道雷霆消散后, 他身上的气息就会强胜一分, 当三十六道劫雷全部劈下之后, 梁家老祖体内猛地爆出万丈金光, 犹如一轮金色大日悬于半空, 刺目金芒照耀天地, 他身上的气息已无限接近化神漆, 哄, 最后一声雷鸣向着四周席卷散开, 空中劫云随着鱼鹰一阵抖动, 仅在片刻之间所有惊雷便全部散去, 转而升起无数赤金火光, 恋神结火,降临, 不知为何, 最近几天忽然从各地出现了许多不利于林天宗的负面消息, 其速度极快, 在整个修仙界迅速传播, 短短几日时间就已经闹得人尽皆知, 林天宗宗主纪玉禅以及他的几位弟子, 在那些传闻中都变成了十恶不赦的独妇和疯子, 当消息传来的时候, 着实把他们气得够呛, 特别是纪玉禅, 差点没被那些假消息气死, 第361章, 没有外挂还想凝结到阴, 简直可笑, 林玄自然也听到了那些消息, 不过他却没有像纪玉禅他们那样被气到经脉错乱, 差点走火入魔, 毕竟这事和他关系不大, 他只是偶尔挑个事给江涵上点眼药而已, 这些都是小打小闹的威莫小事, 谁也不能因为这骂他恶毒来, 就算有时候他确实过分了那么一点点, 但也只是栽赃诬陷而已, 他可从未对江涵动过手脚, 顶多只能算是精神伤害, 具体实施的恶毒之事, 比如打骂侮辱江涵那些行为, 可都是纪玉禅他们自己的决定, 和他完全没有一丁点的关系, 至于两宗边境处的动静, 他就更不怕了, 这不就是紫霄建宗借机表明一下自己的态度, 顺便展示自家实力吗? 紫霄建宗之前一直垫底, 实力本就是最弱, 如今好不容易翻身, 他想趁机扩大影响, 这次也只是做做样子而已, 根本就不敢打起来, 可为了不被暴怒中的纪玉禅迁怒, 林玄自从得知江涵准备结音的消息之后, 就借着纪玉禅之前的催促, 匆忙做起了杜元英雷杰的准备, 以待不久之后杜杰成英给林天宗长脸, 但只有他自己知道, 无论现在做什么准备都没用, 因为他根本就不可能去杜这个世界的元英雷杰, 按照系统的说法, 每次雷杰其实都是天道的一次筛查, 天道需要的是本界修士飞升后, 助他通过晋级考核, 晋升为更高等级的大世界, 至于那些来盗取世界本源的一界之人, 就是邪魔, 就是盗天贼, 但凡被天道发现, 必定会死无葬身之地, 而对于天道来说, 灵玄就是那个盗取世界本源的一界邪魔, 若不是有系统相助, 他早就死了十万八千次了, 因此, 为了不被天道发现, 这段时间他一直在偷偷吸取那些, 曾和他做了等价交易修士的器运值, 他当初大战虽败, 但前面十余场挑战赛时, 他也借机送出了极多被标记做媒介的小玩意, 据系统统计, 也有一百多万修士被他做了标记, 一百多万修士啊, 就算平均每个人只有一万气运值, 那也是一百亿气运值, 但为了不被天道发现, 他也不敢多吸, 每次只吸一小部分人, 而且每人只吸一百点气运值, 可就算这样, 短短两天时间, 他也吸了足足五千多万的气运值, 五千万, 那可是五千万, 穿越到这个世界十八年, 这还是灵玄第一次见到这么多气运值, 若是哥以前, 这些气运值完全足够他结音吗? 只可惜, 自从系统升级之后, 多出了许多更高级的选项, 许多东西涨价了不说, 这次结音更是强制要他花十八亿购买, 高阶无痛结音服务, 十八亿气运值, 若是以前, 打死他也弄不到十八亿, 但现在, 十八亿气运值, 他狠狠心一个月就能搞到, 一个月的时间, 江涵恐怕还在奉须公苦哈哈地刷页火红莲吧? 不对, 还有二十多天就是祭天大典, 江涵他可没时间刷页火红莲了, 也就是说, 这一次他终于可以快上一步, 赶在江涵之前晋级原因期了, 但就在这时, 有两道消息接连传了出来, 一是江涵已经得到了夜火红莲, 并且已经回宗, 开始准备凝聚传闻中的倒音, 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林璇整个人都是猛的, 江涵得到了夜火红莲, 不是说那玩意, 最少要在奉须公待满五年以上, 才会在机缘巧合之下遇到吗? 江涵怎么会这么快就拿到手了? 这就是气韵之子的超强气韵吗? 简直离了个大谱, 林璇惊叹片刻后也只能释然, 毕竟是气韵之子, 这么快拿稻叶火红莲也不奇怪, 但是第二个消息就让他看不懂了, 据不知从哪里传来的小道消息所言, 江涵竟然想凝结倒音? 哈? 林璇只感觉可笑, 他是有系统外挂帮助, 才敢花旗韵直凝聚武行倒音的, 江涵他有什么? 他什么都没有, 就凭他自己, 他怎么凝聚倒音? 若无外力帮助, 他恐怕连最低级的倒音都无法凝聚, 无知的小世界土著, 竟然妄想凝聚倒音? 可笑, 实在可笑, 他原本想要在实力上击败江涵, 在所有人面前侮辱对方的尊严, 以此向世人证明, 只有自己才是最强的天才, 可他万万没想到, 江涵的战斗力竟然那么离谱, 二者对战之时, 他竟然连一招都没有打出来, 甚至连作为底牌的宿命意境, 也不知为何没有发挥作用, 就那么华丽丽地当着所有人的面, 被江涵狠狠地侮辱了一顿, 那时, 他躺在地上, 看着江涵的脚踩在自己脸上, 看着对方被整个修仙界称作最强天才, 甚至被称为原因欺下第一人, 他当时几乎被绝望吞噬, 恨不得自暴金丹, 与江涵同归于尽, 好在他及时醒悟, 他可是有外挂的人, 注定要站在大世界顶峰的强者, 与这个小世界的土著同归于尽, 实在太亏, 于是, 也有了些许变化, 他也说不出是哪里有问题, 可他就是能感觉到, 季与禅他们, 好像没有之前那么宠他了, 特别是师父, 好像在有意冷落他, 林玄受不了这种冷落, 这种冷暴力, 他想向师父师姐证明, 只有他才是最强的天才, 什么天命之子, 什么元英妻下第一人, 在他的系统外挂之下, 什么天赋实力都没用, 而这次江涵凝聚道英, 正是他展现自己天赋的绝好机会, 只要让江涵无法凝聚道英, 而我, 再抢先一步凝聚出五行道英, 以此震惊世人, 这样一来, 天下人都将知道, 只有我才是最强的天才, 据点击记载, 道英在下界几乎是绝技的存在, 虽然五大宗都有凝结道英的具体方法, 但不知为何, 从古至今从未成功过, 再加上凝聚道英所需资源甚多, 而且大多都是极为珍贵的灵物, 所以随着一次次的失败, 已经很久没人去做这个亏本买卖了, 小小土著还想凝结道英, 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 没有外力相助, 就算你气韵惊人, 也绝不可能成功。 第362章, 不要再心软了, 做人最重要的, 就是要有自知之明, 可惜, 江涵就是没有自知之明, 林璇心情好极了, 既然你要凝结道英, 那我就把市面上, 所有凝结道英需要的材料, 都拿到自己手中, 我看你拿什么去结道英, 师父如今正处于暴怒之中, 而让他暴怒的原因, 也正是因为江涵那个没良心的, 只要他和师父说明, 此事会对江涵产生多大的影响, 师父就绝对会同意此事, 只需师父一声令下, 所有记载中凝结道英需要用到的材料, 就会被林天宗散布在天下各处的弟子抢先一步,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全部收走, 等紫霄建宗反应过来, 开始收购之时, 就会发现市面上早已空无一物, 以师父的性格, 就算此举耗费颇大, 但他为了出这口恶气, 绝对会同意让他这么做, 更何况, 道英之势本就从未有人成功过, 这个小道消息一传出来, 立刻就引起了许多高层的疑惑不解, 甚至是讥讽嘲笑, 相当多的修士都表示不看好江涵这一举动, 其中不乏许多修为高深的前辈高人, 他在收集材料时, 只需要人在这件事上略微引导一下方向, 暗中散播江涵心术不正的谣言, 江涵势必会受到天下人的声讨, 甚至连紫霄建宗也会因此对他产生质疑, 如此一来, 不但会造成江涵宁洁道英失败, 还能借此重伤江涵的名声, 让他在天下人面前抬不起头来, 以此洗刷自己之前受到的侮辱, 最关键的是, 他还能借此扭转天下人对林天宗的看法, 把之前的负面消息造成的影响, 全部都推到江涵身上, 让他自己承受这个苦果, 林玄兴奋握拳, 很好, 就这么做, 这样一来, 师父一定会对他刮目相看, 夸他干得漂亮, 甚至对他更加宠爱也说不定, 此举实在是一举多得, 妙, 太妙了, 这一刻, 他犹如被文曲星赐服了一般, 脑中思路通畅无比, 竟在短短斩查时间内, 就想到了这么一个绝妙的主意, 江涵, 我带领林天宗反败为胜的日子, 马上就要到了, 紫霄建宗, 紫霄大殿, 哼, 梁家这群废物, 算他们识相, 雷青川骂完梁家, 斟酌着说道, 不过, 依照武宗惯例, 似他们这种胆敢挑衅者, 理应裂绝其血脉, 抽魂几天, 如此才能警告世人, 以后也能少许多麻烦, 他心知江涵, 一向心软, 最近虽然好了许多, 但还是不够狠, 还得多些磨练才行啊, 你千万不要联系人命, 这个世上人非常非常多, 其中小人更多, 你每一次心软, 都有可能被敌人抓到机会, 趁你心绪波动之时, 暗中出手偷袭, 是, 弟子记下了, 江涵映下, 虽说不赞同杀人全家这种事, 但他心中已有了些许变化, 嗯, 你能记着就好, 雷青川欣慰点头, 随后说道, 你要清楚, 在这个世界, 除了天道以外, 就没有紫霄剑宗惹不起的人, 谁敢找你麻烦, 你直接给他宰了就行, 千万不能心软, 若是遇到打不过的, 你直接叫人, 就算是和其他四宗打仗, 你也不要怕, 咱们又不是打不过他们, 真惹极了我, 为师就带着紫霄神剑亲自上门, 与他们讲讲道理, 雷青川忽然发怒, 身上有杀气一散, 我倒看看, 是他们的乌龟壳子更硬, 还是我的宝剑更锋利, 江涵心知, 师父是因为知道了自己曾经的遭遇, 所以才会这么生气, 他心绪波动, 一时不知自己该说些什么, 只能低头硬道, 是, 师父, 我知道了, 见他这样, 雷青川不禁有些心疼, 他才十八岁, 却经历了旁人八百岁都不一定会有的磨难, 行了, 这也不是什么大事, 你只需记着, 无论发生什么, 宗门都会为你撑腰, 他语气不由柔了许多, 说完, 他不带江涵开口, 转而说道, 至于你之前传信说的倒阴之事, 我已和诸位长老商讨过, 此事虽说风险极大, 一不小心就会伤及根基, 而且还会有性命之危, 但你既然已经决定了, 那就去宝光店看看吧, 找一下宝库里有没有能用得上的灵物, 他目光扫过诸位脸色焦急的长老, 示意他们稍安勿躁, 我已和五长老交代过, 你需要什么, 直接就去拿, 我等一下会吩咐门人, 再外留一所需材料, 到时会一并给你送去, 好, 等到江涵离去, 雷青穿才看向诸位早已等不及的长老们, 摆了摆手说道, 行了, 别别着了, 想说什么就说吧, 话落, 众长老顿时七嘴八舌地喊了起来, 声音之大, 执政的殿内阵法都在颤抖, 宗主, 我知你对失职多有宠爱, 可此事事关重大, 绝不能由着失职的性子来, 确实如此, 说实话, 失职现在已不再是一个人, 他现在就是代表建宗, 他的一举一动都和建宗息息相关, 这道音若是成了还好, 若是不成, 那麻烦可就大了, 正是, 道音可不是闹着玩的, 其风险之大, 无亚于散工重修, 使者大人不日就要下届考核圣子, 失职要是在这时候出个什么事, 可要如何是好, 雷青川静静听着, 许久之后, 等他们的声音渐渐停下, 这才侧目瞥了他们一眼, 不紧不慢地说道, 都说完了? 说完了, 众长老连忙点头, 该说的他们都说了, 眼下就只等宗主拿主意了, 那我可就说了, 见无人答话, 雷青川直接说出了自己的打算, 江涵既然想做, 定是有所打算, 我无条件支持他, 见众人又要吵闹, 他身上气势一放, 直接压在众人身上, 压得他们说不出话来, 你等可是安稳了太久, 竟连一点风险都不愿涉足, 江涵只是尝试一二, 莫说他不会失败, 就算他失败了, 大不了从头再来, 以他的资质, 就算根基受损, 也正好借机进修, 稳固心境, 为再次结音做准备, 至于受损的根基, 顶多数年就能恢复, 不超过十年时间, 他就能再回巅峰, 难道, 你们连这十年的风险都不愿去承担? 他目光如电, 扫过众长老, 更何况, 道英若成对他未来修行大有弊异, 待他化神后定能成为此界最强。 这些天的消息, 你们也都听到了, 江涵还有大仇未报, 急需提升实力, 这道英他定是势在必得。 雷青川虽表现霸道, 但口中还是劝道, 以他的性子, 总是什么事都自己憋着, 不喜欢麻烦我们, 好不容易找我要点东西, 我岂能不全力支持他。 此事没得商量, 你们若是不信, 尽可回去等着就是。 说完, 他抬手一挥, 灵力席卷, 将一众长老全给卷出了大殿, 随后一道紫色灵照迅速升起, 无数电蛇闪烁, 将他们与大殿彻底隔绝开来。 这, 宗主这是什么意思? 他怎么能跟着江涵一起胡来? 众长老面面相去, 不明白宗主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怎么就那么相信江涵能凝结到英? 为什么明知有大风险, 还非要全力支持他? 诸位, 宗主说的确实不无道理, 江涵一路走来太顺了, 偶尔遇到一些坎坷也是好事。 顺, 你哪里看出来他走得顺的? 之前传出来的那些消息, 难道你都不知道? 他都被搓磨成什么样了? 这还能叫顺? 哎, 确实, 师侄和林天宗有大仇, 此仇不报, 他定然一直憋着一口气, 而林天宗实力又太强, 一时半刻难以报仇, 所以他才会这么急于提升实力。 不如我们直接明知和他说清楚, 以全宗之力灭了林天宗帮他报仇, 这样他就不用再那么着急了。 不行不行, 要真这么干了, 以失职的性子定会心生愧疚, 于心境不利, 此举实属下策。 确实如此, 此等大仇必有玉气玉洁于心, 还是要自己报仇, 才能让到心通透。 你们说的虽然都有些道理, 但我总觉得心中不安。 不要担心, 以失职的资质, 前人做不到的事, 他未必就做不到。 罢了, 我等这些天多费些心思, 多看着点江涵, 万一凝结到因失败, 只要救得及时, 也不是不能恢复。 也好, 都回去吧, 宗主既然这么说, 一定有他的道理, 我等看着就是。 随着众长老离去, 江涵要凝结到因的消息, 不再局限于小道消息, 在有心人的推动下, 转而在更大的范围内迅速传开。 而传出去的内容, 在天由家促之下, 把江涵描述成了一个心高气傲之人, 不过是短暂地拿了一点成绩, 就想借此超越前辈, 开山立派的狂徒。 虽说有许多人不知道, 道因到底是何物, 但在见多时光者解释下, 也很快明白过来。 竟然还有这等神奇的原因, 而且这凝成道因的条件, 也太过苛刻了, 不但需要搜集三件价值千万上品零食的奇物, 竟然还需要用那传说中的焚天黑焰炼制奇物, 还需将金丹放入焚天黑焰一同炼化。 焚天黑焰可是处之即死, 把金丹放进去, 这不是找死呢吗? 我承认江涵确实天资绝世, 但这道因可不是普通的东西, 乃是一种夺天地造化的奇物, 他一个才十八岁的小娃娃, 知道道因是什么东西吗? 就敢大言不惭地放出豪言, 说要凝聚道因? 年轻人心高气要很正常吗? 等他吃点亏他就知道了, 只是可惜了这一身修为, 若是金丹破碎, 他可又要从头开始修炼了。 不过他这胆子也太大了, 这一个没控制好, 就是金丹碎裂, 甚至有可能伤到心境。 这哪是胆的啊? 这说白了就是傻。 放着通天大道不走, 他非要冒风险搞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江涵完了, 他这辈子也就这样了, 如此狂妄自大之辈, 他以后绝对难有成就。 不只是这些普通修士这么想, 就连五大宗的元英七弟子长老, 甚至是那些化神强者, 听到这个消息后, 也都觉得江涵是不是疯了? 他是不是被人打傻了? 好好的, 为什么非要去找死? 道因可是连我都不敢尝试的东西, 他竟然敢妄想去做。 我是该夸他无知者无畏, 还是该说他夜郎自大。 他以为他是谁, 数十万年都没人能做成的事, 他哪来的信心可以成功呢? 估计是以为自己是独一无二的那个天才, 所有人都不如他吧? 啊, 可真够猖狂的。 所有人都不看好江涵, 特别是那些低阶修士们, 当他们知道凝聚到因所需条件的苛刻之后, 几乎一边倒的对江涵这个想法进行抨击。 甚至连之前对江涵悲惨经历的同情心, 都被这件事冲淡了许多。 没过多久, 许多贬低江涵的消息, 突然在暗中迅速传播开来。 如此一个狂妄自大之辈, 被人针对也是活该。 他之前被打得那么惨, 一定是有原因的。 确实如此, 纪宗主向来温和, 怎么可能无缘无故地对他不满, 定是江涵犯错在先。 对, 被一个人不满, 上海情有可原, 但被纪宗主及其徒弟一起讨厌, 只能说明他这个人有问题, 有大问题。 你还别说, 我刚好听到一些小道消息, 听说是因为江涵经常偷东西, 小偷小摸的事做多了, 经常被人抓到, 被打成那样, 只能说他活该。 不对, 那也不叫打, 严格来说, 那只能算是师门成见。 确实, 我也听说了, 他经常偷宗门的东西去黑市卖, 据说许多人都曾在黑市见过他。 不止如此, 我听说他还经常偷看他那几个师姐洗走, 小小年纪就如色中恶鬼一般, 连最基本的礼仪廉耻都不要了, 此人心性实在难堪。 许多听到消息的修士顿时大惊失色, 纷纷惊呼。 啊, 原来江涵竟然是这种人。 亏我之前还替他伤心, 感情他全是活该。 纪宗主还是太心软了, 他做出这么多违反门规的恶事, 这要在其他宗门, 恐怕早就被打死了。 纪宗主竟然只是掠尸小城, 甚至都不忍伤他根基。 纪宗主忍了他十三年, 直到最后实在忍无可忍, 也不舍得费他修为, 竟然只是把他逐出师门, 纪宗主实在是太心善了。 此子实在过分, 纪宗主实力强, 心地又好, 能败入纪宗主门下, 不知是他多少辈子才修来的福分, 他竟然不知珍惜。 我要是能败入纪宗主门下, 就是死也无憾啊。 第364章, 大家都是这么过的, 怎么就你特说? 长明峰, 宝光殿。 外界闹得沸沸扬扬, 姜涵却在宝光殿内坐着喝茶, 等着进宝库去寻找灵物。 外界传的那些事, 跟对他而言并无任何影响, 世人爱怎么看怎么看, 他们就算埋在土里看, 也影响不到他分毫。 只要他凝结稻英成功, 这些恶意诋毁之言, 自会不攻自破。 他现在已经做好准备, 只需寻到合适的灵物, 就可在剑灵的帮助下, 将子丹炼为稻英胚胎。 待得度过原音雷结之后, 魂魄化为神魂, 子丹碎, 稻英生, 自此就可以稻英感悟天地, 修为必定一日千里。 僵尸值, 稻英确实很强, 但条件实在太过苛刻, 自古至今数十万年都从未有人凝结成功。 你要不再考虑一下, 宝光殿五常老担忧地劝道, 早在江涵没来之前, 他就已经接到了宗主传信, 要他打开宝库, 所有资源任由江涵挑选, 并刻意嘱咐他不得多言。 哼, 还特意传话点他, 宗主这是什么意思? 他知道自己话多了点, 但劝两句话怎么了? 他也是好心才会劝的, 要是别人在这, 求着让他劝他也绝不会多说一句。 外界能在短时间就将这销闹得天下皆知, 人在暗中推波助澜, 但传言中说的那些也不无道理。 凝聚道英事关重大且极为艰难, 一个不小心就会金丹破碎, 金脉寸断。 自古至今不知有多少精彩绝艳的天才修士, 自命不凡, 一路顺风顺水, 修为水长船高, 却一头栽在这道英上面再也爬不起来。 说实在的, 其实江涵只需要按部就班的修炼, 早晚能成为一代强者, 和虚貌这么大的风险, 非要去凝结道英呢? 其实, 原因和道英之间的区别并不大。 你现在就已是同阶无敌, 就算只是以原因晉升, 也依然还是同阶无敌, 任谁也不敢招惹于你。 你好好想想, 原因是同阶无敌, 道英还是同阶无敌, 原因没有风险, 道英却要冒着金丹破碎的巨大风险, 你琢磨琢磨, 到底哪个更划算? 我是说, 道英对我非常重要, 我意已决, 还请师叔默要阻拦。 江涵语气坚决, 明显没有被武长老说动, 开口直接拒绝, 他也很是无奈, 剑林的秘书可是有九成把握成功的, 此举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恐怖, 只是这话若是说出去, 就好像是说自己明天就能飞升成仙一样, 听起来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铁定没人相信, 只会因此引起更大的波澜, 只有等他成功之后, 才能用事实让他们明白。 很重要, 一个道英能有多重要? 古往近来那么多修士, 不都是以原因晋级化身, 然后飞升上界的? 武长老苦口婆心的劝道, 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 你为什么就非要救着那道英不放? 安安稳稳的结音不好吗? 你那几位师叔师伯, 还有你师祖他们, 都是以普通原因飞升的, 现在不也都好好的? 那道英的凝聚方法, 虽然是从上宗传下的, 但风险极大, 一个搞不好, 就会毁了你自己的前途。 我知道, 江涵达的坚决, 那你还不趁早收手? 现在, 你还没开始凝聚道英, 一切都还来得及, 你只需专注凝炼道心, 保持状态, 等待天节降临就可以了, 不死心, 江涵可是紫消剑宗未来崛起的希望, 要是栽在这小小的道英上面, 那岂不是因小失大? 不说别人怎么想, 单是他自己, 就绝对会因为今天没能拦住江涵而愧疚万分。 江涵真的无奈了, 怪不得来的时候, 师父特意叮嘱, 不要和五长老说太多话, 直接进去就行了, 原来师父早就料到这种情况了。 五长老, 无论做什么都是有风险的, 我既然敢做, 自然是有一定的把握, 还请五长老木耀阻拦, 此事我非做不可, 你怎么就这么讲呢? 数十万年都没人能成功的事情, 你哪来的把握做成啊? 五长老用力一拍大腿, 紧紧盯着江涵看了许久, 直到门下弟子第三次来添茶水之时, 见对方丝毫没有要松口的意思, 心知实在拦不住, 无奈叹息一声不再多劝, 罢了, 既然你一打定主意, 而且宗主都同意了, 我也不再多说了, 只是你要千万小心, 一有不对劲的就要立刻停下, 只要命还在, 宗里有的是办法帮你重塑金丹, 大不了重头再来, 是, 多谢五长老教会, 江涵心知对方是在关心他, 这令牌你拿着, 里面的东西需要用令牌解开静置才能收取, 除了核心内裤不能动之外, 其余的东西你可随意使用, 五长老抬手丢过来一个巴掌大的黑色令牌, 我也不知道你要找什么, 但凝结到硬的材料, 大都在中心区, 你进去之后慢慢找吧, 江涵结构到好, 随后只见五长老掏出另外一块紫色令牌, 掐绝一点, 便在殿中打开了一个杖鱼膏的金色漩涡, 和梁家的宝库入口不同, 剑宗的宝库入口不但是一个传送漩涡, 更没有一散出丝毫灵力波动, 甚至连一点宝光都看不到, 看起来, 这就像是一个普通的秘境入口一样, 进去吧, 我就在这里守着, 若有事可以用令牌传音, 我三心内就能赶到。 第365章 剑宗宝库 宝库里不都是些法宝资源, 能有什么事? 这般想着, 江涵一步踏入漩涡, 就在他身影消散的同时, 却忽然听到一道传音, 你若是反悔, 随时可以出来, 正是五长老的声音, 江涵心中一动, 眼前有白光闪过, 当四周场景再次出现时, 他便到了一处方圆百丈的广场之上, 此地灵气极为浓郁, 比至他现在居住的洞府也只差上一筹, 他深吸一口灵气, 顿时眼前一亮, 只觉浑身舒态, 此地灵力竟然蕴含着独特的药力, 只是吸上一口, 就感觉头脑清明, 就连体内灵力都活跃不少, 若是能长期在此处修炼, 怕是对身体大有弊异, 环顾四周, 只见无数高塔楼阁灵力, 远处还有许多高约千丈的参天大树, 手中令牌闪过一道黑光, 一道信息迅速传入石海, 此地竟然是一处完整的秘境, 怪不得看起来这么大, 江涵举目四望, 神色惊异, 剑宗曾经到底辉煌到了什么地步, 竟然财大气粗道以一处完整的秘境作为宗门宝库, 高塔内是法宝器具, 阁楼内是材料, 大树上是灵草灵果, 湖中是水系材料, 此地高塔阁楼不下数百, 大树最少净千株, 这么多建筑, 竟然全是存放资源的地方, 江涵惊叹一声, 神石散开之后, 脸上更是一惊, 连忙飞升而起, 冲向高空, 可他刚飞起石杖, 便感到身上一沉, 竟然还有净空阵法, 但下一刻, 令牌亮起黑光一闪, 净空静置迅速散去, 他身体顿时一清, 迅速飞上高空, 一直飞到近八千丈的高度, 净空阵法再次出现, 他才终于停了下来, 在此处四望, 却见下方高塔, 阁楼无数, 一直延续到目光尽头, 远处甚至有一大片看不到边际的森林, 以及一口同样没有尽头的巨大湖泊, 好多, 江涵一阵失神, 这就是紫霄建宗的底蕴吗? 原来师父之前说的缺少资源, 不是真的缺资源, 他说的, 应该是缺少人口资源, 修炼资源有很多很多, 但天才弟子太少, 每年花费极大代价, 不断派人外出寻找, 也不见得能收到几个天才弟子, 就算有再多的资源, 也只能放在这里, 无处可用, 资质普通的弟子, 就算花费无数资源堆积, 成就也始终有限, 原因已是大部分人的修为极限, 华神就更加只能是奢望, 也正因为这样, 才会造成剑宗之前亲皇不接的局面, 剑宗资源多是好事, 是非常好的事情, 只要人数上来了, 多招收一些天才弟子, 很快就能涌现出一大批中等战力, 但紧接着, 又一个问题出现了, 这要一个个找起来, 得找到什么时候? 慢慢找吧, 剑林突然冒出头来, 看着下方撇了撇嘴, 你们这就是缺个剑林, 要不然哪用得着这么麻烦? 不过问题不大, 以你的运气, 很快就能找到才对, 是吗? 江涵对此表示怀疑, 放心, 快走吧, 你在结单期待的够久了, 早些找到, 领悟助你接应, 然后一起去报仇, 报仇吗? 很快了, 江涵瞳孔微动, 却没有回答, 反而朝着下方落去, 二人落下, 随意选了一处阁楼靠近, 刚一接近, 令牌便闪过黑光, 阁楼上阵法闪烁, 大门自动打开, 江涵探头一看, 却只见里面堆满了 仗于大小的云木箱, 而最中间的箱子上, 则摆着一块玄阶酒品材料灰岩铁, 怎么就一块灰岩铁? 他疑惑上前, 拿起灰岩铁看了看, 却并未发现什么不同, 直到他打开一个箱子, 映入眼帘的, 正是满满一箱的灰岩铁, 这一箱, 大小一样, 形状一样, 明显是提前炼制处理过的材料, 他直起身子, 看向附近堆积在一起的近千只云木箱, 心中忽然升起一个可怕的猜测, 这些箱子里面, 不会全都是灰岩铁吧? 很快, 当箱子一个个被打开, 果然验证了他的猜测, 不只是这一层, 阁楼总共九十层, 数万只云木箱里面, 装的全都是灰岩铁, 难道说, 每一个阁楼里面, 放的都只有一种材料? 虽然震惊于建宗的财大气粗, 但这样一来, 他要找东西, 可就简单多了, 江涵迅速行动起来, 只需打开大门看上一眼, 就能确定这里有没有他需要的东西, 之前那些话我都听到了, 你不要被那些小家伙吓到, 我的秘书, 可不是那残缺的低级秘书能比的, 剑林飘在身侧, 笑盈盈地说道, 我的秘书成功率很高的, 九成都只是保守估计, 只要没有意外, 我有十成把握, 能助你结阴成功, 怕倒是不怕, 就算只有九成把握, 也足可冒险一事, 只是你说的残缺秘书, 是什么意思? 江涵一边查看阁楼, 一边和剑林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 我看过你们那从上宗传下来的宁节到阴的秘书, 极为粗糙野蛮不说, 还缺少了许多关键步骤, 也不知道是谁拿下来坑人的, 竟然是这样, 江涵文言一惊, 怪不得一直没人能成功, 原来竟是缺少了关键步骤, 那你这秘书, 可不可以给宗门他应一份, 若是有用, 定可大大增强宗门实力, 这个, 我劝你最好不要, 剑林犹豫片刻, 一反常态地拒绝, 见江涵不解, 他解释道, 匹夫无罪, 怀必其罪, 这秘书不是下界能有的东西, 就算是你们这个灵界, 也不一定有这种等级的秘书, 这要是一个不小心暴露出去, 极有可能引来某些大势力, 出手抢夺, 原来如此, 江涵若有所思, 看来不管是哪里, 始终都是弱肉强食, 若没有相应的实力, 就算得了宝物, 也只会给他人做嫁衣。 第366章, 连世界都站在我这边, 你怎么赢? 转眼就是三日, 江涵撑着灵照自湖底钻出, 掌中悬着一滴散着金光的金色水滴, 加上这个就够了吧, 剑林接过水滴左右看了看, 震雷幕, 刚风破, 震地珠, 破空追, 日光石, 赤燕星, 再加上这个金水之灵, 差不多了, 只需再找到一件与你最契合的雷鼠灵物奠击, 就可以开始炼化到鹰胎了, 此物最好是先天流传下来的雷鼠性灵物, 只可惜, 只可惜你们剑宗修雷的太多, 好东西都被前人给用了, 剩下的大都难以入眼, 没留下可以用的雷鼠性灵物, 不妨是再找找看吧, 实在不行就去问问师父, 林玄这几日特别高兴, 散播的流言出现成效, 天下众人不明真相, 几乎一边倒的在到处抨击江涵, 就算有一些反对的声音, 也很快就会被大石压下, 难以生出波澜, 就连林玄自己都没想到, 他们只是安排人暗中散播谣言, 推波助澜而已, 却能造成如此大的反应, 他们派出去的人, 好像根本就没怎么出力, 就有许多不明真相的修士, 只凭听到的一点风声, 就自发行动, 到处添油加醋的大肆传播谣言, 声讨江涵的不是, 而且那些人特别疯狂, 每日四处流窜着去造谣, 甚至不惜用零食快速赶路, 只为能把谣言传到更远的地方, 就连自己的修炼都顾不上了, 要不是特意查了一下, 知道那些人都是些普通的散修, 还有一些高中阶宗门的弟子, 林玄还真以为那些人是他安排的呢, 但更奇怪的是, 就算外界闹成了这样, 紫霄建宗竟然还是毫无反应, 就好像这些愚润不是针对他们的一样, 难道他们就不怕坏了建宗名声, 以此影响到明年招收新弟子, 不过不管如何, 他这一步总是走对了, 江涵若想扳回一局, 唯有将当年被虐待的真相公之于众, 才能让世人明白他的冤苦, 但就凭他那胆小怕是闷葫芦的性子, 恐怕只会默默忍受责骂, 根本就不敢出声反驳, 而紫霄建宗更不可能知道那些事情, 他们就算想查也无从查起, 知道真相的都在沉默, 而不知道真相的又无从下手, 这一局江涵根本不可能赢, 林玄站在林天峰东面的一处山崖上, 看着远处不断升起落下的各色顿光, 心中升起万丈豪气, 这个世界终究是站在他这一边的, 要不然他这次行动绝对不会进行的这么顺利, 小玄, 你收到消息了吗? 绍青运从天而降, 落在林玄身侧, 外面都在传, 说江涵就是个欺世道明之辈, 虽然天资无双, 但心性极差, 大家都在骂他呢, 林玄一正, 这不是我们一起派人传出去的谣言吗? 你怎么还真信了? 不过这样也好, 林玄收了收神, 点头硬刀, 我也刚收到消息, 哎, 江师兄就算再不好, 可毕竟是同门一场, 看到他被人这么诋毁, 我心中也极不好说, 虽然是江师兄有错在先, 可这毕竟是我们林天宗的内务事, 如今消息走漏, 师兄恶名传遍天下, 被所有人谩骂, 江师兄以后该怎么办? 他总不能一直躲在紫霄建宗部出门吧? 绍青运闻言却不以为然, 小玄你就是太心善了, 大家也不只是因为那些是才骂他的, 最主要的, 还是他狂妄自大, 要凝结到阴, 这才是激怒世人的最主要原因。 嗯? 武师姐此话何意? 林玄一愣, 他还以为是他的计策生效了, 可现在听武师姐这意思, 难道还有其他原因? 绍青运得意一笑, 你想啊, 凝结到阴和其难, 这是世人公认, 自古至今, 所有人都做不到的事, 可他却非要去做, 这不是在变相地说世人全是废物吗? 如此行为, 自然引起世人不满。 你没发现, 在外骂得最狠的那些人, 都是各个宗门的天骄吗? 看着满脸跨一个绍青运, 林玄脑中有灵光闪过。 原来如此, 这次计划这么顺利, 竟然是因为嫉妒, 想到这里, 他不免有些得意。 随便一个计划, 竟然就利用了世人的心性的弱点, 从而达到了超出预期的效果, 我果然是天纵之才。 更重要的是, 虽然他最近连连失利, 总是犯错, 但师父和各位师姐却对他始终如一, 从未放弃过他, 饶食他极度自私, 也难免心生胆激。 就算大师姐, 二师姐和四师姐, 虽然前段时间莫名对他疏远不守, 但也因为他被江涵欺负, 而对他心生怜惜。 这些天更是恢复了之前的关系, 对他关爱有加, 甚至一直给他送各种灵果, 想让他快些增长境界, 助他报仇血恨。 如此一来, 他依然是林天宗所有人的宠物, 而江涵也依然还是那个被师父师姐咽气的傻小子。 所有人都和他处于同一战线, 大家共同对抗江涵这个恶贼, 气韵值也有了新的来源, 一切都已经走上了正轨, 未来一片大好。 心中得意之下, 他再次恢复了之前的绿茶, 装作替江涵忧心地说道, 武师姐说得对, 江师兄此举确实是得罪了太多人, 但他现在正在凝结道音, 只要江师兄能成功, 世人对他的谩骂将会彻底烟消云散, 成为一个传遍天下的笑话。 那也得成了才行, 少卿运不以为意, 自古以来, 从未有人成功结束道音, 说明这就是一条死路。 江涵明知是死路, 竟然想要死中求生, 闷着头往里面冲, 他绝对会撞得头破血流, 彻底成为世人口中津津乐道的笑话。 哎, 武师姐你说得有道理, 可是, 我还是希望江师兄能成功的, 他毕竟有绝品资质在身, 就算能结道音也不奇怪。 为了维持人设, 林玄不有违心地说道, 什么狗屁的绝品资质, 就凭他那小人心性, 就算给他再好的资质, 他也绝对不可能成功。 少卿运对江涵意见极大, 不说别的, 你看他败入紫霄建宗后, 可做过一件正事, 整天不是修炼, 就是找人打架, 从来没想着为宗门做贡献, 我看他就是自私自利, 永远难成大器。 第367章, 他需要我们的帮助, 听到这话, 林玄心中是一百个赞同, 可面上还是装作关心地说道, 只希望江师兄快些醒悟过来吧, 既然败入了宗门, 就要试试以宗门为众才对, 万一惹得宗门厌弃, 他可就又要被赶出来了, 被赶出来也是他活该, 就他那种人, 无论到哪都没有人缘, 谁也不会喜欢他这种人。 邵清运一听到江涵的名字, 心里就来气, 面上更是蓄满了怒气, 明明是个没用的废物, 却总能搞出影响宗门的大事, 走了也不走干净, 林天宗的脸都被他这个废物丢光了, 真是不让人省心, 之前外界突然说我们林天宗这不好那不好, 而且速度极快, 竟然在极短的时间内闹得人尽皆知, 依我看, 这一切肯定都是那个贱人传出去的, 他这是在故意败坏我林天宗的名声, 小杂种才结单期就改这么猖狂, 若是等他原因了还得了, 别掉抓到机会, 若是让我遇到他, 我非要替师父好好教训教训他, 给他尝尝记性不可, 大骂一通之后, 他像是突然想起什么, 快速说道, 对了, 你这次的计划让师父很满意, 师父让你去一趟林天殿, 他有事交代, 林天宗山下, 即是小月内, 墨秋霜, 柳寒月和夏浅浅三人, 照例对着江涵的灵石向祈祷一番之后, 后者二人在墨秋霜的指导下, 开始感悟心中所得, 自从之前试过一次之后, 柳寒月就觉得心中轻松了许多, 这才加入了其中, 祈求江涵诸事顺利, 无病无灾, 江涵这次再奉虚功欲险, 堪称凶险万分, 一个不慎, 就会死无葬身之地, 墨秋霜诚心说道, 好在我们日日为他祈祷, 才让他梦安然脱险, 如此大的因果, 足以抵消十次磨难, 话落, 他身上腾起一阵清光, 光芒笼罩夏浅浅二人, 二者身上顿时生起一股玄妙之气, 心湖顿时变得极为平静, 柳寒月的道心清廉, 更是在片刻间就恢复了一夜, 修为静覆, 甚至还隐隐有了精进, 而夏浅浅进步更大, 他头顶竟然隐隐出现了一道清廉虚影, 虽然只有极淡的一抹, 并且很快散去, 但却让他大喜过望, 他努力十年都未存尽的心境, 竟然通过这样方式稳定不少, 只需再来上几次, 他就能将心境化形形成真正的道心清廉, 趁此机会, 二人连忙进行参悟, 试图将修为再精进一步, 骗到第二步, 骗他人, 墨秋霜呢喃一声, 看着二人闭目修炼的样子, 心中迷茫之后, 却又呼声欣慰, 他们能这么快恢复, 可全靠我的帮助, 如此大的因果, 实在是功德无量, 随着他念头落下, 一抹极细的金光自虚空闪现, 没入他的心弧, 在清廉之上留下了一点比真眼还细的印记, 他看着那点金色, 心绪隐隐波动, 只差一步便可真正触碰到骗道法则, 到那时, 无论是山石鸟兽, 精美妖兽, 天下将无物不可骗, 我定要让江涵, 忘记曾经过往, 让一切都回到正轨, 不知修到极处, 可否骗过这方天道, 让我一日飞升, 永绝后患, 很快, 他眼中再次闪过一瞬迷茫, 待到恢复时, 他面上已没了多余的表情, 仅留一抹忌惮的微笑, 静静看着两位师妹修炼, 许久之后, 待到二人气息平复, 他才开口说道, 江涵此次凝结道英, 亦是凶险无比, 我等还需同心协力, 全力以赴, 祝江涵渡过这次难关, 话落, 夏浅浅却面露迷茫, 大师姐, 这道英凝聚何其艰难, 而且我们相隔千万里, 不知道如何才能助他, 此事简单, 墨秋双自信满满, 虽然我们无法插手结音的具体事宜, 但师父这次针对江涵暗中出手, 派人大肆收购凝结道英所需的资源之事, 你们应该也知道吧, 自然知道, 柳涵月面若寒霜, 毫不掩饰对此事的不满, 师父这次真的太过分了, 那些事又不是江涵传出去的, 他凭什么对江涵这么狠毒, 就连这些材料都要和他争抢, 师父还说什么, 借此良机败坏江涵名声, 让他在这天下永无落脚之地, 这种毁人轻欲之事, 简直就是想把江涵往死路上逼, 他想借天下悠悠重口, 把江涵推到风口浪尖, 若是他这次结音失败, 定会被所有人彻底厌弃, 永无翻身之日, 真不知道他到底想做什么, 难道江涵被天下人唾弃, 对他有什么好处? 柳涵月一口气说完, 只觉心中玉气散去大半, 其实以他的身份, 说出此话堪称大逆不道, 若是被执法堂听去, 能直接把他抓去受刑, 可他竟然就这么毫不犹豫地说出来了, 足见他对季雨禅有多么不满, 不只是他, 墨秋霜和夏浅浅同样觉得师父太过分了, 要不是现在不在山上, 夏浅浅说什么, 也要去和师父理论一二, 不只是这次, 自从江涵上山之后, 师父一直都对他极为冷淡, 我现在怀疑, 以前对江涵做的那些事, 其中也有师父的手脚, 要不然, 我们怎么会莫名其妙地去针对江涵, 夏浅浅同样很是愤怒, 是不是师父的错, 还轮不到我们来说, 事情到底如何, 自有世人评判, 墨秋霜安慰道, 江涵现在只认为是我们的错, 但他不知道, 其实一直都是林玄在暗中挑拨, 栽赃陷害, 若不是林玄, 根本就不会发生这些事, 见二人一脸愤怒, 明显没有理会自己的意思, 他接着解释道, 这是我们的一个机会, 只要能找到林玄诬陷江涵的证据, 就能凭此助江涵喜庆声誉, 还他清白, 夏浅浅文言惊呼一声, 对啊, 还可以这样的, 我怎么没想到, 因为你没脑子, 墨秋霜瞥他一眼却没点破, 接着说道, 这样一来, 我们还能借此良机, 把一切罪名都推到林玄头上, 说明我们是受了林玄蛊惑, 江涵向来心软, 得知我们的难处之后, 一定会原谅我们, 对对对, 这方法一定能行, 夏浅浅大喜喊道, 第368章, 难道事出有因, 就不用承担后果了, 听得此话, 就连柳涵脸上的冷意, 也散去大半, 多日来的恐惧, 终于有了解决办法, 让他难得感觉到了些许轻松, 此法确实可行, 毕竟事出有因, 只要和江涵说清楚, 他定然不会太过追究, 若是他心有怨气, 我们再想其他办法, 若他不可原谅, 我甘愿受罚, 夏浅浅神色兴奋, 若能被江涵大肆惩罚, 一定能让他心中的愧疚散去大半, 身心都能束缚不少, 墨秋霜很满意他们的表现, 新卫点头道, 不错, 正是如此, 但在此之前, 我们还要去找些证据, 不然以江涵如今的状态, 他连见我们一面都不愿意, 绝不会相信我们的一面之词, 只要让他知道了, 世人悠悠重口, 对他的影响有多大, 我们再去帮他找证据喜情无名, 他才会更加感激, 就当几人为此兴奋之时, 柳涵月不知又抽什么风, 一出几人顿时安静下来, 墨秋霜更是眼中一暗, 跟着叹息一声, 是啊, 若他还在, 我们又何须这么麻烦, 只需每日多陪陪他, 指点指点他修炼, 过不了几日, 他的怨气就会散去, 柳涵月赞同点头, 我当初若是教他学习阵法, 他就算有怨, 也绝对会自行散去, 我若是不打他, 他也不会恨我, 夏浅浅同样神色低落, 墨秋霜沉默片刻, 摇头说道, 不必太过感伤, 过去的终究已经过去了, 虽然因此伤到了他, 但好在我们及时醒悟, 一切都还有补救的机会, 真的还有补救机会吗? 柳涵月叹息, 若他真的觉醒了前世记忆, 得知了自曾被我们害死过, 那他心中的恨意, 怕是足以席卷天地, 绝不是那么容易就能散去的, 不管有没有机会, 我们都要去做, 墨秋霜很不满意柳涵月的悲观, 呵斥一声后转说道, 师父之前说, 让凌玄也凝结到阴,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 他虽然未入天骄榜, 但在我看来, 他的资质丝毫不比江涵差, 不管江涵能不能成功, 凌玄都必须要成功, 不然他将被江涵远远拉开, 我们还怎么靠他获得江涵的原谅? 二人文言, 赞同点头, 大师姐, 你想怎么做? 我要尽全力, 助凌玄凝结到阴, 我们通知家族, 和宗门的人一起出手, 四处搜集材料, 之后再全部交给凌玄, 让他也去尝试凝结到阴, 江涵才能真正明白我们的心意, 而且, 凌玄虽然自私, 但他现在非常听话, 只要我们给他资源, 他定会因此心生感激, 更加刻苦修炼。 柳凯月二人文言, 略微沉吟后, 便同意了此事。 凌玄在没有暴露本性之前, 确实表现得极为乖巧, 而且他做事向来极有分寸, 就算想要栽赃江涵, 也是通过他们的手去陷害, 基本不会主动出手。 最后就算是栽赃成功了, 他也从未说过, 要江涵的命这种话, 反而是他们几个自发地去对江涵动手。 就在这时, 夏浅浅突然惊呼一声, 有些不可思议地喊道, 大师姐二师姐, 你们说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 什么? 墨丘双二人疑惑看他, 夏浅浅似乎很是兴奋, 猛地从石凳上窜起来, 在院子里来回踱步, 片刻后惊喜地说道, 你们有没有发现, 凌玄其实对江涵并没有太多仇恨, 虽说他总是栽赃诬陷江涵, 但他其实对江涵还是很不错的。 这话说的, 二人确实无法反驳, 以前无论江涵犯了多大的错, 凌玄总是第一个出面替他求情, 让师父宽恕江涵的错误。 也正因此, 师父减免了许多要命的惩罚, 若不是凌玄心底善良, 江涵恐怕早就死了几百遍了。 你们说有没有这种可能? 凌玄其实是被我们影响了, 所以后来才会变成那种自私的模样。 夏浅浅看着二人心脏跳得飞快, 若是我们就此改变对江涵的态度, 他会不会被矫正过来, 不会再变成欺师灭祖的邪魔, 反而成为一个有担当的人。 二人一听, 好像真的有些道理啊, 俗话说环境会影响人, 凌玄很有可能就是被他们给影响到了心态, 才会变得那么自私。 如此说来, 凌玄还有救啊。 墨丘双看着夏浅浅, 却不同意此事, 管她是不是被影响了? 难道事出有因, 犯错就不用承担后果了? 若不是凌玄, 自己又岂会走到现在这个地步, 就算她是被影响了, 那也是她自作自受, 该受的惩罚, 她一个也跑不了。 再说了, 就算把她救回来又能怎样? 总得有一个人去承担江涵的怒火, 这个人总不能是我吧? 你说的也有些道理, 但就她只能算是被选, 在此之前, 我们要先助她凝结倒婴, 只要她成功走上前世的路, 我们就算成功了一半。 墨丘双随口应付道, 柳寒月看了一眼, 依然兴奋地下浅浅, 又看了看面露担忧, 实则一直在逃避的墨丘双, 眼中不由暗了几分。 她一直以为, 她和大师姐说明, 缘由之后, 大家同处一条船上, 大师姐能帮她出出主意, 助江涵逆天改命, 把来自林玄的威胁扼杀在摇篮中。 可如今过去了这么久, 大师姐每日就只会祈祷, 实质性的事情, 她是一件都没做, 反而一直在帮助林玄, 一些小小的帮助也就罢了, 但今天实在过分, 她竟然说要助林玄走上前世的路, 明知那条路风险极大, 一个不小心就是尸骨无存。 她还这么做, 这不是养虎为患吗? 要按她的想法, 就应该和江涵挑明, 反正大家目标一致, 双方合作先把最大的危机解决了, 其他事慢慢商量多好。 想到这里, 她紧张地手掌钻拳, 鼓起勇气开口道。 大师姐, 我们能不能找江涵, 和她说清楚如今的情况。 第369章, 满门独副, 找江涵? 莫秋双脸色瞬间垮了下来, 她难道不想去找吗? 她做梦都想去把她找回来, 可现在不是做不到吗? 之前她对江涵的柔性策略已经初见成效, 只要再加把劲, 一定会有收获。 可她现在很害怕, 万一江涵并没有觉醒前世记忆, 那他们现在找过去, 把事情原委说出去, 岂不是火上浇油? 若是被她知道, 是他们把她害死的, 那她之前所做的一切, 不就全部打水漂了? 更何况, 双方关系本就不好, 江涵现在根本就懒得搭理他们, 甚至经常想要对他们出手, 可见其恨意之身。 她之前不是没有努力过, 可每一次都会在关键时刻功亏一篑。 虽然她很想继续尝试, 可仅存的理智告诉她, 这样是不行的, 若是暴露, 只会适得其反。 也正因此, 墨秋双才会躲在这小小的院子里, 不断靠着骗刀意境欺骗自己。 她不知道, 还要不要去找江涵? 大师姐, 你不是心里一直放不下吗? 这是多好的一个机会啊, 我们去和江涵说清楚, 她一定会明白我们的苦心的。 柳涵越情绪有些激动, 江涵修为增长得太快了, 眼看她马上就要结阴了, 虽然基本不可能成功, 但是万一呢? 若是再不去, 恐怕以后就再也没机会和江涵好好交流了。 她要和江涵说清楚这一切, 绝不能重蹈前世覆辙。 我知道现在是最好的机会, 可万一被她知道前世之事, 因此更加记恨我们该怎么办? 墨秋双很是纠结。 大师姐, 前世之事与我们现在又有何关系? 道书有云, 昨日我非今日我。 昨天的我与今天的我都没有关系, 更遑论前世。 前世在我们生死之时, 因果便已全部散去, 现在的我们只是对她有愧, 但还不至于是生死仇敌。 柳涵越情急之下, 终是说出了自己的打算, 昨日的我欺负了昨日的你, 可昨日的你我都已不在, 因果尽消, 他们之间的事与今日的你我又有何干? 柳涵越这一番话, 犹如醍醐灌顶一般, 让墨秋双豁然开朗。 对啊, 以前的事只发生在以前, 随着日月交替, 曾经的他们早已被留在了曾经, 现在的他们, 才是真正的他们。 待到明日天亮, 今日的他们依然会被留在今日, 明日的他们将会是一个全新的个体。 墨秋双眼中金光大亮, 隐隐像是抓到了什么, 脑中有一道灵光闪过, 可却转瞬即逝。 但就算只有一瞬, 她亦是心有明雾, 那个绝对就是她晋级化神的契机。 原来她的化神之路, 依然和江涵有关。 你说的对, 墨秋双目中坚定, 再无丝毫颓势, 为了化神, 哪怕付出再大的代价, 她也不会犹豫。 更何况, 柳寒月说的很有道理, 我们不能再逃避了, 我们要去和江涵说清楚, 只有这样, 她才能明白我们的心意。 大师姐, 你终于想明白了, 柳寒月很是激动, 那我们什么时候去找她? 现在还不是时候, 我们先去搜集证据, 助江涵洗清无名, 带着诚意去找她, 她才会更加感动。 墨秋双脑中思绪翻飞, 为了化神, 她可以不顾一切。 夏浅浅在一旁肝坐着,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这两个人是不是有病啊, 想一出是一出的, 一会儿要先帮林玄, 一会儿要先帮江涵。 干什么啊, 疯了吧这是? 这是两个原因期该做的事吗? 他们脑子都已经不清醒了吧? 大师姐还总说我没脑子, 我看他们俩的脑子也不多。 世间传闻风云变幻, 每日都有心热闹。 不知从何时起, 抹黑江涵的言论突然少了许多, 转而又多了许多支持江涵, 大骂林天宗恶毒的言论。 前些天流传出来的那些刘颖珠, 诸位看过没有? 当然看了。 早前听闻江涵是因为犯错被惩戒时, 我还真以为只是惩戒, 可看了刘颖珠才知道, 他们竟放任一个五岁的孩子在山上自生自灭。 他也算错了, 但那也是他们的弟子, 怎么能当成死囚一般, 对他又打又骂, 还下手那么重, 他们当真不怕遭报应。 江涵那么好的资质, 竟然硬生生被他们耽搁了十多年。 若是他没加入林天宗, 恐怕现在早就晋级原因后期了。 我听说是因为林天宗弟子善毒, 他们故意这般折磨江涵, 是害怕被他超越, 以此落了面子。 怪不得那几个宗主卿传修为参差不齐, 怕是整日只顾琢磨着怎么害人, 根本就没有进行修炼吧。 还有传闻说, 林天宗宗主走火入魔, 不问世事多年, 就连徒弟都已无力教养。 依我看, 他极有可能就是为这些徒弟给弃的, 他们把资质最好的弟子赶走。 难道是为了争抢宗主之位? 何力先把最有可能继承大人的天才逼走, 然后他们再各自竞争。 这种恶毒宗门的宗主, 有什么好争抢的? 以他们的毒负心性, 就算真成了宗主又如何? 恐怕要不了多久, 就因为嫉妒, 先把自家宗门的强者都给逼走了。 他们连对付自己的师弟都这般狠毒, 若是真让他们其中一人成了宗主, 旁人还能有好果子吃。 第370章 让林玄去操办百花宴。 早些日子, 那些抹黑林天宗的传闻, 让寄语缠气地拍碎了三根拂手。 好不容易修复好, 这还没过两天呢, 这些传闻又这么不加修饰地传了回来。 当他听到那些伸手就能捏死的蝼蚁, 竟敢不知死活, 都被硬生生掀去了一层。 哗啦啦的声音接连不断, 整个大殿眨眼间变得一片狼藉。 什么叫他走火入魔下不来床啊? 什么叫他的弟子都善毒, 他这个当师父的也好不到哪去? 他身为世界最强的武宗之一, 林天宗之主, 堂堂化神大圆满强者, 站在世界巅峰的大能。 这世界还有什么东西? 值得他去嫉妒? 他的弟子更是各个精才绝艳, 天赋出众, 乃是世间顶级的天才, 江涵那个废物东西, 值得他们去嫉妒。 孽障!孽障! 我是真没想到啊, 江涵这个废物, 竟然还给我留了这么一手, 他竟然还会卖惨薄同情, 让那些愚昧世人大肆传播谣言, 他是想借世人之口乱我道心。 寄予禅缠气的双目泛红, 怒吓一声, 无数灵气轰然震动, 将所有灵石砖全部扭为粉末。 林天宗落大一个宗门, 不过是赶走一个弟子而已, 有什么值得世人这般大肆谈论呢? 还在短时间内传遍天下, 其中一定是有人暗中传谣, 并且出手推动。 至于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江涵在世人眼中的资质, 实在是太好了。 天骄榜本届榜首, 天资, 悟性, 机缘全是绝品的绝世天骄, 无论放在哪个宗门, 那都是会被所有高层强者, 抢着要收作嫡传弟子, 可以继承自家一波的天才。 可就是这样一个天才, 却被他们视如毕履, 不但苛责打骂, 更是从未把他当人看。 明天宗有眼无珠, 天大的机缘落在他们手上, 他们都把握不住, 早晚会把自己挽死。 这一次, 更加变本加厉, 已经发展到辱骂他这个宗主的地步了。 如果说外人的言语让他心生怒意, 自己人的背叛就更让他怒火中烧。 江涵在宗内时根本就没去过其他风, 是谁在宗内散布谣言, 说他亲眼见到江涵被他师姐欺辱, 还不给他修炼资源呢? 纪雨禅声音冷漠, 隐含杀意。 身为宗门弟子, 竟然恶意污蔑宗门, 如此不忠不义之辈, 定然不能轻柔。 据调查, 江涵在林天宗受辱之事, 最开始就是从林天宗内部传出去的, 因为这种事除了本人, 其他人根本就不知道。 原本就算他们再怎么闹腾, 那也是自家事, 可是突然间被人抖搂出去, 竟让林天宗迅速成了一个天大的笑话。 若是再发展下去, 指不定会被人以为他们林天宗特别肮脏混乱, 全是些人面兽星之辈。 他们这些强者, 修为已达此界巅峰, 没有更多追求之下, 最在乎的就是自身脸面。 更何况, 若是宗门名声坏透了, 谁还敢把自家费心培养的天才族人, 送到林天宗拜师学艺? 萧长老身为执事堂的负责人, 主管宗门杂物, 正在外面云游之时, 被宗主强行换了回来。 此时听着宗主的怒火, 他心里也有些犯嘀咕, 哪个没脑子的东西, 闲着没事干把这种有损宗门脸面的事往外转呢? 不知道这事会造成多大影响吗? 可事情已经发生了,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不救之策。 他脑中思虑片刻, 突然间有了主意。 宗主, 善渡之说, 纯属污蔑。 此事说到底全是那背后的小人恶意造谣, 这才让世人误会我们林天宗。 只要我们能以事实证明几位失职的能力, 在真理的碾压下, 所有谣言必定不攻自破。 嗯? 季禅来了兴趣, 收了怒火, 看向萧长老, 接着说, 宗主您想, 我们林天宗有近千家族输送天才, 还有繁琐每年都有无数天才败入山门, 宗门天骄无数, 真缺那个江涵吗? 就算宗门暂时没有和江涵一个级别的天才, 可刺上一点点的却有不少。 没了江涵, 我们照样是五大宗门之一。 纪宇禅听着心里舒坦不少, 但紧接着就是一皱眉, 说重点。 萧长老善笑一声, 连忙组织了一下语言, 经检会报道。 让几位师职出面, 奉上用自身拿手能力制作的鹤里, 展示出各自的天才资质。 如此诗词涂笑, 同门融洽的一幕, 定能让来参加的大小宗门看到我们林天宗的和谐, 事后再派人暗中传扬, 先前的那些谣言必定不攻自破。 嗯? 这倒是个法子, 继予禅目中有了光彩。 那此事就交给你了, 速速准备百花宴相关事宜, 待准备完毕之后, 无日便开始举办百花宴。 让我来。 萧长老闻言一愣。 怎么? 有问题。 宗主, 非是我不愿, 而是此事由几位师职来办, 才更能体现出他们的能力, 让世人一看便知, 就算没了江寒, 对我们也没有丝毫影响, 反而让同门之间更为和谐。 继予长闻言点头, 我记得林玄之前就在负责此事, 只是后面被其他事耽搁了, 这次就还让林玄去办吧。 说完, 他接着吩咐道, 你去配合林玄, 帮他看着点。 此事事关我林天宗脸面, 万万不能出了岔子。 萧长老脸上一将, 有心不想插手那个黑心鬼的事, 嘴唇如动几下, 虽然害怕宗主因此把他撤下, 但为了小命着想, 他还是鼓起勇气拒绝道。 宗主, 此事应由林诗职全权负责为妙, 若是由我配合, 若是被人知道了, 怕是会抢了林诗职的风头。 继予禅觉得有理, 点头道, 也好, 那你便去和他交代之下具体事宜, 期间你也多照看着点, 若有不妥之处, 要及早提醒他。 是, 萧长老领病退下, 虽然还是被扯伤了点关系, 但以那傻小子自大狂妄的心性, 自己有的是办法和此事撇清关系。 如此一来, 就算事后有做的不好的地方, 自己也不至于替别人背锅。 在林天宗做事, 可得世事小心, 哪怕有万全的把握, 也得小心被宗主拉出去背黑锅。 林玄得到消息后, 顿时干劲十足, 先前百花燕的准备, 他只做了一半就因为意外被强行停了下来。 这一次, 他要把之前没做完的事继续做完。 师父说得对, 这是一个展现自己能力的绝好机会, 若能以此获得大家认可, 并能让世人对他刮目相看。 第371章, 谁也别想抢我的功劳, 上次遭了天谴之后, 宗内本就, 呸呸呸, 说什么胡话, 哪有什么天谴, 那分明是遭了劫, 对对对, 瞧我这记性, 话说上次遭了劫后, 宗内本就自圆紧张, 这些日子为了抢那老十字乱七八糟的材料, 更是花费了大量零食。 宗主怎会这般着急的突然置办百花宴, 还要在七日后就开始。 我哪知道宗主是什么意思, 不过大家都知道, 如今时机怕是不对, 现在各宗都在等着参加紫霄建宗的祭天大典, 边界局势还挺紧张, 怕是只有宗域内的那些家族才有胆子赶来参加了。 哼, 林天宗亲自相邀, 谁敢不来? 哎, 这谁说得准呢, 时间太紧了, 而且据说这次摆花宴还是林玄操办的, 我觉得吧, 也许还是少来点人比较好, 万一他又干什么幺蛾子, 也能让咱们少丢点脸。 你说谁? 怎么又是林玄那个黑心鬼? 上次他都把宗门闹成什么样了, 那可是全宗范围内的大动荡。 听说那次之后, 外门弟子足足跑了一成还多, 还有不少人都找好下家, 差点就跟着跑了, 若不是诸位丰主一同找宗主求情, 绝对能有三成外门弟子跑路。 谁说不是呢? 这么大的教训, 难道还不能让宗主明白这个黑心鬼的本性? 怎么还让他来主事? 这不是给自己挖坑往里跳吗? 宗主的想法谁能知道? 但据暗地里有消息说, 只要是那黑心鬼主事, 这次摆花宴铁定要出事, 要我们干好分内之事便可, 千万不要被抓到把柄, 以免出事了被丢出去背黑锅。 此话有理, 哎, 不说了, 我得赶紧送帖子去, 别去晚了, 再把锅扣在我头上。 举办摆花宴的消息迅速传开, 宗那一时间变得忙碌起来。 不只是直视唐芒的脚步粘地, 八位宗主倾传弟子, 更是得到消息, 要拿出一件诚意十足的鹤铃。 墨丘双几人聚在一起, 商量着拿什么比较合适。 师父说了, 这次是为了展示我们的天赋, 让大家知道, 就算墨了江寒, 对宗门也没有任何影响。 林天宗依然还有无数天才, 依然还是最强的五大宗门之一。 他说这话时颇有些无奈, 若是有点修炼资质, 就算天才的话, 那天才确实有不守, 但恐怕就算把他们全加起来, 也比不上江寒一根手指头。 虽然不想做, 但既然师父安排了, 他也只能听命。 二师妹擅长阵法之道, 便以一座拿手阵法作何可好。 柳寒月自然没有意见, 直接硬了下来。 三师妹擅长丹道, 不如炼上一炉五品灵丹, 斩露丹道天赋。 墨丘双对陆进雪, 久久不能醒悟, 颇有些意见, 五品灵丹。 五品灵丹? 果然, 陆进雪面露难色, 我现在只能熟练炼制四品灵丹, 五品灵丹的成功率不足半成, 而且只有七天时间, 怕是来不及。 无碍, 你去宝库寻一剑上好的丹炉, 炼制一炉五品丹要试试, 不行的话, 再炼制四品。 陆进雪漠然无言, 丹炉哪是那么好找的? 虽说宗内有不少高品级的丹炉, 但品级高, 不代表他就能用。 要找一个适合他属相, 又恰好与他灵力契合, 且以他四品实力, 就能控制自如的丹炉, 怕是这世间也没几个。 墨丘霜也不带陆进雪回答, 见他沉默, 便直接掠过他, 看向夏浅浅, 夏浅浅醒悟的最早, 而且对他帮助不小, 故此, 他有意放宽要求。 浅浅你修为低, 只需找些新奇的宝物便可, 到时只需露出道星雏形, 变足可震惊世人。 他当时看得清楚, 夏浅浅的道连雏形, 乃是五品清廉, 那可是有极大可能晋级化神的, 单凭此物, 就足以让许多人闭嘴了。 待到最后, 他财神色柔和地看向林玄, 小玄的任务最重, 操办百花宴相关事宜, 各种大小事物都要仔细安排, 万不能马虎懈怠, 虽说有些劳累, 但只要你能办好, 必能让各宗前辈对你称赞有加。 是, 大师姐, 百花宴乃是师父交代的任务, 我必定将这场大宴般的风风光光, 让各宗都看到我们林天宗的实力。 林玄兴奋说道, 这一次他深刻吸取上次的教训, 连一颗零食都没动过, 谁也别想挑出他的毛病。 很好, 莫秋双新未点头, 办好此事, 师父事后定然大大有赏, 若是遇到什么难题, 尽管来找我们, 师姐定会全力助你。 多谢师姐关心, 不过我已准备的差不多了, 想来不会有何难题, 诸位师姐安心准备便可, 莫要为此操心。 林玄装作关心的达到, 其实是怕他们插手分他功劳。 莫秋双文言点头, 我倒是忘了, 萧长老也在宗内, 有萧长老相助, 自然无需我等费心。 听到这话, 林玄慌忙解释, 大师姐, 萧长老有其他事要忙, 这些东西, 都是我自己操办的, 与萧长老无关。 师父特意交代过, 这事若是让萧长老缠伙进来, 定会把他的功劳全部抢走。 过此, 师父只是让萧长老替他出了些主意, 具体事务还是他亲手做的。 而萧长老也很识趣, 主动开口提出, 让林玄千万不要提他的名字。 他年纪大了, 要这些荣誉无用, 不如给林玄增加名气所用。 林玄大喜之下, 欣然应下。 师父可是说了, 百花燕乃是让他露脸, 在各宗面前肠威风的好机会。 他若办得好了, 得到各宗认可, 名望大长之下, 宗内那些反对他的声音也会减小。 就算往远了说, 若能办好百花燕这等大事, 足以说明他的统筹能力极强。 若他将来竞争宗主, 这也是一个极大的优势, 甚至在运作之下, 可以当作一个足以决胜的优势。 见墨丘双面色微沉, 林玄急忙解释道, 大师姐放心, 此事我有请教过之前负责百花燕的弟子, 所有安排都定然不会有差错。 第372章, 这是本身就是你的不对? 你还在这气上了? 墨丘双文言心中虽然不安, 但毕竟是师父的安排, 他不好多说什么, 只得叮嘱道, 你自己有分寸就好。 他环视几人一圈, 见几人都心不在焉, 不由心中暗叹, 江涵虽然修为不高, 但竟能惹得林天宗上下离心, 便是他们这些各个世家的天才, 也都被搅得心神不宁, 隐身心魔, 实在是让人心惊。 好在自己足够果断, 这才能在第一时间想到弥补的办法, 恢复了道心, 要不然, 恐怕也会像这些师妹一样, 深陷磨念却不知, 早晚要自食苦苦。 他略一沉吟, 开口说道, 那这件事就这么定下了, 大家都回去准备吧, 若有拿不准主意的, 可随时找我。 众人应声退下, 但落在墨丘双眼中, 却把众人各异的神色, 看得一清二楚。 二师妹面色尚算平静, 虽有心事, 但她知道对方在担心什么, 无非是害怕这次百花燕的事, 被江涵知道, 更加痛恨他们虚伪。 此事不足为虑, 只需把锅甩给师父就好, 他们也是被逼无奈。 三师妹神色略有焦急, 明显有些心不在焉, 也不知是不是在为无品灵丹忧心, 还是忠于心有所感, 快要醒悟过来了。 上次三师妹来找她的时候, 墨丘双还以为对方是自己醒悟过来了, 可从那以后, 陆敬雪却再也没来找过她, 让她一时间有些拿不到主意。 但看陆敬雪如今的状态, 怕是距离醒悟也不远了。 而四师妹夏浅浅, 则是忧虑中夹杂着些许兴奋, 看起来神色颇为复杂, 也不知是不是又在脑中 想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事了。 以她如今的状态, 想要杜劫结音, 怕是很有难度。 至于五师妹和六师妹, 则依然如之前那般, 面色自傲, 整日围着灵璇转悠, 目前没有丝毫改变, 明显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老七苏灵溪, 嗯, 平静中带着警惕, 还有些小心翼翼, 她应该知道了些什么, 找机会可以试探一下。 她和江涵关系尚可, 可以缓冲关系所用。 这几个师妹倒是还行, 唯独二师弟灵璇。 哦, 不对, 现在是大师弟了, 只有她最让人放心不下, 这次若是再搞砸, 她可就难有容身之地了。 墨秋霜看着灵璇的背影, 微微凝目, 身为最好的背锅人选, 灵璇可不能出事, 要不然江涵的怨气发泄给谁, 自己前世的死仇又要找谁去报? 看来, 还是得替她盯着点才行, 至少这次, 还不能让她出事。 就在灵天宗所有弟子, 都在焦头烂额地准备摆花燕之时, 楚约那边也没闲着。 自从她上次明里暗里齐出力, 帮江涵挑起舆论战后, 她就一直在暗中忙着造势, 扩大此事影响。 但紧接着, 灵天宗的反击就把她气得够呛。 紫霄建宗那群一根筋的剑修, 竟然连那么好的道德攻击的机会都没把握住, 白白看着机会流失, 甚至还被灵天宗暗中反击, 把舆论又推了回去。 这些剑修是不是只知道耍剑, 根本就看不到舆论战的威力。 她当时真想再安排几个分身丢到紫霄建宗去, 可她转念一想, 那不就成自己跟自己下棋了吗? 于是, 她转头就掐灭了这个想法, 转而继续藏在暗中与灵天宗博弈。 好在她手段够多, 底牌也多, 在舆论翻转的第二天, 就复制了一大批记录了江涵受虐影像的刘影珠, 找了一些出名的大嘴巴, 把这些刘影珠放了出去, 这才再次将舆论反转。 可还莫过几天安生日子, 她就再次听到了林天宗要举办百花宴的消息, 顿时让她眼前大亮。 而接下来, 宗主把百花宴交给林玄操办的消息, 更是让她隐隐兴奋。 好机会, 真是送上门的好机会。 她来此的目的, 就是为了在规则范围内, 把林天宗搅得人心惶惶, 让纪雨禅一脉众叛清离, 亲人反目, 配合江涵造势, 和宗主的宴会搅得七零八落。 她神识散开, 时刻关注着全宗动静, 想要找找看有什么漏洞可以钻的。 以她的实力, 只要有意隐藏, 就算真身蹲在纪雨禅头顶, 都绝不会被人发现, 更何况是以神识暗中查探, 怕是除了天道, 谁都发现不了她。 就在这时, 一道被特别标注的声音自神识传来, 她心念一动, 顿时便有一处画面显现在石海内。 里面, 正是纪雨禅和萧长老二人, 看样子是萧长老在汇报些什么。 宗主, 秦帖已经全部发出, 受邀家族均都表示定会暗示赴宴。 听了此言, 纪雨禅眉心才松了些, 点头问道, 宗内准备的怎么样了? 林师侄日夜操劳, 亲自盯着各处, 下面负责具体事务的杂役弟子, 也未有人汇报过哪里不妥, 定然是师侄早已安排得妥妥当当, 应当不会有什么问题。 萧长老回道, 只要此次百花宴举办成功, 让各宗亲眼看到我们林天宗的实力, 外界那些以讹传讹的谣言定会自行散去, 师侄也定能在此次宴会上大放光彩。 哼, 本就应当如此, 纪雨禅声音渐冷, 若不是因为江汉那孽障, 我们又何须这般麻烦, 废物东西, 做事不行, 找麻烦倒是拿手得很, 若不是我心善, 又岂会留他到现在? 萧长老默然无言, 江汉这世事观两宗颜面, 一个不对就是一场大劫难, 他是真不想跟这事扯上关系, 而且说实在的, 这事本身就是宗主的不对, 要不是因为他非要搓谋江汉, 说不定现在大家还在一起其乐融融的, 每日安安稳稳的修炼, 又岂会闹成这样一副深仇大恨, 恨不得让对方去死的模样, 那个孽障, 不过说他几句, 就敢一声不吭的退宗逃跑, 他这完全就是欺师灭祖, 大逆不道, 纪雨禅干火大盛, 面色发红, 走了之后还不消停, 还敢暗中散播林天宗的谣言, 还敢到处说我的不是, 刚有点本事就敢跟我作对, 他简直就是在找死, 第373章, 这绝对会是一场令人难忘的百花咽, 他以前只知道宗主不待见江汉, 有时候会打骂他, 但却从没关注过, 根本没想到江汉竟然过得这么惨, 若是早知道他就对江汉好点了, 那孩子也怪可怜的, 萧长老心中叹息, 面上却是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口, 低着头一声不吭, 宗主最近是越发喜怒无常了, 当才还好好的, 这会儿又开始发脾气了, 江汉在宗内过程那样, 说实话走了也挺好的, 就算去外面当散修, 也比在林天宗整日被人措磨得好, 更何况宗主做都做了, 怎么还怕别人说呢, 你这么怕落人口舌啊, 那你还不如当初就别干这事, 但这种话, 他也只敢在心里自个儿想想, 若是真敢说出来, 怕是当场就会被一巴掌拍死, 尸骨无存的那种, 他也就现在的资质比以前好了一点, 但顶多也就和小荀差不多罢了, 强也强不到哪去, 纪宇禅自顾自的骂着, 修为虽然差不多, 但小玄心性可比江汉好太多了, 不但乖巧懂事, 更是聪慧有加, 无论是胆识还是为人处事, 都比那个孽障好了千百倍不止, 之前他们不过是切磋而已, 但那孽障竟敢不知死活的下毒手, 把小玄打成那样, 等小玄结印之后, 我一定要让他去打回来, 让那逆徒在天下人面前丢尽脸面, 听着那怨气冲天的怒骂声, 肖长老额间不由渗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 他实在想不明白, 江汉只是把林玄打了一顿, 又不是犯了天条, 宗主哪里来的这么大怨气, 若是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犯了什么不可饶恕的罪过呢? 同样都是徒弟, 资质也差不多, 宗主对这俩人的态度差别怎么会这么大? 肖长老越发觉得, 这俩人一定有什么问题, 难不成真像外边传的那样, 江汉是个喜欢小偷小摸的小人, 可他面向看着也不像啊, 楚越听着季宇禅的话, 不由得微微摇头, 都什么时候了, 这老妖婆竟然还不肯醒来, 难不成真打算就这么将错就错地过下去, 岂不知该来的一定会来, 躲是绝对躲不掉的, 拖得越久, 后果就会越严重, 倒不如坦然面对, 早些解决, 方能求的那一线生机, 江汉比那域外邪魔强了不知多少倍, 但在这些俗人口中, 却被贬低的一文不值, 踩一捧一, 实在是让人心寒, 看不清现实也就罢了, 他竟然还想让林玄报仇, 那简直就是异想天开, 现在都打不过, 你还想以后突然爆发, 把天命之子按着打, 嘿, 这老妖婆还不如赶快睡觉去, 梦里啥都有, 他神念一转, 看着另一边认真布置, 仔细检查, 堪称兢兢业业的林玄, 不由得目光轻闪, 小伙子挺谨慎嘛, 竟然连一块零食都不拿, 岂不知, 是你的, 终究是你的, 你不拿, 有的是人帮你拿, 楚月笑得眼眸弯弯, 一个个点子接连冒出, 就你们还想搞摆花燕展示实力, 借此堵住悠悠众口, 却不知, 我还没出手呢, 下边的人就已经闹起来了, 被他搅合散的宗门势力有不少, 但是这种, 自家人要把自家宗门搅合散火的, 可真不多见, 牧阳城北三万里外, 江涵自一处漩涡内钻出, 手中拖着一块高约三尺, 闪着拇指粗轻雷的灰色石碑, 生机之力, 这道轻雷法则, 品鉴倒是足够了, 只可惜此雷主声, 许生生不息之意, 气息绵长, 与你那杀伐之雷背道而驰, 不适合做奠机之物, 剑灵只看一眼, 便将那石碑淘汰, 雷鼠灵雾本就少见, 一时半刻找不到实属正常, 你无需太过焦虑, 机缘到了, 宝雾自会出现, 我倒是无事, 只是耽搁了诸位同门的修炼, 颇有些过意不去, 江涵看向将秘境入口围起的近百位同门, 眼底引有歉意, 知道他缺少雷属性灵雾之后, 在皇长老的建议下, 雷青川给他安排了九位元英与九十位结丹, 陪他一起去探索秘境, 美其名曰给他撑场子, 还说他的徒弟出门, 排场绝不能弱, 若不是江涵极力反对, 他恐怕还要把那近百位结丹女修也带上, 一想起那些女修, 江涵就有些不好意思, 为了躲开那些女修, 他已经很久没回洞府了, 苏晓晓多次传信找他哭诉, 说杜师姐现在越来越严厉, 他现在睁眼练剑, 闭眼也在练剑, 小狐狸已经快撑不住了, 要他赶紧回去救命, 但他哪敢回去啊, 虽然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不敢回去, 就是心里下意识地避开这个念头, 不过一想起苏晓晓可怜兮兮的模样, 他还是没忍住心底一软, 罢了, 找到灵雾结丹之前, 先回去看一眼吧, 带来的总会来, 回就回呗, 可有收获, 孟长河看着那块石碑, 眼中引有光滑, 就算是以他原因初期的修为看去, 也能感到此物不凡, 特别是那道道青雷, 竟还有一种与雷结类似的生机之力, 怎么看, 怎么像他曾在典籍中看到过的一种强大雷霆, 孟师兄, 姜涵看向对方时, 眼中歉意以尽数散去, 白师兄曾经说过, 他同理心很强, 但就是太容易暴露自己的情绪, 所以要他时刻注意隐藏自己的真实情绪, 如果不会藏真实的, 那就干脆把所有情绪都藏起来, 并且不要事无大小, 谁找他说话, 他都给人回应, 要适当地保持冷漠, 只有这样, 他才可以保持身为宗主敌传的威严, 才能让人尊敬, 师父和剑林也说过类似的话, 姜涵学习能力很强, 这段时间, 他已经可以让自己保持很久的面无表情了, 此刻听到孟长河的话, 他脸色虽缓, 却还是没有太多表情, 微微摇头回道, 此物虽好, 却不适合我, 说完, 他手腕一翻, 便将石碑收起, 白师兄还说过, 就算他用不着的东西, 也不要给别人, 除非是如师父和杜师姐这般, 真心为他好的人, 至于其他人, 要保持距离, 不要无视献殷勤, 君子之骄淡如水, 这样对大家都好。 第374章, 天底下哪有那么便宜的事? 最关键的是, 大家都是这么做的, 他若不这么做, 倒显得他别有图谋了。 果然, 见他收起石碑, 梦长河脸上并无一色, 反而自觉地转了话头。 对了, 林天宗通过阴阳宗传来消息, 说要请你去参加百花宴, 宗主让人把琴帖送来了, 还说让你自己决定要不要去。 他取出一张散着青色灵光的帖子递来, 林天宗? 请我去参加百花宴? 江涵有些诧异, 纪玉禅这是又准备玩什么花样, 竟然打算请他去林天宗参加宴会。 他接过琴帖一看, 顿时有些诧异, 这半尺剑方的琴帖, 竟然通体由上品灵石打磨而成, 封面上林天宗三字, 更是由极品灵石融制而出, 字迹苍尽有力, 浑然天成。 但是这一张琴帖, 价值就不可估量, 特别是在极品灵石被武宗把控, 从不外流的情况下, 这张琴帖若是放出去拍卖, 怕是最少价值十万块上品灵石。 若是再加上林天宗三个字的含金量, 就算价值翻上十倍, 也有无数中小家族与皇朝世家, 就是林天宗为何会邀请他。 翻开一看, 里面刻的正式邀请紫霄建宗前去赴宴, 并且特别著名了, 要江涵一同前去。 见江涵不说话, 孟长河在旁解释道, 林天宗前些日子出了些变故, 宗内资源本就有些匮乏, 这几天, 他们又开始大肆搜集凝结稻荫的材料, 再次耗费了大量资源, 再加上我们与林天宗断了商贸往来, 终止了所有交易, 他们宗内的资源应是已经捉襟见肘了。 根据传出来的消息推测, 林天宗内急缺的那几位灵妖, 库存已然见底, 若是再不与我们恢复交易, 他们连炼丹都成了问题。 这次邀请我们前去, 怕是打着与我们重修与好, 恢复商贸来往的念头。 原来是这样, 江涵了然点头, 他们向来无力不起走,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不奇怪了。 不过, 他们是不是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林天宗前脚公然与紫霄见宗作对, 不但明目张胆地对他出手, 更是大肆争抢凝结道音的材料, 摆明了就是要和紫霄见宗作对。 后脚临时撑不住, 觉得自己吃亏了, 就送了张琴帖, 想要求和, 让紫霄见宗接着给他送钱。 这世间哪有那么便宜的事? 不去, 帮我去了。 江涵把琴帖递了回去, 直接回绝。 求人就要摆出求人的态度, 他们想要求饶, 还拉不下面子, 只是送个情帖, 就想让人上门去和他们和解。 这要是被他们添油加醋, 颠倒黑白地传出去, 是不是又变成紫霄见宗主动低头, 派人上门求着他们和解了? 幼稚, 且不说对方是不是想求和, 单说纪与禅他们几个人的性格, 就不像是那种会低头的人。 就算他们真的被逼无奈低头认怂, 那也一定是有了更大的谋划, 万万不能把他们当做正常人去看, 这一点他深有体会。 更何况, 君子不立威强之下, 以他们之间紧张到随时可能动手的关系。 他若是真去了灵天宗, 足可称得上一句自投罗网。 在对方的地盘, 若是纪与禅真有什么想法, 轻易就能把他扣下, 要是再用他威胁见宗, 那可就麻烦了。 只是一个宴会而已, 犯不着冒这么大风险。 其实若是可以, 蒋涵真的很想送他们一朵白风菊, 但他现在身份不同, 一举一动都代表着紫霄见宗。 若是真送了白风菊, 那两宗之间可就真的不死不休了。 虽然无法避免, 但他还是希望这件事能自己解决, 最好不要牵连到建宗。 江师爹, 我们接下来去哪里? 孟长河收起擒帖问道, 去南海, 那里还有一处雷鼠性秘境。 说完, 江涵换出灭星舟, 身形一动便飞了进去。 其余人也纷纷登上另外两艘地阶战船, 一前一后将灭星舟护在中间, 三艘战船排成一列朝着南海急速飞去。 紫霄建宗的战旗迎风扬起, 一路所欲修饰, 无论河门河派, 无论修为高低, 远远看到便立刻避让。 一路畅通无阻之下, 战船速度飞快, 算下来只需半日便能赶到南海。 南海的那个秘境, 已经是江涵记忆中未来两百年内, 最后一个会在近期现世的雷鼠性秘境了。 世间所有秘境, 只要现世, 必会引动附近灵气剧烈波动, 所以很快就会被人发现。 之前现世的那些秘境, 属性灵物, 唯有去这些出自现世的秘境中寻找。 若是此地再没有可以奠基的灵物, 他就只能用刺一些的灵物先行结阴, 等以后有了更好的材料再去更换。 有点奇怪, 以你的气韵, 不应该这么久, 还找不到与你相配的灵物。 见灵自丹田内飘出, 站在船头看着脚下不断掠过的高山大河, 眼中略有疑惑。 按说早就该凑齐了才是, 可我们找了三个秘境, 虽然只是去了秘境核心查找, 没有大范围仔细搜寻, 但竟然一连三个秘境都毫无所获。 江涵却不以为意, 才找了三个秘境而已, 没找到也不奇怪。 而且他也不是一无所获, 这三个秘境已归属建宗, 他也找到了几件西石宝物, 品质不低, 只是不适合他罢了。 于是, 他随口答了一句, 越难得到的宝物越珍贵, 机缘到了, 他自会出现。 嗯? 剑灵眼睛一亮, 你还蛮有觉悟的嘛。 但就算机缘到了, 你也得做好准备才能接住, 我们快些去, 以免被人截足先登。 而且早些找到灵雾, 也能早些截阴, 我要让那些鼠目寸光之辈好好看看, 道音到底有多强。 第375章, 钱雷秘境, 擎铁被退回来了, 南宫燕诧异之下, 声音都大了不少。 紫霄建宗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连一点缓和的余地都不肯留? 哼, 一定是江涵这个给脸不要脸的东西, 暗中穿多, 雷青穿才会这般强硬。 纪玉禅非常生气, 连带着对其他三宗宗主也没了好脸色。 若不是你们非要逼着我一和, 我哪里会拉下脸, 让人去紫霄建宗请人? 但你们看看, 我可是给足了建宗脸面, 可对方却根本就没把我们四宗放在眼里。 三人认他破口大骂, 却仍无动于衷, 显然早就习惯了。 罢了, 建宗不去我们去, 我们四宗合力, 表明态度, 让紫霄建宗好好掂量掂量自个儿。 现在的建宗, 可不是千年前那个一见独尊的建宗。 林诗宇开口说道, 目光从三人的灵力影响上扫过。 你们觉得如何? 此事暂且无暗, 你等其实无需这般谨慎。 灵运山法宗宗主苍蓝, 极为难得的第一个表态。 林天宗和建宗的上宗使者即将下界, 他们定然不会允许两宗因为一个弟子闹到这么大, 只需他们出面调停, 此事也救了。 几人闻言顿时松了口气, 可继予禅去不淡定了。 你怎么知道, 林天宗也联系了上宗, 此事可是他亲自做的, 除了他和几个徒弟之外, 应该没人知道才是。 这苍老头是从哪里知道的? 猜的, 苍蓝扯出一个微笑, 脸上的皱纹随着他的动作紧紧加在一起。 该死的老东西, 你是不是又用你那破镜子偷窥我? 纪雨缠指着苍蓝破口大骂, 可苍蓝却面带微笑, 脸上的皱纹动都不动一下, 任由他骂了半声, 直到林诗宇轻声提醒。 好了好了, 他又不是只看你一个? 我们哪个没被他偷窥过? 我宗里大事小事, 这老家伙全都知道。 他的事随后再说, 咱们还是先说正事。 哼, 若不是他嘴巴严实, 我早就把他抽魂炼灯了。 纪雨缠恨骂一句, 勉强平复了心情。 待他冷静下来, 临时宇看向南宫燕。 南宫, 此事你怎么看? 南宫燕感知到三道各有异味的目光, 心中暗叹, 但也只能同意。 我觉得吧, 都行。 反正他的意见也不重要, 为了宗门长久发展, 谁强跟着谁就是了。 当然, 能不打最好不打, 安稳赚钱才是正当。 那此事就这么定了, 诸位, 三日后见。 临时宇说完就切断了联系, 身形瞬间消散。 纪雨缠瞪了苍蓝一眼, 身形紧跟着散去, 最后只留下苍蓝一人, 看着灵天宗的方向轻叹一声, 也随即散去。 前雷秘境, 此地前世开启之时, 已是一百年后, 被发现的时候, 可是闹出了不小动静, 足有数万劫丹修士, 来此争夺机缘, 最后是临旋在陆敬雪等人的帮助下, 得了此地机缘。 临旋得到之后, 曾在江涵面前得意地显摆过, 还高傲至极, 施舍似地给他看了几眼。 那是一片灰色叶片, 叶片古朴, 但其上有一道神异的符文, 还有许多细腻纹路, 带着一股苍茫浩瀚之意。 那是一种仿佛凌驾于此界之上的气息, 仅仅拿在陆璇手中, 就能尹德四周空间颤抖。 当时在陆璇的试一下, 江涵忐忑地伸手碰了一下, 只一瞬, 他身体就遭了重创, 整条手臂刹那焦黑, 内脏更是受了极重的伤势。 也因此, 尹德陆敬雪他们, 对他又是一顿拳打脚踢, 骂他的脏手, 玷污了法宝, 骂他想抢陆璇的宝物, 骂他不知死活。 虽说他受伤极重, 但也正因那一次接触, 才让他体内灵根放出光滑, 金丹多了道神异的灰色丝线, 给他带来了结音的契机。 而直到灵璇渡劫, 法宝净毁的生死关头, 他宁愿放出魔神虚影, 也不愿取出那道叶片抵挡天节。 想来在他看来, 此物比之那魔神虚影更加珍贵。 轰隆隆的雷鸣让江涵回过神来, 这一次前雷秘境开启, 时间提前的百年不说, 更被紫霄剑宗率先占据, 以秘法强行打开了秘境入口。 自此刻起, 前雷秘境已是剑宗囊中之物, 那宝物叶片也将成为江涵的宝物。 这一次, 他想怎么看就怎么看, 想怎么摸就怎么摸, 谁也管不了他。 秘境开启的动静不小, 引得数千修士赶来寻求机缘, 但剑宗早有准备, 以三艘战船为阵眼, 结成了万雷剑阵, 谁来也不让进, 就算是其他四宗的人也不行。 江师兄, 连我也不能进吗? 灵清竹可怜巴巴地看着江涵, 表情要多委屈, 有多委屈。 我们可是一起并肩战斗过的同道好友, 我还送了你许多宝物, 你都不记得了吗? 他眼中多了些忧怨之色, 小弟现在结音缺些资源, 此地密情开启时, 声势如此之大, 紧紧溢散出的灵气, 就让方圆万里, 灵气浓郁了数倍不止, 而且又是初次开启, 里面想必有极多宝物。 看在我们曾经交情的份上, 江师兄让我取一件法宝可好。 文言, 江涵却连一个眼神都懒得给他, 什么同道好友, 他怎么不知道? 那些资源是他凭本事抢来的, 怎么成对方送的了? 他站在那刚刚出现的金色漩涡之前, 环视四周, 海面与空中站满了修为各异的修饰。 此地原本就人际罕至, 更是在浩瀚海面之上, 可开启秘境, 这短短半日时间, 此地竟然聚集了境外修饰。 只是不知, 他们是本就在附近的, 还是一直跟在江涵身后, 一路追来的, 亦或者是被人暗中使了手段, 故意汇聚过来的。 这些人大多是结单以上修为, 其中更是有数百位元英七修饰, 各个服饰各异, 自发地聚集成一个个小团体, 明显来自不同宗门。 众人如狼似虎一般, 目光贪婪地盯着海中的那个灰色漩涡。 这还只是露面的, 暗中恐怕还有更多人, 说不定还有元英大圆满, 乃至化神七强者藏在暗处。 就算如此, 江涵亦是丝毫不惧, 目光平静地从他们脸上扫过。 这潜雷秘境, 乃是紫霄剑宗第一个发现的秘境, 理应归我剑宗所有, 所有宝物都是剑宗之物。 而等聚集在此, 若是想看个热闹, 剑宗欢迎, 但若是对潜雷秘境有什么想法, 就别怪剑宗不客气。 第376章 你心里上, 他说话毫不客气, 但在场今晚修士, 却无人敢出声反驳, 反而犹如被一盆冰水从头浇下一般, 胸中的热情煞食灭了大半。 我就只是跟来想看个热闹, 没想到真的有看到一个大热闹。 许多散修暗中传音, 在心中对着江涵指指点点。 此子果真是浮原深厚, 气欲逆天, 传闻他仅仅是下山三日时间, 就接连找到了三个出自现实的秘境, 原本我还不信, 可这才仅仅跟了他半日, 他就又找到了一处秘境。 我还想着看能不能减个便宜呢? 没想到他们竟然直接布下阵法, 竟连一口汤都不让我们喝。 谁说不是呢? 这江涵当真如传闻说的那般狂妄霸道, 他们仅有百人, 竟敢和我们金冠人叫板, 他当真不怕我们与他拼了。 拼什么拼? 里面有没有好东西还不知道呢? 你就想去和建宗拼命? 而且就算是有, 那也轮不到我们觊觎咱们这些修为低的, 跟着开开眼就得了, 千万不要有贪欲, 要不然死了都没人给你收尸, 除无带还得被人抢走。 五大宗门的名声, 本就是在一次次杀戮中立起来的, 其中, 紫霄建宗的建修更是煞气极重, 寻常人哪敢随便招惹。 许多修士本来对此地没有太多想法, 此刻荆江涵这么一说, 顿时心生俱异, 奇迹往后退开, 充分表明了不愿掺和的意思。 唯有极少数修士仗着身份还留在原地, 其中多是四宗, 以及一些四宗附属家族的人, 加起来数百人, 仍聚在不远处看着这边, 目中的贪婪毫不遮掩, 更是对江涵的威胁, 视若无睹。 领导有刘布, 我等加起来, 足有三十名元英妻, 建宗不过九位元英, 若是我等合力, 未必没有一战之力。 正准备往后撤的林青竹, 突然被人叫住, 他转眼一看, 发现出生的竟是阴阳宗之人, 吓得他瞳孔一缩, 脸色大变, 不管不顾地喊了出来, 姓钱的, 我对这秘境没有任何想法, 我不管你们想干什么, 别扯上我。 华刚喊完, 他拔腿就往后面退去, 谁不知道阴阳宗和林天宗是穿一条裤子的, 他们时不时就要去找江涵的麻烦, 短短数月时间, 他们被杀了一批又一批, 怎么还有人不长记性, 想靠着人多去抢江涵东西, 真以为人多对江涵有用, 难道之前逃掉的那些人, 回去之后就没说起过, 江涵能以一抵百吗? 直到跑远之后, 林青竹才松了口气, 恶狠狠地瞪了钱照星一眼, 这信钱的竟然想把他拖下水, 这是要害死他。 钱玉虎感受着四周聚集而来的无数目光, 脸上顿时一沉, 特别是剑宗那边隐约笼罩而来的杀意, 更是让他瞳孔轻颤, 心中对林青竹恨极, 这混蛋玩意, 你不去就不去, 你喊什么喊? 这下好了, 所有人都知道他想干嘛了, 紫霄剑宗并然会重点防着他, 他还怎么谋划? 他与几人迅速传音商议一番, 抢笑几声掩饰尴尬, 然后冲着江涵一拱手, 杨庄抱歉地说道, 江道友莫要误会, 我没有那个意思, 江涵却懒得理他, 有没有那个意思不重要, 但凡是个正常人, 都肯定会对这秘境生些心思, 关键是, 心里有了意思之后, 他们敢不敢表现出来, 只要对方不动手, 他可以把对方当成是看热闹的, 若是有人敢动手, 他可就要杀几锦猴了, 他收回目光, 吩咐紫霄剑宗的弟子, 开万雷剑阵, 胆敢擅闯者, 杀无赦, 是, 近百名剑宗弟子, 其声音士, 紧接着, 八位元英带领九十位杰丹七剑修, 各自占据一个方位, 孟长河独自坐镇中心, 以三艘站周围阵眼, 激活了万雷剑阵, 近百人体内灵力同时喷发, 化作无数紫色剑光, 自大阵中心窜天而起, 在一阵哗啦啦的碰撞声中, 剑光自穹顶旋转落下, 绕着剑宗弟子所在之处, 不断盘旋, 那三艘战船, 更是各自对着一个方向, 船头金球散着彩色光芒, 引有一道毁灭之气, 扑向前方, 而天街战船灭星舟, 则正对着四宗之人所在的方向, 针对之意极为明显, 一时间, 附近杀气弥漫, 方圆百里温度骤降, 海面结出一层白色尖冰, 海中鱼兽惊恐间四散而逃, 外围看热闹的修饰, 直到被那令人遍体生寒的杀翼铃声, 浑身汗毛, 炸起之时, 才终于明白, 为何世人皆称紫萧剑宗紫萧剑宗最不能惹, 这等杀气, 实在可怕, 好强的杀气, 这些人难道都杀过人不成, 怎么会有这么重的杀气? 那倒不一定, 紫萧剑宗的功法本就杀气极重, 而且还有这六品阵法加持, 杀气重点也不奇怪, 只要我们老实点, 别动心思, 他们也不会随意对我们出手, 不行, 我心里出得慌, 我再往后撤点, 热闹再好, 你得有命看才行啊, 许多修士承受不住, 被这杀气弄到四肢僵硬, 心脏狂跳, 纷纷再次往后退去, 而四宗之人则是面色难看, 前玉壶更是口干舌燥, 心脏一阵一阵抽搐, 紫萧剑宗果然是一脉相承的疯子, 这还啥都没说呢, 就直接开剑阵, 还拿战船那种对付元英以上修士的大宝贝对着他们, 真够疯狂的, 怎么办, 这疯子一言不合就要开打, 我们还抢不抢, 各宗领头的天骄传音商议起来, 抢, 为什么不抢, 我们人多, 还怕他们, 不是人多的问题, 但是这三艘战船就不是我们能对付的东西, 虽说我们元英七比对面多, 但江涵那艘天阶战船, 一击就能顺杀一个元英七, 真打起来, 风险太大, 不划算, 我们有三十位元英七, 他那战船威力大, 消耗更大, 我之前查过, 那战船每一击都要用极品灵石充能, 就算江涵财大气粗, 他又能有几击之力, 说的没错, 极品灵石向来是留给护宗大振用的, 就连宗内元英七的师兄都没资格领取太多极品灵石, 江涵就算天资再好, 紫萧剑宗再宠他, 他身上有个三五颗就不得了了, 此言诧异, 就算只有三五颗极品灵石, 但那也是三五个元英七强者的命, 你们当真愿意为了这不知名的秘境, 舍弃了自家元英七强者的性命, 贪生怕死, 枉为修士, 这秘境意向颇大, 里面定有重宝, 只要能抢到宝物, 死几个元英七供奉又怎么了? 那你先上, 你只要让人把那五颗极品灵石消耗了, 我绝对跟着你冲。 第377章, 一群蠢货, 打不过不知道叫人, 原本非常激进, 叫得最厉害那人瞬间沉默了。 说几句狠话很简单, 但若真让自家元英七强者去送命, 且不说会不会被对方一巴掌拍死, 就算真看在本家面子上同意出手, 他事后也定会被自家长辈打死。 别看元英七强者挺多, 那也得看这是在什么地方, 五宗本就是强者聚集之地, 元英七多点很正常。 可若是放在刺一线的中高阶宗门内, 任何一个元英七强者, 那都是宗门顶尖站立, 足以威震一方的存在。 可以说, 损伤任何一个元英七强者, 都是足以让宗门震动的大事。 几人相顾无言, 上又不敢, 退又不舍, 附近陡然陷入诡异的寂静当中。 片刻之后, 钱玉湖率先开口, 诸位不用争了, 你们莫要忘了, 初次现实的秘境里面虽然有许多宝物, 但危险同样不少, 就算是元英七强者, 若是没有做足准备, 一不小心也会栽在里面。 诸位且看, 他抬手指向半空, 众人顺着他的指尖看去, 发现空中不知从何时起, 竟然出现了一团百丈方圆的灰色雾气, 笼罩在秘境漩涡上方。 那雾气不知从何处出现, 在空中凝而不散, 其内有无数道深色丝线盘旋环绕, 散出阵阵诡异的波动, 向着四周无声扩散。 更令人觉得诡异的是, 明明眼中瞧得真切, 但若以神识叹趣, 那灰雾却仿佛不存在一般, 所在之地空无一物, 什么都发现不了。 这个秘境意象颇为奇特, 此物声在秘境入口上方, 定是其内某种宝物, 溢散而出的气息生成。 而且此物特殊, 竟可组神识探查, 能有如此宝物之地, 极有可能是一个高阶秘境。 听得此话, 众人纷纷目露异色, 呼吸不自觉粗重不少。 定是如此, 能阻挡神识探查的宝物, 最少也是天阶高品法宝, 而井井一散气息就有如此神效的, 甚至极有可能是法则质宝。 法则质宝? 众人眼中贪欲再现。 法则质宝可是只有五大宗门 才有的正宗质宝, 而且每一剑都是自上界传下来的, 每一剑都有宗门烙印。 而且, 除了数万年前的大战士出现过之外, 其余时间都在各自宗门禁地内温养, 旁人便是连剑都难见一面。 若是哪个宗门能拥有一剑法则质宝, 则极有可能成为此界第六大宗门。 如此大的诱惑顿时让他们失去了理智。 若真是法则质宝, 几人对视一眼, 皆是看到了各自眼中的贪婪。 法则质宝又如何? 紫霄建宗已经把这秘境占了去, 连名字都给齐好了。 我们还能怎么办? 难道还真准备硬抢不成? 此话如一盆冷水当头浇下, 顿时让众人眼中清明几分。 有心智不坚者已生了退役, 宝物虽好, 那也得有命拿才行, 抢子肖建宗的东西, 怕是活得不耐烦了。 要抢你去抢, 这小子动不动就下杀手, 丝毫不曾顾武宗之间的脸面关系。 眼下对方是大, 我是不想招惹这杀星。 几人没说几句, 又争论起来, 钱玉虎只觉得头大, 就凭这些乌合之众, 还怎么从姜涵嘴里抢肉吃? 好在他定力够强, 这才能忍住法则质宝的诱惑, 冷静分析局势。 各位且请听我一言。 他传音说道, 若要探索这种秘境, 最少也要五十位元英妻一同行动才可, 他们只有这么点人, 就算全进去了, 也定然损失惨重。 我们等他们出来之后, 看他们收获大小, 再做打算。 你们觉得如何? 几人对视一番, 眼中顿时一亮。 此话在理, 若是趁他们受伤, 有机可乘之下, 我们倒是能有些胜算。 那就先看看情况再说, 若是真有机会, 自然不能放过这天大的造化。 钱玉胡文言心中大定, 暗骂一群蠢货。 这个时候最应该做的, 就是回去叫人。 只要主宗出手, 就算抢了紫霄建宗的东西, 又如何? 既然你们不敢的啊。 那这宝物, 可就是我们阴阳宗的了。 他目光微闪, 暗中传音回去报信。 殊不知, 其他几人也是这般想的, 虽说面上或贪或聚, 但都已暗中催动传音欲捡, 将消息传了回去。 等他们忙完, 互相大笑着看了一眼, 见其他人都是一副傻不拉击的模样, 那些人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还在维持着阵法运转。 反倒是江涵交代了几句话之后, 独自一人往秘境入口走去。 咦? 他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江涵想要一个人去探索秘境? 怎么可能? 若此地真是高阶秘境, 里面绝对会有数量众多的元阴七妖兽, 他一个人进去, 定会死无葬身之地。 真是无知者无畏, 这秘境岂是那么豪闯的? 他不会以为初次现实的秘境, 会和武宗探索过的秘境一样安全吧? 那可说不准, 诸位莫要忘了, 他可是有过斩杀元阴七纪录的一些妖兽而已, 就算不敌, 他应该也有办法保命。 而且他福原身后, 若是真给他闯过去, 那法子至宝, 岂不是会落入他的手中? 此话一出, 几人心中顿时一慌, 应该不至于吧? 不可能, 你休要胡言乱语, 他就算再强, 现在一直是杰单而已, 我不信, 他能完好无损地在秘境中找到宝物。 几人想明白之后, 心中也不慌了, 一天之后, 自家强者绝对能赶到此地, 万雷剑阵再强, 也挡不住华神七大能, 几方先发至人之下, 夺得秘境将不费吹灰之力。 第378章, 是谁走漏了消息? 随着消息传开, 四宗得到消息后, 迅速派出自家强者, 带着众多元鹰往南海赶去, 就连许多有华神坐镇的高阶宗门 与世家大族也纷纷出动, 在自家化神老祖的带领下, 前往南海寻求宗门强盛之机。 就算是没有宗门家族的散修大能, 也同样趁机赶往南海, 想要凑个热闹。 毕竟一个疑似存在法则质宝的秘境, 里面的宝物绝对不只有一件法则质宝, 定然还有数量众多的其他天才地宝与机缘存在。 他们不敢对质宝那等天大的造化有所奢望, 但若只是取一些次等的天才地宝与机缘, 饶氏武宗也不能多说什么。 一时间, 万雷剑阵所在之处, 得知如此大的变故, 紫霄剑宗同样没有闲着。 雷青川得知消息的第一时间, 便下令让战先殿出动百余元英, 近千杰丹弟子前往南海支援。 化神中期大能, 清云风风主梁子涵领命前往传送阵集结, 准备通过灭星周内的小型传送阵, 带领公造司阵法师先一步赶往南海, 布下大型传送阵, 以作接引战先殿支援所用。 万雷剑阵所在之处, 各色剑光呼啸间不断碰撞闪烁, 叮叮当当的声音不绝于耳, 风锐之气弥漫四方, 海面的尖兵被异散的剑气一层层消去, 又在森寒杀气之下一次次愈合。 外围, 有越来越多的各方修士聚集而来, 不过数量虽多, 但大多是杰丹修为, 这些修士来此主要是听到这边动静, 呼蓬唤有看热闹的。 他们刚刚抵达, 便远远停在剑阵百里之外, 眺望着剑光形成的庞大球体, 不断折舌惊叹, 却是丝毫不敢靠近半步。 而在这些修士前方, 剑阵十里之外的空中, 四宗修士仍然聚在此处。 以他们为标点, 许多处临此地的圆英修士, 也同样落在剑阵十里之外, 各自寻得一处落脚, 避开他人, 暗中打量着场中行事。 怎么突然来了这么多圆英七强者? 钱玉湖非常不解, 这只是一个什么情况都不知道的小小秘境而已, 怎么会引来这么多圆英七? 要知道, 圆英七强者大都心高气傲, 虽说寿元三千载, 但都极为忙碌, 日夜都在为晋级更高境界努力修炼, 不断地探寻高阶秘境与各种险地, 以求获得某些遗留的机缘造化。 钱雷秘境虽说是初次现实, 但这才一天时间而已, 若无足够吸引他们的利益, 圆英七强者根本不会来这里凑热闹。 而能吸引到圆英七的, 唯有那种可能存在大造化之处。 想到此处, 钱雷湖心中一惊, 难道这里的秘密被人发现了? 但这怎么可能, 法则至宝之事只是他们几人的猜测, 而且都是传音谈论, 外人根本不知。 就连他, 也只是告诉了师父与自家长辈。 难道, 是有人走漏了风上? 几位天骄目光伶俐,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墓中的警惕之意几乎要一出来, 都在互相猜测, 是不是对方泄露了此地秘密。 随着时间过去, 越来越多的原音七修士赶到此处, 略一扫过, 竟是不下百人。 这些大都是离此较近的武宗附属家族之人, 刚一赶到此处, 便根据修为高低, 身份尊卑, 各自占据一处位置。 原音修士之间, 亦是互相传音, 猜测着此地秘境真假, 时不时有人抬头看向那团挥舞, 只一瞬, 眼中便冒出明亮光滑。 就在这时, 上方天空之中, 忽然传来了一道强烈的震动, 带着如山河聚越般的强大气势, 如山呼海啸一般, 轰隆间呼啸而至。 狂风烈烈, 吹得众多修士站立不稳, 面色大变。 而那些属于四宗的原音修士, 更是瞳孔一缩, 看向那道波文的目光中, 满是警惕与静谊。 山足! 孟长河定一声, 目光煞时凝重。 波文呼啸而过, 见真顿时一阵晃动, 对方人还未知, 气势却已轰然降临。 一声轰鸣自远处响起, 下一刻, 便有一座大山从天而降, 轰隆一声, 砸在众人头顶的虚空之中。 此山四四方方, 如一块大印一般, 高约千丈, 其上刻满了符文静致, 重如天山, 是连大地, 乃是修仙界世人皆知的天阶七品法宝, 月山印。 同时, 此印也是化神中期大能, 北洋山山足的本命法宝。 这一刻, 无论是杰丹修士, 亦或是原音修士, 进阶向后逃去, 远远退到那大印万丈之外。 而在那大印顶端, 一个甘瘦如柴的身影, 盘膝而坐, 身披一身破旧黄袍, 看着那团挥舞目露奇光。 果然是他。 场中众多修士心中暗惊, 如此一个小小秘境, 竟然惊动了化神七强者来此。 而处于剑阵中心的孟长河, 更是有些紧张, 任凭万雷剑阵再强, 也绝对挡不住化神七强者的手段。 若是对方不顾身份对他们出手, 这潜雷秘境, 可就守不住了。 也就在他惊异之时, 远方天空异象再现, 一片红霞染红天际, 自远处及时而来, 其内有无数火属性灵气, 化作近千个阵翅飞翔的巨大火凤, 及时间不断发出一声声嘶鸣。 而在这些火凤中间, 有一只百丈大小的火焰巨鸟, 展翅滑翔, 这巨鸟头生火关, 羽毛赤红, 身上气息如火, 炙热无比。 还未靠近, 下方海面便腾起阵阵白雾, 见证下方的尖兵, 竟在寝客间融化一空。 而在那巨鸟背上, 站着一位身穿彩衣的俏丽女子, 她扫了山祖一眼, 竟然操控鸟, 不闪不闭地朝着月山印横撞而去。 这一幕, 把一众看热闹的人吓得够呛, 连忙往远处逃去, 化神七大能若是真的动手, 单是鱼波就能把他们震得魂飞魄散。 第三百七十九章, 金阳剑仙, 山祖黄袍微服, 抬起凹陷的双眼, 看向那面无表情的彩衣女子, 四世低叹一声, 中世操控月山印避向一旁。 一朝得势, 彩衣女子四世得了大圣一般, 勃耿危养, 立在鸟背, 垂眸, 屁腻下方众人。 随着一声轻横响起, 四周的天地原力瞬间波动起来, 转眼化作一片巨大的火焰风暴, 裹着炙热的气息, 威势滔天, 朝着四宗之人轰轰砸下。 下方百丈范围的海水瞬间消失,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空洞, 热浪轰轰而下, 甚至将海底土地都烤得咔咔裂开。 无论是结单还是原因期, 在这威压下都没有一丝反抗之力, 犹如下饺子般扑通掉入海中, 砸在干裂的地面上。 原本跋扈的四宗众人, 这下全都老实了, 趁着威压一松的机会连滚带爬的狼狈起身。 他们应该是认出了这女子是谁, 甚至连一句话都不敢多说, 也不敢抬头看上哪怕一眼, 顺着那道上算柔和的力道, 自海底全速向后退去, 乖乖把前十里的位置让了出去。 一直到退出百里距离之后, 那股炙热的气势才就此散去, 前欲胡几人对视一眼, 施法除去水气, 面色极为难看的看向见证方向。 这火灵仙子前辈果真如传闻所言, 简直跋扈到了极致, 只要他看着不顺眼的, 无论是谁他都赶上去打一巴掌, 还不是仗着他大卫国一国两化神, 不但他自身是化神出其修为, 其老祖更是化神大圆满的大能, 这才敢仗着身份对我等无礼。 若不是我等宗门长老味道, 就算给他十个胆子, 他也不敢招惹我们。 几人恨恨地传音怒骂, 可却在一道陡然射来的目光之下, 迅速埋头不敢再看。 火灵仙子收回目光, 眼底情笑看向已然全力运转的万雷剑阵。 黄道友, 这般耗着可不行, 等武宗来人, 我们可就彻底没机会了。 他随时看着剑阵, 口中却是对着山祖黄玄星说道, 不如你我二人合力, 将这剑阵破开, 一同镜, 这秘境探一探如何。 闻言, 黄玄星目光隐隐不悦, 这丫头骗子, 没礼貌也就罢了, 老人家不跟他计较, 但他竟然还想对剑宗出手, 简直是胆大包天。 李道友若想找死, 大可自行出手, 原本我还以为只是传闻, 但眼下看来, 黄道友体内原力枯竭, 受缘已不足百年了吧。 黄玄星目光微闪, 心中暗惊, 他原以为这里冰下, 真如传闻中那般, 是个无脑鲁莽之辈, 可这才第一次见面, 对方不但对他的消息了如指掌, 甚至还敢在碰面的同时, 果断出手试探。 真是个难缠的家伙。 黄玄星心中轻视尽散, 说道, 剑宗此时定然已得到消息, 恐怕不久便会派人前来。 你我若是此时破了剑阵冲入秘境, 只会被剑宗来一个瓮中捉鳖, 得不偿失。 不如等剑宗来人之后, 与其商议一番, 花些代价, 换取一次进取的机会。 礼兵下目光微闪, 嘴角似笑非笑, 道有此言, 道也有些道理。 说完, 他竟是就此沉默下来, 再也没有多说一句。 黄玄星感觉心口一堵, 颇有些不解, 对方强势而来, 却又诡异得不再多言,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难道, 是自己方才说错了什么话, 惹得对方不快? 就在他胡思乱想之时, 又有十余道强大的气息, 自远处顺息而至, 带着无边威势, 同样落在剑阵实力之外, 隐隐将剑阵包围起来。 几人互看一眼, 却发现, 竟是相熟之人。 十三位化神七, 其中还有三位化神中七, 除了五宗之外, 此界三成化神七, 竟然尽数汇聚于此。 礼兵下目光微闪, 虽说大多是寿源将近者, 但如此一来, 若是加上四宗之力, 同时向紫霄剑宗施压, 剑宗就算再强硬, 迫于压力, 也只能打开秘境, 让我等近去探寻机缘。 十余未化神, 隐隐放出各自气势, 深周天地原力不断波动, 面上虽是不显, 但却一直在暗中传音商议。 不多时, 天地原力同时一松, 众人齐齐, 看向万雷剑阵, 想来是已经统一了意见。 就在这时, 剑阵中忽然亮起一道赤金剑光, 瞬间透过剑阵直达外剑。 天地原力自四面八方疯狂卷来, 眨眼便化作一柄金剑悬于高空, 如一轮金光大日一般, 放出万丈金光直刺八方。 那金光中蕴含着无比锋锐的精细剑气, 紧紧罩在身上, 就让人觉得浑身毛孔隐隐刺痛。 黄玄星面色微变, 星面一动, 月山印便亮起一道土黄光盾, 将那金光挡下, 这才让他觉得轻松了些。 浩强的剑气, 金光如风, 锐利无双, 如此凌厉的精细法则之力。 难道, 竟是那位金阳剑先亲至? 山岳法则本就以防御强大著称, 连他都需要以法宝之力辅助承受, 其余化神更是难以肉身抵挡金光, 纷纷使出手段, 或以秘术, 或以法宝, 抵挡那金光中的锋锐之气。 尚未露面, 仅以剑光, 便能让众多化神颇感狼狈, 如此一幕, 顿时让黄玄星更加确信, 来者定然那位化神中期的金阳剑先无疑。 不只是他, 其余人也都有所猜测, 此刻皆是目光凝重地看向剑阵之处, 方才的自信已荡然无存。 就在众人注视之下, 一袭白衣的梁子涵, 自那金光中迈步而出。 他身上散着阵阵强大的威压, 犹如一柄能刺破天地的利剑一般, 无比耀眼。 无数天地原力在他身周不断回荡, 他只是抬手一挥, 便散去了下方剑阵, 将那道金色大日握在了掌中。 当看到他的一瞬间, 诸位化神心底顿时咯噔一声, 暗道不妙。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紫霄剑宗竟然派了金阳剑先来此作阵。 别看这位一身白衣仙尘不染, 气质淡然宛若折仙。 但所有人都知道, 这位金阳剑先才是一尊真正的杀神。 早年成名之时, 便一人一剑, 自天骄榜尾一路挑战, 一直杀了百余名四宗天骄, 硬生生杀出一条无敌之路。 在杀到第六名时, 以无敌之势杜元英雷杰, 成了一位刚刚杰英便领悟精细法则之力的无敌剑先。 元英之后, 他更是杀孽深重, 凭妙患, 只叛乱, 无意不是灭其血脉, 断其传承。 可以说, 这位剑先就是一位不顾一切的杀神, 谁敢惹怒了他, 就是想让自家血脉禁断, 九族禁诛。 第三百八十章, 他又不是魔头, 哪有传闻中那么残忍。 剑宗派他前来, 已是彻底表明了自身态度, 强硬到让人胆颤的态度。 这一刻, 所有多余的想法禁数消散, 心中只欲一丝侥幸, 还好方才听了山祖劝祖, 没有仗势直接对剑阵出手, 要不然的话, 对方必然要掀起一场杀戮。 眼看那剑先挟着刺人的锋芒踏步而来, 无论是化神初期, 还是化神中期强者, 皆是连忙散开包围之势, 迅速汇聚一处对其拱手行礼, 口呼剑先之名, 姿态放得极低。 就连一向跋扈无理的火灵仙子李兵下, 此刻也收起了所有锋芒, 恭恭敬敬地行礼问候, 不敢有丝毫愉悦。 如此隆重的一幕, 顿时让百里之外的众多修士, 纷纷目瞪口呆。 好大的排场, 好强的气势, 仅一人就能压得十余位化神七强者抬不起头来。 诸位可有人知道这位前辈是谁? 我看这位前辈是从紫霄建宗的见证内出来的。 难不成是建宗某位化神大圆满的前辈? 不对不对, 建宗只有雷宗主一人是化神大圆满的修为, 愚者大多是化神中期修为才对。 一群孤陋寡闻之辈, 竟连这位前辈都不认得, 实在是愧为我道中人。 听到这话, 许多目光纷纷朝着声音出处看去。 难道这位道友认得? 自然认得。 王某辩官世间热闹, 倒是有幸见过这位前辈出手。 这位前辈乃是紫霄建宗青云峰峰主, 亦是在化神七天榜排名第八的金阳剑仙。 此话一出, 瞬间在场中引起一阵轰动。 我的天, 竟然是那位修炼杀戮之道的绝世杀神? 快退快退, 咱们离远一点, 万一他们打起来, 咱们也好赶紧逃跑。 怪不得那些化神七强者一个个把姿态放得那么低, 原来是怕惹了金阳剑仙。 别担心他们了, 你还不赶紧跑。 这要是被剑仙看不顺眼, 顺手就能把我们全杀掉练功用了。 听说金阳剑仙每天都要虐杀百人, 要不然就浑身不舒服, 直到杀满千人, 才会再次恢复如常。 真的假的, 你这跟哪听来的? 茶馆说书的讲的, 快跑快跑, 这次要是能活着回去, 我一定要去跟那说书的讲讲, 我也是从金阳剑仙手底下逃过命的人。 俗话说, 人的名术的影就算是不认的真人, 但只要听说过金阳剑仙名号的, 顿时就被吓得腿肚子直打颤, 生怕被对方顺手灭了。 一时间, 外围许多看热闹的修士, 再次往后退了百里, 要不是因为太远看不清, 他们高低还得再往外跑几百里。 而在剑阵之外, 梁子涵已然走到了一众化神修士身前, 双方距离不过百丈。 以他化神器强大的元神之力, 纵然相隔百里, 远处的吵闹声亦是如在耳边一般, 被他听得清清楚楚。 那些明显是胡说八道的谣言听在耳中, 顿时让他脸色一沉, 心情瞬间变得极差。 什么每天杀一百个人, 还是虐杀, 他又不是魔头, 哪会每天杀来杀去的。 要是让我知道是谁传出去的谣言, 我非灭了他全家不可。 梁子涵心情不好, 身上便有丝丝与的血红煞气弥漫开来。 随着一阵咔咔声响起, 虚空顿时生出无数红色尖冰, 朝着四周迅速蔓延而去。 前方那十余位化神, 顿时感觉身体一冷, 心里也跟着一两。 完了, 谁又惹到这杀神了? 就在众人犹豫要不要先跑之时, 又是一道白衣身影从战船后方迅速飞来。 众人一看, 却是一个心境原因期的小辈。 其一身白衣, 面容俊朗, 就算看到十余位化神强者, 眼中仍没有一丝波动, 好似在他看来, 这么多的化神也只如蝼蚁一般, 根本入不得他的眼。 如此兴高气傲, 把所有人都当作蝼蚁之人, 自然是闭关多日, 直到前些天才终于度过原因雷洁, 晋级原因初期的白目见。 靠近之后, 他看都没看那些化神一眼, 只对着梁子涵说道, 师尊, 诸位阵师已布置完毕, 随时可以开启阵法。 说完, 他就束手立在一旁, 目光时不时地瞥向上方挥舞, 好似那挥舞比十几位化神更吸引人一般。 诸位化神七强者健壮, 心中顿时有些不满。 自从化神后, 除了那些大能之外, 谁见了他们不是恭恭敬敬的, 何时被人如此轻视过? 更关键的是, 对方还是一个出入原因的小辈, 要不是看在金阳剑仙的份上, 他们非要给这五只小辈一点脸色看看。 梁子涵心知自家徒而秉信, 一只这些无所不用其极的散修秉信, 此刻目光如刀, 冷淡至极地从众人身上扫过, 扯那么多干嘛, 直接打就好了。 于是, 他语气平淡地说道, 这秘境, 紫霄见宗耀了, 你们若有意义, 尽可来找我。 说完, 他也不带对方回答, 身形一闪, 就带着白木剑凭空消失, 再次出现时, 已到了灭心周上。 十余位化神面面相去, 不知对方是什么意思, 方才郑重其事地走到他们面前, 难道只是为了说这一句狠话? 开始吧。 远处, 梁子涵吩咐一声, 便立在船手没了动作。 很快, 只见一道清光闪过, 其余两艘战船之上, 顿时响起阵阵轰隆隆的巨响。 两到三十丈大小的阵法虚影, 自战船甲板悬空而起, 无数青白二色的符纹交叠旋转, 引动难以计数的天地灵力, 朝着阵法中心疯狂汇聚, 片刻之后, 便形成两道巨大的清光冲天起。 风浪狂涌, 浓郁至极的空间之力, 自阵法内喷涌而出, 铺展在虚空之上, 将附近的空间强化凝固, 以此承担接下来的强大冲击。 少请之后, 一道百丈长红, 自天外呼啸而来, 轰的一声砸在阵法之内, 无数清光化作波纹, 朝着四周飞速扩散开来, 所过之处, 四周空间随之荡起波动, 带得波纹散去, 便露出了里面密密麻麻的身影, 粗略一看, 不下五十之数。 而更让人震惊的是, 这五十人, 竟然全是圆阴七的修为。 第381章 一个秘境而已, 何至于闹到如此地步? 这五十位圆阴七剑修, 进阶身着紫黑相见的宝凯, 其上雕刻着三朵以上的红色幽名花, 身侧悬着一柄血红长剑。 每个人身上跳跃的雷霆颜色各不相同, 但无一例外的是, 每个人身上都散着滔天的血沙利器, 这是从尸山血海中杀出来的煞气。 可这还没完, 这五十位圆阴现身的一瞬间, 便立刻向着四周飞速散开, 像是早已演练无数遍一般, 迅速占据了一处方位, 然后丢出一个个小型阵盘, 在空中布置起了阵法。 紧接着, 一道又一道长红, 自天空尽头不断落下, 轰轰轰的巨像接连不断, 刚刚建好的传送阵, 不断发出一声声哀鸣。 每当有一道清光砸下, 都至少有五十位以上的紫霄剑宗弟子, 从传送阵内迅速冲出, 各自冲向一处空位, 迅速加入阵法之内。 随着他们迅速无比的动作, 一道厚重如山的气息, 逐渐压在众人心头。 这一刻, 天地寂静, 无论是数百里外, 升到高空看热闹的低阶修士, 还是十余里外的华神修士, 进阶被这些身着铠甲, 煞气惊人的修士, 给吓得心神俱颤, 面色苍白。 幽冥花, 雷鸣铠甲, 风雷剑, 这些全都是战仙殿的人。 战仙殿? 那不是紫霄剑宗对内处理叛逆, 对外征伐万族的杀戮之手吗? 听闻只要战仙殿出洞的地方, 必定血流成河, 他们怎么会来这里? 紫霄剑宗莫不是疯了, 一个小秘境而已, 他们派战仙殿来是什么意思? 难道为了这个秘境, 他们甚至不惜与四宗开战不成? 如此慎重其事, 这么一来, 我反倒更好奇了, 这秘境之内, 到底有什么宝贝? 竟然值得紫霄剑宗花这么大力钱? 不过半战茶的时间, 随着最后一道阵盘成形之后, 无数丝线自所有人所在之处默然射出, 迅速与相近之处连为一体。 当所有丝线连结为一之后, 天地默然一阵, 一道浩瀚之力陡然自虚空降临, 天空迅速变得暗淡无光。 无数血色光芒自虚空凭空生出, 形成一片庞大无比的血色雷云, 其内有无数血色雷霆翻滚咆哮, 刹那便将此地完全笼罩。 梁子涵站在传手, 手中金色飞剑再次散出万丈金光, 飞速升空而起, 眨眼冲入了血云之内。 血云与其内的所有雷霆, 瞬间被金光冲散吞噬, 金光不断壮大。 不过刹那时间, 所有血色便消散无影, 仅于一团万丈大的金色太阳, 傲然悬于高空。 一股浩瀚天威, 寝刻间降临此地, 那轮太阳的威势, 顿时在天三成。 金光洒入此方天地, 强大的威压随之降临, 海水似是承受不住这股威压的力量, 被硬生生挤着, 往四周迅速退去。 不过眨眼时间, 百里之内, 竟再也不见一滴海水。 所有的海水都被推入百里边缘, 如一面巨墙一般铺展升起, 将此地变成了, 一个好似被巨大水球包裹的独立空间, 彻底与外界隔绝开来。 四周是海水形成的巨大水墙, 上方唯一的出口处, 则是一轮万丈大的金色太阳高高悬挂。 无数金光罩在海水巨墙之上, 又再次折射回来, 让金光变得愈发浓郁。 金光洒在诸位化神身上, 那本应温暖柔和的光芒, 非但没有让他们感到温暖, 反倒被那浓郁到极致的精细法则之力, 刺得皮肤生疼, 浑身冰凉, 一颗心更是迅速沉了下去。 礼冰夏瞳孔收缩, 惊恐看着那轮金色太阳, 以及太阳内不时闪过的一道道金色雷剑, 再加上那直达新神的浩瀚天威, 顿时让他心中生起一个可怕的猜测。 金阳将士, 雷剑灭神, 这难道是那个, 号称可诛杀化神后期, 可立战化神大圆满的天阶阵法, 金阳剑阵? 不, 不对, 传闻金阳剑阵乃是由三百名元英为阵, 再由两名化神中期剑修为辅, 最后以金阳剑先为风, 这才能与化神大圆满一战。 眼下只有百名元英与签名结单, 只能算是弱化的金阳剑阵, 但其威力, 应是足可立战化神后期强者。 化神后期, 如此说来, 他若出手, 我等就算合力, 怕是也有陨落之威。 主委, 我等要不暂且离开? 剑宗此举已是摆明了态度, 若是我等逼迫, 恐怕剑宗不会善罢甘休。 道友莫及, 四宗之人还未赶到, 等他们来了, 以数十名化神妻的名义, 再加上四宗威势, 剑宗未必会应当到底。 道友说的有理, 不过是一个秘境而已, 剑宗应该不至于闹到无法收场的地步。 眼下已经很难收场了, 我实在不能理解。 那江涵不过是一个有希望晋级化神妻的天才弟子而已, 紫霄剑宗为何会为他动用如此阵仗? 白木剑自传仓走出, 手中拿着一枚玉剑递向梁子涵。 师父, 风雨阁传来消息, 四宗已各自派出一位化神中妻来此, 预计半日之内就可赶到此处。 四位化神中妻, 梁子涵面色如常, 好似根本不在意这四位同间。 无妨让宗内多取些极品临时过来, 这么好的练功机会可万万不能错过。 他看了白木剑一眼, 如今天下太平, 我等又被规则所赋, 不能随意出手。 似我等这些修炼杀戮之道者, 修为缓慢乃是常识。 如今既然有人送上门来, 你莫要学那江涵心软, 能杀便杀, 若是错过今日的机会, 硬下之后,脸色不免略有郁闷。 江涵这段时间做的事, 他出关后也有所了解, 其他的倒还好, 唯一让他奇怪的是, 自己不过闭关两个多月而已。 江涵怎么又开始心软了? 难道又有谁干扰他了? 白木剑想不明白, 他当时可使了不少手段, 明理按理手段齐出, 不断让江涵变得心硬如铁, 当时也初见成效。 而且, 那小子的剑气里, 还藏着极为精纯的杀意, 明显内心深处也是个嗜血之人, 无论怎样也不该这么心慈手软才对。 可这才几天没看着他, 怎地就又变回原来的样子了。 唉, 难道? 第382章, 他会不会后悔离开我? 三天时间一晃而过, 钱雷蜜境外风云涌动, 局势紧张, 四宗与一众散修合力与紫霄建宗对峙, 一不小心就有可能打起来。 而林天宗, 今日却热闹非凡, 因为今天是林天宗举办百花宴的日子。 百花宴乃是林天宗自古传下来的庆典, 意在庆贺宗门昌盛, 每隔百年便会举办一次, 至今已过数十万年, 除了宗门典籍之外, 恐怕没人记得, 这百花宴一共举办过多少次。 身为此届五大宗门之一, 林天宗举办的盛会声势极为浩大, 乃是波及整个修仙界的盛会。 届时, 但凡此届有头有脸的人物, 基本都会来此祝贺一番, 就算来不了的, 也会派本家敌传送来贺礼。 这次同样不例外, 除了已经封锁边境的紫霄建宗, 及其附属宗门之外, 其余四宗境内有头有脸的宗门世家, 皇朝大国, 皆有宗主或皇子带队前来奉上贺礼。 就算有家主抽不开身的, 也由大长老或太上长老亲自出面, 带着敌传继承者, 携众礼亲至, 真是给足了林天宗面子。 林天宗山门外, 时刻笼罩的护宗大阵早已关闭, 灵气升腾间化作无数灵雾弥漫山间, 更有各种真情异兽游走其间, 将此地称得犹如仙境。 所有林天宗弟子早在数日前便结束了修炼, 在执事堂的安排下, 各自领了任务, 守在山门外迎接贵客。 四宗的附属世家大宗极多, 再加上那些小门小派, 数量何止数万? 就算每家只来三五人, 那也是极其庞大的数量。 好在林天宗山门够大, 并且有一处单独开辟的洞天伏地与外界相连, 这才能容得下这么多人。 道德林天宗后, 许多相识之人便相互攀谈恭维起来, 如此盛会, 也是此界修饰为数不多的, 互相交流的好机会。 便是那些云游山野, 居无定所的影视散修大能, 也纷纷青来祝贺。 山门外最显眼处便是那八位宗主清传弟子, 亲自在山门外迎客。 几人皆是穿着林天宗清传弟子才能穿的白色长袍, 其上以晶晶之精闻了几道颇为雅致的纹落, 头戴玉簪, 妖挂翠玉灵配, 气质洒脱, 仙气飘渺, 不但能让人一眼看到, 而且使人望之便心生和气, 明显是特意打扮过。 既宇禅身为宗主, 更是此界顶级强者, 自然不会在此迎人, 林玄站在最中间的位置, 看着山门外无端有流光落下。 那每一道流光中, 最少也是杰单七修士, 甚至有许多元英七修士, 同样落到山门六里外的广场后, 徒步走向山门。 而每一个来此的修士, 无论修为高低, 军会将目光放在他身上, 惊叹打量, 其中的羡慕与敬意, 让林玄不禁有些飘飘然。 我原以为百花燕只是一场小型聚会, 却没想到, 竟会是如此盛世之景, 今日见到的元英七修士, 怕是比我们整个宗门都要多。 他似是感慨着说道, 百花燕可是我们林天宗一大盛世, 就是这名字不够大气, 小玄你第一次经历, 有所轻视也在所难免。 六师姐难攻离, 勾唇孝道, 等你见得多了, 也就习惯了。 不过各宗来的人虽然多, 但你要分清楚, 哪些是需要结交的, 哪些是来凑数的无用之人, 多多结识于你有用者, 至于其余人, 保持礼数即可。 六师妹说得对, 墨秋双接过话查, 今日各宗俊杰大都在此, 小玄你可要抓住机会, 多多结识些青年才俊, 那可都是你未来的人脉。 林玄文言眼睛一亮, 多谢两位师姐提点, 师弟记下了。 他其实极为低调, 虽然身份高贵, 但常年不下山, 许多人只知道他这个人的存在, 却不是他真身。 他真正认识的天骄, 一根手指头都能数得过来。 正如六师姐所说, 眼下众多天骄汇聚一堂, 正是他结识人脉的好机会。 这般想着, 却听南宫离再次说道, 你看那个身披金凯的南修, 他是阴阳宗林华长老门下敌传, 修为与你相当, 亦是随时可踏入原因期的天骄, 你仅可与他结识一番。 还有那个脚踏圆圆的女修, 林玄听着南宫离给他介绍各个天骄的信息, 心中得意至极。 果然, 他才是真正的天眷之人, 无论他想做什么, 都会有人想尽办法帮他。 知道他想名扬天下, 立马就安排了这么大的一个盛事, 来帮他扬名。 这种待遇, 哪怕放眼整个天下, 也无人能比。 哦, 不对, 还有一人, 江涵原本也可以有这机缘。 不过听说江涵最近运气不好, 陷进了一个初次县市的秘境内, 已经三天没有消息了。 听说那个秘境中好像有重宝, 只可惜紫霄建宗派了强者镇守, 旁人根本无法进去查探。 而四宗在确定那秘境的珍贵程度之前, 又不敢随意出手, 故此秘境外陷入了短暂的安静中。 真是可惜啊, 若是他当初没走, 老老实实地给我供应器运值, 又何至于落到如今被困秘境的下场? 要不然的话, 只要他来, 自己也不是不能带着他见识一番。 可现在, 他是无论如何也看不到了。 而他不来, 自然就无法结识这世间的青年俊杰, 白白损失了大量人脉资源。 等他从毕竟出来, 我早就结识了大量人脉, 这些可都是未来对付他的强力帮手。 若是他再敢于, 我有冲突, 他可就只能孤身一人, 与我身后这无数势力抗衡了。 俗话说得好, 得道者多住, 失道者寡住。 而江涵, 就是那个无人相助的孤家寡人, 最后只能在滚滚大势下, 沦为无人问津的尘埃。 此番争斗, 终归还是我胜了。 只要此次百花宴举办成功, 宾客静欢之下, 我林玄之名, 必将再次传遍天南地北, 被无数修饰赞扬。 林玄目中露出奇异之光, 得意之色跃然而出。 也不知江涵出来后, 知道自己错过了这么好的一个结识人脉的机会, 会不会心生懊悔。